做过皇帝的都知道 开国皇帝都心狠手辣 秦皇汉武堂中宋主 哪个不是一帝登基万古窟 和平年代的帝王则坐享其成 后宫家历三千 夜夜升哥平均寿命不到四十 而末代皇帝的命运就比较悲惨 秦三世子英投降被杀 汉献帝流邪被邪天子以令诸侯 宋卿宗赵桓 静康之耻受辱而终 宠贞帝朱有简自一身亡 而我一觉醒来 却穿越成了杀兄夺位 迫害忠良的秦二世胡亥 胸口上还插着一把二十半大宝剑 我忍不住对着老天就破口大骂 我没K 恐龙扛王扛宝剑 可能是我真诚的言语感动了苍天 脑海中传来机械的声音 恭喜宿主绑定至尊帝皇系统 检测到宿主生命垂危 以自动帮宿主修复身体 由于宿主太过弱机 系统已施舍帝皇绝功法一步 拔剑术一步 一流神将卡一张 我压抑着激动的心情 整理着胡亥的记忆 这是一个可以修仙的大秦 此时是秦皇历十四年秋季 十八路诸侯造反 项羽刘邦已经打到了咸阳外围 正是如此 赵高才让女婿严勒进攻斩杀胡亥 准备把所有罪责推到胡亥身上 我拔出大宝剑缓缓站起来 抬头看向严勒和敬畏军士兵 严勒淡淡瞄了我一眼 眼神中净显瞄视 这个五不成文不救的秦二世 纯属是一个废物 小皇帝 还没死透啊 我冷哼一声 你们这群叛乱分子 居然敢是军 眼里还有王法吗 小皇帝 只能怪你命不好 天下百姓需要一个交代 只能让你以死谢罪 这是丞相的意思 下辈子好好做个人 不要再当昏君了 说完 严勒提着宝剑走过来 准备彻底把胡亥斩首 我用系统查看了一下 发现严勒是战帅二阶的高手 修为高出我两个大境界 不过 严勒不知道此时的胡亥 已经不是那个懦弱 胆小昏庸的秦二世 严勒轻蔑的抬起宝剑 就斩向了胡亥 就在这时我动了 闪电半一剑快到极点 这是拔剑术的精髓 鲜血飙射出来 严勒做梦不会想到 会死在胡亥这个渣子手中 撕心裂肺的叫喊声传出 让一群呆滞傻愣的 禁卫军士兵惊醒过来 几名副将纷纷朝着我扑杀上来 下一刻 我的手中多出一张神将卡 轻轻一捏 一位身着铠甲 相貌极美的李将军 出现在众人面前 穆贵英见过主人 穆贵英抱拳恭敬道 牛逼啊 穆贵英可是华夏五千年来 四大女名将之一 而且是战帅巅峰修为 贵英把这些乱臣贼子统统铲除 下一刻 三千岳飞的被围军士兵 出现在禁围军身后 跟着沿了来杀胡亥的禁军士兵 在被围军强大气势下 全身战战兢兢兢 兄弟们 杀了狗皇帝我们才能活命 一名禁军军官吼叫道 数十名禁军士兵朝着我和穆贵英杀来 控制皇宫 轻脚叛乱 穆贵英大声下令 然后长剑一斗 朝着叛乱分子扑上去 一个照面就将最前面的禁军士兵斩杀殆尽 得到命令的被围军大开杀戒 一名禁军士兵倒在了血泊中 片刻时间 前来杀胡亥的叛军全部阵亡 贵英 带被围军士兵去接管皇宫安防 反抗者杀无赦 我下达命令 遵命 三千被围军士兵在穆贵英的调配下 对皇宫进行彻底清查 目的是把赵高安插在皇宫中的间谍暗探清理出来 让皇宫彻底掌控在手中 始皇先是 赵高利用手中滔天权势 不知在宫中安插了多少间谍暗探 另外 据胡亥记忆 秦帝国有一个恐怖的组织 叫什么黑兵台 那是始皇帝监视天下的组织机构 胡亥上位后 黑兵台并未交到手上 连谁是黑兵台的主持人都不清楚 一个时辰 在穆贵英带领被围军士兵的威压下 一名名进军士兵放下武器投降 皇宫彻底掌控 赵高手下间谍暗探也已彻底清脚干净 我脑海中丁鸣声又响起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 奖励国运值一万点 获取一流神将卡一张 嘿嘿不错 此时我最需要的就是神将带兵马反击刘邦向宇等叛军 我当即便使用了神将卡 下一刻 一名十五六岁的极品美女出现眼前 孙上香见过主人 我看着眼前的孙上香擅长远距离射杀 一旦组建好红粉工兵团 威力强大无比 能给敌人毁灭性打击 这时系统声音再次响起 一天内抓捕奸臣赵高及其余党 保咸阳城安定 任务完成抽奖一次 失败抹杀 这TM系统貌似太狠了 张口闭口就想要小爷老命 我当即下令抓捕赵高 三千被围军士兵骑着战马冲出皇宫 朝咸阳城中赵高手下葛官吏府上杀去 500被围军士兵杀到赵高府上迅速包围起来 什么人 谁给你们的狗胆 敢出兵包围丞相府 一名赵高府上门为何赤道 我当时就怒了 呀的 一个看门狗也敢嚣张 真不知死活 赵府之人 杀无赦 令得被围军士兵长枪闪电般刺出 直接洞穿看门狗胸口 对方眼神中惊讶万分 做梦不会想到 在咸阳城中有人敢对赵高府上人出手 片刻时间 赵高府上已经血流成河 无数下人倒在血泊中 这时 听到动静的赵高怒气冲冲走出书房 月入眼眶的是胡亥 木桂英 被围军士兵 一下子令赵高半天说不出话来 怎么可能 老夫不是让女婿严乐带兵去载胡亥这个小皇帝了吗 咋会还活着 还有胡亥身边的军士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很陌生 怎么一点消息没收到 见过陛下 不知陛下来本官府上有何事 赵高压下心中怒火 我冷哼一声 赵高 没想到吧 问朕来此干什么 难道你猜不出来 赵高瞟了一眼胡亥心中无比震撼 貌似小皇帝变了 居然敢质问他 没有了平时惧怕他的样子 陛下 微臣确实不知道陛下来相府有何事 在此情况下赵高也知道 如果不低头 马上会被斩杀 好汉不吃眼前亏 赵高呀赵高 你派颜乐帅进军闯进皇宫杀阵 想用朕的脑袋讨好叛乱分子 让朕帮你背锅 想得太美好了 这些年 你做了多少坏事 李斯丞相 诸位朝臣 不全是赵高你杀的吗 我怒吼道 陛下 老夫是你的老师 没有老夫你能上位吗 再说了 杀那些朝臣全是为陛下好 为秦帝国江山设计考虑 老夫发誓 没有错杀一人 请陛下明察 赵高较辩道 赵高 还想忽悠朕吗 你干的那些事 哪一件不是人生共愤 天地不容 把持朝政 杀害忠良 肆意横征暴敛 搞得天下百姓怨声在道 让秦帝国陷入困境 我下令道 拿下赵高 关进大牢明天宫审 十多名被围军士兵纷纷扑上来 想彻底把赵高镇压 想镇压老夫 做梦吧 赵高怒吼道 我心中微愣 马上用系统查看了一下赵高情况 八蛋 这老匹夫修炼的居然是葵花宝典 那绝对是太监修炼体系中的天花板 这赵高已是战帅武皆修为 比颜恶还高出一个大境界 赵高抬手就朝着我撒出一波银针 战帅级别的高手呀 我根本抵抗不住 危机时刻 一团剑光闪耀 把赵高撒出来的银针击碎 紧接着 穆桂英手中长剑刺向赵高胸口 赵高被一剑钉在门上 我看着那撒爽的背影感叹 华夏四大女将 果然恐怖如斯 在赵高书房找回了传国玉玺 得到系统奖励国运值十万点 并且得到了十大名剑之首的 轩辕剑认主 传说皇帝曾经用此剑斩杀过持有 乃是圣道之剑 此剑只有皇帝下与二位圣地使用过 一旦被轩辕剑认可 绝对是一代圣地 另一边 孙上香也带着一千名 被围军士兵杀到了进军兵营 被围军士兵万剑齐发 一对手门士兵瞬间全部抖 这时 迎寨大门打开 走出了一进军将领 看见年轻美貌的孙上香 眼睛一下子泛出金光 美人 当兵是男人的事 你一个娇滴滴的美人 来陪哥们乐一乐 早死 孙上香怒斥道 一只带着孙上香怒火的炎热之间 闪电般扑向那名开口调坦的将军胸口 将军胸口出现一个网口大的洞 生命气息在慢慢流失 赵将军挂掉了 杀了这魔女为将军报仇 十多名将领抽出兵器朝着孙上香扑上来 孙上香再次张弓搭建 十二只带着火焰的炎热利剑 朝着扑上来的禁军军官奔射而去 剑无须发 十二名扑上来的将领全部挂掉 谁敢乱动 杀无射 孙上香奉眼微怒 挑了一眼已经呆滞的禁军士兵 本将军遵照陛下旨意来接管禁卫军 赵刀已经被陛下抓捕归案 明天会公开审判 禁军中有赵刀安插进来的人 现在举报 马上晋升一击 孙上香没有时间慢慢整顿 必须快刀斩乱马 孙上香彻底掌控禁军 禁卫军听令 封锁咸阳城 只许禁不许出 胆敢违抗者 杀无射 三万多名禁军士兵 骑占马朝咸阳城而去 第一时间掌管了城门 此时的咸阳城中 赵高的嫡系亲戚 一个个府上血流成河 所有反抗者当即被斩杀 而我此刻已回到皇宫 准备用系统奖励的国运值抽取奖励 虎哥 我要抽奖 把历史名将名臣都给我抽出来 嗨哥 拉倒吧 系统五级以内只能抽取一流名将名臣 超过五级可抽取超一流名将名臣 想要抽取传奇名将名臣 系统必须晋升到十级以上 宿主晋升一个大境界 才有一次用国运值抽奖机会 否则 再多国运值也不能抽取 妈蛋 怎么那么多限制 算了 先抽取一名一流名将名臣 下一刻 又是一名极品美女出现在我面前 上官娃儿见过陛下 上官娃儿 那可是一代女第五则天身边的秘书长呀 这下子能缓解我却文官管理朝政的刚大局面 我笑看着上官娃儿 娃儿 帝国朝政上的事 朕交给你了 你先当个丞相吧 马上起草几份旨意 一份是赵高的罪行 明天斩杀赵高佑 二是大赦天下 三是减轻百姓负担 工农商全部执行10%的标准 废除以前那些不合理的税收制度 上官娃儿眉头微重 陛下 只收10%的税收 我们养活不了多少军队 现在帝国四处有叛乱 需要大量士兵 我长叹一声 婉儿 这几年赵高恒征暴敛 百姓太苦了 这要减轻百姓税收缓解一下矛盾 其实 最主要的原因是系统商城开启后 我可以从商城中兑换出大量粮食出来 足够养活数十万兵马 不过 我却不敢有一丝懈怠 刘邦数十万大军已经杀进武官 正朝着咸阳城杀来 项羽率领的诸侯大军更是接近百万 正在进攻虎牢关 很快虎牢关就会攻破 必须派兵马增援同关 只要守住同关 咸阳城才会安全 稍不留意就会让秦帝国亡国 真是悲催啊 穿越成了秦二世这个倒霉蛋 不大一会儿 穆桂英关押好赵高归来 陛下 赵高的残渣余孽已经全部抓捕 末将鸭赵高进天牢的时候 看到蒙田蒙一两兄弟也关在牢中 在胡亥的印象中 貌似蒙田蒙一两兄弟已经挂掉 没想到居然没死被关押在天牢 但当务之急是壮大自己的核心势力 我看着眼前的三个大美女 你们都去筹建各自的卫队 不久的将来大战将至 我们得多做准备 遵律 三人马上去筹建卫队 殿中只剩下我一人 这时 系统的声音响起 恭喜骇哥抓捕奸臣赵高 暂时稳定了咸阳局势 获得国运值五万点 抽奖一次 请问骇哥是否抽奖 抽吧 恭喜骇哥抽到名将高顺 高顺 难道是三国时期现阵营主官 那可是三国所向霹雳的特种部队 现阵之志 有死无生 得此将能让士兵战斗力提升20%以上 遇到困境时战力跃巧 这回转大发了 高将军 立即组建现阵营 士兵可以从禁卫军中挑选 装备直接到大秦攻防中挑选 有了高将军主持咸阳城防务 朕彻底放心了 我脸上满是笑容 遵律 高顺抱拳转身就走 太有个性了 不言不孝 算了 我还是修炼吧 自身强大才有希望活下来 其他全是虚的 一夜修炼下来 帝皇决到了第二层巅峰 拔剑术达到圆满巅峰境界 天亮了 咸阳城中百姓看到 衙门张贴的关于赵高的布告 终于明白了真相 原来赵高才是帝国最大的奸臣 残害忠良 加害使皇帝子女 全是赵高一手策划的 皇帝好可怜忧 为了暴敛钱财不择手段 跟好声音有一拼啊 亏我们还冤枉皇帝这么多年 围观百姓议论纷纷 上午十点整 被围军士兵压着赵高等一系官吏游行 此时的赵高再没有高高在上 是百姓摆官为蝼蚁的气势 成了一个带载羔羊 很多受害百姓 不仅辱骂赵高 还拿着棍棒朝着赵高砸 要不是被围军士兵制止 估计要被活活打死 游戒二个时辰 最后走到广场断头台 随着一颗颗脑袋掉在地上 斩杀赵高的消息 第一时间传遍天下 攻下五官的刘邦召集旗下诸侯 开会讨论研究对策 张先生 咸阳城中出现的突发事件 怎么看 秦王朝灭亡是大势所趋 胡亥杀不杀赵高对秦帝国影响不大 不可能挽救秦国 张良道出其中关键 与刘邦相比 项羽此时正率领百万大军攻打虎牢关 听闻刘邦拿下了五官 项羽心中焦急 先入官者为关中王 这个诱惑力极大 于而 不要受那什么条款局限 实力才是第一位的 就算是关中王 也要有能力保住 范增看透项羽的心思 不过呢 那个刘邦绝对不简单 一定要想办法杀了 不要留下隐患 亚父 那个不好吧 无缘无故杀刘邦 在道义上站不住几 这是在考虑 说实话 从某一方面讲 项羽是真正的君子 不喜欢背后搞事 不愿意搞阴谋诡计 项羽是真正的君子 不喜欢背后搞事 不愿意搞阴谋诡计 咸阳皇宫 叮咪 系统发布任务 宿主收服蒙田 蒙一二人为秦帝国效力 奖励抽奖一次 失败抹杀 这个有点困难 蒙田 蒙一二兄弟 对胡亥可没有好印象 甚至是恨之入骨 巴不得把胡亥撕碎 虽然说 迫害扶苏 蒙田 蒙一等人是赵高 李四二人策划的 可是 执一是在胡亥配合下执行的 在生死威胁下 胡亥没选择 接受 不过呢 要是能说服蒙田 蒙一二人效力 对秦帝国绝对有益 特别在秦帝国生死存亡之际 帝国真的需要蒙田 蒙一这样绝世战将 再说了 禁军士兵交给蒙田带领 能让士兵迅速归心 毕竟 蒙田在军方影响力巨大 蒙田在秦兵心中 像战神似的 玩儿 一起去说服蒙田 蒙一二兄弟 这二人在帝国军中影响力很大 一旦说服 对解决目前困境十分有利 胡亥道 嗯 陛下 真要说服蒙田效忠 把三万多禁军交给蒙田 抵挡反贼一段时间是可以的 上官玩儿道 走吧 胡亥道 一路上二人交流一下策略 要怎样入手 途中 胡亥拉下面版查看一下情况 至尊帝皇系统 一级 宿主 胡亥 身份 秦帝国皇帝 摇摇欲坠 随时面临王国 修为 战将七阶 功法 帝皇爵 第二层 战绩 拔剑术 巅峰境 国运直 十七万点 经验值 四千点 下属 零 神将 穆桂英 孙上香 高顺 上官玩儿 系统商城 开启 唉 修为太低了 让手下 神将修为受到压制 只有修为暴涨 手下神将才能解除封印 焦急啊 要是提前一年或者半年穿越过来 情况不会有如此糟糕 命意 运意 胡亥 上官玩儿带着十多名被围军士兵到了天牢 见过陛下 一名牢头跑出来道 蒙田 蒙翼二位将军在什么地方 朕来看望一下 胡亥道 陛下 想见谁杯子带来好了 和别亲自来 这地方不适合陛下来 牢头道 没事 前面带路吧 胡亥道 遵命 牢头道 阴暗 潮湿 压抑 血腥味 令人窒息的气味 不是正常人呆的地方 到了重犯室 胡亥看到蒙田 心中稍微安慰 蒙田病未受到牢役折磨 身上没有伤痕 脚上戴着镣铐 手上有手铐 粗壮的铁链固定在墙上 武艺再强也逃不出去 打开牢门 胡亥道 陛下 危险呀 牢头道 打开 胡亥立声呵斥道 哐呢 胡亥走进去 朝着蒙田深深弯腰 蒙将军 受苦了 胡亥道 蒙田早看到胡亥 依然不理会 在胡亥鞠躬时 蒙田不愿承受 侧身避开 还不赶快打开镣铐 胡亥怒吼道 牢头不敢说话 掏出钥匙打开镣铐 蒙将军 朕早就想来看望了 只是朕行动受到赵高限制 有心无力 蒙氏三代 对帝国做出巨大贡献 对秦帝国是有功的 这一点无人能抹杀 胡亥道 蒙将军 您要原谅陛下的苦衷 这几年 朝政由赵高把持 陛下手上一点权力没有 甚至玉玺也落在赵高手上 说难听点 陛下就是一个傀儡 一个坐吃等死的人 今天 陛下刚把赵高抓捕 镇压 判决 第一时间就来释放将军 上官婉道 什么 赵高被镇压了 原本冷漠 废出的眼神 一下子冒出一缕金光 不过蒙田依然没开口 蒙将军 朕知道 您对朕很生气 觉得扶苏公子的死 是因为朕才死 这一点 朕承认是事实 扶苏公子 确实是镇与赵高 李斯二人一起策划的 这不能怪谁 为了上位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宫廷斗争很残酷 也很无情 一个太子或皇子 想要上位 必须尽力争取 否则 会成为胜利者刀下鬼 如果一个太子 皇子 连上位都争不到 有什么能力 带领帝国崛起 复兴 确保帝国 有一个好的生存环境 让百姓过上美好的生活 所以 朕希望蒙将军能理解朕 不要为复苏的死 耿耿于怀 现在 帝国处在生死存亡的危险时刻 上百万叛军 分成二路进攻咸阳 而咸阳城中 只剩下四万不到兵马 据情报显示 刘邦率领的数十万叛军 已经拿下五官 不用多长时间 叛军会杀到咸阳城 项羽带领近百万叛军 再进攻虎牢关 不用几天 虎牢也会失陷 如果帝国抵挡不住 顷刻间 帝国会灭亡 秦帝国 是蒙氏三代人 帮助始皇帝打下来的 难道蒙将军愿意看着灭亡 朕不巴望能获得蒙将军的原谅 但是 希望蒙将军放下与朕的矛盾 一心一意抵挡叛军 为帝国争取足够时间 胡亥道 说完后 胡亥又朝蒙田深深鞠躬 利用系统悄无声息 查看一下蒙田的武力值 战皇三接 日呀 那项羽不是达到战尊敬了 胡亥明白 后世人评估 蒙田绝对达到超一流水准 关键是 蒙田在统帅方面很强 一定要想办法让蒙田臣服 难得的绝世战将 蒙将军 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 真的愿意看着国家灭亡吗 那可是蒙氏三代人打下来的天下 望蒙将军三思 上官吾到 蒙田心中纠结呀 想想扶苏的遭遇 心中很生气 不过呢 胡亥说的没错 一个连上位都争不到的太子 皇子 确实没资格带领帝国崛起 扶苏看不清情况 分辨不出真伪 上当受骗 死得真的冤枉吗 蒙将军 朕需要你 帝国需要你 朕希望将军马上带兵增援同关 确保同关安全 胡亥道 哦 陛下放心背职带兵马 不怕背职带着兵马反叛吗 蒙田道 呵呵 蒙氏三代人忠于皇室 朕相信蒙将军的人品 城中只有近四万兵马 将军 带走三万兵马增援同关 朕不派任何一人监视将军 一切军事行动 均由将军与蒙亦二人做主 就算将军带着兵马反叛帝国 朕也无怨无悔 胡亥斩兵截铁道 好 为了帝国的安全 卑职接受陛下的重用 会带兵马赶到同关 尽全力守住同关不失 蒙田道 十分感谢将军的大公无私 朕非常欣慰 胡亥道 搞定蒙田 对于蒙亦的说服就简单了 由蒙田出面做蒙亦工作 很快俩兄弟同意带兵增援同关 令胡亥松了一口气 有了蒙氏俩兄弟增援同关 胡亥只需要考虑 如何打败刘邦那一路叛军 第008章 没一个愿意留下 叮咛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 奖励洞察之眼 国运值二万点 抽奖机会一次 请问宿主是否抽取 洞察之眼 查看属下忠诚度 能辨别真假 洞察虚无 不宜受幻境迷惑 太及时了 正为朝中官员的忠诚问题担心 系统马上送上洞察之眼 及时雨啊 以后有假投诚 居心叵测的人能一眼看穿 嘿嘿 系统爱死你了 抽奖 叮咛 恭喜宿主抽到特殊军传卡一张 包括3000张大型连弩 胡亥微微一愣 意思是抽到弩兵卡 爽 爽歪歪 一次性发射十支粗壮的弩箭 杀伤力吊炸天 3000张连弩 能让叛军好好喝一壶 太及殿 开朝会的地方 今天到的大臣 少了一大半 不过呢 群臣看到蒙田 蒙义二兄弟上朝 另一波大臣惊掉下巴 胡亥坐在上尉 开启洞察之眼 尽管把赵高级旗下嫡系 抓捕归案 审判 然而 朝中群臣忠诚度 依然不见上场 很多大臣对朝廷 胡亥不抱希望 少部分大臣怀有二心 估计与叛军有联系吧 忠诚度最高不过二十点 其余全是零点上下 二十点的忠诚度 随时可能反叛 胡亥摇摇头 一脸无奈 看来 群臣对朝廷 胡亥失去信任 对秦帝国失去信心 仲卿知道 赵高把是朝政 加害了许多大臣 帝国将遇丧失于境 只剩下咸阳城周边地区 其余全被叛军占据 目前 帝国处在生死存亡之际 刘邦率领数十万叛军 已经攻破五官 正朝咸阳城杀来 项羽带着近百万叛军 从虎牢关杀来 局势极其严峻 帝国呢 整个咸阳城 只剩下四万不到兵马 怎么办呢 朕给仲卿一个选择 同甘共苦 坚决与叛军决意死战地站到左边 不愿意与帝国同甘共苦的 站在右边 朕遵循你们的选择 不会加以追究 也不会迫害 请选择吧 胡亥道 不过 在这里朕要说清楚 一旦选择站在右边 帝军抵挡住叛军攻击 局势得到缓解 朕永远不会再起用而等 朕需要一心一意为帝国的人 不需要墙头草 胡亥补充道 数十人的朝臣 此时剩下二十多人 心中忐忑不安 相互间对视起来 下一刻 上官网 第一个走向左边 唉 胡亥暗叹一声 只有四名神将与蒙田 蒙一六人做出了选择 其余人依然站着不动 好了 既然大家做出了选择 站在右边的 请离开吧 胡亥道 哗啦啦 二十多名朝臣 听到胡亥话语 马上朝胡亥拱拱手 然后转身走出大殿 没人相信 胡亥能挽救秦帝国 无人愿意与帝国同声共死 陛下 把朝中大臣全开了 微臣怎么主持政务 上官网疑惑不解道 网 不要对那些朝臣抱什么希望 都是一群强头草 他们看到帝国危急 马上投降 以及留下这些强头草 不如空出位子出来 给其他人 愿意与帝国共患难的臣子 个部中 应该有一些财臣 这要靠你去提拔 任用 胡亥道 遵旨 上官网道 蒙田 蒙毅二位将军恢复原职 随后率领咸阳城中 仅有的三万五千名 禁卫军士兵 增援同官 蒙田是同官主将 蒙毅为参军 参与制定作战方案 以后 秦帝军不再设置监军 一切事宜 由主将 参军联合作出决定 胡亥道 遵旨 蒙田 蒙毅二人道 陛下 我们带走咸阳城中兵马 咸阳城的安全怎么办 武官那一路叛军 由谁去阻挡 蒙田道 蒙将军不要担心 咸阳城由高顺将军 旗下卫队负责看守 确保咸阳安全 同时颁布招兵令 严加训练 为前方战场提供支援 武官那一路叛军 由阵带着穆贵英将军 孙尚湘将军 集三千被围军 二人旗下卫队去抵挡 胡亥道 啊 陛下要清征 蒙田 蒙毅二人心里惊讶万分 还有什么被围军 怎么没听闻过 秦帝国什么时候 有这么一支军队了 疑惑不解 二人眼神中 竟是质疑的神色 陛下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 想要征兵太难了 高顺摇头道 高将军 这个阵心里明白 仅凭颁布的几个条文 百姓依然不相信 秦帝国有自保能力 在百姓 官员心中 秦帝国马上亡国了 但是 只要咱们好好打几战 挫伤叛军锐气 会让百姓 官员看到希望 到那时 征兵才有可能进行 胡亥道 在百姓心中 衙门颁布的几个条文 根本不可能实现 一旦秦帝国灭亡 全落空了 胡亥也没更好的办法 想要百姓信任 必须要拿出战绩出来 否则 不会有人会相信 赵高最有应得 受到惩罚 对秦帝国来说 具有重要的意义 让胡亥聚集民心 有一定作用 蒙将军 出征前到兵器仓库中看一下 多带防守用的器械 最少必须死守一个月时间 到时候 才会有新的增援感到同关 这一点非常重要 另外 对于寒谷关 好好利用一下 让叛军多进来些 然后纵火分关 记住 纵火前 一定要把关上百姓迁移出去 不能伤到百姓 蒙将军走的时候 多带点石油 火油之类的东西 胡亥道 遵旨 蒙田道 对了 蒙将军 帝国攻防中 应该生产有好多弩床 一定要多带些走 那东西用来守城 还是挺有作用的 胡亥道 秦挪亚 威力生猛 强悍无比 后世差不多失传了 遵旨 蒙田道 好了 大家行动起来吧 时间不等人 胡亥道 大军要出征 有好多事要处理 各将军纷纷行动起来 胡亥也带上几名被围军士兵 朝着秦帝国攻防而去 准备查看一下 到底有什么东西 大秦攻防 是秦帝国最大的兵器制造作坊 里面有数万名优秀工匠 秦军的强大 一方面是士兵勇猛 训练有素 另一方面是士兵手中兵器锋利 公输车见过陛下 大工匠公输车跑出来迎接道 哦 公输车 那不是鲁班的后人吗 说鲁班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说公输姓 真没多少人清楚 鲁班其实是姓姬 或公输 在古代好多人叫鲁班为公输子 以示尊重 你是公输子的后人 胡亥问道 陛下 公输子是小人的元祖 不知有多少代了 元祖的技术小人没学好 只学了的皮毛 公输车道 呵呵 公输车 不要自贬 公输一族对帝国做出巨大贡献 这一点不用质疑 否则 工坊也不会让你负责 与朕说下 工坊现有多少名优秀工匠 胡亥道 第009章 连弩发威 胡亥在公输车的陪伴下 二人边说边走进工坊 释放出一张大型连弩 公输车 细看一下 能否模仿生产出这种连弩 胡亥道 公输车对着连弩细细查看一番 陛下 这种弩对刚才品质要求很高 我们工坊暂时没能力生产出来 只能生产出弩件 其他的需要时间研究 公输车道 胡亥点点头 心中虽然明白 可是还是有一点小小遗憾 要是能生产出来 对秦帝君来说是一大杀气 没事 再看一下这几张图纸 能生产出来吗 胡亥道 一些攀岩用的东西 全是小玩意 陛下 这些东西能生产 公输车道 各生产数百套 明天就要 能生产出来吗 胡亥道 遵命 二人走到炼铁的地方 胡亥看到冶炼太粗糙 与想象中的炼钢完全是二个不同的概念 公输车 冶炼钢铁时 为什么不使用煤炭 那样温度不是就能上去了 胡亥疑惑不解道 公输车听得莫名其妙 不知胡亥说些什么 茫然不知所措 陛下 那个煤炭是什么东西 我们一直使用研炭 煤炭微臣不知道 公输车道 不知道 胡亥有点蒙圈 难道秦朝没发现煤炭的运用 胡亥只好向公输车解释一番 把知道炼钢需要超高温的事说出来 让工匠去验证 陛下 那种煤炭真能也炼出上好的钢材 公输车道 这个朕也不知道 需要你们去实践 朕只是听说 并不晓得怎样也炼 胡亥道 董哥屁的炼钢 胡亥只能说个大概 具体的说不清楚 好的钢材 对帝国打造兵器有极大好处 这一点不容置疑 尽管秦帝国在铜合金方面有极高的剑术 但是 与钢铁比起来相差极大 一旦也炼出纯钢铁 秦帝军士兵的刀 枪会很锋利 能给敌人极大杀伤力 公输车 现在工坊生产出多少张擎弩 胡亥道 大约有两千张 还有一些防守城池用的器械 公输车道 好 下午朕让蒙田来拉一些擎弩 防守城池用的器械 胡亥道 遵命 好了 朕走了 那些东西打造好 派人送进宫里 胡亥道 遵命 胡亥在工坊没待多长时间 也没更多时间与工匠交流 等以后有时间再说 次日 蒙田 蒙一二兄弟带三万进军士兵 五千后勤保障部队朝着同关而去 胡亥 穆贵英 孙尚湘带着备围军 二人的卫队向五官方向迎上去 一边行军 一边训练 效果令胡亥惊讶万分 不论是穆贵英旗下一千五百名卫队 还是孙尚湘旗下一千名卫队 其效果非常显著 士兵得到二名神将传授地攻法 令士兵修为直线暴涨 特别是孙尚湘旗下一千红粉兵团 得以孙尚湘烈焰攻法 士兵纷纷晋升 从原来的战士一阶 几天时间晋升到战士二阶 三阶 让人意想不到 五天后 胡亥把特殊兵团释放出来 刷 一万名弩兵负责三千张超大型连弩 贵英 这就是我们所有兵马 一共有一万五千五百人 接下来 全交给你 由你负责指挥 胡亥道 遵命 穆贵英道 专业的事交给专业人员负责 穆贵英是帅级神将 不交给他交给谁 和兵训练了几天 相互配合完成得很好 报告 前方五十里地 发现叛军行踪 据探马侦查 属于叛军前锋 有兵力五万余人 一名被围军士兵道 继续侦查 有情况马上报告 穆贵英道 遵令 被围军士兵道 铺开地图 陛下 叛军前锋应该还在穿越崇山峻岭 并未走出这一片区域 我们要加快刑军 在前方二十里地的地方埋伏 打叛军一个措手不及 最好是将其一举歼灭 穆贵英道 贵英 排兵不振朕不懂 你直接下达命令即可 不用问朕的意见 胡亥道 一个后世人怎么可能会犯瞎指挥的事 在指挥作战方面 穆贵英甩胡亥几条街 说简单点 胡亥根本不懂兵法谋略 十足的小白一个 不要说与穆贵英比 与孙上香也没得比 上香 带领旗下红粉兵团埋伏在这里 等我们连弩开火后 及时开火 给叛军射杀 穆贵英下令道 遵令 孙上香道 下一刻 孙上香带着一千名红粉兵团 朝着目的地杀过去 一个时辰 大军到了目的地 一万弩兵迅速把三千大型连弩 架起来 剑上贤 随时等待命令激发 三千被围军 一千五百名卫队 分别排在弩宫二侧 报告 叛军在前方十里地 叛军主将叫潘快 雍齿 有二万骑兵 三万步兵 被围军士兵道 密切监视 发现叛军探马立刻清脚 不要让叛军发现我军行踪 目的 穆贵英道 遵令 全体都有 坐下休息 一炷香时间 吃点东西 补充体力 好斩杀叛军 穆贵英道 看到胡亥坐在被围军士兵中 穆贵英眉头微皱 陛下 你不用冲锋杀敌 只需要待在后方即可 本将军会率兵马杀过去 穆贵英道 贵英 你是大帅 指挥作战 掌控全局 朕此时只是一名小兵 冲锋陷阵是必须的 胡亥道 开玩笑 五万叛军杀来 会有多少经验值 胡亥怎么能放过 一旦胡亥晋升到战帅 穆贵英 孙上香他们会马上解封印 修为上涨一个大境界 眨眼间 一个时辰过去了 叛军通道 有近一里地宽 离秦军二里地十停下来 看到秦军只有一万名士兵排列在阵前 叛军心中具意一扫而空 叛军不知道的是 还有近一千连弩 布置在通道二侧的丛林中隐藏 一名举着白旗的叛军士兵 缓缓走上前 秦军士兵听好了 我们将军仁慈 不愿意多杀生 特意给秦军士兵 一个放下武器投降的机会 秦军士兵要好好把握着 千万别错过 否则 后果非常严重 叛军士兵嚣张道 刷 下一刻 穆贵英张弓搭箭 瞄准 锁定 射击 搜 快如闪电一箭 等到叛军叫嚷者发现时 眼孔扩大 一股冰冷的寒意扑面而来 想要躲避 无法避开 震撼 不甘 全在眼神中 扑 叛军士兵额头上 留下一个血洞 尸体缓缓倒下 死不瞑目呀 叛军看到秦军不讲规矩 直接射杀传话人 心中那个气呀 杀 冲上去 把秦军见面 潘快怒喊道 一下子 叛军五万兵马 在潘快 拥齿二人的带领下 朝着秦军阵前 杀奔而来 掀开兆布 穆桂英道 弩兵纷纷掀开笼罩 在超大型连弩上的步骤 露出巨大的连弩 散发出令人胆怯的寒意 八百米 七百米 五百米 三百米 当暴树兵爆出三百米时 穆桂英下令了 射击 穆桂英一声令下 嗖嗖嗖 七千多只粗壮的弩箭 闪电般射出 朝着奔跑的叛军迎上去 一下子 漫天弩箭雨 如遮天蔽日似的 太恐怖了 扑扑扑 一名名叛军士兵倒下 有的弩箭连续贯穿 剑之上洞察一人后 又往后面扑过去 连续洞察好几人 人形狐落 第零一零章 首战告捷 歼灭叛军前锋 啊 惨叫声响起 没死尽的叛军士兵叫喊起来 我不想死呀 救救我 一轮弩箭 令叛军挂掉二千多名士兵 叛军阵形太密集 弩箭射出 效率大大提高 嗖嗖嗖 第一轮剑雨没结束 第二组连弩又开火了 又是数千只弩箭飞射出去 像削白菜似的 一层层叛军遭到弩箭贯穿 就算运气好的叛军 没遭到射杀 也吓得不轻 威力太生猛 非常血腥 叛军士兵心惊胆战 扑扑扑 这一波箭雨可不止正面弩箭 还有通道二侧隐藏的连弩 及孙上香旗下红粉兵团 只看到孙上香张弓搭箭 一把就是十二支赤焰的元气箭 迅速朝着叛军射出 一千名红粉兵团 看到主将开火 纷纷张弓搭箭 朝着叛军士兵中 射出一箭 扑扑扑 叛军彻底乱了 红粉兵团士兵 修为虽然低 可是威力不小 一箭一人 对叛军杀伤力强悍 一轮又一轮箭雨覆盖 伴随着的是叛军倒下 特别是孙上香 看到叛军中有人在叫嚷 刷 十二支箭搭上 瞄准 锁定 射击 搜 炙热锋利的元气箭 朝着雍齿飞奔而去 等到雍齿发现时 已经被锁定 逃无可逃 扑扑扑 雍齿额头 咽喉 胸口重箭 致死不敢相信是真的 咋就挂掉了 这是雍齿最后留在人间的记忆 雍将军死了 雍齿挂掉了 一下子 雍齿身边很多叛军叫喊起来 凡快看到雍齿挂掉 心中焦急啊 只是片刻时间 叛军前锋五万兵马 损失超过上万人 令凡快意想不到 叛军乱套了 胡亥脑海中 不停响起叮嚀声 修为也在不断的上涨 兴奋无比 搜搜搜 弩箭在不停的射击 强悍的杀伤力 令叛军目瞪口呆 出乎意料 看着一鸣鸣身边铜袍挂掉 叛军吓得不轻 太血腥了 叛军二万骑兵 转眼死尽 大型弩箭威力太强悍 不要说对付叛军士兵 就算是对付战王 战宗级别的高手 绰绰有余 战王 战宗级别的高手 能躲避弩箭攻击 除非是偷袭 否则很难得手 木贵英一直在观察 叛军的队形 战斗力情况 当看到叛军四处乱窜时 优秀统帅能细微 查看到战场上的变化 根据战场动态 及时做出战术调整 直到时机成熟了 全军出击 木贵英下令道 得到命令 胡亥抽出轩辕剑 带着三千名被围军士兵 朝着叛军杀过去 木贵英也带着一千五百名卫队 从右侧扑上去 轰隆隆 拔剑术 胡亥手持轩辕剑 朝着叛军不停的斩杀 伴随着冰冷的机械声响起 关闭声音 胡亥嫌太烦 关闭系统提示声音 破 一箭又载了一名叛军士兵 被围军士兵 最低修为是战将五阶 最高达到战帅级别 整支军队战斗力掉炸天 叛军呢 全是一群刚刚放下锄头的百姓 入伍时间短 战斗力低下 绝大部分修为是战士二阶 三阶 对上被围军士兵 一点胜算没有 加上叛军已经彻底混乱 无法组织起战阵 队形如何抵挡秦军的杀法 穆桂英带着一千五百名卫队 同样朝着叛军杀上去 卫队虽然刚刚组建 训练了十多天时间 可是士兵修为增长很快 最低修为也是战士八阶 加上穆桂英勇猛异常 迎枪在收割叛军生命 激发了秦军士兵血性 令整支卫队实力得到释放 十多个枪影出现 一瞬间 十多名叛军士兵中枪 倒在血泊中 扑扑破 叛军只顾着逃跑 没人愿意抵挡秦军的追杀 秦军形成一面倒的屠杀 孙上香呢 带着旗下一千名红粉卫队 从丛林中杀出 朝着叛军纷纷张弓搭建 混乱中的叛军 那里有人阻挡 剑无须发 一剑一人 由于孙上香旗下卫队 射杀了好多叛军士兵 令经验值暴涨 使得红粉兵团修为提升较快 全军冲锋决战时 红粉兵团的士兵一人晋级了几个等阶 杀伤力也暴涨 红粉兵团修为提高 射出的元气剑威力更加强悍 弩兵团呢 丢下连弩 抽出腰刀 跟在被围军 穆桂英卫队身后 对着战场上的叛军士兵补刀 凡没死尽的 一刀挥出 弩剑兵团本身修为就达到战将 随着射杀叛军数量 一万名弩兵也平均晋升一阶 全面压制 碾压 横推 叛军溃不成军 纷纷朝后面逃窜 战斗进行得很快 半个时辰就彻底结束 最后被围军士兵 孙上香红粉兵团 穆桂英卫队 一起围着数十名叛军 胡亥查看一下 妈蛋 樊快啊 逮到大鱼了 这可是战宗级别的超级高手 刘邦旗下最勇猛的大将 此时单打独斗 胡亥旗下没人能对抗 但是 谁会傻到与樊快单挑 樊快 振点你个投降的机会 否则 你与身边的亲卫会死尽 胡亥道 樊快大声狂笑起来 狠狠鄙视一眼胡亥 小皇帝 本将军 劝你乖乖投降 否则 义军攻破咸阳城 就是你的死期 樊快道 胡亥摇摇头 樊快 你没看清楚局势 就算叛军能取得胜利 可是你看不到了 会死在阵前面 胡亥道 小皇帝 有本事与本将军单挑 还是秦军没那个胆 樊快叫嚷道 日呀 现在单挑对秦军有屁作用 战斗已经结束 用得着激发士兵血性吗 樊快 你的激将法 对这没用 直接射杀就完事了 为什么要给你单挑的机会呢 胡亥道 樊快再次狂笑起来 无胆的秦军 会有人替本将军报仇血恨的 樊快道 胡亥心中清楚 樊快是刘邦嫡系 对刘邦忠心耿耿 根本不可能投降秦军 胡亥懒得与樊快废话 直接下令让孙上香射杀 搜搜搜 四周红粉兵团工兵 朝着围困的叛军开火 扑扑扑 樊快手下一名兵轻卫挂掉 只剩下樊快一人 依然还做顽强抵抗 刷 孙上香张弓搭剑 对着樊快瞄准 锁定 放 搜搜搜 十二只带着炎热火焰的利剑 朝着樊快扑上去 躲无可躲 扑扑破 樊快额头 胸口 咽喉 小腹等部位重剑 留下几个巨大的血洞 死得不能再死了 打扫战场 穆桂英下令道 陛下 俘虏的叛军士兵如何处理 穆桂英道 胡亥考虑再三 没有多余人手看守俘虏 释放肯定不行 依然会参加叛军 杀了吧 胡亥道 这 穆桂英心中不忍 桂英 这是没办法的事 我们没多余兵马看守俘虏 释放后 马上成为叛军 只能杀 接下来 我们要面对二十多万流邦兵马 局势不容乐观 胡亥道 遵命 穆桂英道 第零一一章 假许之策 胡亥悄无声息 查看一下系统面板 不错 修为晋升到战将时接 再来一战 就会晋升战帅 旗下神将会随之晋升 叮名 恭喜宿主 成功取得首场胜利 奖励国运之一万点 晋升修为一个小境界 抽奖机会一次 哄 胡亥体力充满爆炸力 瞬间突破修为 跨过战将阶 进入一阶战帅 以此同时 穆桂英 孙尚向二人身上出现金光 内力外放 朝四周爆炸 二人修为得到解封 一下子恢复到战灵巅峰境界 请问宿主 是否抽取 抽吧 叮名 恭喜宿主 抽到顶级明尘卡片一张 明尘 现秦帝国只剩下咸阳城周边地区 文尘有一个上官网足够 再多没多大用处 运气真心差 为什么不是顶级明将吗 唉 释放吧 虚空中一道人影降落 慢慢的影子化为实体 呈现出明尘相貌 三十多岁男子 一点八米身高 身材修长 灵脚分明 一个标准的美男子 贾许见过主公 贾许道 胡亥微微一愣 贾许 三国时期的都市贾许吗 那是猜测人心最厉害的谋士 当时也只有陈平能与之相比 曹操旗下五大谋士之一 贾许此人非常厉害 用计一旦成功 会让对手死无葬身之地 针对人心来用计 三国时期出了名的毒士 也是整个三国时期 最牛逼的六大谋士之一 呵呵 文和先生 亲切 不用那么客气 以后叫陛下或名字即可 不要再叫主人 胡亥亲切的道 查看一下贾许情况 贾许 汉末谋士 号称毒士 修为 占领巅峰 功法 文圣经 忠诚度 百分之一百 特点 极其优秀的谋士 算计对方时 会压制对手三点智商 从而让计谋成功 这个很牛逼哦 贾许是超级谋士 智商在九十七点 一旦压制对方三个点 那还有谁不是对手呢 除非至胜张良出现 不过呢 貌似贾许此人很怕死 也不轻易出手 在曹操那里数十年 老曹不开口问 贾许绝对不会主动陷阱 除非是关系到贾许的生死 才会认真想计谋 不论办什么事 先把后路考虑好 再执行计谋 这是贾许特点 也是弱点 怕死 文和 暂时出任秦军中的军师 记久一职 等以后再重新封赏 胡亥道 遵命 贾许道 文和 朕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穆贵英将军 是朕手下的大帅 这位是孙上香将军 也是神将 修为由于受到朕的影响 被封印的 会随着朕修为的提高而增加 你们相互认识一下 胡亥道 贾许微微一愣 女将军 贾许第一次看到女将军 不过慰问 只是与二人相互客气一番而已 报告 前方五十多里外 发现敌人行踪 大约有二十多万叛军 是叛军主力 一名被围军士兵 跑过来报告道 继续监视叛军情况 发现新问题 及时报告 穆贵英道 遵命 穆贵英马上铺开地图查看 陛下 我军前方三十里地 叫青年爱口 是个非常狭窄的地方 一旦占领青年爱口 有利益我们秦军的阻击 彻底把叛军阻断在群山 狭窄的区域 穆贵英道 青年爱口 此时还未修建起关爱 叛军进入武关 想要杀到咸阳城 必须通过青年爱口 那个地方 青年爱口 距秦帝军三十里地 距叛军大约二十多里地 穆将军 你是统帅 直接下令 不用征求朕的意见 胡亥道 上香 马上带着红粉兵团 赶到青年爱口那个地方 发现敌人时 第一时间抢攻 占领青年爱口 中军随后就到 穆贵英道 遵令 孙上香道 好战的孙上香 一听到有任务 马上乐呵呵地 带着红粉兵团离开 时间紧迫 士兵抓紧挖坑 掩埋叛军尸体 胡亥走到三千张 大型弩箭面前 用手触摸连弩 一张张收尽释放空间 陛下 末将心中不安 觉得叛军有可能会派出一支部队 提前驻扎在青年爱口 担心上香将军会吃亏 末将准备带卫队前去增援 陛下带着被围军 弩兵慢慢赶来 穆贵英道 胡亥心中明白 刘邦叛军中 有张良那种制胜在 绝对会想到 抢占青年爱口 贵英 把被围军一起带走 正带着弩兵赶过来 胡亥道 被围军士兵 是目前秦军中最强悍的军团 万一有应战 可以让被围军发挥作用 没办法 秦军中只有一万弩兵是步兵 其余军士骑兵 好吧 穆贵英道 胡亥与贾许带着一万弩兵 朝青年爱口赶过去 一路上二人交谈甚欢 文和 情况你也知道了 秦帝国随时面临灭亡 应该怎样解决困境 收复失地呢 胡亥道 陛下 这个微臣要好好考虑一下 贾许道 呵呵 文和 没事 慢慢想 不交解 咱们还有时间 胡亥道 遵旨 贾许答应后 一路上开始想计谋 胡亥也不打扰 默默坐在马背上 与系统沟通 看能否从系统中获得好处 陛下 微臣详细考虑一下 有三个选择 请陛下裁决 贾许道 哦 一下子 想出三个计谋 貌似很牛逼啊 文和 请细细地说 胡亥道 陛下 上策 帝国暂时撤离咸阳 带着官吏 百姓到汉中 那样一来 不论叛军有多少人 只要烧掉战盗 能阻地于汉中外 这条计谋容易实施 不要太多兵力 是目前秦帝国最好的选择 中策 击退刘邦这一路叛军 收复五官 派一名大将率兵马 驻扎五官 然后 咱们腾出兵马 增援铜关 不过 叛军有上百万兵马 咱们靠数万兵马守铜关 很难守住 迟早铜关会失守 下策 其实与中策一回事 只是铜关不是死守 而是让蒙田将军 先守好函谷关 利用寒谷关优势 多歼灭一些叛军 守不住时 纵火焚烧寒谷关 退守铜关 而在铜关争夺期间 派人重新修建一座爱关 离铜关不用太远 有个数十里地即可 咱们与叛军耗着 直到叛军粮草出问题 那样一来 为秦帝国整顿兵马 赢得时间 假许道 胡亥听后细细思考 搬迁都城不可能进行 那样国运值会下降好多 国运值对秦帝国太重要 可以从商城中兑换出大量粮食 兵器 弓箭等物资 胡亥必须依靠国运值评判 没其他路可走 第零一二章 抢占亲密爱口 胡亥慎重考虑 看了看假许 文和 上策虽然对帝国 目前情况很有利 既能避开叛军锋芒 也能保存实力 但是 朕不能采用 一旦都城沦陷 会让叛军士兵暴涨 信心百倍 增加评判的难度 朕选择下策 虽然困难只要操作得当 能把叛军阻挡在关外 胡亥道 假许心中微微一愣 对胡亥的评价又高看一眼 他们是神将 明臣是胡亥抽出来的 对胡亥忠诚度是满值 这一点不用质疑 直入时代信息后 对胡亥以前的事一清二楚 接触下来 胡亥并非那么废柴 叮咛 胡亥脑海中又响起叮咛声 看来亲密爱口战斗打响了 宿主 系统发布任务在亲密爱口击退刘邦叛军 完成任务奖励抽奖一次 失败抹杀 接受 一旦失败的话 胡亥也会遭到叛军处死 这个没什么好犹豫不决的 温和 我们加快速度增援 亲密爱口那地方太重要了 一旦让叛军占据 会给秦军带来极大麻烦 胡亥道 遵旨 接下来 一万名弩兵朝着亲密爱口跑步前进 再说 孙上香红粉兵团 带着一千名红粉兵团 急匆匆杀到亲密爱口 发现爱口已经被叛军占据 不过呢 叛军做梦不会想到 秦军那么快时间会赶过来 毕竟 五万前锋军在前面 谁会想到 五万前锋军已经成为尸体 虽然有不少叛军逃出生天 可是 步兵如何跑得过骑兵 红粉兵团全是骑兵 加上逃脱生天的叛军 不敢从正到逃 只能往丛林 山丘一带逃跑 亲密爱口的一万叛军 是至圣张良在前锋出发后 想了下 为了预防不测 建议刘邦派出一支义军 抢占亲密爱口那个地方 张良也没想到 秦军会增援五官方向 派置义军 只是出于谨慎考虑 待义军前来占据亲密爱口的将军 刚刚率一万义军杀到 连休息都来不及 却发现远方杀了一支军队 微微一愣 等到红粉兵团杀到面前 叛军看到 是一群美女组成的军队 心中乐翻天 要是能把这群美女拿下来 让兄弟们好好乐一下 心里正歪歪想着 特别是孙上香 火红色的衣甲 衬托出玲珑曲线 该吐的地方如同巨大山峰 高耸入云 该翘的地方翘力挺拔 太吸引人眼球 任何正常男人看到 会沉迷其中 一万叛军看到红粉兵团 瞬间呆滞 傻愣 这是什么操作 口水流出来都不知 孙上香带着一千红粉兵团 可不管叛军那赤果果 贪婪的眼神 朝着叛军杀上来 小娘子 动什么刀枪 本将军好好疼爱你 让你愈死愈先 享受男女之乐 叛军将军调侃道 哈哈 一万名叛军大声笑起来 这下惹孙上香怒火燃烧 张公搭剑 瞄准 锁定 射击 锁锁锁 十二支元气箭 带着孙上香的怒火 散发出炽热光芒 朝着那名叛军将军奔驰而去 一千名红粉兵团 看到主将开火 也纷纷张公搭剑 朝着叛军射出一箭 速度快到几点 叛军将军想要躲避 问题是被锁定 根本逃无可逃 十二支元气箭 射向叛军将军身体重要部位 加上极快的速度 令叛军将军目瞪口呆 艳丽炽热的箭像十二团火焰似的 散发出令人窒息的气息 让叛军后背凉嗖嗖的 扑扑扑 叛军将军扭头 躲过额头上的箭支 却无法闪开 奔向身体其他部位的箭支 叛军将军 笑容在脸上凝固 尸体缓缓跌下马 哎 死了 死得不甘 一万名叛军士兵 原本笑呵的面孔 一下子笑不出声 表情停留在上一秒 扑扑扑 红粉兵团射出的箭杀到了 纷纷命中一名叛军士兵 一波箭雨下来 令叛军挂掉数百名士兵 还没等叛军回过神来 红粉兵团第二轮箭雨又射出 漫天箭雨 遮天蔽日 扑扑扑 叛军又挂掉近千名士兵 才让呆滞 傻愣的叛军清醒过来 啊 将军被这些娘们射死了 为将军报仇血恨 叛军在几名副将的叫嚷声中 抽出长枪 斩刀 朝着红粉兵团杀上去 孙上香带领的红粉兵团是一支工兵 擅长远距离射杀 怎么可能与叛军近身肉搏 看到叛军冲杀上来 保持距离射杀 不让叛军贴上来 孙上香吼叫道 红粉兵团一边撤退 一边射击 不断给叛军极大伤害 叛军心中那个气啊 步兵如何追得上骑兵 叛军一停下来 红粉兵团马上停止后退 调转码头又扑杀上来 嗖嗖嗖 两炷香时间 叛军挂掉近四千人 这下叛军不敢小看这群美女工兵 杀起人来比男人还凶惨 红隆隆 叛军刚刚派出通讯兵 回中军报告情况 突然听到大地震动 又有秦军铁骑杀道 打其余给孙将军 让红粉兵团让出一条通道 穆桂英下令道 骑兵兵马上打出骑兵 其实不用打骑兵 孙上香看到穆桂英杀道 立刻让红粉兵团让出一条路出来 穆桂英带来的 可是战力吊炸天的被围军士兵 加上一千五百名卫队 实力同样不弱 被围军士兵手持长枪 战刀 平举 依靠战马速度 收割叛军士兵生命 扑扑扑 一颗颗叛军脑袋落下 一名名叛军士兵 撞得头破血流 支离破碎 骑兵对上步兵 基本是单方面屠杀 步兵很难阻挡骑兵冲撞 何况是一群胆战心惊的叛军 士气已经被红粉兵团杀得一落千丈 又没组织战争 叛军瞬间溃逃 很多叛军士兵转身就逃 任由将军叫嚷 没人理会 再说了 也听不到啊 被围军 卫队过后 红粉兵团在孙上香带领下 紧紧跟上来 发现有逃跑叛军 一一射杀 叛军溃不成军 纷纷朝着丛林中逃走 士气对于一支军队来说 太重要了 被围军 卫队杀上来 一个冲刺彻底解决问题 击碎叛军最后心理防线 加上叛军是一群临时组织起来的百姓 战斗力非常有限 很多叛军士兵 只是战士一阶 二阶 上三阶的很少 被围军呢 全是战将阶以上修为 叛军如何对抗 沙退轻尼碍口叛军 穆桂英没让士兵追杀 叛军中军不远 追杀下去很危险 穆桂英下令 马上修建防御攻势 依托轻尼碍口这个地方的狭窄通道 不利于行军的山丘等地理地貌情况 阻止叛军前进 第零一三章 吕林起 叮咛 宿主 国运值达到二十万点 可以晋升系统等级 请问宿主 是否现在晋升 哦 晋升 胡亥想都不想 直接让系统晋升 从前世胡亥看那些个玄幻小说得知 只有系统晋升 才会获得更多的好处 哦 一声轻响 从脑海中传出 叮 系统晋升完毕 奖励爱官一座 抽奖机会一次 请问宿主 是否抽取 什么 爱官 胡亥连忙查看释放空间 一座雄官涌现在释放空间中 城墙高武杖 看上去雄伟无比 呆滞 傻了 胡亥被彻底震撼 妈蛋 这个系统有点牛逼爱 居然连城墙这种东西都存在 出乎意料呀 这不是为清宁爱口定做的爱官吗 有了这座爱官 能抵挡下刘邦叛军的进攻 会给叛军造成巨大的伤害 深深吸了几口气 平和一下激动心情 系统 抽奖等一会再进行 心中虽然很期盼 可是 行军途中抽奖不方便 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 叛军中军大仗 什么 清宁爱口那个地方 被秦军占据 五万前锋在什么地方 为啥没收到消息 刘邦惊恐道 一下子 中军大仗中 很多诸侯惊慌失措 脸色巨变 诸侯们纷纷看向张良 希望张良给大家一个交代 从武官进入咸阳 是由张良提出来的 说此陷入秦军不会多 容易杀入咸阳 大家看我做什么 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五万前锋不上报消息 张良摇头道 心中已经判定 义军五万前锋已经挂掉 只是没收到消息 让张良也很无奈 此房先生 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秦军会杀到清宁爱口那个地方 一名诸侯问道 最担心的是刘邦 五万前锋军是由嫡系房块 拥持二名将军带领 此时不知生于死 心乱如麻 前锋军可能遇到麻烦 或者被秦军灭了 曹参道 不可能 秦军除了守武官外 基本没什么秦军 秦王刚刚掌控咸阳 手上没军队 再说了 虎劳关 寒谷关 铜关才是重点 秦军怎么可能增援这里 刘邦摇头道 要不是胡亥穿越过来 知道历史发展进程 确实如刘邦所说 这一路不会有阻挡 凡快是刘邦的嫡系 加上凡快取吕须为妻 吕须是谁呢 吕智的妹妹就是吕须 吕智是刘邦正妻 刘邦能不担心凡快安全吗 凡快是刘邦手下不可多得的猛将 从沛县就跟随刘邦出生入死 是刘邦嫡系 报告 战外传令兵叫道 进来 报告 凡快大军被秦军全奸 凡快 拥齿二人将军战死 前锋只逃出来数百人 一名逃回来的军士道 什么 全奸 怎么可能 刘邦做梦不会想到 一站下来 损失二名嫡系战将 心中那个气 秦军中有一种母舰 威力强悍无比 一军根本抵挡不住 加上帝氏狭窄 不利一军决战 秦军守住入口 利用母舰射杀 然后又出动铁骑冲撞 士兵报告道 我军必须拿下清明爱口那个地方 趁现在秦军刚拿下 立足不稳 一举歼灭 不要给秦军准备的时间 曹参建议道 紫芳先生 说下你的意见 刘邦问道 尽管心中不痛快 刘邦对张良还是信任的 并未追究其责任 再说了 现在张良也不属于刘邦手下 仅仅是联合出兵而已 追究什么呀 既然秦军只有数千人 义军可以出动大军 打通清明爱口那个地方 彻底倾剿秦军 张良道 一旦占据清明爱口那地方 通往咸阳的门户彻底打开 刘邦心中高兴 先入官者 官中亡 这个诱惑 对此事刘邦来说 太大了 胡亥 贾许带着一万母兵 赶到清明爱口 看到穆贵英 孙上香 指挥着手下兵马修防御攻势 贵英 上香 你们二人辛苦了 让士兵过来 不用休了 朕有更好的防御措施 胡亥道 穆贵英 孙上香二人 听得一脸蒙圈 还有什么更加的防御手段 不过呢 二人还是听从命令 让贝围军 卫队停下来 撤离到一边 等候胡亥操作 再远一点 胡亥道 下一刻 胡亥释放出爱官出来 彻底封死通道 轰隆隆 秦军所有士兵 看到平白无故出现 一座爱官 把清宁爱口这个地方占据 封死 爱官与当地环境 相互融合为一体 灰尘散尽 跃入眼眶的爱官 爱官城墙高五丈 宽二丈 看上去非常雄壮 好了 咱们进去 咱们进去吧 胡亥道 带头走进爱官 在城墙上释放出连弩 摆放好弩箭 不过 地方狭窄 只能摆下数百张连弩 其余的无法安放 贾许 木贵英 孙上香三人 一脸蒙圈 这是什么手段 三人也不好询问 只感觉胡亥越来越神秘 根本不是传说中的那个昏君 好了 防守的是你们安排 要不要多久 叛军会杀到 做好迎敌准备 胡亥道 急匆匆下了城墙 进入城主府房间 胡亥要抽奖 想看一下 这次会抽到什么 系统 抽奖 遵命 嗡 脑海中 轮盘快速旋转起来 恭喜宿主 抽到神将卡一张 释放吧 哄 房间顶上出现一个黑洞 一道人影慢慢现出来 妈蛋 又是一名女武神 身材修长 妙慢婀娜 前突后翘 长相九十分以上 银色衣甲 包裹住身体 曲线显露无鱼 手持方天画戟 英姿飒爽 吕灵起见过主人 吕灵起道 什么 吕灵起 三国时期 勇武第一吕布的宝贝女儿 从小得到吕布真传 很多男子不是对手 这个系统 是不是喜欢美女 怎么老抽到女武神 无言以对 灵起 不用客气 以后叫陛下 不用叫主人 胡亥道 遵命 吕灵起道 查看一下吕灵起信息 姓名 吕灵起 修为 战灵巅峰 功法 神魔圣经 忠诚度 百分之一百 卫队 零一零零零 特点 擅长指挥骑兵作战 继承了吕布优秀统兵能力 在指挥骑兵作战时 能激发士兵战力提升百分之三十 牛逼呀 提升百分之三十 太恐怖了 陛下 末将需要征召卫队 不知在什么地方征召 吕灵起道 灵起 这个是暂时有点困难 我们此时在清理爱口 准备阻击刘邦叛军 只能从俘虏中 或者回咸阳城征召 胡亥道 好吧 吕灵起点头道 第零一四章 无奈的制胜 胡亥带着吕灵起走出房间 朝城墙上而去 看到贾许 穆贵英 孙上香三名神将 马上给三人介绍了吕灵起 让相互认识 陛下 叛军杀来了 穆贵英道 胡亥抬头瞟了一眼 看到叛军在离爱关前方千米外停下来 叛军疑惑不解 这地方什么时候有一座爱关了 不可学啊 刚才都没有 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刘邦 曹灿 张良 利益基 陆甲 梅轩 夏侯英等文武一群人盟圈 站在远方呆滞 傻了 此地怎么会有一道爱关 刘邦道 回过神来的叛军将军 看着爱关长叹 无人回答刘邦的问题 就算秦军依靠爱关 兵力不多 数千人想阻挡异军步伐 做梦吧 我们一军有二十多万兵马 采取强攻 一定能拿下爱关 曹灿道 紫房先生 咱们应该怎么办 刘邦道 张良郁闷 还能怎么办 除了强攻外 没有其他路可走 拿下爱关势在必行 那就进攻吧 尽快拿下爱关 好杀进咸阳城 刘邦道 爱关城墙上 胡亥知道 此时张良一定在刘邦叛军中 想了下 站出来对着叛军叫喊 张子房先生在吗 胡亥用内力叫喊 声音远远传出去 汉初三杰 萧和 张良 陈平三人都是一代英侯 一代人杰 特别是张良 号称至盛 胡亥很想看看张良 那可是 后世人仰望的大腕 明觉 听到爱关城墙上 有人叫喊 张良缓缓走上前 准备与人相见 最好能说服其投降 我就是张良 不知阁下是谁 张良道 呵呵 紫房先生 我是胡亥 听闻先生在叛军中 朕很惊讶 请先生过来一见 胡亥道 哦 胡亥 那不是昏军吗 出乎意料啊 做梦不会想到 胡亥这个昏军 会亲自来阻敌 一想不到 你真是那个昏军胡亥 张良道 放肆 怎么跟 胡亥举手 制止孙上香 继续呵斥下去 呵呵 紫房先生 没错 朕就是那个昏军 不过呢 现在赵高级与党被轻剿 秦帝国会走向正轨 朕希望紫房先生 为了天下百姓考虑 来为帝国效力 不要再受刘邦 项羽等人蛊惑 朕知道 紫房先生有大才 号称至盛 一心一意 想让天下百姓安康 过上好日子 没了赵高 朕的天下会为百姓考虑 会为帝国崛起而奋斗 让其成为一个国强名副的帝国 胡亥大言不惭道 蒙圈 张良彻底蒙了 眼前的人不像是一个昏军 貌似很精明 难道传闻失实 赵高编排出来 欺骗世人的 一下子 张良犹豫不决 捉摸不定 愣了好一阵 张良才回过神来 看了眼胡亥 陛下 爱官上士兵不多吧 最多数千人 这点兵力 如何抵挡下二十多万一军 还是让士兵放下武器 开城门投降 一军会饶你一命 这是唯一的出路 张良道 哈哈 胡亥狂笑起来 子房先生 区区二十万兵马 想拿下清泥爱官口 不会是白日做梦吧 不要说刘邦那个佩献地皮 就算是项羽率兵马来 也不敢狂妄说 拿下爱官 子房先生是一代至盛 难道看不出来 此官之雄伟 牢固容易肯吗 胡亥道 张良刚才看到爱官 心中明白 不容易拿下 怎么会不知道 陛下 秦王朝灭亡是大势所趋 无人能抵挡得住 为了天下苍生 请陛下主动投降吧 张良道 子房先生 朕知道你有个师妹 学阴阳学的 不凡让他给子房先生 好好看一下星象 秦帝国真的无人能救吗 世事难料 星象已经变异 不可能的是 在朕这里会变为可能 朕没别的意思 就是欣赏子房先生之才 胡亥道 张良微微一愣 怎么回事 胡亥为什么会知道这些 貌似有个师妹的事 没有向外人透露过了 陛下 你调查过我的一切 张良道 胡亥摇摇头 子房先生 朕知道的东西很多 等你到了朕手下 再告诉你 不迟 对了 子房先生如果遇到萧和 请转告萧和 到朕手下来认丞相吧 不要再跟着刘邦混了 不会有好结果 胡亥道 好吧 碰上萧和 一定转告 张良道 大家都知道 事情发展到现在 双方都不可能善罢甘休 必须奋出个高低 明知轻离爱官不容易拿下 可是 叛军没有选择 只能决一死战 拿不下爱官 无法杀进关中 一旦项羽进入关中 刘邦啥也捞不到 不是刘邦愿意看到的结果 呵呵 拜托子房先生了 胡亥拱手道 张良转身离开 返回义军阵中 子房先生 守官者是谁 秦军守将有什么要求 刘邦连忙问道 张良看了眼义军首领 唉 胡亥亲自率兵马 驻守轻离爱官 无法劝降 我们只有强攻一条路可走 张良道 什么 昏军胡亥 怎么可能 昏军怎么会来这里 不可学啊 一下子 叛军首领七嘴八舌一轮起来 子房先生 你不会看错吧 胡亥那个昏军 真的亲自带兵 来阻挡一军 曹参质问道 是啊 子房先生 不会弄错吧 爱官上的主将 真的是胡亥那个昏军 立其实道 张良心中也疑惑不解 胡亥砍了赵高等人 一反常态 马上颁布了积分旨意 一是停止修建阿旁宫 二是减轻百姓负担 三是严惩贪官污吏 再加上胡亥亲自来阻敌 情况发生巨大变化 难道星象真的变异了 不行 晚上要好好查看一下天象 没办法 古人非常相信星象那玩意 星象学 阴阳学 其实是后世的天文学 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科 后人难以理解而已 好多古代文人 基本都懂点星象学 不过呢 研究最深的 还是阴阳学派 对星象学理解最深刻 最有建树 遗憾的是 传承下来的不多 子房先生 咱们义军应该怎么办 这个爱官不容易攻打 有什么计谋能顺利拿下 刘邦道 张良摇摇头 我们别无选择 只能强攻 否则就退回去 与项羽合兵一起 进攻虎牢 韩谷 同关 张良道 刘邦摇摇头 开玩笑 怎么可能与项羽联合在一起 那功劳全被项羽所得 自己不是白忙活 强攻吧 尽快拿下爱官 胜利属于我们义军的 刘邦道 第零一五章 亲你爱口阻结战 看着张良转身离开 胡亥站在城墙望着 心中考虑 怎样让刘邦怀疑张良 张良不投靠刘邦 刘邦不可能有机会争霸 陛下 想征召子房先生 假许道 呵呵 文和 碰到这要牛逼的谋事 没人不愿意收下 可是 目前朕不可能收服张良 要好好想个办法 让刘邦怀疑张子房 使其离心离德 最好让张良离开 胡亥道 陛下 这何难 今天陛下已经给张良埋下伏笔 过二天 陛下再写封书信给子房先生 并把书信图改一番 派人送给张良 特意让刘邦知道 效果应该会很好 假许道 哦 这可是曹操的计谋 对啊 张良是智者 无计可施 问题刘邦不是啊 可以好好利用一下刘邦多疑性格 胡亥朝贾许 竖起大拇指 文和 此事由你负责操作 胡亥道 遵旨 贾许道 陛下 叛军开始进攻了 穆桂英道 哦 看了下 叛军确实出兵进攻了 一次性派出二万兵马攻城 不过 地方狭窄 再多的兵马也不起作用 发挥不出兵力上的优势 最多只能数百上千人攻城 其余的人只能等候 轮流着来攻城 给爱观行不成压力 桂英 城墙上的防守 全由你负责指挥 朕也是一名小兵 听从你的调解 胡亥道 遵旨 末将猜测 叛军会白天黑夜攻城 不会给我们休息的时间 穆桂英道 那就分三班轮流抵抗 我们正好有三名将军 一人负责四个时辰 胡亥道 遵旨 穆桂英道 胡亥查看一下系统商城 发现有一种元气丹 可以通过国运值兑换出来 五点国运值一里丹药 太昂贵了 此时 胡亥拥有的国运值二万多点 只能兑换出四千里丹药 不够分配啊 算了 兑换出来 交到穆桂英手上 由他负责分配 胡亥不担心国运值 连续取得二场胜利 一旦消息传播开 国运值会有一个暴涨 桂英 这里有四千里元气丹 明天朕再给你一些 具体会有多少粒 朕也说不清楚 这四千里丹要你拿着应急 不够再说 胡亥道 刷 下一刻 胡亥身边出现一个个玉瓶 里面全装着元气丹 一瓶十粒 陛下 谢谢 穆桂英道 八百米 六百米 五百米 暴树士兵爆出五百米时 穆桂英下令了 连弩开火 伴随着穆桂英的话 城墙上的连弩 纷纷扣动扳机 搜搜搜 数千只粗壮的弩箭 快速射出 撕裂空气 发出尖叫声 扑向杀上来的叛军 扑扑扑 一名名叛军士兵 遭到洞川 弩箭贯穿一名叛军士兵 依然没停下来 带着洞川的尸体 继续往后扑上去 又一名叛军士兵身体冻穿 一下子 粗壮的弩箭连续冻穿二人 三人叛军士兵 瞬间 数百名叛军士兵遭到射杀 令叛军士兵心生俱意 不敢继续前进 后方叛军将军叫嚷起来 让士兵继续冲上去 只要跨过这段距离 擎军弩箭不起作用 叛军士兵在呵斥下 继续朝着爱关城墙扑上来 城墙上呢 连弩分成三段式射击 中间基本没有停留 一轮轮箭与射出 漫天箭与覆盖 抬着云梯的叛军 前面士兵被射杀 云梯掉落地下 一下子令叛军士兵混乱起来 扑扑扑 擎军弩箭不会客气 连绵不断的箭与飞扑上来 狠狠扎进叛军士兵身体 啊 一些叛军士兵遭到弩箭洞穿 依然没死尽 躺在地上身影起来 我不想死 救救我 求你了 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 谁敢出手帮忙 也没多余的时间帮助其他人 要小心遭到贯穿 重箭的叛军士兵 看着胸口上的利箭 心中不甘 秦军弩箭太稠密 叛军无法躲闪 地方狭窄 再多兵力也施展不开 只能采取天游战术 那是给秦军送菜 嗖嗖嗖 伴随着箭雨落下 一名名叛军士兵倒下 一炷香时间 叛军第一波攻击 宣告失败 剩下数千名士兵退走 指挥工程的周科 看到损失那么多士兵 心中无比愤怒 却没地方发现 刘邦心中不仅着急 还有怒火 樊快 拥齿二人挂掉 令刘邦心中心疼不已 一心一意 想拿秦军发现 义军攻击不力 连城墙下都攻不到 无法给秦军造成压力 情况不妙呀 夏侯英 你带兵马继续进攻 一定要让士兵 采取密集阵型 快速杀上去 只有杀到城墙下 才会给秦军带来压力 造成损失 秦军兵力有限 刘邦道 对 秦军依靠母舰阻截 城墙上没多少兵力 只要我们连续不断发动攻击 不让秦军休息 不用几天能拿架一关 再说了 秦军有那么多箭支吗 曹参道 采取白天黑夜攻击 不降低力度 让秦军疲惫不堪 我们托死秦军 立即使道 城墙上 陛下 叛军攻击不力 很可能会想其他办法 不过 微臣查看了一下 叛军只能派出精锐之势 从二侧山梁偷袭 还有就是 此时已经是深秋早冬季节 要小心叛军纵火焚烧山林 一旦叛军纵火烧山 对我们秦军不利 贾许建议道 胡亥点点头 心中高兴呀 身边有个谋士 随时会提醒 真的爽歪歪 贵英 温和说的事 有可能会出现 你安排一下 把隐患彻底清楚 胡亥道 遵命 穆贵英道 接下来 针对贾许担心的地方 穆贵英派出弩兵 从二侧山梁进行清理 把山梁上的林木砍了 粗壮的木头砍成滚木 用来守城用 细小地推朝一边 石头堆放在二侧山腰 既可以对攻城的叛军攻击 也能提防叛军偷袭 不过呢 这个攻城有点大 不是一天二天能搞定 正在此时 叛军第二轮攻击已经开始了 更加稠密的阵型 令胡亥惊讶万分 什么情况 叛军是来送死吗 这样的阵型 对于连弩来说 杀伤力更强悍 威力更生猛 叛军脑袋进水了 谢谢 叛军要采取稠密阵型 想依靠人多势众 突破防线 问题是 就算叛军突破连弩的防线 依然要遭到秦军攻兵的射击 伤亡会更大 得不偿失啊 孙上香调侃道 妹妹 叛军只会关脑子被门夹了 这种脑残的办法也想得出来 拿士兵不当一回事 吕灵起微笑道 秦军真心没想过 叛军会出如此下策 连弩开火 穆桂英下令道 搜搜搜 弩箭撕裂空气 发出一声声尖叫 漫天见雨 遮天蔽日 朝着扑上来的叛军头顶上 迅速飞奔而去 扑扑扑 尽管叛军准备充分 士兵举着盾牌 可是 无法阻挡粗撞弩箭的贯穿 弩箭穿过盾牌 狠狠扎进叛军士兵身体 鲜血狂喷 血流成河 滑出美轮美奂的曲线 在夕阳照射下光彩夺目 啊 惨叫声响起 第零一六章 离间计 不出意外 叛军确实是白天黑夜工程 不给秦军休息 以为秦军兵力不足 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吗 秦军一共有兵力一万五千五百人 分成三班岛绰绰有余 怎么可能兵力不够 再说了 青年爱口这个地方 二侧的高山险峻 中间有一条很狭窄的通道 兵力多也不取作用 晚上叛军进攻 确实给秦军带来一定困难 黑灯瞎火 看不清楚前方情况 叛军很容易杀到城墙下 一旦叛军杀到城墙下 连弩不起作用 不过呢 孙上香旗下红粉兵团 可不是吃素的 经过二场大战 让红粉兵团纷纷晋升 其中有一部分士兵 已经晋升到战将境 修为提升 带来的是射出的箭支 威力更生猛 杀伤力更强悍 射击 孙上香一声怒吼道 嗖嗖嗖 红粉兵团开火 一支支带着炽热的火焰剑 朝着叛军扑过去 一千支火焰剑 带着烈焰 照亮夜晚 像一颗颗流星似的 划过空中 扑扑扑 一个个叛军士兵胸口 上出现血洞 啊 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听得人心惶惶 特别是孙上香 一见十二人 杀人的速度快到几点 杀人多 令红粉兵团修为晋升速度 比其他卫队快了好多 一轮又一轮剑雨落下 勉强杀到城墙下的叛军士兵 很快被射杀干净 城主府房间 胡亥脑海中 叮鸣声响得不停 查看一下红粉兵团情况 一 一名红粉兵团的女孩叫于姬 修为晋升到战将四街 才多少天 晋升太快了 对了 于姬 貌似是项羽的老婆啊 怎么会在红粉兵团 不科学 说不通 于姬会在红粉兵团 完全出乎意料 对了 孙上香的红粉兵团 是从宫中宫女挑选出来的 不会于姬是宫女吧 那可是名阳天下的极品美女 凭以前秦二世的尿性 怎么会放过如此美女 千古流芳 被后世人唱了数千年 对于姬品德敬佩无比 汉兵以掠地 四方楚歌声 大王义气静 欠窃和聊生 这就是传唱数千年的 何该下歌 据说是于姬写出来的 从这首歌词看 于姬是一名才女 被项羽爱到骨髓里去 一旦向于死 也不想独活 叮咛 宿主 鱼姬那个女孩是基因体 是最好的双修对象 希望宿主把鱼姬拿下 妈蛋 以为我还是原来的胡亥啊 不过呢 话又说过来 胡亥心中 还是有一点点心动 毕竟 鱼姬可是极品美女 男人都会心动 算了 随缘嘛 运转帝皇爵 努力修炼 只有提高修为 才是乱世中保命的根本保障 其他一切均是虚的 轰隆隆 体内内进入万马奔腾 速度快到极点 不愧为是帝皇绝功法 真的不错 再说张良 白天被胡亥一番话 说得心中七上八下的 到了晚上 独自一人走出来 站在旷野中 举头看向星空 张良站在野外 看了一个时辰星空 发现星象真的有了变化 和以前有极大区别 二颗地星 前段时间看 秦帝国那颗地星暗淡无光 周围是一圈乌黑的光圈 随时有可能坠落 另一颗地星蓄日东升 越来越明亮 说明秦帝国马上要灭亡 新的地星再现 是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 现在呢 左看右看 没有发现秦帝国那颗地星会坠落 反而是在黑暗光圈中 越发明亮 大有冲破黑暗趋势 新的地星像昙花似的 刚刚绽放就凋谢 不可能 这不科学 张良反复看了好几遍 结果全是一样 令张良一口老血吐出来 心中纠结啊 那是要逆天行 有可能成功吗 老天 到底为什么啊 张良回到帐篷内 彻底病倒了 心中憋着一口气 吐不出来 难过之极 叛军呢 不分白天黑夜 对青霓爱口进行强攻 有几次攻到城墙下 依然攻不破秦军防线 叛军白白损失三万多名士兵 令一群诸侯心中急啊 秦军呢 只有少数士兵受伤 没有损失一人 没办法 秦军弩箭 弓兵太强悍 作为一个后世人 明白远程火力的重要性 弓箭 连弩 就是这个时代最牛逼的远程攻击方式 组建弓兵 弩兵 是必须的 一万弩兵 一千弓兵 是目前胡亥手下最强的兵种 弓兵有孙上湘志明 boss带领 晋升速度十分快捷 不用担心修为问题 弩兵 则是系统出品 系统出品 必属精品 再说了 弩兵开火 射杀敌人 也会有经验值 能让弩兵 晋升修为等级 二天后的晚上 贾许派一名被围军士兵 拿着一封书信 潜伏进刘邦大营中 找到张良帐篷 张先生 这是我们陛下送给您的书信 请收好 被围军士兵到 话一说完 放下书信 被围军士兵也不多待 马上走出张良帐篷 迅速离开刘邦兵营 张良有点萌圈 什么意思 貌似老夫与那个胡亥没什么关系 怎么会送书信来呢 本来不想拆开书信 准备烧掉 不过呢 思考一下 还是拆开书信 看一下胡亥到底写些什么东东 拆开书信 令张良惊讶万分 不会是拿错了吧 怎么涂抹得一塌糊涂 怎么看都像是草稿好不好 张良还是细细查看起来 书信上没什么内容 就是一些客气话 恭敬话 其他啥也没有 疑惑不减 蒙圈 张良真心蒙圈 搞不明白胡亥是什么意思 不对 这是离间界 张良想通一切后 马上准备把书信烧毁 省得留下来是个麻烦 刚要烧毁书信 张良帐篷被刘邦带着一群人闯进来 看到张良要烧毁书信 紫房先生 是谁来的书信啊 刘邦淡淡开口道 张良微微一愣 刘邦咋会此时来 难道有人监视老夫 呵呵 不是刘邦监视张良 是被围军士兵潜伏进来时 故意弄出点动静 特意让刘邦得知 皇帝谁没一心病啊 再盛名的帝王 都有一心病 就算李世民那种千古一地 到了晚年 依然怀疑这个 那个的 看什么人都不顺眼 何况是刘邦 刘邦取得天下后 杀了多少名臣 名将 这一点不用多说 世人清楚 哦 胡亥那个昏君 给老夫来了封书信 张良道 心中没鬼 张良非常平淡 说出事情经过 紫房先生 既然是昏君来的书信 为什么要烧毁呢 能让我看一下吗 刘邦道 这个不太好吧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私人书信而已 张良道 呵呵 刘邦笑了起来 紫房先生 既然是私人书信 拿来我看一下 又何烦呢 刘邦道 哎 张良长叹一声 知道中计了 中了胡亥离间计 张良明知中计 依然把书信递给刘邦查看 不做坏事 不怕鬼敲门 张良心中很坦荡 刘邦接过来一看 发现书信上好多地方都图改得一塌糊涂 面目全非 眉头微微一皱 紫房先生 怎么把书信图得乱七八糟的 好多关键地方看不清楚啊 刘邦质问道 不是老夫图改的 送来就这样 老夫以为是胡亥拿错了草稿吗 张良道 紫房先生 不可能的 那么重要的是 怎么会把草稿拿出来 说不通啊 刘邦道 第零一七章 叛军疯了 哎 张良无奈 又叹了口气 遭到刘邦怀疑 心中很不爽 不过 作为这个时代最牛逼的大腕 不可能解释 明知道被胡亥算计了 中了对方计 可是 张良也有自傲 不可能解释 再说了 张良又不刘邦手下 为什么要解释 为什么要给刘邦交代 相信也好 不相信也罢 老夫没必要向诸位解释 张良道 刘邦看了眼张良 然后带着人离开 没有再多说一句话 为此 张良与刘邦之间 不可能再回到从前 彼此之间的信任出现问题 不过呢 张良并不担心安全 代表韩国出兵 张良带领韩国士兵 身份属于一个诸侯 与刘邦是平等关系 再说刘邦 回到中军大战中 马上下令 让人监视张良的一举一动 有情况及时报告 这一番神操作下来 误会加深 让张良与刘邦关系更强 这些事情 胡亥不晓得 就算知道 胡亥也没有把握收服张良 只能暗中加点料 让二人关系恶化 只要没有张良 刘邦拿什么来争霸 汗出三劫 陈平此时还待在 项羽军中当谋士呢 真心投靠刘邦的 只有一个萧和 萧和强项是内政 在军事谋略方面 不及张良 陈平 这一点世人皆知 请你爱口成主府 陛下 刚刚收到消息 我们的计谋成功了 刘邦与张良二人 相互不信任 贾许道 哦 哈哈 胡亥兴奋地大声笑起来 文和 这全是你的功劳 通过这次用计 让我们明白 制胜也不是不可战胜的 只要用心 找出特点 弱点 针对对方弱点 特点操作 一切均有可能 胡亥道 陛下 说得对 微臣此时信心倍增 制胜很难中解 问题是 其他人容易啊 贾许道 文和 陛好好喝一杯 胡亥道 刷 胡亥从系统商城中 用国运值兑换出一瓶茅台 二支酒杯出来 拧开瓶带 酒香散发出来 满屋皆香 陛下 这是什么酒 怎么会如此醇香 闻一口能令人食欲大振 很想赢几杯 贾许道 真上酒 弟给贾许一杯酒 呵呵 文和 这个酒来得不容易 算是名酒 不过 喝的时候 一定要小口喝 千万别一口干 胡亥道 端起酒杯 胡亥小小瞎了一口 好酒 贾许惊呼一声 呀的 有那么夸张吗 不就是茅台吗 看到贾许酒杯空了 胡亥又给针满 唉 白叮嘱了 二杯酒下去 贾许直接扑在桌子上醉倒 胡亥摇摇头 叫人进来 将贾许附近房中休息 咚咚咚 敲门声响起 胡亥眉头微皱 这个时候了 会有谁来找呢 请进 胡亥道 一道靓丽的身影走进来 前凸后翘 恶挪多姿 淡淡的幽香 习近鼻孔 让人迷惑 迷茫 身上没穿铠甲 一身休闲装 令胡亥眼睛一亮 太美了 陛下 怎么独自一人喝酒 让末将陪陛下喝几杯吧 穆贵英微笑道 妖精 回过神来 胡亥一脸蒙圈 什么意思 勾引阵 不过呢 胡亥还是与系统沟通一下 不能乱来 系统 我能泡女武神吗 宿主 召唤出来的女神将 只要对方愿意 可以随意泡 不影响忠诚度 哦 贵英啊 这酒度数挺高的 不太适合女孩饮 不怕喝醉了 胡亥道 陛下 末将是闻到酒香才进来的 到底是啥酒 仅仅是香味就令人 穆贵英道 胡亥微微一愣 这妞不是好酒 胡亥重新取出一只杯子出来 在针上推到穆贵英面前 贵英 这酒精很大 饮食千万记住 不要猛喝 一旦喝猛了 像假许似的 二杯就倒下 胡亥道 尽管是泡妞 可以不能稀里糊涂 把对方拿下 要让对方在完全清醒状态 趁人之危不是胡亥的风格 陛下 谢谢 说完后 穆贵英端起酒杯 一口吞下肚 胡亥有点傻眼 为什么不听话呢 这酒好香 穆贵英一句话没说完 直接扑在桌子上 汉爷 一杯就倒了 胡亥苦笑着摇摇头 站起身 把穆贵英抱起来 往卧室里而去 放在床上 胡亥又看了看穆贵英 真的非常美 心中有一点点激动 脱下战鞋 戴上被子 胡亥走出卧室 算了 去看一下叛军攻城的情况 妈蛋 今晚上叛军疯了 不顾伤亡 一股脑扑杀到城墙下 好几个云梯搭在城墙上 部分叛军已经杀到城墙 吕灵奇手持方天化戟 不停地斩杀叛军 那里出现险情 就杀到那里 向着救火队员 弩兵依然在射击 阻断叛军 胡亥看到局势危急 马上抽出轩辕剑 迎着杀上城墙的叛军 展开攻击 拔剑朔 扑 一名刚刚跳上城墙的叛军士兵 遭到轩辕剑刺杀 胸口上留下一个血洞 一剑挥出 砍下一名叛军士兵的脑袋 看到吕灵奇 遭到三名叛军围攻 胡亥迅速扑上去 拔剑朔 扑 斩断叛军手中兵器 轩辕剑依然不停下 朝着叛军扑上去 咔嚓 叛军一条手臂落下 啊 再一剑 洞穿叛军咽喉 趁此机会 吕灵奇方天画戟迅速滑出 一颗脑袋倒在地下 反手又一具横挡千军 破 叛军被斩成二段 陛下 你怎么来了 吕灵奇道 朕来看一下 发现今晚上叛军进攻很猛 要不要增加兵力 胡亥道 陛下 不用 刚才是被叛军打了个措手不及 现在好多了 吕灵奇道 胡亥查看城墙下 发现好多叛军聚集 弩剑无法阻挡军杀来 因为天黑 看不清楚 发挥不出连弩的效率 一架架云梯搭在城墙上 这是真实的战争 不是电影 电视那种云梯带有钩 死死固定在城墙上 根本不可能把云梯掀起 一名名叛军士兵 从云梯往上爬 城墙上工兵不多 阻断不了叛军步伐 胡亥想了下 迅速查看商城 兑换出一些火油 把这些火油往叛军身上倒 然后点燃火 烧死叛军 胡亥道 哗啦啦 一桶桶火油倒下去 淋得攀爬城墙的叛军 一头一脸 火箭射击 胡亥又叫喊道 搜搜搜 一支支火箭射出 哄 火箭射出 把火油点燃 一名名叛军士兵 成了一个个火人 哄哄哄 一下子 城墙下瞬间变成一片火海 上千名叛军士兵遭殃了 身上冒着火的叛军士兵 四处乱窜 嘴巴里发出撕心裂肺的叫嚷 啊 啊 上千名叛军士兵 不仅要承受烈火燃烧 还要承受城墙上弓兵的射杀 太惨了 第零一八章 为拿下青年爱官 拼了 烈火焚烧 肉香飘散 一下子 令城墙上勤军士兵狠反胃 见到肉食就恶心 胡亥与吕灵起二人 站在城墙上 查看远方叛军动向 不过呢 一把大火 令叛军损失严重 叛军也停止进攻 城墙上又恢复安静局面 胡亥查看一下系统 发现修为晋升了二阶 达到了战帅三阶 五天时间激战 令修为晋升二阶 其他各部 不论是被围军 弩兵 红粉兵团 还是穆桂英旗下卫队士兵修为都暴涨 特别是红粉兵团 修为暴涨了好几节 陛下 末将什么时候征招卫队 吕灵起道 灵起 这个是不能急 咱们现在没有士兵可挑选 也没俘虏叛军 一下子招不到 胡亥道 陛下 要不末将在被围军中征招 吕灵起道 啊 胡亥惊呼一声 被围军可是胡亥旗下最牛逼的军团 打算不好吧 关键是系统出品 能否让神将征招 胡亥真不清楚 系统 被围军士兵可以转化为神将卫队吗 诉主 可以的 得到系统答复 灵起 明天你在被围军中挑选卫队 其实 不用挑选 被围军士兵一个个都是高手 胡亥道 谢谢 陛下 谢谢 吕灵起兴奋的叫喊起来 激动之下 吕灵起鲜艳的红唇在胡亥脸上点了一下 胡亥摇摇头 一脸苦笑 真是个孩子 吕灵起岁数不大 只有十六岁 大孙上乡一岁 二名吉品萝莉很任性 形势不计后果 简单点说 二人只能当将军 不能当统帅 咸阳城 这段时间 武官方向不断传来捷报 令咸阳城中百姓浮躁的心安定下来 每天收到捷报 上官网都会让人书写无数份 张贴在咸阳城墙上 供百姓观看 原本一些城中大户 想投靠刘邦 项羽的人也纷纷缩回去 等待时机出现 征兵工作有了进展 搜刮了赵高等人家里 查到好多银子 胡亥拿出来征兵用 只要愿意参军 马上支付十两白银 祝 本人知道 秦朝不使用银子 请亲们不要吐槽 为了方便叙述而已 这一政策出台 令很多观望的百姓 纷纷拥越参军 到目前为止 征收到二万多名新兵担子 由高顺负责训练 高顺还清查了个诸侯叛军 在咸阳城中的暗叹 一旦发现情况 立刻抓捕 政务上 在上官瓦的主持下 咸阳城交各郡 县主官得到更换 好多赵高提拔起来的官吏 纷纷落马 总体上来讲 情况朝着好的方面发展 高将军 寒谷官派人来要攻剑 长枪 火油 弩剑等这些物资 将军派人去攻防领取 送到寒谷官去 上官瓦道 高顺接过单子看了看 上官大人 陛下那里没派人来求物资吗 高顺道 没有 每天只是捷报 物资消耗多少不清楚 估计陛下有其他渠道 上官瓦道 高顺摇摇头 真不知道会有什么渠道 行 我马上派人送到寒谷官 高顺道 刘邦大仗 主公 十天时间 我们一军损失五万多人 加上前锋军 一共损失了十万兵马 不能再这样打了 必须想个办法 否则 士兵全损失掉 到时候怎么办 夏侯英道 主公 战确实不能这样打了 这几天 损失的士兵全是我军的 必须让其他诸侯出兵 周伯建议道 刘邦心中郁闷 诸侯的头不好当啊 不带头出兵 谁会出兵呢 这些诸侯全是人精 想随便忽悠下 不可能 刘邦是有苦说不出来 特别是与张良关系紧张 张良不在县计 刘邦也不愿意询问 令义军损失惨重 焦急啊 再单个一阵 项羽兵马会杀进咸阳城 到那时 好处被项羽全捞了 不行 还得加强攻势 不能停留 诸位 情况大家都清楚 清理爱口城墙上的秦军 已经连续五天五夜作战 此时肯定疲惫不堪 我们义军必须持续给予压力 不能让秦军有机会休整 刘邦道 刘公 这样盲目进攻 效果不大 而且损兵折将 我们义军承受不住呀 利义姬道 利义姬是楚汉时期有名的说客 也就是纵横家 按现在的说法叫外交官 此时奔着刘邦混 为刘邦统一天下 立正赫赫战功 得到刘邦气重 刘邦听了 差点一口老血吐出来 呀的 损兵折将是我刘邦 其他诸侯什么时候出过兵马了 不从正面给秦军压力 一旦秦军有调整时间 想再拿下清明爱口官 要打到何年何月 等打下清明爱口 黄花菜都凉了 广野军必须给秦军压力 不能松懈 这一点大家心中清楚 本人希望诸位派出兵马 齐心协力拿下爱官 到时候杀进咸阳城 大家都能捞到好处 刘邦道 刘邦 我们旗下兵马不多 且战力不佳 派出来攻打清明爱口 那么险峻的关卡 不会有什么效果 纯粹是白白送命 不是我们不愿意出兵 是真的不行 梅宣道 梅宣的话 引起几位诸侯同胆 马上纷纷开口找原因 不是我们不愿意出兵 是真的不行好不好 刘邦心中气啊 刘邦 我们必须想出个办法 不能继续这样打了 立意激道 刘邦一听 貌似广野军有办法 连续提醒二次 广野军 有什么好的建议说出来 不要捏着捂着 只要办法可行 一定考虑 刘邦道 刘邦 这几天老夫查看了下四周情况 发现侧面的悬崖并非不能攀登上去 可以从异军中挑选出精壮之势 利用晚上夜色掩护 攀登上去偷袭爱观 如果操作得当 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立意激道 刘邦考虑下 想要攀登上险峻的山峰 一般士兵根本攀登不上去 必须是精锐中的精锐 刘邦明白了 立即是盯上自己身边卫兵 经过几年浴血奋战 刘邦身边确实挑选出一波很牛逼的护卫 平时是刘邦保镖 负责刘邦安全 人数有数百人 每人修为达到战将境 由夏侯英带领 好吧 晚上由夏侯英带着三百多名卫兵 偷袭秦军爱观 希望能成功 刘邦道 说实话 刘邦真心舍不得出动轻位 那可是刘邦保命用的 一旦损失 为了获得关中王 刘邦只好奉献出来 关中王对刘邦来讲 诱惑太大了 第零一九章 叛军偷袭 亲民爱口成主府 文和 时间拖得有点长 我们必须把刘邦这一路叛军歼 尽快去增援蒙田 蒙义二兄弟 他们二兄弟面对的是项羽 压力太大了 朕心中不安啊 胡亥道 贾许端起酒杯 小小瞎了一口 陛下 刘邦这一路叛军 人多势众 不多消耗叛军士兵 不容易见面 贾许道 胡亥心中也清楚 问题是 心中焦急啊 项羽不仅武力之强悍 关键是带着其他诸侯 兵力加起来 有近百万人 不论是虎劳官 寒谷官 铜官 没有一击必杀的策略 显官终究难守住 陛下 不要着急 微臣听闻刘邦手下 有数百名战里 强悍无比的轻卫 战老兵通过几年战火洗礼 修为高深 微臣不知道达到什么程度 我们必须把那数百名轻卫 调动出来消灭 才能实施反击 那只轻卫不歼灭 会给秦军带来麻烦 现在叛军连续攻了几天 损失惨重 叛军肯定会想办法偷袭 不会任由这样损兵折将 若是微臣猜测不出错 这几天晚上 叛军会出兵偷袭 贾许道 哦 文和 意思是 刘邦会派出 轻卫出手 不会吧 刘邦可是非常怕死的人 胡亥道 陛下 离剑计成功 令张良不再给刘邦出计谋 刘邦身边只剩下曹参一名谋士 立即是一名说客 对于谋略不擅长 萧和不在身边 就算在也不用担心 萧和在内政方面是强项 在谋略这一块 依然不擅长 若是张良出策 肯定会建议叛军纵火焚烧山林 对我们还有点压力 不过 经过几天努力 二侧山峰上 我军已经清理出来 并不惧怕叛军纵火 贾许道 胡亥点点头 心中震撼呀 不愧为是猜测人心的谋士 把对方算计得死死的 胡亥端起酒杯 小小瞎了一口 文和 既然如此 是不是要通知一下穆贵英 孙尚乡 屡领起三位将军 让他们做好准备 不要到时候 被叛军打得措手不及 胡亥道 呵呵 贾许笑了 陛下 放心吧 微臣已经叮嘱三位将军 只等叛军来偷袭 到时候 让叛军有来无回 贾许道 文和 有心了 胡亥道 陛下 这是微臣应该尽的责任 贾许道 对了 陛下 微臣还派出数十名被围军士兵 潜伏到刘邦叛军兵营周围 密切监视张良 一旦发现张良离开刘邦兵营 被围军士兵 会立刻出手抓捕 也不叫抓捕 其实是保护起来 贾许道 胡亥点点头 被张良说没意思 说出来谁会相信 那可是传扬千年的制胜 谁不想拿入旗下 不过呢 想要让张良投诚 非常不容易 得花更多时间 令彼此之间相互了解 陈则军 君则臣 很好 希望能抓捕到张良 就算不能为秦帝国出力 也不能让张良为其他诸侯陷阱 另外 文和 派人去项羽军中 找到陈平 韩信二人 能说服二人来头最好 实在不行 让人暗中出手 将其斩杀 胡亥道 陈平是汉初三杰之一 用计方式与贾许类似 很会猜测人心 是名非常牛逼的谋士 韩信是汉初三名将之首 也是古代华夏四大名将之一 说得不客气 刘邦的天下 是韩信一手打下来的 没有韩信 刘邦不一定能统一中原 或者说会推迟很长时间 才能统一中原 遵旨 贾许道 在这里可能会有人问 为什么不考虑对范增进行谋划 呵呵 范增那是项羽的亚父 怎么可能说服的了 不错 范增很厉害 其谋略并不比张良弱多少 绝对是楚汉时期最顶级的谋士 也是仅次于张良的谋士 范增在项羽军中 项羽军一路披荆斩棘 所向无敌 从来没有失败过 范增起走后 项羽军向王小二过年 一年不如一年 最后遭到韩信十面埋伏 项羽屈死该下 说起来 项羽绝对是一名重信誉 重承诺的绝世人杰 形势光明磊落 不搞阴谋诡计 想一下 在楚汉争霸时 刘邦连老婆都丢了 让项羽帮照顾 多么高尚呀 不说了 回归正题 文和 夜深了 咱们去城墙上看看 胡亥道 贾许心中清楚 胡亥是担心 城墙遭到叛军偷袭 一旦成功 局势会逆转 遵旨 贾许道 胡亥 贾许二人走上城墙 哦 叛军攻得好猛烈 战斗情况 比昨天晚上还激烈 陛下 今晚上有点不对劲 叛军攻势增强了好多 除非有计划 否则 不会如此消耗兵力 贾许道 哦 难道叛军真要投袭 文和 这是 你负责安排人密切监视 朕去杀敌了 胡亥道 遵旨 刷 胡亥抽出轩辕剑 一步迈上去 朝着叛军杀过去 拔剑术 扑 一剑洞穿叛军士兵身体 对方缓缓倒下 刷刷 连续迈出二步 杀到一名被围军士兵身侧 挥剑往叛军胸口上招呼 扑 洞穿叛军咽喉 孙上香呢 今晚是孙上香之日 此时孙上香也没想过 叛军会如此不要命的狂攻 一下子压力山打 一千名红粉兵团 在孙上香指挥下 朝着城墙下 叛军不停地射出一支支火焰剑 不过呢 叛军太多了 杀再多的叛军也无法阻挡 依然有大量叛军爬上城墙 搜搜搜 孙上香看到一名叛军将军 也杀上城墙 瞄准 锁定 射击 搜 白红贯日 十二只炽热的烈焰 划过流星 朝着叛军将军扑上去 速度快到几点 眼睛跟不上 等到叛军将军发现问题时 已经避无可避 逃无可逃 这是死亡之剑 追魂剑 噗噗噗 叛军将军身体上 一下子遭到洞穿 留下几个血洞 眼神中出现恐惧 不甘 流念等情绪 死不瞑目呀 尸体缓缓倒下 眼睛睁得像铜锣似的 搜搜搜 一千名红粉兵团 朝着城墙下快速射箭 伴随着的是一名名叛军士兵 重箭倒下 死的不能再死了 报告 左侧山峰上有动静 貌似叛军派出精锐士兵偷袭 请将军指示 一名被围军士兵道 查到有多少叛军士兵了吗 孙尚湘道 将军 天太黑 我们侦察兵看不清楚 不过 据估计 应该不会太多 被围军士兵道 孙尚湘点点头 要攀登上显峰 不是普通士兵能做到的 绝对是精锐中的精锐 修为必须达到战将以上 奋出五百名红粉士兵 随本将军过去 配合连弩 给本将军狠狠地射击 让其有来无回 孙尚湘下令道 第零二零章 叛军损兵折将 拔剑朔 胡亥持剑在城墙上 一剑剑刺出 留下一具具叛军尸体 叛军像吃兴奋剂似的 不怕死 拼命往城墙上攀登 城墙上 秦军压力山大 胡亥身上白色衣服 染成红色 激战中 胡亥感觉身后有危险 迅速向前侧迈出一步 扑 慢了 左臂膀上遭到重创 留下一道伤痕 刷 后退 在上前迈到叛军身侧 一剑挥出 刺在叛军夜窝下 贯穿进去 刺到叛军心脏 眼花缭乱的剑招 往叛军身上招呼 剩下五百名红粉兵团士兵 看到叛军杀上城墙的叛军越来越多 顾不得射杀城墙下叛军 简直瞄准城墙上的叛军开火 一团团带着火焰的利剑 扑向一名名叛军身体 扑扑扑 啊 有几名叛军杀到红粉兵团士兵面前 净身肉搏 这可不是红粉兵团擅长的作战方式 刷 胡亥连续迈出几步 杀到几名叛军身前 拔剑朔 一剑刺向叛军后背 救下一名红粉兵团成员 扑 叛军不甘呀 叛军手中长矛 距离红粉兵团成员只有几厘米 生命气息慢慢流失 再也扎不进去 陛下 谢谢 救下来的士兵道 你们不要让叛军靠近 尽量在远处射杀 不要让自己处于危险状态 胡亥道 遵命 小女孩道 刷 胡亥连续挥出轩辕剑 斩杀了几名叛军士兵 城墙上乱了 弩兵也受到影响 弩兵只好抽出妖刀 与叛军站在一起 反手一剑刺出 吭枪 胡亥被震得后退好几步 右手颤抖 胡亥连忙让系统查看一下 周昌 修为站领二阶 刘邦旗下将军 日呀 难怪那么强 原来是一名将军 修为高出胡亥一个大境界 拔剑朔 胡亥没有后退 也没胆怯 轩辕剑挥出迎上去 再次与周昌激站在一起 砰砰砰 轩辕剑与周昌重剑不断的碰撞 散发出金属声 压力山大 胡亥感觉很吃力 勉强能应付下来 时间一长 肯定干不过周昌 咬紧牙关 苦苦支撑着 稍不留意 胡亥身上又挂踩 十多个回合后 胡亥感觉已经到了极限 可是退走不了 周昌重剑不停砍出 周昌手中重剑像毒蛇似的 不断往胡亥身上猛刺猛渣 胡亥手中轩辕剑极力抵挡 砰砰砰 妈蛋 身上又被扎了几个洞 鲜血流出来 把胡亥染成红色 成了一个血人 刷 周昌重剑正面突破 眼看就要扎在胡亥咽喉上 躲闪来不及 手中薛渊剑也回防不了 悲催啊 速度太快了 唉 刚穿越到大秦几天 马上要挂掉 真是世事难料 胡亥心中很平静 闭上眼睛等死 再一次睁开眼睛 没挂掉 怎么回事 看到周昌胸口上扎着一支银枪 陛下 没事吧 熟悉的声音令胡亥倍感轻起 扭头一看 原来是穆贵英杀来了 救下了胡亥 贵英又救了朕一命 看来这辈子是还不了了 胡亥道 陛下 小心 穆贵英再次惊呼道 刷刷 穆贵英手中银枪 又刺出二枪 把二名叛军士兵刺翻 拔剑术 胡亥也出剑 快速刺向一名叛军士兵 贵英 你怎么会跑到城墙上 貌似不是你执任 胡亥问道 陛下 末将听到城墙上动静有点大 联想到昨晚的情况 就带着轻卫杀上来了 穆贵英道 呀的 要不是穆贵英及时赶到 今晚真会挂掉 看来上天不让本人死啊 有了穆贵英增援上来 城墙上叛军迅速被斩杀于尽 极大缓解城墙上压力 陛下 末将帮你包在一下伤口 穆贵英道 帝皇爵运转 身上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 这一下出乎意料 令胡亥欣喜若狂 贵英 不需要包扎 很快就好了 胡亥道 陛下 怎么你亲自上阵杀敌 一旦出现意外 我们怎么办 以后不能再冒险 穆贵英道 呵呵 贵英 不要紧张 这不是没事吗 再说了 如果上天要让朕死 朕不上阵也会挂掉 胡亥调侃道 陛下 上将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穆贵英道 哦 他带着数百名红粉兵团 到左侧去歼灭偷袭上来的叛军 咱们也去看一下 胡亥道 陛下 意思叛军真派出精锐士兵 攀登山峰偷袭啊 穆贵英道 贵英 千万别小看叛军的意志 胡亥道 二人走到左侧 离老远就听到弩箭撕裂空气的声音 还有一团团火焰射出 潜伏上来的叛军 不仅秀为高 关键是隐藏在林中 令弩箭 元气剑效果打折扣 陛下 怎么过来了 还有陛下 到底发生什么事 为啥身上全是血 贾许道 呵呵 文和 不用担心 只是皮外伤 偷袭上来的叛军有多少 现在情况如何 胡亥道 陛下 放心吧 全在掌控中 已经消灭了二百多人 还剩下百多人 贾许道 胡亥点点头 看到孙上香一箭射出十二支元气箭 朝着叛军一名将军扑过去 落空了 叛军将军很强 一下子躲藏到树林后 查看一下 日呀 刘邦真舍得 居然让夏侯英出战 要知道 夏侯英绝对是刘邦嫡系中嫡系 率领轻卫一直保护刘邦安全 上香 那名叛军叫夏侯英 一定想办法留下 斩断刘邦一臂 让刘邦肉痛 胡亥叫喊道 知道了 孙上香道 刷 十二支烈焰剑 朝着夏侯英躲藏的地方扑过去 哄 林中燃烧起大火 五百名红粉兵团 得到命令 纷纷射出火焰剑 点燃林中枯草 枯木 下一刻 隐藏在林中的叛军士兵露出身影 红粉兵团一一射杀 啊 啊 林中惨叫声响起 几天前 被围军士兵清理砸草 砸木 经过几天时间 已经干燥了 已经点燃 迅速燃烧起来 火势越烧越旺 片刻时间 叛军士兵 无处可藏身 继续开火 孙上香道 嗖嗖嗖 二张连弩也不停地射击 朝着叛军射上去 红粉兵团士兵 看到叛军露出身影 纷纷张弓搭剑 射出必杀一剑 扑扑扑 一名名叛军士兵重剑 倒在血泊中 一名名偷袭上来的叛军士兵 成了一个个火人 四处乱窜 希望能逃出升天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一旦露出身影 会遭到红粉兵团射杀 到了此时 偷袭上来的叛军 算是行动失败 还损兵折将 成为一具具尸体 陛下 那个夏侯英没留下 对方很强悍 能躲避末将射出的元器剑 孙上香苦笑道 呵呵 上香 没事 你已经消灭了刘邦手下 最强悍的轻卫 立了一大功呀 估计刘邦又要骂街了 胡亥道 夏侯英带着十多名刘邦亲尾逃出来 身上衣服留下一个个洞 像是乞丐似的 主公 我们失败了 秦军有准备 给我们设了个陷阱 等待我们往里钻 夏侯英低声道 没事 对了 回来多少人 刘邦道 主公 只回来十多人 其余全挂掉了 夏侯英道 什么 只回来十多人 刘邦一声惊呼 脸色巨变 惊讶万壮 第021章 汗出三劫之二 肉痛 刚疼 刘邦听到 只回来十多名轻卫 一口老血喷射出来 三百多名轻卫 全是百战老兵 经过千挑万选 才培养出来的轻卫 现在全没了 心里流血啊 主公 要不让郎中来看一下 夏侯英惊呼道 没事 我只是刚痛 可惜了那三百多名轻卫 葬送在秦军阴谋诡计之下 刘邦道 主公 要注意身体 轻卫的是不用担心 末将会尽快选拔 加以训练 很快就会配备好 夏侯英道 好了 你去休息 今晚上累了 我也要好好想一下 刘邦道 张良杖中 紫房先生 你与我家主公之间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萧和一到中军 发现气氛不对 马上跑到张良杖中叙旧 顺便询问一下 张良与萧和也算是熟人 朋友 呵呵 老萧 没事 张良道 受再大的气 张良不可能说出来 毕竟张良也是自傲的人 特别查看过星辰 张良心中隐隐不安 没事就好 对了 紫房先生 亲你爱口这个地方 什么时候 秦军修建了一个爱官 萧和疑惑不解道 老萧 这是真不清楚 貌似这个爱官 是秦军刚刚修好的 义军前锋也没看到 像是突然间出现 事情非常古怪 却想不明白其中的原因 张良摇头道 紫房先生 这事确实透着古怪 以前从未听闻过 亲密爱口有爱官 看来义军想要通过 十分困难 萧和道 是啊 进入五官时 一共有义军25万之众 在亲密爱口这个地方 短短七天时间 笋兵折将十二万多人 不拿下亲密爱口 无法进入咸阳 爱官必须拿下 可是没那么多兵力 再说了 秦军貌似在爱官上兵力不多 依靠城墙 义军很难攻破 张良道 紫房先生 有什么办法 能顺利拿下一官 萧和道 张良摇摇头 很难 秦皇坐镇 义军攻势 基本是无功而返 除非把秦军调动出来 张良道 对了 老萧 秦皇胡亥 让本人转告一声 说邀请老萧 去咸阳认丞相 张良道 什么 丞相 怎么可能 不认识那个胡亥 紫房先生 别开玩笑了 老夫可不认识胡亥 怎么会莫名其妙 邀请老夫呢 萧和摇头道 呀的 这话要是泄露出去 会引起诸侯仇视 甚至要了老夫的命 呵呵 老萧 这话是胡亥亲口所说 具体什么原因 老夫不明白 以为你们是熟人呢 张良调侃道 萧和心中明白 张良说出此话 明显是反驳刘邦 并非针对萧和 算是气话 对了 老萧 最近查看过星象吗 张良道 萧和摇摇头 半年前 老夫查看过一次 星象上秦帝星黯淡无光 被黑暗包裹在中间 随时会坠落 另一颗地心虽然小 却光芒万丈 大有代替秦帝星架势 萧和道 老萧 却你最好再查看一下 貌似星象起了变异 与原来完全不是一回事 张良道 哦 紫房先生 看到什么情况 不凡给老夫说说 萧和道 看了看萧和 张良一时间犹豫不决起来 紫房先生 出你口 入我耳 不会有第三人知道 有什么好担心的 萧和道 老萧 几天前 胡亥让老夫查看下星象 老夫确实认真观看了一个时辰 结果令老夫惊恐 原本暗淡无光的秦帝星 虽然包裹在黑暗中 却星光灿烂 大有冲破黑暗趋势 新的帝星则像昙花一现 无生命 无生气 随时会消失似的 张良道 萧和一下子脸色巨变 古人非常相信星象这种东东 作为鼎鼎大名的萧和 怎么会不懂星象呢 紫房先生 你没看错 萧和道 没看错 老夫连续查看了好几天晚上 结果还是一样 从星象上看 义军局势不是很妙 老萧也明白 逆天行很难成功 看来 胡亥斩杀赵高 颁布了几个政策 挽救了摇摇欲坠的秦帝国 建议老萧尽早做打算 张良道 二人沉默了好一阵 一人也不开口 紫房先生 你有什么打算 萧和道 呵呵 回乡下去种田 既然上天不亡秦国 再努力 也是白忙活 老夫何别要逆天而行 张良道 紫房先生 你见过胡亥 那人印象如何 萧和道 老萧 这个不好说 毕竟只是在战场上见过一面 说过几句话而已 无法判断 不过 看上去并不像传闻中那样 这几天 胡亥与秦军士兵 一起斩杀一军 没有躲在城主府 与传闻中那个无能 好美人 不学无数的胡亥不沾边 张良道 唉 萧和长叹一声 世事难料啊 萧和道 请你爱口成主府 仲卿 现在叛军还有十多万兵马 我们全军出动 能否一举歼灭叛军 胡亥道 焦急啊 担心寒谷关守不住 那里 可是项羽带领的上百万叛军 就算蒙田集中兵力 也抵挡不住多长时间 陛下 必须再消耗一点叛军兵力 现在决战 对我军不利 就算是胜利 也是惨圣 况且 地方狭窄 不利双方决战 我军也无法包围叛军 会让叛军逃走 那样一来 会给拿下五官 带来极大困难 穆贵英道 贵英 有了清宁爱官 五官对我们来说 不那么重要了 一定要拿下五官吗 胡亥道 陛下 五官一定要拿下 这是今后反击叛军的通道 必须趁此机会 一举拿下 贾许道 陛下 不要交接 叛军除了拿下清宁爱口这个地方 禁军咸阳 无其他路可走 穆贵英道 呵呵 那就在消耗叛军兵力 是朕太心积点 俗话说得好 心急吃不了了豆腐 胡亥道 至于孙上香 吕领起二个小萝莉 只会打打杀杀 他们二人的意见不用征求 晚上 胡亥独自一人待在城主府 看到国运值已经有两万五千多点 这段时间增加了二万多点 系统 抽奖 宿主 抽奖需要消耗二万点国运值 确定要抽奖吗 系统 是否搞错了 不是一万点吗 宿主 现在系统晋升到二级 抽奖也增加到了二万点国运值 没有搞错 唉 抽吧 脑海中轮盘旋转起来 叮咛 恭喜宿主 抽到明辰卡一张 什么 又是明辰 目前用不上啊 第零二章 叛军困境 释放吧 哄 屋顶上空出现一个黑洞 一道身影涌现出来 片刻时间 虚影凝时 一名三十多岁的中年男子 出现在胡亥身边 五官端正 一脸正气 眼中闪着金光 一身文官服 到底是谁啊 胡亥心中迷惑不解 敌人杰见过主人 敌人杰道 什么 敌人杰 那可是一代女帝时期最牛逼的破案专家 一生破案数不胜数 在复杂的案子 到了敌人杰手上 总能揭开乌云 显露真相 其他人对武则天尚未非常有意见 貌似敌人杰没那种感觉 很支持女帝时的 关键是 女帝一心一意 为百姓着想 宰相人选呀 敌人杰 也是武帝时期的宰相 很得武则天欣赏 气重 秦帝国此时 确实需要一名刑部官员 好好惩治一下官吏 为百姓申冤 查看一下信息 姓名 敌人杰 修为 占领巅峰 功法 文语摩点 忠诚度 百分之一百 特点 擅长断案 入职刑部时 令办案效率提高百分之三十 不可多得的刑部上书人选 赚大发了 怀英 不要客气 以后不用叫什么主人 叫陛下或名字即可 胡亥微笑道 遵旨 敌人杰道 怀英呀 情况你已经了解 帝国危在旦夕 地盘只剩下咸阳城周边地区 朕还要在这里继续抵挡叛军 不能陪怀英去咸阳 你拿着朕写的书信 到咸阳城中找上官网 去刑部任职吧 好好整顿一下官场作风 还百姓一个朗朗乾坤 胡亥道 遵旨 敌人杰道 怀英 走吧 朕带你去认识一下其他几名将军 胡亥道 遵旨 妈大 貌似敌人杰太正统了点 不言不孝 什么事都一本正经 不愧为是破案专家 晚上 穆桂英又找上门来 胡亥微微一愣 桂英 有什么事吗 胡亥道 西西 陛下 末将来看看 陛下身上伤势好转没有 是否需要让郎中再检查下 穆桂英道 啊 有那个别要吗 桂英 朕身上的伤势已经痊愈 不用郎中再看 胡亥道 哦 真的好了吗 让末将看一下 穆桂英道 话一说完 走上来 直接帮脱衣服 一下子搞得胡亥心中非常不自在 什么意思 要逆推朕 胡亥老脸赤红 不敢正视穆桂英 那个 桂英啊 朕真的痊愈了 咱们来喝酒 一种你从未喝过的酒 胡亥道 刷 胡亥从系统商城中 兑换出一瓶脱糖的红酒 真酒 品尝一下 这种酒才适合你们女孩子饮用 胡亥补充道 穆桂英端起酒杯 小小瞎一口 有点淡淡的色味 挺好喝的 穆桂英道 一切君在不言中 叛军中军大仗 主公 萧和宇张良见面 二人商谈一会 具体说什么 卑职不敢靠太近 一名轻卫道 刘邦心中思考 萧和从沛县就跟随 自己还是萧和宇曹参二人推出来的 绝对不会背叛 烦躁呀 石天拿不下清宁爱口这个地方 令刘邦心情不太好 主公 要不让人把萧和 曹参 立即等人叫来商量下 再这样打下去 不是个事 夏侯英建议道 刘邦点点头 心中也清楚 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 打下去 只会损兵折将 去叫吧 刘邦道 不大一会儿 刘邦嫡系 走进中军大仗中 大家想一下 有什么办法能拿下清宁爱口这个爱观 咱们耽误不起 一旦项羽旗下诸侯联军提前进入咸阳 咱们全是白忙活 刘邦道 主公 秦军准备充分 防守严密 偷袭看来是不成了 要想办法让秦军出来野战 只有那样才能发挥义军人多势众的特点 一位盲工不会取多少作用 曹参道 秦军死守爱观 不好调动 除非有巨大的诱惑 否则秦军不会轻易出来 立即道 老肖 你与张子房商量出计谋来了吗 刘邦道 萧和心中微微一愣 被监视了 还没成王成帝 就不放心 那真成王成帝后 会有什么结局呢 一下子 萧和心中憋得慌 不过呢 萧和并未表现出来 主公 卑职与张良只是说了会闲话 并未涉及到其他事 不过 卑职感觉出 张良有隐居山林的打算 萧和道 哦 刘邦心中一惊 呀的 张良才华横溢 不能为自己所用 也不能让其为他人陷阱 一旦张良离开 呵呵 一定要派人咔嚓 不能让张良留在世上 刘邦心中有了决断 诸位 现在我们这陆异军 不拿下亲尼爱口这个地方 无法进入咸阳 总不能又跑回去 与项羽军联合吧 再说了 与项羽联合 咱们有什么好处 只会成为炮灰 成为项羽建功立业的炮灰 绕道的话 时间来不及 刘邦道 主公 胡亥亲自坐镇这里 说明在寒谷关 铜关上 也有胡亥的嫡系助手 项羽短时间 不可能拿下二道关卡 咱们也不要太着急 萧何道 刘邦 刚刚收到消息 胡亥派蒙田 蒙一二兄弟 率三万秦军增援铜关 并把虎牢关 寒谷关 铜关的事宜 全权委托给蒙氏兄弟 寒谷关 铜关上有蒙田 蒙一二兄弟 项羽联军短时间 确实很难攻下 这一点与老萧判断一致 利益激道 什么 蒙田 蒙一又投靠了胡亥 他们二兄弟与胡亥 不是有仇吗 二兄弟一直辅佐扶苏 扶苏被胡亥加害后 二兄弟也进了大牢中 什么时候 胡亥与二兄弟和好了 萧何质问道 老萧 这是刚刚收到的消息 不会有错 胡亥确实与蒙田 蒙一二兄弟和解了 利益激道 胡亥不怕蒙氏兄弟 带兵马返了秦帝国 夏侯硬道 刘邦愣了好一阵 才从惊讶中回过神来 对胡亥的忌惮又增加了几分 杀赵高 斩赵高提拔起来的官吏 一系列手段令人眼花缭乱 看来胡亥也不简单 唉 刘邦常常叹口气 主公 要不派人去叫阵 咱们与秦军诺战 看一下能否把秦军调出来 曹参建议道 看到刘邦看过来 立即点头 同意曹参的建议 好 明天不攻城 派人去与秦军诺战 希望秦军会出城作战 咱们好好斩杀几名秦军将军 提提士气也好 刘邦道 主公 既然决定了诺战 要考虑怎样趁机抢官夺战 咱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诺战 是为了拿下清宁爱口这个爱官 萧和道 接下来 刘邦与几名嫡系商量下 怎样趁机扑上去 一举抢下清宁爱官 次日 义军派出一名士兵 举着白旗走到城墙下 秦军听好了 你们有胆诺战吗 站在城墙上的胡亥 贾许 穆贵英 孙上香 吕灵起 敌人杰等人连连摇头 陛下 这是叛军的阴谋 想趁机争夺城门 一举拿下清宁爱口这个爱官 穆贵英道 胡亥不傻 叛军打了十多天 损兵折将 拿爱官一点办法没有 现在突然要诺战 肯定有阴谋诡计 第零二三章 诺战 陛下 末将出战 狠狠打击一下叛军嚣张气焰 省得在外面磨叽 孙上香道 陛下 末将也出战 吕灵起道 胡亥摇头苦笑 二名小萝莉踊跃出战 不过呢 胡亥太了解二人性格 全是火爆脾气 受不了半点气 一点马上燃烧 呵呵 上香 灵起 你们二人不要急 这么多天来 叛军为什么不诺战 现在拿不下爱官 才想起来诺战 里面肯定有想法 咱们不能轻易上当 再说了 就算要出战 咱们要好好考虑下 制定出一个应对措施 不能盲动 胡亥道 陛下 叛军要诺战 目的是趁机抢战城门 占领爱官 咱们可以针对这种情况 设一个陷阱 让叛军钻进来 尽可能消灭叛军有生力量 还是可以考虑诺战的 贾许道 哦 闻合呀 诺战时 朕担心贵英 上香 灵起三人的安全 他们修为被封印 无法解开 除非朕修为晋升 才能令他们修为解封 而刘邦旗下 据朕所知 有周伯 夏侯英等战宗境高手 还有数不胜数的战王 战灵 稍不留意 会让他们陷入困境 朕真不愿意冒险 胡亥道 三名美女听后 心里很感动 陛下 这确实是一个机会 一个极大削弱叛军的机会 我们可以答应莫战 不过 要好好布置一番 不能给叛军留下机会 目归英道 秦军 有胆懦战吗 难道秦军是一群胆小鬼 懦夫 全是没第三条腿的太监 叛军叫嚷道 城墙上秦军眼睛红红的 目火中烧 陛下 刘邦不一定舍得派周伯 夏侯英等人出战 他可损失了反馈 拥耻 周昌三名将军 再损失的话 刘邦手下再无可战之将 敌人劫道 哦 胡亥又思考片刻 心中纠结啊 召唤出来的三名美女 胡亥非常在意 不愿意让他们冒险 不冒险的话 不能给叛军重创 达不到作战目的 胡亥确实耽误不起 时间对于胡亥来说 太紧张了 陛下 不用担心穆将军 孙将军 吕将军几人的安全 孙将军不用出战 密切注意战场情况变化 一有意外 马上用弓箭阻击 给我方将军退回 争取足够的时间 再说了 叛军也不会一直纠缠我军诺战 他们只想拿下 青年爱口这个爱观 贾许道 好吧 既然如此 朕就同意叛军诺战要求 胡亥道 城下叛军听好了 朕可以派出将军 与你们诺战 不过 你们叛军人多势众 担心你们会玩群殴的把戏 所以 叛军必须再往后退五百米 留下两千米空的出来厮杀 同意的话 赶快退军 否则 滚蛋 不要再叽叽喳喳 胡亥呵斥道 温和 你与怀音留在城墙上 一旦叛军出击 马上下令让城墙上连弩射击 阻止叛军推进速度 城门前 正在摆下数百架连弩 好好给叛军喝一壶 胡亥道 遵旨 贾许道 走吧 三位美女将军 朕陪你们出城诺战 不过 你们一定要听朕的话 不准随意出战 胡亥道 遵旨 穆贵英 孙尚湘 吕灵起三人 各自带上卫队 胡亥又带上两千名弩兵 一起出城 胡亥在网上 曾经见过一种节约战争 中间留下弓箭手 弩箭 投石车 外援由盾排兵 长枪兵 组成半月形 这样的战争 对方短时间很难攻破 一出城门 胡亥马上释放出七百架连弩 交给两千名弩兵负责操作 穆贵英 吕灵起二人的卫队 在外围组成半园 孙尚湘旗下红粉兵团灵活站位 尚湘 你不能私自跑出去单挑 要留下来保护出战的二位姐姐 千万别任性 胡亥叮嘱道 知道了 孙尚湘郁闷地道 刷 秦军刚刚摆好战阵 叛军中冲出一名战将 手持长矛 骑着战马杀出来 秦军出来受死 派马上让系统查看一下对方信息 力商 刘邦旗下将军 修为战王五阶 同时 力商也是刘邦旗下谋士利益机的弟弟 灵起 去把力商的脑袋砍下来 给叛军一个下马威 上香注意保护灵起安全 遵旨 二人答应一声 下一刻 吕灵起拍马杀出去 朝着力商扑上去 正在大喊巴叫的力商 突然看到一名美少女杀出来 那身材极起火爆 完美无缺的翘脸蛋 让人看一眼 不会忘记 美人呀 是我的了 今晚有的完了 力商正在歪歪的时候 吕灵起已经杀到 手中方天化解 朝着力商脖子划过 破 一颗脑袋掉在地上 一道鲜血喷上虚空 划出美不胜收的曲线 在阳光下看上去那么鲜艳 妖媚 力商做梦不会想到 会栽在一名女人手中 眼睛睁得大大的 比牛眼还大 不甘 寂寞 后悔 死不瞑目呀 战场上哑雀无声 好寂静 双方士兵都处在呆滞状态 嘴巴大张着 半天说不出口 吕将军威武 秦军威武 胡亥先反应过来 马上大声叫喊起来 吕将军威武 大清威武 一下子 秦军士兵欢呼雀跃 高声叫喊起来 太提士气了 胡亥现在才明白 为什么古代将军都喜欢诺战 原来是为提升士气啊 战争是靠士兵作战 士气对于胜负来说 显得非常重要 一旦士气爆棚 士兵能发挥出120%的战力 一旦士气低落 战力能发挥出70%就不错了 叛军士兵像双冻的茄子似的 头低下 一声不肯 叛军 你们就是这样的垃圾吗 来一个有点实力的 不要再来耸淡 软淡 吕领起大声道 叛军中几个诸侯老脸赤红 羞得无地自容 太丢面子 一个女孩子都打不过 啊 弟弟啊 我的弟弟 立即叫喊道 刘邦旗下将军纷纷请战 陈千户 本宫同意你出战 刘邦道 陈辉听了 心中高兴啊 自从晚成投降刘邦以来 还没建功立业呢 要是斩杀秦军女将军 一定会很有面子 叛军中 各将军军认为 立伤挂掉是大义所致 并非是吕领起 有多么强悍 驾 陈辉骑着战马 朝着战场中的吕领起杀上去 胡亥马上查看一下 陈辉 刘邦旗下 原是晚成守将 被陆甲策反 成为刘邦手下千人将 三杰战王 呀的 这不是送菜吗 修为虽然刀出吕领起一个大境界 可是 神将有越级挑战的能力 能轻松斩杀巅峰战王 美人 本将军来捉你回去 陈辉叫嚷道 哼 吕领起冷哼一声 太山压定 吕领起 懒得与对方莫及 方天化己 因着陈辉扑上去 碰 陈辉手中宝剑碎掉了 吕领起手中方天化己 丝毫不停留 依然朝着陈辉胸口上扑过去 扑 一个血洞出现 鲜血标射出来 尸体缓缓跌下马背 死了 第零二四章 冲锋 杀上去 吕将军威武 吕将军雄起 秦帝国万岁 秦帝国威武 秦军士兵 不论是城墙上的 还是出城的士兵 纷纷举起手中兵器 大声高呼 声音响彻云霄 叛军中 一名将军拍马杀出来 胡亥马上查看一下 周科 刘邦旗下将军 与挂掉的周昌氏弟兄 这是出来报仇血恨呀 修为 战王巅峰境 灵起 小心 对方是战王巅峰境 不要大意 上香做好准备 一旦灵起失误 马上弓箭救护 遵命 孙上香道 战场中 吕灵起听到胡亥声音 立刻谨慎起来 认真应对 不再玩事不恭 周科对秦军恨之入骨 一点不怜香惜欲 挥舞着长矛 朝着吕灵起 狠狠扎上来 吕灵起毫不手软 方天话己迎上去 与对方撞在一起 吭枪 金属撞击声响起 掀起一波波气浪 势军力敌 旗鼓相当 二人分别调转马头 又朝着对方杀上去 砰砰 方天话己与长矛 连续撞击二次 战马错失而过 碰到对手 势力相当 令吕灵起 一下子精神百倍 手中方天话己 五成一团 上香 顶好了 不要让灵起有危险 一旦发现情况不对 不用请示 直接出手 胡亥叮嘱道 知道了 孙上香道 转眼间 二人十多个回合过去了 表面看二人依然不相上下 不过呢 胡亥叮嘱感觉出 吕灵起激发了被动绝技血战 一下子 吕灵起身上 散发出一股强悍的气息 战力瞬间暴涨20%以上 碰 长矛与方天话己 再次相撞 周科感觉 双手麻木不仁 一点力气使不出来 心中惊讶万分 吕灵起可不管那么多 方天话己再次刺出 朝着周科咽喉扑上去 快 速度快到几点 扑 周科咽喉遭到洞川 留下一个血洞 吕将军威武 秦军万岁 灵起 快回来 赶快回来 胡亥大声叫喊道 斩杀了三名叛军将军 下一刻叛军肯定会派出 战宗以上高手出战 战宗与战灵相差二个大境界 吕灵起再牛逼 也不可能打得过 趁此机会退回来 听到叫喊声 吕灵起犹豫片刻 还是服从命令 调转码头回来 可是呢 叛军中已经杀出一名将军 妈蛋 周伯 刘邦旗下嫡系将军 修为达到八街战踪进 上香 阻击叛军将军 确保灵起安全 胡亥惊呼道 嗖 十二支元气箭 在孙上香锁定周伯后 迅速射出去 白红灌日 刚刚杀出来 周伯发现 秦军偷袭 微微一愣 就是微愣那 瞬间集市的时间 十二支元气箭 已经杀到 令周伯手忙脚乱 砰砰砰 炎热的气息 令周伯压力山大 只好出手挡下元气箭 放屡灵起回秦军阵中 射击 孙上香一声令下 一千名红粉兵团 纷纷张弓搭建 朝着周伯开火 一下子 数以千计的元气箭 奔射而出 朝着周伯扑上来 周伯有点萌圈 怎么回事 秦军要群殴吗 胡亥一看孙上香下令射击 心中微微一愣 既然如此 让连弩也开火 看能否留下周伯 连弩开火 胡亥大声道 弩兵得到命令 纷纷扣动扳机 嗖嗖嗖 七千只粗壮的弩箭 闪电般射出 朝着周伯扑上去 遮天蔽日 数不胜数的弩箭 奔射而来 吓得周伯心惊胆战 连忙拍马朝 叛军阵中逃走 扑扑扑 尽管周伯非常厉害 可是在那么稠密的弩箭攻击之下 还是有好几只弩箭扎在背上 周伯扑在战马上逃走 不过只跑出几步 战马重箭也跌倒地上 周伯跌下马背 死活不知 刘邦看到秦军不讲规矩 爱将遭到射击 心中那个气啊 太无耻了 秦军可耻啊 出击 全军出击 抢占城门 拿下清迷爱口官 杀死秦军 为兄弟们报仇血恨 刘邦怒吼道 轰隆隆 十多万叛军士兵 在各将军带领下 朝着秦军战阵杀奔而来 问题是地方狭窄 一下子射不上那么多人 只能排在后面 尾蹲着杀上前 城墙上 贾许看到叛军进攻了 毫不迟一下令 弩兵开火 搜搜搜 三段式射击 中间基本没空隙 一只弩箭接着一只弩箭 朝着叛军射过去 扑扑扑 冲锋的叛军士兵 一个个倒下 倒在血泊中 啊 惨叫声响起 弩箭威力生猛 那粗壮的弩箭扎在人身上 动有拳头大小 看上去恐惧无比 叛军士兵射成人形葫芦 弩箭力量太大了 洞穿一名叛军后 又会朝着后面扑过去 带着尸体扑上去 叛军冲锋 阵型非常稠密 让弩箭杀 伤力一下子暴涨 一轮 剑语能收割上千名叛军生命 城墙上弩箭组结 叛军冲锋 城墙下弩箭 也安装好箭支 开始有条不紊的射击 太高效了 扑扑扑 成千上万的叛军士兵挂掉 鲜血烫在地上 从低凹处流动 血流成河 不错 真正的血流成河 战场上到处是身影 求助 嚎叫 一些没死透的叛军士兵 身上血在流 没人愿意帮助 只能是缓缓等死 惨呀 真的很惨 惨绝人寰 嗖嗖嗖 不论是城墙上 还是城门前 弩箭在不停地开火 给叛军射杀 节约战阵中 红粉兵团在孙上香指挥下 对着漏网之鱼给以一一射杀 穆贵英 屡灵起二人卫队 对着叛军虎视眈眈 只要有叛军杀到阵前 长枪 战刀会蜂拥而上 直到叛军杀死 出城落战 目的是为多消灭 叛军有生力量 胡亥 穆贵英肯定不会轻易入城 必须要给叛军一点希望 有叛头 叛军才会冲杀上来 秦军才能取得战果 姐 你说叛军是不是脑袋进水了 明知道冲不破弩箭的阻击 依然不要命地扑上来 屡灵起道 希希 妹妹 不是叛军脑袋被门夹了 是叛军别无选择 不拿下亲密爱口这地方 他们进不了咸阳城 要知道 先入官者 分官中王 这么大的诱惑 刘邦会不动心吗 目贵英道 哦 原来刘邦在做官中王的美梦啊 遗憾的是 这次刘邦依然会感到失望 吕灵起怂怂闭绑道 第零二五章 派清卫暗杀直胜 前赴后继不惧生死 勇猛朝着秦军战阵杀上来 胡亥看着叛军士兵一个个倒下 心中感慨万端 战争没有对与错 只有胜与负 备战双方军事以战胜对方为目的 减小伤亡 获得最大胜利 是每一名将军追求的目标 嗖嗖嗖 弩剑撕裂空气的声音响彻云霄 伴随着的是一名名叛军士兵倒下 死在血泊中 很惨烈 很悲壮 胡亥心中有一丝丝不忍 都是炎黄子孙 为什么要如此相互厮杀呢 胡亥正是各诸侯反叛的原因 天下大统 取消分封制 中央集权 削弱了地方上的权力 加上众税 百姓苦不堪言 说白了 是各地原来诸侯不甘全力落空 想继续独裁地方 成为土皇帝 什么焚书坑儒 貌似秦始皇只是焚烧各国的历史 并未真的焚烧有用的各家学说 挂掉的锦名儒生 不过是奋卿罢了 焚烧书籍的 不是秦始皇 是项羽 项羽大军进入咸阳 一把火烧毁厄旁宫 把里面诸多百家点击 焚烧于尽 萧和氏读书人 喜欢看书 悄悄把厄旁宫中一些点击偷运出来 传承得以延续 真正原因是 各地诸侯子孙后代 地方大族心中不甘 秦帝国统一时间相对较短 没走上正轨 加上赵高弄权 胡亥昏庸 才给各地诸侯推翻秦帝国 造反创造了条件 天下大统是趋势 无人能阻挡 战斗非常激烈 叛军不惜伤亡 朝着城门前扑上来 刘邦看着一名名义军倒下 心中肉痛无比 不拿下青年爱口这地方 无法进入咸阳 义军没有选择 明知冲上去是死 依然源源不断地跟进 报告 张良带着护卫离开了 一名轻卫道 刘邦微微一愣 这是要离开老子呀 既然不能为本宫所用 必须斩杀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在这方面 刘邦绝对是杀法果断 怕一对轻卫跟上 在僻静地方下手 注意不要泄露天机 不能让人知道 刘邦道 遵命 一名轻卫道 再说张良 贾许离剑计成功 令刘邦对张良非常失望 二人间隔阂 和矛盾逐渐扩大 张良知道重计了 可是不愿意多解释 文人有文人的自傲 刘邦呢 看不出重计 加上张良不愿意解释 让二人误会加深 表面上 刘邦依然对张良恭敬有加 可是 在处理事情上 有了轻书 尽管刘邦掩盖得很好 问题是 张良可是至胜 怎么会看不出来 否则也不叫至胜了 张良是这个时代 最聪明的人之一 看到一军进攻 连续强攻二个多时辰 除了留下一具具尸体外 毫无一点收益 张良摇头苦笑 感慨万端呀 思考再三 觉得继续待在刘邦军中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还是回家重地去 心中有了决断 马上收拾东西 带着几名轻卫闪人离开 一个多时辰 张良带着书童 几名轻卫 走出数十里地 以为安全了 坐下来 准备休息一会 突然 后方杀出二十多人 手拿长枪 战刀 一下子把张良等人包围起来 惊讶万分 张良看到来人 心中明白了 刘邦的亲卫 以前时常见面 怎么会不认识 张良先生 怎么不辞而别 这样不好吧 一名刘邦亲卫调侃道 唉 张良叹了口气 老夫既不是刘邦属下 留下兵马给刘邦 已经算是人质义尽了 老夫要离开 为什么要告辞 有那个必要吗 张良道 张良先生 不要让小人为难 最好乖乖跟我们回去 否则 先生懂的 亲卫道 哈哈 张良大声笑起来 瞟了刘邦 轻微一眼 要是老夫不愿意 是不是要灭了老夫 老夫算是明白了 刘邦平时隐藏的真身 卑鄙无耻 握车的想法 隐藏在心中 表面上看 刘邦爱才重贤 全是假的 虚情假意 伪君子 一切全是为了蒙骗世人 世人必须为刘邦服务 否则 一定要斩尽杀绝 不留下任何遗憾 好奸诈 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张良感叹道 赶快动手 不要再磨叽 一旦让人看到 主公可饶不了我们 另一名亲卫道 杀 头目下令道 刷 二十多名刘邦亲卫 抽出鞋带的战刀 长枪朝着张良等人扑上来 张良身边几位亲卫 看到刘邦派人来追杀 迅速抽出刀 见奋起反击 人数上的劣势 不大一会儿 张良身边护卫一个个死掉 树东死死把张良护在身后 张良先生 我们都晓得 你是有能力的人 本来不该杀你 可是 军令如山 别怪我们 现在宋先生上路 刘邦头目惋惜道 张良仰天长叹 来吧 话一说完 张良闭上眼睛等死 搜 一只利剑闪电般射过来 把挥出战刀的刘邦轻卫一箭洞穿 咽喉上出现一个洞 搜搜搜 又是一波箭雨落下 二十多名刘邦轻卫 一下子挂掉十多人 只剩下数人 来得太突然 刘邦轻卫瞬间呆滞 傻了 说说说 十多名被为军士兵出现 立刻把张良及书童保护起来 你们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阻挡我们行事 不怕连累家人 带来灾难吗 一名刘邦轻卫叫嚷道 哼 被为军士兵冷哼一声 手一挥 挥刀朝着对方扑上去 扑扑扑 被为军士兵一出手就是绝杀 几个回合下来 刘邦轻卫纷纷倒在血泊中 刘邦轻卫只是战将修为 假许派出的被为军士兵 全是战帅修为 强悍无比 别的不说 仅是被为军士兵身上 散发出来的杀气 会让对方感觉后背凉嗖嗖的 被为军士兵 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真正百战老兵 这时张良回过神来 你们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救老夫 貌似我们不认识 有何目的 张良道 张良先生 我们是陛下手下的士兵 贾先生知道张先生危险 派我们出来暗中保护张先生 陛下曾经说过 张先生是当时最牛逼的智者 不能让先生这样莫名其妙死掉 特别是死在阴谋诡计之下 死在小人 伪君子手下 实属不该 要让先生好好活着 被为军士兵道 你们怎么会知道 刘邦会向老夫出手 张良道 张先生 不是我们知道 是贾军师猜测的 等回去后 张先生去问贾军师吧 被为军道 接下来 被为军士兵 把张良装书籍的箱子背上 带着张良 书童一起离开 第026章 问成奸敌 再说萧和 与张良交谈 发现刘邦监视自己 心中一下子感觉不妙 不过呢 萧和对刘邦非常了解 对其人品 秦师风格了如指掌 心中虽然不高兴 却也没表现出来 张良所说星象一事 萧和记在心中 一定要查看一下星象 到底发生什么变异 古代文人 对星象这种事 非常相信 也很认真 不像后世人 基本不会当真 不管怎么说 星象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科 这一点不用质疑 否则 古代文人怎么会如此痴迷 不过呢 星象学方面的传承 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后世人不理解 不了解 也情有可原 萧和投奔刘邦 表面看似逼上梁山 不得已的事 其实 很大程度上是星象 萧和同样懂星象 也能看出一些东东 虽然不像阴阳学 那么精通 可也不弱 当天晚上 萧和走到野外 仰天望向虚空中 星光灿烂 无数星星 散发出光芒 太美了 萧和脸色 一下子阴沉下来 结果与张良所讲一模一样 新的地心暗淡无光 随时会消失 秦帝心表面上看包围在黑色光圈中 却散发出万丈光芒 大有冲破黑暗的气势 萧和不信邪 又查看了好几次 一次次查看结果依然如故 茫然了 茫然不知所措 萧和真的茫然了 心中的不甘 寂寞流露在脸上 辛辛苦苦几年下来 发现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心中能高兴才怪 萧和回到帐中 精神维米不振 像弑魂丢掉似的 双目呆滞 毫无惊气神 四日诺战 萧和也未参与 独自一人待在后军仗中常叹 逆天行 太难了 看来上天不亡情啊 战场上 城墙上 城门外 连弩在不停的射击 红粉兵团也射杀一名叛军 杀到城门前 面对木贵英 屡领起二人卫队的截杀 确保战阵完好无损 秦军像一台精密机械 有条不紊的出手 斩杀 不慌不乱 不论叛军如何冲撞 战阵依然不抖 不乱 四个时辰过去了 叛军攻势依然不减 胡亥心中明白 手下士兵非常疲惫 不能再战了 需要休息 否则 伤亡会增加 胡亥向木贵英点点头 事宜可以撤了 撤退 相互掩护 不要让叛军冲散队形 确保战阵 慢慢退进城中 木贵英下令道 下一刻 胡亥把七百张连弩 收进释放空间 弩兵迅速朝城里撤退 胡亥退回城中 文和 安排好了吗 胡亥道 陛下 全部安排好了 就等叛军杀进城来 不过 撤退回来的士兵 要让他们迅速就位 还有多安置连弩 毕竟 咱们秦军人数不多 要发挥连弩作用 贾许道 没事 我马上去释放连弩 退回来的士兵 全部由文和指挥 调遣 胡亥道 城门前 秦军士兵 有条不紊的撤退 红粉兵团在孙上香指挥下 不断给叛军中创 穆贵英 屡领起二人卫队相互掩护 缓慢的后退 朝着城门里退走 叛军呢 死死压制着秦军 紧紧跟上秦军步伐 想要一举拿下城门 其实不用 秦军特意让叛军抢占城门 否则 如何由叛军杀进城中来 秦军士兵退回城里 没走几步 身影全尸 像是蒸发似的 不过呢 叛军没介意 只要占去城门 城池会有源源不断的义军杀进来 到那时 秦军死无葬身之地 杀进城来的叛军 迅速朝着前方扑上去 怎么没有楼梯 如何登上城墙 一些叛军士兵发现问题 可是 在这种情况下 质问没人会听 全都盲目朝前方杀过去 城中规模不大 一条街 全长只有两千多米 越来越多叛军杀进城中 不错 你没猜错 这是一个瘟城 给叛军的圈套 就在叛军主动落战时 贾许在短时间内想出来的计谋 利用瘟城给叛军一个惊喜 目的消灭叛军有生力量 后方的刘邦 看到一军终于抢占了城门 心中高兴啊 拿下青年爱口这个地方 关中王就是囊中物 心中暗邪 至于挂掉的士兵 刘邦根本不在意 刘公 我们拿下了城门 意味着青年爱口这个爱官顺利拿下了 恭喜刘公 利用机拱手道 呵呵 同血 同血 刘邦脸上笑容满面道 兄弟们 全军出击 杀进城中 彻底消灭秦军 为死去的兄弟报仇血恨 刘邦吼叫道 一下子 待在后方的叛军 纷纷拼命往城中杀进去 刘邦 利用机 曹灿等文人也迅速跟上 准备尾随叛军士兵杀进城中 杀进城中的叛军 早发现问题 他们已经杀到顶端 却被一道铁门挡下来 到了此时 傻子都明白 中计了 秦军给叛军设了个陷阱 一个巨大的天坑 问题是 后方叛军不知道啊 依然源源不断 有叛军杀进城中 朝着前方扑上去 不大一会儿 欧城被叛军站满了 隐藏在暗中 看着叛军涌进城中 贾许 敌人杰 穆桂英 胡亥 孙尚湘等人 兴奋无比 陛下 差不多了 再等下去 欧城中塞不下了 会引起叛军快速撤退 穆桂英道 呵呵 执行吧 胡亥道 关门打狗 穆桂英下令道 得到命令 城门上方的士兵迅速放下铁闸 哄 沉重的铁闸落下来 巨大的声响 把刚刚进城的叛军士兵吓得不轻 有的士兵被押成肉泥 啊 上当了 咱们上当了 叛军士兵惊恐万壮 纷纷叫嚷起来 城门外 此时刘邦带着嫡系文臣刚好杀到 看到铁闸落下来 一下子脸色俱变 快 快救我的兵 刘邦吼叫道 刷 城墙上一下子站满了秦军士兵 把火油往城外移到 淋得叛军士兵一头一脸的 射火箭 搜搜搜 火箭射出 点燃火油 一下子 城门外成了一片火海 彻底阻断城内 城外的通报 啊 身上着火的叛军士兵四处乱窜 乱叫 惨呀 惨不忍睹 城内呢 城墙上站满了秦军士兵 开火 孙上香下令道 红粉兵团一千名士兵 纷纷张工搭建 朝着瘟城中的叛军射杀 扑扑扑 一鸣鸣叛军倒下 剑剑命中 躲无可躲 连弩也趁机开火 搜搜搜 一张张鸣放好的连弩 显露出来朝着叛军射击 扑扑扑 太血腥了 一支弩箭会贯穿三名 四名叛军身体 叛军太稠密 距离太近 令连弩威力得到极大释放 杀人的戾气 啊 我不想死啊 我投降 我要回家 秦军饶命啊 我投降 在这种情况下不投降只有死路一条 第零二七章 趁胜追击 面对死亡 叛军士兵怂了 不论是将军还是普通士兵纷纷叫嚷着投降 蚂蚁善且偷生 何况是人呢 针对这种情况 秦军也停止射杀 下面叛军听好了 想活命 马上丢掉手中兵器 乖乖站在一边 双手抱头 等待关押 否则 杀无赦 穆桂英大声道 陷入瓮城中的叛军 面对四周数不胜数的利剑 弩剑 叛军成了代载羔羊 听了穆桂英话 不少叛军士兵 在突围无望的情况下 只好乖乖放下手中兵器 一个个叛军举起双手 抱在脑袋上 等候秦军接管 不过呢 一些顽固不化的叛军士兵 一些将军级的叛军 没有理会穆桂英的话 毅然手持兵器 在叛军中叫嚷 还有一部分 想混水摸鱼 一注相识间 穆桂英手一挥 嗖嗖嗖 孙上香及旗下红粉兵团 朝着没放下兵器的叛军士兵 射出火焰箭 扑扑扑 一鸣鸣顽固派叛军挂掉 看到秦军开火 一部分叛军手持兵器 迅速躲藏在众多叛军人群中 嗖嗖嗖 下一刻 掩护的叛军士兵 以及顽固不化的叛军 一起遭到射杀 这下 很多放下兵器的叛军士兵愤怒了 纷纷把躲藏在身后的顽固分子扑倒 接下来 秦军慢慢接管投降的叛军 投降的叛军士兵太多了 接管时 必须把叛军中的将军 头目分辨出来 这样才能让投降叛军 不容易发生动乱 为了安全考虑 胡亥下令 把叛军头目全部咔嚓了 只留下普通士兵 城竹府 报告 胡亥道 陛下 统计出来了 一共俘虏叛军士兵近五万人 战斗中射杀的叛军四万七千多人 被围军士兵报告道 哦 那不是说 刘邦旗下叛军士兵只剩下三万人不到 胡亥道 陛下 微臣建议马上出兵 对叛军进行追杀 不能让叛军退回武关 贾许道 文和 我军也疲惫不堪 再出兵的话 士兵受不了呀 胡亥担心道 陛下 末将认为 可以出兵 我军士疲惫不堪 敌军同样疲软 何况 叛军此时军心不稳 正是出兵的最佳时候 木贵英道 好吧 留下五千名士兵看守俘虏 其他一万名士兵对叛军给以追杀 胡亥道 再说叛军 刘邦等人白欢喜一场 看着爱官城门 闸口落下 秦军用火油彻底阻断城内 城外 一下子 刘邦脸色巨变 完了 旗下大军完蛋了 好不容易发展到二十六万亿军 十多天时间损失于尽 心中那个气啊 全身颤抖 半天说不出话来 老脸憋得赤红 哎 仰天长叹 再不甘 气愤的心情下 带着剩下的近三万亿军 只好选择回中军大仗 一旦秦军杀出来 二万多三万不到的兵马 可抵挡不住 主公 撤吧 曹参建议道 不甘呀 秦军为什么突然强大起来 不是说胡亥身边已经没谋事 将军了吗 刘邦道 主公 这是座瘟城 进去的一军基本损失于境 原因是我们情报收集出问题 曹参道 刘公 胜负是兵家常事 不要太计较 立即到 刘邦被几名嫡系相劝 带着残兵败将退回中军大仗 心情不爽 不爽到了极点 向一夜回到解放前的感觉 数十万亿军 没多少天只剩下那么点 这种事放在任何人身上都想不通 主公 我们是不是退回五官驻守 一旦秦军来袭 义军就危险了 曹参建议道 哦 秦军也出城作战 我们不是巴望秦军出城来 再说了 秦军兵力不足 又连续作战那么多天 疲惫不堪 一旦出城进攻我们义军 难道抵挡不住 刘邦质疑道 主公 秦军中那种母舰非常强悍 我们义军只能靠人来阻挡 其他没办法 曹参道 刘公 为了安全考虑 我赞同曹参的意见 尽快退回五官 重新聚集兵马 立即道 好吧 咱们先退回五官 整顿兵马再杀来 刘邦道 此时刘邦心里在滴血 兵马那么容易聚集吗 心中暗暗叹了口气 让项羽抢得先手 会怎样对付自己呢 关中王 没戏了 纠结 郁闷 好多情绪聚集在一起 令刘邦怒火中烧 气愤无比 报告 秦军追杀来了 一名传令兵撞进来叫嚷道 什么 一下子 大仗中刘邦 曹参 立即 夏侯英等人惊恐万壮 脸色巨变 秦军到什么地方了 刘邦道 主公 秦军离此地只有十里地 马上就会杀到 传令兵道 夏侯英 你带领一万亿军阻截秦军 其余人迅速撤离 不得耽搁 刘邦道 装逼不成 马上闪人 此时的刘邦杀法果断 一刻不愿意耽搁 滴滴滴 号角声响起 义军士兵纷纷跑出来聚集 一边聚集士兵 一边朝武官逃走 一下子 义军兵营鸡飞狗跳 乱 乱做一团 胡亥 穆贵英 吕林起 孙上香带着一万秦军士兵 杀到义军兵营 看到有叛军阻挡 刷 胡亥释放出五百张连弩 一千多名弩兵迅速就位 射击 穆贵英下令道 搜搜搜 五千只弩箭闪电般朝着义军 阻结线扑上去 弩箭雨 遮天蔽日 天空黑压压一片 连阳光都遮挡住 看着密密麻麻的弩箭 叛军士兵一下子混乱起来 太恐怖了 十多天来 叛军士兵没少遭到弩箭的射击 对其威力非常了解 一旦扎在人身上 基本没得救 搜搜搜 阻结线上的义军 一下子损失上千人 不准逃 给本将军守住 夏侯英叫嚷道 孙上香看到夏侯英在叫喊 嘴角微微一笑 张弓搭箭 瞄准 锁定 射击 十二支元气箭 像火焰似的朝着夏侯英奔杀而去 孙上香旗下一千红粉兵团 看到主将开火 也纷纷张弓搭箭 朝着叛军射击 搜搜搜 混乱中的叛军四处乱窜 元气箭射来又倒下数百人 啊 惨叫声响起 正在叫嚷中的夏侯英 突然看到十二团火焰扑上去 手中长矛五成一团 砰砰砰 挡下了十一箭 剩下一支元气箭狠狠扎在左腿上 留下一个血洞 再看一下 夏侯英发现一军士兵四处乱窜 好多一军士兵朝五官方向逃走 哎 夏侯英也没有办法 只好撤退 出界 木柜英道 银枪一挥 带着被围军 卫队朝着叛军兵营杀进去 破 一名阻挡秦军前进的义军 眼孔放大 只看到银枪扎在胸口上 生命气息在流失 尸体缓缓倒下 第零二八章 锦衣卫 叛军急匆匆逃走 丢下很多士兵 没人理会 整个叛军兵营内乱成一锅粥 上司找不到士兵 士兵找不到上司 秦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 横推 碾压叛军 打得叛军落花流水 丢盔气甲 孙上香带着红粉兵团 一波波炽热的元气剑射出 伴随着一名名叛军死亡 吕灵奇也不甘落后 带着旗下卫队 扑杀上去 此时的叛军彻底崩溃 把后背留给了秦军 我投降 一名名叛军士兵 看到秦军杀来 纷纷丢下手中兵器 乖乖跪下 等候秦军接管 特别是后秦军 貌似是忘记通知似的 等秦军杀来时 叛军后秦军才发现问题 想要逃走 已经迟了 成为秦军俘虏 叮咛 正在追杀叛军的胡亥 脑海中响起叮咛声 宿主 完成任务 奖励国运值两万点 抽奖机会一次 请问宿主 现在是否抽取 胡亥查看下信息 至尊帝皇系统 二级 宿主 胡亥 身份 皇帝 修为 战帅时阶 功法 帝皇爵 国运值五万点 经验值三万点 战绩 拔剑术 巅峰 辅助技能 洞察之眼 神将 穆桂英 孙上香 吕灵起 高顺 上官宛 贾许 敌人节 兵团 被围军三千人 弩兵一万人 属下 蒙田 蒙义 唉 胡亥常常叹口气 越往后面 修为越南晋升 需要海量经验值 想要突破战帅巅峰 必须要有十万点经验值 太难了 系统 抽奖吧 我 恭喜宿主 抽到特殊军团卡一张 胡亥心中微微一愣 锦衣卫 妈大 那可是明朝赫赫有名的监察机构 是架在全国各地管理脑袋上的一把刀 正是由锦衣卫存在 管理不敢乱来 确保明朝国力不失 魏忠贤被皇帝咔嚓掉 明朝才真正走向灭亡 呵呵 当然 明朝灭亡有好多原因 监察机构锦衣卫垮台 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不错 此时 秦帝国确实需要一个监察机构 原本是由黑兵台负责 现在黑兵台不露面 胡亥只好重新建一个 回到城中 胡亥让人把贾许叫来 陛下 找微臣什么事 贾许道 温和 正想成立一个监察机构 由你来当负责人 胡亥道 贾许微微一愣 陛下 朝廷不是有一个御史阁吗 御史阁就是行使监察百官 弹劾百官的权利 为什么还要重新搞一个 不会职责重叠 浪费经费呢 贾许道 温和 御史阁是明面上的监察机构 朕要筹建的 是一个类似于黑兵台的机构 秦帝国的黑兵台 并未掌控在朕手里 也不知道执掌人是谁 从朕上尉 黑兵台一直没露面 也没效忠朕 这是一个不好的现象 朕怀疑黑兵台可能与叛军勾结 胡亥道 贾许点点头 温和 朕要你建立的机构叫东厂 有以下几个权利 一是收集军事情报 这里面包括叛军 各诸侯 还有敌对势力的军事情报 以后 朕希望这颗星球上 不论发生什么事 都能第一时间上报到朕手中 二是收集各地诸侯 大族的信息 监察天下 这里面包含很多东西 首先是民生 民情信息 其次是科技情报信息 再次是商业信息 人才信息等等 三是监察百官 严打贪官污吏 不过 东厂只有监察权 搜集证据的权利 没有审判权 四是国家安全方面的信息 这里面包括反间谍 间谍在内 总之一句话 朕要彻底掌控帝国 东厂的探子 会遍布诸天万界 胡亥道 假许惊讶万分 没想过 胡亥野心那么大 那样的情报网建立起来 可是要烧很多很多的银子 陛下 若是建立那样一个系统 会非常烧钱 甚至会拖累帝国发展速度 还有就是人员的培养 不是一天二天能培养出来的 需要时间 金钱的大力支持 假许道 哈哈 文和 朕不是让你白手起家 会给你三千名专业人士 你以三千名锦衣卫为基础 建立一支庞大的监察队伍 需要的资金 由帝国财政支付 胡亥道 刚刚镇压了赵高等一系列贪官污吏 收缴到很多银子 现在秦帝国真不缺钱 遵旨 贾许道 情报机构肯定要掌握在手中 还要有一个智谋智人主持 贾许擅长猜测人心 是掌控东厂的最佳人选 走 去看一下东厂的三千名专业人才 胡亥道 带着贾许出了城 到了一座山坳里 释放 刷 三千名锦衣卫整齐有序的战好队 贾许看了眼胡亥 越接触 越发觉得皇帝有点神秘 文和 这三千名专业人才正交给你了 好好发挥他们的作用 你完全可以相信他们 绝对不会叛变 全与帝国共存亡 胡亥道 遵旨 贾许道 朕走了 怎么安排是文和你的事 朕希望尽快布局 不能没有眼睛 胡亥道 随后 胡亥带着几名被为军士兵 返回城主府 报告 传令兵道 进来 胡亥道 陛下 被为军士兵带着张良到了 传令兵道 至圣道 知道详细情况吗 胡亥道 陛下 刘邦真的暗中派亲卫去杀张良一行 关键时候 被为军士兵出现 救下了张良及书童二人 其余护卫 全被刘邦亲卫杀死了 最后 被为军护卫着张良 躲藏在森林中 直到安全 才护卫着回来 传令兵道 妈蛋 刘邦真下手了 这才好 刘邦不下死手 胡亥还没办法收服张良 此时的张良 肯定恨死了刘邦 也看清楚了刘邦的为人 其实不能怪刘邦 谁让张良那么优秀 不能为其所用 肯定不留下来 为他人出谋划策 有请张良先生 胡亥道 不待一会儿 传令兵带着张良 走进城主府 呀的 终于又要见到至圣了 要是能收服 对打败叛军 称霸朱天 绝对有利 一名文雅 熟生气十足的中年文人走进来 张良朝着胡亥拱了下手 并未开口 紫房先生 请入座 胡亥道 接下来 卫兵马上送上一杯清茶 茶香四溢 一下子令张良惊讶万分 这个时代的茶 全是碎末茶 需要煮了饮用 清茶算是唐朝 貌似也没炒清茶出现 张良端起茶杯 小小瞎了 一口香茶 好茶 张良道 废话 胡亥拿出来的茶会不好吗 那可是从系统商城中兑换出来的 全是后世名茶好不好 第零二九章 奇如人生 胡亥 张良二人慢慢饮茶 都不开口说话 默默不语 相互猜测对方心意 张良是一代至圣 从胡亥派人出手救下来 心中明白 胡亥想要收服 为其出谋划策 否则 胡亥吃饱地撑着 平白无故出手救人 然而 要张良投诚胡亥 心中不甘 原来的胡亥 可是干过太多坏事 令人庆竹难输 虽然说星象发生变异 局势依然不明显 会出现好多变数 什么结果都会有 既然星象变异 意味着未来不可猜测 作为一名智者 不可能轻易吓住 再说了 张良也想了解一下真实的胡亥 毕竟 传闻太多 让人分不清真伪 张良一边慢慢饮茶 一边在观察胡亥 胡亥呢 明白张良的心中所想 想要马上收服张良 无疑是痴人说梦话 说实在的 此时的胡亥 身边有了贾许 敌人节 上官瓦三名爵士文官 没想过要收服张良 只想让张良待在身边 不为其他诸侯出谋划策即可 对于人才 胡亥非常渴望 可是心中明白 以前的胡亥表现太差劲 有好多敌人 那些个负面影响 不是一天二天 能让百姓改变过来 需要时间来消除 至于让被围军士兵 出手救下张良 一方面是不想看到 一代之圣遭到暗害 另一方面是 一旦张良出现在其他诸侯手里 会给秦帝国带来巨大麻烦 张良一人敌百万精兵强将 紫房先生 听说你下棋很厉害 要不正陪先生来一盘 算是娱乐一下 胡亥道 地球上的胡亥 原来是一名业余六段 在业余界啥也不算 不过呢 那个时代是十九格棋盘 这个未面只是十七格棋盘 在这方面 胡亥占据优势 加上后世一些围棋理论 比秦帝国时代强大很多 刷 胡亥从系统商城中 兑换出一副云子 一个斐木棋盘 花了十点国运值 张良也点蒙圈 这是搞什么洞洞啊 什么话也不说 派人抓来干嘛 不是要劝降吗 为啥不开口呢 张良来的路上 想了好多话推辞 现在一句也用不上 心中那个郁媚啊 再一看棋盘 张良惊讶万分 貌似多出二格 意味着棋局变化多端 什么可能都会出现 一下子 张良认真查看 这是什么棋盘 为什么会有十九格 棋盘不是十七格吗 张良质问道 呵呵 子房先生 十九格棋盘 一共可落三百六十一例棋子吗 代表着一年之数 不好吗 胡亥道 这是斐木棋盘 有提升醒脑的作用 让对弈者随时保持头脑清醒 胡亥补充道 草民从未下过十九格的棋盘 今天就与陛下议议局 张良道 子房先生 我们不用下座子棋 一人一手随意下 不限定前四手只能落在心位上 胡亥道 哦 那胜负如何判定 张良道 先手让后手二又四分之三子 胡亥道 如果没记错的话 古代下棋没有贴木之说 那陛下先来吧 张良道 胡亥肯定不会客气 先手对于业余棋手来说 有极大的意义 碰 胡亥拿起白子落在心位上 张良也把黑子落在心位上 第三手棋时 胡亥把白子落在小木上 准备布一个中国流 这是胡亥学习时非常喜欢的路数 中国流由齐盛聂魏平先生发明 在当时 齐戒引起轰动 只要是聂齐盛先手 一般均不止中国流 胡亥布了个中国流 张良布了个三连心 有点武功流的味道 低挂 胡亥不可能让对方成事 必须破除 张良不理会胡亥 依然在左边心位上落子 继续低挂脚 后事不是说 金脚赢点草肚皮吗 二人落子紧快 不大一会儿 一个脚的战斗结果 胡亥获取实地 张良获得外势 到了此时 张良发现局势貌似不怎么好 是不能成为实地 一切均是空的 二个脚被抢 胡亥占有好多实地 张良呢 大势 很强的大势 不过呢 胡亥不担心 那种草肚皮很容易破除 只需要在外围清掉几字即可 只要妻子在中原一带活下来 这盘棋 张良肯定输 不得不说 有点像中国流对抗武功流的意思 此时张良在场考 没办法 十九格子的棋盘 张良真没玩过 就算是再高的棋手 第一次使用 肯定不习惯 这就是胡亥的底气 一旦张良适应了十九格棋盘 胡亥这种渣渣 怎么可能下得过 再说了 胡亥不可能与张良下几盘 最多一盘即可 棋局进入中盘站 张良想要围剿胡亥中原的棋子 胡亥则连飞带跳 该舍的舍 该棋的棋 整个中原被胡亥冲得支离破碎 一看中原活骑 胡亥马上脱先 在边角上补一手 张良不适应胡亥这种天马行空的下法 非常不适应 看上去东一锄头 西一棒棒的 其实全都有联系 十九格棋盘与十七格棋盘比较 相差太多 变化更多 各种可能都会出现 草民说了 张良头子认输 传令兵又重新为胡亥 张良二人换茶 紫房先生中原地大五脖 潜力巨大 可是那需要实力 不是什么人都能占据的 中原再好 在没有实力前边脚显得更重要 就像现在这样 秦帝国衰落了 可是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朕只需要时间 依然能完成大一栋 俗话说得好 金角银鞭草肚皮 其如人生 其如江山 胡亥道 陛下 义军百多万兵马 加上数十路诸侯 粮草不缺 士气高昂 秦军呢 只剩下咸阳城周边地区 能抵挡住义军的进攻吗 草民持怀疑态度 张良道 呵呵 紫房先生 叛军的粮草真的充足吗 不全是帝国在天下各地的筑备粮 朕没看见那一个叛军诸侯 动员百姓种粮食 制定出惠民政策 而朕在掌控权的第一时间 颁布了几个惠民政策 会伤政策 一旦朕稳固局势 那些个造反的诸侯 一个个迟早会见面 胡亥道 张良微微点头 心中郁闷呀 不像一个昏君的样子 接触下来 令张良迷惑不解 拭目以待吧 张良道 第030章 虎劳关血战 再说 蒙田 蒙一二兄弟 带着三万多秦军士兵 迅速朝着同关方向而去 途中 蒙田感觉局势严峻 三万多大军到同关时 估计虎劳关 寒谷关会失陷 经过三思 蒙田还是决定 让弟弟蒙一带大军慢行 蒙田带着一千名亲卫 快马加鞭赶去增援 蒙田绝对是一名统帅级的名将 曾经掌控50万帝国边军 在北方草原上抵抗匈奴人的入侵 在草原种族之地 名声显赫 要不是赵高 胡亥二人同流合乌 把秦帝国搞得一团糟 50万边军也不会灰飞烟灭 成为项羽战绩的一部分 正是王黎旗下边军灭亡 才让秦帝国走向衰落 原本边军统帅是蒙田 在赵高 胡亥陷害下 蒙田 蒙一二兄的进了大牢 王黎才扶正 成为边军统帅 当然了 王黎也很牛逼的 是王俭的后人 在带兵作战方面 传承于名将王俭 蒙田心中焦急啊 胡亥给的命令 是守好铜关 利用寒谷关 铜关的险郡多击杀叛军 为秦帝国争取时间 鉴于局势危急 蒙田决定要增援虎劳关 让虎劳关多守一些日子 特别是洛阳一带 有大量的百姓 需要迁移进关中 洛阳还有秦帝国筑备粮食 不能让洛阳筑备粮食 让叛军获得 不论是迁移百姓 粮食转运都需要时间 蒙田必须争取更多的时间 作为一名优秀的统帅 蒙田清除虎劳 寒谷二官对于秦帝国的重要意义 多守一天 会给地方官吏 争取足够的时间 迁移百姓粮草 让叛军粮草出问题 日夜赶路 十多天到了虎劳关 拿出胡亥的兵符 圣旨交给虎劳关首将验证 然后 蒙田接管虎劳关 虎劳关的将士 对于接受蒙田掌控 心中没有丝毫意见 毕竟 蒙田在秦帝国军方声名显赫 普通士兵 能有幸待在蒙田将军旗下 那是一种荣耀 荣光 何况 此时虎劳关面临的困境 守官将军也无能为力 除了死战外 别无他路 有了蒙田将军率领 压力小了许多 要知道 虎劳关外有叛军近百万 主帅是坑杀秦军二十万边军的项羽 二十万边军 那绝对是恐怖的存在 却全死在项羽手下 将不过礼 亡不过罢 这是后世的评价 胡亥曾经看过许多玄幻小说 那些个穿越前辈 好多金手指就是霸王气血 瞬间实力暴涨 从这点上 可看出霸王有多牛逼 次日虎劳关 黑压压的叛军再次杀到显关下 准备开始攻虎劳关 项羽这个大帅站在后方指挥作战 一波攻城 叛军派出五千名士兵 叛军士兵抬着云梯 井盖 撞成车 朝着虎劳关缓缓压上来 蒙田站在城前 看着叛军士兵慢慢扑上来 一排排盾牌兵 手持盾牌 顶在前面 掩护叛军士兵推进 进入弓箭有效射程 弓兵开火 采取三段式射击 蒙田大声下令道 搜搜搜 叮当 叮当 箭支射在盾牌上 发出金属撞击声响 不过呢 尽管盾牌兵手中有盾牌 还是有少数叛军士兵 倒在血泊中 弓兵效果不明显 弓成 守成 这是双方对立的二面 有攻就有守 各自都想破除对方的攻势 守势 叛军牺牲了数十人 杀到城墙下 一个个云梯架起来 搭在城墙上 死死扣住城墙 令守军士兵很难掀起云梯 雷石 滚木 往城墙下狠狠地砸 蒙田下令道 一根根滚木 一块块石头砸下来 有的砸在云梯上 把正在爬云梯的叛军砸下去 有的砸在城墙下 让一名名叛军士兵成 一具具肉泥 惨 很惨 惨不忍睹 叛军士兵没死多少人 可是 画面血腥啊 看着一个个铜袍成肉泥 叛军吓得不轻 胆战心惊 心惊肉跳 城墙下 叛军工兵 也朝着城墙上射击 稍不留意 城墙上秦军士兵会中箭 挂踩 二狗子 我射杀了一名叛军 这名工兵叫三柱子 第一次射杀的叛军士兵 心里那个高兴啊 一下子跳起来 双手高呼 吓得那个叫二狗子的秦军士兵 抬起脚 往三柱子屁股上 狠狠踹了一脚 不要命了 赶快躲起来 不要让叛军工兵注意到 城墙下叛军士兵越聚越多 好多叛军士兵正在攀登云梯 道金之 蒙田大声下令道 早准备好的秦军士兵 接到命令 马上把一桶桶金之 朝着叛军头顶上道 金之是什么东东 就是大粪 毛坑里那玩意 臭不可闻 加热后淋在身上 会让伤口感染 这下明白了吧 啊 贝林的一头一脸的叛军士兵 惨叫声响起 烫呀 击战 死战 一名名叛军士兵 倒在进攻的路上 一个个秦军士兵 在城墙上挂掉 无比一的伤亡笔 死五名叛军 秦军士兵会挂掉一人 那些个电影 电视上表现出来的什么守城士兵 掀起云梯 往城墙下翻 那绝对是吓唬人 忽悠人的情节 现实中基本不存在 云梯前端有扣钩 死死挂在城墙上 加上攀登士兵重量 如何掀起来啊 看着一名名叛军士兵登上城墙 城墙上的秦军士兵也奋起反击 提起锚 大剑 战刀往叛军士兵身上招呼 扑 一名刚刚爬上城墙上的叛军士兵 碰上了蒙田 一箭洞穿胸口 留下一个血洞 尸体缓缓倒下 城墙上 到处是战斗 蒙田成了救火队员 那里有危险扑向哪里 相对来说 爬上城墙上的叛军士兵不多 比起城墙上秦军士兵 在局部数量上示弱 秦军士兵三个 五个围剿一名叛军士兵 只要不是很牛逼的叛军士兵 很难生存下去 一 左侧城墙上 叛军一名将军登上城墙 挥舞镯重剑 正在砍杀城墙上秦军士兵 已经有三名秦军士兵死了 刷 蒙田杀过去 手中长矛凶残的刺过去 铿锷 内力外放 震得叛军将军连连后退 双手麻木不仁 蒙田只感觉手臂微麻 刷 蒙田又一箭飞出 朝着叛军将军咽喉扑上去 生死攸关时刻 叛军将军头一篇 躲过必杀一箭 扑 一个血洞在叛军将军臂膀上出现 鲜血标射出来 滑向虚空中 横扫 蒙田手中重剑 拦腰横扫 咔嚓 叛军将军一条腿断掉 扑 下一刻 蒙田再刺出一箭 命中对方左胸口 死得不能再死了 扑 三柱子一箭 命中一名叛军士兵 紧接着一名秦军扑上来 一箭狠狠砍在手臂上 扑 手臂飞出 尸体倒下 第031章 浴血奋战 杀 蒙田一声怒吼 提剑 劈向登上城墙的叛军 扑 在蒙田的带领下 擒帝军士兵激发出血性 一下子战役飙天 身上力量爆棚 挥舞着长矛 大剑朝着叛军扑上去 士气大阵 战役浓缩到极密的状态下 向四周碾压过去 很多登上城墙的叛军士兵 身体微微停止不前 感觉身上压力山大 气都难传 扑扑扑 一名名叛军士兵挂掉 秦军士兵在拼命 在死战 在血战 一个时辰 进攻的五千叛军士兵 只剩下两千人不到 纷纷逃出秦军击杀范围 叛军阵中 项羽带着旗下嫡系 看着虎牢关上 心里微微一愣 虎牢关换将了 项羽道 关上确实更换的主将 在这种情况下 会有谁来给腐朽的秦帝国卖命呢 范增道 项羽旗下有五名大将 龙且 济部 鹰部 钟离妹 于子七 军师是范增 全是一代人杰 一代名将 大家心中明白 想要入关中 必须拿下虎牢关 否则 一切皆是白忙活 今天防守非常严密 一军五千人 只回来了两千人 战损达到六成以上 秦军呢 末将看了下 伤亡不超过五百人 其中重伤 死亡的人数 只有区区三百人 鹰部道 鹰将军 搞错没有 秦军为什么伤亡如此之低 前几天不是每一轮下来 会令秦军伤亡 净千名士兵吗 记不道 虎牢关上主将是谁 项羽道 蒙田 曾经秦帝国的上将军 不知何时 胡亥又挤用蒙田 龙且道 蒙田 秦帝国名将啊 若是蒙田主守虎牢关 义军不想付出代价 拿不下爱官 蒙田在秦军中声名显赫 深受秦军士兵喜欢 有这种名将守爱官 士气会爆棚 战力会暴涨 不过 我们依然要多消耗些杂派军 省得到时候再出手 由秦军帮忙吧 范曾道 太阴险了 难怪几天来 项羽旗下兵马没动丝毫 任由各诸侯叛军攻城 坐等观望 下午让义军继续攻城 不要停下来 秦军兵力有限 义军消耗得起 项羽道 遵命 一名传令兵道 返回中军大仗 刚刚坐下来 就听陈平有事来报告 项羽眉头微皱 请进来吧 项羽道 项羽不喜欢陈平 一方面 旗下有范曾这个超级boss 而且还是项羽的衣服 在这种情况下 项羽真看不起其他某事 二是不喜欢陈平的性格 太阴险 记忆出来太阴毒 有伤添合 二人性格上的不同 令陈平与项羽关系 一直不是很好 其实呢 陈平开始还是一心一意 为项羽考虑 然而却不得重用 说实话 有点心灰意冷 陈平与一名仗前兵 微微点了下头 能让陈平点头的人 绝对不简单 确实不简单 那小兵叫韩信 此时是项羽仗下卫兵 一直不得项羽重用 见过将军 陈平道 说吧 有何事 项羽道 哎 陈平常叹一声 要不是个诸侯让陈平来相劝 绝对不会来找项羽 更不会主动献策陷阱 将军 先入官者为官中王 难道将军不愿意当官中王 陈平道 这可是联盟的所有叛军诸侯 一起制定的条约 陈先生 什么话 义军不是天天在攻城 从没有休息过一天时间 项羽微笑道 将军 想要拿下虎牢官 必须是将军旗下军团出战 否则 再多的叛军也拿不下来 一旦虎牢拖延太久 刘邦那一路义军 可能就会先入官中 陈平道 项羽心中 也想早日拿下虎牢 问题是 范增不让出兵 要多消耗义军兵力 大家心中明白 拿下咸阳城 战事就结束 秦国就灭亡 等待着的是封侯 封王 让天下再次进入战国时代 呵呵 范增笑了起来 陈先生 刘邦那一路义军 貌似受阻 进展并不顺利 还损兵折将 范增道 陈平微微一愣 在情报方面 陈平肯定没有范增掌握得多 义军情报 首先会上报到范增手上 陈平只是个小小的谋士 一个不受重用的谋士 范增 把刚刚收到的情报 交到陈平手上 迅速查看 一幕实行 惊讶 万分惊讶 将军 就算刘邦暂时受阻 靠秦帝国现在的兵力 无法阻止多长时间 陈平道 陈先生 义军这几天 一直在攻虎牢 问题是 虎牢官是显官 需要让义军 连绵不断的进攻 把秦军拖垮 否则 无法攻破 这是没法的事 范增道 妈蛋 还不是拿义军来消耗 到时候 义军所剩下不多 谁还敢以向军叫板 阴谋 光明正大的阴谋 却让人无话可说 将军 只要项羽军出动 虎牢官不用几天就能拿下 可不要耽误时间 陈平不死心相劝道 好了 陈先生 军事上的事 不用你操心 你去安慰一下阁诸侯 让他们下午继续进攻 项羽道 陈平摇摇头 无可奈何之下 只好走出项羽中军大仗 羽儿 不要听陈平之类的人瞎胡说 就算我军持进关中 刘邦能耐向军如何 实力是一切的根本保障 没实力 先进关又如何 还不是没什么话语权 范增道 下午 义军出动了一万兵马攻城 站在城墙上 蒙田看到黑压压的人头粗动 弓兵射击 蒙田下令道 搜搜搜 漫天见语 遮天蔽日 朝着进攻的义军头顶上 狠狠砸下来 叮当 叮当 扑扑扑 叮当声中夹杂着利剑扎进身体的声音 一下子让义军士兵大声惨叫起来 义军心中很惧怕 问题是身后有监察 一旦后退 马上遭到斩杀 只好快速冲向城墙 一抬抬云梯架起来 探军士兵摊登上云梯 滚石 雷墨 蒙田道 一名名勤军士兵抱起石块 往城墙下砸 朝云梯上砸 轰隆隆 啊 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令人听了寒碜 下午叛军攻势又猛了 不过呢 在蒙田这名顶级名将指挥下 城墙上防守有条不稳的展开 一名名叛军死在进攻路上 碾子砸下去 不要让叛军撞乘车靠近 蒙田道 负责操作的勤军士兵 看准叛军的撞乘车 毫不犹豫放下碾子 碰 上百斤重的碾子落下来 砸在叛军撞乘车上 一下子化为木屑 勤军防守的很好 依然有叛军士兵爬上城墙 杀 一箭挥出 一名叛军士兵脑袋搬家 很凄惨 很悲怆 一名名叛军士兵挂掉 后面将军叫让声不断传出 叛军士兵不停地攻到城墙下 承受秦军士兵的射击 秦军压力山大 要不是蒙田赶到 虎牢官真守不住 蒙田尽一切力量 尽量阻止叛军拿下虎牢 给地方官吏争取足够时间 哪呀 第零四二章 汉初二节 轻尼爱口爱官城 胡亥召集手下文臣 武将来城主府 清酒宴接待张良先生 看到胡亥旗下文臣 武将 张良心中惊讶万分 特别是这个年代 很少有女子为将的 胡亥身边却有三名战将 令张良疑惑不解 难道是秦军中无大将 怎么会启用女子为将呢 可是那些男性文臣 武将貌似不排斥女子为将 什么神操作 张良有点蒙圈 加上胡亥所说的话 虽是说棋局 其实是论天下大事 得中原者得天下 貌似不对 还有好多棋局 可以出现很多变化 结果难以猜测 金角银边草肚皮 也不是胡说八道 确实是有道理的 别看现在秦帝国 只剩下咸阳城周边地区 一旦秦帝国彻底掌控汉中 蜀北 蜀南 蜀东 蜀西四个摇摆不定的区域 实力会上升一个层次 到那时 秦帝国要恢复荣耀 不是不可以 秦帝国目前局势艰难 那要对抗数十个诸侯联军的反叛 对外要抵抗西 北方面草原种族的入侵 真正是内忧外患 时间 对 秦帝国需要时间 只要有足够的时间 秦帝国不会亡 甚至会遇火重生 张良没开口 一直在观察胡亥旗下文臣 武将 大家围在一张桌子上 一同用餐 彻底颠覆了张良分 着实的传统观念 问题是餐桌上 胡亥与旗下文臣 武将非常和谐 有说有笑 没高低贵贱之分 这是昏君吗 紫房先生 我们陛下说 紫房先生是一代致盛 再次敬紫房先生一杯 假许道 端起酒杯 小小瞎了一口 紫房先生 这个酒力量很大 不要牛饮 小口品尝即可 否则 几杯就倒了 胡亥提醒道 谢谢 张良道 心中迷惑不解 为什么秦军中的文武 都说自己是致盛 貌似太看得起了 此时的张良默默无闻 名声还没有传遍天下 认识的人也不算多 突然一顶制胜的帽子戴上 令张良觉得不踏实 以为是秦帝国在算计 可是 自己一个书生 有什么好算计的呢 尊敬 秦军中文臣武将 都尊敬张良 这一点张良感觉出来了 招聘 问题是 人家胡亥不开口 自己准备那些推诿之词 一点用不上 想显摆下清高 装下逼 无法施展 总不能自己当小丑 自演自导吧 紫房先生 本人也敬先生一杯 敌人杰道 谢谢 张良道 不对 这酒力量真的很大 才饮了二小口 感觉脑袋昏沉沉的 穆桂英 孙上香 吕灵起 三名极品美女将军 没有喝五粮液 而饮用红酒 也不多说话 张良呢 一直话很少 在观察 假许 敌人杰二人 给张良的印象是 智谋高深莫测 特别是那贾许 并不比自己差 范增 陈平二人 张良是认识的 也一起交谈过 张良敢判定 贾许在谋略上 绝对不会比范增 陈平二人差 是顶级谋士 敌人杰智商也很高 擅长断案 也是顶级谋士 三名女将军呢 貌似看上去 修为不算高 可是总感觉危险 胡亥翘无声息 用系统查看一下 张良无数 智商满直 真的很牛逼 修为战帅七阶 功法 闻取神功 有意思 不愧为是智盛 震惊万分 胡亥旗下这些人 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 以前怎么没有听闻过 心中越发迷惑不解 报告 突然传令兵 在帐外大声叫道 胡亥眉头微皱 传令兵知道 尽管接待贵客 为什么会来打扰呢 进来 胡亥道 一名传令兵走进来 脸上露出兴奋的神色 不用质疑 肯定是秦军 又获得什么好处 陛下 我们在俘虏营中 逮到一条大鱼 传令兵道 大鱼 什么样的大鱼 什么鱼 难道是逮到刘邦 还是其他诸侯 穆贵英道 那个 穆将军 不是诸侯 是刘邦手下的大管家 我们曾经听陛下说过 萧和是刘邦旗下最厉害的文官 一旦刘邦没了萧和 刘邦的粮草会出现问题 传令兵道 张良惊讶万分 萧和是刘邦的后勤管家 怎么可能会被秦军逮到呢 张良与萧和二人都是文人 读书人 有共同语言 很是谈得来 算是义军中的好机友 真逮到萧和了 胡亥道 陛下 是真的 我们反复调查 又询问了一些叛军后勤部的士兵 身份得到验证 传令兵道 哈哈 胡亥大声狂笑起来 没了张子房 萧和 刘邦拿什么东西来与振斗 刘邦这一路叛军可以忽略不计 胡亥道 张良心中微微一愣 貌似自己还不是刘邦手下 怎么话里意思是 自己是刘邦旗下谋士一样 心中郁闷呀 汗出三劫 有二劫在胡亥手中 太兴奋了 没了张良 萧和 刘邦就是无头苍蝇 到处乱窜 四处碰壁 已经不成气候 胡亥心中明白 不论是张良 还是萧和 短时间内 不可能为秦帝国出力 可是呢 胡亥不在乎 胡亥手下不缺谋士 也不缺后秦官 只要让张良 萧和二人 好好待在咸阳城 不为其他诸侯触谋策 对帝国来说 是好事 一心一意对付项羽 总比一起对抗项羽 刘邦二路叛军好吧 妈蛋 汗出三劫之二呀 只剩下一个陈平 得想办法把陈平忽悠一下 离间一下 让项羽反感陈平 说说是怎么抓不到萧和的 胡亥道 张良心中也迷惑不解 胡亥问出了心中想法 陛下 经过我们审讯得知 刘邦叛军匆忙撤退 貌似忘记通知叛军后勤 等我们秦军杀到时 叛军后勤兵 全成了俘虏 我们看到一名老头 岁数有点大 心中奇怪 那么大岁数造什么反 不好好待在家中 抱着奇怪的心思 把那老头单独提出来审讯 开始时 那老头还忽悠我们 不过 在准备要动大刑时 那老头说叫萧和 是刘邦旗下嫡系 负责粮草 经过验证 那老头确实是萧和 为此 第一时间来给陛下报告 此时萧和就在帐外 传令兵解释道 胡亥点点头 原来是这样呀 要不是听了假许 穆贵英二人的话 怎么可能会俘虏萧和 看来 历史发展轨迹 发生了一点点变化 那么 秦帝国还会灭亡吗 第033章 准备向五官动手 胡亥心中一下子想了好多 抓不到萧和 不仅是胡亥高兴 旗下几名文臣 武将也很开心 斩掉刘邦一臂 令人兴奋 也就是说 二入叛军 刘邦这路已经凉菜了 只剩下项羽那一路叛军 把萧和先生带进来吧 胡亥道 遵旨 传令兵走出去 不大一会儿 带着一名老头进来 五十多岁 一身素衣 看上去有点衰老 不过 眼中却金光闪烁 后脑壳凸起 一看就是智商比较高的人 草明有理了 萧和道 萧先生 你可不是草明 是叛军中的后勤主官 怎么能叫草明呢 胡亥道 萧和抬头一瞟 发现张良先生在座 一下子目瞪口呆 半天说不出话来 怎么回事 张良先生 也投奔昏君了 迷惑不解 挡机了 脑海中一片空白 陛下 现在草明是俘虏 早不是什么后勤官了 萧和道 既然如此 萧先生坐下来喝杯酒 与子房先生好好聊聊 朕相信你们有好多共同语言 可以交流 胡亥道 谢陛下 萧和道 对于萧和的态度 胡亥还是认可的 不像张良 想装逼 想清高 想推诿 姿态放得很低 子房先生 想不到咱们二人 会在这种场合见面 真是事事无绝对 变化太快 萧和道 意思有点调侃的味道在里面 讽刺张良便捷太快 张良微微一愣 呵呵 萧先生 心象都能随意变化 人为什么不会变呢 顺天而应 还是逆天而行 在一念之间 张良道 子房先生 你不是说 要回家种红薯 过世外桃源的生活 当饮食吗 萧和质问道 一下子 张良脸上现出冰冷的神色 想到身边的护卫 心里气啊 护卫不是死在敌人之手 是死在同袍 同盟之手 哼 张良一声冷哼 我是想回乡种地 可是有人不愿意啊 张良道 萧和威愣 以为张良与萧和一样 战斗中被秦军俘虏 哦 这下子 房先生与老夫有伴了 不用再担心生死 不用再考虑异军前途 萧和道 萧先生 别弄错了 我可不是俘虏 张良道 什么 不是俘虏 那是自愿来秦军投诚的了 胡亥 贾许 敌人杰 还有三名极品美女将军不说话 看着二人撕逼 萧先生 我走到此步 不是你主公一手促成的吗 张良补充道 我主公 刘邦 不可能呀 刘邦知道张良是大财 怎么会放弃呢 萧和有点萌圈 一下子想不出原因 紫房先生 什么意思 萧和道 什么意思 难道萧先生不知道 不是你们共同定下来的计 想要老夫的命吗 张良生气道 萧和更萌圈 听不懂张良说的什么意思 不对 难道刘邦对张良下死守 不可学啊 刘邦不是很赞赏张良的才华吗 一直想把张良拿入旗下 成为左膀右臂 紫房先生 本人真不知道 你说的什么记不记得 也从未参与过谋害先生的事 萧和置地有声的道 老夫带着几名护卫 书童离开义军大营 准备回家种地 养老 半路上遭到刘邦轻卫追杀 护卫全死了 眼看本人与书童就要死在剑下 生死危急的时刻 陛下的人到了 救下了本人与书童一条命 这不才进了城主府 通过这件事 让本人看清楚了刘邦的嘴脸 绝对不是一个好伯伯 便连比翻书还快 不臣服就得死 一点度量没有 平时那种大度 完全是装出来的 太阴险了 表面上看一副君子 内心中却阴毒无比 张良道 啊 萧和一声惊呼 虽然知道刘邦是什么角色 可是没想过 刘邦会没容人的度量 真的错了 一下子 萧和心中的信仰全垮了 那样一来 刘邦轻信自己 也是做给外人看的 内心深处依然看不起读书人 紫房先生 这是真的 不会是与陛下联手演戏给草民看吧 萧和道 哼 面对萧和的质疑 张良冷哼一声 萧先生 本人尊敬你 请不要乱放黄枪 要不是陛下出手 我已经死了 张良道 呵呵 紫房先生 这是不是朕出手 一切全是文和办的 那些个士兵也是文和调动的 胡亥道 张良心中明白 胡亥同样派人监视着自己的行动 以其说是监视 不如说是保护 只是心中疑惑不解 为什么胡亥会了解自己 一点不科学 论名声 张良不如范增 不如陈平 不如利益姬等人 为什么胡亥会知道自己 被人盯上的感觉很不好 不过呢 能被秦帝国皇帝盯上 也是一种认可 要是没能力 才华 胡亥会让人盯吗 胡亥不会翅膀的撑着 萧和彻底明白 事情的前因后果了 呀的 刘邦会是这种人 出乎意料 叮咛 突然胡亥脑海中 响起叮咛声 诉主 系统发布任务 拿下五官成 奖励抽奖机会一次 妈蛋 有青尼爱口官 胡亥以为 不用再拿下五官了 看来不行 还是必须拿下 系统任务必须完成 接受 呵呵 紫房先生 不用担心 朕马上发兵进攻五官 彻底击败刘邦 让其成为丧家之权 胡亥道 陛下 拿下五官对帝博有重要意义 趁此时刘邦手里兵马不足拿下 一旦错过机会 想要拿下五官 会很困难 毕竟 五官是一座险官 不好进攻 贾许道 陛下 文和先生说得对 趁此机会拿下五官 可虎视晚成 随时可出兵宫晚成 一旦拿下晚成 中原大门彻底打开 木贵英道 胡亥想了下 微微点头 才想着 怎样度过危机 贾许 木贵英 就考虑以后的事 这是看三步 四步节奏啊 陛下 必须拿下五官 此时是最好时机 不能错过 敌人杰建议道 旗下三名文官 一名帅级将军认可 胡亥还有什么好考虑的 原本胡亥想留下兵马 守好青泥爱口官 抽掉兵马 增援铜官 看来不行啊 好 留下五百架连弩 三千弩兵 驻扎青泥爱口城 敌人杰带着一千张连弩 三千兵弩兵回咸阳城 确保咸阳城安全 其余兵马 一起朝五官挺进 胡亥道 陛下 我们准备从俘虏中 招收一些兵马 那些各俘虏基本训练过 在训练下能成军 木贵英道 这次贵英负责 能招收到多少兵马 就招多少 但是 不能滥于充数 一定把好官 胡亥道 遵命 木贵英道 第零三四章 虎劳关局势紧张 虎劳关 叛军中军大仗 项羽刚收到消息 刘邦大陆一军 溃败到五官 二十六万多的兵马 损失于境 只剩下一万多人 嘿嘿 心中高兴呀 一直担心刘邦冰封进展太快 会提前进入关中 现在终于被秦军阻止了 不要看刘邦 项羽是同盟 同袍 兄弟 其实二人心中 都巴不得对方倒霉 人都有私心 再伟大的人在利益面前 均有妒忌 希望自己活得比他人要好 只是有的人善于掩盖 表面上把私心隐藏起来 表现出一副大功无私 真实的想法 谁知道呢 就算项羽这种豪杰 枭雄 具有峡谷的人 也抵挡不住利益诱惑 传令兵 把亚父叫来 另外把手下几个诸侯代表 一起叫进来吧 咱们好好商谈下 项羽道 遵命 传令兵应了一声 像那个什么鸿门燕 范增激烈要求斩杀刘邦 并复制行动 项羽则不谢 真的像传说中那样吗 了知道 那可是在项羽中军大仗中 要是项羽不让走 想留下刘邦 根本走不了 凡快在牛逼 不可能抵挡得住项羽手下几名绝世战将 没项羽命令 谁敢离开 鸿门燕有那回事 细节上肯定是经过后人加工的 因为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 在兵力上 项羽有压倒性优势 刘邦手下仅有数万兵马 还是在张良的策划下 通过立即说服 晚成五官守将 基本未经过什么大战 加上咸阳城中 赵高砍下胡亥脑袋 向刘邦投降 项羽呢 一路全是显官 靠实力一个个爱官打下来 一点弄虚作假的成分都没有 全是应战 死战 呵呵 扯远了 回归正题 不大一会儿 葛诸侯代表 旗下嫡系将领 纷纷进入中军大战中 诸位 刚收到一个情报 与大家通报下 项羽道 情报递到范增手上 迅速查看一下 范增心中震撼 一想不到啊 秦军还有抵挡之力 居然靠一万多人 把刘邦打得丢盔弃甲 大打出乎意料 刘邦败了 损兵折将 只有一万多名义军逃回五官 其余不是成俘虏 就是战死 范增道 什么 怎么可能 秦军那里来的抵抗力量 不可学啊 一下子 大战中各诸侯代表 纷纷脸色巨变 雅雀无声 呆滞 傻愣 嘴巴大张着 说不出话来 惊讶万分 回过神来的陈平 把情报拿到手中 细细查看起来 目瞪口呆 大战中寂静一片 赵高死后 胡亥掌权 形势不容乐观 昏军说服了蒙田出山 抵挡住了义军前进步伐 刘邦那一路义军已经菜了 只剩下我们这一路 范增道 诸侯心中明白 想要灭秦 必须拿下关中地区 一旦让秦帝国缓过气来 会面临秦军的报复 到时候 各诸侯日子不会好过 虎劳关已经进攻了半个多月时间 秦军守官士兵 也消耗得差不多了 我们应该加强攻势 一举拿下虎劳 要是诸位 再也不拿出精兵强将出来 一旦秦军增援道时 义军想要再拿下虎劳 会付出更大的伤亡代价 陈平道 告诉各诸侯 不要再捂着盖着 必须要投入精兵强将 再不处理 情况会恶化 问题是 上百个诸侯联军 有的数千人 有的数万人 谁也不想拿出最强兵马 都想保存实力 为什么呢 老大项羽都不带头 谁会傻傻的派强兵 全是观望项羽 因为项羽兵马多 实力强悍 各诸侯不由而同看向项羽 项羽心中那个气啊 妈蛋 全看我干嘛 诸位 我们大家必须齐心协力 尽快拿下虎劳 不要再隐藏实力 要不派出执法队员 赶不上前者杀 赶后退者杀 赶不听命令者杀 范增严肃道 项羽旗下几名将军 想开口说话 被范增 项羽二人眼神瞪回去 好了 三天的义军必须拿下虎劳 执法队员本将军派出 若是个诸侯不听劝 大家懂的 项羽威胁道 完真的了 各诸侯头痛 不敢再忽悠项羽 惧怕项羽拿自己开刀 虎劳关 蒙田站在城墙上 看着叛军又杀来 脸上露出严肃的神色 已经抵抗叛军半个多月 为洛阳等地官吏 争取了十多天时间 洛阳城中 粮草已经转运完毕 大部分百姓搬迁到关内 已经进入寒谷关 铜关 此时的洛阳地区 成了一片白地 虎劳关上 原本三万多兵马 此时只剩下八千多人 其余全部战死 士兵疲惫不堪 叛军也付出了 近十万人的代价 蒙田知道 虎劳守不住了 不过呢 要利用虎劳 大大削弱叛军兵力 这是胡亥叮嘱的 暗中 蒙田派轻卫 把一些火油 毅然雾等 撒在虎劳关内 等待叛军入城 一切就绪 只欠东风 呀的 叛军完命了 一次性派出二万兵马攻城 城墙下密密麻麻的人头猝动 一个贴一个 太稠密了 工兵 开火 蒙田下令道 嗖嗖嗖 叮当 噗噗噗 啊 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响彻云霄 滚石 雷幕 狠狠地砸 蒙田道 轰隆隆 疯了 叛军彻彻底疯狂了 不惧死地往前冲 城墙上压力山大 一名名叛军士兵登上城墙 叛军人太多了 秦军士兵所剩不多 不过呢 在蒙田将军带领下 秦军士兵依然士气旺盛 应勇杀叛军 激发出血性 蒙田成了救火队员 那里有危险朝那里扑上去 中箭一挥 伴随着一颗颗叛军脑袋落地下 噗噗 几名叛军围攻蒙田 让蒙田受伤 蒙田身上有数十道伤口 依然在坚持 二个时辰 叛军退走了 秦军士兵伤亡惨重 从八千多人下降为七千多人 一个上午损失了近千人 要是叛军开始就这样进攻 秦军真抵抗不住 问题是叛军成分复杂 心不齐 发挥不出兵力上的优势 弟兄们 再坚持一个下午 咱们的任务算是完成 到时候陛下会中奖 蒙田鼓励道 保证完成任务 一切听将军安排 将军威武 帝国万岁 秦军士兵虽然疲惫不堪 不过 士兵依然对蒙田将军非常信任 下午 叛军又攻城了 这次派出五万兵马一起上 城墙上 秦军士兵压力山大 叛军真的多 人山人海 人头粗动 弓箭的威力得到释放 杀伤力暴涨 越来越多的叛军涌到城墙下 秦军这点兵力真的消耗不起 倒不好会全军覆没 火油 把火油全部倒下去 蒙田怒吼道 没办法 抵抗那么长时间 防御物资缺乏啊 火牢关上的房子已经泄了 石头砸完了 金枝也用光了 只剩下一点火油 哗啦啦 一桶桶火油 往城墙下道 林的叛军士兵满身皆失 想要逃走 无法逃啊 火箭射击 蒙田下令道 搜搜搜 一只只火箭射出 第零三五章 烈火焚成 哄 一下子 城墙下成了一片火海 啊 撕心裂肺 惨绝人寰 一名名叛军化为一个个火人 疼痛难忍 发出一声声撕心裂肺的吼叫声 数千名身上冒火的叛军士兵四处乱窜 有的倒在地下翻滚 希望能扑灭身上火焰 遗憾的是 火油一旦粘在身上 很难熄灭 一下子 叛军混乱起来 不仅是身上冒火的人在乱窜 正常的叛军士兵也在乱窜 拼命躲避火人 救救我 我不想死 求求你了 叛军中没人出手帮忙 什么也没听见 视若无睹 叛军中军 项羽 范增 几个诸侯 集体呆滞 傻愣 这种情况 虎劳关开战以来第一次见过 杀伤力太恐怖 太惨了 半个月来 不是蒙田不想动用火油 是前几天才送来 加上有计划 不轻易使用 准备给叛军来一次大的 秦军太卑鄙 太无耻 一名叛军诸侯叫嚷道 大家听后纷纷看过来 这是战斗 不是小孩子过家家 鄙视人家秦军有用吗 战争没有对错 没有邪恶与正义 只有圣与负 向将军 撤兵吧 秦军一把火 将义军士气烧得全没了 再站下去是白白送死 陈平建议道 工程用的撞乘车 云梯 井盖等物资 也需要重新安排 那些全烧毁了 一名诸侯道 无可奈何之下 项羽只好同意 上午攻势结束 等大火熄灭后再继续攻 撤退 下午继续 项羽道 叛军郁昧啊 秦军一把火烧死了数千人 加上混乱中的自相残杀 一个上午挂掉一万多人 城墙上 秦军士兵观看着一名叛军烧成灰烬 叛军混乱起来 像无头苍蝇似的 烧死这些狗日的 好好的百姓不做 非要跟着人家造反 秦军站在城墙上高声欢呼 妈蛋 一个月本人不吃肉 呀的 闻见那个味道就想吐 中午 秦军吃饭时间 由于味道散发在空中 令好多士兵食欲不振 不想死 马上给本将军吃下去 否则 一旦激战开始 你们那里来的体力 没有体力支撑 只能成为叛军刀下轨 蒙田道 将军 我们真的吃不下去 吃进去马上吐出来 一名士兵道 呵呵 这是战争 作为士兵 必须适应一切困难 你们是没被饿过 要是饿上三天 看见什么都吃 感觉美味无比 蒙田道 确实是实话 蒙田曾经带兵出征 北方草原上 时常会出现粮草短缺 咋办 连死人肉都吃 不吃就会饿死 那种经历 蒙田有过不少 为了生存 为了活下来 城墙上 秦军士兵听了蒙田的话 纷纷开始强压着呕吐 把饭吃进步中 下午 叛军又派出五万大军杀上来 蒙田看下天色 再有二个时辰天 就会暗下来 不过呢 这段时间 叛军士兵是不分昼夜的进攻 秦军士兵虽然轮换 可是依然疲惫不堪 再抵抗二个时辰 搜搜搜 一支支利剑穿过叛军士兵身体 留下一个个血洞 叛军人太多了 算是剑无虚法 非常高效的射杀 在这种情况下 人命不值钱 叛军士兵没有选择 后退是死 前进也可能会死 前进还有一线生机 后退绝对是死翘翘 那些个执法队根本不客气 一旦发现后退的一军士兵 马上回一刀砍过去 一个个叛军士兵登上云梯 朝城墙上爬上来 杀 城墙上 秦军士兵一声声怒吼 提着重剑 战刀 长枪扑杀上去 扑 一名叛军倒在血泊中 搜 贯穿一名叛军士兵身体 二狗子 不错呀 三柱道 那个 三柱个 我也是没办法 只能适应 总不能老让你就按吗 二狗子道 加油 记住 一定要活下来 千万别逞强 三柱道 俺知道了 二狗道 城墙上 秦军士兵三个 五个 围剿一名攀登上城墙上的叛军士兵 形成局部优势兵力 只要在短时间内 斩杀叛军士兵 城墙上是安全的 不过呢 叛军士兵太多了 源源不断地爬上来 特别是那些战帅级别的叛军爬上来 给城墙上秦军士兵极大压力 刷 蒙田看到一名叛军将军杀上城来 不断斩杀秦军士兵 连续迈几步 杀到叛军面前 重箭朝着那名叛军刺上去 砰 一箭击碎对方手上兵器 刷 又一箭刺出 扑 命中左胸 一股鲜血标射出来 刷刷 蒙田又扑向其他地方 城墙上 只有蒙田一人是战皇 其他叛军士兵 最多达到战率境 真正的高手 不会冲锋在前 更不会攻城 虽然诸侯手下也有高手 可是修为都达不到战皇 只有项羽旗下几名战将 修为达到战皇 可是呢 项羽舍不得让旗下高手出击 这种攻城战 太惨烈 随时会挂掉 相互掩护 撤退 蒙田下令撤退 不能再战了 秦军士兵疲惫不堪 站下去 损失会太大 得到蒙田命令 秦军士兵不断的迎敌 慢慢往城墙下退走 主公 一军攻上城墙了 既不兴奋到 项羽微微点点头 主公 让末将出击 龙且道 项羽刚要答应 此时范增插话了 龙将军 我们没必要与其他诸侯相争 让他们进关吧 羽然是大帅 功劳不会小 范增道 项羽旗下几名将军 对范增非常敬重 范增的能力 获得了将军们的认可 再说虎牢城中 秦军一撤退下城墙 马上朝着另一个方向撒腿就跑 不理会扑进城中的叛军 姑借 姑借 虎牢关城门打开了 轰隆隆 一下子 叛军各诸侯手下士兵 纷纷涌进城中 朝着秦军追杀而去 进入城中的叛军士兵 没人观察四周情况 拼命往前冲 一炷香时间 秦军士兵撤退到另一面城墙 不过呢 这面城墙不是很高 不容易防守 将军 叛军涌进城近十万兵马 可以执行了 一名轻卫道 呵呵 再等片刻 让更多的叛军杀进来 蒙田道 射击 用弓箭阻截 蒙田下令道 搜搜搜 一名名叛军士兵重箭 天太暗 杀进城中的叛军士兵 什么也看不清楚 只是一味地往前冲 差不多了 发信号 让隐藏在城中的士兵点火 我们这里用火箭点燃 蒙田道 搜搜搜 一支支冒着火焰的利剑射向火油灵过的地方 哄 大火燃烧起来了 隐藏在城中的秦军士兵纷纷点燃火焰 哄 哄 一下子 虎牢关上 很多地方冒起熊熊燃烧的大火 整座城瞬间成了一片火海 第零三六章 偷袭武官 武官 城主府 刘邦 利益姬 曹参 夏侯英 梅轩 加上重伤的周伯等人逃脱秦军追杀 一军士兵只剩下一万多人 其余不是被俘虏 就是挂掉 切啊 心中对张良更是恼怒无比 要不是张良建议走武官 二十六万一军怎么会损失于尽 怒火中烧 对张良恨之入骨 不过呢 刘邦会笼络人心 尽管如此 依然面带笑容 像什么是没发生似的 老萧呢 曹参道 这才发现萧和不见 主公 貌似我们忘记 通知老萧跑路了 搞不好被秦军俘虏 夏侯英道 没事 老萧岁数大 就算是秦军俘虏 也不会怎么样 前几次不也被俘虏过吗 秦军骂几句就释放了 刘邦道 确实那样 刘邦老吃败仗 时常把萧和丢给敌人 只顾着自己逃命 刘邦并不介意萧和的生死 另一个卫面上 楚汉争霸时 刘邦经常败给项羽 带着手下将领逃走 老婆 孩子任由项羽俘虏 在刘邦心中 老婆 孩子不重要 像三国时期的刘备 老婆如衣服 兄弟如手足 无言 静伯 下一步 我们义军怎么办 刘邦道 我们义军剩下一万多兵马 驻守五官 兵力肯定不足 加上五官西面 不容易防守 城墙低 一旦秦军来攻 很难守住 现在有上 中 下三策 下策 死守五官 等候项羽拿下咸阳城 秦帝国灭亡后 再去与义军会合 中策 退回小派 重新招兵买马 建立一个稳固的根据地 看以后行事而定 上策 带着兵马去找项羽 与项羽一起进入咸阳 等候分封 曹参道 刘邦心中不甘啊 死守五官 风险太大 一旦秦军进攻 没办法守住爱官 搞不好会损兵折将 回小沛 建立根据地 名不正 言不顺 同样会面临诸侯义军的围剿 一旦小沛被分封给其他人 刘邦怎么办 带着残兵败将 去与项羽会合 不仅会遭到项羽耻笑 拿下咸阳后 其分封也不会好 纠结啊 刘邦建议去与项羽会合 在战斗中捞点好处 留守与回小沛 均不是好方案 立意积道 思考再三 休息一晚上 明天去与项羽会合 刘邦是一个杀法果断之人 一旦想明白利弊 很快做出决定 手下离开城主府 刘邦让轻卫去找几名女人来 好好释放一下 缓解一下紧绷绷的心情 五官外山林中 胡亥 穆桂英 孙上香 吕林起 贾许带着卫队 贝为军 弩兵 一共九千五百人 隐藏在丛林中 等待夜间再出击 文和 五官上有多少叛军 胡亥道 陛下 锦衣未来报告 原来五官上刘邦留下三千兵马驻扎 败逃回城 大约有数千人 加起来叛军兵力近一万人上下 贾许道 陛下 叛军早就吓得文风丧胆 根本不用偷袭 直接强攻 打叛军一个措手不及 吕林起道 就是 此时叛军向之惊恐的棉羔羊 能顺利拿下五官 胆敢抵抗 全部俘虏 孙上香道 胡亥摇摇头 对于孙上香 吕林起二人的建议不当一回事 二个火爆脾气 只知道猛冲猛打 呵呵 上香 林起 你们二人说的对 不过 那样一来 我们会损兵折将 伤亡会增加 目前 秦帝军兵力不足 不能采取正面作战 得讲点策略 降低伤亡 胡亥道 叛军在五官亭下 没有继续逃走 说明士兵疲倦 需要休整 或者想死守五官 这给我们歼灭叛军创造的时机 利用晚上偷袭 能尽可能俘虏叛军士兵 穆桂英道 孙上香 吕林起二人 别人的话不听 穆桂英的话 却像圣旨一样 绝对服从 打心底 敬佩穆桂英 夜境更深 天气越来越冷 进入了冬季 北风刮在身上 像针扎似的 午夜一过 穆桂英手一挥 秦军悄无声息 慢慢向五官推进 距五官五百米时 秦军停下来 隐藏在夜色中 等待被围军士兵去扣城门 叛军暗中探马 早被倾脚干净 一百多名被围军士兵 身着夜行衣 缓缓朝着五官城墙下靠近 为了不引起城墙上叛军的注意 被围军士兵小心翼翼 到了五官城墙下 看到叛军士兵 一个个缩在女墙后面 靠在城墙上睡觉 天气太冷了 职业可不好受 五官西侧 城墙并不是狠刀 因为五官的目的是 防守东面来的敌人 西面是自己人 城墙下被围军士兵打出手势 接下来 取出背在身后的钩索 这是胡亥出征时 让公输车专门制作的小玩意 搜搜搜 城墙二侧一起甩出钩索 被围军士兵迅速攀登上城墙 看到叛军士兵依然在睡觉 悄无声息走过去 捂着叛军士兵嘴巴 短刀往脖子上轻轻一划 扑 死了 一个个叛军士兵挂掉 怎么死都不知道 不知道了阎罗王那里 阎罗王问起来会咋说 胡度鬼 爬上城墙的被围军士兵越来越多 等一百名士兵全上来时 城墙上叛军已经被暗杀了数十人 杀戮再继续 天气太冷了 叛军士兵步缩在女墙后面 真心承受不住 叶峰像刺势的扎在脸上 不用多长时间会让人活活冻死 要活命 只能躲在女墙后 噗 啊 一声撕心裂肺的叫喊声 打破了寂静的夜晚 叛军惊醒了 一名被围军士兵在出刀时 那名叛军睡梦中觉得不舒服 正好扭动身体 从而避开的身体重要部位 没有一刀让其挂掉 叛军士兵叫喊起来 杀 既然惊醒了叛军士兵 被围军只能抢取城门 刚刚睡醒过来的叛军 看到数十名秦军士兵正在杀人 一下子吓醒了 一名叛军士兵吹响了警笛 滴滴滴 刷 一名被围军士兵迈上去 手中战刀朝着吹敌的叛军扑上去 扑 笛声停止了 人也挂掉了 不过呢 守城门的叛军士兵全醒了 叛军士兵提着长矛 重剑 战刀 纷纷从房间内跑出来 被围军士兵一下子压力山大 好在被围军士兵战力爆棚 最低修为是十阶战将 好多士兵已经晋升到战帅 千人将已经晋升到战灵镜 这次行动 有一名战灵镜被围军士兵负责 本人抵抗住叛军攻击 却二人打开城门 头目下令道 刷 一刀挥出 身前阻挡的叛军士兵脑袋飞上空中 二名被围军士兵扑杀到城门 迅速打开城门 几名叛军士兵杀上来阻止 转身 刀出 扑扑 二名杀上来的叛军士兵脑袋搬家 估计 估计 城门彻底打开了 此时城墙城门前的叛军士兵知道守不住了 谁还会与秦军死战 纷纷逃走 五百米外 穆桂英看到城门打开 冲进去 轰隆隆 大地震动 万马奔腾 第零三七章 拿下五官 五百米距离 对于骑兵来说 只是片刻时间就能杀到 被围军士兵在城门前阻止叛军重新关闭城门 一看城门失守 好多叛军士兵撒腿就逃 想要活命 只能朝另一个方面逃出城 否则 等待的不是被俘虏 就是死亡 谁也不愿意死 轰隆隆 秦军杀进五官城 朝着城主府 叛军兵营杀奔而去 一路上所向无敌 披荆斩棘 把一切阻挡的叛军斩杀 朝兵营杀去 此时叛军兵营 已经乱成一团 紧逼声尖叫起来 混乱 十分混乱 混乱无比 叛军士兵纷纷爬起来 脑海中昏昏沉沉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什么 秦军杀进城来了 怎么可能 一下子 叛军士兵彻底清醒了 连忙找一甲穿上 拿起兵器 问题是 混乱中 一甲也不好找呀 兵器更不知丢在什么地方 好多叛军士兵 穿着单衣跑出来 冷风一吹 身体战战咧咧的 轰隆隆 秦军杀来了 破 一鸣鸣乱窜的叛军士兵 遭到镇压 屠杀 嗖嗖嗖 红粉兵团在孙上香带领下 不停射出元气箭 洞穿一名名叛军士兵 红粉兵团随着修为增长 元气箭威力越发生猛 扑扑扑 原有红粉兵团射击 近有木贵英 屡领起二人卫队出手 再加上被围军 弩兵 杀得叛军哭爹叫娘 投降不杀 反抗者死 跪下投降 秦军一声声怒吼 吓得叛军士兵心惊胆战 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 叛军士兵放下手中兵器 乖乖跪下投降 有了一名叛军士兵投降 马上会有第二名第三名像的瘟疫似的 叮当叮当 叛军士兵丢下兵器的声音连续不停响起 弩兵留下来看守俘虏 其余卫队被围军跟本将军走 木贵英到 下一刻 木贵英带着五千五百名卫队 被围军士兵朝着城主府杀上去 城主府 此时刘邦正在二名女人肚皮下 不停地运动 想把这段时间心里憋屈的怨气释放出来 迷你之音在房间中响起 城主府周围轻卫 听着那魔鹰脸上露出向往的神色 突然 夏侯英朝外面撞进来 夏侯将军 主公还在休息 请不要打扰 一名轻卫道 滚 夏侯英一声怒吼 不理会轻卫 直接撞进刘邦房间 月入眼眶的是 刘邦趴在二名女人身上运动 碰 一声巨响 打断了刘邦的好事 心中那个气啊 不过呢 看到撞进来的人是夏侯英时 刘邦脸上怒气才消失 主公赶快穿衣 秦军杀进城来 再不跑就逃不出城了 夏侯英道 什么 秦军杀进来了 值日的士兵是干什么吃的 刘邦怒吼道 主公 现在不是追究的时候 赶快穿衣闪人吧 夏侯英道 碰 刘邦抬腿 把旁边的二名女人一脚踹飞 迅速穿戴衣服 台甲 提着兵器跟着夏侯英往外逃 被遇二名女人生死 刘邦不会在意 无情的人啊 人家说 一日敷七百日恩 对于刘邦来说 女人胜来发泄的工具 没有兄弟重要 刘邦 夏侯英带着清卫一出城主府 遇到秦军杀过来 吓得二人朝另一侧逃走 射击 孙上香一声令下 搜搜搜 一千名红粉兵团 张弓搭箭 朝着刘邦轻卫射出必杀一箭 扑扑扑 刘邦轻卫倒下一片 有的清卫身上出现二个 三个 甚至四个血洞 搜 孙上香射出十二支元气剑 像十二团火焰似的 扑向刘邦 夏侯英二人 砰砰砰 扑扑 刘邦是战宗五阶 夏侯英是战宗巅峰修为 军高出孙上香二个大净剑 没有留下二人 只在二人身上留下二个血洞 刘邦 夏侯英二人不敢停留 朝着城外逃走 一旦被秦军围困 再高修为也会累死 杀 吕灵启一声怒吼 带着卫队朝着刘邦轻卫扑上去 吕灵启卫队全是从被围军士兵挑选出来 最低修为十阶战将境 战力强悍无比 刘邦轻卫 修为也全是战将 不过 很多是出阶 中阶修为 这种修为 在叛军中 算是强悍之兵 不过呢 在秦军中 真不算什么 扑 一枪洞穿一名叛军 扑吃 刀锋响起 一颗叛军脑袋掉落下来 秦军在城中追杀叛军士兵 胆敢反抗者 杀无赦 叛军胆怯了 很多叛军为了活命 选择放下武器投降 叮咛 恭喜宿主 修为晋升到战林一阶 妈蛋 经验值总算够了 胡亥查看一下 此时穆贵英 孙尚湘 吕灵启 贾许等人身上光芒射出 修为瞬间暴涨 达到了战王巅峰境 他们的战斗力 一下子暴涨十倍以上 报告陛下 抓不到周伯 一名传令兵道 啥 周伯 那可是刘邦的嫡系将军 实力很强悍 不过 最牛逼的是周伯的次子 周亚夫知道不 鼎鼎大名的周亚夫 就是周伯的二儿子 周伯修为高 能力强 怎么会沦为俘虏呢 胡亥问道 陛下 那个周伯身上有重伤 根本动不了 我军杀进去时 周伯躺在病床上 传令兵道 呵呵 不会是前几天诺战时 被孙将军射成重伤吗 胡亥道 陛下 很可能是孙将军的杰作 传令兵道 找个郎中帮周伯 好好医治一下 然后让人关押着到咸阳城 让他与张良 萧河二人待在一起 胡亥道 遵命 传令兵道 嘿嘿 刘邦呀 大将周伯 又遭到俘虏 身边只剩下一个夏侯英 怎么与战斗 一个时辰 战事结束 歼灭叛军三千多人 俘虏叛军士兵 近六千人 其余逃出城外 五官城主府 报告 陛下 我们又逮到一条大鱼 传令兵道 呵呵 又抓不到什么人 胡亥道 陛下 那人叫利益机 传令兵道 什么 利益机 楚汉时期不可多得的纵横家 在另一个卫面 帮助刘邦 说服了好多将军投诚 是刘邦旗下最优秀的外交官 哈哈 爽呀 爽歪歪 胡亥也清楚 这些人不会轻易投降 不过呢 胡亥也从未想过要招聘这些人才 关押起来 送到咸阳城中与张良 萧和待在一起 他们应该有好多话可续 胡亥道 遵命 传令兵道 地零三八章 扁鹊 叮咽 恭喜宿主 完成任务 奖励国运值五万点 抽奖机会一次 请问宿主 是否抽取 抽吧 嗡 轮盘转动 停 恭喜宿主 抽到顶级名医卡一张 啥 名医 胡亥有点蒙圈 此时 名医对于解决帝国困境 没多少作用 系统什么意思 释放 刷 头顶出现一个黑洞 一道身影慢慢现出来 一名白发苍苍的老头 看上去像是得到仙人似的 二眼炯炯有神 能持穿事物本质 扁鹊见过主人 扁鹊 华夏五千年来 很牛逼的一组 查看一下属性 姓名 扁鹊 修为 战王巅峰 功法 皇帝内经 忠诚度 百分之一百 特点 绝世医学 能让人起死回生 特计生死一针 既可救人 也可杀人 扁鹊先生 请起 胡亥恭敬道 谢陛下 扁鹊道 扁鹊先生 您老出任皇宫太医院 首席专家 负责研究各种医学知识 造福人类 胡亥道 遵旨 扁鹊道 收复五官 对于秦帝国来说 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以五官为据点 进可攻 退可守 有敌人杀来时 五官 亲密爱口阻截 想要收复更多的旧地 可从五官出兵 拿下晚城 彻底打开中原的大门 承主府 胡亥让人办了酒宴 邀请旗下贾许 穆贵英 孙尚湘 吕灵起 扁鹊等人 朱卿 镇敬各位一杯 感谢之情全在酒中 胡亥道 大家也不客气 端起酒杯瞎了一口 帝国目前困难重重 有了诸位跟随 朕感觉有希望 能收复旧地 故土 胡亥补充道 陛下 秦军目前的困难 是士兵修为太低 想要提升上去 非常困难 穆贵英道 是啊 陛下 想要让士兵修为 尽快晋升 必须要丹药辅助 否则 靠修炼太难了 吕灵起道 胡亥摇头苦笑 炼丹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秦帝国有好多炼丹师 不过水平不怎么 只是忽悠人的 像什么徐福 不就是拿炼丹 来忽悠秦始皇吗 陛下 老夫会炼制丹药 那个什么脆体丹 元气丹 对于士兵修炼 应该有用 扁鹊道 什么 扁鹊能炼制丹药 出乎意料啊 爱卿 真的能炼制丹药 胡亥道 陛下 微臣此时修为受到封印 只能炼制低级丹药 等修为晋升 能炼更好的丹药 扁鹊道 好 非常好 爱卿 以后专门炼制丹药 给秦军士兵修炼用 让秦军短时间内 修为提升 胡亥道 遵旨 扁鹊道 扁鹊先生 脆体丹 元气丹 具体有什么效果 吕灵起道 吕将军 脆体丹是打磨肉身 激发肉体潜力 把体内杂质排挤出体外 是战士 战将 战帅三个境界最好的丹药 元气丹是补充体内元气 也是战帅境以下修炼用的 扁鹊道 胡亥微微一愣 心中在想 要是让征召的士兵 全部进入战帅境 那不无敌了 不要说战帅境 就算是战将境 也能横扫诸侯旗下叛军 扁鹊先生 士兵服用脆体丹 要修炼多长时间 能让修为达到战帅 战将境 胡亥道 陛下 这个要看个人的资质 正常情况下 一般人修炼需要三年到五年 能从战士境 晋升到战将境 扁鹊道 呀的 时间长了点 不过呢 只能慢慢来 丹药炼制出来后 先让诸卫将军旗下的卫队使用 新招收的秦军士兵 还是要结合战功来分发 胡亥道 扁鹊一人炼制 不可能在军中大面积普及 除非再有几人来一起炼制 陛下 武官必须要留下一名将军助手 再守好清明爱口官 武官的同时 可考虑顺势拿下完成 假许道 需要率及将军助手 问题是 胡亥旗下神将 只有木贵英才有这种才华 孙上香 吕灵起二人不适合 对了 高顺 高顺也能胜任 可是 高顺要训练士兵 还要防守咸阳城 一旦有突发事件 高顺能顶上 一旦高顺掉离 风险很大 不行 高顺暂时不能掉动 咸阳城需要高顺稳定 呀的 秦帝国像个筛子似的 四处漏水 汉中 蜀地需要一名大帅 带兵马去收复 咸阳城周边地区 也要尽快收复 时间一长 那些地方会独立 对秦帝国不利 贵英 你带着领起留守五官 再留下五百张连弩 四千名弩兵 加上你们二人卫队 兵力足够了 不过 朕希望贵英趁此机会 征召二万到三万士兵 好好训练 让其尽快成军 明年开春后 一旦有机会拿下晚城 不要错过 胡亥道 陛下 留下那么多兵马 你身边可没多余的兵力了 只剩下上乡旗下卫队 还有两千倍卫军 穆贵英担忧道 呵呵 贵英 帝国现在情况不妙 朕的安危算什么 一切以击退叛军 恢复故地为目的 现在 项羽那一路叛军声势浩大 朕只能暂时阻止 不让叛军杀进关中 等帝国发展一段时间 再与叛军决战 我们要做好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 胡亥道 陛下放心 末将一定完成任务 利用此冬季 好好训练卫队 新征招的士兵 让他们到深山老林中去击杀各种野兽 一方面可以改善士兵生活 另一方面可提高士兵作战能力 等明年开晴后 新征招的士兵肯定能成军 穆贵英道 这个未免 灵气充足 野兽等动物也十分强大 不仅体型巨大 力量更是吓死人 使用野兽肉能提升人的体质 舍不得留下穆贵英啊 不过呢 为了秦帝国罢业 只好忍着 陛下 要通知高顺将军 一定要注意 从河东杀来的叛军 不能给叛军有机会突防 假许道 胡亥马上放下酒杯 让人拿来一张地图铺开 是啊 一旦项羽大军受阻 绝对会考虑从河东出兵 毕竟 项羽手下可是有范增 那个超级boss谋士 其质谋也只有张良能对抗 当然 胡亥手下有贾许这名毒士 其谋略不比范增差 文和 是不是收到什么消息了 胡亥道 贾许手下有三千锦衣卫 这几天应该进入角色 陛下 暂时没收到消息 锦衣卫才刚刚放出去 没那么快时间 微臣这几天考虑再三 觉得要严防河东一带 贾许道 有个谋士是好 不用老是担心 好多问题谋士早考虑好了 只要权衡轻重而已 文和 你通知高顺将军 让他密切关注 派出兵马侦查一下 河东一带地区 胡亥道 遵命 贾许道 第039章 叛军进入洛阳 虎劳关 叛军不惧生死 一股脑涌进城中 半个时辰不到 涌进虎劳关内的叛军 达到十多万人 人几人 被贴背 人头猝动 拼命往虎劳关另一个方向 追杀秦军 蒙田看到 涌进关内的叛军差不多了 一声令下 嗖嗖嗖 数不胜数的火箭 扎在火油的地区 哄 沾满火油的枯草 一下子燃烧起来 片刻时间 虎劳关内成了一片火海 啊 惨叫声响起 撕心裂肺的叫喊声 响彻云霄 叛军此时拥挤不堪 没地方躲闪 而水火无情 不管叛军的叫喊 依然在焚烧 整个虎劳关城 成了一座火城 好多叛军拼命往城门口退走 问题是 叛军杀进城中的人太多了 一下子无法退出去 况且 城门旁边不知何时 秦军挖了条沟渠 里面全是火油 上面一层宝土 如何阻挡住火油燃烧 叛军退路彻底被截断 城外的项羽 范增几个诸侯 看到突变 一下子呆滞 傻了 嘴巴大张张 半天说不出话来 妈蛋 幸好听了范军师的话 否则 咱们储君也成了烈火焚烧的对象 应不道 范军师英明 范军师万岁 不少项羽旗下将军 士兵纷纷朝范增头去敬佩的神色 项羽心中也狠狠震撼 震撼心灵呀 太狠了 那个蒙田根本不给一军活路 想一把火焚烧于尽 啊 啊 我的兵啊 秦军这个杀千刀的 秦军一点仁慈之心没有 怎么能纵火焚成呢 那可是十多万人啊 就这样被活活烧死 太惨了 惨绝人寰 万恶的秦军 我们义军与秦军不死不休 好多诸侯哭天抹泪 撕心裂肺的大叫 一场大火焚烧了十多万叛军 加上半个多月 攻虎劳关挂掉的叛军士兵 足足超过三十多万人 此时 叛军还有近七十万士兵 比秦帝国依然有压倒性优势 项羽及一群叛军诸侯也无可奈何 只能眼睁睁看着 一点办法没有 蒙田呢 看到虎劳关上火光冲天 进入城中的叛军 绝大部分会死亡 活下来的是少数 撤 蒙田下令道 带着剩下六千多人 迅速往寒谷关撤退 一路上 遇到城池时 再也看不到百姓 官吏 基本都迁移走了 粮草搬运光 不知叛军杀进洛阳一带 有粮草不挤吗 七十万大军 一天需要粮草是海量的 十多天后 蒙田带着秦军退守寒谷关 入驻寒谷关 蒙田马上接管城池防御 下令士兵迅速修补防御措施 提高防御能力 再说叛军 烈火焚烧虎牢 整整三天时间 经过烈火焚烧 虎牢关算是彻底废了 原本的城墙石头在高温下变得十分松散 手轻轻一碰会化为粉末 大火阻止了叛军差不多七天 等叛军进入虎牢 深入洛阳时 秦军早跑的不见踪影 叛军杀到洛阳 什么 一座空城 怎么可能 粮仓里的粮食啥也没了 一下子让叛军紧张起来 没粮草 七十万叛军吃什么呀 派一军到周边县城去查看 去抢劫 必须要抢到大量粮草 否则 一军吃什么 项羽下令道 主公 洛阳周边地区也空了 什么人也不见 不要说粮食 连草都没有 龙且道 秦军这是采取兼臂青野 不留下一粒粮食 想饿死一军 我们只能从其他地方调运粮草 范增道 不仅是粮草缺乏 还有冬衣 已经进入冬季 士兵必须增添后棉衣 否则 冻死 冻伤 会是一个恐怖的数字 鹰步道 项羽头有点大 我们缺锦衣吗 项羽道 主公 我军后勤部门 还有一些棉衣 不过 只够咱们储君使用 无法解决其他诸侯需求 于子七道 呵呵 让各诸侯自己想办法 只要咱们不缺棉衣就好 项羽道 于而 各诸侯缺衣少粮 大军只好在洛阳停留一下 等各诸侯粮草掉来 再去攻打韩谷关 范增建议道 好 通知各诸侯 大军在洛阳城中休整几天 让他们赶紧抓紧时间 准备物资 项羽道 报告 一名传令兵道 进来 报告 武官被秦军拿下了 刘邦那一路大军灰飞烟灭 只带着数百人朝洛阳赶来 传令兵道 什么 怎么可能 刘邦旗下不是有三十万大军吗 居然被秦军杀得丢盔弃甲 废物 真是一群废物 那么多兵马 居然让秦军消灭 呆滞 傻愣 秦军有多少兵力 调查出来了吗 范增道 报告范军师 据调查 秦军是由胡亥亲自带领 一共有兵马一万五千余人 传令兵道 啥 一万五千人 消灭一军三十万人 这怎么可能 玩笑吧 小子 这个玩笑可不好 可能吗 范增呵斥道 范军师 小人说的是真的 刘邦的三十万大军 经过秦军零敲碎打 二十天时间不到 全部消耗光了 传令兵道 不可能啊 刘邦手下有房块 夏侯英 周伯等绝世战将 加上各诸侯旗下的将领 怎么可能抵挡不住秦军呢 龙且道 龙将军 据说秦军工兵很厉害 特别是一种改进型擒弩 威力生猛 一次性能射出十支粗壮的弩箭 就算是战踪镜 不留意的话 也会挂掉 传令兵道 说完后 传令兵让人送进来一支弩箭 交给诸位将军查看 一次性射出十支弩箭 怎么可能 那要多大的力气 士兵操作得了吗 范增质疑道 那个 军师 我们他妈打听到的消息就是这样 具体为什么 小人也不清楚 传令兵道 唉 秦军有这种神兵力气 一旦碰上的话 不好对付啊 继部摇头道 确实不好对付 一次性十支弩箭 让人防不胜防 真能射杀战踪尽 龙且道 羽儿 必须派人去秦军偷一架连弩回来 让人好好研究一番 看能否仿造 范增道 亚父 秦军本身杀伤力就很大 控制得非常严密 那种心连弩 体积肯定巨大 就算搞到 也无法带回来 能搞到图纸最好 只需要让工匠生产即可 项羽道 一定要想尽办法搞到手 这种秦军威胁太大了 我们储君必须掌握 范增道 大仗中的将军 纷纷点头 对了 大家考虑一下 怎样处置刘邦那个混混 三十万一军损失于尽 难道不应该追究责任 项羽道 等刘邦来 再召集各诸侯商议 现在刘邦无兵 对我们储君斗不成威胁 范增道 第零四零章 公道天下 再说刘邦 带着数百名残兵败将 逃出武关城 朝虎牢方向赶去 途中又碰上曹参等人 聚集在一起 看了下 只有近千人逃出升天 其余不是遭到秦军斩杀 就是被俘虏 气啊 刘邦眼眶红红的 好不容易忽悠 到近三十万兵马 十多天时间全败光了 心中 把秦军祖宗十八代 狂喷无数遍 眼看虎牢在眼前 主公 我觉得 不能去与项羽军会合 与储军会合 面临各诸侯的质问 曹参道 曹参也是刘邦的左膀右臂 虽然在能力上与张良 陈平不能相比 却也不会差 刘邦没说话 心中在思考 静伯 圣败仍兵家常事 有什么好质疑的 向各诸侯解释清楚就行了 刘邦道 说实话 刘邦心中依然想到储君那里 看一下有什么人才忽悠一下 好处捞一把 主公 原来我们虽然示弱 旗下有猛将凡快 周伯 夏侯英等在 各诸侯肯定不敢多说什么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主公旗下 只剩下夏侯英将军一人 兵马不过千 损兵折将数十万 一旦各诸侯质问时 如何回答 曹参道 还有一句 曹参没说出口 损兵折将数十万 与义军会合 很多诸侯会追究责任 刘邦与项羽 表面上看 二人是兄弟 其实 内心深处都有争霸的意思在里面 加上项羽身边有 范增那个顶级军师 怎么可能放弃对刘邦的打压 内斗 任何组织 团体内都存在 就算是一个单位 也存在内斗 这是无可避免的事 一代伟人才会说出 以天斗其乐无穷 以地斗其乐无穷 以人斗其乐无穷 人性的本质 好斗 天下兮兮 皆为利来 靖伯 那我们要怎么办呢 刘邦道 主公 三十万义军士兵灰飞烟灭 对整个义军来说 不是小事 各诸侯肯定要找替死鬼 让人来背锅 一旦与储君会合 主公肯定成为背锅的对象 到时候 就算义军不杀主公 也会剥夺主公的行动自由 等到秦国灭亡后 主公不会有人想起 什么疯子也不会有 若是再往坏处想 有可能面临生死危机 所以 建议主公 不能去与储君会合 直接回小配 招兵买马 坐等天下大事 只是这样一来 主公要面对各诸侯的联手打压 曹参道 事实如此 损兵折将 肯定要有人来承担 背锅 那可是三十万义军啊 不甘呀 起兵以来 起起落落 好不容易混到现在位置 现在突然没了 气啊 不过呢 雄徒霸业与生死比起来 傻子都知道选择 命的没了 还谈屁的霸业 那不是胡扯吗 静伯 我们回小配 在沿途招收一些新兵 让地方官吏多给我们一些补给 刘邦道 主公 那些官吏知道我们不去讨伐秦帝国 还会给我们提供粮草吗 夏侯英道 呵呵 现在咱们兵败还没传播开 地方那些官吏还不知情 就说我们是回来征兵 然后再去讨伐腐烂的秦帝国 再说了 咱们手上不是还有进一千名士兵吗 谁敢不给 咱们就灭了谁 刘邦道 情况确实如此 此时刘邦手下那一千名士兵 绝对是百战老兵 修为比普通士兵高好多 只有这样的士兵 才能杀出秦军包围圈 洛阳城 项羽中军大仗 一波嫡系将军正在喝酒 闲聊 砍大山 刘邦兵败 让项羽那颗悬而未决的心落下来 不再担心有人抢弓 心情爽 项羽趁机与嫡系放松一下 报告 传令兵在大战外道 进来 项羽道 报告将军 刘邦带领残兵败将近千人 到了距虎牢十里的地方 突然向东而去 传令兵道 什么 刘邦到底什么意思 一下子 大仗中将军谋臣迷惑不解 陈平也在坐 听到消息后微微思考 明白刘邦打什么主意 不过 没说出来 亚父 刘邦什么意思 为什么不来会合 项羽道 哎 范增长叹一声 刘邦不敢来 担心各诸侯会伸斥 剥夺他的权利 把他打入牢底 范增道 刘邦不仅损兵折将 还把旗下战将也损失于尽 来洛阳 只会受到各诸侯白眼 亚父 刘邦损兵折将 带着三十万亿军走入深渊 不追究责任的话 以后谁还会严明纪律 听联盟的话 项羽道 老夫猜测 刘邦返回小配途中 一定会继续敲诈勒索地方官吏 甚至是招兵买马 意图再起 范增道 对于刘邦 范增看得非常清楚 绝对不是一个干为人厚的枭雄 一旦有机会 会紧紧抓住 范军师 我们要怎样阻止呢 不能让刘邦在后方蛊惑人心 那样对义军不利 鹰部道 要不召集各诸侯 把刘邦的事公布 让各诸侯研究一个惩罚措施出来 项羽道 可以 让各诸侯一起研究个办法 范增道 一炷香时间 各诸侯代表 纷纷走进项羽中军大仗 诸公 刘邦丢失五官 旗下三十万亿军损失于尽 本来应该来与我们会合 但是 刘邦要到虎牢时 又逃走了 是联军的命令不顾 这态度不好 大家研究一下 怎样制裁 项羽道 诸位 很有可能 刘邦会在沿途招摇撞骗 四处敲诈钱财 粮草 不可不防 范增补充道 刘邦太无耻了 怎么会是这种人呢 一点信誉没有 就算失败 也应该来与大家商量下 看怎样应对秦军 一下子 各诸侯纷纷指责 说白了 各诸侯全是来捞好处的 谁会真心实意打秦帝国 看到秦国示弱 各地诸侯谁不想分一块蛋糕 连军 说简单点 就是抢蛋糕的诸侯 想从秦国灭亡后 捞一波好处 向将军 我们可以向天下公布刘邦罪行 让各地方官吏 不要上当受骗 彻底毒死刘邦 到处捞好处 四处敲诈勒索 一名诸侯代表道 不仅要公告天下 还要把刘邦怎样损兵折将 让一军损失三十万一军的事讲清楚 又一名代表道 对 我们联合刑个文 直接判决刘邦的罪行 让他不能再忽悠地方上的官吏 同意 同意 一下子 各诸侯纷纷举手赞成 这种事不伤害各诸侯利益 谁不举手 除非脑袋进水了 第041章 攻打寒谷官 寒谷官 项羽带着七十万叛军杀到城墙下 看着雄官 心生感叹 好一座县官 想要拿下寒谷官 要付出数万一军士兵生命 特别是 寒谷官由蒙田指挥 一军付出的生命会更多 全军休整一天 明天开始攻打城官 项羽道 遵命 寒谷官 经过蒙义一个多月的加股 防御能力有了很大提高 城墙上摆放着数百架擒弩 这是擒帝国一直引以为傲的神器 虽然与连弩相比 威力小了很多 不过呢 在这个年代 绝对是威力生猛的杀气 一旦战踪近遭到射杀 虽说不能挂掉 重伤还是没问题 秦帝国统一天下 秦弩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也是秦军中保密性最高的技术之一 叛军杀来了 一来就是七十万兵马 蒙田感觉压力山大 密密麻麻的叛军士兵 人头猝动 声势浩大 战役肆虐 胆小的人会吓得尿裤子 报告蒙将军 陛下让人送来情报 传令兵道 哦 蒙田接过来 迅速查看起来 带着一万多秦军士兵 歼灭了叛军近三十万 彻底收复武官 下一步会考虑收复晚成 震撼呀 震撼蒙田的心灵 什么时候皇帝会如此勇猛吗 疑惑不解 蒙田越接触越发现 弄不懂胡亥这个昏军了 这那里像个昏军 一个才华横溢的圣军好不好 曾经的胡亥 干过太多庆竹难书的事 令很多朝臣失望 蒙氏一族一直无条件知识复苏 对竞争对手胡亥肯定了解 收集了太多的资料 难道真的是赵高弄权 不是胡亥的错 蒙田 蒙一二兄弟之所以答应胡亥带兵马来抵抗叛军 是不想让叛军灭了秦国 到此时 二兄弟对胡亥的忠诚度也没超过百分之三十 在二兄弟心中 来同关阻击叛军 是为秦帝国尽忠 并非是为胡亥尽忠 真的是昏军吗 迷糊了 斩杀赵高 胡亥掌权后像变了个人似的 一改以往贪婪 好色 昏庸的情况变得越发明智 越发敢大胆启用人才 兄弟们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武官那一路叛军被陛下带兵马消灭了 整整近三十万叛军灰飞烟灭 武官又重新回到帝国手中 不日 陛下会来增援咱们 蒙田道 陛下万岁 秦帝国万岁 秦帝国威武 一下子 寒谷官上秦军士兵高声欢呼 声音响彻云霄 战役飙升 化成强劲的力量朝四周碾压而去 轰隆隆 寒谷官上声浪 战役浪潮 一波波往外碾压 太给力了 次日 叛军来攻城了 是攻击 派出五千名叛军 慢腾腾地朝着寒谷官城墙下压上来 八百米 六百米 五百米 当暴数员叫出五百米时 蒙田一声令下 擒弩射击 蒙田道 搜搜搜 数百只弩箭 朝着叛军杀笨而去 碰 叛军举起盾牌 挡在身前 咔嚓 盾牌瞬间破碎 弩箭没有停下来 依然朝着叛军胸口扑杀而去 扑 威力吓人呀 叛军士兵胸口上 出现一个拳头大小的血洞 弩箭扎进一名叛军身体 没有停下来 继续往后扑过去 扑 又一名叛军士兵遭到洞川 一下子 叛军成了人形葫芦 扑扑扑 上千名叛军士兵挂掉 进攻的叛军士兵傻眼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擒弩吗 太恐怖了 好多叛军士兵吓得不轻 转身朝后就逃走 搜搜搜 第二轮弩箭与射出 追着叛军的屁股 后背狠狠地扎上去 扑扑扑 又是数百名叛军倒霉 死在血泊中 太强悍了 叛军也是第一次看到 那么凶残的弩箭 赵高掌权时 担心秦军不好控制 不给秦军配备秦弩 加上秦弩不容易加工 一直死死捏在手中 尽管叛军消灭了好多秦兵 依然没见识到秦弩的威力 叛军中军 项羽 范增 龙浅 鹰部等人站在远处查看 将军 这个寒谷官不容易拿下啊 龙浅道 问题不大 一军兵力充分 是秦军的数十倍 可以让各诸侯联军用人海战术 消耗秦军中的弩箭 范增道 军师 那要死多少异军啊 秦弗道 呵呵 死的又不是储君 瞎担心什么 范增道 军师 老让各诸侯手下兵马当炮灰 会让他们滑遍的 我们储君 还是适当进典力 鹰部道 好了 下午继续让各诸侯进攻 不分昼夜的工程 让秦军没有休息的时间 项羽道 要活活累死秦军 不容易实行啊 函谷关上有两万六千多名秦军士兵 靠消耗是很难有效果的 下午 叛军一次性派出二万兵马攻城 虎牢 函谷 同关是三座险关 想要拿下来 太难了 每一座关爱 都要付出血的代价 函谷关上 站在城墙上的蒙田 看到叛军退走 嘴角微微一笑 函谷关虽然没虎牢险峻 可是秦军准备充足 有大量守城气血 叛军想要拿下 根本不可能 不付出惨重伤亡代价 别想拿下函谷关 二万多名叛军攻城 声势浩大 秦努射击 蒙田道 搜搜搜 叛军进攻人很多 不过 队伍却走得很稀疏 秦努发挥不出优势 命中率极大下降 战争是最好的学习地 叛军也不例外 一边战斗 一边在学习 怎样预防秦努 扑扑扑 数百名叛军倒下 并不影响叛军攻城的积极性 在执法队员的监视下 攻城的叛军没选择 只好低着脑袋往前冲 只有冲过擒弩射击区域 就不会再遭到凶残的擒弩射杀 叛军士兵太多了 弓兵射击 蒙田下令道 搜搜搜 叛军很勇猛 不惧生死往前冲 云梯 撞乘车 井盖等各种攻城器械五花八门 由叛军士兵抬着冲到城墙下 滚石 雷木准备 看好叛军狠狠地砸 蒙田道 早准备就绪的秦兵 纷纷抬起石块 雷木往城墙下叛军士兵头顶上砸 一些爬上云梯的叛军 遭到石块轰砸 吓得掉落在地上 啊 惨叫声响起 撕心裂肺的叫喊声 令人心惊胆战 轰隆隆 一辆撞乘车化为碎线 城门口 秦军摆放了二个大墨盘 随时准备砸叛军撞成车 道金枝 蒙田一声令下 哗啦啦 一桶桶烧开的金枝 从城墙上倒下来 临得叛军士兵一头一脸 啊 又是撕心裂肺的叫嚷 城墙下 好多叛军士兵品尝到了金枝 臭不可闻 太臭了 第零四二章 寒谷关血战 尽管如此 叛军依然奋不顾身 往云梯上攀爬上来 战斗 把叛军赶下城墙 蒙田道 城墙上严阵以待的秦军士兵 纷纷用手中长矛 重剑 战刀砍向一名叛军士兵 扑 洞穿叛军咽喉 吭枪 金鼠声响起 叛军上来一名战灵境将军 一连杀了好几名秦军士兵 蒙田迅速扑上去 重剑一挥 碰 对方宝剑碎掉 刷 又一剑刺出去 朝着对方胸口扑上去 太快了 生死危急的时候 叛军强行扭动身体 蒙田挥出的重剑擦着身体而过 横了 蒙田变招极快 完全出乎对方意料 叛军来了一个懒驴打滚 躲过必杀的一剑 刷 蒙田不给对方机会 连绵不断的攻击跟上 杀的对方连连翻滚 破 十多个回合 叛军将军终于挂掉 刚刚抽出重剑 蒙田感觉身后有偷袭 一个转身 避开叛军的砍杀 迈前一步 贴近于叛军的身体 手中重剑 劈头盖脸的砸下来 破 闪电般一剑 贯穿叛军额头 留下一个血洞 杀到城墙下的叛军工兵 纷纷朝着城墙上射击 稍不留意 会让秦军丧命 城墙上 秦军士兵已多打扫 形成局部上的优势 不停斩杀爬上城墙的叛军 蒙田四处游走 那里情况危急扑向哪里 叛军一鸣鸣爬上城墙上的士兵死亡 秦军也有士兵阵亡 激战继续 城墙上成了一个绞肉机 不论来多少叛军士兵 都会一一被绞杀干净 血战 死战 十多架秦母遭到叛军破坏 已成一团木械 天暗了 叛军的攻击暂时停下来 一天的进攻 叛军付出了一万多名士兵 秦军呢 也有近五百人伤亡 正常攻城池 守方与攻方的伤亡比 大约在一比五左右 要是显官的话 双方伤亡比会高达一点十分 二十的比例 加上秦军战斗力 比叛军强悍好多 利用显官打出一点二十分伤亡比例 很正常 叛军士兵是什么 好多是刚放下锄头的百姓 秦军是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 二者不是一个层次 叛军损失很大 不过 叛军兵力充足 秦军只有三十分之一 靠消耗秦军肯定支撑不住 叛军就是看到秦军兵力上的弱势 以毫不讲理的姿态 对秦军寒谷关攻击 蒙田也不担心 只要在寒谷关上消耗一些叛军 会让同关更容易防守 秦军的目的就是阻截 阻止叛军进入关中 晚饭后 叛军依然对寒谷关展开攻击 不给秦军休息 调整的时间 想用人海战术 把秦军拖垮 累倒 为此 蒙田把两万六千多名秦军士兵 分成三组 一组四个时辰 全天候抵抗 晚上攻城 对于守城一方来讲 相对困难 夜色令守城方 看不清楚远方的情况 情怒发挥不了太大的威力 蒙将军 叛军杀来了 一名传令兵道 刚回城主府吃完饭 就接到叛军攻城的消息 蒙田马上向城墙赶过去 城墙上激战已经开始 好凶猛啊 叛军杀上城墙来了 难道叛军吃了兴奋剂 蒙田疑惑不解 按道理叛军 没必要攻得那么猛 因为刘邦那路叛军 已经灰飞烟灭 不存在什么人 在跟向宇峥抢头攻了 不对 其中肯定有问题 否则 叛军不会下如此大的决心 不顾一切的进攻 什么原因呢 蒙田想不明白 事实上 叛军也出现问题 粮草方面攻不应求 只有十多天的粮草 洛阳城中秦帝国筑备粮 被转移后 叛军进入洛阳 没什么缴获 想要保障 七十万大军用粮 需要从其他地方运来 距离太远 一下子运送不过来 正是如此 叛军才不顾一切 强攻函谷关 希望几天内拿下 最好能在关上 缴获点粮草 这些事 蒙田不清楚 刷 蒙田一步迈上去 中箭一挥 把一名叛军斩于马下 秦弩开火 蒙田道 将军 天太暗 看不清楚 开火的话 不知结果 一名弩兵道 别废话 赶快让秦弩开火 就算看不清楚 也要射击 阻止叛军继续杀来 减轻城墙上压力 蒙田道 遵命 搜搜搜 城墙上数十架擒弩 纷纷扣动扳机 弩剑撕裂空气 发出尖叫声 一下子响彻云霄 打破了寂静的夜色 扑扑扑 啊 啊 数百米外的黑暗中 一下子传出 叛军撕心裂肺的惨叫 惨叫声令奴兵兴奋啊 说明弩剑立功了 工兵对城墙下 叛军继续射击 压制叛军弓箭手 不要让对方轻易射击 蒙田道 遵命 一名工兵道 搜搜搜 无数的剑语覆盖下 城墙下倒下一片叛军士兵 在蒙田指挥下 城墙上原本有点混乱的局面 马上得到抑制 慢慢走向有条不紊 擎弩开火 工兵射击 一下子阻截了叛军 源源不断地杀上来 极大缓解了城墙上压力 将军 小心 一名秦军叫喊道 刷 另一名秦军飞身扑上来 帮蒙田挡下了叛军的偷袭 扑 叛军一剑贯穿秦军的身体 蒙田怒了 怒火中烧 提着剑往偷袭的叛军杀上去 凶残的一剑带着蒙田的怒火 剑光滑出一道闪烁的光亮 撕开叛军的身体 咔嚓 叛军士兵身体化为二段 蒙田走上前 一把抱住那名挡箭的秦冰 有什么心愿 本将军为你了结 蒙田道 将军 有可能的话 帮我照顾一下家中父母 秦冰道 放心 你的父母就是本将军的父母 我一定会照顾好的 蒙田道 谢谢 秦冰缓缓闭上眼睛 彻底挂掉 蒙田没有流泪 让人把秦冰抬下城墙 把一枪怒火拳 撒在叛军士兵身体上 此时的蒙田心中 只有一个想法 杀人 杀死叛军士兵 释放心中郁闷 看到城墙下 叛军人头猝动 火油准备 往叛军头上倒 蒙田下令道 哗啦啦 一桶桶火油 往城墙下倒 把叛军士兵 临城落汤姬 火箭射击 蒙田道 搜搜搜 哄 哄 火箭射到 沾满火油的叛军身上 一下子燃烧起来 一个个叛军 成了火人 救命啊 我不想死 身上着火的叛军士兵 四处乱窜 一下子 城墙下 成了一片火海 啊 惨叫声响彻云霄 惨 真的非常惨 第零四三章 人才困境 五官 成竹府 胡亥让士兵休整二天 次日一大早 收到上官网书信 纠结啊 咸阳城被高顺彻底掌控 一些家庭遭到清算 暗中与叛军联络的家族灭亡 数千颗人头落下 狠狠震慑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不过呢 问题出来了 好多大家族召回旗下弟子 不再出任官吏 令秦帝国地方 中央人才短缺 要解决人才问题 不是一天二天 十年数目 百年数人 人才需要培养 需要帝国拿出钱来搞教育 免费让平民百姓子弟上学 问题是 一旦帝国在各州 郡 县开设学校 会触动那些大家族的利益 百姓中子弟上学 会争夺大家族原来的职位 那是所有大家族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蛋糕就那么大 多了韩式子弟来争夺 大家族会同意财官 各大家族之所以能掌控地方 因为他们掌握了各地方官吏的任免权 数千年来 各种书籍全掌控在各大家族手中 寒门子弟想要读书 首先要有书籍 还要做好与大家族撕破脸的思想准备 阻力大 陛下 什么事 穆贵英道 胡亥把穆贵英搂进怀中 微微一笑 没事 帝国出现了点小问题 胡亥道 陛下 什么事 不会是同官出问题吧 穆贵英道 不是同官出问题 是朝中缺乏官吏 让上官网施展不了才华 一些地方尚缺官吏 胡亥道 上官网再厉害 再牛逼 手下没可使用的人才 也是一事无成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陛下 这些事不如叫贾许来商量一下 他脑袋好用 什么点子都能想出来 穆贵英建议道 胡亥点点头 来人 去请贾先生 还有几名美女将军 大家来开个会研究一下 胡亥道 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 三人行 必有我师 这些个先贤之言 肯定不会忽悠人 不大一会儿 吕领起 孙上香二名美女将军来了 大姐 怎么这二天 看你皮肤好光滑 是擦了什么化妆品 吃了什么东西 吕领起 疑惑不解道 这段时间 穆贵英受到滋润 皮肤确实比以往好了很多 可能是阴阳调和吧 刷 穆贵英 翘脸晕红 修得无地自容 二个小妮子可不知道 穆贵英与胡亥之间发生的事 穆贵英像是踩到狗尾巴似的 狠狠瞪了吕领起一眼 吕领起一脸蒙圈 什么意思 本小姐说错话了吗 三妹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大姐这段时间 像变了个人似的 皮肤带有光泽 白皙如雪 那个地方 好像又大了一圈 吕领起道 大姐 二姐说的没错 什么办法让你焕然一新 有什么诀窍吗 孙上香道 希希 真想知道 穆贵英道 胡亥看着三名极品美女 将军嬉闹 一下子失神了 三人都是超过九十分的美女 加上常年锻炼 那身材极其火爆 标准双S曲线 回过神来 胡亥摇摇头 一脸苦笑 呀的 杀伤力太强了 幸好 贾许此时进来了 令胡亥摆脱尴尬局面 温和 坐下 大家一起喝茶 聊天 胡亥道 谢陛下 贾许道 温和 有个是 目前朝中 地方上缺乏好多官吏 一些别有用心的大家族 将其任职的子弟召回去 给帝国带来极大的困境 我们有什么好的办法 解决缺乏官吏的问题 胡亥公开讲明问题 陛下 帝国藏书阁中 应该有很多书籍 一些孤本 绝本不会少吧 贾许道 胡亥点点头 秦始皇统一天下 把诸国的各种书籍一股脑搜索一空 除了各国的历史焚烧外 其余保存完好 很多诸子百家的书籍 秦帝国藏书阁中均有 有 有很多 不过 全是竹卷 很多书籍差不多快要腐烂了 写在丝绸上 差不多没了 胡亥道 陛下 可以让人抄写出来 作为教学时使用 让个学说家大佬来传授 帝国培养出人才 不要看大家族的脸色形式 只要坚持上百年 帝国不再受人才困惑 贾许道 文和 你说这些是帝国长远打算 可是目前的困境依然没法解决 胡亥道 陛下 要解决这个问题 微臣有上下二册 一册 是在全天下征召读书人 有才华的一一录用 二册是陛下 可让人抄写一些绝本书籍出来 送给一些大家族 贾许道 这个年代 寒门弟子缺乏书籍 读书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不是想读就能读的 因为市面上根本没书籍出售 全部掌握在大家族手中 全天下招聘 其实就是科考制 择优选用优秀人才 是这个时代最好的办法 送大家族书籍 让大家族派出一些弟子出来任职 作为回报 大家族收到礼物 肯定会派出弟子出来任职 不过 只是暂时解决问题 不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 帝国缺官吏的问题 对 查看一下 系统中是否有造纸技术 嘿嘿 真的有呀 二万点国运值 贵呀 不过呢 再贵也得花 为了秦帝国的崛起 复兴 胡亥别无选择 活字印刷术不需要啊 这个貌似胡亥知道怎么弄 不就是雕刻几个字 用个模子套上吗 文和 正觉得二册都很好 可以一起实施 解决帝国暂时人才短缺问题 胡亥道 不过呢 需要改变一下 一侧采取科举制 通过考试来选择各级官吏 考试的内容由朝廷编写范围 别的不说 数算是绝对要懂的 否则如何当官吏 选拔出来的官吏 一律从基层官吏做起 每年有考核 按政绩不断提拔 只有这样 帝国才会走上正轨 走上复兴 崛起之路 二侧不是抄书 是印书 正有意法 可以生产出一种教纸的东西 方便书写 只生产出来 再用活字印刷技术 把各种点籍一一印刷出来 书籍印刷出来后 高价向市场出售 适当送一些给那些个大家族 解决眼前困难 胡亥道 呀的 一旦只生产出来 印刷成书籍 再向外出售 基本的书籍定价低廉 一些书籍价格定高点 方便从各大家族手中捞钱 书籍是什么 是传承 各大家族 只要有好的书籍 绝对舍得花钱购买 等把各大家族 手中钱赚得差不多了 再降价销售 让普通百姓也购买得起 劫富济贫 刷 一闸资料出现在胡亥手中 是造纸技术 文和 造纸就由你负责 让锦衣卫保护好 千万别让技术泄露出去 咱们还要靠这技术 赚有钱人家手里的银子 胡亥道 遵命 贾许道 接过来查看 随即贾许惊讶万分 真要是弄出什么纸出来 绝对是跨时代的科技 震撼 震撼心灵啊 这杂纸有千斤重 贾许感激涕零 对胡亥更是敬佩 内心发誓 一定要看守好造纸术 不能让其泄露出去 其实 胡亥只希望暂时保密 几年后可以将造纸术颁布出去 造福帝国子民 第零斯四章 内忧外患 穆贵英眼睛一亮 陛下 若是只能生产出来 可以考虑筹建学校 让天下百姓的子弟入学 县 郡 周三个等级 依次释放出一些低等级功法 发现有资质优越者 招到帝国学校培养 不仅能培养文臣 武将 还能培养各种专业人才 穆贵英道 胡亥惊讶万分 没想到穆贵英会有这种想法 确实是可行的 这样一来 秦帝国会蒸蒸日上 彻底走向崛起 复兴的道路 不仅收复旧地 故土 还能向外扩展势力 让秦帝国疆域更广阔 这是称霸的节奏啊 陛下 穆将军所言即是 各级学校筹建 会涌现出大量人才 一旦培养出来 帝国不用再为人才担忧 到时候 把兵家 纵横家 儒家 法家 末家 道家等方面的大佬集中起来 传授各自的学说 达到百花齐放 百花睁验的效果 还有就是帝国辖区内 好多武学门派并不受帝国节制 那些人一旦动乱 会给帝国带来极大的伤害 必须要加以制止 假许道 胡亥点点头 这一方案实施 秦帝国与那些大家族的矛盾 会显露出来 甚至是撕破脸皮 搞不好引起动乱 哎 头大啊 这个未免灵气十足 好多人选择修炼武功 不过 貌似秦帝国辖区内 功法缺乏 好多人修炼帝功法 世凡阶 黄阶 灵阶功法 战绩 只有大的门派才有 且不完整 好在 各大门派有协议 不让门下弟子 到帝国内肆意妄为 作为皇帝 胡亥不得不考虑 万一那些门派出手吗 又或者门派勾结叛军呢 头大 修姐 文和 贵英 你们二人说的没错 正是应该好好考虑下 不过 目前还是先把纸弄出来 再考虑其他 目前秦帝国困难重重 必须击溃叛军 更重要的是 秦帝国周边 面临草原上各匈奴部落的入侵 我们要做好准备反击 匈奴打子 可不是好伯伯 一旦进入中原 会给中原百姓造成极大伤害 胡亥摇头道 内忧外患 陛下 末将建议 等学校筹建好后 让新招收的士兵 进入学校学习三个月 穆桂英道 哦 经过三个月的学习 一般士兵体力会得到增加 是一个不错的想法 这个建议可行 胡亥道 陛下 允孩也应该让其进学校上学 修炼 不能只招收南海 孙上相道 呵呵 上相 放心 朕一直认为 妇女能顶半边天 怎么会有歧视性政策 胡亥道 陛下 说起匈奴来 锦衣卫上报了一份情况 北方匈奴蠢蠢欲动 再朝中原地区聚集 北方五十万边军 被赵高筹调到中原平叛 被项羽等联军消灭 此时北方防线空虚 是匈奴入侵的最佳时机 还有 帝国西边聚集的枪族也不安稳 可能会背叛帝国 趁机从帝国身上撕一块肉下来 假许道 胡亥呆滞 傻愣 一想不到啊 西 北方草原上的种族也想趁火打劫 一下子令胡亥脸色巨变 别人不清楚匈奴人的凶残 作为一名后世人 怎么会不明白 那绝对是狼 不是高扬 这个时代 匈奴极其强悍 汉朝初 刘邦率兵马征伐匈奴 被匈奴围困在山上 要不是陈平出侧 刘邦早挂掉了 再加上一个枪族 数十个诸侯造反 秦帝国真承受不起啊 对了 那个秦帝国的上将军赵佗 也是观望态度 一旦帝国灭亡 赵佗马上独立成王 赵佗手下有五十万边军 不论是赵高 原来的胡亥都无法调动 已经露出独立的姿态 事实上 另一个卫面上 赵佗确实率秦兵打下了内核地区 差不多是后世南越的一半领土 秦国内乱 赵高派人去找赵佗 让其率兵马回中原平叛 然而 赵佗居兵自傲 秦国灭亡 赵佗在南越独立称帝 赵佗既没独立 也没出兵救秦国 独立之心已昭然若揭 除非秦始皇再生 才可能让赵佗乖乖称臣 对了 赵佗就是后世那个 猴子南越国的老祖宗 是赵佗立国 一直延续下来 不过呢 汉 隋 唐 明都出兵打过南越 北部一带确实被拿下来了 南部苟延残喘 总体来讲 南越为什么具有中原血脉 主要还是赵佗旗下五十万兵马 那些士兵在当地结婚生子 一代代延续下去 唉 胡亥常常叹口气 秦帝国像只筛子似的 四处漏雨 要不是带着系统 胡亥也要挂掉 不可能崛起 复兴 知道历史走向又如何 身边没人才 没兵力 谁会理你啊 文和 让锦衣卫密切监视匈奴人的动态 一有情况立刻报告 还有那个枪族也要留意 胡亥道 遵旨 贾许道 对了 文和 项羽那一路 叛军到什么地方了 蒙田将军抵挡得住吗 胡亥道 陛下 刚刚收到情报 蒙田将军焚烧了虎牢关 半个月时间 歼灭叛军近三十万兵马 最重要的是 蒙田将军让洛阳等周边地区的百姓 迁移进关中 把洛阳城中的筑备粮食 全部搬空 一粒粮食也没留下 项羽率叛军杀进洛阳 什么缴获也没捞到 整支叛军七十万兵马 严重缺乏粮草 得从其他地方钓运 不过 蒙田将军率六千兵马 已经退到函谷关 此时正在抵挡叛军的攻城 贾许道 胡亥点点头 蒙田干得不错 不愧为是帝国名将 如果擎军兵力足够的话 凭蒙田 确实能挡下叛军攻击 现在蒙田手下兵马不多 想要彻底挡下叛军的攻势 很困难 叛军原本有近百万之重 一个虎牢官丧失了三十万 再加上寒谷 彭关二个险爱 叛军到时候会血流成河 真正能杀进关中的兵马 不会很多 到那时 才是我们秦军与叛军总决战的时候 胡亥道 陛下 要提防叛军奋兵 那个范增很厉害 一旦叛军进展缓慢 会考虑从河东出兵 贾许道 迂回作战 叛军从河东出兵 秦帝国很头大 秦军兵力太少了 文和 敌人杰带着三千弩兵返回咸阳城 还有一千张连弩 足够守卫咸阳城 让高顺动一下 带着他的卫队 及新征招的二万兵马 去河东阻截叛军 胡亥道 战火不能再祸害关中一代百姓 这可是老秦的大本营 一旦让战火肆虐 会伤到根本 遵命 贾许道 第零四五章 放弃寒谷关 系统 貌似我修为晋升战林一阶 可以花费国运值 有一次抽奖机会 宿主 你说的没错 晋升战林一阶 系统可奖励一次抽奖 不过 要花费二万点国运值 怎么会那么贵 不会是抢人吧 宿主 系统晋升 抽奖花费的国运值 也会随之增加 上次抽奖 不也经历过吗 哦 貌似上次也花费了二万点国运值 抽吧 刷 一下子 胡亥属性上 国运值一项 瞬间少了二万点 轮盘转动起来 停 叮咛 恭喜宿主 抽到一流神将卡一张 释放 黑洞出现 一道人影慢慢凝固 下一刻出现在胡亥身边 好年轻哦 二十岁左右 一点八米身高 尹凯尹甲 英俊威武 脸上棱角分明 双眼炯炯有神 张宪见过主公 张宪抱拳道 张宪 那不是岳飞旗下第一战将吗 貌似被围军 就是由张宪 岳云二人带领 据说张宪武功高强 比一代战神岳飞 还要略胜一点 当然 在带兵作战方面 张宪无法跟岳飞比 毕竟 岳飞是华夏古代四大名将之一 据说写有五目遗书 不过 貌似后世并未见到 只是在金大大笔下有叙说 四大名将中 只有岳飞是带兵作战 武艺双决 其余三人 沙神白起 兵仙韩信 军神李靖 在武艺方面稍弱岳飞 岳飞武艺绝对进入超一流战将 加上岳飞在排兵部阵方面 绝对是吊炸天 能在勇武上胜过岳飞 可以说张宪绝对是超级高手 死的有点冤枉 被皇帝 秦桧陷害致死 好多人觉得岳飞 张宪 岳云三人 是被秦桧陷害死的 可能吗 岳飞在军方算是大佬级人物 按现代的说法 岳飞是军委复兴号兴号 大军区司令员 这样一位身份显赫的战将 手中还掌握着国家一半以上军队 凭一个秦桧搬不透 主要原因是皇帝要让岳飞死 命令秦桧编造罪证 当然 明面上岳飞是被秦桧陷害死的 可是呢 没皇帝的旨意 谁敢下手啊 皇帝为什么要岳飞死 这不明摆着吗 金国俘虏二位皇帝 一旦岳飞就出二位先皇 到时候现任皇帝怎么办呢 一朝天子一朝臣 岳飞触动了太多人的利益 才倒置皇帝 群臣一起联手对付岳飞 加上岳飞是个死忠 不会迂回 死得真冤枉 皇帝 朝廷为了掌控岳家军 担心岳家军起兵为岳飞报仇血恨 只好杀了岳飞左膀右臂 受到岳飞看中的张献 岳云成了皇帝 秦桧等人下手的对象 所以说 死得有点冤枉 张将军 你是朕的房块啊 胡亥兴奋到 陛下错爱了 张献到 查看下属姓 姓名 张献 修为 巅峰战王境 攻法 神魔点 忠诚度 百分之一百 卫队 零一零零零人 特点 武艺高强 是超一流战将 死战时能激发百分之十攻击力 被围军最佳人选 牛逼啊 张献的勇武 应该与项羽旗下五虎将之守龙 且不相上下吧 不过呢 缺点是 张献只能是将才 不可能是帅才 要发挥张献的作用 必须为其配备一名谋士 张献 镇手中还有两千名卑微军士兵 一千名作为卫队 余下一千名 由你带领 胡亥道 遵命 张献道 次日 告别穆桂英 吕灵起 胡亥带着张献 孙上香 贾许 扁鹊四人离开武关 朝同关而去 从武关到同关 需要十多天时间 一路上 胡亥 贾许 孙上香 高献等人没有停留 快马加鞭 朝着同关赶去 函谷官 叛军七十万大军 像吃了兴奋计时的 不惜损兵折将 每天派出数万兵马攻城 伤亡过半 马上换另一支叛军攻城 一下子令韩谷官压力山大 七天时间 蒙田坚持了一周 让叛军损兵折将 近十五万人 韩谷官上 蒙田将军旗下 两万六千多名士兵 也损失了六千多人 不过呢 城关上秦军士兵 差不多到了极限 士兵疲惫不堪 不分昼夜抵挡叛军攻城 太难了 秦军真的太难了 问题是 这七天来 项羽嫡系部队并未出动 损失的 全是个诸侯的杂牌军 韩谷官上秦军士兵 在拼命 血战 利用险官消耗叛军兵力 秦母发威 射杀一名名叛军士兵 遗憾的是 紧张激烈的战斗 让韩谷官上物资 出现紧缺 特别是火油 雷幕 石头差不多用光了 弩箭消耗更大 所剩下不多 最多能坚持二天 火油 往城墙下倒 蒙田一声令下 哗啦啦 一桶桶火油 倾倒下去 随着火箭跟进 城墙下 又成了一片火海 啊 啊 惨叫声响起 叫得撕心裂肺 令人听了寒衬 城墙上秦军士兵 已经习惯了 这类叫喊声 不会再惧怕 反而会出现兴奋 秦军士兵 趁机鞋靠在城墙上休息 火头军 迅速送来吃的 让士兵补充体力 以应付接下来的死战 疲倦 疲惫不堪 这是秦军士兵现状 好多秦军士兵身上 带有轻伤 二个时辰 城墙下大火熄灭了 叛军看到大火熄了 又派出五万士兵攻城 叛军士兵 英勇地抬着云梯 井盖 撞乘车等重型工程器械 朝着城墙下冲刺 擒弩 射击 蒙田道 嗖嗖嗖 速度极快 弩箭撕裂空气 发出响彻云霄的声响 一排排叛军士兵倒下 不过呢 叛军组织的都查队 一旦发现 有后退的士兵 会毫不犹豫斩杀 很残酷无情 很血腥 士兵没选择 后退是死 往前杀 还有一丝希望 结果呢 叛军队形太稠密 让秦努威力得到极大释放 一串串人形葫芦出现 秦军努力抵抗 可是 士兵太疲劳了 不像叛军有声力量 不断地替换 秦军只有那么点兵力 从开始时的一天三轮换 到现在二轮换 命令 让休息的士兵 马上来城墙上 我们最后再阻击叛军 消灭其有声力量 蒙田道 遵命 一名传令兵道 又是二天时间过去了 秦军士兵太累了 蒙田看到城墙上秦军士兵 一个个倒下 太疲倦 让伤亡大量增加 唉 为了确保士兵生命 看来只好放弃寒谷关了 弩兵 马上把剩下的十多张擒弩拉走 朝同关撤退 还有粮草 能带走的尽量带 带不走的 全部焚烧 不留下一粒粮食 给叛军 蒙田道 遵命 弩兵道 命令 去一部分士兵 把剩下的火油 全部洒在城中 准备纵火焚成 蒙田道 遵命 传令兵道 一条条命令下达 秦军士兵又兴奋起来 半个时辰 秦军士兵相互掩护 一步步往同关方向撤退 叛军士兵攻占了城墙 却不敢轻易追杀秦军士兵 虎劳关一把大火 烧死十多万叛军 彻底把叛军吓住 不过呢 蒙田将军依然下令焚成 焚成能阻挡叛军几天时间 让秦军士兵安全撤退进同关 第零四六章 忽悠陈平 寒谷关前 叛军中军大仗中 损失了近二十万兵马 终于拿下寒谷关 虽然说是秦军焚成器官 也算叛军拿下 为此 项羽在大仗中心酒席 邀请各诸侯代表喝酒庆贺 观赏歌舞表演 陈平也参与 喝得有点多 一副醉生梦死 没办法 在项羽旗下 陈平真不受重用 有范增那个boss在场 陈平没发挥的地方 一身才华无处施展 那种心情令陈平郁闷至极 回到自己帐中 突然看到一名黑衣人 坐在暗机旁边 一下子把陈平吓醒了 以为是刺客呢 陈大人 不用担心 本人只是来与你交谈一会 没什么险恶用心 不会伤害你 黑衣人道 平静下来的陈平 眼神金光闪闪 像是洞穿人心似的 陈平本来就是名非常优秀 牛逼的谋士 待在项羽旗下 一直没施展的舞台 很不得知 要是待在其他诸侯手下 绝对会受到重用 可是呢 其他诸侯不能成事 只有项羽是大 有可能成事 这段时间以来 陈平也发现 项羽有其事 却不会用人 更不会重用人才 项羽碰上武将 心中会很高兴 像陈平这种耍嘴皮子的谋士 真不感兴趣 匹夫之勇 看到黑衣人 陈平心中明白了 肯定是来挖项羽墙角 陈平一贯以猜测人心自傲 投奔刘邦后 狠得重用 能施展一身才华 成为刘邦旗下 最重要的谋士之一 汉出三截之一 那一个不是智谋高深莫测 陈平又以猜测人心闻名于世 陈平与三国时期 贾许是一类人 不献则罢 一旦出策 令人防不胜防 计谋成功 会让人死无葬身之地 贾许号称都市 只有自身安全受到威胁时 才会主动献策 否则 一般是老好人 你是谁 陈平道 我叫陈墨 是陛下身边的传令官 奉陛下旨意 来见一下陈大人 陛下说 陈大人是这个时代最优秀 最牛逼的三大谋士之一 然而 却不能得到项羽重视 重用 一身鬼谋之才 无处施展 陛下很看重陈大人的才华 这下懂了吧 陈墨道 什么 昏君的人 一下子 陈平脑海中一片空白 呆滞 傻了 好半天说不出话来 陈先生 博士说笑吧 我们义军正在与秦军交战 一心一意想要灭秦 不怕把你送到项羽中军大仗中 到那时会面临死亡 你真不怕死吗 陈平道 呵呵 陈墨笑了起来 陈大人 陛下说你智谋深不可测 难道看不清楚天下大事 刘邦那一路叛军 已经被陛下带秦兵消灭了 只剩下项羽这一路叛军 攻虎劳关时 叛军有兵力近百万人 现在呢 只剩下五十多万兵马 还要面临同关的阻挡 叛军准备用多少人来填 等叛军进入关中地区 与秦军激战时 叛军能剩下多少兵马 能抵挡住秦兵的怒火 难道陈大人看不清楚形势 陈墨道 陈大人 陛下说了 这几年 赵高把是朝政 肆意杀害官吏 各种名目的税收 是赵高一手所为 与陛下没什么关系 像什么阿旁宫修建 四处选美人等诸多问题 全是赵高弄出来的 不是陛下想要的 陛下斩杀赵高后 马上公布了几份政策 难道陈先生不清楚 陛下说 天下大统是趋势 任何人也阻挡不了 叛军呢 各诸侯皆想分割中原领土 让其回到战国时代 都不安什么好心 只有天下大统 国家才会富强 百姓才会有好日子 什么焚书坑儒 陈大人也相信 纯粹是别有用心的人 说出来忽悠人的 沉默道 陈平沉默了 作为一名顶级谋士 心里明白 也能看清楚局势 叛军表面看起来是很大 可是 弊端也不少 各诸侯只想在地方上 称王称霸 根本不会考虑 天下百姓之苦 陈平犹豫不决 一下子 拿不定主意 陈大人 你是读书人 也了解星象 阴阳学 难道没发现星象出现变化吗 陛下那颗地心 虽然表面有好多黑光圈 却蓬勃生机 光芒万丈 大有冲破黑暗的架势 边上那颗出现的地心 最近星光暗淡 随时有可能坠落 陈墨补充道 事实上 陈平这段时间也发现问题 观察过好多次星象 只是没弄清楚原因 陈平在考虑 在三思 陈先生 这个是一下子 我无法给出明确的答复 得好好想想再做决定 陈平道 妈蛋 要是陈平马上答应 谁敢用啊 陈大人 不论你做出什么决定 我们都不会为难你 再说了 你在项羽军中 不会得到重用 对秦帝国威胁不大 陈大人只有在陛下旗下 才能充分发挥才华 才拥有施展才华的舞台 陈墨道 多谢陈先生理解 陈平道 对了 陈大人 有一件事 想麻烦大人一下 陈墨道 请说 如果能帮忙 一定帮 陈平道 先与秦军结交一下也好 起码有条后路可走不是吗 陈大人 想麻烦你把韩信邀请到这里来 我们想与他好好聊一会 陈墨道 陈平一下子掩露金光 别人不清楚韩信的能力 陈平可是非常明白 绝对是带兵作战的一把好手 这也好到什么程度 陈平说不清楚 可是呢 绝对会令人震惊 韩信也跟陈平一样 得不到项羽重用 重视 依然还是个首大仗的小兵担子 秦皇是要挖一军的墙角啊 帮还是不帮 陈平心中纠结啊 二人处境相同 也交谈过好多次 彼此之间都欣赏对方 当然 陈墨还有一层意思在里面 让韩信猜测 陈平有投奔秦军的倾向 呀的 不帮忙吗 以后真投奔了秦军 会受影响 帮了吗 一军损失一名战将 心里不平衡 纠结啊 关键是 一旦这种事泄露出去 会有杀头的危险 问题是 不帮难道秦军不会用离剑剂 不会四处散布谣言 凭项羽的智商 肯定会把陈平拖出来斩首 算了 帮一下吧 能否说服 不是自己能决定的 好 我马上去邀请韩信过来 具体的你们私聊 此事与本人没任何关系 陈平道 多谢陈大人 不论成与否 陛下一定会记下此情 陈墨道 第零四七章 忽悠韩信 陈平账中 陈墨又隐藏起来 等到陈平 韩信二人进来后 才显露出身影 陈先生 这位就是韩信 有什么事你们聊 老夫只是牵线搭桥 一个陪客而已 陈平道 韩将军 久仰大名 我叫陈墨 是陛下身边的人 陈墨道 陛下 那个陛下 是那个昏君胡亥吗 一下子 韩信脑海中有点蒙圈 陈平为什么与腐朽的 秦王朝有联系 二人什么意思 想不明白其中原因 陈先生 本人是一个小兵蛋子 不是什么将军 请不要乱说 会让人误会 另外 既然是秦帝国的人 为什么会跑来陈大人帐篷 不怕我们把你交给向将军吗 韩信道 韩将军 这话不是别人所说 是陛下所说 陛下说 韩信是一名优秀 伟大的将帅 是这个时代最顶尖的将军 如果说 能与韩将军相提并论的人 只有杀神白起 其他人在带兵作战 排兵部阵方面 均比韩将军稍弱一些 陈墨道 此话一说出 不仅是陈平惊讶万分 连当事人韩信 也狠狠震撼心灵 马屁谁都喜欢听 不论是英雄 萧雄 伟人 谁不愿意身边有个会吹牛拍马屁的人 千穿万穿马屁 不会穿 评价太高了 白起什么人啊 那是为秦帝国平定天下 立下赫赫战功 坑杀了赵国数十万将士 在带兵作战方面 所向披靡 势不可挡 被后世人评价为 古代四大名将之一 素有杀神白起之说 此时呢 韩信还是名小兵担子 一点名望都没打出来 天下人谁会认得韩信啊 陈先生 你们高看本人了 我那敢与白起大神相比 韩信道 嘴上这么说 内心还是挺高兴的 韩将军 你继续待在项羽手下 不会有带兵的机会 也不会有舞台 给你施展才华 想一下 项羽是一代枭雄 特别是武功方面 是这个时代 最顶级存在 没人比项羽能打的人 这样的人 怎么可能不知道 韩将军的能力 就算项羽不清楚 可是身边的范增 能不清楚吗 范增绝对是最顶级谋士 在这个时代 只有张良先生 陈平先生能与之相比 这样的谋士 会看不出韩将军不同之处 既然如此 为什么不起用韩将军 这是明摆着的事 继续待下去 依然不会有好的结果 其他诸侯呢 成不了事 投靠过去没什么作用 说难听点 韩将军的才华 只有在陛下手里 才会有施展的舞台 何况 陛下非常看重韩将军 否则 也不会让本人来 沉默道 韩信呆滞 傻眼 陈末说的没错 一直待在向羽旗下 当一名仗兵 那么长时间 怎么可能不清楚 关键是向羽担心 一旦韩信手上掌握兵权 没有能力掌控韩信 导不好会适得其反 韩将军 陈大人 你们二人才华横溢 真的愿意默默无闻一声 不想在这个时代名垂千古 不想谱写辉煌的人生 不想用你们的才华为 天下百姓多做点事 让帝国崛起 复兴 让帝国走向国强名副的正确轨道 可能你们对陛下有所误解 天下谣传陛下那些事 你们亲眼看到 听到 不全是道听途说吗 在那种情况下 陛下连玉玺都掌控不了 在赵高手中 赵高要干什么事 不都打着陛下的名誉 恶名 让陛下背 让世人叙说陛下 是一代昏君 其实呢 不是那么回事 陛下只好忍辱负重 等待时机 这不 陛下斩杀赵高 马上颁布各种立民政策 清帅秦军 把刘邦那一路叛军 彻底歼灭 限制剩下项羽这一路 能翻起浪花吗 就算项羽灭了秦帝国 天下同样会走入战国时代 百姓同样会继续受苦受累 陛下讲 乱 百姓苦 新 百姓苦 这就是现实 那些个大家族 根本不会顾及百姓的生死 更不会考虑百姓的贫苦 真正把百姓放在心里的 只有陛下 陈默继续道 陛下也说过 若是韩将军不愿意带兵马平叛 可以绿兵马于北方 西方的匈奴决战 你们也清楚 秦帝国一直十分重视 编换问题 近两年来 由于国内混乱 赵高把燕门关一带的 边军全调出来 并死在叛军手中 此时 燕门关一带已经没什么边军了 一旦匈奴人南下 无人能阻挡其冰封 到时候 中原会陷入困境 会成为匈奴人的猎场 很多中原百姓会遭到匈奴人的烧 杀 掠 抢 赢 你们二人想过那种情境吗 作为中原人 难道不应该站出来 制止匈奴人入侵中原 要看着百姓遭到虐杀 陈默补充道 匈奴与中原多年来 一直是世仇 那是种族间的战争 不死不休 为此 秦始皇修长城 修战道 为的是防止匈奴入侵中原 保障中原百姓不受伤害 陈平脸上充血 被沉默的话 深深打动 韩信不用讲 一名将军 谁不愿意为百姓抛热血 能带领兵马 与匈奴人作战 是一名将军的心愿 对外战争 永远能激发人心 二人也明白 就算诸侯一军胜利 也不可能出兵 对抗匈奴人 此时的匈奴铁骑 真的非常强悍 若是野战的话 中原人根本没多少机会获胜 不过 中原可依托城防攻势阻击 陈先生 若是本人投奔秦军 真会让本人带兵 不会又是从小兵干起 一步步往上晋升吗 韩信道 韩将军 要想清楚 你可是陛下气重的人 也只有陛下 知道将军的能力 怎么会不重用将军呢 再说了 韩将军 现在并没什么太大的名声 为什么陛下会知道 不觉得奇怪吗 包括陈大人 同样如此 只有陛下知道 二人的能力 有多大 要怎样使用 给二位什么样的舞台 怎么会埋没人才 多虑了 陈墨道 韩信 陈墨与陈平不一样 陈平老奸俱华 什么事都要考虑再三 韩信不一样 韩信是一名将军 还是一名年轻的将军 比起说服陈平来 更容易一些 好 本人考虑一下 会给陈先生一个答复 韩信道 韩将军 不用再给答复 考虑好后 马上到秦军中报道 我会把将军的事通报陛下 到时候 陛下会有安排 陈墨道 第零四八章 铜关 铜关 蒙田带着一万五千多名秦军士兵 从韩谷关撤回铜关内 马上检查防御攻势 尽管弟弟蒙义主持城防 可是 蒙田还是不放心 要亲自去查看一番 事实上 蒙田多虑了 蒙义也是一名将军 更是一名谋士 城关防御细节方面 不比蒙田差多少 蒙田带着一万五千名秦兵 撤退回铜关 令铜关城内守军兵力 一下子增加到六万余人 接下来的日子 蒙田必须依靠这六万秦军死守铜关 不让叛军前进一步 这是秦帝国最后的防线 一旦让叛军拿下铜关 咸阳城不保 六万对抗五十万叛军 悬殊很大呀 一比九兵力对比 不过呢 蒙田一点不担心 能在虎牢关 寒谷关阻击叛军 让其损兵折降近五十万 现在铜关上有六万兵马 兵力上有了足够的调配 叛军想拿下铜关 做梦吧 报告二位蒙将军 陛下增援来了 传令兵道 蒙田 蒙义二兄弟 微微一愣 那么快就赶来了 一想不到啊 蒙氏二兄弟 相互对视眼 前面带路 我们去迎接陛下 蒙田道 末将 卑职 见过陛下 蒙田 蒙义二位将军行礼道 二位将军辛苦了 秦军士兵辛苦了 胡亥道 暗中查看一下 蒙田 蒙义二兄弟 对胡亥忠诚度提高了二十个点 达到五十点 不错 胡亥所作所为 让蒙氏兄弟有了好版 这是一个不错的开局 胡亥相信 以后蒙氏二兄弟的忠诚度 还会逐渐提升 蒙田 蒙义带着胡亥 贾许 孙尚湘 张献 扁鹊等人 进入城主府 蒙田微微感应一下 发现胡亥修为晋升很快 从原来战将出阶 晋升到战林一阶 要知道 这可是跨越二个大晋剑 二十个小晋剑 一个月时间 晋升二十阶 令蒙田惊讶万分 还有身边孙尚湘 也晋升到了战王巅峰境 同样是二个大晋剑 太不可思存 蒙田不知道 孙尚湘是神将 修为被封印 一旦解开 战力更是惊天 而且 有越一个大晋剑挑战的能力 也就是说 孙尚湘此时 能随意挑战战宗巅峰境修士 战将 一 那个张献也很强 也是战王巅峰境修为 再看到贾许 扁鹊二人修为时 蒙田彻底蒙圈 为什么陛下身边的人 修为都那么高 从什么地方找来的高手 蒙田 蒙一二兄弟 呆滞 傻愣 半天说不出话来 在咸阳城中 二兄弟看过孙尚湘的修为 那时只有战帅巅峰境 一个月晋升二个大晋剑 心中疑惑不减 却又不好地询问 陛下 末将看到那三千名士兵 修为晋升很快 最低修为都是战将出阶 一些士兵晋升到了战帅 战灵境 是怎么修炼的 蒙一道 呵呵 胡还笑了 带来的三千名勤兵 一千是孙尚湘旗下卫队 经过无数场激战 全部晋升了 两千被围军士兵 本来修为就很高 加上这段时间杀敌晋升 实力均有暴涨 蒙田可不知道 卫队士兵全是靠经验值在晋升 并非单独靠修炼晋升 当然了 卫队修炼的功法 全是主观传授的功法 那可是神级功法 修炼速度肯定不会慢 蒙将军 那是孙尚湘将军 张宪将军二人训练的结果 他们传授旗下卫队士兵功法 加上一些辅助性丹药 晋升稍微快了点 胡还道 丹药 蒙田心中明白 秦帝国是有炼丹师 问题是 只会炼制一些普通的疗伤丹药 绝大部分炼丹师 全是忽悠人的 像跑到东面那四个岛屿上的徐服 不仅骗走了秦始皇手中 大量优秀工匠 还有大量的同男同女 二位蒙将军 朕介绍一下 这位是贾许先生 是秦帝军的总军师 这位是扁鹊先生 是宫内的首席大医师 丹药就是由扁鹊先生炼制出来的 下一步 朕会安排人手 采购大量药材 炼制出大量的丹药 提供给士兵使用 这位是张宪将军 一身勇武 再过一段时间 会成为帝国无敌将军 这位孙尚湘将军 不用朕介绍了吧 二位将军应该都认识 这是蒙田 蒙义二兄弟 敬年来 赵高把持朝政 蒙氏二兄弟 受到打压 迫害 胡亥介绍道 几名神将 文臣与蒙氏兄弟 相互行礼 算是认识了 接下来 由蒙义报告了 同官的准备情况 诸位爱卿 接下来要对抗叛军五十万 我们秦军怎么应对 有好的计谋吗 胡亥道 陛下 叛军是大 我们秦军只能死守关爱 尽可能多地消耗叛军兵力 目前 关爱上有六万勤兵 可以三班轮换作战 不用担心叛军昼夜攻城 蒙田道 陛下 卑职大兄说的没错 我们秦军 依托防御攻势阻击叛军 能阻击最少二个月时间 到那时 叛军所剩兵马 不会太多 而秦军呢 新招收的士兵 也基本训练出来 在与叛军决议死战 蒙义道 胡亥微微点点头 并未表示 看向贾许 陛下 微臣认为 蒙田 蒙义将军之策是对的 不过 想要多消耗叛军 我们可以主动一些 不必局限在城墙上死守 可以考虑在城墙下迎战 像在清宁爱口关时 在城门前组织一个节约战阵 任由叛军进攻 那样一来 叛军看到秦冰出城 肯定会大举进攻 我们秦军趁此机会 多消灭叛军士兵 假许道 另外 刚刚接到情报 叛军在洛阳的时候 派钟离妹带五万兵马迂回河东 准备牵制秦军在同关上的兵力 让其奋兵迎战忠离妹大军 贾许补充道 蒙田 蒙义 微微一愣 从河东出兵 打秦军一个措手不及 二人心中清楚 咸阳城中已经没有兵马 全被蒙士兄弟带走了 陛下 鉴于这种情况 末将建议不出城作战 马上从同关城上派出一支军队 前去阻击忠离妹 蒙田道 陛下 必须派出兵马 阻击忠离妹 我们不能出城作战 利用险官 严防死守 蒙义道 二位蒙将军 不要担心河东那一路叛军 朕已经派高顺将军 带着二万勤兵前去迎敌 胡亥道 陛下 据微臣得知 高顺将军手中 只有一千位队 那里来的二万兵马 蒙田道 蒙将军 这段时间 高顺在咸阳城 又征召了二万多兵马 一直在刻苦训练 虽然还不能算是成军 可也不会比叛军弱 二万新兵弹子 必须要经历战场 让士兵迅速蜕变 成为一名合格的老兵 不过呢 对付钟离妹 五万叛军足够了 胡亥道 什么 二万新兵弹子 去阻击叛军 训练不过一个月时间 这可能吗 蒙田 蒙义二兄弟 惊讶万分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就算蒙田自己 也不敢保障 一定能击退钟离妹 五万叛军 毕竟二万勤兵全是新兵 二万勤兵说 好听点是勤兵 说难听点 是刚刚放下锄头的百姓 不管怎么说 五万叛军 还是经历过二年的魔力 实力不容忽视 基本蜕变成老兵了 蒙田 蒙义二兄弟 不好再说什么 高顺将军已经出发 再说困难有意义吗 好了 明天叛军肯定会攻城 由蒙田将军 蒙义将军二人 指挥城墙上擎兵 镇清帅孙上相卫队 张宪卫队 外加一千倍为军 再从城中挑选出三千名擎兵 不过要求会操作母舰 力气要大 毕竟 叛军可能会持续进攻 城门外的战斗 由孙上乡将军指挥 文和在城墙上查看 有什么建议 马上告诉蒙将军 胡亥下令道 遵命 诸位将军纷纷领兵道 第049章 出乎意料 天气越来越冷 北风吹在脸上冷嗖嗖的 胡亥到了城墙上 释放出五百张连弩 大量弩箭出来 放置在城墙上 蒙田将军 这是升级版擎弩 可以一次性射出十支弩箭 杀伤力爆棚 有了这五百张擎弩 能极大提高擎军防守能力 错伤叛军积极性 射杀大量叛军 胡亥道 蒙田看着连弩 心里非常震撼 帝国攻防 什么时候生产出 那么牛逼的弩箭了 一个月前看时 貌似攻防内 并没此种连弩啊 蒙将军 这种升级版擎弩 非常省力 不像老擎弩 安装箭支时很费力 只需要摇动手柄即可 胡亥补充道 陛下 帝国有了这种擎弩 若是早点送来的话 虎劳 韩谷官不会那么快丢失 会给叛军造成更大的伤亡代价 蒙田道 胡亥摇摇头 这种连弩 秦帝国攻防根本生产不出来 好在现在系统商城放开 只要有国运值就能兑换出来 不过呢 价格昂贵啊 一张连弩要二百点国运值 胡亥手上只有十多万点国运值 也购买不了多少张连弩 呵呵 蒙将军 这种秦弩刚刚研究出来 还不能大批量生产 这是是生产出来的一部分 胡亥道 纯属是忽悠人 总不能告诉蒙田实话吧 除非蒙田忠诚度达到百分之一百 转化为胡亥旗下一名神将 那样才可以实话实说 蒙田马上安排弩兵来操作连弩 胡亥没管 带着孙上香 张献出城 在城门前 释放出五百张连弩 大量弩箭堆放在一旁 一千被围军士兵 迅速在半圆形节约阵外围 树立起巨大的盾牌 一千名张献卫队拿着长枪架起来 长枪伶立 孙上香旗下一千名红粉兵团 站在长枪兵后面 随时朝着来犯叛军开火 最后是五百张连弩 一张连弩由六名勤兵操作 一些勤兵在战阵前方 撒了数不胜数的三角钉 主要是克制叛军骑兵 胡亥看了看 再派士兵去在前方挖一些陷马坑 不过不用挖太大 只要比马掌大一点即可 胡亥道 遵命 传令兵道 陛下 陷马坑太小 会有作用吗 张献质疑道 呵呵 张献将军 放心吧 别看坑小 可是对战马伤害极大 一旦马腿踩进坑 会微成脚掌 损伤战马 胡亥解释道 天亮了 秦军战阵已经布置好了 就等叛军杀来 火头军抬着早餐送到阵地上 秦军士兵纷纷接过馒头 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要羊肉汤的士兵 可以来打 一名火头军老兵道 你没听错 确实是羊肉汤 胡亥花国运职 从系统商城中兑换出来的 要大战了 胡亥肯定不会亏待手下秦冰 秦冰拿着馒头 喝着羊肉汤 坐在地上吃了起来 胡亥也不顾及身份 同样啃着馒头 喝着羊肉汤 与士兵们吹牛打屁 城墙上啃着馒头的蒙田 看到胡亥与士兵打成一片 心中惊讶万分 想不到陛下会如此平易近人 以前怎么没感觉到出胡亥有这方面的能力 看来真是身不由己 被赵高害得不浅 大兄 陛下怎么看上去像变了个人似的 不是我们以前认识的那个啊 蒙义道 二弟 说实话 我也不清楚 从近一个月表现看 应该是一位明君 蒙田道 大兄 可是扶苏是他陷害的 这是事实吧 蒙义道 二弟 在牢中胡亥就说过 陷害扶苏一事 陛下确实参与了 还说什么 一个不能在争权夺位中胜利 有什么资格出任帝国皇帝 有什么资格带领帝国崛起 复兴 这段时间想了好多 觉得陛下说的没错 皇家无亲情 皇宫争斗很惨烈 扶苏是一名好太子 可是心态软 很不下心肠 蒙田道 唉 大兄 咱们再看以后陛下表现吧 蒙义道 滴滴滴 警笛声响起 城墙上 城门口秦军士兵迅速爬起来 各就各位 检查兵器 秦母 严阵以待 叛军杀来了 胡亥站起来 跃入眼眶的是黑压压的叛军士兵 人头猝动 太多了 声势浩大 叛军看到秦军出城作战 马上报告给项羽 范增 什么 秦军出战 不可能吧 秦军傻了吗 叛军将军一个个目瞪口呆 嘴巴大张着 半天合不拢 做梦不会想到 项羽 范增 龙浅 鹰不等 及个诸侯军认为 秦军会死守城墙 依托城墙抵抗 从来没想过秦军赶出城作战 一下子 叛军将军蒙圈 向将军 那是黄旗 一名传令兵大声道 什么 狗皇帝带兵马出城作战 一想不到 龙且大声狂笑起来 狗皇帝很有胆识 不让秦军在城墙上死守 跑出城来抵抗 那不是白白送菜吗 既不调侃道 是啊 狗皇帝瞎指挥 咱们一军不用再打攻城战 只要一举消灭城外秦冰 很容易拿下同关 鱼子欺道 叛军连续进攻虎牢 寒谷关 士兵心中早有阴影 攻城战伤亡太大了 各位将军 不可大意 看到秦军战争了吗 那是一种从未见过的战争 威力应该很强 范增道 咦 半月行 这到底是什么战争 不管怎么说 总比攻城容易吧 鹰不道 亚父 这个未知战争 应该怎么破 项羽道 最好是由骑兵破阵 步兵估计很难破掉战争 范增道 骑兵 开什么玩笑 骑兵基本在项羽手下 是储君好不好 怎么可能拿来当炮灰呢 炮灰只能是由诸侯联军旗下杂牌兵来当 储君绝对不会当炮灰 亚父 还是让诸侯联军先施攻一下 搞清楚秦军战争威力 再做打算 实在不行 让各诸侯手中的骑兵来进攻 项羽道 各诸侯手中 虽然没有大规模骑兵 可是 一个诸侯手中数百骑兵 还是有的 一旦集中起来 也有数万骑兵 况且 各诸侯手下骑兵 全是精锐部队 是老兵 有好多是百战老兵 否则 怎么会留下来 作为护卫呢 秦军出城作战的兵力 只有区区数千人 我们义军一次性 派出五万兵马士攻击 范增建议道 嗯 命令 齐军 梁军 韩军一起进攻 拿下城门前勤兵 本将军记他们投攻 项羽道 第零五零章 诺战 放眼看过去 叛军一下子派出五万士兵 朝着秦军战阵杀来 缓缓压上来 气势冲天 要是新兵弹子 瞬间会心里崩溃 一 叛军战旗 秀了个彭子 胡亥心中疑惑不解 叛军中有什么人姓彭 难道是游击专家彭越 彭越可是汉出三名将之一 一贯以游击战而闻名 面对秦军的进攻 彭越带领旗下刁民 四处乱窜 不与秦军正面作战 秦军却拿彭越军一点办法没有 把游击战的精髓发挥到极致 虽然没有伟人总结出来的精辟 可彭越是游击战的鼻祖啊 二军相距千米 一名叛军士兵举着白旗走过来 秦军听好了 我们彭将军问 秦军有胆呼 可敢诺战 汉军士兵道 太嚣张了 呀的 准备开火的秦军 一下子莫名其妙 诺战 在古代 诺战事件非常正常的事 一旦诺战胜利 能极大提升士气 失败以防 则士气低落 战 还是不战 胡亥心中纠结啊 心中清楚 彭越修为高深莫测 绝对达到战宗境 甚至可能达到战皇境 旗下只有张宪 孙上香二名武将 蒙田 蒙翼二兄弟 在城墙上不方便出战 孙上香 张宪二人修为 受困于胡亥的修为 不过 二人军有越级挑战能力 陛下 答应叛军 我们与叛军落战吧 张宪道 陛下 答应吧 孙上香也道 呵呵 上香 你是指挥官 怎么能出战单挑 一旦失误 谁来统帅秦军作战 胡亥道 陛下 气势不能弱 一旦不答应 会让秦兵士气低落 必须要给叛军一个教训 张宪道 胡亥点点头 好吧 由张宪出战 上香密切注意 一旦发现张宪有危险 马上射击 不惜代价就下张宪 胡亥道 遵旨 张宪 孙上香二人应道 叛军听好了 朕同意与你们诺战 胡亥道 得到胡亥答复 叛军士兵举着白旗 缓缓回去 驾 一名叛军将军杀出镇 秦军听好了 本将军是彭越将军旗下偏将郑魂 秦将有胆出来送死吗 郑魂道 查看一下 郑魂只是巴结战王静修为 与张宪差了一个境界 还没等胡亥说话 张宪则拍马杀出镇 驾 黑凯黑甲 踢着一支乌黑色的长枪 朝着郑魂劈头盖脸扑上去 蛮不讲脸 不报姓名 直接开打 令叛军郑魂震撼 这不符合规矩 诺战时不是要相互通报姓名吗 这小子什么意思 一上来就打 刷 英雄一枪刺出 乌枪快如闪电 郑魂做梦不会想到 秦军将军不懂礼数 刚刚要开口询问 发现对方枪尖道 想提刀阻截 却失去先机 破 张宪乌黑的长枪 洞穿郑魂咽喉 一股鲜血标射出来 成抛物线滑向空中 郑魂尸体跌下战马 死了 出乎敌对双方所有人的意料 叛军出来送死 张宪怒吼道 这下敌对双方士兵才惊醒过来 秦军万岁 张将军万胜 秦帝国万岁 张将军万岁 秦军士兵高声欢呼 一阵阵声浪碾压向四周 叛军呢 哑雀无声 默默不语 原来高傲的脑袋低下 任由秦军欢呼雀跃 秦军士气一下子爆棚 叛军士气则遗落千丈 叛军主将彭越 也没想过郑魂会败得如此之快 眨眼功夫就挂掉 意想不到啊 心中郁闷 郑魂修为是战王后期 秦军出战人 也是战王静 郑魂怎么会抵挡不住一招 不可学啊 驾 又一名叛军将军杀出 冲着张宪扑过来 二人没有通报姓名 直接开打 胡亥第一时间查看下叛军将军的修为 巅峰战王静 与张宪将军修为同街 怂了一口气 胡亥担心张宪的安全 叛军中可是有好多牛逼轰轰的名将 不要说项羽 仅是龙浅 鹰部 钟离妹 继部 于子柒 彭月 张涵 董毅等 这些人的修为 一点不比张宪低 全是战宗静 战皇静 目前高出张宪一个大境界 吭枪 刀与枪碰撞 散发出震耳欲聋的金属声 下一刻 张宪又刺出一枪 奔向对方胸口 太快了 快到眼睛跟不上 已快破万法 破 敌军将军胸口上出现一个血洞 尸体缓缓跌下马背 下一个 张宪吼叫道 张将军万岁 秦军万圣 秦帝国万岁 张将军勇武 秦军勇武 秦兵又一阵欢呼雀跃 声音响彻云霄 士气再一次激发 演变成战役 冲向虚空中 叛军连续死二名将军 士兵士气低落 作为主将彭月 心中明白 手下武将在出战 无外乎是给秦将送人头 秦将很强 刷 又一名叛军战踪进高手冲杀出去 胡亥黑黑一笑 知道叛军修为 虽然高张线一个大境界 但是并不担心张线安全 除非是战皇进出战 战皇进以下 基本不是张线对手 砰砰砰 二人挫码而过 交手无数招 兵器在碰撞中结束 士军力敌 不分高下 转眼间 二人对战了十多个回合 二十个回合后 叛军将军彻底被压制 忙于应付张线枪招 张线枪招 一招接一招 连绵不断地甩出 打得叛军将军节节败退 破 叛军将军手臂上留下一个洞 虽然不致命 却会影响其发挥 二人错码而过 刷 张线得理不饶人 对着叛军将军 展开源源不断的攻击 快如闪电 密不透风 四十回合后 叛军将军心中彻底震撼了 第一个境界 还被杀得如此狼狈 气啊 叛军将军分心了 张线抓住时机 一枪刺出 迎着对方胸口扑上去 扑 对方眼神中出现不甘 恐怖 死不瞑目啊 死了 死的不能再死了 震撼 惊讶 一下子 敌对双方士兵哑口无言 嘴巴大张着 半天回不过神来 张将军威武 秦军威武 秦帝国万岁 回过神来的秦军士兵 兴奋无比 高举双手 放声高呼 士气演化成战役 随着声浪滚滚而出 朝四面八方碾压过去 秦军士气爆棚 战役逃天 叛军呢 在这种情况下 彭越只好亲自出战 胡亥看到彭越出战 马上大声叫喊 张线 回来 胡亥道 彭越修为高深莫测 比张线高出二个大境界 是中阶战皇境 一旦激战 张线很危险 问题是 张线的小子像是没听到似的 依然挥舞着乌枪 朝着彭越迎上去 上香 准备出手救人 胡亥道 陛下 张将军打悟过叛军吗 孙上香道 上香 那个人叫彭越 修为达到二阶战皇境 比你与张线二人 高出二个大境界 胡亥道 遵命 孙上香道 第零五妖章 救下张线 胡亥看到孙上香 取出烈焰弓 随时出手救援张线 那颗悬而未决的心 才落下来 扭头向交战的二人看过去 吭枪 二支长枪碰撞在一起 散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 声波一浪浪朝四处扩散 一些修为低的士兵 承受不住那声波 抱着脑袋 痛苦无比 战场上 张线非常惊讶 震撼 彭越力量极其大 一枪就把张线双臂震得麻木不仁 差点把手中乌枪击飞 强悍的内劲 从长枪传递进张线双臂 再进入体内 令体内五脏六腑一位 一口老血要吐出来 不过 还是被张线强行压了下来 二匹战马错身过 不要说张线心中惊讶万分 出战的彭越也震撼心灵 虽说只使出七成力量 可也足够击杀战踪进修为 可张线只是一名战王镜 调转马头 二人拍马迎着对方又扑杀上去 碰 二支长枪又碰在一起 彭越使出八成力量 张线已经使出全力 手臂依然被震得颤抖 酸痛无比 血战开启 张线被动战机血战开启 令张线战力一下子暴涨10% 随着激战 张线战力还会增长 最高能增长到20% 恐怖啊 第三回合 张线主动出枪 朝着彭越胸口狠狠扎上去 彭越看到张线枪势惊人 不敢装逼 马上提枪迎上去 一下子把力量提升到九成 碰 这一回合 张线激发了血战 战力飙升10% 与彭越相碰撞 看上去旗鼓相当 其实是张线吃亏了 彭越还未使出权力 张线已经是血战 还有增幅 那要是彭越全力出击呢 不敢想象 胡亥 孙上香二人密切监视着战局 只要看到情况不对 孙上香会马上出手 调转马头 第四回合开始 双方迎着对方扑上去 碰 彭越依然是九成力量 此次张线血战 在原来基础上增长15% 与彭越战成平局 旗鼓相当 势均力敌 彭越惊讶万分 想不到秦江如此能战 高出对方二个大境界 还不能彻底压制 出乎意料啊 再来 碰 彭越彻底释放战力 石城力量传出 让长枪发出嗡嗡之声 周围灵气迅速聚集 朝着彭越手中长枪蜂拥而来 令其长枪威力暴涨 张线没有选择 看到对方使出权力 毫不犹豫 挥枪迎上去 碰 又是不分高下 此时张线血战 已经达到巅峰 发挥出20%增幅 彭越双臂一阵酸麻 张线手臂更是疼痛无比 鲜血冒出来 染红了一甲 张线眼睛泛红 战意凛然 再来 张线充分发挥血战 与彭越打得旗鼓相当 双方兵器在不断地碰撞 一个回合一个回合地交手 看得双方士兵目不转睛 50回合过去了 表面看二人不分上下 其实张线已经到极限 彭越只是正常使出石城力量而已 胡亥注意力集中 目不转睛地看着张线 生怕出现什么意外 没办法 胡亥太在意旗下神将了 损失一人会让胡亥痛心疾首 帝国正处在危急关头 旗下神将是胡亥战胜叛军的筹码 一旦损失会让秦军困难重重 百个回合过后 张线身体已经摇晃起来 上香 出手 救人 胡亥道 刷 二名被围军士兵拍马杀出战阵 朝着张线赶过去 二人是巅峰站临近 虽然与彭越没可比性 不过 在孙上香辅助下 救人是可以的 张弓搭建 瞄准 锁定 放 搜搜搜 十二支元气剑 发出怒咽 像一团团炽烈烟似的 朝着彭越闪电般扑上去 原本正要刺向张线的长枪 感觉有危险 彭越马上回枪 放弃对张线的击杀 刚刚收回长枪 彭越发现 十二支火焰剑 朝着身体重要部位扑上来 太快了 一下子 打得彭越措手不及 砰砰砰 彭越把手中长枪捂成一团 努力挡下孙上香射出的元气剑 不过呢 彭越小看了孙上香弓箭的威力 连续八团火焰剑扑上来 把彭越双臂震得酸痛无比 问题是 还有四团火焰剑也杀到了胸前 随时会扎进身体中 无可奈何之下 彭越只好强行扭动身体 避开身体重要部位 以伤换命 扑扑扑 又挡下三剑 剩下一剑准确无误 扎进彭越右臂上 留下一个巨大的血洞 此时 二名被围军士兵已经杀到张献身边 掩护着往回走 刷 孙上香又张弓搭剑 朝着彭又射出十二支元气剑 又必受伤 让彭越忌惮无比 想要追杀张献 一是要预防孙上香的火焰剑 还要预防另外二名被围军士兵的联手出击 稍不留意会挂掉 战场上 什么意外军会发生 刷 看到彭越受伤 叛军阵中也杀出几名副将 迅速朝彭越跑过来 双方安全回撤阵中 张献身体怎么样 让扁鹊先生帮医治一下 胡亥道 陛下 不用 休息二天就好了 只是轻伤 无关紧要 张献道 杀 彭越一到阵中 马上下令叛军出击 叛军踏着整齐有序的步伐 向秦军战阵缓缓压上来 一千米 八百米 六百米 五百米 当报数员喊出五百米时 擒奴 射击 采取三段式射击方式 不要让剑鱼有剑隔 孙上相道 搜搜搜 近两千只弩剑 朝着叛军士兵 快速飞奔而去 弩剑穿越空气 发出怒吼 叛军队形太稠密 令秦军连弩杀伤力 几打得到释放 扑扑扑 一鸣鸣叛军士兵遭到贯穿 有的剑只连续贯穿二人 三人才停下来 一下子 战场上有好多人行 葫芦出现 啊 啊 叛军惨叫声响起 一波弩剑鱼 让叛军损失超过三千人 太高效了 不过呢 对于出战的五万叛军来说 三千人太少了 不会给叛军造成太大的伤害 只是被贯穿的叛军士兵 伤口看上去有碗口大 挺吓人的 一下子 叛军出现混乱 让原本整齐有序的战争 混乱无比 叛军主将彭月及其手下士兵 做梦不会想到 秦军的连弩会如此恐怖 杀伤力惊天 以为是普通擎弩 数百张擎弩 一次性最多射出数百只弩箭 事实上是两千只弩箭射出 打了叛军一个措手不及 一想不到啊 早知道秦军有那么强悍的弩箭 就不会采取密集战争 气啊 心中气愤无比 第052章 叛军准备用骑兵冲阵 第一波弩箭与 刚扎进叛军士兵身体 第二轮箭雨又射出来 朝着前方飞出 嗖嗖嗖 漫天箭雨 遮天蔽日 惨叫声 弩箭撕裂空气声音 混乱声响成一片 各种嚎叫 身影 求助声合在一起 形成一首特殊的战场乐曲 一波接一波 连绵不断的弩箭射出 不论叛军怎么叫喊 叛军士兵就是不敢上前 秦军弩箭太凶残 士兵惧怕无比 半炙箱时间不到 五万进攻秦军的叛军士兵损失二万余人 余下三万叛军 纷纷逃出弩箭有效射程 叛军连秦军战阵都没摸到 就丢失二万多人 城墙上 秦军士兵士气大振 也令城墙上 蒙田 蒙义二兄弟 真正了解连弩的威力 杀伤力有多强悍 帝国有这种神器 怎么会惧怕叛军呢 只要弩箭只有保障 来多少叛军士兵 也能让其灰飞烟灭 蒙田彻底放心了 守住铜关 不会有问题 叛军呢 震撼 惊讶 彭越常常叹了口气 秦军拥有神器 再多兵力也不起作用 想要拿下铜关 困难重重 不付出惨重代价 不可能攻破铜关 问题是 叛军准备拿多少异军士兵填这个坑 向将军 我军已经尽力了 秦军火力太猛 无法靠近秦军战阵 彭越道 向羽脸色阴沉 将军 秦军出城作战 是我们义军的机会 不论损失多大 必须要歼灭秦军 一旦秦军退回城中 死守城墙 情况不容乐观 鹰部剑言道 秦军擒虽然厉害 可是 应该不会准备多少只弩剑 只能拿士兵来消耗秦军弩剑 一旦秦军弩剑不能开火 就是义军的机会 拿下铜关 是进入关中的最后一道爱关 范增道 张涵 司马兴 董毅 三名投降的将军 看到秦军抵抗如此之强 心中有一丝丝后悔 三名投降的将军 待在储军中 一直得不到信任 连带兵 作战的机会都没有 心中很是郁闷 一旦秦军抵挡住 异军进攻 会慢慢收复旧地 故土 到那时 三人结局会很惨 三人的家族 已经被胡亥派人彻底控制 虽然暂时没有斩杀 一旦局势稳定 七族人可能会遭到屠杀 到那时 说白了 张涵 司马兴 董义三人投降储军 主要是赵高逼迫的 要不是三人投降 秦帝国也不会走向灭亡 亡里五十万边军 也不会惨遭围剿 正是三人所带大军投降储军 才导致五十万边军损失于尽 当然 这里面有司马兴的作用 他看到秦军没落 早有投降储军的意思 在司马兴劝说下 张涵 董义二人 才同意投降储军 毕竟 主将是张涵 董义是副将 司马兴只是参军 正是司马兴想投降 才不断把张涵军的情况 泄露给储军 范增利用司马兴 一步步把张涵军 边军引入死亡陷阱 逼迫张涵投降 三人现在心中很郁闷 不可能再反叛异军 一方面是反叛意义不大 手中没有士兵 只是光感司令 二是 三人对秦军造成的损失太大 秦军不可能原谅其罪责 虽然说主要原因是赵高 可是作为将军 向叛军投降 是秦军不可饶恕的 叛军没有选择 除了不惜代价拿下铜关 进入关中 彻底让苟延残喘秦帝国灭亡 没有其他路可走 一旦秦帝国恢复过来 会让叛军 各地诸侯 胆战兴京 生活在丹京受怕气氛中 诸位 我们有选择吗 刘邦那一路易军已经不存在 一切希望全靠我们 大家也明白 钟离妹带着五万易军 已经进入河东 一旦打通 会给秦军迎投一棒 到时候 铜关再无意义 现在呢 我们必须要牵制住铜关上秦军 不让其奋兵阻击钟离妹 项羽道 各诸侯心中明白 秦帝国缺乏士兵 咸阳城中的兵马 全部掉到铜关来了 咸阳已经是一座空城 只要钟离妹带兵马 杀进关中地区 局势马上逆转 诸位 我们必须加紧进攻 不能让铜关上奋兵 不惜代价阻止秦军 范增道 众诸侯心中明白 这是范增消耗各诸侯力量的大好时机 可是又反驳不了 遵命 各诸侯纷纷抱拳道 既然诸位同意 本将军觉得 应该组建一支骑兵 用来冲击秦军战争 彻底消灭秦母 只要摧毁秦母 我们就胜利再望 建议各诸侯 把秦魏集中起来 由张涵将军带领 司马兴 董义二人为副将 对秦军战争碾压上去 不给秦军有反击机会 项羽道 什么 抽掉我们的秦魏 好吧 那以后 谁来保护我们 向将军 抽掉个诸侯轻位不妥吧 储君中不是有五万铁骑 怎么不让储君冲锋陷阵 一名诸侯代表道 刷 项羽抽出随身携带的宝剑 一箭挥出 质问的那名诸侯代表 脑袋一下落下 震慑 杀鸡给侯看 让一群诸侯代表战战兢兢 不敢再说二话 无可奈何之下 只好乖乖交出手中轻位 心中不甘 可不敢违抗项羽的命令 项羽是主帅 是叛军的总指挥 又是实力最强的诸侯 兵强马壮 无人可挡 一个时辰 各诸侯轻位 被迫集中起来 呀的 全是各诸侯手中 最牛逼 最强悍的百战老兵 现在只好交出来 不集中不清楚 集中起来后 兵力达到近八万旗 一下子令项羽惊讶万分 八万旗兵整合起来 绝对是一支不可多得的力量 就算储君也会惧怕 必须在八万旗兵 没整合好之前 消耗掉 否则 储君有威胁 这是范增 项羽不能容忍的 再说了 张涵 司马兴 董毅三人虽然投降 可是范增 项羽依然不全信任 张涵本身就是一名 非常优秀的将军 数十万罪犯 都能在短时间内 整合成一支强军 这八万旗兵 在张涵手中 会很快整合完毕 到那时 储君会有威胁 问题是 不论是范增 还是项羽 都不可能给张涵整合的时间 会让其迅速消耗于尽 彻底解除储君威胁 历史书上很多记载说 项羽是个莽夫 真实的情况是那样吗 要知道 在带兵作战方面 项羽很牛逼的 特别在指挥骑兵 作战方面 绝对是无敌于天下 一个愚蠢之人 可能会令英部 彭越 龙且 钟离妹 纪布 于子七等名将臣服 要知道 英部 彭越 可是汉初三名将 带兵作战很厉害 很牛逼 能让这样的名将臣服 可想而知 项羽在带兵作战方面的天赋 有多高 张涵将军 带上你手下八万铁骑 对秦军战阵进行冲撞 一定要摧毁 项羽道 张涵心里低血 好不容易掌控八万骑兵 可是要让他去送死 不甘啊 不甘归不甘 命令还是要执行的 哎 没经过整合的异军 虽然是百战老兵 可是相互不能协调作战 有屁用啊 遵命 张涵道 第零五三章 叛军攻蒲板城 河东 收到胡亥命令 高顺带着二万秦军新兵弹子 朝河东赶过去 随行还有敌人杰这名神探 胡亥担心叛军旗下有军师 让敌人杰随军充当临时军师 确保秦军安全 高顺大军跨过渭河 朝河东杀去 一路上经过无数城镇 军没打扰 经过金阳 高陵 冯义 渡过黄河 直达蒲板 蒲板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 从咸阳到河东 必须拿下蒲板这个重镇 蒲板镇上 官吏一听秦军杀道 吓得弃城而逃 留下数百名士兵 高顺旗下大军杀道时 县令早逃得毫无踪影 城中士兵本来就是秦军 官吏投降 秦军也无奈 只好随上司 现在城中县令 县尾全跑了 秦军只好乖乖放下武器 接受高顺将军接管 狄大人 我军真要驻扎在此地 迎战叛军吗 高顺道 高将军 叛军想要进入关中 必须拿下蒲板这个地方 一旦迂回到其他地方渡河 会受到秦军拦截 后路一段 叛军不用打 也会灰飞烟灭 敌人杰道 高将军 现在要随时做好激战的准备 最好让这群新兵弹子 体验一下战火的味道 洗礼一下心灵 敌人杰补充道 狄大人 放心吧 这群新兵弹子 经过一个多月训练 猎杀过好多野兽 虽然比不上正规军 可实力不会太弱 比起叛军中那些百姓来说 强了不少 只要在战场上渐渐血 洗礼一下心灵 马上能蜕变成老兵 高顺道 对旗下这二万新兵弹子 高顺很有信心 一个多月来 花费了高顺太多心思 接下来 秦军在蒲板这个城镇上 不停加固防御攻势 挖陷马坑 聚入脚等 报告 进来 高顺道 报告将军 叛军杀来了 据这里还有二天路程 五万大军浩浩荡荡 传令兵道 叛军前锋到什么地方了 高顺道 报告 叛军前锋只有五千人 据叛军中军大仗不远 没有可能偷袭 传令兵道 密切关注 一旦有情况 马上报告 高顺道 遵命 传令兵道 高将军 陛下传来的情报 说是叛军有五万兵马 带兵将军叫钟离妹 是项羽旗下大将 咱们只要消灭这五万叛军 同关的叛军 由蒙田 蒙翼二位将军负责阻结 不过 老夫建议高将军 击败钟离妹大军 高将军可驱军收复河东等地 敌人截到 高顺点点头 一共两万一千名士兵 还带来了五百张连弩 对于五万叛军 高顺不放在心上 二天时间 眨眼就过去了 钟离妹带着五万叛军 杀到蒲板城 休息一晚上 第二日准备攻城 令钟离妹意想不到的是 秦军居然来阻截 不是说秦军没兵马吗 钟将军 刚刚得到消息 秦军是由一名姓高的将军带领 旗下二万兵马 全是新兵担子 轻卫道 哦 二万新兵担子 那不是来送菜吗 那位姓高的是什么人 以前好像没听闻过 调查出具体情况呢 钟离妹道 钟将军 据调查 那人叫高顺 是昏军刚刚委任的将军 这段时间 一直待在兵营训练新兵 具体情况不清楚 秦军道 呵呵 昏军急了 钟离妹道 从画中可以看出 叛军真没把高顺旗下 二万勤兵放在眼中 钟将军英明 秦军拍了句马屁 次日 叛军攻城开始了 秦军呢 二万新兵担子 加上一千名卫队 站在城墙上 看着黑压压的叛军 缓缓压上来 秦军没动用联弩 令很多士兵疑惑不解 高将军 为什么不使用升级版轻挪 敌人杰道 狄大人 我军全是新兵弹子 本将军想用叛军 来好好磨理一下士兵 使其尽快蜕变 成为一名真正的老兵 一旦使用秦母 秦冰压力太小 蜕变会需要好长时间 而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 慢慢让秦冰蜕变 只能让其速变 高顺道 狄大人杰眉头微皱 高将军 这个很危险 搞不好会让叛军 趁机突破城墙 那样不太好吧 狄大人 放心吧 不会有意外发生 本将军已经安排好了 高顺道 将军 叛军进攻了 传令兵道 看着叛军人头猝动 一股脑往城墙下杀瓣来 好多叛军士兵 抬着云梯 井盖 撞成车 在盾牌兵的掩护下 朝着城墙下跑来 一些勤兵 吓得心惊胆战 全身颤抖 弓兵 准备 高顺一声令下 好多勤兵战战兢兢 拉动弓弦的手 再颤抖 一部分下的弓箭都拿不住 在同伴的呵斥声中 重新捡起弓箭 射击 高顺道 搜搜搜 数千名弓兵 只有数十人射出一箭 其余全射在什么地方不知 手标乱动 瞄准再射箭 叛军也是人 你们把他们看成是一只只野兽 高顺道 扑扑扑 对叛军威胁不大 数千只箭 只有数十只弓箭射在叛军士兵身上 一些弓兵开始呕吐起来 这就是老兵与新兵的区别 叛军杀到城墙下 叛军弓兵也朝城墙上射击 一只只利剑扎在擎兵身上 看到没有 叛军也是人 你们也是人 他们都不惧怕 你们怕什么 一旦叛军进入关中 你的兄弟姐妹 父母会受到叛军的斩杀 你们愿意看到那种局面吗 高顺吼叫道 一架架云梯搭在城墙上 一个个井盖竖起来 撞成车也推到城墙下 雷石滚木往城墙下狠狠砸 高顺道 一千名高顺卫队全是老兵 分布在新兵弹子中 不断的叫喊 让新兵弹子开火 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 那些新兵弹子 慢慢感觉到 叛军也不是那么强的 胆子一大 士气上来 阻挡叛军的效率大大提高 轰隆隆 一根根滚木砸下去 一块块石头砸下城墙 啊 啊 叛军士兵虽然很弱 毕竟经历过战斗 已经彻底退变为老兵 秦军呢 全是一群新兵弹子 尽管身体素质 秦军比叛军士兵强好多 可是 没上过战场 没见过血 战斗力打了折扣 叛军士兵爬上了城墙 杀 高顺指挥秦军 朝着爬上来的叛军士兵 展开截杀 在高顺 卫队的带领下 新兵弹子也激发出血性 纷纷挥舞着手中长枪 重剑 战刀 往叛军身上招呼 一下子城墙上打得很血腥 不断有士兵倒下 开始时 秦军不适应 心中也惧怕 不过 看到卫队高顺奋勇杀敌时 也纷纷扑向一个个叛军士兵 扑 一刀砍在叛军脖子上 鲜血标射出来 喷得一头一脸的 啊 我杀人了 别叫 小子 不就是杀了个人吗 兴奋个屁啊 赶快杀叛军 一名卫队呵斥起来 第零五四章 骑兵出击 同关 刚刚聚集好八万骑兵 张涵立刻收到项羽命令 迅速朝秦军战阵杀过去 明知道骑兵并未整合好 可是面对项羽的命令 张涵没有选择 只能认命 项羽想用骑兵 冲垮秦军战阵 摧毁秦努 一方面消耗叛军主力 另一方面打通进攻同关的通道 再说了 项羽可不愿意当刚聚集好的八万铁机 成为制约储军的主要力量 让张涵整合完毕骑兵 对储军来说不是好事 趁现在刚刚聚集 相互间不能协调作战 不能相互配合 行不成强大战力 让秦军瓦解掉 符合储军利益 说实话 项羽看到那八万骑兵 心里也很渴望 不过 一旦储军插手 会引起诸侯动荡 各诸侯谁愿意白白送出战力强悍的亲位 那可是各诸侯精挑细选出来的 为了胜利 为了摧毁秦军战阵 为了摧毁秦母 各诸侯只好忍痛割爱 轰隆隆 叛军临时组建的骑兵 朝着秦军战阵杀上来 大地震动 声势豪大 胡亥发现 脑海中响起了丁鸣声 经验值在不断的增加 什么情况 孙上香 张县二人卫队 被围军士兵还未击杀叛军 怎么会有经验值 五官暂时无战事 意味着河东阻击战开始了 应该是高顺旗下卫队 击杀叛军而得的经验值 擒奴 射击 孙上香一声令下 惊醒了胡亥 连忙查看战场 妈蛋 叛军骑兵 是项羽旗下无敌铁骑吗 不对 骑兵杀来时松松垮垮 相互间没有配合 各自为战 不可能是项羽旗下铁骑 那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骑兵呢 一下子 胡亥心中疑惑不解 搜搜搜 连弩开火了 一只只粗壮的弩剑 朝着叛军骑兵扑杀过去 漫天渐雨 遮天蔽日 扑扑扑 奔驰的叛军骑兵受到阻截 弩剑贯穿叛军身体 战马 瞬间令冲锋队形停滞不前 数百名叛军跌下马背 数百名骑兵遭到弩剑洞穿 啊 人仰马翻 乱作一团 前面战马遭到射杀 后面战马依然勇猛地冲上来 撞到前面战马 产生连环撞击 悲催的叛军骑兵 好多叛军骑兵 立刻勒紧马缰绳 担心发生碰撞 杀来的骑兵 全是百战老兵 经验丰富 保命手段多样 不过呢 叛军可是有督察队的 一旦发生士兵逃回来 马上遭到击杀 董毅带着二万骑兵冲阵 一支弩剑射上来 董毅手中中剑一挥 把弩剑斩断 董毅手臂酸麻 五脏威震 这下令董毅明白了 为什么那么多步兵 会阻挡不住秦弩的射击 实在是威力生猛 董毅是战踪近超级高手 面对一次性十支弩剑的攻击 感觉很难受 不要说士兵了 嗖嗖嗖 秦军不会给叛军调整的时间 也不会给叛军准备的时间 趁叛军骑兵混乱 继续朝叛军骑兵射出一支支弩剑 弩剑间隔很短暂 第一轮剑雨才扎进叛军身体上 第二轮剑雨已经射出 噗噗噗 又是数百骑兵倒下 一波波叛军骑兵倒在血泊中 不过呢 同关前方宽敞 能容纳无数骑兵一起发动攻势 在稠密的弩剑雨 依然有叛军骑兵冲破弩剑雨 叛军骑兵进入战阵前方三百米时 一匹匹战马倒下 背上的叛军士兵跌下马背 莫名其妙倒下 董毅冲在前面 突然战马倒下 令董毅跌下马背 一脸蒙圈 好好的战马 为什么跌倒 心中不解 不过 董毅可是战踪近高手 迅速爬起来 躲藏在死马身后 避免遭到弩剑射击 董毅查看一下 发现地面上有无数的小小陷马坑 比马蹄稍大一点点 还有地面上 无数三角钉 三角钉 陷马坑是战马倒下的关键 董毅无言了 谁发明的陷马坑 平时用的 不都是又大又深的陷马坑吗 这么小 居然效果如此之好 感慨万端 董毅来不及感叹 现在是保命要紧 看到董毅跌下马背 轻卫一个个跳下马背 把董毅死死挡在身后 叛军骑兵 杀到战阵二百米内 红粉兵团射击 孙上香一声令下 得到命令 红粉兵团纷纷张弓搭建 瞄准 锁定 射击 嗖嗖嗖 一千只火焰剑飞快射出 朝着扑上来的叛军骑兵 奔赴而去 一团团火焰杀来 令骑兵胆怯 扑扑扑 数百骑兵倒下 死都不能再死了 嗖 孙上香射出十二团元气剑 凶残朝叛军杀去 扑扑扑 作为战王境的孙上香 射出的剑语 威力非常恐怖 贯穿叛军士兵时 会留下一个个巨大血洞 叛军后方 张寒心里在滴血 看着一鸣鸣骑兵倒下 心如刀割 仅仅是几分钟时间 叛军骑兵倒下两千多骑 损失惨重 可是呢 项羽命令是摧毁秦军战争内的擒弩 想要摧毁 必须要杀进秦军战争前 作为叛军骑兵指挥官 张寒不需要亲自冲阵 心中担心啊 担心董毅生死 张寒 董毅 司马兴三人 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待在储君中一直得不到重用 机会来了 又成为炮灰 三人心中非常郁闷 老张 董毅生死不明 咱们要多加留意 项羽是拿我们三人作为炮灰 司马兴道 唉 张寒长叹一声 有什么办法 骑兵没整合好 向将军就让出兵 不是送死吗 张寒道 老张 说实话 本人有点后悔了 司马兴道 哼 现在后悔有屁用 要不是你与范曾勾结 咱们会落到如此结局吗 张寒质问道 老张 这不是赵高不待见 谁知道会是这样 以为秦国肯定灭亡 谁知昏君执政后 抵抗如此激烈 司马兴道 张寒作为秦帝国秘位首领 一直深得秦始皇重用 要不是司马兴泄露情报 张寒旗下数十万大军 如何会灭亡 摇摇头 张寒一脸苦笑 好了 咱们已经没有选择 只好一路走到黑 张寒道 秦军战阵 孙上香看到一名将军 在骑兵阵中叫嚷 瞄准 锁定 射击 嗖嗖嗖 十二支元气剑 朝着董义扑杀上来 等到董义发现时 元气剑已经杀到面前 一下子 令董义后背凉嗖嗖的 重剑捂成一团 砰砰砰 生死攸关时刻 董义潜力激发 手中重剑 斩向一支支元气剑 可是呢 董义低估了孙上香元气剑的威力 尽管百倍努力 还是有二支元气剑洞穿了身体 虽然不致命 却受伤不清 扑扑 董义左手臂 又胸口 出现二个血洞 鲜血标射出来 滑向空中 鲜艳夺目的血红色 呈现美轮美奂的曲线 身边几名轻卫挂掉三人 才保住了董义性命 董义心中明白 秦军中的射手很强悍 射出的箭支威力生猛 普通士兵根本抵挡不住 看着一鸣鸣骑兵倒下 董义心里在滴血 可是没有办法挽救 这是命 出征时的二万骑兵 一注香时间损失近八千几 无可奈何之下 撤退 董义下令道 叛军撤退时 依然要承受秦军弩箭的射杀 彻底脱离秦弩有效射程 叛军骑兵只剩下不到三千几 惨啊 一个冲锋损失那么多骑兵 谁让战马体型巨大 让秦弩威力得到极大释放 第055章 死战蒲板城 蒲板城 钟离妹带领五万叛军 攻打城池三天 损兵折将六千余人 秦军呢 在高顺指挥下 旗下两万新兵弹子 开始慢慢蜕变 战斗力一天比一天强 局势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却也损失兵力四千余人 这种损失算是非常巨大 要知道 秦军可是依托城池作战 叛军是主攻一方 秦军还损失那么多 城墙上 要不是有高顺 敌人结 外加一千名高顺卫队救火 城池早沦陷了 四比六的伤亡比 太大了 不过呢 经过三天激战 让新兵弹子 慢慢适应了战火气氛 实战能力再逐渐提高 新一天的战斗开始了 叛军源源不断 朝着蒲板城杀过来 士兵抬着云梯 撞成车 紧盖往城墙下冲刺 叛军进入弓箭射程 弓箭射击 高顺道 搜搜搜 数千只利箭 由大半朝着叛军士兵飞去 与第一天相比 情况好了很多 噗噗噗 叮当 叮当 弓箭扎在盾牌上 发出金属撞击声 还有扎进士兵身体时 散发出的声响 啊 啊 数百名叛军士兵挂掉 继续射击 瞄准了再射 不要着急 叛军也是人 利箭扎在身上 也会出血 高顺怒吼道 搜搜搜 第二轮箭尾射出 又是数百名叛军倒下 撞乘车 朝着城门前杀来 眼看就要撞到城门 末盘 快点放下 狠狠地砸 高顺道 轰隆隆 二个巨大末盘 从城门前上方快速落下来 重重砸在撞乘车上 叛军撞乘车 化为木械 滚木 石块 狠狠往叛军身上砸 不要让叛军攀登上城墙 高顺道 不过呢 叛军士兵太多了 尽管擎兵已经做得不错 依然有大量士兵朝着云梯爬上城墙 杀 秦冰纷纷抽出重剑 长枪 战刀 往爬上城墙的叛军士兵身上 一阵猛砍 扑 扑 刚刚爬上城墙上的叛军士兵 遭到秦冰联手攻击 几个回合 叛军士兵挂掉 杀死叛军士兵 让秦冰也信心倍增 不再惧怕 胆怯 一枪热血沸腾了 一名名新兵弹子抛弃惧怕 踢着长枪 重剑扑向城墙上的一个个叛军士兵 要知道 秦冰斩杀叛军士兵 那可是继攻勋的 有了攻勋会分配到土地 爵位 这就是秦军的更战体系 利益与战功相接 短短四天时间 令新兵弹子发生蜕变 热血沸腾 战役激发 士气飙升 一下子 秦冰战力暴涨 纷纷扑向叛军士兵 不怕死 敢血战 高将军 四天血战 让新兵弹子彻底蜕变 你的目的达到了 狄仁杰微笑道 呵呵 高顺也开心 看到旗下秦冰一个个蜕变 心里那个高兴啊 狄大人 再让士兵适应一下 明天我们与叛军决战 一举歼灭叛军 高顺道 高将军想带兵马出城作战 狄仁杰道 狄大人 新兵弹子虽然蜕变了 可是 没经历过战争 还是有欠缺 必须让士兵经历野战 感受一下残酷无情的血腥味 才能彻底蜕变 不断杀到城墙下 人头猝动 人山人海 道金枝 高顺一声令下 哗啦啦 一捅捅金枝往城墙下道 临得叛军士兵一头一脸 那味道臭不可闻 臭气熏天 特别是一些身上有伤口的人 沾上金枝会令伤口感染 伤口一旦感染 引发高烧 这种情况下 在古代是很难医治的 很多士兵就是在伤口感染中死去 滚烫的金枝 临在身体上 烫得叛军士兵叫喊连天 一部分叛军士兵 皮肤会被烫伤 啊 啊 痛呀 真心疼痛 痛彻心扉 叛军士兵到处混乱 一下子 叛军士兵相互碰撞 乱成一团 弓箭射击 高顺不时时机下令道 搜搜搜 弓兵朝着乱窜的叛军士兵射击 此时的叛军 弓兵战阵被铜袍 撞得支离破碎 东倒西歪 可是呢 叛军士兵实在太多了 源源不断地杀到城墙下 迅速爬上来 给城墙上秦军造成巨大压力 压力山大啊 杀 敌人杰看到一名叛军副将爬上城墙 对着秦冰砍杀 片刻时间就令秦冰损失好几人 刷 敌人杰连续迈出几步 杀到叛军副将身边 宝剑朝着对方一挥 铿锵 旗鼓相当 势军力敌 二人不分上下 打得难分难减 叛军副将士战踪出阶 敌人杰只是战王巅峰境 与对方差了好几间 要知道 敌人杰是文官 可没高顺 张宪等人的勇武 不可能越计挑战 砰砰砰 十多个回合分不出高下 战斗中的高顺 看到敌人杰相对吃力 迅速提出重剑扑上去 刷刷刷 几步迈到叛军副将身边 一具追魂刺出 扑 一剑贯穿叛军副将左胸口 叛军副将死不瞑目 怎么就挂掉了 不嘎啊 勤兵士兵迅速把爬上城墙的叛军 轻脚干净 叛军呢 钟离妹心里无比郁闷 一身修为不能前去杀敌 只能待在中军指挥 心中憋屈啊 作为叛军主观 一旦杀上城墙 谁来指挥大军作战 钟离妹修为很高 事战皇境 真要是在野战中 无人能对抗 毕竟 高顺 敌人杰二人的修为 受困于胡亥 必须要胡亥修为近身 才会解封 一旦解封 凭高顺神将的修为 绝对能碾压钟离妹 气啊 一个小小县城 令钟离妹损兵折将 四天时间损失了近万 特别是第四天 半天时间损失四千余人 这样损失 钟离妹损失不起 进入关中 还要与秦军死战 纠结啊 思考再三 钟离妹又派出一万叛军士兵杀出去 高顺惊讶万分 看到叛军不死不休的局面 让人把火油取出 准备给叛军来个大的 火油 往叛军身上盗 高顺怒吼道 哗啦啦 一桶桶火油倒下 一下子 城墙下无数叛军士兵 全身淋湿 火箭 射击 高顺道 嗖嗖嗖 一支支火箭射出 火箭一沾上叛军士兵 瞬间冒出熊熊燃烧的大火 片刻时间 城墙下成为一片火海 无数叛军士兵 成了一个个火人 疼啊 啊呀 撕心裂肺的叫喊声 响彻云霄 叛军士兵乱哄哄的 看到火人 吓得好多叛军士兵躲闪开 我不想死 救救我 救命啊 哄哄哄 火势越来越大 整个城墙下 全冒出火焰 数不胜数的叛军士兵 被活活烧死 惨啊 惨不忍赌 第056章 野战 苦难一天过去 蒲板卫沦陷 叛军丢下数千名士兵尸体 秦军损失近千人 今天是秦军与叛军决战日子 秦军早早起来 全部秦军走出蒲板城 在城门前排列成战阵 准备迎接叛军的进攻 500张连弩推出来 放置好 1000名高顺卫队 组成战阵在中央位置 二侧是蜕变为老兵的秦军 后面是秦军 500张秦军 整装待发 长枪凌厉 叛军呢 钟离妹这几天郁闷之急 攻了四天时间 一个小小的蒲板城拿不下来 气啊 五万训练有素的义军 攻不破秦军 秦军只有二万人 还是一群新兵弹子 居然挡下了义军所有攻击 说出来谁信 现实就是如此残酷无情 看到秦军出城作战 钟离妹一下子精神抖擞 知道秦军指挥官 是一个傻貌 好好待在城里阻击不好 非要逞强 带兵出城作战 不是自寻死路吗 既然如此 钟离妹肯定不会错过机会 不能让秦军逃回城中 必须在野外 把秦军消灭干净 彻底扫清通往关中的阻碍 近四万叛军 在钟离妹指挥下 朝着秦军战阵扑杀上来 一千米 八百米 六百米 四百米 当听到暴树士兵 暴出四百米时 秦军 三段是射击 高顺下令道 搜搜搜 弩箭撕裂虚空 散发出尖叫声 一下子响彻云霄 两千只弩箭一瞬间射出 像子弹似的 快速朝着叛军扑杀而去 扑扑扑 啊 啊 弩箭贯穿叛军士兵身体 留下一个个巨大血洞 有的弩箭连续贯穿二人 三人 一个个人形葫芦 出现战场上 叛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死伤一片 做梦没想到 秦军手中会拥有如此神器 一下子令叛军心生恐怖 纷纷停滞不前 弩箭杀的叛军并不多 比起近四万人来说 可以忽略不计 可是 太血腥令人心生畏惧 好多战场中的叛军 突然遭到射击 一下子呆滞 傻愣 嘴巴张张 说不出话来 脑海中一片空白 像挡机似的 就连中军指挥官钟离妹 也惊讶万分 以前听说过秦母 威力生猛 可是怎么会一次性 射出十只弩箭呢 不科学啊 一点不科学 叛军停滞不前 秦军可没有停下来的说法 依然朝着叛军 展开连绵不断的射击 搜搜搜 连续三轮弩箭与 射杀数千名叛军士兵 扑扑扑 血在飘 剑在飞 无情的射杀 让叛军纷纷退回去 说实话 高顺也被连弩强悍的威力震撼心灵 知道秦母很强 却没想过会如此生猛 叛军呢 回过神来的钟离妹 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针对秦军弩箭 马上做出调整 派出三只兵马 朝着秦军正面 左右二侧面一起进攻 想打乱秦军战阵 想法很美好 现实很骨感 高顺看看叛军 心中冷笑 全军出动 想要一举灭掉秦军 可能吗 轰隆隆 三个方向 三只叛军凶狠地杀来 高顺及时调整秦弩 在左右二侧 分别摆上150张秦弩 中路放上200张秦弩 针锋相对 严阵以待 当暴树员爆出500米时 秦弩 射击 高顺道 搜搜搜 三个方向上 500张秦弩纷纷开火 5000只弩箭瞬间射出 奔向叛军 哼 以为采取稀疏阵型 就能免除死亡吗 扑扑扑 叮当 叮当 弩箭射到盾牌上 强悍的力量把盾牌扎碎 弩箭依然朝着叛军士兵身体扑上去 近千名叛军士兵挂掉 啊 啊 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响彻云霄 叛军方阵大乱 微微停顿一下 不过 在钟离妹等将军的吼叫声中 叛军士兵依然朝着秦军战阵杀上来 二十个呼吸不到 第二轮弩箭雨又射出 扑扑扑 又是上千名叛军倒下 三轮箭雨 彻底摧毁叛军前面的盾牌兵 朝着弓兵飞去 嗖嗖嗖 五轮箭雨 留下七千多名叛军生命 叛军也从开始时的近四万人 一下子只剩下三万余人 勤兵依然是一万六千多人 嘿嘿 兵力对比一比二 左右二侧 起盾 长枪刺杀 中路卫队现阵营起阵 迎战叛军攻击 高顺道 现阵现阵 死战倒跌 中路军卫队迅速起阵 刀起刀落 伴随着一名名叛军士兵身体分架 现阵营 说白了就是重步兵 只是采取一定的战阵营敌 士兵相互配合默契 况且 现阵营士兵挑选非常严格 不仅要求士兵有强悍的体力 还要有灵活性 百名普通士兵中 能挑选出一名 已经算不错了 不过呢 高顺现阵营士兵 是从秦帝国禁卫军中挑选 禁卫军是秦军中最强悍的士兵 不论是战斗力 作战意识 修为 军比一般士兵强几个档次 只比边军微弱 加上高顺近一个月的训练 此时的现阵营士兵 战力得到完全释放 扑 一名叛军脑袋搬家 搜 一支利剑贯穿叛军咽喉 现阵营缓慢的迎上去 不断收割叛军士兵生命 士兵相互间配合默契 中路成了一个绞肉机 一名叛军士兵被斩于马下 擎军左右二侧 士兵竖起盾牌 长枪凌厉 等待叛军杀到 搜搜 擎 擎弩在不停的射击 像是给士兵信心似的 听到弩箭声 秦兵信心百倍 战役飙升 让原本有一点点胆怯的心理消失 碰 叛军冲上来 撞到秦兵盾牌上 枪兵刺杀 扑扑扑 长枪兵根据命令 一枪枪刺出 收枪 再刺 扑扑扑 不论前方是否有叛军士兵 枪兵军会刺出一枪 一排排枪兵凶狠地刺上前 有时命令会让斜刺 有时是凭刺 简单地刺出收枪二个基本动作 可是威力却非常强悍 后排枪兵上前平刺 前排枪兵后退 一旦有伤亡 后排枪兵会马上补位 确保枪阵的严密 阵型完整 杀伤力足够 砰砰砰 搜搜搜 战场上响彻云霄 砍杀声 撞击声 刺杀声 脚步声 会合在一起 令战场更加喧嚷 大地染成红色 血腥味 冲天起 双方兵力交织在一起 相互击杀 直到把对方杀死 这就是战争 很残酷 很无奈 没有对与错 只有胜与负 在此刻 邪恶与正义 已经无从说起 也分辨不出来 搜搜搜 砰砰砰 一名名叛军倒下 一名名秦兵死亡 刚刚蜕变的秦军士兵 再一次体验到了战场残酷性 心灵再次得到习 面对面贴身肉搏 惨啊 惨无人道 不论是叛军 还是秦军 都想消灭对方 都想置对方于死地 都想获取胜利 第零五七章 偷袭失败 没达到目的 双方激战三个时辰 叛军溃败 高顺马上下命令 全军出击 追杀溃逃的叛军士兵 随着命令 现阵营一千名卫队 迅速卸下重铠甲 跳上马背 朝着叛军杀去 剩下一万三千名勤兵 也朝着叛军追杀 此时的叛军 士气低落 战役全无 成了待宰羔羊 只知道拼命逃走 生怕慢了 遭到秦军俘虏 钟离妹气啊 心中憋得难受 一口老血吐出来 脸色苍白 像是大兵一场似的 在这种情况下 钟离妹再勇猛 也不取作用 总不能一人 独扛上万名士兵 无可奈何之下 钟离妹也只好逃走 先躲过秦冰 追杀再说 逃了一段路 钟离妹觉得不行 这样逃不出升天 必须留下一军 抵抗秦冰 否则 全部要灭亡 李毅 你带两千兵马断后 阻截秦冰追杀 争取给大部队 更多的时间逃走 钟离妹道 啊 钟将军 两千兵马怎么够啊 李毅道 现在就只有那么多兵马 再多本将军 到什么地方去找 服从命令 不要磨叽 钟离妹道 遵命 李毅道 心中把钟离妹 祖宗十八代 狂喷无数遍 特么让我断后 这不是等死吗 轰隆隆 还没等李毅想清楚 看到秦冰已经杀来 李毅想都不想 转身就逃走 根本不敢阻挡秦冰冲杀 势不可挡 所向披靡 一路上俘虏 收缴了上万名叛军士兵 秦军追杀五十里地 一直到次日早上 才纷纷返回蒲板城 火头军准备好饭菜 秦军士兵一返回来 马上送上热腾腾的馒头 羊肉汤 将军 战国统计出来了 五天来 一共消灭叛军士兵两万七千多人 俘虏叛军一万八千多人 其余不是逃走 就是走散 估计钟离妹身边最多有三千人 传令兵道 我军伤亡有多少 高顺道 开战以来 一共伤亡七千余人 剩下一万三千多人 全部彻底蜕变成老兵 一千卫队没怎么伤亡 现全部是战将境 有少部分晋升到战率境 传令兵道 缴获方面呢 高顺道 初步估计粮草有数万弹 各种兵器铠甲无数 不过 好多都坏了 只能回炉 传令兵道 狄大人 下一步我们要对那里用兵 高顺道 高将军 我们刚刚歼灭叛军 会给地方上极大震慑 休息几天后 立刻收复河东全境 敌人劫道 狄大人 官吏怎么办 现在官吏肯定不与帝国一条心 甚至是勾结叛军 高顺道 我马上给上官大人写书 让其派出相关官吏 到河东任职 敌人劫道 狄大人 你是陛下心腹 又是智者 可以直接考察 任命地方官员 高顺道 呵呵 高将军 上书还是要写的 虽然 敌人劫道 同官 胡亥查看一下休为 发现已经从战林一阶 晋升到了战林四阶 几天时间晋升四阶 呀的 还是杀人好 神将杀人 卫队杀人 会为胡亥带来经验值 快速提升休为 不过呢 到了战林境 每一阶晋升 需要一万点经验值 要是到了战王境 需要十万点 越到后面越困难 想想也是 要是那么容易晋升 不是天下无敌了 不可能的是 陛下 叛军又准备进攻了 孙上相道 哦 胡亥抬头查看一下 叛军临时组建的八万骑兵 经过五天机战 消耗掉五万骑 尾根的叛军步兵 挂掉一万有余 经过五天机战 前方地面上三角钉 陷马坑已经彻底失去作用 好在巨马路制作出一些 全摆放在阵前 能阻挡一下叛军骑兵的冲击 又是三个方向杀来 擎军擎弩只有五百张 要阻挡三个方向的叛军骑兵 压力山大 一 叛军不论是骑兵 还是步兵 前面士兵手中 全拿着木制盾牌 有用吗 上香 你指挥吧 镇是门外汉 不插手战士 胡亥道 遵旨 孙上香道 轰隆隆 叛军出动三万骑兵 五万步兵跟在骑兵后面 一旦撞开秦军战阵 步兵跟进 连续几天血战 双方军知道不好对付 叛军希望秦军弩剑消耗一空 到时候好出击 遗憾的是 秦军弩剑像是不要钱似的 每天拼命往阵前射击 一波箭雨留下数百名叛军骑兵尸体 叛军也在总结 也在研究怎样避开秦弩的射击 太稀疏了 秦弩的作用得到极大限制 威力发挥不出来 这样的战阵 秦军弩剑杀伤力大大下降 不过 叛军进攻的力度同样减弱 只有数十骑能杀到战阵前 成为张宪卫队 被围军士兵手中击杀的对象 况且 还有一千名红粉兵团在阻击 真正杀到阵前的不会多 给秦军压力不大 有利必有弊 世上没二权其美的事 搜 贯穿一名叛军骑兵胸口 士兵跌下马背 长枪刺杀 张宪道 刷 一排排准备好的枪兵迅速刺出一枪 有的士兵手中长枪扎进叛军身体 有的士兵长枪扎进战马体内 也有的士兵落空 只是按命令刺出一枪 扑扑扑 几名杀到阵前的骑兵 一下子成了鬼魂 战打到现在真的很困难 想要一天内消耗多少叛军 基本是不可能 消耗战 拼双方后勤补给 相对来说 叛军比秦军要困难好多 叛军需要从其他地区调运粮草 花数十天才能运到大军驻扎地 运输过程中会消耗大量粮草 运输实时粮草 有五成能按时送到 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秦军呢 不存在粮草问题 只需要从咸阳城中不断调运武器装备即可 就算运输粮草 也只是几天内的事 消耗不会太大 秦军完全有能力接受 短期内 粮草问题不大 一旦战事久拖下来 情况不容乐观 叛军本来就没粮草 一直靠抢夺秦帝国 在各地的筑备粮食生存 现在洛阳没捞到 叛军一下子粮草供应不足 不能在短时间内拿下同关 叛军只好乖乖撤退 消灭秦国成为一句笑话 事实上呢 胡亥也是打这个主意 利用险官消耗叛军兵力 在最后一道爱官阻击叛军 只要守好同关不失 叛军不用几个月会撤退 毕竟 那么多叛军士兵 一天需要粮草是海量的 一旦各地擎帝国筑备粮花光 叛军会饿肚子 叛军靠抢夺帝国境内的筑备粮维纪 不搞生产 这是一种什么行为 能长久吗 第零五八章 义军的局势 叛军中军大仗 叛军进攻同关半个月 损兵折将十多万人 依然为拿下爱官 令项羽郁闷 诸位将军 咱们义军进攻了半个月 同关依然没拿下 情况不容乐观 现在天气越来越冷 气温下降很快 粮草补给困难重重 我们义军何去何从 大家有什么想法 项羽道 此时的叛军已经疲了 不像刚开始时 雄心勃勃 士气高昂 一定要把秦帝国灭亡 经过虎牢 寒谷 同关三道爱官 让叛军明白 想要轻松拿下 不容易 兵力从开始时的近百万 目前只剩下四十万步道 加上另一路兵马 灰飞烟灭 局势糟糕透顶 将军 秦军勤武威力强悍 义军想要拿下太困难了 得从其他方面想办法 彭越道 秦军又退回关上 确实不好打 除非再把秦军吸引出来 与其决战 一名齐国代表道 大仗中的人纷纷鄙视 说什么话 把秦军当成傻子吗 秦军不是出城作战了 义军拿不下来 现在天气寒冷 秦军又回城去 怎么吸引 别逗了 关键还是得摧毁秦军 那玩意太凶残 除非派出大量战王以上修为的人出战 张涵道 战王以上 义军中也不多 算下来只有数十人 而且 全是个诸侯手中大将 就算储军中 战王修为以上的将军也不多 问题是 那么多战王出战 一旦秦军开火 稍不留意也会挂掉 谁愿意去送命 报告 战外一名传令兵道 进来 项羽道 报告将军 钟离妹将军回来了 传令兵道 什么 钟离妹不是带兵迂回河东 准备偷袭 牵制秦军吗 怎么回来了呢 发生啥事了 一下子 大战中所有人疑惑不解 请钟将军进来 项羽道 不大一会儿 灰头土脸的钟离妹走进来 朝着项羽行来的大礼 看到钟离妹的模样 战中的人心中一愣 怎么会搞得如此狼狈 不会又是败了吧 钟将军 不好好指挥大军作战 跑回来干什么 项羽道 将军 末将旗下五万大军全没了 只有近千名士兵逃出升天 钟离妹道 啥 五万大军没了 怎么回事 咸阳城中大里来的兵马 什么人敢阻挡一军的步伐 呆滞 傻愣 大仗中集体傻眼 一副疑惑不解的神色 钟离妹的话太雷人 把仗中人雷得外焦里嫩 钟将军 到底发生什么事 你细细说来 范增道 接下来 钟离妹把战争经过一五一十的讲出来 令仗中人惊讶万分 高顺是什么人 从没听闻过呀 昏军从什么地方找出来的 带着二万新兵弹子 全间一军五万兵马 这妖牛逼的人 居然一无所知 将军 秦军秦母非常恐怖 那个高顺利用蒲板城死守 我们进攻了几天 也给秦兵造成极大伤亡 但是 秦军那群新兵弹子 完成蜕变 成为一名老兵 随后 秦军出城作战 拿出秘密秦母 打得一军丢盔器甲 无法阻挡 钟离妹道 那个高顺胆子真大 居然拿一军来练兵 让秦军士兵迅速完成蜕变 名将啊 应不倒 升级版秦母 是秦军秘密武器 估计刘邦那只义军 就是溃败在秦母下 范增道 对了 陈平呢 为什么不见人影 让他过来陷阱 现在是他们谋士出力的时候 项羽道 这下大家才发现 陈平不见 报告将军 几天前 韩信 陈平二人走了 貌似有点像回家 种红薯去了 一名传令兵进来报告道 什么 韩信与陈平缴获在一起 别人不清楚 陈平 韩信二人的能力 范增 项羽可是非常明白 一旦二人联手 情况麻烦 什么时候的事 为什么不来报告 范增道 范军师 貌似是二天前的事 他们走得光明正大 没有躲躲藏藏 传令兵道 这段时间 义军中不断有逃兵出现 谁也不理会 毕竟义军成分复杂 不好管理 对于陈平 韩信离开 项羽不当回事 明知道二人很牛逼 依然不放在心上 这就是项羽的傲娇不惧怕任何人 派人去调查 陈平 韩信二人的去向 一定要极力阻止二人去投刘邦 范增道 好了 现在研究一下怎样攻打秦军 是在派一只兵马去消灭河东高顺军 还是继续攻打同关 项羽道 将军 气温越来越低 不方便大军行军派兵马迂回河东 兵马少了不起作用 多了我们没那么多兵马调配 应不道 事实如此 义军目前只有三十五万兵马 再抽调的话 进攻同关的兵力不足 纠结啊 到了现在 各诸侯才发现兵马损失太多了 一些诸侯代表有了退兵的打算 士气低迷 粮草缺乏 人心不齐啊 将军 要不派出一只义军从五官攻击 一是牵制秦冰 另一方面不让秦军有时间发展 一名诸侯建议道 不可 不论是五官 河东 这二个方向上都引起了秦军关注 不会给义军偷袭 再派义军去 会遭到秦军打压 甚至是全军覆没 范增摇头道 将军 末将觉得 可派出人去汉中 蜀北 蜀南 蜀西 蜀东 说服那些地区的官吏 起兵进攻秦军 现在那些地区还处于摇摆不定 必须加以利用 给秦军添乱 彭越道 可以 此事由亚服负责 项羽道 将军 可以让各地诸侯派人到咸阳城 策反一些大家族 给昏军添乱 一名诸侯代表道 原水解不了尽可 不过呢 多让各诸侯出力 对义军来说 没坏处 项羽肯定支持 真要是咸阳城乱起来 胡亥还有心思在同关抵抗一军吗 可以执行 诸位马上派人去与各诸侯商量一下 尽快派人手潜入咸阳城 项羽道 叛军研究半天 什么计策也未商量出来 最后决定 继续对同关进行攻击 强攻同关 那是要死很多人 这一点诸侯代表心中明白 除此之外 别无他法 诸将 代表 纷纷走出中军大仗 亚服 同关不好攻 有什么好的建议 项羽道 各诸侯心不齐 不好办 除非大家心往一处使 齐心协力 才能拿下同关 范增道 项羽心中明白 不要说其他诸侯代表 就算储君不也在算计的诸侯吗 谁都不想损兵折将 都想捡便宜 第零五九章 局势严峻 同关成主府 陛下 张良 萧和 周伯 立即四人的家眷锦衣卫已经接到 此时正在途中 假许道 想要让四人臣服 必须把他们的家人接到咸阳 等家眷到了咸阳 想要生活 必须出来干活 胡亥不会白养着那些人 没收入 只有支出 就算四个家眷带着一些钱财到咸阳 也支撑不了多长时间 嘿嘿 到那时 张良 萧和 周伯 立即等人 还傲娇个屁 为了生存 只能乖乖出来干活 咸阳城中 胡亥没有限制己人的自由 只是派人监视 不让其离开咸阳城 文和 让锦衣卫保护好四人的家眷 一定要安全送到长安 交给他们四人 可以在咸阳城中 安排几人家眷的住处 但是 坚决不给一粮 钱补住 家眷的生活 由他们自己负责操心 我们帝国不养闲人 正要看看 他们傲娇到什么时候 胡亥道 假许微微一愣 不是要让四人臣服吗 为什么不好好 安排一下他们几人的家眷呢 那样 能让四人感动 欠下勤奋 到时候不臣服不行啊 不过呢 片刻时间 贾许想明白了其中的意义 这是逼迫四人就范 不出来干活 臣服 那你的家眷就要饿肚子 再说了 咸阳城中 想要干什么事 不全是陛下说了算吗 微臣遵旨 陛下 不担心几人生气 适得其反 以绝食来威胁陛下 贾许道 绝食 呵呵 胡亥笑了起来 文和 他们四人是有可能绝食 可是家眷呢 老婆 孩子 父母一大堆人 怎么绝食啊 胡亥道 再说了 只要四人不去为个诸侯干活 一直好好待在咸阳城 朕又何惧呢 胡亥补充道 陛下 锦衣卫刚刚从北方传回来消息 匈奴有南下入侵中原的态势 不过 兵马并不多 只有数万铁骑 威臣猜测 应该是冬季匈奴在南下过冬 顺便到中原境内掠夺一番 这是匈奴人的尿性 尽管如此 北方燕门关 帝国已经没什么边军 只有数千名老兵 阻挡不了匈奴铁骑的南下 贾许道 胡亥听了点点头 手指在桌子上轻敲 咚咚咚 心中在思考 缺兵少将啊 看来 只能亲自带兵马 去抵挡匈奴铁骑入侵中原 坚决不让匈奴人杀进中原 也好 顺便把兵州收复 回归帝国旗下 兵呢 从什么地方抽掉兵马 头大啊 没地方可抽掉 汉中 蜀南 蜀西 蜀北 蜀东等地区摇摆不定 再看局势发展情况 看来 还是要把这些摇摆不定的地区彻底搞定 才有地方征兵 抽掉兵力 文和 有什么策略可退匈奴铁骑 朕可不想让匈奴人杀进中原地区烧 杀 掠 抢 因 给帝国造成灾难 百姓带来伤害 胡亥道 贾许点点头 陛下 这个微臣要好好想一下 毕竟 咱们现在手上没兵力可动用 贾许道 胡亥倒了杯酒 递到贾许面前 文和 喝点酒 慢慢想 胡亥道 端起酒杯小小瞎了口 等待贾许想出计策出来 陛下 帝国内忧外患 不宜大规模动兵 必须留下足够兵马 反击各地叛军 在这个前提下 微臣觉得 可以对匈奴实施议定传播 让大草原上人口急剧下降 对其帝国短时间内 没有能力入侵 只是这样一来 名声不太好 另外 针对北方燕门关的情况 让臣带着张宪将军 及旗下两千兵马 再想办法征召一些 有个数万兵马 前去迎战匈奴铁骑 入侵中原地区 假许道 胡亥在思考 多少年来 中原与草原种族 一直是生死仇敌 为了防止草原种族 入侵中原地区 秦始皇修建长城 阻击匈奴铁骑杀进中原 那其实是一个治标不治本 只有从根本上彻底消灭匈奴 才会让中原地区摆脱灾难 一并 毒品用于战争 确实会受到很多大儒的指责 可是 为了帝国百姓 我不下地狱 谁下地狱 文和 疫病传播匈奴人居住区一事 你放心大胆的操作 不过 一定要告诉执行人 要进入大草原深处 洒播疫病种 进入草原地区 疫情那玩意很危险 一旦传入中原地区 情况很麻烦 出了什么事 朕来背这个恶名 不用文和来替朕当替罪羊 保密观念一定要强 最好别泄露出去 出兵夜门关一事 朕清征好了 文和随军谋划 胡亥到 怎么可能 胡亥清征不用携带粮草 只需要从系统商城中兑换 其他人出征 粮草补给就是大问题 陛下 您不用清征 那样会非常危险 还是让微臣代替出征吧 贾许道 文和 朕知道你是好心 可是 朕不出征 大军粮草不计很困难 胡亥到 卫兵 进来 胡亥到 陛下 什么事 传令兵进来到 去把蒙田 蒙义 孙上香 张献 扁鹊等人叫来 咱们开一个会 研究一下 胡亥到 遵命 传令兵到 不大一会儿 蒙田 蒙义 孙上香 张献 扁鹊等人进入城主府 胡亥让卫兵给每个人倒了杯酒水 朕叫诸位将军来 是有件事 要让大家一起商讨一下 据刚刚得到情报 北方草原匈奴不安稳 有入侵中原的野心 现在 燕门关上的边军 只有数千人 还是一些老弱病残 无法阻挡匈奴铁骑的步伐 一旦匈奴铁骑南下 会给中原百姓带来极大的灾难 朕不想让边境地区百姓 再受匈奴铁骑的蹂躏 一定要拒低于境外 让战火在其他人境内发生 不让战火危害中原百姓 为此 朕准备最近几天返回咸阳 铜关阻击叛军仪式 只能交给蒙田 蒙义二位将军死守 记住 一定要把叛军挡在铜关外 不能让叛军再进一步 胡亥道 蒙田无奈地摇摇头 燕门关五十万边军 被王黎带离边关 进入中原平叛 不仅为起到平叛作用 反而灰飞烟灭 那可是蒙田训练出来的边军 说不心疼 那是蒙田的心血 陛下 北方草原上聚集多少铁骑 蒙田道 据锦衣卫估计 最少有五万铁骑 甚至会更多 具体数量还在落实 甲许道 陛下 要不从铜关抽掉兵马 前去迎战匈奴铁骑 蒙田道 不行 蒙将军 铜关非常重要 帝国最后一道防线 不能再失 一旦失去防线 帝国危也 甲许道 叛军一旦杀入关中 帝国拿什么去抵抗 陛下 铜关上目前有兵马近六万 阻挡叛军用不了那么多兵力 可以抽掉一些出来 蒙田道 蒙将军 叛军还有差不多三十五万兵马 铜关上六万兵马 只能勉强抵挡 再抽掉的话 铜关会很危险 朕不能冒险啊 一旦让叛军拿下铜关 整个帝国局势无可挽救 面临亡国之险 目前 河东在敌人节 高顺二人带领下 消灭了五万叛军 又把河东全部收复 正准备对兵州用兵 五官 亲密爱口 有穆贵英 吕灵旗主持 叛军只有拿下铜关 进入关中 这是叛军唯一的通道 大家都知道 咸阳城中已经没有兵马 只有三千弩兵在驻守 铜关上兵马 朕不会抽掉 胡亥道 陛下 从什么地方抽掉兵马 迎战匈奴铁骑呢 匈奴铁骑一南下 不会只有区区五万 肯定会有后续铁骑跟进 蒙田道 第060章 北方匈奴想趁机入侵中原 对于北方匈奴铁骑 没有人比蒙田更清楚 蒙田的话 令胡亥微微一愣 这个时代的匈奴铁骑 绝对是实力强悍之极 秦始皇不仅修建长城 还驻扎五十万边军 用来防范匈奴铁骑入侵中原 呀 情况貌似不是胡亥想的那么简单 蒙田 一般匈奴人入侵中原 会动用多少兵马 胡亥道 匈奴人每年都会南下 一个个部落聚集在一起 若是有行动 匈奴人会聚集起来 原来帝国有五十万边军 驻扎燕门关 匈奴铁骑不敢轻易靠近 加上帝国铁骑时常去巡逻 猎杀匈奴部落 一旦匈奴人想要南下 会联络很多部落 组成数十万铁骑 对中原地区 进行掠夺 抢劫 奸银 纵火等 草原上缺乏铁 盐 茶叶 布皮等物资 目的就是抢人抢东西 蒙田道 胡亥点点头 若是没记错的话 西域数十个国家 已经被匈奴人奴役 成为匈奴人爪牙 匈奴势大 西域诸国不仅投靠匈奴 还将自己说成是匈奴人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 不论是北方草原 还是西域地区 已经是匈奴人的天下 不过呢 匈奴人是松散型组织 并非铁板一块 文和 让手下锦衣卫深入调查 一定要把情况弄清楚 马上报告回来 胡亥道 遵旨 贾许道 正在此时 传令兵进来 递给贾许一个情报 陛下 刚刚收到锦衣卫上报 隆熙以西一带枪组很不安定 有可能会打隆熙的主意 贾许道 妈大 一旦笼西沦陷 天水也危险了 陛下 据情报上说 匈奴人派出使者到枪族洽谈 具体开出什么条件不清楚 贾许道 枪族 一个不稳定因素 枪族分成好多部落 一旦聚集起来 实力也很恐怖 文和 通知笼西 天水驻扎的勤兵 一定要密切注意枪族的动态 做好防范的准备 一旦枪族入侵 尽量死守 不要出城作战 等待援兵 胡亥道 头疼 四处漏雨 此时是帝国最薄弱的时候 一切军事叛军引发的连锁反应 草原民族 想趁机占便宜 遵命 贾许道 诸位爱卿 朕想与叛军项羽商谈一下 能否劝说叛军撤兵 或者暂时霸占 胡亥道 项羽是胡亥最敬佩 欣赏的将军 应该有很高的觉悟 在中原民族受到外遗入侵时 不会再内斗吧 陛下 怎样商谈 邀请项羽来同关上洽谈吗 贾许道 不 就在战场中央谈 双方只能带一名护卫 等随后 朕给项羽写封书信 让人送出去 胡亥道 不行 陛下不能冒险 让微臣去谈吧 一下子 蒙田 蒙义 贾许 孙上香 张献 扁鹊等人 纷纷开口反对 特别是贾许 孙上香等神将 坚决不同意 他们对胡亥忠诚度 全是百分之一百的死忠 怎么会允许胡亥冒险呢 呵呵 大家不要劝了 此事朕已经决定 到时候 让上香陪阵出城洽谈 胡亥道 陛下 项羽武艺超群 一旦心生歹意 孙将军抵挡不住 保护不了陛下安全 贾许相劝道 陛下 项羽确实勇猛无比 单打独斗 可以说是天下无敌 末将不赞成陛下冒险 不能把陛下安全寄托在项羽的信誉上 一旦项羽劫持陛下 同关将不复存在 请陛下三思 蒙田道 诸位爱卿 你们想过没有 帝国此事真的很困难 无兵可调 匈奴虎视眈眈 随时会南下 中原百姓会受到掠夺 抢劫 还有枪族倒向匈奴人 情况不容乐观 只有与叛军达成协议 暂时霸占 才能渡过难关 胡亥道 在国家民族大义上 胡亥相信项羽有觉悟 不会趁火打劫 再说了 叛军缺乏粮草 也需要时间钓鱼 再过十多天 叛军想进攻也不成了 同关城墙上洒水 结成兵 那种情况下 叛军如何攻击 趁此机会 胡亥把北方匈奴铁骑击退 给枪族一个下马威 让其暂时安稳一段时间 陛下 匈奴人想要入侵中原 肯定是开春后的事 现在天气越来越冷 再过几天会下雪 结兵 战马也受不了 不如先把叛军搞定 再回过头解决匈奴人 蒙田建议道 蒙将军 朕巴不得下雪 只要下雪 朕有办法短时间内击退叛军 甚至歼灭叛军 就怕老天不下雪 只结兵 那样的话 只能防守 不能歼灭 击溃叛军 胡亥信心十足道 陛下 既然如此 为什么要与项羽见面呢 再等待几天看看 若是不下雪再做打算 贾许道 嘿嘿 贾许怎么会知道 胡亥心中所想 说白了 好不容易穿越一次 碰到项羽 真想见上一面 毕竟项羽英雄事迹 传唱了数千年 作为一个后世人 肯定想与项羽一起喝酒 聊天 那是多么牛逼的事 好了 诸位不要劝了 此事朕已经决定 为了中原百姓不受苦难 朕不下地狱 谁下地狱 胡亥道 高大上的话一出 一下子令蒙田 蒙义二兄弟 对胡亥好感度连连飙升 从原来百分之三十的好感度 瞬间暴涨到百分之七十以上 看到蒙田 蒙义二兄弟 好感度上升 胡亥心中高兴啊 二兄弟是一代名将 只要全心全意为帝国尽力 绝对是帝国之幸 另外 朕这里有份图纸 安排工匠加工 一定要在下雪前生产出来 数量吗 尽可能的多生产 最少不能低于一万 胡亥道 众人莫名其妙 不知胡亥又搞什么东东 胡亥马上从系统商城中 兑换出一闸纸出来 开始绘制图纸 随后交到蒙田手中 蒙田接到手中 查看一下什么也看不懂 一脸茫然不知所措 陛下 这是什么东西 有什么作用吗 蒙田道 呵呵 蒙将军 这可是战胜叛军 匈奴铁骑的重要设备 有了这东西 一旦老天下雪 就可以消灭叛军 匈奴铁骑 胡亥道 众人看了茫然 想不出取胜在什么地方 陛下 这个简单的木片 真能取胜 能击退叛军 匈奴铁骑 怎么可能 蒙田道 蒙将军 放心吧 有了这东西 击退叛军 匈奴铁骑不是问题 具体是什么 等弄好后 一旦下雪 你们会明白的 胡亥道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简单的滑雪板 有了滑雪板 可以让勤兵朝着叛军 匈奴铁骑进攻 占据绝对优势 到时候 不论是叛军 还是匈奴铁骑 军不能出战 再说了 下雪天 战马在雪地上行动不变 速度极慢 到时候带上红粉兵团 被围军 再挑选一些勤兵 稍加训练就成军 遵旨 蒙田道 第061章 谈判前 叛军中军大仗中 项羽接到胡亥派人送来的书信 一下子迷惑不解 不知胡亥搞什么咚咚 来人 把亚父 嫡妻将军等人叫来 项羽道 遵命 传令兵道 项羽把胡亥书信 交到范增手中 亚父 这个昏军什么意思 怎么会邀请我去与他商谈事情呢 不会有什么阴谋诡计吧 项羽道 商谈帝在战场中央 双方兵马各退后两千米 只能带一名护卫 不可能有什么阴谋诡计 难道是秦军支撑不住了 若是能让胡亥投降 同关不用再进攻 顺利进入关中地区 一举灭掉秦国 范增眼睛亮了起来 实在不行 劫持胡亥这个昏军 也能达到目的 羽儿 这是我们叛军的机会 一定要与昏军见面 最好是劝说昏军投降 不行就劫持昏军 范增道 牟士可不会顾及那么多 能减少伤亡 获取最大胜利是最终追求的目标 丫父 这个不好吧 一旦劫持昏军 会让天下人耻笑 以后我怎么面对天下人 项羽道 羽儿 不要迂府 为了义军减少伤亡 为了让义军进入关中地区 为了尽快消灭秦帝国 为了天下人着想 牺牲一点个人名誉 有何不可 范增相劝道 项羽依然摇头 不同意劫持胡亥 这种事项羽做不出来 换一个人 像刘邦 绝对会劫持 当然了 胡亥就是了解项羽性格 才敢提出与对方见面 换一个人 胡亥也不会 好面子 江湖意气重 所以 项羽不能统一天下 会败给刘邦 我是让大家来商量下 昏军到底想与咱们谈什么 要怎样应对 不是杀害 劫持昏军 那种事 本将军做不出来 昏军光明正大来洽谈 咱们却暗中出手 天下人会怎么看本将军 怎么看一句 这关系到本将军的信誉 人品问题 大家不用再多说了 项羽道 一下子 让范增不知说什么好 将军 末将认为 并非是昏军同关支撑不住 应该是咸阳城中发生什么事 才让昏军做出这样的决定 想与异军谈判 结束战争 一旦等昏军解决了咸阳城中的麻烦事 昏军依然会出兵进攻我们异军 我们不能答应昏军停战 一定要坚持下去 最好是让人调查一下 咸阳城中到底出什么事了 鹰不道 鹰将军说的是一方面 还有一个原因 北方大草原上的匈牧 有南下的可能 昏军想抽掉同关上的兵马 去抵抗匈牧铁骑 这种可能性很大 范增道 既然如此 我们更不能与秦军妥协 趁此机会拿下同关 一举进入关中 彻底消灭秦国 相庄道 若是匈奴南下 我们一军不能干趁火打劫的事 毕竟 中原民族与匈奴是世仇 一旦趁人之危 匈奴铁骑南下 就算我们消灭秦国 占领咸阳城 也会给中原百姓带来灾难 范增道 再怎么说 范增也是熟读史书 也是中原民族 怎么可能与匈奴同流合污 其他将军纷纷点头 亚赴 真要是匈奴铁骑南下 昏军来商谈 我们一军答应停战吗 项羽道 哎 范增长叹口气 这个是很复杂 我们储军停战 可是其他诸侯联军会同意停战吗 搞不好 我们储军与个诸侯联军会反目成仇 这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结果 这是要三思 范增道 再说了 我们一军粮草紧缺 天气越来越冷 再过一段时间 一军想进攻也不可能 最好的办法是拖着 既不答应昏军 也不参与进攻 让其他诸侯进攻 范增道 大家心中明白 已经进入深冬 随时有可能下雪 一旦大雪封山 封路 战事只好延缓 冰天雪地里作战 貌似在古代 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基本不会在雪天出兵 于而 本人还是建议劫持昏军 那样会减少很多麻烦事 也解决了一军粮草问题 范增又相劝道 不 我不会劫持昏军 也做不出那种卑鄙无耻之事 要在战场上 堂堂正正击败秦军 让秦国灭亡 偷偷摸摸下阴手 暗中完阴招 不是大丈夫所为 项羽摇头道 范增无言 再多人相劝 项羽也不会同意 好吧 我马上让人调查 咸阳城中出什么事 不过 既然如此 一军还是要有准备 不能被秦军打个措手不及 该防范的 还是谨慎对待 范增道 龙血 鹰部 忌部 钟离妹 于子七 你们带上储君 一旦出现意外事件 马上挥军杀向秦军 项羽道 将军 你准备带谁去与昏军商量 项庄道 若是昏军真的只带一名护卫 就由项庄跟随本将军而去 凭本将军勇武 谁奈何得了 项羽道 遵命 项庄道 将军 既然与昏军谈 能否让昏军支援我们义军一些粮草 解决一军粮草短缺问题 记不到 这个不好的开口 开口昏军也不会同意 本将军与昏军商谈 说白了 是去了解一下昏军的想法 到底咸阳城中出现什么事 会让昏军主动邀请我们商谈 项羽道 接下来 各诸侯听闻 昏军邀请项羽商谈 马上一股脑跑到中军大仗中 相劝项羽 一定要击杀昏军或劫持 不过呢 军被项羽拒绝了 开玩笑 项羽是一代战王 怎么可能干那种偷鸡摸狗的事 三天时间 转眼急过 项羽虽然不惧怕昏军 不过 还是准备好了意外事件发生时的应变措施 整个储军全部出动 站在一军最前面 叛军集体出动 全部在离战场中央两千米外地方 排好队形 看向秦军 秦军呢 只出动了三千兵马 一千名红粉兵团 两千名被围军士兵 站在城墙下 一名被围军士兵 抬着一张脊案 放在战场中间 积岸上有二支杯子 一瓶五粮液 二支马灯 杯子与五粮液 是胡亥花经验值 从系统商城中兑换出来的 在这个年代 绝对是高大上的酒杯 明酒 此时代的酒水 度数只有数度 喝起来像马尿似的 非常难下咽 第062章 吹吧 时间一到 胡亥带着孙上香 朝着二军中间积岸走过去 孙上香背着烈焰弓 英姿飒爽 胡亥没穿巢服 一身银色铠甲 双目炯炯有神 看向叛军阵中 一名高大 威武的将军 涌现眼眶 项羽看到胡亥走出城 也带着相庄 环步朝中央捷岸走过去 二人到捷岸边 相互对视 谁也不开口 项羽真的非常英俊 长得太帅了 黑衣黑甲 身上散发出一股逼人的寒气 脸型棱角分明 目光锐利 一点九米身高 不显瘦 也不觉得胖 标准美男子 腰间悬挂着一柄宝剑 按后世的说法 绝对是帅呆了 暗中查看一下修为 妈蛋 战胜巅峰 这么强 再进一步就是战地 是这个时代最顶级存在 胡亥心在跳 特么这么强 数十个呼吸过后 胡亥伸手 一个邀请的动作 然后胡亥坐下 打开瓶盖 一股浓烈的酒香散发出来 让人闻上一闻 绝对心悦不已 真酒 把一只酒杯推到解岸另一侧 向将军 咱们首次见面 朕也没什么好东西 就喝上二杯 算是对将军的敬重 胡亥道 端起酒杯 一口喝光 看到项羽没有端酒杯 胡亥微微一笑 向将军 怀疑酒中有毒 胡亥道 向羽被一击 迅速坐下 端起酒杯也喝光 好酒 项羽道 废话 不是好酒胡亥会拿出来吗 那可是后世名酒 向将军 这个酒来之不易 在这个时代 绝对算是最牛逼的好酒 在其他地方 真的喝不到 胡亥淡淡道 又在二只酒杯中真酒 不怕本将军一剑斩了陛下 或者劫持陛下 只要劫持陛下 同关不战而得 义军能顺利进入关中地区 到时候 咸阳城会沦陷 秦国会灭亡 项羽道 哈哈 胡亥大声笑了起来 淡淡瞟了眼项羽 再次端起酒杯 又把杯中酒喝光 项将军 你会那样干吗 将军一身勇武 无敌于天下 带兵作战 所向无敌 张含数十万大军灰飞烟灭 五十万边军在王黎带领下 依然被将军消灭 其勇武天下闻名 最重要的是 将军信誉第一 最重信誉 承诺 从不敢偷金摸狗的事 就算是对手 也会堂堂正正的击败 不搞阴谋诡计 是真正的一代战王 一代萧雄 不持暗中下手 这一点朕清楚 胡亥道 马屁跟上 令项羽笑了起来 端起酒杯 项羽也一口喝光 陛下 过奖了 项羽道 不 不 朕没有过奖 将军确实是一把好手 这一点上 朕不会看错 若是叛军没有储君 朕能很快评判 除了储君外 其他诸侯联军 全是垃圾 渣子 胡亥道 马屁不花钱 也没有成本 胡亥张口就来 在众目睽睽之下饮酒 胡亥 项羽二人话不多 竟说些无关紧要的事 陛下 邀请本将军来商谈 想谈什么呢 项羽道 也没什么 朕听闻向将军一带人雄 想见一下面 没什么别的意思 只想与将军喝喝酒 欣赏一下将军风采而已 胡亥道 看到项羽霸气策路 胡亥不可能示弱 更不会劝说对方 没有在战场战胜对方 什么也谈不了 谈判 那是以实力为基础 没实力 谈什么 就算谈也只会是一些屈辱的合约 此时 叛军不可能妥协 就算那些高大上的话说出来 也不会起作用 就算项羽同意 齐各诸侯也不会同意 各诸侯只想战国纷纷 地方称霸 不愿意大一统 毕竟秦始皇统一天下时间太短 陛下 秦军还能抵抗多长时间 管辖区只剩下元老秦故地 其他军反了 项羽调侃道 呵呵 向将军 天下大统 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任何人阻挡不住 帝国刚统一天下 一些方针政策 惠民政策 刑法等不肯完善 需要慢慢捉摸 改进 这是大趋势 叛军呢 逆天行 能成什么事 最后会被历史车伦碾的粉碎 胡亥道 拭目以待 项羽道 项将军 这个世界很大 大到你想象不出来 为什么同时炎黄子孙 要内斗 内好 相互残杀呢 难道不能齐心协力 团结一致 共同对外呢 北方草原对中原虎视眈眈 那才是中原民族的天敌 也是世仇 往西走 还有很多的国家 帝国 一些帝国并不比中原小 甚至更强大 像什么孔雀帝国 罗马帝国 埃及帝国 希腊帝国 安息帝国等 全是实力强大的存在 不比中原弱 南面 东面同样有数不胜数的国家 都需要帝国去征伐 同是中原人 朕真的不希望看到内斗 内好 同胞相残 我们体内流淌着同样的血 都是炎黄的后人 要是能达成共识 对中原民族来说 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相将军 你觉得呢 胡亥道 震撼 项羽被胡亥的话 很很震撼 从来没想过 天下会如此之大 可能吗 中原不是世界的中心吗 怎么外面 还有比中原还强大的国家 绝对不可能 可是 昏君说的 有鼻子有眼的 不像是忽悠啊 胡亥为项羽打开了一扇窗 陛下 不过是忽悠本将军吧 中原以外 还有那么多国家 项羽质疑道 呵呵 胡亥端起酒杯 小小瞎了一口 项将军 朕有必要忽悠你吗 朕是不想让同为炎黄子孙 继续内耗下去 甚至挂掉 大家都是中原民族的精英 是秦帝国难得的人才 有本事去征伐其他国家 扩大疆域 中原内耗数千年 战乱不断 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并未给天下百姓带来什么好处 如果是对外征战 会给天下百姓带来太多的好处 特别是东面 南面那些岛屿 对中原帝国来说非常重要 必须拿在手中 让中原帝国有纵身 好防御外敌入侵 北面匈奴不强大吗 一旦齐心协力 匈奴铁骑帝国 会惧怕吗 再混战下去 中原民族实力大大削弱 匈奴人会趁人之危 一举入侵中原 那才是中原民族的灾难 胡亥摇头解释道 看到项羽血脉喷张 胡亥知道高大上的话起作用了 不过呢 想让项羽一下子妥协 绝对不可能 第063章 项羽与旗下将军叙旧 50多度的烈酒 胡亥很习惯 项羽则第一次喝 才饮了几杯 发现脑袋昏沉沉的 不过呢 项羽修为高深莫测 这点酒对他来说 只需要运转功法 一下子消失于尽 陛下 这个酒是好喝 力量足够大 项羽道 呀的 二人喝了半瓶多 才发现酒精大 无言以对 胡亥彻底无言了 懒得理会项羽的废话 项将军 朕回同关城 等待你们来进攻 对了 这半瓶酒送给将军 想要长期饮此酒 必须臣服朕 否则 其他地方是没有这种美酒的 另外 朕刚才说的话 望将军回去后 好好思考下 对大家都有好处 只要臣服朕 会让将军带着兵马 驰骋天下 明阳四海 见不朽功勋 胡亥道 站起来 带着孙上香转身离开 陛下 为什么不与叛军谈判 让叛军暂时霸战 可以抽掉兵马 抵抗匈母铁骑 孙上香道 呵呵 上香 你听闻过一群土匪 强盗 会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吗 造反的各诸侯 说白了就是 原来灭国的王族 皇族遗孤 使皇帝没斩尽杀绝 留下他们的性命 这些人 随时在想着复辟 怎样重新称霸 怎样作威作福 他们心中 没有过大一统的概念 有的只是撕心杂念 好不容易有机会称王称霸 怎么可能会臣服朕 胡亥道 再说项羽 让项庄带上半瓶酒 二支酒杯 回到军阵中 与各诸侯将军点点头 直接回中军大仗中 范增 龙浅 鹰部 忌部 钟离妹 余子七 张涵 董毅 司马兴 项庄等人 也尾随而来 羽儿 昏君与你谈了些什么 范增道 亚父 昏君并未与我谈什么 就一起喝了点酒 瞎扯了些闲话 具体事情 一句未谈 项羽道 范增微微一愣 不应该啊 昏君主动要求洽谈 怎么会啥事也不谈呢 不谈事情 只是见个面 有那个必要吗 对了 这个酒是昏君送的 还有半瓶 大家一起品尝下 真是绝世佳酿 项羽补充道 咦 这二个是琉璃杯吗 透明透亮 一点杂志没有 太漂亮了 应该也算绝世宝贝吧 继部拿起二支酒杯道 这下大家才发现 二支以众不同的杯子 这是昏君拿出来喝酒的杯子 项羽解释道 看这一群像土老帽进城的样子 项羽已经彻底无言 无见识 哎 项羽长叹一声 没文化 真可怕 这酒杯昏君说叫玻璃杯 不是琉璃杯 你们见过 有那么好的琉璃杯吗 项羽调侃道 妈蛋 其实 不论琉璃 还是玻璃 均是一回事 只是叫法不同而已 项庄 去拿几支杯子进来 本将军让大家一起 共品一下绝世佳酿 项羽道 瓶盖拧开 一股浓烈的酒香飘散出来 瞬间满屋酒香 令在场的诸位将军震撼 震撼心灵了 太好玩了 一个个双目紧闭 满脸陶醉 像是成仙似的 这是什么酒 为什么会如此之香 范增道 亚父 昏君说 这种绝世佳酿叫五粮液 名字怪怪的 不过 味道确实不错 项羽道 哎 昏君真是没文化 这么好的酒 怎么起个如此俗套的名字 应该重新起名 范增调侃道 项羽在几支杯中 倒了一丁点酒 将军 你也太小气了 怎么才倒那么一点 应不倒 呵呵 应不 别小看这么一点酒 不留意马上会醉倒 这酒尽力极大 与其他酒不同 项羽道 一口闷了 众人纷纷端起来 喝光杯中酒 好酒 就是太少了 能再多点 满足一点口福就好了 钟离妹道 能让诸位品尝一口 已经不错了 还想如何 昏君只给了半瓶 多得本将军也没有 项羽摇头道 亚父 昏君说 这个世界很大 大到超出我们的认识 说中原地区 只是芝麻大典地盘 中原以外 还有好多国家 甚至一些帝国 那些帝国实力 并不比中原弱 甚至还要强好多 这是真的吗 项羽问道 范增苦笑着摇摇头 这个事 老夫确实不清楚 读书时 书本上一直讲 中原是世界的中心 至于中原外 到底有多少国家 帝国 一概不得知 只晓得 中原周边地区 最强大的是匈奴人 其他部落 种族实力都不太强 范增道 亚父 东面 南面真的有好多国家吗 跨过大海 是不是还有诸多岛屿 项羽道 这个是真的 特别是西南面 天气炎热 生存环境不是很好 确实有好多部落 但全是一些原始部落 只会刀根火种 不懂得怎样种植粮食 不懂得织布 东面跨过大海 老夫曾经听人说过 是有一些岛屿 具体是什么情况不知道 范增道 哎 看来昏君并未骗本将军 说什么西面 有好多帝国 像什么孔雀帝国 安息帝国 埃及帝国 希腊帝国 罗马帝国等 全是实力强大的国家 项羽道 羽儿 什么意思 到底与昏君谈了些什么 范增道 亚父 与昏君只是随便闲聊 不过在闲聊中 昏君的话 让本人开了眼界 长了见识 昏君说 大一统是历史发展趋势 任何人阻挡不了 谁阻挡 谁就会被历史车伦 碾得粉碎 这是大事 必须顺势而为 而我们义军 则是逆势而为 必然会粉身碎骨 不过 本将军好好想了下 觉得昏君说的有一定道理 秦朝统一天下 是将中原民族捏合在一起 让中原民族更强大 整合起来的中原民族 不会惧怕北方草原 匈奴铁骑 数千年来 北方草原上的匈奴 一直对中原虎视眈眈 肆意南下入侵中原 给百姓带来太多的伤害 想要彻底解决 中原民族的威胁 必须要大一统 集中兵力 对匈奴人开战 把匈奴铁骑 歼灭干净 否则 年年会有匈奴铁骑南下 入侵中原地区 项羽道 一下子 大仗中各位嫡系将军 目瞪口呆 半天说不出话来 做梦不会想到 项羽会有如此见识 与昏君见一次面 就有这么多好处 要是天天与昏君在一起 不是更能学到好多见识 范增蒙圈 被项羽的话 震得昏头昏毛 这还是储君统帅项羽吗 怎么会帮昏君考虑问题 范增想不明白 到底为什么 第064章 储君攻城 同关城主府 众位爱卿做好准备 明天叛军会恢复进攻 攻势会很凶猛 一定年防死守 不给叛军机会 对了 多准备一些清水 今知 到时候往叛军身上倒 胡亥道 天气越来越冷 水灵在地上 很快冻成冰 蒙田 城墙上左右二侧的山体上 晚上让士兵多倒点水倒上面 夜晚结成冰 有了冰作为阻截 叛军无法从侧面偷袭爱官 胡亥补充道 遵旨 蒙田道 喝酒吧 胡亥道 陛下 能否搞点红酒 这个白酒度数很高的 不适合我们女孩子饮用 孙上香道 胡亥转身进房间 走出来时 抬着一箱红酒 上香 一箱全给你 怎么分配是你的事 胡亥道 谢陛下 孙上香道 这段时间 胡亥不断兑换酒水出来 与蒙田 蒙义等将军共赢 军臣关系有了改善 四日 叛军攻城了 看来项羽回去后 下定决心要尽快拿下铜关 感觉再拖下去 对叛军不利 一方面是粮草补给太困难 运送粮草花费的代价极大 是秦军的数十倍 二是士气低落 再拿不下铜关 士气会一落千丈 人心散了 想再聚集起来 可不那么容易 项羽必须尽早拿下铜关 恢复士气 给秦军中创 取得最后胜利 三是叛军伤亡惨重 再死下去 不用秦军进攻 也会灰飞烟灭 这是叛军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嘿嘿 储军终于出动了 秦弩 射击 蒙田下令道 搜搜搜 两千多只弩箭闪电般射出 朝着缓缓压上来的叛军扎上去 叮当 咔嚓 弩箭扎在叛军盾牌上 瞬间被击碎 又朝着叛军身体凶猛的扑杀上去 扑 一名叛军士兵胸口上 出现一个巨大的血洞 鲜血标射出来 滑向空中 美不胜收 艳丽的鲜血 在尘光照射下 显得那么美轮美奂 啊 惨叫声响起 那只弩箭贯穿一名叛军 依然不减速 朝着身后扑上去 扑 又洞穿一名叛军士兵 战场上 叛军叫喊连天 一只只弩箭洞穿叛军身体 留下一句句死尸 叛军大规模进攻 阵型相对很稠密 让弩箭威力得到释放 一轮箭雨 留下上千名叛军尸体 嗖嗖嗖 首轮箭雨刚刚覆盖叛军 城墙上第二轮弩箭雨又射出 漫天箭雨 黑压压一片 叛军队形中 不知有多少木盾牌化成木屑 多少士兵遭到射杀 不过呢 储军确实厉害 进攻速度惊人 损失了数千名士兵 储军跨过擒弩射杀区域 红粉兵团 射击 孙尚香道 储军一进入红粉兵团有效射程 士兵纷纷张弓搭箭 瞄准 锁定 射击 嗖嗖嗖 一团团火焰箭杀到 让储军刚刚放下的心又悬起来 炎热的气流 令储军士兵窒息 扑扑扑 数百名储军士兵倒下 在擒弩 红粉兵团弓箭阻击下 储军死伤惨重 丢下数千名士兵生命 终于杀到城墙下 呀的 储军真是勇猛啊 与其他叛军相比 战斗素养根本不是一个等级 士兵也很强悍 一般各诸侯旗下叛军士兵 修为好多只是战士境界 储军呢 普通士兵的修为 已经达到战士境后期 一部分更是达到了战将境界 再加上将军勇猛 储军实力确实强大 储军把云梯 锦盖等重型攻城器械 纷纷架起来 储军士兵迅速爬上云梯 撞乘车朝着城门撞上去 末盘 落下 蒙田道 轰隆隆 一个个巨大墨盘落下来 砸在撞乘车上 伴随着一架架撞乘车 化为碎片 雷木 石块 金枝 冷水 往城墙下倒 蒙田道 哗啦啦 轰隆隆 各种大小不移的石块 木头纷纷砸下城墙 往叛军士兵头顶上落下来 啊 遭到雷木 石块轰砸 让叛军士兵士气低迷 纷纷四处躲闪 一下子叛军阵中乱起来 一桶桶冷水 金枝往叛军士兵身上倒 淋得叛军一头一脸的 寒冬季节 出门在外都感觉后背凉嗖嗖的 突然一下子被金枝 冷水淋得透 那种滋味真不是人寿的 一些储军士兵刚刚爬上云梯 一根雷木砸下来 正好砸在身上 一下子掉落地下 啊 啊 嗖嗖嗖 红粉兵团手中的弓箭 依然不停地朝城墙下射击 一名名储军成为剑下鬼魂 一名刚爬上城墙的叛军 碰到张线 被一枪贯穿咽喉 死得不能再死了 秦兵与储军在拼命 一方要爬上城墙 一方要阻止攀登城墙 双方在城墙下 城墙上展开死战 可是呢 在秦兵的严密打击下 爬上城墙的储军 成为一个个冤死鬼 激战进行 巨大的伤亡 让项羽有了退兵的念头 这种绞弱战场 不是储军所擅长 城墙下 储军越聚集越多 只是半个时辰 储军士兵就有数万杀到城墙下 火油 往城墙下到 蒙田到 哗啦啦 一桶桶火油倾倒下去 领得储军满脸皆是 火箭 射击 蒙田到 嗖嗖嗖 一支支冒着火的箭支 闪电般朝着城墙下储军射出去 哄 火油沾到冒着火的箭支 一下子彻底爆发 一鸣鸣储军士兵着火了 成为一个个火人 啊 惨叫声响起 撕心裂肺的吼叫 身上冒着火的储军士兵 不断往四周乱窜 希望有人能帮助扑灭身上火焰 遗憾的是 没人愿意出手 只能睁着眼睛看着 躲着 闪着 生怕火人扑上来 片刻时间 城墙下成了一片火海 熊熊燃烧的大火在肆虐 点燃地上的火油 水火无情 一旦碰上 只能认倒霉 红粉兵团 继续射击 孙尚相道 趁此机会 红粉兵团射杀城墙下储军 嗖嗖嗖 一枚枚元气剑朝着混乱中的储军扑上去 扑扑扑 储军士兵一个个挂掉 损失惨重啊 最悲催的是城墙下的储军 退走又要承受擒弩的射杀 站在原地 只能成为工兵猎武 气啊 撤退 无可奈何之下 项羽只好下令车退 再进攻 那是白白送死 第065章 滑雪 铜关上 每天都在演绎着杀戮 铜关成了一个角落机战场 一名名叛军挂掉 鲜血染红了城墙 染红了大地 血腥未冲天 死亡之气充满整个天空中 久久不能散去 杀戮 死亡成了铜关上每天演绎的内容 伴随着越来越多叛军死亡 胡亥修为在节节攀升 从原来四节战灵 慢慢晋升到战灵气阶 被围军 卫队士兵 也随着杀戮修为在飙升 被围军士兵修为 基本军突破到了战帅境 最低修为出阶 最高达到战王境 红粉兵团晋升最快 他们每天都在用手中元气箭射杀叛军 获得大量经验值 让他们修为直接暴涨 大有追上被围军士兵修为的可能 要知道 被围军士兵出来时 全部是战将境 而红粉兵团不一样 他们开始时 只有战士境 从战士境一步步修炼上来 二个月时间 从战士境出阶 晋升到出阶战帅境 跨越了二个大境界 二十个小境界 说出来谁信啊 事实如此 在得到孙上香神功传授后 那群女孩子像变了个人似的 不过呢 表现最出色的还是鱼姬 这名历史上的传奇人物 修为进展太吓人 二个月时间 晋升到战灵境 修为与胡亥一样 太可怕了 要知道 胡亥是有精手指辅助 鱼姬可没有 全靠自己修炼 以及杀敌经验值 呀的 绝阴体太恐怖了 宿主 你要是把鱼姬征服 一起双修的话 效果也会很好 绝阴体是最好的护顶 胡亥摇头苦笑 把系统的建议 当成笑话 原来的胡亥 就是一个王八蛋 现在的胡亥 如果在泡妞 再肆无忌惮地胡来 那秦帝国还想延续吗 爱江山 更爱美人 算了吧 还是先爱江山 美人随时都会有 叛军进攻同关 算起来也有二十多天了 依然没拿下来 损兵折降二十多万 现在叛军总兵力 只剩下三十万不到 秦军呢 依仗同关险峻 阻挡下叛军 源源不断地进攻 加上强悍的升级版秦武 秦兵伤亡不大 一共有五千多人 当然 同关上有扁鹊先生 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很多轻重伤员 在扁鹊治疗下 纷纷痊愈 这才是秦兵伤亡小的根本原因 叛军呢 不把士兵当回事 不把士兵生命当回事 一旦受伤 很难活下来 特别古代战场 士兵一旦受伤 八成以上会面临死亡 毕竟 医疗水平欠发达 一旦受伤 伤口处理不好 容易感染 会引发高烧 在那种情况下 只有等死 秦兵不一样 胡亥这个来自后世的帝王 怎么会轻视士兵受伤 不论轻重伤 会得到很好的治疗 一代医圣扁鹊先生主持 加上胡亥灌输一些 现代医疗防护知识 让秦兵伤亡大大下降 受过伤的士兵 一旦痊愈 会蜕变为百战老兵 秦军中 百战老兵越来越多 叛军呢 恰恰相反 士兵一旦受伤 面临死亡威胁 士兵都挂掉 那里来的百战老兵 十天后的早上 天空中飘洒着雪花 气温越来越低 已经是零度一下 蒙田将军 秦兵身上棉衣准备的如何 胡亥道 陛下 上官大人派人送来了大量棉衣 能确保每名士兵不受动 不挨饿 蒙田道 那就好 要善待士兵 士兵是帝国安全的根本保障 亏什么人 都不能亏了士兵 胡亥道 遵旨 对了 蒙将军 前几天正安排的 让工匠生产的那种玩意 弄出多少了 胡亥道 有近一万负 蒙田道 差不多了 一万个足够消灭叛军了 最少能彻底击退叛军 俘虏一些士兵 胡亥道 啥 一万人战胜三十万叛军 天方夜谭吧 陛下不会是发热了 说胡话 怎么可能 城主府 贾许 扁鹊 张献 孙上香都不相信 蒙田 蒙一二兄弟 更是鄙视 觉得胡亥牛皮 吹破天了 你们傻眼神 怎么不相信朕的话 难道朕会胡说八道 这种事 能胡乱说吗 胡亥道 陛下 我们确实想不出来 一万勤兵 如何抵挡三十万叛军 就算是天气下雪 貌似与消灭叛军 没什么关系 下雪天 对交战双方来说 是公平的 微臣想不出啊 贾许道 哦 这个不怪朱青 是你们传统观念 束缚的思想 大家想一下 如果擎兵能在雪天 快速驰骋 情况会如何 胡亥道 众人觉得 胡亥有点异想天开 人怎么能在雪地上 快速奔跑呢 不可能 集体摇头否定 朕不是让工匠生产了吗 那玩意叫雪翘 人的双脚捆绑好 能在雪地上快速移动 速度不比战马慢 当然了 士兵想要彻底掌握 要训练几天 胡亥解释道 陛下 不可能吧 那么一点木板 人站上去 肯定也会陷进去 如何移动 孙上香道 妈蛋 这里面涉及到受力 面积 力学等诸多问题 不好解释啊 上香 这是朕说了不算 等明天地上雪厚点 你可以去试着滑一下 胡亥道 陛下 若是真能成功 确实能一举消灭 或者击退叛军 有可能会俘虏很多叛军士兵 贾许道 呵呵 文和 你跟朕也有近二个月了 见过朕什么时候胡吹 还砍了 事情绝对可以 我们只需要研究一下 具体怎么歼灭叛军的计划 方案即可 胡亥道 第二天 天上一直在下雪 厚度足够滑雪了 胡亥把被围军 卫队 又在全军中挑选出五千名身体强壮 又能射攻的 一起集合起来 每人发一副滑雪板 然后 带着大家到铜关西面 去学习滑雪 说实话 胡亥也没滑过雪 只是在电视 电影上见过 也听电视讲解过 好在此时 胡亥修为不错 能很好掌握技巧 不会摔跟头 慢就慢点吧 胡亥做了示范 接下来就是士兵自己摸索 胡亥自己也是半瓶醋 教导什么呀 开始时 不论是将军 还是士兵 摔倒是司空见惯的事 学滑雪 谁没摔倒过 从开始时不停摔跟头 到慢慢适应 不会摔倒 再到熟练 速度也随着熟练度 而快了起来 不得不说 这个卫免的士兵 真的非常优秀 由于灵气充足 士兵也能修炼 不仅是身体素质提高 反应能力 也有极大提升 学习的速度真心快 估计这是有功夫的原因吧 接下来几天 雪依然在下 勤兵在不断地练习滑雪 三天后 差不多全都彻底掌握 简单滑雪技巧 同关外 叛军也躲藏在帐篷内 将军们在帐篷内喝酒 看美人跳舞 玩得不也乐乎 不知道 死亡已经逼近 第066章 偷袭叛军大营 天空中一片片雪花飘落下来 把大地披上一层银桩 世界成了白色 洁净无比 连续几天下雪 虽不大 却让人行动非常困难 想要出门 必须扫出积雪 连续下了几天雪 叛军只能缩在帐篷中休息 将军在自己帐篷内喝酒 看燕舞 特别是个诸侯代表 一心想的是享受 谁会关心战士 午夜时分 秦军出动了 胡亥带着孙尚湘 张宪 蒙田 及旗下挑选出来的一万兵马 滑雪出了铜关 迅速朝叛军大营杀去 夜色中 白茫茫一片 一个个白点在快速移动 不细细看 真发现不了 有兵马朝兵营靠近 此时的叛军兵营 防御松懈到极点 叛军做梦也不会想到 寒冷的天气 秦军会出动 前来偷袭叛军 传统观念中 根本没有 谁在雪天出动兵马进攻的 完全打破了常规 习俗 传统 叛军执勤士兵 由于天气寒冷 纷纷跑回帐篷内烤火 谁会傻傻地站在野外 将军见到 也不会呵斥 毕竟 天气太冷了 整个叛军兵营 防御松懈到了无颜地步 陛下 叛军没有哨兵 孙尚相道 其他二个方向的士兵就位了吗 还差片刻 我们可以先把俊马路 围绕兰清除 让士兵再靠近一点 方便射击 孙尚相道 呵呵 尚相 阵使门外汉 指挥作战 由你负责下达命令 不用再征求正义剑 胡亥道 遵命 孙尚相道 下一刻 孙尚相手一挥 从一千名被围军士兵中 走出几名士兵 小心翼翼打开门槛 俊马路 看着叛军帐篷中 士兵不想让冷风吹进来 特意把帐篷包裹的严丝合缝 从帐篷内看不到外面情况 给秦军创造了机会 秦军慢慢靠上前 到了弓箭有效射程范围内 准备 射击 孙尚相下令道 刷 孙尚相带头张弓搭箭 十二团火焰箭 朝着叛军帐篷内射出去 一千名红粉兵团士兵 看到孙尚相出手 也纷纷射出元气火焰箭 奔向帐篷 被围军士兵 其他士兵 射出一支支点燃火焰的箭支 沾上火油的箭支 扎在帐篷上 一下子把帐篷点燃 嗖嗖嗖 一切有条不紊的进行 数十个帐篷同时起火 正在睡梦中的叛军士兵 突然发生火灾 第一时间以为是同袍 烤火不小心点燃了帐篷 做梦不会想到 是勤兵偷袭 一下子 叛军帐篷中混乱之急 叫喊声响成一片 好多叛军士兵 在帐篷内乱窜 哄 大火越烧越大 火焰越起树丈高 风高黑夜 正是杀人好时机 项羽大仗中 正在修炼的项羽 被一名传令兵撞进来 打扰了修炼 心中气愤至极 将军 不好了 秦军偷袭我们一军大营 好多帐篷 均被秦军射出火箭 点着了 传令兵道 什么 心中本来想要呵斥的项羽 一下子卡在咽喉上 秦军偷袭 怎么可能 大雪天的 秦军如何偷袭 不会是开玩笑吧 小子 知道在说什么吗 下雪天 地上积雪很厚 你告诉本将军说 秦军偷袭 这是什么鬼话 项羽呵斥道 耐得 将军 确实是秦军偷袭 好多帐篷都着火了 一军士兵在雪地中乱作一团 正承受秦军士兵弓箭的射杀 传令兵解释道 啊 项羽吼叫一声 连忙劈上铠甲 提着霸王枪走出大帐中 跃入眼眶的是一片火海 好多一军帐篷已经着火 只有中央部分还完好无损 特别是北 西 南三个方向上的一军帐篷 基本全着火了 怎么可能 秦军来了多少兵吗 怎么来的 不科学啊 蒙圈 项羽蒙圈了 呆滞 傻了 脑海中一片空白 像挡机似的 片刻时间 项羽旗下几位将军 纷纷跑到帐篷前 将军 下雪天 秦冰怎么会出兵偷袭呢 这不科学 完全打破传统习俗 鹰步道 报告将军 刚刚我去查看一下 有三个方向上有勤兵 正在不停的射火箭 只有东面没有勤兵 龙且道 几名将军头大 这种天气如何杀敌 就算是有修为 可是雪太厚了 速度提不上来 一旦出战 效果绝对不好 正是这种原因 将军们纷纷来询问项羽 没有主动去抵抗 击退勤兵 向将军 那秦军士兵不知是怎么回事 居然在雪地上飞快地奔跑 一点不比战马慢 鱼子七道 什么 在雪地上比战马快 不会是说笑话吧 看到质疑的眼神 鱼子七无奈地摇摇头 不用质疑 这是本将军亲眼所看到 秦冰一边奔跑 一边射箭 火箭在不停地射向帐篷 士兵 义军士兵行动缓慢 根本躲闪 不开秦冰射出的火箭 鱼子七道 走 去看一下 项羽道 带头抬腿往银寨外围 而慢慢走过去 就算项羽这种绝世高手 在雪地里行走也不方便 更别说普通士兵了 咦 秦冰在奔跑啊 怎么回事 看到一名名秦冰 在义军银寨中 不停地穿插 迂回 用手中弓箭 不停射出火箭 点燃义军帐篷 集体呆滞 傻了 嘴巴大张着 半天说不出话 像是有东西塞在咽喉上似的 此时 叛军银寨中 各诸侯代表也纷纷跑出大仗 查看情况 看到眼前的事 傻眼了 想不通啊 为什么秦冰能在雪地上奔跑 还如此之快 这违反了常识 习俗 传统观念 叛军士兵吗 乱 乱窜 乱成一团 不是叛军将军不想制止 其实是没有好的办法 作为将军不站出来 说出的话 士兵会听吗 只能看着一名名义军士兵 倒在血泊中 一个个士兵 遭到秦冰射杀 原本洁白纯净的雪 没多长时间染成了红色 惊讶 震撼 不对 秦冰脚下有咚咚 他们是站在那咚咚上奔跑 并非直接踩在雪上 范增道 不愧为是明示 一下子看出问题所在 军士说的没错 秦冰脚下确实有咚咚 是靠那咚咚在雪上奔跑 应不倒 还有 秦冰奔跑时 并不射箭 用双手握着那细细的木棒 来支撑身体平衡 范增道 乖乖 这也行啊 秦冰是什么人想出来的办法 太令人惊叹了 第067章 叛军危局 嗖嗖嗖 一波波箭雨 朝着混乱无比的叛军射出 另一个个叛军士兵倒在雪坡中 秦冰速度极快 叛军刚想围剿 秦冰马上一瞬间滑出数十步 躲过围剿 速度上优势 让秦冰打得叛军鬼哭狼嚎 东躲西藏 胡亥射箭不擅长 只能待在一旁观看 妈蛋 观看现场战争大片 太刺激了 脑海中叮咛声不停的响起 随着叛军击杀 胡亥修为慢慢上升 不长时间 从七阶站临近 晋升到八阶站临近 再来二个小境界 胡亥修为会晋升到战王晋 到时候 旗下神将修为会暴涨 三个方向上击杀叛军 令叛军损失惨重 不过呢 叛军中有项羽 范增等牛逼人物 一看情况不妙 迅速派手下将军奔向葛帐棚 让叛军士兵聚集起来 严防遭到秦兵的射杀 针对这种情况 秦兵也没好的办法 对于秦军来说 焚烧叛军帐棚是首要任务 只要帐棚烧毁 到时候 叛军住在什么地方 天气那么冷 没有帐棚遮挡风雪 士兵在野外 不用秦军进攻 会活活冻死 火油加火箭 威力生猛啊 注意安全 不要靠得太近 太近会遭到叛军攻兵射击 孙上相道 胡亥点点头 在这种情况下 保护好自己不受到攻击 确保安全是重要的 没必要与叛军拼命 此时 叛军纷纷聚集起来 其中有好多工兵也集中起来 一旦秦兵靠上来 会遭到射杀 对秦兵来说 那是不必要的伤亡 不值得 再说蒙田 带着四千名工兵 在南面纵火 悄无声息到了叛军营地 叛军没有哨兵 没暗哨 防御松懈到极点 秦兵把巨马路 门槛拉开 士兵小心翼翼靠上去 时间一到 蒙田下令攻击 一下子 数千只火箭射出 不少士兵提着火油 往叛军帐篷上到 一点着火 整个帐篷成了一片火海 秦军士兵穿插在叛军营寨中 不断地倾倒火油 不停地射出一支支火箭 等到叛军反应过来时 已经有好多帐篷着火了 就算叛军跑出帐篷 也很难躲过秦兵的射杀 速度跟不上 躲不过箭支啊 秦军的箭支全部进过火油 一旦点燃 成为火箭 扎在帐篷 马上点燃 叛军悲催啊 在雪地里战斗 秦军是无敌存在 说是单方面屠杀也不为过 这样的是 在西边同样上演 一个个叛军帐篷被点燃 一个个茅草房遭到火箭肆虐 能烧的全点上 不给叛军留下遮风挡雨的地方 叛军呢 以项羽为首的叛军 已经陷入困境 天气那么冷 士兵们住在什么地方 没遮风挡雨的地方 会出现大面积的冻死 损失会非常惨重 纠结啊 项羽心中真的纠结 有点英雄落幕的味道 战局彻底逆转 三十万叛军 分成三块 组成三角形 成为巨角之势 平时是非常好布局 雪天就有问题了 给了秦军各个击破的机会 各个焚烧的机会 天亮了 秦军手中 剑枝也射光了 数十万只弓箭 对叛军来说 绝对是损失惨重 一次偷袭 让叛军损失五万多兵马 胡亥修为 也顺利晋升到九阶战灵境 心中高兴啊 修为提升 又消灭了大量叛军士兵 特别烧毁了大量叛军帐篷 接下来几天 会因为天气寒冷 而出现大量叛军死亡 返回同关城主府 让士兵好好吃点东西 补充一下体力 然后休息 到下午咱们再去狩猎 胡亥道 蒙田脸上露出笑容 这可不多见 自从出狱后 蒙田对胡亥没感觉 之所以出来带兵作战 关键是看在帝国上 不想让帝国亡国 经过近一个月的接触 让蒙田 蒙义二兄弟 对胡亥好感 有了极大提升 现在好感度达到了80% 这个好感度 基本算是忠心耿耿 只要不出现太大问题 绝对不会反叛 当然了 想要把二人吸纳为神将 必须好感度达到100%死忠才行 温和 叛军接下来会有什么具体行动 胡亥道 陛下 我军焚烧了叛军六成以上帐篷 消灭了至少五万名叛军士兵 叛军只剩下那么点帐篷 肯定不够25万人住 在这种寒冷的天气 叛军很难支撑下去 最好的结局 叛军会慢慢撤退 不敢与帝军再对抗 否则 等待叛军的 很可能会全军覆没 贾许道 另外 下雪天 叛军运送粮草更吃力 损失会更大 一旦粮草供应出问题 叛军会不炸溃 贾许补充道 文和 叛军是否会趁下雪天 对一些关爱进行偷袭 掠夺城关中的粮草 胡亥道 陛下 这种可能性不大 毕竟 叛军不懂得滑雪 不过 还是通知一下木贵英将军 高顺将军 让二人多加防备一下 贾许道 贾先生 那我们秦兵还要对叛军进行持续的骚扰 打击吗 张献道 呵呵 肯定要持续给叛军施加压力 让叛军忧心忡忡 生活在紧张中 按陛下说的 敌提我扰 敌进我退 敌挺我进 不给叛军有休息的时间 让其心理崩溃 贾许道 现在这种情况 不必大规模出洞 只需一次要三千名士兵即可 其余休息 不论晚上 白天 都给叛军压力 蒙田建议道 战事方面 你们将军与文和商量着办 正不插手 专业的事 交给专业人员负责 胡亥道 叛军大赢 秦兵走了 闪人了 叛军则愤怒无比 心中 把秦兵祖宗十八代 狂喷个遍 直接损兵折降五万多 特别是焚毁的帐篷 让叛军无法解决 向将军 趁秦兵走了 我们还是先撤退吧 一旦秦兵杀来 我们真抵挡不住 一名诸侯代表道 哼 项羽冷哼一声 撤 怎么撤退 血那么厚 一天能走多少路 还要防止秦兵阻击 射杀 还有粮草问题 我们一军有粮草支撑吗 途中缺粮草 士兵会划变 项羽呵斥道 向将军 现在我们一军严重缺乏帐篷 剩下的帐篷 根本安排不了士兵 另外 粮草也遭到秦兵烧毁一部分 大军粮草 只够十多天使用 到时候 一旦粮草跟不上 情况会更糟糕 若是趁此时 秦兵退走之机 相互掩护撤退 错过时机 到时候想撤都困难 又一名诸侯代表 站出来质疑道 说实话 项羽此时 心中也无敌 不知道要怎么办 第068章 叛军退兵 叛军中军大仗 秦军退走了 叛军将军 诸侯代表 纷纷跑到项羽大仗中 撕逼 一群叛军在吵翻天 各说个有理 坚持自己意见 项羽头大 看向范增 希望范增给出意见 好了 别吵了 让秦军看到 像什么话 成何体统 都是有身份的人 向大妈在菜街子上骂人 范增道 一下子 吵闹的人纷纷停下 闭口不言 等着范增给出建议 范增在叛军中 威望极高 不是靠岁数大 而靠真才实学 征服了这些将军 诸侯代表 范增可是这个时代 最顶级的谋士之一 你们说的都有道理 继续待在这里 大量士兵会冻死 损失会非常惨重 还要担心粮草补给问题 防止秦军前来骚扰 撤退呢 同样面临极大困难 一方面 秦军会傻傻 看着义军撤退吗 不用回答 大家心里明白 秦军肯定会一路阻击 骚扰 到时候 能撤退进函谷关的士兵 会有多少呢 鉴于这二个问题 我们义军想要顺利撤退 必须安排好阻击 范增道 范军师 在雪地里 勤兵速度快 我们义军速度缓慢 就算安排兵马阻击 效果也不会好 毕竟 在雪地里战斗 不是义军的强项 无法依靠人员上优势 击退秦军 彭越道 谁心里都明白 祖击的兵马 基本是死路一条 不是成为秦冰击杀对象 就是被俘虏 为了义军安全撤退 谁愿意留下来阻击秦军 项羽道 一下子 雅雀无声 除非脑袋进水了 被门夹了 谁愿意死啊 蚂蚁善且偷生 何况人呢 同关成竹府 胡亥刚进入修炼中 又被报告声打扰 只好结束修炼 走出房间 进入厅中 什么事 胡亥道 陛下 蒙田将军让我来报告 说是叛军正在撤退 望陛下发兵 阻击叛军撤退 传令兵道 哦 叛军怎么会如此果断 范增贞TM的厉害 本以为叛军会吵翻天 没想到那么短时间就有结果 把贾许 孙尚湘 张献 蒙毅 扁鹊几名将军叫来 咱们研究一下情况 胡亥道 遵命 传令兵道 不大一会儿 贾许 孙尚湘 张献 蒙毅 扁鹊等人进入城主府 亲卫马上给各位送上香茶 由于胡亥到了秦帝国 让平时饮茶习惯 也发生了变化 不再是煮茶 而是泡茶 另一个位面 不论是牛牛 还是阿三 他们都习惯煮茶 特别下午茶 更是不可少 牛牛 阿三的煮茶方式 与中原古代的煮茶方式 基本相同 会在煮茶时加入一些东东 牛牛 阿三会加入牛奶 饮茶时会有糕点之类的零食 据说 阿三是跟着牛牛学习 有钱人学着牛牛饮用下午茶 从这方面看 中原是饮茶的鼻祖 这一点不用质疑 好了 扯远了 诸位爱卿 刚刚收到蒙田将军派人送来的报告 叛军正在撤退 我们怎么办 胡亥道 陛下 从铜关到函谷关 加上下雪天 叛军行动不方便 需要十多天左右时间 我们可以在此期间实施骚扰战术 不断给叛军悬加压力 特别是晚上 叛军缺少帐篷 会冻死好多士兵 加上压力 心里会恐惧 是歼灭叛军的机会 贾许道 陛下 绝不能放叛军安安稳稳的撤退 就算留不下全部 也要从叛军身上撕块肉下来 彻底灭了叛军的嚣张气焰 对于以后收复其他地区有利 蒙义道 胡亥点点头 陛下 秦军一旦出动 叛军士兵会有好多投降 那投降的叛军怎么处理 孙上香道 呵呵 帝国缺乏人口 那些个叛军全是强牢动力 肯定不能乱杀 还是接收回城吧 胡亥道 陛下 接收俘虏需要大量兵马 靠出动的一万兵马 积压不了那么多 必须出动关上的步兵 孙上香道 呀的 关上的兵马不会滑雪 不好吧 陛下 那些投降的叛军 基本是走投无路的人 是遭到叛军遗弃的士兵 投降只是为了活命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秦军不用派多少兵马 随便安排一点兵力就行了 途中俘虏想逃走 让其逃走 微臣相信 俘虏的叛军不会逃走 贾许道 胡亥微微一愣 心中明白了 这种天气下 逃跑无疑是死路一条 不会滑雪 也无设备 加上没吃的 靠十一路车 如何逃出升天 行 投降的叛军士兵 告诉他们 想活命自己去同关 咱们士兵也不用理会 只要在城门口 严密监视 接收 积压即可 胡亥道 陛下 不能一次性把兵马全派出去 还是按照既定方案 把一万兵马分成三组 轮流着出击 甚至叛军的阻击人员 我们不用理会 下雪天 战场宽广无比 可以绕过阻击线 迂回到叛军撤退的中军 进行骚扰 射击 最好多带点火油 能把叛军随军粮草烧毁最好 那样叛军不炸溃 贾许道 好 按计划行事 派人通知蒙田将军 按原计划不变 依然对叛军进行骚扰 射杀 投降的叛军 让叛军自己到同关来投降 不来则罢 胡亥道 对了 扁鹊先生 那些俘虏到了同关 肯定一身是病 还是给予治疗 以后 他们会成为帝国的建设大军 不要为难俘虏 食物也准备一些 不用太多 胡亥道 遵命 扁鹊道 战场上 蒙田将军 下午带着四千名工兵 划着雪 朝着叛军兵营杀了过去 叛军再撤退 前方有数万工兵阻击 不让勤兵杀上去 影响叛军撤退 蒙田第一时间派人报告胡亥 随后 带着四千名工兵 迂回过阻击的叛军 朝着想要撤退的叛军 进行射击 骚扰 地上有雪 令战场宽度暴增 叛军的阻击线 一点作用起不到 成了摆设 工兵 射击 蒙田道 搜搜搜 四千只利剑飞向叛军士兵 让混乱中的叛军四处乱窜 叛军士兵真的被勤兵杀怕了 在雪地上 追不上 打不着 只能乖乖躲闪 拿勤兵一点办法没有 气啊 扑扑扑 一轮剑雨下来 数百名叛军倒在血泊中 搜搜搜 又是连续几轮剑雨 覆盖到叛军头顶上空 啊 啊 收下数千名叛军生命 蒙田下令撤退 迂回到另一个方向 继续骚扰 射击叛军 第069章 兄妹相见 勤兵利用速度上优势 不断在叛军周围射击 给叛军严厉打击 叛军气氛无比 勤军 有胆量停下来 与我们决战 只会躲闪 不敢站吗 继部生气道 哈哈 勤兵大声笑了起来 你不会是智障 脑残吧 以为小小的激将法会起作用 别斗了 我们可不上当 一名勤兵大声道 在勤兵工兵的骚扰下 叛军撤退严重受阻 叛军刚刚组织起工兵 勤兵毫不犹豫撤退 转移到另一个方向 进行射击 骚扰 搞得叛军火冒三丈 目火中烧 项羽 范增 针对勤兵的动作 也没更好办法 心中焦急万分 勤兵这是想让叛军活活冻死 累死 一个下午 叛军还没走出三里地 将军 这样不行啊 勤兵不理会阻击线上的 于子七将军 迂回到中军来骚扰 不解决勤兵的骚扰问题 义军会被零敲碎打的一一消灭 局势不容乐观 鹰不道 亚赴 有什么办法挽救义军呢 项羽道 哎 范增叹了口气 学弟弟 不好吧 除非能搞到勤兵的滑雪设备 让工匠马上生产出来 给士兵使用 否则 义军很麻烦 一路上会遭到勤兵的骚扰 袭击 让本来十多天的路程大大延误 范增苦笑道 大家都听到了 搞不好义军会灰飞烟灭 这段时间 范增也在查看星象 毕竟 星象学在古代好多读书人都懂一点 最擅长的是阴阳学家 对星象学研究较深 范增也不例外 也懂点星象学 查看的结果 令范增无言 明明随时会坠落的地心 最近一段时间发生了变异 貌似要冲出黑暗 另一颗新出现的地心 从光芒万丈 一下子暗淡无光 随时会消失似的 范增一直以为 新出现的地心 是项羽的 其实 范增想多了 那是刘邦的地心 若是知道新地心的主人是刘邦 范增绝对会把刘邦杀了 这一点不用质疑 范军师 真的一点办法想不出来 靠缴获勤兵的滑雪设备 那很困难 另外 就算缴获了勤兵的滑雪设备 真能挽救义军 有那东西 也需要练习 再说 咱们义军有时间吗 彭月志问道 范增微微一愣 心中有点恼火 那诸位将军 诸侯代表 你们觉得 怎样解决义军困境 大家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不用顾虑 可以畅所欲言 范增道 呀的 你是顶级谋士 出主意 想办法是谋士的职责 怎么问起我们来了呢 将军们一个个低着脑袋 叛军人心不齐 都有各自的私心 一旦出现矛盾 肯定又是私逼 这种事出现很多次了 也习惯了 向将军 要不我们与秦军讲和 让秦军放我们一条生路 一名诸侯代表 想当然道 呵呵 这位大人 你觉得秦军是傻瓜 脑残 还是进水了 这么好的形势 秦军为什么要给叛军活路 要知道 在秦军眼中 我们都是造反派 是混乱之源 如果换作你 会放过全奸义军的机会吗 范增质问道 对了 知道是谁为昏军出主意吗 貌似昏军身边没有什么大财啊 应不道 天下之大 怎么会没人财呢 这段时间心涌现出来的带兵将军 除了蒙田 蒙一二兄弟外 还有不知名的高顺 穆贵英 张献 孙上香 吕灵奇等 修为虽然不算高 可是带兵作战很厉害 对了 听闻朝政昏军 是交给一名女孩负责 不过 朝政处理的井井有条 比原来的丞相一点不差 范增道 呀的 为什么那些人不来投奔义军呢 那昏军有什么好 看不出秦国要灭亡了吗 记不道 季将军 现在貌似是我们义军有危险 不是秦军有危险 一旦义军灰飞烟灭 翻过年 昏军肯定会主动进攻义军 应不道 好了 不要扯远了 还是想想 义军怎么渡过难关 一旦渡不过 局势会逆转 项羽道 哑口无言 义军将军 诸侯代表 哑雀无声 四逼半天 一个办法也没想出来 只能被动挨打 气啊 真心气愤无比 蒙田将军带着四千名工兵撤回城里 胡亥 孙上香又带着一千红粉兵团 一千被围军士兵 外加一千名勤兵出发了 杀出城 看到叛军阻击阵地 叛军悲催啊 动得身体颤抖 在这种情况下 如何阻击擎兵 射击 孙上香一声令下 搜搜搜 数百名叛军挂掉 一支支利剑穿透叛军身体 让一名叛军倒在血泊中 搜搜搜 几轮剑雨过后 叛军彻底散失战斗力 挨了一天动 谁受得了呀 一名叛军丢下手中武器 主动朝秦军投降 一想不到呀 万圣 万圣 孙将军万岁 陛下万岁 秦帝国威武 秦兵激动万分 纷纷高呼起来 叛军听好 你们想要投降 丢下手中武器 自己走去铜关 到了铜关会有吃的 会有人接收 当然 你们可以在路上逃走 能逃出升天 算你命大 胡亥道 对了 你们的将军是谁 站出来 让朕看看 胡亥道 一名三十多岁的中年人走出来 原本有点黑的脸 由于天气太冷 让其黑中发紫 草民就是 站出来的将军道 胡亥暗中查看一下 于子柒 叛军将军 修为站宗境中间 呵呵 你可不是草民 是造反将军 叫什么名字 报上来吧 胡亥道 对于将军 胡亥还是有一定兴趣 草民叫于子柒 是项羽旗下将军 于子柒道 哦 项羽旗下的将军 等等 于子柒 那不是项羽旗下五虎将吗 据说于子柒是一个打铁的 由于胡亥选美 把其妹于姬带走 令于子柒心生恨意 才加入项羽军 慢慢成为一名鼎鼎大名的将军 大兄 是你吗 于姬道 红粉兵团副团长的话 令胡亥清醒过来 看来 传记是真的 于子柒真是于姬的大兄 看着走出来的于姬 于子柒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貌似是妹妹啊 你 你 你真是于姬 于子柒道 第零七零章 叛军陷入绝境 出乎意料 二兄妹会在战场上相见 还成了敌对双方 事实弄人 大兄 我是于姬 于姬道 不仅于姬眼泪汪汪 于子柒也泪流满面 参加叛军 永立战功 不就是有朝一日 杀进咸阳城中 把妹妹救出来吗 眼前的妹妹 修为达到了战灵境 成为红粉兵团议员 于子柒完全没有想到 现在好了 自己成了俘虏 俘虏自己的是亲妹妹 不过呢 临死前能看到妹妹 于子柒心中挺安慰的 接下来 二兄妹站在一边交谈 没人打扰 投降的近四万叛军呢 听了胡亥的话 宽心了不少 担心胡亥一怒 把他们给咔嚓了 于姬 你带着五十名红粉兵团士兵 领着投降的叛军去同关城 不愿意的随意 胡亥道 陛下 末将知道了 不过 我大兄怎么办 于姬道 呵呵 于姬 你大兄情况特殊 他并非真心要造反 是为了救你出火坑 才参加叛军 这个朕心中明白 免除于子气一切罪责吧 等朕回同关城 咱们再谈 胡亥道 谢陛下 于姬道 好了 小心点 我们去阻击叛军大队人马 胡亥道 接下来 胡亥 孙上香带着红粉兵团 被围军 一千名勤兵朝着项羽大军杀去 说说说 一个个勤兵迅速离开 那速度令投降的叛军震撼 惊讶万分 嘿嘿 二十五万叛军又消灭了六万多 叛军总兵力只剩下区区十九万不到 最后能逃出升天的会有多少呢 半个时辰 胡亥 孙上香带着勤兵杀到项羽中军大战外围 此时天已经暗下来 月入眼眶是白茫茫一片 叛军在生火做饭 没多少帐篷呀 射击 孙上香下令道 搜搜搜 数千支元气箭 力剑朝着叛军聚集地方扑过去 漫天见雨 快逃 勤兵杀来了 一下子叛军乱成一团 四处奔跑乱窜 整个营寨中混乱至极 将军 勤兵又杀来了 一名传令兵撞进来道 啥 勤兵真不给义军活络啊 项羽 范增 龙且 鹰部 忌部 钟离妹 张涵 董毅 司马兴 彭月等人震撼了 目瞪口呆 哎 范增长长叹口气 老夫就说 勤兵不会放过全监义军的机会 搞不好义军会全军覆没 范增道 报告 于子七将军率五万义军投降了 一名传令兵道 大仗中一下子压抑无比 碰 项羽一巴掌 重重拍在暗机上 木制暗机瞬间化为碎片 五虎上将之一 怎么能向秦兵投降呢 临战死 也不能投降啊 为什么 将军 这是不能怪子七 在这种情况下 子七也没办法 当初一个不愿意去阻击秦兵 结局已定 就算子七 就算子七抵抗 也拿秦兵没办法 秦兵有速度上优势 义军呢 只能被动挨打 貌似子七他们并没有带粮草 应不道 啊 啊 外面惨叫声响起 好了 这是不再讨论 现在去看一下 秦兵到底来了多少兵马 组织一下防守 项羽道 数千名秦兵 纷纷张弓搭舰 朝着义军不停的射击 一个个义军士兵倒下 义军士兵到处乱窜 混乱无比 组织工兵 对秦兵进行反击 项羽道 命令下达 让混乱中的义军士兵 在上司的叫喊声中 慢慢恢复队形 一名名工兵站出来 排好队 准备阻击秦兵 不过呢 全体都有 迂回到另一侧 孙上相道 刷刷刷 没等叛军射击 秦兵一股脑跑了 让叛军眼睁睁看着 却追不上 只能干瞪眼 气啊 怒火一阵阵冒 将军 秦军这是无赖战术 不与我们正面作战 而利用速度上优势 不断骚扰 射杀 彭越道 作为游击战鼻祖 彭越一眼就看出秦兵的意图 彭将军 有办法抑制吗 项羽道 没有好的办法 只能守株待兔 不过 那样一来 士兵要站在雪地里 体力消耗会更大 最好是让弓箭兵轮流看守 不要给秦兵有机会偷袭 彭越道 人人自危 义军处于危险之中 倒不好会全军覆没 将军 末将觉得彭将军之策很好 可以解决义军帐篷紧缺的困难 除了值日弓兵外 其他士兵挤一下 鹰步道 鹰步 龙浅 彭越 你们三人去安排吧 项羽道 秦兵呢 射杀一番叛军 看到叛军组织起有效防守 随即闪人离开 到了一个山坳里休息 士兵拿出熟石出来 纷纷啃了起来 补充体力 准备迎接再一次出击 陛下 夜间温度下降了好多 在野外停留不好受啊 孙上香道 呵呵 你叛军好吧 他们时刻严防我们偷袭 精神要高度紧张 加上天气寒冷 胡亥道 吃好了 咱们再去偷袭一次 接下来交给张宪军来接铁 孙上香道 说说说 一名名勤兵跟着孙上香 朝着叛军兵营杀过去 孙将军根据侦查 发现叛军粮草放在西面 是否要前去烧毁粮草 一名传令兵跑来道 叛军粮草防守如何 孙上香道 防守很严密 不过再过一段时间 叛军士兵肯定支撑不住 到时会有机会 传令兵道 那就留给张宪军后半夜焚烧 我们持续对叛军施压 不给叛军休整的时间 孙上香道 勤兵悄无声息 杀到叛军兵营外围 天气太冷了 直日的叛军士兵承受不住 围在火堆旁边烤火 就连那些个工兵也不例外 射击 孙上香一声令下 搜搜搜 一波箭雨 让数百名叛军挂掉 连连不断的箭雨 朝着叛军射击 打得叛军乱作一团 四处乱窜 一名名叛军死了 等叛军将军出来 看到勤兵又杀来 马上叫喊起来 问题是勤兵闪人了 令叛军将军也无奈 刚刚睡下的项羽 接到有勤兵偷袭 马上爬起来 提着霸王枪走出来 报告将军 勤兵又走了 传令兵道 一群项羽旗下将军 只能摇头苦笑 重新走进帐篷中睡下 可是又听到勤兵杀来了 气啊 项羽及旗下将军 真心愤怒无比 明显勤兵不让叛军睡 不起来 担心勤兵杀进来 纠结啊 知道是勤兵的骚扰战术 可是谁也不敢装兵 真为莫辩啊 第071章 奖励丰厚 午夜时分 胡亥 孙上香带着勤兵返回同关 接替他们的是张宪率领的三千名勤兵 下半夜由张宪负责 会焚烧叛军粮草 到了下半夜 再强悍的士兵 也承受不住寒冷的冰风 无人愿意傻傻站在野外 就算是战宗 战皇也承受不住刺骨的寒风 为此 张宪轻易烧毁了叛军一半粮草 让叛军粮草更加紧缺 从十多天 一下子变为几天 报告将军 我们一军粮草 遭到勤兵焚烧 损失了一半粮草 传令兵道 什么 粮草烧了一半 一下子 项羽惊醒过来 原本昏沉沉的脑袋 瞬间清醒过来 看守士兵呢 为什么不反击 阻止勤兵焚烧 项羽怒吼道 那个 将军 天气太冷了 士兵身上只穿了薄薄的衣服 根本抵挡不住 传令兵道 说说说 范增 龙且 鹰部 忌部 钟离妹 彭越 张涵 董毅 司马兴等人进来 将军 刚刚统计下 一晚上 一军有数万人冻死 情况极其糟糕 照这样下去 不用几天 一军士兵全冻死了 这怎么办呢 龙且道 雪上加霜啊 秦军明显知道 只要不断的骚扰 射击等着一军冻死 不用出兵绞杀 就能消灭一军 鹰部道 一群将军 诸侯代表 在项羽大仗中 哀声叹气 拿秦冰 一点办法没有 大家不要灰心丧气 老夫查看一下 最多明天气候 就会出现好转 一旦太阳出来 地上雪一化 秦冰就没办法 肆无忌惮 对我们一军骚扰 射击 最困难就是这二天 范增道 二天时间 不知还会冻死多少士兵 彭越摇头道 大家心中明白 能坚持二天时间的士兵 不会超过十万人 到时候 真正逃出生天 会有多少 不敢想象 一百万一军 就这样灰飞烟灭 心中那个气啊 同关成竹府 鱼姬带着鱼子七走进来 坐吧 咱们好好聊聊 胡亥道 谢陛下 鱼姬道 拧开一瓶红酒 倒了几杯 二杯 推倒鱼姬 鱼子七二人面前 胡亥端起瞎了一口 温和 你也品尝下这红酒 味道真的不错 胡亥道 谢陛下次酒 贾许道 小小瞎了口 贾许眉头微皱 陛下 这酒有一股淡淡的色味 微臣喝不习惯 还是那个五粮液 茅台好喝 贾许道 呀的 土包子 土老纵 一点品味没有 胡亥内心狠狠抵视贾许 不过呢 话又说过来 红酒这种高大上的东西 其实就是后世人装逼时饮用的 觉得喝红酒有品味 是人上人 喝白酒的人没品味的 温和 俘虏如何处理 胡亥道 在五关时 秦军只俘虏了五万多名叛军 现在不一样了 这几天下来 已经俘虏了超过十万 秦军没多余的兵力看守 陛下 微臣觉得 秦军目前严重缺乏兵力 可以考虑在俘虏中挑选 只要愿意参加秦军 免出一切罪责 不愿意或者落选的俘虏 让他们进文明学校待五年时间 满五年释放 假许道 胡亥点点头 秦军兵力确实不足 接下来面临与匈奴铁骑决战 手上没兵力可不行 陛下 俘虏虽然弱 可是在十多万俘虏中挑选出数万兵马 还是可以的 关键是 这些俘虏经历过各种大战 已经是老兵 只要随便训练下 就会成为一名名合格的勤兵 比起征召新兵弹子 战斗力强大了不少 假许补充道 行 这是交给几名将军主持 不过 挑选时一定要把关 不达标的军不能要 镇手下的兵 只要精兵 不要那些乱于重数的士兵 胡亥道 遵命 贾许道 紫妻 今后你准备干什么 想继续在军中服役 还是在咸阳城中过平淡的生活 胡亥道 陛下 草民本来是一个打铁的 现在与妹妹相见 再没遗憾 只想继续操劳本行 俞子妻道 哦 项羽旗下五虎上将 不愿意当将军 要回家种红薯 让胡亥苦笑 按胡亥意思 想让俞子妻继续带兵马 俞姬是秦军一名将军 加上胡亥 早把俞姬 这名美人预定了 迟早会成为胡亥的女人 哎 算了 好吧 朕也不抢求 既然子妻愿意操劳本行 就到秦帝国工房中去 当公输车的助手 负责主持工房事宜 胡亥道 谢陛下 俞子妻道 对了 叛军有多少人逃进函谷关 胡亥道 陛下 逃出升天的 不会超过三万人 其余不是被俘虏 就是冻死在路上 蒙田道 陛下 叛军解决掉 咱们要考虑与匈奴铁骑的战争 还有枪族的入侵事宜 贾许道 是啊 叛军属于内忧 匈奴 枪族才是帝国的外患 不解决匈奴人 中原不可能有和平 胡亥道 蒙义将军 朕把铜关交给你了 确保铜关安全 这是帝国最后防线 胡亥道 遵旨 蒙义道 蒙将军 朕给你留下三万兵马 有机会的话 出兵收复韩谷关 洛阳 虎劳关 可以招兵的话 将军可以再招二万兵马 银子 铠甲 武器 直接向兵部申请 胡亥道 遵旨 蒙义道 蒙田将军跟随朕回咸阳 随后要带兵马去争讨枪族 彻底消灭赶入清帝国的一族 胡亥道 遵旨 蒙田道 好了 这几天各位将军好好挑选士兵 三天后回咸阳 胡亥道 遵旨 大家离开城主府 胡亥马上进卧室 刚刚系统提示 任务完成 有奖励 抽奖 胡亥想看一下 击退叛军这个任务 会给出什么样的奖励 查看下属性 系统 二级 宿主 胡亥 修为 战灵时阶 功法 帝皇经 国运值 48万点 经验值 9000点 战绩 拔剑术 辅助技能 洞察之眼 神将 穆桂英 孙尚湘 高顺 吕灵起 张献 上官瓦 贾许 敌人杰 扁雀 属下 蒙田 蒙义 叮尼 宿主 顺利击退 二入叛军 完成任务 奖励宿主 晋升 修为一个小境界 奖励国运值10万点 经验值5万点 抽奖机会一次 请问宿主 现在是否抽取 不 除了抽奖 其余奖励释放 嗡 石海忠一声轻响 一股暖流出现在丹田内 咔嚓一声巨响 修为顺利晋升到战王一阶 一下子 胡亥像是吃人生果式的 全身舒坦无比 力量暴涨10倍以上 什么味 妈蛋 胡亥身体表皮 冒出好多黑漆漆的杂志 臭不可闻 胡亥马上跑进洗澡间 好好清洗一下身体 换上干净衣服才走出来 第072章 不可能 吹牛皮 三天后 胡亥带着孙上香 贾许 匾鹊 及红粉兵团先走 蒙田 张献带着大部队随后 十多天后 到达都城咸阳 看着咸阳城高大 厚重的城墙 胡亥感慨万端 从刚穿越到秦帝国 基本就没休息过 一直在血与火中求生存 求自保 历经三个多月的努力 终于击退二路叛军 秦帝国暂时不会亡国 为收复旧地 故地 争取了时间 不过呢 想要彻底平定天下 歼灭各地叛军 还需要足够时间 目前只是击退叛军 并未消灭叛军首领 各地诸侯 那些各不稳定因素还在 按另一个未免历史进程 此时秦帝国已经灭亡 项羽一把火 焚烧了阿旁宫 秦始皇从各诸侯收集到的 大量金石子籍遭到焚烧 从而让中原民族很多传承 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要不是萧和那个读书人 趁项羽没进咸阳 暗中偷偷搬运走一小部分 中原民族传承真的断了 后世好多人叫让焚书坑儒 其实真正焚书的是项羽 并非秦始皇那个千古一帝 各诸侯待在咸阳城 瓜分胜利果实 不容易啊 真的不容易 阻止了秦帝国的灭亡 欢迎陛下凯旋归来 上官瓦带着朝臣 在咸阳城门口迎接 攻邀行礼 叫喊声把胡亥 从歪歪中接回现实 其实 朝中真的没几个官吏了 赵高一系官吏 全部遭到免职 追究责任 现在出来迎接胡亥的十多名官吏 全是上官瓦 心提拔上来的 众卿 免礼 胡亥道 回到厄旁宫 胡亥把贾许 孙上香 扁鹊 上官瓦等人 较进御书房 瓦 说一下这段时间情况 胡亥道 陛下 您丢了个烂摊子给微臣 人手严重缺乏 很多是想开展 却没有合适人才 上官瓦道 胡亥点点头 确实如此 到了秦帝国 胡亥就出征 让上官瓦 独自处理朝中事务 上官瓦 任武则天秘书长的时候 那个时候 朝中文臣 武将非常多 有选择的余地 秦帝国这个烂摊子 确实让上官瓦操碎了心 呵呵 瓦 辛苦了 帝国最困难时候 正是有诸位追随 才让帝国渡过难关 你们的功勋 正一直记着 永远不会忘记 胡亥道 上官瓦很感动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这是胡亥对上官瓦的信任 这种信任超过一切 想一下 胡亥把玉玺都交给上官瓦 由他自行颁布各种方针政策 说难听点 是把一个帝国交到他手中 无与伦比的信任 令上官瓦感激涕零 陛下 微臣这段时间 清理一些官场上的不作为 腐败 甚至别有用心的官吏 帝国实际掌控的地区 官吏基本更换了一遍 那些摇摆不定 没有掌控的地区 无法推进 上官瓦道 帝国实际掌控的郡 县 按照陛下的旨意 已经把一部分简单功法 对百姓放开 咸阳城筹建了一个帝国学校 不过 现在正在修建 还未招生 减税 免税政策 已经贯彻下去 但是 我们县以下没有组织机构 没法真正掌控地方 各村寨依然由地方土豪 大家族实际掌控 简单点讲 百姓是听地方上那些土豪的话 不会听帝国的话 也听不到陛下的旨意 上官瓦道 胡亥点点头 这个事实历史遗留问题 想要彻底改变 必须筹建乡 村二级组织机构 不建乡 村二级机构 帝国永远掌控不了百姓 掌控不了天下 唉 缺人才啊 诸位爱卿 大家考虑一下 能否趁帝国混乱的时候 再献一下 筹建乡政府 村政府二个组织机构 这二级组织机构的人选 全部由退役军人出任 那样一来 让士兵没有后顾之忧 另外 士兵肯定对帝国忠心耿耿 只要监察到位 不容易出问题 胡亥道 陛下 微臣觉得 只需要筹建村级政府机构即可 那个乡政府不用筹建 再说了 咱们没那么多官吏 贾许道 胡亥微微一愣 觉得贾许说的也对 县直接管理道村一级 可别要乡政府呢 不仅能节约大量官吏 还打破了基层由大户 土豪掌控的局面 陛下 这个要慎重 搞不好会逼反地方大户 现在帝国局势并不好 一旦各地在造反 情况会更糟糕 上官网道 胡亥在思考 手指在桌子上轻敲 咚咚咚 上官网说的不得不防 可是呢 不改变 等天下平定后再执行 涉及到各方利益 操作起来 难度更大 这时朕决定了 一定要筹建村级政府机构 一旦地方上有人造反 煽动百姓 严惩不淡 文和手下的锦衣卫 在这段时间密切留意 不给别有用心的人 有机会造反 帝国会在第一时间出兵打击 只要杀几个大族 震慑其他大户 土豪猎身 胡亥道 权衡轻重 胡亥觉得 应该马上执行 不能再留下遗憾 遵旨 假许 上官网尊令道 陛下 目前帝国最困难的 依然是人才问题 识字的人 基本是地方大户 百姓真的不识字 就算韩氏也难寻 很多时候 微臣不得不委屈求全 上官网道 这个胡亥 没办法解决 十年数目 百年数人 帝国需要时间 网 这个问题 只能靠帝国自己培养人才 培养各方面的人才 就算人才过剩 筑藏起来 为今后扩张做准备 不要把希望寄托在那些大户身上 朕不是留下算术 常识 拼音等书籍吗 有了那几本书 我们可以培养人才 胡亥道 陛下 意思是 帝国学校 不仅是修炼学校 还是培养各种人才的学校 上官网道 对 帝国学校 朕要建成世界上最大 最牛逼的学校 要成为学生 向往之圣地 到时候 学校里面可以设置诸子百家 让各家大佬来学校传授知识 加上修炼功法的开放 不用多少年 那些进入各门派的人会羡慕 妒忌 胡亥道 另外 朕手上有一些高产的土豆种 红薯种 这二种作物 其产量非常高 种植的好的话 母产达到数千斤 可以解决百姓吃饭问题 不过 种子只能种植一季 要种植第二季 需要农学方面的专家 进行研究 培育 胡亥道 啥 上千斤 陛下不会吹牛皮吧 怎么可能 天方夜谈 书房中 贾许 扁鹊 孙上香 上官娃等人 傻眼 呆滞 开什么玩笑 几人根本不相信 第073章 给刘邦添乱 看到几人神色 胡亥无言 不过呢 一亩能产数千斤的种子 确实骇人听闻 中原不产土豆 红薯之类作物 这二种作物主产区在南美洲 众原之地 好了 诸位爱卿 种子正已经放在帝国仓库中 不相信的话 等种植出来 不全明白了 胡亥道 哦 对了 这是二种作物 种植的技术资料 安排专职官吏学习后 教会百姓 胡亥取出一闸纸出来 交到上官娃手上 文和 纸内东西弄出来了吗 胡亥道 陛下 弄是弄出来了 只是颜色不太对 纸张发黄 书写不太理想 还得继续验证 假许道 胡亥眉头微皱 不对啊 按照技术手册上的步骤操作 应该不会出错 文和 这是要抓紧 帝国穷呀 弄出来 好好赚大家族 土豪猎身一笔 胡亥道 微臣知道 假许道 文和 北面匈奴 西面枪族情况有变化吗 胡亥道 陛下 刚刚收到情报 北面匈奴聚集的铁骑 不是数万骑 是十万骑以上 不过 这不是最终的数量 到底会聚集多少铁骑 还有待侦查 枪族已经证实 彻底倒向匈奴人 要不是下雪 已经出动铁骑 入侵中原地区了 目前 道路不好走 抑制了枪族铁骑入侵的步伐 一旦天气好转 情况很麻烦 假许道 胡亥厅后头大 十多万铁骑 有可能是二十万铁骑 压力山大 陛下 那些摇摆不定的地区 像汉中 蜀北 蜀南 蜀西 蜀东等地区 要尽快掌控 在拖延时间 会让那些地区独立出去 一旦独立 再收复会非常困难 上官瓦道 胡亥点点头 确实不能再拖了 拖长了 什么意外事件都会发生 问题是 兵力啊 文和 现在能抽出多少兵马 假许道 陛下 只有蒙田 张献带回来的八万兵马 穆桂英手上 差不多有五万不到 高顺那里招收了些新兵担子 一共有四万多 不过 新兵太多 起不到作用 假许道 另外 据侦查 中原一带 南洋一带有叛军聚集 叛军担心穆桂英将军出兵 微臣建议 让穆桂英出兵晚成 先拿下来再说 震慑一下其他叛军 让其不敢乱动 假许道 头疼啊 到处要兵 从什么地方调呢 陛下 汉中 蜀南 蜀北 蜀西 蜀东必须拿下 只要拿下这几个地区 我们有征兵的地方 也可以抽掉出兵马出来对外作战 对内消灭叛军 上官婉儿道 婉儿 这个事 朕要好好考虑下 目前匈奴虎视眈眈 随时会南下入侵中原 加上西面有枪族动乱 一下子抽不出兵力出来 朕不愿意看到 匈奴铁骑南下入侵 对百姓烧杀裂抢奸 匈奴 枪族是帝国的外患 诸侯造反是内乱 得权衡轻重 胡亥道 陛下 要炼制脆体丹 元气丹 需要收购药草 目前的药草 只够炼制出一万多粒 扁鹊道 胡亥心中明白 这段时间 扁鹊提供了一万多枚丹药 让各神将旗下卫队提升迅速 想要在秦军中普及 明显不足 婉儿 这是交给你负责 安排人手尽快采购回需要的药草 这关系到秦军的战力 胡亥道 陛下 现在帝国很穷 没有多少钱来采购药草 能否缓一段时间 上官吾道 收缴赵高等官吏的钱财 基本花光了 用来筹建帝国学校 还有征兵 打造兵器 目前财政非常紧张 上官吾补充道 那就等财政好转再采购吧 胡亥道 呀的 烂摊子 要钱没钱 要人没人 这日子太难了 对了 文和 那个黑兵台查到了吗 胡亥道 陛下 对不起 锦衣卫调查了好久 一直没调查出来 像是蒸发似的 贾许道 胡亥头大 黑兵台这个恐怖的情报机构 不受胡亥 帝国控制 绝对是一个大祸害 继续查 朕不相信 黑兵台会一点阴性全无 咽过拔毛 总要留下点痕迹 胡亥道 遵旨 贾许道 陛下 还有个是 张良 萧和 周伯 立即四个人的家眷 已经到了咸阳 美家安排了个别院 他们几人算是与亲人相见了 另外 据锦衣卫报告 刘邦回到小沛 又在招兵买马 目前又征招了数万兵马 贾许道 刘邦那里来的钱 胡亥道 虽然吕太公很有钱 家底封后 也不可能全部拿出来 给刘邦招兵买马 呵呵 陛下 刘邦逃走时 剩下净千名士兵 一路上 刘邦向地方郡 现敲诈了不少粮草 打着招兵的晃子 一旦不愿意 马上拿地方县令 郡太守开刀 回到小沛时 据说敲诈到大量钱财 粮食 足够刘邦招兵马用 贾许道 温和 一定要让人监视刘邦 最好是让人想办法 给他添点乱 不能让其成事 胡亥道 陛下 微臣已经安排人手在天下间 特别是储君内 说刘邦到处敲诈勒索 想要背叛协议 还说刘邦要称王称帝 不理会联盟的意见等等 贾许道 妈蛋 狠哪 这是要把刘邦架在火上口 不过呢 朕喜欢 温和 貌似刘邦的老岳父 吕太公 懂点星象学 安排人去忽悠一下 让吕太公 好好看下星象 告诉吕太公 说他女儿吕智有天命 不过嫁错人 想要让吕氏复兴 崛起 必须要让吕智 重新嫁个夫君 否则 浪费天命属性 胡亥道 纯属胡说八道 不过呢 对于古人来讲 确实很有用 陛下 吕智身上 真带着天命属性 假许道 温和 这个事实正胡说八道 目的是为了离间 吕氏与刘邦的关系 只要切断吕氏的钱粮 刘邦拿什么来征兵 再说了 没了吕氏支持 刘邦成不了事 胡亥道 遵旨 假许道 温和 放心大胆去做 就算不成 也会在吕太公 吕智心中 埋下一根刺 胡亥道 陛下放心 微臣好好策划一下 不敢说让吕太公重计 让刘邦与吕智夫妻不和 是没问题的 假许道 第074章 黄忠 胡亥看了眼孙上香 心中有了决断 上香 鹅旁宫中有好多宫女 太监 朕一个人不需要那么多的人 你负责整顿鹅旁宫 把能修炼的宫女 太监 好好训练一下 让其成为皇宫的护卫 不能修炼的宫女 太监 发给安家费 路费 让他们回家去吧 没地方去的 好生安置 功法使用藏书阁中的 不过 一定要鉴别一下 把间谍清理出去 不留后患 胡亥道 必须改变 先从皇宫中改变 一个皇帝 需要数千上万人服侍吗 纯粹是浪费钱财 啊 几名神将做梦不会想到 胡亥讳下这种旨意 陛下 太监 宫女全成了护卫 那谁来服侍陛下 不妥当吧 皇宫没人打扫 怎么行 假许道 文和 朕一个人 不需要那么多人 况且 帝国目前财政紧张 从朕做起吧 胡亥道 陛下 皇宫中其实经过清理 已经没多少人了 算下来就一万人多点 这点人手 帝国还是支撑得起的 不用那么勤俭 上官瓦道 不 瓦儿 朕要把皇宫中的太监 宫女 变成护卫 让他们拿薪水 军贴 与秦军一样的标准 当然了 皇宫中的杂物 也由护卫负责 不再增加人手 胡亥道 遵旨 看到胡亥决心以下 孙上相道 陛下 还有个是 陈平 韩兴二人在几天前 已经进入咸阳城 是否要抓起来 贾许道 哦 陈平 韩兴 那可是牛人啊 一个汉初三杰之一 一个汉初三名将之一 都是这个时代顶级存在的人物 看来 贾许安排人手 策反起作用了 文和 不用抓捕 让锦衣卫密切监视二人 只要不离开咸阳城 随他们 胡亥道 贾许眉头微皱 陛下 既然陈平 韩兴 还有张良 萧和 利益姬 周伯等人是超级人才 为什么不争招呢 贾许道 文和 这些人全是这个时代的精英不错 可是 他们同样很傲娇 朕要是主动请他们 不一定成功 朕先量一段时间 等他们没吃的 主动来找朕 胡亥道 什么三顾茅庐的事 胡亥不会去做 那是抬高装逼人的架子 胡亥不缺文臣 武将 从系统中得来的人才 没有二星 绝对忠心耿耿 征招的人才 忠诚度成问题 好了 大家在宫中吃饭 喝点酒 就在宫中休息 明天继续开会研究 胡亥道 晚上 胡亥喝了点酒 脑袋昏沉 进入卧室 准备倒下睡觉 好好休息 叮咛 宿主 剩下一次抽奖 有效期只剩下十天时间 抓紧抽吧 另外 国运值已经达到五十万点以上 系统可以晋升 请问宿主 是否晋升 宿主注意 这次晋升 需要三天时间 妈蛋 抽奖吧 嗡 脑海中轮盘旋转起来 停 恭喜宿主 抽到神将卡一张 哦 释放 卧室屋顶上 出现一个黑洞 现出一道人影 慢慢凝视起来 刷 一名三十多岁的人出现 虎背熊腰 急急壮士 身上穿着黑色铠甲 背着绝世宝宫 双目有神 眼神中带着寒意 黄忠见过主人 黄忠道 什么 黄忠 那不是三国时期的神射手吗 刘备旗下五虎上将之一 说到黄忠 就是老纪福利 老当义壮的代名词 在高龄阶段斩杀夏侯渊 夏侯渊可是曹操旗下名将 一身勇武武与伦比 后世很多人都喜欢黄忠 说黄忠巅峰时期 武力值应该与吕布相媲美 胡亥暗中查看一下黄忠属性 姓名 黄忠 忠诚度 百分之一百 修为 战宗巅峰境 功法 魔功精 卫队 零一零零零 特计 神功计能让旗下卫队 发挥出百分之二十增幅杀伤力 呵呵 汉生 不用客气 以后叫陛下即可 不要再叫主人 胡亥道 遵旨 黄忠道 汉生 目前帝国很困难 不仅要对付叛军 还要对抗匈奴铁骑南下入侵 加上枪足倒向匈奴人 在西面作乱 局势不是很好 以后要将军多处理 胡亥道 微臣一切听从陛下指挥 陛下的战刀指向那里 微臣就杀向那里 黄忠道 好 等蒙田 张宪二位将军到咸阳城 汉生就组建卫队 马上训练 朕要出兵对抗匈奴铁骑 胡亥道 遵旨 黄忠道 来人 带黄将军下去休息 明天一起开会 研究作战方案 胡亥道 黄忠跟着轻卫出去 系统 进升吧 好吧 胡亥坐下来 准备进入修炼状态 咚咚咚 进来 胡亥道 抬头一看 胡亥傻眼 呆滞 走进来的人是上官网 此时的上官网 身着青纱 美不胜收 那恶诺多姿的身材 一览无余 翘 挺 圆 大 黄金比例 双S曲线 颜值超过95分以上 胡亥有点迷茫 身体原始本性 蠢蠢欲动 呀的 妖精啊 谁抵挡得住 除非身体有毛病 正常男人真心抵挡不住诱惑 娃儿 你这是 陛下 我美吗 隐隐约约 时隐实现 胡亥眼睛死死盯住不该看的地方 道口的话 什么也说不出来 一股迷人的幽香袭入 令胡亥一发不可收拾 大脑失去了思维能力 一片空白 像挡机似的 身体慢慢靠近 蒸发 次日 看到怀中御人 胡亥完全清醒了 妈蛋 怎么把碗吃了 他可是胡亥的嫡系重臣 唉 胡亥摇头苦笑 算了 吃就吃吧 反正木贵英已经吃了 再多一个碗 影响也不大 胡亥大手在碗身上轻疗 下一刻 碗翻身上来 呀的 被逆推了 十岁之位 几套组合拳下来 身体强悍无比的胡亥 也吃不消 要知道 自从修炼帝皇绝后 胡亥身体一天比一天强悍 加上系统晋升了体质 修炼的女人 体力太强大了 婉儿面带桃花 肌肤貌似比原来好了很多 抚摸着更滑 更柔 手感更好 柔嫩的像水似的 熟透了的水蜜桃 等着人去采摘 陛下 我们起床吧 不是说 今天要继续开会讨论其他事物吗 上官婉儿道 尽管不想起床 想继续纠缠下去 不过呢 李志告诉胡亥 现在不是享受的时候 搞不好会亡国 必须谨慎行事 一步不能错 内忧外患 压力促使胡亥不能懒惰 第零七五章 陈平 韩信二人来了 御书房 胡亥 贾许 扁鹊 上官婉 孙上香 黄忠等文臣武将坐在一起 商量出兵 对抗匈奴 枪足事宜 报告 传令兵大声道 进来 胡亥道 陛下 宫门外有二个人要见陛下 他们说叫韩信 陈平 不知陛下是否见 传令兵道 哦 那么快就想明白了 一想不到啊 把韩信 陈平请进来 胡亥道 遵命 传令兵道 文和 全是你操作的结果 朕谢了 有了这二位牛人投靠 帝国困境无忧 胡亥道 陛下 陈平能来投靠 微臣愿意在其手下任职 贾许道 不 文和 你在朕心中的地位 无人能代替 陈平只能在你手下任职 不能颠倒 再说论智谋 文和也不比陈平差 朕为什么要舍本逐墨呢 胡亥道 贾许听后 感激涕零 汉初三杰 后世人都敬佩无比 胡亥拿来与汉初三杰相比 对贾许评价如此之高 出乎意料 多谢陛下 微臣万死不辞 全心全意为陛下谋划 贾许道 对了 朕想把军事这个官职稍微改变一下 以后叫帝国总参谋部与丞相同职 以后文和组建总参谋部任参谋总长 若是陈平投靠 让其任赴参谋总长 胡亥道 多谢陛下恩典 贾许道 陛下 报告 陈平 韩信二位先生到了 传令兵道 进来 下一刻 陈平 韩信二人昂首挺胸走进御书房 陈平看上去身材修长 瘦瘦的 1.7米以上 脸蛋也不是很俊美 一个大酒糟鼻子 衣服是书生 如是福 不过呢 双目透视着精明 眼光中隐藏着阴霾 确实是一名独士 与贾许一样的人 最擅长猜测人心 包人啊 古人不欺我也 一名优秀的谋士 顶得上十万大军 对于谋士的重要性 胡亥心中非常明白 韩信呢 身高1.8米以上 不算很壮 却也不瘦 五官端正 身上充满力量感 目光锐利 被盯上会令人心生寒意 感觉后背凉索索的 不过呢 此时的韩信 还没什么名声 没什么战绩 身上还未出现杀意 战意 胡亥可不敢小看 韩信名列 华夏古代四大 传奇名将之一 号称先兵 也叫兵神 韩信用兵多多益善 这是后人的评价 刘邦要不是有了韩信 不可能战胜强大无比的储君 后世那些电视 电影上 看到刘邦被项羽打得溃不成军 丢亏弃甲 连老婆 孩子都保不住 丢给项羽俘虏 可以说 刘邦的天下 是韩信打下来的 这一点无人质疑 当然 刘邦绝对是一代人雄 能把身边的人才充分发挥作用 各尽所能 最终打下四百多年的大汉王朝 绝对是一代萧雄 人皇 草民陈平 韩信 见过陛下 陈平 韩信二人跪下 朝胡亥行礼道 韩将军 陈平先生 你们二人赶快起来 赠得二位大财相助 何仇不能评判 不能拓展疆域 有了二位先生来头 秦帝国的战旗 会插遍水蓝星 让万邦沉浮 胡亥起身走上前 将二人搀扶起来 赐座 胡亥道 清卫马上送上二张椅子上来 这个椅子 可是胡亥让人打造的 胡亥不习惯那种贵作之姿 想想后世东阳国 学习大唐礼仪 传承下来 东阳人一直坚持贵作 时间一长 全成了螺圈腿 对于贵作 胡亥觉得是陋席 必须改掉 多谢陛下 陈平 韩姓道 陈先生 韩将军 二位不要拘束 在座的几位 是朕的心腹嫡系 可以随心所意 有什么话 畅所欲言 不必有什么顾虑 不论好与坏 朕都不会怪罪 不要听外面瞎说 胡亥道 陛下 草明听闻陛下手下秦军击溃叛军 消灭了刘邦 项羽二路兵马 陈平道 胡亥点点头 确实如此 经过五官 同关血战 秦军取得了压倒性胜利 一共消灭一百三十多万叛军 胡亥道 陛下 为什么不一股作弃 彻底歼灭叛军首脑 只要把叛军首脑消灭 天下可安 陈平道 唉 胡亥常常叹了口气 不是胡亥不追杀 是情况不允许啊 陈先生 此时帝国局势不稳定 北方有匈奴虎视眈眈 西面枪族投靠匈奴 加上汉中 蜀南 蜀北 蜀西 蜀东等地 摇摆不定 帝国抽不出那么多兵马出来 贾许道 陛下 安外必先安内 一旦错过机会 叛军又会在各地招兵买马 不好评判 陈平道 不 郑情愿不先安内 也绝对不允许草原民族 趁机入侵中原地区 给百姓带来伤害 评判只是我们兄弟间的内斗 打死打活全是一家人的事 外来民族想要趁机南下 入侵中原地区 朕坚决不允许 朕宁愿把江山让给叛军 也绝不向匈奴人妥协 这是原则性问题 必须坚持 抵抗蛮夷入侵 是中原种族的职责 胡亥斩钉截铁道 韩信听后热血沸腾 很赞成胡亥之言 陈平心中微微一愣 从来没想过 胡亥有如此高境界 敬佩之情如长江之水 滚滚而来 说白了 胡亥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陛下 草民支持此决断 对外作战 一定要团结一切 可以团结的力量 韩信道 草民也支持陛下此意 陈平道 好 陈平 韩信听风 胡亥道 陈平 韩信 在 从即日起 陈平出任帝国参谋总部 出任副总参谋长 协助贾许 制定帝国作战计划 方案 韩信出任帝国第四兵团司令官 等到蒙田 张宪二位将军到后 组建第四兵团 随阵出征 燕门官 击退匈奴铁骑 确保中原安全 胡亥道 卑职 末将 遵职 陈平 韩信二人领指道 从今日起 穆桂英率领的五官秦军 更改为帝国第一兵团 穆桂英任司令官 屡邻起任大将 蒙田到咸阳城 组建第二兵团 由蒙田出任司令官 张宪组建第三兵团 张宪出任兵团副司令官 陈平出任第三兵团参谋总长 黄中 孙上香二位将军 组建好卫队 随朕出征燕门官 击退匈奴铁骑 胡亥道 遵旨 第076章 温柔香 英雄盟 眼看天又暗下来 只好先吃饭 好了 为了欢迎陈平先生 韩将军 今天朕与诸位一起喝酒 望大家喝得开心 胡亥道 多谢陛下 陈平 韩信二人道 胡亥取出几瓶五粮液出来 还有几瓶红酒 杯子用玻璃杯 不再用青铜三角杯 瓶盖拧开 酒香散发出来 令陈平 韩信 黄中三人倍感兴起 这是什么酒 怎么会如此之醇香 特别是陈平那个酒糟鼻子 一下子眼睛露出金光 陛下 这是什么酒 微臣从来没闻过 更不要说品尝了 陈平道 呵呵 陈先生 这个酒叫五粮液 只有镇手上有点 其他地方真的喝不到 胡亥道 在场的人 只有黄中 陈平 韩信三人没有饮过此酒 其他人都饮用过 好酒 真是好酒 说是仙酿也不为过 就是这酒名太世俗 一点不文艺 犹如这等上好的绝世佳酿 陈平摇头晃脑道 胡亥狠狠鄙视一下 不就是个名字吗 五粮液怎么了 叫起来挺顺口的 陈平先生 喝慢一点 这样喝会醉酒的 贾许提醒道 文和先生 我也发现了 这个酒精真的很大 喝下咽喉 像着火似的 陈平道 胡亥摇头苦笑 看来这群人只适合喝高度白酒 也不用讲究什么名酒了 陛下 组建第四兵团 给多少兵马 编制是多少呢 韩信道 韩将军 目前帝国没有足够的兵马 为了抵抗匈奴铁机 只能抽掉四万人左右 击退来贩匈奴铁机 再从夜门关一带征召兵马 争取能达到十万步骑 一个兵团十万人马 目前帝国四个兵团都没满边 只是把骨架搭起来 胡亥道 陛下 匈奴人南下铁骑有多少 韩信道 韩将军 从刚刚得到情报显示 聚集在夜门关外的匈奴铁骑 已经有十多万骑 这不是最终数量 匈奴铁骑依然在不断的聚集中 到底最后有多少骑 还在收集情报 贾许道 胡 陈平 韩信二人常常呼了口气出来 十多万匈奴铁骑 甚至是二十万 带着四万秦军不齐 真能击退匈奴人 陈先生 韩将军 你们也不要太担心 其实微臣与陛下商量过 还是能击退十多二十万匈奴铁骑的 像同关上 击溃数十万叛军那样 只要操作得当 完全有可能歼灭匈奴铁骑 贾许道 马上年关了 这段时间北方温度极低 时常会下雪 秦军战胜匈奴铁骑 必须在雪天操作 陛下 同关战役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叛军数十万大军 会在短短几天内全歼 陈平道 呵呵 胡亥 贾许 孙上香 便却几人脸带笑容 一脸高傲的模样 很是装逼 贾许简单向二人解说下歼灭过程 不论是陈平 还是韩信 黄中二人都听得震撼无比 心中久久不能平静 太热血了 雪天作战 彻底向韩信等人 打开了一扇天窗 一个在雪天出兵的方略 陛下 那个什么滑雪板 工坊生产的如何 这个可是好东西 我们战胜匈铁骑 要靠纳玩意 韩信道 工坊生产比较规矩 质量也好 使用起来不容易出问题 目前生产出二万多富 胡亥道 陛下 燕门关上边军还有多少 韩信道 韩将军 不要把希望寄托在燕门关上的兵马 那里只剩下数千名老弱 并残边军 贾许道 陈平 韩信二人军知道 王黎带着五十万边军南下评判 最后灰飞烟灭 只是没想过 燕门关那么重要的爱观上 居然只留下了数千老弱病残 一想不到啊 好了 咱们先谈下第三兵团的事 兵团司令官是高顺 不过 高顺此时在河东 一下子抽不出身 兵团只能先让张县 陈平二人负责 兵团的任务是 出兵汉中 蜀南 蜀北 蜀西 蜀东 把那些摇晃不定的地区 彻底掌控起来 那几个地方的军兵 必须接管 这个没价钱好讲 官吏问题 朝中会考核平定 合格的官吏继续使用 不合格 或者别有用心的 全部拿下 至于怎么拿下那些地区 摇晃不定的主官 这个事交给陈平先生考虑 正相信陈平先生 有办法完成任务 三兵团掌控几个地区 马上整合兵马 补充兵力 在短时间内 让三兵团满边 达到十万人规模 胡亥道 微臣遵旨 陈平道 陛下 枪族动乱 由谁去评判呢 假许道 让蒙田将军去吧 不过 只有二万勤兵 三兵团也是二万 再多没有了 胡亥道 陛下 蒙田将军二万勤兵 兵力有点不足 最好能多带一点 确保安全 假许道 哎 文和 朕也想给蒙田将军 多带点兵马 可是兵力紧张 根本抽不出来 胡亥道 关中地区只有区区百多万百姓 到那里去征兵 赵高掌控朝政时 把大量勤兵葬送掉 胡亥接手烂摊子 没地方征兵 除非从那些大家族中 硬性摊派 帝国暂时需要和平 不宜与大家族 土豪猎身关系搞得太僵 时机成熟再考虑 好了 散了吧 胡亥道 让卫兵带着韩信 陈平二人到别院去 斩杀赵高级旗下官吏时 收缴的别院 分了几套给旗下神将 张良 萧和 周伯 利益姬等人 还剩下几套 胡亥喝得有点多 摇摇晃晃走进卧室 坐到床上 准备运转帝黄金 好好修炼一下 咚咚咚 进来 胡亥道 妈蛋 这小逆子又来了 食髓之味 乐在其中 品尝过甜头的上官碗 迅速跑来胡亥卧室 陛下 臣妾来服侍陛下休息 上官碗道 太漂亮了 喝了点酒的上官碗 脸颊上献出二朵红云 看上去更加妩媚 更吸引人 呀的 貌似玩比木贵鹰更纠缠人 碗 谢谢 胡亥道 嘴巴说着话 眼睛则死死兵住 陛下 看什么地方啊 碗娇羞道 御手在胡亥腰上 狠狠掐了一把 胡亥手一拉 争法 哎 温柔香 英雄萌 第077章 吕智修夫 小佩 自从刘邦拜讨五官 带着近千名残兵败将 一路上在各地方敲诈乐所 确实敲诈到不少粮草 钱财 回到小佩 招兵买马 又吃喝了一个多月时间 敲诈乐所来的钱粮已经见底 再也不弄到粮草 数万兵马要饿肚子 以前有萧和那个牛逼人物 粮草问题不需要刘邦操心 现在呢 萧和被俘 家眷也离开了小佩 身边只剩下曹参 夏侯英这二位牛逼人物 其他的全是吃货 只会猛冲猛打 纠结啊 刘邦真心纠结 到了此时才发现 有萧和那老头在 那是多么幸福的事 乱七八糟的事全丢给萧和 没了萧和 刘邦觉得太累了 曹参呢 被刘邦不断压榨 可是呢 曹参不是萧和 在处理内务方面 拍马赶不上萧和 最多能应付一下而已 吕太公府 这段时间 吕太公一到晚上就查看星象 看后心中都在长须短探 星象变异 这是吕太公经过几天不断的观察得出的结论 老爷 外面有一位先生前来拜访 是否接见 管家道 管家 什么人来拜访 吕太公道 老爷 对方没说 只是说来帮老爷解惑 解除老爷心中疑惑 管家道 哦 帮老夫解惑 有意思 什么人 居然敢如此狂妄 想了下 吕太公还是让管家把来人请进来 看看对方到底是何方神圣 来人是锦衣卫米图 奉命前来离见吕太公 吕智与刘邦的关系 米图见过吕太公 米图道 米先生请入座 上茶 吕太公道 太公 这段时间观看星象 有何收获 是不是发现星象已经变异 米图道 哦 米先生也是阴阳学派高手吗 吕太公道 不 太公见笑了 本人只是带人送几句话 并不会观看星象 也不懂阴阳学 米图道 米图道 米图眉头微皱 米先生 什么人让你带话 吕太公道 吕公 这个不方便透露 不过 对方没恶意 只是为解决太公心中疑惑而已 米图道 哦 对方知道 老夫心中疑惑 吕太公震惊了 什么牛人 能猜测到对方心中所想 不会是忽悠人吧 米先生 对方让您带来什么话 吕太公道 对方讲 吕公一到晚上就观看星象 已经看出星象发生变异 刘邦那颗星帝星 不再光芒万丈 反而暗淡无光 随时有可能坠落 消失不见 帝星呢 依然光芒万丈 围绕的黑色光圈也开始消退 这些星象 太公已经看出 不用多质疑 只是可惜了太公之女吕智 本来身上带有天命属性 可是 星象一变异 吕智命运有可能彻底改变 天命属性不会起作用 反而会陷入麻烦 一旦吕智出现麻烦 吕家也会陷入困境 危局 米图道 吕太公心中惊讶万分 女儿吕智带有天命属性 这是吕太公不清楚 可是 米图说的 有鼻子有眼的 令吕太公惊恐万壮 米先生 可有化解之法 吕太公道 真心没办法 古代太相信星象 更相信什么天命之说 至于吕智身上 是否带有天命属性 说实话 胡亥也不清楚 纯粹是忽悠而已 吕公 化解之法倒是有 可是有点不道德 会破坏姻缘 吕公还是另想他法吧 米图装逼道 对于大家族来说 女人就是用来为家族服务的 那会管什么姻缘不姻缘 米先生 说吧 老夫能承受 吕太公道 哎 米图长长叹口气 吕公 要彻底解决这个事 有几方面的问题 需要解决 一是让吕智修了刘邦 重新为吕智安排一门轻视 二是吕氏一族必须搬迁 离开此地 就不会影响到吕氏一族 三是搬迁要注意方向 不能随意搬迁 按吕氏属性分析 吕氏一族想避免灾难 要从西面搬迁 当然了 吕氏是大族 一有风吹草动 会惊动刘邦 搞不好会令吕氏一族陷入困境 为此 建议吕氏一族 要小心谨慎 分批迁走家中嫡系 留下一个外壳 但是 钱粮必须运走 这一点非常重要 米图淡淡道 多谢米先生 吕太公道 吕公 本人走了 该带的话已经带到 米图道 米先生 你是秦皇的人 吕太公道 说了那么多 吕太公再猜测不出来 那就太笨拙了 呵呵 吕公 怎么说呢 算是吧 有人对吕智非常期待 一旦达成因缘会让吕氏一族崛起 米图道 米图走了 吕太公心中则很纠结 明知道是离间 可依然不敢大意 堵不起啊 怼为吕氏一族着想 让这儿来一下 吕太公道 一名靓丽的美人出现 此人叫吕智 刘邦老婆 一名少妇 长得非常漂亮 颜值也很高 差不多达到96分以上 哇塞 那身材真火爆 突凹有致 恶诺多姿 一种成熟之美 一览无余 那是青涩少女身上 无法体会到的 此时吕智刚刚进入二十多岁 正是女人最美丽的时光 阿爹 你找我 吕智道 这儿 你与刘邦到底是怎么回事 貌似你们二人间 发生了些不愉快 吕太公道 阿爹 这是本来女儿就不愿意嫁给刘邦 是爹爹你一位主张 才下架的 可是 下架后 刘邦依然雇我 到处沾花惹草 行军过程中 时常让轻卫抢抢名女 来满足一时之需 说白了 刘邦只是看上咱家的钱粮 地位 身份 并不是真心对女儿好 这一点 爹爹不是清楚了吗 吕智道 唉 吕太公叹了口气 智儿 难为你了 刘邦是老夫看走眼 现在老夫想让你修了刘邦 你可同意 吕太公道 啥 修了刘邦 吕智呆智 傻愣 嘴巴大张着 好半天说不出话来 在这个时代 男人被女方修掉 那绝对是丢面子的事 外面会有好多负面影响 女人被男人修掉 同样是悲催的事 一般来讲 只有女人干了见不得人的事 才会被修掉 否则都会忍着 阿爹 你不是来真的吧 吕智道 智儿 这事 我考虑再三 加上星象一变 出现了一些事 让老夫不得不重新考虑 你与刘邦之事 幸好你们之间没孩子 不用担心太多 加上你也不怎么喜欢 修了吧 让你恢复自由身 以后老夫再为你安排一个更好的夫君 吕太公道 老头是一个杀法果断之人 一旦决定了马上实施 接下来 在吕太公策划下 吕氏一族在刘邦鼻子底下 悄无声息离开此地 等到刘邦发现时 吕氏一族嫡系全部跑了 只给刘邦留下一封修书 刘邦气啊 第078章 五妹娘 吕谷关 叛军溃败 数十万大军十多天时间灰飞烟灭 一路上到处是铠甲 兵器 丢盔弃甲呀 很惨 回到吕谷关 叛军只剩下三万不到兵马 真是惨不忍睹 活下来的兵马 基本是葛诸侯的护卫 秦兵 就算项羽旗下最牛逼的五万铁骑 也只剩下五千人不到 项羽大仗中 葛诸侯 将军 谋士纷纷进来 发泄悲催的泪水 平和一下内心伤害 唉 长须短叹 一个个无地自容 秦军太卑鄙了 一点活路 不给我们一军 叛军损失极大 雪地里粮草运输非常困难 好多战马都杀了做粮食 加上秦兵的阻击 射杀 那种日子 真心难熬 一直以来 项羽旗下 储军伤亡都不大 这次储军也损失于尽 心中气愤无比 一夜回到解放前 项将军 我们一军灰飞烟灭 下一步要怎么办呢 一名诸侯代表道 项羽心中郁闷 兵马损失于尽 还能怎样 肯定是回家在招兵买马 抵抗秦军的反击 傻子都明白 义军与秦军 不可能有调和的一天 是对立双方 是你死我活的矛盾 要防止秦兵攻城 一举消灭咱们义军 范增道 一旦秦军把个诸侯全灭了 那天下谁还敢反抗秦军 义军只有死路一条 大家把护卫 秦卫交出来 一起抵抗秦军的进攻 缓解一下秦军压力 项羽道 报告 传令兵叫道 进来 项羽道 将军 秦军撤走了 传令兵道 什么意思 秦军为什么不一鼓作气 拿下函谷官 彻底消灭义军 不科学啊 按正常来说 秦军绝对不会放过义军 为什么呢 想不通 纠结啊 大家说一下 秦军会如此好心 放过义军 其中应该有什么阴谋诡计 项羽道 若是老夫猜测不错的话 秦军不跟上追杀义军 应该是咸阳城中发生意外 或者是北部匈奴出现 让秦军不得不退兵 全力以赴应对匈奴铁骑南下 范增道 要是胡亥在此 绝对会对范增竖起大拇指 牛啊 不愧为是顶级谋士 这个时代最牛逼的存在 范先生 意思是 我们义军可以安全回去 不用再担心 受到秦军追杀 一名诸侯代表道 若是秦军撤走 并没有压上来 我们义军是安全的 短时间内不会有危险 不过 一旦秦军与匈奴人战事有结果 情况就不妙了 咱们要做好准备 范增道 雪早就停下了 道路也开始干燥 范军师 咱们以后如何安排 又一名诸侯代表道 此时的情况不妙 大有扁担开花 各回各家的味道 哎 范增叹了口气 各自回去与诸侯商量 最好再征召点士兵 等到时候 咱们再一议 范增道 在这种情况下 只能如此 再联合下去 没多大意思 毕竟 联合是要钱粮的 谁会愿意出钱粮呢 驻守寒谷官 虎劳官 绝对不可以 加上虎劳官 已经成废墟 商量结果 项羽带着龙且 鹰部 忌部 钟离卫 张涵 董毅 司马兴 岳鹏等人回江东 轰轰烈烈杀来 溃不成军地逃走 咸阳城 阿旁公 叮咪 修炼中的胡亥 被冰冷的机械声吵醒 恭喜宿主 系统升级完毕 奖励国运值十万点 阴阳经一步 神将名城卡一张 兵团卡一张 抽奖机会一次 请问宿主 现在是否抽奖 哦 这次系统 貌似很大方啊 咦 怎么能看出 神将卡的信息 宿主 系统升级后 确实能查看 神将卡片上的 简单信息 妈蛋 五妹娘 那可是一代女帝啊 做梦想不到 系统会奖励这名 爵士美人出来 关键是 五妹娘不仅貌美 还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才女 在另外一个时空 是一代女帝 五妹娘绝对是 大佬级人物 李治要不是有武则天 真不知道会让唐帝国 走向何方 想想也是 李治给一代圣君李世民 头顶上戴顶绿油油的帽子 还不被人刁难 与武则天能力 睿智分不开 他一心为民 一心为公 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 把帝国推向了巅峰 为什么杨广泡妞 会被人生斥 说简单点 杨广是失败者 以杨广干的那些事 那一件不是名锤千古的大事 修大运河 科举制 雕板印刷术 全是立国立民的好事 然而 文人记不住 却说杨广迷乱宫廷 说实话 古代皇帝有谁不好色 炮先皇妃子的人 不是只有杨广 那个朝代没出现 那么伟大的李世民 不也把前朝宫中多少美人 拿入秦王府 儿子还炮了李世民妃子呢 只能说杨广刚愎自用 好浮夸 太看重名声 修个大运河 要是杨广让征伐下来的种族 俘虏来修建的话 不会引起百姓动乱 杨广好面子 把俘虏的蛮衣人全释放了 这是极其错误的 好了 不瞎扯了 系统 阴阳精释放 嗡 呀的 什么阴阳精 是双修功法好不好 不过呢 看下功法 胡亥觉得很牛 对提升修为有极大好处 就是必须男女合恋 胡亥用手指倾点神将卡 一团金光炸开 顶上出现一个黑洞 五妹娘的身影 慢慢显现出来 哇塞 太美了 难怪把理智迷得不上潮 连天下都丢掉 真的太美了 这是纯天然美人 不是后世那种人造美人 脸上也没有厚厚的粉底 厄罗多姿 涂凹有致 身材火爆到极点 双S曲线 黄金比例 前凸后翘 若是打分的话 绝对超过98分以上 笔碗还漂亮一分 查看下属性 姓名 五妹娘 修为 战宗巅峰 功法 玉女精 忠诚度百分之一百 特长 主持政务时 能提升百分之三十的效率 粮食产量会增收百分之二十以上 好牛逼的特点 五妹娘见过主人 五妹娘道 妹娘 不用客气 也不用叫什么主人 叫陛下好了 你来帮朕 朕非常开心 胡亥道 沦陷了 胡亥真的彻底沦陷 被五妹娘的美貌征服 眼睛死死盯住不该看的地方 翘 挺 大 圆 一道美丽风景线 陛下 看得臣妾都不好意思了 五妹娘五妹一笑道 妈蛋 一笑清城 一笑倾国 一点没错 倾城倾国 身体有了反应 胡亥彻底失去自控 妹娘 正这里刚得到一套功法 要不咱们二人修炼一下看看效果 胡亥道 嗯 第079章 周伯 一 一夜风流 并未感觉身体疲惫不堪 反而觉得全身充满爆炸性力 怎么回事 难道是双修原因 修为有提升 马上要晋升二阶战王劲了 双修真有用爱 妹娘 感觉如何 胡亥道 陛下 臣妾感到修为增加了 不过又被封印起来 等封印完全解开后 才能看出效果 五妹娘道 疲乏吗 胡亥道 没有呀 感觉身体状态非常的好 一丝丝疲倦都没出现 那个功法真的好 五妹娘道 胡亥点点头 妹娘 今天蒙田 张宪二位将军带着秦兵返回 朕马上要到燕门关 抵挡匈奴铁击 家里的事全交给你了 要好好帮朕把政务搞好 让帝国尽快崛起 复兴 胡亥道 陛下 你想委任臣妾什么官职啊 五妹娘道 呵呵 让你出任丞相一职 婉儿出任左丞相 当你的助手 另一个未免 你们二人不是合作得很好吗 胡亥道 婉儿 什么婉儿 妩媚娘道 上官婉儿 你以前的秘书长 胡亥道 哦 脑海中有一丝丝印象 不过要见到人才能回想起来 妩媚娘道 胡亥眉头微皱 叮咛 宿主 神将已经被植入这个时代的信息 上市的事已经抹除 不过并不影响能力 这样啊 陛下 婉儿是你的妃子吗 妩媚娘道 呵呵 是朕的女人 现在当左丞相 这段时间朕去考伐叛军 她帮朕处理政务 胡亥道 哦 陛下 放心吧 朝政上的事 臣会帮您处理好 不用让陛下担心 妩媚娘道 走吧 一起去御书房 这段时间 朕与几位嫡系重臣 商量军事上的事 胡亥道 嗯 把五妹娘介绍给在座的嫡系 陛下 蒙田将军 张宪将军 二人已经带着秦军回来了 在外面等着召见 传令兵道 有请二位将军 胡亥道 见过陛下 蒙田 张宪二人恭敬道 二位将军 请入座 咱们商量下出兵的事 胡亥道 贾许马上把情况简单说了下 陛下 为什么其他兵团均有参谋长一职 卑职的第二兵团没有参谋长 蒙田道 呵呵 蒙田将军 谁说没有了 你弟弟蒙义就是第二兵团参谋长 只是他驻扎在铜关 一下子无法就位 况且 以后第二兵团会从铜关杀出去 收复旧地 胡亥道 陛下 根据情报显示 投向匈奴人的枪族人 会组织起数十万铁骑 靠二万勤兵对抗 很难挡下枪族铁骑 蒙田道 蒙将军 枪族铁骑不会有那么多 他们很分散 想要短时间内聚集起来 不现实 一是秦兵可以利用天气 歼灭枪族铁骑 到时候到工坊拿一些滑雪板 让士兵马上学滑雪 二是 秦兵深入枪族地带 对枪族部落一个个歼灭 不过 枪族毕竟不是匈奴人 他们自认为是匈奴人 对枪族 只需要斩杀部落首领 顽固分子即可 当然了 既然造反 惩罚还是要给的 俘虏的枪族人 进文明学校劳动五年 刑满后释放 胡亥道 一旦进入文明学校 胡亥相信 再顽固的人 也会改造成好人一个 成为一个中原人 陛下 末将知道了 蒙田道 下面由文和说一下作战方案 胡亥道 诸位 情况紧接 咱们秦军马上要出征 练习滑雪一事 最好是路上训练 不要影响作战 这次秦军分成三个方向出兵 由张宪 陈平 带二万兵马出征汉中 蜀南 蜀北 蜀西 蜀东等地区 一个个拿下来 不要贪图速度 要稳扎稳打 拿下一个地方 彻底掌控 特别是军队 第一时间要控制住 不能出问题 天水 陵西等地区 由蒙田将军 带兵马负责 这二路大军 需要携带粮草 会临时征召 部分后勤人员 陛下带着韩信 孙上香 黄忠 贾许去迎战匈奴铁骑 这个任务有点重 加上情况紧接 要士兵马上出征 不过 这一路不用携带粮草 全由陛下考虑 全军决定在三天后出兵 这几天 各位将军需要什么 马上准备好 贾许道 遵命 黄将军 你马上组进卫队 好好训练几天 胡亥道 遵旨 黄忠道 报告 传令兵大声道 进来 胡亥道 陛下 宫门外来了个人 要见陛下 传令兵道 叫什么名字 胡亥道 陛下 他说叫周伯 传令兵道 周伯 那不是积压的俘虏吗 只是胡亥没把张良 萧和 周伯 立即当成俘虏 行动自由 不受什么约束 不过呢 他们四人 不能离开咸阳城 其他谁意 嘿嘿 周伯 刘邦的嫡系 汉初开国功臣 说起周伯来 没多少人知道 可是 周伯有个非常牛逼的儿子 叫周亚夫 说到周亚夫 估计没人不知道吧 那是一代名将 治君吉言 要不是有周亚夫这个名将 胡亥早让人砍了 把周伯请进来吧 胡亥道 搞不清楚周伯的想法 毕竟 对方可是刘邦的嫡系 死终 此时来见 草民见过陛下 周伯道 哦 姿态摆得很低啊 看来是想出来干活了 毕竟一家人到了咸阳要吃喝 总不能闲着饿死吧 再说了 武将没有读书人那么多弯弯绕 更容易搞定 周将军 起来吧 不知将军找朕有何事 胡亥道 首先感谢陛下 让本人与家人相聚 另外听闻匈奴铁骑 要南下入侵中原 草民是一名老兵 愿意到军中击杀匈奴人 报答陛下宽容之恩 周伯道 武将很多事直肠子 不会弯弯绕 一旦有恩 绝对会报答 读书人可不容易搞定 像张良 萧和 利益姬等人 尽管把他们的家眷送来咸阳 可是依然很傲娇 好 朕高兴 朕最喜欢看的亲是非 行是的人 只要周将军一心为帝国 朕不会亏待 胡亥道 陛下 从今天起 草民对陛下绝对不会有二性 否则 武雷轰定 不得好死 周伯发誓道 哎 周将军 发什么誓言 朕不需要 只看表现即可 不过 朕相信周将军的诚意 到帝国第四兵团 韩信手下去任职吧 胡亥道 周伯与陈平 韩信二人是认识的 只是没那么熟而已 毕竟 韩信还没打出名声 陈平也未受到项羽重用 一身所学无处施展 遵旨 周伯道 第零八零章 黄月英 请公 胡亥坐在卧室 突然想起来 貌似有一次抽奖机会没抽取呢 系统抽奖 问 脑海中轮盘旋转起来 速度越来越快 停 叮咛 恭喜宿主 抽到神将名将卡一张 查看一下 黄月英 什么 那不是诸葛亮的老婆吗 传闻黄月英非常聪明 高智商 从小爱好奇音技巧 擅长墨家学说 什么诸葛连弩 木牛流马等科技发明 并非是诸葛亮 真正发明者是黄月英 在那个时代 黄月英绝对是顶级大拿 科学家 发明家 一代牛人诸葛亮 为什么会娶黄月英 长相丑陋的黄月英 配得上诸葛亮吗 婚后二人很恩爱 没闹出什么绯闻出来 这可能吗 只有一种可能 黄月英的才华 智商绝对不比诸葛亮低 甚至是更高 再说了 黄月英是明氏黄成燕的女儿 母亲是蔡氏家族大小姐 父母那样的搭配 生出来的女儿会丑吗 胡亥手指 清点神将名将卡 下一刻 屋顶上出现一个黑洞 黄月英身影慢慢显现出来 妈蛋 谁TM的说黄月英是丑八怪 这是西方美人好不好 金黄色的头发 肌肤是健康色 也就是小麦色 身材恶挪多姿 秃凹有致 火爆到几点 标准黄金比例 双S曲线 这叫丑女 开什么玩笑 极品美人好不好 不过呢 想象也是 在那个朝代 头发金黄色 绝对不正常 会被人视为妖怪 还有就是 时代审美观不同 黄月英不是传统美人形象 脸上有棱角 属于西式美女 查看下属性 姓名 黄月英 修为 战宗巅峰镜 功法 神墨点 忠诚度 百分之一百 特长 超高智商 达到二百点以上 研发科技时 会提升百分之二十成功率 好牛逼哦 百分之二十成功率 太恐怖了 黄月英见过主人 黄月英道 赚大发了 帝国科研是空白 虽然有公输车 那个大楼 依然不能满足帝国发展需求 月英 不用客气 随一点 不要拘束 以后不要叫什么主人 叫陛下好了 胡亥爬起身 把黄月英搀扶起来 谢陛下 黄月英道 月英啊 谢谢你出山来帮朕 朕不会亏待你 出任公布尚书 旗下有一个超大型工坊 另外 朕让人帮你修建一个研究室 需要什么设备尽管说 朕全力满足 胡亥道 科学带头人啊 黄月英就是秦帝国的科学带头人 有了黄月英会让秦帝国科技攀上一个顶峰 走在世界前面 作为一个后世人 胡亥太明白科技的重要性 人才的重要性 希希 陛下 放心吧 黄月英道 貌似帝国藏书阁中 有好多墨家学说 这下有人继承了 月英 有时间到帝国藏书阁去查看一下 里面有好多的墨家书籍 对你研究有好处 胡亥道 另一个未免 墨家科技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留下来的不多 黄月英只看过残片 现在有了完整的墨家书籍 对黄月英来说 太重要了 此时阿旁宫完好无损 里面好多书籍都没被销毁 很多孤本 残本均有 陛下 墨家传承皇宫真的有 黄月英道 有 这是金牌 你拿着 可以随时进入藏书阁中查看 也可以借出来参考 胡亥道 谢陛下 唉 胡亥长叹一声 历史淹没了一个伟大的科学家 还是理工科学家 发明家 当然了 三国时期名声最大的工匠 是马军 黄月英的才华 并未得到发挥 成了一位相夫教子的贤内主 悲催啊 胡亥想了下 迅速查看系统商城 发现有水车 屈原梨等生产图纸 对话 月英 这是水车 屈原梨的生产图纸 你看一下 能否生产出来 胡亥道 这二个东西 对百姓太重要了 水车能确保农作物良好生长 不受干旱影响 屈原梨能提高耕作 减轻百姓耕作时的困难 有了屈原梨 马也能耕地 不必一定需要牛来耕地 会极大缓解帝国耕牛紧缺 屈原梨出现 能提升三到五倍的耕作效率 黄月英看后 非常惊讶 陛下 这是从什么地方搞来的 太好了 黄月英兴奋道 月英 能生产出来吗 胡亥道 谢谢 有了这份图纸 完全能生产出来 黄月英道 好 加紧生产 弄出来后 交给百姓使用 胡亥道 一旦秦帝国使用屈原梨 粮食问题彻底解决 嗯 看着黄月英 胡亥心中爽歪歪 小妮子岁数不大 大概十六岁上下 与孙上香 屡领起二名神将差不多 不过 发育得很好 该吐的地方已经吐起来 该凹的地方凹进去 加上西式面相 看上去很成熟 呀的 貌似系统很好思爱 怎么抽奖出来的名将 名臣 神将 好多都是极品美人 为什么不是男的呢 无言了 不会是让胡亥 带着一群娘子军去征伐吧 月英 咱俩吃点东西 喝点酒 胡亥道 下一刻 胡亥凭空取出二瓶红酒 还有一些果汁 零食出来 在二支酒杯中蒸酒 月英 品尝一下 这酒不错 胡亥道 小小瞎了一口 月英 习惯吗 要是不习惯 喝果汁好了 胡亥道 嗯 还好 不过 与陈妻喝过的葡萄酒不同 味道怪怪的 黄月英道 月英 你喝过的葡萄酒是含糖的 这种红酒不含糖 少量喝点 对身体有好处 胡亥解释道 其实 全是洋人忽悠的 谁知道有啥好处 依 陛下 这个果汁好喝 黄月英道 呵呵 好喝就多喝 这种东西不值钱 以后想喝找朕 胡亥道 五点国运值 能兑换出一箱 咚咚咚 进来 胡亥道 五妹娘 上官晚 孙上香 还带着鱼姬走进寝宫 微微一愣 来得太奇了 约好的吗 几名美人进来 看到胡亥正与美人喝酒 心中很不舒服 陛下 喝酒也不叫 咱们姐妹 不会是有了新欢 忘了就爱吧 孙上香道 妈蛋 没有把孙上香吃掉 怎么说这种话 冤枉啊 好了 给你们介绍下 这位叫黄月英 她与你们一样 是朕的女人 以后要姐妹相称 胡亥道 陛下 微臣什么时候成你的女人了 黄月英质问道 呵呵 现在不是 以后会是啊 胡亥道 1081章 工作量巨大 四日 修炼中的胡亥被轻微叫醒 走进御书房 陛下 锦衣卫刚刚送来一闸最新生产出来的纸 虽然达不到陛下拿出来的品质 已经完全可以使用 请陛下查看一下 假许道 假许道 哦 胡亥接到手中细细查看起来 又传给其他嫡系众臣查看 好东西啊 特别陈平看到雪白的纸张 心中震撼无比 有了这纸张 以后写字不用再书写在竹片上 太省事了 看着一脸兴奋的嫡系众臣 胡亥心中也挺高兴的 不过呢 胡亥知道光油纸不行 还得有印刷设备 才能让朱子百家的巨筑印刷出来 查看一下商城 妈蛋 十万点国运值 太贵了 虽然有黄月音这名大拿 可是想要在短时间内 研发出印刷设备 还是困难的 时间不等人啊 兑换吧 胡亥把印刷设备 油墨等释放在左边一间屋里 陛下 纸张出现 让帝国学校传播知识更方便 利于知识普及 利国利民 陈平道 陛下 目前帝国财政吃紧 可以对外销售纸张 来获取暴利 缓解财政问题 上官网道 不行 暂时不能在市场上出售纸张 当开始生产出来 产量应该不会很高 不够帝国印刷各种书籍呢 贾许道 胡亥点点头 文和说得对 暂时不能对外出售 把书籍印刷出来销售 比直接销售纸张更赚钱 胡亥道 啥 印刷书籍销售 一下子 陈平惊讶万分 今天只有文臣在场 神将全去训练士兵去了 陛下 这种纸张必须供应我们使用 有纸张好绘制图形 不能老实化在绸缎上 黄月英道 呵呵 生产出来了 朝中官吏肯定有供应 仲卿不用纠结 胡亥道 陛下 只是生产出来了 可是印刷如何办 除了抄书外 难道还有其他法子 贾许道 文和 说得没错 确实有法子快速印刷 一种是雕板印刷 一种是活字印刷 胡亥道 雕板印刷 活字印刷 陛下 雕板印刷是在木板上雕刻上字 再一张张踏印吗 不过 活字是怎么回事呢 陈平道 陈先生 雕板印刷确实把字雕刻在木板上 不过 那种雕板局限性很大 雕板不容易雕刻 一旦雕刻出错一个字 整块雕板会报废 再有 就是雕板印刷 印不了几张 整块雕板会作废 不适合大规模印刷 活字印刷 才是最好途径 活字是什么呢 就是把一个个 自用尼雕刻出来 烧制好 也可以用金属做成方块 在上面雕刻上字 然而又根据文章 书籍排列起来 核对好后 再加以印刷 活字印刷成本低 排一版可印刷成千上万册 胡亥解释道 在座的全是高智商 稍微思考下 马上明白 活字印刷是怎么回事了 印刷设备重轻不用担心 朕已经从其他地方采购好了 就在旁边房间中 现在最大的问题 是组织人手编书 教定 还有就是 秦帝国的文字太复杂 不方便传授 必须要简化 这里面涉及到读音要正确 统一 文字要规范 朕这里有本字典 由简化字编写成 胡亥道 简化字对于文化传播 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是帝国崛起 复兴的关键 下一刻 胡亥拿出来的字典 在几位众臣手中传阅 震撼 惊讶万分 陛下 这字典上有发音 如何读音呢 陈平道 陈先生 细细看一下 上面不是有读音吗 按照上面的读音 慢慢拼出来 胡亥道 陛下 这可是个大工程 不比歼灭数十万匈奴铁机容易 甚至更加困难 贾许道 胡亥点点头 贾许说的没错 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工程 其工作量非常巨大 需要的人手也是海量的 靠目前胡亥旗下树人 根本完成不了 是啊 想要完成此事 需要大量的读书人 来整理藏书阁的金石子集 不仅要交对 还要把秦传调整为简化字 胡亥道 陛下 我们可以 向天下发布公告 让那些个学派大佬派出读书人来咸阳城 告诉他们 咸阳有他们需要的点击 可以送他们几分 可是 必须派人来修订书籍 五妹娘道 哦 这倒不视为一个好办法 陛下 妹娘说的对 可以这样操作 同时 我们派人送出的请柬 直接使用纸张书写 让各家学说的大佬更有吸引力 只要人到了咸阳城 他们想回去也难 上官晚道 陛下 另外在关中地带 给那些大家族送去征召令 让其来咸阳城中听从调配 事情办好了 送给各家族一些书籍 算是对其奖励 五妹娘道 胡亥点点头 陛下 微臣建议在礼部下面 单独成立一个部门 专门负责这方面的事 上官晚道 呵呵 这是你们决定 反正朝政交给妹娘 晚而你们二人负责 怎么弄直接颁布 胡亥道 甩手掌柜一个 说白了 还是人才缺乏 文和 旁边那些印刷设备 你派人来拉走 印刷仪式 暂时交给锦衣卫负责 注意保密 最好别泄露出去 遵旨 好了 朝政交给你们了 朕明天就带着擎兵出征 去把匈奴铁骑击退再说 胡亥道 大家散朝了 也不叫朝会 就那么几个人 回到寝宫 陛下 明天要出征 今晚让我们姐妹俩好好陪你 五妹娘道 看着上官晚与五妹娘 二人好好打扮了一番 时隐时现 隐隐约约 呀的 胡亥有点控制不住了 太诱惑了 嘿嘿 意思是 玩三T啊 胡亥心中火热 走吧 今晚咱们三人 好好疯狂一夜 胡亥道 亲卫送上菜 胡亥取出红酒 几支酒杯 陛下 预祝你马道成功 彻底歼灭匈铁骑 还帝国百姓 一个朗朗乾坤 五妹娘道 一口喝光杯中酒 五妹娘俏脸烟红一片 陛下 陈七也祝你旗开得胜 打得匈奴铁骑丢盔弃甲 上官晚的 谢谢 多谢二人的吉言 胡亥道 杯盘狼藉 东倒西歪 片刻时间 寝宫内味道变了 二人很卖领 第零八二章 意外事故 一 修为晋升了 从一阶湛王晋 晋升到了二阶湛王晋 意想不到啊 不是靠经验值晋升 是双修晋升 效果会有如此之好 娱乐 修炼二不悟 不愧维持系统给地公法 很牛逼哦 好了 朕走了 朝政交给你们二人打理 有什么事 派人来告知 胡亥道 陛下 我们起来送送您 五妹娘道 不用 你们二人多睡会 胡亥道 走出鹅旁宫 朝兵营而去 看到韩信 贾许 孙尚湘 黄忠 周伯等人已经等候 与各位打了个招呼 出发 胡亥道 轰隆隆 四万步骑出动 朝着北地滚滚而去 五官 清泥爱口 五官 二帝一共有五万兵马 绝大部分是从俘虏中挑选出来的 这些兵游子 纪律松散 加上在叛军中 养成一些不良习惯 不过呢 在穆桂英 吕灵起二人强压下 斩杀了几名不听话 比较懒散的士兵 看着一颗颗血淋淋的人头落地 把新兵担子狠狠震慑 穆桂英是谁 那是一代名将 是中原古代四大女名将之一 不仅能指挥大军作战 还很能打 本身穆桂英武艺就很高 不要说新兵担子 就算是碰上叛军将军 能活下来的也不多 二个月来 穆桂英 吕灵起二人带着大军训练 还进入大山中与野兽拼杀 斩杀野兽 既可以改善生活 也能提高士兵作战能力 加上秦帝国向秦兵开放基础修炼功法 很多士兵修为晋升了一个 二个境界 士兵像蜕变似的 一个个变得生龙活虎 训练外 好多士兵在修炼 不像以前 一到晚上就打架斗殴 吹牛打屁 五官成竹府 报告 传令兵道 进来 穆桂英道 穆将军 这是陛下来的书信 传令兵道 哦 结果书信看了起来 好了 去把吕将军叫来 穆桂英道 遵命 不大一会儿 吕灵起来了 这小妮子 这段时间瘦了好多 训练时 她把士兵往死里整 士兵暗地里说她是恶魔 穆姐姐 你找我 吕灵起道 陛下 让我们有机会把晚成拿下 然后彻底收复南洋地区 震慑一下叛乱分子 穆桂英道 希希 本小姐早就想出兵了 现在终于等到旨意 吕灵起道 先让侦察兵进晚成去探查一下 把情况摸清楚 咱们再出兵不迟 穆桂英道 穆剑 你安排吧 吕灵起道 三天后 前夫进晚成的侦察兵回来 穆将军 晚成中百姓人心惶惶 担心秦兵打过来 官吏也是胆战心惊 侦察兵道 城里有多少叛军 穆桂英道 不足两千人 绝大部分是刚刚征召的 原来的兵马 被刘邦抽掉一空 侦察兵道 穆桂英在思考 婉成是奸程 不好进攻 强攻的话 会有很大伤亡 婉成入城时 检查是否严密 穆桂英道 比从前严密一点 不过 还是能装扮进去的 侦察兵道 穆姐姐 要不派人手前太进婉成 夜间再动手 偷袭城门 把城门打开 吕灵起道 穆桂英点点头 行 从弩兵中挑选二百名 想办法潜伏进婉成 五天后的夜间 发动偷袭 穆桂英道 弩兵是召唤出来的军士 士兵修为都在战将境 特别是经历过激战 又晋升了不少 穆桂英旗下 有四千多名弩兵 胡亥担心他的安全 特别留下来的兵马 穆姐 让我带着弩兵 潜伏进城 吕灵起道 穆桂英三思后 还是同意了 吕灵起的建议 灵起 你一定要小心 不能出任何事 就算拿不下婉成 也不能让自己陷入困境 一旦出事 陛下会很伤心的 穆桂英叮嘱道 啊 穆姐姐 什么意思 陛下真的关心本小姐 不是与你那个吗 吕灵起惊呼道 嘻嘻 你没看出来 陛下看你的眼神 听陛下说 等你与上乡岁数再大点 穆桂英调侃道 吕灵起与孙上乡二人 确实小了点 只有十五十六岁 不过 在古代确实不小了 咚咚咚 吕灵起心跳加速 感觉要跳出来似的 翘脸烟红 羞得无地自容 怎么 灵起不喜欢吗 穆桂英调侃道 讨厌 不与你说了 我去挑选士兵 吕灵起羞涩道 二天后 吕灵起与弩兵装扮一下 分别进入碗城 在西城门旁边 租了几间房 白天 吕灵起带着人 侦查碗城中的兵力布置情况 把叛军兵营等地了解一番 咦 这个女扮男装的小娘子 好漂亮啊 哇塞 真的长得水灵灵的 一下子 几名刚刚喝过酒的碗城士兵 把吕灵起 及手下二名弩兵包围起来 小娘子 晚上陪哥 包你吃香的喝辣的 一名碗城兵道 哈哈 十多名碗城兵大声狂笑起来 眼神往吕灵起身上乱瞄 那种赤果果的眼神 令吕灵起怒火中烧 不过呢 为了完成任务 吕灵起强压下心中怒火 几位兵爷 我们可是两名 请不要骚扰 一名弩兵道 哼 小子 滚一边去 不要拦着我们炮妞 否则 把你们全抓不起来 以间谍论处 碗城兵威胁道 十多名碗城兵 洗皮笑脸 根本不把吕灵起三人当回事 觉得是三名普通百姓而已 带载的刀羊 叛军纪律太差了 强抢妇女的事 时常发生 吕灵起长得太漂亮了 就算装扮一番 也没办法 把她绝世容貌完全掩盖 再怎么说 吕灵起也是九十分以上的美人 一看碗城兵要强抢 知道此事不可能罢休 吕灵起给二名弩兵打了个眼神 刷 吕灵起抽出腰间宝剑 朝着一名狂笑的碗城兵胸口上 狠狠刺上去 快如闪电 破 一剑贯穿身体 一股鲜血飙射出来 尸体缓缓倒下 十多名碗城兵 一下子傻眼 呆滞 半天说不出话来 太震撼了 刷 吕灵起抽出扎在对方尸体上的宝剑 朝着旁边几名傻愣的碗城兵刺上去 破 以此同时 二名弩兵也抽出鞋带的宝剑 朝着碗城兵展开连绵不断的攻击 二名弩兵是战率镜 吕灵起是战踪镜 十多名碗城中的小兵如何抵抗得住 扑扑扑 啊 啊 惨叫声响起 不过呢 已经晚了 在吕灵起 二名弩兵的击杀下 几个呼吸时间 十多名碗城兵全部挂掉 闪人 吕灵起三人迅速闪人 逃离现场 第零八三章 拿下碗城 三人快速朝东面离开 没等旁边的人反应过来 吕灵起三人跑得无影无踪 慢慢迂回到西城门 进入租界的地方 城中央 此时已经闹翻天 光天化日之下 十多名城卫兵被人斩杀 一下子引起关注 城卫军快速对东面城池进行搜捕 排查 遗憾的是 什么结果也没搜到 城中百姓对城卫军没什么好感 平时欺压百姓 强强民女 这样的是太多了 午夜十分 人都到齐了吗 吕灵起到 报告将军 二百名士兵全部到齐 听从将军令下 弩兵到 出发 吕灵起到 刷刷刷 二百名勤兵身着夜行衣 紧靠墙 不让阴影出现 迅速朝西城门潜伏而去 腊月天 气温极其低 夜风吹在脸上 如刀瓜似的 突然 街道上 一名五十多岁打羹的老头 发现勤兵靠墙行走 不发出一丁点声响 哐啊 打羹人吓得不轻 手中铜锣掉落地上 铜锣声彻底打破寂静的夜晚 一名弩兵正准备一刀宰了那老人 被吕灵起瞪了眼 才没出手 当 一声啰响 天干地燥 小心防火 打羹老头反应非常快 马上叫喊起来 盖过惊恐的神色 吕灵起一挥手 带头往西城门扑杀上去 此时的城墙上 守军士兵动得全身颤抖 脸淡发紫 太冷了 好多士兵承受不住那寒风 直接走进值班房间休息 或者是走下城墙 找个避风的地方休息 实在受不了 清兵看到几名守军 斜靠在城墙下睡觉 吕灵起比划几下手势 刷 几名弩兵翘无声息靠上去 朝着睡觉的几名守军士兵扑上去 左手捂住对方嘴巴 右手战刀往对方脖子上轻轻一划 一道鲜血镖射出来 轻轻把尸体放下 继续下一个目标 杀戮 悄无声息的杀戮 一百名弩兵提着战刀 从楼梯上到了城墙上 看到一个个守军士兵躲在城墙下睡觉 心中高兴啊 接下来就是一场单方面的杀戮 扑扑扑 一名守军挂掉 突然 一名守军老兵惊醒过来 睁开眼睛 跃入眼眶的是秦兵在斩杀同袍 啊 撕心裂飞的吼叫 彻底惊醒城中很多人的美梦 弩兵一看惊醒了 也不继续悄无声息暗杀 马上组成战阵 朝着城墙上的守军扑上去 扑扑扑 刚刚睡醒的守军 如何抵挡得住秦兵的斩杀 城墙下 几名秦兵死死守住守军休息室 一有守军士兵走出来 马上急于斩杀 三名弩兵跑到城门前 把门消取下来 姑借 姑借 城门缓缓打开 城墙上 一名弩兵捡起火把 连续朝空中举了三次 其他人继续斩杀守军士兵 城门外 将军 城墙上打出信号 吕将军 他们得手了 一名轻卫道 穆桂英抬头一看 确实是预定好的信号 冲进去 穆桂英道 轰隆隆 一万骑兵在穆桂英带领下 朝着城门口杀过去 步兵子跑起来 紧紧跟着骑兵 十里地的距离 在骑兵的奔驰中 只需要片刻时间就能杀到 此时呢 城中叛军已经得到消息 秦军攻城来了 守军纷纷爬起来 拿着兵器 朝着西城门增援上去 城门前 吕领起及二百名弩兵 拼死抵挡住守军一轮轮进攻 想把秦冰赶出城 怎么可能 吕领起是战宗镜超级高手 有越级挑战能力 就算是碰上战皇镜 也不会惧怕 何况 晚城中 那里会有什么战皇 战宗镜超级高手 城中一名校尉 只是战帅镜 战帅与战宗镜相比 连提鞋子都不配 二百名弩兵 好多都是战帅镜 一些达到了战灵镜 小六花镇 六人组成一个战镜 二名弓兵 二名盾牌兵 再加二名长枪兵 组成小六花镇 一个个小六花镇 又相互组成战镜 成为一个巨大的六花战镇 滚动上前 阻击守城叛军 镇中套镇 威力极其生猛 战斗力不是一个层次 来再多的叛军 也无济于事 二百名弩兵 一旦组成战镜 不仅抵挡下守城军的进攻 甚至对着守城军 发起反攻 一个个小六花镇 滚动上前 一箭贯穿叛军胸口 留下一个血洞 一枪洞穿对方身体 六人配合默契 击杀敌人效率大大提升 鸿鸿鸿 一万琴棋兵杀进城门 弩兵迅速让出通道 秋风扫落叶 一万骑兵朝着守军叛军扑上去 不讲什么战阵 技巧 直接就是野蛮的状 砰砰砰 步兵对上骑兵 纯粹是单方面屠杀好不好 对付骑兵最有力的兵种 就是骑兵 还有就是重步兵 或者是弓箭兵 步兵阵型组织的再好 也无法抵抗骑兵 何况是一群混乱无比的守城叛军 要战阵没战阵 要组织没组织 碰上勤军骑兵 等于是自杀 刀在挥 血在飘 一颗颗叛军人头落下 一名名叛军士兵倒在血泊中 啊 啊 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响起 彻底打破了城中的寂静 城主府 晚城太守大人 此时正搂着一名小妾 在做运动 碰 一名轻卫撞进门 跃入眼眶的是 那名小妾雪白的肉体 太守大人在怂动 太香艳了 清兵一下子张口结舌 半天说不出话来 傻傻望着如此香艳的场景 太守大人呢 刚要射出子弹 突然被轻卫撞进来 一下子吓得缩了回去 气啊 心中气愤无比 大人 再来 人家还要 身下的女子低令道 什么事 撞进来找死啊 不见本大人正在办事吗 太守大人怒斥道 傻愣的轻卫被惊醒 大人 不好了 秦兵杀进城来了 轻卫道 什么 秦兵杀进来了 怎么可能 为什么没接到消息 守城士兵吗 全是吃稀饭的吗 那个 大人 赶快逃命吧 再不逃走 很可能就要成为秦军俘虏了 轻卫道 刷 回过神来的太守大人 一下子清醒白醒 一咕噜爬起来 连忙穿衣服 碰 一脚把床上 小妾踢下去 啊 那名小妾脑袋撞到地上 痛得叫喊起来 此时的太守大人 那里会关心小妾 保命才是最重要的 贪婪的太守大人 从抽屉里拿出一包银子 在轻微的保护下 朝门外跑出去 刚跑出城主府 太守大人发现悲催了 城主府已经被秦兵彻底包围 火把照得像白天似的 太守大人脸上抽搐几下 第084章 北地 北地 经过几天赶路 秦军到达北地 此地离匈奴部落已经不远了 随时会有匈奴人潜伏南下 对中原百姓掠夺 抢劫 天气太冷了 不是出兵的好世界 可是呢 胡亥没有选择 再不出兵 一旦匈奴铁骑聚集完毕 会南下入侵中原 到那时 秦军无法阻挡 只有在匈奴人没聚集之前 一一消灭 才能杜绝事件发生 看着一辆辆二轮马车 胡亥无言以对 看来得让工坊 重新弄出四轮马车出来 那样运送的货物 会增加数倍 二轮马车 东西拉得太少了 兑换 胡亥从系统商城中 兑换出四轮马车的图纸 派人赶回咸阳城 交到黄月英手上 让他马上研发 尽快生产出来 四轮马车与二轮马车 关键的地方是转向问题 只要解决转向 其实不难生产 陛下 这是马车 怎么会有四个车轮 贾许拿到图纸后 微微一愣 闻合 这叫四轮马车 比二轮马车拉的东西多好几倍 秦军必须配备此物 胡亥道 陛下 四轮马车生产出来 会让秦军运输上占据优势 这种四轮马车 不能对外销售 贾许道 胡亥微微一愣 从来没考虑过这事 貌似贾许说的 有一定道理 不过呢 马车是工具 胡亥还想着赚钱呢 赚大户 大家族 土豪猎身 有钱人的钱 闻合 先满足秦军需要 在此基础上 可以考虑生产一些豪华马车 对外出售 咱们不能与钱过不去 该赚的 还是要多赚 豪华马车 百姓不会购买 有钱人家才会使用 把价格定高一些 不赚白不赚 赚了也白赚 胡亥道 陛下 你拿出来的帐篷 确实让士兵 晚上不用挨动 关键是 帐篷足够大 贾许道 胡亥点点头 本来吗 有韩信这名爵士名将带兵 胡亥不用轻征 问题是 大军出征 粮草运输难 需要大量的后勤辅助兵 加上拉着那么多东西 行军速度会很慢 考虑再三 胡亥只好轻征 粮草不用携带 擒弩 弓箭等兵器 不用士兵携带 全由胡亥装在释放空间中 帐篷之类的东西 全是胡亥从系统商城中兑换出来 哎 四万多大军的吃喝 真心费钱啊 大帐中 胡亥 贾许二人在饮酒聊天 报告 传令兵道 进来 胡亥道 见过陛下 贾先生 韩信道 韩将军来了 快坐下 天气冷 喝点酒 暖暖身子 胡亥道 到了杯酒 推到韩信面前 谢陛下 韩信道 陛下 右前方五十里地的地方 有一届匈奴部落 人口大约有二万多人 末将准备将其歼灭 韩信道 韩将军 你是秦军大帅 军事上的事不用问朕 自己决断 朕也不懂败兵作战 你把朕 文和 孙上香 黄忠等人全荡成一名秦兵调配即可 在这里 你才是老大 是一军之主 胡亥道 韩信感动得身体颤抖 再次抱拳 多谢陛下信任 末将绝不辜负陛下希望 一定歼灭来犯的匈奴铁骑 韩信道 开始时 韩信也认为是胡亥不信任 才会亲征 不过呢 经过几天的行军 韩信发现 胡亥是后勤运输队长 根本不插手军事上的事 整个行军 停留 扎营 建立什么营房等 胡亥一概不过问 问了也白问 韩将军 朕这里还有一千张擎弩 明天早上朕取出来交给你 有了这批擎弩 应该能对抗匈奴铁骑 胡亥道 什么 擎弩 那可是擎军的大杀器啊 出征时 韩信就到工房 准备拿一些擎弩随军出征 可是去迟了点 工房里的擎弩 早被蒙田 张献二位将军拿完了 韩信只好叹了口气 总不能一来 就去其他兵团争武器装备吧 必 陛下 真有一千张擎弩 韩信道 看着韩信激动万分的神色 胡亥摇头苦笑 不错 一千张升级版擎弩 一次性能射出十支弩箭 威力生猛 是击杀骑兵的重要装备 胡亥道 太好了 有了这批擎弩 末将一定让匈奴铁骑有来无回 狠狠震慑一下匈奴人 韩信道 贾许 韩信走了 大仗中剩下胡亥一人 修炼 帝皇经运转 四周灵气蜂拥而来 钻进胡亥体内 陛下 陈妻找你有事 咦 这不是鱼姬的声音吗 这小妮子来干啥 进来 胡亥道 一身银色皮夹 把身体紧紧束缚住 美轮美奂的曲线一览无余 诱惑 不错 就是那二个字 真的太美了 美不胜收 鱼姬 不修炼 跑到镇这里来有何事 胡亥道 陛下 那个 不用鱼姬说 小妮子的心思 胡亥明白 坐吧 胡亥道 取出一瓶红酒出来 倒上二杯 谢陛下 鱼姬道 端起酒杯 瞎了一口红酒 鱼姬 今晚你太漂亮 太迷人了 朕有点抵挡不住 不怕朕侵犯你吗 胡亥道 刷 鱼姬翘脸一下子赤红起来 像个大苹果似的 那个 陛下 陈七剑一路上无人服侍陛下休息 就主动来服侍陛下 鱼姬道 一 鱼姬进入到战林巅峰境 貌似十多天前 才战林中阶爱 这种修炼速度 令胡亥震惊 绝阴铁 真的令人惊讶啊 鱼美人 喝酒 胡亥道 酒下肚 鱼姬脸蛋上出现二朵红云 看上去更加妩媚迷人 一股淡淡的幽香传入鼻孔 胡亥知道 那是体香 并非是后世那些香水味 酒壮色胆 没说错 就是酒壮色胆 二人都喝了酒 胆子也大了起来 也放得开手脚 鱼姬也不再那么矜持 下一刻 干柴碰上烈火 会产生什么化学反应呢 酒杯放下 二人嘴巴不得闲 手也很忙碌 蒸伐 一轮轮的蒸伐 没开三度 凌晨时 胡亥醒了 陛下 陈妻修为晋升了 鱼姬兴奋道 哦 湛王一接 妈蛋 一夜晋升一个大晋剑 太可怕了 不对 貌似朕也晋升了 从原来湛王二接 晋升到了湛王三接 呀的 真不愧为是世上最好的户顶 要是能天天抱着睡多好啊 要什么经验值 也不用修炼 睡觉就能提升修为 宿主 第一次与绝阴体双修 效果会很好 以后不会有那么好 不过 比其他女人还是好很多 一瓢冷水泼下来 彻底把胡亥惊醒 第零八五章 与匈奴人第一战 唉 修炼没有捷径 必须一步一个脚印 踏踏实实地走 对了 鱼姬 你大兄在工房 生活还习惯吧 胡亥道 很好呀 大兄一生最喜欢干的事 就是打铁 工房中有好多设备 大兄在里面非常开心 鱼姬道 胡亥点点头 对于鱼子七那个大舅哥 胡亥不是很了解 原本想让鱼子七带兵作战 成为一名将军 可是呢 鱼子七不愿意啊 鱼姬 离天亮还有段时间 要不咱俩继续 胡亥道 嗯 出肠禁果 令鱼姬欲罢不能 加上修为达到战王境 体力好到爆棚 毫不犹豫答应下来 陛下 起床了 孙上香撞进来道 啊 惊呼一声 看到胡亥与鱼姬睡在一起 一下子令孙上香叫喊起来 妈蛋 这小逆子进来 也不事先通报一声 粗鲁地撞进来 这下撞红灯了吧 无言了 胡亥彻底无言以对 鱼姬 怎么跑到陛下房间里来了 孙上香道 那个 孙将军 背着剑没人服侍陛下休息 就来服侍陛下 鱼姬羞答答 好了 上香 这是不要再说了 想的话 等你岁数再大点 此事太小了 胡亥道 哼 本小姐什么地方小了 陛下眼睛有问题 好好看看 不是挺大的吗 孙上香道 呀的 居然挺胸昂头 让关键部位显现出来 无言 又来诱惑朕 好了 上香 不要磨叽 今天会有一战 与匈奴铁骑交战 别担个时间 胡亥道 把擒弩交到韩信手上 马上派出士兵负责 一路上 韩信派出探马 把匈奴人的暗探 哨兵一一斩杀干净 大局没受影响 哇塞 匈奴人很会选择地方啊 衣衫半水 风景特别好 关键是草场宽敞 适合放牛羊 不过呢 此时是寒冬腊月 气温极低 草场上青草已经枯萎 看不到一丝丝绿色 匈奴人是南下渡冬的 开春后 匈奴部落又会返回北部地区 继续放牧 很多匈奴部落南下 一看有机会 毫不犹豫入侵中原 对百姓进行掠夺 抢劫 对匈奴人来说 是顺手的事 对中原百姓来说 是灭顶之灾 韩信把四万勤兵分成二部分 从二个方向 朝着匈奴部落扑杀上去 滴滴滴 警笛号角声响起 四万名勤兵出动 怎么可能不引起匈奴人的警觉 还有无理地的时候 匈奴人发现了勤兵 一名名匈奴人跳上马背 迅速集中起来 等勤兵杀到部落时 匈奴人聚集了一万多铁机 对着勤兵虎视眈眈 韩信的部队并未受其影响 依然不紧不慢地 朝匈奴人压上去 杀 轰隆崩 匈奴铁骑动了 大地震动 万马奔腾 匈奴铁骑挥舞着刀枪 朝着勤军战阵扑杀上来 起盾 架枪 韩信大声下令 一名名勤兵迅速把盾牌安放在阵前 一支支长枪架在盾牌上 盾牌兵 长枪兵后面是五百张勤奴 二个方向 一边五百张 一千米 八百米 六百米 五百米 当爆树士兵爆出五百米时 擒弩 三段是射击 韩信下令了 搜搜搜 一轮弩箭与覆盖上去 让奔跑中的匈奴铁骑微微一停 一名名匈奴人跌下马背 一匹匹战马倒在血泊中 前面匈奴铁骑遭到灭杀 战马停顿 后面的战马依然撞上来 人仰马翻 一下子 匈奴铁骑战阵中混乱无比 乱作一团 啊 惨叫声响起 撕心裂肺叫喊声响彻云霄 匈奴人做梦不会想到 擒弩威力会如此生猛 打来的措手不及 以前擒军的弩箭很厉害 可是没那么强悍 好多匈奴铁骑一脸蒙圈 可是呢 勤兵再强悍 匈奴铁骑也必须进攻 反击 否则 一旦勤兵扑上来 整个部落会消亡 扑扑扑 太凶残了 弩箭 弓箭 对抗起骑兵来 真的很有效果 特别是弩箭 一旦形成规模 杀伤力绝对恐怖 胡亥看了眼身边的孙上香 黄中二名神将 战役滔天 血液沸腾 如万马奔腾 上香 汉生 你们二人带着卫队 去射杀匈奴铁骑吧 朕这里不需要保护 胡亥道 啊 陛下 不好吧 末将与孙将军 是专门负责保护陛下安全的 一旦离开不躲 黄中道 呵呵 放心吧 朕与文和待在一起 不会有什么危险 再说了 朕与文和并非手无寸铁之力 有能力自保 胡亥道 遵旨 黄中道 下一刻 黄中 孙上香 带着各自的卫队 分别到二个军阵后方 一旦匈奴铁骑 进入有效射程 会毫不迟疑开火 贾血脸上毫无变化 这么点兵力 对清兵根本不会有影响 一千张擒弩 一旦放开射击 来再多的匈奴铁骑 也不会起什么作用 哦 匈奴人很勇猛啊 居然冲破擒弩阻击线 杀到了战阵前方 红粉兵团 射击 孙上香 黄中二人纷纷下令 让手下卫队开火 搜搜搜 红粉兵团射出的元气剑 像一团团火焰似的 朝着匈奴铁骑杀上去 扑扑扑 黄中卫队也是射出元气剑 不过没冒火焰 纯粹的箭支 杀伤力比起红粉兵团来 弱了一点点 毕竟 红粉兵团士兵修为晋升很快 最弱的修为 都达到了巅峰战将境 好多红粉兵团士兵 已经进入战帅 战灵境 黄中旗下卫队呢 刚组建没几天 士兵修为还很低 大多数士兵是战士境 连战将境都棘手 搜搜搜 在弩箭 弓兵阻击下 真正能杀到秦军战阵前的匈奴铁骑太少了 对秦兵刑不成威胁 扑扑扑 悲催的匈奴人 碰上擒弩这种神器 杀伤力太凶悍 一炷香时间 一万匈奴铁骑 差不多挂掉 活着的战马 在四处奔跑 全军都有 缓缓压上去 韩信道 刷刷刷 周伯带着一万擒骑兵 朝着部落杀上去 步兵紧紧跟在后面 孙上香 黄中二人带着卫队 则在四周游走 看到有匈奴人逃走 马上射杀 二万多人的部落 挂掉一万人 剩下一些老弱 病残妇幼 不过呢 匈奴人是马背民族 不论男女老幼 都能上马杀敌 要是勤兵大义的话 会付出血的代价 战事很快结束 第086章 再灭一部落 胡亥走进匈奴人部落 看到俘虏了数千名匈奴人 有老有少 有男有女 中原百姓站出来 胡亥道 数十名妇女 战战兢兢走出来 一看就是呆在匈奴部落 受到压榨的中原妇女 平时专门干服侍人的活 当然了 不只是服侍匈奴人 还要放牛放马 身上薄薄的衣服 身体在寒风中颤抖 可怜啊 韩帅发点银子 派人把他们送回家好好生活 这是秦军的无能 才会让百姓遭到如此痛苦 胡亥道 遵旨 韩姓道 军队不能守护家园 不能给百姓和平安定的环境 让百姓承受无往之灾 悲催啊 一下子 站出来的中原百姓哭了 秦军眼睛红红的 对匈奴人的仇恨涌上心头 陛下 其他俘虏怎么处置 韩姓道 年轻妇女 押回帝国 送给讨不起媳妇的百姓做老婆 其余匈奴人咔嚓 胡亥道 遵旨 韩姓道 士兵打扫战场 收缴战利品 俘虏的妇人则杀牛宰羊 服侍秦军好好吃一顿 胡亥拿起一只羊腿啃了起来 与士兵同吃同乐 陛下 末将准备把北地一带的匈奴部落倾脚一遍 慢慢向燕门关靠拢 韩姓道 韩帅 大军出征在外 你是主帅 一切由你决定 不用什么事都问朕 胡亥道 陛下 问题是这样一来会耽误行程 末将担心燕门关被匈奴铁机拿下 韩姓道 韩将军 燕门关据微臣得知 还有数千名老兵 虽然不能打击敌人 抵抗十天半月还是可以的 不过 咱们秦军确实要加快速度 一旦匈奴铁机聚集好 情况不容乐观 贾许道 末将已经派出探马 对北地进行侦查 争取多歼灭几个匈奴部落 韩姓道 韩帅 这一战 秦军伤亡如何 胡亥道 陛下 一共有数百名伤亡 其中重伤或死亡四十多人 其余是轻伤 几天就能恢复 缴获战马六千多匹 不过 能成为战马的不多 只有一千匹左右 羊道是有数万只 牛也不多 有数百头 还有一些金银财宝 皮章之类的东西 韩姓道 陛下 受伤士兵 好多都是碰上凶无人妇女 老人 下不了手 稍不留意 遭到偷袭 韩姓补充道 韩帅 要告诉士兵 不要轻视凶无人的妇女 老人 他们是马背民族 从小宫马贤熟 都能拿起刀枪杀人 一旦轻视 会送掉性命 这一点牢记 胡亥道 遵旨 韩姓道 陛下 缴获那么多牛羊马 我军带不走 难道要全部斩杀 黄忠道 汉生 能用的战马 秦军肯定要带走 其他牛羊马 镇的建议是 让解救出来的数十名百姓赶回中原 再派十多名秦兵护送 这些东西是战利品 是士兵所得 一旦卖出去 按照缴获物资分配方案执行 亏什么人 也不能亏秦军 胡亥道 陛下 要不让重伤员也一起送回中原 清商的士兵作为护卫 一起返回 韩姓道 行 吃饱喝足 秦军又要出发了 报告 传令兵道 讲 韩姓道 报告将军 据探马侦查 前方二百里地 发现一个匈奴部落 大概有人口三万 传令兵道 韩姓迅速取出地图查看 命令让探马把匈奴人的暗探 哨兵全部斩杀干净 不要让匈奴人警觉 韩姓道 遵命 传令兵道 轰隆隆 秦军加快行军速度 争取在明天夜间 杀到匈奴部落 一举歼灭干净 一战过后 秦军有了显著提升 主要是那些的新加入秦军的士兵 有的一直没参与过战斗 通过一战完成蜕变 本来叛军士兵素质就不好 想要让其彻底蜕变 必须在不断的战斗中完成 入夜了 秦军到了聚匈奴部落十里地的地方 找到一座山峰脚下 休息二个时辰 韩姓道 士兵坐下来 拿出鞋带的羊肉啃起来 补充体力 准备迎接战斗 二个时辰 秦军纷纷被叫醒 半个时辰 秦军聚匈奴部落二里地 匈奴人做梦不会想到 秦军会在此时出兵 正在梦中的匈奴人 正在梦周宫 不知危险已经临近 轰隆隆 大地震动 万马奔腾 一万秦军铁骑 朝着匈奴部落扑杀上去 巨大的震动 让睡梦中的匈奴人惊醒了 这是骑兵杀来的声响 一个个匈奴人迅速爬起来 找到兵器 铠甲跑出帐篷 跃入眼眶的是数以万计的秦军杀来 匈奴部落 火光时隐时现 隐隐约约 秦军来的速度太快了 匈奴人根本没准备时间 一名名秦军 把手里火把 往匈奴人帐篷上一丢 哄 帐篷燃烧起来 彻底把黑夜照得雪亮 韩信 周伯带着一万铁骑 朝着混乱中的匈奴人杀上去 马刀挥舞 一颗颗人头落下 扑扑扑 依靠战马速度 狠狠撞在匈奴人身上 砰砰砰 无数匈奴人被撞飞 咔嚓 咔嚓 骨头断裂之声响起 啊 啊 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响彻云霄 有的匈奴人刚跳上战马 还没冲出 就遭到擒兵铁骑撞上来 孙上香带着红粉兵团 游荡于四周 看到有匈奴人想逃走 马上射杀 搜 孙上香射出十二团元气剑 像十二团火焰似的 朝着一名匈奴千夫长扑上去 扑 二团元气剑 洞穿匈奴人身体 留下二个血洞 随着射杀匈奴人越多 红粉兵团士兵的修为 也在快速提升 搜搜搜 一波剑雨覆盖下 又是数百名乱窜的匈奴人倒下 黄忠呢 带着一千位队 在另一个方向阻击匈奴人 把逃跑的匈奴人一一射杀 正面战场上 韩信 周伯已经全身是血 不是自己的 是匈奴人的鲜血 刀在灰 血在飘 一万擎骑贯穿匈奴部落 调转方向 双碾压上去 此时 步兵已经跟上 彻底把匈奴部落包围起来 擎兵排着整齐有序的战阵 朝着匈奴部落 缓缓压上去 评刺 一声令下 长枪兵迅速刺出一枪 有的长枪扎在匈奴人身体上 有的落空了 收枪 再刺 一枪接一枪 每次出一枪 枪兵会踏上前一步 十步后换人 后排枪兵上前 前排枪兵退后 确保长枪兵体力充沛 第零八七章 突袭南郡 蜀道难 难于上青天 咸阳到汉中 道路非常险峻 不比数到好多少 陈仓过后 全是扬长小道 甚至连道都不存在 好在始皇帝在秦帝国 修建大量战道 修通了陈仓到汉中的战道 把最难走的一段 悬空架起来 要是没有始皇帝修建的战道 道路是非常难行困难的 秦始皇在天下四处修战道 不是为了炫耀功勋 而为了解决秦军调动问题 通往各边境地区的战道 有点像现在的高速公路 为阻击匈奴铁骑 南下入侵中原修建的战道 能让秦军在匈奴铁骑入侵时 帝国第一时间增援上去 确保边境地区百姓的安全 从这点上讲 秦始皇很高大上的 通往各地的战道 同样是为了秦兵快速调动 移动 特别是粮草的钓鱼 更方便 更及时 不耽误战事 还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评判 一旦发现其他地方有造反 秦帝国会第一时间出兵评判 据说 秦始皇修建的高速公路 质量非常好 二千多年下来 那时修建的战道依然存在 令人敬佩啊 为了抵抗北方草原民族 中原边境地区 同样修建了大量长城 很多后世人觉得 是劳命伤财 实际意义不大 错 大错特错 没有长城 北方 西方草原民族 就会入侵中原 有了长城保护 中原会少很多灾难 特别是有了长城之后 草原种族无法入侵中原 只好把目光放在更远的西面 匈奴 突厥 猛族 为什么会蹂躏西方事件 那可是三次 东方入侵西方的事件 一切全是长城的作用 呵呵 扯远了 回归正题 十多天时间 张宪 陈平 带着二万勤兵通过战道 进入汉中地区 遇到关卡 拿出皇帝书信 基本能通过 毕竟 汉中虽然摇摆不定 可没有公开背叛勤帝国 也没独立称王 在这种情况下 骏兵不敢违抗旨意 一路开绿灯 陈平先生 出征前 陛下说 有什么困难 尽管询问陈先生 没有先生解决不了的问题 张宪道 陈平脸上露出淡淡的微笑 挺高兴的 一名谋士 能力受到老板认可 谁不高兴啊 陈平虽然质谋高深莫测 依然是人 不是神 千穿万穿马屁 不会穿 张将军 想要问什么事 陈平道 陈先生 一路上你久不离口 不会喝高吧 张宪道 出征前 陈平从胡亥手里 讨要了几瓶美酒 一路上来 小口小口的饮用 大军出征 是不允许饮酒的 陈平完全是个例外 那个酒糟鼻子 估计就是这么来的 张将军 老夫喝点酒 是陛下允许的 再说了 老夫也没敢多喝 只是沾下嘴巴而已 陈平道 陈先生 要不拿出来 让本将军也喝点 这天气真的好冷 饮点酒会暖和现 张宪道 张将军 你小子是惦记着 老夫的美酒 这可不行 老夫这里也不多 陈平道 好酒如命的陈平 打死也不拿出来 张宪无言摇摇头 好了 陈先生 不扯那些闲话了 我们到汉中后 要怎么办呢 万一太守不交兵权 会发生流血事件 士兵会有伤亡 甚至引起动乱 张宪道 张将军 这是来之前 老夫从贾许手里 拿到了一些情报 据情报显示 汉中太守教杨风 是关中人士 不过 此人有一大缺点 好色 贪财 能力还是有一点 一直不反情 摇摆不定 担心秦帝国不会灭亡 到时候麻烦 或者是想捡便宜 陈平道 那要如何办呢 张宪道 杨风胆小如鼠 一旦秦军进入 只要强势一点 他不敢乱动 如果软弱 会受到孤立 陈平道 困难的是那个郡校尉 洋溢 很有野心 一直动员杨风反情 可是杨风不敢 陈平补充道 陈先生 那个杨校尉很强吗 张宪道 据资料上讲 那人是中阶战宗境 还是很能打的 陈平道 战宗境 貌似不够杀啊 张宪现在封印解开 已经是战宗巅峰 能对抗战皇巅峰 就算不能胜 也不会败 难据 汉中首府城 一大早 张宪 陈平带着二万勤兵 突然杀到城下 毫不讲理地控制住城门 一路来 勤军锁进关卡 全部被张宪 陈平下令控制 接管的关卡 让人无法送出书信 原关卡上的士兵 强行编入秦军系列 正因为如此 才没让消息散播出去 南郡城中的太守 校尉等官吏不知情 毕竟 没真正造反 防守上出现漏洞 陈平 张宪 就是钻了空子 轰隆隆 二万勤兵 朝着南郡兵营扑杀上去 此时呢 兵营中 士兵没得到杨校尉大人的命令 不敢与张宪大军较真的 陈平拿出胡亥旨意 兵营中士兵纷纷放下武器 等待秦军士兵接管 凌晨 睡梦中的杨峰 此时正搂着漂亮的小妾入睡 昨晚操劳了一晚上 筋疲力尽 老爷 老爷 不好了 不好了 秦军杀来了 秦兵杀来了 马上要到城主府了 管家惊呼道 什么 秦军 本官怎么没收到消息 呆滞 傻眼 好半天才回过神来 回过神来的杨峰 一咕噜爬起来 把身边的美人踢下床 迅速穿戴好衣服 不对啊 秦军杀来官本官什么事 本官又没造反 依然是秦朝官吏 狗奴才 吓死本官了 秦军杀来怕什么 本官是秦帝国官吏 为什么要惧怕 杨峰道 那个 老爷 秦军已经把府上彻底包围起来 此时正在抓捕杨义校围大人呢 管家道 什么 秦军为什么要抓捕杨义 那不是南军的军队长官吗 杨峰此时迷惑不解 心中一股不好的念头涌现出来 给本官赶快更衣 马上去迎接秦军长官 不要再磨叽了 杨峰呵斥道 刚走出府门 杨峰看到杨义被秦军压界着 朝着城主府而来 啊 杨义也出事了 杨义可是杨峰的大兄 他们兄弟二人是关中杨家的弟子 好不容易在南军捞到官职 正想好好捞一把 出事了 将军大人 本官是南军太守 怎么会突然到了南军 一点消息没接到 杨峰道 哼 陈平冷哼一声 杨太守 你可知罪 陈平道 第零八八章 与狼群决战 再说蒙田 带着二万秦兵 朝着天水 隆西等地区赶过去 二万不齐 行军速度快不起来 天水 隆西 一直是秦帝国的大本营 是秦国立国之根本 不过呢 这二个地区 夹杂着好多少数民族 其中 枪族是一个重要的种族 一直传承不断 延续了二千多年 另一个卫面 枪族给中原地区 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那是一个半游民种族 说它是游牧种族 又不完全是 枪族已放牛 羊 马为生 不过 他们有定居场所 与匈奴人完全不同 匈奴人是纯粹的游牧种族 那里有草场 那里就是匈奴人的家 居无定所 漂浮不定 经常迁移地方 这是游牧种族的特征 枪族有居住的地方 有固定场所 虽然也是以放牧为生 和匈奴人有本质区别 枪族人很强悍 从小也算是生活在马背上 攻马贤熟 男女老少 均能上马作战 不过呢 受到匈奴人的诱惑 蛊惑 此时的枪族人 自认为是匈奴人 毕竟 匈奴人太强大了 被匈奴人承认是其种族 枪族本身 还是挺高兴的 按后世的说法 枪族是假匈奴人 或者叫为匈奴人 其实呢 匈奴人同样看不起枪族人 只把枪族当成奴役对象而已 这和后世大米国那几个小弟一样心情 觉得自己是大米人 会高人一等 一些中原人 不也以加入大米国籍为荣吗 天水城主府 袁大人 陵西情况如何 还有天水周围的枪族部落 有什么动态 蒙田道 蒙将军 刚刚得到情报 陵西城此时 正遭到枪族铁骑围攻 有人到天水 来求救 不过 天水没有多少兵马 已经被原来赵高抽掉一空 只剩下数千士兵 加上天水周围不安稳 一些枪族部落小动作不断 一旦天水出兵 会给周围枪族部落创造出机会 所以 本官不敢出兵增援 袁太守道 蒙田微微点点头 知道袁太守说的没错 天水周边有好多枪族部落 基本都有匈奴人来蛊惑 希望枪族能出兵进攻秦帝国 很多枪族部落再犹豫不决 一方面觉得当匈奴人好 一方面担心遭到秦帝国出兵清剿 一旦秦帝国出兵意味着灭族 在这个问题上 枪族人也很纠结 若是天水城空了 不用质疑 枪族人马上会反了秦帝国 彻底倒向匈奴人 袁大人 派人密切监视 枪族部落的一举一动 一有情况 马上派人送到咸阳 蒙田道 原本想从天水抽点兵马 看到这个情况 蒙田死心了 天水城那里有兵马可抽掉 一旦抽掉天水城兵马 天水城会成为一座空城 一座任人宰割的城池 听从蒙将军安排 本官会安排人手监视 袁大人道 袁大人 若是有可能的话 最好能派人前附近枪族部落 把情况彻底摸清 蒙田道 遵命 袁大人道 袁大人 本将军带兵去增援陨西城 这里就交给大人了 千万别辜负陛下之托 蒙田道 遵旨 袁大人道 蒙田带着二万勤兵 继续朝隆西而去 得知隆西受到枪组铁骑围攻 大军速度也加快了许多 勤军再挺进 报告 传令兵道 讲 蒙田道 蒙将军 前面出现一群狼 阻挡住大军前进的路 请问将军 是否击杀 传令兵道 哦 蒙田眉头微皱 数十上百只狼 传令兵根本不会来报告 直接击杀即可 有多少只狼 修为是什么境界 蒙田道 将军 侦察兵说 有上万只狼王是五阶妖兽 实力堪比人类修士 占宗境 传令兵道 一般狼是什么修为 蒙田道 二阶 三阶妖兽最多 少部分妖狼达到四阶 旗下士兵根本打不过 传令兵道 妈蛋 二阶 三阶 四阶野狼 很麻烦 蒙田旗下勤兵 绝大部分是战士境 只有少数士兵进入战将境 如何对抗 蒙田微微一愣 心中明白 这群狼有问题 为什么会阻挡大军的道路 除非有人专门驱赶狼过来 大军停止前进 马上竖盾牌 下长枪 把擎弩全部拉出来 击杀狼群 蒙田下令道 遵命 传令兵道 滴滴滴 警笛声响起 擎兵迅速行动起来 一张张擎弩推到前面 一捆捆弩剑拿出来 剑上弦 蒙田不愧为是大帅 原本叛军士兵 加入擎军后 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有组织 有纪律 另行禁止 有条不稳地展开 道路被擎兵占据 盾牌 长枪凌利 刚刚组织好战阵 一万多头狼扑杀上来了 这个时代有灵气 狼也很壮实 体型巨大 是另一个未免那种 狼的二倍大小 蒙田从攻防中 带来了一千张擎弩 其中老擎弩五百张 升级版擎弩五百张 这是蒙田的底气 就算是战宗 战王静 一旦遭到擎弩洞穿 很有可能挂掉 八百米 六百米 五百米 擎弩 三段式射击 蒙田道 搜搜搜 擎弩撕裂空气 发出尖叫声 粗壮的弩剑 闪电般杀出 朝着狼群奔驰而去 扑扑扑 巨大的身躯 倒在血泊中 一瞬间 数百只奔跑中的狼挂掉 鲜血喷射出来 染红大地 空中形成一道淡淡的血污 狼群看到擎军弩剑如此凶残 一下子停顿不前 滴滴滴 一道轻微的笛声响起 原本停下来的狼群 像是吃了兴奋忌似的 又朝着擎军战阵扑杀上来 搜搜搜 擎军弩阵中 一直不停开火 扑扑扑 天空中弩剑在飞舞 遮天蔽日 连绵不断的剑雨 朝着狼群扑上去 一只只狼倒下 一只只妖狼挂掉 不过呢 妖狼依然勇猛扑上来 想要把秦军士兵撕碎 尽管秦弩威力生猛 不过 还是有好多狼扑到秦军战阵前 朝着盾牌撞上来 砰砰砰 有的盾牌化为碎片 抵挡不住狼群冲撞 力量太大了 长枪兵 前刺 枪兵指挥官叫喊道 扑扑扑 刚冲破盾牌 马上遭到秦冰击杀 收枪 再刺 前排枪兵坚决服从命令 不断刺出一枪又一枪 一旦枪兵有人挂掉 后排枪兵会迅速补位 确保枪阵完整无缺 发挥枪阵效益 枪再刺 血再飘 一注枪时间 擒弩 枪兵前方地面上 狼尸体堆积如山 鲜血流出来 染红大地 血流成河 真正鲜血形成的河流 第089章 伪匈奴攻城 擒兵出现伤亡 妖狼太强悍了 尽管擒弩威力很强悍 还是有擒兵挂掉 不惧死的冲撞上来 什么时候 妖狼如此勇猛了 蒙田在观察 寻找那名吹笛之人 搜搜搜 一支支弩箭 扎进妖狼身体 一支支妖狼倒下 太血腥了 半个时辰 一万支强悍无比的妖狼 基本死尽 剩下那支五阶狼王 狼王也不想这样 可是身不由己 被人控制了 只能认命 打扫战场 蒙田道 刷 蒙田提着长枪 扑向狼王 找不到主谋人 只好拿狼王开刀 以解心头之恨 一枪追魂 蒙田出手就是绝杀 乌枪朝着狼王扑杀上去 吭枪 长枪与狼王找相撞碰 尽力外放 掀起一阵阵静浪 朝着四周传播出去 蒙田也感觉手臂微麻 呀的 好强大的狼王 横扫千军 又一招甩出 朝着狼王脑袋杀上去 太快了 快到眼睛跟不上 碰 狼王额头上留下一个白色的印记 碰碰碰 二十多个回合过去了 蒙田与狼王战成平手 势均力敌 旗鼓相当 激战中 蒙田不停想对策 找狼王的弱点 眼睛 找不到弱点 蒙田只好把主意打在狼王眼睛上 碰 一具狼爪出现在蒙田左侧 吓得蒙田一身冷汗 往右侧一步迈开 避开狼王攻击 慢了 蒙田身体左侧被狼爪划过 留下一个血爪印 怒 怒火中烧 哼 蒙田全力释放 火力全开 乌枪带着蒙田心中怒火 以奔雷之势扑杀上去 长枪撕裂空气 带着尖叫声 空气凝固 空间冻结 狼王身体不能动荡 傻傻站着 眼看枪间就要扎进身体 吼 狼王发出幕后 扑 一枪扎进狼王眼珠上 贯穿狼王脑袋 一个巨大血洞出现 鲜血标射出来 滑向虚空 狼王眼神中不甘 愤怒全体现出来 狼王尸体缓缓倒下 死不瞑目 蒙田依然找不到背后的人 唉 蒙田常常叹了口气 要不是带着擎弩 今天擎兵危险了 战场打扫结束 擎兵下起锅 准备煮狼肉吃 还有一些士兵 把狼肉架在火上烤 报告将军 收到妖丹三百多枚 传令兵道 哦 不错 把妖丹收好 等回到咸阳城 交到扁鹊先生手中 让他给大家炼制丹药 蒙田道 遵命 蒙田与士兵坐在一起 喝着狼肉汤 啃着狼肉 边吃边闲聊 将军 为什么狼会在路上阻止我们秦军 还不惧生死地往前冲 有问题吧 一名百人将道 可能有人针对我军 不想让我军去增援隆南 蒙田道 将军 那会是谁呢 士兵道 不知道 有可能是匈奴人 也有可能是枪族人 这种控制妖兽的法子 本将军在燕门关时 曾经碰到过一次 那次边军没升级板秦弩 只有数十张老秦弩 牺牲了好多士兵 才把狼全歼 蒙田道 哦 将军的意思 这是匈奴人干的 士兵道 蒙田点点头 好了 赶快吃东西 晚上要夜行军 拢西城情况危急 我们不能再耽误时间 蒙田道 遵命 吃饱喝足 勤兵又开始急行军 直到午夜十分 才在一座山脚下休息 夜晚 蒙田精神高度紧张 担心又有妖兽来袭 孙子兵法 孙并兵法 没错 蒙田就是在看这二本兵书 出征前 胡亥特意从系统中兑换出来 送给蒙田 隆西城 经过半个月浴血奋战 城墙 城门已经破破烂烂 能坚持半个月已经是极限 按道理说 隆西城这个地方 秦帝国绝对会驻扎重兵 防止枪族 匈奴人入侵 可是呢 赵高把持朝政那段时间 为了抽掉兵力评判 把士兵全抽走了 城中只剩下五千兵马 平时 隆西城驻扎有三万兵马 一下子抽走了两万五千兵马 令隆西城兵力空虚 正是这样 在匈奴人蛊惑下 枪族各部落才会叛变 投靠匈奴人 枪族任匈奴人为主 成为一名匈奴人 在匈奴人的雕锁下 枪族有好多部落联合起来 出兵攻打隆西城 梁州是枪族聚集的大本营 人口众多 毫无信誉 历史上 枪族反反复复 投降过无数次 一旦中原示弱 马上又反中原 对中原入侵 掠夺 抢劫 什么坏事全干尽 半个月来 在城中百姓 勤兵的努力下 守住了城池 可是 面对十多万伟匈奴铁技 隆西城中的实力 还是弱小了好多 好在百姓知道 一旦枪族拿下陆西城 百姓会遭到掠夺 抢劫 银监等 不仅家中财产保不住 连老婆 孩子也保不住 这才激起全城百姓 参与守城 五千勤兵 只剩下一千多人 百姓也挂掉数万人 十多万伟匈奴铁技 也不好受 同样损射数万兵马 不过 还有源源不断的伟匈奴铁技赶来 想参与掠夺 抢劫 下午 拢劫城中的勤兵 百姓彻底绝望了 城门再一次被撞开 一个个伟匈奴人扑杀进城 勤兵呢 拼死顶住城门 可是士兵太少了 加上百姓也不成 拼杀了半个月 城中不论是勤兵 还是百姓 已经疲惫不堪 到了身体极限 死战 与狗日的伟匈奴人拼了 很多勤兵 百姓扑上去 与伟匈奴纠缠在一起 手断了 用嘴咬 死死咬住伟匈奴人 太惨了 倒下一名名百姓 勤兵 伟匈奴人呢 脸上出现笑容 城门终于攻破了 心中高兴啊 呜 号角声响起 轰隆隆 大地震动 万马狂奔 城池中的勤兵 百姓听到号角声 原本毫无力气的身体 一下子充满斗志 员兵来了 帝国没忘记 皇帝没忘记我们 此时呢 伟匈奴人丢下战马 不战攻城 突然看到勤军铁骑杀来 一下子全蒙圈 怎么可能 勤兵从什么地方来的 勤帝国那里还有援军 不可学啊 一万勤兵铁骑 朝着伟匈奴人身后杀出 把一名名伟匈奴人 斩于马下 破 一颗脑袋落下 破 一枪命中伟匈奴胸口 留下一个血洞 一名名伟匈奴人倒下 到了现在 伟匈奴人才发现 战马不在身边 在四周闲散呢 悲催的伟匈奴人 离开了战马 还能干什么呢 战力骑马弱了四成 况且 还是对上武装道牙的擒骑兵 披荆斩棘 所向无敌 横推 碾压 溃败了 伟匈奴人溃不成军 纷纷朝四周逃窜 杀 蒙田带着一万铁骑 朝着放弃战马的伟匈奴 展开屠杀 是的 单方面屠杀 一颗颗脑袋落下 地上早被鲜血染红 啊 到处是惨叫声 第零九零章 南阳事件 五官 穆贵英兵团拿下五官 把城中稳定后 大军迅速朝南阳地区出发 近二年来 叛乱四起 南阳地区经历了好多次战争蹂躏 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心 百姓苦 乱 百姓苦 这是真实写照 吃亏的 受苦的 永远是百姓 南阳地区 好多县令基本是秦帝国官吏 在叛乱起时 在叛军威逼下 只好放弃抵抗 再说了 抵抗没多少作用 只能给百姓带来灾难 现在 秦军又杀来了 很多县城一听秦兵杀来 纷纷大开城门 欢迎秦兵入城 穆贵英 屡领起二人迅速掌控县兵 至于官吏不归穆贵英他们管 随后会有人核查 不过呢 在接管政权时 根据胡亥等人商量的政策 在各村建立村级组织机构 一些退役 受伤的秦兵 重新被委任为村长 彻底斩断各地大家族 土豪猎身 垄断基层百姓 让百姓能及时了解国家政策 以前 各基层百姓 全是由土豪猎身 大家族等有钱人家掌控 对土豪猎身 大家族有利的政策 马上向百姓公布 其他政策基本不公布 很多基层百姓 根本不知道秦帝国的律法 政策情况 全是由大家族 土豪猎身随口说 再好的政策 百姓不知道 就算大家族 土豪猎身胡说一通 百姓也认为是皇帝说的 全部推在皇帝头上 皇帝成了背锅的 正因为这样 各地才会涌现出那么多土霸王 在地方上称王称霸 没人理会 也不敢插手 各地村子中 时常发生那么多的庆竹难书的事 不会有人为百姓主持公道 说白了 基层村子中有土皇帝 山高皇帝远 县令也管不了 这些事 作为后世人 胡亥是不能容忍的 必须改变这一切 让百姓了解国家方针政策 严厉打击土豪猎身 严重大家族犯罪行为 还百姓一个朗朗乾坤 只有全民兴网一处使 齐心协力 才能让帝国崛起 复兴 报告 传令兵道 进来 穆贵英道 将军 黑山村留胜土豪 蛊惑村子里百姓 不配合县令 筹建村籍组织机构 传令兵道 哦 具体怎么说 穆贵英道 留胜大户蛊惑人心 说秦帝国要加重税 动员百姓一起对抗官吏 我们派下去的官吏被打伤 工作无法开展 传令兵道 侵占到土豪猎身 大家族利益 他们肯定要反对 反抗 何况 这次把土地收归国有 不允许私人转让 更让地方大家族 土豪猎身 气愤无比 土地不收归国有 土地 田地聚集 永远不可能解决 一旦土地兼并超出范围 国家会处于动乱 历史发展的趋势 胡亥肯定不会采纳 一定要加以控制 让百姓手里有田地 只有保护百姓利益 天下才会稳定 至于土豪猎身 大家族的利益 胡亥直接无视 趁国家动乱之际 彻底解决百姓土地问题 建立村籍组织机构 更好掌控基层 哎 穆贵英常常叹口气 看来 不杀一些土豪猎身 不杀鸡给侯看 不会有多少人支持 派一千兵马去镇压 把刘胜一族抓不起来 搜集证据 等候审判 穆贵英道 地方上土豪猎身 大家族等人 谁屁股上干净 多多少少都干过一些非法的事 伤害过百姓 一旦认真起来 谁也捂不住 遵命 传令兵道 轰隆隆 穆贵英派出一千名步骑 朝着黑山村赶过去 黑山村的村民 手拿锄头 木棒等兵器 站在村子口 看到秦兵杀来 与秦兵对峙起来 老乡们 秦兵不敢胡乱杀人 我们把秦兵赶出村子 一名流行人吼叫道 无数百姓听了蛊惑 纷纷朝秦兵押上来 战阵起 击倒对方 不要伤人 秦兵首领道 刷 一排排长枪竖起来 盾排兵在前 不断往前推 一名名百姓跌倒 迅速被秦兵控制起来 那名叫嚷的流行人 直接遭到斩杀 下一刻 刘胜人家全部被抓捕 秦兵带着往县城而去 收缴刘胜人家财产时 在暗示中发现了好几封书信 全是刘胜与叛军来往书信 秦兵马上把书信内容公布出来 百姓一听 原来是与叛军私通啊 将军 帐外来了一人 说是锦衣卫的人 要求见将军一面 传令兵道 请进来吧 穆桂英道 一名黑衣人走进来 交给穆桂英一闸纸 将军 这是刘胜家与叛军 还有欺压当地百姓 强抢民女致命 霸占当地田产的证据 黑衣人道 穆桂英接过来 查看一下 妈蛋 刘胜家太无耻了 这些事都做得出来 谢谢 穆桂英道 黑衣人走了 穆桂英马上让人 把刘胜一家的罪证 抄露几分 在城门口 中央地带张贴 把刘胜一家 所作所为公布出来 布告张贴出来 很多百姓在围观 实字的人 把布告上内容说出来 一下子 百姓骂声不断 黑山村也如此 张贴了刘胜一家的罪责 村里的百姓气愤无比 当了一回刘胜家的枪 啊 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响起 我可怜的女儿啊 原来是遭到刘胜 那个杀千刀的害死了 啊 幸好秦斌不追究责任 特事特办 刘胜一家的案件 次日就公开审理 有数百名百姓 现场观看了审案情况 鉴于刘胜等主要犯罪嫌疑人 罪孽深重 判死刑 其他刘胜家人 被打入文明学校 三年后 这些人才会被释放 不过呢 污点是抹杀不了的 黑山村口 竖起一块巨大石碑 上面有刘胜一家犯罪事实 涉及到什么事等 这叫耻辱碑 秦帝国今后 只要犯罪太大 或造反的人 一旦伏法 会在所在地竖起一块石碑 有了这块石碑 帝国犯罪人会逐渐减少 震慑作用很大 三天后 刘胜家主要犯罪人员 被在蔡氏口斩杀 帝国仅凭判是不成的 必须要让犯罪人知道 一旦处帝国法律底线 会给子孙后代留下污点 政策中还明文规定 一旦上耻辱柱 五代内不得在衙门内任职 想要任职五年后 也就是说 子孙后代再有能力 五代内也不会受到重用 只能乖乖当一名百姓 这样的政策 绝对能震慑一些犯罪嫌疑人 谁不想让子孙后代 有个好的去处 有个好的职场 犯罪成本加大 才能震慑那些人 第091章 歼灭共澳有生力量 南洋连接荆州地区 与中原地区的跳板 位置极其重要 还是进入关中的门户 历史上 无数次关中入侵中原 中原入侵关中 均会强占南洋地区 再进关中 不过呢 从南洋进入关中地区 道路非常难走 这也是入侵关中地区时 中原诸侯一般只会奋兵 从虎牢一路打过去 占据五关 想要通过五关进入关中 路况太难走了 特别清明爱口那一段 只能算是阳长小道 不适合大军作战通行 穆贵英与吕林起二人 兵分二路 以最短时间拿下南洋全境 此时呢 秦兵士气阵望 叛军溃败 士气低迷 二路秦兵 一路横推 碾压 以秋风扫落叶之势 拿下一座座城池 建立起村籍组织机构 也有一些县令受叛军蛊惑 死心塌地成为叛军的爪牙 极力阻挡秦军 报告将军 前方二百里地 发现贡澳叛军 传令兵道 贡澳部死守樊城 居然赶出兵来对抗 胆量不错 有多少兵力 穆贵英道 将军 据侦察兵报告 有大约五万兵马 他们死守樊山 不让秦军通过 传令兵道 穆贵英迅速铺开地图 命令 吕将军拿下鲁城 留下足够兵马驻守 其余兵马迅速加快 其他地区收复 穆贵英道 遵命 传令兵道 派出侦察兵 继续对樊山进行侦察 一定要找出 通往叛军身后的山间小路 穆贵英道 遵命 传令兵道 三万步骑气势汹汹 朝着樊山杀过去 二天后 穆贵英大军杀到了樊山 看到叛军 贵英没有鲁莽的进攻 大军驻扎 休息一晚再出兵不迟 梅将军 咱们是否在晚上 给秦军狠狠来一下 贵傲道 大人 带兵的是穆贵英 别看是一名女将 战斗力非常厉害 擅长带兵作战 是秦帝国的第一兵团长官 大人看一下 秦兵扎营非常有特点 相互聚角 一旦有人偷袭 其他二座兵营 会立刻出兵增援上来 形成夹击之势 我们一军若是偷袭不成功 很可能会遭到夹击 到时候危险了 梅宣道 贡大人 刘邦那一路一军 三十万人马 就是败在穆贵英手上 那一战 我们也损失不少兵马 梅宣补充道 好吧 就死守樊山 把秦兵挡在樊城外 贡傲道 秦军大仗 报告将军 侦察兵找到一名猎户 知道有一条羊长小道 可通过樊山 让秦兵迂回到叛军身后 不过 需要一天时间 才能迂回过去 加上休息时间 需要三天左右时间 传令兵道 哦 那条羊长小道情况怎样 木贵英道 非常难走 不仅考验士兵的体力 还有陆地适应能力 关键是 樊山中有野兽 士兵还要与野兽交战 危险重重 传令兵道 樊山中的野兽修为如何 木贵英道 一般在二阶妖兽 也有三阶 四阶妖兽 不过 数量不多 传令兵道 咚咚咚 木贵英手指在敲桌子 二阶妖兽 必须要战将 战率进士兵 才能对抗 勤兵吗 好多都是战士进修为 爬樊山的话 损失绝对会惨重 通知两千名弩兵 让他们做好准备 晚上出发 不要惊动叛军 木贵英道 遵命 另外 兵主弩兵 进入樊山中 一定要小心谨慎 千万别惹事 把山中情况通报给弩兵 木贵英道 遵命 晚上 两千名弩兵出发了 士兵妖怪战刀 跟着猎人前进 好 一只猛虎被惊醒 怒吼一声 工兵准备 注意射杀老虎 一名弩兵道 张弓搭箭 瞄准 锁定 数十只利剑 锁定老虎 这是一只三肩猛虎 皮操肉厚 箭只要是射不中 有效部位 射在身上 不会有作用 好 老虎飞身一跳 朝着勤兵扑上来 射击 搜搜搜 数十只箭只 闪电般射出 砰砰砰 好多箭只射在虎身上 被弹下来 虎皮防御惊人啊 扑扑扑 不过呢 还是有箭只贯穿老虎眼睛 甚至有二只利剑 狠狠扎进虎口中 好 老虎受到重创 怒吼连连 身体微微停顿 勤兵马上挥舞着战刀扑杀上去 扑 战刀在虎身上 拉开一道血槽 掀血标射出来 扑 又一名士兵 长枪扎进虎井上 紧接着 无数的刀枪 狠狠扎在虎身上 杀死老虎 勤兵继续前进 尽管小心翼翼 一路上依然遭到好多野兽攻击 幸好勤兵有思想准备 天亮了 勤兵虽然翻过了樊山 问题是 体力消耗极大 身上一甲破破烂烂 休闲 睡觉 主战场 勤奴摆开 朝着樊山上的叛军 射击 穆桂英下令道 搜搜搜 数百只弩箭凶残 朝着叛军阵地飞扑过去 快如闪电 砰砰砰 破 叛军阵地上 修建好的攻势 遭到弩箭破坏 一层层泥土掀起来 扬起尘埃 不时有叛军士兵身体上 遭到洞川 啊 惨叫声响起 一整天 勤兵光射弩箭 不进攻 叛军也郁闷 勤兵什么意思 为啥不进攻 勤军目的是为了麻痹叛军 让叛军防守松懈下来 给弩兵创造偷袭的机会 三天后的夜间 弩兵出动了 悄无声息 潜伏到叛军兵营外围阵地 呀的 防守严密啊 强攻的话 会遭到叛军包围 看来 偷袭爱官有问题 不过 能焚烧叛军粮草 午夜时分 寒风袭袭 吹得人冷嗖嗖的 几个手势笔划 说说 几名弩兵 朝着叛军士兵扑上去 左手捂着对方嘴巴 右手战刀 轻轻往脖子上一划 一名名叛军死掉 弩兵在叛军后勤营中 找到几桶食用油 弩兵 那管那么多 直接倒在粮草上 点火 哄 哄 叛军粮草四周全着火了 有的叛军发现问题 迅速爬起来 准备灭火 弩兵怎么会允许呢 抽出战刀 朝着叛军挥动 扑扑扑 一名名叛军倒下 半刻钟后 火焰跃起树丈高 叛军粮草彻底完蛋 闪人 弩兵接到命令 一个个撒腿就跑 一下子 跑的影子都看不见 得知粮草被焚烧 共傲 梅宣愤怒了 派出叛军士兵 追杀弩兵 穆贵英呢 早看到叛军营寨中起火 知道情况有变 不过呢 穆贵英还是带着秦兵杀上去 毫无士气的叛军士兵 如何抵挡得住秦兵的攻击 不大一会儿阻截阵地失守 随着一名名叛军士兵倒下 叛军崩溃了 数万叛军朝着樊城方向逃窜 路上又遭到弩兵的阻截 伤亡惨重 丢亏气甲 很多叛军成了秦兵的俘虏 秦兵一路追杀 直接杀到樊城才罢休 第092章 英勇的边关军民 燕门关 千年古关爱 中原民族为阻击北方草原种族南下入侵 而修建的险峻关卡 燕门关属于长城一部分 中原民族为保护百姓 不受北方草原种族南下掠夺 抢劫 奸淫 纵火 而修建的防线 目的就是阻止草原种族南下 长城所在之地 全是高山 悬崖峭壁 在关键地段修建城墙 有利于阻击 属于防守型关爱 很多后世人军觉得 长城中看不中用 事实上 不是那么回事 在那个年代 没有出现热兵器 全是冷兵器时代 一旦草原铁骑南下 入侵中原 情况会非常糟糕 中原地区不产马匹 在铁骑方面 中原民族弱于草原种族 这一点不用质疑 中原人对抗铁骑 靠的是神兵力气 草原种族 是一个没开化的原始民族 不知礼仪 不懂科学 纯粹是一群野蛮人 中原人呢 知礼仪 有知识 懂得用各种战争 来对抗草原种族 当然了 中原人缺乏马匹 相对来说 骑兵部很多 不像草原种族 从小生活在马背上 攻马贤熟 男女老幼 均能上阵 草原种族说 是全民皆兵 一点不为过 一旦战争爆发 或者有其他部落入侵 人人能上马杀敌 最为恶劣的是 草原种族的人 一上了年纪 就失去意义 会成为部落炮灰 什么尊老爱幼 礼仪道德 廉耻之心 草原种族都没有 不论是草原种族的汉王 还是普通人 与畜生没什么区别 老子挂掉 儿子继承一切 甚至连老子的老婆 也会被儿子那为妻 什么情形 在草原种族心中 没那概念 只有野蛮的享受 杀戮 血腥 草原种族 就是一个毫无人性的民族 原始野蛮种族 没有开化的种族 与其说是人 不如说畜生不如 此时燕门关 激战正在进行 关上兵力空虚 只有区区五千名老兵不到 还大多数是老弱病残之人 聚集好的二十多万匈奴铁集 在五天前 就已经开始攻城 匈奴人想南下 必须拿下燕门关 这是进入中云的大门 燕门关是千年古关爱 素有一夫当关 万夫莫展之险峻 幸好燕门关前方通道狭窄 不适合大规模决战 也不适合大规模工程 五天时间 匈奴人在城墙下 损失一万多铁骑 燕门关上的百姓也明白 一旦关爱失守 城里的百姓安全无保障 财产无保障 生命会受到威胁 连自己老婆孩子 也会丢掉性命 守关就是保护自己的亲人 关爱上 很多百姓都是勤兵的家眷 虽然很多士兵牺牲了 可是家眷依然在关上 一代代守护燕门关 一代代人传承下去 燕门关上军民是可爱的人 是保护中原不受入侵的第一道爱观 是他们用血肉之身筑起长城 刀在灰 血在飘 每时每刻都会有人挂掉 五天了 关上军民抵抗了整整五天时间 身心疲惫不堪 依然在坚守 不过呢 燕门关上军民确实到了极限 原本关上五十万边军驻守 因为国内动荡 赵高抽走了边军 只留下数千老兵 匈奴人就是看到有便宜可占 他毫不犹豫地聚集起来 大举南下入侵中原 趁中原动乱之机 杀入中原地区 狠狠掠夺一番 匈奴人像一只狼 隐藏在暗中 一旦发现中原出问题 马上挥兵南下 一个个不怕死的匈奴人 放弃战马 抬着云梯往城墙下跑 一张张云梯架起来 无数匈奴人爬上云梯 城墙上 燕门关军民在拼死抵抗 扑 一名老兵挥出灿烂的一刀 划过匈奴人的脖子 留下一条血线 扑 老兵被另一名匈奴人 一刀扎进肚子上 鲜血标射出来 老兵笑了 临死还杀了一名匈奴人 老兵觉得很直 老兵倒下了 扑 一名年轻的男孩子 遭到匈奴人袭击 胸口上出现一个血洞 男孩子只有13岁 年轻的生命就这样 惨死在很多的匈奴人刀下 城墙上四处是鲜血 关爱上染成了红色 攀登上城墙的匈奴人 越来越多 城墙上军民死亡率大大提高 很多百姓老兵站到没力气 朝着匈奴人扑上去 用嘴巴狠狠撕咬对方 太惨了 这是一群英雄 一群勇士 一群真正的中原男人 他们不惧牺牲 誓死保卫城关 五天了 秦军还不到 整个燕门关上军民 彻底希望破灭 滴滴滴 号角声响起 像是吃了兴奋计事的 正在城墙上拼杀的军民 听到号角声 让原本筋疲力竭的身体 突然间涌现出无穷的力量 援军来了 帝国没忘记我们 皇帝没忘记我们 城中好多百姓 听到号角声 流下了热泪 我们得救了 我们可以活下去了 轰隆隆 一万秦旗杀进燕门关 朝着另一面城墙扑过去 周伯及旗下秦旗纷纷 跳下马背 朝着城墙上扑杀上去 城墙危急万分 扑 周伯的刀挥出 将一名匈奴人斩于马下 一名名勤兵杀上城墙 迅速救下一名老兵 百姓将爬上城墙上的 匈奴人击杀 二人 三人一组 围绕着一名匈奴人出手 一时间 城墙上匈奴人 成了一个个亡魂 皇忠带着轻卫杀盗 带着手下卫队 射出一支支元气剑 朝着凶残的匈奴人 扑上去 扑扑扑 特别皇忠 那可是神剑手 连绵不断射出一支支元气剑 洞穿一名匈奴人身体 城墙上老兵 百姓泪流满面 他们得救了 活下来了 一刻钟时间不到 城墙上的匈奴人 被擒兵轻搅一空 不过呢 城墙上 匈奴人是轻搅干净了 问题是 城墙下还有数不胜数的匈奴人 正爬上来 此时 关爱上早已经没了火油 滚石 雷木之类的东西 红粉兵团 朝城墙下匈奴人开火 孙上香下令道 嗖嗖嗖 得到命令 红粉兵团成员 一个个张弓搭建 瞄准 锁定 射击 上千只火焰剑 像一团团火似的 朝着匈奴人杀上去 扑扑扑 一名名匈奴人倒下 啊 惨叫声响起 看到城墙上的惨状 秦兵怒火中烧 仇恨的怒火 朝着匈奴人身上发泄 卫队 射击 黄忠也下令道 嗖嗖嗖 又是上千只元气剑 奔向城墙下的匈奴人 扑扑扑 黄忠看到一名匈奴人万副长在叫嚷 迅速张弓搭建 瞄准 锁定 射击 一剑接一剑 朝着匈奴人万副长扑上去 匈奴人万副长 感觉危险临近 抬头一看 妈大 剑朝着胸口奔扑上来 弯刀一挥 挡下黄忠是在避得的一剑 不过 黄忠射出的 可是连珠剑法 一只接一只 源源不断扑上来 震的手臂酸麻 扑扑 百无一说 有二只元气剑 命中匈奴人万副长 洞穿匈奴人额头 咽喉 留下二个血洞 尸体缓缓倒下 匈奴人万副长 做梦不会想到 会这样挂掉 心中郁闷不已 第093章 先斩一名匈奴万副长 匈奴人发现问题 勤兵增援赶到 不过呢 看到城墙上 只出现一万名勤兵 匈奴人并不惧怕 毕竟 这次聚集的铁骑有二十多万骑 匈奴人清楚 中原混乱 才有机会南下入侵中原地区 一旦中原地区战乱停下来 匈奴人根本没机会南下 更不会有机会到中原掠夺 抢劫 此时 中原乱作一团 正式入侵中原好时机 这个时期 匈奴人已经是墨独掌权 汉王投曼 被儿子墨独杀死 墨独继承投曼的一切 包括燕氏 也就是皇后 匈奴是一个原始野蛮种族 按中原人说法 儿子墨独把汉王的老婆 殷氏 占为已有 墨独是一个伟大的君王 以后统一叫汉王 把北面 东面 西面的国家 部落 全部征服下来 臣服在匈奴人脚下 其疆域不比中原地区小 甚至还要大很多 墨独上任 还未建立威信 所以趁中原战乱之机 聚集兵力南下 入侵中原 打出名声 巩固汉王位 傍晚时分 胡亥 韩信 贾许三人 带着三万步兵到了燕门关 进入关上 看到家家挂白魄 胡亥心中微愣 唉 胡亥长叹一声 来晚了 进入城主府 黄忠 孙上香 周伯三名将军 进来报告情况 怒火中烧 韩帅 朕希望把匈奴二十万铁机留下 不论付出多大代价都要干 为牺牲的老兵 百姓报仇血恨 胡亥道 胡亥听后也是一愣 那可是二十万凶残的匈奴铁机 不是中原叛军那种弱爆了的菜鸟 匈奴铁骑占据马的优势 战力绝对不比战将修为的士兵弱 秦军呢 看上去是四万多步骑 问题是骑兵只有一万骑 其余全是步兵 关键是这些步骑兵 基本是叛军改造过来的 战斗力低下 虽然在北地一带 四万勤兵进行过几场血战 可是 那是秦无骑主要作用 只能算是练兵 谈不上让士兵蜕变 遵旨 韩信只好压着头刃了 胡亥带着孙上香及红粉兵团 一一查看城中百姓的情况 不容乐观 找到城关上仓库 胡亥释放出大量粮食 弓箭 兵器 火油等物资出来 交给城中负责人安排 百姓听闻皇帝来了 一开始以为是瞎说 随后说的人越来越多 官吏还分给粮食 羊肉等物资 这一下才明白 皇帝真的到了燕门关 一下子 百姓纷纷涌上街头 高呼万岁 陛下万岁 帝国威武 陛下威武 声音响彻云霄 燕门关上不是老兵 还是百姓 全都泪流满面 很感动 很感人 活下来的老兵 一个个胸挺起来 接受胡亥的亲切问候 装逼 不错 确实有作秀的味道在里面 看过那么多电视 电影 剧中那些个装逼的手段 胡亥也看过不少 一番装逼下来 令胡亥收获不小 获得了明星 凝结了军心 城主府 韩帅 你也不要担心 匈奴铁骑虽然有二十多万骑 可是天气情况对我军有利 你也听说了 在同关秦军 歼灭数十万叛军的事 燕门关这个地方 冬天 初春是一定会下雪的 一旦老天下雪 就是秦军消灭 匈奴铁骑的机会 胡亥道 韩将军 陛下说的没错 一旦下雪 二十万匈奴铁骑 只需要几天时间 就能灰飞烟灭 贾许道 次日 城墙上 看到一千里外 匈奴铁骑排成骑兵战阵 整齐有序的站好 一名手拿白骑的匈奴人 缓慢走上来 城墙上的秦军听好了 中原不是号称强大吗 有胆量 与我们伟大的匈奴诺战 匈奴人道 诺战 貌似胡亥手下将军 不比匈奴人弱呀 孙上香 黄中二人是武宗境 实际战力是巅峰武皇境 周伯是巅峰武宗境 韩信是中阶武宗境 难道匈奴中 有武皇以上境界 呵呵 卑鄙无耻的匈奴人 你们想要如何诺战 是一场场进行 还是几场一起进行 胡亥道 秦军听好了 我们伟大的匈奴人喜欢单挑 双方的退后一千米 留下交战的地方 匈奴人道 好 朕同意 你们马上后退两千米 胡亥道 匈奴人举着白旗 转身走了 韩帅 留下五百张擎弩在城墙上 咱们带一万步骑出城 也带五百张擎弩 胡亥道 遵旨 韩信道 轰隆隆 匈奴铁骑后退两千米 打开城门 韩信道 姑接 姑接 燕门关上的城门打开了 黄忠 孙上香带着二支千人卫队跑出城 对着匈奴人虎视眈眈 掩护秦军步兵出城 防止遭到匈奴人的偷袭 出发 韩信道 轰隆隆 一万步骑组成战阵 慢慢向前推进 五百张擎弩架好 长枪兵 盾牌兵 严阵以待 二侧是擎骑兵 黄忠 孙上香二人 退回中军 秦军刚组织好战阵 一名匈奴万夫长 骑着马跑出来 手拿狼牙棒示威 秦军 谁出来送死 匈奴人狂傲地叫嚷道 胡亥迅速查看一下 妈蛋 出街战皇境修为 这样的修为 只能让黄忠 孙上香二人出战 周伯 韩信二人 修为稍弱 黄将军 出战吧 把匈奴人的脑袋 给朕砍回来 胡亥道 遵旨 黄忠道 驾 一拍战马 黄忠手持金刀杀出战阵 来将何人 快快报上名来 匈奴人大声道 问题是 黄忠懒得李慧 提着金刀扑杀上去 立劈化衫 人未到 刀意已出 金刀中寒气散出去 令匈奴万夫长毛孔一缩 看秦人 批出势在必得的一刀 匈奴万夫长 连忙举起狼牙棒 吭呛 金属撞击声响彻云霄 声波向四方远远传播出去 离得近的士兵 一口鲜血吐出来 此时的黄忠 只有三十多岁 正当武艺巅峰时期 不像三国时期 到了晚年才扬名 巅峰时期的黄忠 很多后世人觉得 其勇武不弱于吕布 撞击时 匈奴万夫长手中狼牙棒 差点掉落地上 双臂酸麻 黄忠呢 右臂微微有点酸麻而已 功法一运转 瞬间恢复 掉转马头 交战双方相互迎着又杀上来 吭呛 一声巨响 内进外放 掀起一阵阵气浪 碰 匈奴万夫长双臂震得出血 狼牙棒再也拿不住 一下子鞋飞出去 五脏一味 内出血 匈奴万夫长伤得不轻 在家掉落兵器 不敢战斗下去 拍着战马往回跑 哼 想逃走 可能吗 黄忠迅速从马背上 取下落日弓 张弓搭箭 瞄准 锁定 射击 扑 闪电般一箭射出 三支元器剑成品自行 朝着逃跑的匈奴万夫长 扑杀过去 三道鲜血标射出来 匈奴万夫长尸体 缓缓跌下马背 眼睛睁得比牛眼睛还大 死了 秦帝国万岁 皇将军勇武 帝国勇武 皇将军万岁 秦军阵中 一波波叫喊声响起 声音震耳欲聋 传遍四方 第094章 又卡二名匈奴万夫长 匈奴人郁闷啊 雅雀无声 高傲的脑袋拧下来 特别莫读 心中非常生气 一名万夫长挂掉 万夫长可是匈奴人的顶尖站立 损失一人都很肉痛 还有谁来送死 皇忠怒吼道 驾 又一名匈奴万夫长 骑着战马跑出战阵 朝着皇忠扑杀上来 七阶战黄敬 汉生 小心 对方是一名高阶战黄敬 不能大意 能杀就杀 不能杀 安全最重要 胡亥高声道 韩信 周伯二人惊讶万分 二人修为比胡亥高出一个大境界 居然能看出对方修为 太不可思存 他们二人修为低语跑出来的匈奴 看不出其修为 胡亥一名战王竟能看出来 一想不到啊 离得很远 匈奴万夫长手中弯刀 散发出刺骨的刀翼 朝着皇忠扑上来 皇忠威点下头 匈奴人也领悟了刀翼 虽然只是刚刚入门 威力还是很生猛的 眼看匈奴人弯刀就要落下来 皇忠手中金刀一挥 迎着对方弯刀扑上去 刀翼释放 轰隆隆 水银扳刀翼碾压上去 一下子 把匈奴人弯刀的刀翼压成碎片 消失在空中 吭枪 金刀与弯刀撞击 产生巨大的气流 以二人为中心 像是一颗原子弹爆炸似的 哄 毁天灭地 皇忠释放出刀翼 把胯下战马保护住 不受其危害 二匹战马错身过 皇忠释放出七成力量 手臂赶到一阵苏马 功法运转 苏马赶消失 匈奴人受罪了 握着弯刀的手臂 炸出一片血雾 手臂颤抖不已 匈奴人装逼过头了 让皇忠逮到机会 一举重创对方 驾 二人拍马 再次朝着对方迎上去 石成力量释放 这次匈奴人不敢装逼 只好全力以赴 火力全开 砰砰砰 金刀与弯刀在碰撞 撞击声不断响起 皇忠身上衣甲被刀一刺破 匈奴万夫掌身上衣甲破破烂烂 像蜂窝似的 高下一目了然 要知道 皇忠最拿手的是剑法 刀技只是辅助而已 眨眼间 二人交手数十回合 碰撞声震耳欲聋 一刀夺命 砰砰砰 交战中 皇忠抓住机会 刀芒划过匈奴万夫长脖子 留下一条血线 死了 静 寂静到极点 片刻时间 秦军阵中士兵欢呼起来 皇将军威武 秦军威武 帝国万岁 声浪一浪高过一浪 朝四方传播出去 胡亥呢 脑海中经验值暴增 原本穆贵英 吕灵起 出兵收复南洋地区 使得经验值 就有可能达到晋级 皇忠连续斩杀 二名匈奴战皇进超级高手 一瞬间让胡亥修为连升二级 从战王三阶 一下子晋升到战王五阶 彻底进入战王中期修为 妈蛋 爽啊 爽歪歪 匈奴人呢 心中气啊 气氛无比 想一窝蜂扑上去 把皇忠击杀 以解心头之恨 轰隆隆 一名匈奴万夫长 提着狼牙棒杀出 朝着皇忠扑上来 人未到 身上散发出阴森的寒气 已经逼到 战尊三接径 呀的 真正的高手 皇忠修为被封印 要是再解封一级 斩杀战尊敬 不是什么很困难的事 现在吗 很困难 毕竟匈奴万夫长 高出皇忠二个大境界 这是不可能跨越的 像一道砍 上香 准备救人 一旦皇忠有危险 马上出手 不要理会其他 胡亥道 尊职 孙上香道 刺骨的杀意扑向皇忠 皮肤一下子出现大量鲜血 皇忠威愣 知道这次遇到真正高手了 张弓搭建 瞄准 锁定 射击 搜索搜 十二支元气剑闪电般射出 朝着匈奴万夫长奔射过去 分成四组 每一组成品自行 朝着匈奴万夫长身体重要部位扑上去 金属性元气剑穿透力 绝对掉炸天 匈奴万夫长感觉到威胁 手中狼牙棒一束 砰砰砰 挡下三支元气剑 不过呢 还有九支元气剑 不分先后 一起奔射而来 下三路 生死时刻 匈奴万夫长表现出强悍的实力 身体扭动 躲过一剑 手中狼牙棒 又挡下二剑 刷 有三支元气剑像有灵魂似的 一个迂回 杀到匈奴万夫长身后 狠狠扎上来 又是强行扭动身体 躲开身体重妙部位 扑扑扑 后背留下三个血洞 不等匈奴万夫长躲避 又是三支元气剑扑上来 朝着左右胸口 咽喉 扑 贯穿右胸口 铿枪 剩下二支元气剑 还是被匈奴万夫长挡下来 收起落日弓 取出金刀 迎着匈奴万夫长批出一刀 一具势在必得的一刀 铿枪 停滞了 气浪掀起 尘土飞扬 二匹战马 承受不出巨大的禁力 先后倒下 好 好 二匹战马不甘地死去 黄中手持金刀 与匈奴万夫长站在一起 你来我往 战斗非常激烈 匈奴人又胸口上一个巨大血 鲜血缓缓流出来 严重影响其战力发挥 片刻时间 二人交战数十个回合 匈奴万夫长太强大了 特别在力量方面 黄中稍弱 加上对方是狼牙棒这种重兵器 每一次碰撞 手臂都会苏马 一百招过去了 砰砰砰 撞击声响彻云霄 胡亥心中焦急啊 黄中可是神将 不能出现问题 黄将军 回来 胡亥道 听了胡亥的话 韩信随即让城墙上敲响输兵令 滴滴滴 搜搜搜 孙上香出手了 十二支火焰剑朝着匈奴万夫长奔赴而去 交战中的匈奴万夫长要面对黄中的砍杀 又要防止火焰剑一下子惊恐万壮 搜搜搜 匈奴人中的神射手也出手了 砰砰砰 连连不断的箭支射击出来 挡下孙上香十支火焰剑 趁此机会 黄中回撤 轰隆隆 远方的匈奴铁骑出动了 大地震动 万马奔腾 灰尘掀起树杖高 起盾 架枪 韩信大声下令道 砰砰砰 秦军外围战阵 一块块盾牌树立起来 一支支长枪架在盾牌上 长枪林立 这下 胡亥心中明白了 匈奴人诺战只是一个晃子 真正目的是让秦冰出战 想在野外歼灭秦冰 面对二十多万匈奴铁骑扑杀上来 秦军显得太少了 只有区区一万多兵马 八百米 六百米 五百米 秦奴 三段是射击 韩信下令道 搜搜搜 战场上尖叫声响成一片 那种撕裂空气的声音 向火箭发射似的 扑扑扑 数千支弩箭 直接贯穿数千名匈奴铁骑 有的命中战马 有的命中匈奴人 啊 惨叫声响起 一名名匈奴人倒下 被后面铁骑踩成肉泥 一下子 匈奴铁骑战阵中 人仰马翻 乱作一团 一波箭雨刚过 又一波箭雨射出 天空中黑压压一片 遮挡住了阳光 扑扑扑 又是数千名匈奴铁骑挂掉 太血腥了 少部分匈奴人成了人肉葫芦 不过呢 匈奴人适应非常快 看到勤军弩箭威力生猛 一下子好多铁骑分散开来 继续朝着勤军战阵杀上来 第095章 智之死地而后生 嗖嗖嗖 一支支弩箭射出 分别扎进匈奴铁骑的身体上 留下一个个血洞 数不胜数的匈奴人跌下马背 被后面战马踩成肉泥 惨叫声 声音声 撞击声 弩箭扎进身体的声音混合起来 成了手气势昂扬的乐曲 美妙动听 惨 惨绝人寰 不过呢 匈奴铁骑确实聪明 看到勤军弩箭威力生猛 马上改变队形 由原来万人战队 变为三千七个战队 一下子 勤军弩箭杀伤力大大下降 问题是 地方狭窄 再怎么变阵 对勤军来说影响不大 就算勤军有再多的勤弩 没地方可摆放 最多耗费点弩箭而已 500张勤弩 仅仅靠在城墙下 一仗城墙射击 不用担心匈奴铁骑会端了后背 韩信组织的战阵 有点像月节阵 在细节上有区别 不过 能最大限度发挥情母威力 有效射杀匈奴铁骑 匈奴铁骑杀到阵前 又会遭到孙上香 黄中二人的卫队组结 成为一具具尸体 完美 太完美了 陛下 您进城吧 这里很危险 让卑职放手一搏 韩信道 开玩笑 在无敌战阵保护下 胡亥有什么好惧怕的 留下来 能获取军心 离开只能让秦兵心寒 胡亥必须让秦兵知道 皇帝也与他们一起在战斗 那是多么荣光的事 韩帅 别劝了 朕不会抛下秦兵 朕愿意与士兵一同浴血奋战 击杀残酷的凶母人 为城中老兵 百姓报仇血恨 不用管朕 朕也是有修为的 并非手无寸击之力 胡亥道 装逼 确实胡亥在装逼 韩信摆下这个战阵 有点像历史上韩信的著名战役 置之死地而后生 那时 韩信是依靠河流 此时是一掌城墙 一旦城门关闭 与历史上的著名战役 没什么区别 看到胡亥坚定的眼神 韩信不好 再多说什么 也对胡亥有了新的认识 并非贪生怕死的皇帝 值得韩信效忠 一下子 韩信对胡亥忠诚度再一次上涨 从原来的七十点上升到八十点 进入八十点 基本算是忠心耿耿 只要胡亥不做出天怒人怨的事 韩信不会反叛 呀 想把韩信忠诚度上升到死中 还有很长路要走 关闭城门 韩信下令道 傻 关城门 不好吧 那城外清兵如何进城 一下子 城内城外的清兵震惊 呆滞 傻了 城墙上贾许脸上微微一笑 瞬间明白韩信的意图 赶快关闭城门 再不执行命令 韩帅可是会杀人的 你们不会想成为刀下鬼吧 贾许呵斥道 反应过来的清兵 迅速关闭城门 全军都有 击杀匈奴人 城门已经关闭 我们清兵再无选择 只有取得胜利 才能活下来 否则 本将军与你们一起战死 陛下也与你们一起战死 韩信大声道 嘿嘿 同样的计谋 在不同的地方实施 有意思 死战 死战到底 秦兵一声声吼叫 声音响彻云霄 连站在城墙上的秦兵 也热血沸腾 战役滔天 士气爆棚 战役合在一起冲向天空 哄 这就是战役 很强大 巨大声响 令奔跑中的匈奴铁机 微微停滞 匈奴铁机中军 莫独看到秦兵气势磅礴 迅速飙向空中 心中也微微一愣 好强大的战役 这名秦军指挥官很厉害 一万铁机方队 变为三千骑后 匈奴铁机损失相对来说 减少的数倍 秦奴的威力极大下降 一轮弩剑下来 最多能射杀数百名匈奴铁机 不再像开始时 一波能让匈奴铁机倒下数千骑 数百骑 对于拥有二十多万铁机的匈奴人来说 显得微不足道 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报告汉王 城墙下貌似是秦皇 我们这次转大发了 只要俘虏秦皇 燕门关不这儿下 还可以用秦皇来向秦帝国敲诈勒索 请汉王下令吧 一名万夫长报告道 什么 秦皇 胡亥那小子来到燕门关了 不可能吧 那可是高高在上的秦皇啊 听说贪婪好色 胆小如鼠 这样的人赶到燕门关了 除非胡亥脑袋被门夹了 或者是进水了 你确定是秦皇 莫独道 汉王 是我们潜伏在燕门关的探马侦查道的最新情报 绝对不会有错 燕门关上很多老兵 百姓都知道 因为秦皇到达燕门关 特意拿出好多粮食 羊肉等物资分给老兵 百姓 这是在燕门关人人知晓 不会出错 万夫长道 哈哈 莫独兴奋的狂笑起来 一旦抓不到秦皇胡亥 不仅能让二十万铁骑继续南下 还能敲诈到大量财宝 汉王 那个秦皇不会是逃出咸阳 到燕门关来避难的吧 听闻中原一带四处内乱 打成一锅粥 另一名万夫长道 中原战争爆发 匈奴人很清楚 不过呢 秦兵消灭上百万叛军的事 暂时还未传到莫独耳边 要是听到了 不知会咋想 有可能秦皇是来燕门关避难 准备东山再起 一名万夫长道 汉王 要拿下燕门关可不容易 秦奴很厉害 杀伤力惊天动地 对我们伟大的匈奴铁骑影响巨大 必须要想办法 把秦奴破坏掉 否则 铁骑伤亡会越来越大 咱们也承受不住啊 又一名万夫长道 只要能俘虏秦皇 付出再多的伤亡也值得 左贤王道 左贤王 你手下铁骑还会出洞 想捡便宜吗 既然如此 请左贤王出兵吧 一名部落首领道 这十多天来 进攻燕门关的铁骑 基本是一些小部落的人 什么汉王 左贤王 大部落的铁骑 基本未出洞 好了 不要吵了 既然秦皇胡害到了燕门关 不论是什么意图 什么目的 我们必须俘虏 有了秦皇在首 就算再穷 也是一个皇帝 依然有其价值 莫独道 汉王 那接下来的战斗怎么安排 一名万夫长道 不分昼夜的进攻 不让秦兵有休息的时间 出城来的秦兵 不是只有一万人吗 对了 一定要搞清楚 胡害出城来没有 这个很重要 一旦证实 马上猛攻 莫独道 匈奴高层 左前王 万夫长等人 露出笑容 高兴啊 一旦俘虏胡害 美女 银子 兵器 食言 粮草大把的送来 这是长生天送来的好处 报告汉王 确定了秦皇就在那一万秦兵中 不过防守严密 不好进攻啊 传令兵道 哈哈 莫独大声狂笑起来 好 很好 非常好 告诉进攻的铁骑 加大进攻力度 不要让胡害那小子跑了 莫独道 遵命 传令兵道 第096章 血战到底 搜搜搜 弩箭撕裂空气 划破天空 弩箭散发出尖叫声 响彻云霄 朝着奔跑中 匈奴铁骑扑上去 轰隆隆 匈奴铁骑加快的进攻节奏 不让秦兵有休整的时间 文和 让城墙上擎弩射击 减轻呈下压力 胡害道 遵命 假许道 搜搜搜 城墙上五百张擎弩开火了 一下子 弩箭的密度扩大一倍 命重率也大大提升 不过呢 再稠密的弩箭雨 也阻挡不住 匈奴铁骑进攻步伐 他们像吃了兴奋计时的 拼命往城墙下战阵冲杀而来 什么情况 貌似匈奴铁骑发疯了 陛下 估计是宁出城来的消息 泄露出去了 匈奴铁骑想俘虏陛下 才会如此猛烈 韩信道 胡害微微一愣 哈哈 胡害笑了起来 韩帅 这不是很好吗 来多少匈奴铁骑 咱们杀多少 此地狭窄 正是擒弩发威的好地方 咱们不要辜负匈奴送上来的机会 一定让匈奴后悔莫及 胡害调侃道 哎 韩信常常叹了口气 陛下 咱们出城来 没多少弩箭 一旦弩箭射光了 情况很麻烦 韩信摇头道 按韩信原计划 只想多杀一些匈奴人 现在对方知道胡害出城 绝对会不惜代价进攻 呵呵 韩帅 放心吧 弩箭咱们有的事 要多少挣给多少 一切看韩帅指挥 胡害道 刷 下一刻 一捆捆弩箭释放出来 数量有数十万只 震撼 震撼心灵啊 韩信对胡害不了解 看到胡害面前 莫名其妙 出现大量的弩箭 一下子呆滞 傻愣 陛下 这从什么地方来的 韩信道 呵呵 韩帅 这个咱们暂时不方便明说 你只要知道 需要什么武器装备 尽管说 朕尽量满足 胡害装逼道 遵旨 韩信大声道 看到那么多的弩箭 就算二十万匈奴铁骑扑上来 韩信也能一一击杀 呀的 一万人对战二十万铁骑 胜利了 那是多么辉煌的战绩 作为战役指挥官 谁不想名垂千古 一站下来 肯定会成为教科书式的经典战力 韩信马上调整战阵 让秦弩充分发挥作用 不再需要秦兵用人来填坑 看到匈奴铁骑加快进攻节奏 韩信明白 匈奴人不会给秦兵休息的时间 迅速做出安排 让一些士兵原地休息 孙上香 黄中旗下卫队 也轮流休息 补充体力 嗖嗖嗖 不论是城墙上还是城下 秦弩都在不停的射击 冲上来的匈奴铁骑 一个个倒下 太惨了 秦兵前方 尸体雷起高高一层 鲜血流出来 把大地染成红色 饱和后又往低腰处流动 形成河流 慢慢在移动 血流成河 没错 就是用匈奴人鲜血形成的河流 天暗了 匈奴铁骑依然故我 继续朝秦兵战阵扑杀上来 胡亥发现晚上打仗 貌似看的不是很清楚 弩剑威力也大幅度下降 不是好现象 不行 必须改变 咋办呢 胡亥心中在考虑 火把 算了 从系统商城中兑换一些火把出来 再兑换些火油 一是防寒 二是照明 刷 数百把火把出现 交到秦兵手里 让他们马上点燃起来 有了火光 秦弩能清楚看到奔驰来的匈奴铁骑 更方便射杀 不惧生死 前赴后继 匈奴铁骑在莫独命令下 一个个骑兵方阵杀出 朝着秦兵战阵扑上来 嗖嗖嗖 秦兵擒弩 在还击 阻止匈奴铁骑的步伐 把一匹匹战马射杀 士兵一鸣鸣跌下马背 匈奴人心中在滴血 一个白天时间 损失了三万多人 要知道 进攻夜门关半个月时间 只挂掉一万多骑兵 今天一个白天损失那么多 莫独心中也气愤无比 怒火再也压制不住 不计伤亡 给本王扑上去 一定要活捉秦皇 不能让他跑了 莫独吼叫道 遵命 传令兵道 莫独亲帅的汉王铁骑出动了 不论是战斗力 还是装备方面 莫独旗下铁骑 都比其他部落铁骑强悍很多 轰隆隆 陛下 匈奴人的王骑出动了 韩信道 呵呵 真看得起朕啊 韩帅 不要有什么顾虑 尽管放心大胆安排 把朕当成一名小兵即可 胡亥道 遵命 韩信道 枪兵骑阵 一声令下 最前面秦军步兵 纷纷架起长枪 迎向扑杀上来的匈奴铁骑 匈奴人拼命了 骑兵战阵再次密集起来 不过呢 尽管如此 依然有好多 躲过紧弩射杀的匈奴人 冲到战阵前 红粉兵团 射击 孙尚香道 嗖嗖嗖 一团团火焰 朝着匈奴铁骑扑上去 啊 啊 惨叫声响起 火焰贯穿身体 痛得匈奴人大喊巴叫 轰隆隆 秦军战阵受到冲撞 盾牌瞬间告破 骑兵冲撞力太强悍了 秦冰组织起来的盾牌 一下子碎了数十块 枪兵 评刺 看到盾牌破了 长枪兵指挥官迅速下令 扑扑扑 一明明好不容易扑到 秦军阵前的匈奴铁骑 一个个倒下 死的不能再死了 收枪 再刺 扑扑扑 一个个血洞流下 成为一具具尸体 高效的杀敌 收枪 再刺 如此循环往复 枪兵再不断地刺出一枪又一枪 十枪后 前排枪兵后撤 后排枪兵一步迈上前 接着继续刺杀 搜 孙尚香看到一名匈奴万夫长 正在砍杀秦冰 马上张弓搭剑 瞄准 锁定 射击 十二团烈焰剑 朝着那名匈奴万夫长扑上去 炽热的火焰 吓得匈奴万夫长一身冷汗 生死危急时刻 手中弯刀收回来 保护好胸口上 砰砰砰 三枚火焰剑挡下来 扑扑扑 十二只火焰剑笼罩在匈奴万夫长身上 挡下三只 还有九只 其中有几只是致命的 太强了 孙尚香晋升到战踪镜 射出的火焰剑威力更是生猛 啊 匈奴万夫长惨叫声响起 一只火焰剑贯穿左胸口 一只贯穿左右手臂 眼神中露出不干 惊恐万壮 眼睛睁得大大的 有罗锅大 死不瞑目啊 扑扑扑 红粉兵团射出上千只火焰剑 有的剑弓 有的落空 彻底阻挡下匈奴人步伐 枪再刺 血再飙 激战依然在进行 第097章 义军信心动摇 彭城 城主府项羽大仗中 旗下范增 龙且 鹰部 忌部 钟离妹 张涵 司马兴 董毅坐在一起 外加一个游击将军彭月 项羽旗下重要谋士 将军全到场 叛军在同关失败 崩溃 只有三万步道兵马 逃回函谷关 损失极其惨重 担心秦军会继续攻击函谷关 叛军各诸侯代表 将军纷纷带着轻卫闪人 项羽也不例外 权衡轻重 带着五千骑兵逃到鹏城 没错 项羽没选择回江东 霸占了鹏城 作为以后的大本营 鹏城离小沛不远 刘邦溃败后 一直待在小沛招兵买马 训练士兵 等待机会东山再起 项羽带着五千铁骑杀来后 刘邦怂了 表面上看 刘邦有三万多人马 项羽只有五千骑 问题是 项羽手下战将如云 谋士如雨 加上那些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五千老兵 全是战率尽 战力滔天 刘邦呢 刚刚征招的新兵弹子 如何抵挡得住项羽旗下 五千玉血老兵牛子 况且 刘邦此时手下 真没几个人 除了曹参 夏侯英二人才能出众外 其他人才一个没有 项羽呢 旗下有顶级谋士范增 那可是这个时代最牛逼谋士之一 并不比至胜张良弱多少 旗下战将更是多如牛毛 随便拉出一个出来 横推 碾压刘邦旗下将军 一点问题没有 憋屈啊 刘邦真的很憋屈 对项羽怒火中烧 却不敢发火 还得笑脸相迎 在项羽王八七的威压下 刘邦除了认怂 没有其他路可走 再一次委屈求全 投奔到项羽帐下 刚刚组建的三万部队 也被项羽接收 只留下数千老弱病残 又给刘邦 这段时间 项羽不仅在鹏城居住 还时刻训练士兵 准备与秦军一战 诸位 刚刚收到情报 秦军撤走 不是秦军宽宏大度 而是北方二十多万匈奴铁骑南下 加上枪族动乱 令秦军不得不撤退 现在 胡亥带着四万勤兵 到燕门关迎战匈奴铁骑 蒙田带着二万勤兵 去征讨枪族 项羽道 呼 在座的将军 一个个呼出一口长气 轻叹 匈奴人与中原民族 一直是世仇 作为一名将军 抵抗外移种族南下入侵 是职责 将军 军师 那个胡亥很有胆识啊 不像传说中那样贪婪好色 值得我被敬佩 彭越道 好几名将军 支持彭越之言 纷纷点头认可 哼 范增一声冷哼 只能说 胡亥很愚蠢 难道不知道 安外要先安内吗 如果是胡亥雄才大略 就应该一举歼灭我们异军 只要彻底消灭 国内局势马上得到缓解 再回过头来 抵抗匈奴铁骑 边境地区死几名贱民有何关系 这是丢小时大 范增质一道 军师 也不能这么说 胡亥不撤退 不丢小时大 咱们现在已经成为尸体 咱们要感谢胡亥 是他没有穷追猛打 才让我们逃得一命 幸运啊 继部调侃道 将军 那我们怎么办 出兵进攻秦军 还是有什么打算 钟离妹道 将军 我不赞成出兵打秦军 一是匈奴人与中原市世仇 在这个时候出兵 有资敌之嫌疑 二是我们手下士兵 除五千骑兵外 其余全是新征召的 加上训练没多少天 出兵无疑是自行死路 目前 秦冰刚刚收复寒谷关 虎劳关 正在大力修建这二座爱关 三是尽管秦冰抽走了好多 可是 依然有三万多兵马 驻扎三关 据说 蒙义依然在征召新兵 实力我们一军不占优 四是 上次上百万一军 未进入关中地区 现在想进入 不大可能 张涵道 哦 张将军 那你的意思是不打 项羽道 心中气啊 一场大雪 让义军灰飞烟灭 那次失败 让项羽很没面子 一定要在野战中击败秦军 挽回名誉 老夫虽然觉得胡亥儿戏 不过 在凶木人进攻夜门关之际 若是我们义军在进攻秦军 确实有通敌之嫌疑 一旦出兵 会让天下人耻笑 辱骂 再说了 向张将军所言 我们义军全是新兵弹子 出兵也不会取得什么胜利 还是好好训练士兵 到时候再与秦军决战 范增道 将军 末将认为应该与秦军好好洽谈 最好是让秦军招安 让我军转变为秦军 鹰部道 啊 鹰部话一出 在座的好几名将军 震撼 惊讶 那与投降有何区别 一代霸王 怎么可能投降 除非黄河水倒流 太阳从西边出 项羽彻底愤怒了 脸色阴沉 寒意逼人 眼睛像刀瓜似的刺向鹰部 让鹰部身上凉嗖嗖的 鹰部站起来 朝项羽恭敬行礼 将军 胡亥已经斩杀了赵高 过去那些事 确实是赵高所为 与胡亥没多大关系 胡亥掌权后 一系列事件处理得非常好 从情报上看 胡亥是一个爱惜人才的皇帝 韩兴在这里 只是一名战外小兵 到了胡亥手里 马上成为一个军团司令官 要知道 韩兴也是义军 在胡亥眼里是叛军 鹰部道 意思很明白 只要项羽投诚 胡亥绝对不会追究责任 只会受到重用 古代将军 谁不想扬明立万 谁不想明垂千秋 特别是在对外作战中 那才是真正的扬明 不仅是鹰部有这种想法 连彭越 张韩兴中也有此想法 这段时间以来 大家对胡亥印象 貌似发生了改变 不再是那么的懦弱 无能 将军 末将也认为 鹰部将军所言有理 可以先派人去与胡亥商量 看看条件再决定 彭越道 项羽看了下 除了龙且 钟离妹 既不 没有其他心思外 其他人心中有了小酒酒 再回想到 与胡亥喝酒一事 项羽一下子 有点迷茫 雅夫 您的建议呢 项羽道 也可以派人去与胡亥交谈一下 看一下胡亥的态度 再考虑其他问题 范增道 之所以说出这样的话 是范增最近查看星象 那颗地心周边的黑暗光圈 越来越淡 新的地心暗淡无光 随时会消失 这一情况 让范增心不甘 可是 不敢逆势而行 古人太姓迷信 特别是阴阳学类的星象 很多是解释不清楚 另一个未面的神话小说就是如此 你说是假的 却又有一定的记载 真的吧 违反科学 世上不是有好多科学解释不清楚的事吗 如埃及金字塔 怎么新建起来的 玛雅文明的起源 秦皇陵等等事件 真的说不明白 第098章 新的战士 小佩 刘邦这段时间心情非常不爽 倒了八辈子没 好不容易占据小佩这个地方训练士兵 项羽来后 直接威胁刘邦 不臣服死 在这种情况下 刘邦没有选择 不臣服会挂掉 臣服能暂时保住小命 这种选择题 傻子都会 无可奈何之下 只好臣服 投身到项羽帐下 好不容易征召到三万兵马 也被项羽接管 真是做了嫁衣 嫁衣神功 这还不算最倒霉 重要的是 老岳父吕工一家 在项羽驻扎鹏城后 吕氏一族趁乱闪人 具体到什么地方 没人知道 甚至连老婆吕芝也跑了 还留下一封修书 气啊 刘邦真的非常生气 修人啊 被女方修书 在古代这种事 绝对会令很多人惊讶 震惊 一时间 整个小配 鹏城的百姓全知道了 三十万一军灰飞烟灭 好不容易征召到三万 又被项羽抢走了 这下才被吕智修书 心中那个气啊 目火中烧 整天与夏侯英 在家中醉生梦死 刘邦是一代枭雄 圣主 心情不好 也就几天时间就调整过来 又投入到霸业中 主公 曹大人来了 传令兵道 有请 刘邦道 主公 你不能再这样醉生梦死 必须振作起来 好多事需要你处理 曹参道 老曹 什么事需要我处理 目前 咱们手上只有数千兵马 有啥事啊 刘邦道 主公 就算是数千兵马 也需要吃喝拉撒 现在整个鹏城 是由项羽主持 我们已经断粮二天了 再不想办法解决 那些个士兵都跑光了 曹参道 老曹 咱们现在隶属于储君 没吃了找储君药 没钱花找储君讨 刘邦道 主公 我们已经去向储君交涉了几次 每一次对方都含糊其词 推三阻四 不好吧 曹参道 唉 刘邦叹了口气 心中很是思念萧和 萧和在的时候 这些是根本不用操心 老曹 打听到萧和的音信了吗 刘邦道 主公 已经打听出来了 萧和被秦军俘虏 现在与立姬 张良 周伯在咸阳 其家眷也到了咸阳城 算是与家人相聚了 不过 听说周伯已经投靠秦军 跟着胡亥去了燕门关 其他几人被积压在咸阳城 不让人探访 曹参道 哼 周伯这个王八蛋 居然被判本宫 最好以后别让本宫碰上 绝对不会轻饶 刘邦阴森森道 老曹 派人到咸阳城 看一下能否把萧和 立即二人营救出来 刘邦道 曹参微微一愣 张良也在咸阳城 为什么不说营救呢 不过 曹参不好问 主公 积压张良 立姬 萧和等人地方 秦军看守非常严密 不让外人靠近 营救仪式很困难 会百百损失士兵生命 曹参道 老曹 萧和一定要营救出来 刘邦道 主公 问题是 老萧的家眷已经在咸阳 仅营救老萧还有可能 一旦营救的人多 不可能 如果只营救老萧 不营救家眷 老萧会走吗 曹参道 先让人与萧和接触一下 能营救一定要救 不能救再说 实在不行 把萧和咔嚓掉 刘邦道 啊 曹参听后惊呼一声 萧和是刘邦的重要谋士 一直主管后勤事务 做梦不会想到 刘邦会向萧和下手 在刘邦字典里 不能为自己所用 必须斩杀 不能给其他人使用 像张良一样 不过呢 曹参可不知道 刘邦向张良下过死手 要不是锦衣卫出现 张良已经成为一具尸体了 曹参眼神变了 考虑辅佐刘邦 是不是正确的选择 一旦被抛弃 自己也会成为一具尸体 好吧 卑职派人去咸阳城 尽量营救 不过 是否成功 一切看天意 曹参道 心中有了疙瘩 想法就不由自主地 涌现在脑海中 曹参也是宰相 属于高智商一类牛逼人物 老曹 吕氏一族查到了吗 到底去了什么地方 本宫一定要活批了吕氏一族 刘邦道 耻辱啊 喜不尽的耻辱 就像裤装沾上黄泥巴一样 没死也是死了 这个一直在查找 派出好多人 都没有消息传回来 甚至这段时间 那些个非嫡系子弟也不见了 曹参道 哦 老曹 能查到行中吗 验过刘生 本宫不相信 一点痕迹不留下来 刘邦道 我努力吧 曹参道 另外 老曹 咱们也要寻找人才 特别是那些个谋士 说客 发现的话 想办法说服 刘邦道 嗯 隆熙 在伪匈奴铁骑的进攻下 隆熙城摇摇欲坠 最后城墙破了 大量伪匈奴人杀进城中 眼看一座城池中的百姓 也要挂掉 危急时刻 蒙田带着一万琴棋杀盗 救下隆熙城百姓 在琴棋兵追杀下 无数伪匈奴人纷纷逃窜 加上琴步兵跟上 对伪匈奴人展开了屠杀 战斗非常惨烈 十多万伪匈奴铁骑 只剩下三万多骑逃出生天 其余的不是被斩杀 就是俘虏 秦军回到隆熙城 迅速了解情况 把伪匈奴各部落的情况 一一掌握 原本想在隆熙抽掉兵马 现在看来 又是一场空 城中官兵死伤惨重 活下来的官兵 也是人人带伤 加上城中百姓 真的很凄惨 三天后 秦兵休整完毕 体力得到补充 出发 蒙田一声令下 秦军出征了 这次是秦军主动出击 被那些投降匈奴的伪匈奴部落 进行清剿 解除秦帝国危害 轰隆隆 秦军朝着野谷口那个地方扑过去 一路上 蒙田为了确保大军安全 派出探马 对伪匈奴人的哨兵 暗叹一一斩杀 报告蒙将军 野谷口的伪匈奴人有了准备 在入口处摆下了一道防线 传令兵道 哦 伪匈奴人有多少兵马 蒙田道 将军 那是一道天险 据侦查 伪匈奴人大约有五万铁击 不过 现在堵在入口处 传令兵道 继续侦查 有情况及时报告 蒙田道 遵命 二天后 蒙田大军到了野谷口 妈蛋 真不好打 要通过这道天险 必须拿下二侧山峰上的伪匈奴人 否则 强弓的话 秦军损失不起 第零九九章 秦军反击 蒙田在细细查看 爱口二侧山峰情况 发现山顶中 隐藏着无数伪匈奴人 一旦秦冰入天险 从山上滚下雷幕 石块 秦冰会伤亡惨重 强弓不行 必须歼灭 二侧山峰上的伪匈奴人 怎么办呢 寒风嗖嗖吹在脸上 如刀瓜似的 对了 现在是腊月尾 山上很多草已经枯萎 加上各种真叶类落叶 应该可以实施火攻 蒙田脸上露出笑容 命令 派二队士兵前往二侧山脚纵火 最好多倒点火油 让火势更猛点 蒙田道 遵命 传令兵道 说说 数百名勤兵提着一桶桶火油 走到山脚下 开始往丛林中倾倒火油 哄 点上火 二侧山脚迅速冒出火焰 火油燃烧 直接把树林中的枯萎树枝 枯草点燃 一下子 火光冲天 火势快速朝山顶上蔓延 隆隆的烟雾 笼罩二座山峰 无数伪凶奴人 忍不住浓烟 一个个冒出头来 迅速朝山下逃窜 再不逃窜 等待他们的事 窒息而死 加上火焰蔓延速度极快 在高温下 原本潮湿的陵墓 迅速干枯 成为易燃品 火界封 封住火 一刻时间不到 二座山峰上 冒起数十战高火焰 面对如此恐怖的高温 烈火 不要说伪凶奴人 就算是战皇进高手 也承受不住轰烤 啊 啊 丛林中一声声 惨叫声响起 那种撕心裂肺的吼叫声 令人毛骨悚然 哈哈 秦军士兵 看着熊熊燃烧的大火 肆无忌惮地狂笑起来 丛林中隐藏的伪凶奴人 为了活命 拼着老命往山下狂奔 生怕逃不出生天 那种狼狈相 无言以对 也骨口部落 族长 不好了 不好了 秦军纵火焚烧山脉 咱们部落中的勇士 一个个跑下山来 一名传令兵道 什么 秦军焚烧山林 一下子 部落首领大仗中的人 集体呆滞 傻愣 张口结舌 半天讲不出话来 脑海相当激实的 一片空白 有伤亡吗 沙利族长道 族长 具体有多少伤亡不清楚 现在乱成一团 根本统计不出来 传令兵道 意思是 我们布置好的陷阱 彻底暴露无遗 秦军没上当受骗 沙利道 族长 秦人非常狡猾 根本没进矮口 看到地势险峻 马上停止前进 然后派出秦冰焚烧二侧山峰 传令兵道 沙族长 不用担心 就算秦冰杀进来 我们只要组织好 准备好 同样能抵挡下来 一名匈奴使者道 使者大人 匈奴铁骑什么时候到达 我们部落人口不多 抵挡不住多长时间 沙利道 沙利族长 不要着急 我们伟大的匈奴人 是蒋姓裕的 汉王带着二十多万铁骑 正在燕门关上激战 一旦拿下燕门关 我们匈奴铁骑南下 你们东进 二路夹击 秦帝国瞬间会瓦解 崩溃 到时候 中原大把美女 钱财随你任意拿 匈奴人又开始忽悠起来 谁说匈奴人不会忽悠 完全是屁话 匈奴人与中原战斗过多少次 胜利了肆无忌惮掠夺 抢劫 淫秽 杀人 失败了 马上投降 并发誓说 永远不再入分中原 永远是中原人的好朋友 好兄弟 释放后 不用多少年 等匈奴人休养生息一段时间 抚平了伤口 马上又带着铁骑南下 入侵中原地区 这种事 发生过无数次 投降 休养 入侵 再投降 再休养 再入侵 如此循环往复 可以这么说 匈奴人是这个世上 最无信誉 最无赖 最卑鄙无耻的种族 现在匈奴人 又拿出忽悠中原人那一套来 把个伪匈奴部落 耍得团团转 沙利组长被匈奴使者一番话 说得热血沸腾 双眼泛着红光 心中欲望 节节攀升 滴滴滴 警笛声响起 野谷部落的伪匈奴人 吹响了战鼓 全民皆兵 秦军决一死战 伪匈奴人信心百倍 战意滔天 此时的伪匈奴人 貌似忘记了 为公拢西城的十多万铁集 是如何挂掉的 心中只有贪婪 财富迷失了人性 一个个伪匈奴人聚集起来 一队队伪匈奴战马牵出来 迅速组成一支支骑兵 一些白发苍苍的老人 也拿起兵器 一些十多岁少年也参与进来 一名名妇女跳上马背 在匈奴使者的教育下 伪匈奴人也慢慢毫无人性 上岁数的老人成为战争牺牲品 炮灰 若爱口 秦军在等待 等二侧山峰的大火熄灭 三天后 伙势不影响秦军前进 蒙田下令 全军缓缓朝着爱口推进 前方是盾牌兵 后方是长枪兵 中央是秦弩 一队队秦兵慢慢推进 爱口不长 只有一里多落 因为秦军纵火 没等伙势 熄灭就开始挺进 大大出乎意料 等伪匈奴人发现时 秦军已经推进到了爱口另一侧 哇塞 好宽广哦 一种豁然开朗 感觉油然而生 等秦军全部兵马走出爱口时 伪匈奴铁骑才冲杀过来 此时已经晚了 走出爱口 秦军迅速组成战阵 成品自行三个方阵 中间方阵突出去 最前面是盾牌兵 长枪兵架起长枪 后面是秦弩 左右二侧 有二个步兵方阵 形成巨角 后方是中军 有一万秦旗 等待命令 随时给一伪匈奴人一击 轰咙咙 近五万铁骑 朝着秦军战阵冲撞上来 不对 沙利部落 怎么会有如此多的铁骑 不是说 该部落只有三万人口 一万多骑吗 蒙田心中迷惑不解 不过呢 到了此时 蒙田只有一战 不可能退兵 一旦退兵 秦军会造成极大伤害 细看下 蒙田摇摇头 伪匈奴人铁骑 与匈奴铁骑比起来 根本不是一个等级 弱了好多 别的不说 在骑兵冲杀时 匈奴铁骑讲究战阵 一旦冲阵会 排成各种队形 伪匈奴人铁骑呢 乱作一团 没有战阵 没有纪律 一股脑往前冲 八百米 六百米 五百米 擒弩 三段式射击 蒙田下令道 搜搜搜 数千只弩箭 发出尖叫声 快速奔向伪匈奴铁骑 一只只粗壮的弩箭 狠狠扎进身体 一道道鲜血飙射出来 滑向虚空中 扑扑扑 一波弩箭雨 留下了上千名伪匈奴人的生命 有的弩箭贯穿一人后 速度不减 依然往后扑过去 贯穿一名伪匈奴人身体 一名名伪匈奴跌下马背 被后面战马 活活踩死 成为一堆堆肉泥 伪匈奴铁骑 微微停滞 搜搜搜 第二轮弩箭雨射出 又留下一片尸体 砰砰砰 伪匈奴铁骑一下子人仰马翻 无人驾驭的战马在乱窜 连有骑士的战马 也惊恐万壮 朝着四周乱窜 乱撞 铁骑战争瞬间告破 一句句尸体留下 血流成河 大地染成红色 这不是战争 是杀戮 不错 是杀戮 擒弩在不停地收割 伪匈奴人的生命 啊 一声声惨叫响起 惨啊 惨绝人寰 第一百章 闲聊 燕门关 匈奴铁骑 连绵不断进攻三天三夜 损兵折降近十万铁骑 才让莫独清醒过来 知道想要活捉胡亥 那是多么的荒谬 连续进攻了几天时间 连擎兵战阵都破不了 谈什么抓捕胡亥 几天下来 损失一半铁骑 令莫独怒火中烧 愤怒无比 怯啊 心中憋着怒气 却发泄不出来 无可奈何之下 匈奴人只好乖乖退兵 秦军看到匈奴人退兵 也不追杀 一旦追杀 搞不好是匈奴人陷阱 此时情况 已经不必要再冒险出击 秦军缓缓退回燕门关 这一站下来 歼灭匈奴铁骑十万余人 秦军损失士兵三千多人 重伤两千多人 其余轻伤不做统计 由于孙上香 黄忠及旗下卫队 射杀了上万名匈奴铁骑 加上一些千夫掌 万夫掌挂掉 胡亥获得大量经验值 修为也一步步提升 从原来战王进五阶 晋升到战王进七阶 暴涨二个小金箭 成竹府 陛下 贾许先生来了 传令兵道 有请贾先生 胡亥道 见过陛下 贾许道 文和 不要客气 赶快坐下吧 天气寒冷 陪朕好好喝上几杯 暖暖身子 胡亥道 谢陛下 贾许道 取出一瓶茅台出来 给二支酒杯中针上酒 一杯推到贾许身旁桌子上 胡亥端起酒杯 一口喝光 烈酒下肚 身体感觉暖暖的 陛下 锦衣卫发现一个人 开始时未注意 后来锦衣卫把画像送上来 微臣觉得像魏辽 特意来向陛下汇报 贾许道 哦 魏辽 秦帝国曾经的太尉 是一名赫赫有名的大佬 其著作魏辽子 对后事影响很大 成为历朝历代兵家必看的书籍 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牛人 不过呢 胡亥已经很多年没见过魏辽 只是小时候见过 好多年了 魏辽辞官后 无人知道在什么地方隐居 估计也只有秦始皇知道 文和 魏辽先生开始时 在什么地方出现 胡亥道 陛下 在咸阳城 贾许道 咸阳 怎么可能 如果魏辽一直待在咸阳城 不可能隐藏痕迹 总会有人遇到 一个大兵家 陛下 魏辽先生正朝燕门关赶来 沿途锦衣卫提供情报 才让魏辰确认 贾许道 魏辽来燕门关 有意思啊 多少年不问世事的魏辽 居然跑到燕门关来 其中肯定有不为人知的秘密 文和 对帝国这位兵法大佬 你有什么建议 胡亥道 胡亥想不明白 不代表贾许想不清楚 贾许最擅长猜测人心 一猜一个准 陛下 魏辽查看了下资料 魏辽先生已经好多年 没过问朝政上的事 甚至连人影都寻不到 突然间跑出来 令人迷惑不解 魏辽也想了好久 一直想不明白 还需要情报支撑 才能做出决断 贾许道 胡亥点点头 对于魏辽的情报太少 这个是事实 毕竟 胡亥掌权也没多长时间 锦衣卫建立太短 情报网络还不完善 文和 魏辽先生 朕觉得 怎么披着一层青纱 到底有什么目的 朕不清楚 不过 朕觉得 一定要查清楚 多少年不露面 在这个时候露面 有意思啊 胡亥道 一件事出现 不会有什么阴谋诡计 事件出现过多 傻子都明白 事情不简单 此时未聊就是这种情况 想不让胡亥怀疑 都难 遵旨 二人边喝酒边聊天 咚咚咚 进来 胡亥道 美艳的鱼姬来了 这段时间战事紧张 二人没时间聚会 也没时间交流 沟通 彼此间想念之情只能隐藏 陛下 微臣有事 先告退 假许道 呀的 老油条 真是什么事都隐瞒不住 假许那双眼睛 看着鱼姬郊区隐隐约约 媚眼顿声 妩媚动人 一下子 胡亥差点沦陷 顶不住啊 鱼姬 坐下来喝点酒 胡亥道 谢陛下 鱼姬道 胡亥伸出大手 把鱼姬拉到身边坐下 淡淡的幽香袭来 让胡亥感觉非常舒服 那是真正的体香 并非是合成香水 呀的 金大大笔下 那个香香公主 不就是这样的吗 身体上会散发出百花香 鱼姬身上散发的 是一种幽香 有点像兰花香 又有点像野百合香 取出一瓶红酒 二人小口小口饮用 胡亥大手 不时抚摸一下 那双柔嫩的玉手 抚摸上去 像是摸在丝绸似的 舒服 非常舒服 鱼姬 战士紧张 习惯得了吗 要是不习惯 可以不参与 朕把你掉在身边 胡亥道 陛下 臣妾不想离开 红粉兵团 待在红粉兵团里 修为静声很快 已经习惯了 鱼姬道 胡亥点点头 普通人 一旦进入神将卫队 得到神将赐予地功法 修为军会报长几个境界 加上用经验值 静声修为 不纯粹是靠修炼静声 速度明显 比其他人快了无数倍 行 你继续待在上香手下 胡亥道 陛下 为什么不把上香妹妹也拿下 那样一来 我们二人可以更好服侍您啊 鱼姬道 妈蛋 难道不吃醋 不可能吧 世上那有女人 不吃醋的 那个 鱼姬 这是不要乱说 让上香听到不好 会影响团结 闹出纠纷 胡亥无耻道 陛下 上香妹妹也不小了 马上就十六岁了 二八家人 正是最佳年龄 鱼姬道 唉 胡亥常常叹了口气 在心中 低于十八岁的女子 胡亥一概认为是孩子 怎么敢乱来呢 鱼姬 这种事 要你请我愿 不是一方面想 就能成功的 再说了 男女间 必须要有感情 没感情那叫什么事 和畜生有何区别 胡亥道 说实话 不动心 那绝对是骗人的鬼话 那么漂亮的妹子 根本抵抗不了 特别是修炼武功的女孩 身体发育得非常完美 身材火爆到极点 视觉冲击力很强 陛下 臣妾见上香妹妹 看陛下的眼神不对 否则 怎么会有那样的味 鱼姬道 唉 好了 不说了 咱俩在一起 说其他人干嘛 胡亥道 嗯 胡亥手在游走 二人靠在一起 蒸伐 不停的蒸伐 天亮了 鱼姬看上去 越来越有女人味 成熟的美 美不胜收 陛下 臣妾修为 又晋升了 鱼姬道 哦 不错 真的非常不错 鱼姬修为晋升 胡亥也为他高兴 宝贝 要不庆祝一下 胡亥道 陛下 不用 鱼姬道 第101章 下雪了 下雪了 天空飘洒着雪花 大地白矮矮一片 山峰 林木披上银桩 世界成了白色 洁净 几天来 匈奴人停止进攻 在大仗中 抚平心灵上的痛 损失十多万铁机 令莫毒愤怒无比 心中一团火没地方发现 一直憋在胸口上 差点把人憋死 三天下来 莫毒在大仗中狂喝 牛饮 一副醉生梦死的模样 想不通啊 为啥就不能摧毁秦军战阵呢 秦奴 对 燕门关上的秦奴 比以往威力提升了十倍 想要拿下爱官 胡亥 必须摧毁秦奴 怎么摧毁呢 在野外决战 到时候 弩箭消耗光了 就有机会摧毁秦奴 这要多少铁骑去填坑啊 莫毒思考了好多方案 全都不适用 不是坑太大 就是不现实 美好的效果 莫毒并未贺高 心中一直在思考问题 毕竟 莫毒可是这个时代最强大的汉王 小熊 在历史上赫赫有名 下雪了 想要撤退一下子走不了 看来这次南下入侵中原失败了 莫毒目的是 树立威信 用战绩向其他匈奴人部落示威 震慑 哎 莫毒长叹一声 运气不好 出兵不力 心中气啊 燕门关城主府 陛下 下雪了 咱们是不是应该让士兵学习滑雪 到时候 好像匈奴人进攻 假许道 胡亥点点头 一直在等下雪 这是秦军消灭南下匈奴铁骑的良机 肯定不能错过机会 先消灭莫毒二十万铁骑 可以缓解边境地区的压力 只有这样 秦帝国才能腾出手来 扫平境内叛乱分子 收复故地 重铸辉煌 让秦帝国战旗 插遍整个星球 韩帅 这是你负责 滑雪器械 朕已经放在仓库中 派人分配一下 胡亥道 陛下 那个什么滑雪 末将不清楚 也不懂 到底是什么样的战术 韩信道 哦 对了 那时韩信已经离开叛军 并未见识过雪天激战的情况 上乡 由红粉兵团负责教会士兵滑雪 争取一天学会 二天后出击 胡亥道 遵旨 孙上香道 对了 韩帅 黄将军 周将军也要学习 否则到时候 你们走不了 还谈什么消灭凶路人 胡亥道 遵命 韩信 周伯 黄忠 跟着孙上香走出城主府 到仓库取出滑雪板 分配给士兵 由红粉兵团士兵 负责教会士兵滑雪 一时间 燕门关外人仰马翻 刚开始学滑雪 谁不跌倒 不过呢 这个时代的士兵非常能吃苦 跌倒了再爬起来 再跌倒 再爬起来 有的士兵跌倒过数十次后 慢慢掌握了一丝丝技巧 有了跌倒上百次 依然学不会 这是天赋问题 总体来讲 修为越高的士兵 学习起来比正常士兵要快 这是不争的事实 修为一旦上去 身体灵活性相对较好 滑雪本来就靠技巧 并非靠蛮力 韩信 黄忠 周伯三名将军 也跌倒过无数次 这是不可避免的 谁不跌倒几次 当然了 训练场上 笑声不断 有的士兵跌倒时 姿势太难看 引起士兵爆笑 有的跌了个狗吃屎 有的平沙落艳势 什么古怪的姿势 都出现 令人无言 城主府 剩下胡亥 贾许二人 陛下 咸阳城中 锦衣卫发现一个黑兵台据点 经过几天侦查 一举把据点中 十多名黑兵台成员抓捕 不过 他们都是最低层成员 没审讯出什么有价值情报 据点负责人 在抓捕归案的第一时间 服毒死亡 贾许道 哦 终于发现黑兵台的行踪 令胡亥心中很高兴 这个组织 既然不能为帝国所用 不能为胡亥所用 再强大 有什么用呢 黑兵台是一个不稳定因素 绝对不能手软 文和 从据点中 搜索出什么有价值的人 或误出来了吗 胡亥道 陛下 暂时没有 锦衣卫正在排查 希望能逮到重要的黑兵台成员 贾许道 文和 意思是 有方向了 胡亥道 有一点点线索 正在排查 贾许道 文和 也不用着急 让锦衣卫慢慢调查 朕思考过 厌果留生 不可能不留下痕迹 胡亥道 对于锦衣卫的能力 胡亥非常清楚 那可是大明朝的特务机构 顶在群臣头顶上的一把刀 天下发生点什么事 锦衣卫都明白 一旦认真起来 威力是很强大的 遵旨 文和 对了 锦衣卫现在发展到多少人了 天下布局如何 匈奴人 西域监视如何 胡亥道 陛下 县锦衣卫有一万多人 郡一级城镇基本布局完毕 下一步是布局限一级 北方草原上匈奴部落 已经正式实施零号任务 十多名锦衣卫士兵潜伏进北海一带 携带的病军已经投放 效果如何不得而知 西域监视有待推进 假许道 胡亥点点头 要是匈奴部落中有疫情传播 对中原来说是好事 不仅削弱匈奴人的实力 也能为秦帝国争取几年时间 利用此期间解决国内问题 文和 高顺 敌人杰二人的大军拿下河东地区了吗 胡亥道 一个多月时间拿下河东地区 确实有点困难 毕竟 这个卫面的星球太大了 是地球的十多倍大小 一个郡地盘 在这个卫面 比州面积还要宽广 河东属于富裕地区 有上千万人口 陛下 高顺 敌人杰二人的二兵团 现有士兵近六万 不过 新兵相对较多 高顺将军一战带练 正在让士兵蜕变 等河东拿下 士兵也成为老兵了 贾许道 胡亥走到地图前查看 陛下 微臣认为 高顺 敌人杰的二兵团 拿下河东后 一定派重兵死住机关 防止河内叛军进入河东地区 然后 再抽调兵力 朝北挺进 拿下滨州一带地区 占领胡官爱口 那样一来 帝国安全有保障 等击退匈奴铁骑 再慢慢出兵评判 贾许建议道 胡亥点点头 几大爱口掌控 关中地区不受影响 关中是秦帝国立国之本 一旦出问题 会动摇根基 行 这是由文和通知高顺将军 让他们二人考虑后执行 不过 若拿下胡官 也要派重兵驻扎 胡亥道 遵旨 第102章 魏辽 燕门关外 一名白发苍苍的老头 顶着雪花 正朝关上走来 老头年纪大了 大约有70多岁 身高1.78米上下 身上散发出一股儒雅之气 看到秦兵在学习滑雪 老头停下脚步 站在一旁观看 老头心中惊讶万分 这是谁发明的 这是要雪天出兵啊 陛下 外面来了一名老头 他说叫魏辽 是否接见 传令兵道 魏辽 这老头 真来燕门关啊 不过呢 胡亥不清楚 魏辽来燕门关的目的 更不晓得 隐居那么多年 现在突然出事 一想不到啊 请魏辽先生进来吧 胡亥道 贾许与胡亥二人对视一眼 彼此之间非常明白 在怀疑魏辽来燕门关的意图 毕竟说不通啊 时不来 早不来 此时来 没有意图鬼都不会相信 始皇帝在位时 就离职隐居 胡亥上位时也未出来 赵高掌权也不见面 杀了赵高这么长时间了 现在才出来 嘿嘿 草民见过陛下 魏辽道 行完礼 魏辽也在观察胡亥 胡亥同样在观察魏辽 不过呢 魏辽眼神中露出精明 锐利 哈哈 胡亥兴奋的大笑起来 连忙起身握住魏辽的手 太尉 您老可不是草民 是帝国的功臣 是帝国一代军神 今天能再次看到太尉 朕非常高兴 也很开心 说明夜门关前 二十多万匈奴铁骑会灰飞烟灭 胡亥满脸笑容道 呀的 太假了 我要呕吐了 有什么关系呢 人生如戏 大家不都在演人生百态的戏吗 洞察之眼 胡亥第一时间释放出洞察之眼 查看一下魏辽属性等情况 姓名 魏辽 职务 黑兵台主持人 修为 战宗巅峰镜 功法 圣兵点 忠诚度 零 特长 兵法谋略 在指挥作战时 能洞察敌人之谋略 成功率提升百分之三十 哇塞 好牛逼哦 要是能为胡亥效力 绝对是大兵家 能解决好多问题 遗憾的是 魏辽对胡亥没有忠诚度 属于中立人物 可惜了 这才是真正的良才 帅才 想想也是 能辅佐秦帝国 扫平六国的牛人 会很弱吗 胡亥倒了杯酒 推到魏辽身前桌子上 太尉大人 喝点酒 暖暖身子 胡亥笑眯眯道 好酒 还未喝 老夫就闻到一股浓浓的唇香 魏辽道 陛下 这是绝世佳酿啊 魏辽喝下厚道 呵呵 太尉大人 这酒确实不错 也来之不易 在这个世上只有朕 这里有点 可也不多 胡亥道 妈蛋 几个国运之一平 此时的胡亥要多少有多少 陛下 与匈奴铁骑交锋 情况如何 魏辽道 哦 胡亥眼神淡淡瞟了一眼 魏辽什么时候关心帝国军事了 貌似在秦帝国最危险的时候 也没有站出来 现在站出来 到底有着什么目的 想不明白啊 哎 胡亥装逼似的长叹一声 太尉大人 帝国兵力空虚 调不出更多的兵马 来抵抗匈奴铁骑 只有四万人 匈奴铁骑 却有二十多万 起 不容易啊 几天前击战 双方打了个平手 不分高下 太尉大人有何高见 请赐教 胡亥道 陛下 老陈来的时候 看到数万勤兵在雪地上滑着走 虽然不停跌倒 还是有一些士兵能滑行几步 这是要对匈奴铁骑主动出击吗 魏辽道 厉害啊 不愧为是大兵家 魏辽眼神精准 一眼看出问题 太尉大人 不瞒宁老说 朕确实想在雪天出兵 现在局势困难 那些个造反的叛军 一个个地区都纷纷独立成王 朕没时间与凶毒人慢慢来啊 必须速战速决 否则 内外失控 更不好办 胡亥道 老夫就是闲着无聊 四处走走看看 到燕门关来 也是一时心血来潮 不敢有什么建议 魏辽道 胡亥听了很生气 这种鬼话也说得出口 不会找点合适的理由吗 心血来潮 就跑到燕门关 为啥不跑到其他地方 去心血来潮啊 老太尉大人 朕邀请你再次出山 辅佐朕评判天下 可行吗 胡亥道 呵呵 陛下 老夫老了 不论是精力 还是身体状况 都无法再为陛下效力 魏辽道 太尉大人 老计福利 志在千里 怎么能说老呢 想想连坡八十高龄 还在征战 太尉大人与之相比 还是很年轻的 朕是诚心邀请太尉大人出山 胡亥严肃道 魏辽摇摇头 陛下 不要为难老夫了 臣只是来接触一下 参与虎牢关 韩谷关 铜关 武关战役的老兵 想完善一下魏辽子 在咸阳城中 老夫听到好多传言 可是 参与的士兵 基本到燕门关 来抵抗匈奴人 老夫心急啊 只好亲自跑来 魏辽道 哦 完善兵法 真是那样吗 对于一个大兵家来说 一部兵书传承下来 是一件多么令人欢喜的事 另一个魏辽 魏辽子 确实传承下来了 在历代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虽然不能与 孙子兵法 武器兵法 相比 可是 也绝对是兵家巨主 好多观点 令人耳目一新 不过呢 总体上来说 魏辽子 是继承了孙子兵法 武器兵法的精华后 又以兵家巨主 太尉大人 您老写出魏辽子 出来 能否交给朕来印刷 让其传承下去 胡亥道 陛下 貌似老夫的魏辽子 已经交给始皇帝 难道没看到吗 魏辽道 太尉大人 帝国藏书阁中 只有三十一片 要是您老能完善 肯定又有增加 胡亥道 陛下 这个没问题 老夫写完后 一定交给陛下 不过 当才陛下说印刷兵书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魏辽道 太尉大人 这个事是这样的 我们工匠发明了一种书写的纸 非常方便写书 另外还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目前已经建好 随后会把帝国藏书阁中的金石子集 全部整理出来 再印刷 使其能更好的传承下去 胡亥解释道 陛下 兵法印刷出来 不怕泄露吗 帝国不担心 有人学会后造反 魏辽道 哈哈 胡亥摇摇头 开什么玩笑 兵法那么好学 那不成大白菜了 古代数千年 真正能带兵作战 能出谋划策的人有几人 那是需要天赋的 不是什么人都能学会 像赵阔 兵书学习了无数 到头来还不是同样打败仗 有的人学会兵法 只能当参谋 有的人不学兵法 在实战中摸索 同样能当将军 这就是天赋问题 太尉大人 兵法是死的 只有活学活用 才能发挥兵法的效率 若是兵法泄露出去 国家就会动乱 这种事只能是弱智思维 只要帝国足够强大 学好兵法的人 不为帝国效力 他为谁效力啊 胡亥道 第103章 决战前 意想不到啊 魏辽是黑兵台主持人 黑兵台一直非常秘密 一般人不知道有这个组织 作为皇帝胡亥 心中明白 黑兵台对帝国有多么重要 可是呢 不能为帝国服务 不能让胡亥掌控 再强大 有屁用啊 安排人带着魏辽去休息 房间中只剩下胡亥 贾许二人 二人都没说话 慢慢喝着酒 来人 胡亥道 陛下 有何旨意 一名传令兵道 所有人后退200米 不要让任何人靠近 朕有事要与贾先生商量 胡亥道 遵旨 传令兵道 下一刻 轻卫迅速行动起来 把暗中隐藏的人 全部驱散到城主府200米外 整个城主府只剩下胡亥 贾许二人 贾许心中也迷惑不解 不知胡亥要说什么 还担心被人听到 有这个必要吗 那些轻卫 全是对胡亥忠心耿耿的人 根本不会泄露天机 文和 派锦衣卫严密监视卫辽 记录好卫辽接触什么人 干什么事 是否有损帝国利益 通敌等情况 一定要记录在案 这是非常重要 记住 全天候监视 不要让卫辽发现 胡亥道 一下子 贾许心中掀起惊涛骇浪 要知道 魏辽是老太尉 难道会做危害帝国的事 一下子 贾许心中疑惑不解 不过呢 贾许是什么人啊 那是超一流谋士 更是猜测人心的牛人 胡亥这么说 有他的道理 没有办法 看到魏辽是黑兵台主持人 胡亥肯定不能一蹴而就 装糊涂 黑兵台相当于 大明朝时期的东场 西场 后世的国安局 其重要性不用质疑 陛下 您发现什么问题了 贾许道 文和 朕也说不清楚 只是怀疑 黑兵台与魏辽有关联 毕竟 你也晓得 黑兵台不受阵控制 也不受帝国掌控 这是非常危险的 咱们一定要搞明白 胡亥道 现在 胡亥也没有证据说 魏辽是黑兵台主持人 说出来 也没人相信 既然如此 那就暗中监察 陛下 微臣遵旨 会安排人手秘密监视 有情况在报告 贾许道 文和 辛苦了 胡亥道 韩信中军大仗 此时坐满了人 韩信坐在主位上 四周有胡亥 贾许 孙上香 黄忠 周伯等人 魏辽没被邀请 毕竟 此时魏辽到底什么意思 胡亥等人不清楚 一旦泄露作战方案 影响巨大 大家说一下 此次雪天作战 我军应该怎么办 畅所欲言 不要有什么顾忌 韩信道 按照韩信的作战方案 把四万勤兵分成四队 一队一万名士兵 朝四个方向挺进 看到匈奴人部落 铁骑 急语一一斩杀 韩帅 兵力太分散了 不利于我军交战 况且 雪天作战 我们勤努没办法发挥作用 只能靠士兵手中弓箭射杀 周伯道 韩帅 我军四万人 真正会射箭的不多 只有一万多人 其余不会射箭 或者说射数很烂 一旦分散兵力 弓箭威力会大大下降 这还不是主要的 关键是 匈奴铁骑或部落里面 很多人都会射箭 匈奴人从小生活在马背上 一直训练射箭 在这方面 我军没有优势 匈奴铁骑发现时 同样会在营地里 有弓箭手阻击 黄忠道 这倒是个问题 匈奴人弓箭比叛军厉害多了 叛军是一群放下锄头的百姓 匈奴人可不是 他们从小就能攻善射 射箭对于匈奴人来说 是基本技能 你们说这些 本将军都晓得 为什么要把勤兵全部带出去 一是训练士兵 让其尽快蜕变 二是利用滑雪速度 不停地对匈奴人帐篷进行射击 彻底摧毁匈奴人帐篷之类的东西 让匈奴人没帐篷睡觉 承受雪天冰冻 韩信道 韩帅 我建议先消灭夜门关前的 十多万匈奴铁骑 然后再焚兵不迟 那些个南下部落 没多少可战之兵 我们秦军有能力一一击杀 这样稳妥点 贾许建议道 胡亥微微点了下头 并未发表意见干扰 在军事方面 韩信是牛人 其他将军也是行家 贾许同样很厉害 只有胡亥一个外行 胡亥也就站着是一名后世人 有数千年的知识积累 论脑袋好用 扒匹马也赶不上 胡亥知道自己的优势 用好各方面人才 发挥他们的作用达到终极目的 其他人的意见 韩信可以不介意 贾许的意见不能不重视 毕竟贾许之能力 韩信是了解的 贾许是胡亥嫡系 是真正的左膀右臂 韩信对胡亥忠诚度 虽然达到80%以上 可是比起贾许的死终极 差了20个点 贾先生 关键是雪下多少天 本将军担心几天后雪化了 想要再消灭匈奴铁骑 部落可不容易啊 韩信道 韩帅 这个事你可以放心 我昨天刚查看了下星象 判断出雪还会下几天 虽然不会很大 但是 地上雪绝对不是一下子化为水 足够我军歼灭敌人 贾许道 陛下 您还有什么旨意 韩信道 韩帅 放心大胆实施计划 朕没什么好说的 到时候 朕也跟着出去逛荡一圈 胡亥道 好 按贾先生计划行事 夜间行动 让士兵保持好体力 确保精力充沛 韩信道 作战会议结束了 几名将军 马上到擎兵中下达命令 让士兵尽快吃饭睡觉 胡亥 贾许又回到城主府 陛下 其实这种战役不用去 韩将军能搞定 贾许道 文和 朕不是担心韩帅 是想体验一下士兵之苦 对于帝国现在四个兵团人选 朕非常放心 胡亥道 陛下 您这样会给将军们带来压力啊 贾许道 文和 放心吧 消灭匈奴铁骑 朕会回咸阳 此地由韩信四兵团驻守 一切的作战时机 命令 朕不会干扰 给韩信最大自由发挥的舞台 胡亥道 午夜时分 勤兵出动了 四万勤兵在韩信率领下 悄无声息走出燕门关 一鸣鸣士兵捆绑上滑雪板 周伯 黄忠带着工兵走在最前 中军有胡亥 韩信 孙上香 后军是枪兵 盾牌兵 红粉兵团主要是保护胡亥安全 第104章 雪天偷袭 夜色掩护下 勤兵像一个个小黑点似的 朝着匈母铁骑驻扎的地方奔驰而去 此时已经是后半夜 寒风刺骨 天空飘着雪花 温度极其低 口水吐出来 马上化为冰块 不过呢 勤兵保暖做得较好 棉衣 棉裤 还有手套应有尽有 加上滑雪中运动 士兵不感觉如何冷 此时的匈奴铁骑兵营中 值班 哨兵全部溅了 帐篷上铺满了雪花 帐篷外面的火堆已经熄灭 匈奴人做梦不会想到 勤兵会在下雪天出兵 这违反了数千年来的习俗 要如何焚烧 匈奴人帐篷呢 光射火箭 肯定效果不好 一旦匈奴人组织起弓箭手 与勤军形成对峙 韩帅 匈奴人帐篷上面 积雪有点厚 不容易点燃啊 胡亥道 陛下 只能士兵三人一组 提着火油桶往帐篷上到 一名士兵负责点火 另一名负责安全 看到有匈奴人杀出来时 迅速射击 掩护其他二名士兵逃走 韩信道 速度会很慢 可是呢 没有更好的办法 手段实施啊 韩帅 你安排吧 胡亥道 遵旨 韩信道 接下来 秦兵翘无声息 打开匈奴兵营门槛 一万多名工兵准备好 看到匈奴人出来 给以射杀 说说说 数百名秦兵 分成若干小组 朝着匈奴人帐篷滑过去 手里提着火油 太安静了 值班帐篷里的匈奴士兵 遭到秦兵悄无声息斩杀 在梦中就全挂掉 不知他们见到掌声天后 会怎么回答 哗啦啦 一桶桶的火油 倒在匈奴人帐篷上 拿着火把的秦兵迅速点燃 看到着火 迅速撤离 这次的火油可不一般 是胡亥从系统商城中兑换出来的 就算在水里也能点燃 说白了 就是后世的汽油 哄 一座座匈奴人帐篷被点燃 熊熊燃烧的烈火迅速蔓延 把一个个帐篷焚烧于尽 强烈的浓烟灌进帐篷中 睡梦中的匈奴人 呛得鼻子眼泪一头一脸的 可可嗨 啊 走水了 匈奴人叫喊起来 并未发现是秦兵杀兰 以为是帐篷内烧的火不小心点燃了帐篷 一下子 匈奴人混乱起来 好多匈奴人空着二只手跑出来 射击 韩信一声令下 搜搜搜 刚跑出帐篷的匈奴人 纷纷重剑 绽放出一朵朵血花 尸体缓缓倒下 乱了 匈奴人在兵营中乱窜 越来越多的匈奴遭到射杀 才发现是秦兵杀来了 数百顶帐篷遭到焚烧 数万匈奴人到处乱窜 成为秦兵弓箭手的猎物 啊 秦人偷袭 卑鄙无耻的秦人 你们不得好死 长生天不会饶恕你们的 鲜血染在雪地上 成为鲜艳的红色冰块 原本洁白的雪地 一下子变成红色 一鸣鸣乱窜的匈奴人倒下 一个个匈奴人在嚎叫 秦兵在韩信指挥下 一个个攻击战阵出现 朝着匈奴人展开灵力射击 特别是数百个小分队回来后 韩信更是放手变阵 充分发挥战阵作用 秦军在推进 在缓缓地推进 每推进一步 伴随着一名名匈奴人挂掉 帐篷着火 火光冲天 加上秦兵的射杀 一下子 令混乱中的匈奴人 纷纷朝中军逃窜 不过呢 秦血达到膝盖 要快速逃出升天 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火着的太突然 打了匈奴人一个措手不及 很多跑出帐篷的匈奴人 手中并无弓箭 在秦兵弓兵射击下 成为一具具尸体 中军莫独帐篷 此时莫独搂着一名女人 在睡觉 心情不好 秦卫找来一名妇女 让莫独发泄出心中怒火 运动过晚 莫独筋疲力尽 睡得像死猪似的 外面发生那么大的事 也无法吵醒 碰 秦卫撞进来 汉王 不好了 秦兵杀进来了 赶快起来 再耽误秦兵杀过来了 秦卫道 睡得迷迷糊糊的莫独 突然被大声喧声吵醒 心中那个气啊 汉王 秦兵杀进来了 快起来 秦兵看到莫独没清醒 又叫喊道 啥 秦人杀来了 怎么可能 一下子 莫独呆滞 傻愣 好半天说不出话 心中迷惑不解 到底怎么回事 小子 你是不是没睡醒 还是脑袋被门夹了 说什么胡话 大雪天的 秦兵怎么杀进来 莫独呵斥道 秦兵无言了 秦兵都打到门口了 还说什么不可能 汉王 这是真的 你赶快起来看一下外面吧 您听 外面不是 有咱们伟大匈奴人叫喊声 还有秦兵射箭时发出的声音 小人真没说假话 秦兵真杀上门来了 秦兵道 莫独细细一听 咦 外面确实乱哄哄的 还有旗下士兵的叫喊声 不可学啊 下雪天秦人怎么可能出兵 没道理啊 心中郁闷之极 不过呢 莫独还是一脚把床上的美人踹下床 快速穿戴起来 碰 又一名轻卫冲进来 汉王 不好了 秦人杀进来了 轻卫道 好了 别叫了 本王晓得了 莫独道 传令兵帮莫独穿戴好衣服 铠甲 莫独这才提着弯刀走出大仗 跃入眼眶的是秦兵排成战阵 朝着匈奴人不停的射击 一名名手下倒在血泊中 组织弓箭手 还击 莫独怒吼道 听到莫独怒吼声 一名名万夫长 千夫长迅速行动起来 对着匈奴士兵叫嚷 在莫独 万夫长 千夫长的吼叫声中 原本混乱无比的匈奴人 迅速组织起来 一队队工兵 开始朝着秦兵战阵射击 搜搜搜 不过呢 匈奴人工不是很优秀 在射程上与秦兵手中的工相比 有二十步的差距 别看只有区区二十步 对于冷兵器时代战争来说 那绝对是致命的距离 意味着 秦兵只要保持好与匈奴人之间的距离 不会受到匈奴人工兵的射杀 保持与匈奴人一百步距离 一旦匈奴人扑进来 马上给予还击 将其射杀 韩信道 当然了 孙上香旗下红粉兵团例外 黄中旗下卫队也例外 这二个卫队 射程超过普通秦兵很多 搜搜搜 一团团火焰箭射出 一名名匈奴人倒下 成了一个个火人 那种撕心裂肺的痛 让匈奴人哭天抹泪 特别孙上香 每一次军事十二团火焰闪电般 扑进匈奴人阵中 射杀一名名匈奴人 看到红粉兵团一波女孩子 射杀匈奴人的速度 既快又准 黄中旗下卫队也纷纷开火 一支支元气箭扑过去 啊 啊 匈奴人阵中 惨叫声响起 第105章 收复南阳 樊城 穆归英大军包围樊城二天 一直不进攻 搞得城中百姓人心惶惶 此时城主府 贡傲与手下上将军 梅宣等人脸上 挂满无数条黑线 主公 城中只有三万步道兵马 抵挡不住秦军的进攻 赶快想办法 梅宣道 贡傲心中那个气啊 你是上将军 负责带兵打仗 反倒问起本宫来了 主公 要不咱们投降吧 一名谋士建议道 手下人皆知道 投降是一条路 最多贡傲被秦军斩首 其他人应该不会追究责任 哎 贡傲长叹一声 主公 投降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毕竟您是一个诸侯 秦军应该会善待 梅宣道 主公 整个南阳地区 只有凡城没有沦陷 其他地方基本沦陷了 又一名官吏道 吕领起这段时间 加快了征伐进步 一座座城池被收复 好多地方 见到秦军杀来 纷纷开城门投降 拿下城池 随军官吏迅速到村中建立基层组织 在秦军的配合下 进展非常快 一些地方大族 土豪猎身 不甘心放弃手中权力 随即遭到秦军镇压 铁血手段 要不是敢在秦帝国动乱 想要实施这种事 要耗费极大的力气 阻力会更大 现在好了 动荡时期 不服拉出来砍头 震慑那些心中有鬼的人 土地被国家收购 又免费分配给百姓 但有一条规定 土地是国家的 不允许买卖 田地要是闲耕一年 是为百姓自动放弃 并且要追究责任 重罚款 还有就是租赁土地 也不能乱来 租赁费只能是母产的10% 税收也是10% 确保百姓收益不受侵犯 加上超低的税收 政策一推出来 马上受到欢迎 村组织一经建立 村长会及时向百姓宣读各项方针政策 不再隐瞒百姓 这才是真正掌控天下 当然了 村一级组织机构 并非只有村长一人 还有会计 文书 妇女 民兵办等 第三天 秦军洞了 一张张秦弩架起来 朝着樊城门 大有一言不贺 马上攻城的架势 一名秦兵 走到城墙下 城里购傲听好了 我们将军说了 开城门投降 你或许能免一死 要是不识去 城市一破 贡傲会死无葬身之地 城中士兵也听好 胆敢顽固不化 一一斩杀 秦兵大声道 一下子 站在城墙上的叛军士兵 信心动摇了 几天前 才被秦军胖揍一顿 损兵折降四万多人 大部分成为了俘虏 那一幕 狠狠铭刻在心中 叛军士兵 小声议论起来 站在城墙上的贡傲 脸色阴沉 贡傲 给你们一炷香时间考虑 超过接受秦军怒火 到时候 贡傲家族灭九族 秦兵说完后 转身离开 主公 那个秦弩非常厉害 一次性能射出十支弩箭 威力强悍无比 我们义军进攻 清宁碍口时 曾经遭到过秦军 这种神器的阻截 是真正杀人戾气 梅宣道 几天前的樊山一战 秦弩没发挥出多少效果 毕竟 叛军有防御阵线 有阻挡 有掩体 梅将军 真的要投降秦军吗 贡傲不甘道 主公 还有选择吗 别指望其他诸侯出兵来救 那是不可能的 再说了 义军损失严重 正在舔伤口呢 谁会傻巴拉机出兵来救援返城 那不是找死吗 梅宣道 纠结啊 贡傲心中犹豫不决 一下子拿不定主意 哎 开城门吧 贡傲道 想了好多 再不投降 一旦秦军攻破城门 贡傲一族将有灭顶之灾 趁现在还有点价值 争取获得宽大处理 贡傲下令开城门 让叛军士兵 手下官吏 常常呼了口气 不用敌死拼命了 士兵脸上露出笑容 官吏脸上松懈了 不再紧绷绷的 贡傲心中气啊 呀的 这群王八蛋 本宫要是不下令开城门 有可能手下官吏会开城门投降 咕接 咕接 樊城大门缓缓打开了 城门二边站着贡傲 梅宣等文武官吏 还有放下武器的士兵 贡傲带着手下文武官吏走出城 迎接秦军进城 穆贵英带着一万骑兵走过来 一千五百位队护卫 一万骑兵直接开进城 保护仓库 四个城门 罪名贡傲见过将军 贡傲低下脑袋 朝着穆贵英行礼 其他官吏也纷纷行礼 好了 你们的罪责 本将军无权过问 不过 对于你们能开城门投降 想别陛下会免你们一死 穆贵英道 梅将军 把城中投降的士兵集中起来 由勤兵积压 穆贵英补充道 遵命 梅宣道 穆将军 罪臣准备好了酒宴 请将军入席 贡傲道 不用了 贡傲你准备一下 带着家人一起到咸阳城 朝中有官吏会安排 穆贵英道 贡傲心中郁闷啊 本来想讨好一下穆贵英 争取为其说几句好话 探罪时减轻一点 现在看来 秦军将军 铁面无私啊 随行官吏迅速上位 主持樊城政务 张贴安民告示 稳定民心 这是首要任务 中军大账 报告将军 在仓库中缴获二十多万弹粮食 还有大量银子 钱币 传令兵道 贡傲家抄到什么东西 穆贵英道 将军 正在查抄 还没统计出来 不过 贡傲家里的银子 粮草 钱币不会少 传令兵道 怕一个小队 押送贡傲一家到咸阳 交给朝中官吏处理 路上注意安全 不能死在路上 穆贵英道 将军 要不我们在路上 把贡傲咔嚓了 传令兵道 在勤兵心中 斩杀一名叛军首领 诸侯 那是他们作死 怪不了其他人 谁让你造反呢 胡闹 虽说杀了就杀了 可是这个贡傲 是第一个投降的诸侯 咱们要好好操作一下 让贡傲成为一个榜样 这样一来 以后平叛时 会有好多诸侯开城门投降 不能因小事大 记住 一定要保护好贡傲一家的生命 不能出什么事 穆贵英道 遵命 传令兵道 对了 投降的叛军士兵 处理的如何 穆贵英道 将军 那些叛军士兵 基本是刚刚放下锄头的百姓 有好多是贡傲逼上梁山 传令兵道 愿意当勤兵的 只要达到要求 可以征召 其他达不到要求的叛军士兵 发点路费 让他们回家去吧 穆贵英道 遵命 第106章 祖劫伟匈奴铁吉 穆贵英大军拿下樊城 彻底收复南洋地区 留下一万兵马驻守樊城 又带着余下兵马向星野推进 在郊外与履林起会合 接下来 穆贵英需要训练士兵 毕竟 在南洋地区又征召了数万兵马 一旦训练成军 会对下口那地方出兵 拿下下口 秦军才有机会训练水兵 打造战船 野谷口部落 此时战事已经结束 一共歼灭伪匈奴人一万多人 俘虏伪匈奴人男女老幼五万多人 不过呢 真正野谷口部落的伪匈奴人不多 只有一万多人 其余全是其他部落的伪匈奴人 龙西城逃窜 好多伪匈奴人 逃进野谷口部落避难 现在好了 全成了俘虏 蒙将军 俘虏怎么处理 要不全杀了 省得过一段时间 他们又造反 传令兵道 呵呵 本将军也非常讨厌 反复无常的伪匈奴人 也想将他们斩杀 可是陛下说了 不能杀俘虏 这些人自称是匈奴人 其实与真正匈奴人 有极大区别 蒙田道 蒙将军 咱们没有那么多粮草 不杀 也不释放 粮草负担过重 不方便 传令兵道 放心吧 这些伪匈奴人 会进文明学校 让他们乖乖拂苦一五年 洗刷自己罪责 蒙田道 不过 部落首领 还有一些头目 还是要处死的 只是要秘密处决 不能让伪匈奴人知道 蒙田补充道 遵命 传令兵道 报告 进来 报告蒙将军 抓不到真正的匈奴人 那些个伪匈奴人说是使者 请将军示下 又一名传令兵道 哦 匈奴人使者 有意思 审出匈奴人 来伪匈奴部落 干什么了吗 蒙田道 将军 审了 那个匈奴使者说 他是莫独派来的使者 我们不能斩杀 说什么 二国交兵不斩来使 传令兵道 哈哈 匈奴人出使伪匈奴人部落 与咱们秦军有何关系 本将军还会追究责任呢 好好审一下 随后咔嚓吧 蒙田道 将军 对方是匈奴使者啊 传令兵道 匈奴人使者 又没出使秦帝国 与秦军有辟关系 是本将军抓不到的间谍 懂了吗 蒙田道 遵命 传令兵道 晚上 秦军把沙里押解出来 到一个秘密地方处死 还有部落中的一些高层 将军 我们可不可以在伪匈奴人中 征召一部分骑兵 那样 在接下来征伐中 会胜算更大 一名传令兵建议道 蒙田微微一愣 确实是一个好办法 解决秦军薄弱缓解 动动动 蒙田手指在敲桌子 心中在考虑 近五万伪匈奴人俘虏 听到秦军对俘虏处理意思 纷纷议论起来 不当兵 要进文明学校做五年的苦力 至于是否能活着 从文明学校出来 只有天晓的 于是 一些伪匈奴俘虏动心了 参加秦军 不仅有军贴 还有勋章 不过呢 他们是俘虏 所以不能全部享受秦军待遇 只能享受一半的秦军待遇 也就是说 战功减半 军贴减半 就算是这样 也比近文明学校好啊 比当匈奴人的狗腿子强啊 当然了 秦军也不是什么人都招进秦军中 也要达到标准 才可能进入秦军中 只从五万俘虏中 挑选两万骑兵 一下子 秦军兵力一下子暴涨一倍 达到四万人马 接下来就是骑阵训练 一路上压接着三万位匈奴人 进入隆西城 用他们的劳动 来洗刷自身的罪责 开始时 城中百姓愤怒无比 什么烂鸡蛋 烂白菜全往俘虏头顶上乱砸 蒙田也不制止 必须让城中百姓 发泄一下心中怒火 等百姓发泄完 蒙田才站出身来 对百姓说 让伪匈奴人用劳动来恕罪 俘虏交给了官吏 蒙田带着兵马 又朝其他伪匈奴部落杀过去 灭了一股口部落 起到了杀鸡给侯看的作用 很多伪匈奴人 听到秦军杀来 马上撒腿就跑 甚至带着部落 往西域迁移 报告将军 此时已经被伪匈奴人占据 传令兵道 看来原来的官吏 遭到伪匈奴人的屠杀了 铺开地图 狄道城有多少伪匈奴铁骑 蒙田道 报告将军 据探马侦查 狄道城中有三万多伪匈奴铁骑 城中官吏全挂掉 一些百姓遭到蹂躏 城中粮食 钱财被掠夺一空 此时伪匈奴人正准备撤退 传令兵道 密切监视 弄清楚伪匈奴铁骑的撤退线路 蒙田道 生气了 呀的 这群反复无常的伪匈奴人 犯下如此重罪 该死 该杀 一定要为敌到城中百姓 官吏 报仇雪恨 勤军加快推进速度 报告将军 伪匈奴铁骑撤退路线搞清楚了 准备向东而下 继续掠夺 抢劫中原城池 传令兵道 命令 全军迅速渡过魏河 阻截伪匈奴铁骑东径 确保接庭安全 蒙田道 遵命 一下子 命令下达 勤兵迅速渡过魏河 在伪匈奴铁骑的路上埋伏 时间太短了 根本不够修建阻截阵地 没有办法 只好摆开战阵 与伪匈奴铁骑决一死战 不让伪匈奴铁骑东径 通道上摆放擎弩 二侧山中也架起擎弩 灵面上只有五千勤兵阻截 其余全隐藏在丛林中 轰隆隆 大地震动 伪匈奴铁骑杀到了 看到五千步兵挡下了前行道路 伪匈奴铁骑一看 只有区区五千勤兵 心中没的兴奋 五千步兵对抗三万骑兵 那是找死的行为 谁不知道 对付骑兵最好的手段 办法是骑兵 步兵对抗骑兵 纯粹是找虐 伪匈奴铁骑官兵大声狂笑起来 并未把眼前五千勤兵荡一回事 杀上去 消灭勤兵 一名伪匈奴万夫长道 轰隆隆 伪匈奴铁骑洞了 八百米 六百米 五百米 勤奴 三段式射击 蒙田下令道 嗖嗖嗖 弩剑撕裂空气 散发出尖叫声 弩剑朝着伪匈奴铁骑扑杀上去 扑扑扑 一朵朵血花绽放 无数道鲜血标射出来 滑向虚空中 成抛物线落下 在夕阳下 一道道血花美不胜收 啊 伪匈奴人惨叫声响起 弩剑贯穿一人 去世不减 依然朝着后面扑上去 又贯穿一名伪匈奴人 一瞬间 伪匈奴人丢下上千具尸体 嗖嗖嗖 二侧丛林中 也射出一支支弩剑 狠狠扎在伪匈奴铁骑阵中 一个个伪匈奴人跌下 一匹匹战马倒下 跌下战马的伪匈奴人 又承受后面铜袍战马的践踏 瞬间成为一堆肉泥 大面积倒下 吓得伪匈奴人逮住马绳索 调转马头迅速离开 不过呢 等伪匈奴铁骑调转马头 秦军弩剑不知射出多少轮弩剑鱼了 扑扑扑 出阵的一万伪匈奴铁骑 只剩下两千多骑逃出生天 其余全死了 第107章 取之于名 用之于名 嗖嗖嗖 成百上千支弩剑狠狠扎进伪匈奴铁骑身上 留下一个个血洞 一匹匈战马倒下 出击的一万伪匈奴铁骑 一炷香时间灰飞烟灭 全军出击 斩杀伪匈奴铁骑 为敌道县的秦兵 百姓报仇血恨 蒙田吼叫道 轰隆隆 蒙田带着三万秦旗 朝着伪匈奴铁骑扑杀上去 此时 伪匈奴铁骑下的惊慌失措 看到秦兵杀来 想都不想 调转马头 撒腿就投 后背留给了秦兵 这是找死的行为 马刀轻轻划过 一颗颗伪匈奴铁骑脑袋掉了下来 刀在挥 血在飘 秦兵听到伪匈奴铁骑在敌道县屠城 彻底愤怒了 挥舞着战刀 砍向一名名伪匈奴人 战役滔天 杀气凛然 跟在骑兵身后的步兵 排着整齐有序的战阵 缓缓压上去 看到没死尽的迅速补刀 蒙田下令不要俘虏 要让伪匈奴人付出血的代价 秦兵心中怒火化为无穷的战役 发泄在伪匈奴铁骑身上 释放出心中郁闷 伪匈奴铁骑呢 吓得毫无战役 一心一意 只想逃出秦棋的追杀 士气一落千丈 如何对抗秦棋 骑兵靠的是战马的速度 在骑兵冲撞时 将军 万夫长 千夫长 随时会被一名小兵斩杀 一旦骑兵没有速度 比步兵都不如 优秀的骑兵统帅 会掌控好攻击的节奏 力度 既不让战马降低速度 又能确保士兵砍杀敌人 高速冲撞时 骑士兵不需要花费太多的力气 只需要平举刀 枪即可 骑兵冲撞步兵时 一旦被步兵阻止 战阵撞不开 将面临被步兵斩杀的命 不过呢 除了重步兵外 其他轻步兵 真心抵挡不住骑兵 这是常识 众所周知的是 伪匈奴铁骑在逃跑 琴骑兵在后面追杀 无人战马在战场上乱跑 乱窜 三万琴骑 以秋风扫落叶之势 打得伪匈奴铁骑丢盔弃甲 别杀 我投降 破 琴骑兵不理会 直接一刀割下脑袋 一名名投降的伪匈奴人遭到斩杀 令伪匈奴人感到陌生 这不是他们所认识的琴骑 琴人一直遵循礼仪道德 只要对方放下武器 举手投降 一般情况下不会再出手 现在呢 不论伪匈奴人是否投降 琴兵挥舞着马刀狠狠劈上来 啊 恶魔 琴人是恶魔 琴人 你们不是素来讲究仁义道德吗 怎么能杀投降的人 伪匈奴人此时才发现 琴人怒发冲官时 更加凶残 更加无情 杀人不眨眼 怕了 恐惧了 伪匈奴人惧怕无比 拼命拍打马背 希望能逃出升天 抵抗 拉倒吧 神仙来了 也挽回不了败局 半个时辰 战事结束 步兵打扫战场 野外战马 兵器 铠甲等物资收集起来 再把伪匈奴人尸体掩埋 蒙田道 传令兵到步兵营宣毒命令 一鸣鸣步兵迅速打扫战场 一个时辰后 琴军继续朝敌道县城而去 傍晚时分 琴军杀到敌道县城 看到一具具尸体 琴冰眼眶红红的 心中怒火强压下来 太惨了 杀千刀的伪匈奴人 孩子 老人 妇女的尸体暴露在野外 身上有一道道刀痕 尸横遍野 很多琴冰流泪了 一个县城 数万百姓 琴冰全部死了 一个火口没留下 太凄惨了 蒙田含着眼泪 让士兵把尸体掩埋 残炎断壁 什么也不剩下 粮食 钱财被伪匈奴人掠夺 抢劫一空 蒙田派出多路探马 对周边地区进行侦查 一旦发现伪匈奴人部落 要让他们品尝后果 报告将军 报罕城还在抵抗 大约有二万多位 匈奴铁骑在攻城 情况比较危急 传令兵道 打开地图 报罕也是一个县城 勤兵不多 只有一千人左右 这还是边境地区 特殊情况才会有 城中有数万百姓 参与抵抗伪匈奴铁骑的进攻 报告 传令兵又进来道 进来 报告将军 京城有三万伪匈奴铁骑攻城 情况也不好 请将军示下 传令兵道 示下个屁 肯定要救援 只是怎么奋兵是个问题 奋兵 二万不齐救援报罕城 二万勤骑救援京城 蒙田心中有了决断 马上把命令下达 燕门关 韩信带着四万勤兵 对匈奴铁骑驻扎地 进行一轮轮箭雨覆盖 一夜下来 匈奴铁骑损失数万骑 莫读心中气啊 面对秦兵雪天出战 匈奴铁骑一点办法没有 纯粹是被动挨打 针对这种情况 莫读只好组织工兵 与秦军相互射击 一时间 双方形成对峙 天亮了 再对峙下去 秦军逃不到好处 只好撤退 撤回燕门关 全部休息 到晚上再去骚扰匈奴人 毕竟 晚上有夜色掩护 白天匈奴人一览无余 对秦军的杀伤力太大 除非是孙上香 黄中二人的卫队 问题是靠二人卫队杀不死 多少匈奴铁骑 陛下 回来了 贾许道 文和 来坐下 陪着好好喝二杯 胡亥道 谢陛下 贾许道 取出二支酒杯 倒满酒 推到贾许身旁 胡亥端起一杯 小小瞎了一口 爽啊 体内暖洋洋的 寒气逼出体外 全身舒坦无比 陛下 咸阳城中 锦衣卫负责生产的纸弄出来了 还有印刷书籍的事 也有了着落 不过 人手太少 那个简化字 一时搞不出来 需要大量人手才行 贾许道 唉 胡亥常常叹口气 人才 胡亥也没好的办法 十字的人 读书人 儒生等 基本在大家族中 寒门子弟太少 现在 胡亥把土地收归国有 又在村籍建立组织机构 极大加深了与大家族 土豪猎身的矛盾 想要缓解 暂时没更好的办法 毕竟 让百姓的孩子上学 读书 让百姓的孩子能修炼 这种事一直是有钱人家的专利 胡亥政策冲击着大家族 土豪猎身的利益 谁还会来与朝廷合作 出力 原本是地方各大家族 土豪猎身掌控的基层 现在被秦帝国建立的村政府代替了 当官本来是有钱人家子弟的专利 现在好了 百姓的孩子也能出来当官 打破了大家族 土豪垄断地位 尽管非常仇恨胡亥 可是呢 在此混乱的时代 谁也不敢抵抗 否则会受到秦军镇压 文和 印刷出多少卖多少 只要留下数十套即可 其余的全销售出去 不过 价格一定要定高点 狠狠宰大家族 土豪猎身 有钱人手里的银子 帝国穷啊 先从这些人手中捞点回来 反正那些大家族 土豪猎身也是掠夺百姓的 算是取之于名 用之于名 胡亥道 遵旨 假许道 第108章 匈奴人逃走了 书籍是什么 那是一个家族的传承 一个民族的传承 是任何家族必须收集的东西 文和 未聊这二天干什么 朕一直搞不明白 他跑到燕门关来 到底是什么意思 胡亥道 陛下 这二天 未聊基本是在兵营中 与士兵交谈 与城中百姓闲聊 其他没干什么事 至于目的 微臣暂时猜测不出来 还需要情报支持 假许道 文和 慢慢来 狐狸总会露出尾巴 胡亥道 陛下 对了 咸阳城中锦衣卫传回来消息 说是吕太公一家 已经到了咸阳 假许道 哦 吕太公来了 有意思 历史发生了一小点转折 文和 吕太公之女 吕志跟着来咸阳城了吗 胡亥道 陛下 吕志已经给刘邦留下一封修书 不来怎么办 难道再与刘邦缴合在一起 听说吕志此女长得很漂亮 琴棘书画样样精通 是不可多得的才女 假许道 胡亥没肯生 才女倒不一定是 毕竟 与历史上的才女菜颜 李清照比起来 差了很多 不过呢 吕志此人 政治野心绝对敏感 很会把握机遇 确实是一代能人 大脚 政务上比起一代女帝武则天 也差了好多 文和 让人好好安排一下 毕竟人家吕太公一家千姨来咸阳 咱们也要表示下 况且 吕太公的儿子可是不简单的人 带兵作战还是很有一套的 胡亥道 尊职 贾许道 文和 张良 萧和 立即三人怎么样了 还是整天饮酒作乐 风花雪月 胡亥道 贾许微微一笑 陛下 现在他们那有心思风花雪月 家里带到咸阳城的钱财 也花得差不多了 派人到外面想找事做 遗憾的 谁也不敢使用 此时三人愁眉不展 想见陛下 听闻陛下到了夜门关 与匈奴人作战 只好作罢 贾许道 呵呵 他们三人 本事还是有的 就是太傲娇了点 放不下架子 老想着让朕去求 朕可以去邀请 可是那样不好使用 不能老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像韩信 陈平二人表现不是很好吗 只要你有才 朕就给你施展才华的舞台 胡亥道 说白了 现在胡亥身边不缺人才 也不缺谋士 带兵打仗 有穆桂英 蒙田 高顺 韩信 谋士有贾许 陈平二名牛人 再加上一波猛将 算是人才济济 虽然达不到谋士如雨 战将如云的地步 可也勉强能应付下来 如果不出意外 只有范增一人能与贾许 陈平二人相媲美 其他人貌似比不上 对了 文和 刘邦监视的如何 最近他在干嘛 胡亥道 对刘邦这个枭雄 人杰 胡亥绝对不敢大意 必须时刻监视 不能让其有机会崛起 胡亥可不是项羽 能三言二语忽悠过去 陛下 刘邦被项羽五千储君压制 无可奈何之下 投靠到项羽帐下 不过 三万兵马 已经被项羽收缴 只留下数千老弱 并残给刘邦 心中气啊 据锦衣卫报告 天天醉生梦死 事情基本上是曹参 夏侯英二人在干 假许道 文和 千万别被刘邦的表面现象所迷惑 他那时在装逼 等待机会返出项羽 刘邦的危险性 比项羽大好多倍 不能松懈 一定要严密监视 胡亥道 遵旨 文和 有什么办法离间一下 范增与项羽二人的关系 最好让范增离开项羽身边 胡亥补充道 陛下 这个有点困难 一方面 范增是项羽的亚父 二人间关系太铁 二是 范增是智谋之士 不容易上当受骗 一般的奸计 马上被范增洞察 贾许道 文和 你忘记项羽了 他可是一个刚愎自用 好大喜功 好面子之人 范增知道是见机又咋了 只要项羽觉得有问题即可 咱们得从项羽身上下手 让二人分崩离戏 放心大胆实施 不要有什么担心 就算不成功又如何 一次不行 再来二次 三次 多来几次 时间一长 项羽绝对会中计 胡亥道 遵旨 微臣好好策划一下 贾许道 午夜时分 秦军又出动了 韩信带着大军 朝匈奴铁骑营的杀过去 说说说 一个时辰 到了匈奴铁骑驻扎地 抬头一看 傻眼了 匈奴铁骑地空空的 什么人也不见 昨天夜间 战斗遗留下来的痕迹 还在 什么情况 韩信傻愣 孙上香呆滞 黄忠 周伯也张口结舌 半天说不出话来 好多匈奴人的尸体 留在营地 大雪天的 匈奴人跑了 一下子 秦军哑雀无声 去一队士兵 对匈奴营地详细侦查一下 韩信下令道 说说说 十多名秦军滑着雪 迅速进入匈奴人的营地 查看一番 什么也不见 报告韩将军 匈奴人跑了 传令兵道 命令 黄忠 周伯二人带二万兵马 朝着匈奴人逃跑路线追击 看到匈奴人 只需要用弓箭射杀 不要与对方肉搏 更不要近身作战 我军不能有伤亡 韩信道 黄忠 周伯二人答应道 说说说 二人带着秦冰 迅速朝着匈奴人逃跑的路线 追杀而去 余下秦冰 随本将军追杀敌人 韩信道 说说说 再说莫独 天亮后 秦军撤退 莫独心中一股危险气息感觉出来 这次搞不好 会全军覆没 鉴于这种情况 莫独不敢大意 把手下部落首领 万副长叫来 大家研究一下 整个匈奴人的上层 心中焦急无比 一旦全军覆没 对各部落来说 绝对是悲剧 大汉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必须趁秦冰撤退的时候 赶快闪人离开 一名部落首领道 这么大的雪 如何闪人 一旦秦军发现 肯定会追杀 到时候如何应对 一名万夫长道 汉王 不能再等了 趁现在雪只有膝盖深 还能走动 再下雪的话 只能等死 一名万夫长道 汉王 骑着马可以走 不过 走不了多长时间 战马会被活活累死 一名部落首领道 诸位想过没有 一旦离开营地 想要再见营地 可是非常困难的 再说了 此时撤退 会丢弃很多物资 莫独道 汉王 总比在这里等死好吧 只要士兵活下来 战马损失再多 也没关系 咱们草原上 最不缺的就是马匹 等休养生息一段时间 在南下报仇雪恨 一名部落首领道 好 既然大家都觉得 留下来会全军覆没 那咱们就撤退 等秦军发现时 咱们也走出好远了 莫独道 心中也清楚 雪天逃走 损失绝对会很大 可是呢 没有选择呀 损失再多 也要逃出生天 只有活下来 才有机会报仇雪恨 第109章 追杀匈奴人 再说秦军兵分二路 朝着溃逃的匈奴铁骑 追杀过去 一路上 秦军看到无数战马 匈奴人尸体 在寒冷的天气下 一些修为低的匈奴人 被冻死了 尸横遍野啊 一个时辰 黄中 周伯二人带着二万勤兵 终于追上逃跑的匈奴铁骑 此时的匈奴铁骑 士兵类得气喘吁吁 战马疲惫不堪 有好多活活累死 撤退时的五万多铁骑 经过一天胜利大逃亡 活下来的 只有三分之二的人马 汉王 我们是否休息下 士兵身心疲乏 已经走不动了 再走下去 一名万夫长道 哎 莫独常常叹了口气 一个白天 只走出二百里地 太慢了 一到晚上 秦军肯定会发现问题 到时候追杀来 如何应对啊 不行 告诉士兵 必须坚持 一旦让秦军追上来 咱们会全军覆没 莫独道 可是 汉王 士兵时 万夫长道 本王也清楚 士兵身心疲惫不堪 可是要想活命 必须坚持 坚持 再坚持 莫独道 汉王 这样下去 伤亡会大 另一名万夫长道 没有办法 在雪地里 咱们伟大的匈奴铁骑 跑不过秦冰 只能逃离秦冰追杀范围 莫独道 匈奴人骑兵 大多数修为是战士境 有一部分是战将境 进入战率境的 基本是百夫长 占领境是千夫长 一旦进入战王境 会成为万夫长 不过呢 万夫长与万夫长是不同的 有的是战宗 战皇 甚至是战尊境 绝大部分是战灵境 达到战皇境以上 算是匈奴人勇士 不过 战皇 战尊境毕竟很少 就算整个匈奴部落累计起来 也不过数十人 天暗下来了 匈奴铁骑依然在逃走 饿了 没吃的 只能杀战马冲击 吃饱喝足 马上出发 担心秦兵追杀上来 死亡大逃亡 报告汉王 秦人追上来了 正与后面的军队作战 请示下 一名传令兵道 呀的 秦兵是不死不休啊 汉王 要不咱们投降吧 左贤王道 在匈奴人眼中 中原人爱面子 讲仁慈 投降不实为一个好的办法 手段 乖乖认诵投降 能保住小命 只要发个誓言 永不难下入侵中原 一般情况下 中原人都会饶恕狗命 等释放后 回到草原上 修生养戏一段时间 实力得到提升 又可以带着兵马南下 入侵中原 这是传统 匈奴人均知道 左贤王 你想过没有 这次胡亥掌权 与以往秦国的处事不一样 北第一代 有好几个部落 遭到秦兵的烧杀裂抢 一个活口没留下 年轻妇女被押回中原 钱财掠夺一空 帐篷等物资焚烧于尽 这种形式作风 与我们伟大的匈奴人差不多 要是投降 等待我们的是屠刀 不会饶恕我们 莫独到 这段时间 莫独收到好多部落救援信 毕竟 秦兵不可能把那些部落的人全杀光 还是有一部分逃出生天 啊 汉王 不会吧 中原人不是一直标榜先进民族 讲仁义道德 不杀俘虏吗 左贤王到 哼 左贤王 那是以前 现在胡亥掌权 对伟大的匈奴人非常敌视 根本不讲什么仁慈 用屠刀来解决二个种族间的矛盾 再不会与我们伟大匈奴人客气了 莫独到 汉王 那我们伟大的匈奴 下一步怎么办 一名万夫长道 能怎么办 肯定是统一匈奴 提升实力 然后再与秦人决一死战 报今日之仇 莫独刚上位 还有一些部落没有承认 本来想用一场伟大的胜利来震慑一下 现在好了 输给了秦人 只能另想办法 先渡过这次难关再说吧 莫独到 汉王 那如何抵挡秦兵的追杀 如果不留下兵马阻截 我们都会被拖住 传令兵到 命令 留下一万铁机阻截秦兵 其余的人继续撤退 莫独到 旁边几名万夫长 部落首领 左贤王狠狠鄙视莫独 这是撤退吗 快逃好不好 南下时二十多万铁机 现在损兵折将 只剩下区区三万多兵马 损失惨重啊 遵命 传令兵到 黄忠 周伯二人带着秦兵杀到 受到匈奴人的阻截 报告将军 前方有一万匈奴人 摆开正式阻截 我们是否利用速度冲杀过去 传令兵到 去看一下 黄忠到 说说说 二侧是雪山 想要追杀匈奴人 必须消灭眼前阻截的匈奴人 命令 让工兵保持百步距离 与对方射击 不要轻易进入百步内 黄忠到 遵命 传令兵到 二万兵马 其中工兵只有五千人 加上黄忠卫队一千人 总共只有六千人 射击 黄忠到 搜搜搜 百步距离 正好是匈奴工兵射不到的地方 一旦进入八十步内 勤兵会遭到射杀 漫天剑雨 朝着匈奴人覆盖上去 扑扑扑 叮当 叮当 利剑射在匈奴人盾牌上 发出金属撞击声 不过呢 面对数以千计的利剑 还是有好多匈奴人遭到贯穿 留下一个个血洞 啊 惨叫声响起 搜 黄忠张弓搭剑 瞄准 锁定 射击 十二支元气剑 朝着匈奴人闪电般射出来 元气剑穿梭空气 发出撕裂声 碰 一枚枚盾牌碎掉 元气剑依然朝着匈奴人扑过去 扑扑扑 一剑射杀十二名匈奴人 一千名黄忠卫队 看到黄忠射杀匈奴人 迅速射出一支支元气剑 扑扑扑 卫队士兵经过一个月时间 修为都晋升到了战事进后期 比一般勤兵强好多 能射出一百二十步到一百五十步的距离 这个距离对于匈奴人来说 绝对是致命的 叮当 叮当 扑扑扑 尽管匈奴人挡下了一些元气剑 还是有好多剑弓 啊 啊 匈奴人摆下的盾牌兵 一块块碎掉 士兵露出来 令勤兵攻兵射杀更有效 一朵朵雪花在绽放 一鸣鸣鸣鸣人倒下 匈奴人本身精疲力尽 看到勤兵射箭 也纷纷拉开弓还击 问题是 距离超过二十步 箭支还未到勤兵身体上 就落在地下 有的箭虽然射在勤兵身体上 却起不到什么作用 连续还击几轮 匈奴人发现问题 悲剧啊 射杀不了秦兵 只能任由秦兵射击 心中那个气啊 想朝秦兵冲上去 又追赶不上 想要逃走 面临秦兵追杀 速度跟不上秦人 一名万副长实在没好办法 只好派人去询问莫独 汉王 阻击得士兵不起作用 秦兵保持着一定距离 伟大的匈奴弓箭手 射不到秦兵 只能白白挨射杀 请示下 传令兵道 示下个屁 莫独知道 必须要取舍 只能牺牲一万匈奴铁骑 确保于二万匈奴铁骑 有活命的机会 命令 一万铁骑必须死守 不能让秦兵轻易攻破战阵 确保中军安全 莫独到 遵命 第110章 马中三宝 一驻香时间 韩信带着中军杀到 看到匈奴人阻挡下秦军追杀步伐 迅速让中军的工兵 参与射杀匈奴人 一时间 一万两千名工兵 朝着阻截的匈奴人 展开了连绵不断的射杀 一只只利剑 洞穿匈奴人的身体 留下一具具尸体 不过呢 匈奴人明知留下是死亡 可是没一人逃走 汉王的命令 谁也不敢违抗 否则 等待着的是家庭成员 遭到灭顶之灾 匈奴人属于奴隶制种族 是一个非常野蛮的民族 一个不开化的种族 在中原人眼中 很多不可能的事 在野蛮匈奴人那里 完全是司空见惯 兄长死了 兄弟接替兄长照顾其嫂子 父亲死了 儿子跟上 这都什么事啊 中原人理解不了 可是在匈奴人那里 太正常了 草原上充满杀戮 充满争斗 部落与部落间 时常发生争斗 一个时辰 阻截的匈奴人全部挂掉 韩帅 接下来我们要追杀匈奴铁骑吗 周伯道 韩信摇摇头 剩下的匈奴人 已经对帝国构不成威胁 再说了 匈奴人逃走 秦兵也很难追上 关键是出征时 秦兵没想过 匈奴人会逃跑 根本没带补给物资 在追杀的话 秦兵身体承受不住 总不能饿着肚子追杀 全军回燕门关 明天再出征 韩信道 燕门关 胡亥 贾许二人在喝酒闲聊 报告 进来 陛下 韩将军回来了 传令兵道 哦 那么快 才去了几个时辰 难道把匈奴人消灭了 不对啊 出什么事了 有请韩信 孙上香 黄忠 周伯等将军 朕已经准备好了酒宴 让他们来入席吧 胡亥道 遵命 传令兵道 陛下 估计是出现意外情况了 贾许道 是啊 天还没亮 韩信等人就返回 这不符合常理 肯定有事情发生 胡亥点头道 卑职 末将 见过陛下 韩信 孙上香 黄忠 周伯等人行礼道 韩帅 诸位将军辛苦了 朕让人做了桌酒菜 请诸位来好好喝一顿 胡亥道 谢陛下赐袭 韩信道 来 大家坐下吧 胡亥道 亲位为各位将军道好酒 陛下 匈奴人逃走了 我军追了二百多里地 才追杀上 匈奴人则留下一万兵马阻结 等消灭一万匈奴人时 匈奴大军已经跑出数十里地 我军没准备 没有继续追杀 请陛下试下 韩信道 呵呵 韩帅 不要自责 二十多万匈奴铁骑 应该不会剩下多少兵马了 就算逃回去 对帝国暂时不会有影响 这次消灭匈奴人二十万铁骑 为帝国争取了时间 帝国可以安心平叛乱 等国内战事结束 再出兵征伐匈奴 胡亥道 陛下 卑职认为 既然没带到莫独 那就趁雪天 把燕门关周边地区的匈奴部落 彻底消灭 韩信道 朕同意 不过 要先派出探马 对周边地区进行侦查 搞清楚匈奴部落在什么地方 胡亥道 遵旨 韩信道 胡亥站起身 走到挂在墙上的地图前 细细查看起来 此时 秦帝国疆域 北方只指于燕门关 燕门关外的地区 基本不在控制范围 胡亥晓得 燕门关以北 黄河以北 还有好多肥沃地区 特别黄河周边地区 现在看起来 是一片草场 可是呢 一旦开挖出来 绝对有数十万亩粮田 胡亥在地图上 把朔方 九园 云中三个地方圈起来 这些地区 在另一个时空 同样是中原版图 韩帅 清剿匈奴部落 重点集中在朔方 云中 九园等这三个地区 掌控这些地区 以后匈奴人想南下入侵中原 困难程度会大大提高 胡亥道 三个地方 北面基本是群山险峻 只要在一些地段 修建简单的防御攻势 依托攻势 来多少匈奴铁骑 也不用担心 冷兵器时代 不像热兵器时代 一炮能轰碎防御措施 加上匈奴人不擅长攻险官 陛下 末将马上安排探马 去侦查这些地区 看一下 到底有多少个匈奴部落 韩信道 胡亥点点头 韩帅 拿下这些地方 细细查看一下 我们适当修建一些防御攻势 用来阻截匈奴铁骑 胡亥道 遵旨 韩信道 另外 韩帅 朕要带着孙上香 皇忠二位将军回咸阳 这里交给你主持 周伯留下来辅助你 记住 对于匈奴人 不要与他们讲什么仁义道德 那些个野蛮民族 不配联系 他们就是一群 没开化的原始种族 只有靠手中刀枪说话 他们只信服强者 与他们讲仁慈 礼仪 那是对牛谈情 不过 妇女不能杀 留下丫界回中原 给讨不上老婆的百姓做媳妇 胡亥道 遵旨 韩信道 陛下 下雪天 一旦我们清剿匈奴部落 那些个妇女 牛羊 马匹 也不好押送 要不将其斩杀 不给匈奴人留下 周伯道 呵呵 周将军 下雪天不会很长 等到了天气晴朗后 不用几天雪就化了 到时候再押韵不迟 征伐下来 只需要留下少量士兵看守 不会有问题 胡亥道 陛下 最近微臣看了下星象 下雪时间不会太久 最多二天后会停止 希望我俊能在五天解决问题 一旦超过 可能不好办 贾许道 贾先生 可是真的 韩信道 应该不会错 贾许道 五天时间 有点困难 一旦天气晴朗 战马也不能出动 不好办 韩信道 胡亥听后 微微一愣 貌似马中三宝 此时还没出现 要是提前出事 会怎么样呢 韩帅 军中有铁匠吧 胡亥道 陛下 有铁匠 木匠 泥水匠 韩信道 镇这里有三个小玩意 一旦打造出来 会让骑兵战斗力 提升三成以上 胡亥道 啥 三成战力 开什么玩笑 看到将军们一个个质疑 胡亥让人取来齿鱼笔 开始画出马铁掌 马鞍 马登 韩帅 你交到工匠手中 让他们这几天尽快打造出来 不过 要注意保密 这个东西 没什么技术难度 一旦泄露出去 凶奴人会马上仿造 那样对帝军不利 胡亥道 韩信接到手中 查看一下 眉头微皱 对于提高三成战力持怀疑态度 韩帅 不要小看这三个东西 马铁掌能保护战马 不容易损伤 能持久作战 也不用时常更换战马 对马来说 绝对是非常好的保护措施 马蹬是用来给骑士用的 一旦双脚能踩实 就算骑术不是很好的人 也能充分发挥出战斗力 有马蹬 绝对让骑士暴涨三成以上战斗力 马铁掌用来给骑士做的 让骑士更舒服 更方便作战 省得坐在光马背上 屁股真的不好受 胡亥解释道 震撼 几名将军 一下子呆滞 傻愣 嘴巴大张着 半天说不出话来 纷纷看向胡亥 第111章 偷袭敌人 秦军征讨匈奴部落的事 胡亥没插手 全交给韩信帅兵马轻脚 一周后 雪化了 地面也干了 胡亥 贾许 孙上香 黄中四人带着两千卫队 离开燕门关 朝着咸阳城而去 陛下 这个地方不错 被封有水源 一个很好的宿营地 我们在野外休息一晚 黄中道 汉生 你拿主意 胡亥道 帐篷之好 胡亥带着几人走进去 清兵烤好羊肉 端进帐篷内 今晚咱们少喝点 主要是预寒 胡亥道 取出一瓶茅台 一瓶红酒出来 茅台是胡亥 贾许 黄中三人喝的 红酒是孙上香 鱼姬二人专用 陛下 马匹配上马中三宝 确实有了极大的进步 不仅是战斗力提升三成以上 关键是 马匹消耗会减少 马匹性能得到提升 不用一站下来 有马匹遭到淘汰 黄中道 今天赶路时 我也发现问题 马匹貌似比以前跑得快了一些 坐在马背上 相对叫平稳 不那么颠簸了 贾许道 呀的 不好能叫马中三宝吗 没见识 一群图老帽 报告 进来 胡亥道 陛下 前方一百里地的地方 发现一滴族部落 大约是最近才迁移过来 传令兵道 滴族 妈大 那是五胡乱华之一啊 匈奴 鲜卑 劫 枪 滴五个草原种族 趁中原混乱战后 实力大大下降 五大草原种族 联合起来 入侵中原地区 三国后期出现西境 由于上百年的战乱 中原人口大大下降 给草原种族获得机会 那一次 五大草原种族入侵中原 中原民族差点断了传承 黑暗的三百年 既然碰上滴族 肯定是要消灭的 滴族有多少人口 多少成年人 胡亥道 陛下 据探马侦查 滴族部落只有二万多人口 能占之兵大约有一万步道 传令兵道 滴族人发现我们了吗 胡亥道 没有 探马非常谨慎 提前发现滴族暗探 少兵 一一被翘无声息斩杀 传令兵道 告诉探马 继续严密监视 有问题马上报告 胡亥道 遵旨 传令兵道 铺开地图 胡亥 贾许等人查看起来 文和 有什么建议 不过 这个滴族人 必须歼灭 不能留在世上 胡亥道 贾许眉头微皱 为什么胡亥对敌人那么敌势 在贾许记忆中 滴族人 羌人 鲜卑 杰人四个种族 此时还很弱小 对中原不会有影响 这几个种族 趁中原混乱之机 有了休养生息的时间 才慢慢发展壮大起来 陛下 要不我们派出使者 让滴族人投降帝国 帮帝国饲养牛羊 马匹 贾许道 中原人会养马的百姓不多 草原上的种族不一样 从小就饲养牛羊 马匹 胡亥摇摇头 文和 匈奴 杰人 敌人 羌人这几个种族 不论是否强大 我们必须消灭 不能让其发展壮大 否则 会对帝国产生危害 五个种族的人 侵略性太强 胡亥道 陛下 我们只有两千公兵 人手不够 一旦开战 会有极大伤亡 甚至抵抗不住敌人的反击 请陛下三思 贾许道 草原民族是全民皆兵 一旦有外敌入侵 两万人口 马上会冒出一万五千人以上抵抗者 这个是事实 说到兵力 胡亥想到了 貌似释放空间中 还有一张兵团卡没使用呢 暗中查看一下 三千名大汉铁骑 好牛逼哦 文和 放心吧 阵手上还有三千铁骑可以调动 随时能进入战场决战 胡亥道 陛下 若是有三千铁骑 这仗完全可以取胜 贾许道 接下来 听贾许排兵布阵 针对敌人的定居点地理地貌情况 制定出相应作战方案 陛下 雪化后 气温依然很低 我们还是要采取偷袭方式进行 那样会减少伤亡 贾许道 胡亥点点头 心中在想 手上没有步兵 勤弩兑换换出来也没多少作用 只能兑换点火油出来 兵团卡真心兑换不起啊 上一国运点才能兑换一张 不要说胡亥没有 就算有也不能这样乱花 午夜时分 勤军出动了 马脚包裹上步匹 马嘴上笼 不让战马发出一兵点声响 一切翘无声息进行 陛下 您看 敌人营地驻扎在一个低凹地方 旁边是黄河 一侧是高山 我们只需要毒死东南二个方向 配合上三千铁骑 一个突袭杀进去 贾许道 上香 你与汉生二人分别布置在东南二个方向 用箭支射杀敌人 胡亥道 遵旨 二人回答后 迅速带着卫队朝二个方向慢慢推进 胡亥 贾许二人身边只剩下数十名轻卫 其余人都已经到位 释放吧 刷 下一刻 胡亥身边出现三千大汉铁骑 末将霍去病见过主人 霍去病道 啥 霍去病 那可是大汉冠军侯爱 战力无双 强悍之极 一下子 胡亥有点呆滞 傻愣 半天回不过神来 脑海中一片空白 一想不到啊 系统太给力 居然安排霍去病来担任兵团长官 这是其他二次所没有的 赚了 赚大发 霍将军 叫陛下即可 不用客气 胡亥道 霍去病身高一点八米以上 看上去不是很壮实 眼神精明强干 棱角分明的脸 按后事说法 绝对帅呆了 这可不是奶油小声 是浴血将军 身上散发出浓浓沙气 霍将军 现在情况警戒 不多说了 等战事结束 咱们再好好细说 胡亥道 请陛下示下 霍去病道 洞察之眼 姓名 霍去病 修为 战宗巅峰 修为被封印 崩法 日月审典 忠诚度 百分之一百 卫队 零一零零零 特点 骑兵统帅 待骑兵出战时 能让旗下士兵 发挥百分之三十的增幅 实现半个时辰 呀的 好牛逼的属性 霍将军 马上带着三千铁骑 朝着敌人部落杀过去 不要俘虏 不过 中原人不能杀 胡亥道 遵命 霍去病道 轰隆隆 霍去病带着三千铁骑 朝着敌人驻扎的地方扑过去 胡亥心中有点小兴奋 三千大汉铁骑 最低修为是战将境 还有一些达到战帅境 战灵境 真的很强悍 大地震动 一下子惊醒睡梦中的敌人 敌人是草原民族 对于这种震动心中明白 有大量铁骑杀来了 敌人纷纷爬起来 穿戴好一甲 提着弯刀跑出帐篷 一鸣鸣大汉铁骑扑杀上来 太快了 敌人根本没时间准备 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第112章 又发现一个敌人部落 刀在灰 血在飘 一鸣鸣敌人斩杀 一具具尸体留下 或具病手持乌枪 不停地刺出一枪枪 伴随着的是一个个敌人 死在血泊中 破 一鸣敌人咽喉 出现一个泄洞 破 一鸣敌人首领 胸口上中枪 恶魔啊 这是恶魔 不是情人 惧怕了 敌人害怕无比 胆战心惊 惊恐万壮 大汉铁骑手持战刀 轻轻一挥 一颗颗脑袋落下来 不过呢 敌人是一个二万多人的部落 遭到突袭式的慌乱 慢慢回过神来 稳住局势 点火 或具病大声叫喊道 刷刷刷 手提火油的大汉铁骑 一桶桶火油 灌在敌人帐篷上 火把一丢 点燃火油 哄 一团团火焰 冒出熊熊燃烧大火 敌人帐篷遭到焚烧 把战场照亮 彼此之间能看清楚 对方的脸蛋 啊 情人是魔鬼 啊 撕心裂肺的叫嚷 让人听了寒碜 不过呢 大汉铁骑没有受到影响 他们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对草原种族恨之入骨 我投降 破 一刀劈下脑袋 不要杀了 我们投降 愿意成为秦帝国的附属部落 愿意为秦帝国养马 破 一枪贯穿额头 死的不能再死了 不论敌人叫嚷什么 秦兵不会手软 用手中长枪 战刀 纷纷披向敌人的脑袋 这就是战争 没有对与错 只有胜利与失败 种族间的战争 是不死不休 无人能阻挡 敌人溃逃了 搜搜搜 孙上香看到敌人逃出来 想要杀出包围圈 马上下令射击 扑扑扑 一团团火焰射出 刚刚逃出来的敌人 又遭到孙上香 及旗下卫队射杀 一朵朵 泄花绽放 一个个血洞出现 胡亥脑海中 叮鸣声响个不停 今晚不是卫队出手 就是大汉铁骑出手 均能给胡亥 带来大量经验值 太爽了 不大一会儿 胡亥修为 从战亡七阶 迅速靠近八阶 巅峰圆满径 半个时辰 嗡 石海中一声轻响 修为净声到战亡八阶 驾 胡亥一拍马背 朝着敌人扑杀上去 八戒朔 一道剑光亮起 划过虚空 朝着一名敌人脖子上轻轻划过 留下一道细线 敌人没死尽 太快了 话没说完 脑袋掉了下来 拔剑术 刷刷刷 一剑接一剑的挥出 一道道剑光闪烁虚空 伴随着的是一名敌人挂掉 战亡静 不容易啊 现在的拔剑术 比刚开始时 强悍了数十倍 主要是速度太快了 一个呼吸时间 胡亥能出剑二十多次 不过呢 随着修为上升 速度还会更快 到底能快到什么程度 胡亥也不清楚 拔剑朔 扑 又一名敌人倒下 朝东南二个方向逃窜的敌人 纷纷被黄中 孙上香二人卫队射杀 没逃出一人 一个时辰 战斗结束 陛下 斩杀敌人一万六千多人 还有近五千人俘虏 要如何处理俘虏 传令兵道 年轻妇女 押送回中原 也讨不到媳妇的百姓做老婆 其余敌人全砍了 胡亥道 对于以后会入侵中原的种族 胡亥不会手软 更不会有慈悲之心 别人不清楚敌人的丑恶嘴脸 胡亥可是非常清楚 差点让中原种族灭亡 遵旨 传令兵道 另外 让俘虏的妇人宰羊 为士兵好好做一顿好吃的羊肉大餐 让士兵吃饱喝足 胡亥道 遵旨 传令兵道 好了 大家来一下 正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士霍区病将军 是帝国优秀的骑兵专家 胡亥道 黄忠 孙上香 贾许 纷纷与之见礼 交谈 一下子 大家打成一片 为了欢迎霍将军的到来 正今晚拿出几瓶好酒 好好招待一下诸位将军 胡亥道 秦兵胡亥也没亏待 也从系统中兑换出上千瓶二锅头出来 提供给秦兵 不过呢 胡亥不允许喝糕 毕竟 安全是第一位的 来 镇敬诸位将军一杯 庆祝咱们秦军 消灭敌人一个部落 胡亥道 端起酒杯 一口干了 天亮了 报告陛下 探马在左侧五十里外 又发现一个敌人部落 部落有人口近三万人 传令兵道 哦 又是敌人部落 看来也是近段时间迁移过来的 文和 你怎么看 胡亥道 陛下 既然敌人很危险 我们碰上 肯定要见面 不过 微臣认为 必须派出大量探马 乘八字形搜索 把上郡这一带的草原种族 全部消灭 贾许道 霍将军 此事交给你安排 让士兵辛苦下 多搜索些距离 不要落了敌人 胡亥道 遵旨 获去病道 文和 那发现的那个敌人部落 如何安排 胡亥道 陛下 我们勤兵数量少 敌人部落人口众多 不宜正面作战 还是要等到晚上偷袭 不过 白天一定要斩杀敌人探马 不能让敌人发现勤军行踪 贾许道 胡亥点点头 就算三千大汉铁骑牛逼 也抵抗不住三万多人的敌人部落 一旦敌人有准备 真的不好打 出其不业 好 按文和说的办 让士兵白天好好睡一觉 本晚上好杀入敌人部落 胡亥道 遵旨 传令兵道 文和 你说这二个敌人部落 是否有联系 胡亥道 陛下 微臣分析 这是二个共同进退的敌人部落 肯定有联系 您看 他们部落间相隔不是很远 只有五十里地 一旦受到攻击 敌人逃出去 马上向另一个敌人部落报告 消灭的敌人部落 由于我军准备充分 没有让敌人勇士逃出升天 全被孙将军 黄将军二人卫队射杀 现在左侧那个敌人部落 此时还未收到消息 可是 我们隐瞒不了多长时间 假许道 胡亥点点头 探马派出去 一波波回来报告情况 半天时间 彻底搞清楚了敌人部落的情况 三万人的部落 很强大 正面作战 秦军没多少胜分 敌人部落驻扎在一座山峰下 挡住了北风 有三个方向可进攻 兵力不够啊 陛下 我们这次直接从三个方向一起进攻 孙将军 黄将军 也不用在外围射杀 配合霍将军一起杀进去 假许道 陛下 只要起到突袭效果 我们有能力全坚敌人 霍去病道 好 主战还是要靠霍将军 上香与汉生 只能是协助 毕竟 二人卫队全是工兵 胡亥道 遵旨 几人纷纷开口道 第113章 再灭敌人部落 晚饭后 秦军触动了 五千秦兵 骑着战马 朝敌人部落慢慢推进 探马把沿途敌人暗哨 明哨清理干净 距离敌人部落屋里地时 秦军停下来休息 让士兵吃点东西 补充体力 马脚包裹 马嘴上笼 五千对战三万人 悬殊有点大 不偷袭的话 正面战场上突击 根本打不过敌人铁骑 天气太冷了 敌人睡得像死猪似的 三个方向 三只秦棋朝着敌人部落杀过去 轰隆隆 强烈的震动 令睡梦中的敌人纷纷惊醒 这是由铁骑来写 一个个敌人从床上爬起来 找到兵器迅速冲出帐外 跃入眼眶的是数千铁骑扑杀而来 一个个帐篷被点燃 火光冲天 照亮战场 霍剧病带着三千大汉铁骑狠狠扑进来 手中乌枪不停地刺出 一朵朵血花绽放 惊慌失措的敌人 看到秦棋凶残 马上寻找战马 跳上去与秦棋对抗 一个有准备 利用战马速度 撞进敌人混乱的人群中 马刀在挥 伴随着一颗颗脑袋落下 一朵朵血花镖射出来 滑向虚空 啊 啊 我们遭到情人偷袭 黄中带着一千位队 从左面扑进去 距离百步时 纷纷张弓搭建 瞄准 锁定 射击 搜搜 上千支援器件 快速朝着混乱中的敌人 扑扑扑 敌人倒下一片 十二支元气剑 贯穿六名敌人身体 留下一个个巨大的血洞 这就是黄中 一剑射杀六人 射箭的速度 快到眼睛跟不上 太快了 一轮接一轮剑雨 覆盖在敌人乱阵中 就算不乱 在剑雨的射击下 也乱成一团 杀人最艳厉的 无疑是孙上香 及旗下一千名红粉兵团 他们射出的元气剑 全都冒着火焰 像流星似的 划出一道道曲线 扑扑扑 洞穿敌人身体 啊 啊 最惨烈 最欲血的鼠霍聚病 及旗下三千名大汉铁骑 那是近身肉搏 砍杀敌人后 对方鲜血回标射出来 见得一头一脸的 一个个像从地狱杀出来的魔鬼 吭枪 霍聚病 乌枪与敌人勇士手中狼牙棒相撞击 发出金属撞击声 敌人万夫掌 手臂微酥 霍聚病长枪一震 感觉双臂酸麻 差点拿不住乌枪 碰到敌人勇士 令霍聚病谨慎起来 点苍枪 刷 霍聚病手中乌枪 以一种无计可循的角度 朝着敌人夜窝下 狠狠扎上去 破 一枪贯穿敌人夜窝 直插心脏 对方生命气息在慢慢流失 眼神中不甘 刷 拔出乌枪 一股鲜血标射出来 敌人勇士死了 刷 霍聚病带着三千大汉铁机 以验行战阵撞进去 撞得敌人七零八落 东倒西歪 胡亥呢 紧紧跟在霍聚病身后 在十多名轻卫保护下 抽出轩辕剑 朝着敌人不停地拔剑 收剑 一剑落下 必有一名敌人脑袋搬家 杀人速度一点不比其他人慢 拔剑术 一道接一道剑光亮起 刷破敌人脖子 留下一条条细线 破 一名敌人倒下 胡亥越战越勇 拔剑术也越来越快 破破破 轩辕剑从各个方位刺出 划过无数敌人脖子 开始时 轻卫还担心胡亥危险 击战片刻后 轻卫发现 有点跟不上胡亥出剑速度 甚至连胡亥身边都无法靠近 敌人悲剧了 勤兵来得太突然 一点准备时间没有 刚爬起来 跑出帐篷就遭到勤兵斩杀 不过呢 在敌人部落 面临生死存亡之际 敌人也积极抵抗 想要把勤兵赶出部落 有的敌人连战马都来不及其 挥舞着弯刀迎战勤兵 有的跳上战马 朝着勤兵扑上来 极力阻挡勤兵的杀戮 正在斩杀中的胡亥 感觉一股寒意出现 倾家战马 躲开对方击杀 刚一迈开 呼的一声划过 要是被砸中 身体会成为碎片 好强悍 洞察之眼 姓名 莫桑 修为 战踪中接近 隶属 敌人勇士 刷 拔剑朔 一道剑光亮起 狠狠砍在莫桑狼牙棒上 留下一道痕迹 胡亥手臂酸麻 差点把轩辕剑震脱手 内镜进入体内 胡亥感觉五脏六腑疼痛无比 像是一味似的 扑 一口老血吐出来 不过呢 吐出血 身体感觉好了不少 十多名轻卫 发现胡亥遭到对方抵抗 纷纷扑上来 朝着莫桑 挥舞着战刀 长枪 有了轻卫的辅助 胡亥压力小了好多 拔剑朔 刷 剑光朝着莫桑手臂斩过去 咔嚓 破 莫桑一条手臂落下 鲜血喷射出来 滑向虚空中 成抛物线缓缓缓落下 趁此机会 一名轻卫往莫桑脖子上 划出一刀 破 脑袋落下来 莫桑彻底挂掉 压的 真心干不过呀 战踪镜 对于胡亥来说 压力山大 吸了几口气 平和一下跳动的心 又重新朝着敌人杀上去 在莫桑并带领下 敌人部落碾压 横推 一鸣鸣地人挂掉 一颗颗脑袋搬架 洞穿了 敌人部落被勤兵洞穿了 莫桑并调转码头 重新朝着敌人部落扑过去 左右二侧的孙上香 黄忠分别带领旗下一千位队 不停地射击射杀无数敌人 留下一地尸体 敌人部落人口众多 尽管有三万人口 正常情况下能组织起两万五千人以上的铁骑 不过 由于勤兵来得太突然 没等敌人组织起来 就遭到勤兵击杀 让敌人部落有人口优势 却发挥不出来 被勤兵一个个蚕食 慢慢的 敌人部落优势在不停地散失 特别在霍聚并旗下大汉铁骑 生猛无比 战略滔天 把一个个敌人斩落马下 看到有敌人聚集 霍聚并会迅速带着大汉铁骑扑过去 被其进行碾压 刚刚聚集 就被摧毁 搜搜搜 工兵在连绵不断地射击 琴骑在挥舞着战刀 长枪不断收割着敌人生命 一个时辰 敌人部落灭亡 只有一万多名俘虏 还大部分是妇女 敌人男子基本战死 一些老弱病残男人也不例外 报告陛下 一共斩杀敌人近二万人 俘虏一万余人 逃跑出去的敌人有数百人 获取病道 俘虏的一万多人挑选一下 把年轻妇人带走 其他的咔嚓了 胡亥道 遵旨 陛下 另外还缴获一些金银财宝 药材之类的物品 兵器也有好多 获取病道 全带走吧 胡亥道 遵旨 第114章 灭身士一族 汉中 首府南郡城 陈平与张宪二人坐在城主府 商量下一步行动 一个月来 张宪彻底掌控汉中兵马 在随军文力的辅助下 很短时间稳定民心 各个县令完成考核 合格地继续留任 不合格地清理出局 特别村一级组织建立 触犯的一些大家族利益 有的在观看 有的迫不及待跳出来 对于跳出来兴风作浪的家族 秦军不会留情 给予一一镇压 基层组织建立 百姓免费分配到田地 对于获取汉中民心 有极大好处 报告 传令兵道 进来 陈平道 张将军 陈参谋长 五乡一名叫申丹的人返了 传令兵道 什么意思 张宪道 张将军 五乡一个大家族 族长叫申丹 占据有五乡 一线三分之一的田地 在汉中很有影响力 不愿意把田地让帝国回收 与我们派下去 筹建村籍组织机构的人 产生冲突 我们的人死了好几人 随行勤兵也挂掉好几人 申丹一家用暴力对抗 请示下 传令兵道 陈平微微一愣 申丹家有武装力量吗 陈平道 有家丁 护卫数百人 其中有一个叫身强的人 武功很强悍 普通士兵不是对手 传令兵道 让我们的人回来休息二天 等我们考虑一下策略再说 陈平道 遵命 传令兵道 陈先生 为什么不直接派兵过去镇压 对这类人就应该强硬态度 不要与他们墨镜 张宪道 张将军 不急 这事闹大了 一旦勤兵强行镇压 会给随后工作带来麻烦 陈平道 陈先生 那要如何处理 咱们没有太多时间浪费在汉中 还有属地呢 张宪道 放心 不会花多少时间 先让人搜集一下 申丹一族这些年所犯的事 陈平道 报告 传令兵又回来道 说吧 什么事 陈平道 将军 有一名自称是锦衣卫的人 说是有东西要交给张将军 和陈参谋长 传令兵道 请进来吧 陈平道 一名黑衣人走进来 朝张宪 陈平二人行礼 张将军 陈参谋长 我这里有一些申丹一族的资料 是这些年来 申丹一族强占 强抢地方上田地 加害百姓 霸占名女等事件的证据 黑衣人道 说完后 把手中资料交给陈平 谢谢 陈平道 刷 下一刻 黑衣人走了 陈平连忙查看资料 一目十行地看 很快把资料看完 哈哈 陈平狂笑起来 张将军 有了这份资料 我们可以马上出兵 抓捕身丹一族所有人 陈平道 张宪也查看起来 陈先生 这黑衣人什么来头 为什么要帮助我们搜集证据 难道是陈先生的人 张宪道 陈平摇摇头 锦一卫是陛下亲自筹建的情报机构 来之前听陛下说过 会有锦一卫来协助 让我们多注意一点 一想不到啊 申丹事件才发生 锦一卫就搜集好了证据 陈平胆叹道 陈先生 那是不是可以抓捕身丹一族了 张宪道 可以 张将军马上带着秦兵去抓捕 并让官吏第一时间公开审理 陈平道 有了手上证据 不愁申担不认罪 一旦审讯结束 会张榜公布 申担这些年来 干的各种庆竹难输的事 陈先生 我走了 张宪道 接下来 张宪带着一千秦兵 杀向五乡献 妈大 好大的庄园啊 占地最少有数百亩 包围起来 不允许庄内任何人逃出庄园 张宪下令道 遵命 传令兵道 申家人听着 乖乖出来受罚 一旦秦军攻破庄园 最佳三等 请不要视同而戏 张宪大声道 此时的申家 已经乱成一团 内心惊恐万壮 族长 秦兵杀来了 这咋吧 一名长老道 申士一族有上千人 是汉中一代有名的超级大家族 家中拥有数百名武功高强的家丁 护卫 加上申强武力出众 结交了一批能人义士 让申家慢慢傲娇起来 不把律法当回事 这些年来 汉中太守也要给面子 否则 在汉中这地方当不长 甚至会莫名其妙死亡 申家什么坏事都敢干 是法律为儿戏 这次筹建村籍组织机构 土地收归国有 触动了申士一族的利益 本来想给官吏一点压力 谁知道 军方不卖账 直接出兵镇压 事情出乎意料 不过呢 申担家有资本 养着数百名武功高强的家丁 护卫 这就是医长 遗憾的是 申家选错对象了 张献不仅修为高深莫测 旗下一千名卫队 是从贝维军中挑选出来的 贝维军是胡亥召唤来的兵团 实力强悍无比 经过无数战场锤炼 最低修为达到了战将巅峰境 有的人达到了战灵 战王境 张献是战宗境 能与战皇境对战 组长 我们杀出去 投靠义军 申强盗 申丹常常叹了口气 事情闹到这个程度 侠婉旧已经不可能 要是没死人 还可以协调下 让人收拾东西 能逃出多少人算多少 申丹道 好的组长 申强道 估计 估计 申丹家的大门打开了 一下子冲出数百名黑衣人 手持宝剑 朝着张献旗下卫队扑上来 六花战阵起 把胆胆反抗的叛乱分子 一一斩杀 不要让其逃走一人 张献道 刷刷刷 一个个六花战阵 迅速组建起来 朝着扑上来的黑衣人杀过去 面对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 武功高强有何用 这不是单打独斗 单打独斗 勤兵肯定干不过黑衣人 问题是 士兵是一个整体 出战是以集体组成战阵出击 在战阵配合下 可以碾压黑衣人 有组织打无组织 有配合打无配合 武功再高 面对成千上万的职业军人 同样只有死路一条 勤兵组成战阵 几人围剿一名黑衣人 一下子 黑衣人陷入六花战阵中 勤兵配合默契 协同作战 破 一名黑衣人稍不留意 遭到一名勤兵 手中长枪贯穿 在胸口上留下一个洞 嗖 命中黑衣人咽喉 尸体倒下 眼神中不甘 恐惧 第115章 回到咸阳 黑衣人修为只是战将 战率静 还有几人达到战灵 战王静 如何抵抗得住勤兵 刷 张献看到手下士兵吃紧 迅速提枪刺过去 碰 乌枪击中黑衣人宝剑上 瞬间化为碎片 乌枪依然朝着黑衣人杀过去 破 战灵静的黑衣人 咽喉上出现一个洞 死了 刷 又一枪刺出 一名战王静黑衣人倒下 张献手中长枪 看到那里有危险 枪往那里增援 不论黑衣人如何强悍 军士一枪毙命 其余的黑衣人 也遭到擎兵六花战阵的击杀 一炷香时间 战斗结束 黑衣人全部被斩杀 只剩下身强一人 身强双腿被砸断 被秦冰积压起来 身丹一家看到家丁 护卫纷纷落马 只好乖乖向秦冰投降 等待积压 五湘献官吏 第一时间进行审理 审理结束张榜公布 把身丹一族对抗秦冰 私藏武装 即这些年来所犯的是公布出来 一时间 五湘城中欢呼雀跃 很多百姓走出家门 闺女啊 你死得好惨 身是这个杀千道的 被身是一族强占 强强等事件 让百姓明白了 这些年来 身是一族犯下的罪 应该给临迟处死 杀头不解气 一定要临迟 很多百姓要求官吏 对身是一族主要犯罪嫌疑人 给予严惩 官吏针对这个要求 决定给身是一族主要犯罪嫌疑人 进行临迟处死 咸阳 胡亥回到了阿旁宫 得了消息 五妹娘 上官网二人不由而同来敲门 看到二位极品美人 胡亥面带笑容 把二人请进 一个月时间不见 貌似二人又漂亮许多 极品啊 极品中的极品 心中暗叹一声 原本胡亥想好好休息一下 这一下又得忙了 祝陛下与匈奴铁骑决战 取得胜利 五妹娘 上官网祝贺道 你们说错了 战役是韩信将军指挥 士兵用命 齐心协力才取得的 这些功劳不是朕取得 朕也只是一名小兵 有幸参加对匈奴人的决战 胡亥道 陛下 臣妾觉得这件事可以好好宣传一下 让天下人知道 秦军对抗外移取得了重大胜利 提升一下士气 也是对叛军一个重大的打击 五妹娘道 哦 你们准备怎么宣传 胡亥道 朝廷下发文书 让各地了解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事 激起百姓对匈奴人仇恨 五妹娘道 胡亥摇摇头 这种宣传方式太土 效果不会好 看来必须举办一份杂志 作为朝廷的宣传工具 现在只生产出来了 印刷术也成功 确实可以考虑新办报纸 杂志的事 问题是 缺乏人才啊 由谁来主持呢 最佳人选是上官娃 毕竟 她可是赫赫有名的大才女 问题 是让上官娃主持 有点大才小用 不划算 头痛呀 妹娘 娃儿 朕有个想法 准备筹建一个报纸杂志社 先出版一份杂志 等杂志办好后 再考虑办一份报纸 作为秦帝国的喉咙 这样一来 报纸杂志 可以向天下销售 满足文人 读书人的需求 最重要的是 我们帝国能控制 不会出现负面影响 胡亥道 陛下 这个什么报纸杂志 是什么东西 上官娃儿道 在这个时代 报纸杂志绝对是全新概念 他们二人没听过很正常 听过就不正常了 胡亥把报纸杂志的事 细细解释一番 陛下 要想让报纸杂志上销量 必须内容 要有吸引人的焦点 热点 上官娃儿道 内容问题不大 让那些各个学派的大佬写 对各门派来说 也是一种宣传 可以涉及到各方面 朝廷方针政策 战事 政务等各种内容 都可以宣传 现在关键问题是 报纸杂志社的主持人 一下子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胡亥道 陛下 可以让那些各学说 门派的大佬主持 这种事 他们肯定愿意 上官娃儿道 胡亥摇摇头 不行 这是一定要掌控在咱们手里 掌控在其他人手里 搞不好会给国家带来麻烦 胡亥道 别人不知道宣传的重要性 胡亥可是明白 这是真正的大杀器 必须掌握在手中 陛下 先不说 那些大佬来不来 我们向天下发出通告 让个学说 门派大佬来任职 一个月过去了 没有一个人来 不过 吕太公倒是来了 五妹娘摇头道 你们二人见过吕太公了 有什么看法 胡亥道 陛下 吕太公一族迁移到咸阳城 具体是什么原因 我们不知 不过 在这个时候 敢与帝国走在一起 说明吕氏一族想好了 可以放心大胆使用 五妹娘道 呵呵 这个是朕知道 是文和出手 离间了刘邦 与吕太公一族之间的关系 胡亥道 二人听后微微一愣 对于贾许 有了新的认识 能离间吕太公与刘邦 那可是牛人啊 要知道 吕太公算是一名智者 唉 胡亥暗叹一声 人才啊 陛下 是否启用吕太公 五妹娘道 胡亥摇摇头 妹娘 吕太公岁数太大了 不适合出来任职 当初的目的只是为离间 切断刘邦的钱财供应链 一直以来 刘邦的钱财 靠吕太公一族供应 不过 吕太公的儿子吕泽 还是可以的 吕泽可以带兵作战 勇武也不错 胡亥道 对了 陛下 说到吕太公一家 貌似吕智也是吕太公的女儿 现在修了刘邦 也跟着吕太公到了咸阳城 听说从小跟着吕太公读书识字 是一名才女 若是陛下放心的话 可以让吕智来负责报纸杂志一事 上官网道 吕智那可是赫赫有名的一代拳后 连刘邦都惧怕三分 此女野心太大 你们二人见过吕智吗 胡亥道 见过 给臣妾的印象是 文雅 娴熟 品位很高 说话有理有据 是一名才女 上官网道 陛下 吕智那人不简单 除非陛下能掌控 否则 臣妾觉得最好远离 五妹娘道 哦 五妹娘看人真准 一针见血看到本质 难怪能成为一代女帝 陛下 您不是想抛吕智吧 五妹娘补充道 啊 妹娘 你说什么啊 朕身边有你们几人足够了 怎么还会去沾花惹草 胡亥道 陛下 吕智也挺漂亮的 真的不动心 上官网道 妹娘 网儿 吕智长得如何 朕都没见过 如何去泡呢 当时让文和离间 就是不想让刘邦成气后 必须斩断与吕太公义族的辅助 你们也清楚 刘邦此人很厉害 很会使用人 也能吸引人才 比项羽厉害 朕不得不防 不得不对其实施计谋 胡亥道 第116章 周瑜 胡亥翻阅二人带来的奏折 端起红酒瞎了一小口 妹娘 网儿 这个屈原离 水车生产出多少了 已经开春了 尽快发到百姓手中 胡亥道 陛下 水车生产出数百架 已经在关中地区 河东 南阳等地区安装好了 这些地区不敢说100%覆盖 受益百姓也达到八成以上 一些边远地区 工匠正在安装 屈原离生产出来一万多付 一下子无法满足百姓需求 另外 耕牛缺乏 百姓手里耕牛有限 满足不了需求 有点麻烦 上官网儿道 陛下 朝廷税收严重不足 从关中地区收缴上来的税收 根本不够支撑整个帝国开支 不论是水车 屈原离 均不能一下子变现 加上武器装备的生产 财政非常吃紧 五妹娘道 胡亥头大 不解决税收问题 秦帝国如何评判 各地诸侯纷纷独立成王 这是二个矛盾体 帝国需要钱粮评判 评判后 地区掌控多了 税收会增加 耕牛问题 可以用马匹替代 不用担心 这次与匈奴人决战 我们歼灭了一些匈奴人部落 缴获大量牛 羊 马 等到天气好转 送到咸阳城中 再分配给百姓 屈原离还要加大生产力度 一定要让辖区内百姓都用上 税收问题 镇厅文文和说 锦衣卫的印刷厂 已经印刷了上千套册图书 可以对外境销售 把有钱人家手里的银子 抢一些回来 一方面作为锦衣卫建设用 一部分作为帝国正常开支使用 可以缓解一下财政紧张的事 胡亥道 二人听后 心中有点萌圈 不知道胡亥说什么 马能拉的动力吗 看到二人质疑的眼神 胡亥马上解释一番 将马中三宝石一一说出来 对了 村组织机构筹建的如何 我们一定要趁动乱之机 斩断地方上大家族 土豪猎身把持基层 多启用退役老兵 他们对帝国的忠诚度会更高 胡亥问道 陛下 这是在关中 汉中 南阳 河东 洛阳 陆西等地区 已经全面开展 那些暂时不在管辖区 或者摇摆不定的地区 还没有实施 总体来说 情况不错 进展也很快 各地都有大家族 蛊惑人心的事发生 不过 在秦军的镇压下 没有闹出太大的事 田地也顺利分配到百姓手中 可是 帝国欠的钱太多了 回收土地归国有 资金需求量很大 五妹娘道 一个是想要打破习俗 传统 必须要付出代价 此时不搞 以后搞更困难 我们制定了五年内还清 财政压力山大 重要的是 各地严重缺乏官吏 一下子自己培养不出来 就算短时间内培养出一批 也无法胜任 上官网摇头道 胡亥点点头 困难是暂时的 慢慢来吧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学校筹建的如何 开春后能开学吗 胡亥道 进度不是很快 主要是缺乏资金 目前 只在郡县二级建立起来 村一级没钱兴建 等财政好转后才能兴建 不过 基础功法倒是超应后 下发到村上了 上官网道 教育是立国之本 帝国再困难 也要修建 等平乱后 天下太平 还要搞一些夜校出来 实行全民扫盲 只有百姓识字 认字 才能提高全民素质 素质提高 百姓不容易被愚弄 到全民街十字时 各种天才会涌现出来 胡亥道 陛下 天很晚了 要不咱们睡吧 五妹娘道 胡亥微微一愣 不知不觉间 三人谈了一晚上 已经过了午夜 再不休息 又得熬夜了 抬头看了他二位极品美人 心中一热 拉着二人御手 往寝宫中走进去 蒸伐 不停地蒸伐 四日早上 胡亥醒过来 看了他二位睡梦中的美人 轻轻抚摸一下二人额头 不声不响起来 生怕把二人吵醒 进入御书房 准备查看一下属性情况 途中 秦军歼灭了二个敌人部落 令胡亥 获得大量经验值 修为也晋升到战王十阶 再进一步 达到战宗境 一旦胡亥修为达到战宗境 旗下神将会纷纷解映修为 进入巅峰战皇境 到时候 再碰上战尊境超级高手 也有一战之力 对了 貌似进入战王境 还有一次抽奖机会没抽呢 现在帝国要筹建报纸杂志社 需要人来主持 希望能抽到明大文学家 商业奇才也不错 有个商业奇才 很多商业上的事情 就有人手处理 赚取大量钱财 支撑帝国发展 系统 抽奖吧 遵命 石海中的大轮盘 飞快地旋转起来 越来越快 停 叮咛 恭喜宿主 抽到神话及名将卡一张 请问是否释放 啥 神话及名将 胡亥微微一愣 神话及名将胡亥旗下 只有韩信一人 不过 此时的韩信 还未真正进入神话级 会是谁呢 沙神百起 君神礼精 战神岳飞 在胡亥的心中 貌似神话级名将 只有这三人 就算是鼎鼎大名的孙并 吴起 庞军等 也未进入神话级 呆滞 傻愣 查看神将卡后 胡亥一下子愣住了 周瑜 周公瑾 三国时期的周瑜 怎么可能是神话级名将呢 不科学啊 系统 怎么回事 什么时候周瑜 是神话级名将了 宿主 不要奇怪 这是系统判定 周瑜确实达到了神话级名将 主要是周瑜在东吴 国家人口 经济 限制了其发展 胡亥微微思考下 心中也明白了 三国时期的周瑜 确实很牛逼 不仅智商高 谋略进入六大谋士行业 号称一步三策 特别在带兵作战方面 也只有军事家 政治家 文学家 民族英雄曹操 能与之相媲美 曹操带兵作战 在三国时期 绝对是顶级的 不过 比起周瑜来 弱了一点 演绎上讲周瑜心胸狭窄 被诸葛亮活活气死 那纯粹是罗大大瞎编出来的 三国制 尚对周瑜的评价相对公平 其实呢 拿周瑜与诸葛亮比较 真的没道理 二人不是一个时期的人 诸葛亮出山时 周瑜已经是东吴的大都督 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军委 副姓号姓号 大军区司令员 算是位高权重 又取到小乔为妻 达到人生巅峰 诸葛亮呢 刚刚出山辅佐刘备 还没打出名声出来 加上岁数 也小了周瑜十多岁 这如何对比啊 此时的周瑜 会嫉妒诸葛亮 开什么玩笑 刘备那时 只有兵马二万人不到 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 周瑜则掌控着 东吴一半以上兵马 声名显赫 天下谁人不识周瑜 赤壁之战是周瑜代表作 以一以之力 歼灭老曹八十万大军 是真正以少胜多的战力 刘备呢 那个时候属于打酱油的 捞点名声 占点便宜而已 真没起到多少作用 在水战方面 周瑜绝对是天下第一 三国时期 没人能与之相比 这是事实 胡亥心中爽翻天 呀的 水军都督有着落了 第117章 盆满钵满 系统 释放 刷 一团金光炸开 头顶上空出现一个黑洞 一道身影慢慢凝聚起来 下一刻 一名帅到发呆的俊俏男子 出现在胡亥面前 一身银色铠甲 将周瑜衬托得更俊美 腰间悬挂着一柄宝剑 显得英俊洒脱 末将周瑜见过主人 周瑜道 妈蛋 真的俊美啊 传说周瑜长得俏 是一个小白脸 素有曲有物 周郎固执美誉 形容周瑜长相太俊俏 美人弹琴只要周瑜进来 美人会出错 男神啊 在后世绝对是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对美女有极大杀伤力的典范 呀的 比美人长得还好看 千古风流人物周瑜 那是一代文学宗师苏氏的评价 公姐不要客气 以后叫陛下即可 不要再叫什么主人 咱们不是主仆关系 是军臣关系 胡亥道 遵旨 周瑜道 洞察之眼 姓名周瑜 修为巅峰战宗境 功法兵经 忠诚度100% 卫队02000 特长 在水兵作战时 能提升旗下士兵30%以上战力 陆战时 只能提升10%左右 谋略形统帅 太牛逼了 30%以上战力提升 震撼心灵了 公姐 坐下来 咱们二人好好喝一杯 聊一下当前的情况 胡亥道 取出二支杯子 倒上红酒 推一杯到周瑜面前 谢陛下 周瑜道 公姐 帝国现在情况不是很好 不过 经过三个多月的玉血奋战 收复了一些地区 击退了匈奴人入侵 枪足叛乱蒙田将军 正率兵马平叛 局势得到稳定 不过呢 各地诸侯依然独立称王 情况不容乐观 想要彻底评判 有很长的路要走 公姐能出山来帮助朕 朕很开心 一定会让公姐 有充分发挥 才华的舞台 目前 南洋地区已经被木贵英将军收复 此时正在训练士兵 开春后会对下口出兵 一举拿下下口地区 朕想让公姐去帮助木贵英将军 等拿下下口后 公姐出任帝国海军大都督 迅速在下口一带新建造船厂 生产性能优良的战船 另外 必须及时征召水兵 最好一次性征召五万人 能多的话 可以多征召点 以十万兵马为限 朕只给公姐一年时间 必须让海军成军 能对抗任何水上力量 胡亥道 尊执 周瑜道 公姐 船厂的修建 朕会派大量工匠到下口支持 不过 公姐也要在下口一带招收大量工匠 战船的图纸正会让人送到下口 只需要暗图打造即可 至于武器装备 帝国会全力支持 要什么武器装备 画出图纸 让工坊打造 胡亥道 谢陛下后岸 周瑜道 公姐 二年后 朕希望长江中只剩下帝国的水军 见不到叛军的水军 我们不仅要让战船在长江中航行 还要让战船进入大海中航行 为以后对外征战积累经验 胡亥道 周瑜走到地图前查看 绝不辜负陛下期望 对了 陛下 末将的卫队如何筹剑 是在咸阳城中挑选 还是等到了南阳再筹剑 周瑜道 神话及神将 有两千人的卫队 一旦建立完成 卫队士兵修炼速度会暴涨 胡亥手指在桌子上轻敲 咚咚咚 心中在权衡利弊 恭敬 关中一带的士兵 基本不是水性 你的卫队 以后肯定要在水面上战斗 不过 此事阵还是遵循你的意见 胡亥道 陛下 水性可以训练 末将建议在咸阳城中挑选 趁着到南阳的时间 途中好好训练一下 提升一下士兵的修为 到时候好投入战斗中 周瑜道 行 这是你决定 朕不再过问 等会见到皇忠 孙上香 你跟着他们二人到兵营中去挑选 胡亥道 遵旨 陛下 末将还是先到兵营中挑选卫队 不等皇将军 孙将军了 周瑜道 好吧 晚上朕好好摆一桌酒宴 把朕心腹嫡系叫来 欢迎宫景加入帝军 胡亥道 谢陛下 周瑜道 胡亥安排一名亲卫 带着周瑜去兵营 自己在书房中 查看各地送来的奏折 报告陛下 扁鹊 贾许二位先生求见 传令兵道 有请 胡亥道 见过陛下 贾许 扁鹊二人行礼道 二位爱卿坐下 先喝点酒暖暖身子 稍等朕一下 朕看一下这几份奏折 胡亥道 谢陛下 胡亥放下笔 把批示过的奏折放在一边 唉 暗暗叹了口气 人才啊 缺乏大量官吏 胡亥也没有好的办法解决 扁鹊先生 不知脆体丹练出来多少了 胡亥道 陛下 经一个多月的练制 到目前为止 已经练制了近五万枚 其中一万多美元起单 扁鹊道 哦 那么多啊 不错 扁鹊先生 谢谢您 这批丹药出来 会让秦军士兵修为上升 战斗力暴涨 胡亥道 陛下 还有些原料还是不足 特别是一些上年份的药材 趁现在价格低 可以大量收购 微臣建议朝廷专门拿出一部分资金出来运作 这段时间已经能练制二阶 三阶丹药 问题还是卡在药材上 帝国严重紧缺 扁鹊道 胡亥点点头 陛下 二阶 三阶脆体丹 陛下也可以服用 会取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元气丹可以给将军们在关键时候服用 确保体内元气充盈 能持久激战 扁鹊补充道 钱啊 帝国真心没钱了 扁鹊先生 这是朕来想办法 看看从什么地方搞点钱出来 让人采购 胡亥道 谢陛下 微臣走了 扁鹊道 卫兵 抬着这箱酒 给扁鹊先生送过去 胡亥道 谢陛下厚爱 扁鹊道 陛下 这次印刷出来的书籍 只够关中地区销售 其他地方要往后顺延 贾许道 哦 想想也是 只是新鲜玩意 一出现 肯定会受到读书人 书生的喜欢 加上印刷成书籍 只要手上有钱 都会采购 特别那些的大家族 土豪猎身 手上不缺钱财 见到那么好的东西 怎么会不采购 文和 是不是价格定得低了 胡亥道 陛下 书籍价格已经定得很高了 一本书要花上百两银子 成本可以忽略不计 贾许道 陛下 全是有钱人家 大家族 土豪猎身采购 一采购就是好几套 贾许道 现在问题是 人才不足 特别是整理竹卷的人太缺乏 否则 产量还能上去 贾许道 咚咚咚 胡亥在思考 文和 你说咱们来搞个百家讲堂 对外开放 让儒家 道家 兵家 墨家 法家 农家 咱家等的大佬 来百家讲堂发表演讲 只要他们进入咸阳 更容易征招 胡亥道 那些大佬的说话稿 我们让人专门记录下来 好的可以启用 正想筹建一个报纸杂志社 先搞杂志 半个月一期 等杂志搞好后 再搞报纸 毕竟 报纸是 每天都要出版 工作量太大 开始实惠很困难 等有人才后再考虑 胡亥道 陛下 这是要搞个喉咙 是个好办法 咱们现在有印刷厂 确实可以操作 贾许道 第118章 百里是 端齐酒杯瞎了一口 感觉身体暖洋洋的 太冷了 文和 没错 正是想搞个喉咙出来 不过 负责人找不到 不好弄 胡亥道 陛下 要不让吕太公负责 他们一家搬迁到咸阳 应该不会再有二心 贾许道 文和 吕太公岁数太大了 主持不了报社的工作 胡亥摇头道 陛下 吕太公还带着了吕泽 吕智 吕须三兄妹一起到了咸阳 经过锦衣卫暗中调查 吕泽曾在刘邦手下认过军职 有一定的能力 吕须是樊快的老婆 樊快已经挂掉 吕智修了刘邦 调查发现 吕智此人能力不错 让其负责报社事务 不会有问题 再说了 吕太公一家在此事来投 咱们必须做个姿态出来 贾许道 咚咚咚 胡亥在思考 心中有点担心 怕什么 无外乎再死一次而已 文和 让人把吕智叫进来 朕先接触一下 到时候咱俩一起考察 再定夺 胡亥道 遵旨 贾许道 文和 派人去调查一下 温宪的县令许旺 及其女儿许父 许父是先皇在时很看重 据说师从黄石公 与张良氏师兄妹关系 一个学习兵法谋略 一个学习阴阳学 胡亥道 貌似在记忆中 许父是历史上 第一个被刘邦封喉的女人 很得刘邦喜欢 至于是否被刘邦拿下 只有天晓的 不过呢 凭刘邦的权势 看中的美人 基本不会放过 陛下 您说的许父 确实是一名奇女子 据说很有才华 是阴阳学派的宗师级人物 相貌长得不错 是有名才女之一 名声比吕智强好多 贾许道 哈哈 文和 让许父查看一下星象 他不是阴阳学方面的顶级专家 牛人吗 胡亥道 另外 暗查一下 许王家是否有招兵马的事发生 胡亥补充道 历史上许王这个县令 确实在温县招兵买马 刘邦进入关中地区时 投靠了刘邦 不过呢 历史发生了偏差 刘邦大军并未攻破 青尼爱口这个地方 灰溜溜逃走 许王还会反情吗 贾许微微点头 遵旨 贾许道 一下子 锦衣卫迅速行动起来 陛下 据各地探子上报 各地诸侯正在大量招兵买马 囤积粮草 准备应付秦军的进攻 贾许道 哦 项羽的储君怎么样了 胡亥道 担心的是 项羽与刘邦二人 其他诸侯胡亥不在意 陛下 储君现有兵马十多万人 正在鹏城训练 刘邦只有数千老兵 潜伏在项羽旗下 不过 暗中刘邦与一些民事接触 确实忽悠到一些人才 贾许道 文和 重点放在监视项羽 刘邦二人身上 这二人会给帝国造成一定压力 胡亥道 遵旨 贾许道 文和 陪朕到外面走走 了解一下咸阳城中的情况 胡亥道 遵旨 二人换了便装 走出鹅旁宫 身边也没带护卫 陛下 贡傲一家来到咸阳好长时间了 一直住在客栈 等待陛下接见 贾许道 贡傲 一个反叛分子 也是一个诸侯 文和 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胡亥道 陛下 贡傲是第一个开城门投降的诸侯 虽然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投降 可是 我们可以在贡傲身上做点文章 树立个榜样 为以后评判减轻压力 贾许道 胡亥也在思考 心中虽然非常鄙视贡傲 可以得认真对待 向贾许所讲 帝国需要个榜样 文和 安排个住处给贡傲一家 叮嘱他们不得离开咸阳城 朕觉得 再量一段时间 胡亥道 一个反叛诸侯 不能是一来就接见 那胡亥面子和存 陛下 准备给贡傲安排什么工作 这个是很重要 关系到其他诸侯的看法 贾许道 文和 他们可是反叛的诸侯 肯定不能让其掌握实权 朝中人才是缺乏 也不能胡乱安插人 朕思考了下 在咸阳城中 搞一个资政院 专门安置那些个诸侯 新部与咱们一起的人 全安置在资政院 资政院人员薪水 全部按俊太守 县令的执行 算是给那些叛乱分子一个去处 作用吗 向朝廷提出建议 合理 好的建议 咱们研究个方案出来采纳 其余不用管 任由他们提 胡亥道 简单点说 就是把这些人圈养起来 只要乖乖听话 生活没问题 有保障 二人边走边聊 一路查看百姓生活状况 百姓生活艰苦啊 陛下 前面有家茶馆 咱们进去喝点茶 顺便听下饮茶人怎么说 假许道 了解消息 一是茶馆 二是饭店 酒楼 三是妓院 三个地方 消息最灵通 胡亥点点头 二人走进常来茶馆 二位客官 有请 殿小二客气道 找到窗子边坐下 小二 来一壶上好的茶 再来点蛋糕 瓜子之类的东西 假许道 好了 客官稍后 马上就来 小二道 茶水迅速端上来 不过 那种煮茶胡亥 实在喝不下去 味道太难喝了 百里兄 帝君击败上百万叛军后 又在燕门关 打败了南下入侵中原的 二十多万匈奴铁骑 目前 帝国相对稳定 你们百里家族 还不准备派弟子出世吗 一名路人假道 哎 百里姓氏的人叹了口气 韩兄 你也知道 以前大王干的那些事 庆竹难输 我们百里是心中担心啊 百里姓路人假道 百里兄 公告不是解释吗 以前那些事 全是赵高所为 与大王没多大关系 大王连玉玺都掌控不了 一切全是赵高干的 推在大王身上 韩姓路人假道 韩兄 你说的没错 这段时间以来 大王干的事 确实是一代圣贤 可是 以前那些事 真的全是赵高所为吗 出世一世不及 再等等看 百里姓路人假道 百里兄 本人觉得是个机会 明天就去参与口合 韩姓路人假道 韩兄一身所学 看来是有施展才能的地方 在这里 预祝韩兄过关斩将 通过口合 百里姓路人假道 百里姓 韩姓 胡亥听了 心中迷惑 难道是百里士一族的子爹 说到百里士一族 不得不说一个牛逼人物 百里姓 那可是春秋战国时期 鼎鼎大名的牛人 政治家 思想家 在百里姓辅佐下 秦国成为春秋战国时期 五强之一 百里姓死了 其家族在咸阳一带传承下去 算是秦国的功勋家族之一 第119章 许富 呀的 以前胡亥干的那些事 真是庆祝难说 现在的胡亥得为原胡亥背锅 百里姓 要看远一点 自从大王掌权 赵高处死 朝廷出台的那些个方针政策 符合明星 韩姓路人假道 韩姓 那个什么土地收归国有 在村籍建立组织机构 触动了天下有钱人 大家族 土豪猎身的利益 这个是影响太大了 一旦处理不好 混乱是必然的 百里姓路人假道 百里姓 我觉得时机掌握得很好 趁天下混乱之际 把原来的政策重新调整 是个不错的机会 百里姓了解过 调整土地 建立村组织机构的情况吗 韩姓路人假道 了解一些 不是很全面 百里姓路人假道 得明星 却得罪了大家族 韩姓路人假道 二人正听得津津有味的时候 一名黑衣人走进来 到了贾许耳边 小声嘀咕几句 贾许朝胡亥示意一下 二人走出常来茶馆 朝着阿旁公儿去 御书房 胡亥 贾许二人坐下 文和 到底有什么事 胡亥道 陛下 刚刚收到锦衣卫报告 徐旺一族没有招兵买马 一家人近几个月来 一直待在温城 贾许道 哦 另外 再过一个时辰 徐旺与许父会奉命进攻 来见陛下 贾许补充道 文和 你也懂星象 这段时间看过没有 到底是什么情况 与朕好好说下 胡亥道 陛下 微臣对于阴阳学 不是很精通 只懂一点皮毛 还是等许父来吧 贾许道 胡亥也不勉强 毕竟 贾许擅长计谋 并不擅长阴阳学 一般文人都稍懂点 陛下 微臣对阴阳学不是很内行 不过 前段时间查看过 貌似地心周围的暗圈越来越淡 正向好的方向发展 估计不用多长时间 地心周围的黑暗光圈会消失 那颗所谓的新地心 已经暗淡无光 随时会有消失的可能 贾许道 胡亥点点头 虽然不懂 也不相信所谓的阴阳学 不过 秦帝国的情况 确实是一天比一天好 几个月时间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消灭上百万叛军 一举击败二十多万匈奴铁骑 歼灭了十多个匈奴人 低人部落 暂时缓解了秦帝国外部压力 接下来 只需要一心一意对内评判 不用分散精力 抵抗匈奴铁骑南下入侵 何况 南阳收复 洛阳收复 河东收复 此时高顺 敌人杰率领兵马出击兵州 中彻底拿入帝国管辖 四属之地也在陈平 张献二人收复中 天水 隆溪等地区的伟匈奴人 也遭到蒙田将军的镇压 情况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秦帝国局势好转 星象上肯定会体现出来 对于阴阳学 胡亥是不相信 可是世人 读书人均相信 胡亥也得重视 毕竟 世人 读书人 书生 可不全是傻子 既然那么多人相信 一定有他的道理 有吸引人的地方 文和 阴阳学 到底是门什么样的学术 为什么读书人 书生都那么相信 胡亥道 陛下 这个事 有点复杂 那玩意 确实让人不容易理解 也很难懂 贾许道 哎 胡亥常叹一声 一门博大精深的学科 认识宇宙本质的学科 报告陛下 许旺 许夫二妇女来了 是否接见 传令兵道 哦 来得好快啊 胡亥与贾许二人对视一眼 一切均在不言中 有请许旺 许夫妇女 胡亥道 不大一会儿 一名老头 带着一名美艳女子 出现在书房中 本官 名女 见过陛下 许旺 许夫妇女 恭敬行礼道 你们二人 不要有什么顾虑 朕叫你们来 是听闻许夫 对于阴阳学 有建树 想请许夫 查看一下星象 到底是什么情况 朕希望许夫 实话实说 不要说些忽悠人的鬼话 来欺骗朕 胡亥道 为陛下效力 是名女的职责 名女一定把真实的情况 向陛下报告 许夫道 胡亥抬头瞄了一眼 不算特别漂亮 可打分的话 也绝对在九十分上下 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美女 身上衣服不是很华丽 却有一种自然美的味道在里面 这是一名很耐看的美人 身材修长 涂凹有致 一种自然美 带有一丝丝声色 许夫 朕听闻你与张良是师兄妹 可有这个事 胡亥道 回陛下话 名女确实与张子房是师兄妹 不过 名女并未见过子房先生 许夫道 哦 许夫 黄石公还在试吗 胡亥道 那么牛逼的人物 若在世的话 胡亥不介意让人找找看 最好能为帝国效力 陛下 名女只得到家师几本书籍传承 知道有一个师兄叫张良 后来 师尊离开 一直没有音信 许夫道 哎 高人啊 喜欢隐居 这到哪里找啊 算了 纠结那么多干嘛 能让许夫来效力 已经不错了 若是能让张良也臣服 那就圆满了 不过呢 想要让张良投诚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许夫 张子房先生 一家人也在咸阳中 有时间去与他见见面 聊一下 胡亥道 什么 子房师兄 在咸阳城中 许夫惊讶万分 做梦不会想到 张良待在咸阳城 他不是跟着叛军造反吗 咋会待在咸阳中呢 不可学啊 难道是战败被俘虏 哈哈 胡亥笑了起来 不要奇怪 张子房先生离开刘邦时 遭到刘邦派出的亲卫半路截杀 后来被镇手下救下来 就跟着秦军回到了咸阳城中定居 胡亥解释道 张良等人积压在咸阳一事 外人并不知道 谢谢陛下 民女有时间会去看望师兄 不知陛下是否有事 要让民女转告 许夫道 胡亥摇摇头 一带至圣 怎么可能会受他人的意见左右 君则臣 臣则君 在张良没考虑好 没看清楚前 不会轻易做出决断 不过呢 消灭上百万叛军 歼灭南下入侵中原的二十多万匈奴铁骑 确实有资格让张良臣服 这二次战役 全是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力 不用 朕相信 张子房先生会看清楚形势的 最后做出明智的选择 胡亥道 第120章 欢迎宴席 傍晚 胡亥在宫中摆下酒宴 把嫡系武将 文臣叫进宫中 欢迎周瑜加入团队 贾许 孙上香 黄忠 上官瓦 五妹娘 黄月英 于姬 获取病 扁雀 周瑜 聚集一堂 许望 许夫妇女二人也被邀请参加 恭景 对上香是否有点熟悉的感觉 胡亥道 周瑜点点头 陛下 末将确实感觉有一丝丝熟悉的感觉 貌似在什么地方见过似的 但是 末将敢确定 我们二人绝对不认识 具体什么原因末将也不清楚 周瑜道 嘿嘿 呀的 你们当然认识 在另一个卫面算是一家人呢 召唤出来的神将 明臣都被系统抹除记忆 植入这个时代的信息资料 朕的心腹嫡系 今晚上基本来了 只有木贵英 吕灵起 高顺 敌人杰 张献在外征战 另外还有蒙田 蒙义 韩信 周伯 陈平等属下在外 胡亥道 看了下属下文臣 武将 胡亥发现 在不知不觉间 自己也有了团队 还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团队 好了 废话不说了 今晚上是欢迎恭敬 镇敬诸位一杯 大家放开喝 放开吃 胡亥道 谢陛下 别拘束 酒桌上不分君臣 大家平等对待 各自随意吧 胡亥道 一下子 气氛热烈起来 不大一会儿 十多瓶茅台 几瓶红酒全喝光了 胡亥又让人重新拿出来 陛下 这个涮羊肉味道不错 也容易掌控 只需要把佐料掌握在手中 可以考虑 让锦衣卫在各地开设酒楼 一方面赚起经费 另一方面 方便隐瞒身份 贾许道 哦 文和 这是你安排人负责 赚钱是小事 关键是让探子 锦衣卫有个身份 胡亥道 遵旨 贾许道 宫瑾 听说你情谈得比较好 今晚上没外人 不如趁酒性 弹一首娶出来祝乐 胡亥道 屈有物 周郎固 不仅是讲周瑜长得漂亮 俊俏 还指周瑜的弹气同样精湛 很难有人超过 陛下 这不好吧 那么多美女 他们弹琴 应该不会差吧 再说了 没有琴 如何弹奏 周瑜道 哈哈 胡亥笑了起来 恭敬 谁说镇这里没琴 只是没有明琴 一般的琴 萧 二胡 笛子等是有的 胡亥道 迅速查看一下系统商城 从里面把琴 萧 笛 二胡 小提琴 吉他等兑换出来 胡亥示意皇宫卫兵 去书房中 把各种乐器取出来 此时是秦朝 乐器基本是青铜制造 特式编中之类的乐器 非常有名 胡亥嫌繁琐 让很多后世的乐器 提前面试 周瑜见胡亥玩真的 也不好推脱 只好勉为其难 走到琴旁边 手指在琴上轻轻一滑 美妙绝伦的声音进入耳朵 吵闹之声一下子安静了 一首 出赛曲 缓缓弹出 金戈铁马 万马奔腾 让人听得热血沸腾 让人听得热血沸腾 特别将军们 战役外泄 啪啪啪 掌声雷动 此曲只有天上有 五妹娘道 妹娘 玩 要不你们二人也上去弹奏一曲 胡亥道 不 我们可不敢在周公井面前 搬门弄斧 上官玩的 在场的 最为惊讶的是 许旺 许父父女俩人 他们二人做梦不会想到 皇帝会如此清明 不分彼此 与嫡系打成一片 以前那些传说 难道真是赵高所为 胡亥不像一个昏君啊 看来 原来那些事 全是赵高编排出来的 一下子 让许旺 许父二人 对胡亥好感度连连上涨 从原来的20% 迅速上涨到50% 以上 陛下 名女要去查看星象 不知皇宫中 是否有烧高的地方 适合观察 许父道 哦 让亲卫带你去查看 看到合适的地方 上去观察即可 不要有什么顾虑 胡亥道 陛下 微臣也稍懂星象 让微臣带着许父 许王妇女二人去观看 假许道 行 有劳文胡了 胡亥道 酒宴也差不多了 好多人都喝高了 胡亥也在鱼姬 五妹娘 上官玩等人的服饰下 走进寝宫 准备休息 上香 你跟进来干嘛 胡亥道 那个 陛下 末将也想与你们一起玩游戏啊 孙上香道 上香 你还小 才16岁 玩什么游戏 再等几年 再等几年吧 到了18岁时 再来玩游戏 胡亥道 陛下 人家那里小了 女人13岁就可成婚 早超过结婚年龄了 孙上香 挺凶道 生怕胡亥 看不到他恶挪多姿的身材 妈 大 16岁 那可是孩子 不行 坚决不行 上香 朕是为你好 担心岁数太小 玩游戏会伤害到你的身体 并非朕不喜欢 像你这样的美女 朕会不喜欢吗 等你身体完全长成 朕一定陪你玩游戏 胡亥相劝道 那拉钩吧 孙上香道 啥 胡亥差点昏倒 不过呢 胡亥还是伸出手指 与孙上香拉钩 下一刻 孙上香扑到怀里 红唇在胡亥脸颊上 重重硬了下 然后红着脸跑开了 胡亥摇头苦笑 陛下 其实你真想的话 上香妹妹还是可以了 都16岁了 正是二八最佳年华 五妹娘道 好了 咱们再喝点酒 胡亥道 陛下 今晚咱们要一起吗 于姬道 嘿嘿 怎么 不行吗 胡亥道 刷 于姬翘脸红了起来 不知说什么好 御书房 咚咚咚 进来 胡亥道 陛下 有事要向你报告 黄岳英道 说吧 你的事 正会全力支持 胡亥道 黄岳英是搞研发的 是帝国最牛逼的研究人员 也是一代名将 研究出来的东西 对帝国有利 陛下 水车 驱元梨 还有升级版秦母 已经全搞好了 现在正研究钢铁冶炼 不过 陛下拿出来的那个战船 唐刀 有些地方微臣理解不了 黄岳英道 混 你一个大工匠理解不了 难道我一个外行能理解 别逗了 月英啊 那些技术上的事 朕也不懂 只负责拿出图纸出来 具体要咋办 得靠你研究出来 让其变成产品 你也不要着急 慢慢来吧 胡亥道 对了 月英 你可以考虑带几名学生 或者招些卫队 专门负责一些小事 胡亥补充道 知道了 黄岳英道 第121章 留在阿旁宫中 看到黄岳英 犹豫不决的样子 胡亥一脸懵圈 这小妮子 还有何事 月英 还有什么事 胡亥道 陛下 那个 微臣想重新修建一个实验室 需要好多设备 资金支持 黄岳英道 哦 月英 貌似你现在的实验室 也是刚修建好没多长时间 为什么要更换呢 胡亥道 陛下 微臣最近 从工房调来数十名工匠 让他们帮助微臣搞一些研究 原来的实验室不够用了 还要增加大量的新设备 那些个设备 在帝国貌似找不到 只好求助陛下 黄岳英道 哦 岳英 你在研究什么玩意啊 胡亥道 哼 黄岳英冷哼一声 还不是陛下 讲的那些事 什么蒸汽机 螺旋桨 蒸汽锤 各种合金材料等 黄岳英道 妈蛋 那些个玩意 只是胡亥随口说着玩的 从来没想过 黄岳英能研究出来 毕竟 条件限制其研究 时间再长 也不会有效果 岳英啊 那些个研究项目太高大上了 还是先研究点实用的 对帝国现阶段有促进作用 现在帝国百姓家中 严重缺乏菜刀 斧子 镰刀 砍刀之类的日常用品 让工房多生产点 拿出来对外销售 满足百姓需求 胡亥道 陛下 咱们工房里的铁 可是只能用于军事上 名品基本不用 再说了 铁生产量有限 一旦生产民用品 军品会受到严重影响 这事请陛下三思 黄岳英道 唉 胡亥暗叹一声 秦帝国刚刚从青铜器 走向铁制品 一下子要提高铁产量 明显是不可行的 咋办呢 脑海中灵光一现 岳英 你们现在用黑莓 提高卢温炼制生铁 可以考虑一下 先把黑莓也炼下 再与铁矿石在一起提炼 同时加大炉子的容积 一次性也炼成千上万斤 那样一来 产量应该可以大大提升 不过 具体怎么操作 朕不懂 只是梦中听人简单说过 全靠你们来研究 搞出行之有效的办法出来 胡亥道 黄岳英在思考 对了 工房中那些优秀工匠 他们搞的那些个铜合金 其实也是可借鉴的 新材料 说白了就是 好多种矿石在一起也炼 不同的配比 也炼出来的品质是不一样的 只有不断的实验 总结 最终得出一个较好的方案 胡亥补充道 像那个蒸汽锤 一旦研发出来 士兵的头盔 铠甲 可以一次性成型 不需要很多工艺 关键是 冷压制出来的产品 性能会好很多 胡亥道 陛下 这些事 需要有地方研究 靠现在那个实验室 支撑不起来啊 黄岳英道 好吧 朕同意给你的实验室大力支持 设备由朕来解决 要怎么修建 给你来安排 胡亥道 谢谢陛下 这是刚刚研究出来的手弩 已经可以大量生产了 黄岳英道 胡亥接到手中 查看一番 不错 轻轻扣动 嗖嗖嗖 五枚弩箭闪电般射出 狠狠扎在二十米远的柱子上 这是锦衣卫的标配啊 有了这种手弩 锦衣卫在近身搏斗时 战斗力会上升几个档次 机战中 锦衣卫士兵突然间射出一波弩箭雨 对方会被打个措手不及 陛下 你说的那个四轮马车 我们已经生产出来了 不过 那个转向器有点麻烦 质量一直上不去 用上一段时间必须更换 其他军达标 黄岳英道 哦 四轮马车出现了 意义重大啊 不论在军事方面 还是民用方面 四轮马车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会极大降低成本 好 能有时间正去看看 胡亥道 报告 传令兵道 进来 陛下 贾许先生带着许旺 许父父女二人来了 传令兵道 有请贾先生及许旺 许父父女进来 胡亥道 陛下 你有事 微臣就走了 等有不懂的地方再来请教 黄岳英道 岳英 辛苦你了 等忙完这一阵 震到你实验室去看你 胡亥道 哼 本小姐以为陛下是说着玩呢 上次就说去看望人家 都一个多月了 人影不见 黄岳英道 岳英 朕不是出征在外吗 刚回来二天 手上事情好多 不是朕忘记 是真的忙 胡亥道 黄岳英懒得理会胡亥 气呼呼地走了 呀的 姑奶奶不好服事啊 见过陛下 贾许 许旺 许父三人行礼道 坐吧 胡亥道 那位马上送上茶水 许父 不要有什么顾虑 大胆说出来 朕要真实的情况 不要拿虚假话来忽悠朕 胡亥道 陛下 昨天晚上 明女与贾大人细细观察星象 地心依然有一圈黑色的光圈笼罩 不过 比以前淡了许多 关键是 地心旁边这段时间 出现了十多颗亮晶晶的星星 那十多颗星星非常耀眼 那是在保护地心 不让地心受到伤害 也就是说 陛下身边有好多文武大臣 他们都可能创造历史 成为一代名将 名相 那些个星星就是陛下身边大臣的星座 至于另外一颗新地心 与一年前完全是二回事 星光暗淡 大有随时坠落的可能 许父道 哦 意思是 叛军中有一颗地心 目前情况不是很好 胡亥道 陛下 就是这样 近二年来 明女也时常观察星象 近半年来 星象发生异常 许父道 具体点讲 胡亥道 陛下 庶民女直言 半年前 地心暗淡无光 随时会消失似的 那颗新地心 则光芒万丈 有成气后的趋势 然而 当陛下斩杀赵高 彻底掌控权力后 星象发生了巨大变化 就从陛下掌权开始 地心慢慢亮了起来 笼罩在帝国周边的黑圈 也开始淡化 加上这段时间以来 地心旁边出现大量星星 保护着地心 从那时起 心涌现出来的地心 则开始变得暗淡无光 周边的星星有的坠落 有的离开 成为了一颗孤独的地心 许父道 温和 你也懂一点星象 许父说的是实情吗 胡亥道 陛下 微臣也观察了星象 虽然微臣对星象不是很专业 比不上许父大家 观察的结果 确实与许父所讲是一致的 假许道 胡亥点点头 许望 正看你兢兢业业 特别培养出许父这名阴阳学的大腕 朕很欣慰 从明天起 你到礼部任职 出任礼部侍郎吧 胡亥道 谢陛下厚爱 微臣一定努力工作 为陛下分忧 许望道 许父 你是否愿意待在宫中 若是愿意 可以在宫中好好研究阴阳学 朕藏书阁中有好多书籍 阴阳学方面的书籍也有不少 可以让你去藏书阁观看 胡亥道 许父没有一下子答应 而是在考虑 许望则朝许父不停地努嘴 意思是让许父赶快答应下来 这是好事啊 一个女孩攀上陛下 不仅许家会崛起 获得极大的好处 利益 这到什么地方找啊 多谢陛下 名女愿意待在宫中 许父撬脸烟红 羞得无地自容 胡亥摇摇头 他想多了 胡亥心中可没有想过要拿下许父 仅仅是为他提供一个地方学习而已 第12章 萧和投诚 御书房中 胡亥不停运转帝黄金 凌风拥而来 进入体内 冲刷着经脉 内体 一遍又一遍 在大量灵气冲刷下 不论是肉体 经脉 骨髓 五脏 都得到不断的提升 一种旋直又旋的感觉 令胡亥沉醉其中 不能自拔 修炼忘记了时间 不知不觉间 胡亥修炼了一天一夜 睁开眼睛 双目中散发出灵力光芒 帝皇之威释放出来 让房间外面的亲卫压力山大 扑扑扑 几名亲卫扶在地上 口中老血吐出来 听到动静 胡亥连忙查看 妈蛋 没控制好 把帝皇威释放出来 迅速收回威压 走出来 赶紧把几名亲卫扶起来 让人带着 去找扁鹊先生智商 陛下 一个叫萧和的人来求见 传令兵道 哦 萧和想明白了 这些牛人 大脚不是一个个傲娇的令人无言以对吗 突然来求见 什么意思 萧和岁数大了 想要干点事 再不出事的话 一生碌碌无为 好不容易搞出点声望出来 再不使用 过期作废啊 这是一方面 还有一个事 应该是家中缺钱量了吧 胡亥是给他们几人安排了住宿 可吃喝拉撒必须自理 帝国不会承担 秦帝国不养闲人 在这种情况下 离开咸阳 胡亥不同意 有暗探监视者 走不掉啊 那么多的家眷 不容易逃脱 工作呢 谁也不敢用他们几人 除了求胡亥外 别无他法 把萧和请进来吧 胡亥道 遵旨 传令兵道 另外 把贾许 五妹娘 上官瓦三人 也一起叫来 我们一起接见萧和 胡亥补充道 遵旨 传令兵道 不大一会儿 贾许 五妹娘 上官瓦三人到了 胡亥让清卫送上茶水 陛下 今天要研究什么事吗 微臣与吕太公约好了 明天吕太公进宫来见陛下 贾许道 文和 今天萧和来求见朕 觉得还是把你们三人叫来一起接见 毕竟 你们三人是朕手下最聪明的人 帮朕分析一下 萧和到底想干什么 吕太公的事 进宫来再说 最好让他带着吕智一起进宫 咱们也先看一下吕智到底长什么样 是否合适负责出版设议室 百家讲堂也要人打理啊 胡亥道 陛下 据锦衣卫报告 貌似张良 萧和 立即三人家中情况不是很好 来咸阳时 走得急 好多钱财 粮食都没带上 只带了点随身之物 一个多月时间 也差不多米饭刚底了 再不想办法赚钱 一家人要饿肚子 假许道 胡亥点点头 陛下 萧和也好 张良也罢 一身所学深不可测 但是 他们三人 再有本事也没用 毕竟 名声那东西 必须靠实力展现出来 让人信服 他们三人呢 貌似没闯出多大的名声 在这种情况下 不出事为陛下干活 还能干啥 妩媚娘道 胡亥微微一愣 是啊 他们三人依然默默无闻 没有闯出什么大名声出来 有什么资格傲娇 三人名声比范增都不如 甚至不如陈平呢 胡亥哑然失笑 走入误区了 老拿另一个未免的人物做比较 什么汉初三杰 汉初三名将都不存在啊 此时 三名将的名声 还比不上蒙田 张涵 司马兴 董义等人 声名响亮呢 媚娘 意思是 萧和这次来求见 想让朕给他安排个工作 胡亥道 陛下 不要想得太复杂 人是有野望的 几个月来 秦帝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 世人都看得到 萧和到咸阳城二个多月时间 一个智者 难道看不明白吗 这就是大事 只有顺应大事 才能生存下去 难道还想着去逆天行 妩媚娘道 好吧 卫兵把萧和带进来 胡亥道 没必要再想 见到人后会明白 可别浪费脑细胞 遵命 传令兵道 一会儿 一身速袍的老头走进来 草民萧和见过陛下 萧和道 萧先生 好长时间不见 不知生活得如何 朕本来想去看你 可是 事情太多 胡亥热情洋溢地道 谢陛下观照 萧和道 萧先生 坐下吧 胡亥道 陛下 北方匈奴南下 入侵中原 听说有二十多万铁机 是否击退了 萧和道 萧先生 莫独带着二十多万匈奴铁机南下 确实被陛下率兵马歼灭了 还对北地等地区朝廷了清酒 又歼灭了十多个部落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韩兴大军队云中 九园 朔方等地区的清酒 应该结束了 不过 我们暂时没收到捷报 贾许道 萧和心中惊讶万分 击退与歼灭 是二个概念 要知道 燕门关上没勤兵马 胡亥只带了数万兵马出征 一下子取得如此大胜 一想不到啊 恭喜陛下 取得对匈奴铁机的胜利 萧和道 同谢 同谢 这不是朕的功劳 朕也只是一名小兵 有幸参与其中 关键是 韩信将军指挥友方 一举歼灭了莫独二十多万铁机 至于云中 九园 寿坊等地区 纯属是顺带的事 我们必须让帝国有更宽 更长的战略防御纵深 那样 匈奴人在南下时 不会给中原百姓带来伤害 胡亥道 陛下 草民这次来 主要是报告一下 这段时间在咸阳城中发生的事 萧和道 哦 胡亥微微惊讶 萧先生 不要有什么顾虑 胡亥道 陛下 刘邦派人找到草民 说什么要把草民救出去 不过 被草民拒绝了 萧和道 胡亥与贾许对视一眼 说明什么 咸阳城中监视不到位 还有很多漏洞可循 必须要加强防范措施 陛下 草民给刘邦来人讲 既然刘宫抛弃草民 现在草民一家待在咸阳城中 生活得很好 不要再来打扰草民 那些人不听 又潜伏进来三次 都是劝草民离开咸阳城 虽然拒绝了 草民觉得应该向陛下报告一下 萧和道 胡亥微点下头 开什么玩笑 离开咸阳城 有那么容易吗 真把咸阳城 当成自家后院啊 萧先生 你来见朕 不会是紧说此事吧 胡亥道 陛下 草民岁数大了 原来也是一个小利 是当初赵高逼迫下 不得已才造反 看到陛下英明 草民想趁还干得动的时候 多为陛下分忧 处理一些杂事 萧和道 嘿嘿 终于臣服了 这可是一代名相啊 刘邦建国时 对手下将军讲 建国第一功臣是萧和 还有好多人不服气呢 不过呢 刘邦只讲了几件事 所有将军哑口无言 没有萧和就没有粮草 没粮草将军再厉害有何用 手下士兵要吃喝啊 第123章 局势 心中兴奋啊 胡亥脸上没表现出一丝丝兴奋 内心中却爽翻天 一代名相萧和 那可是创造了四百多年的王朝 萧先生 既然如此 朕就委任你为右相 兼任农部吧 朕手下机构 与从前有些区别 设有内阁 参谋阁 御史阁 这是三阁 另外还有吏部 财政部 礼部 刑部 农水部 工商部 兵部等 不过 目前朕手下没多少人才 各部基本没配备齐 很多位置都空着 等有人再说 胡亥道 话一说完 贾许 五妹娘 上官瓦三人震惊了 洞察之眼 姓名 萧和 修为 二阶战王进 功法 如今 忠诚度 百分之三十 特点 擅长内政 处理政务时 旗下人员有百分之十五以上增幅 主管农水时 会让帝国粮食产量增产百分之二十 妈蛋 好牛逼啊 不过呢 胡亥摇摇头 原来萧和对胡亥好感度为零 认之后 一下子暴涨三十个点 呀的 这种忠诚度 随时会反叛啊 可是呢 胡亥不在乎 只要你好好干活 管你忠诚度高低 对胡亥来说无所谓 又不是将军带兵作战 忠诚度很重要 谢陛下 回过神来的萧和 马上行礼道 确实出乎萧和的意料 做梦不会想到 胡亥会委认为右相 那可是内阁中除丞相 左相外的实权人物 小佩 什么 萧和这个王八蛋的 既然赶不回来 真以为家军在咸阳 本宫就拿他没办法了 刘邦怒吼道 刘公 这个事 也不能全怪萧和 毕竟 咱们撤退时 忘记了通知萧和 让他被秦军俘虏 谁知道秦军卑鄙无耻 居然派人接走了萧和家眷 就萧和一人出嫌阳城 家眷怎么办呢 估计萧和有苦衷 看在萧和一直尽心尽力上 望刘公不要计较 曹参道 老曹 你不用为萧和那王八蛋说好话 难道萧和不知道 忠臣不是二主吗 刘邦呵斥道 曹参狠狠鄙视刘邦 啥时候 还以为自己有多高大伤 现在 你不也待在储君中委屈求全吗 失望 曹参这段时间彻底失望了 对刘邦失望至极 整天喝得醉生梦死 什么事也不干 这那里像一个明君的所作所为啊 关键曹参是一名读书人 也懂点心象 晚上没事时 也会观察下心象 这段时间以来 曹参观察后 发现情况越来越不妙 加上刘邦失败后所干的事 令曹参想了好多 特别吕太公一家离去 对刘邦影响极大 刘邦影响力越来越小 成为储君中的一枚棋子 不得不让曹参生出一心 曹参走出刘邦大仗中 仰天长叹 秦国难道真不会亡 天象为什么会出现变异 想不明白啊 自己以后怎么办呢 曹家如何生存 这些事必须要考虑清楚 侯英 冠英 你们二个想办法 派出人手到咸阳城 把萧和给咔嚓了 对了 萧和的家人 不是逃进咸阳城中吗 有机会也一并解决 既然敢背叛本宫 一定要付出代价 刘邦道 夏侯英 冠英二人听后微微一愣 这也太狠了吧 不过呢 不论是夏侯英 还是冠英 他们二人都是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的人 平时只会一味冲锋陷阵 刘邦指向那里 他们二人手中战刀 会挥向那里 不会有其他想法 老大 真要斩杀萧和及其家眷 冠英道 一个二面三刀的小人 本宫看错人了 这样反复无常的人 留下来做什么 让他给昏君服务吗 刘邦道 自己不能用 其他人也别想用 宁愿斩杀 也不愿意留下给他人 宁可我付天下人 修叫天下人付我 这是老曹的名言啊 主公 为了一个萧和 让手下士兵 白白到咸阳城中送命 真的值得吗 夏侯英道 老大 咸阳城已经被昏君彻底掌控 出手的话会付出惨重代价 请老大三思 冠英道 昏君不是到燕门关去抵抗匈奴铁骑了吗 此时咸阳城中 防守肯定松懈 刘邦道 主公 昏君虽然离开咸阳城 可是在城中 依然留下了三千精锐之师 加上秦君一直在招兵 防守并没有松懈多手 反而更年轻了 夏侯英道 不用说了 本宫决定了 必须给反叛者一个教训 否则以后谁都会背叛 刘邦道 妈蛋 这是杀鸡给猴看啊 好吧 末将去安排 冠英道 彭城 城竹府 项羽这段时间过得不错 心情愉快 能吃能睡 报告 传令兵道 进来 项羽道 报告将军 刚刚从燕门关传来消息 秦军歼灭南下入侵中原的匈母 二十多万铁骑 还剿灭了好多匈奴人部落 匈奴人损失惨重 据说冒毒 灰溜溜逃走 传令兵道 啊 怎么可能 昏军不是只有数万兵马吗 如何抵抗匈奴人二十多万铁骑 不科学啊 一下子 项羽傻眼 呆滞 半天讲不出话来 在项羽心中 觉得昏军此举无疑是自寻死路 四万兵马 如何对抗二十万凶残的匈奴铁骑 不会弄错吧 项羽道 将军 没有错 秦军歼灭莫毒南下二十多万铁骑 随后又出兵 对云中 朔方 九园等地区进行清剿 加上刚开始时 对北地的清剿 十多个匈奴部落被灭了 女人听说带回帝国 准备给娶不上媳妇的百姓做老婆 传令兵道 去把亚夫叫来 项羽道 遵命 传令兵道 不大一会儿 范增走进来 亚夫 您老看一下这个情报 真实性有多少 项羽道 羽儿 这个事应该是真的 难道忘记了咱们义军是如何败的吗 范增道 哦 亚夫 您的意思是 秦军利用下雪天 出动兵马 一举歼灭了匈奴二十多万铁骑 项羽道 对 十多天前 我们不是感觉非常冷吗 估计那几天 燕门关一旦下雪了 范增道 说到下雪 项羽心中郁闷之极 要不是下雪 义军也不会失败 不会损失数十万兵马 亚夫 秦军中那个能在雪天奔跑的工具搞到了吗 项羽道 范增耸耸必绑 搞到了 不过 我们都不会用 全军中没亿人会使用 再说了 这种东西局限性很多 范增道 亚夫 您说昏军消灭匈奴人 下一步 秦军是否会对我们义军出兵 项羽道 哎 范增长叹一声 羽儿 秦军出兵评判 那是肯定的 一旦开春 待在南洋的秦军 马上会对下口出击 河东的高顺 也会收复兵州 蒙田将军平乱也结束 甚至属地也将重归秦国 情况不容乐观啊 范增道 第124章 潜伏静子彤 项羽又看了看情报 心中郁闷不已 这个昏军 怎么就歼灭了匈奴铁骑呢 那可是二十多万铁骑啊 等秦军抽出身来 铁定要评判 以后日子可不会好过 亚夫 要不再来一次诸侯联合 一起对抗秦军 义军一旦分散 离死不远了 项羽道 范增摇摇头 上次联合各诸侯 义军损失惨重 再联合的话 不知会有多少人愿意参加 况且 各地诸侯都在招兵买马 寻求自保 一旦抽掉大量兵马来联合 秦军讨伐时 如何应对 除非各地诸侯脑子进水 才会同意 人是有私心的 范增道 于而 秦帝国的局面已经好转 昏军手中拥有几名一流将军 加上匈奴铁骑败亡 秦军一心一意评判 不用分散 经历严防外移民族 从秦军布局看 下一步会从南洋 洛阳 机关 湖关 燕门关等几个方面出兵评判 到时候 义军危也 范增道 亚父 南洋与我们储军相连 一旦秦军拿下下口 我们储军压力山大 项羽道 问题是 我们储军有十万兵马 可全是新兵弹子 战斗力低下 现在出兵的话 那纯粹是找死 范增道 亚父 貌似南洋木贵英旗下 也是新征招的一群新兵弹子 战力也有限 项羽道 不 木贵英手下十万兵马 有一半以上老兵 一半新兵 乃一半新兵 也比咱们训练时间长 关键是 秦军手中有秦弩 那个对储军威胁太大了 范增道 亚父 能搞到秦军的秦弩吗 项羽道 老是秦弩 从张涵他们手中搅获到一些 不过 经过几战下来 全部报废了 升级版秦弩 秦军防守严密 根本搞不到 我们让工匠研究下 就算老是秦弩 也很难生产出来 里面包含有太多机关 其配件精度很高 暂时弄不出来 范增道 亚父 意思我们储军不主动出击秦军 项羽道 虽然不主动出击 但是 重兵还是要摆在与秦军接壤地区 一是给秦军压力 二是严防秦军偷袭 确保彭城不失 范增道 对了 羽儿 一定要带上刘邦 此人狡猾如虎 不能再放丹飞 应该在身边 好掌控 范增补充道 亚父 听闻刘邦被吕之修了 心情不好 整天醉生梦死 早失去英雄本色 有必要控制吗 项羽道 不 有可能是刘邦放出的烟幕弹 我们必须小心谨慎 不能中了刘邦诡计 范增道 好吧 项羽道 再说陈平 张县二人 花了二十多天时间 彻底掌控汉中地区 在随军官吏主持下 村籍组织也兴建起来 整合汉中兵马 得到精兵二万余人 留下一万兵马 驻扎汉中各地 其余兵马带走 从汉中到蜀北 道路极其难行 比咸阳到汉中还难走 真正的蜀道难 难于上青天 三万正兵 加上一万多府兵 一共四万多兵马 从阳平关出发 一路跨过白水关 此时 剑阁还未修建 道路非常难走 一路上危险重重 不时有士兵掉落悬崖 大帐中 张将军 咱们不知道蜀地的情况 只晓得摇摆不定 真实情况不清楚 老夫建议张宪将军 带着数百名亲卫 分批前附近紫同城 先了解情况 等大军到达 再一举拿下紫同城 陈平建议道 张宪点点头 出兵时 胡亥告诉张宪 多听陈平意见 有不懂的地方 向陈平请教 这段时间 陈平的表现 获得了张宪认可 一切听从陈先生安排 张宪道 记住 先了解情况 摸清楚紫同城的 各军方主官 地方主事人 看他们是否有反应 陈平道 知道 张宪道 次日 张宪带着五百名卫队 先走了 大军交给陈平带领 一路慢腾腾地行走 十多天 张宪一行 到了离子同城 数十里的地方 将军 子同城查得很严 我们一起进入 会引起对方关注 只能分批进入 探马道 那就分批进入 把武器装备藏好 不要暴露出来 有守成兵检查时 最好用钱开路 张宪道 遵命 接下来 张宪等人化妆成百姓 推着几辆独人车 往此从城门而去 什么人 一名城卫兵呵斥道 张宪手下的一名卫兵 迅速拿出一袋钱币 塞到守城门的士兵手中 兵爷 我们是从汉中逃出来的 请兵爷多加关照 卫兵道 守城门的小兵 看到手上的钱袋 脸上露出笑容 大手一挥 也不用检查了 直接放行 多谢兵爷 卫兵点头哈腰道 张宪带着十多名卫兵 推着车大摇大摆 走进紫童城中 找到一栋民房 花钱租了下来 将军 情况貌似不对啊 轻卫道 张宪也发现了 城中盘查得很严 没证件者不允许入城 还会抓起来 关进大牢中 去一人到城门口 迎接入城的兄弟们 其他人马上去打听消息 晚上一起报告 张宪道 遵命 士兵纷纷去打听消息 五百名卫队 花了三天时间 才潜伏进来 晚上 张将军 通过了解 我们发现 紫童城太守刘芳 得知秦军掌控汉中 更换了好多官吏 担心自己也会遭到排挤 迅速下令手下士兵严密守城 一名卫队士兵道 将军 原来紫童只有一千名守军 担心有失 蜀北州刺史派来五千兵马驻扎 兵马是十天前到达 整个防御已经移交到蜀北军守中 紫童兵成了陪衬 又一名卫队士兵道 将军 听说好多天没见太守大人了 传言说 刘芳已经被蜀北军击押起来 卫队士兵道 明天 大家依然分头行动 把蜀北军兵营 驻扎地等情况搞清楚 张宪道 遵命 动动动 敲门声响起 一下子 张宪及手下卫队士兵紧张起来 纷纷拿出武器装备 对着门口 什么人 张宪道 对方依然在敲门 并未出声 一 貌似是陈平说的暗号 细细一听 确实是街头暗号 姑借 门打开了 一名黑衣人闪电搬进来 将军 这是我们收集到的情报 还有紫童城中 秦氏一族人可信赖 关键时候 可以让秦氏一族处理 锦衣未到 秦氏一族对秦帝国非常友好 在史皇帝时期 蜀地的马家 向史皇帝提供大量水银 拱等好多物资修建皇陵 为此 史皇帝赐马氏一族为秦姓 秦氏家族呢 出了一名非常了不起的妇人 叫秦夫人 秦夫人嫁入秦氏 当晚丈夫莫名其妙挂掉 秦夫人也成了寡妇 不过呢 在秦夫人打理下 秦氏家族发展迅速 已经成为天下间最大的商家 一切功劳 君是秦夫人 四属之地 是秦氏一族的根本所在 秦氏一族对帝国忠心耿耿 就算赵高时期 也没有任何怨言 只要对帝国有利的事 不赚钱也会做 锦衣未进入蜀地 第一时间找到秦家帮忙 在秦氏一族的帮助下 蜀地锦衣未 才会如此顺利开展工作 进展非常的快 很短时间 锦衣未渗透到各行各业 兄弟 谢谢你 你们为帝国做了大量工作 陛下一定会记住的 张宪道 将军 我走了 有什么事 派人来通知一声 黑衣人道 张宪点点头 知道锦衣未的人 不轻易说姓名 怕泄露天机 张宪也不介意 第125章 立即投靠 咸阳御书房 胡亥待在书房中修炼 灵气进入体内 不断冲刷肌肉 经脉 灵魂 五脏 感觉肉身强度增强了不少 咚咚咚 什么事 胡亥道 陛下 一名叫立即的人来求见 传令兵道 哦 立即 著名说客 纵横家 也就是后世的外交官 此人在刘邦手下时 立下赫赫战功 拿下陈流程 也是立即一手完成的 说服晚成 五官投降 也是立即功劳 很牛逼的一名大腕 大脚 要不是胡亥 祭拜刘邦 在以后楚汉争霸中 还会为刘邦建功立业 成就霸业 先把贾许叫来 再把立即请进来 胡亥道 遵旨 传令兵道 贾许走进书房 朝胡亥行李后坐下 文和 喝点茶 胡亥道 陛下 天气太冷了 微臣情愿喝点酒 暖和下身子 贾许道 嘿嘿 亲位 给文和上酒 接到命令 亲位马上端来酒杯 杯中真满酒 文和 立即今天来见镇 不知道什么原因 难道是萧和出事后 立即也坐不住了 胡亥道 贾许端起酒杯 小小喝了一口 才觉得身体有点暖洋洋的 陛下 立即岁数也大了 再不出事 估计这辈子 也别想有什么成就 好不容易跟着刘邦 建立了几件大功 遭到俘虏 心中肯定不敢 这段时间来 该看的 了解的也差不多了 加上萧和被委认为右相 对立即影响巨大 心中那点傲娇彻底放下 想要在朝中谋份职业 也情有可原 贾许道 胡亥点点头 立即与叛军还有联系吗 胡亥道 见过二次面 不过 貌似立即未答应 后来就不了了之 贾许道 此时的刘邦 身处储君中 有点自身难保的味道 立即并非不可缺的人才 不狠受刘邦重视 这无可非议 毕竟 此时刘邦需要的是 军略方面的人才 后勤管理方面的人才 陛下 微臣建议 可使用立即 让其发挥作用 再说了 咱们现在不是训乏说课吗 贾许道 好吧 有请立即先生进来 胡亥道 遵旨 片刻时间 一名身着粗不衣的中年人 跟着轻卫走进来 呀的 看上去 有一种得到高僧的韵味 散发出一股淡淡气质 一种令人讲不清 到不明的气息 洞察之眼 姓名 立即 修为 占邻静 功法 纵横经 忠诚度 零 特长 纵横术 良好的口才 出使时会让成功率上涨百分之十五 难得的说客 草民见过陛下 立即道 立先生 请入座 胡亥笑容满面道 谢陛下 立即道 立先生 咸阳城中生活习惯吗 有什么困难 尽管与朕说 只要不违背律法 朕一定关照 胡亥道 多谢陛下对草民一家的关照 令草民忧心忡忡 惩惶惩恐 过去 草民做过一些对帝国不利的事 罪孽深重 希望有用的上草民的地方 一定尽力为陛下分忧 来数犯下的罪责 立时期道 这段时间 立时期同样观察星象 发现星象有变异 加上萧和出事 才让他下定决心 立先生 以前是各位其主 朕不会追究责任 既然先生愿意出事 那到礼部去当一名侍郎吗 到那里可以充分发挥 立先生一身才华 为帝国建功立业 胡亥道 谢陛下 微臣一定尽心尽力 为帝国出力 不辜负陛下期盼 立时期道 妈蛋 还是有点傲娇啊 任命为侍郎了 立时期忠诚度 才上涨了二十个点 比萧和还低十个点 胡亥心中暗叹 文官确实不容易忽悠 就算是出事 依然不见有多高的忠诚度 不过呢 胡亥无所谓 就算忠诚度是零又如何 对胡亥来说 影响不是很大 立先生 朕让人带你去礼部看看 先与礼部 其他官员接触一下 有什么事找朕 胡亥道 微臣告辞 立时期道 看着立时期离开 胡亥心中 不知道说什么好 陛下 放心吧 锦衣卫会监视萧和 立时期等人的一举一动 翻不起浪花 贾许道 文和 不用监视了 咱们既然敢使用 就不用再怀疑 用人不宜 宜人不用 何况 咱们锦衣卫工作量 本来就大 那里有精力 全天候监视 胡亥道 陛下 微臣觉得 他们是生活 无着落的情况下 才出事 至于有多少忠诚度 微臣不敢乱猜测 万一他们与叛军 再有联系如何办 贾许道 没事 他们又不主持军务 对朕不会有太大影响 朕相信 随着接触 他们的忠诚度会上升 胡亥道 遵旨 贾许道 陛下 还有个事 最近几天 锦衣卫报告 一些不明身份的人 大量出现在咸阳城 贾许道 查出是什么人吗 胡亥道 暂时查不出来 不过 全在锦衣卫监视之下 只要他们有任何行动 马上明白他们的目的 贾许道 咚咚咚 胡亥手指在敲桌子 心中在考虑 会是什么人 有何目点 文和 攻防安排人手 密切监视 一旦发现有异状 第一时间镇压 敢反抗者 杀无射 胡亥道 攻防中 是秦帝国生产武器装备的地方 很多先进武器 都要在攻防内生产 一旦泄露天机 情况会很麻烦 陛下 微臣马上安排人手 做全天候监视 贾许道 文和 不仅要监视攻防 还有那些手艺好的大工匠 也要拿入监视范围 那些人 是帝国的宝贝 不能让人给绑架了 另外 印刷厂 造纸厂 黄月英实验室 也要加强人手 胡亥道 遵旨 陛下 皇宫需要增加防范措施吗 贾许道 现在皇宫 真没多少人 太监 宫女有家的 基本被遣散回家 只剩下一些家中无人的宫女 太监 不过呢 宫女 太监都开始修炼 胡亥拿出一些功法出来 让宫女 太监修炼 温和 宫中不用考虑 经过一个多月的整顿 宫中宫女 太监少了好多 不会有什么危险 再说了 朕也懂点功夫 不再是原来那个 手无寸铁之人 胡亥道 第126章 吕太公 贾许已经成了 胡亥不可缺的重量谋士 又掌控着锦衣卫 二人关系四君臣又像朋友 贾许本人也能感觉出来 再说了 本来就是胡亥召唤出来的神将 名相 忠诚度是死忠 不信任这样的人 信任谁呢 陛下 吕太公今天下午来 时间应该差不多了 贾许道 卫兵 看到吕太公等人来进箭时 直接带进宫来 胡亥道 遵旨 一名轻卫道 陛下 刚刚得到消息 韩信将军出兵 清剿九园 云中 朔方地区的军事行动 已经结束 解救出数万中原百姓 俘虏匈奴妇人近十万人 斩杀匈奴人二十多万人 彻底把匈奴人 赶向更北地区 目前 韩信将军正在选择修建关爱的地方 准备见几座爱官出来 用来阻挡匈奴人 南下入侵中原地区 贾许道 呀的 核桃地区 那可是上千万亩粮田啊 秦军伤亡有多少 胡亥道 开始时到没什么伤亡 匈奴人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不过 后期血化后 秦军只能行偷袭 利用晚上对匈奴部落偷袭 尽管是偷袭 还是让好多匈奴人逃出去 好多聚集在这三个地区的匈奴部落 纷纷迁移 不与秦军作战 战役结束 秦军有伤亡一万多人 其中死亡 重伤有三千多人 贾许道 伤残死亡的士兵 一定要安排好对家人的抚恤金 不能含了士兵的心 另外 让人告诉韩信 在燕门关那地方 竖起一块纪念石碑 设置灵堂 把牺牲的士兵名字全雕刻上去 让后世子孙后代祭拜 以后牺牲的士兵 把灵牌放在灵堂中 咸阳这个地方 也要搞一个纪念碑 设置灵堂 为那些为帝国牺牲的士兵 将军受世人朝拜 帝国的后人应该牢记 是那些英雄打下来的江山 没有他们 整个帝国还处在战国混乱时期 胡亥道 陛下放心 这是微臣让锦衣卫负责 贾许道 这个时代 士兵的生命不值钱 有钱人 大家族 土豪猎身 不会介意死多少人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秦帝国的更战体系一推出来 令很多士兵作战时拼命 这才是秦帝国强大的原因之一 一旦战斗就不要命 士气爆棚 对方再强也无能为力 士兵的战役 士气对战争来说 太重要了 说是胜负的关键也不为过 不过呢 胡亥觉得 更战体系太苛刻 天下间除了秦国人 其他地方的人适应不了 胡亥也在慢慢改变 让其变得柔和一点 缓和矛盾 建立烈士陵园 无疑是最好的办法 能极大提升士气 提高士兵战斗欲望 贾许心中也震惊无比 没想过 胡亥会有如此想法 这种方法非常有效 咚咚咚 陛下 吕太公来了 传令兵道 请吕太公进来吧 胡亥道 一名白发苍苍老头 跟着轻卫走进来 麻衣粗步 神采奕奕 眼神中露出精明 看上去是一个智者 一个受人尊敬的老人 呀的 这就是刘邦的岳父 不得不说 老人眼神极好 能把一代大帝收归女婿 确实是赚大发了 这份眼力 不是一般人拥有的 说明眼前的人 看人很准 草民见过陛下 吕太公行礼道 吕太公 请入座 胡亥道 轻卫迅速送上茶水 谢陛下 吕太公道 太公 搬迁到咸阳城中 生活习惯吗 有什么要求 可以向朕提出来 胡亥道 谢陛下关心 咸阳城中生活不错 老夫也没什么特别要求 只想待在咸阳城中养老 吕太公道 屁话 若是这样的话 那个离间计会成功吗 吕太公还不是听闻 吕之身上带着天命 心中有想法 想让吕氏一族繁荣昌盛 一代代人延续下去 加上老头懂点阴阳学 会观察星象 发现有变异 这才让离间计成功 一个智者 会轻易被忽悠 这是不可能的事 说白了 还是欲望作惯 天下兮兮皆为利来 天下嚷嚷皆为利来 假许就是针对人心用计 不中计都难 太公 朕记得 貌似你有一个儿子 二个女儿 儿子听说 懂得带兵作战 女儿也贤惠 要不这样 吕则可以到军中锻炼 能爬到什么位置 得看他本人的能力 这个朕也无法插手 军方有一整套健全的制度 谁也不能违规 您看这样可好 胡亥道 谢陛下 老夫一定让昨儿报答陛下提携针 吕太公道 不用 朕只是不想让人才闲置着 充分利用起来 对国家民族是兴事 胡亥道 对了 太公 朕准备筹建一个报社 先搞个百家讲堂 等办好后 再考虑搞分报纸出来 但是 搞这个事 需要大量人才 不论是法家 兵家 儒家 墨家 纵横家 等方面专才 有了这些专才 可以让他们 教队阵藏书阁内的金石子集 再重新印刷出来 为天下读书人做点事 另外 再修建一个百家讲堂 让各方面大佬 或者能力出众者 上台演讲 宣传自家的学说 也可以在讲学上 与其他人辩论 好的稿子 可以在百家讲堂上刊登 朕的目的就是想百花齐放 百花争艳 不搞什么独断专行 不论什么学说 对治理帝国有利的 合理的 正确的 朕就会采纳 胡亥道 百花争艳 百花齐放 好大魄力啊 不过呢 若真是把那个百家讲堂搞好 做到百花争艳的效果 影响力绝对会掉炸天 吕太公眼热了 眼神中绽放出炽热的光芒 陛下 这个是好事 是立国立民的好事 以此为手段 会让天下各门派的人 才聚集起来 也能推动学科之间的辩论 争论 吕太公道 道理不变不明 探讨事物本质 就是要拿出真凭实句出来 那样才有说服力 胡亥道 感谢陛下厚爱 不过 老夫岁数大了 没那么多精力管理这些事 作为参与者是可以 让老夫主持 这个有点困难 吕太公道 太公 你女儿吕智 不是一代才女吗 让她出来工作 辅助太公做这件事 胡亥道 陛下 那个不好吧 吕智只是老夫女儿 虽然有点才 却是女孩 不方便抛头露面 再说了 这个时代女孩子 只能相夫教子 那能出来工作 吕太公道 太公 这就是你不对了 朕手下的丞相 将军 好多都是女子担任 不要对女孩带有偏见 要一视同仁 胡亥道 第127章 老鼠出动 吕太公感激涕零 胡亥的话 让老头发自内心感激 吕太公知道 胡亥说让吕智辅助 其实是让吕智出世 展现出才华 作为百花讲堂 助备人才 毕竟岁数大了 干不了多长时间 一旦干不动时 百花讲堂 就是吕智说了算 有了这么一个平台 吕氏一族不想崛起都难 一个人人羡慕 妒忌的平台 能让人一飞冲天 名扬天下 多大的万 也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 吕太公也一样 同样有野心 有私心 陛下 人才不好找啊 吕太公道 装逼 太公 您老是明事 明觉 大佬 各方面的人才问题 不要问朕 自己想办法解决 不过 百花讲堂 杂志要马上筹建 半个月 朕要看到杂志 首期吗 先刊登国家方针政策 对匈奴人作战 对叛军作战的介绍 这方面多宣传士兵 不要宣传阵 胡亥道 遵旨 吕太公道 好了 距离不办理入职手续 接下来要筹建百花讲堂 杂志社 及修建百家讲堂 胡亥道 吕太公走了 陛下 把喉咙交给吕太公合适吗 贾许道 没事 只是理论上的争辩 对帝国不会造成多少影响 况且 不是有锦衣未监是吗 胡亥道 陛下 微臣走了 贾许道 胡亥点点头 帝皇经运转 哄 体内如奔雷 如万马奔腾 血液彻底沸腾 不断冲刷着经脉 肉体 骨髓 灵魂 五脏 一遍又一遍 虽然有系统 可是修炼还是必须的 战绩也需要不间断的演练 才能掌握意境 才能发挥出战绩的最大威力 天暗了 胡亥 吴妹娘二人待在寝宫 贾许府上 报告 一名锦衣未道 进来 贾许道 贾先生 这几天前附近咸阳城的几拨人 其中一拨已经调查清楚 是刘邦派出的暗杀高手 他们准备对张良 萧和 立即三人及家人出手 锦衣未士兵道 哦 那些人的落脚点知道吗 贾许道 所有进入咸阳城中的危险人物 已经被监视 只要对方有行动 我们马上得知 锦衣未士兵道 咚咚咚 张良是陛下看中的人才 萧和 立即二人已经投靠陛下 肯定不能让其受到伤害 刘邦真的很啊 心狠手辣 不愧为是一代萧雄 人杰 自己得不到 也不想让其他人得到 刘邦派来的暗杀高手 修为如何 咱们锦衣未 能抵抗得住对方的攻击吗 贾许道 贾先生 咱们锦衣未刚刚配备了首弩 战斗力飙升一个层次 对方有二名占临近高手 其余军事战率尽修为 要是对上的话 我们有信心一举歼灭 抓捕归案 锦衣未士兵道 不行 还是加强对张良 萧和 立即三人 及其家眷的保护 等危险期过后 再抽调回来 贾许道 一共只有十多名锦衣未 保护着三人 分配后没多少人 一旦对方集中攻击一人 情况很麻烦 遵命 卑职马上去安排 让人潜伏起来 等待老鼠出洞 露出尾巴 锦衣未士兵道 对了 其他进入咸阳城中的那些人 不仅要监视 还要对其目的弄明白 贾许道 遵命 一个僻静的院落 里面有十五名黑衣人 他们都是冠阴派出的暗杀高手 经过几天 分批次潜伏进来 对目标人物也调查清楚 老大 我们这个地方暴露了 任务完成后 不能再返回这里避难 一名黑衣人道 呀的 秦国的鹰犬太厉害了 真是无孔不入 难道就是赫赫有名的黑兵台 一名黑衣人孤低道 不说那些没用的 还是好好研究一下 怎么斩杀张良 萧和 利益击三人 黑衣首领道 老大 我们只有十五个人 一起对付三个人 分开行动 成功的机会不大 毕竟 三人院落周围 有人保护着 除非对付一人 才有可能成功 一旦对任何一人出手 会让其他二人提高警惕 以后别再想下手了 一名兽子摇头道 不好办啊 张良 萧和 利益击三人 是住在一个骗区 可不在一块 又一名黑衣人道 权衡轻重 纠结啊 杀完人 如何逃走呢 不管那么多了 先完成任务再说 要是我们只对二人出手 有把握一举灭杀吗 黑衣人首领道 老大 若是只针对二个目标 成功的可能性会很大 不过 咱们接的任务是杀三人 如何向关大人交代 一名黑衣卫质问道 接任务时 关大人就说了 若是不能三人一起灭杀 选择灭杀二人 再不行 灭杀一人也可 黑衣人首领道 哦 老大 那谁是第一目标 第二目标 第三目标呢 又一黑衣人道 第一目标人物是萧和 张良属于第二目标人物 利益击只排在第三位 黑衣人首领道 老大 文陀起见 建议只对一人出手 那样 咱们有时间闪人离开 一名黑衣人道 咚咚咚 黑衣人首领 在权衡立弊 对萧和动手 今晚上就出手 不让萧和有准备 争取一举灭杀 不留下后患 首领道 任务完成后 在什么地方聚集 还是各想办法出城 不再聚集行动 黑衣人道 完成任务在二号地方聚集 冷事情平息后 再考虑对张良 立即出手 首领道 遵命 黑衣人纷纷点头 暗杀萧和一人 对他们来讲 活下来的机会很大 虽然是杀手 可也不想做无谓牺牲 夜来人静 老鼠出动了 十五只老鼠 悄无声息 朝着萧和家潜伏过去 报告 有情况 十五只老鼠集体出动 一名锦衣未到 命令各组提高警惕 老鼠上来了 不要让老鼠潜伏进目标家 若有机会 一举歼面 抓捕 百人将下令道 刷刷刷 报告 老鼠朝着 萧和家儿去 锦衣未报告道 行动 让其他地方的人赶来增援 咱们这次一定要全牵这伙老鼠 百人将道 刷刷刷 十多名锦衣未 一下子把十五只老鼠包围起来 眼神中像是看到猎物似的 乖乖放下武器投降 束手就擒 否则 你们知道后果 百人将露出身影道 妈 八蛋 我们上当了 撤退 黑衣人首领吼叫道 遗憾的是 已经晚了 锦衣未怎么可能放过对方十五人 等待的事 生不如死刑具 第128章 偷袭子同城 十五名黑衣人 听到命令 迅速朝四周突破 希望杀出锦衣未包围圈 拼死一战 否则只有死路一条 射击 看到黑衣人要突破 锦衣未百人 将下令用手挪射杀 搜搜搜 一枚枚弩剑闪电般射出 朝着黑衣人身上 飞快奔驰而去 太突然了 一群黑衣人 被打得措手不及 等到反应过来时 弩剑已到面前 面临死亡 黑衣人努力抵挡 依然有好几名黑衣人 身体上遭到弩剑洞穿 距离太近了 根本躲不开 扑扑扑 弩剑洞穿身体的声音 此起彼伏 声音不大 却很清晰 啊 惨叫声响彻云霄 一下子 15名黑衣人 有的咽喉重剑 有的胸口重剑 有的手臂重剑 还有的躲过一截 突然射杀 让黑衣人挂掉6人 只剩下9人活着 战斗瞬间爆发 随着战斗进行 锦衣卫人数上的优势越发大 其他地方增援上来的锦衣卫 纷纷赶到 二人 三人 围剿一名黑衣人 锦衣卫有自身的战阵 他们相互间配合默契 能发挥出协同作战效率 破 一名锦衣卫春秋刀一挥 狠狠斩向黑衣人的左臂 留下一道深可见乎的血槽 刀光剑影 金属撞击声响得不停 那么大的动静 不可能销和一家无动于衷 毕竟 销和也是具有战灵境修为 在战斗打响时 销和就起来了 走出门外查看 虽然黑衣人蒙着脸 销和心中依然明白 黑衣人是什么来路 刘邦 你不得好死 出动那么多人来暗杀 要灭销和一族吗 销和内心吼叫道 黑衣人来袭 让销和彻底失望 对刘邦那一丝丝的好感 彻底消失于尽 哼 老夫不见你刘邦的 一直兢兢业业 为你筹集粮草 最后落得如此下场 气啊 心中愤怒无比 销和清楚 要不是胡亥手下人保护得力 今晚销和一家 要遭到灭顶之灾 销和脸上出现无数黑线 身体在微微颤抖 无情无义之人 难怪会失败 战场中 数十名锦衣卫赶到 形成绝对优势 剩下的几名黑衣人 彻底陷入困境 到了此时 黑衣人连自杀的机会都没有 一个个黑衣人被镇压 黑衣人是杀手 不是死士 他们还没有绝死之心 战斗不过一炷香时间 黑衣人被一个个捆绑起来 被锦衣卫压界着离开 没人与萧和打招呼 像是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 咸阳城又恢复平静 平静是表面现象 锦衣卫连夜审讯 得到要的情报马上行动 把刘邦在咸阳城中的据点一一平掉 正当锦衣卫在咸阳行动之时 子同城也不安分 秦军潜伏进城中的士兵也开始行动 夜深人静 出发 张献道 更换好夜行一 五百名士兵跟着张献 一个个翘无声息走出租赁的房间 靠墙前行 谁也不说话 有什么是拳打手势 刷 突然看到一群成卫军士兵巡逻 张献马上打出手势 让大家隐藏起来 下一刻 秦冰纷纷潜伏进小巷中 等待成卫军士兵离开 呀的 太危险了 将军 过去了 秦氏家族的人小声道 嗯 又打一个手势 为了安置五百名秦兵 张献只好请秦家人帮助 在秦家人帮助下 把旁边几栋民房全部租领 外面有秦家人帮助打掩护 几天下来 秦兵才一直未暴露 距离城墙还有五百步 不过 成卫军士兵貌似得到命令 防守极其严密 稍一靠近 城门口的守城士兵会发现 张将军 那伙人是自己人 他们是家族中 安插在成卫军中的士兵 秦家人道 张献没有出声 不是不相信秦家人 而一旦暴露 手下五百名卫队会战死 不得不小心谨慎 一 城门前的巡逻士兵 朝张献等人招招手 意思是让张献等人赶快过去 妈蛋 堵了 说说说 张献带着手下秦兵 迅速扑过去 一部分朝城墙上杀上去 一部分朝城门口扑上去 打枪的不要 翘无声息进行 职业的守城士兵有一千人 城墙上有五百人 城门口也有五百人 不过呢 城门口的士兵 基本缩在房间里睡觉 天气太冷了 北风刮得脸颊生疼 如针扎似的 有了几名城卫军士兵配合 进展非常顺利 几名勤兵去打开城门 数十人则翘无声息 走进守城军士兵睡觉的房间 扑扑扑 捂着嘴巴 短刀轻轻往脖子上一划 死得不能再死了 不过 这事情没有那么容易 鲜血流出来 血腥味飘洒在空中 散发出浓浓的味道 啊 擎军杀来了 一名刚刚睁开眼睛的 守城军士兵叫嚷起来 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彻底打破寂静的夜晚 刷 一名擎冰迈出一步 杀到叫喊声的守城士兵面前 战刀一挥 一颗脑袋落下 我们是秦军不准动 放下武器投降 胆敢反抗者 叫喊者 杀无射 一名秦兵呵斥道 刚刚醒过来的数十名守城士兵呆滞 傻眼 他们确实是秦兵 北蜀掌控大人也没说要造反 只是二不相帮 摇摆不定 在这种情况下 士兵听到是秦兵 真的不敢乱动 不过呢 其他房间的守城士兵可不好忽悠 依然奋起反抗 与秦兵绞杀在一起 砰砰砰 兵器撞击声响彻云霄 彻底打破安静的夜晚 城中不论是百姓 还是守城士兵 纷纷爬起来 张献留下三百名秦兵 在城门前阻击守城兵 加上秦家人支持的家丁 护卫三百多人 一共六百人 对着城门前的守城士兵 展开灵力攻击 把敢反抗的守城兵 一个个斩杀 最后在城门前组成一个战阵 准备迎接城中兵马杀来 姑借 姑借 城门打开了 张献带着二百名秦兵扑上去 翘无声息杀了数十人 后来城门行动暴露 只好与醒过来的守城士兵杀在一起 不过 张献是巅峰战踪进 能越级挑战 对着一群战士进的秦兵 完全是一面倒的屠杀 扑扑扑 一名名守城士兵倒在血泊中 投降不杀 我们是秦军士兵 胆敢反抗者 以造反论处 想活面 放下武器投降 在一名名秦兵的叫喊声中 很多守城士兵犹豫不决 毕竟 他们自认为是秦军士兵 上次也没说要造反 要独立称王 心中纠结起来 犹豫不决 秦兵可不迟缓 挥出战刀 扑向一个个反抗者 在秦兵叫喊声中 一名名守城士兵放下武器 乖乖投降 等待秦兵接管 几名秦兵打开城门 马上拿起火把 打出信号 让远方埋伏的秦兵行动 两千米外 道路二侧埋伏着大量秦兵 天气寒冷 没人出来巡逻 站在城墙上的士兵 也看不清楚外面的情况 要是天气热的话 陈平可不敢这样 明目张胆地埋伏 冷啊 秦兵动得发抖 陈先生 城门前有信号 一名传令兵道 陈平马上查看 嗯 不错 得手了 确实是预约好的信号 兄弟们 出发 杀进城去 里面有煤酒 有肉吃 有火烤 陈平吼叫道 刷刷刷 听到命令 秦兵迅速爬起来 朝着城门前扑杀上去 身体僵硬 一听可以行动了 一个个像吃了兴奋剂似的 拼命往城门前扑过去 第129章 拿下子铜 城门前 秦兵组成战阵 严阵以待 死死守护着城门不失 城墙上 在张献带领下 城墙上守城士兵 一个个遭到灭杀 只有少部分投降 鲜血染红了城墙 尸横便也 惨不忍睹 500名守城士兵 只有投降的100多名活下来 其余全挂掉 解决城墙上守城士兵 张献提着战刀迅速走下去 准备迎接城中 蜀北兵马的基站 一个个六花战阵组成 六花战阵之间 又组成六花镇 形成一个巨大的六花战阵 蜀北军首领申鸣通 听到惨叫声 迅速爬起来 报告将军 秦军偷袭城门 快要杀进城来了 传令兵道 什么 为什么没收到秦冰的消息 申明通刚刚到达紫铜城 没几天时间 就碰上秦冰杀来 士兵不知道 作为一名军官 怎么会不明白 蜀北王的心思 这是要与秦帝国决裂 想要独立称王 不过呢 一旦蜀北王城市 自己也能捞到好处 这是非常值得冒险 吹号 随本将军去歼灭秦冰 申明通道 啊 申将军 我们要造反吗 传令兵道 哼 难道你们不想升官发财 这是个机会 能让大家升官发财的机会 一旦错过 什么也不会有了 申明通道 遵命 传令兵纠结了半天 还是承受不住诱惑 滴滴滴 警报声响起 申明通让旗下士兵迅速聚集 一边带着蜀北城士兵 朝城门方向杀过去 突击 把秦兵赶出城门 申明通道 轰隆隆 数千名蜀北军士兵 在申明通的带领下 凶残朝着张线旗下 数百名士兵扑上去 搜 一只利剑射出 贯穿一名扑上来的 蜀北军士兵胸口 留下一个血洞 那名士兵双眼空洞 死得不甘啊 搜搜搜 各个六花阵中 纷纷射出利剑 朝着扑上来的 蜀北军士兵身体上招呼 碰 双方撞在一起 破 一刀挥出 斩下对方脑袋 一股鲜血标射出来 滑向空中 在火光下散发出森森寒意 令人看了 后背发凉 秦兵组成战阵 伤亡很小 不过 秦家人却没那么幸运 一个个倒下 滚动上前 掩护秦家人 张线道 一下子 秦兵战阵相互掩护 相互配合 滚动压上去 不停收割 赎北军士兵生命 破 一枪洞穿对方咽喉 吭腔 金属撞击声 四处响起 张线手持战刀 不断不位 那里有危险杀到那里 像一尊杀神似的 不出手则已 出手必杀 杀 对战双方碰出火花 打出怨气 拼命往对方身上挥刀 力争短时间内解决问题 惨烈 战斗无比惨烈 接到二侧的民房 好多人掀开窗子 伸出脑袋查看 看到是秦兵在相互残杀 微微一愣 随后迅速关闭窗子 要变天了 申明通大声叫喊 让旗下士兵 尽快把秦兵赶出城门 张线呢 指挥手下秦兵 阻截属北军 双方展开浴血奋战 都想消灭对方 非常困难的一炷香时间 只要度过此期间 大量秦兵会杀进城 到时候 属北军没机会胜利 前提条件是 张线必须守住城门 不能让城门失去 秦家护卫 家丁死伤惨重 开战没多少时间 三百人只剩下数十人 也就是说 属北军士兵斩杀的 基本是秦家人 真正秦兵不容易击杀 张线带进来的秦兵 全是卫队 那可是全由被围军士兵组成 战力强悍无比 不仅是修为高于属北军 战斗意志也高出不少 不过呢 张线带来的三万兵马 也只有一千名卫队修为高 战斗力强大 其余的士兵 还是太弱 秦兵杀进城来了 一名名秦兵杀进城来 迅速朝着蜀北军扑杀上去 一下子 张线感觉压力小了许多 冲进城的秦兵 迅速组成六花战阵 滚动着朝蜀北军士兵碾压上去 张将军 辛苦了 陈平道 不辛苦 不过秦家人手伤亡惨重 看来 咱们要在其他方面急于补偿 张线道 哦 好 这个是我来安排 张将军迅速带着兵马杀敌 不要让叛军逃走 陈平道 遵命 张线应了一声 迅速朝着蜀北军扑杀上去 看到秦兵增援赶到 申明通知道 子同城完蛋了 无法再支撑下去 再不闪人 会成为俘虏 申明通也不肯生 带着数百名轻卫 朝另一个方向逃走 蜀北军士兵 一看主将逃走 士气一落千丈 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 只好放下武器投降 张线老早就看到一名蜀北军的将军 一直想斩杀于马下 遗憾的是离得稍远 奈何不了对方 咦 那小子逃走了 刷 张线带着卫队 马上追杀过去 越追越近 申将军 别走啊 咱们再交流交流 张线调侃道 申明通见张线越来越近 知道没人阻挡的话 逃不出升天 只好留下上百人阻截 看到蜀北军阻截 张线挥舞着战刀 将阻截者一个个斩杀 没有一人能抵挡一个回合 洞川 毫无阻挡的洞川 留下一地的尸体 刷刷刷 连续迈出几步 眨眼间追上申明通一行逃兵 死来 张线一声怒吼 震得蜀北军士兵一阵昏眩 脚上慢了下来 扑扑扑 几颗人头落地 立披华山 势如破竹的一刀 狠狠朝着申明通后背杀过去 奔逃中的申明通 感觉后背危险 毫不犹豫的一个懒驴打滚 躲过张线必杀一刀 申将军 放下武器投降 可以让你死个痛快 否则 你懂的 张线道 哼 想让本将军死 就看有没那个能力 申明通装逼道 张线摇摇头 申明通只是一名战王静 张线则是战踪巅峰 二者相差一个大境界 况且 张线是有越级作战能力 十个申明通也不是张线对手 刷 横扫千军 张线懒得废话 一刀劈出 朝着申明通腰上斩杀上来 吭枪 张线战刀斩在申明通长枪上 咔嚓 枪杆断裂 战刀依然不停下 继续朝着申明通腰间扑上去 扑 一刀二断 申明通未死尽 眼睛睁得像牛眼珠似的 恐惧 不甘尽在其中 在恐惧中挂掉 第130章 缺银子 咸阳 帝国缺银子 让一些项目 战役无法开展 焦急啊 手上缺乏一名商业运作高手 商业来钱是最快的 无奈之下 胡亥把五妹娘 上官瓦 黄月英 萧和 贾许等人叫进御书房 一起研究 众卿都来了 咱们研究一下 要从那方面搞银子 国家太穷了 财政紧张 一些项目不能上马 士兵军贴需要发放 叛军要平定 外衣蛮族要打击 胡亥道 心中也清楚 面前的几人 对于如何赚钱 真的不内行 只能死马当活马役 陛下 粮食问题我们可以解决 有了土豆 红薯 玉米 这几种农作物 帝国不缺乏粮食 而官吏薪水 士兵军贴等 还是恢复用粮食来发放 那样可以缓解帝国缺钱的问题 五妹娘道 胡亥摇摇头 好不容易把货币启用 再恢复原来那一头 不是走回头路吗 陛下 我们新印刷出来的纸币 不受百姓欢迎 使用的极少 百姓都喜欢用银子 铜币 让我们的纸币 无人问津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 必须让朝中官吏 带头使用 另外 在组建一家钱庄 可以让百姓 用纸币兑换银子 铜币 那样一来 纸币的信用度会增加 百姓才会相信 可是 那样的话 我们需要注存大量银子 黄金 铜币 可是 我们最缺乏的是贵金属 上官玩道 唉 胡亥常常叹了口气 看来 纸币推出的时间不对 百姓对纸币持怀疑态度 关键是 国家信用度不高 延续了数千年的 以物换物 大家习惯了银子 黄金等贵金属 一下子 突然使用纸币 不现实啊 必须过渡一下 先使用金币 银币 再慢慢发展纸币 只有帝国 如果注藏足够的银子 黄金 才能启用纸币 纸币已经推出来 只好继续使用下去 官吏薪水 士兵军贴全用纸币 在我们实际管辖区内 我们承担责任 但是 要严防物价上涨 打击那些投机商人 对于借机抬高物价 轰抬物价的商家 给予严厉惩罚 确保纸币的价值 另外 我们压制一些金币 银币出来 提供给市场使用 胡亥道 陛下 暂时压制不了 原来秦帝国的银币太粗糙 各地都可以仿造 要想避免假币 得用上先进的压制设备 目前帝国还未有压制金属币的设备 假许道 头大啊 胡亥查看一下系统商城 看能否找到相关设备 妈蛋 一套手工银币设备 日铸造钱币一万枚 外加一套金属币的合成技术资料 不过呢 二十万点国运值 太高了 抢人啊 国运值马上要达到百万大关 系统面临升级 若是兑换设备 系统升级得延期 哎 胡亥实在没有办法 只好系统延期升级了 文和 铸造钱币的设备正来解决 到时候交到锦衣卫手中 这个事可抓紧 胡亥道 遵值 金币 银币 铜币铸造好 咱们再来商量兑换纸币的笔值问题 这个不急 铸造金属币需要一个过程 还要囤积大量金属币 不是马上就能见效 咱们还是先研究下 如何赚钱 怎样从有钱人 大家族 土豪猎身手中赚钱 只有把那些人手里的黄金 白银赚回来 帝国才能开展其他大项目 胡亥道 陛下 可以加大印刷书籍 把藏书阁中的书籍 多印刷一些出来 换取大量黄金 白银 萧和建议道 贾许 五妹娘 上官丸等人摇摇头 谁不想大量印刷 问题是各种点籍 需要大量的人手叫对 整理 那里有人啊 特别是胡亥讲的简化字 对于读书人来说是好事 却一直缺乏人才来操办 萧大人 这个是不是那么简单的 一方面印刷厂印刷能力有限 设备还在研发中 二是 书籍需要大量人来叫对 整理 特别是 简化字的使用 不是一般人能胜任的 上官丸道 印刷设备的研究 还需要时间 不论是刚才质量 还是工艺上 目前还不具备生产能力 黄月英道 印刷设备的事 让工部慢慢研究 这是极不了 研究这东西 不是想出成果就出来的 需要大量的实验 咱们还是商量下 现有成熟技术 怎样变现问题 胡亥道 陛下 工坊不是生产出 那个四轮马车了吗 可以考虑大量生产四轮马车 一部分作为军用 一部分对外销售 换回大量黄金 白银 四轮马车这东西 也只有大家族 土豪猎身 有钱人家才会购买 对百姓不会有影响 假许道 哦 这倒是个好办法 贾老板 你这个建议是好 可是咱们工坊 也无法一下子 生产太多的四轮马车 到目前为止 四轮马车的关键技术 还未彻底掌握 那个转向器 一直靠陛下提供 黄月英道 呀的 转向器 可是花费大量 国运值兑换出来的 十个国运点一个 比一旦粮食还贵 胡亥思考下 月英 要不这样 把对外销售的四轮马车 搞得豪华 奢侈点 不仅可以雕刻上各个家族的灰迹 还能根据客户要求生产 但是 价格要绝对的高 让那些有钱人 感觉做四轮马车 是一种身份象征 可以在外面装逼 炫富 显办 这个数量不太大 转向器有保障 胡亥道 这个没任何问题 只要陛下保证 提供足够多的转向器 工坊要多少 能生产出来 黄月英道 陛下 咱们工坊生产出来的那个屈原梨 水车 砍刀 菜刀 镰刀 斧头等产品 是否可以加大生产量 帝国实际控制区以外 有好多商人通过关系找上来 想要大量采购 萧何道 胡亥眉头微皱 这些东西 帝国基本不赚钱 纯粹是补贴百姓 一旦放开 量是大了 可是问题出来了 那些个反叛的诸侯 采购回去 重新铸造成刀剑 对帝国伤害极大 再说了 不是帝国的子民 为什么帝国要负担他们的费用 这不划算 老肖 这个暂时没办法执行 那些产品 帝国基本没赚钱 是按成本价对外销售 目的是解决百姓的日常用工具 其他叛乱地区的百姓 暂时享受不了这个政策 等帝国收复旧地 再提供不迟 再说了 叛军一旦拿到那些个工具 会重新铸造成刀剑 对帝军的伤害极大 只能往后顺言 胡亥道 第131章 西部50万匈奴铁骑杀来了 陛下 像宫中那个简易家具 是否让工房大量生产出来 对外销售 妩媚娘道 胡亥到了这个时代 把好多家具用品全更换了 换成现代家具 那些个笨重的淘汰 谢谢 只要陛下不反对 那些个家具 工房能大量生产出来 无外乎是多招点木匠而已 黄月英道 行 过后 朕再给出一些家具图纸 可以大量生产 提供给各地的诸侯 有钱人 胡亥道 对了 朕这里还有一份陶瓷的生产资料 工房可以招收大量懂得烧制的泥水酱来操作 一旦出来后 百姓日常使用的碗之类的东西 要低价出售 像什么花瓶等之类的装饰品 可以定价稍高 专门销售给有钱人 土豪猎身 赚那些人的钱 朕欣慰 胡亥道 下一刻 胡亥手中出现一闸纸 上面全是陶瓷生产工艺等技术资料 交到黄月英手中 放心吧 有这份资料 我们工房能马上生产出样品 到时候在意如何销售 黄月英道 陛下 想要把这些产品销售出去 从有钱人手中赚到黄金 白银 必须要组建一个专门负责的部门 加上天下混乱 一旦货物出了管辖区 会面临土匪 陆霸的抢劫 针对这个事 必须成立运输部门 派出标识保护 贾许道 胡亥点点头 确实应该 可是没有商业奇才啊 要是把沈万三 胡雪岩等之类的牛人 大腕抽出来 情况可能会马上好转 人才限制了发展 陛下 那个百家讲堂 暂时没钱修建 必须延期 上官玩道 压得 头大啊 玩 百家讲堂 是为吸引人才而修建 我们现在缺乏人才 就要有吸引人才的东西 有了人才 什么事都好办 那个百家讲堂 一定要抽出资金出来修建 而且 不仅要修建 还要修建的雄伟 壮观 大器 想象一下 一旦百家讲堂开始营业 会吸引多少个学科的大佬 牛人 精英 到咸阳城 胡亥道 上官玩摇摇头 陛下 这些是微臣知道 可是微臣手上真心没钱啊 上官玩道 好吧 百家讲堂延期修建 不过 杂志社必须马上跟进 朕必须要一个喉咙 掌握在手中的喉咙 胡亥道 萧和看到了 貌似胡亥在与手下人讲价钱啊 对胡亥的印象又进一步 对了 帝国学校修建的如何 下半年可以招生 让学生入校吗 胡亥道 陛下 这是放心吧 现在已经完成一半工程 下半年肯定能开学 五妹娘道 报告 传令兵大声道 进来 胡亥道 陛下 蒙将军送来十万火急军情 传令兵道 胡亥接过来 迅速查看起来 不时 胡亥眉头微皱 胡亥把情报交给贾许 情报上显示 蒙田出兵救下报函 京城后 准备渡过黄河 朝龙右 武威等地挺进 不过呢 在此时 却收到西匈奴铁骑东进 一举占据了龙右 武威 西郡等地区 蒙田只好放弃渡黄河 派兵马先把石城 安定等地区收复 在黄河一带 阻截匈奴铁骑 三十多万匈奴铁骑 外加当地的伪匈奴铁骑 总兵力超过恐怖的五十万以上 蒙田呢 这段时间以来 二万兵马 发展成为五万 靠五万兵马 想要阻截五十万匈奴铁骑 确实非常困难 只能在黄河沿岸阻击 呀的 刚打败莫独 又来了一波强大的匈奴铁骑 陛下 这西部来的匈奴铁骑 不全是匈奴人 估计很多是西域诸国的兵马 受到匈奴人的蛊惑而杀来 这些西域诸国的兵马 战斗力不会有多高 假许道 胡亥点点头 不过呢 再弱也是五十万铁骑啊 秦帝国此时到什么地方 抽掉兵马呀 一是来不及 二是没多少兵马可抽掉 帝国现在胡亥手中掌握的兵马 根本达不到五十万 只有区区二十多万 况且 新兵担子一大波 如何应对 纠结呀 对了 周公警还没走吧 胡亥道 陛下 周瑜准备三天后 出发到南阳 假许道 通知周瑜情况有变 让他暂时不要到南阳 先把西部杀来的匈奴消灭再说 胡亥道 遵旨 假许道 文和 咸阳城县有多少兵马 胡亥道 近三万兵马 黄中 孙上香二人手下工兵各三千人 其中一千名是他们的卫队 或许并手下有三千大汉铁骑 周瑜刚刚组建好两千名卫队 剩下近一万名步兵 不过 建国写的很少 大部分士兵都是新招收的新兵担子 战力有限 假许道 三万兵马 加上蒙田旗下五万兵马 也只有八万兵马 要对抗五十万铁骑 困难 韩兴在什么地方 胡亥道 在云中一带 暂时无法赶到西部 假许道 韩兴派人送来的战马 什么时间到达咸阳 胡亥道 马上通知的话 明天下午会赶到 假许道 文和 通知吧 让人连夜把马匹送来 另外 从咸阳城中的守城弩兵 抽掉两千人出来 留下两千新兵担子 负责咸阳安全 我们后天出征 胡亥道 遵旨 假许道 文和 派出锦衣卫 迅速把西部来的匈奴铁骑搞清楚 到底来了多少兵马 真正的匈奴铁骑有多少 这些情况一定要弄明白 胡亥道 遵旨 好了 咸阳就交给诸位爱卿了 朕马上要带兵马出征 迎战匈奴铁骑 胡亥道 陛下 放心吧 我们不会让咸阳出什么乱子 有谁敢来咸阳闹事 一定消灭 确保咸阳稳定 五妹娘道 散了吧 让人去把将军们叫进御书房 接下来要研究军事方面问题 胡亥道 五妹娘 上官网 黄月英 萧和等人 离开了御书房 唉 胡亥叹了口气 刚刚局势有点好转 西部匈奴铁骑又杀来 令局势瞬间紧张起来 苦命的人啊 幸好 叛军刚刚战败 短时间没能力对帝军造成威胁 加上南阳 齐官 胡官 虎劳等爱官掌控在手中 叛军想要入侵 不付出代价 绝对不可能 文和 针对西域一带杀来的匈奴铁骑 有什么好的建议 胡亥道 陛下 在兵力上 我们与之相比少了好多 微臣建议一步步吞噬 待到机会就出手 不论大小 多少全部歼灭 这样一来 既可训练新兵 也可消灭匈奴有生力量 等时机一到 再与之决战 一举消灭对方五十万铁骑 贾许道 胡亥点点头 同意贾许之言 第132章 未聊要参战 半个时辰 孙上香 黄忠 霍去病 周瑜等四名神将来到御书房 与胡亥见过礼 胡亥把蒙田送来的情报递给几人 让他们先阅读一下 大家都知道情况危急 文和建议在黄河一带 阻截匈奴铁骑 再派出兵马 被入侵的匈奴铁骑展开偷袭 慢慢吞噬匈奴铁骑 等双方兵力相差不大时 与之决一死战 胡亥道 陛下 这是要用实战训练新兵 让新兵弹子 尽快完成蜕变 成为一名老兵 周瑜道 对 前期目的就是训练士兵 毕竟 咱们手中新兵太多 没经历过大战 胡亥道 陛下 这份情报其他叛军 各地诸侯知道吗 周瑜道 胡亥微微一愣 什么意思 情报是蒙田派人刚送来的 怎么可能会泄露呢 宫警 这个情况朕才收到 至于其他诸侯 朕不清楚他们是否收到 胡亥道 陛下 末将建议马上向各地驻军下达命令 让其密切防范各地叛军的动向 周瑜道 哦 难道宫警怀疑各地诸侯与匈奴人联合 或者说有密切关系 不会吧 那可是卖国贼 谁会背负这种名声 胡亥道 陛下 微臣没有说各地诸侯一定与匈奴人有密切联系 但是 匈奴人把情报散发出来 那是可能的 我们必须做好安排 防止遭到各地诸侯 叛军偷袭城镇 关案 周瑜道 妈大 真要是周瑜说法成立 秦帝国危险了 不仅要面对五十万匈奴铁骑 还要面对各地叛军的攻击 一下子 帝国陷入困境 宫警 文和 你们二个都是一代民事 帮朕想想 为什么莫独出兵夜门官时 不与西匈奴联合 同意时间出兵 却在帝军 歼灭莫独二十多万铁骑后 再次入侵中原 莫独可是一代枭雄 人杰 绝对不会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 胡亥道 周瑜走到地图前 细细查看起来 有可能是匈奴人时间弄错了 或者途中出什么意外 让西北二个方向出兵时间延误 周瑜摇头道 也有可能是西域诸国内部达不成一致 延误的时间 拖延了战事 贾许道 可能吗 不过呢 这是古代战场 什么事都会发生 在现代很简单的通讯问题 到古代是困难重重 陛下 不管怎么说 我们兼灭了北方来的二十多万匈奴铁骑 再回过头来 面对西面五十万铁骑 对于我们帝国来讲 是好事 更容易对付 不过 周将军刚刚说的 各地诸侯会与匈奴人有合作 这种可能性非常高 必须迅速通知各地驻军 让各地主官严阵以待 提高防范意识 挡下各地叛军的进攻 不给对方偷袭的机会 特别一些兵力弱的官爱 要加强防守 贾许道 胡亥点点头 来人 胡亥道 一名卫兵走进来 陛下 有何旨意 轻卫道 派快马通知南阳穆贵英将军 让他把防范重点放在储君上 暂缓队下口收复 把这里的情况报告穆贵英将军 他心中会明白 怎么安排 派出快马 通知同官 寒谷官 虎劳官上的蒙义将军 让他死守三大显官 不让叛军有机会偷袭 再给高顺 敌人杰二人送去情报 告诉他们 做好旗官 胡官防守基础上 尽快短时间内 把宾州的卫王卫宝消灭 不能再耽搁了 再派人告诉韩信 配合高顺收复宾州 并死守燕门 云中 朔方 九园等地区 不给匈奴人 各诸侯有偷袭的机会 同时也把这里情报 通报给陈平 张献二人 让他们谨慎行事 小心防范 对了 高顺那里 在派人送去五百张情弩 貌似旗官上有二百张 胡官一百张 情弩太少了 要加强 胡亥道 遵旨 亲卫道 命令 周瑜将军 作为对抗西部匈奴入侵的统帅 蒙田为副帅 明晚上出发 胡亥道 遵旨 周瑜道 陛下 不等韩信将军 送来的战马吗 孙上相道 朕已经派出快马 让他们于明天下午 必须赶到咸阳城 晚上出征 不会有影响 胡亥道 周瑜将军离开御书房 分别行动起来 咚咚咚 进来 胡亥道 陛下 魏辽求见 传令兵道 魏辽 他来干什么 主持黑兵台 不为胡亥使用 令胡亥心中郁闷无比 难道是原来胡亥得罪过魏辽 没有那方面的记忆啊 算了 先见一下 看看魏辽想干什么 请老太尉进来吧 胡亥道 草民见过陛下 太尉大人 快入座 亲魏赶快给太尉大人上茶 胡亥笑容满面道 谢陛下 魏辽道 太尉大人 不知今天来找朕 有什么事吗 胡亥道 陛下 草民听说西部地区 有数十万匈奴铁集入侵 不知陛下收到消息否 魏辽道 呀 老头如何会知道 除了黑兵台的消息来源 还有其他信息渠道吗 哦 太尉大人 这也是刚刚收到消息 不知太尉大人有什么交证的 如何抵抗匈奴铁集 胡亥道 陛下 草民听说西部匈奴铁集来势汹汹 其兵力有数十万之多 此时帝国没多少兵力可抽掉 想要战胜匈奴铁集 很困难 草民请求随军参战 望陛下成全 魏辽道 胡亥微微一愣 做梦没想过 在此帝国危急时刻 魏辽会参战 这不科学啊 主持黑兵台 却不为帝国服务 不为胡亥掌控 到底什么意思吗 一下子 胡亥心中迷惑不解 太尉大人 朕需要一个理由 为什么你要这么做 目的是什么 胡亥道 唉 魏辽长叹一声 陛下 国家有难 匹夫有责 中原民族与匈奴人 一直是世仇 抵抗匈奴人入侵 是每个中原人的职责 老夫只想出一份力 把匈奴人击退 确保中原安全 魏辽道 呀的 很高大上啊 不对 上次在燕门关 也是抵抗匈奴铁骑 魏辽也去 难道上次也是老头有意为之 胡亥在考虑 在权衡利弊 好 朕同意太尉大人随军出征 明晚帝军出发 请太尉大人到兵营会合 胡亥道 待在身边 只要魏辽与他人联系 马上能查出黑兵台的人 这是交给文和负责 谢陛下成全 魏辽道 第133章 储君的选择 四日夜间 胡亥与五妹娘 上官瓦 黄月英 萧和 利益姬等人告别 带着三万多兵马出发 秦军在周瑜指挥下 迅速朝西黄河沿岸奔驰而去 这次有大量马匹 极大加快 行军速度 工坊内生产出来的最新擎弩 已经解决运输问题 直接把四轮马车 改进为车弩 架起马匹 可以迅速移动 随军带着好多四轮马车 车内装着工坊生产的各种武器装备 要是有人看到 会发现 秦军准备与匈奴铁骑打持久战 才会携带如此多的装备 五天后 秦军进入秦川县 秦军驻扎在城外 不进城打扰百姓 县令带着大量酒肉送出城 胡亥免励了几句 让其回去好好工作 不要辜负百姓 要休息时 贾许来了 文和 快坐下 胡亥道 谢陛下 贾许道 文和 有什么事吗 胡亥道 这么晚来找 正常情况下不会 除非有紧急的事发生 陛下 刚刚收到各地送上来的情报 贾许道 哦 确实让周瑜猜测到了 各地诸侯有动作 纷纷朝秦军聚集的地方靠近 贾许道 文和 说具体点 胡亥道 彭承项羽带着十万兵马 在南洋与汝南接壤的地方聚集 大有出兵进攻南洋的意思 贾许道 胡亥微微一愣 十万兵马 比穆贵英多出数万人马 在高端战力方面 穆贵英 吕灵起 比储君弱了好多 储君中有项羽 龙浅 钟离妹 英部 纪部 张涵 司马兴 董毅 彭月 刘邦旗下夏侯英 冠英等人 穆贵英压力山大啊 千万别主动出兵 最好依托城墙攻势 阻截储君 还有一线胜算 陛下 不要太担心 储君虽然有十万之重 可基本上全是新兵担子 只有五千铁骑是老兵游子 穆将军旗下 有近六千名战力滔天的兵马 还有近四万早已成军的老兵 都是经历过战火洗礼 战斗力虽比不上那六千人 可也绝对是蜕变了的士兵 只有二万多新兵 且训练时间也比储君长 双方激战的话 储君考不到便宜 加上穆贵英将军 是一名优秀的统帅 很会用兵 贾许补充道 胡亥点点头 看来留下一千张连弩是正确的 秦军可靠秦奴阻截储君 利用强大的弩箭射杀储君有生力量 文和 虎劳 韩谷 同关三个哀官有什么情况 胡亥道 这三个险官也不会轻松 陛下 三险官暂时没动静 不过韩王在聚集兵马 有何目的不明 贾许道 陛下 张尔 赵谢也有动作 不停调动兵马 目标有可能是骑官 胡官 或者是燕门官 贾许道 呀的 这群乱臣贼子 真会选时候 希望秦军能顶住压力 等歼灭匈奴铁骑 再来与这些叛军算账 哎 胡亥长叹一声 还是老蒋说的正确 安外必先安内啊 老在你对抗外衣种族的时候 这些诸侯纷纷跳出来 捡便宜 脚乱 完全是拖后腿 文和 朕是不是太仁慈了 放着内乱不管 出动大量兵马 对抗匈奴铁骑 胡亥道 不 正是陛下这种大公无私 极力对外的精神 让天下百姓看清楚了形势 一旦外患解决 到处理内忧时 会取到不错的效果 会获得很多百姓支持 贾许道 文和 把情报送给周瑜 让他心中有数 胡亥道 遵旨 贾许道 彭成 项羽中军大仗中 储君旗下 范增 龙且 钟离妹 英部 继部 彭越 张涵 司马兴 董毅 刘邦等 齐聚一堂 大家都知道了 西部匈奴人又有五十万铁骑 入侵中原地区 秦军抽掉兵马前往祖劫 咱们应该怎么办 是对秦军出兵攻击 还是好好训练士兵 大家说说吧 项羽道 将军 这个情报的真实性有多大 彭越道 这个事已经证实了 确实是真的 本来莫独是让西北二个方向同时出兵 可是发生了意外 二边没有协同作战 不过 莫独从北方杀来的二十多万铁骑 已经被秦军消灭 昏军正组织兵马 朝黄河赶过去 阻截匈奴铁骑 范增道 将军 我建议立刻出兵 趁秦军不备 偷袭南洋一带 只要拿下南洋 五官 亲你爱口就可以顺利拿下 这是一举消灭昏军 秦帝国的最佳时机 刘邦道 项羽抬头瞟了一眼刘邦 心中很鄙视 再怎么说 昏军也是带兵去抵抗外衣蛮族 怎么能趁火打劫 趁人之危呢 将军 末将不赞成刘邦之言 匈奴人与中原人一直是世仇 我们不能干如此龌龊之事 再说了 储军全是一群新兵蛋子 如何对抗穆贵英旗下那数万名老兵 况且 我们储军一旦进攻 秦军会死守 依托城墙阻截 伤亡会很大 关键是 这个时候出兵攻打秦军 名声不好 有通敌之嫌 应不道 将军 我们义军的目的是 彻底消灭秦帝国 斩杀昏军 让秦国灭亡 不趁此机会出兵 打秦军一个措手不及 难道要等到秦军击败匈奴铁击后再出兵 那是晚了 刘邦道 将军 末将也不赞成此时出兵攻打秦军 先不说 储军全是新兵蛋子 是否打得过秦军 胜负还是未知数 关键是不占大义 此时出兵 实属不至 张涵道 张将军 你是对秦国没死心吧 刘邦道 朱新啊 一下子把张涵推到风口浪尖上 张涵狠狠瞪了刘邦一眼 不再肯生 直接无视 刘邦之言不仅得罪张涵 还得罪了司马兴 董一二人 他们三人是一起投降的 刘将军 请你谨言 不要拿你的无知来评价别人 难道忘记了是谁在五官 清你爱口那地方 别无亏卸甲 数十万一军 几天时间就灰飞烟灭 南洋真的好进攻吗 司马兴质问道 哼 董一冷哼一声 刘将军是早上没刷牙 还是昨晚掉毛坑里了 满嘴喷粪 臭不可闻啊 董一道 末将也不赞成此时出兵 对秦军下手 咱们是储君 是堂堂正正的储君 什么时候沦为干偷鸡摸狗的事了 龙且道 储君的将军 对刘邦没什么好印象 总觉得是一个吹牛 放空话的人 特别是将军 一直以武力强弱来评判 刘邦呢 武力值真的不高 只是战王巅峰境 亚父 有什么建议 项羽道 可以不与秦军打 但是 样子要做出来 就当是练兵吧 再说了 此时主动进攻 胜负确实不好说 南洋的穆归英可不好惹 那也是一名很厉害的将军 范增道 好了 按亚父说的办 三天后出发 朝南洋与储君接壤地区 缓缓杀过去 项羽道 第134章 匈奴人情况 砰砰砰 回到自己兵营中 刘邦彻底忍不住心中目火 不停把杖中杯子 碗狠狠砸在地上 吓得轻卫一个不敢啃声 得到消息 夏侯英 冠英 曹参等人走进来 看到刘邦脸上布马飞线 三人知道 不是项羽召集开会吗 怎么会让刘邦气成这样 刘公 这是怎么了 曹参道 看到曹参 夏侯英 冠英进来 刘邦这才平和下来 不再继续砸东西 好了 本宫没事 就是心里堵得慌 刘邦道 曹参摇摇头 转身离开大帐 对刘邦彻底失望了 三天后 项羽带着储君出发 朝着与南洋接壤的地方 慢腾腾地赶过去 像游玩似的 不像去征战 几天后 储君离开鹏城百多里地 晚上储君在野外驻营 报告 一名传令兵道 进来 项羽道 报告将军 刘邦及其下数千兵马不见了 传令兵道 项羽微微一愣 不见了 啥意思 怎么会不见了呢 不是一直跟在中军后面吗 到底怎么回事 项羽道 将军 刘邦及其手下下侯英 管英 曹参等人不见了 连那数千兵马也跟着消失 我们找了好半天 依然没看到踪影 以为是接到将军新任务离开呢 传令兵道 刚进项羽大帐中的范增 听到传令兵的话 啥 刘邦跑了 老夫不是让人密切关注 一定要把刘邦待在身边吗 范增质问道 范军师 今天出发时 刘邦说 接到将军命令 让其完成任务 直到晚上时 才发现刘邦不见了 传令兵道 哎 范增长叹一声 刘邦可是一带枭雄 不甘为人厚 不知又会在什么地方搅动风云 以后肯定会成为储君的强敌 范增道 将军 要不马上派兵马追回来 传令兵建议道 算了 跑就跑吧 刘邦身边没几个人 数千老弱病残之兵 翻不起浪化 项羽道 再说刘邦 待在项羽旗下很难受 一直在寻找机会逃离 几天前的会议上 刘邦特意与项羽旗下将军发生矛盾 目的就是 让其放松警惕 并非是脑残 待到机会 马上带着手下夏侯英 冠英 曹参三人 及其数千兵马 逃离储君 一路上急行军 没有不及 打着项羽名誉 沿途让各城镇急于不及 甚至狠狠敲扎勒索 等到项羽发现时 刘邦已经逃出上百里地 想要追杀 也很难追上 除非是动用五千铁骑 关键是 不知道刘邦那数千兵马 逃向什么地方 总不能像无头苍蝇似的乱找吧 刘邦也清楚 想要离开储君 必须逃得远远的 中原 南方地区 是待不下去了 只能一路往北逃 几天后 项羽收到各地传来的情报 令项羽怒火中烧 愤怒无比 各地方上线令 郡太守 纷纷来信告诉说 刘邦接到命令去完成任务 希望给予补给 刘邦不仅要补给 还敲诈勒索 诸多地方官吏大量钱财 索要美人等等 敲诈到钱财 马上招兵买马 一路上士兵数量在暴涨 没装备 找个地官吏讨要啊 二十多天后 刘邦逃到了赵地 又去忽悠张尔 成为张尔旗下将军 还别说 到了赵地 刘邦旗下兵马达到数万之重 去忽悠那些个诸侯 确实能起到效果 半个月 在周瑜指挥下 秦军三万大军 终于与蒙田旗下 五万兵马会合 卑职见过陛下 蒙田道 蒙将军 快快入座 胡亥道 谢陛下 蒙田道 蒙将军 辛苦了 胡亥道 不辛苦 卑职应该做的 只是没想到 从西部会杀来五十万匈奴铁骑 蒙田道 来来来 在座的 全市镇心腹嫡系 一起喝杯酒 暖暖身子 咱们边喝酒 边介绍情况 胡亥道 天气太冷了 酒下肚 感觉身上暖洋洋的 陛下 黄河以内的伪匈奴人 基本清脚干净 不过 黄河以外的伪匈奴人 还有好多 卑职刚要带兵马渡黄河 却接到探马报告 黄河外有大量匈奴铁骑杀来 蒙田道 收到情报 末将迅速派出大量探马渡过黄河进行侦查 得知西匈奴东进了 而且数量达到五十万企 卑职考虑再三 迅速在黄河沿岸不防 不让匈奴人继续东进 蒙田道 蒙将军 黄河对岸的匈奴铁骑 到底是什么种族构成的 假许道 经过侦查 又抓捕了一些匈奴人 审讯后得知 五十万匈奴铁骑 真正的匈奴铁骑 只有五万骑 其余是西域各国 各部落组成的铁骑 加上当地伪匈奴人 不过 还有源源不断的伪匈奴铁骑赶来 目前侦查得到的数字 是六十万骑 蒙田道 妈大 六十万骑 蒙将军 匈奴人的补给如何解决 周瑜道 一是在当地抢劫 从中原百姓手中掠夺 二是赶着牛羊来参战 目的是趁火打劫 蒙田道 陛下 对了 还有个情况 我们抓不到一些匈奴人 经过审讯得知 他们本来准备与莫都大军同时出兵 由于西域诸国意见不统一 才延缓出兵时间 在匈奴人忽悠下 西域诸国 部落知道帝国混乱 正在平叛 所以才敢杀向帝国 其实 那些个骑兵不是真正的匈奴人 像枪族一样 纯粹被匈奴人忽悠 西域诸国 部落也愿意加入匈奴族 彻底被匈奴奴役 成为匈奴人手中的枪 蒙田道 呀的 与贾许猜测的差不多 蒙将军 那些个伪匈奴铁骑 与真正匈奴铁骑相比 战斗力如何 周瑜道 不能相比 具体说 战斗力连匈奴铁骑一半战斗力都不足 像是一群土匪 没组织 没纪律 对战时 一窝蜂涌上去 蒙田道 装备如何 周瑜道 很多匈奴人手中 拿的是青铜器兵器 基本看不到铁制兵器 不过 他们手中的弓 有一定的杀伤力 特别事件之上 拳图上毒药 不留意会吃大亏 蒙田道 胡亥一直没出声 到了此时 担忧才彻底落下来 青铜兵器 碰上秦军士兵手中的纯钢铁兵器 一碰撞会碎掉 无法阻挡秦军的砍杀 秦军胸前 胸后 可是带着二片性能不错的钢铁 极大保护士兵生命 好了 情况摸清楚了 咱们研究一下作战方案 胡亥道 第135章 皮兵之计 一下子 大家七嘴八舌议论起来 对抗铁集 最有力的兵种是弓兵 我们拥有擒母 还拥有数万弓兵 特别是黄将军 孙将军二人手下的卫队 杀伤力惊人 可是 想要用弓兵对抗 必须要解决 士兵渡过黄河后 怎样避免匈奴人的追杀 怎样逃出升天 周瑜道 周都督 末将与黄将军 手下的卫队 既可以骑马 也能射击 让我们二支卫队出击吧 孙尚相道 不妥 匈奴铁集是大 咱们必须在严防死守的基础上 派出兵马 去与匈奴人打游击战 不能强行对抗 也不能与之应来 要讲究策略 等匈奴落单时 再给予一击 贾许道 文和 你的意见呢 胡亥道 陛下 在目前局势下 我们必须做好防范措施 一方面要在黄河延安不防 阻止匈奴铁骑渡过黄河 将其阻截在黄河以外地区 不能让匈奴铁骑 再入侵黄河以内地区 在这个前提下 派出霍聚病将军 骑下大汉铁骑 加上黄忠 孙尚相相二位将军 手下卫队 渡过黄河 与匈奴人打游击战 吸引匈奴人追杀 我们只需要逃跑 等匈奴人跑累了休息时 我们再反过去骚扰 不时射出几箭 一句话 就是敌进我退 敌退我进 敌劈我扰 彻底把匈奴人累死 最好抓住机会 一举歼灭 不过 在此期间 我军也会很累 一定要记住 分批次骚扰 要轮换进行 假许道 胡亥点点头 五千士兵杀过去 确实能吸引匈奴铁骑 加上黄忠 孙上香二人卫队 对骑兵来说 绝对是悲剧 接下来 大家又完善了作战方案 让其更详细 更符合实际 命令 获居并为主将 黄忠 孙上香为副将 三天后 从这里渡过黄河 开展对匈奴打击 记住 一周后 不论成果如何 一定返回中军大仗 周瑜道 就算是骑兵 也不可能带大量补给物资 能带上七天补给 已经非常不错了 遵命 获居并 黄忠 孙上香三人答应道 其他兵马 在蒙将军指挥下 继续强化防线 绝对不允许匈奴铁骑 渡过黄河 周瑜道 遵命 接下来 蒙田旗下骑兵 沿河岸巡逻 密切查看匈奴人的动向 各勤武 工兵 严阵一带 三天后 胡亥 甲雪二人 走进获居并军中 陛下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获居并 疑惑不解道 嘿嘿 朕与温和 准备与你们通行 胡亥道 经过思考 胡亥担心几名神将安全 特意带着贾许 随军出发 毕竟 胡亥可以开启雷达 方圆十里范围内 一目了然 不担心匈奴铁骑包围 陛下 这个不太好吧 获居并道 不行 末将不同意陛下随行 太危险了 有个什么意外 如何向其他人交代 黄忠道 本小姐也不同意陛下随行 您的安全 关系到一个帝国的安危 不能冒险 孙上相道 哈哈 朕的生命是命 难道诸位的命不是命 朕能有今天 是你们帮朕稳定了局势 没有你们 朕活在这个世上 有何意义 朕也离不开你们 放心 朕知道轻重 不会影响你们作战 再说了 朕也不是一个懦夫 也有点修为 不比士兵差 胡亥道 三人又相劝半天 见劝不了 只好放弃 让胡亥 贾许 等在身边出发 陛下 周将军 蒙将军会同意 霍去病道 他们二人肯定不同意 不过朕说服他们了 胡亥道 好吧 霍去病道 夜间 霍去病带着五千兵马 在船只的辅助下 悄无声息渡过黄河 在探马带领下 五千铁骑无声无息 到了一个匈奴人营寨外 妈蛋 看不到边际的帐篷 初步查看 这里的匈奴铁骑 最少有十万起 霍去病让士兵休息 吃点东西 补充体力 战马放松 凌晨十分 霍去病让士兵上马 悄无声息 跑到匈奴人兵营外围 此时 匈奴人的暗哨 明哨 全部被擎兵斩杀于尽 毕竟 大汉铁骑 可是战力滔天的兵种 射击 霍去病下令道 搜搜搜 无数冒着火的箭支 朝着匈奴人帐篷飞奔而去 哄 无数帐篷燃起大火 火光冲天 啊 秦冰杀来了 一下子 整个匈奴人营寨中 乱成一团 无数匈奴人四处乱窜 躲避箭支 一个个匈奴人倒下 匈奴人做梦不会想到 在此局势下 秦冰还敢主动出击 一下子被打得措手不及 胡还看了下 这确实不是真正的匈奴人 只是一群伪匈奴人 真正匈奴人碰到这种事 会迅速聚集起来 对着秦冰进行反击 甚至对攻 报告霍将军 匈奴人战马已经释放出来 此时正在四处乱窜 传令兵道 好 霍去病道 在各部落 万副长的吼叫声中 慢慢的伪匈奴人 一对对聚集起来 不过呢 等人聚集好后 发现战马跑了好多 心中那个气啊 眼看匈奴人混乱 马上得到制止 再待下去危险 撤退 一声令下 霍去病带着五千士兵迅速撤离 朝着远方奔驰而去 聚集好的匈奴人 当然不甘心让秦冰逃走 迅速派出兵马追杀秦冰 这一逃就停不下来 看着匈奴人要放弃 霍去病又派出数十骑 朝匈奴人杀上去 把匈奴人惹脑 等匈奴人扑上来 大汗铁骑又闪人 这次霍去病 可是带着大量战马 一人三骑 可以轮换骑 不用担心战马体力 匈奴人呢 只有一匹战马 时间一长 战马体力消耗极大 速度跟不上秦冰 可是呢 面对秦冰的挑衅行为 匈奴人只好继续追杀下去 天暗了 匈奴人彻底放弃追杀 可是呢 秦冰不放过他们 半个时辰 秦冰会出动数百骑 跑到匈奴人驻扎地 射几轮箭雨 等匈奴人要反击时 秦冰又闪人了 白天累得够呛 晚上又遭到秦冰骚扰 悲催的匈奴人 眼睛睁得大大的 不敢睡着啊 心中气啊 匈奴人明知道是秦冰的疲冰之计 可是没有解决的办法 总不能不理会吧 要是骚扰变成突袭 那损失巨大 一夜间 半个时辰一次骚扰 让人如何睡啊 凌晨时 泪成狗一样的匈奴人 彻底睡下了 一切悄无声息 静悄悄的 秦冰这次不再弄出大的动静 马腿包裹 马嘴上笼 不发出一丁点声响 整个匈奴人迎寨中 安静极了 看着一个个背靠背的匈奴人 或去病脸上露出笑容 射击 或去病道 嗖嗖嗖 一支支利剑 狠狠扎在睡梦中的匈奴人身体上 扑扑扑 一个个血动出现 有的匈奴人 如何死的不知道 在梦中被射杀 真不知道 见到长生天时 他们会如何回答 糊涂鬼啊 第136章 匈奴人损失惨重 孙上香 黄中二人旗下卫队 迅速射出一轮轮元气箭 闪电般扑向匈奴人 扑扑扑 本来匈奴人就疲惫不堪 突然遭到元气箭射击 毫无准备 一下子死伤一片 大汉铁骑 出击 霍区病下令道 轰隆隆 强悍的大汉铁骑 在霍区病带领下 朝着混乱中的匈奴人撞上去 很多匈奴人撞飞出去 身体抛向空中 嘴巴中吐出一口口老血 匈奴人太累了 不仅是人类 连战马也疲惫不堪 体力严重下降 悲催啊 这不是决战 是屠杀好不好 毫无还手之力 碰上秦冰一个个倒下 匈奴人像无头苍蝇 到处乱窜 希望躲过秦冰击杀 要斗志无斗志 要士气无士气 这仗如何打呀 匈奴部落首领 万夫长一看对抗不了秦冰 纷纷撒腿就逃 想逃出升天 遗憾的是 孙上香 黄中二人带着卫队 在四周阻击把一个个逃跑的匈奴人射杀 扑扑扑 惨啊 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啊 我投降 不要杀了 我投降 我不想死啊 长生天救救你卑贱的子民吧 这一刻面临死亡威胁 无数匈奴人 伪匈奴人彻底放下傲娇 朝着秦冰投降 不过呢 或去兵带兵马进入黄河以外地区 没有多余人手抓捕俘虏 不论匈奴人如何叫嚷 迎接他们的是一刀一枪 干脆利落的斩杀 随着杀戮进行 胡亥脑海中一声巨响 修为晋升 从原来十阶战王镜 晋升到一阶战宗镜 彻底跨过战王镜 体内一阵暖流出现 朝身体四周快速游走 冲刷肉体 骨髓 血脉 灵魂 五脏 一遍又一遍的冲刷 妈蛋 好强大啊 战宗镜与战王镜 完全是二个不同概念 像发生天翻地覆似的 身体上用不完的力量 全身力量爆棚 与此同时 正激战中的黄中 孙上香 获取病 贾许等人 身上一道金色光芒亮起 一下子 几人封印被解开 修为再释放一个大境界 战力又飙涨上来 到了巅峰战王镜 令几名神将战斗力直线上涨 本来就碾压匈奴人 再次解开封印 纯粹是横推 以秋风扫落叶之势 碾压上去 黄中 孙上香二人射出的元气剑 威力比原来强大了十倍以上 从原来十二支剑 一瞬间变成十八支 足足多了六支元气剑 也就是讲 孙上香 黄中二人 能一箭射杀最少十八名匈奴人 当然了 随着战斗进行 不论是孙上香 黄中旗下卫队 还是获取病旗下大汉铁击 修为也在慢慢增长 杀伤力在不停上升 嘿嘿 刚刚进升修为 胡亥需要一战来稳固修为 驾 轻拍战马 朝着匈奴人扑上去 拔戒朔 刷 轩辕剑出鞘 一道光芒亮起 像是黑夜中出现光明 照亮大地 扑 伴随着的是一名匈奴人 脑袋掉落下来 太快了 此时 胡亥一个呼吸间 能出剑已经超过五十次 扑扑扑 不停地拔剑 出剑 收剑 一个呼吸间 胡亥身边倒下数十名匈奴人 恐怖 非常恐怖 如此快的出剑速度 以一种催枯拉朽的方式进行下去 一个时辰过去了 战斗结束 报告陛下 歼灭匈奴人近五万骑 没有俘虏 全部斩杀干净 我军有少部分轻伤 传令兵道 战马缴获多少 胡亥道 陛下 只有二万多匹 而且全跑不动了 传令兵道 胡亥点点头 伪匈奴人可没有一人三骑 纯粹一人一骑 经过一天一夜 早已疲惫不堪 陛下 我们马上要离开此地 一旦让匈奴人得知情况 会派出大军来围剿我军 霍区并道 霍将军 你是指挥官 该怎么办直接下令 不用征求朕的意见 朕只是一名参战的小兵 胡亥道 遵旨 霍区并道 随即 勤兵带着缴获战马 迅速离开战场 到一个很远的一座大山中休整 一 神识感应范围增加了 也就是说 胡亥脑海中雷打感应范围扩大了 从原来十里地一下子达到五十里地 好牛逼 好强大 感应下 方圆五十里范围内 没有任何匈奴人 这才收起雷打 开始休息 唉 修为进入战宗境 想要晋升一个小境界 需要一百万点经验值 以后越发难晋升了 匈奴人大仗 伯头万夫长 吉瑞挂掉了 他带领的十万铁机 只剩下三万七步道 那些部落首领 国王等高层 全部被秦兵斩杀于境 传令兵道 伯头是真正匈奴人的万夫长 是一名武力职 很牛逼的爵士 超级高手 什么 伯头震惊无比 那可是十万铁机啊 就算对上秦军 也有一战之力 何况 秦军不是在和对岸 布置战争防守吗 如何会跑过河来呢 心中迷惑不解 到底怎么回事 伯头道 伯头万夫长 事情是这样的 传令兵解释道 查清楚秦兵将军的名字 能力 修为等情况了吗 伯头道 万夫长 那些情况暂时没调查清楚 还得等一段时间 只晓得渡过黄河的秦兵不多 只有区区五千骑左右 不过 秦骑兵是一人三骑 加上歼灭吉瑞等国的战马 此时应该达到一人很多骑了 传令兵道 秦军现在什么地方 伯头道 伯头万夫长 我们已经派出数十骑小队 朝秦兵逃走方向追查 到目前为止 秦兵像是消失似的 什么消息也没得到 传令兵道 怎么可能 验过流声 为什么查不到 不科学啊 在派出大量探马 一定要查到 秦兵待在什么地方 必须歼灭这五千秦骑兵 伯头道 遵命 传令兵道 伯头万夫长 为什么秦兵 能在短时间内 歼灭我们匈奴七万铁骑 这不科学 一名万夫长质疑道 是啊 伯头万夫长 若是秦兵有这种实力 还怎么打 这个仗根本打不过秦兵 一名西域国王道 情况 你们不是听到了吗 现在说什么都没用 先找到秦棋再商量 我们出动五十万铁骑 难道就这样灰溜溜逃走 诸位要相信 我们伟大匈奴铁骑 是战无不胜的 暂时困难会得到解决 一旦找到秦军落脚地方 马上出击 不让秦兵跑了 伯头道 不过呢 在座的部落首领 国王可不是那么好忽悠的 谁会相信啊 只是上了贼船 只能一路走到黑 毕竟 此时匈奴人太强大了 不依仗匈奴人 会受到匈奴人攻击 伯头万夫长 末将觉得 不要让探马往远方查找 还是让探马往回走 秦兵不会跑那么远 肯定是萎缩在一个大山中休息 一到晚上又会出动 一名万夫长道 哦 伯头万夫长听后 微微一愣 思考下 觉得很有可能 来人 伯头道 万夫长大人 什么事 传令兵道 马上通知下去 让各路探马 查找大山中情况 把沿途每一座大山查找一遍 伯头道 遵命 第137章 匈奴人渡河 黄河岸边 为了阻击匈奴人渡过黄河 周瑜 蒙田二位将军 把秦兵分成二部分 一人带一步 负责一顿黄河防守 这样一来 匈奴人一旦渡黄河 得到消息能马上赶过去 在河边阻击 周瑜大仗 报告 传令兵道 进来 报告将军 探马发现和对岸有大量匈奴人聚集 看样子 像是要渡河 传令兵道 来了 匈奴人终于要渡黄河了 有多少兵马 在几个地方聚集 周瑜道 报告将军 匈奴人在一号 二号 三号 三个地方聚集 全是河道狭窄 水流平缓的地方 传令兵道 周瑜走到地图前 查看三个地方 心中在思考 六十万匈奴铁机 不可能只在三个地方渡河 那样一是拥挤 不利于渡河 二是太极中 容易受到秦军阻击 匈奴人可不会太傻 一定有什么阴谋诡计 为了便于进攻 分散秦军兵力 实施明暗渡河 打秦军一个措手不及 周瑜在地图上比划 猜测匈奴人会在什么地方渡河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黄河太长了 在数百里的河岸上 想要找到匈奴人渡河地方 无疑痴人说梦 可是呢 秦军兵力有限 不可能把秦军分散在数百里地的河岸上监视 必须要找出重点出来 这就考作战人员的谋略 命令 让秦军迅速朝这六个地方聚集 密切监视匈奴人动态 一旦匈奴人渡河 必须给予有效阻击 将匈奴人消灭在河中央 或者河对岸 不能让其渡河 周瑜道 另外 把秦军命令告诉蒙将军一声 让他做好随时增援 战斗的准备 周瑜补充道 遵命 传令兵道 对了 让探马继续沿河岸侦查 留下探马助手 一旦有情况 马上报告 周瑜道 遵命 传令兵道 周瑜到了三号那地方 秦军已经摆好的架势 秦努架起来 一排排工兵严阵以待 对岸呢 密密麻麻的匈奴人 正在扎木筏 这个时代 野蛮的匈奴人 可不会打造船只之类的东西 他们只会制作简单的木筏 那个木筏 与中原工匠制作的不一样 用无数个羊尿炮 牛尿炮 马尿炮吹起来 再简单固定在一根根木筏上 这就成了一个个木筏 看着无数个小木筏放入水中 匈奴人也上了木筏 马匹同样如此 放在木筏上 秦军虽然隐藏着 可是这么明目张胆的渡河 貌似不是匈奴人的主力 为了吸引秦军主力 而放的烟幕弹 命令 让探马迅速侦查 一定要搞清楚 匈奴人渡河之地 这里是吸引主力的偏师 周瑜道 遵命 传令兵迅速跑出去 一名名匈奴人坐着小木筏 渡过黄河 牵上战马 当要夸上马背 突然 一阵剑雨飞奔来 搜搜搜 一千只弩剑 数千只剑枝 朝着刚上岸的匈奴人扑过去 扑扑扑 如同割麦子似的 一个个匈奴人倒下 战马重剑受伤 受惊 四处乱窜 乱撞 一下子 匈奴人阵中人仰马翻 无数匈奴人刚上岸 就倒在血泊中 死得不能再死了 啊 撕心裂肺的叫喊声响彻云霄 突然间出现剑雨 打了匈奴人一个措手不及 无数人挂掉 连怎么死都不晓得 阻击 屠杀 匈奴人是草原种族 本身就不擅长渡河之类的行动 渡河时就搞得昏头昏脑 再被勤兵射杀 如何抵抗了 渡过黄河的匈奴人 脚软 手软 身体更软弱无力 战力不足平时的一半 面对勤兵的弩剑 弓剑 想要躲避 可没地方躲啊 一下子 岸上叫嚷声传到渡河匈奴人心中 让很多匈奴人犹豫不决 不知如何是好 继续渡河呢 还是原路返回 二难选择呀 刚刚渡过黄河的上万名匈奴人 遭到勤兵无情的屠杀 正在渡河的匈奴人心中惧怕无比 犹豫片刻 马上纷纷往回滑 再不敢渡河 将军 在五号地区 发现有大量匈奴人聚集 有可能会在五号地区偷渡 传令兵道 周瑜马上铺开地图查看 五号地区 我们的士兵就位了吗 周瑜道 二百张擒弩 一万名擒兵已经布置完毕 随时歼灭渡过河的匈奴人 传令兵道 告诉探马 密切监视四号 六号 七号地区 一旦发现匈奴人渡河 马上开火 若是匈奴人众多的话 马上安排机动部队增援 绝不允许匈奴人渡过黄河 周瑜道 遵命 蒙田中军大仗 报告将军 匈奴人在一号地区聚集 正在制作木筏 估计夜间会渡河 传令兵道 蒙田迅速铺开地图 旁边的卫辽也凑过来看地图 一号地区有多少匈奴人聚集 蒙田道 将军 据侦查一号地区河对面有大约二十多万兵马 若是匈奴人要全部渡河 起码需要五天时间 传令兵道 蒙田在一号地区安排了两万名勤兵 其中五千名步兵专门用来操作擒弩的 一千五百骑兵 告诉一号地区指挥官 一旦匈奴人渡过黄河 不要什么半渡而机制 立刻出动骑兵清脚 不能让匈奴人有机会杀出来 五百张擒弩 摆放好 阻击匈奴人 蒙田道 遵命 传令兵道 对了 其他地区有动静吗 蒙田道 蒙将军 三号地区已经打起来了 不过 听周将军讲 那是匈奴人的诱敌之兵 并非主力 传令兵道 蒙将军 老夫觉得二号地区要重点关注 那片区域河道狭窄 水流不及 地势平坦 虽然靠近高原地区 很有可能会成为匈奴人偷袭的重点地区 魏辽道 老太尉 二号地区已经安排人手日夜监视 到目前还未发现情况 周将军也说过 二号地区会是匈奴人主渡河之地 为此本将军留下三万兵马 蒙田道 魏辽微微一愣 这个周瑜不简单 从咸阳城一路上赶来 虽然没有什么交谈 可是在带兵方面确实很有一套 蒙将军 这个周将军从什么地方提拔起来的 魏辽道 这个 太尉大人 真不知道 这半年来 陛下身边涌现出好多文臣武将 其能力都非常优秀 据说 周瑜是刚刚跟随陛下的人 一出来就任命为统帅 不过 听说周瑜特别擅长水战 会是以后秦帝国的水军大都督 这次是秦框突发 才跟陛下随军 蒙田道 第138章 机关攻城战 机关 正当秦军与匈奴人 在黄河一带激战时 中原一带各地诸侯也纷纷起兵 向秦帝国重要爱官 发起了进攻 韩王韩城率兵马 正在攻打机关 机关上呢 只有一万步兵 三百张擎弩 面对韩城近五万兵马 显得机关兵力太空虚 不过呢 驻守机关的 可是大名鼎鼎的敌人杰 那可是女帝时期的一代名相 一代侦探大师 此时的敌人杰 妖挂宝剑 站在城墙上指挥秦兵 让秦母准备迎敌 一名举着白旗的叛军士兵 缓缓朝城墙下走过来 城墙上的秦军听好了 我们韩王说了 不要做无畏抵抗 没用的 我们有五万大军 机关上只有区区一万士兵 如何抵挡 拾去的话 乖乖开城门投降 不要再为腐朽的 残暴的秦帝国卖命了 否则 一旦攻破城门 你懂的 叛军士兵大声道 乱臣贼子 赶趁匈奴人入侵中原的时候进攻 难道你们韩王是匈奴人的走狗 与匈奴人相互勾结 这是卖国行为 会成为中原民族的罪人 那个什么狗屁的韩城 死后不想进祖地吗 要承受中原百姓千古骂名 敌人杰呵斥道 听好了 小子 赶快回去 劝你们那个韩王 不要逆天而行 做无用功 乖乖投降 还能留下一条命 否则 不论是叛军士兵 还是韩城 都会灰飞烟灭 敌人杰道 举着白旗的小兵 如何讲得过敌人杰 无奈之下 只好灰溜溜离开 叛军士兵回去后 一炷香时间 叛军进攻开始了 看着数千名叛军士兵冲杀上来 八百步 六百步 五百步 射击 敌人杰一声令下 早就整装待发的勤兵 纷纷扣动扳机 搜搜搜 三段射击 一次一百张擎弩开火 有上千支弩箭快速射出 朝着杀上来的叛军迎上去 弩箭撕裂空气 散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 奔跑中的叛军士兵 看到天空中黑压压一片 像雨点式的弩箭 吓得不轻 呆滞 傻了 还没等叛军士兵回过神来 弩箭已经杀到 分别洞穿叛军士兵身体 留下一个个拳头大的血洞 扑扑扑 瞬间 战场上出现一个个人形葫芦 太血腥了 进攻中的叛军士兵 一下子混乱起来 像无头苍蝇似的四处乱窜 啊 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响起 一波箭雨 留下数百名叛军士兵尸体 其余的叛军 纷纷往回逃走 嗖嗖嗖 又一波箭雨射出 朝着乱窜 乱跑的叛军士兵奔驰而去 叛军士兵惊恐万壮 把后背留给了擒兵 这是屠杀好不好 扑扑扑 又是数百名叛军士兵倒下 等叛军士兵逃出擒奴有效射程时 战场上已经留下了上千具尸体 韩城看着一名名手下一军挂掉 心里再滴血啊 那可是花费了韩城大把银子 才招到的兵马 片刻时间就损失上千人 这也太快了吧 这种损失 五万人也不够晚啊 继续进攻 本王不相信 秦军有那么多的弩箭 就算用人去田 也一定要拿下机关 韩城道 机关对于韩城来讲 太重要了 一旦拿下机关 死死守住 会让河内一带很安全 不受秦军进攻 消灭 敌人杰看到叛军第二轮进攻开始 让手下弩兵准备好 这波进攻 叛军不敢张扬 慢吞吞的向前推进 生怕遭到秦冰弩箭射杀 进攻中的叛军士兵 心中惧怕无比 那个擎弩威力太强大了 扎进人体内 留下拳头大一个洞 太恐怖了 叛军士兵心惊胆战地往前走 进入弩箭射程范围 敌人杰依然没下令开火 还在等待叛军再近一点 当叛军士兵 进入二百步距离时 开火 依然是三段式射击 敌人杰到 搜搜搜 一百张擎弩发出怒吼 射出一千支弩箭 朝着正在缓缓推进的 叛军士兵闪电般杀来 太快了 叛军士兵只看到 遮天蔽日的箭雨 把太阳都遮掩下来 地面上一下子陷入黑暗中 不过呢 那只是短暂的时间 太阳光又照射出来了 砰砰砰 盾牌兵举着的盾牌碎掉了 狠狠扎进士兵身体上 扑扑扑 一名名叛军士兵 身体又遭到贯穿 强悍的弩箭 在惯性作用下 带着贯穿的叛军士兵尸体 往后继续扑过去 扑扑扑 再次贯穿叛军士兵身体 有的弩箭贯穿了三名 四名士兵身体 人形葫芦出现在战场上 啊 我不想死 求求你救救我 我要回家 我真心不想死啊 惨叫声 辱骂声 哭泣声 求助声 弩箭扎进身体的声音 汇集在一起 一首乐曲完成 美妙而动听 在勤兵弩箭的打击下 不少叛军士兵 朝后撒腿就投 不准逃 给本将军顶住 听到没有 给本将军继续往前冲 只要过了擒弩的射击范围 就可以攻城 叛军将军吼叫道 扑 叛军将军一箭斩杀一名逃回来的士兵 不过呢 法不择重 逃回来的士兵越来越多 斩杀不尽啊 后退这 杀无射 连续斩杀十多名士兵 加上督察队虎视眈眈 一下子震住了逃回来的士兵 唉 无数叛军士兵叹口气 朝前竟是死 往后逃也是死 算了 朝前还有一线生机 往后直接是死路一条 越来越多的叛军士兵 又重新朝城墙下杀回来 嗖嗖嗖 一轮轮弩剑雨落下 让越来越多的叛军士兵 倒在血泊中 说实话 叛军士兵很勇敢 很生猛 不惧生死往前冲 令人敬佩啊 在擒弩阻截下 能杀到城墙下的叛军士兵 真心不多 就算有也没云梯 紧盖 撞成车之类的重型装备 想一下 几人抬一个云梯 紧盖 撞成车 总会有人遭到弩箭射击 总会挂掉几人 在这种情况下 只有傻子 才会继续抬着重型工程装备炮 问题是 杀到城墙下的叛军士兵 依然要承受城墙上弓兵的射杀 城墙上弓兵不是吃素的 弓兵 自由射击 敌人截到 嗖嗖嗖 城墙上弓兵开火了 一支支利剑 朝着刚杀到城墙下的叛军士兵射击 本来就是逃命 再遭到弓兵射杀 如何抵抗啊 很多 跑到城墙下的叛军士兵 双手空空 兵器不知丢到什么地方去了 成为一个个爬子 扑扑扑 刚到城墙 还未站住脚 发现身体上重剑了 一个个血动出现 死不瞑目啊 两出香时间 叛军第二轮进攻 就以失败告终 战场上丢下了数千具尸体 韩城心中气啊 这次来进攻机关是否正确 韩城开始怀疑人生 主公 末将觉得应该与秦兵诺战 先打击秦兵士气 然后再攻城 一名将军建议道 妈蛋 为什么攻城前不说 此时在与秦兵诺战 以为秦军指挥官是弱智吗 韩城呵斥道 第139章 刘邦骂阵 胡关 这是一道险峻的关卡 滨州通往长山最近的一条通道 要跨过太行山脉 胡关虽比不上虎牢 寒谷 铜关 武关等险峻 却也算得上是一夫当关 万夫莫展 长山王张尔 想要进攻秦军 必须拿下胡关 一旦掌控胡关 派兵马 守住 不用担心秦军进攻 此时关上也只有一万秦兵 三百张秦母 长山王张尔 也得到匈奴人提兵马五十万 进攻中原地区的情报 也可能是匈奴特意散步的 开始时 张尔可不敢提兵攻打胡关 可是呢 在刘邦到来后 忽悠一番 觉得可趁此机会 拿下胡关这个战略要地不错 从而让刘邦兵出征 还从张尔手中 骗到三万兵马 加上刘邦途中招的兵马四万人 轰轰烈烈朝胡关出击 在得知刘邦出兵 高顺加快了对卫报攻势 一名秦兵走到靖阳城墙 城上的士兵 卫报听好了 我们高将军 发话了 再不投降 我们秦军将不接受投降 一旦城破 所有士兵家眷 卫报一家灭九族 现在给你们半个时尚考虑 时间一到 秦军将无条件进攻 想活命的士兵 想保家人的士兵 请慎重做出选择 是要跟着盼王卫报一条路走到黑 抵抗秦兵 秦兵说完话 马上转身离开 城墙上 很多叛军士兵动摇了 相互间对视起来 还有好多士兵看向上司 一旦上司做出 估计会扑杀上去 为了家人平安 士兵没有选择 再说了 百姓跟着卫王造反 纯粹是被忽悠的 也可以说是逼上梁山的 看到秦兵攻势如此生猛 早有了当逃兵的打算 现在被秦兵通牒 心中纠结啊 城墙上的卫报 心中也清楚 秦军不愿意在此耽误时间了 毕竟 卫报也收到匈奴人入侵中原的事 也清楚 莫独旗下二十多万铁戟被消灭 要是加上数十个部落 匈奴人死伤惨重 秦兵太能战了 卫报心中很惧怕 卫报也得到公傲投降后 胡亥确实没加害 在咸阳城中得了份官职 拿份薪水 虽然手上没权力了 可是命保住了 家族保住了 关键是 此时卫报手上 只剩下靖阳一座孤城 一旦城破 逃无可逃 其他地方全被秦军拿下 有好多城池 见到秦军一杀到 马上开城门投降 秦兵一旦拒绝投降 等待卫报 士兵的是灭顶之灾 卫报心中那个气啊 秦军一通牒 军心就动摇 这仗咋打呀 唉 无可奈何之下 卫报下令开城门投降 姑借 姑借 城门打开了 卫报带着手下官吏走出城门 二边是放下武器的士兵 家道欢迎 高顺手一挥 轰隆隆 一万勤兵开进城中 接管俘虏 接手城池的四道城门 把靖阳城彻底掌控 对于卫报等官吏 高顺懒的接舰 交给随行官吏处理 处理卫报的官吏更粗暴 直接让卫报一家自己到咸阳城中报到 朝中会给予安置 就那么一句话 秦军也不担心卫报一家会逃走 能逃到什么地方啊 一旦逃走 再次被抓不到 可要面临灭族之灾 这个情况 卫报不明白吗 除非卫报是白痴 傻子 只要有点脑子的人 都明白 再不考虑后路 只有死路一条了 既然开城门投降 再逃走反叛 这不是脑袋进水 或者被门夹了 脑残啊 高顺丁主下旗下官兵 没有在靖阳城多呆 马上带着一千名卫队 朝胡官赶去 后续兵马跟进 没办法 胡官危在旦夕 刘邦带着近七万兵马 杀到胡官 看到爱官凶险 一筹莫展 不过呢 刘邦毕竟是一代枭雄 人主 不论在政治上 军事上 魅力上 绝对是当时最顶级存在 虽然说 在逃离储君的时候 手下谋逝 高参曹参走散了 至今没回归 至于真是走散 还是逃走了 只有天知道 此时刘邦也不会关心曹参死活 一路上 又有一些不得适的明示 卢书人被刘邦忽悠 跟在身边骗吃骗喝 刘公 这胡官强攻的话 损失会非常惨重 得想办法把官上的勤兵调出来 一名叫武安一的谋士建议道 武安先生 关键是 如何把城官上勤兵骗出城 勤兵可不是傻子 如何会出城作战 刘邦道 刘公 本人听说 胡官上的将军叫白居 有一定修为 是一名战王静 不过 白居此人性情暴躁 只要刘公派丧门大的士兵 靠近城墙去骂阵即可 武安一道 刘邦身边嫡系下侯英 万英听后 直接翻白眼 呀的 这是明示 一路上牛哄哄的 鼻子翘上天 一副指点江山的架势 骂阵 谁想不到啊 刘邦也发现了 身边刚刚招聘来的几个民事 貌似水分大 可是呢 刘邦绝对不会说出口 明知道是水货 依然笑容满面 给外人一个好印象 老冠 你负责安排几个嗓门大的士兵 去骂阵 把白居的祖宗十八代 狂喷个遍 刘邦道 遵命 管英道 接下来 刘邦旗下士兵 开始骂阵 越骂越难听 越骂越过分 把白居家人狂喷 还把祖宗十八代一代代的数落下去 气得白居暴跳如雷 要不是高顺反复叮嘱 又被身边士兵强行拉住 白居早开城门杀出去了 刘邦旗下士兵骂了一整天 见白居不出城作战 心中郁闷无比 虽然说 刘邦带兵打仗不怎么行 可是会使用人才 能让人才充分发挥才华 刘邦的成功就是 把自己放得很低 给人一种友好 平等 热情 可以信赖的印象 就算对某人有意见 绝对不会放在脸上 只会隐藏在心中 等成功后算总账 人 忍辱负重 这是刘邦成功秘诀 不要心急 明天咱们继续骂朕 不过 你们骂得太文雅了 应该再骂粗一点 刘邦面授积一道 甚至还奖励骂朕士兵一顿酒肉 乐得一群小兵兴奋无比 一天比一天骂得难听 骂得不堪入耳 白居实在听不下去了 无人阻挡得住 带着三千兵马杀出城 对着正在骂阵的叛军士兵杀过去 刘邦一看秦军出城 心里乐开花 管英带着兵马杀上去 把白居斩于马下 不让他逃进城中 刘邦道 遵命 管英道 第140章 将叛军赶下城墙 破 数十名叛军士兵 正在大声辱骂白居的祖宗十八代 突然湖关城上杀出一对骑兵 只看到人头落地 骂阵的叛军士兵呆滞 茫然不知所措 没等反应过来 一颗颗脑袋掉在地下 刘邦心中那个兴奋啊 差点手舞足蹈 介于身份才强行忍住 轰隆隆 冠英带着骑兵 朝着白居等秦冰扑杀上来 白居看到叛军杀来 心中知道完蛋了 众叛军诡计了 还没等白居 带三千名秦骑调转马头 叛军大量骑兵 在冠英带领下 已经杀到面前 砰砰砰 这下子悲催了 秦冰成了一个个代载羔羊 白居呢 队上冠英这名战皇静超级高手 一名战皇静 如何对抗得了啊 才队上 白居被冠英一刀砍下马 死得不能再死了 城墙上 秦冰呆滞 傻愣 副将也震惊 将军 马上关闭城门 否则来不及了 一名小兵惊醒 马上叫喊起来 快 快关闭城门 擎奴马上射击 工兵自由射击 副将道 叫喊声把城门前的秦冰惊醒 迅速关闭城门 估计 估计 哼 终于关闭了城门 幸好 秦冰在高顺将军训练下 虽然明知是死 秦冰也会极力阻截 拖延叛军杀进城门 士兵心中明白 战死 会给家人带来优越抚恤金 若是逃走 会受到惩罚 再说了 战死还能进烈士陵园 世代受人祭拜 那是多么伟大的事 所以讲 此时的秦冰 战斗时不缺乏勇气 更不惧怕生死 士兵会拼命与敌人搏杀 加上新军制改革 让原来僵化的军制 变得更有系统 组织性 不会因为将军挂掉 乱成一团 将军死了 马上副将跟上 一急急往下推 这是战场准则 规则 军规 关键是 高顺训练士兵非常有一套 能让士兵严格执行 军法及严明 胡关首将白居挂掉 能第一时间关闭城门 确实是新军制实行的效果 要是按老军制碰上这种情况 城门基本失守了 当然 出城的三千勤气兵 极力阻截 也为城门前士兵 争取到了时间 刘邦看到 勤兵关闭城门太极时 并未理会出城士兵的死活 偷袭城门失败 不过呢 刘邦已经很高兴了 没想过能一举偷袭成功 步兵攻城 第一个杀到城墙上的 奖励白银千两 官升三级 刘邦下令道 一队队步兵举着盾牌 抬着云梯 井盖撞成车 朝着城门前快速杀过去 白鞠挂掉 让城墙上勤兵一时混乱起来 勤努忘记开火 工兵没接到命令 全是在制 傻了 好在一名士兵叫喊惊醒 才让城门关闭 幸运啊 弩兵开始上舰 瞄准 激发 这个过程有点慢 不是说开火 就能立马实施 等勤努弄好后 大量叛军士兵 已经跨过了有交射程 只能射杀后续跟进的叛军 一架架云梯 井盖 被叛军士兵推到城墙下 树立起 搭在城墙上扣死 雷石 滚木 给我狠狠地砸 往叛军士兵身上招呼 副将文英下令道 一下子 简直飞舞 石块 滚木横飞 不断砸在叛军士兵身上 阻截攀登上城墙 情况危险 文英在指挥方面欠缺 没有下达三段式射击 没有组织工兵 进行有效阻截 无法让勤努 充分发挥作用 加上胡关士兵少 一万人损失了三千人 一下子 城墙上只剩下七千人 看着源源不断杀来的叛军 文英心中焦急无比 石墨 落下 狠狠砸那个撞成车 一定要将其砸碎 文英道 幸好擎兵素质高 否则 早失手了 叛军爬上城墙上来了 残酷无情的肉搏战开始 杀 文英带头扑向刚刚爬上 城墙的叛军士兵 扑 洞穿叛军士兵胸口 留下一个洞 轰隆隆 一块块石头 一根根滚木 砸在叛军士兵身上 看上去非常凄惨 其实 真正对叛军杀伤力有限 没杀死多少叛军士兵 秦兵再拼命 不惧生死的拼命 顶过一轮轮叛军士兵攻击 爬上来一波 被击杀一波 不过呢 秦军中没有超级高手 更没有擅长防守的将军 依托城墙上的优势 在慢慢失去 战况越来越危险 叛军爬上城墙 城墙上的擎弩遭到破坏 十多章 秦奴损失惨重 让火力更为稀疏 对叛军阻截更吃力 城墙上四处是鲜血 好多秦军眼看要挂掉 依然扑向叛军士兵 与叛军同归于尽 太惨了 文英心中气啊 看着一鸣鸣秦兵倒下 那可是自己的兄弟啊 秦军心中对白鞠 虽然恨铁不成钢 可是并不埋怨 一个下午 秦军损失七千多人 城墙上只剩下区区三千多人 还基本人人挂彩 可是呢 叛军根本不给秦军休息 一波波杀到城墙下 往城墙上爬 与秦军激站在一起 天暗了 秦军心中清楚 胡关失守是肯定的 不过 秦军依然在坚持拼命 扑向叛军士兵 给本宫继续进攻 不能让秦军有休整的机会 咱们一鼓作气拿下胡关 刘邦道 秦军付出惨重代价 其实 刘邦军中士兵损失更大 是秦军的数倍 毕竟 在战斗力方面 义军跟秦军不是一个档次 秦军经过高顺训练 早完成蜕变 成为一名名老兵 加上胡亥制定的政策 战力滔天 叛军士兵呢 不论是刘邦新招的士兵 还是张尔派来的士兵 全是一群新兵蛋子 没经历过战场洗礼 但是呢 叛军数量多呀 是秦军十倍 白天偷袭 让秦军损失惨重 攻城时秦军拼命 让叛军士兵损失 也不会低于一万五千人 这样的损失 巨大无比 城墙上三千士兵 还在不停的倒下 悲催啊 眼看胡官要失守 滴滴滴 号角声响起 正在拼命的秦军 听到号角声 原本体力严重下降 此时体内又涌现出一股力气 兄弟们 救援来了 咱们曾援来了 文英大声叫喊道 一下子 秦军士气再次爆棚 纷纷扑向叛军士兵 确实是高顺带着一千名卫队增援赶到了 不禁胡官城中 听到喊杀声 高顺心里知道 城墙危险了 马上让士兵吹号 一千名县阵营士兵 是高顺卫队 战斗力经过无数战场考验 修为基本达到了战将境以上 还有好多战帅 战灵境 扑杀上城墙 迅速组织战阵 朝着叛军士兵一步步推进 将叛军士兵斩杀 高顺看到冠英爬上城墙 正在挥刀砍向一名勤兵 毫不犹豫 提着长枪迎上去 吭枪 高顺修为刚刚解封 晋升到了巅峰战皇境 又能越击挑战 冠英呢 只是一名出阶战皇境 对上高顺 嘿嘿 不用想 也知道结局 刷 高顺又刺出一枪 快如闪电 破 危急时刻 冠英身体扭动 避开重要部位 躲过必杀一枪 左手臂上留下一个血洞 冠英双臂酸马 手中战刀 差点掉落地下 干不过高顺 冠英迅速后退 高顺一步迈上前 死死贴着冠英 想要将其斩杀 无可奈何之下 冠英只好一跃而起 从云梯快速滑下去 有了高顺一千位队增援 不大一会儿 爬上城墙上的叛军士兵 被一一倾剿 见过高将军 文英道 辛苦了 高顺道 通过了解 高顺知道了具体情况 心中那个气啊 呀的 不是反复叮嘱了吗 不让出城作战 为什么不听呢 白鞠的失误 让秦兵损失惨重 看着城墙上 只剩下两千秦兵 还人人带伤 哎 高顺能说什么 白鞠已经牺牲了 再说 岂有用吗 只能咽下苦果 谁让自己用人不当呢 第141章 偷袭叛军大营 刘邦非常无奈 眼看就要 占据胡关 突然杀出秦军增援 一下子打回原形 加上冠英受伤 只好暂停攻城 愤怒啊 损兵折降近二晚 还没拿下胡关 情何以堪 老大 高顺将军带着秦冰增援赶道 下一步想要顺利拿下胡关 可不容易 夏侯英道 高顺据说是昏军的嫡系 擅长训练士兵 没有想到 修为也那么高 出乎意料 冠英道 老冠 与高顺交手 感觉对方实力如何 我们有人顶得住吗 刘邦道 老大 单打独斗 我们一军没一人能对抗 除非是群殴 才有可能战胜 冠英道 冠将军 意思是 那个高顺修为达到战尊境 夏侯英道 不知道 不过 对方力量极大 凭我一个出阶战皇境 绝对抵抗不住 冠英道 呀的 昏军从什么地方 找来那么多的战将 一个个修为高深莫测 不仅能打 还会带兵打仗 刘邦感叹道 老大 要不询问一下那几个谋师意见 夏侯英道 刘邦摇摇头 通过这段时间接触 发现还是原来曹参 萧和 利益姬 张良等人优秀 现在手下的谋士 纯粹是一群夸夸奇谈之辈 既然高顺来了 明天派人去诺战 要是秦军出城作战 咱们还有希望 刘邦道 老大 要是秦军不出城作战呢 管英道 哎 刘邦长叹一声 撤退 回去再好好训练士兵 等待机会 刘邦道 老大 张儿一直控制我们军队的数量 想要征召大量士兵 没钱 没粮啊 夏侯英道 不用担心 到时候再去忽悠张儿 最好把张儿手中的兵马 完全掌控 刘邦道 胡关城 高顺站在城墙上 看着叛军撤退 没开城门追杀 高顺在等待后续部队 一万骑兵 估计天亮前能赶到 步兵需要几天时间才能赶到 报告将军 一万骑骑 九百张擎弩已经赶到 请将军示下 传令兵道 让擎骑休息 补充体力 三百张擎弩马上送到城墙上安放 其余放在城门前 高顺道 一万擎骑 其实真正骑兵只有五千骑 其他五千骑是弩兵 为了保障速度 特意配备的战马 一万擎骑兵增援赶过来 接下来 擎骑兵不用惧怕叛军进攻 遵命 传令兵道 新的一天到来 叛军吃过早饭 依然准备进攻胡关 一旦拿下胡关 可以威胁静阳等地 到时候 擎军要花大量擎兵助手 擎军不可能放弃胡关 必须要死守 胡关的重要性 不用讲 敌对双方军晓得 叛军开始攻城了 一名名叛军士兵 抬着云梯 井盖 撞乘车等重型武器装备 朝着城门前扑过来 八百步 六百步 五百步 当叛军士兵 走进擎弩有效射击范围 高顺开口了 秦弩 三段式射击 给本将军瞄准点 工兵准备 一旦有叛军士兵 跨过秦弩射程范围 立刻自由射击 高顺道 嗖嗖嗖 秦弩兵听到命令 马上开火 昨天因为白鞠失误 让秦弩损失惨重 三百张秦弩遭到叛军摧毁 只剩下十多张 弩兵损失惨重 现在城墙上 弩兵纷纷扣动扳机 一枚枚弩剑 带着弩兵心中怒火 朝着叛军扑杀上去 天空中黑压压的 把阳光都遮蔽 砰砰砰 一千只弩剑 狠狠扎在叛军士兵手中 举着的盾牌上 咔嚓 咔嚓 叛军士兵手中盾牌碎掉 弩剑依然继续朝着叛军士兵 身体上扑杀过去 扑扑扑 叛军士兵遭到擒弩摧残 一名名士兵 倒在前进的道路上 留下一地的尸体 在高顺指挥下 整个城墙上 勤兵各兵总监配合默契 一切有条不紊进行 杀叛军的效率大大提高 叛军士兵 很难杀进勤弩阻截区域 就算有部分叛军 跨过勤弩射杀区域 还要面临城墙上攻兵的射杀 关键是 杀到城墙下的叛军士兵 没有云梯 紧盖 撞乘车等重型攻城武器 总不能飞上城墙嘛 除非修为达到战胜境 才有可能短时间制空飞行 真正要进入战地境 才能属于空中战斗 战地境 那是传说及境界 秦帝国从来没听闻过 就算是那些修行门派 也未听人达到过 一名优秀将军 能将旗下各兵种整合 提高战斗力 给予对方极大的杀伤力 昨天与今天 秦兵的反击 完全是二回事 又是二天连续作战 叛军没占到任何便宜 反而丢下数千具尸体 增加伤亡数字 二天后 秦步兵赶到湖关城 高顺首上可动用兵力 达到四万多人 其中骑兵五千级 现阵营一千人 叛军呢 一共来了七万叛军士兵 攻城时损失达到两万六千多人 现在刘邦手下 只剩下五万不到 兵力与高顺手下兵力 基本持平 战斗力可就是二个概念了 其实 仗打到现在这个情况 刘邦知道 不可能拿得下湖关 心中早有了撤退的想法 只是刚刚杀到湖关 攻城才三天时间 就撤退回去 无法向张耳交代 面子惹得祸 想多进攻一段时间 到时候说兵力不足 也好向张耳交代 刘邦做梦不会想到 湖关上的高顺 赶出兵来偷袭义军 以为秦军还在对靖阳城主攻 湖关上不会有多少兵马 刘邦注定要悲催 夜兰人进食 秦军出城了 马脚包裹 马嘴上笼 秦车鲁轮子上 包裹着厚厚一层布匹 行走时不发出声响 出城前 高顺派出数十名卫队士兵 朝着叛军兵营潜伏进去 把一路上暗鸣哨一一斩杀 为秦军出击轻脚阻碍 凌晨时分 天马上要亮了 此时正是人睡得最死的时间段 也是人睡得最好的时候 高顺看到叛军兵营门槛内 十多名士兵斜靠在木槛上睡觉 正睡得香吗 十多名卫队士兵 悄无声息上前 悄悄把木门轻轻打开 然后十多名士兵打出手势 下一刻 一人扑向一名叛军士兵 手捂着对方嘴巴 战刀往叛军士兵脖子上轻轻一划 扑 鲜血标射出来 十多名叛军士兵死得很安详 没有痛苦 也没有叫喊 连怎么死都不知道 五百张擒弩摆开 弩箭上弦 瞄准 锁定一座座帐篷 射击 高顺一声令下 搜搜搜 五千只带着火焰的弩箭闪电般射进叛军帐篷上 一下子 整个兵营中 好多帐篷燃起熊熊大火 啊 惨叫声响起 第142章 高顺赶到机关 叛军士兵在四处乱窜 乱撞 躲避烈火焚烧 整个兵营中乱成一锅粥 嗖嗖嗖 第二波弩箭雨落下 数千名逃窜的叛军士兵纷纷重箭倒下 高顺一看时机成熟 迅速带着一千名陷阵营士兵朝着乱窜的叛军碾压上去 扑 一刀斩向一名叛军士兵脑袋 脖子上留下一个碗口大的疤 嗖 弓兵一箭射出 命中叛军士兵胸口上 士兵缓缓倒下 陷阵营士兵是重装步兵 不仅士兵装备精良 而且士兵也是经过千挑万选 就算是对上骑兵 陷阵营士兵也有一战之力 对上刘邦旗下一群新兵弹子 纯粹是屠杀 只需要不停地挥出战刀射出弓箭 伴随着陷阵营士兵的推进 一名名叛军士兵死在血泊中 刘邦大仗中 碰 一名清兵撞进来 刘公 不好了 秦军杀进来了 再不逃走 要成为秦军俘虏 快逃命吧 秦军道 本来梦着周公的刘邦 一下子吓醒了 什么 秦军杀进来了 怎么可能 秦军赶出城偷袭 不科学啊 你刚才说什么 刘邦道 刘公 咱们义军彻底完蛋了 秦军偷袭 已经焚烧了好多帐篷 此时正朝这里杀来 秦卫道 啊 刘邦真的清醒了 耳朵中听到外面乱哄哄的 夹杂着士兵的叫喊声 一下子 刘邦一咕噜爬起来 迅速穿戴好一甲 拿起兵器 正准备走出去 老大 秦军偷袭来了 快逃命吧 夏侯英道 不大一会儿 冠英也跑来了 老大 快逃 再不走就要成为俘虏了 冠英道 呀的 近五万兵马 全都乱成一团 叫喊声一点作用不起 哎 刘邦常常叹了口气 带着冠英 夏侯英二人 跳上马背 朝着外围就跑 也顾不上旗下士兵了 投降不杀 放下武器 跪下投降 胆敢反抗着杀无射 啊 惨叫声响起 我不想死啊 我要回家 不要杀我 二万勤兵 朝着叛军兵营慢慢推进 秋风扫落叶 披荆斩棘 一路横推 碾压 加上好多新兵 没经历过战火洗礼 看到勤兵杀进来 一下子惊慌失措 聪明的叛军士兵 一看勤兵势大 毫不迟疑地向勤兵投降 放下手中武器 傻巴拉机的士兵 则到处乱窜 像无头苍蝇似的 等待的结果 就是遭到勤兵斩杀 追杀 高顺下令道 轰隆隆 高顺带着五千骑兵 朝着逃跑的叛军士兵 追杀而去 此时的叛军士兵 胆早吓破了 谁会转舍升炕 除非脑袋进水 或被门夹了 道路狭窄 又是凌晨时分 正是最黑暗的时候 逃跑的叛军士兵 有好多把手中兵器丢掉 撒腿就跑 他们可不想成为勤军俘虏 一旦被俘 要进文明学校待上三年 叛军把后背留给了勤兵 便宜勤兵砍杀 一鸣鸣逃跑的士兵 被斩于马下 天亮了 战斗结束 报告将军 一共歼灭叛军士兵 一万七千多人 俘虏近三万人 逃出升天的大约数千人 传令兵道 另外 缴获粮草数万时 战马一万多匹 散落的兵器 暂时无法统计 传令兵补充道 我军伤亡多少 高顺道 报告将军 我军伤亡有五百多人 其中重伤 死亡一共有一百零七人 其余轻伤 传令兵道 不错 打了叛军一个措手不及 取得如此胜利 在情理之中 对了 逮到刘邦等人了吗 高顺道 将军 刘邦带着冠英 夏侯英 及数百名清兵逃走了 追不上 不过 他的谋士倒是逮到几人 传令兵道 全丢进俘虏营 让他们到文明学校好好读书 接受改造 成为一个合格的子民 高顺道 遵命 传令兵道 胡关胜利了 高顺留下二万兵马 驻扎在胡关上 其余兵马带着朝机关而去 半个月 高顺赶到机关 高将军 辛苦了 敌人节道 狄先生 悲职担心机关上兵力不够 怕机关有失 带来二万兵马 不知韩城大军如何了 高顺道 高将军 不用担心 貌似韩城攻城不是很上心 一天只进攻二次 像是在演戏一样 敌人节道 哦 狄先生 到底是什么意思 高顺道 韩城进攻半个多月了 只有首次进攻时 力度较大 后来就像是练兵似的 估计韩城想看一下 其他地方攻击如何 如果失败的话 会马上退走 敌人节道 狄先生 这段时间 韩城损失了多少兵马 高顺道 不多 一天就数百人 加起来总共韩城损兵折将 大约有一万兵马 敌人节道 我军依靠城墙 损失很小 一看到叛军杀来 主要靠擒奴阻结 加上工兵 对方基本无功而返 敌人节道 对了 狄先生 陛下那里怎样了 高顺道 二人心中明白 想要退兵 必须要把匈奴人打败 才会让各地叛军逃走 各地诸侯在观望 一旦秦军失败 各地将会加快进攻步伐 哎 敌人节长叹一声 陛下那里匈奴人太多了 据报告 匈奴人一共杀来近七十万铁截 虽然说 很多都是伪匈奴铁骑 战斗力与真正匈奴铁骑有区别 可是 数量上的优势 短时间内无法弥补 经过半个多月在黄河沿岸祖节 加上获取病区骚扰 一共歼灭匈奴铁骑 近三十万骑 现在依然还有四十多万铁骑 实力悬殊极大 敌人节解释道 高顺点点头 狄先生 我军增援道机关一事 暂时不用散步出去 加强机关防守 明天晚上 卑职想一举击退韩城大军 我们不与韩城打持久战 必须尽快结束战斗 高顺道 敌人节点点头 秦军辖区需要和平稳定的环境 大力发展经济 粮食 老是让战争拖后腿也不行 高将军 其实我们不用在晚上 明天就可以彻底把韩城击退 咱们现在手上有近三万兵马 韩城手上有近四万兵马 在战斗力方面 我们远高于叛军 可以在白天打野战 敌人节到 高顺点点头 同意敌人节的建议 毕竟 晚上发起战争 对秦冰也会有损失 既然如此 白天打一场野战 让叛军看看 秦军也能决战 也敢决战 一旦野战中取得胜利 对于韩城也是一种震慑 次日 秦冰吃过早饭 打开城门 一队对秦冰走出城 排城一个个战阵 朝着韩城大营 缓缓压过去 这一招出乎韩城意料 做梦不会想到 秦军赶出城作战 兵力上只能守城了 韩城得到报告后 马上把旗下四万一军组织起来 准备迎接秦军的攻击 二军对峙起来 四行战阵左右二侧是擒骑兵 中央是步兵 一排排盾牌竖起 一排排掌枪力起 步兵后面是五百张擒弩 最后是一千名县阵营卫队 杀气凛然 第143章 韩城逃跑了 骑令兵把手中红旗挥洞 打出旗宇 让前排盾牌兵 长枪兵蹲下 一下子暴露出五百张擒弩 擒弩 三段是射击 高顺下令道 嗖嗖嗖 得到命令 弩兵纷纷扣动扳机 弩剑闪电般射出 朝着严阵以带的 韩城兵马飞过去 砰砰砰 太快了 快到眼睛跟不上 叛军士兵反应不过来 等回过神来时 弩剑已经杀到面前 漫天见雨 折天蔽日 叛军手中盾牌瞬间碎掉 化成碎片 一块块木屑飞向四周 甚至会扎伤士兵 弩剑贯穿盾牌 依然朝着叛军士兵身体 狠狠扑上去 扑扑扑 一名名叛军士兵倒下 弩剑去世不减 朝着后面飞奔而去 又狠狠扎在士兵身体上 有的弩剑贯穿二人 三人才停下来 有的甚至贯穿四人 战场上一个个人形葫芦出现 啊 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响起 一些没挂掉的叛军士兵叫喊起来 希望旁边同袍给予支持 遗憾的是 此时的叛军士兵乱成一团 谁会顾及他人生死 拼命往旁边乱窜 躲避弩剑射杀 一下子 整个叛军队形混乱无比 嗖嗖嗖 第一波弩剑雨 才扎进叛军士兵身体 第二波剑雨又射出了 源源不断的剑雨蜂拥而上 见些时间很短 可以忽略不计 看上去像是连绵不断 扑扑扑 成片叛军士兵倒下 尽管叛军将军叫喊声不断 依然阻止不了士兵到处乱窜 乱撞 像一只只无头苍蝇 韩城傻眼了 看着一个个手下士兵倒在血泊中 心里在滴血 好不容易征召来的士兵 像割麦子似的倒下 在韩城眼中挂掉的士兵可是银子 这样的损失谁承受得住 顶不住 连盾牌兵都能贯穿 还有什么能抵挡下来呢 情怒太强悍了 主公 要不咱们逃吧 一名谋士见一道 韩城听了犹豫不决 逃走 那可会成为笑话 韩城丢不起那个脸 主公 看秦军功势那么生猛 再不逃走 老不好会成为俘虏 听说俘虏要进什么文明学校读书 表现好 也必须待上三年时间才释放 情节严重者 有可能终生待在文明学校 最近秦帝国搞出个什么罪犯名单出来 卑职听闻 主公也在其中 那可是要砍头的 卑职建议主公 不要想太多 闪人吧 谋士补充道 什么 昏军不是安置了贡傲官职了吗 贡傲也是造反诸侯啊 先生 到底怎么回事 韩城道 主公 咸阳城中出现一种书籍 昏军叫杂志 书名叫百家讲堂 书上面列举了许多人的名字 全是各地诸侯造反者 听说上名单的人 若是秦军杀到 依然抵抗者 会进文明学校读书 若是表现好者 秦军给予妥善安置 谋士道 有这事 本宫为什么不知道 韩城道 主公 是刚刚才出现的百家讲堂 主编是吕太公 编辑是吕志 上面还介绍了 秦军消灭匈母铁骑的事件 介绍了昏军颁布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甚至还有一些杂谈 文章全是个学派大佬亲自书写的 出兵前 刚在梁国有出售 另一名谋士道 主公 还有百家讲堂 上面还著名 说那些各叛乱分子 与外移种族相互勾结的卖国贼 也面临砍头 还会在所在地 竖起一块石碑 叫什么耻辱碑 让卖国贼 造反者世代受人辱骂 据说 范氏的主犯五代那后人 禁止进入官场 谋士补充道 哦 那么狠 韩诚心中震惊无比 做梦不会想到 胡亥会采取如此狠毒的措施 真要实施的话 对各地诸侯 绝对是一个震慑 那个 百家讲堂上 还有什么内容 韩诚道 主公 内容有好多 除了一些文章外 就是劝各地诸侯 认清形势主动投诚 不要让后人受到牵连 谋士道 韩诚心中忧心忡忡 忐忑不安 昏君这样一来 各地会有好多诸侯摇摆不定 甚至主动投诚 谁也不想牵累后人 各地诸侯也是人 也要让后人传承下去 后人不能进入官场 用不了几代人 会沦为平民百姓 这是读书人不愿意看到的 说白了 带头造反的人 基本是读书人 各诸侯国的皇亲国妻的后人 百姓全是这些人蛊惑起来的 主公 为了您的安全 逃跑吧 不能再等了 再等随时会出现意外 一名谋士道 哎 韩诚长叹一声 走吧 韩诚道 紧接着 韩诚带着嫡系谋士 将军 轻卫 撒腿就逃 不理会旗下士兵 韩诚旗下士兵 看到老大逃走了 瞬间士气一落千丈 纷纷向秦军投降 高顺看到叛军中有变 马上下令 全军都有 杀上去 高顺道 轰隆隆 左右二侧五千擎齐 得到命令 轻拍战马 朝着韩诚军杀过去 步兵也不示弱 紧随其后 此时的韩诚兵马 看到老大逃了 毫不犹豫地 丢下手中武器装备 撒腿就跑 谁也不想成为俘虏 只想回家 投降不杀 跪下投降 放下兵器投降 砰砰砰 一名叛军士兵被撞飞 一名叛士兵被斩于马下 破 马刀一挥 一颗人头落下 勤兵以秋风扫落叶之势 朝着叛军追杀上去 把一名叛军追杀上去 把一名逃跑的叛军斩杀 披荆斩棘 所向无敌 叛军吓破胆 一看到勤兵杀来 无可奈何之下 只好乖乖放下手中兵器投降 没有激烈的战斗 没有激烈的碰撞 纯属是一面倒的屠杀 胜利了 战事结束了 出乎意料啊 一个冲锋就让韩城兵马乖乖投降 这也太菜了吧 不过呢 韩城等重要人员 一个也没带到 全逃走了 报告高将军 消灭韩城军四千多人 抓捕到俘虏近三万人 缴获粮草五万多时 各种兵器数不胜数 不过 没抓捕到韩城 他带着手下提前逃走了 传令兵道 我军伤亡多少 高顺道 将军 我军无伤亡 只有一些士兵脚上受了点轻伤 传令兵道 打扫战场 把尸体掩埋 高顺道 掩埋尸体 是秦军优良传统 不想让异病出现 特别是古代 医疗水平极差 遵命 第144章 咸阳城 山羽 欲来封满眸 咸阳城 胡亥带着城中兵马 朝西部赶过去 与数十万匈母铁骑决战 咸阳城中 只剩下三千名兵马 其中两千 还是刚刚征招的新兵弹子 战力有限 给隐藏在咸阳城中的一些不法分子 创造了机会 特别是赵高暗中培养的一些死士 杀手 当时胡亥并未清剿干净 毕竟时间有限 加上 那些隐藏在暗中的死士 杀手 可不会轻易暴露 不刀万不得已 不会现身 他们对赵高忠心耿耿 虽说赵高早死了 可是依然想着 为赵高报仇血恨 很多人都是赵高从小收养的孤儿 是赵高身后真正的暗手 力量强大无比 那些人 平时不待在咸阳城 而是隐藏在郊外 具体地点 只有赵高一人知道 赵高挂掉 一心一意 要为赵高报仇血恨 是那些人活下去的理由 胡亥呢 待在咸阳城中时间很少 半年来 基本在前线带兵马作战 抵抗叛军 匈奴铁骑 那些人得到胡亥又出征了 咸阳城空了 想要趁此机会 在咸阳城中起事 给胡亥添乱 一旦咸阳有失 会得胡亥极大的打击 也会让各地叛军士气大震 这是个极好机会 经过策划 用半个月时间 各死士 杀手 纷纷潜伏进咸阳城中隐藏起来 皇宫中 五妹娘 上官瓦二人在喝茶聊天 报告 五妹娘身边亲卫报告道 什么事 五妹娘道 丞相大人 宫外有一名黑衣人 说是贾许手下 有事要向您报告 亲卫道 五妹娘微微一愣 五妹娘 上官瓦二人是知道的 贾许手中掌控着一支力量 专门监察天下 锦衣卫有事不向贾许报告 跑到皇宫来干什么 锦衣卫的事 谁也不能瞎掺和 乱插手 五妹娘心中疑惑不解 五姐姐 还是见一下吧 可能是有什么紧急事物发生 才会前来找您 上官瓦二道 对方身份合十了吗 五妹娘道 丞相大人 已经核实了 玉牌上显示 是锦衣卫的人 亲卫道 请进来吧 五妹娘道 不大一会儿 一名黑衣人走进皇宫 非直见过丞相 左相大人 黑衣人行礼道 有什么事 五妹娘道 丞相大人 这是我们刚刚收到的情报 事情危急 只能先送给丞相大人处理 另外 我们已经第一时间派人 把情报送给贾许大人 不过 要几天后才能收到 黑衣人道 五妹娘接过来查看 脸色巨变 把情报递给上官瓦 情报证实了吗 五妹娘道 丞相大人 情报已经证实 有大约五千多人 潜伏进咸阳城 经过我们不断侦查 得知对方会在这二天启示 到时候 皇宫 工房 仓库等地方 是对方重点攻击目标 黑衣人道 好了 这事 我知道了 会安排好防御措施 五妹娘道 黑衣人走了 我姐 这些暗中的虫子 想趁此机会 在咸阳闹市 给陛下添乱 影响对匈奴作战 太可耻了 他们想让陛下分心 他们到底是不是中原人 怎么能干这种事 上官瓦尔埋怨道 哼 五妹娘冷哼一声 这些地下虫子 真以为咸阳城空虚 没人抵挡下他们的攻势吗 五妹娘道 来人 把黄月英 扁鹊 余子七 公输车等人叫进来宫中 就说 本相找他们 五妹娘道 遵命 一名轻卫道 半个时辰 黄月英 扁鹊 余子七 公输车等人 进入皇宫中 诸位 陛下不在咸阳城中 一些赵高手下残余分子 准备在咸阳城中起誓 大家都清楚 咸阳城中兵马 全被陛下带走了 只剩下三千弩兵 其中 有两千人是新兵弹子 没经过战火洗礼 真正有一战的兵马 只是区区一千人 而几天来 前夫进城中的死士 杀手初步估计高达五千多人 五妹娘道 说完后 五妹娘把情报递给诸位查看 丞相大人 这份情报证实过了吗 真有五千名死士 杀手 潜伏进城 公输车道 已经证实了 那些人的目标是皇宫 宫房 仓库等地方 我们必须严防死守 并一举把这些叛乱分子 一一抓捕归案 不能让他们逃出生天 五妹娘道 丞相大人 对方有五千人 进攻三到四个目标 我们不好防守啊 鱼子七道 大家不要急 我们要充分发挥情弩的威力 在这几个地点摆放好情弩 先用情弩射杀一番 然后再出手 将其一一抓捕 上官瓦道 月英 工坊那里生产出多少情弩出来了 五妹娘道 以前生产出来的 全被陛下拉走了 最近生产出三十多张情弩 只够工坊使用 黄月英道 玉大人 公书大人 你们二人负责守护工坊 让守护工坊士兵提高警惕 五妹娘道 遵命 与子七 公书车二人道 月英 你从宫中带点人去守护实验室 那里非常重要 不能让叛乱分子得逞 五妹娘道 遵命 黄月英道 扁鹊先生 你带些人去保护帝国粮食仓库 绝对不能让叛乱分子攻破 五妹娘道 遵命 扁鹊道 晚儿 帝国盈库交给你负责 本相留下来守卫皇宫 不给对方机会 五妹娘道 遵命 上官晚儿道 与子七 公书车二人 惊讶万分 这些女人真的行吗 可是又不敢询问 只能憋在心中 另外 派人从城墙上搬六百张勤母 到粮食仓库 银钱仓库 及月英实验室 今天一定要摆放好 不过 记住 打枪的不要 翘无声息进行 不要让叛乱分子察觉 五妹娘道 丞相大人 那皇宫不安置擒弩吗 于子七道 于大人 放心吧 皇宫中本来就有五百张擒弩 叛乱分子来多少杀多少 五妹娘道 对了 秦魏 去一个人找弩兵负责人 让他们提高警惕 一旦叛乱分子起事 马上关闭城门 没本相首条 不允许任何人出城 胆敢闯城门者 杀无赦 五妹娘补充道 接下来 诸位文臣纷纷行动起来 一张张擒弩 翘无声息 送达指定位置 摆放好 盖上照衣 从外面什么也看不见 一捆捆弩箭 从工房运出来 擒兵 皇宫卫兵 躲藏在暗处 等待叛乱分子动手 第145章 皇宫阻截 夜深人静 整个咸阳城安静极了 只有打羹的老头 走在大街上 倒点打上几锣 说说说 突然从城中各地 涌现出大量的黑衣人 手持宝剑 往工房 仓库 皇宫中杀过去 五千多名黑衣人 分工明确 朝着各个目标 奔扑过去 皇宫 三千多名黑衣人 蜂拥而来 杀到宫门前 十多名黑衣人 攀爬上城墙 翻过去 悄无声息 打开宫门 杀 一名黑衣人叫嚷道 轰隆隆 黑衣人一窝蜂 涌向通往宫中的通道上 八百步 六百步 五百步 当黑衣人靠上来 进入秦弩有交射程时 秦弩 三段式射击 五妹娘下令道 刷 一架架秦弩步照掀开 露出秦弩 散发出冰冷的寒意 嗖嗖嗖 宫中太监 宫女 自从胡亥接管后 基本都能修炼 经过半年时间修炼 好多宫女 太监 都成为了一个个战士 战将境界的高手 让黑衣人意想不到的是 皇宫中早做好了准备 遮天蔽日的弩箭 朝着黑衣人奔射上来 扑扑扑 一片片倒下 打了黑衣人 一个措手不及 黑衣人做梦 不会想到 他们的行动早泄露天机 皇宫有了准备 可是呢 尽管如此 黑衣人依然没放弃进攻皇宫 毕竟 皇宫中没多少护卫 黑衣人那晓得 此时的宫中的太监 宫女 基本都是护卫 能力不比黑衣人差多少 一轮轮弩箭与射出 狠狠扎进黑衣人身体上 一个个血洞流下 惨 惨不忍睹 一轮弩箭与 留下数百名黑衣人生命 强悍的擒弩 威力生猛 就算是战宗境超级高手 不留意的话 也会丧命 五妹娘身后 站着一千多名太监 宫女 手持宝剑 严阵以待 等待命令出击 不论弩箭与有多稠密 依然有一些黑衣人 杀到擒弩前方 宫兵自由射击 五妹娘道 搜搜搜 一支支利剑 朝着扑杀上来的黑衣人 迅速射出利剑 碰 能闯过擒弩箭与的黑衣人 秀为高深莫测 弓箭依然不会对他有何伤害 组六花战阵 击杀叛慢分子 五妹娘道 刷刷刷 一个个六花战阵组建好 六花战阵间 又组成六花战阵 阵中套阵 威力生猛 五妹娘看到有几名黑衣人 修为很高 太监 宫女依仗六花战阵 还是打不过 刷 五妹娘宝剑出鞘 一步迈上去 手中宝剑挥出 朝着一名黑衣人刺过去 一剑追命 快如闪电 近风凛然 碰 五妹娘刺出的剑招 与黑衣人宝剑相碰撞 咔嚓 对方宝剑碎掉 五妹娘手中宝剑 毫不留情地 扎进对方胸口上 留下一个血洞 尸体缓缓倒下 眼睛睁得像牛眼睛似的 不甘 惊恐 做梦不会想到 看上去娇滴滴的美人 怎么会有如此 高深莫测的修为 死不瞑目 刷 五妹娘又迈出几步 杀到另一名黑衣人面前 手中宝剑毫不迟疑地刺出 啃腔 黑衣人双臂酸麻 脑海中惊讶万分 怎么可能 宫中的美人会如此强悍 不可学啊 从来没听闻过 宫中漂亮的美人身上 会有一身修为 不错的功夫 刷 五妹娘可不管对方怎么想 迅速一箭甩出 朝着对方咽喉上扑杀过去 太快了 扑 咽喉上一股鲜血飙射出来 开玩笑 五妹娘 上官瓦 黄月英 扁鹊等人 全是巅峰战皇境 虽然没有越级挑战能力 可是呢 巅峰战皇境 绝对是这个时代顶层高手 那些的死士 杀手 修为最高 也就战宗境 相差一个大境界 如何对抗啊 斩杀二名黑衣人高手 又朝一名扑杀上去 黑衣人看到 五妹娘太生猛 一个人干不过 只好几人联合起来 一起对付 不过呢 境界上有巨大差距 根本不是几人能弥补的 再说了 三千名黑衣人 很多都被擒奴阻截 真正能杀进来的黑衣人不多 二名最牛逼黑衣人倒下了 其他黑衣人 也只是战王境 巅峰战皇境 对抗战王境 来个数十人 也不一定能对抗得了 五妹娘手中 宝剑五成一团 只东刺西 一个个黑衣人倒下 躺在血泊中 数十名冲破 擒奴阻截线 来的黑衣人 一个个被斩杀干净 到了此时 涌进皇宫中的黑衣人 只剩下数百人 好多黑衣人 一看情况不对劲 想要转身逃走 怎么可能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以为是你家后花园啊 五妹娘 可不会轻易放过 眼前的黑衣人 手一挥 带着数千名太监 宫女朝着黑衣人扑杀上去 阻止黑衣人逃跑 一定要留下 一炷香时间 形势逆转 现在轮到五妹娘 带着手下太监 宫女反击了 巨大的六花战阵 相互配合 滚动上前 无论前面是什么人 一旦卷入战阵中 瞬间能被吞噬 成为一具具尸体 太生猛了 太监 宫女首次使用战阵 威力震惊无比 横推 碾压 不错 就是碾压 太强大了 黑衣人做梦不会想到 宫中的美人会如此生猛 说说说 五妹娘连续迈出好多步 断了黑衣人逃走路线 想要逃命 必须击败五妹娘 可是呢 黑衣人中有人抵抗得住五妹娘的攻势吗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拾去的话 放下手中宝剑 乖乖投降 还有可能活下去 否则 顽抗到底只有死路一条 请爱惜生命 赵高已经死了多时 没必要为其尽忠 赵高是一个权臣 奸臣 是霍乱秦帝国的罪人 难道你们没看到 朝廷公告 五妹娘道 投降不杀 跪下投降 反抗者杀无赦 太监 宫女一声声叫出来 把百十名黑衣人 吓得心惊胆战 全身颤抖 狂了 一名黑衣人 宝剑掉落地下 一名黑衣人 手上兵器掉下 马上引起连锁反应 黑衣人 这才无可奈何之下 纷纷丢下宝剑 在这种情况下 不投降 只能是死亡 尽管如此 还有二十多名 黑衣人 不愿意投降 朝着太监 宫女组成的六花阵 扑上去 掃 一剑命中一名黑衣人胸口 扑 宝剑刺在黑衣人额头上 留下一个血洞 击杀了二十多名 胆敢反抗者 其他非衣人 看无计可施 只好乖乖放下 手中宝剑投降 把这些顽固不化的死硬分子 关进大牢中 交给锦衣卫审讯 妩媚娘道 遵命 一名轻卫道 留下一千人 打扫战场 守卫皇宫 其他人 跟本相去增援其他地方 妩媚娘道 遵命 第146章 击毙来犯之敌 咸阳城工坊 这是一个巨大的工坊 在这个时代 绝对是超级工坊 面积达到十多万平米 拥有优秀工匠六万多名 集中了天下最优秀的工匠在这里 秦帝国工业集中地 也是技术比较先进的工坊 说是天下最牛逼的工坊 也不为过 工坊里面的工匠 各行各业都有 这里是秦帝国核心产业 也是保密程度最高的地方 其安保不比皇宫差多少 这里常年驻扎着 一千名强悍之籍的勤兵 专门用来守卫工坊 及工匠安全 很多武器装备 基本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 像擎弩 战车 铁制品兵器 全是从这里生产出来 名声远扬 天下闻名 这里是三班制 昼夜工坊里 都有工匠在工作 工匠们是轮流休息 外人想要进入工坊 基本不可能 一道道哨兵 来人检查得非常严格 就算是胡亥来 也要检查身份证明 今晚上 鱼子七 工书车二人 一直待在值班室 与看守秦兵一样 等候叛乱分子出现 为了确保安全 二人还抽掉工坊中的数百名工匠 参加行动 主要是操作勤奴 半夜十分 大家注意 叛乱分子来了 鱼子七道 工书车没听到动静 心中迷惑不解 老鱼 我没听到啊 工书车道 相信我 让士兵 工匠准备好 不用多长时间 叛乱分子就会杀到 鱼子七道 工书车修为 只是巅峰战王境 鱼子七可是巅峰战宗境 导出一个大境界 听力 神识比工书车强大好多倍 二者不是一个档次 刷刷刷 黑衣人露出身影 呀的 来了数百黑衣人 真看得起咱们啊 工书车道 黑衣人越靠越近 当进入秦武有效射程时 鱼子七大手一挥 嗖嗖嗖 数百只弩剑闪电般飞出 朝着扑上来的黑衣人 狠狠扎过去 黑衣人被打个措手不及 一下子 数十人黑衣人遭到洞穿 身体上留下一个个血洞 出乎意料啊 扑扑扑 倒下一片黑衣人尸体 一轮轮弩剑雨射出 黑衣人成片成片倒下 死伤惨重 几轮剑雨 让黑衣人损失二百多人 不过呢 依然有四百多名黑衣人 杀到工坊大门前 刷 隐藏在暗中的勤兵 纷纷露出身影 手持战刀 长枪组成战阵 开始围剿黑衣人 近战肉搏时 勤兵会充分发挥 武器装备的性能 趁着黑衣人不注意 手臂一抬 嗖 手弩开火 很多黑衣人 被打得措手不及 根本没有反应时间 距离太短了 只有数米距离 如何抵抗的助手弩射击 一下子 黑衣人纷纷重剑 虽不能致死 可也难受 失去战斗力 于子柒好长时间未上战场了 今晚上踢着长枪 朝着一名名黑衣人扑杀上去 长枪不停刺出 伴随着倒下一名名黑衣人 公输车也踢着战刀 往黑衣人身上招呼 把黑衣人斩于马下 勤兵在于子柒 公输车带领下 看到二人击杀黑衣人 激发出血性 也纷纷毫不动摇地扑杀上去 刷刷刷 一千名勤兵 缓缓包围上去 把黑衣人围困 失去的话 乖乖放下武器投降 否则 等待你们的是死亡 不要质疑 于子柒道 不过很多死士依然扑杀上来 在这种情况下 勤兵出手毫不手软 将其一一斩杀 一炷香时间不到 战事结束 整个攻防安静下来 打扫战场 对一些倒地下的黑衣人 进行补刀 不要让他们蒙混过关 于子柒道 就胜利了 黑衣人也太不经杀了 公输车调侃道 国库 这里是秦帝国筑藏黄金 白银 铜钱的地方 平时守卫也非常严密 上官瓦带着数百名太监 宫女增援这里 这里同样有一千名强悍无比的秦兵助手 不让任何人靠近 否则杀无赦 为了确保国库安全 上官瓦从咸阳城墙上 抽掉来二百张擎弩 确保国库安全 准备 叛乱分子来了 上官瓦道 说说说 秦兵听到命令 纷纷掀开擎弩上的赵一 露出大杀气冰冷的寒意 一排排秦兵组成战阵 一排排太监 宫女也组成六花战阵 迎战叛叛乱分子的进攻 国库四周灯火摇曳 把四周照的雪亮 任何人靠近都能清清楚楚看到 妈蛋 一千名黑衣人杀来 黑衣人杀到国库面前 发现秦兵早有准备 心中微微一愣 上当了 秦弩 射击 上官瓦道 嗖嗖嗖 二百张擎弩骑射 一下子两千只弩箭 朝着扑上来的黑衣人 劈头盖脸飞出去 扑扑扑 一波箭雨覆盖下 黑衣人倒下数百人 太高笑了 最高笑杀人 眼看黑衣人要想逃走 上官瓦 怎么可能放过杀来的黑衣人 全军出击 把黑衣人一一斩杀于尽 上官瓦道 秦兵排着整齐有序的战阵 朝着黑衣人扑上去 太监 宫女也组成战阵紧紧跟上 上官瓦提着宝剑 连续迈出几步 杀到黑衣人面前 彻底堵住黑衣人逃走路线 刷 一剑甩出 一名黑衣人 看到是一名美人灰剑 并未当回事 举起手中宝剑迎上去 咔嚓 让黑衣人意想不到的时候 手中宝剑碎掉了 上官瓦手中宝剑 依然朝着对方胸口扑杀上去 根本不受影响 扑 一剑洞穿黑衣人胸口 一道鲜血标射出来 滑向虚空 成抛物线缓缓缓落下 在灯光照射下 那道鲜血散发出艳丽的蟹线 让人看上去美轮美奂 太美了 又一步迈出 杀到另一名黑衣人面前 一剑飞天 破 黑衣人咽喉上出现一个血洞 太快了 眼睛根本跟不上 超过大脑反应速度 对方一点反应没有 发现重剑了 尸体缓缓倒下 死的不能再死了 黑衣人闪得太快了 上官瓦虽然第一时间下令围剿 可是还有数十名黑衣人逃出升天 咦 前方有打斗声 上官瓦马上赶过去 见到是五妹娘带着太监 宫女增援来了 彻底阻断了黑衣人的退路 等上官瓦赶到时 战斗结束了 姐 皇宫中情况如何 上官瓦道 妹妹 放心吧 皇宫中战斗结束了 来犯的黑衣人不是被击杀 就是投降 五妹娘道 大姐 这里战事已经结束了 咱们去增云点缺先生 月音妹妹那里吧 上官瓦道 走吧 五妹娘道 说说说 二人带着太监 宫女又朝帝国粮食仓库 实验室赶过去 不过呢 等二人赶到时 那二个地方的战斗已经结束了 来犯的黑衣人全部被斩杀于尽 他们二人不清楚的是 还有印刷厂同样遭到黑衣人进攻 好在有锦衣卫防守 没让黑衣人占到便宜 顺利击退 等到五妹娘 上官瓦二人把俘虏的黑衣人交给锦衣卫时 才晓得印刷厂遭到袭击 第147章 偷袭匈奴部落 燕门关 韩信大军 青角云中 九园 朔方等地区聚集的匈奴部落 把匈奴人往北面驱赶 使其不能再对中原地区形成威胁 不能南下入侵中原 确保中原边境地区百姓安全 不受匈奴人的烧杀别抢 让百姓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生活环境 在胡亥指示下 协助高顺收复滨州地区 彻底监灭卫报等反王 韩信军继续向东挺进 韩信旗下兵马 已经从原来的四万多人 增加到了五万多人 其中骑兵两万余人 步兵三万多人 士兵经历战火洗礼 彻底完成蜕变 成为一名合格的老兵 韩军推进到戴郡 白登一带 此时这些地区还未拿入秦帝国管辖 是匈奴聚集地区 报告韩将军 前方五十里地 发现匈奴部落 人口在四万多人以上 传令兵道 四万多人 意思是匈奴部落能组织起三万以上骑兵 来对抗秦军的攻击 韩信马上铺开地图 让探马继续侦查 把方圆上百里范围内侦查一遍 看看还有什么匈奴部落 韩信道 遵命 传令兵道 韩信心中明白 趁莫独损兵折降二十多万铁骑之机 对戴郡 白登 上古等地区出击 彻底清剿这些地区的匈奴部落 把聚集在这片区域的匈奴人歼灭 让匈奴人往北迁移 只有这样 才能让莫独几年内 没经历南下入侵中原 为帝国争取评判时间 这个年代的匈奴人太强大了 要不是匈奴人是一群野蛮 原始的人不懂战争 不懂配合作战 中原人真干不过匈奴人 几个时辰过去了 报告韩将军 刚刚探马送来情报 在那个四万人的匈奴部落 北面三十里的地方 南面六十里地方 又发现二个部落 人口都在三万以上 传令兵道 韩信马上在地图上圈出来 根据侦察兵报告 韩信把一路上的地形地貌描绘出来 不好打呀 匈奴部落成品自行 不能在短时间内歼灭匈奴部落 会引起其他部落来增援 必须阻截匈奴人逃走路线 不能让其逃跑出去 先吃掉南面那个匈奴部落 命令 大军改道 朝南面匈奴部落杀过去 让探马把沿途明哨 暗哨清剿干净 不要影响大军推进速度 韩信下令道 遵命 传令兵道 通知周伯将军 让其改道慢行 等候中军到达 在一起商量作战方案 韩信道 遵命 一个时辰后 韩信军与周伯前锋军会合 周将军 这个匈奴部落 南面临山 无路可走 只有西 北 东三个方向 而北面六十里地 有一个匈奴部落 本帅让擒奴阻截 不让匈奴人从北面逃走 西面由周将军带骑兵冲杀 东面无法阻截 一旦逃出去 我军会受到匈奴人围艰 所以 此战必须要快 不仅要从西面 尽快洞穿匈奴部落 有机会一定要阻截从东面逃走的匈奴人 战术特点就是快 不给匈奴人反应时间 韩信道 韩帅 这个匈奴部落 有多少人口 周伯道 据探马侦查 大约有三万人口 咱们两万骑兵 若是操作得当 不会有问题 韩信道 秦军骑兵 现在有马中三宝 战斗力提升了好几个档次 对上匈奴铁骑 士兵一点不惧怕 韩帅 什么时候出击 周伯道 本帅觉得在凌晨十分出击 打匈奴人一个措手不及 今晚上 大军在这里休息 韩信道 遵命 周伯道 秦军慢慢推进 一路上游探马把匈奴按哨 明哨全部斩杀于尽 不让其警觉 凌晨十分 韩信把旗下士兵全叫醒 吃东西 补充体力 马嘴上笼 马腿包裹 弩车轮包上厚厚不皮 出发 韩信道 距离匈奴部落 只有三里地 留下一百张勤母 数千名勤兵 本后匈奴人逃走时 急与击杀 不让其逃走 中军布置在北面 进攻时间到了 轰隆隆 两万勤旗在周伯带领下 朝着沉睡中的匈奴部落 扑杀而去 速度越来越快 匈奴部落越来越清晰 大地震动 万马奔腾 睡梦中的匈奴人 一下子惊醒过来 迅速爬起来 寻找兵器 战马 纷纷跑出帐棚 今年在草原上生活 对于大地震动心中非常清楚 这是由铁骑杀来 不过呢 时间太短了 匈奴人没有准备时间 才一跑出帐篷 就面临擒骑兵的砍杀 一座座帐篷 被擒骑兵点燃 一桶桶火油倒在帐篷上 手中火把一丢 帐篷冒起熊熊燃烧的大火 扑扑扑 一颗颗脑袋掉落地下 擒骑兵兵充分发挥马匹的速度 凭举战刀 朝着匈奴身体上轻轻划过 好多匈奴人刚刚跑出帐篷 一甲不整 甚至手中弯刀都没找到 马上遭到擒兵砍杀 有的刚刚跳上马背 被擒兵撞得飞出去 杀 两万擒骑不减速 保持高速冲撞 把一个个匈奴人撞得支离破碎 七零八落 啊 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响起 擒人杀来了 是擒人 他们偷袭了 我们部落 太卑鄙了 卑鄙无耻的擒人 屠杀 单方面的屠杀 有准备打无准备 有组织打无组织 这个仗位打之前就决定了胜负 一名名匈奴人倒在血泊中 不过呢 匈奴人是一个马背民族 不论男女老幼都能上马作战 算是全民皆兵 so 一名匈奴妇人朝着擒骑骑兵偷射出一箭 命中擒骑兵胸口上 叮当 偷袭的箭支被挡下来 没给擒骑兵造成伤害 下一刻 一名擒骑兵举起战刀 朝着那名偷袭的匈奴妇女狠狠劈下去 破 匈奴妇女脑袋搬家 掉在地上 这样的事 战场上随时发生 匈奴人碰上擒骑兵 不是被撞的人仰马翻 就是遭到斩杀 根本抵抗不住擒骑兵冲撞 擒骑兵一直保持战马速度 利用速度上优势 不停地砍杀匈奴人 不论男女 只要手上拿着兵器 一律斩杀于尽 不是擒骑兵凶残 是匈奴人是野蛮人 不讲道理 就算放过对方 只要有机会 依然会对秦兵偷袭 在这种情况下 秦兵在战场上 看到匈奴人手中有兵器 毫不犹豫出手 不杀死匈奴人 等待秦兵的是死亡 这就是现实 血淋淋的丛林法则 第148章 连续作战 匈奴人遭到秦兵突袭 整个部落惊恐万状 秦骑兵不停地挥舞 手中战刀 收割一名名匈奴人生命 周伯成了一个血人 身上沾满匈奴人的鲜血 令周伯越发兴奋 战意滔天 手下两万琴棋 在周伯刺激下 纷纷打出血性 扑向一个个匈奴人 将其斩杀 一名匈奴勇士 踢着弯刀 朝着周伯迎上来 吭枪 金属撞击声响起 气流掀起 一团气流爆炸 朝四周扩散 周伯感觉手臂酸麻 差点战刀握不住 对方力量太大了 内镜严战刀传到体内 身体内翻江倒海 十分难受 旗鼓相当 势均力敌 二人第一个回合不分高下 战成平手 调转码头 二人又迎着对方扑上来 周伯是巅峰战踪竞 战力绝对高过匈奴勇士 刚才用出六成力量 吃了个亏 八成力量释放 力劈化山 匈奴勇士也不示弱 迎着周伯战刀 挥出一弯刀 吭枪 匈奴人双臂颤抖 狂浪 匈奴勇士弯刀掉落地下 想要拍马逃走 周伯怎么可能放过 迅速踢着战刀紧紧跟上 扑向匈奴勇士 擒骑兵有马中三宝 移动速度比光脚版的匈奴战马 强了不是一点半点 十多个呼吸时间 周伯追杀到匈奴勇士身后 刷 一刀挥出 快如闪电 一下子把匈奴勇士脑袋斩下来 扑 一股鲜血奔射出来 周伯一头一脸全是鲜血 转身朝着匈奴人又杀上来 动穿 前面阻挡的匈奴铁骑纷纷被斩杀 秦骑兵动穿了匈奴部落 此时 整个匈奴部落乱成一锅粥 匈奴人到处乱窜 躲避秦骑兵撞杀 好多匈奴人还未跳上马背 就遭到屠杀 周伯调转马头 带着秦骑兵再次杀过去 特别是那些刚刚聚集起来的匈奴铁骑 轰隆隆 秦骑兵与匈奴撞在一起 匈奴铁骑是原地等待秦骑 双方一碰撞 结果不言而喻 没有速度的骑兵不如步兵 何况是面对武装道牙的秦骑兵 不论士气 战役 意志 战力 都剩匈奴铁骑 砰砰砰 一名名匈奴铁骑被撞飞出去 匈奴人身体滑向空中 嘴巴中吐着鲜血 刚刚聚集起来的数百匈奴铁骑 一下子被秦骑兵撞得支离破碎 东倒西歪 破 一名匈奴铁骑脑袋落下 脖子上出现碗口大一个疤 周伯呢 拍战马朝着匈奴部落组长杀过去 一刀断僵 匈奴组长也不含糊 挥舞着手中狼牙棒 迎着周伯战刀 吭呛 声波远远传出 不过 这名组长实力与刚才那名勇士相比 差了一个档次 战刀与狼牙棒撞击 对方手中狼牙棒飞出去 双手炸裂开 鲜血流出来 周伯可不会给匈奴人调整的时间 又一出甩出 朝着对方胸口狠狠刺过去 破 一个血洞流下 眼睛睁得像牛眼睛 眼神中全是不甘 惊恐神色 缓缓闭上眼睛 见长生天去了 到了此时 匈奴人没机会阻截情人了 很多匈奴人开始逃窜 朝四面八方逃跑 希望能逃出升天 不过 很快失望了 搜搜搜 一轮轮弩剑与射出 不论你骑战马也好 还是跑步逃走也好 碰上弩剑 只有死 就算躲过弩剑 还要面临弓兵射杀 枪兵阻击 枪兵平刺 刷 一排排枪兵刺出一枪 伴随着一名名匈奴人倒下 有的马匹 缓缓倒下 秦步兵死死堵住 北面缺口 不让匈奴 逃向北面 在雨点般弩剑与阻击下 一个个匈奴人 无奈的倒下 活着的 又朝其他方向逃窜 周伯带着两万琴棋 一遍遍对着匈奴部落更离 看到匈奴人 冲上去就是一刀 叫喊声 惨叫声 哭泣声 求助声 看人时发出的声音 混合在一起 美妙悦尔的战场交响乐曲 一个时辰 战斗结束了 两万琴棋兵身上 全被鲜血染成红色 离老远就能闻到强烈的血腥味 周将军 让棋兵马上休息 一个时辰后 我军出发 韩信道 遵命 周伯道 报告韩帅 一共斩杀匈奴人 一万四千多人 俘虏近一万五千人 不过 其中有数百名中原百姓 缴获牛羊近七万只 马匹三万多匹 其中能用的战马 只有数千匹 传令兵道 哎 还是逃走了上千匈奴人啊 把中原百姓集中起来 匈奴女人挑选出来 其他匈奴男人全部斩杀 韩信道 遵命 传令兵道 对了 我军有多少伤亡 韩信道 报告将军 战死六十七人 轻重伤员九百多人 主要是骑兵占据多数 传令兵道 牺牲的士兵 一定要记录在案 尸体火花后带走 交给烈士林园 父子安置 韩信道 遵命 传令兵道 告诉解救出来的中原百姓 让他们帮忙照顾一下伤员 重活让匈奴妇女干 在此地等待我军 到时候再送他们回中原 韩信道 遵命 秦兵坐在草地上 开始吃东西 补充体力 眼看要天亮了 出发 韩信下令道 说说说 秦军纷纷跳上马背 就算步兵也跳上去 让马带步 一张张擎弩架在车上 幸好 秦军不缺乏战马 经过这段时间浴血奋战 战马缴获很多 半个时辰 秦军杀到了 巨匈奴人部落 无理地的地方 韩信查看一下 匈奴部落背靠大山 左邻一条河流 只剩下西北二个方向 可以作为进攻路线 周将军 带着两万秦旗 从北面进攻 一举摧毁匈奴人士气 把帐篷点燃 本帅带步兵 从西面缓缓压上去 韩信道 遵命 周伯道 周将军 一柱向后出击 记住 猛打猛冲 不给匈奴人调整时间 韩信道 遵命 秦军坐短暂休息 检查一下武器装备情况 时间到了 轰隆隆 周伯带着两万秦旗 朝着匈奴部落 发起雷霆万军的攻击 韩信也带着三万步兵 秦弩 缓缓从西面压上去 挤压匈奴人生存空间 天刚刚亮 睡梦中的匈奴人 听到大地震动 吓得不轻 迅速爬起来 穿上一甲 拿着弯刀走出帐篷 远方一条黑线 快速沙半来 呀的 数万铁旗扑杀上来 一下子 匈奴人叫喊起来 碰 首领 有铁漆朝我们部落杀来了 一名匈奴人 撞进首领帐篷叫嚷道 首领太累了 昨晚体力透支太多 此时还搂着美人呢 什么 铁漆杀来 一下子 彻底清醒了 知道是什么人吗 首领道 第149章 连战连结 匈奴小兵摇摇头 首领 看不清楚 只见一条黑线 朝着部落扑过来 具体是什么部落的人不明白 匈奴人道 刷 匈奴首领一脚把身边美人踢开 迅速穿戴起来 不过呢 等匈奴首领提着弯刀走出帐篷时 月入眼眶的是两万琴旗扑杀上来 啊 惨叫声响起 情人杀来了 无耻的情人偷袭我们部落 刚刚冲出帐篷的匈奴人 很多人还处在蒙圈状态 脑海中一片空白 刀在飞 血在飘 一个个帐篷着火 一颗颗人头落下 妈蛋 这里是我们伟大的匈奴人地盘 为什么情人有胆量杀来 不科学啊 轰隆隆 琴旗撞向一名匈奴人 一匹匹铁击 手中战刀 长枪不停地挥舞刺杀 祖姬 祖姬 一定要挡下琴旗的进攻 不能让琴旗肆肆意杀人 匈奴人叫喊起来 不过 效果不是很好 在这种情况下 部落遭到偷袭 想要让混乱中的匈奴人平静下来 不是件容易的事 匈奴人纷纷逃往西面 不过呢 没跑出几步 碰上了琴步兵 琴弩射击 韩信下令道 嗖嗖嗖 一支支弩箭快速射出 狠狠扎进匈奴人身体上 琴弩兵又有条不紊的上剑 呀的 改进行 升级版型琴弩 真心省力 一个转盘安装上去 不用人工拉弦 只要轻轻转动即可 太轻松了 科技的力量 嗖嗖嗖 一轮轮弩箭与漫天射出 砸在匈奴人的头顶上 噗噗噗 一片片匈奴人倒下 倒在血泊中 周伯带着琴棋 在匈奴部落里 不停地挥舞着战刀 不断点燃一个个帐篷 天大亮了 一道道鲜血滑向空中 在晨光照射下 看上去那么的妖艳 那么美丽 一条条抛物线呈现出来 大地染成了红色 这就是冷兵器时代散发出的血与火 这是强者的世界 赤果果的丛林法则 若 没人会同情 没人会关心 特别是种族间的战争 更加残酷无情 直到一方全部挂掉为止 战争才会结束 中原人与匈奴人是世仇 这个仇恨延续了数千年 双方不死不休 后代会传承下去 噗 一刀斩向匈奴人 脑袋搬架 啊 秦人什么时候那么强悍了 那可是部落里的勇士爱 被秦人一刀解决了 这不科学啊 为什么 到底为什么 为什么感觉 我们伟大的匈奴人太弱了 对上秦齐兵 根本抵挡不住 匈奴人惊讶万分 一个个露出震惊的神色 匈奴部落的首领在叫喊 把一个个匈奴铁骑聚集起来 准备与秦齐来一场决战 不过呢 周伯兰的李慧 依然带着秦齐 在肆无忌惮的攻击 焚烧匈奴帐篷 斩杀匈奴人 秦齐所过之处 留下一地尸体 从吸压上来的秦步兵 也杀到了战场 秦兵排着战阵 组成一个个战阵 迎着凶残的匈奴人 搜 一剑贯穿一名匈奴人 扑 一刀砍下一名匈奴人脑袋 战阵间相互配合 相互掩护 缓缓压上去 此时的匈奴人 就算跳上马背 也阻挡不住秦兵的推进 扑上来 只会死得更快 骑兵没速度 真心不如步兵 面对混乱无比的匈奴人 秦步兵一枪枪刺出 平刺 收枪 再刺 再收枪 几个简单的动作 威力却生猛无比 秦步兵进入战场 北面 西面 只留下五百张擒弩 看到有匈奴人逃跑出 弩兵会毫不犹豫出手 啊 我真的不想死 别杀我 我投降 饶命啊 不论匈奴人怎么叫喊 等待他们的是一刀挥出 一枪刺出 彻底解决后患 我是中原人 秦冰收刀了 一步迈过去 朝着匈奴人扑上去 秦冰当然不会胡乱杀人 中原人不仅不杀 还会给予保护 支持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悲催的匈奴人 灭顶之灾啊 不过 你要想想匈奴人所干的坏事 就不会生出联系之情了 匈奴人不仅在中原抢劫 掠夺财富 还纵火焚烧 一个个村庄遭到屠杀 奸淫 甚至把中原人 当成是二只脚的羊 匈奴人是一个野蛮种族 一个无知的种族 一个蛮不讲理的种族 一个无法无天的种族 对匈奴人手下留情 是对自己生命的不负责任 针对这种野蛮种族 只有采取以暴制暴手段 将其灭杀 才能平息战争 杀戮 与匈奴人讲道理 那是对牛谈情 韩帅 有一部分匈奴人 从北面逃走了 传令兵道 逃就逃吧 这个部落人口众多 不可能全部斩杀 咱们兵力有限 韩信道 韩将军 不怕匈奴人找来增援 传令兵道 嘿嘿 增援 等匈奴人增援赶来时 咱们已经彻底胜利了 到时候匈奴人赶来 再给匈奴人常常记性 韩信道 秦齐在匈奴部落横冲直撞 秦步兵一进入战场 匈奴人一点优势没有 一排排枪兵 一个个战阵 朝着匈奴部落推进 横推 碾压 二个时辰 杀戮结束了 报告韩帅 一共杀死匈奴人 俘虏匈奴人近两万人 逃出升天的大约数千人 其中 俘虏中的中原百姓 有数百人 已经分隔开了 对了 缴获牛羊近十万只 马匹有五万多匹 能用于战马的近一万匹 还有其他匹章 草药 金银财宝无数 具体没统计出来 传令兵道 伤亡有多少 韩信道 报告韩帅 一千六百多人受伤 其中重伤 死亡有四百多人 其余是轻伤 传令兵道 把俘虏中的匈奴人挑选一下 年轻美貌的挑选出来 让他们为我军烤羊肉 韩信道 遵命 传令兵道 安排步兵 让匈奴男人挖坑 挖一个巨大的坑出来 好掩埋尸体 韩信道 韩帅 坑挖好后 匈奴男人怎么处理 传令兵问道 韩信翻了翻白眼 傻呀 坑挖好后 让他们跳进坑中 与尸体一起埋了 省得让士兵动手 韩信道 遵命 传令兵道 不大一会儿 羊肉烤好了 香味肆意 匈奴人烤羊肉 确实有一套 烤出来的羊肉香脆酥 令秦冰食欲大振 吃饱后 秦冰把一名名匈奴男人 推下坑中 啊 秦人 你们是魔鬼 长生天不会饶恕 一名名匈奴人叫嚷起来 以为能活下来 谁知道是活埋 这下很多匈奴人开始反抗 想要逃走 可是呢 一群手无寸铁的匈奴男人 如何对抗得住武装道牙的勤兵 在这种情况下 死亡只是时间问题 第150章 储君杀到 南阳鲁山 穆贵英第一兵团就驻扎在这里 本来要对下口地区出兵 突发事件 让兵团开到鲁山县 建立防线 阻击储君杀来 兵团只有七万人 扑杀来的储君有十万兵马 二者在兵力上相差三万 关键是储君旗下 猛将如云 不要说项羽那个牛逼轰轰的大佬 仅是旗下龙且 继部 钟离妹 鹰部 张涵 董毅 彭月 司马兴等人 那一个不是战宗敬以上修为 身经百战 野战的话 秦军毫无胜算 不过呢 秦军依靠鲁山 建立一条防线 加上秦鲁的阻击 储君想要跨过鲁山防线 也不太可能 虽然说项羽手下范增那个顶级 可是在二军对战时 不全靠谋士出谋划策 好在胡亥修为更进一步 让穆贵英 屡领起二名神将修为解封一个境界 从原来巅峰战宗敬 晋升为巅峰战皇敬 加上具有越级挑战能力 能对抗战尊敬 报告 传令兵在大战外道 进来 穆贵英道 报告将军 据探马侦察 储君杀来了 一共有十万兵马 此时聚鲁山五十里地 传令兵道 穆贵英走到地图前 细细查看起来 告诉探马 继续侦察储君动态 若有新情况 新动向 立刻报告 穆贵英道 遵命 答应一声 传令兵走出大战 穆姐姐 要不咱们在途中给储君狠狠来一下 打击一下储君的士气 屡领起建议道 穆贵英摇摇头 领起 不可 储君有十万兵马 比咱们兵力上占据优势 加上项羽旗下很多能打的名将 我兵团不能一味硬碰 必须依靠鲁山城墙 给予储君阻击 让储君有力使不上 穆贵英道 姐姐 听说储君全是新兵弹子 咱们第一兵团 基本是老兵游子 战斗力绝对不比储君弱 屡领起道 领起 说的没错 可是想过没有 一旦储君派出几名战将开路 咱们如何应对 你一人最多能抵挡一人 二人 超过三人 肯定会吃亏 储君呢 最不缺乏的就是战将 一旦野战 我们会陷入困境 得不偿失 还是慢慢与储君磨吧 穆贵英道 穆姐姐 要是储君奋兵 迂回到咱们后面如何应对 屡领起道 妹妹 你说的这个策略有可能 但是 储君想要迂回 兵马不能多 一旦被我们侦查到 只要在这个地方埋伏 来再多的储君 也是死路一条 就算储君迂回 也需要时间 要多走好几天的路程 一旦我军侦查到 随时可安排兵马埋伏 穆贵英道 穆姐姐 我们能否在玉河上截流 开挖出一条沟渠 到时候 放水淹储君 屡领起见一道 穆贵英摇摇头 妹妹 工程量太大了 再说了 储君马上就杀来 来不及啊 一旦储君发现 不会取作用 那个范增可是很厉害的 一般欺骗不到他 还是依靠城墙阻击吧 穆贵英道 好吧 屡领起道 次日 穆贵英 屡领起二人带着清卫 登上鲁山城墙 抬头看向远方 黑压压一片 满山遍野 人头猝动 来人 穆贵英道 将军 什么事 传令兵道 储君有什么全新的动态 有没有奋兵改刀 穆贵英道 报告将军 侦查兵一直潜伏在储君旁边 不可能隐瞒得住探马的侦查 传令兵道 要知道 这次派出的探马 是屡领起旗下卫队 那可是被围军士兵 不仅实力强悍 还擅长隐藏 告诉探马 一定要盯住储君 不要放松警惕 特别是在这条线上 有可能储君会奋兵 穆贵英道 遵命 传令兵道 储君真的杀来了 无里外是储君兵营 储君并未一来就进攻 先让士兵休息一晚 次日 储君动了 项羽带着范增 龙且 钟离妹 英部 彭月 张涵 司马兴 董毅等人到了鲁山城外 一名储君士兵举着白旗 慢慢朝城墙下走过来 城墙上的勤军听好了 我家主公说了 时序的话 乖乖放下武器 打开城门投降 否则 二十万储君一旦进攻 鲁山这个小县城 如何抵抗得住 投降吧 能保住小命 储君士兵叫嚷道 领起 用弓箭将那小兵射杀 省得在城墙下胡说八道 影响士气 战役 木柜英道 遵命 吕灵起道 吕灵起是吕布女儿 不仅继承了吕布的击法 还继承了吕布剑法 吕布剑法同样很牛逼 掏出宝弓 瞄准 锁定 射击 送 正在叫嚷的储君小兵 以为二百步外是安全区域 谁知道城墙上射出一箭 朝着胸口闪电般扑上来 那速度太快了 快到储君小兵反应不过来 噗 储君小兵左胸口上被利剑贯穿 留下一个血洞 生命气息在快速流失 片刻时间 储君小兵缓缓倒下 眼神中全是惊恐 震撼 死不瞑目啊 远方的项羽看到储君士兵被射杀 心中那个气啊 不是说二军交战不斩来使吗 秦军太卑鄙了 为什么要射杀使臣 秦军不懂规矩 羽儿 秦军并未把我们储君当成一个国 只把我们当成一个造反的叛军 范增道 项羽气愤啊 这是藐视 是果果的藐视 谁打头阵 给本将军把鲁山城拿下来 项羽道 等一下 羽儿难道忘记了 咱们储君来鲁山是为了练兵 并非是要与秦军决战 不能与秦军应兵 那样损失会非常惨重 不划算 一定要注意分寸 范增竟言道 将军 要不咱们与秦军诺战 秦军应该没多少将军 诺战 我们储君占优 应不道 项羽想了下 觉得诺战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再去一名士兵 告诉秦军 有胆量与我们储君诺战 若是没胆量 赶快开城门投降 项羽道 刷 又一名储君士兵高举白旗 缓缓走向城墙下 储君士兵虽然举着白旗 心中依然很害怕 担心遭到秦军攻兵射杀 谁让秦军不讲道理 那么任性 城墙上是穆贵英将军吗 储君小兵道 哼 是本帅 有什么事 穆贵英道 穆将军 我们向与将军说了 想与秦军诺战 秦军有胆出来诺战吗 若是不敢 劝将军开城门投降 储君士兵道 穆贵英眉头微皱 诺战 第一兵团不占据优势 可是也不能被储君压住气势 你们想诺战 那咱们来一场 一场定胜负 不要再搞什么阴谋诡计 穆贵英道 储君士兵听到穆贵英同意诺战 也不废话 马上转身离开 回去向向羽宇报告 什么 秦军同意诺战 不可能吧 穆贵英是不是脑袋进水了 或者被门家了 明知道是陷阱 依然敢出战 一下子 让项羽等将军心中疑惑不解 不知秦军打什么主意 第151章 诺战 轰咙咙 吕林起带着一千卫队 两千名弩兵 长枪兵 盾牌兵 加上一百张秦母 出鲁山城 迅速组成战阵 为等储君反应过来 一百张秦母 安置在城门口 半圆形节月阵 盾牌兵 长枪兵在外层 一千名卫队 紧紧跟在吕林起身后 储君一看 心中有点傻眼 怎么回事 一个弱不禁风的美人 出来干嘛 储君听好了 你们不是要诺战吗 本小姐出战 你们谁出来被虐杀 吕林起叫嚣道 这下储君将军 眉头皱了起来 不论是荣且 英部 彭月 张涵 钟离妹 董毅等人 都号称是英雄好汉 怎么会出去 与一鸣弱女子诺战 那不是掉价吗 项羽看到吕林起 手持方天话戟 心中也郁闷无比 谁出战 却把那名女孩子 抓捕回来 项羽道 一群牛人 大腕迅速拔脸扭朝一边 像是没听到项羽话似的 没一人出声 大家都不愿意出战 关键是丢不起那个脸 堂堂男子汉 去欺负一名弱女子 一旦传播出去 情何以堪 怎么见人啊 说实话 项羽等人确实没见过女将军 战将带兵作战 虽然听闻过 秦军中有女将军 不过呢 只知道穆桂英 不知道有其他人 范增也是眉头微皱 项庄 你出战吧 范增点名道 啊 让卑职去与女娃打斗 不好吧 项庄道 胜了没什么光彩 败了可就丢脸了 军师 不合适吧 项庄补充道 诸位将军 你们要考虑清楚 秦军只答应于我们诺战一场 一旦输了 士气会受影响 范增道 项庄在储君中 只能算是二流武将 修为达到初阶战宗境 出战很合适 项庄看向项羽 希望老大不同意 项庄 就你出战了 一定要小心谨慎 不要大意 项羽叮嘱道 无可奈何之下 项庄只好提枪 慢腾腾地走出 吕灵起看到一名楚江走出来 一副懒洋洋的模样 心中气愤无比 哼 看不起本小姐 让你好看 倾家战马 吕灵起提着方天化戟 朝着项庄闪电般扑上去 眼看就要杀到 方天化戟 狠狠朝项庄头顶上一杂 一股进风袭来 瞬间让项庄感觉身体冰凉 像是被一只老虎盯上似的 连忙举起手中枪迎上去 碰 晚了 方天化戟与长枪撞击在一起 准备不足的项庄 手臂酥麻 手中长枪再也握不住 直接飞上天空中 方天化戟去世不减 依然朝着项庄脑袋砸下来 生死危急时刻 项庄强行扭动身体 避开脑袋 噗 一条手臂落下来 一个回合丢了条手臂 一下子让项庄惊恐万壮 吓得脸色巨变 只好逃走 吕灵起也不追杀 在吕灵起心中 这只是一个小蚂蚁 呆滞 傻了 双方士兵都没反应过来 心中震撼无比 傻眼了 吕将军万胜 秦帝国万胜 吕将军威武 帝国威武 秦军士兵反应过来 纷纷高举手中兵器狂呼起来 声浪一波高过一波 震耳欲龙的叫喊声 远远传出去 令秦军士气大振 储君则像双冻的茄子似的 低下高傲的头颅 哑口无言 任由秦军欢呼 震撼 惊讶 这是储君中的反应 完全出乎意料 不要说项羽 龙浅 鹰部 钟离妹 彭越 张寒 龙毅等人意想不到 连军师范增也张口结舌 半天说不出话来 这也太生猛了吧 一个回合 砍下项庄一条手臂 这下没人再敢小看吕灵起 把他当成一个强悍的对手看待 城墙上 穆桂英脸露笑容 还有谁 出来受死 吕灵起叫嚣道 穆桂英考虑再三 觉得再让吕灵起战一场 也没出声干涉 储君中呢 虽然知道吕灵起很强 可是真要出战的话 大家心中依然不愿意出战 胜利了理所当然 失败了 老脸丢不起啊 项羽看看手下将军 一个个低下脑袋 谁都不肯生 不愿意出战 不愿意与女孩子战 明白大家心中想法 可不出战不行了 再派二流武将 那是去送菜 必须要让一流武将出战 才有可能战胜 秋节啊 彭月 你出战吧 项羽道 啊 项将军 这不好吧 我堂堂一个男子汉 怎么去与一个弱女孩子争斗呢 彭月摇头道 项羽也头大 一个不出战 只好点将了 彭月孤独一人 在储君中既不是嫡系 又没有人脉 没有合伙人 你不出战 谁出战 谁让彭月骑下兵马 在进攻虎牢关 寒谷关 同关时损失于境 只剩下一个光感司令 没地方去 只好待在储君中 刚到储君 尽管能力出众 可是呢 一直得不到项羽重用 也不怎么重视 纯粹是一个路人甲角色 到了此时 只能让其出战 除了项羽嫡系外 只剩下张寒 司马兴 董毅三人 那三人虽不是嫡系 可是三人扭成一团 是合伙人 彭月呢 没有合伙人 又不是嫡系 沦落为一个路人甲 不出战行吗 不出战是违抗命令 会受到军阀处置 为了生命安全 彭月只好捏着鼻子认栽 听到项羽让彭月出战 储君旗下一群将军 常常叹了口气 不会轮到自己了 战场上 吕灵起看到一名三十多岁的壮汉 骑着马 缓慢走出来 来人是谁 报上名来 本小姐不展无名之辈 吕灵起呵斥道 彭月 简单说出二个字 不像其他人出战时 要炫耀一番 彭月 吕灵起心中微微一愣 曾经听胡亥说过 这个彭月是一代名将 是游击队专家 鼻祖 带兵作战很有一套 哦 你就是彭月啊 听陛下说过你 是游击战专家 鼻祖 带兵作战还可以 好好的一个人才 为什么要做贼 不好好为帝国效力 不怕辱墨祖先吗 吕灵起到 彭月可是汉出三名将之一 与英部 韩信二人名列三名将 是一代牛人 当然了 项羽是王 不算在内 在带兵作战方面 项羽也是很牛逼的 不比英部 彭月二人差 甚至更胜一筹 彭月微微一愣 什么 昏君知道本将军 还知道自己擅长游击战 怎么可能 本人不认识昏君啊 不可学 为什么 那个女将军 皇帝知道本人 彭月小心翼翼道 哼 彭月 本小姐看你是一个人才 带陛下收下你 乖乖放下武器投降 以后好好辅佐陛下 要不然 你懂的 吕灵起相劝道 彭月眉头微皱 这是什么骚操作 看不懂爱 第152章 活捉彭月 蒙圈 彭月被吕灵起的话 搞得莫名其妙 不知道说什么好 这是诺战 怎么劝想起来了 什么意思 彭月 怎么了 不愿意辅佐陛下 要知道 这个世上 只有陛下 才知道你特长 给你舞台施展才能 犹豫什么 乖乖投降 省得本小姐出手 抓捕你 吕灵起呵斥道 那个 吕将军 让本人好好思考一下 想好了再回答 彭月道 哼 既然如此 本小姐活捉你 让你待在大牢中 好好思考 吕灵起道 话一说完 迅速轻拍马背 朝着彭月冲上去 刷 方天化己 迎着彭月胸口狠狠一次 冰冷的寒意散发出来 让彭月清醒过来 知道对方很生气 出手不留情 彭月集中精力 迅速举起手中长枪迎上去 吭枪 方天化己与长枪相撞击 声音响彻云霄 二人内镜外放 内镜碰撞 产生爆炸 一团气浪散发出来 朝四周扩散 吕灵起动用了七成力量 彭月也是七成力量释放 不过呢 令彭月意想不到的是 握住长枪的手炸裂开 鲜血流出来 差点长枪握不住 手臂算吗 二马错身而过 吕灵起呢 只感觉手臂微麻 影响不大 不过 也清楚了彭月的实力情况 是战皇镜 不过呢 彭月只是中阶战皇镜 吕灵起则是巅峰战皇镜 高出彭月二个小境界 吕灵起心中高兴啊 又是一个送菜的 调转马头 二人再次迎上对方 砰砰 彭月出尽全力 与吕灵起站在一起 二人手中兵器 连续不断的碰撞 一团团气浪散发出来 朝四周扩散 吕灵起依然动用七成力量 与彭月战斗 旗鼓相当 势均力敌 不分上下 彭月心中那个气啊 十成力量释放 依然占不到半点便宜 这小妮子 力量强悍 二十多个回合过后 吕灵起加大了出手力度 力量释放八成以上 一下子 让彭月压力山大 兵器碰撞一次 感觉手臂酥麻无比 像是失去感觉似的 越战 彭月越惊讶 太强了 开玩笑 吕灵起高出彭月二个小境界 在力量上绝对占优 加上吕布那神鬼莫测的战绩 要不是吕灵起 估计彭月面子 早击败对方了 砰砰砰 五十个回合过去了 彭月感觉越来越吃力 心中有了逃走的打算 吕灵起看到彭月想要闪人 怎么可能 好不容易看到一个能打仗的人 肯定要抓捕归岸 不能让其逃回去 刷 方天化己狠狠朝着彭月 劈头盖脸砸下来 石成力量彻底释放 彭月苦啊 勉强举起长枪迎上去 吭枪 彭月虎口炸裂 鲜血流出来 长枪再也握不住 一下子飞上天空中 吕灵起手中方天化己 依然朝着彭月砸了去 不过呢 在方天化己要砸在彭月身上时 吕灵起收回了三成力量 只留下七成力量砸上去 碰 彭月被方天化己砸下马背 掉在地面上 当要爬起来 发现一柄冰冷方天化己 顶在额头上 只要敢动 随时会挂掉 吕灵起御手一挥 马上从阵中冲出几名卫队士兵 直接把彭月捆绑起来 押回阵中等待处理 吕将军威武 吕将军万圣 帝国威武 吕将军万岁 帝国万岁 秦军士兵兴奋无比 手举兵器 高声欢呼起来 秦军士气爆棚 战意凛然 储军呢 项羽 龙且 钟离妹 英部 张涵 董毅 司马兴 范增等人 一下子适应不过来 不敢相信 眼前的事是真的 以为是幻觉 一下子 集体呆滞 傻了 嘴巴大张着 谁也不开口说话 要知道 彭月修为是中阶战皇境 在储军中 也算是一流超级高手 怎么会战败 不可学啊 储军能战胜彭月的人 只有区区数人 怎么可能战败呢 为什么 想不通啊 储军士兵吗 牙口无言 低下脑袋 士气一落千丈 像双冻的蔬菜似的 软绵绵的 曾范心中明白 再这样诺战下去 不要说打仗了 吓唬吓 也能吓住储军 鲁山城墙上 报告将军 那个彭月抓不回来了 要怎么处置 请示下 传令兵道 押回牢中 让人看好 别让彭月给逃跑了 这人要交给陛下亲自处理 木柜英道 遵命 传令兵道 木柜英心中也是高兴 诺战让秦军士气暴涨 战已滔天 储军 听好了 谁出来受死 来点能打的 不要再派些蚂蚁出战 浪费时间 吕灵启道 木柜英也没阻拦 有吕灵启交阵 储军呢 项羽头大 诺战是储军挑起来的 现在不出战 让秦军看笑话 可是呢 派谁出战呢 关键是旗下将军们 真心不愿意与吕灵启单挑 胜了是理所当然 败了丢面子 能有实力 绝对战胜吕灵启的 项羽旗下只有龙且勉强 其他人都不占忧 毕竟 龙且是出阶战尊敬 其他人都不达到战尊敬 全是战皇敬 战宗敬 不可能项羽亲自出马 一是欺负人 二是储军丢不起那个脸 秦军只是一名女娃娃 就逼项羽出战 秦和以堪 让其他诸侯听到 不是笑话吗 项羽心中犹豫不决 就算是龙且出战 也不一定能战胜 到底派谁出战呢 项羽又看向诸将 一下子 将军们纷纷扭过头去 依然不愿意出战 毕竟对付女孩子 很丢面子的 张涵将军 你出战吧 项羽道 总不能让嫡妻去丢脸吧 反正张涵 董毅 司马兴三人是降将 也不受项羽重用 已经成了一个个路人甲 这个时候出战 为储君争点面子 再说了 失败也是降将啊 张涵敢为抗命令吗 投降后 又看到秦军不断收复其他地区 张涵心中 其实早就后悔了 将军 这样不好吧 让末将去与秦军单挑 将军不担心末将放水 张涵道 项羽微微一愣 真没考虑过张涵在战斗中放水 毕竟张涵是降将 对储君也没多少认同感 一旦出战 真有可能放水 张涵修为是巅峰战皇境 与吕林起一个境界 一旦放水 储君士气会坠入谷底 储君不能再败了 纠结啊 项羽心中犹豫不决 第153章 活捉张涵 对于张涵 项羽有点忌惮 不仅是修为达到战皇巅峰境 更关键是 张涵在带兵作战方面 绝对是牛人 想想从前 秦帝国没兵马可抽掉 才让张涵出山 此时秦帝国没有兵力可抽掉 在张涵建议下 赵高把二十多万行徒交给张涵 经过张涵整顿 二十万行徒 成为一支凶残无比的秦军 一路横推 碾压各地反叛者 死在张涵手中的叛军将军 诸侯多如牛毛 像什么陈胜起义的周文部 又相继消灭田赃 慰救 田丹 向良等部 最后战败俱入 不得已向项羽投降 不过呢 投降储君 慢慢的手中兵马被剥夺 成为一个路人甲 项羽看向范增 让其拿主意 张涵将军 你已经没有退路 就算你再次反水 昏君胡亥也不会放过你 要想清楚 范增道 无可奈何之下 张涵只好出战 吕灵起呢 看到一名四十多岁的储君出战 来人报上名 本小姐不杀无名之辈 吕灵起道 张涵 张涵忧心忡忡道 对上秦军 心中忐忑不安啊 哦 老头 你就是张涵啊 本小姐听陛下说过你的大名 说你带兵打仗不错 遗憾的是 你兵败俱入 却投降了储君 可惜了 陛下讲 那时赵高把持朝政 你派出司马兴求援 赵高那狗贼不理会 司马兴就回去了 向你胡说八道一通 让你判断失误 才向储君投降 投降后一直不受储君重用 还丢失了掌控兵马的权力 过得像路人甲似的 真心可怜 好了 本小姐说那么多 是看你有点顺眼 十句的下马投降 陛下不会怪罪你 还会毅然重用你 投降吧 本小姐菩萨心肠 不与你计较 吕灵起道 张寒心中惊讶万分 皇帝一直记着自己 心中激动啊 半年多来 秦帝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自从胡亥实际掌权后 帝国一天好过一天 不仅打败了上百万叛军 还在燕门关消灭了 莫独旗下南下入侵的 二十多万铁骑 旧帝也在慢慢收复 让张寒看了 也惊叹无比 现在听说皇帝不追究责任 心中激动万分 别看目前秦帝国困难重重 只要再给时间 一切都会过去 依然会崛起 吕将军 陛下真的不追究末将的罪责 张寒道 老头 以为本小姐忽悠你啊 陛下看重你的能力 怎么会没有容忍之度 以前是赵高掌权 陛下很多事无能为力 难道那些事 你心中没点谱吗 再说了 本小姐为什么要骗你 真以为本小姐怕你吗 要不咱们战一场 吕灵起呵斥道 一下子 张寒纠结啊 不知道如何办才好 直接投降 怕吕灵起胡说八道 担心胡害会治罪 战吧 又担心失去一次机会 真心纠结啊 好了 老头 既然出来了 就不要回去了 与本小姐好好打一架 本小姐凭实力活捉你 吕灵起道 一下子 让张寒心中气愤无比 被一名小女娃娃藐视 老脸放在什么地方 好吧 老夫与你过上几招 张寒道 张寒心中真的想反叛 这段时间 张寒 董毅 司马兴三人在储君过得真的不好 到处受到打压 刷 倾家战马 迎着张寒扑杀上去 手中方天化级 往空中一滑 像是撕裂空气似的 快 快如闪电 张寒也不介意 使出七成力量 手中长枪迎上去 吭枪 金属撞击声响彻云霄 声波向四周一波波扩散出去 阵的耳朵短暂失明 二人手臂军是一阵松麻 心中惊讶万分 都让对方重视起来 调转马头 二人又拍马迎上去 砰砰砰 二马错身而过 手中兵器则碰撞了无数次 金属撞击声响得不停 势君力敌 不分高下 平手 老头 准备好 本小姐要出全力了 吕灵起到 啊 这小丫头 没出全力啊 难怪彭越会败 这份战力在储君中 也绝对是顶级存在 除了项羽外 估计其他人都难战胜 吕灵起把力量释放 九成力量打出 砰砰砰 兵器不断碰撞 二人手臂也苏麻 五十个回合过去了 二人依然在激战 打得热火朝天 一人不让一人相互拼杀 一团团气浪嫌起 让远方观看的双方 看不清楚情况 这是吕灵起遇上的最强对手 他也不敢大意 其中精力 全力以赴应对 一百回合过去了 二百回合过去了 此时 无论是吕灵起 还是张涵君不敢说 一定能战胜对手 都在小心翼翼作战 当然了 如果吕灵起产生血战的话 战力会飙升 能越级挑战一个大境界 那玩意是陷入困境时 才会出现 不是想出现就能出现的 时间打得太长了 吕灵起心中愤怒无比 刷 石城力量彻底释放出来 像一个疯子似的 朝着张涵不停地 打出一句句显招 一副拼命的架势 哄 血战激发出来 一下子 吕灵起战斗力直线飙升 张涵瞬间感觉压力山大 妈蛋 血战 百分之二十的战力增加 令吕灵起一下子爆棚 一击接一击甩出 打得张涵毫无还手之力 碰 凶残的一招 必胜的一招 张涵手中长枪掉落下来 还没等张涵有行动 方天化级顶在张涵咽喉上 张涵将军 你败了 吕灵起到 玉手一挥 阵中跑出几名卫队士兵 把张涵捆绑起来 押回秦军阵中 吕将军万岁 吕将军威武 帝国万胜 帝国万岁 秦军士兵彻底疯狂了 手捂着兵器 欢呼雀跃 大声叫喊起来 那种兴奋劲 太震撼了 战役滔天 士气爆棚 相反 楚军则哑雀无声 一点声音没有 沉默 气静 安静到极点 气啊 楚军中 不论是项羽 还是旗下龙且 钟离妹 音部 董毅 司马兴 集体变成哑巴 还能说什么 三战全败 老脸没地方放啊 楚军中的将军 可是明白张涵有多么厉害 绝对是超级高手 修为达到巅峰战皇境 只有项羽 龙且能压制张涵 其他人真心干不过 在楚军中 张涵算是修为 排名第三的存在 败了 秦何以堪 滴滴滴 正当楚军中项羽 不知要如何应对时 秦军中的警笛声响起 吕灵起听到号角声 也不敢违抗命令 马上返回秦战阵 监视着楚军一举一动 于而 秦军要退回鲁山城 现在马上发动进攻 打秦军一个措手不及 范增建议道 严父 这个不好吧 咱们楚军与秦军诺战 人家秦军答应 只战一场 却一下子战了三场 再偷袭秦军 这个老脸丢不起啊 项羽道 愚蠢 这次战争 不是小孩子玩过家家 抓住机会给对方一击 只要胜利了 谁会说什么 范增道 第154章 楚军攻击失败 一下子 楚军中项羽 龙且 鹰部等人不肯生了 心中虽然觉得不妥 可是呢 貌似范军师讲的也不错呀 大家一起看向项羽 毕竟最后拿主意的是像老大 范增只能是建议 没决定权 纠结啊 堂堂储君 真要做如此无耻之事吗 于而 机不可失 一旦失去机会 储君会付出惨重代价 难道愿意 看着储君损兵折将吗 范增又补充道 哎 项羽常常叹了口气 全军都有 进攻吧 项羽下令了 轰隆隆 得到命令的储君 懒洋洋地朝着秦军战阵扑杀上来 正准备让出城士兵退回城时 吕灵起看到储君发动了进攻 朝着秦军杀上来 无耻 太卑鄙无耻了 擒奴准备 卫队退回阵中 看到有储君杀进来 第一时间灭杀 不留后患 吕灵起到 城墙上 穆贵英也看到了储君的行动 嘴角微微一笑 早知道储君没安什么好心 不出意外吧 弩兵准备好 一旦储君进入弩箭有效射程 马上采取三段式射击 穆贵英下令道 一条条命令下达 整个秦军迅速行动起来 八百步 六百步 五百步 当暴数员叫出五百步时 城墙下旅领起 城墙上穆贵英二人 相继下达命令 开火 搜搜搜 五百张秦弩 分成三个波次 纷纷扣动扳机 弩箭闪电般射出 朝着奔赴而来的储君士兵 狠狠扑过去 漫天见雨 黑压压一片 粗壮的弩箭 扎进一名名盾牌兵手上的木盾牌 咔嚓 一块块盾牌碎掉 弩箭去世不解 依然朝着储君士兵身体上 狠狠射过去 扑扑扑 一片储君重箭 身体上留下一个个血洞 弩箭射穿一人 靠惯性作用 带着储君士兵尸体 又扎进后面士兵身体 扑扑扑 战场上出现一个个人形胡落 啊 储君惨叫声响起 一波箭雨 留下净千名尸体 非常高效的杀敌 要不是储君一窝蜂的扑杀上来 擒弩威力不可能有那么大 第一波箭雨 刚刚扎进储君士兵身体上 第二轮弩箭雨又射出 一波接一波 源源不断 天空中弩箭飞舞 看上去像不会停一样 扑扑扑 一名名储君士兵倒下 好多储君士兵暂时没挂掉 还有一丝丝生命气息 向旁边同袍求助 救救我 我不想死啊 这个时候 谁也顾不了谁 众箭士兵只能慢慢等死 太凄惨了 弩箭扎在身上 留下那个血洞太大了 能震撼储君士兵的心灵 一下子 储君士兵为了躲避弩弩箭 朝四周乱窜 乱撞 战阵瞬间混乱无比 嗖嗖嗖 成片成片的倒下 战争中 士兵生命真的不值钱 不会有人关心 也不会有人介意 秦军战阵前方二百步距离 储君跨不过去 一直阻挡在二百步以外区域 储君将军看着一名名储君士兵倒下 心中焦急无比 可是 没办法制止啊 向将军 这样进攻不妥当 士兵伤亡太大了 根本冲不过秦军防线 应不道 啊 秦军那个秦弩 威力太大了 一次性射出十支弩箭 士兵根本躲避不开 钟离妹道 他可是吃过秦弩的亏 进攻合冬时 就是被高顺利用弩箭打了个措手不及 最后倒致失败 要如何应对秦弩呢 项羽道 将军 想要阻止秦弩 最好的办法是骑兵 可是咱们储君只剩下五千铁骑 不划算啊 应不道 将军 撤退吧 再战下去 损失会更大 龙且道 再攻一会 让士兵攻猛一点 希望能攻破秦军战阵 最好一举杀进城去 范增建议道 好不容易把秦军调出城来 不能拿下城门 杀进城中 估计以后也别想拿下鲁山城 项羽点点头 将军 要加强进攻 必须急于改进 再向这种进攻 不会取多少作用 钟离妹道 哦 有什么建议 项羽道 让士兵分散进攻 那样秦军弩剑威力会极大下降 钟离妹道 好 就按钟将军的办法行事 让士兵猛攻一点 但必须分散开来 不要挤成一团 项羽道 储君加强进攻节奏 城墙上 穆贵因心中疑惑不解 这会有用吗 片刻后 穆贵因看清楚了 储君采取西书阵型 想要消耗秦军弩剑 嘿嘿 要让储君失望了 秦军别的东西没有 弩剑枝可是有好多 胡亥当时离开时 留下了海量的弩剑 足够穆贵因打上几个月时间 再说了 咸阳城中也源源不断送来弩剑 补给不成问题 鲁山城中 仅是弩剑就有上百万枝 足够储君好好喝一壶的 不过呢 储君变阵 还是有效果 鲁剑不能够把进攻中的 储君全部射杀 有好多士兵杀到了 节约战争前 轰隆隆 储君士兵撞在盾牌上 长枪兵 评刺 指挥官下令道 躲在盾牌后面的长枪兵 接到命令 纷纷刺出一枪 扑扑扑 有的枪兵刺出的长枪 狠狠扎在储君士兵身体上 收枪 刷 整齐有序的节奏 一切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评刺 收枪 尽管好多枪兵刺出的长枪落空了 但是 士兵依然按照命令刺出一枪 轰隆隆 储君撞开了一个缺口 下一刻 后面的盾牌兵迅速上前 重新组织起一面面盾牌 彻底阻止储君上前 枪兵再不断地刺出长枪 嗖嗖嗖 一轮接一轮剑雨落下 洞穿储君士兵身体 鲜血流出来 躺在地上 形成血河 真正的血流成河 血腥味浓烈到极点 特别储君士兵 基本是一群没上过战场的菜鸟 好多士兵吓得不轻 拼命呕吐 储君进攻差不多一个时辰 损兵折降近二万余人 秦君呢 背靠城门 用擎弩阻截 把储君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不能怪储君太弱 是秦君太强悍 特别那个擎弩 真的非常凶残 扎进身体上 留下一个拳头大小的血洞 太恐怖了 储君很勇敢 可是在武器装备方面 秦君高出一个档次 这是没办法弥补的 储君撤退了 留下二万多具尸体在战场上 胜利了 帝国万岁 秦君威武 帝国万胜 秦君士兵欢呼雀跃 手中兵器高高举起来 不停地叫喊 兴奋无比 储君呢 灰溜溜地撤退 啥也没唠叨 进城 吕灵起下令道 一辆辆弩车推进城中 一队队士兵走进城 屡领起最后进城 关闭城门 秦君取得了胜利 一举歼灭二万多名储君 是一个巨大的胜利 以少胜多的胜利 第155章 惨烈的激战 黄河二号地区 匈奴人坐着木筏渡过河 建立阻击阵地 扩大滩头阵地 他们的行动 被暗中埋伏的秦君看在眼中 眼看渡过黄河的匈奴人 达到上万人 青角 蒙田下令道 轰隆隆 二万秦齐从二侧扑杀上来 刚刚渡过河的匈奴人 脑袋昏头昏脑 听到马蹄声从二侧杀出 一下子傻眼 没等匈奴人准备好 秦齐已经杀到面前 战刀不断挥出 一颗颗脑袋落下 砰砰砰 无数匈奴人 被秦齐撞得东倒西歪 遭到一面脑屠杀 啊 我不想死 我投降 不少伪匈奴人 一看抵抗不住 纷纷叫喊着要投降 不过 行其没理会 战刀一挥 扑 脑袋搬架 好多匈奴人 看到二侧无法逃出升天 朝着中间逃窜 不过 等待他们的是一波波弩剑雨 射击 搜搜搜 以为能逃出升天 雨点般的弩剑雨 彻底打碎了匈奴人的美梦 到了此时 伪匈奴人发现 想要逃出升天活下去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些匈奴人剑 无法逃出 一个个跳进黄河中 不过呢 惊慌失措之下 木筏操作不当 一下子翻在河中 成了一个个落汤鸡 悲催的是 匈奴人一直生活在草原上 不会游泳 汉鸭子一个 掉进河中 命运已决定 河岸上的匈奴人轻脚干净 秦军把擒弩推到岸边 对着黄河中 正在渡河的匈奴人射杀 此时 和中间混乱无比 有的想要尽快渡过黄河 有的想要滑回去 相互间不断出现碰撞 木筏上 匈奴人一个个掉下木筏 落入水中 加上秦奴的射杀 一下子 黄河水变色了 成了鲜艳的红色 嗖嗖嗖 剑如雨下 一支支母舰 扎进匈奴人身体 留下一个个血洞 半个时辰 战事结束 二号地区 一共歼灭一万多名匈奴人 让河对岸的匈奴人目瞪口呆 做梦不会想到 行动让秦军得知 头领 咱们内部有间谍 秦人怎么会知道我们在此地渡河 一定要严查 一名万夫长道 我们聚集在此 侦人侦察就明白 不一定是泄露消息 说不定是秦人侦察道 给咱们射圈套 就等咱们进入伏击圈 另一名万夫长摇头道 是啊 那么多的人聚集 不可能隐瞒得了秦军 咱们的一举一动 全在秦人监视下 一名万夫长道 那咱们下一步咋办 伪匈奴人部落长道 报告 三号地区渡河受到阻击 伤亡惨重 已经停止渡河 传令兵道 一号 五号地区有什么消息 首领道 暂时没有消息 那二个地区不知道情况 传令兵道 我们也暂时停止渡河 先在这里休整几天 等其他地区有行动时 看一下效果 首领道 头领 这次与匈奴人合作 本人觉得不可能成功 最好考虑下怎么闪人 一名万夫长建议道 哎 头领长叹一声 上了贼船 不好罢 此时闪人 我们部落会受到 其他部落联合打击 头领道 秦军阵地 老太尉大人 留下五千步兵 五千秦旗驻守此地 其余跟本帅 增援一号地区 这里交给老太尉大人 多费心了 蒙田道 蒙将军 放心去吧 有老夫在此 保证 绝不让伟兄母人 渡过黄河 魏辽道 谢谢老太尉大人 蒙田道 不用客浅 是老夫自愿的 魏辽道 轰隆隆 蒙田带着一万秦旗 朝着一号地区奔赴而去 一个时辰 蒙田带着一万秦旗杀到 不过呢 此时的一号地区 情况不容乐观 此地河水相对较浅 战马能渡过黄河 只是速度慢一点 并不影响渡河 这里聚集了三十万匈奴铁骑 秦军在此地 只有五千步兵 主要是弩兵 还有近三万秦旗 大多数是反正的枪族人 在数里宽的战场上 秦旗与匈奴铁骑 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双方打得非常惨烈 匈奴铁骑被秦旗分隔成二部分 中间由秦族击 匈奴铁骑一旦进入 瞬间会被射杀 尸体已经堆成山 河水染成红色 最惨烈的是上下二侧的战斗 惨烈无比 虽然说秦旗等装待发 严阵以待 匈奴铁骑要渡过黄河 给了秦旗机会 不过呢 匈奴铁骑实在太多了 秦旗一遍遍地洞穿匈奴铁骑 砍杀无数匈奴铁骑脑袋 匈奴铁骑依然源源不断渡过黄河 加入围剿秦旗的战斗 轰隆隆 蒙田带着一万秦旗 朝着混乱中的匈奴铁骑扑杀上去 战刀挥舞 长枪刺杀 砰砰砰 匈奴铁骑被撞得支离破碎 刚刚组成的旗阵瞬间告破 匈奴人落下马背 被战马踩成肉泥 激战中的秦旗士兵 看到增援赶到 一下子士气爆棚 战役逃天 体内本无力气 一下子精神抖擞 纷纷扑向匈奴铁骑 将其一个个斩落马下 匈奴铁骑刚渡过黄河 一上岸就要投入激烈战斗 此时匈奴铁骑战马没速度 秦军呢 蒙田带着秦旗高速冲上来 把匈奴铁骑撞得东倒西歪 白痴都明白 骑兵靠速度 没有速度的骑兵不如步兵 这是事实 蒙田左手宝剑 右手长枪 左砍右刺 不停收割匈奴人的生命 无人阻挡得住 蒙田修为是中阶战皇 强悍无比 就算是与匈奴人正面单挑 也绝对碾压 何况是在这种情况 等待匈奴人的是死亡 左手剑一挥 一颗脑袋掉下 右手长枪一次 狠狠扎的对方胸口上 留下一个血洞 破 旗下一万琴棋 看到蒙田生猛无比 激发出血性 纷纷投入激战中 把匈奴人一个个斩落马下 呀的 太危险了 要不是蒙田增援赶到 一号地区会失线 会有大量匈奴铁骑渡过黄河 一旦匈奴铁骑渡过黄河 秦军在兵力上吃亏 不付出惨重代价 无法战胜 幸运啊 匈奴铁骑被撞的人羊马翻 尸体飞上天空中 半个时辰 匈奴铁骑停止渡河 为秦棋围剿渡过河的匈奴人 争取了时间 不是匈奴人良心发现 是渡过河的铁骑损失惨重 在多少时间损失了近二十万骑 再损失的话 全军覆没 匈奴人挡寒了 被秦军杀怕了 报告蒙将军 消灭匈奴铁骑大约有十八万骑 其余没有渡河 我军伤亡两万多人 其中重伤 死亡六千多人 传令兵道 妈蛋 一站下来 损失六千多人 加上二号地区的损失 估计差不多有一万人 把牺牲士兵尸体收起来 匈奴人尸体掩埋 打扫战场 把那些无人战马收拢 蒙田道 遵命 传令兵道 第156章 托出匈奴人三天 在周瑜 蒙田二位将军指挥下 经过半个月阻击战 彻底把匈奴铁骑堵在黄河对岸 共歼灭匈奴人三十多万人 收缴牛羊十多万只 剑枝 兵器 铠甲无数 不过呢 秦军也付出惨重代价 共牺牲勤兵近两万人 兵力从原来八万多人 锐减到六万余人 匈奴铁骑剩下近四十万骑 比秦军依然多了七倍 兵力悬殊 局势依然不乐观 匈奴铁骑占优 秦军处在下风 秦军拥有秦奴这种大杀器 不是很惧怕匈奴铁骑 秦军正在寻找与匈奴人决战 一座山中 获具并率领的三千大汉铁骑 外加黄中 孙上香二人卫队 一共五千骑 隐藏在山中 这段时间 这只铁骑神出鬼没 不断对匈奴铁骑进行骚扰 出击 歼灭 取得了不错的战绩 陛下 我军这段时间 一共消灭了三十多万匈奴铁骑 此时 匈奴人还剩下四十万骑不到 霍区并道 半个月来 霍区并这支部队 共歼灭了近十万匈奴铁骑 霍将军 周瑜 蒙田二人有什么想法 胡亥道 陛下 二位将军要率兵马渡过黄河 想要与匈奴人决战 彻底解决问题 霍区并道 决战 妈蛋 六万对抗四十万 压力山大 决战地方确定了吗 胡亥道 与匈奴人也战 秦军绝对会选择决战地 不可能随意安排 毕竟兵力上太悬殊了 只有利用好地形 地貌 才有可能歼灭匈奴铁骑 已经选择好了 在断崖那个地方 一面靠黄河 左侧有一座大山 只要阻击西 北二个方向 不过 他们要求我们 拖住匈奴人三天时间 让他们安排一下 霍区并道 铺开地图 胡亥听着霍区并的解说 心中微微一愣 被水一战 霍将军 马上让人通知周瑜 蒙田二位将军 朕同意他们的计划 不过 一定要让士兵多挖陷马坑 陷马坑不要挖太大 只要比马蹄稍大一号即可 胡亥道 霍区并心里迷惑不解 陛下 陷马坑不是都挖得挺大的 为什么不让士兵 把坑挖大一点呢 霍区并问道 霍将军 陷马坑再大 也只能针对一匹马 坑大有什么作用 目的是陷马腿 让马倒下 坑的大小影响不大 关键是 士兵挖坑时省力 只需要稍加处理 就能隐藏起来 匈奴人肯定不容易发现 会给匈奴人一个大惊喜 胡亥道 遵命 霍区并道 胡亥沉醉在石海中 查看属性情况 有什么变化 哦 修为有了进步 从原来一阶战宗镜 晋升到了二阶战宗镜 提升了一个境界 太难了 进入战宗镜 想要让修为晋升 需要上百万点经验值 实在太多了 胡亥摇头苦笑 系统 貌似晋升战宗镜 跨越一个大境界 系统有奖励吧 作主 早准备好在你释放空间 自己查去 一 释放空间中有一本书籍 杨家枪法 手指轻点 碰 一团光芒散开 进入石海中 各种枪法招式 在脑海中不断的示范 演练 片刻时间 胡亥学会了杨家枪法 像是训练了数十年似的 还有一份技术资料 也练钢铁的技术 工艺 胡亥拿出来查看一下 太复杂了 还是留给黄月英吧 专业的东西 交给专业人员负责 胡亥向轻卫要了一支枪 拿起来开始舞动 杨家枪法一招一试耍出来 灵力 真的很厉害 演练了一柱香时间 胡亥才把休 陛下 我们要出发了 孙上香道 走吧 胡亥道 跳上战马 跟随着霍聚病 带着五千铁骑 朝着匈奴铁骑驻扎地奔赴而去 轰隆隆 眼看要杀到匈奴铁骑驻扎地 擎骑加速 朝着匈奴营地扑上去 经过十多天的骚扰 匈奴人也学聪明了 不再受擎军影响 只派出部分铁骑警惕 其他人安心休息 针对这个情况 获去病兵团 肯定不能按计划行事 必须要做出改变 秦军不再骚扰 直接扑上去 先杀一阵再逃走 迎战木兰被挑开 秦棋往营地杀进去 胡亥左手握着轩辕剑 右手持长枪 拼命往匈奴人身体上招呼 有准备的匈奴人不多 只有数千人 其他人还在睡梦中 扑 轩辕剑斩下一名匈奴人脑袋 长枪刺出去 洞穿匈奴人咽喉 尸体缓缓倒下 孙上香 黄中二人 带着旗下卫队 不断射出一支支援器剑 朝着匈奴人身体上扎进去 片刻时间 匈奴人帐篷点燃了数十个 在夜风吹佛下 火势越烧越旺 啊 匈奴人叫喊声响起 像无头苍蝇似的 到处乱窜 秦军可不理会 紧紧跟着获去病 以一种秋风扫落叶之势 一路横扫 碾压 匈奴人被打得措手不及 死伤惨重 不过呢 很快越来越多的匈奴铁骑聚集起来 朝着秦军缓缓压上来 或许病一看这个架势 马上带着秦棋闪人 杀出一条血路 朝营地外撞出去 等匈奴铁骑杀来时 秦棋已经闪人走了 气啊 匈奴人气得全身颤抖 马上叫让地追杀 一定要把秦人斩杀于尽 轰隆隆 黄中 孙上香二人卫队留在后面 用弓箭阻击匈奴人 让秦军能顺利逃走 搜搜搜 对付骑兵最好的武器是弓箭 遮天蔽瑞的剑雨覆盖下 不仅会让骑兵损失惨重 有效阻截敌人前进步伐 黄中 孙上香二人交替后撤 相互掩护 无端对追杀来的匈奴铁骑 给予射杀 扑扑扑 一轮剑雨落下 令匈奴铁骑倒下一片 搜搜搜 孙将军 我们该撤退吧 黄中道 好的 孙上香道 刷 孙上香带着红粉兵团 一溜烟闪了 黄中也不落后 带着旗下卫队迅速闪人 匈奴人吃了大亏 肯定不会罢休 十多万匈奴铁骑 朝着秦军逃走方向追杀 一路上拼命拍马屁股 希望能追上 遗憾的是 匈奴人追出数十里地 依然只能看到秦军影子 灰尘 其他一无所获 获取兵兵团 现在最不缺战马 轮换着旗 匈奴人那里能追赶上 匈奴人追杀了数个时辰 看到无法追上 只好调转马头 可是呢 秦军会让匈奴人安心撤退吗 轰隆隆 看到匈奴人不追了 获取兵马上安排数百旗 朝着匈奴人反杀过去 搞得匈奴人彻底疯了 明知是秦人的阴谋诡计 可是心中不甘 慢慢陷入秦军圈套 第157章 与匈奴决战前夕 断崖 周虞 蒙田二位将军 选择与匈奴铁骑的决战地 准备在这里彻底解决问题 二天后 获取兵旗下三千大汉铁骑 黄忠 孙上香二人卫队 两千骑归队 见过陛下 周虞 蒙田二人行礼道 好了 不用客气 进大帐中再说吧 胡亥道 遵旨 进入大帐中坐下 轻卫送上茶水 恭敬 蒙将军 准备的如何了 胡亥道 陛下 我们不仅挖掘了大量线马坑 还准备了好多具鹿角 战阵基本定下来 周虞道 恭敬 蒙将军 匈奴人有近四十万铁骑 他们旗下会有很多万副长 千副长之类的超级高手 搞不好匈奴人会与我们来诺战 这方面也要准备下 胡亥道 陛下 我军有好多能打的将军 像黄将军 霍将军 孙将军 还有本人与蒙将军 也都能出战 诺战不会有问题 只要开始时 杀几名匈奴人万副长 会让他们惧怕 周虞道 胡亥点点头 不过呢 也没好的办法 毕竟旗下将军少了点 只能到时候再决定 陛下 微臣觉得 这样大的战役 绝对不会短时间内结束 应该会有一个过程 我们必须做好 与匈奴人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 别想着很快决出胜负 蒙田道 胡亥点点头 温和 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胡亥道 决战的是微臣不懂 由周将军 蒙将军二人做主吧 不过 微臣刚刚收到中原消息 贾许道 哦 温和 中原难道发生什么情况了 胡亥道 陛下 确实发生了些事 咸阳城中 突然出现数千名黑衣人 想一举拿下咸阳 让我们有加不能回 不过 在武丞相 上官左相 黄月英 扁鹊等人的安排下 数千名黑衣人 全部遭到镇压 不是被击杀 就是投降 锦衣卫连夜审讯 对一些据点 也第一时间围剿 抓捕 彻底扫清了赵高身后的暗中势力 贾许道 胡亥点点头 以为朕旗下文臣 是手无寸铁之力啊 真是无知 愚蠢 还有吗 胡亥道 还有就是 机关阻击站 韩城率五万兵马进攻 在敌人节指挥下 顶住韩城进攻 高顺将军围剿进阳城 卫报在不得已情况下 开城门投降 此时 卫报一家正在往咸阳赶 胡关阻击站 出乎意料的是刘邦 带着七万大军杀向胡关 我们守成将领失误 差点射胡关 幸好高顺将军增援及时 一举消灭了张尔旗下七万兵马 损失巨大 不知道刘邦怎么向张尔交代 贾许道 温和 等一下 什么时候刘邦又跑到张尔旗下了 还出任主将 刘邦不是待在储君中吗 胡亥道 陛下 项羽带着储君向鲁山进发 半路上刘邦带着数千兵马逃走了 又打着项羽名誉 一路上在地方上敲诈勒索粮草 钱财有了钱粮 刘邦又开始大量招兵买马 到了张尔那里 一番忽悠下来 张尔觉得刘邦是个人才 就留下来了 贾许道 呀的 刘邦真是不安分啊 温和 范增没监视刘邦 怎么会给刘邦机会逃走呢 胡亥迷惑不解道 陛下 范增一直派人监视刘邦一举一动 只是行军途中稍微放松了警惕 才让刘邦钻到空子 贾许道 胡亥苦笑着摇摇头 太能折腾了 温和 继续说 胡亥道 陛下 韩信大帅带着兵马 协助高顺将军收复兵州 又从燕门关出兵 朝着戴郡 白灯一带出击 一路上横推 镇压了好多匈奴人部落 歼灭匈奴人大量有生力量 也解救出数千名中原百姓 现在 呆在白灯一带 向四周出击 贾许道 哦 代句 白灯 白灯那个地方名声很大 另一个卫面 貌似刘邦取得天下 一下子雄心勃勃 带着数十万大军追杀匈奴人 却不知中了莫毒毒计 刘邦被匈奴围困在白灯那个地方 眼看要成为匈奴人的阶下囚 幸好有陈平那个牛人陷阱 让刘邦派人行贿 莫毒的老婆阎之 阎氏是匈奴汉王的老婆 与中原的皇后一个等级 陈平根据阎氏贪财的特点 从而阎氏在莫毒枕头边吹风 说什么不能杀刘邦 要让中原不停地上贡给汉王 可以狠狠宰中原皇帝 杀了什么也落不到 不划算的 莫毒思考后 觉得可行 敲诈了刘邦大量钱财 美女物资 刘邦才获释 白灯战役对刘邦打击非常大 得刘邦心灵上留下阴影 一提起匈奴 刘邦会小腿颤抖 以至于汉王朝建国初期 根本不敢抵抗匈奴铁骑 南下入侵中原 有人报告 刘邦视若无睹 毫不理会 有大臣建议反抗 会受到刘邦砍头下场 为了建议刘邦迎战匈奴人 刘邦不知砍了多少大臣的脑袋 那些大臣死的冤枉 死的比斗鹅还冤 为了获得和平 每年大汉王朝向末独上供 大量金银财宝 美女物资 差不多成了国策 胡亥点点头 韩信 这次干得不错 对外衣蛮族 就是要以牙还牙 想什么仁慈 那是对牛弹琴 只有把野蛮民族打怕 杀怕 才会像狗一样 乖乖跪下臣服 胡亥道 文和 你继续 胡亥道 陛下 项羽带着十万储君 进攻鲁山城 一上来 储君就要求与我军诺战 贾许道 哦 文和 穆将军 吕将军二人 不会傻巴拉基同意诺战吧 那明显是储君的阴谋 想把我军吸引出城 好在野外与我军打野战 那样才有胜算 胡亥道 陛下 那个 穆贵英将军 确实同意了储君诺战的请求 毕竟 被储君挑衅上门来 不出战士兵会 遗落千丈 不得已派出 吕林启将军 出城诺战 啊 胡亥惊呼一声 陛下 放心吧 吕将军没事 还得下大功 贾许道 哦 立功 不可能吧 储君中战将如云 猛事如雨 随便派几人出战 穆贵英 吕林启二人 就抵挡不住 陛下 吕将军出战 重伤相装 活着彭月 张涵二人 储君发动攻势时 城墙下 城墙上的擒弩阻击储君 储君丢下两万具尸体 最后承受不住损失撤退 贾许道 什么 活着了彭月 张涵二人 开什么玩笑 彭月是汉初三名将之一 语音部是一个档次的牛人 张涵是秦帝国最后一名牛逼的将军 也是一位非常能打的将军 听说是黑兵台负责人 不知道是真是假 文和 这二人非常重要 告诉穆贵英 派人把二人押戒回咸阳城 朕要亲自过问 胡亥道 遵旨 贾许道 第158章 战前放松 看到在座的将军 胡亥也是一阵欣慰 有这群将军 不愁打不过匈牧人 蒙将军 那个老太尉在何处 明天要决战 要不叫过来 大家一起好好喝一顿 胡亥道 蒙田也发现问题 貌似皇帝对魏辽不是很感兴趣 只是表面上客气 事实上重要的是 基本不叫魏辽参加 什么原因 蒙田不清楚 也不方便询问 陛下 老太尉待在自己帐篷内 要不卑职派人去请 蒙田道 叫吧 虽然朕不知道 老太尉抱着什么目的不清楚 不过 既然到了前线 还是应该齐心协力 胡亥道 遵旨 蒙田道 经过这段时间 蒙田 蒙一二兄弟 对胡亥忠诚度 相对高了不少 超过了80% 一旦超过80%以上 基本不会反叛 除非秦帝国灭亡 才会向敌人投降 问题是 秦帝国会亡国吗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胡亥举出一瓶瓶上好的茅台 红酒出来又拿出一些玻璃杯 放在桌子上 卫兵烤好羊肉 一块块地端上来 好了 镇敬诸位爱卿一杯 谢谢诸位为帝国付出的努力 保障了中原百姓不受伤害 胡亥道 一 周瑜 蒙田二位将军 没有喝白酒 只喝了少量红酒 胡亥不介意 毕竟 二人要负责战士 要是权和高了 匈奴偷袭如何应对 谁来指挥作战 那种事不要以为不会 战争什么情况都会发生 谁也意料不到 战争的不确定性 有时候屁大点事 也会引起战争 恭敬 士兵士气 精神面貌如何 胡亥道 陛下放心吧 我们与士兵说 陛下与他们一起在战斗 最终胜利是我们的 士兵听说 陛下在此地 兴奋无比 士气 战役 信心全都爆棚 周瑜道 陛下 说实话 像陛下这种亲自参战 在秦帝国历代国王中 的确少见 不过 微臣还是建议 这样的事 陛下以后少参与 我们作为将军 压力山大 蒙田道 哈哈 蒙将军 不用紧张 朕的命是命 难道士兵的生命 就不值钱吗 在生与死的问题上 朕与诸位一样 与普通士兵一样 不存在什么高低贵贱之分 是一样的 胡亥道 陛下 可是一旦出什么事 会引起帝国动荡 这个压力卑职 不得不考虑 蒙田道 蒙将军 朕也是有修为的 不会拖后腿 也可以上阵杀敌 这段时间 跟在霍将军身边 也杀过很多匈奴人 胡亥道 酒宴结束 已经很晚了 胡亥走进大帐中 不大一会儿 鱼姬跑进来了 鱼姬 怎么不休息 明天要激战 要养好精神 让身体彻底放松 胡亥道 陛下 臣妾就是想放松 特意跑来让陛下恩宠一番 话还没说完 鱼姬翘脸 修得像个大苹果似的 让胡亥越看越美 越看越有味道 鱼姬 明天要注意安全 要不不出战了 安心待在朕身边 不会有危险 胡亥道 陛下 臣妾要出战 再杀些匈奴人 臣妾也会晋升战踪敬了 鱼姬道 哦 巅峰战王敬 呀的 厉害啊 不愧为是绝阴体 修炼速度令人震惊 对了 鱼姬 要不挣花钱 把你转化为神将 那样修炼速度 应该会更快 胡亥道 陛下 什么意思啊 臣妾听不太懂 鱼姬道 向孙上香 黄忠 周瑜 霍去病 穆桂英 吕灵起 五妹娘 上官瓦 贾许等人 就是朕旗下最信任的嫡系 他们都是 朕身边的神将 明臣 要是你愿意的话 朕也可以把你转化为神将 不过 对朕的忠诚度 必须是百分之一百 才能转化 否则 无法转化为神将 明臣 朕看了下 你对朕早就是百分之一百了 胡亥与鱼姬发生关系后 对胡亥忠诚度 就已经是死忠了 陛下 除了这个条件 还有其他条件吗 鱼姬道 有啊 必须看潜力值 不过 你的潜力值是五星级 一般达到四星级就可以了 胡亥道 臣妾一切听朕安排 鱼姬道 用国运值转化为神将 明臣 在系统晋升到三级时 就有了这个功能 不过呢 貌似胡亥属下 除了鱼姬外 其他人的忠诚度 都没到达百分之一百死忠等级 不论是萧和 利益姬 还是韩信 周伯 对胡亥忠诚度 都没达到死忠等级 武将好一点 蒙田 蒙义 韩信 周伯的忠诚度 基本都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 文臣就弱了 委任萧和为右相 其忠诚度只有区区百分之三十 其他的遗迹 许旺 吕太公等人 也不算高 都没超过百分之五十 不过呢 胡亥不介意 只要死死抓住兵权 其他根本不用多管 枪杆子里出政权 那可是另一个 未免先祖领袖说的话 绝对不会假 胡亥花费十万点国运值 把鱼姬转化为神将 嗡 一下子 胡亥感觉出鱼姬的情况 莫名其妙中有一丝丝联系 不可能让人打断 陛下 臣妾觉得头脑清晰了许多 不会是朕把臣妾转化为神将了吧 鱼姬欣喜道 哦 还有这个功能 出乎意料 咱们再试一下双修 看下效果是否比原来好 胡亥道 嗯 胡亥与五妹娘 上官瓦 穆桂英三人双修 看不出效果 毕竟 他们三人修为封印 只能看鱼姬的效果 天亮了 陛下 臣妾晋升了 从原来巅峰战王境 一下子晋升为一阶战宗境 鱼姬道 哦 妈蛋 效果那么好 意想不到啊 鱼姬 恭喜你修为尽升 胡亥道 看到鱼姬翘脸上涌现出鱼韵 让胡亥一阵星渊一马 想再来一组呢 不过 胡亥强压下心中欲望 胡亥喜述结束 走出大仗 看到秦冰正在吃早餐 士气很高 陛下 根据侦查 发现匈奴铁骑全部聚集在这里 目的想一举消灭我军 周瑜道 呵呵 我们与匈奴人一个目的 他们想要一举消灭咱们 咱们也想一举解决问题 不要有什么负担 安心只会作战 就算此战失败了 也没啥大不了的关系 胡亥道 遵旨 周瑜道 第159章 获区并连斩匈奴万副长 秦军排着整齐有序的战阵 严阵以待 轰隆隆 匈奴铁骑杀来了 双方相距数千米 二军对峙起来 呀的 胡亥抬头看向西 北二个方向 密密麻麻的匈奴铁骑 像蚂蚁似的 太多了 非常震撼 比什么电视 电影上画面更令人震撼心灵 杀意凛然 匈奴铁骑有近四十万骑 从二个方向扑来 那阵势很吓人 万马奔腾 相对来说 秦军显得太弱小 区区六万余人 秦骑只有三万五千几 其余是步兵 不过呢 秦军士气高昂 精神抖擞 战意滔天 站在原地像磕树似的 最外围阵地 是盾牌兵 长枪兵 组成一个个战阵 后面是秦弩 两千张秦弩 对着匈奴铁骑 秦骑排在二侧 胡亥感慨万端 要是有上千中棋 这一仗就好打了 遗憾是时间来不及 一下子 无法装备重装骑兵 秦军有一只重装骑兵 不过由韩信统帅 匈奴人 伯头万夫长 貌似秦仁的皇帝在啊 只要活捉秦仁皇帝 可以好好敲诈一番 一名部落首领道 伯头也看到了胡亥皇旗 哈哈 伯头大声狂笑起来 秦仁皇帝在此 正好咱们活捉 将他交给汉王处置 一定很解恨 伯头狂傲道 伯头万夫长 我们伟大的匈奴 有的是勇士 要不先与秦军诺战 先斩杀几人 一名万夫长建议道 好 派个士兵去叫阵 看下秦军是否有胆量出战 伯头道 遵命 传令兵道 下一刻 一名匈奴小兵举着白旗 骑着马 朝着秦军战争前缓缓过来 秦仁听好了 我们伟大的匈奴勇士 向你们秦仁诺战 是否有胆量应战 匈奴小兵叫道 匈奴人听好了 你们想要诺战 单挑 我们秦军接了 希望你们遵守诺战规矩 周瑜道 匈奴人小兵得到秦军回话 调转马头 举着白旗跑回匈奴铁骑战阵 伯头万夫长 守战一定要给秦军一个下马威 派出最强勇士出战 提升下士气 一名部落首领建议道 伯头万夫长点点头 刷 一名真正匈奴人万夫长 拍马冲出旗阵 杀向二军中间位置 秦军出来受死 万夫长狂傲叫嚷道 胡亥查看一下 对方万夫长是巅峰战皇境 很强大 好多将军看向胡亥 纷纷要求出战 恭敬 让霍区病将军出战 胡亥建议道 遵旨 周瑜道 驾 得到命令 霍区病拍马杀出秦镇 朝着匈奴万夫长扑上去 霍区病也不多说废话 直接开打 匈奴万夫长 心中微微一愣 不合规矩 不是要先报名吗 怎么一上来就开打 一点规矩不懂 匈奴万夫长 狠狠鄙视霍区病 霍区病扑向匈奴人 手中长枪凶残的刺出 朝着对方胸口杀上去 太快了 长枪撕裂虚空 空气瞬间扭曲起来 进风扑面而来 瞎得匈奴人 连忙举起手中弯刀迎上去 吭呛 弯刀与长枪碰撞 散发出金属撞击声 响彻云霄 离得老远 仍然把双方士兵震得不轻 好多士兵脑海中一片空白 产生短暂失明 霍区病使出七成力量 与对方打了个旗鼓相当 势均力敌 不分上下 二匹战马错身过 双方轻拍战马 朝着对方又扑上去 砰砰砰 二匹战马接触瞬间 二人出手数招 与对方兵器撞击 匈奴人没什么战绩 完全是一种杀戮中总结的战绩 很适用 也很强悍 眨眼间 二人斗了十多个回合 依然战成平手 摸清楚了匈奴万夫长的路数 霍区病开始发力 力量释放 一下子打出九成 相撞时 霍区病长枪甩出数个枪影 让匈奴人分不出真伪 不好抵挡 就在匈奴万夫长 微微一愣的时刻 霍区病长枪命中对方胸口 直接贯传 一个血洞出现 生命气息快速流失 匈奴人想要说句话 遗憾的是再也说不出来 眼睛睁得铜锣大 尸体跌下马背 死了 死不瞑目 霍区病把对方战马牵走 这是一匹千里马 性能很牛逼 虽然赶不上自己做骑 可是在秦军中也算好马 霍将军威武 霍将军万胜 帝国万岁 秦帝国万胜 秦帝国威武 秦军士兵欢呼雀跃 手举起兵器 大声叫喊起来 声浪一波高过一波 士气爆棚 战意滔天 太给力了 匈奴铁骑呢 哑雀无声 哑口无言 原本高傲的头颅低下来 一点声音不发出来 士气一落千丈 驾 一名匈奴万副长提着狼牙棒 拍马朝着霍区病杀出来 正牵战马 准备闪人的霍区病 看到又杀出一名匈奴人 迅速放下战马 持枪朝着对方扑上去 匈奴人举着狼牙棒 气势汹汹 朝着霍区病 劈头盖脸砸下来 气势足 很强悍 霍区病也不敢大意 一枪甩出 迎着对方狼牙棒刺出去 吭枪 霍区病手臂酥麻 差点把长枪丢掉 压的 匈奴人力量太恐怖了 不过 霍区病挡下一棒 令匈奴万副长也非常惊讶 别人不知道情况 他可明白力量有多大 二匹战马错山过 内攻运转 酸麻的手臂瞬间消失 驾 霍区病拍马朝对方冲过去 刷 无数个枪影出现 匈奴人难分真伪 只好把狼牙棒捂成一团 砰砰砰 破 匈奴人挡下好多枪影 还是有一个枪影漏网 被一枪刺在对方左肋上 不过呢 动不深 只能算是轻伤 不影响接下来的战斗 霍区病不与对方硬碰硬 采取技巧战术 不断刺出枪影 朝着对方身体重要部位 匈奴人很郁闷 不挡的话 一旦命中 会受到重创 甚至挂掉 抵挡的话摆密一输 总会有漏网之余 破 匈奴人身上又一个血洞出现 依然是轻伤 不能致命 霍区病打得非常有耐心 不慌不忙 能刺伤对方不会放过 就算没效果 也不着急 匈奴人可不这样 身体上不断出现一个个小小血洞 一旦多的话 身体上的血会流光 到时候身体发虚 只能是带宰的羔羊 接下来 匈奴人全力以赴 全力出击 想要把霍区病砸成肉泥 不过 愿望没好 五十多个回合过去了 霍区病也加大的手伤力度 力量释放九成以上 与匈奴人激战在一起 好机会 匈奴人忙中出错 一个漏洞出现 刷 霍区病绝对不会放过那么好的机会 手中长枪快如闪电 一枪刺出 朝着对方夜窝处狠狠扎进去 枪尖直接扎在心脏上 噗 一道鲜血镖射出来 喷得霍区病一头一脸的 匈奴人尸体跌下马背 挂掉了 第160章 右斩匈奴勇士三名 霍将军万胜 秦帝国万岁 霍将军威武 秦帝国威武 帝国万胜 沸腾了 秦军士兵士气爆棚 高呼万岁 声波一浪接一浪传播出去 震耳欲聋 连续斩杀二名匈奴万副长 令秦兵兴奋无比 匈奴人呢 心中气愤啊 没办法 是自己主动挑衅秦人 搏头万副长 必须派出能叠压秦人的勇士 不能再输了 再输士气无法提升 一名匈奴部落首领道 呀的 搏头狠狠瞪了一眼的部落首领 这不是废话吗 以为本万副长愿意输啊 搏头万副长 让我们国内的勇士出战吧 一名西域国王道 好吧 搏头道 驾 一名伪匈奴勇士拍马杀出齐阵 朝着霍聚病扑过去 本来霍聚病要回秦镇 毕竟连续剩了二名匈奴万副长 要留下点人给其他将军杀 不能自己一人全杀了吧 不过呢 看到匈奴人阵中又冲出一名勇士 霍聚病也走不了 除非拿下对方 又是一个使用狼牙棒的匈奴人 一般使用狼牙棒的人 在力量上绝对强悍 霍聚病抬头一看 妈大 那么高啊 差不多有二米身高 撞得像头牛似的 咦 那匹战马不错 绝对比千里马强 应该是汉邪宝马吧 驾 霍聚病倾家战马 朝着伪匈奴人迎上去 出手就是火力全开 十多个枪营涌现出来 纷纷朝着对方扑杀上去 伪匈奴人确实力量强悍 把狼牙棒捂成一团 把十多个枪营全部击散 战马错身而过 呀的 霍聚病感觉手臂苏麻 连忙运转攻法 消除苏麻胆 驾 调转马头 二人再次迎着对方冲杀出来 吭枪 金属撞击声响彻云霄 把周围士兵震得吐血 太强悍了 霍聚病石成力量释放 长枪颤抖不已 无数枪营杀向匈奴人 尽管匈奴人挡下了霍聚病 很多枪营 不过 百密一书 总有漏网之余 破 生死危急时刻 匈奴人强行扭动身体 让枪尖刺在左手臂上 留下一个血洞 一道鲜血滑向空中 再来 看到匈奴人受伤 霍聚病加强进攻 力量得到释放 战力飙升 瞬间开启血战 血战一开启 战斗力会飙升20%以上 胡亥迅速查看一下匈奴勇士 呀的 中阶战尊敬 难怪霍聚病开启血战 原来是对方太生猛了 不过呢 霍聚病开启血战 能挑战巅峰战尊敬 一个中阶战尊敬 应该不会有问题 上香 准备好 一旦霍聚病将军有危险 马上出手救人 不要犹豫 胡亥道 啊 陛下 霍聚病将军 看上去战幽暗 怎么会有危险 有危险的是匈奴人 孙上香道 朕知道 可是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懂了吗 胡亥道 哦 知道了 陛下 霍聚病将军 开启了血战模式 不会有危险 匈奴人对抗不了 黄忠道 战场中 双方击战一百多个回合 表面看 依然是势均力敌 不分高下 可是呢 真实情况 只有交战双方心中明白 越战匈奴勇士 心中越震撼 这个情人太恐怖 看上去修为不及自己 可是 战力却惊天 刷 霍聚病打出二十多道枪影出现 让匈奴勇士应付起来 更加困难 噗 匈奴勇士身上又挂彩 此时 匈奴勇士身上 出现好多条伤口 已经成了血人一个 再来 刷 又是二十多个枪影出现 战马方面 霍聚病战极大优势 毕竟拥有马中三宝 能让骑士充分发挥战力 伪匈奴勇士战马是光板 坐在马背上 不能全力发挥战力 加上霍聚病血战 十多个回合 匈奴勇士心中有了退走的想法 可是霍聚病答应吗 驾 霍聚病拍马追杀过去 匈奴勇士不敢再战 拍马想要逃走 一跃而起 霍聚病坐骑腾空而起 朝着匈奴勇士扑杀过去 刷 手中长枪打出二十多个枪影 凶残朝着匈奴人后背 狠狠扎过去 扑 一枪贯穿匈奴勇士后背 命中心脏 扑 鲜血喷射出来 滑向空中 成抛物线缓缓缓落下 死了 尸体跌下马背 霍聚病拍马上去 追上匈奴勇士战马 牵在手中 朝着秦军战阵返回 万圣 秦军万岁 霍将军万岁 欢呼声响起 秦军兴奋无比 不过呢 匈奴骑阵中 冲出二匹战马 一起朝着霍区病扑杀过来 蒙将军指挥作战 本帅与皇忠将军 去救霍区病将军 周瑜道 遵命 蒙田道 刷刷 二匹战马冲出秦阵 朝着匈奴人迎上去 霍将军赶快回阵 战场上交给本帅 与皇忠将军对付 周瑜道 周帅 末将还能站 霍区病道 好了 服从命令 周瑜道 霍区病 只好乖乖牵着几匹战马 返回秦阵中 再说皇忠 提着金刀 朝着扑出来的那名匈奴勇士 杀上去 立披化衫 刀器释放 淡淡的刀芒 朝着匈奴勇士砍过去 匈奴勇士也举起弯刀 迎着皇忠金刀挥出一刀 咔嚓 弯刀碎掉 化成碎片 眼看金刀要划过脖子 生死攸关时刻 匈奴勇士跳下马背 一个懒驴打滚躲过一劫 驾 皇忠倾家战马 朝着倒地的匈奴勇士踩上去 懒驴打滚 匈奴勇士继续在地上打滚 勉强躲过皇忠击杀 刷 势在必得的一刀挥出 扑 一颗脑袋飞上空中 死了 皇忠斩杀匈奴勇士 停下来 看着周瑜与匈奴勇士激战 一身白袍白甲 看上去更潇洒 更英俊 标准的小白脸 要是让后世女孩看到 会迷倒一片 不过呢 周瑜是神将 是传奇级别神将 一身修为 同样达到巅峰战皇境 有越级挑战能力 面对中阶战皇境的匈奴勇士 一点压力没有 刷 一枪刺出 朝着匈奴勇士咽喉而去 然而中途突然变招 枪奸方向微微抬 破 对方额头上 一个血洞出现 十个回合不到 又一名匈奴勇士挂掉 周瑜朝皇中点点头 牵着二匹战马 走回秦镇 毕竟 周瑜是指挥官 怎么能乱来 战场上 匈奴人听好了 想诺战的话出来受死 可是你们要遵守诺战规矩 不得再犯规 皇中怒吼道 第161章 匈奴铁骑出动了 皇中怒吼 令匈奴人羞愧无比 毕竟 要诺战 也是匈奴人挑起来的 违抗末战规矩 又是匈奴人 能说什么呢 脖头万夫掌 这名秦人很嚣张 让末将去斩下他头颅 一名万夫掌叫嚷道 去吧 要小心点 秦人不容易对付 打不过马上逃跑 不要硬撑着 脖头道 遵命 匈奴万夫常道 此时秦兵呢 依然激动万分 不断放声高呼 秦军万胜 帝国万岁 皇中将军威武 士气炸了 秦兵声浪一波波扩散开 战役滔天 滚滚而出 聚集在一起 直冲云霄 太给力了 这就是诺战的威力 只要剩了 会让士气瞬间爆棚 精神百倍 战力飙升 驾 匈奴勇士又杀出来 皇中也不耸 拍马迎着对方扑过去 刷 一刀划过 空间扭曲 超越时空 咔嚓 咔嚓 虚空中撕裂空气 发出一声声音爆 匈奴勇士也劈出一刀 弯刀与金刀相撞击 吭枪 二匹马错刷过 匈奴勇士手臂发麻 颤抖不已 皇中屁事没有 依然精神抖擞 驾 皇中主动拍马杀过去 刀一释放 一下子令金刀威力生猛 大有能劈碎一座山的架势 太强悍了 碰 一声巨响 声音远远传播出去 气暴肆意 笼罩二人身影 匈奴勇士差点丢掉手中弯刀 实在太强悍了 驾 皇中不理会 继续拍战马杀上去 刷 一刀砍出 石成力量释放 刀一绽放 足足有一尺多长 朝着匈奴勇士闪电杀上去 咔嚓 弯刀碎掉 金刀依然朝着对方胸口砍下来 生死时刻 匈奴勇士避开胸口 破 一条手臂落下 匈奴勇士吓得心惊胆战 连忙拍马朝齐阵逃走 哼 皇中一声冷哼 现在逃走 不觉得晚了点吗 取出落日弓 张弓搭剑 瞄准 锁定 射击 搜 快如闪电 眼睛瞪不上 速度已经超过意识 匈奴勇士无法躲避 只能眼睁睁看着元气剑射杀 破 后脑壳上出现一个血洞 目瞪口呆 眼睛睁得大大的 碰 尸体缓缓跌下马背 死得不能再死了 哼 皇将军威武 皇将军万圣 秦军万岁 秦冰响声如雷 手中兵器举起来 不断的嘶吼 匈奴人听好了 还有人敢出战吗 皇中大声叫喊道 匈奴人呢 一个不敢出声 只好装怂 但不过呀 只能认怂 得不偿失啊 诺战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应该直接出兵杀上去 搞什么诺战 这下好 士气一落千丈 脖头心中郁闷 脖头万副长 咱们决战吧 不要再与秦人玩单挑了 再挑下去 士气全美了 一名西域国王道 好吧 由你国出兵五千起 试攻击一下 先看一下 秦人有什么准备 脖头道 那名出声相劝的 国王心中那个气啊 鸭的 老子嘴巴碎 谁让你乱说话 这下好了 连累自己旗下 铁骑去送命 可是呢 胆反抗吗 憋气啊 无可奈何之下 只好派出五千铁骑出战 否则会受到匈奴人打压 轰隆隆 匈奴人动了 汉声 回来 胡亥大声叫喊道 黄中看到匈奴铁骑出动 马上朝秦阵中跑回来 秦奴听好了 动用二百张老式秦奴阻击 匈奴铁骑 外围盾排兵 长枪兵下蹲 等候命令 周瑜下令道 遵命 传令兵道 下一步 传令兵向祈语兵传达命令 祈语兵打出祈语 二百张老秦奴等待激发命令 攻警 前方通道上是否撒了三角钉 那可是对付战马的必杀神器 胡亥道 陛下 放心吧 两个方向上全撒上了很多三角钉 等匈奴铁骑杀上来 让他们好好喝一壶 周瑜道 八百步 六百步 五百步 擒弩 三段式射击 周瑜下令道 骑与兵迅速打出激发命令 嗖嗖嗖 数十只弩剑飞出 朝着奔驰而来的匈奴铁骑营上去 太快了 未等匈奴铁骑反应过来 粗壮的弩剑已经杀到面前 噗噗噗 奔跑中的匈奴铁骑一下子倒下二十多骑 可是呢 这才是首波剑雨 随后源源不断的弩剑雨射出 覆盖了整个天空 弩剑确实没射死多少 可是 看上去凶残 只要中剑 身体上会留下拳头大小 一个血洞 太恐怖了 突然 一匹匹匈奴铁骑倒下 被后面铜袍踩成肉泥 那个惨烈的壮 令人寒碜 陛下 那个三角定起作用了 只是匈奴铁骑来的太少了 要是再来多点 效果会更好 周瑜道 胡亥微笑着点点头 战场中一匹匹战马倒下 很多匈奴人被掀下马背 又遭到后面战马剑踩 好多匈奴人不是死在秦军手中 是被自己铜袍活活踩死 踩成肉泥 啊 惨叫声响起 无人战马四处乱窜 乱撞 一下子 把匈奴铁骑战阵撞得支离破碎 很多匈奴铁骑撞在一起 像玩碰碰车似的 啊 我的屁股 跌下马背 一屁股坐在地下 遭到三角定扎进屁股上 痛得叫喊起来 大部分匈奴人 直接被战马踩成肉泥 擎弩呢 一轮接一轮射出 弩剑不多 毕竟 只有二百张老式擎弩分 三段式开火 老擎弩一次性 只能射出一只弩剑 威力虽然生猛 可是数量太少了 行不成规模效率 不过呢 那是周瑜特意隐瞒火力 不能让匈奴人 一下子发现 秦军火力生猛 敌人要慢慢杀 啊 工兵 准备三段式射击 周瑜及时下达命令 毕竟 秦弩是老式 剑语不够稠密 还是有好多匈奴铁 骑杀倒盾排兵面前 搜搜搜 一万工兵 分成三组 开始对杀来的匈奴铁 骑射出利剑 扑扑扑 一鸣鸣奔驰中的匈奴铁 骑中剑倒下 不过呢 就算工兵不射击 匈奴铁骑想要杀到秦镇面前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要知道 秦镇前方有好多三角兵 那是专门对付骑兵的利器 擒弩 工兵不停朝着匈奴铁骑射击 另一名名骑士倒在血泊中 有的暂时没死 可是 随着时间延长 会被铜袍战马踩踏 成为一滩肉泥 嗖嗖嗖 一波接一波剑语 一轮接一轮弩剑 朝着匈奴铁骑飞奔而去 战场上 一个个人行葫芦行程 惨啊 惨不忍睹 匈奴人出动五千铁骑 未杀到秦军战争面前 就已经挂掉三千多骑 剩下不到两千铁骑 调转马头逃回去 可是呢 依然要面临秦母 工兵的射杀 等逃回匈奴骑阵中时 只剩下不到一千骑 那名西域国王泪流满面 心痛不已 亏大了 胡乱说了几句话 损兵折降四千多骑 这找谁去诉苦啊 心中郁闷不已 第162章 匈奴人加强攻势 呀的 远离搏头 就是远离死亡 远离损兵折降 这是那名西域国王内心中的想法 跟在搏头身边 什么时候又让出兵了 人家是正宗的匈奴人 西域诸国 部落 谁敢违抗 那不是自寻死吗 诸位国王 部落首领 本帅查看了下 发现秦军阻击线不是很强 只要多来几轮 一定能杀到秦军战争前 彻底摧毁一举杀入秦阵中 搏头道 可是呢 没人肯生啊 搏头见大家都不出声 心中也清楚 这些国王 部落首领 全是滑头 不会轻易出兵 大家好好想一下 只要打败秦军 活着秦人皇帝 咱们到时候 想要什么没有 到时候 按出力多少来分配战利品 大家必须共同出力 不要错过机会 搏头蛊惑道 搏头万夫长 五千铁骑出击 连秦军战争面前都没杀到 一下子损失四千多人 只回来一千起不到 这个损失有点大 一名伪匈奴首领道 搏头万夫长 是啊 损失真的好大 这段时间以来 我们各部落 国王已经损兵折将数十万起 再损失下去 我们回去不好向族人交代啊 又一名西域国王道 妈蛋 这群垃圾 想要造反吗 敢不听伟大匈奴人的话 哼 搏头冷哼一声 你们不要老找借口 不损失兵马 怎么可能击败秦军 怎么能活捉秦人皇帝 搏头道 本帅也清楚 这段时间 大家手下兵马损失有点多 可是 大的损失都付出了 眼看马上要取得大胜 难道你们不眼红 不怕捞不到战利品 大家还是要齐心协力 共同对抗秦人 下一次进攻 一个部落 国王出兵五千骑 一次性出动两万骑 轮流着来 一个也别想躲过 搏头冷哼道 一个个部落首领 国王被搏头呵斥 纷纷低下高傲的脑袋 不敢出声 好了 半个时辰后出兵 马上安排 搏头斩钉截铁道 秦军呢 胡亥抬头看了下太阳 已经到了中午 该吃午饭了 自从胡亥穿越过来 不习惯一天二餐 要求一天三餐 不论是士兵还是文官 全部按后事做法 恭敬 要不让火头军 把士兵吃的东西 送到战场上 先让士兵原地 坐下来吃点东西 补充体力 接下来 匈奴人可能会发起 疯狂的进攻 战事会很艰苦 胡亥道 周瑜考虑一下 与蒙田商量下 点头认可 接下来 火头军把食物 送到战场上 士兵坐在地上 开始吃东西 补充体力 胡亥也与士兵一样 拿起一块干窝窝头 啃了起来 一点不嫌弃 吃得有惊有味 陛下 好吃吗 孙上香走过来调侃道 上香 不要把朕看成二世祖 皇帝 朕同样也能吃苦 在战场上 有吃的就不错了 胡亥道 陛下 要不晚上本小姐 进你帐篷中 好好陪陪你 让你彻底放松下可好 孙上香小声嘀咕道 上香啊 貌似你今年才十六岁 距离十八岁 还有二年时间 你急什么 胡亥相劝道 陛下 讨厌 难道您会吃亏 是本小姐吃亏好不好 孙上香道 上香 朕不是担心你身体 承受不住恩宠吗 这是为你考虑 再等二年 很快的 胡亥道 文和 来坐下一起用餐 胡亥道 谢陛下 贾许道 陛下 刚刚收到情报 彭月 张涵二人 已经被押解到了咸阳城 交给锦衣卫负责看守 贾许道 哦 文和 彭月 张涵这二人 朕要亲自过问 一个是绝世名将 一个是黑兵台的主持人 也是一名猛将 朕想要弄清楚 黑兵台具体情况 必须从张涵口中得知 胡亥道 陛下 放心吧 锦衣卫不会胡乱动行的 只是负责看守 等陛下回去后 交给陛下处理 贾许道 对了 文和 对这次与匈奴人决战 有什么好的建议 或者预测一下 胡亥道 陛下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别看匈奴铁骑 有近四十万骑 可是 他们是由各个西域国王 部落组织起来的 相互间不信任 捏不成一股绳 各自为战 那向我们秦军 齐心协力 一致对外 来再多的匈奴铁骑 也不取多少作用 贾许道 胡亥点点头 贾许说的没错 匈奴铁骑之间成分太多 相互制约 行不成合力 甚至相互间会抵消实力 滴滴滴 警笛声响起 匈奴人出击了 一下子出动二万铁骑 气势汹汹扑杀上来 秦军士兵听到笛声 迅速丢下手中饭碗 拿起兵器站立起来 等着匈奴铁骑杀来 战阵瞬间组建起来 严阵以待 士兵精神抖擞 士气高昂 战役爆棚 秦奴准备 这次动用六百张秦母 包括那二百张老式秦母 分三段式射击 匈奴铁骑杀到阵前时 攻兵阻击 再杀上来 由枪兵刺杀 绝对不允许匈奴人靠近 周瑜下令道 遵命 传令兵道 其语兵迅速打出其语 命令一下子传达到个班组 让士兵清楚任务 母舰上弦 随时准备射击 等待命令 轰隆隆 两万匈奴铁骑出动了 万马奔腾 大地震动 灰尘掀起老高 跃入眼眶中的是 密密麻麻的蚂蚁 苍蝇 太多了 呀的 要是四十万铁骑一起出动 那阵势会如何 陛下 您看 匈奴铁骑看上去 就是由无数个部落组成 各自形成战队 不与其他铁骑联合 散杀一片 这样的骑阵 怎么抵抗得了我军阻击 纯粹是宋采 假许调侃道 胡亥点点头 牛逼呀 胡亥第一次看到这么多铁骑一起进攻 胆小的绝对会惧怕 以前在燕门关地区时 是秦军主动进攻 还是利用晚上偷袭 而此时是大白天 真的好震撼 八百步 六百步 五百步 射击 各擎弩指挥班长 先后下达命令 搜搜搜 上千只弩箭闪电般射出 朝着奔驰而来的匈奴铁骑迎上去 遮天蔽日 黑压压的弩箭在天空中快速飞行 弩箭射出时 速度太快 空中散发出一声声巨响 引起匈奴铁骑注意 太快了 等匈奴铁骑看到时 发现已经杀到面前 根本躲闪不开 只能看着弩箭命中身体 扑扑扑 匈奴铁骑微微停滞 一鸣鸣骑士 重箭倒下 有的被掀下马背 马上遭到铜袍战马践踏 成为一滩肉泥 死得不能再死了 前面战马倒下 后面战马避让不开 扑倒在地上 一下子战场上人仰马翻 匈奴铁骑战阵瞬间告破 混乱无比 无人的战马在乱窜 马与马间相互碰撞 那情形像开碰碰车似的 喷喷喷 啊 惨叫声响起 第163章 激战持续 嗖嗖嗖 雨点般的箭雨落下 一名名匈奴铁骑 倒在冲锋道路上 加上地面数不胜数 三角钉阻击 匈奴铁骑才跑到 距秦军战阵前方三百步 损失铁骑上万骑 匈奴人傻眼了 怎么会这样 貌似秦军火力 比刚才猛了好多 秦奴比开始时多了数倍 一下子匈奴人打猛了 搏头万副长 情况不对 秦军火力更猛了 我们匈奴铁骑无法越过 杀不到秦镇面前 一名西域国王道 屁话 老子又不是没眼睛 战场情况一目了然 你们以为秦军那么好对付 容易的话 我们伟大的匈奴人会联合你们 一起来对抗秦人 不付出代价 怎么可能给秦人造成重创 怎么让秦人投降 获得巨大利益 搏头摇头道 搏头万副长 这样一来 我们会损失很多优秀的勇士 伤亡大的话 我们无法向族人交代 一名西域国王道 想要获得 必须要先付出 世上大有不付出代价 就能捞到好处 风险与收益成正比 搏头道 据我们伟大匈奴人侦察 秦人只剩下最后这条防线 只要灭了眼前的秦军 我们可以一路上再无阻挡 可以顺利拿下咸阳 进入中原地区 秦人这是垂死挣扎 搏头补充道 难道诸位没得到情报 秦帝国此时内忧外患 各地造反的诸侯 在中原启示 秦人不仅要对付那些造反者 那还有多余的兵力 阻击咱们伟大的匈奴铁骑东进 南下入侵 困难是暂时的 咱们要有信心 相信秦人抵抗不住 只要歼灭眼前的秦人 胜利的天平会朝我们招手 有什么好担心的 如何向族人解释 你们搞不定吗 搏头道 一番忽悠下来 让西域各国王 部落首领眼神中冒红光 贪婪之情一览无余 据说秦人皇帝的那个皇宫里 有上万名美人 全是从中原各地精心挑选出来的 一个个貌美如花 一个伪匈奴 枪足 首领道 妈蛋 又是一个好色之徒 不过呢 草原种族一直向往中原生活 特别对于美人 更是一往情深 特别钟情 另一个未免 草原霸主莫独 每年要求刘邦送美人 经营财宝 物资等 这个习惯一直延续了数百年 直到五帝击败匈奴人 赶向西方 从此匈奴人消失 不过呢 由于中原一直无法彻底掌控北方 西方草原 随后草原上依然有好多草原 种族崛起 给中原百姓带来许多伤害 特别是三国后 中原人比较弱势 草原种族修生养息 最后才有了五湖乱滑事件 那可是黑暗的三百多年 中原种族差点灭族 断了传承 非常悲催的事件 幸好中原出现了阳间那个一带大地 统一了中原 建立了隋朝 中原再次崛起 隋朝与秦朝非常相似 存在了二始就灭亡了 二个朝代的强大 那是不用人质疑的 隋朝灭亡 真是因为黎广好色 无能吗 呵呵 绝对不是的 那是皇帝要收回权力 触犯了关隆集团利益 才导致亡国 现在胡亥就是要淡化 削弱 限制各地大家族 土豪猎身 有钱人家的势力 确保帝国高度集中 各种方针政策 让普通百姓明白 让百姓获得好处 利益 百姓不能读书 胡亥就印刷大量书籍 让百姓子女买得起书籍看 时间一长 大家族 土豪猎身 有钱人不可能掌控书籍 平寒子弟也能上学 打破权力机构 只能由大家族 土豪猎身 有钱人家专利 让寒门子弟 有机会射击 扯远了 回归战场 轰隆隆 匈奴铁骑撞到盾牌上 把一面面盾牌撞得支离破碎 瞬间秦军第一道防线告破 枪兵凭刺 收枪 再刺 再收枪 循环往复 一遍又一遍 没有多长时间 撞上来的匈奴铁骑被刺杀 秦军盾牌兵 又快速组成新的防线 搜搜搜 弓兵开火了 一支支利剑射出 狠狠扎进匈奴铁骑身上 留下一个血洞 扑扑扑 孙上香带着红粉兵团上去阻击 一团团炽热的元气剑 纷纷扎进匈奴铁骑身上 嗖嗖嗖 擎鲁不停的射击 留下一具具尸体 战场上 无人战马在乱窜 乱撞 好多匈奴铁骑被撞得东倒西歪 骑士纷纷掉落马背 啊 惨叫声响起 遭到马匹践踏 一个个跌下马背的匈奴人 被踩成肉泥 惨啊 惨无人道 把伤兵抬走 交给随军郎中医治 一名基层军官道 战阵重组建好 迅速把伤员 尸体抬走 不要影响勤兵作战 勤军训练有素 这些是在平时训练中有过训练 知道如何处理 如何安置 一切有条不紊进行 秦骑在等待机会 等待有一举出击 歼灭匈奴人的机会出现 交集啊 或许并 黄中等神将 只能看着步兵战斗 心中真的着急 没办法 此时匈奴铁骑太强大了 出动骑兵起不到什么作用 只能寻找机会 陛下 要是匈奴铁骑不分白昼进攻 我们步兵体力支撑不住 必须要轮流休息 贾许道 文和 这个时代赶在夜间出兵的不多 毕竟 很多士兵有夜盲症 不适合出兵 不过 也有例外 一旦匈奴铁骑要在夜间出击 我们也不要担心 可以多撒点三角钉 多射聚鹿角 多挖陷马坑 让勤兵轮流休息 匈奴人不会有机会 胡亥道 陛下 其实我们可以让扁鹊先生 搞点毒药出来 涂在箭之上 弩箭上 那样杀伤力会更强 贾许建议道 妈蛋 不愧为毒事 说出来的计谋 真心毒啊 文和 这个 暂时无法实行 扁鹊先生在咸阳城 就算研究出来 也送不到战场上 胡亥道 毒箭虽然可耻 不过 拿来对付草原种族 胡亥一点不会怜悯 希望越毒越好 杀伤力越强越好 历史上 貌似曹人在箭之上 非常乐意涂上毒药 效果很好 杀伤力极大 看来 对付草原种族 还是要搞点毒药之类的玩意 陛下 这种事由 微臣出面好了 不必陛下出面 贾许道 胡亥摇摇头 知道贾许是怕 胡亥名声有影响 可是 胡亥是那样的人吗 让手下人背锅 这种事 胡亥做不出来 文和 你的好意朕心领了 只要对付凶奴人有利的事 朕都愿意做 不会让你背锅 再说了 为了中原民族崛起 朕不下地狱 谁下地狱 胡亥道 贾许听了感激涕零 这样的皇帝太值得效忠了 以后不论什么事 万死不辞 胡亥不知道贾许心中想法 要是知道 绝对会在以后多说点高大上的话 第164章 战事总结 失败了 进攻时的二万匈奴铁骑 只回来五千余骑 其他铁骑再也回不来了 损失惨重 脖头万夫长 不要生气 秦人肯定是弩剑之不足 才不敢一起开火 咱们虽然失败了 可是也消耗了大量秦军弩剑 算是取得了胜利 为消灭秦军创造了条件 一名万夫长道 脖头听了 心里好受一点 再说了 死的人不是真正凶奴人 全是被奴役的伪凶奴人 死的再多 对凶奴人有什么影响 为了那些个狗东西生气 实在不值得 对 咱们进攻二个波次 消耗了大量秦军弩剑 这里是战场 秦人不可能带着工匠 也无法生产出这种母剑职 诸位 希望大家同心协力 一致对付秦人 不要再有什么心思 别老想着保存实力 那样是不对的 希望诸位拿出最强兵马出来 不要再忽悠本将军 取得胜利 大家皆有好处 脖头道 西域诸国 部落首领一个个不肯生 低下头再慢慢喝闷酒 损失那么多士兵 心中郁闷不已 脖头万夫长 此事已经是下午了 要不明天再攻吧 让诸位国王首领好好思考下 一名万夫长道 今天暂时不攻也可以 不过 明天一定要加强攻势 一次性进攻 铁骑不能低于五万骑 那样才能给秦军压力 否则 战事会拖得很久 脖头道 诸位国王 首领离开脖头大帐 脖头大人 我们部落的第一美人已经来了 脖头大人要是需要的话 马上送来 一名伪匈奴首领魅笑道 一听有美人 脖头那个万夫长 一下子眼睛冒红光 兴奋无比 巴不得早见到美人 多谢莫首领 明天出兵你部落可以往后顺言 等其他部落 国王出兵 你部落再出击 脖头道 秦军大仗中 胡亥把周瑜 蒙田 贾许 黄忠 孙尚湘 或去病等人叫进来 一起开个总结会 诸位爱卿 喝口酒暖暖身子 这没什么好招待的 咱们边喝酒边聊下 总结一天来的战斗情况 看看什么地方需要完善 什么地方需要做出变更 胡亥道 大伙一边啃着羊肉 一边喝着明酒 一边说话 气氛非常热烈 也很和谐 我军训练时间有点不足 相互间配合不够默契 这个暂时无法解决 需要在实战中总结 士兵只有精力过生与死 才会明白配合的重要性 周瑜道 周将军说的不错 我们秦军士兵训练时间太短暂 好多士兵士上战场 才慢慢学会战斗技巧 微臣这二个月以来 一直带着士兵在战斗 训练的事根本没时间操练 蒙田道 不过 今天战阵前方的那些个线马坑 效果特别好 完全出乎意料 微臣晚上准备让士兵再去多挖血 用来阻击匈奴铁骑 蒙田补充道 陛下 对了 咱们手上弩剑不多了 暂时无法解决 要让秦卢省这点使用 蒙田道 蒙将军 弩剑的是不用担心 放心大胆用 需要多少 朕提供多少 保证不影响战斗 胡亥道 在座的其他神将都晓得 胡亥能变出来 虽然不知道怎么弄出来的 也不好问 只有蒙田一人不清楚 胡亥花国运职 从系统商城中兑换 这种事无法向外人说 说出来 也不会有人相信 干脆不说 省得解释 对了 明天匈奴人肯定要死拼 出动大量铁骑进攻 为了减缓步兵压力 朕觉得 可以让孙上香旗下红粉兵团 黄中旗下 卫队出手 让二支卫队 协助步兵阻击匈奴人 等到机会出现时 再让黄中带骑兵冲杀 胡亥建议道 陛下 士兵手上的长枪 战刀消耗极大 这些兵器后勤部 不剩下多少了 周瑜道 胡亥点点头 蒙田旗下士兵 手中兵器损伤太多 好多要淘汰了 可是没心的补给 这是阵来解决 明天早上交给蒙将军 让士兵更换长枪 战刀 弓等 胡亥道 查看一下系统伤成中 哦 战刀 长枪 弓军有 不过价格有点高 哎 内心暗叹一声 再贵也要兑换 这关系到士兵伤亡 关系到能否战胜 匈奴铁骑的问题 谢陛下 蒙田道 陛下 周将军 蒙将军 威臣觉得 晚上要加强直日士兵 严防匈奴人出动高手来偷袭 贾许道 暗杀 一下子 胡亥心中出现这二子 贾先生 这个尽管放心 末将已经安排好了 要是匈奴人赶来 一定叫他有来无回 周瑜道 胡亥知道 周瑜布置了明暗哨兵 在关键节点上 隐藏着大量勤兵 不论匈奴人从地面上来 还是从空中来 一旦出现 马上会受到攻击 大家走了 陛下 刚刚收到咸阳送来的情报 墨家的掌门人巨子到了咸阳 此时正在考察情况 有可能墨家想与帝国合作 贾许道 哦 墨家 巨子 墨家一代代传承下来 掌门人叫巨子 是中原不可多得的理工研究者 战国时期 好多国家与墨家均有合作 他们打造的兵器 弓箭 战车 很强悍 特别机关陷阱方面 有极高的研究 若是能把墨家收服 对帝国来说 具有重要的意义 文和 墨家现在还有多少墨家弟子 胡亥道 陛下 据不完全估计 墨家还有数万名优秀的子弟 都在各地发展 有的工匠 其实是墨家子弟 只是不愿意暴露身份 贾许道 数万人 不错啊 要让这数万人彻底归心 秦帝国实力 会有一个质的提升 胡亥现在缺乏什么 大量工匠 特别优秀工匠 严重缺乏 文和 通知咸阳 让他们不要动墨家人 任由他们考察 评估 等朕回去后 抽时间见一下那个巨子 胡亥道 遵旨 贾许道 对了 文和 其他学派 有大佬到咸阳吗 胡亥道 陛下 暂时没有 只发现墨家巨子 其他兵家 法家 儒家 农家 杂家 纵横家等大佬 一直没出现 贾许道 算了 不过 锦衣卫发现人才 一定要想办法送到咸阳来 朕手下缺个方面人才啊 胡亥道 遵旨 贾许道 第165章 储君开会 鲁山城 储君虽然调出秦军出城 与之诺战 不过损失极大 让彭越 张涵二名将被秦 发动偷袭 想一举拿下鲁山城 储君意想不到的是 秦军抵抗非常顽强 损兵折降二万人 只好灰溜溜撤退 将军 刚刚得到一本书籍 是咸阳城中对外销售的纸质书籍 探马带一本回来给将军 传令兵道 项羽接过来 随手翻阅 查看了下 眉头微皱 去把军师叫来 这东西 军师会喜欢 顺便把将军们叫来 一起研究一下 项羽道 遵命 传令兵道 羽儿 听闻你手上有一本什么纸质书籍 拿出来老夫看一下 到底是什么东西 范增进来说道 项羽把百家讲堂 递到范增手中 范增接过来 用手轻轻抚摸 像是抚摸孩子似的 生怕弄坏了 弄疼了 小心翼翼 项羽看到 心中郁闷不已 有那么好吗 好东西啊 这对读书人来说 绝对是好东西 不用整天背着一车竹卷了 范增自言自语道 其他将军也随后走进来 看到范增模样 一下子不好说什么 只能傻了 一 书籍是吕太公主持编写 吕智怎么跑到咸阳城去了 还是一名编辑 范增惊呼一声 对于吕太公 吕智 项羽及其下将军都认识 也知道 二人与刘邦的关系 亚父 书本上有吕太公 吕智名字 怎么会这样 什么时候 吕太公 吕智一家 投奔昏君了 项羽道 吕太公 吕智一家 肯定离开小配后 翘无声息 进入咸阳 彻底倒向胡亥 范增道 刘邦也是倒霉 老婆休了就罢了 还与昏君搅和在一起 这不是让天下人笑话吗 应不道 是啊 被一个女人休了 还与对头昏君搅和在一起 确实是一件丢脸的事 龙且道 对于刘邦被吕智修掉 项羽旗下将军很多人不能理解 觉得是开玩笑 这个时代 被女人休掉 是一件非常丢人的事 不过 话说过来 那个吕智确实长得好看 是一名顶级美人 便宜昏君了 钟离昧道 哈哈 昏君胡亥好美人 这是 在天下谁不知道啊 想象一下 昏君刚上位时 从天下各地搜集了多少美人 那一个不是极品美人 只是没想到 昏君还有好人气的习惯 大大出乎意料啊 司马卿调侃道 项羽眉头微皱 与胡亥见过面 给项羽印象挺好的 并不像大家所说那样 卑鄙无耻 诸位 上面并未说 吕智与昏君搅和在一起 更没有传出 二人间发生过什么关系 不要胡乱猜测 上次与昏君相见 并不像传说中那样不堪 还是比较看重名声的 项羽道 将军 你肯定被昏君骗了 天下间谁不知道 昏君好美人 为了搜索美人 办过好多无聊的事 以前的余子七的妹妹 不也被昏君 征召入阿旁宫中吗 钟离昧道 将军 肯定被昏君表面现象骗了 昏君是什么人 我们都非常清楚 无能 好色 贪婪 昏庸无道 做事不顾忌他人感受 想怎么干就直接干 非常任性 不考虑后果 司马兴道 董毅 司马兴二人是降将 对于昏君来说 相对还是了解的 这是其他人的想法 其实呢 不论是司马兴 还是董毅 均没见过胡亥 对胡亥的了解 全是民间传闻 没办法 那个时候 胡亥名声太差了 好多是全是赵高 打着胡亥名誉颁布的 胡亥根本不知道 再说了 那种情况下 胡亥知道了又能如何 不那样 早被赵高咔嚓了 另一个未免 刘邦进入关中地区 赵高为了活命 不是把胡亥砍杀 将头颅送给刘邦 遗憾的是 赵高依然没保住小命 赵高干的坏事太多 庆竹难说 不过 不论怎么说 昏君还是有胆识的 敢带着数万兵马 到燕门关 阻挡莫毒二十多万铁骑 这种勇气 不是一般人敢做出的 从这方面说 昏君还是有血性 并非一无是处 应不到 现在昏君 又带着数万勤兵出征 这次是从西域杀来的 七十多万匈奴铁骑 从这点上看 昏君并不像传说中的 那么突费 是一个敢做敢为的君子 行事光明磊落 不搞什么阴谋诡计 值得老夫敬佩 不过 咱们现在是对手 我们没有选择 只能抵抗到底 直到秦国灭亡为止 范增道 像这本百家讲堂 这种纸 确实是为读书人提供了方便 听说 咸阳城中 就有各种金石子集印刷出来 对外销售 不过 就是价格太贵了 一般人买不起啊 范增补充道 范君师 您老如何知道 这是昏君搞出来的 难道不会是其他人弄出来的吗 司马兴道 这个问题 老夫询问过 听说指这种东西 绝对是昏君弄出来的 好多人都说 应该不会有假 范增道 咦 范君师 貌似这本百家讲堂 上面的字 全是一个母子踏印出来的 并非是人工抄写 司马兴道 不错 老夫早发现了 真不知道 昏君是怎么做到的 对读书人来说 绝对利好 范增道 印刷设备严格保密 外人怎么可能知道其中的奥秘 只有印刷厂人员才晓得 短时间内 胡亥不会放开印刷技术 需要多赚点有钱人 大家族 土豪猎身手中的钱 一旦技术对外开放 会很快仿造出来 这一点 胡亥绝对相信 中原人太聪明了 何况还有那么多的大工匠 墨家子弟 那些人技术非常好 只要见到的东西 肯定能仿造出来 好了 今天让大家来 是好好研究一下 接下来 咱们储君如何办 是继续对鲁山城发起进攻 还是撤退走人 项羽道 心中郁闷无比 老子叫你们来是研究战士 不是来议论昏军的 羽儿 这个是出兵前就研究过 咱们储君这次主要是练兵 并非未打地盘 既然如此 那为什么不让储君继续进攻 好好在此地训练下士兵 尽快让这群新兵弹子发生蜕变 成为一名合格的老兵 好位以后打下基础 范增道 范君士 这样训练新兵 损失会很大 咱们储君真的承受得住吗 应不道 只要能训练出一只战无不胜的精锐之师 牺牲再多新兵弹子也值得 新兵弹子 咱们储君不用愁 花点钱就能招收到 若是降低点招兵标准 会有更多百姓愿意来当兵 范增道 在座的 除了项羽外 谁也不敢反驳范增的话 一方面 范增是储君军师 另一方面 范军师可是打出来的名声 不是吹出来的 储君要是没范增 情况不容乐观 储君中很多战略性问题 谋划 战术 作战方案等 均是出自范增之手 储君之所以战无不胜 关键是有范增 第166章 储君撤退了 鲁山成竹府 穆桂英与吕林起二人 坐在客厅中喝红酒 吕林起小小瞎了一口 穆姐姐 陛下说常喝这种红酒 对身体有好处 本小姐喝了那么长时间 没感觉出好处啊 吕林起道 傻妹妹 那种事你也相信 只要吃东西 对身体会不好吗 那是陛下忽悠人的话 穆桂英道 啊 穆姐姐 陛下真忽悠咱们 不会吧 当时陛下说的时候 看上去挺认真的 吕林起道 谢谢 既然如此 那就每天喝一点 反正这种酒也不会喝醉 没什么关系 穆桂英道 对了 穆姐姐 听说此次来的匈奴铁骑 有七十多万骑 陛下只带着咸阳城中 那三万兵马去祖基 就算加上蒙田旗下兵马 也不会超过八万兵马 真打得过匈奴铁骑吗 吕林起道 穆桂英摇摇头 不清楚 兵力悬殊太大了 差不多是九比一 何况陛下手下 并没有多少骑兵 与匈奴铁骑战士 肯定非常惨烈 希望陛下能获胜 给中原争取平叛的时间 穆桂英道 穆姐姐 匈奴人真有那么多铁骑吗 在燕门关就损失了二十多万铁骑 若是加上清脚的匈奴部落 损失差不多达到数十万人口 他们从那里来的兵马 吕林起道 听说那东晋的七十万匈奴铁骑 真正的匈奴人只有五万骑 其他的铁骑不是伪匈奴人 就是西域诸国的兵马 不过 匈奴人是大 那些部落 国家都已经臣服在匈奴铁骑下 成了匈奴人奴役的对象 然而 那些部落 西域诸国 还沉醉在其中 以成为匈奴人而自豪 真是非常可悲 穆桂英道 陛下出征二十多天了 不知道是否与匈奴人决战 怎么就不来点书信 吕林起道 应该差不多到与匈奴人决战的时候了 不过 不要担心 陛下身边有独士贾许 听陛下讲 贾许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谋士 在计谋上不比任何人差 只会更强 穆桂英道 穆姐姐 陛下给你来信了吗 吕林起道 没有 陛下离开清宁爱口后 只来过三封书信 还是谈工作上的诗多 穆桂英道 穆姐姐 你说 储君吃过那么大的亏 还会进攻鲁山城吗 吕林起道 谢谢 妹妹 不要小看储君 储君中可是有一个 质谋上不比贾许差的超级谋士 损失二万人 对于储君来说 影响不会大 储君肯定知道 咱们南洋其他地区兵力空虚 只要拿下鲁山城 整个南洋地区瞬间会成为储君地盘 在这点上 储君一定明白 穆桂英道 不过 储君想要占据鲁山城 非常困难 咱们拥有一千张升级版秦武 能有效阻击储君 只要不被储君偷袭 打个措手不及 储君攻不下鲁山城 穆桂英补充道 次日 穆桂英 吕林起二人站在城墙上 看到储君依然要发动攻城战 心中疑惑不解 怎么会这样 明知秦君防守严密 怎么还会继续攻城战 这对于储君来说 绝对是伤害 鲁山城墙上 秦君摆了五百张秦武 咦 怎么回事 储君只派出两千士兵攻城 对于秦君来说 一点压力不会有 白白来送菜 储兵士气不振 懒洋洋的 那里像攻城 好像是来旅游似的 不对 储君不是为了攻城 目的在练兵 好胆识 用实战来训练士兵 真心胆大妄为 不怕练成尸体吗 问题是 这样练兵 貌似效果不会太好 毕竟 秦武威力生猛 根本杀不到城墙 只能算是让士兵 渐渐血 其他不可能有效果 八百步 六百步 五百步 秦武 三段是射击 一旦储君杀到城墙下 由弓兵射杀 不要客气 穆贵英下令道 搜搜搜 秦武开火了 粗壮的弩箭闪电般射出 朝着储君士兵狠狠扑过去 扑扑扑 数十名储君士兵倒下 不过呢 效果不是很好 储君阵形太稀疏 秦武威力很难得到释放 很多箭之若空 什么 储君士兵逃跑了 什么意思 这是进攻吗 穆姐姐 不会是储君想要消耗咱们的弩箭吧 屡灵启道 有这种可能 但是 咱们不怕消耗 其他东西没有 弩箭 咱们有上百万支 咸阳城中 还会源源不断送来 想让咱们秦君缺弩箭 要是这样的话 会让储君失望 穆贵英道 确实如此 秦君弩箭非常充足 为此 工坊中专门组建一个车间 来生产弩箭 胡亥担心产量上不去 又兑换了些设备出来 一天能生产出二万多支弩箭 秦君运输不会有问题 四轮马车已经配备到军方 比原来多拉四倍还多 加上秦君不缺乏马匹 不仅从匈奴人手中 缴获到大量马匹 还拿出一些 来提供给百姓耕地使用 穆姐姐 储君又杀来了 依然是两千兵马 不过貌似调换了士兵 不是刚才进攻的士兵 屡灵启道 妹妹 看来储君是想用实战来练兵 他们对拿下鲁山城不抱希望 目的是练兵 穆贵英道 那个傻貌想出来的练兵之策 不担心练成一具具尸体吗 屡灵启道 妹妹 让士兵见下血 还是有好处的 穆贵英道 来人 穆贵英道 将军 什么事 传令兵道 通知探马 一定要盯好储君 绝对不能让储君玩失踪 一有情况马上报告 穆贵英道 遵命 传令兵道 战斗一点不激烈 纯粹是混日子 不过呢 只要储君不玩偷袭 从其他地方迂回 只是一位进攻鲁山城 穆贵英是放心的 就怕储君玩生东击西 那样就不好了 所以 让探马盯住储君 储君中军大仗 范君师 貌似这样进攻 达不到练兵的效果 只是白白让士兵送命 龙且道 一天下来 储君损失上千人 虽然不多 可是对秦军一点压力没有 范君师 这样真不行 没有督察队 一进入秦奴有效射程范围内 士兵往后就逃 只能练体力 英不道 范曾也清楚 此计不通 要练兵 必须要把秦军调动出来 与之决战 问题是 秦军有那么好调动吗 范君师 除非让秦军出城作战 那样能达到练兵的目的 可是 秦军愿意吗 英不道 范曾也是头大 亚父 要不咱们闪人吧 项羽道 撤退 百家讲堂上介绍 说韩城进攻机关也失败了 退回了都城 那个张尔进攻胡关 也失败了 领兵人居然是刘邦那个逃兵 不过 听说刘邦损失巨大 七万兵马 只逃回数千人 张尔听后 愤怒无比 差点把刘邦拖出去宰了 范曾道 亚父 既然如此 咱们也闪人 再拖下去 只会让秦军士气更高 不划算 项羽道 好吧 明天撤退 范曾道 事情这样决定了 轰轰烈烈杀来 灰溜溜撤退 一点好处没捞到 练兵也没达成 范曾心中郁闷不已 第167章 激战双方情况发生变化 断崖 匈奴四十万铁机 不断朝秦军防守阵地进攻 一方进攻 一方防守 展开了浴血奋战 进攻力度 一天比一天生猛 一天比一天激烈 每天挂掉的人 数不胜数 激战之地的土壤 彻底让鲜血染成黑红色 可见战斗之激烈 完全出乎匈奴人意料 十多天来 匈奴人损兵折降近二十万骑 秦军也有原来的六万兵马 下降到四万多 秦军损失虽然比匈奴人少 可是 秦军兵力本来就少于匈奴铁机 在兵力上 依然处于弱势 双方士兵疲惫不堪 不是身体上的疲乏 是心灵上的疲乏 每天精神高度紧张 惶惶不可终日 秦军秦弩 从开始时的一千八百张 锐减到一千张 老式秦弩 全部彻底报废 升级版秦弩 也损失三百多张 弩箭更是射出海量 不过呢 效果非常好 挂掉的近二十万匈奴铁机 大部分是秦弩取得的 还有部分是弓兵 长枪兵的胜利果实 若是没秦弩 秦军无法阻击匈奴铁机 这是不争的事实 尽管如此 秦弩还是损失近两万人 匈奴铁机 一天比一天进攻生猛 一次比一次强悍 令秦军压力山大 盾牌兵组成的防守线 时常会受到撞击 一次次告破 一次次挡下来 为此 盾牌兵 长枪兵 付出惨重代价 仗打到这个时候 双方都不愿意罢休 都想歼灭对方 打成不死不休的局面 最郁闷的是秦弩 他们一直没参战 坐在一旁看热闹 心里那个焦急啊 秦军中军大仗 作为战役统帅 周瑜压力山大 不断根据探马侦察的情况 调整战阵 采取相应措施 通过十多天激战 胡亥算是明白了 周瑜确实很牛逼 在指挥作战方面 绝对是神话传说集 秦兵在周瑜指挥下 有条不闻 展开抵抗匈奴铁骑的冲撞 那里有情况发生 马上调兵潜将 战场上细小的变化 随时能察觉 给出解决方案 周瑜能力得到了诸位将军 士兵认可 从而命令执行上 更坚决 更彻底 令胡亥意想不到的 是蒙田将军 以前胡亥对其不是很了解 只知道是秦国名将 从这一仗体现出了价值 确实是一名统帅级将军 指挥作战也有一套 及其能调动士兵战役 士气 加上不错的修为 令蒙田才华显露出来 若是胡亥知道 蒙田有那么牛逼 也不用带着周瑜来抵挡匈奴人 完全可以交给蒙田将军 让周瑜早到南洋 他可是胡亥手下水军大都督 以后会掌管秦军所有水兵 诸位将军 匈奴人进攻了十多天 兵马损失的差不多了 到咱们反击时候了 周瑜道 哈哈 神将们放下酒杯 放声大笑起来 在此时 将军们才会放松下来 恭敬 貌似匈奴铁骑 还有近二十万骑 与我军兵马对比 依然高达五比一 何况 匈奴人全是铁骑 咱们只有区区三万多骑 一万多步兵 悬殊有点大 胡亥道 陛下 我军能胜利 有几个优势 一是我军战马战具优势 因为有马中三宝 马匹不容易受伤 不仅提升了战马的适应能力 让战马充分发挥作用 马中三宝 让士兵坐在马背上 能释放出双手 在对战时 能全力以赴 充分发挥士兵战斗力 这是匈奴铁骑无法达到的 本帅初步测算了下 拥有马中三宝 会让士兵战斗力提升三成以上 甚至达到五成 这一优势 彻底把匈奴铁骑的优势甩到身后 不像以前中原铁骑 干不过草原铁骑的烈士 二是 我军在武器装备方面 比匈奴人强大了许多 我们秦军士兵手中持有的兵器 已经全部是铁制品 杀伤力强大无比 匈奴人依然是使用青铜兵器 在对战时 我军占优 三十世纪上 我军一直是胜利 牺牲士兵远远少于匈奴人 在心理上 有强烈的胜利欲望 而匈奴人则损兵折降二十多万 这是一个恐怖的数字 在匈奴士兵中产生惧怕感 四是 匈奴人组成成分复杂 不是单一的匈奴人 里面有好多是西域诸国 伪匈奴人 表面看 他们都自称为匈奴人 可是 到了关键时候 心不会往一处想 力不会往一处集中 关键时会相互牵制 不会救援同袍 我军不存在这个问题 一致对外 协同作战 能百分之百发挥优势 武士激战时间太久了 很多匈奴人麻木不仁 真不想再战了 周瑜道 胡亥点点头 周瑜分析的确实是事实 现在局势基本是这个情况 陛下 据最近激战情况 卑职观察 发现匈奴人每一次进攻 后方的匈奴人并不做防范 估计是觉得 我军不敢杀出来 才敢如此肆无忌惮 最终决战时 先麻痹匈奴人 时机一成熟 琴棋出动 一定打匈奴人一个措手不及 派出一支琴棋 朝匈奴中军大仗杀过去 最好能一举砍下匈奴帅棋 让匈奴人混乱起来 那样的话 战役胜利基本不会有问题 蒙田道 不少将军纷纷点头 认可蒙田之言 哈哈 或去并大声笑了起来 杀尽匈奴大仗中的事 交给末将旗下大汉铁机 末将一定把匈奴人脑袋砍下来 给陛下做夜壶 或去并狂傲道 不过呢 或去并确实有狂傲的资本 旗下三千大汉铁机 绝对是秦军中最牛逼的骑兵 除了被围军外 最牛逼的秦旗 不过呢 三千被围军已经打散了 分布在各兵团中 无法再聚集起来 况且 好多被围军士兵 已经是中下级军官 现在大汉铁机 确实是秦军中最强骑兵 这是不争事实 大汉铁机中 士兵修为最低战率进 有好多士兵晋升到战灵 战王进 实力强悍无比 好 斩杀匈奴人首脑这个任务 交给霍将军执行 周瑜道 遵命 霍去并道 反击时 黄中将军 蒙田将军 各率一万骑兵扑上去 目标匈奴人左右二侧 周瑜道 遵命 黄中 蒙田二人道 那个周帅 貌似你把本小姐忘记了 每人都有任务 只有我军啥也没唠叨 孙上香叫嚷起来 孙将军 你的红粉兵船要守护陛下 任务更重要 怎么会没事干呢 周瑜道 恭敬 那步兵怎么办 貌似步兵没安排 有点不妥当吧 胡亥道 陛下 放心吧 步兵有本帅统领 会紧紧跟在后面压上去 等琴棋取得效果 步兵会跟上收脚俘虏 周瑜道 第168章 周边局势 文和 还有什么补充 建议的 说出来让大家议一下 胡亥道 陛下 微臣没什么要说的 不过 微臣建议在激战时 琴棋一定要猛冲猛打 不给匈奴人调兵潜将的时间 力争一举击破 拼命追杀匈奴铁机 另外 我军探马 一定要跟上匈奴人败退的速度 掌握匈奴人在什么地方聚集 不要让匈奴人失去踪影 贾许道 好 非常好 咱们一战定乾坤 彻底把匈奴赶出帝国辖区 不仅要收复威武 龙幽 西郡等地区 还要在御门那地方修建一座关隘 把匈奴 草原种族挡在外 不让东进 入侵中原 对百姓烧杀别抢 等国内评判结束 朕要带兵马出击 彻底解决匈奴隐患 胡亥道 下一刻 很多将军查看地图 寻找胡亥讲的那个御门地方 此时 御门关还未筹建 在地图上是一个原点 好地方啊 在御门那个地方修建爱关 能有效阻挡西域诸国的入侵 只需要在爱关上放数千 上万兵马 可以极大阻击 等到增援赶来 是个不错的地方 周瑜点头道 另一个卫面 御门关可是防守中原的西部大门 长久以来 驻扎有重兵把守 就算西域数十个小国家臣服中原 依然在御门关驻扎重兵 目的就是保证中原安全 不过呢 梁州一带的少数民族 时常作乱 中原王朝一直得不到根本性改变 百姓时常受战火蹂躏 也就是现在的伪匈奴人 这个问题 胡亥心中有打算 绝对不会留下后患 会彻底解决问题 不让中原百姓再受苦 好了 镇敬诸位将军一杯 预祝明天取得胜利 彻底击败匈奴铁骑 胡亥道 大家各自回去准备战事 账中剩下假许 胡亥二人继续喝酒闲聊 陛下 刚刚收到消息 储君撤退了 穆贵英 吕灵起二位将军 取得了鲁山胜利 贾许道 哦 一想不到啊 胡亥觉得 储君入侵鲁山城 战斗会非常惨烈 这没战多久 储君撤退了 文和 储君伤亡多少 胡亥道 陛下 储君伤亡很小 只是首天损射二万兵马 随后储君进攻 只派出两千人 貌似像是在练兵 估计是听到机关 胡关战事结束了 所以 储君不与我军纠缠 迅速退走 贾许道 哈哈 看来 下口地区的战斗 周瑜赶不上了 只能去下口主持 帝国皇家水师 胡亥道 文和 对了 有陈平 张县二人情报吗 他们二人 现在收复多少地区了 胡亥道 陛下 陈平 张县二人速度挺快的 已经收复 蜀北 蜀东二个地区 只剩下蜀南 蜀西二个地区 再有一个月时间 应该差不多了 不过 他们在收复蜀西时 可能会受到阻击 刚刚收到情报 貌似蜀西与西南面少数民族 有联合的趋势 目前 锦衣卫正在破坏这方面的联合 希望能成功 假许道 胡亥点点头 蜀南 蜀西以外地区 是后市的云贵高原 道路状况非常糟糕 想要通过 必须要做大规模的修建 太耗费钱财了 不是短时间能办到的 看来只好缓一下 等帝国安定 实力有增长时再出兵 胡亥不可能放弃东南亚那块肥肉 一定会打下来 那块地方归并到帝国旗下 好地方啊 不仅是热带丛林 关键是 那地区拥有很多矿产 还有大量珍稀陵墓 就是道路太难了 修建石是一个天价 再说了 这个未免 那里丛林中的野兽 会更生猛吗 胡亥拭目以待 文和 锦衣卫尽快布局 东南亚那片区域 那里是个好地方 咱们帝国一定要拿下 另外 咱们帝国东面的 那四个大岛屿 也要找布局 胡亥道 陛下 您说的东面岛屿 指的是徐福欺骗 始皇帝去的那个地方吗 假许道 对 就是徐福那个大骗子 整天忽悠先皇 炼着什么长生不老药 纯粹是骗人的鬼话 始皇帝催得急了 说是要到海外寻找仙药 这不是扯淡吗 朕让人调查了下 发现徐福带着 三千童男童女 加上数千名兵马 数千名各行各业 优秀工匠出海 他们低估了大海的威力 被海浪把好多船只吹翻了 活下来的人不多 全到了那四个 没开化的岛屿上 等天下平定后 朕会安排周瑜出征四岛 把徐福抓捕回来受审 不让老家伙逍遥法外 胡亥道 事实上 徐福确实是东洋人的祖宗 这是不能改变的事实 是徐福带着先进科技 进入四个岛 从而改变了东洋人的生活现状 让东洋人从原始社会 慢慢发展成封建社会 徐福就是开山鼻祖 不论是医学 种植 制造 建筑等技术 都是徐福带到四岛上的 就算军事知识 兵器等物资 也是徐福带上去的 徐福是东洋人真正的祖宗 遵旨 假许道 陛下 北方草原上传回来消息 那个零号计划 也就是毁灭计划开始了 义并在匈奴人部落间 快速传播 死了好多匈奴人 有的部落直接灭绝 面对这种情况 匈奴人朝更北地区迁移 生存环境更恶劣 不过 有一件事出乎意料 貌似咱们的行动 让莫独抓住了机会出征 正在加快统一草原步伐 假许道 文和 零号计划能消灭多少匈奴人 有估算吗 胡亥道 陛下 草原太大了 义并传播只是一小部分地区 大部分无法传播到 初步测算下 可能会让上百万匈奴人死亡 只是匈奴人口的十分之一不到 特别是那些身体素质较好的匈奴人 就算得了一病 也能活下来 比预计差了好多 假许道 哈哈 文和 不要太介意 这个计划本来就上不了台面 顺手实施而已 能取得这个成绩 朕已经非常满意了 不过 让锦衣卫把莫独的情况继续搜索 不断传递回来 胡亥道 遵旨 假许道 咚咚咚 胡亥手指在轻敲桌子 心中在考虑莫独的事 莫独是一个枭雄 人杰 匈奴人中最牛逼的人物 统一草原的匈奴汉王 投曼在位时 也把手伸进西域 让西域诸国恐慌 不过 貌似西域诸国 还未完全认同莫独 莫独需要时间统一草原 朕也需要时间评判 彻底掌控天下 到那时 才是与匈奴人决战 第169章 激战打响了 贾许也走了 大仗中 只剩下胡亥 鱼姬二人 陛下 夜深了 臣妾已经准备好了热水 请陛下先洗漱一下好修行 鱼姬道 胡亥牵着对方御手 一起走向御桶 陛下 那个不好吧 不怕朝中风言风语 说臣妾勾引陛下 不好好上朝 鱼姬小声道 胡亥也清楚 这段时间 朝中确实有好多闲话 说皇帝好色 毛病又犯了 不过呢 胡亥没理会 依然很少时间上朝 全交给五妹娘 上官碗二人打理 胡亥心中也郁闷 貌似自己私生活 知道的人不很多 为什么会传播出去 百思不得其解 要知道 胡亥身边的人 可是清理过 稍有点问题的人 全部清理出去 哈哈 宝贝 世上有不好色的君王吗 胡亥调侃道 讨厌 宝贝 你觉得正像昏君吗 胡亥道 不像 臣妾感觉很贤明 和以前比较 像是变了的人似的 很多姐妹都有这种感觉 鱼姬道 妈蛋 看来原来那个胡亥 真不是什么好人 算了 既然继承了 不论好与坏都要继承 再说了 民生需要时间 改变人们看法 那不就成了 慢慢的人们会改变看法的 给振点时间 一定会成为一代圣主 胡亥道 嗯 臣妾相信陛下 一定可以的 鱼姬道 对了 陛下 臣妾修为晋升了 从原来一阶战宗境 成功晋升为二阶战宗境 鱼姬道 哦 太不可思存 那么短时间又晋升了 要知道 修炼到了后期 会越来越难晋升 像胡亥晋升为二阶战宗境 这么长时间 从各个神将 卫队身上 获得大量经验值 可是呢 修为依然没什么变化 太难了 需要海量的经验值 好在与鱼姬进行双修 对提高修为有极佳的效果 也是胡亥喜欢与鱼姬双修的原因 什么最真实啊 自己修为晋升最真实 靠人是靠不住的 自己拥有的最真实 其他一切是云烟 宝贝 不做 努力 朕希望你修为天天提升 有能力保护朕安全 胡亥道 陛下 那个臣妾修为晋升 与陛下有关系 那个同房 真的会让人修为大涨 鱼姬红着脸小声道 哈哈 这个朕知道 阴阳平衡 阴阳协调 会让修为提升很快 毕竟 阴阳也是大道之一吗 胡亥道 修炼其实就是打破人体内 一个个的极限 让生命层次不断得到提升 鱼姬 明天把这个软甲穿上 战斗时 就算有人偷袭 也能保你一命 胡亥道 胡亥查看下 系统商城晋升后 从商城中找到了防弹衣 胡亥花国运职 一下子兑换出二件 陛下 这是什么啊 鱼姬道 穿上吧 这可是好东西 战争中专门用来保命的 胡亥道 嗯 谢谢陛下 鱼姬道 二人洗澡好 走进卧室 匈奴人大帐 脖头坐在帐篷中灌酒 心中郁闷不已 那么长时间 秦军依然防守严密 令匈奴铁击一点办法没有 没地方下手 撕不开秦军战阵 枪组美人 连忙往三角顶中 针满酒 脖头大手 在枪组美人身上游走 不理会旁边万副长 部落首领 国王等人的眼神 枪组进线的这名美人 真的漂亮 让很多人眼热 脖头万副长 我们进攻了十多天时间 丢下了近二十万名勇士生命 却没取得什么战果 咱们是不是考虑下撤退 再打下去 大家手里的勇士全死光了 如何向族人交代 一名伪匈奴部落首领道 拖头万副长 是啊 要不闪人吧 我们国家小 真心承受不住这样的损失 一名西域国王道 一个个部落首领 一个个西域诸国王 开口申辩起来 一个意思就是 不想打了 原先说的好好的 有大把的财物可抢劫 情况根本不像 原来说的那么简单 秦军抵抗非常强烈 一共出动七十万兵马 到现在只剩下二十多万 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 开始怀疑原来决定 其实呢 拖头也不想打了 再打下去 一旦这些部落 国王手下兵马损失于尽 那必须让真正匈奴铁骑出马 问题是 真正匈奴铁骑抵抗得住吗 好了 大家的意思本帅清楚了 咱们在猛攻二天 要是依然拿不下秦军 咱们再闪人 不过 这二天 大家一定要下血本 最好能解决眼前的秦军 活捉秦人皇帝 拖头道 遵命 大家高声答应 离开大帐 拖头朝着枪组美人扑 四日早上 胡亥在鱼姬服饰下 起床洗漱 吃过早饭 战场上 胡亥与贾许站在一旁 文和 朕怎么感觉今天士兵战意滔天 士气高昂 身上杀气凛然 胡亥道 陛下 士兵们都知道了 今天是关键一天 会在今天彻底歼灭匈奴铁骑 心情肯定愉快 杀气不由自主散发出来 贾许道 文和 看来士兵信心倍增 胜利再朝秦军招手 胡亥道 陛下 胜利是必须的 不用质疑 贾许道 轰隆隆 匈奴铁骑出动了 呀的 怎么回事 匈奴人疯了吗 一下子出动五万铁骑 是准备与秦军拼命吗 这样一来 秦鲁能极大发挥作用 五万铁骑看上去密密麻麻的 就算分开杀上来 密度也比往日稠密了许多 针对这个情况 周瑜马上下令 让完好无损的一千张 秦鲁做好三段射击准备 经过这段时间 战阵越来越完善 秦鲁放置在高处 士兵站在低处 排列成战阵严阵以待 秦鲁与秦兵不相互影响 盾牌兵起阵 周瑜下令道 遵命 传令兵道 长枪兵起阵 周瑜道 遵命 一道道命令 由齐宇兵发出 整个秦军士兵迅速行动起来 等待匈奴人杀来 八百步 六百步 五百步 射击 当爆竖士兵爆出五百步时 各秦弩纷纷扣动扳机 弩剑闪电般射击 嗖嗖嗖 漫天剑雨 朝着匈奴铁骑扑杀而去 匈奴人也早看到了 也总结出一套对付秦鲁的办法 看到遮天蔽日剑雨扑来 一个个匈奴骑士迅速攻身 有的匈奴人直接躲藏在马肚子下 任由战马狂奔 还别说 匈奴人的办法确实有效果 让勤奴威力大大下降 不过呢 五万匈奴铁骑 实在太多 就算匈奴人躲过射杀 马匹无法躲藏啊 一匹匹战马重剑 纷纷倒下 战马在长明 那种不甘 从长啸声中能听得出来 战马倒下 悲伤骑士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不是被后面战马踩成肉泥 就是身受重创 惨啊 惨不忍睹 第170章 匈奴铁骑第二波进攻开始 啊 磁心裂肺的叫喊声 响彻云霄 令人听了寒沉 一名名匈奴人跌下马背 又被战马踩成肉泥 死状太凶残 令人无法看 战场上人仰马翻 无数战马相互碰撞 像是一辆辆碰碰车在撞击 精彩无比 战场上非常血腥 也很残酷无情 嗖嗖嗖 一轮轮弩剑与射出 漫天弩剑在天空飞奔 朝着匈奴铁骑狠狠扎上来 一次性三千多只弩剑射出 一轮射完 马上第二轮跟进 中间只有短暂间隔 其实没有间隔 天空中随时都有弩剑 不停扎进匈奴铁骑身体上 一个个血洞流下 冲锋的匈奴铁骑会微微停顿 前面战马倒下 后面战马又前赴后继扑上来 加上无人马匹在战场上乱窜 看上去战场上非常混乱 人叫 马笑 哭泣声 求助声 弩剑扎进身体的声音 会合在一起 美妙而悦耳 比什么战场交响乐曲动听 看到擎军阻击线太强悍 有的匈奴铁骑马上停止步前 想要调转马头闪人 可是呢 脖头让旗下真正匈奴铁骑充当督察队 看到有人逃回来 毫不犹豫挥动弯刀 破 一颗脑袋落下 一个个伪匈奴人脑袋搬家 那些个部落首领 国王等屁不敢放一个 生怕受到脖头惩罚 伪匈奴人士兵心中气愤了 傻子都明白 真正匈奴人把他们荡枪使 可是组长 国王 首领却不敢肯生 我要说现在 各伪匈奴部落首领 席与祝国王兵力不占优 也不敢反抗匈奴人 匈奴人是大呀 无可奈何之下 逃回来的伪匈奴铁骑 又朝着秦军战阵前方跑过去 源源不断 不过呢 战役 士气 什么全没了 这仗如何打呀 搜搜搜 奴剑不断收割匈奴人生命 匈奴人麻木了 战场尽量保住小命 希望等到撤退的号声 不过呢 这个念头已经破灭了 被匈奴铁骑断了后路 只好向前冲 那样还有一线生计 一波波匈奴铁骑冲上来 一波波倒下 源源不断 不怕死 勇敢杀向秦军战阵前 看到匈奴铁骑 杀到秦军战阵前方一百步距离时 工兵纷纷瞄准 锁定 射击 搜搜搜 一支支利剑射出 有的扎在匈奴人身上 有的落空 不过 总有重剑的匈奴人 匈奴骑士躲藏在马肚子下 有的扶在马背上 任由战马朝着秦军战阵撞上去 砰砰砰 阻击再强烈 依然有不少匈奴铁骑 撞在盾牌上 把盾牌撞得支离破碎 瞬间盾牌组成防线道破 秦军盾牌兵被撞得东倒西歪 有的士兵飞出去 嘴巴中不断地吐血 身后长枪兵在上司指挥下 不断刺出一枪枪 把撞进来的匈奴铁骑扎死 在枪兵配合下 后排盾牌兵迅速重新组成新的战阵 确保战阵完美无缺 伤兵被抬走治疗 挟刺 收枪 平刺 收枪 秦军枪兵向一台台精密机器 严格按照命令刺枪 收枪 尽管好多长枪刺出时会落空 不过 枪兵严格执行命令 不折不扣地执行 这个没加强好讲 那是必须的 枪兵手中长枪刺出时 不是刺在匈奴人身上 就是刺在马匹身上 或者是落空 不过呢 效果非常好 杀进秦军战争中的匈奴铁骑 不用多长时间会被枪兵一个个彻底解决掉 长枪刺 血花飘 大量匈奴人鲜血流出来 大地一遍遍染成红色 让战场上血腥味浓烈到极点 红粉兵团 出手 孙上香下令道 搜搜搜 一团团炽热的火焰元气剑 朝着扑杀进秦军战争的匈奴人 闪电般飞过去 扑扑扑 红粉兵团元气剑 威力不比弩剑威力小多少 一旦命中目标 会在匈奴人身体上留下一个拳头大小的血洞 关键是 伤口非常疼 鲜血止不住 会不停地流 直到血流光而挂掉 搜 二十团炽热的剑 朝着一名匈奴万夫长扑过去 伪匈奴万夫长看到利剑杀来 迅速把手中弯刀捂成一团 砰砰砰 尽管伪匈奴人很勇猛 可是依然有三支元气剑命中身体 留下三个巨大血洞 眼睛睁得锣锅大 眼神中不甘 惊恐 落迹 死得不甘啊 尸体缓缓跌下马背 嗖嗖嗖 红粉兵团一开火 效果显著 让扑杀上来的匈奴铁机 一个个死亡 一个个倒下 半个时辰 滴滴滴 匈奴人吹响了号角 正在战场上的匈奴铁机 像是听到悦尔救命曲 毫不知一调转码头 朝着匈奴战阵逃走 秦军呢 很多士兵走出战壕 打扫战场 把尸体集中在一起焚烧 让其成为土地养分 同袍尸体会好好收敛起来 火化后带走 回到咸阳放置在烈士陵园 受世人祭奠 火头军把饭菜端上来 让士兵们赶快吃 补充体力 好迎接下一场战斗 周瑜道 秦冰纷纷坐在地下 端着饭碗开始吃 秦军火势不错 杀了大量羊汁 熬成肉汤 每名士兵都能品尝到 秦军这段时间缴获大量羊汁 全是匈奴人从草原上赶来的 羊是匈奴人的补给物品 他们只会吃羊肉 陛下 微臣估计 貌似匈奴补给开始出问题 再没补给的话 他们可要饿肚子了 贾许道 哦 温和 这个情况不实吧 匈奴人死了那么多 他们的补给会缺乏吗 胡亥边吃边到 陛下 忘记了 锦衣卫也有人来到这里 微臣下令给他们 让他们给匈奴人的牛羊下药 若是猜测不出错的话 匈奴人手上羊汁不会太多 贾许道 胡亥竖起大拇指 温和 真有你的 朕喜欢 对匈奴人 不用讲什么仁义道德 那是对牛弹琴 匈奴人需要的是杀戮 血淋淋的屠杀 只有以杀指杀 才是最好的手段 办法 胡亥道 贾许微笑着点点头 太了解胡亥了 二人配合默契 有些事不用讲出来 心中明白就可以了 轰隆隆 匈奴人又出动了 秦军士兵迅速丢下手中碗筷 纷纷组建战阵 一面面盾牌狠狠插在地面上 一块挨一块 瞬间组成一道防线 紧接着一道道防线组建完毕 弓兵 枪兵也迅速行动起来 弩箭兵纷纷把弩箭上弦 等待命令激发 呵呵 匈奴人猛啊 又是五万铁击出动 真以为靠人多会有效果吗 陛下 这波攻击下来 匈奴铁击数量会大大下降 是到我军反击的时候了 假许道 胡亥点点头 确实如此 上一波进攻 匈奴人留下三万多尸体 要是再留下三万旗以上 瞬间匈奴铁击只剩下十四万旗 与秦军在兵力上进一步压缩 匈奴人一旦没压倒性优势 就等待秦军收个生命吧 第171章 秦军反击 评刺 收枪 一遍又一遍 枪兵反复做这二个动作 像一个个机器人似的 永不停止 扑扑扑 前排枪兵挂掉 后排枪兵迅速不位 确保枪阵完美无损 发挥枪阵威力 秦冰士气爆棚 战役滔天 把心中怒火发泄到匈奴人身上 在对方身上留下一个个血洞 嗖嗖嗖 秦弩在咆哮 一支支弩箭毫不留情扎在匈奴人身上 鲜血滑向空中 乘抛物陷落下 解陷在阳光照耀下 显得那么妖娆 阴森 战场上 无人战马四处乱窜 把匈奴铁骑撞得东倒西歪 让原本完好战阵支离破碎 悲催的匈奴骑士 稍不留意会先下马背 战马乱蹦乱跳 好 一声声长啸发出 引起诸多马匹长鸣 乱 太乱了 全部乱套了 秦军呢 不受影响 依然有条不紊的开火 刺杀 捕卫 确保防御战争完整 一名名匈奴骑士 倒在血泊中 五万铁骑出洞 太多了 一下子也杀不完 就算杀鸡也需要时间 何况是杀人 秦冰虽然感觉压力山大 却并不惧怕 这是匈奴人在垂死挣扎 只要顶过去 胜利属于秦军 秦军中士兵心中充满必胜的信心 带来的是士气 战役的爆棚 出手时动作流畅 毫不拖泥带水 力争一枪解决问题 拖 一个匈奴人倒下 惨烈 双方战斗非常凄惨 不停有士兵倒下 相对来说 秦军情况好了不少 有战阵阻挡 士兵挂掉的不太多 不像匈奴人 纯粹跑来送菜 匈奴人中军 看着一名名士兵倒下 心中气愤无比 无意的牺牲 令西域国王 部落首领心里滴血 挂掉的士兵 全是他们手下人 并非是脖头旗下真正匈奴人 愤怒却不敢说 也不敢反抗 可悲的人 这下品尝到了苦果 到了此时 傻子都明白 匈奴人把他们当枪使 毕竟 挂掉的士兵 不是真正匈奴人 东京入侵中原后 真正匈奴铁机 从来不出战 全是由这些自认为 是匈奴人的伪匈奴铁机出击 脖头万副长 死的士兵太多了 根本攻不破秦军阵型 撤退吧 明天再进攻 一名伪匈奴首领道 再等一会 秦军战阵摇摇欲坠 像是马上要崩溃似的 让铁机再猛一点 脖头万副长道 哎 不是自己的兵 挂掉多少 不会心疼 战斗一个时辰 短短时间内 五万匈奴铁机 不断冲撞秦军防线 时不时告破 不过 秦军会迅速补上 总体来说 秦军战阵非常牢固 经受了匈奴铁机冲撞 虽然付出了上千名士兵生命 可是秦军实力也有了提升 战绩更娴熟 更得心应手 杀人效率更高 不过呢 比起匈奴铁机挂掉的 秦军转了 转大发了 一个时辰 杀出的五万匈奴铁机 留下了三万多具尸体 剩下二万多铁机 秦军在等待 在等待匈奴人 吹响撤退号角 滴滴滴 脖头终于下令 让士兵吹响撤退的牛角 战场中的匈奴铁机 听到号角声 纷纷掉转码头 怕了 匈奴人胆怯了 霍去病将军 马上出击 带着旗下铁机杀上去 一定把匈奴铁机冲乱 周瑜道 遵命 霍去病道 休息了那么长时间 一直在旁边当观众 心中憋着一股气 无地方发泄 现在得到出击命令 让三千大汉铁机 战役逃天 士气爆棚 信心百倍 兄弟们 上马 跟随本将军出击 霍去病道 轰隆隆 下一刻 擒弩 盾牌兵 长枪兵 纷纷让开一条通道 给霍去病 及大汉铁机出击 胡亥脸上露出笑容 蒙虎出笼了 胡亥自言自语道 关了那么长时间的蒙虎 一旦出笼 绝对把心中怒火 发泄到匈奴人身上 贾徐点头道 黄中将军 蒙田将军 你们二人各率一万擒旗 从二侧 杀进匈奴旗阵 周瑜道 遵命 黄中 蒙田二人道 战场上霍去病带着三千大汉铁机 朝着退走的匈奴铁骑 追杀上去 在这个关键时候 马中三宝体现出巨大效果 战马奔驰在大地上 如一阵风似的 快如闪电 轰隆隆 匈奴铁骑被撞得飞上天空中 霍去病手中长枪 不停刺向匈奴人 党无可挡 方圆数十丈内 成了死亡禁区 在霍去病杀戮刺激下 三千大汉铁骑战役飙升 一个个激发出血性 杀向匈奴铁骑 所向无敌 披荆斩击 以秋风扫落叶之势 把逃跑的匈奴铁骑 打得丢盔弃甲 毫无士气 胆怯的匈奴铁骑 如何对抗得住 逃得慢点 随时成为尸体 在这种情况下 匈奴铁骑拼命拍挂下战马 希望能逃出升天 太恐怖了 霍去病修为达到巅峰战皇境 旗下三千大汉铁骑 最低修为战帅境 有好多达到战灵 战王境 战王 战灵境士兵在前面屠杀 后面有战帅境简陋 一个个匈奴铁骑死于马下 凶残 三千大汉铁骑撕开一条路 朝着匈奴大本营扑杀上去 黄中 蒙田二人也不墨迹 分别带着旗下一万琴棋 从左右二侧杀上去 二侧琴棋杀到 极大减轻了获去病中路压力 杀起人来更快捷 更迅速 不担心被匈奴人包围 可以放开手脚杀戮 文和 这也要去活动下手脚 这段时间憋得难受 需要在匈奴人身上发泄出来 你留在此地 胡亥道 好啊 好啊 孙上香惊呼道 这小妮子一听要进入战场 心中高兴无比 一点淑女形象没有 纯粹是一个女暴龙 陛下 不可 您可是老大 是掌控帝国的人 一旦出现意外 帝国咋办 贾许坚决反对道 文和 朕也是有修为的 已经达到了战宗境 一般匈奴铁籍 根本不是朕对手 放心吧 再说了 朕身边不是有一千名被围军士兵 他们的能力文和难道不了解 有他们保护朕安全 尽管放心好了 胡亥道 三千名被围军士兵 是最早跟随胡亥的兵种 经过半年多的杀戮 修为有了暴涨 从原来战将境 纷纷晋升为战帅 战灵战王境 其中大部分士兵达到战灵境 不过呢 三千名被围军士兵 只剩下一千名留在胡亥身边 其他人分散开了 到各兵团去担任基层军官 看到胡亥态度坚决 贾许心中焦急 可是没办法相劝 陛下 既然如此 微臣跟着去 以防意外发生 贾许道 文和 不用了吧 你待在此地 看一下有什么要调整的 周瑜带步兵出击 这里没人啊 胡亥道 陛下 放心 此时已经是全军反击开始 微臣留下来也没什么用 贾许道 胡亥心中明白 贾许是担心自己安全 身边有孙上香 及旗下红粉兵团 加上一千倍为军士兵 安全绝对有保证 不过呢 胡亥也不好拒绝 毕竟是贾许心意 好吧 不过 文和 你一定要小心 注意安全 不能出什么事 你的安全很重要 胡亥道 陛下 微臣也有修为 这段时间封印解开 还未出过手 去看看实力如何 假许道 第172章 全军出击 匈奴人呢 看到秦棋出击 心中那个高兴啊 就怕秦军死守 一旦秦军出击 那是自寻死路 一下子 让脖头万夫长兴奋 对于匈奴人来说 秦棋出击 意味着有胜利可能 给我围剿秦棋 一定不能让秦棋逃走 只要歼灭秦棋 咱们胜利再往 脖头万夫长叫嚷道 傻愣着干嘛 赶快行动 不要让秦棋逃走了 脖头万夫长呵斥道 各西域国王 部落首领才回过神来 纷纷去调动铁骑 执行脖头万夫长命令 不过呢 脖头万夫长只 欢喜了片刻时间 发现秦棋太生猛了 以一种无敌之姿 势如破竹杀上来 目标就是脖头的中军 一路上迎上去阻挡的匈奴铁骑 纷纷倒下 死得不能再死了 看到匈奴人二侧 又有二只秦棋杀来 瞬间把匈奴铁骑 搅得东倒西歪 呆滞 傻愣 怎么回事 什么时候秦棋那么生猛了 不科学啊 貌似情况不太对头 脖头万夫长 心中有一股不好的感觉 秦棋这是来斩首行动 惊讶 震惊 好胆 不得已之下 脖头万夫长 动用了真正的匈奴铁骑 用来抵挡秦棋的冲杀 胡亥呢 带着一千名被围军士兵 朝着中路杀进去 紧紧跟在霍区兵身后 杀入 孙上香及旗下一千红粉兵团 手持宝弓 去得老远 开始朝匈奴铁骑 展开射击 搜搜搜 一名名匈奴人倒下 死在红粉兵团元器剑之下 胡亥左手持轩辕剑 右手持长枪 带着被围军士兵杀进去 不过 心中十分不爽 明明看到前方有匈奴铁骑 刚要挥剑 却发现匈奴人挂掉了 这一幕发生一次 那是意外 接二连三出现 就不是意外了 那是清兵主动出手 担心胡亥受到伤害 胡亥心中郁闷死了 好了 你们的心意正心灵了 不过 你们不需要帮朕出手 朕能击杀凶模人 胡亥道 情况有所好转 不过 依然没什么压力 大部分 还是让被围军士兵斩杀 妈蛋 老子是来杀敌 不是来作秀 身边有被围军士兵保护 远方有红粉兵团元器剑保驾护航 那里论得到胡亥出手 文和 这是你暗中安排的吧 胡亥道 陛下 你的安全太重要 士兵们也是担心出现意外 要理解 一切为陛下安全考虑 贾许道 文和 好了 让他们离朕远点 不要担心朕安全 朕有那么颓妃吗 胡亥下令道 陛下 微臣尽量让士兵们离远点 可是 贾许话没说完 胡亥直接粗鲁打断 文和 没有可是 执行命令吧 胡亥道 遵旨 贾许道 驾 胡亥拍马朝着匈奴铁骑扑上去 拔戒朔 一道剑光闪烁 划过虚空 朝着匈奴人脖子划过 留下一道细细的血线 扑 匈奴人脑袋落下来 刷 一枪刺出 奔向右侧那名偷袭而来的匈奴人 碰 长枪与对方弯刀相碰 拔戒朔 腾出左手 一剑挥出 快如闪电 再次划过对方脖子 扑 又杀死一个匈奴人 石海中叮铃声不断响起 此时忙不过来查看 驾 战马速度不减 依然朝着一队聚集起来的匈奴人杀上去 身后被围军士兵看到胡亥扑上去 马上跟上 狠狠撞向那群匈奴人 拔戒朔 杨家枪法 片刻时间 胡亥成了一个血人 身上沾满了匈奴人的血 只剩下二只眼睛 泛着金光 胡亥带着两千红粉兵团 被围军士兵杀进来 极大缓解了前方获取病压力 好多围困获取病的匈奴铁骑 纷纷转身扑杀向胡亥这一对琴棋 想要阻止 不过呢 有孙上香 其旗下红粉兵团 他们采取远射 把一个个匈奴人射落马下 不仅确保了胡亥安全 还为胡亥轻脚出通道 让胡亥更容易斩杀匈奴人 拔戒朔 左手薛元剑一瞬间出手数十箭 把扑上来的匈奴铁骑 斩落于马下 一名匈奴万副长 看到胡亥不断斩杀匈奴人 心中气愤无比 马上拍马杀来 胡亥突然感觉 左侧一道杀意锁定 令后背阴森森的 洞察之眼 妈蛋 战皇镜超级高手 拔戒朔 胡亥没退缩 依然挥出轩辕剑 迎着对方弯刀撞上去 坑枪 胡亥感觉左手苏麻 差点把轩辕剑丢下 对方太强了 刷 中平枪 右手一枪甩出 奔向匈奴人胸口 砰砰砰 对方不愧为是一名万副长 朽为高深莫测 挥出的枪影 一一被匈奴人击碎 拔剑朔 胡亥运转帝皇经 一瞬间内进 加持到轩辕剑上 让轩辕剑威力一下子暴涨 五十多道剑芒纷纷亮起 就像天空中编织出一张巨大剑网 朝着对方笼罩下来 扑扑扑 对方很生猛 不可能全部挡下来 还有好几件命中身体 出现一条条血槽 远方孙上香看到胡亥对上一名匈奴万副长 毫不犹豫射出十八支援起箭 正在与胡亥交手的匈奴万副长 做梦不会想到有人偷袭 还是顶级高手偷袭 一下子被打得手忙脚乱 扑扑扑 三个血洞出现 特别咽喉上那一支 绝对是致命的 尸体缓缓跌下马背 死了 呀的 看来碰上战皇进修为的人 还是打不过呀 上香 谢了 胡亥道 收起心绪 继续杀向匈奴人 再说秦军中俊 周瑜带着剩下一万多名步兵 留下两千名助手大本营 杀入战场 一万多步兵丢掉擎弩 拿起长枪 战刀 盾牌 组成一个个小六花战阵 战阵间又组成六花战阵 一个巨大无比的六花战阵行程 滚动向前 相互配合默契 不紧不慢杀进去 看到战场上有活着的匈奴人 不到 此时 战场上匈奴铁骑 已经没有了速度 没有速度的铁骑 只会成为步兵枪下轨 搜 一箭命中匈奴人胸口上 一刀挥出 斩在匈奴胯下坐起腿上 轰隆隆 匈奴人战马倒下 一名长枪兵迅速上前 刺出一枪 扎进匈奴人额头 盾牌兵也不示弱 左手持盾牌 右手持战刀 看到有机会 毫不犹豫挥出一刀 扑 一条手臂落下 扫 弓兵不失时机 射出一箭 命中胸口 秦军六花镇威力生猛 相互配合 相互掩护 一旦有机会 毫不迟疑扑上去 杀人效果太高效了 第173章 秦军胜利了 秦步兵杀进战场 一下子彻底改变战场平衡 胜利天平 朝着秦军倾斜 原本有14万铁骑的匈奴人 不断有铁骑挂掉 让兵马数量快速锐减 秦骑出击 才半个时辰 又有数万匈奴 铁骑死亡 还有一部分 向秦军投降 秦军太强悍了 不投降 只有死路一条 谁也不愿意死 蚂蚁善且偷生 何况人呢 交战中 突然有一名匈奴铁骑放下兵器 高举双手 朝着秦军投降 有了示范 瞬间一个个匈奴人 丢下手中兵器投降 有了第一人 会有二人 三人 四人 像得了瘟疫似的 很快传播开 让很多正在抵抗秦军的匈奴人 也惊恐万壮 稍加思考下 也走向投降队伍 没办法 匈奴也是人 也怕死 这只是战场外援情况 里面战斗依然非常激烈 双方打得鲜血狂喷 断手断脚 那是尝试 稍不留意 会付出生命代价 作为中军的霍聚病 带着三千大汉铁机 一路杀到匈奴中军大营 血战 霍聚病触发血战 让战力一下子飙升百分之二十以上 能碾压战场上所有匈奴人 一枪刺出 前方一名千副长 胸口上出现一个洞 尸体跌下马背 死了 刷 又一枪横扫 连续几名匈奴铁机中招 身体飞上虚空中 嘴巴吐着血 砰砰砰 一招让数名匈奴人砸在地上 至于生死 霍聚病懒得理会 就算不死 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已经彻底废了 数十名战灵 战王静修为的士兵 与霍聚病齐头并进 狠狠撞进匈奴铁机战阵中 破 一名匈奴人被挑下马背 被旁边乱窜的战马 踩成肉泥 斩刀亮起 刀芒划过一名匈奴人脖子 留下一条血线 挂掉了 以霍聚病为箭头 不断杀向搏头中军 只要把战旗斩断 匈奴铁骑马上会崩溃 霍聚病目标就是匈奴战旗 距离匈奴人中军越近 阻力越大 此时霍聚病击杀的 便是真正匈奴铁骑 不是那些伪匈奴人 相对来说 真正匈奴铁骑 比那些个伪匈奴铁骑 确实强了许多 不像刚才那么容易 杀 霍聚病爆合一声 手中长枪不停刺出 或上或下 或左或右 无人阻挡得住霍聚病一击 加上胯下战马 是万中无一的千里马 手中持的是神兵力气 匈奴铁骑中的万夫长 千夫长 如何对抗德了 一个个下地狱 成为一个个鬼魂 霍聚病所到之处 匈奴人纷纷逃开 真心淡不过 不逃走行吗 可以啊 留下生命 成为鬼魂 很粗暴 很鲁莽 却非常有效 把匈奴人杀得心胆俱碎 毫无战意 一个个跑得远远的 生怕被霍聚病盯上 驾 霍聚病拍马杀向脖头 此时的脖头震惊无比 脑海中一片空白 脖头万夫长 赶快逃 再不逃来不及了 脖头万夫长身边轻微叫嚷起来 不过呢 此时脖头万夫长处于呆滞 傻愣状态 傻也听不到 依然傻傻干站着等死 刷 霍聚病杀到脖头面前 长枪闪电般刺出 朝着对方咽喉上奔驰而去 破 脖头万夫长挂掉了 出乎意料的简单 让一群匈奴铁骑震撼心灵 看到万夫长挂掉 那些个真正匈奴铁骑 瞬间四分五裂 朝着四周逃走 刷 抽出腰间宝剑 霍聚病把匈奴人的中军战旗砍断 战旗缓缓落下 无数激战中的匈奴人 不论是伪匈奴人 还是真正匈奴人 战旗倒下 再没激战之心 蒙田在这方面最有惊艳 看到匈奴人战旗倒下 马上大声叫起来 我们霍聚病将军斩杀了匈奴人万夫长 我们胜利了 蒙田道 杀 擎齐士兵爆棚 战监滔天 朝着混乱的伪匈奴铁骑 勇猛地扑上去 战斗力一下子飙升一个档次 加上搞不明白情况 伪匈奴铁骑心中疑惑不解 随意抵挡二下 调转码头就闪人 可是呢 十多万人的战场 想要逃出升天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面临诸多困难 很多伪匈奴人 看到战旗倒下 又被秦齐纠缠住 根本逃不出去 不得已知下 纷纷丢下手中兵器 高举双手 向秦兵投降 一下子 投降像一阵风 从外援阵地 吹向里面阵地 到处有匈奴人投降 投降不杀 放下武器投降 抵抗者杀无赦 在秦军士兵叫喊声中 一鸣鸣匈奴人 丢下兵器投降 在说谎中 看到霍聚病砍翻匈奴人战旗 也收起金刀 取出落日功 朝着手中捏着兵器的匈奴人射击 搜 一名伪匈奴人 重箭倒下 搜 只要看到匈奴手中有武器 毫不犹豫射出元器箭 不过呢 好多匈奴铁骑逃走了 霍聚病把主战场交给周瑜及步兵收拾 带着三千大汉铁骑 迅速回到中军 换上战马 朝着匈奴人逃走方向追杀而去 蒙田 黄忠也紧跟齐后 朝着匈奴人逃跑方向追杀 战场全部交给步兵处理 投降不杀 放下武器 跪下投降 反抗者杀无赦 一刀挥出 一名犹豫不决的匈奴人脑袋搬家 搜 又一名犹豫中的匈奴人重箭 被秦宫兵射杀 匈奴人看到秦军毫不手软 只要拿着兵器的匈奴人 会毫不迟疑的出手 吓得不轻 一些原本还在犹豫不决的匈奴人 纷纷丢下手中兵器 生怕被擒兵斩杀 周瑜看到胜利了 马上把驻守大本营内的步兵调出来 加强接管俘虏 胡亥呢 看到匈奴人兵败如山倒 很多匈奴人朝后方逃走 毫不迟疑带着两千名被围军士兵 红粉兵团追杀而去 对途中落后的匈奴人急于斩杀 搜搜搜 追杀中 红粉兵团效率极高 他们不需要追近 李老远就开始射击 一个个逃跑的匈奴人 被红粉兵团士兵射死 搜搜搜 又倒下一片 呀的 这群小妮子 一点不留给胡亥及旗下一千名被围军士兵 老远就让他们收割了匈奴人生命 一路上 有探马追上来 报告匈奴人的行踪 不论是胡亥 还是获取病 黄忠 蒙田将军会根据探马上报情况 及时调整追杀方向 没有这些探马 还真会有落网之余 第174章 快撤 在秦军击溃匈奴七十万铁机的时候 韩信带着五万兵马 杀进黛军 这是反王赵歇的底盘 一路上 韩信大军所向无敌 消灭胆敢反抗者的官吏 不过呢 在韩军杀来时 很多县城 一看秦军气势汹汹 稍微犹豫片刻 就打开城门投降 不投降会死 谁也不愿意死 死得要有意义 这种宋菜的死 不会有后人记住 只会成为家族的耻辱 这段时间 韩信旗下大军对着白灯 戴郡等周围地区倾脚 把定居在这一带的匈奴部落 倾脚干净 好多匈奴部落 开始还抵抗下 不过等待的是 血淋淋的灭族 灭部落 这一结果 出乎匈奴人意外 在这种情况下 聚集在白灯 戴郡周边地区的匈奴部落 纷纷搬迁 朝着北部更远地区迁移 匈奴人部落没有选择 一是向秦军投降 二是灭族 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现在可以自豪地说 九园 云中 朔方 白灯 戴郡等地区周边区域 已经彻底被秦军掌控 这片巨大的区域 没有一个匈奴人 加上北部地区 莫独忙着统一草原 也不会派兵马南下 入侵中原地区 短时间内 这片区域是安全的 作为紧靠这片区域的戴郡 赵歇心中很明白 周围匈奴人 彻底被韩军倾脚光了 戴郡也成了一个安全的区域 不过呢 今天 戴郡城门口 有五万秦军杀到 来者不善 肯定不善 是来收复秦帝国旧地 摧毁这些各地造反者 戴郡城主府 赵歇是标准的赵国人 不过项羽击败张涵后 张尔崛起被封为赵王 赵歇则成了戴王 赵国的士兵非常勇敢 也很有血性 特别是骑兵 算是这个时代很牛逼的存在 大王 秦军杀来了 咱们是战士盒 你要尽快做出决断 一旦秦军破城 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一名谋士 踝彻相劝道 不错 就是踝彻 另一个为面向韩信建议 独立称王的踝彻 遗憾的是 韩信听不进去 踝彻是一名非常优秀 很有见解的名士 说踝彻是民纵横家 更符合身份 踝彻是楚汉时期有名的说客 因为五帝名字叫刘彻 所以历史把踝彻改名为踝通 百度上踝彻找不到 踝彻也就是三国时期 踝良 踝彻兄弟的老祖宗 范阳出名士 讲的就是踝彻 本王心中不甘啊 不战而降 太丢赵人的面子 赵歇道 大王 韩信旗下秦军实力非常强大 那些个强大无比的匈奴人都打不过 听到韩信名字 哭闹着的孩子马上停下 不再哭闹 可见 韩信兄名远助 踝彻道 不是听说韩信手下 只有五万兵马吗 咱们戴郡城 有兵马近十万 难道抵抗不住吗 赵歇道 大王 你觉得凭这十万兵马 打得过那些个匈奴人吗 连匈奴人听到韩信 毫不迟疑闪人逃走 我们拿什么来抵抗韩信旗下大军 听说 韩信旗下虽只有五万 可是战斗力强悍无比 不仅是士兵战力今天 关键是士兵手中武器装备非常精良 一般兵器队上马上碎掉 这如何对抗 大王 难道忘记了一军吗 那可是上百万大军 可是依然抵抗不住秦军 最后个诸侯带着轻卫逃走 手下士兵全成了秦军俘虏或者挂掉 快撤相劝道 快撤一个名士 怎么可能陪赵歇去死 一看情况不对 肯定给出合理建议 谋士不会陪着主人去送死 何况是一条死路 大王 一旦错过机会 秦军不愿意接受投降 到时候 大王一家如何安排 逃得出秦军追杀吗 快撤补充道 赵歇纠结啊 自己死不了紧 关键是 家族会受到牵连 到时候被昏君咔嚓 那可是断子绝孙啊 传承对于任何一个家族来说 绝对是最大的事 断了传承 意味着一家人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那是非常悲催的事 不到万不得已 谁也不会选择 快先生 你说秦帝国真能成事 为什么不分封天下 那样不是很好吗 赵歇道 大王 秦国需要的是大一统 自从秦始皇统一天下 统一了杜梁衡 制定了规矩 对一个帝国来说是好的 这一点不用质疑 不过 最近查看了下秦帝国颁布的方针政策 确实是对百姓有利 特别是在对外作战方面 胡亥比始皇帝还强硬 根本不与匈奴人妥协 一战到底 就算亡国也要战 快撤道 事实上 正如快撤所讲 秦帝国一代代 基本是圣君 不会轻易杀读书人 有本事的人 会想尽办法 让天下圣贤之士 为秦帝国服务 这是一种传承 也是一种延续 秦国历史上 出现好多名相 名将 就算那个商样变法 秦王也未杀 是商样自杀 而秦国依然暗中行使变法 无外乎推迟几年执行 其他国家均惧怕秦国实施商样变法 担心秦国实力暴涨 所以 很多国家才会抵制秦国商样变法 秦国历史是一部战争史 抵抗外移蛮族入侵的战争史 也是一部让国家崛起的历史 无数代君王努力 最终在始皇帝这一代成功 很了不起 快先生 你看这样是否可行 本王把家眷交给你 由你带着离开代军 本王坐镇这里 与秦军决议死战 赵歇道 快撤摇头苦笑 大王 属下建议不要鸡蛋碰石头 平代军中的十万新兵弹子 如何抵抗秦军 韩信旗下五万兵马 其中铁骑有三万余人 听说还有一种非常厉害的什么重骑 只要重骑一出 无论什么兵种 瞬间会崩溃 根本挡不住 快撤道 快先生 要是本王投降 秦军会如何处置呢 赵歇道 这个问题 属下也不是很明白 不过 从贡澳 卫报二人的结果来看 只要开城门投降 秦军不会追究责任 还会给予好的安置 若是反抗的话 肯定不会有好结果 毕竟 咱们这是造反 秦军肯定严惩不待 快撤道 快先生 这个事 让本王好好思考一下 赵歇道 第175章 赵歇派出使者 韩信带着五万秦军 到了戴军城墙下 派出一名士兵 到城墙下去喊话 城墙上的赵歇 士兵们听好了 我们将军给你们一天时间考虑 是做无畏抵抗 还是乖乖开城门投降 请做决定 你们要想好了 抵抗意味着是造反 一旦成破 各位士兵 官吏要承受最严厉的惩罚 特别官吏 会牵连到家人的安危 若是攻城前投降 不论是士兵 还是官吏 我军不追究责任 会给予妥善安置 若是顽固不化 坚持造反 结果你们懂的 秦冰大声道 站在城墙上的赵歇 听了秦冰喊话 心中那个气啊 明摆着是秦军蛊惑人心 一下子在士兵心中 埋下一颗种子 开战时随时会反水 问题是秦军正大光明进行 赵歇也不好说什么 很想让士兵把那名秦冰射杀 可是又不敢 二军交战不再来时 这是古之规矩 一旦破坏规矩 要承受秦军怒火 赵歇不敢破坏规矩 何况人家秦军说的是真话 赵歇旁边站的快撤 则又是另一种感觉 城外韩军队形整齐 长枪林立 士气高昂 士兵眼神中充满杀意 那是经历过多少战役 赵歇 你不是号称圣王吗 既然如此 为什么不为城中百姓考虑下 非要把戴郡城中百姓 牵扯到战争泥潭里 捆绑在你战车上 你心里不自责吗 秦冰大声道 说完秦冰转身回秦镇中 快先生 我们能抵抗住秦军进攻吗 赵歇道 快撤摇摇头 大王 我们拥有十万兵马 其中骑兵有五万 步兵五万 无论是骑兵 还是步兵都无法对抗秦军 看到没有 秦军阵中那些个秦弩 听说是升级版 威力更生猛 一次性能射出十只弩箭 如何抵抗 完全是蚂蚁汉术 快撤道 难道真要投降 赵歇道 大王 有选择吗 秦军是大 不可阻挡 也阻挡不住 一切拿鸡蛋碰石头 不如考虑下后事 我知道大王心中想法 想重振先祖昔日辉煌 可是 大一统是趋势 无人能阻挡 逆天而行太困难 还是顺应天命吧 快撤道 大王 自从胡亥掌控权力 清理赵高等奸臣后 秦国发生天翻地覆变化 制定出来的政策 很得明星 又弄出什么纸张 印刷术等新鲜事物 关键是武器装备方面 比原秦帝国还锋利 这些事 全是胡亥执政后发生的 几个月前 老夫就开始观察星象 貌似星象上也出现一变 地心虽然周围有许多黑色 暗色光圈萦绕 可是 现在那颗地心光芒万丈 新的地心已经黯淡无光 随时会坠落 可能这就是天命所归吧 快撤补充道 说那么多 到处赵歇不要逆天行 要顺势而为 城外韩中军大仗 韩信与周伯二人在喝酒 韩帅 手中还有这种好酒吗 周伯道 周将军 什么意思 本帅手上也没多少了 这是陛下专门赐予本帅的 不要打酒的主意 韩信道 那个 韩帅 喝惯了这种好酒 在喝市面上那种酒水 像是喝马尿似的 一口喝不下去 这不是来找韩帅商量吗 等回到咸阳城 卑职一定把陛下赏赐的好酒 归还韩帅 周伯道 秦帝国的将军 现在根本不喝市面上的酒水 喝过胡亥拿出来的好酒 谁还喝得下去 拉倒吧 你那点小聪明 本帅看不出来 借给你 那是有戒无还 再戒不还 韩信调侃道 报告 传令兵道 进来 韩信道 报告韩帅 营外来了一名姓快的人 说是有事找韩帅 请问韩帅是否相见 传令兵道 快撤 范阳明氏 这个人韩信知道 曾经在项羽大军中看见过 不过 没说过话 也无什么交集 请进来吧 韩信道 见过韩将军 快撤恭敬道 唉 快撤暗中长叹一声 以前项羽仗前小兵 到了秦军中 瞬间被委认为一方统帅 令人惊讶 这是要有魄力 才敢做出如此大胆决定 不过呢 韩信也没辜负胡亥信任 几个月来 取得了一系列胜利 这些战绩说明 胡亥眼光准 快先生 请入座 咱们是老熟人 不用拘束 随一点 韩信道 谢韩将军 快撤道 韩信取出玻璃杯 给快撤道上一杯酒 快先生 请喝酒 这可是陛下赏赐给微臣的 请快先生品尝下 韩信道 酒香早散发满屋子都是 光是闻闻就让人嘴馋 快撤端起酒杯一口喝光 好酒 快撤道 刚把酒杯放下 快撤咕咚一下 直接倒下 醉倒了 韩信摇头苦笑 心急什么 还没说此酒不能猛喝 很容易喝高的 晚上 快撤才清醒过来 发现自己睡在帐中 心中微微一愣 怎么回事 我不是到秦军兵营中吗 怎么会喝高 难道酒中有问题 不应该啊 快先生 你醒了 我们韩帅请你去续话 传令兵道 哦 小兄弟 老夫这是怎么了 快撤道 秦冰看了眼快撤 眼神中近视鄙视 不过 嘴巴上不能说 依然客气 快先生 你喝高了 传令兵道 不是酒中有问题 快撤惊呼道 哼 秦冰冷哼一声 快先生 不懂就不要乱说 我们韩帅给你和陛下赏赐的美酒 怎么到了你嘴里 变成有问题了 秦冰生气道 小兄弟 老夫失言 失言 快撤道 重新洗漱下 走进韩信中军大掌中 多谢韩将军 快撤道 快先生 清醒了吧 本来要告诉先生 这种美酒要小口品尝 不能牛饮 容易喝高 可是 先生喝得太急 本帅还未把话说清楚 先生就干杯了 韩信道 谢韩将军 那种酒是我一生中喝过最好的美酒 会让一生时刻记住 快撤道 快先生 不知道我军来有何事 如果本帅没记错的话 快先生应该是赵歇旗下谋士 韩信道 韩将军 本人来这里是拜托代王赵歇而来 想问一下 要是带城开城门投降 秦军会如何安置赵歇 如何安置城中士兵 还有那些官吏等人的处置 快撤道 快先生 本帅实话实说 本帅并不希望带城投降 那样 我军可就失去攻城机会 当然了 若是赵歇开城门投降 他一家会送到咸阳 具体安排由陛下处置 至于城中官吏 会有随军文职官吏进行考核 合格的会继续担任官吏 到底是什么职位 要看齐能力 这方面 秦军有一套完整方案 士兵吗 达到秦军要求 可以征召为秦兵 达不到标准的士兵 全部发路费遣散 韩信道 第176章 震惊 惊讶 双方达成一致 快撤回城中去回话 次日 带军城门打开 赵歇带着一波官吏 缓缓走出城门 二侧站着放下兵器的士兵 投降仪式很简单 秦军接管城池 安置官吏 士兵 十万反正士兵中 韩信从中挑选出五万士兵 进入秦军行列 一下子 让韩信旗下兵力达到十万之重 算是兵强马壮 政务上的是官吏安置 韩信不插手 交由随军文官负责处理 专业的是让专业人负责 这是胡亥一贯原则 韩将军 我一家什么时候去咸阳 赵歇道 这个是 你自己随时可以去咸阳 到了咸阳城会有朝中官员妥善安置 韩信道 韩将军 那个你们不派士兵押送 赵歇道 大王 你已经投诚 我们有必要看管吗 我军不会看管 更不会押解 韩信道 韩将军 不怕我一家逃走 哈哈 韩信大声笑了起来 大王 你能逃到什么地方 一旦天下平定 有你生存的地方吗 韩信道 赵歇微微一乐 想想也是 一旦天下平定 躲无可躲 明智的乖乖到咸阳城 落得个好的结局 断崖 经过一夜追杀 匈奴人溃步成军 朝着中原外地区拼命逃窜 生怕慢了 遭到俘虏 天亮了 追杀的秦旗 陆续返回 秦军兵营 火头军早准备好热腾腾的饭菜等候 只要有士兵回来 马上能吃上 中军大仗中 都回来了吗 胡亥道 报告陛下 追杀匈奴人的秦旗 绝大部分返回了 只有两千多人还没回来 传令兵道 逮到多少匈奴人 我军伤亡是多少 胡亥道 陛下 经统计 一共击杀匈奴人 四万九千多人 俘虏匈奴人 近六万余人 其余数万匈奴铁机 跑散了 暂时没抓捕归案 我军有两万余人受伤 其中 重伤 死亡达到一万七千多人 传令兵道 胡亥在心中估算下 十四万匈奴铁机 歼灭 俘虏 有近十一万人 剩下三万七逃走 目前 秦军剩下四万多人 缴获方面呢 胡亥道 陛下 缴获牛羊十多万头 战场上遗留下来的各种兵器 铠甲 弓箭 数不胜数 传令兵道 兵器还是要收起来 到时候运送到咸阳 重新冶炼后 再打造武器装备 牛羊吗 发现百姓的话 分点牛羊给他们 再提供点粮食 不要亏待百姓 胡亥道 遵命 传令兵道 好了 诸位将军 辛苦了 正在这里敬诸位一杯 庆祝咱们 歼灭入侵中原的匈奴人 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胡亥道 谢陛下 诸位将军纷纷端起酒杯 把杯中酒干掉 陛下 接下来要怎么应对 蒙田道 胡亥看了下贾许 让其说出行动方案 给大家心里有个数 诸位 接下来 我军一定要乘胜追击 不能给匈奴人有调整的时间 特别是那些伪匈奴人 他们回到部落后 一定会引起动荡 我军必须在他们虚弱的时候 给予重击 一举解决问题 省得到时候 他们又跑到中原地区作乱 至于西域诸国 匈奴铁骑 也要派出兵马追杀 并借此机会 收复龙幼 武威 西郡 玉门等地区 并在玉门那个地方 修建爱关 贾许道 诸位将军 迅速查看其地图 兵力怎么分配呢 蒙田道 秦军明显是二路挺进 不给匈奴人 伪匈奴人机会 这符合战场情况 兵力是这样的 军中有三千多名青商士兵 由他们负责看守俘虏的匈奴人 当然 不能让俘虏闲着晒太阳 还是要给他们干点活 至于干什么 由随军官吏负责安排 一路由蒙田将军 带着两万步骑 五百张秦鲁 向拢右进攻 并继续往西部挺进 彻底干净青角枪足部落 对于臣服帝国的伪匈奴部落 全部拿入地方管理 不愿意臣服的 直接歼灭 这次我军要采取血腥手段 让伪匈奴部落血流成河 当然了 能抓捕的还是要抓捕 让其进文明学校 接受读书 学习 五年后可以释放 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原人 另一路由陛下 老夫 获去病 皇忠 孙上香带着一万五千步骑 五百张秦鲁 继续朝五威 西郡挺进 收复这二个地区 歼灭盘踞在该地区的匈奴人 对于真正匈奴人 我们这次不需要俘虏 全部斩首 在玉门关那地方搞个金关 用来震慑西域诸国 诸部落外移蛮族 玉门那地方修建好爱关后 由霍区病将军负责驻守 平时可以带着铁骑到西域猎兽一番 给那些投降匈奴的诸国 部落天点乱 重点 还是驻守玉门关 贾许道 等一下 贾军师 貌似您老忘记了本将军 为什么啥安排也没有卑职 周瑜道 哈哈 恭敬 战役结束了 你的任务顺利完成 必须去南洋 向穆贵英将军报道 看能否赶上 收复下口地区之战 一旦下口地区收复 由你驻守下口 并在那里招收水兵 修建造船厂 二年内 你必须给朕训练出 十万名能征善战之海军 记住 新建的水军 以后造海军 你是帝国海军大都督 不是水军大都督 就是说 以后海军要进入深海 去征伐 这是非常重要 胡亥慎重道 遵旨 周瑜道 陛下 能说下海军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周瑜道 恭敬 这个是真不好讲 总之一句话 有水的地方 就是海军保驾护航 征伐的地方 帝国东面是大海 可是 在海中有好多岛屿 面积有大有小 大的面积 比帝国一个州还大 小的只露出点水面 大海中航行非常危险 也是非常有潜力的地区 帝国迟早要征服大海 让大海成为帝国崛起的宝障 十万海军官兵 只是开始 往后还会更多 你的任务重 工作量大 要努力哦 胡亥补充道 掏出从系统中兑换出来的世界地图铺开 让诸位将军走上来 胡亥指着地图讲解 什么 我们中原才那么大点地盘 怎么可能 我们中原不是中心吗 怎么看上去 中原在这张地图上 只是巴掌大小的地方 一下子 诸位将军惊呼起来 傻傻看着胡亥 希望给个解释 不要看朕 这是朕在梦中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给朕的 说这个世界非常大 咱们不要坐紧观天 要走出去看看 去征伐 把那些地盘征伐下来 把凶路人赶往西方 让他们去祸害西方人 不要老盯着咱们中原地区 胡亥道 第177章 修建玉门关 诸位将军惊讶无比 脸上依然不相信这地图是真的 以为是假的 只是介于胡亥在场 不好说出来 文和 把歼灭匈奴七十万匈奴铁骑的事 送到咸阳 让百家讲堂 心意欺上 一定要重点报道一下 令天下百姓乐意乐 毕竟 这是对于中原人来说 确实很重要 不过 在报道上 一定要重点多报道 士兵勇敢的事件 朕就不用宣传了 将军们也可以报道 凝结下帝国的明星 胡亥道 遵旨 假许道 文和 锦衣卫对匈奴逃跑的地方 调查清楚了吗 特别是那些聚集起来的 要重点关注 胡亥道 陛下 微臣这里有一份名单 是匈奴铁骑 伪匈奴铁骑聚集的地方 不过 聚集的兵马军不多 最多的数千骑 大部分是数百骑 匈奴铁骑 基本成了散兵游泳 假许道 分发下去吧 明天咱们出征 彻底解决匈奴人入侵问题 希望这一次能为帝国争取足够评判的时间 胡亥道 唉 暗暗叹了口气 胡亥真的不容易 到了大秦就开始四处救火 成了一个标准救火队员 真没怎么休息过 大家喝的好多 有好几人又喝高了 胡亥回到卧室 急忙查看属性 杀了那么多匈奴铁骑 应该能为胡亥提供大量经验值 有了经验值 修为能晋升 这才是胡亥最关心的事 宿主 胡亥 职务 皇帝 修为 战宗四阶 功法 帝皇经 战绩 拔剑术 杨家枪法 辅助技能 洞察之眼 辅助功法 阴阳经 神将 木桂英 孙上香 高顺 吕灵起 上官瓦 贾许 狄人杰 扁鹊 张献 黄忠 五妹娘 黄月英 获去病 周瑜 鱼姬 属下 蒙田 蒙义 韩信 陈平 周伯 许旺 许富 萧和 丽义姬 余子柒 吕太公 吕智 公输车 兵团 三千被围军士兵 三千大汉铁骑士兵 一万弩兵团 三千锦衣卫 对了 系统是三级 离晋升四级不远了 呀的 半年时间 不知不觉间 胡亥有了自己的嫡系 组成了军政二套班子 咚咚咚 正在歪歪的时候 敲门声响起 请借 胡亥道 陛下 臣妾来陪陪你 于姬微笑道 于姬 过来陪朕再喝点酒 今天真的好高兴 消灭了七十万匈奴铁骑 让朕身上压力小了许多 下一步 可以安心评判了 胡亥道 嗯 纠缠 蒸伐 胡亥貌似精神非常好 不停蒸伐 一次又一次蒸伐 次日 周瑜带着一千名卫队 向咸阳返回 顺便带几封书信到咸阳 然后朝着南阳出发 胡亥 贾许 霍去病 黄忠 孙上香等人 带着一万五千名不齐 朝五微扑过去 一路上 根据锦衣卫提供的信息 对聚集的匈奴铁骑 一一给予围剿 不放过任何一旗 一些伪匈奴部落 也成了讨伐对象 采取铁血手段 对部落的男女老少 一一抓捕 送进文明学校 接受改造 敢造反 就要接受帝国惩罚 这个没有什么价钱 可讲 半个月 秦军杀到五微城 看到破破烂烂的城墙 秦军心中怒火中烧 一个百姓不见 死成一座 愤怒了 胡亥彻底愤怒了 数万名百姓 全被匈奴人图禁了 TM的太凄惨了 这是人干的吗 一座城 全被屠杀光了 说出来谁会相信啊 事实就是如此 秦军捏着鼻子走进去 把百姓失骇收敛起来 全部也埋好 又对城池重新打扫一番 文和 有匈奴人的消息吗 还有那些帮凶 朕不会放过他们 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胡亥红着眼睛道 陛下 我们来晚了 这里的百姓 已经死了好长时间 微臣查看一下 是一个月前 被匈奴人屠杀的 入侵中原的匈奴铁集 现在基本被清剿光了 只剩下数千起在逃窜 至于消息 暂时没有 得等一会才能收到 假许道 文和 通知俘虏营 文明学校 立刻分辨真伪匈奴人 把真正匈奴人挑出来 全部斩首示众 胡亥杀气腾腾道 陛下 这个不好吧 那些俘虏营 文明学校里的匈奴人 基本只剩下妇女 不是要给百姓做老婆吗 假许道 哦 文和 朕的意思是 辨别真假匈奴男子 不辨别妇女 对于匈奴男子 朕一定要杀光 胡亥道 遵旨 假许道 三天后 秦军朝西郡城出发 根据锦衣卫情报 对沿途尾匈奴部落 进行清剿 不放过任何一个部落 西郡城中 也是一座死城 什么百姓也没有 全都死了 又是一个月时间过去了 秦军将管辖区内的匈奴铁骑 彻底清剿 只有数千名真正的匈奴铁骑 一看逃不了 只好进入大沙漠中 想穿过沙漠 回到北方匈奴部落 对于这部分 秦军也没好的办法 总不能也追杀进沙漠吧 那是寻死 胡亥 贾许 霍聚病 黄忠 孙尚湘等人 站在玉门那个地方 到处查看 陛下 这里真是个好地方 不仅有水源 能给驻扎在此地的官兵补充 关键是 此地太险峻 一旦修建一座爱官 绝对是一夫当官 万夫莫展 只需要在官上驻扎少量官兵 就能抵挡住 从西面杀来的外移蛮族 确保中原百姓安全 霍去病道 霍将军 朕把俘虏的这三万伟匈奴人 全交给你 再留下一些优秀工匠 负责指挥修建爱官 以后由霍将军负责驻守此地 朕会留下兵马 只带走黄忠 不过 朕建议爱官修建好后 时不时带着三千大汉铁骑 去西域诸国地盘上猎兽 抓些牛羊来改善士兵伙食 毕竟 这里离咸阳太远了 不可能把肉类送到这地方 只能靠你们自己 讲办法不及 胡亥道 遵旨 末将一定不负陛下所托 死死守住御门关 让他成为中原的西大门 或去病道 对了 修建营房时 一定要修建火炕 这地方冬天太冷了 必须确保士兵取暖 算了 等一会 朕把图纸交给工匠 由他们负责修建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谢谢陛下关心 或去病道 第178章 庆功九宴 胡亥回到咸阳城 带着贾许 黄忠 孙尚湘 及旗下三千骑兵赶回来 其中两千人是黄忠 孙尚湘二人的卫队 另外一千骑骑士被为军士兵 不过呢 才回到咸阳 胡亥就让黄忠带着卫队 去机关找高顺报到 并出任第四兵团副兵团长 敌人节必须回到咸阳 这里有好多事要他处理 至于张宪 陈平二人的兵团 重新组建帝国第五兵团 陈平改任第五兵团参谋长 孙尚湘留下助手咸阳城 胡亥回到咸阳城 五妹娘 上官晚二人 专门举办了一个巨大的欢迎宴会 也没什么外人 全是在咸阳城中 胡亥嫡系 属下 加上积压的张良先生 还有就是贡澳 卫报 赵歇 三名反王 在贾许提醒下 把魏辽也请来了 胡亥举起酒杯 在这里 朕要首先感谢五妹娘 上官晚 黄月英 扁鹊 萧和 丽一姬 于子柒 公输车 吕太公 吕志等 坐守咸阳的文职官吏 是你们兢兢业业的努力工作 让帝国没发生什么大的事件 动乱 就算发生动乱 也能第一时间歼灭 一举抓捕犯罪分子 确保咸阳城的安稳 让朕放心出征 你们当居守宫 没人能抹杀你们的功勋 朕会牢记心灵 没有你们日夜督促工匠 打造各种兵器铠甲 擎弩 长枪 战刀 剑支等军需品 士兵拿什么杀匈奴人 这些全是你们的功劳 在这里 朕要重点讲一下 百家讲堂办得很好 虽然达不到朕心中的预期 可是在宣传方面 确实做得不错 应该给予嘉奖 朕执长朝政有近八个月了 不仅抵抗住了上百万叛军的进攻 还消灭了一百三十多万叛军 极大打击了叛军的嚣张气势 缓解了帝国局势 消灭莫独率领的二十万铁骑 阻止了匈奴铁骑南下 入侵中原 对燕门 九园 朔方 戴群 白灯等地区进行清剿 灭杀数十个匈奴部落 消灭近百万匈奴人口 还趁此机会收复河东 宾州 汉中 蜀北 蜀东 蜀西 蜀南 南洋 洛阳 戴郡等地区 在几大兵团齐心协力下 给叛军极大震慑 起到了杀鸡给侯看的作用 谢谢诸位爱卿 胡亥道 啪啪啪 掌声雷动 令张良 贡傲 卫报 赵歇 未了几人惊讶的是 在那么短时间内 胡亥拥有了称霸的实力 特别是建立了文武二套班子 这二套班子 不仅是武将战力今天 文臣能力得到认可 好多文臣武将 张良 贡傲 卫报 赵歇 未了等人听都没听过 突然间便进入胡亥旗下 出乎意料啊 同时让很多人都想不明白 胡亥是从什么地方找来的超级高手 人才 几人触动很大 特别张良这个智盛 对于胡亥旗下战将的能力非常清楚 加上陈平 韩信 萧和 利益基 周伯等人 相继投诚胡亥 给智盛压力山大 再不出山的话 一身所学毫无用处 难道要归隐山林 心中不甘啊 学会文武艺不都是卖给帝王家吗 没有舞台 平台再有能力也发挥不出来 只有在合适的舞台 平台上才华能得到释放 看看韩信 陈平 萧和 利益基 周伯几人 不也干得挺开心 挺卖力的 反王也有了投降 这个去世走下去 那些叛军真没多少机会 看来 老夫也要动一下了 不能再傲娇 要主动一点 否则 张氏一族怎么办 张良想的很多 胡亥是爱才 可是也不会搞什么三顾茅庐的事 又不是身边无人可用 何别自贱呢 对于胡亥来说 愿意投诚持欢迎态度 不愿意也无所谓 只要不跑出咸阳城即可 陛下 恭喜你消灭了七十万匈奴铁骑 为帝国评判 争取了足够的时间 五妹娘端着酒杯 走到胡亥面前道 妹娘 同谢 没你在咸阳坐镇 镇不会取得如此大胜利 你与婉儿居守宫 胡亥道 陛下 晚上是不是应该好好补偿一下人家 五妹娘小声道 嘿嘿 妹娘 朕也思念你们 晚上朕一定努力征法 耕作 绝对不辜负你们心意 胡亥道 你们二个说什么 微臣也恭喜陛下取得大胜 上官婉儿走过来敬酒道 胡亥来者不拒 全都是一口干光杯中酒 婉儿 要不晚上你也一起来 咱们三人好好聚一下 乐一乐 解一下思念之情 胡亥道 陛下 晚上见 上官婉儿道 五妹娘 上官婉儿端着酒杯离开 不能再待在一起 人太多了 搞不好会让人议论 陛下 草民恭喜 陛下旗下秦军 歼灭西部匈奴铁几七十万 北部莫独二十万铁几 如此辉煌战绩 绝对记入史册 名垂千秋 张良走过来敬酒道 紫房先生过奖了 这是士兵奋斗的结果 朕也只是一名小兵 指挥作战士周瑜 蒙田二位将军 制定作战方案是假许 朕真没做什么事 只是干点后勤保障工作 胡亥道 陛下 明天有时间吗 草民有些事 需要与陛下说说 张良道 明天 紫房先生 明天让朕好好休息一下 几个月没休息过 后天您看可好 胡亥道 今晚上与五妹娘 上官婉儿二人相聚 不知会累成什么样 明天起得了床吗 陛下 好的 后天草民来宫中求见 张良道 一定 后天朕摆好酒宴 等候子房先生过来入席 胡亥道 呀的 智盛终于有行动了 看来不想再等了 再等下去 只会失去更多机会 对于一个谋士来说 乱世是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 一旦错过 就不可能再出现 恭喜陛下 取得决定性胜利 让帝国争取时间 处理国内事务 帝国一定会蒸蒸日上 吕太公道 谢陛下 给臣妾机会入职 十分感谢 吕智举起酒杯道 胡亥抬头淡淡瞟了一眼吕智 妈蛋 绝对是一个美人 打分的话 一定会超过九十分以上 身材修长 秃凹有致 肌肤白嫩 像幼儿似的 好大的屁股 真是坐江山的主 不过呢 对胡亥没什么吸引力 谢谢二位 吕爱卿 胜利不是正一个人的 是全体文成武将 齐心协力的结果 是士兵努力取得的 荣耀应该给那些牺牲的士兵 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胡亥微笑道 第179章 吕太公 二位 坐下吧 咱们随便聊几句 胡亥邀请道 谢陛下 吕太公 吕至二人到了声线 缓缓在旁边坐下 随后 马上有人过来 把二人酒杯针满 太公大人 百家讲堂 情况如何 招收到什么样的人才没有 特别是讲堂 非常重要 是帝国的喉咙 要主导帝国议论 引导议论 不过 在此基础上 百家讲堂会址 要尽快修建起来 让个门派 学科大佬 来讲堂上发表演讲 或者争辩 帝国不搞封闭发展 要有开放性 什么声音 帝国都能接受 真理吗 那一定是越变越明白 越变越有道理 只有经过辩论 实践 总结 再修改 再辩论 再实践 再总结 再辩论 最后才能总结出真理出来 好的文章可以在 百家讲堂上发表 让天下人意一下 也可以把辩论双方文章 同时发表在 百家讲堂上 咱们不做结论 由天下人来评判 只要经得起争辩 讨论的才是道理 真理 帝国对于人才非常重视 需要各方面的人才 只要对帝国有益的东西 建议 观点 都可使用 不会专属某一家之言 中原数千年发展 形成好多门派 有些是好的 也有的不再符合现实 不论那一种学说 门派 都要有上进心 不断完善 别老想着 是老祖宗遗留下来的东西 这也不敢修改 那也不敢修改 一位赵本宣科 那可不行 只会成为历史发展绊脚石 迟早会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朕希望 在帝国的领导下 力争达到百家争名 百花齐放 及众家之常为帝国所用 胡亥道 说完后 端起酒杯小小瞎一口 润一下嗓子 陛下 微臣一定努力办好百家讲堂 招收更多的读书人 书生来工作 百家讲堂会指 朝廷已经拨款 此时正在修建 最多一个月能弄好 不过呀 陛下 老夫岁数大了 精力有限 很多事是心有余 而力不足 吕太公道 太公啊 朕知道 您岁数大了 不可能什么事都要亲力亲为 所以才为您配备吕志 吕志据朕所知 能力不错 要放心大胆让他单干 不要过多束缚 您老要发挥自身优势 利用明示 从天下广妖人才 大家来咸阳发展 具体的事物 交给吕志不就可以了 和别什么事都要管呢 胡亥建议道 谢陛下厚爱 只是小女子才输学浅 怕担任不了那么重的工作 把事情办杂 吕志道 嘿嘿 胡亥心中暗笑 别人不清楚你吕志的能力 老子可是穿越人 怎么会不了解 再说了 这个时代的史记 可是很真实的 不像唐朝以后 可信度极低 胡亥修改史记 就是李世民发明的 随时查看史官记录的史记 不符合的改 甚至亲自动手修改 有了李世民这个头 以后历代皇帝都喜欢修改史记 成了历朝皇帝最爱 李世民不仅修改唐代的史记 还把随朝的史记 也进行清查 修改 让其对自己有利 那个杨广的一系列丑闻 估计就是李世民搞出来的 还有其兄 真的那么无能吗 好了 扯远了 回归正题 吕志 朕在很小的时候 就听闻过你的大名 说是一代才女 特别擅长与人交流 身上带着天命之相 由你主持百家讲堂 朕是放心的 不论才学 人脉 你都占了 大胆做事 不要有什么顾虑 也不要束手束脚 有什么是不懂的 可以到宫里来问朕 没事的时候 可以进宫来与武相 上官香等人多交流 相互取偿不短 要相信命数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也要争取吗 胡亥道 多谢陛下教诲 微臣一定虚心接受 努力做好工作 为陛下分忧 吕志道 叮咛 突然脑海中 响起叮咛声 宿主 发现天命女 一定要拿下 对稳固江山 有重要作用 会让宿主 事倍功半 啥 抛吕志 搞错没有 那可是刘邦老婆 哥胆小 系统别吓唬我 再说了 天命女又如何 属性不是被刘邦 给取走了吗 关键是 吕志此女心狠手辣 形势有点恶毒 胡亥担心后宫出问题 宿主 在贾许骚操作下 吕志不是把刘邦修了吗 他现在是单身狗 可以泡 非常划算 对秦帝国以后统一星球 十分有利 天命女的好处是 慢慢体现出来 不是一时半会就表现出来 宿主要加油哦 那个系统 要不重新找个天命女吧 吕志可是刘邦以前的老婆 我去泡她 影响不好吧 宿主 以为天命女是大白菜 随便就能碰上 那可是万中无一的概率 妈蛋 纠结啊 算了 随意吧 不用抢球 也不用抵制 任其发展 不过呢 说实话 吕志长得还是挺漂亮的 绝对吸引男人眼球 会让男人有冲动 要知道 这个时代的女人 脸上可没有什么涂料 属于纯天然生态性 更没有修改技术 天生就长得那样 那里像后世的美女 脸上全是涂料 否则就是修改过 全是假的 一点真实感没有 对了 吕太公 吕志 把出版的百家讲堂 每一期送朕这里一份 吕太公 吕志 疑惑不解 陛下 那个 百家讲堂 每一期都送十多份到宫中 难道陛下没看到 吕太公道 胡亥微微一愣 哦 有就行 朕这几个月 一直在对匈奴作战 宫中的事基本没过问 全交给武相等人负责处理 随后朕去查看一下 不用当真 胡亥道 陛下 百家讲堂中 儒家倒是来了些人才 不过并非是儒学大佬 只来了几个精英 微臣把他们留下来 希望儒学大佬能观察后 能到咸阳城来传教 另外 墨家巨子也到了咸阳城 参观了百家讲堂 对一些东西很感兴趣 可以与帝国合作 吕太公道 墨巨子 期盼见面啊 希望不要令我失望 此时的墨学应该没有失传 在天下间有好多墨家弟子 帝国发展必要的理工科人才 若能把墨家搞定 让墨家弟子为帝国服务 对于帝国来说 具有战略意义 别人不知道 理工科人才的重要性 胡亥可是太明白了 理工科对于帝国来说 是推动 促进社会发展的关键 是社会进步 文明推进的催化剂 看来 必须要见一下那个墨巨子 吕太公 墨巨子具体说 要合作那一方面的吗 胡亥道 陛下 这个倒没说 毕竟微臣不懂墨家学说 那东西技术面太深了 吕太公道 胡亥点点头 第180章 接见三反王 共澳 卫报 赵七三人端着酒杯慢慢走过来 吕太公 吕之二人看见 起身向胡亥告别 陛下 我们先走了 希望有时间 陛下到百家讲堂来指导工作 吕太公道 指导谈不上 有时间正会去走走看看 胡亥道 吕太公 吕之二人 朝胡亥点点头 然后离开 恭喜陛下 彻底解决中原百姓编换问题 歼灭七十万匈奴铁集 具有里程碑是意义 卫报恭敬祝贺道 多谢卫先生 胜利属于帝国的 也属于全天下百姓的 并不是正个人的 是士兵奋斗的结果 胡亥道 恭喜陛下 取得如此辉煌大胜 值得我们敬佩 共澳道 恭喜陛下 贺喜陛下 祝陛下早早解决国内问题 还天下一个太平盛世 赵歇道 呀的 这个赵歇心中不甘啊 几位先生 坐下吧 胡亥邀请道 三名反王毫不客气坐下 来 三位干一杯 必助三位做出明智选择 不被历史车伦碾得粉碎 大一统是历史发展趋势 是大势所趋 任何人阻挡不了 改逆天而行 必然身死盗销 粉身碎骨 没有人能救 幸好三位做出立国立民的选择 历史不会忘记三位 会重重记上一笔 朕呢 这段时间一直在外作战 也没接见诸位 实在不好意思 不过 朕听说了 朝廷对三位的安置 先拿份薪水 等过一段时间 朕想新组建一个机构 叫做顾问委员会 到时候 三位去里面任职 充分发挥你们聪明的脑袋 为帝国陷阱 陷策 只要对帝国有益的建议 朕一定会采用 这一点上三位尽管放心 胡亥道 呀的 不敲打下 以为还是反王啊 一来伸手 犯来张口的日子 一切不复反了 必须要用自己双手 获取劳动成果 话又说回来 胡亥对他们三人挺不错的 要知道 他们三人可是造反者 按传统法律 那是面临灭九族重罪 胡亥没有宰他们三人 还得一份薪水 已经非常仁慈了 也不限制他们的自由 只要不轻易出咸阳城 其他是随他们心愿行事 这样对待造反人 估计天下间不会有第二人 要知道 一旦他们造反成功 胡亥可是面临砍头 到那个时候 没人会手下留情 甚至灭杀 淫世九族 不会放过淫世任何一人 谢陛下仁慈 三人点头道 对了 三位来到咸阳 有什么困难吗 有难处可以说出来 大家一起商量下 不要有什么顾虑 要把自己当成帝国的主人 不要觉得自己是个客人 那就见外了 胡亥道 陛下 朝廷给我们的帮助非常大 也很细心 我们感激涕零 没有什么困难 一定会好好反省 坚决做一个有益帝国的人与世 不再给帝国添乱 共澳道 共澳是第一个投降的人 帝国对他的安置也非常好 比卫报 召谢二人好了不少 特别在住的方面 共澳住所 比二人大的许多 甚至达到二品 三品官吏标准 对了 三位 朕有个事 需要你们出手帮忙 胡亥道 陛下 有何交代尽管下旨 我们一定执行 不会讲价钱 更不会有二心 卫报急忙道 呵呵 三位 也不是什么大事 只是件小事 对于你们三位来说 只是张张口的事而已 胡亥道 请陛下示下 共澳道 你们也清楚 帝国击败了 莫独派出的二路大军 短时间内 匈奴人没有精力 实力在南下入侵中原地区 朕呢 想趁此机会 把各地造反的诸侯 一一清剿干净 还天下一个太平盛世 不要让那些各反王 再影响帝国发展 帝国必须凝结力量 齐心协力 移植对外 等评判后 帝国会考虑向外扩张 彻底解决凶奴人问题 编换问题 但是呢 评判中 肯定要死人 特别是普通百姓的生死 朕非常介意 不愿意多杀生 所以 想请三位给熟悉的反王写封书信 让他们认清形势 乖乖放下武器 向秦军投降 只要愿意放下武器投降的反王 朕会重新安置 不给予追究责任 否则 一旦秦军攻破城池 朕对他们绝对不会手软 全部灭九族 让其家族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让他们三思而行 不要成为罪人 胡亥道 面对胡亥的话 他们三人微微一愣 给三人一个信号 道歉那些造反者 不要再作乱 否则 秦军会毫不犹豫斩杀 不是所有造反者 都能享受他们三人的待遇 这要看情况 看对方做出什么选择 陛下 这是微臣义不容辞的事 我本人一定给相识的人写书信 让他们尽快投降 共懊道 卫报 赵歇二人也马上表态 纷纷表示回去后 马上写书信给那些个反王 胡亥满意的点点头 废物利用吗 不用白不用 用了也白用 压榨他们的作用 为帝国服务 有什么不好呢 很好 非常好 朕非常高兴 你们有这个觉悟 朕欣慰 一定会记住 你们为帝国做出的贡献 朕是一个有功必赏 有罪必罚的人 到时候 会根据你们做出的成绩 给予奖励 不过呢 书信写好后 让朕手下人送出去 那样速度会更快捷 胡亥道 遵旨 三人恭敬道 说完后 朝贾许招招手 让贾许过来 陛下 什么事 贾许道 胡亥把刚才的事 向贾许简单介绍下 事情交给贾许负责处理 陛下 这个是交给微臣安排吧 贾许道 好 这是交给文和处理 朕放心 胡亥道 一 黄月英端着红酒杯 缓缓走过来 贾许 贡傲 卫报 照些几人 很时序的起身告辞 胡亥微微点下头 陛下 恭喜你 黄月英微笑道 胡亥端起酒杯 与他的杯子轻轻碰了下 一口喝光杯中酒 呀的 漂亮啊 黄月英是胡亥见过最漂亮的女孩 纯粹是西方美女面相 不过 中原古代 貌似不喜欢这种类型美女 以至于黄月英在三国时期 有仇女的名声 太火爆了 标准双S性感曲线 黄金比例啊 此时的胡亥 像个灯徒子 好色之徒 眼睛一动不动 傻傻看着黄月英 第181章 与黄月英交谈 黄月英看到胡亥呆滞 傻了 心里很是高兴 用御手在胡亥眼前晃了下 发现没什么反应 陛下 瞎看什么 没见过本小姐吗 黄月英红着脸道 胡亥惊醒 回过神来 知道自己失态了 美女啊 顶不住啊 真心顶不住 诱惑力太大了 月英 对不起 朕失态了 主要是你 长得太美了 朕真心顶不住啊 胡亥道 讨厌 坐下吧 胡亥道 嗯 胡亥伸出右手 打了个响指 服务员走过来 给二人酒杯中 真满酒 月英 你越长越漂亮 震惊叹啊 胡亥调侃道 陛下 真的吗 黄月英道 绝对是真的 胡亥道 陛下 那为什么不到实验室来看人家 你不是答应人家 要来看人家的 黄月英小声嘀咕道 啊 有吗 真说过类似的话 怎么不记得了 月英 那个 朕这几个月 不是在外面与士兵 同吃同住同战斗吗 你看一去就是几个月 今天才回来 放心吧 朕答应过你的事 一定会到实验室去看望你的 胡亥保证道 哼 这还差不多 黄月英道 陛下 你让周瑜小白脸送来的那份冶炼技术资料 非常不错 我们按照上面的步骤 已经练制出了性能优秀的钢材 各项指标比原来生产出来的钢材好很多 黄月英道 周瑜长得太帅了 好多美女叫周瑜小白脸 哦 才一个多月就冶炼出来了 速度不错啊 有了上好钢材 那性能优秀的长枪 战刀 盾牌 铠甲 也会相应生产出来 擎军战斗力 又会提升数个档次 好啊 真是一个好消息 月英 现在产量有多少 胡亥道 黄月英摇摇头 陛下 那些设备全靠工匠手工打造 一个月时间才打造出来一套小高炉 产量有限 一天也就九百斤上下 不够工坊使用吗 要想扩大产量 必须继续打造高炉 最好是把高炉规模加大 那样才能增加产量 帝国现在各方面都需要钢材 根本供不应求 黄月英道 胡亥也知道 秦帝国确实发展迅速 好多方面都需要上好的钢材 连百姓常用刀具 农具也需求旺盛 产量不足啊 月英 你们有办法让高炉加大 加大后不会出问题吧 胡亥道 陛下 放心吧 只要严格按照技术资料上的配比 工艺步骤操作 正常情况下 不会有问题 对了 那个焦煤已研究出来了 现在已经建了一个焦煤厂 满足炼钢的需求 不过产量还是小 一旦也炼钢铁上量 肯定不够用 黄月英道 这些事 你们研究后做决定 不需要问朕 问了也白问 朕也不懂这些事 胡亥道 陛下 焦煤加大产量有很大局限性 需要增加好多辆四轮马车 还要运输人员 开采圆煤的人 涉及到好多方面 不是我们决定了就能进行的 黄月英道 编制啊 胡亥总感觉 有什么地方不妥 一下子又想不出来 月英 让朕想想 貌似有更好的手段操作 胡亥道 咚咚咚 胡亥手指在敲桌子 对了 月英 你们为什么要把煤炭运回工房呢 可以考虑 在圆煤开采的地方 修一个焦煤厂 那样不是可以省下很多事吗 省得路上浪费 多耗费运送费用 胡亥道 哦 对啊 本小姐咋没想到呢 好了 这是我们工房可以解决 不必陛下操心了 黄月英道 月英 区原理 水车生产情况如何 帝国实际控制区 全都使用上了吗 胡亥道 陛下 不论是区原理 还是水车 我们工房生产量都很大 不过 我们又在旁边修建了一个车间 专门用来生产这二种东西 我们工房生产出再多 也赶不上秦军收复地盘的步伐 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状态 要知道 水车那东西 可是由朝廷出钱 免费给各地安装 所以 无法满足 反倒是区原理 由百姓租借 等到粮食收割后 再还给朝廷 这个基本满足 辖区内百姓使用 不过呢 本小姐听说 非帝国实际管辖区 有好多大家族在仿造 高价销售出去 获取暴力 黄月英道 唉 胡亥常常叹口气 没有知识产权保护 也没这方面的政策法规 帝国也不好办啊 除非帝国出台一套 保护知识产权的政策法规出来 让天下百姓认可 不过呢 这方面的法规 绝对是需要的 有利益国家新技术开发 有了这个法规保护 让百姓 有研究新事物的信心 激情 避免被他人仿造 看来 必须要加快制定律法的进度 月英 这个是朕也无法解决 只能等评判后 有些政策 法规才能出台 只要出台一个 保护知识产权的政策 可以避免各地仿造的麻烦事 到时候 出现这类事 可以上告 朝廷给予审判 让仿造者付出极大代价 胡亥道 呀的 帝国缺乏好多法律条款 说是一片空白也不为过 事情多如牛毛 干不完啊 月英 那个什么家具 情况如何 胡亥道 为了缓解帝国财政紧张状态 不得已胡亥从系统商城中 兑换了一大批现代家具图纸出来 交给工房 希望生产出来 向天下销售 收割有钱人手中的金银财宝 陛下 这是 是公输车负责 听说好像销售非常火爆 市场上供不应求 特别是那个商标搞出来 已经得到好多有钱人 土豪猎身 大家族认可 听说最近要扩大产能 重新在旁边修建一个厂 专门用来生产个型家具 这段时间 工输车在招聘大量木匠 连一些帝国暂时非控制区的工匠 也来应聘 黄月英道 谁在负责销售 胡亥道 欠缺一名商业操作高手 一直是胡亥心中的病 锦衣卫啊 我们工房生产的东西 基本交给锦衣卫负责销售 我们不管那些事 黄月英道 哦 陛下 还有个是 那个四轮马车豪华版 已经生产出来了 也交给锦衣卫负责销售 不过 锦衣卫定价实在太高了 最便宜的四轮马车 需要五百多辆银子 高的更是定的离谱 需要上千辆白银 才能买到一辆 只是让本小姐郁闷的是 定价那么高 依然会有那么多有钱人家 土豪猎身 大户订购 听说已经订到三个月之后的产量了 还源源不断有人来订购 黄月英道 四轮马车关键技术是转向器 此时帝国也生产不出来 那些转向器是胡亥用国运值 从系统商城中兑换出来的 从而让四轮马车没人仿造 也仿造不出来 其他地方能仿造 可是转向器没办法仿造 那些个有钱人 土豪猎身 大家族 只好捏着鼻子采购 为此 也让帝国获得大量银子 极大缓解帝国财政赤锦的问题 让一些项目可实施 第182章 与扁鹊交谈 伴随着黄月英 工坊研究工作开展 会有越来越多产品出现 帝国必须要有商业操作高手 锦衣卫只是暂时性的 不可能持久 锦衣卫的工作范围可不是卖东西 是监视天下 监视百官 保障帝国官力清廉 月英 镇这里还有一份水泥的技术资料 上面有配方 工艺 步骤 只要生产出来 对帝国建筑业 绝对是一个跨世纪的创造发明 希望你们能研究一下 胡亥道 把技术资料递给黄月英 他马上查看起来 哇塞 好牛哦 陛下 这份资料 本小姐要回去研究一下 才能给出答案 光看技术资料 确实不错 黄月英道 月英 又要麻烦你了 朕心里非常不好意思 胡亥道 希希 陛下 不好意思以后 就少交点资料给本小姐 省得让人家休息时间都没有 黄月英道 说起来 黄月英自从召唤出来后 真心没休息过 胡亥挺过意不去的 理工女 一有工作 什么事也忘记了 帝国之福啊 呀的 要是能把特斯拉召唤出来 那绝对牛逼到天 会极大缩短帝国科技发展时间 那可是科技巨人啊 塞尔维亚裔美籍科学家 发明家 物理学家 机械工程师 电器工程师 一生发明数百上千项技术 是真正大佬及天才 交流电 雷达 显示器 电磁 无线电等 就是特斯拉发明的 不过 他晚年在漂亮国 生活的不很好 好多发明出来的东西 让漂亮国的财团 大佬侵占 掠夺 成为赚钱的工具 据说漂亮国有那么多先进技术 离不开特斯拉晚年的研究成果 被漂亮国占有 晚年特斯拉 经济拮据 死于心脏衰竭 没有一个人待在身边 非常可怜 唉 不现实 只能歪歪下 月鹰 对了 朕差点忘记了 还有一份技术资料 是唐刀的技术资料 工艺 步骤 朕也一起交给你 你的研究是慢慢搞 研究出来后 一旦量产 会让帝国士兵战斗力提升好几个档次 全拜托你了 胡亥道 希希 陛下 放心吧 有本小姐在 什么事不能解决 不过 要给我的实验室再增加点设备 那些设备 我们暂时生产不出来 得靠陛下想办法 黄月鹰道 月鹰 放心吧 只要你实验室的事 朕一路开绿灯 不论花多大代价 朕也必须满足你的要求 你可是帝国宝贝 其他人手头上的项目可停顿 唯独你的不能 胡亥小拍马屁道 希希 谢谢陛下 本小姐走了 等候你来实验室哦 别又忘记了 黄月鹰道 放心吧 这是朕记住了 胡亥道 一 看到扁鹊先生走过来 难怪黄月鹰起身离开 扁鹊先生 坐下来 好好喝一杯 胡亥道 谢陛下 扁鹊道 胡亥亲自为扁鹊先生针酒 来 扁鹊先生 咱们干一杯 碰 二人轻碰下酒杯 谢谢 扁鹊道 扁鹊先生 这段时间生活还习惯吗 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朕一定全力满足 胡亥道 陛下 这段时间 微臣带了些学员 他们进步很快 很多人都进入秦军各大兵团服役 据说表现不错 得到各兵团主观的肯定 扁鹊道 扁鹊先生 正代表士兵谢谢您 要不是有您培养出来那些优秀的郎中 士兵会牺牲好多 正是有了扁鹊先生 让秦军士兵伤亡率极大下降 非常感谢 胡亥道 没有恭维 说的是事实 半年来 虽然秦军在不断战斗 可是 伤亡率极低 比原来下降了数倍 一切全是扁鹊先生的功劳 这一点上 没人敢质疑 加上胡亥本来就爱惜士兵生命 不愿意让更多士兵死掉 就算是残废 也必须救下来 伤员受重伤 只要救活 可以在地方上发挥作用 这些秦兵对帝国可是忠心耿耿 不要担心他们会造反 评判后 帝国村级组织机构 需要大量基层管理 这些退役士兵是最好选择 正是生命有了保障 帝国会妥善安置 才让士兵在战斗时 士气高涨 战意滔天 这也是为什么 秦军士兵战斗时 非常生猛 不怕死 不怕累 敢冲敢打 一副拼命架势 加上烈士陵渊的兴建 更是让士兵欣慰 这些事 后世人傻子都明白 可是到了古代 一旦执行会让人意想不到 觉得胡亥脑袋好用 其实好个屁 后世是世人皆知的事 陛下 那是微臣应该做的事 加上有陛下支持 微臣才能顺利进行 扁鹊道 扁鹊先生 您老为帝国做的事 没人敢抹杀 这些事 朕心里一直记着 胡亥道 郎中在古代没有什么地位 像胡亥这种极其重视的情况 很少见 属于异类 扁鹊也是发自内心 为胡亥办事 对胡亥绝对是死忠 只要胡亥说的 基本不反对 有点盲目性 陛下 微臣这几个月 炼制了十多万枚丹药 全部交给了军方去分发 最近 微臣修为解封了一部分 能炼制出四品 五品丹药 不过 需要的药材很昂贵 微臣不知道帝国财政状态 希望陛下 能给我们倾斜点政策 有了钱 微臣才能派人去采购药材 扁鹊道 扁鹊先生 放心吧 帝国财政已经有好转 不像几个月前非常拮据 到时候 朕让上官晚 给皇家太医院多拨款 尽量满足先生的所需 胡亥保证道 对于太医院的重要性 胡亥心中明白 以后全民修炼 也离不开太医院的支持 在资金上 一定要全力满足 多谢陛下 扁鹊道 扁鹊先生 朕问个事 你那里 可有壮阳方面的药物 吃下去后 马上见效的那种 胡亥道 呀的 回到咸阳城 胡亥发现有点顶不住 得事先准备好 不能让美人失望 陛下 这方面的药方 微臣手上有好几种 等微臣想一下 拒不伤身体 效果又好的那种 微臣过几天 送来给陛下 先服用看看 若是效果不好 微臣再重新研发 一定满足陛下所需 扁鹊道 扁鹊先生 十分感谢 胡亥道 呀的 有了这方面的药 朕也不用担心 被炸成肉干了 又能满足美人需要 何乐而不为呢 嘿嘿 爽啊 爽翻天 第183章 政策漏洞 酒宴散了 宴会厅 一下子变得冷清清的 胡亥走进寝宫 取出一些零食 饮料 红酒 出来摆放好 等候美人来到 呀的 好长时间 没与五妹娘 上官网待在一起疯了 心中挺想念那种日子 回味无穷啊 咚咚咚 进来 胡亥道 二人手牵手走进来 特意打扮了下 看上去更加迷人 更诱惑 时隐时现 顶不住啊 五妹娘那种 魅到骨髓里的韵味 给人一种风情万种的假象 男人身体瞬间有变化 二位美人坐下吧 咱们三人好好喝几杯 不醉不休 全是你们喜欢的东西 胡亥道 陛下 一碗都没喝够啊 咱们还是办正事 咱们二人可是期盼了许久 五妹娘道 哈哈 放心 朕身体非常强壮 修炼了帝皇经 境界突破 感觉那方面也增强不少 胡亥道 二位美人坐下 端起酒杯 陪着胡亥又喝起来 陛下 根据各地上报来的情况 建立村籍基层组织机构 并为削弱地方大家族 有钱人家 土豪猎身等 掌控地方话语权 我们建立的机构 仍然受到制约 没有达到预想结果 上官玩的 哦 胡亥微微一愣 建立基层机构 胡亥目的就是为削弱地方上 那些个土豪猎身 大家族 有钱人一手遮天 不应该啊 玩 怎么可能 地方上重新丈量土地 按人口分配 另外 我们掌控的优秀种子 也是按人分配 这些事 不都是由村长他们负责分配吗 那些有钱人 土豪猎身 如何制约 胡亥道 陛下 你说的这方面没错 也实实在在执行下去 可是与我们 预计效果差了好多 上官玩的 玩 不要磨记 到底怎么回事 这是非常重要 必须打破那些人掌控地方 胡亥道 陛下 您的目的不仅是掌控村籍组织 还想彻底把村中的百姓释放出来 对吧 上官玩道 没错 帝国人口缺乏 必须要把地方上各大家族 土豪猎身 有钱人家奴役的百姓释放出来 帝国劳力紧缺状态才会得到缓解 有了人 什么事都好操作 帝国才能崛起 胡亥道 陛下 想过一个问题 建立基层组织机构 免费给百姓分配土地 这些政策都好 可是依然有漏洞 那些个有钱人家 大户 土豪猎身 就是钻政策空子 上官玩道 玩 具体点 胡亥道 谢谢 五妹娘笑了起来 陛下 地方上那些人 就是钻了按人口分配土地的政策 那些人家都奴役大量百姓 分配的土地 依然归土豪猎身 有钱人家 大家族所有 百姓还是被奴役 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必须要出台一个政策 不允许那些家族奴役中原百姓 临时找工 必须给予工钱 帝国制定出严格的规章制度 给予一一限制 那样一来 分配出去的土地 才真正落到百姓手中 才能彻底打破地方土豪猎身 大家族 有钱人家 掌控地方事物的影响力 五妹娘道 哦 呀的 把关键的东西忽略了 咚咚咚 胡亥在敲桌子 心里 再思考怎么修订 才不会引起地方上动乱 你们看这样是否可行 等敌人节回到咸阳城 让他主持法律修订 尽快颁布二个法律 一个是秦帝国辖区内 不允许奴役中原百姓 一旦发现 将承受最严厉的惩罚 打击 是秦杰轻重 给予刑罚 二是明确规定 不论顾长工 短工 必须要签订劳动合约 并制定出最低薪水标准 确保百姓利益不受侵犯 胆敢执法犯法者 必须严加惩处 追究责任 胡亥道 陛下 要是有这二个法律 接下来工作容易开展 也会很快见到效果 上官网道 那就这么干 等敌人节回来 大家一起研究 商量出一个条款出来 胡亥道 嗯 对了 百姓种植的红薯 洋芋 产量高吗 胡亥道 陛下 效果非常好 不论洋芋 还是红薯 二种作物的产量 高达上千斤 好的达到数千斤 百姓挖出来后 惊讶万分 嘴巴大张着 做梦都想不到 妩媚娘道 要告诉基层官吏 那些作物只能种一季 种植第二季的时候 产量会有大幅度下降 几季后基本没产量 想要继续种植 可以到府衙来购买 或者借种子 胡亥道 种子花不了几个钱 完全有能力 从系统商城中兑换出来 满足百姓需要 这样一来 还能更好限制地方上那些 想要多占土地的土豪猎身 大家族 陛下 对了 那个小麦也不错 这段时间 百姓正在收割 产量也很高 会达到七百斤以上 好的上千斤 这个要根据各个农户 种植不同 产量不一 上官瓦道 意思是 咱们秦帝国彻底解决了 百姓吃饭问题 百姓也不用天天挨饿了 胡亥道 嗯 陛下 确实如此 今年百姓脸上 基本露出笑容 是发自内心的高兴 上官瓦道 陛下 你也不要兴奋过度 这些仅限于帝国实际管辖区 其他地区情况不容乐观 五妹娘摇头道 慢慢来吧 只要解决掉叛乱分子 百姓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国家会越来越强大 胡亥道 陛下 帝国需要粮食 不只是百姓 士兵 还有文明学校里的学员 每天也要花费大量粮食 目前帝国文明学校里 有近三十万学员 随着蒙田将军征伐步骤 学员人数还会增加 这些学员暂时不中粮食 基本是在干苦力 想挖矿 修路 剑桥 修沟渠 水利设施等工作 一年消耗粮食极大 总体来讲 帝国粮食也勉强够吃 并没有什么铸藏 一旦遇到天灾人祸 朝廷压力山大 五妹娘道 胡亥点点头 好了 咱们洗漱下睡吧 这些事等睡醒后再商量 工作是干不完的 慢慢来 胡亥道 嗯 牵着二位美人御守 往浴池中走去 征伐 再征伐 不停的征伐 连第二天也没起床 第184章 商量军务 休息一天 胡亥开始处理事务了 来人 胡亥道 去把贾许叫来 过会儿与朕一起接见张良先生 研究一下参谋内阁的事 胡亥道 遵旨 清卫道 见过陛下 贾许道 文和快坐下 咱们二人一起见一下张良 看看他到底是否想明白了 胡亥道 陛下 不用担心 张良先生是一名智者 绝对能看清楚形势 再也不出山 只能回归山林隐居 这可不是读书人追求的目标 想要让家族获得大的发展 必须提升家族地位 归隐山林那里来的地位 不用多长时间会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贾许道 胡亥点点头 认可贾许之言 学会文武艺 卖给帝王家 总不会整日傻读书 一事无成吧 报告陛下 宫门外张良先生来了 是否接见 清卫道 请张良先生进书房来吧 胡亥道 遵旨 不大一会儿 清卫带着张良走进御书房 草民见过陛下 张良道 子房先生 请入座 咱们是老熟人 不需要玩那些虚的 随一点就好 胡亥满脸笑容道 谢陛下赐作 张良道 来人 给子房先生上咖啡 胡亥道 子房先生 朕今天让您品尝一下这种玩意 味道有点微苦 喝起来非常不错 胡亥道 现在胡亥身上国运值增多了 也开始从商城中兑换一些东西出来消费 改善一下生活 张良端起咖啡 小小瞎了一口 陛下 不是微苦 是有点甜 味道确实不错 这种东西 草民可没见过 张良道 子房先生 这个东西来路有点远 整个帝国只有镇手上有点 其他地方买不到 不过呢 等帝国强大了 让周瑜大都督带海军去南米大陆 采购一些回来 胡亥道 哦 陛下 意思是要进入大海 大海中还有人类吗 张良道 哈哈 子房先生 大海深处还有无数的岛屿 大陆 帝国管辖的地方 只是巴掌大小一点 胡亥道 啊 张良惊呼一声 怎么可能 与书本上讲的完全是二个概念 张良迷惑不解 傻傻呆滞 子房先生 这些事咱们暂时无法证明 可是 只要给时间 朕一定让士兵拿出证据 这个世界太大了 咱们都不要坐紧观天 要努力寻求真理 寻求事物本质 把物质搞清楚 咱们不就是认识事物 研究事物 洞察天地奥秘 推动社会进步 胡亥道 高大上的话 让张良震惊 陛下 微臣天天跟在您身边 学习到好多新事物 新语言 新的想法 不贵此生 贾许拍马屁道 文和 少拍马屁 小心拍在马腿上 胡亥调侃道 哈哈 三人大声笑了起来 陛下 草明来找陛下 想让陛下给草明安排个工作 整天待在咸阳城 纯属是浪费时光 草明看到萧和 利益姬等人 干得很愉快 草明心中焦急啊 张良道 胡亥点点头 好几个月不在咸阳城中 张良该了解的 已经彻底了解清楚 心中有了决断 可是呢 胡亥不在 找不到啊 积压半年多时间 虽然家人也到了咸阳中 一直陪伴着 可是也不能坐吃山空 总要干点什么事吧 问题是 在咸阳城中 像张良之类大楼 没有胡亥认可 谁敢用张良啊 在这种情况下 只好委曲求全 紫房先生 欢迎 热烈欢迎紫房先生 加入镇的团队 成为帝国智囊团成员 胡亥道 紫房先生 欢迎你加入团队 成为陛下旗下一员 为帝国崛起 复兴做出贡献 贾许祝贺道 多谢陛下 多谢文和先生 草明迟到了 请陛下原谅 张良道 哈哈 不迟 来的正是时候 不过 以后不能再叫什么草明 马上紫房先生 也是位高官了 胡亥道 遵旨 张良顺杆子爬道 紫房先生 您出任帝国副参谋总长吧 配合文和先生 组建参谋总部内阁 胡亥道 遵旨 张良道 参谋总部已经成立好几个月了 文和是参谋总长 陈平也是副参谋总长 可是 这段时间 陈平在第五兵团任参谋长 出征在外 文和又跟在朕身边 一直没时间组建班子 成了一句空话 现在紫房来了 这项工作必须短时间内完成 参谋总部内阁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 与内阁 遇使隔平级 不过 在待遇方面 军方会高出同级一个等级 参谋总部正想了下 应该有那么几个机构 作战司 装备司 后勤保障司 三个部门都需要大量的专业人员 正义指教 专业上的是 由专业人员负责 不要出现外行领导内行的事发生 一个人的精力有限 能力有限 我们必须要整合 把大家的意见整合在一起 得出一个最佳方案 当然了 一些备选方案还是必须有的 一些预案也必须做出来 不要被对方打个措手不及 出现意外时 力争在预案中 那样一来 我们胜算就大一些 朕不喜欢搞什么独断专行那一套 胡亥道 陛下 参谋总部内阁成员有那些呢 张良道 朕准备把五个兵团司令官 参谋长拿入参谋总部成员 这个部门不受他人指挥 只受阵指挥 具体原则是 军方不管地方上的事 地方不能插手军方 等平乱结束 军方正常情况下 只对外作战 不对内进行镇压之类的事 当然了 出现大规模造反 洪灾 地震等重大事件 军方还是要出动的 胡亥道 陛下 参谋总部的职责是什么 张良道 制定作战方案 预案 训练士兵 考核军官 调动军队 包括军官的变动 晋升 部队主官 一段时间一定要轮换 不能长期待在一支部队 另外就是军制改革 现在军制有点乱 不方便指挥作战 朕的想法是 十二人一个班 有正 副班长 四个班是一个排 一个排五十人 四个排一个连 有士兵二百人到二百五十人 是情况而定 四个连一个营 有士兵一千人以上 四个营一个团 有士兵五千人上下 四个团组成一个师 有士兵两万人到两万五千人 以后已视为作战单位 临时组成各兵团 方便指挥作战 这只是正个人想法 具体的需要你们详细做出来 胡亥道 假许 张良二人惊讶万分 二人傻傻看着胡亥 做梦想不到 胡亥会说出如此话来 一想不到啊 大大出乎意料 这是昏君吗 传言害死人啊 第185章 秦夫人求见 胡亥一番话 让张良重新认识了胡亥 对这位传言一无是处的君王 生出好奇心 白痴 废柴能说出这种话吗 昏君有这样的见识吗 在君治制定出来 我们秦军要实行军衔制 给士兵军官有个盼头 俗话说得好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 不是好士兵 所以 咱们一定要给士兵有个盼头 胡亥道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 不是好士兵 说得好 说得太好了 说到士兵心砍上 假许 张良二人对视一眼 温和 子方 军衔方面吗 正是这样想的 新兵弹子为列兵 训练结束后 晋升为下士 往上有中士 上士 上士以上对士兵来讲 有二条路选择 一是选择当志愿兵 上士以上是军事长 有一级到六级军事长 六级军事长相当于少将待遇 另一条路是军官 卫官 有少尉 中尉 上尉 上尉以上是校官 有少校 中校 上校 上校以上是高级将领 有准将 一星少将 二星中将 三星上将 四星上将 五星上将 一般来说 军衔必须与职务挂钩 向师长 必须是少将以上军衔 才能出任 至于怎么规定 由你们军方制定出具体条文 然后向全军颁布 胡亥道 呀的 胡亥对古代那个军制不是很清楚 干脆重新按照后世的军制起草实施好了 最后再说一点 就是各种勋章 这是对士兵进行的一种奖励制度 只要胸前挂着勋章 见到任何人不需要行礼 让其他人向你行礼 这是对士兵影响极大 一定要搞 胡亥道 陛下 那要搞些什么勋章呢 假许道 这个问题 朕也考虑过 首先要搞一个勇士勋章 分成精致勇士勋章 银制勇士勋章 这个勋章只适合全军中实施 具体要达到什么标准 二位可以考虑一下 像斩杀敌人一百人 可以获得银制勇士勋章 斩杀敌人达到一千人 获得精致勋章 除了勇士勋章 还可以搞一些纪念章 向某战役胜利 军方马上定制 给每一个参战士兵 后勤兵 甚至一些支援的百姓 也可以获得 最后一个是国家勋章 这是对帝国 做出巨大贡献的人才能获得 这里包括文职官吏在内 国家勋章是最高的荣誉 也分成精致 银制二种 不过 想要获得国家勋章 条件太苛刻 当然了 也可以搞点其他勋章 分发给各行各业 表现突出的人才 胡亥道 震撼 二人又是呆滞 傻了 陛下 这几个是搞出来 并实施 微臣想 士兵战斗欲望 会暴涨一个档次 太提士气了 士兵有了叛头 假许道 是啊 这些是颁布出来后 那些个叛军 如何抵挡啊 在士气 战役方面 绝对碾压对手 张良道 哈哈 胡亥心中也有点小兴奋 告诉二位一个是 黄岳英实验室 研发出更好的钢材 目前一天能生产近千斤 那种优质钢材 打造成兵器后 绝对会碾压叛军士兵 手中武器装备 想象一下 叛军碰上秦军 叛军士兵连续砍秦兵几刀 什么事也没有 秦兵呢 只需要一刀解决问题 甚至对方的武器也会碎掉 情况会咋样 上好的武器装备 已经研发出来了 胡亥道 什么 秦军在武器装备方面 比叛军优秀太多 要是再搞出什么 牛哄哄的刀剑出来 叛军咋办啊 张良心中 有点为叛军担心了 那么强悍的武器装备 谁干得过啊 报告 清卫道 进来 胡亥道 陛下 这是韩信将军派人送来的书信 清卫道 结果书信查看起来 好好招待送信来的士兵 不要亏待 他们是为帝国在战场上拼命的人 胡亥道 遵旨 清卫道 文和 紫房 你们二人也看一下韩信的来信 他向镇药一个人当士兵团参谋长 胡亥道 贾许 张良二人结果书信 快撤 范阳快撤 陛下 快撤那个人微臣接触过 确实是一名非常不错的说客 也有很高智商 张良道 胡亥心里清楚快撤是什么人 那可是鼎鼎大名的说客 也就是纵横家 貌似另一个卫面 快撤就是韩信的搭档 一直为韩信大军出谋划策 韩信大军的胜利确实离不开快撤的策划 建议与韩信关系非常的好 算是一对好基友 想不到啊 在这个卫面 二人又搅和在一起 真是好基友 文和 紫房 你们二人对韩信的要求 有什么建议 胡亥道 陛下 微臣对这个 快撤不是很了解 等微臣让人调查下 在下定论 贾许道 陛下 快撤此人是有能力的 才华横溢 嘴巴能说会道 不比利益极差 甚至更优秀 他自认为有远见 心中有沟壑 他一直待在赵歇身边 现在赵歇投降 他暂时没什么地方可去 微臣建议同意韩信要求 这绝对是个人才 张良道 好 既然如此 朕同意韩信请求 满足他的愿望 希望不要令人失望 胡亥道 说实话 胡亥心中还是有一点点担心 别到时候 快撤又向韩信建议什么 独立称王的事 胡亥不惧怕 不愿意旗下诸将分崩离析 成为一盘散沙 帝国可不只是平叛 还有好多疆域 等着诸位去征伐 胡亥马上提笔写下圣旨 让人送给韩信 对了 查看一下张良的属性 是否有变化 忠诚度从原来零点 上升到了五十点 不错 起码比萧和 立即二人高吧 胡亥不会担心 有贾许这个顶级谋士在身边 想要让胡亥上当受骗 不是容易的事 智商上 谋略上 贾许确实弱于张良 可是贾许对人心把握上 更强三分 咚咚咚 什么事 胡亥道 陛下 秦夫人来了 想见陛下一面 传令兵道 秦夫人 貌似胡亥不认识 那个秦夫人 正好像不认识 胡亥道 陛下 就是蜀地的秦家家主 一直与帝国关系非常不错 先皇时期 赐予性秦 秦卫解释道 陛下 张献 陈平二人 带领旗下兵马进入蜀地 一路上得到秦家的大力支持 贾许道 哦 朕想起来了 确实有这么一个能力出众的女子 商业运作方面很强 请她进来吧 胡亥道 贾许 张良二人马上站起来告辞 说实话 胡亥心中也非常想见一下这个名声吉祥的女子 凭一以之力改变了秦家的地位 太了不起了 绝对是一个秦女子 第186章 启用美人 哎 胡亥常常叹口气 必须要配备一个小秘 见什么人 不见什么人 让秘书提前送上来查看 像这种毫无准备 突然袭击 不能再这样干了 臣妾见过陛下 秦夫人道 臣妾 对了 貌似使皇帝为了表彰她对帝国做出的巨大贡献 赐封过眼前的女子为耗命夫人 身材修长 丰满婀娜 美人 极品美人 打分的话会超过95分以上 绝对算得上是绝世美人 超过95分 可列为绝世美女 秦夫人 起来入座 咱们坐下慢慢说话 胡亥道 秦夫人看到胡亥 眼睛盯着自己看 可是眼神中 没有一丝丝龌龊的味道 眼神纯洁 干净 只是一种纯粹的欣赏 一下子 秦夫人有错觉 觉得外面的传言 害死人啊 多谢陛下赐作 秦夫人道 呀的 又是一名极品中的极品 太养眼了 秦夫人 要喝红酒 还是茶水 饮料 咖啡 胡亥道 谢陛下 给臣妾一杯茶就可以了 秦夫人道 秦夫人 朕代表帝国 代表第五兵团 感谢秦氏一族 为帝国忠心耿耿 对秦军收复属地 做出的巨大贡献 帮助 为此朕承诺 在朕毕生之年 一定会善待秦氏一族 有什么要求 困难可以提出来 只要不违反帝国法律 能给予各方面关照 胡亥道 要让工商业发展 让有钱人 大家族 土豪猎身 放下土地 把资金转向工商业 需要树立一个榜样 秦氏一族 就是最好的选择 谢谢 臣妾谢谢陛下 秦夫人道 秦夫人 说吧 朕想你大老远 跑到咸阳城 不仅是为感谢朕 应该有事 胡亥道 陛下 臣妾确实有事 请陛下帮助 这段时间 臣妾建帝国工坊内 生产的四轮马车 区原离 百姓常用百货 书籍等 那些东西 臣妾想为陛下分忧 给臣妾家族对外销售 秦夫人道 胡亥听后 微微一愣 真是睡觉送来枕头 帝国为商业销售的是范畴 秦夫人就来帮解决 真是上天安排的 秦夫人则忐忑不安 等待着胡亥决定 咚咚咚 胡亥手指在桌子上轻敲 脑海中在考虑 秦夫人 朕可以答应你的要求 不过 朕也有几个要求 只要秦夫人答应 合作上的事 算是谈妥了 胡亥道 答应给太容易了 不会有什么阴谋诡计吧 陛下 你有何要求 尽管说 只要不过分 臣妾会考虑 秦夫人道 呀的 把朕当成什么人了 一是秦夫人到咸阳城来工作 帮助朕做事 你也清楚 朕现在各方面人才缺乏 像秦夫人这样商业方面的奇才 是朕需要的 二是朕工房生产的产品 只要不是严控产品 都可以给秦家对外销售 不过不是独家销售 只是正常经销商 三是一些产品 正希望在价格方面 与正旗下销售价一致 像豪华四轮马车 书籍 这些奢侈品 普通百姓不会购买 只有那些有钱人才会买 必须用这些产品 从那些有钱人手中获取暴利 解决帝国财政紧张问题 一些产品 再紧俏也不能加价销售 因为那些产品 是销售给普通百姓使用的 要保障百姓用得起 买得起 不能胡乱涨价 胡亥道 说了半天 只有第一条是条件 其他的条款 基本没什么影响 目的把秦夫人 这个商业旗才招进来 胡亥身边 确实需要一个商业方面 运作的高手 接下来 工商业必须要大力发展 工业上有黄月英 余子七 工输车三人 勉强能运转下去 可是商业方面欠缺 商业是胡亥短板 必须补齐 陛下 您手下有大量人才 为什么一定要臣妾留下来 在咸阳城工作呢 秦夫人道 秦夫人 与你说实话 朕身边差一个 懂得商业操作的专业人才 这是朕目前的短板 要想让帝国持续发展 商业人才必不可少 您的情况朕了解过 确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商业器材 能让秦氏短短几年时间 成为天下有名的商业大亨 你功不可没 秦氏若没你亲自操作 运筹帷幄 不可能发展那么快 胡亥道 秦夫人惊讶 意想不到 堂堂一个皇帝 会关注一个小女子 真的出乎意料 陛下 臣妾如果来咸阳城 具体做什么事呢 秦夫人道 充分发挥 你商业操作上的天赋 正会在工部下面 组建一个商业司 以后时机成熟 提升为商业部 成为内阁下面几大部之一 与礼部 行部 利部等同级 具体工作吗 制定帝国的商业法规 让商人多遵守 做到合法经营 指导 引导帝国商业快速发展 满足百姓需要 如交易法 税法等 让商人交易保持公平 公正原则 不胡乱涨价 在帝国实际管辖区内 取消货物入成费 只要拿着衙门开出的收据 在辖区内免交入成费 当然 交易税是必须上交的 若是发现有商人 胡乱哄抬物价 偷税漏税 一定要给予严惩不贷 该罚款的重罚 触犯法律的 追究刑事责任 还有就是 帝国一定要保护 新技术发明者利益 不受侵害 这就涉及到知识产权 商标权等问题 也要慢慢完善起来 不要让人钻空子 胡亥道 秦夫人听了 纠结呀 到咸阳城来主管商业 不仅对秦家有利 最关键是名利双收 会在历史上留下重重一笔 谁不行动啊 可是呢 自己走后 秦家还能高速发展吗 加上担心胡亥是否别有用心 一下子拿不定主意 生怕进入湖口 成为羔羊 其实秦夫人想多了 他尽管长得不错 是一名绝世美人 可是 胡亥身边不缺乏美人 比他美得大有人在 秦夫人 朕晓得 你担心什么 完全没那个必要 秦氏一族要发展 必须找人来顶替 只有一代代传承下去 家族才会持续下去 不会被历史抛弃 想过没有 你不在时 秦家 难道就没人了吗 先扶持一个来负责 在你辅助下 慢慢人才不会缺乏 只要不触犯法律 朕会关照一下 再说了 不是有你在商业上帮助 有什么好担心的 至于其他担心 可以放心 朕没有那么龌龊的想法 纯粹是看中你的才华 并无什么意思 胡亥道 陛下 给臣妾配备多少人呢 秦夫人道 那看你决定 需要人就招聘 只要你觉得 是人才就招收 朕不会插手 朕只有一个要求 必须尽快让帝国商业走上正轨 关系民生的大宗产品 帝国必须要有筑备 像粮食 食盐 油 柴等 一定要有筑藏 一旦发生天灾 马上释放出来稳定物价 不能让商人胡乱提价 扰乱帝国商业秩序 胡亥道 好 臣妾答应陛下来咸阳城工作 不过 臣妾要回一趟属地 安排一下 秦夫人道 可以 朕同意 胡亥道 第187章 敌人节回到咸阳 洞察之眼 一 秦夫人忠诚度高达70%以上 出乎意料啊 可以放心大胆使用 好了 秦夫人去安排吧 朕让人准备下你的办公地方 你来后可以使用 胡亥道 谢陛下厚爱 秦夫人道 十多天后 陛下 敌人节回来了 秦卫道 哦 环英回来了 速度好快啊 快请敌人节大人进来 胡亥道 遵旨 秦卫道 胡亥亲自泡了一壶茶放好 想了下 又取出一支红酒出来 放在二支杯子旁边 呀的 好长时间没见敌人节了 心中很是思念 他可是一代女皇时期的宰相 另一个卫面上 历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 敌人节擅长断案 出任刑部尚书 是最佳人选 可是胡亥身边缺人才啊 玉使阁必须建起来 监察 弹劾百官的事 不能视而不见 要对百官有威慑力 让百官好好干活 一旦出问题 必须严惩不待 不能妥协 越到后面越麻烦 整顿起来更困难 微臣见过陛下 进来后 敌人节恭敬行礼道 华英 辛苦了 快入座 朕有事与你商量 胡亥道 谢陛下 华英 喝口茶 解下渴 想喝酒也行 这里有红酒 若是不习惯 朕拿出白酒出来 胡亥道 陛下 微臣喝点茶水就行 那个红酒 微臣喝不习惯 敌人节道 好 那就喝茅台吧 胡亥笑着道 多谢 华英 机关情况怎样 高顺旗下大军准备的如何 什么时候能出兵河内 胡亥道 陛下 高顺将军旗下 目前有可抽调之兵 近五万不起 随时可以出兵 盘踞在河内的是反王司马养 据调查 司马养拥有叛军士兵 有二十万以上 不过 司马养旗下二十多万兵马 分布在各个地方 身边只有十万左右 敌人节道 胡亥走到地图前 细细查看起来 华英 在不有大的损失前提下 高顺将军能顺利收复河内地区吗 胡亥道 陛下 论战力 绝对是高顺将军旗下兵马强悍 特别是那个现阵营士兵 战斗力是普通士兵的好几倍 算是秦军中最强大的重步兵 若是出兵速度快 让司马养无法抽掉更多的兵马 可以顺利拿下河内 就怕司马养把各地兵马抽掉 集中起来 那就要与司马养硬碰硬了 在那种情况下 秦军伤亡会增加 敌人劫道 怀英 天气越来越好 朕必须趁此机会评判 尽快恢复帝国经济秩序 再耽搁的话 叛军也会很强 不能给叛军有时间训练 整顿兵马的机会 胡亥道 陛下 现在高顺将军也在准备粮草补给 一旦粮草准备好 随时可以出兵河内 敌人劫道 怀英 高顺那里四轮马车到位了吗 胡亥道 陛下 只到了二十多辆 整个高顺军中 最少需要数十上百辆 才能满足后勤物资运输 敌人劫道 这个问题 朕马上给军方打招呼 让他们尽快安排粮草运输 不能影响秦军出征 胡亥道 不过呢 胡亥心中也清楚 参谋总部刚刚组建 有很多事没理顺 想要走上正轨 需要一点时间 只是胡亥没时间 只能一边组建一边工作 全力满足出征需求的各种粮草 武器装备 咚咚咚 陛下 吃饭时间到了 清卫道 哦 时间过得好快 让人把吃的送进书房来 朕今天陪怀音好好喝上几杯 咱们边喝边聊 胡亥道 遵旨 清卫道 多谢陛下厚爱 敌人劫道 怀音 你们为朕的江山设计 尽心尽力 不辞辛苦在前线作战 吃苦 比起你们来 朕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有什么呀 也是朕应该做的 没你们辅佐 靠朕一个人管理不了 这个巨大的帝国 需要大家的辅佐 支持 胡亥道 不带一会儿 韭菜送进来 来 怀音 朕敬你一杯 感谢你这段时间的支持 让高顺将军 能顺利收复河东 宾州地区 并击退韩城 张尔二路大军的入侵 给予重创 朕欣慰 胡亥道 陛下 这些都是微臣需要干的 是微臣必须尽的 再说了 微臣也没做什么 敌人劫道 碰 二支玻璃杯子 轻轻碰一下 胡亥张口 把酒干了 几口酒下肚 二人话也多了起来 气氛热烈 说话不再拘束 有什么全说出来 怀音 朕的御史格 必须马上筹建起来 用来监察百官 弹劾百官 这是不能再等下去 你也晓得 赵高在时 把御史格给搞得乌七八糟 什么人都塞进来 成了赵高掌控朝政的帮凶 朕掌管朝政后 一怒之下 解散了御史格 可是 最近五妹娘 上官玩给朕讲 这个御史格 要尽快建起来 可是 朕手下缺乏人才啊 御史格是三公之一 人选非常重要 所以 朕思考了好久 觉得让怀音来执掌御史格 是最好的选择 胡亥道 陛下 这个不好吧 微臣主管刑部 若是在执掌御史格 会让微臣执法时 不能公正 公平 尽管微臣要公正 公平 可是 有些事 一旦权力太重 会让微臣生出私心 微臣不敢接受御史格 请陛下重新找人组建 敌人劫道 怀音 朕身边真的没有这方面的人才啊 这方面 怀音最擅长 不要推辞 朕相信 你一定会秉公办事 不会让朕失望 胡亥道 陛下 不可 规矩制定出来 需要人人遵守 一旦规矩打破 影响极坏 敌人劫道 咚咚咚 胡亥在思考 敌人劫说得非常正确 规矩定出来 大家必须要遵守 不能随意破坏 否则 后果严重 怀音 那这样行否 你暂时坚韧 把御史格组建起来 等朕手上有合适的人才是 再把御史格或刑部交出来一个 这下不会反对吧 胡亥道 时间不等人 必须尽快筹建御史格 好吧 敌人劫只好答应下来 怀音 还有个事 一定要尽快搞出几个法律条款出来 向天下颁布 在审判时 有法可依 不能凭官吏喜好而判决 那样太儿戏了 另外 其他部门也会出台相关法律 到时候交到你这里来审查 没问题 再向天下颁布 胡亥道 遵旨 敌人劫道 第188章 撕逼 御书房 今天 胡亥把在咸阳城中的嫡系心腹 属下全拉进来 研究一下产业园区布局 五妹娘 上官瓦 黄月英 贾许 敌人劫 扁雀 孙上香 于姬 于子柒 公书车 张良 萧和 丽义姬 秦夫人 许旺 许富 吕太公 吕智等人 先后走进御书房 除了在外征战的将军们 胡亥旗下官吏全到齐了 诸位 工坊提出来 要把工坊搬迁到城外 重新安排一个地方兴建 大家有何想法 说出来商量下 工坊对于帝国来说 太重要了 秦军战力如此强悍 与工坊生产出那么多先进武器分不开 搬迁面临数万名优秀工匠的转移 不只是搬迁场地那么简单 涉及到一系列安保问题 一旦在搬迁过程中 技术出现泄漏 工匠被他人绑架 策反都会对帝国造成伤害 工坊太小了 不够使用 因为地盘不够大 让我们无法向社会招收大量优秀工匠 为了向天下征招大量各类工匠 必须要扩大地盘 改善条件 大量招工 黄月英道 整体搬迁太耗费钱财 能不能重新找个地方 新建一个工坊 老工坊继续使用 新工坊建小一点 那样能省下很多钱 帝国财政真的紧张 尽管最近有所好转 可是缺口依然很大 微臣觉得 一切从简 不能铺张浪费 上官瓦建议道 不成 修修补补算下来 花的钱更多 何况 本小姐这里有一个方案 在帝国成交 新建一个产业园区 带动有钱人来产业园区周边新建作坊 这对于帝国工业复苏有利 会起到带头作用 黄月英道 呀的 还是钱惹的事 帝国没钱 好多事无法展开 有时候 胡亥真想打土豪 分田地 可是 那绝对会出事 关键是影响极坏 陛下 微臣觉得 朝廷缺钱 是否可考虑 适当增加一点税收 等财政好转后 又降下来 那样能暂时解决 朝廷财政 紧张的问题 也能满足工房需要 徐旺建议道 胡亥还会拒绝 马上遭到好多大臣深斥 不行 帝国好不容易扭转了朝廷 陛下的名声 在加税 只会让陛下 朝廷 失去民心 萧和道 陛下 微臣也反对加税 虽然陛下执朝政后 颁布了低税政策 不能朝三暮四 时常变更 那样会失去百姓的信任 帝国正在重建信誉 在这个关键时候 政策制定出来 一定要有持久性 不能随意变更 请陛下三思 利益激道 三思个屁 徐旺纯粹是说废话 呀的 不安好心啊 微臣不同意增加税收 而且 在制定税收政策时 还要多考虑下百姓 让百姓获得好处 这才符合帝国长久利益 不能因小事大 加税后患无穷 五妹娘道 好了 加税这种事不用再说了 朕不会因为困难就加税 把困难分摊到百姓身上 朕的帝国 只会逐渐减少税收 不会随意加税 到一定时候 一旦帝国财政充益 朕还准备免除百姓的农业税 不可能考虑加税的事 胡亥一锤定音道 听了胡亥的话 好多大臣脸上露出笑容 发自内心为胡亥这个想法高兴 特别是听到免除农业税 更是令好多大臣兴奋无比 帝国真能发展到那一步 拭目以待吧 余子七 公输车 你们二人也发表下意见 说出来让大家商量下 胡亥道 陛下 微臣赞成黄月英决定 一次性解决搬迁问题 不要修修补补 另外 二个工坊也不方便管理 还会惹出一些问题出来 公输车道 陛下 微臣也赞成黄月英的方案 一次性解决 关键是筹建工业产业园区 确实是一个好的方案 能极大促进 推动帝国工业快速发展 至于钱的事 会在搬迁后体现出来 只要有足够地盘 招收大量工匠 产品完全可以增加 现在工坊生产的好几种产品 一直供不应求 要加大产量 必须要有地盘 余子七 道 胡亥微点下头 心中也清楚 举办产业园区 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 想想另一个卫面 各地部都建立大量工业园区 开发区等各种各样的园区 为当地经济发展 起到重要促进 推动作用 文和 有什么好的办法 胡亥道 陛下 节约是一个方面 关键是 开源才是重点 我们可以加大产量 让商业司 尽快把生产出来的东西 销售出去 把款回收 能解决目前财政吃紧问题 再说了 财政紧张只是短期问题 随着经济复苏 地盘越来越大 情况会好转 贾许道 陛下 原水解决不了金壳 现在 军方正准备对叛军出击 士兵的薪水不能出问题 可是呢 朝廷真心拿不出钱来搬迁工坊 要不往后顺言 只要财政缓解 马上解决工坊搬迁问题 还会给工坊 修建一个极大厂区 上官网道 一句话 没钱 头大啊 突然一个念头浮现脑海中 对啊 国债 这个时代还无人玩过 想想人家漂亮国 毫无限制印刷钞票 让全世界各国人民 为其买单 缓解国家通货膨胀 转移漂亮国通货压力 让世界各国帮承担 那只值什么钱啊 镇这里有个办法 能解决朝廷缺乏资金问题 我们可以发行国家债权 让那些有钱人 大家族 土豪猎身购买国债 让他们放心 国债是五年期 利息是百分之五 五年后 朝廷连本带利 返还给购买的人 那些有钱人手上 不是有大把钱财吗 咱们帝国把他们手中钱 暂时借过来用 胡亥道 啊 还能这样操作 一下子 大臣们呆滞 傻愣 集体嘴巴大张着 一起看向胡亥 太绝了 缺钱可以向百姓借 这是什么神操作 不过呢 朝廷也不是白借 会支付百姓利息 比以往那些个强行抢占 好了不少 道 绝对高明 贾许道 陛下 这个借钱应该有个度吧 一旦超过帝国财政支付能力 帝国财政马上会崩溃 妩媚娘道 胡亥点点头 不愧为是一代帝王 那么短时间就想明白了其中的弊端 牛逼呀 具体的度 由内阁开会研究 给出一个具体的方案出来 然后再商量 胡亥道 遵旨 上官婉道 他代管财政税收 肯定事情又落到他头上 第189章 帝国学校 许复 对于风水之类的事情 你应该很内行吧 胡亥道 帝国可不养闲人 待在厄旁宫那么长时间 也应该为帝国出典礼 不能只会天天在藏书阁看书 陛下 臣妾懂一点阴阳学 也包含风水之类的知识 不知陛下有何事 许复道 臣妾 貌似老子与他屁关系也没发生 怎么自称臣妾呢 听起来怪怪的 不过 胡亥也懒得理会 工坊要搬迁 新建一个产业园区 在地址选择上 由你负责 具体怎么修建 建什么方位懂问题 全由你决定 朕的意思是 要搞就搞大一点 方圆有个二十多里左右 不要几年后 发现产业园区又不够发展了 那样太麻烦 一次性搞好 胡亥道 臣妾遵旨 许复道 好了 下一个一题 工坊搬迁 地址选择告一个段落 胡亥道 陛下 帝国学校已经修建好了 目前正准备向天下招生 丽毅激道 哦 终于搞好了 教育是国之根本 一定要重视 丽大人 帝国学校现在缺什么 胡亥道 陛下 现在帝国学校缺乏老师 我们只是给认识的一些人邀请 来了一些老师 看后军愿意在学校任职 可是 学校目前只有儒学方面的老师 其他末家 兵家 纵横家 杂家 法家等各门各派 严重缺乏老师 不好解决啊 丽毅激道 妈蛋 老师这种事 朕也没好的办法 如何解决呢 陛下 学校还缺少图书 微臣建议 让帝国藏书阁 把一些金石子集拿出来 印刷后给学员使用 许旺道 书本的事 不需要你们操心 朕会考虑 会让人准备好 关键是解决老师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 你们要发挥自身长处 向认识的人发出邀请 不要指望朕 朕不是万能的 朕也解决不了 胡亥道 陛下 这个是需要内阁 或者陛下亲自处理 我们学校影响不大 那些个大佬 不会认真对待 要是朝廷出面 或陛下出面 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丽毅激道 呀的 读书人傲娇啊 妹娘 说下你的意见 胡亥道 内阁可以出面 不过 这种事 礼部应该多想办法 不能什么事都 推到陛下身上 那要你们干吗 不能为陛下分忧 不能解决问题 要你们何用呢 妩媚娘道 胡亥听了爽啊 这才是一代女帝的风范 帝国可不需要什么闲人 更不需要滥于充数的官吏 就应该好好敲打一下 陛下 兵科 可以考虑由县义将军抽时间 到学校里来传授 墨家吗 微臣建议陛下抽时间 接见一下那个墨巨子 看一下双方 是否有合作的可能 要是墨家愿意合作 意味着墨家导向帝国 那样一来 很多墨家大佬 可以到帝国学校来传授知识 这对于墨家来说 也是一种传承 就看墨巨子如何想 贾许道 呵呵 这个墨巨子很傲娇啊 朕回咸阳那么多天 一直在等待墨巨子来拜访 看来还是得朕放下架子 主动邀请 好吧 温和 你派人去邀请墨巨子 胡亥道 遵旨 贾许道 教育是立国之本 是开明治最有效的途径 不管怎么说 帝国学校要尽快招生 向全天下招生 根据不同情况 可分班级 按十字多少来分班 另外 地方上的学校礼部也要加紧 这关系到帝国复兴 崛起的重大事 不能而戏 胡亥道 陛下 能否缓一步 再在郡 献上新建学校 等帝国学校开学后再进行 那样的话 各大家族 土豪猎身反对 不会很强烈 一旦大规模新建学校 会让帝国与那些大家族 土豪猎身对抗起来 不利于国家稳定 请陛下三思 萧何道 三思个屁 帝国在村籍兴建组织机构 就与那些大家族 土豪猎身 走向对立面了 不趁国家动荡之机 彻底解决问题 要什么时候出手 萧大人 你觉得帝国与那些大家族 土豪猎身 有机会缓解吗 村籍组织兴建 就彻底闹翻了 现在国家混乱 那些人暂时不敢蛊惑人心 担心遭到情军镇压 一旦评判结束 那些大家族 土豪猎身会任人宰割吗 别把那些人想得太好 我们兴建学校 让百姓孩子免费上学 瓜分了大家族 土豪猎身的利益 那原本属于有钱人 大家族 土豪猎身享受的专项待遇 被寒门世子抢了 那些人会愿意吗 不论什么时候兴建 他们都会极力阻挡 这一点是肯定的 以其这样 朕就趁此机会 大力发展教育 在各地兴建各种学校 彻底让百姓家的孩子 走进学校读书 胡亥道 陛下 正是帝国四处混乱 微臣才建议暂缓 否则 会把那些人推到叛军一边 萧何道 萧大人 一个国家的强大 不是靠那些大家族 土豪猎身 是靠千千万万百姓 没百姓 他们一事无成 百姓才是根本 朕就是要提高百姓文化素质 让百姓有想法 有思想 不会轻易被他人奴役 这才能让帝国强大起来 百姓有想法 有思想 觉得帝国政策不对头 可以向朝廷提出来 要是朝廷不修正 发生大规模造反 不能怪谁 只能怪帝国上位者 不了解国情 帝国需要越来越多有思想 有想法的人 不需要奴役的奴才 胡亥道 不要老想着奴役百姓 欺骗百姓 那是封建王朝思想 是封建帝王的想法 胡亥一个穿越者 怎么可能会受其左右 束缚 开启明治 是中原民族复兴 崛起的重要环节 十年植树 百年树人 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任重而道远 好了 这个问题也可以结了 朕不管那么多 帝国学校必须在三个月内开学 困难吗 你们自己去克服 别老想着找朕 朕不会管 也管不了 胡亥道 遵旨 礼部官吏纷纷开口道 下一个议题 是重新修建各种法律问题 这个非常重要 具体由敌人杰负责 有什么事 大家可以说出来 大家议一下 怎么修订 需要增补什么条款等 胡亥道 第190章 储君阔君 彭城 百家讲堂杂志 在彭城商店中出售 好多读书人 儒生等人 纷纷掏钱购买 范增 项羽 也收到手下人送来的百家讲堂 百家讲堂 经过几个月销售 影响力越来越大 在帝国各地引起轰动 已成为读书人 如生必看之物 各地如生 读书人了解秦中央政权 各种方针政策 政治制度的重要渠道 书本的价格可不便宜 一两百银一本 不过呢 现在的读书人 如生 基本是有钱人家 大户 土豪猎身的弟子 一般人不识字 从这些人手中 抢钱 胡亥一点不介意 也不会有什么心理负担 什么函事 百姓子弟 那有能力读书 读书是有钱人家 大户 土豪猎身的专利 针对百家讲堂上介绍的是 项羽把旗下将军全叫来 好好商量下 诸位 秦军在黄河一带 歼灭了匈母铁骑 七十万骑 取得巨大的战绩 胡亥也回到咸阳城 下一步秦军很有可能 对我们出兵来讨伐 情况很麻烦 项羽道 将军 这个消息的真实性有多少 秦军一共也不过数万兵马 如何歼灭七十万匈奴铁骑 就算是阻挡 都非常困难 这个消息 卑职是怀疑态度 记不到 是啊 百家讲堂上说 秦军只出动八万步骑 怎么可能打得过七十万匈奴铁骑 匈奴人战斗力 大家心里清楚 不是那么容易击败的 末将觉得是烟幕弹 钟离妹道 卑职也持怀疑 秦军在这个时候 释放出这一幕 为了给我们义军压力 想一下 匈奴铁骑七十万骑 秦军只有区区八万步骑 说匈奴人只逃出数千骑 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根本不可能的是 要是秦军有这样的战力 我们义军还打个屁啊 龙且道 不过 上面也说了 秦军与匈奴人 纠缠了三个多月时间 利用时间 空间 一点点吞噬匈奴铁骑 这种可能还是存在的 别忘记了 咱们义军是如何输的 鹰步道 不可信 末将持怀疑态度 相信是昏军搞出来的虚假信息 必须马上派探马核实 司马兴道 秦军不可能有那么强的实力 否则 也不会在燕门关 驻扎五十万大军了 董毅道 一句话 项羽手下将军不相信 纷纷持怀疑态度 项羽心中也怀疑 雅父 您如何看这事 项羽道 老夫刚看到时 心中也持怀疑态度 可是细细分析后 觉得秦军胜利是肯定的 至于是歼灭七十万匈奴铁骑 还是击退七十万匈奴铁骑 这个没法证实 再说了 对我们义军来说 不论是击退 还是消灭七十万匈奴铁骑 没多大影响 结果才重要 秦军确实是胜利了 这才是重要的问题 范增道 诸位将军持怀疑 因为大家没具体阅读 百家讲堂上的文字 上面有 秦军如何一步步歼灭 匈奴七十万铁骑的经过 说实话 秦军战术运用非常大胆 娴熟 在指挥作战方面 不比我们储君弱 甚至更强 这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 范增补充道 范军师 秦军师由谁指挥作战 英部道 据调查 一个叫周瑜的年轻人 长相极好 是一个小白脸 岁数二十岁上下 范增道 小白脸 周瑜 项羽及手下将军 一个也没听过 有这号人 又是突然冒出来的裁剧 范军师 周瑜是什么来历 为什么以前从来没有听闻过 突然间就冒出来 记不道 呵呵 老夫也不清楚 听说是秦军的水军大都督 下口秦军拿下 周瑜驻扎在下口 范增道 将军 我们储君也不必要紧张 咱们储君现在有二十多万兵马 再过一段时间 十万新兵弹子 也会变成老兵 到时候 秦军敢要出兵 让秦军有来无回 记不道 白痴 鹰部 龙姐等人鄙视 这是什么话 诸位 不要掉以轻信 据调查 穆贵英拿下下口 手下兵马再次暴涨 达到了十万兵马 下口周瑜也正在大量征兵 短短十多天 周瑜征招了五万兵马 一旦穆贵英 周瑜二个兵团联合起来 威慑力非常强大 不要忘记 秦军那个擒弩 储君也一直找不到破解之法 接下来 秦军会向淮河一带出兵 不能大意 项羽道 将军 要不咱们主动出击 一旦被秦军来攻打 太被动了 我们储君要主动出击 应不道 诸位 咱们储君是有二十多万兵马 可是绝大多数是新兵弹子 没经历过战火洗礼 对上秦军 一旦秦军使用秦母 咱们储君如何对抗 出兵一事要慎重 老夫认为 还是联合其他诸侯 一起对抗秦军比较好 范增道 亚父 联合是不错的选择 问题是 情况不同 效果不会好 以前秦军集中使用 我们一军 只需要消灭就行了 现在情况是 秦军在好几个方向中有兵马 让很多诸侯 不敢轻举妄动 担心自家地盘 遭到秦军入侵 大家看一下 属地有张线 陈平带领的十万秦军 可以沿长江而下 也可以跨过长江 对南方一带征战 想要让吴炳带兵来联合 不太现实 何况 中路还有高顺 蒙翼二支兵马 随时可以出征 韩成也不敢轻易出兵 要死守地盘 斯玛扬 张尔 赃徒 韩广等人也不敢乱动 北有韩信虎士丹丹 还有机关的高顺 只剩下其地的田安 田都 田婆等三人 在这种情况下 三人也不会傻傻出兵 只会自扫门前选 联合一事 不会有什么结果 项羽摇头道 作为储君大佬 带兵作战方面绝对牛逼 不会比阴部 彭越等人差 只会更强 项羽不强 如何折服英部 龙且 钟离妹等 心高气傲的英杰 财俊 项羽不是后视一些人 评价的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的人 绝对是一代人杰 亚父 派人手进入木桂英 周瑜等地盘侦查 把秦军情况搞清楚 咱们再研究 目前 我们储君暂时不动 好好训练士兵 当然 联合一事 也可派人去讲 不过 不要抱太大希望 项羽道 诸位将军 一定要抓紧训练士兵 准备迎接秦军的进攻 也想一下 怎样对付秦母 项羽道 遵命 将军们纷纷点头道 第191章 刘邦近况 常山张尔 来人 大王 有何事 传令兵道 去把刘邦叫来 有些事要与他商量一下 张尔道 遵命 张尔也拿到百家讲堂 细细看后 发现秦军战斗力超强 一下子心中惶恐不安 常山旁边 可是有韩信大军 这段时间正在整编 训练 一旦整编训练结束 韩信肯定会出兵 问题是 韩信会朝什么地方出兵呢 一旦韩信出兵常山 张尔自认为打不过 毕竟 韩信自从投奔秦军后 表现非常优秀 每一战以极小代价拿下 这是教科书师的战力 太强了 张尔惶惶不可终日 心情不是很好 见过张公 刘邦道 刘邦也是一路诸侯 不得已情况下 现在客居张尔手下 成为客君 张尔也明白 想要让刘邦投靠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二人说白了是合作 相互利用 各取所需 刘公 看过百家讲堂 上的介绍了吗 张尔道 看过了 上面说 昏君击败了匈奴铁骑 七十万骑 不过 本公觉得是吹牛皮 根本不可能 要知道 秦军只有区区八万步骑 匈奴人是七十万铁骑 还说什么全奸 太假了 纯粹是忽悠人 昏君释放出来的烟幕弹 要是秦军有那么厉害 我们一军不用打了 直接举白骑投降罢了 刘邦道 张尔眉头微皱 刘公 百家讲堂 上面可是有具体的战事经过 不可能胡编 秦军肯定是击败了匈奴铁骑 这个是事实 至于是否全奸不得而知 可是 说明秦军战力确实很强 现在昏军已经回到咸阳 肯定不会允许我们一军有时间训练 会趁势出兵 一旦韩信对我们出兵 我们要如何抵抗吗 张尔道 张公 不要太担心 秦军出兵 是他们来进攻我们的城池 只要依托城墙阻击 一定能打对秦军 刘邦安慰道 刘公 上次出兵胡冠 我们损失惨重 舍了七万兵马 一旦韩信从带军出兵 胡冠上的秦军也会动 二路夹击的话 我们真的抵抗得住 张尔道 张公 只要让各城池依托城池 严防死守 秦军弩剑发挥不出优势 时间一长 秦军粮草会出问题 另外 我们也可以向三田 项羽等诸侯求救 刘邦道 张尔总觉得 刘邦是在忽悠自己 可是又找不到证据 不过呢 张尔一个诸侯 也不可能全信刘邦之言 刘公 你与秦军打过几仗 对秦军实力 有什么评价 张尔道 妈蛋 这不是街上疤吗 明知本公输给秦军 被秦军打得丢盔卸甲 匆忙逃命 这可不是光荣的事 不过呢 刘邦失败太多 也不怎么介意 累战累败 累败累战 不得不说 刘邦就是一个小强 打不死的小强 生命力太强悍了 张公 这个怎么说呢 给本公的印象是 秦努非常强悍 秦冰倒不是很强 刘邦道 刘公 意思是说 秦军除了秦努外 其他并不强大 只要限制秦努发挥作用 我们有能力击退秦军 张尔道 对 就是这个意思 现在的秦努 秦军是标配 确实不好对付 这个是真的 刘邦道 不过 话又说回来 刘邦确实是输在秦努上 在青尼爱狗关上 数十万一军强行进攻 被秦努打得死伤惨重 损兵折将 最令刘邦气愤的是 那一战不仅损失兵马 连萧和 周伯都损失于尽 张良逃走 也没载掉 刘邦心中非常不平衡 现在好了 萧和 立一击 周伯三人 投降秦军 成为昏君胡亥的狗腿子 秦何以堪 那个张公 亲你爱口 五官时 我们一军没有想过 秦军会有升级版秦母 一次性能射出十只弩箭 才会遭到惨败 进攻胡官时 要不是高顺增援及时 胡官已经被我们拿下 只能说运气不太好 让高顺减了便宜 刘邦脸不红的道 进攻胡官失败 张尔并不怪罪 可是刘邦一味找借口 令张尔心中生气 刘邦 骑下兵马 补充如何了 张尔道 张公 缺乏钱粮物资 至今也没有补充到足够的兵马 还望张公给予支持 刘邦道 刘邦 本宫手上粮草钱财 也不宽余 这段时间又在征兵 花费极大 真拿不出钱啊 张尔道 上次胡官进攻失败 刘邦手上只剩下数千兵马 经过那么长时间忽悠 一些大家族 有钱人 土豪猎身 又赞助了不少钱粮 让刘邦又招兵买马 兵力又达到了二万出头 天天由夏侯英 冠英二人拼命训练 士兵叫苦连天 遗憾的是 没钱采购战马 刘邦旗下全是步兵 不要说战马了 士兵手上的兵器 也是五花八门 没有统一的兵器 制服 看上去像一群流浪汉 土匪 鹿霸 根本不像士兵 有那么可怜的士兵吗 刘邦与张尔聊了一阵 在张尔府上吃喝一顿 才缓缓离开 回到兵营 刘邦把夏侯英 冠英二名嫡系叫来 老大 什么事啊 冠英道 本宫与你们二人说一下 做好准备 随时闪人离开 张尔这个地方不安全 刘邦道 老大 什么意思啊 夏侯英道 昏君旗下秦军 歼灭了匈奴铁骑 七十余万骑 胡亥已经回到咸阳城 下一步 秦军肯定要对异军出兵 绝对不会给异军 有时间招兵 训练士兵 长山这个地方 韩信大军很可能是进攻的目标 张尔那个废物 怎么可能抵抗得住韩信大军的攻击 城池沦陷只是时间问题 咱们兄弟三人不可能陪张尔挂掉 再说了 张尔打不过可以投降 到时候 秦军也会善待 咱们可不一样 与昏君之仇无法化解 咱们派人到咸阳城中 暗杀萧和等人的事 估计昏君已经调查清楚了 一旦被秦军逮到 咱们会有生命之忧 刘邦道 老大 一旦秦军大面积评判 咱们能躲到什么地方 管英道 刘邦长叹一声 要是知道秦军那么厉害 我们当初就不用派人去暗杀萧和等人 就算失败了 也不会有生命危险 现在事情做绝了 我们已经没有退路 只能一路走到黑 刘邦道 说实话 此时的刘邦后悔 老大 您说吧 要如何办 夏侯英道 咱们暂时不交集 秦军出兵还有断日子 咱们尽量多囤积粮草 钱财 到时候发现情况不对时 再闪人离开 看是否有机会 再从张儿手中捞到点钱粮 刘邦道 老大 我听说那个吕太公 吕之一家 跑到咸阳城去投靠昏军 还被昏军重用 管英道 哼 不要在我面前提那个臭娘们 他们一家都该死 老子逮到 绝对会让他们无马分事 刘邦生气道 第192章 快撤当说客 燕帝赃图 此时 赃图正与手下文武官吏 商量如何抵抗韩信大军东进事宜 代军召些投降 给赃图 张儿二反王压力山大 像一座大山似的 中千斤 压得气都喘不过来 整日忧心忡忡 担惊受怕 报告大王 张儿派使臣到来 是否接见 传令兵道 唉 张儿与寡人一样 随时面临韩信大军入侵 情况不容乐观 请进来吧 赃图道 见过赃公 张儿使臣赵一道 赵先生 不知张儿叫你来 有什么事 赃图道 赃公 今天为救你命而来 赵一道 赃图听了非常生气 不过呢 想想那些个说客 谁不是开口 就是救命之类的开头 其实大家心中全明白 张儿有事求自己了 赵先生 话不要说大了 张儿面临韩信大军进攻 想让本宫出兵增援吧 可是 本宫为什么要出兵相助 貌似出兵对本宫没什么好处 反而会惹恼秦军 得不偿失啊 赃图道 哈哈 赵一狂笑起来 赵公 咱们两家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只有共进退 才会有一线生机 一旦咱们两家不能同心协力 共同抵抗秦军 张儿挂掉 赵公觉得 秦军会放过你吗 赵一道 道理是这个理 可是真要出兵时 赵图依然犹豫不决 忧心忡忡 拿不定主意 赵先生 先下去休息吧 这是寡人要与手下人商量后 才能做出决断 赵图道 赵义摇摇头 看了一眼赵图 随后离开大厅 大家说一下 这是要如何答应 是同意共进退 还是拒绝出兵 不理会张儿 赵图道 道 咱们不能出兵 一旦出兵 韩信大军调转方向杀来 如何应对 一名谋士道 大王 我也不同意出兵增援张儿 反而咱们要派出使臣 去辽东找韩广 让其出兵来增援 讲好道 大王 不仅要派人去找韩广 还必须派出使臣到三起 说服三田派兵马来支援 又一名谋士道 咚咚咚 报告大王 韩信将军派出使臣来 要求见大王一面 请问是否接见 传令兵道 妈蛋 韩信派人来了 在座的大佬 谋士皆知道 韩信派人来劝祥 纷纷看向赃图 把韩信使者请进来 赃图道 见过赃公 快撤道 没错 是快撤 那个范阳谋是快撤 投降秦军后 韩信向胡亥讨要快撤 让他出任第四兵团参谋长 胡亥答应了 现在快撤觉得 是到发挥自己才华的时候了 马上主动要求出使 来劝赃图投降 快先生 是你啊 咱们可是老朋友了 什么时候快先生 成了秦军的狗腿子了 现在咱们是敌对势力 不怕本宫让人把你拖下去砍了 赃图道 哈哈 快撤大声狂笑 眼神中尽是藐视 一副生死毫不惧怕 赃公 您不会那么短视吧 看不最近一期百家讲堂 上刊登的内容了吗 快撤道 燕帝距去咸阳太远了 最新一期百家讲堂 还未在燕帝上市呢 快先生 什么意思 赃图道 赃公 百家讲堂上详细介绍了 秦军在黄河边上 与匈奴七十万铁骑决战 秦军一战 而歼灭匈奴七十万铁骑 只有数千匈奴人逃进沙漠中 生死不知 现在 陛下已经回到咸阳城中 马上要对各地反叛诸侯出兵 赃公觉得 凭你们这些诸侯手下那么点兵马 能抵抗得了秦军的进攻吗 赃公要好好考虑下 是战是降 关系赃公一族的生死 陛下已经下令 开战前放下武器投降者 可免死 还会给予必要的安置 一旦开战后 秦军不会接受投降 本人觉得 赃公是一个明智的人 才来相劝赃公 放下武器投降 对赃士一族有好处 省得受到牵扯 遭到灭族之灾 赃公清楚 什么也比不上家族一代代传承下去好 快撤道 接下来 快撤取出一本百家讲堂 递到赃图手上 赃图马上查看起来 大厅中一下子哑雀无声 一炷香时间过去了 赃图心中纠结啊 到底是全力抵抗韩信大军 还是接受投降 一下子也拿不定主意 毕竟 这次胡亥话里讲得很明白 不投降就是灭族 再要像过去那样 先打着 打不过再投降 那样的好事不会再出现 需要诸位反王开战前做出选择 快先生 先下去休息 这事很大 本宫要与手下人商量下 随后给答复 赃图道 赃公 不是本人吓唬您 确实是秦军战力滔天 根本不是你们叛军能抵挡的 想象一下 遇到匈奴铁骑 在兵马不占优的情况下 你们会如何应对 敢与匈奴铁骑 在野战中决战 敢说一战 而胜利吗 陛下只带了区区三万步骑 前去与蒙田将军 骑下五万步骑会合 从而一举歼灭 七十万匈奴铁骑 你们听到这个消息 难道不震撼心灵 这是多么强大的实力 据调查 赃公手下只有区区二十万兵马 阻挡得住韩信旗下十万青军吗 要知道 韩信旗下大军 也是跟匈奴铁骑硬碰硬打过 一举歼灭了上百万匈奴人 请三思 快撤道 说完后 快撤转身离开 赃图心中惊恐万状 忐忑不安 诸位 现在好了 张二 韩信二人的使臣全来了 我们要怎么选择呢 大王 我觉得 为了百姓不受战火之灾 还是向秦军投降吧 这样一来 一是赃公家人 传承会持续下去 另一方面 治下百姓 也不用受战火之灾 一名谋士道 赃图手下谋士 听了快撤的话 全都吓得不轻 感觉秦军太强悍了 抵抗只有死路一条 乖乖放下武器投降 还能落到一个好 大王 大义统是趋势 这是无人能阻挡的大事 劝大王还是顺天而行 千万不要逆天而行 又一名谋士相劝道 唉 赃图长叹一声 这仗如何打呀 手下全认怂了 特别是那几位将军 听到秦军那么强大 脸色巨变 那里还有胆气战秦军 来人 把赵义叫进来 赃图道 赃公 有结果了吗 赵义道 赵先生 本宫觉得秦军太强大 不想让治下百姓受苦 为了百姓 本宫只能向秦军投降 请见谅 赃图道 什么 投降秦军 不战而降 赵义彻底无言 还能说什么 赵公 告辞 赵义道 说再多的话 不会起作用 一旦有了投降的心思 谁也拉不回来 赵义要尽快赶回去 把情况告诉张儿 第193章 墨巨子 咸阳御书房 贾许带着一名极品美人走进来 美人非常漂亮 身材修长 涂熬有致 恶挪多姿 火爆到极点 不过脸上遮蔽着杀精 陛下 这位就是墨巨子 名叫墨绝 贾许道 胡亥微微一愣 一想不到啊 墨门掌控者 居然是名极品美人 完全出乎意料 墨巨子 请入座 咱们聊一下吧 胡亥道 多谢陛下抽时间接见小女子 墨绝道 呵呵 墨巨子 你可不是小女子 是墨家大佬啊 掌管着数以万计墨家弟子 胡亥道 陛下说笑了 墨家不是小女子说了算 上面有好多太上长老 长老 大事上全都是长老开会商量 小女子只是一个执行者而已 真没多少权利 墨绝道 对于墨门说实话 胡亥了解的不多 只知道墨门弟子变天下 至于总不在何处 外人无人知晓 总之 墨门挺神秘的 墨巨子 你到咸阳也有一段时间了 该了解的事 想别已经了解清楚了 不知墨巨子对帝国的政策有什么建议 可以说出来讨论下 合理的建议 正会研究后修改 不要有什么顾虑 大胆说出来 没有人会追究责任 虽然说 在治国理念上 帝国与墨门有区别 但是咱们双方可以同存求益 各取所需 不同的观点 可以慢慢验证 是对是错 不是朕说了算 也不是一个门派说了算 需要通过天下人来检验 正确的东西 经得起验证 经得起辩论 只有经过无数次验证 无数次修正 才能成为真正的学说 才能成为经典 况且 任何学说 任何门派 其观念 理念 也要以时俱进 符合时代发展所需 若是闭门造车 自我封闭 离淘汰也不远了 胡亥道 墨爵听了有点惊讶 陛下说的没错 我们墨家在观念上 与帝国的理念有冲突 我们墨家讲究大案 反对杀戮 讲究人质 不中法治 但是 墨帝是一样的 都为这个国家好 墨爵道 正在此时 亲卫送上来茶水 墨爵子 请用茶 文和是喝酒 还是饮茶 胡亥道 陛下 微臣还是喝点酒吧 贾许道 来人 上二瓶好酒 再上几个小菜 咱们边喝边聊 今天正与文和 墨巨子好好聊下 胡亥道 遵旨 亲卫道 不带一会儿 韭菜送上来 墨巨子 你是喝白酒 还是红酒 白酒度数高 红酒柔和一点 朕建议你喝点红酒 胡亥道 听从陛下安排 墨爵道 文和 墨巨子 咱们干了 胡亥道 谢陛下赐宴 墨爵端起酒杯 也把杯中酒 喝光了 墨巨子 朕不会评价那个学说好 那个门派不好 在朕看来 各家都有好的一方面 朕的帝国 不可能纯粹采取一家之言 必须集中家之常为帝国所用 胡亥道 只要对帝国有用的 能让帝国复兴 崛起的方略 朕都会采用 但是 不会全盘采用 只会用有力帝国崛起 复兴的部分 帝国需要多方面的人才 也需要有创新型人才 社会再进步 文明再向前进 今天制定的政策 可能到了明天 就不适应帝国发展需要 这就需要我们 重新研究出一个 行之有效的办法出来 适当修正 更改错误的方针政策 确保帝国 持续稳定的增长 墨家讲究的是 无为而至 大爱 众人平等 相互帮助 共同发展 这是好的愿望 可是在实际操作中 很难行得通 人都有私心 有想法 有念头 各个人的想法 不可能一致 这就需要法家的学说 来规范其行为 让百姓 在一个相对平等的环境下生活 帝国遇到外来民族入侵 帝国需要兵家的人 把入侵者歼灭干净 特别像匈奴人 你和他讲仁爱 讲礼仪 那是对牛谈情 对待匈奴人就要 拿起刀枪 以暴指暴 以杀指杀 杀到匈奴人胆战心惊 杀到匈奴人害怕 胆怯 教育百姓 开启明智需要儒家学说 让更多的百姓变得有思想 有想法 能判断出对与错 帝国需要对外联系 需要大量纵横家 让他们到各国去劝说 发展友好关系 你们墨家呢 说实话 真是非常看重的 你们墨家弟子数以万计 一个个全是理工科人才 在制造 生产 设计方面有杰出的能人 是帝国经济发展 不可缺的重要环节 你们生产出来的东西 既可满足军方需要 又能满足百姓所需 是推动帝国文明进程的关键 胡亥道 墨爵震撼 越听越惊讶 朕说了那么多 其实就一句话 帝国需要墨家 需要与墨家合作 墨家可派出大佬 到帝国学校 传授墨家知识 也可以派出弟子 参与帝国的经济发展 当然 墨家也可以自己 新办工房 生产出百姓需要的产品 对外出售 胡亥道 陛下 这个是太大了 小女子要回去 与长老们商量下 才能给出答复 墨爵道 这个没有问题 百家讲堂 马上要修建好了 随后会对外开放 墨家学说 可以派人到讲堂发表演讲 也可以在讲堂辩论 既然觉得是对的 不要惧怕辩论 真理越变越明 事物本质越变越清晰 百家讲堂 会向天下人开放 允许各门 各派来讲堂上发表演讲 辩论 好的演讲稿 辩论稿 我们会择优录用 放在百家讲堂上发表 让天下人都知道 这对于各学派 传承是有好处的 天下学子 会根据得到的消息 决定学什么学说 胡亥道 陛下 上百家讲堂演讲 需要什么条件吗 墨爵道 条件没有 只要觉得自己很牛 就可以登台发表演讲 至于好坏 不是我们说了算 由听众说了算 如果有人反对其学说 你们可以在讲堂上当众辩论 只要遵守规矩就好 胡亥道 陛下 刚才说的合作是指什么 墨爵道 这个有两种合作方式 一是帝国与墨家共同出钱 组建一个商社 工房 大家合股经营 自负盈亏 一年给股东分红 给股东报告收支 开支状况 二是墨家完全倒向帝国 成为帝国的一个机构 帝国负责为墨家 培养各方面墨家人才 弟子 让墨家发扬光大 走向辉煌 胡亥道 第194章 彭月臣服 陛下 我们墨家有一些书籍 是历代墨家句子传下来的 基本是竹卷 不过 好多竹卷已经腐蚀 可是 那些竹卷却非常重要 我们墨家 想将其一直传承下去 看到百家讲堂 市场上出现的各种书籍 我想让你旗下印刷厂 帮我们墨家印刷出来 我们愿意花钱印刷 有一部分也可以让你们对外出售 墨决道 哦 帝国藏书阁中 貌似有这方面的书籍 可是 相对来说 与墨家传承下来相比 应该有区别 墨句子 这个没问题 朕可以让印刷厂帮墨家印刷 全部印刷成纸质书籍 不过 竹卷需要你们校对 何时 朕手上没有那么多的人才 毕竟 腐蚀的竹卷 很多不完整 这个工作量极大 墨家必须派出人手来叫对 胡亥道 另外 朕建议你们墨家 把竹卷全部整理一下 把所有竹卷拿来一起印刷 让其重新换发生机 书籍是中原文明最好的传承 不要让传承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胡亥补充道 这个没问题 只要陛下同意 我马上回去安排 把所有书籍整理一下 墨决道 陛下 其实墨家弟子 帝国工坊中有好多工匠是墨家弟子 只是他们没暴露身份 墨决道 哦 不过呢 想想也是如此 墨家弟子满天下都有 为了生存 到工坊来应聘也是情有可原 墨巨子 你们墨家可以再抽掉些弟子到咸阳城来 正准备在城郊新建一个巨大的产业园区 面积有方圆二十里地 以后工坊也会搬迁出去 核心园区肯定是帝国使用 不过 边缘地带可以对外开放 让民营资本进入 胡亥道 这个小女子会考虑的 如果合适的话 我们墨家会再次新建工坊 生产产品对外销售 墨决道 墨巨子 听说墨家剑法非常厉害 能让墨家剑术大师 宗师来帮朕训练士兵吗 胡亥道 陛下 士兵用的剑法追求简单 让士兵好使用 墨家的剑法不一定适合 墨决道 胡亥摇摇头 推诿 没事 朕只是随意提下 胡亥道 陛下 小女子走了 今天达成的合作意向 小女子会马上落实 很快给陛下回复 墨决道 墨巨子 再见 希望有再见的一天 胡亥道 文和 怎么看 胡亥道 陛下 您没发现 墨巨子可是一名超级高手啊 修为不比微沉弱 甚至更高 贾许道 啊 胡亥惊呼一声 一直没对墨绝使用洞察之眼侦查 对墨绝情况属性真不清楚 看来 以后见到陌生人 还是要谨慎一些 文和 那个若女子是超级高手 修为比你还高 那不是意味着 墨绝修为达到了战尊镜以上 胡亥道 陛下 不要小看 这个墨绝修为真的非常高 微臣估计 对方修为应该进入战胜镜 贾许道 妈蛋 战胜镜 牛啊 手下人一个不是对手 必须要解封神将的修为 才能对抗德了 哎 神将修为解封 必须要胡亥修为晋升 问题是 进入战宗镜 晋升太难了 需要海量经验值 陛下 不要担心 微臣看 墨门确实有与帝国合作的可能 毕竟 帝国工坊中生产的东西 也是墨门擅长的方面 不与帝国合作 还能以谁合作 墨门想要发展壮大 需要大量钱财 没钱什么也干不了 所以 合作是必然 贾许道 文和 既然墨门修为那么高 其他门派修为也不会太弱 甚至有些会更高 胡亥道 陛下 儒家 兵家 法家 纵横家 杂家等 都有自己的修炼功法 修为高是肯定的 贾许道 文和 你说宫中那个许复 修为是不是也很高 朕一直没查看 不清楚情况 胡亥道 陛下 许复是有修为 不过 只是占王静 并不算太高 对陛下行不成威胁 贾许道 文和 派人去把彭越叫来吧 关了那么长时间 他应该会有所反思 胡亥道 遵旨 贾许道 安排完后 贾许又走进书房中 文和 你说彭越安排在那个兵团合适 胡亥道 陛下 说实话 最近微臣查看了一下彭越的作战方式 确实很有特点 按道理说 让他带着数千秦旗到匈奴人后院去四处纵火 抢劫 掠夺 最能发挥作用 可是 目前帝国需要评判 没有多余的精力 操作这个事 考虑下 帝国现在有五个兵团 外加获去并直属部队 只能先安排在第五兵团 那里有张宪将军 陈平将军主持 彭越到了那里 搞不出什么事 陈平可不是什么好伯伯 能把彭越捏得死死的 加上接下来 第五兵团出兵方向是南方 可以发挥彭越的特长 贾许道 嗯 正看这是可行 就等着看彭越的表现 胡亥道 报告陛下 彭越带道 亲卫道 带进来吧 胡亥道 罪名彭越见过陛下 彭越道 汉出名将啊 鼎鼎大名的彭越将军 游击战的鼻祖 真正游击战专家 对游击战有极高认识 胡亥不喜欢杀人 都是炎皇子孙 出现一个人才不容易 只要对方臣服 为帝国效力不好 可别要搞得那么血腥 彭越 抬起头 胡亥威严道 释放出帝皇威压 让彭越感觉好难受 帝皇经修炼了那么长时间 帝皇者的上位威压 也慢慢体现出来 很强大 此时的彭越 没有了意气风发 看上去有点颓废 虽然在大牢中 没有人打骂 吃的也算正常 可是在那里面 真令人难熬 彭越 朕看你是一个不错的将军 打仗很有一套 朕爱惜人才 所以一直没杀你 可是呢 你们犯下的 可是造反的叛逆重罪 朕也不可能释放你 要释放可得有条件 必须臣服帝国 臣服朕 为朕带兵出战 用战功来消除你一身罪过 朕现在问你 可愿意投降 成为秦军中的一员 胡亥道 本来彭越 还想傲娇一下 可是呢 听了胡亥的话 心中不敢再傲娇 生怕失去机会 甚至会适得其反 那样就麻烦了 犹豫片刻 胡亥 假许二人不说话 只是看着彭越 给他压力山大 故动 彭越跪下了 陛下 罪名愿意投降 重新好好做人 为陛下扫平天下出力 请陛下接纳 彭越道 哈哈 胡亥起身 把彭越搀扶起来 欢迎彭将军加入秦军 胡亥道 感谢陛下恩赐 不再追究罪名之责 彭越道 第195章 张寒 洞察之眼 修为战皇二阶 忠诚度 50% 特长 游击战 妈大 忠诚度有点低啊 彭越 来坐下吧 胡亥道 谢陛下 彭越道 来人 再送上一桌 好酒好菜上来 朕今天要好好 陛将军喝几杯 胡亥道 遵旨 亲卫道 酒菜送上来 胡亥亲自为彭越斟酒 彭将军 喝下这杯 赠助你 获得新生 在战场上 多位帝国建功立业 成为一代名将 胡亥道 谢陛下赐酒 彭越道 碰 胡亥 贾许 彭越三人酒杯 轻轻碰一下 一口干了 好酒 难怪向宇天天说 那是好酒 是他生平 从未喝过的绝世佳酿 喝剩下的那点 一个人也不给 连碰都不让人碰 现在才晓得 确实是绝世佳酿 彭越道 哈哈 这个酒 世上只有朕手头上有点 其他地方买不到 也不可能有如此好酒 等天下安稳 朕让人弄个酒厂 专门酿造几品美酒 供诸位爱卿饮用 胡亥道 陛下 酿造这种酒复杂吗 贾许道 生产上不复杂 可是 特别耗费粮食 一斤粮食 只能生产出四粮酒出来 有的还需要好几种粮食 还有配比 助藏漆 不是酿造出来就能喝的 胡亥道 说实话 胡亥也不知道如何酿造 特别是那乡型 怎么添加进去的 一点不清楚 不过呢 听说酒的好坏 与当地水源有很大关系 到时候去原产地修建酒厂 酿出来的酒 不会差吧 彭将军 你需要的铠甲 兵器 可以到工房中找工书车 与子气二人打造 要多种 什么样的兵器说出来 他们会帮你打造 谢陛下恩赐 彭月道 朕知道你很能打 也能带兵作战 是一个不错的将军 但是 朕不能封你更大的官职 秦军中 一切以战功说话 想要单独带兵作战 必须要体现出价值 立下军功 让士兵们幸福 朕旗下将军 全是一步步晋升上来的 他们都用军功征服了士兵 但是你到第五兵团 任个少将师长 等建功立业后再晋升 五兵团是张宪 陈平二人带领 你与陈平也是熟人 应该会相处的较好 胡亥道 多谢陛下信任 卑职一定好好带兵 为帝国建功立业 扫平叛贼 还百姓一个朗朗乾坤 彭月道 陛下 卑职什么时候去武兵团报到 彭月道 急啊 想要建功立业 就必须先到部队 秦军马上要出动 一旦错过大战 那里去立功了 你开甲 兵器打造好后 随时到属地向张宪 陈平二人报到 估计很快武兵团会朝南出兵 胡亥道 陛下 卑职心急啊 想早点到部队报到 参与大军出征 不想错过机会 彭月道 耽误不了多少时间 路上你可以走快一点 应该能赶上武兵团出征 胡亥道 陛下 酒也喝了 卑职现在要到工坊去 让余子七 公输车帮打造兵器 彭月道 好吧 朕给你写个手令 拿着手令去找他们二人 胡亥道 洞察之眼 忠诚度上升了 从原来50%上升到了70% 不错 达到70%忠诚度 正常情况下 不会再反叛了 呀的 酒是好东西啊 一顿酒让彭月忠诚度上涨20个点 太划算了 以后要多与手下将军喝酒 联络下感情 文和 咱们劳累下 把张涵的事也处理一下 这个张涵 曾经是黑兵台的负责人 不过 先皇挂掉后 他带兵出征 黑兵台到底交到什么人手中 无从而知 朕只想搞清楚黑兵台的事 现在黑兵台是个什么情况 有多少人 据点在什么地方的 胡亥道 陛下 既然如此 卫神派人去把张涵叫来 咱们好好聊一下 假许道 嗯 黑兵台太神秘了 胡亥道这里近九个月时间 一直在调查黑兵台这个恐怖的组织机构 却一点消息没有 像是人间蒸发似的 黑兵台可是秦国最牛的情报组织 不会比锦衣卫差 问题是 不能为自己所用 再强有什么用 呀的 郁闷啊 那么牛的情报机构 要是为阵所用 加上贾许手中掌控的锦衣卫 绝对能监察天下 希望在张涵身上能找到线索 贾许回来了 陛下 说到黑兵台 确实非常神秘 锦衣卫调查了那么长时间 进展不大 只抓不到几个小蚂蚁 什么事也审讯不出来 贾许道 文和 放心吧 咱们迟早会弄明白的 艳果流声 黑兵台在神秘 不可能一点痕迹不留下 只要他们一动 我们锦衣卫就能抓住线索 现在就是等 胡亥道 嗯 咚咚咚咚 报告陛下 张涵已经带过来了 轻卫道 进来 胡亥道 罪人见过陛下 张涵恭敬行礼道 张涵 你是有罪 不便是非 不明事理 一味被司马兴的花言巧语所迷惑 致数十万秦军不顾 让其死伤惨重 甚至灰飞烟灭 助长了叛军士气 你本来就清楚咸阳情况 正在那种情况 只能隐忍 寻找机会 可是呢 义军主帅 你有处事的权力 却不敢大胆行事 依然在等咸阳圣旨 你不清楚 那圣旨是赵高所为吗 司马兴早与处军联合 被泛增勾引 还听司马兴之语 要不是你投降 叛军想要获得胜利 也必须付出惨重代价 你的投降 成全了项羽之名 陷数十万秦军于水深火热之中 你不后悔吗 胡亥呵斥道 陛下 罪臣有罪 请陛下治罪 张涵道 投降储君情况如何 依然不受信任 不受重用 成为一个摆设 兵权被剥夺 后悔吧 胡亥道 后悔 非常后悔 张涵道 哼 储君中项羽可不简单 加上范增那个老狐狸 怎么可能信任你 只会把你当炮灰 当枪使 等价值利用完 储君中的项羽也好 范增也罢 他们根本不会理你 胡亥道 好了 起来吧 胡亥道 谢陛下 张涵道 说说情况 把储君中的情况说清楚 还有 你以前不是待在黑兵台吗 现在黑兵台是谁主管 如何联系 据点在什么地方 把知道的说出来 胡亥道 第196章 黑兵台查不到痕迹 张涵听得有点蒙圈 陛下 黑兵台的事 我不知道啊 先皇在时候 我只是一个传话人 并不算黑兵台成员 先皇有事实 让我拿着金牌去某地 见到人时 查看一下金牌 再把先皇安排的密纸交给对方 自始至终都不说一句话 关键是 每次接头的地点 全是先皇告诉我的 张涵道 胡亥 贾雪二人死死盯着张涵的眼睛 发现张涵确实没说假话 呀的 线索又断了 黑兵台就是一根刺 随时会扎进胡亥的后背 太神秘了 胡亥摇摇头 陛下 黑兵台不是一直由皇帝掌控吗 陛下上位时 难道黑兵台没找陛下效忠 张涵道 哎 胡亥上位不是正常上位 是采取了一些阴谋诡计 把原本扶苏的位置占据 这种话怎么好说出来呢 这个是在天下间传的沸沸扬扬 打死胡亥也不敢承认 一旦承认胡亥马上遭到天下人辱骂 又要处在风口浪尖上成为议论焦点 若是正常上位 黑兵台肯定会前来效忠 问题是皇位来的不正啊 纠结 张涵 朕也不骗你 朕上位至今 黑兵台毫无音信 不要说效忠朕 就是黑兵台在什么地方 有些什么人 多少成员 能干什么事的 朕一概不清楚 像是蒸发似的 一点痕迹没留下 胡亥道 陛下 这可不是好事情 一旦黑兵台不听陛下指挥 对帝国影响极大 就算不能为陛下所用 也不能让其存在下去 据我所知 黑兵台是秦帝国情报机构 有能力监视天下 搜索天下间的各种情报 而且 黑兵台成员 实力很强悍 对暗杀 监听 有独到的一面 不为帝国 陛下所用 必须要想办法清剿 张涵道 胡亥郁闷死了 也想清剿黑兵台 可是从什么地方寻找黑兵台踪迹啊 张涵 先皇在的时候 你接触过黑兵台的人 遇见时能辨认得出来吗 贾许道 张涵摇摇头 贾先生 以前接触的时候 黑兵台的人全部遮蔽着脸 根本看不清楚 对方只露出二只眼睛 没办法分辨出来 张涵道 头大 张涵 黑兵台只有先皇能指挥吗 胡亥道 陛下 不是这样的 黑兵台存在好多个朝代了 一代代传承下来 都是由先皇亲自传授给下一代皇帝 其他人基本不了解情况 正是由于神秘 才一直生存下去 成为秦国的历朝历代中最后保障力量 只听从于皇帝 张涵道 在胡亥记忆中 貌似另一个未面 秦帝国灭亡时 黑兵台也未出现 更谈不上什么最后的力量 纯粹是眼睁睁看着秦帝国灭亡 算了 黑兵台的是慢慢追查 急也没有用 张涵 朕现在慎重问你 可愿意重新回到帝国旗下 胡亥道 尽管张涵反叛了帝国 可是胡亥真的不想杀张涵 一是张涵有能力 是一名难得的战将 另一方面 张涵投降 秦军灰飞烟灭 主要责任是司马兴 要不是司马兴与范增勾结 蛊惑张涵 也不会向储君投降 再说了 那个时候 貌似张涵大军缺乏良草 也是为秦兵着想 才投降 遗憾的是 张涵没想过 储君会那么无耻 不仅剥夺了兵权 还将好多秦兵杀了 也可以说 张涵是不得已 才向储君投降 前有追兵 并无退路 在那种情况下 投降储君 也是一种选择 咕咚 张涵跪下了 不停地磕头 泪流满面 激动啊 此时张涵 对胡亥确实是感激涕零 像这种反叛分子 被俘虏后 基本是死路一条 还会牵涉到家族的生死 像胡亥这样善待的 基本没见过 罪臣感谢陛下不杀之恩 感谢陛下给罪臣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罪臣启示 张氏一族 世代忠于陛下 忠于迎世 如违背此誓言 张氏一族五雷轰顶 不得耗死 灭九族 张涵发誓道 出乎意料啊 一下子 搞得胡亥有点适应不过来 胡亥不需要张氏一族发下毒誓 因为没那个必要 秦帝国不可能万事不倒 世上没有永恒的王朝 只有永恒的百姓 铁打的银盘 流水的兵 就是这个道理 胡亥只管得了自己 那里管得了子孙后代的事 不做死 不会死 自己寻死 谁也就不了 张涵 起来吧 你不必要这样 朕从未想过要加害张氏一族 你们以前为帝国 做出过贡献 虽然后来犯下错误 但是 朕还是原谅你 以后记住 要好好为帝国服务 为国家民族而战 为天下万民而战 胡亥道 多谢陛下恩典 张涵道 张涵 楚军中 朕记得貌似有你的弟弟张平 张希等人 一旦你回归帝国 项羽 范增二人知道 可不会饶恕他们 你要及时给他们去封书信 让二人悄悄返回咸阳 胡亥道 多谢陛下牵挂 罪臣会写书信 让人送到楚军中 让他们及嫡系心腹 悄无声息逃走 张涵道 张涵 你书信写好后 交给文和好了 让他帮你派人带到楚军 悄无声息交到手上 估计 此时你派的人 会受到楚军监控 不容易成事 胡亥道 谢谢陛下 多谢贾先生 张涵道 张涵 那个董毅与你关系 应该很好吧 朕记得 董毅是你的副将 胡亥道 陛下 以前二人认识 关系不是很好 不过 投降楚军后 我们二人手中兵权被剥夺 算是同病相连 时常聚集在一起喝闷酒 经过一段时间 二人也建立起了友谊 董毅心中也非常后悔投降楚军 暗中不知发过多少回牢骚 张涵道 胡亥在思考 张涵 要不你再写封书信给董毅 让文和派人送给他 是否愿意重回帝国旗下 看董毅自己决定 胡亥道 尽管胡亥手下不缺乏战将 可是能瓦解楚军实力 能把董毅反正也是不错的 遵旨 罪臣一定照办 张涵道 事情就是这样了 等事情安排好后 张涵你到虎牢关 找蒙毅将军报到 暂时待在蒙田 蒙毅二位将军的第二兵团中 任少将师长 等以后建功立业 再行封赏 胡亥道 遵旨 张涵道 在秦帝国军中 蒙田 蒙毅二人 威望比张涵高 让张涵待在蒙田 蒙毅旗下 不会有不妥 虽然蒙田还在征伐伟匈奴人 不过 征伐马上要结束了 第197章 田安 几北田安府上 今天来了好几波使臣 有张尔派来的 也有韩城派来的 还有司马养派来的 不用想 田安心里清楚 这些诸侯全是来求援的 希望能出兵马增援 可是 一下子来了几波人 令田安也不知道如何处置 百家讲堂杂志田安 也购买了几份 分发给了手下几名谋士观看 说实话 看了百家讲堂上介绍 田安心中也忐忑不安 惶惶不可终日 秦军战斗力太强了 出动区区八万步骑 秦军一举歼灭匈奴七十万铁骑 而不是击退 令天下诸侯震惊 不过呢 几北距离秦军很远 秦军一下子打不到面前 让田安那颗悬而未决的心落下来 田安把手下文官 武将全叫到府上 诸位 大家也看过百家讲堂上的报道 首先我们要向秦军表示祝贺 不过 本宫看到上面记载 说实话 对秦军战斗力感到恐惧 害怕 不知诸位看后 有何感想 田安道 田安也是七国皇族一役 史皇帝统一天下 并未将那些一役斩草除根 而是放了一条生路 让他们传承下去 不过呢 史皇帝貌似做错了 就算不杀死 也应该把这些一役抓到咸阳 时常监视着 不让他们搞小动作 说起来 史皇帝还是太仁慈 想想后世那些个王朝 一旦更替 前朝皇室成员 谁会落到好的结局啊 后世好多人说 秦朝杀了多少人 其实 真正讲 秦国真没怎么大屠杀 并且非常重视人才 只要有能力 在秦国都会受到极大的敬重 这个貌似是秦朝皇室的传统美德 当然了 秦国统一天下 确实焚烧了一些书籍 不过 那是各国的历史书 其他书籍 全被史皇帝收缴到咸阳藏书阁中 咸阳城中 俄旁宫中的藏书 是天下间最齐全 最完整的藏书阁 就算天下间那些个门派手中 也没有那么齐全 大王 从百家讲堂上看 秦军战斗力确实非常强悍 这是不争的事实 不过 我们可以联合起来 一起对抗秦军 不是没有胜算 特别是其第三天 望大王尽快派出使臣去与田都 田扑二位大王商谈联合一事 田广将军建议道 大王 卑职觉得田广将军说的没错 单独对抗秦军 我们没有胜算 联合田都 田扑二的大王 一起对抗秦军 我们还是有胜算的 只要我们死守城池 想别秦军 也拿我们没办法 秦军在野战中太强了 咱们不能与秦军玩野战 机遇谋失道 这二人是田安手下权力最大的人 一人掌管军方 一人主治政务 又是田安心腹 其他人听后 纷纷点头认可 再说了 就算有意见 谁敢提出来啊 那谁愿意去出使齐王 交东王商量吗 田安道 大王 现在客栈中还有张尔 韩城 司马养派来的三名使臣 如何答复他们呢 本人觉得 应该先见一下三人 等到有结果 再派使臣不迟 一名文官道 那就把三人请来吧 咱们一起接见 不过 诸位 咱们要如何答复他们呢 田安道 大王 不妥 还是一家一家的接见 不要让三家联合起来 那样对我们不利 一旦他们在外面瞎说 民生会受到影响 毕竟 理论上大家还算是联盟 机遇到 大王 介于情况特殊 本人觉得 我们应该拒绝出兵救援 不要给自己找麻烦 一旦出兵 彻底与秦军翻脸 到时候想要妥协也不能 留下一条后路 对大王有好处 一名谋视道 不出兵增援 一旦秦军杀来 我们如何对抗 那三家 也不会出兵来支援 这个不好吧 一名书生道 哈哈 大家狠狠鄙视说话人 现在三家都受到秦军危险 才来让我们出兵 要是三家灭亡了 还如何救援咱们 他们不灭亡 秦军从什么地方打我们城池 机遇调侃道 正是他们抵抗不住秦军 才会来求救 我们不出兵救援 他们肯定抵挡不住 到时候 咱们可就危险了 那名书生争辩道 田安心中纠结呀 二人说的都有道理 到底是出兵救 还是在旁边看戏呢 一下子 田安犹豫不决 田将军 你有什么意见 田安道 道啊 我们基本是步兵 等赶到那三家地盘时 估计战斗结束了 搞不好 我们出兵救援 会损兵折将 时间过去那么长 秦军要出兵的话 早开始准备了 田广道 既然如此 咱们拒绝好了 把他们三人 分别叫进来吧 田安道 不大一会儿 张儿使臣赵义走进来 见过田安宫 不知出兵救援一事 可有结果 赵义道 赵先生 实在对不起 我们极北地区兵力有限 上次联合出兵咸阳 损失太大 去时十万兵马 回来时 只有区区数百人 后来 虽然征召了些兵马 可是 那些新征召的兵马 全是新兵弹子 没经历过战争 现在正在训练 还未成军 机遇到 田公 你可要想清楚 一旦秦军拿下 我们赵地 秦军就可以南下 一举威胁到极北地区 到时候 凭你们一家 能抵挡得住秦军的兵风吗 趁现在秦军未出兵前 我们联合起来 对抗秦军 还有一线生计 否则 等待田公的 也是死路一条 赵义道 实际情况 赵义太清楚 就算是联合 也很难抵抗住秦军兵风 在燕帝时候 赵义可是见过快彻 知道燕帝赃徒 已经投降了秦军 随时威胁到几地 这个情况田安还未收到 赵义也懒得说出来 赵先生 这个事 确实为难啊 上次联合出兵咸阳 不仅未取得胜利 还让各地诸侯损兵折将 这一切全是项羽 刘邦二人 无能造成的 他们二人 是总指挥 却拿我们各诸侯兵马 当炮灰 这是 想别张儿也清楚 听说 刘邦待在张儿身边 有刘邦在 本宫相信 赵国一定抵挡得住秦军的 田安道 也不是好伯伯 看来 叛军中矛盾重重 不好协调啊 上次出兵 交给项羽 刘邦二人指挥 在各地诸侯心中 非常不爽啊 输了 谁心里都不爽 胜利了 谁都高兴 这就是现实 告辞 赵义道 说完话 转身离开 不再与田安废话 第198章 与司马阳野战 机关 黄忠回到咸阳城 马上被胡亥调到机关 任第三兵团副长官 并兼任师长 得到命令 黄忠一刻不停留 带着一千卫队 押运着大量粮草 兵器等补给物资 朝着机关赶去 黄忠到达机关 与高顺交流一下 二人达成共识 决定马上出兵河内 不给司马阳有准备的时间 没等司马阳派出的使臣回来 却等来了秦军的大规模入侵 打得司马阳措手不及 秦军速度太快了 抽调出六万步骑 分成二个方向杀进河内 收复故地 让司马阳忙于应付 高顺 黄忠二路秦军 一路上势如破竹 披荆斩棘 让河内各县惊恐万撞 在强大秦军压迫下 很多县城纷纷开城门投降 接受秦军的接管 换回一条生路 当然了 秦军也不会亏待开城门投降的官吏 考核后只要合格 依然会给予安置 继续出任县令 县城等官职 经过半年多时间 河东 滨州一带 被狄仁杰治理的欣欣向荣 一副繁荣景象 特别在人才方面 狄仁杰推荐了好多文职人才 作为帝国人才筑备 高顺军出动 那些筑备的人才 一下子派上大用场 秦军行动非常顺利 没有展开血腥的屠杀 以温和手段收复旧地 一座城池接管 留下适当士兵 在城中整顿兵马 其余秦军马不停蹄地挺进 司马仰呢 接着秦军杀来 吓得不轻 司马家族一直是秦国望族 不仅出现了司马兴 还出来的司马仰 二人都是坚决反秦的中坚力量 加上司马兴反秦 给司马家族没有选择余地 只能一条路走到黑 想投降秦军 胡亥绝对不会放过司马家族 为此 司马仰只能聚集兵马 准备与秦军大战一场 高顺大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 一路横推 碾压 让各地纷纷开城门投降 半月后 秦军与司马仰手中的 十五万叛军对上了 在兵力上 高顺只有区区三万不齐 司马仰却拥有十五万叛军士兵 叛军声势浩大 高顺派人给黄中去封书信 让黄中迂回到司马仰后方 给予重重一击 正面战场交给高顺不齐抵挡 这是野战 没有城墙 爱观可依靠 只能靠士兵战阵阻击 是应战 高顺正面派出一千名卫队阻结 这可是秦军最强的重装步兵 士兵穿戴重甲 手持重型兵器 现阵营后方是二百张擎弩 左右二侧是盾牌兵 长枪兵 还有工兵严阵以待 形成一个品字形战阵 一万秦旗作为预备队 司马仰旗下十五万步兵 也不敢轻易出击 与高顺军对峙起来 一鸣举着白旗的叛军士兵 缓缓走出阵 来到秦军阵前方 高将军 我们大王说了 识趣的话 乖乖投降 不要再为魂军卖面 你只有区区三万兵马 如何对抗十五万义军 胜利是属于义军的 不要白白送死 叛军士兵道 哼 高顺一声冷哼 小子 回去告诉司马仰 让他乖乖放下武器投降 本将军会在陛下那里 为他说几句话 确保小命 否则 等待的是秦军的怒火 一旦天下荡平 他司马仰有地方躲藏吗 陛下说了 司马仰一族 投降还留条小命 让其家族继续传承下去 胆敢反抗者 灭九族 让司马氏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高顺道 叛军士兵摇摇头 还能说什么呢 只好举着白旗退回去 司马仰听了士兵的传话 心中微微一愣 不过呢 司马仰绝不相信高顺的话 以为是高顺忽悠 等投降后再追究责任 秦军还有一路 司马仰没时间 与高顺大军继续对峙下去 必须要尽快结束战事 心中有了决断 司马仰下令进攻 轰隆隆 一个五千人的方队走出战阵 朝着秦军缓缓压上来 看后令高顺无言以对 这些叛军真不值得说什么好 队形松散 士气低迷 战役全无 像是被司马仰强行拉来的壮丁 事实也是如此 没有兵力 司马仰向百姓强行征兵 不愿意走皮鞭跟上 把一家人关进大牢 采取血腥手段 才聚集到三十万兵马 为了迎战高顺大军 一次性出动十五万兵马 其余兵马分布在各县城 大部分留在淮城 淮城可是司马仰大本营 八百步 六百步 五百步 射击 当报数员喊出五百步时 主持擒弩的基层军官 布施时机下令开火 嗖嗖嗖 数百只弩箭 快速飞向营面来的叛军士兵 太快了 漫天弩箭雨落下 扑扑扑 一个个叛军士兵 被弩箭冻穿身体 有的弩箭带着尸体 继续往后狠狠扑过去 人形狐漏出现在战场上 啊 惨叫声响起 声音响彻云霄 一下子 原本整齐有序的队形 彻底被打破 混乱无比 砰砰砰 走在最前面的叛军盾牌兵 手中盾牌纷纷爆裂 弩箭射穿盾牌 又扎进士兵身体 悲催的叛军士兵瞬间四处乱窜 战阵支离破碎 撞得不成样子 司马仰旗下十五万叛军士兵 大多数是新兵弹子 没经历过战火洗礼 没见过死人 突然遭到射杀 心中巨异在放大 相对来讲 五千人的队伍 面临二百张擎弩的三段式射击 其实威力不会那么大 遗憾的是 叛军队形松散 毫无战意 士气 弩箭一射来 一个个惊慌失措 没办法 百家讲堂报道秦军作战 让很多叛军士兵震撼心灵 被秦军的战力惊呆了 叛军士兵从骨髓里 就惧怕秦冰 刚一碰上 秦军来了一波弩箭雨 射在身体上 会出现一个拳头大的血洞 太恐怖了 虽然没死多少人 可是伤口凶残啊 嗖嗖嗖 秦军弩箭在不停射击 天空中随时有弩箭飞舞 朝着叛军士兵扑杀上来 我不想死啊 我家中还有八十岁老母 救救我 我要回家 一个个叛军士兵在叫嚷 更是影响士气 让原本士气低落的叛军士兵 一下子毫无战意 扑扑扑 混乱中的叛军士兵 看着一名名同伴倒下 脸色巨变 再不逃走 下一个会是自己 叛军士兵转身就逃跑 逃跑像瘟疫似的会传染 看到有人放下兵器 转身逃走 马上会有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无数个 在这种情况下 无人阻止得了 加上是一群新兵弹子 一窝蜂的往回逃走 叛军第一波出击 以失败告终 叛军败得太快了 前后不到一炷香时间 高顺摇头苦笑 这就是叛军 太TM弱了 第199章 战事不顺 司马养交集 半个时辰过去了 司马养第二波进攻开始了 这一次 司马养派出一万步兵进攻 想摧毁秦军战阵 兵力比上次次多了一倍 问题是 士气不振 战役全无 这样的兵马上来 纯粹是送菜 对秦军没威胁 不过呢 这一波进攻 叛军学聪明了 不再一窝蜂冲上来 而是采取分散队形 盾牌兵在前 枪兵 剑兵躲在后面 高顺摇摇头 道路就那么宽 再怎么分散 也不可能像骑兵似的冲锋 加上士兵害怕 大家三 武缩成一团 慢腾腾朝着秦军战阵走上来 射击 叛军进入有效射程 擒弩基层军官 一声令下 搜搜搜 弩箭撕裂空气 瞬间天空扭曲 弩箭与朝着叛军士兵 闪电般扑杀上来 叛军士兵刚看到雨点般 弩箭飞射出来 没等做出反应 弩箭已经杀到面前 扑扑扑 一朵朵 泄花绽放 一道道鲜血标射出来 成抛物线落下 在太阳光照射下 妖娆无比 啊 数十名叛军士兵重箭 身上出现一个个拳头大的血洞 非常吓人 弩箭威力生猛 射穿一人后 去势不减 朝着后方叛军士兵又扑上去 扑 又贯穿一名叛军士兵 二人 三人贯穿在一支弩箭上 像人形葫芦似的 盾牌好多是木头做的 如何抵挡得住强劲的弩箭 纷纷碎掉 后面叛军也躲不脱 停滞 叛军停滞不前 甚至朝后面退了好几步 大家跑快点 只要杀到秦军阵前 他们的擒弩就不取作用了 到时候是咱们一军天下 一名叛军军官叫嚷道 不过呢 效果不好 没人听 也无人执行 一群新兵弹子 看到死人 心里绝对是忧心忡忡 担心下一个是自己 好多叛军士兵 吓得跑回去 司马养这次 在后面放上督察队 看到士兵跑回来 举起宝剑 战刀往士兵身上招呼 一刀挥出 扑 人头落下 以为逃回来能保住小命 那小的等待他们的是 同袍的刀剑 回逃暂时得到制止 朝秦军杀上去 只有击败秦军 大家才能活下来 否则全都会死 一名督察队军官叫嚷道 逃回来的叛军士兵 看到一个个同伴 被督察队砍杀 心中尽管非常气愤 可是不敢反抗啊 这个时代 上位者权力极大 是百姓生命为草寇 不得已 逃回来的叛军士兵 又转身朝着秦军战阵奔跑过去 后有杀千刀的督察队 前有秦军弩剑 叛军士兵没有选择 只好一味往前冲 搜搜搜 秦弩不停射出一支支弩剑 根本不理会叛军士兵的感想 不断有叛军士兵倒下 一波接一波的倒下 悲催啊 叛军士兵太悲催了 成为秦军弩剑 收割生命的目标 叛军士兵在督察队监视之下 一个个撒腿朝着秦镇奔跑而来 擒弩再强大 也无法阻挡 还是有好多叛军士兵 杀到秦镇面前 轰隆隆 叛军士兵撞在盾牌上 枪兵 停刺 枪兵基层军官下令 一排排枪兵 排着整齐有序的队形 根据命令 一枪枪刺出 有的狠狠扎在叛军身上 有的枪尖落空 不论是落空 还是刺重 秦军枪兵依然不慌不忙刺枪 收枪 严格按命令行事 盾牌兵被叛军士兵撞开 在枪兵支持下 后排盾牌兵迅速上前 重新组成防线 确保战阵完好无损 最凶残的是 现阵营士兵 看到叛军杀来 有条不紊的举起重刀 朝着叛军士兵挥舞 一刀下去 一名叛军士兵人头落下 太高效了 搜 工兵不时时机 射出一箭 噗 刚刚举起手中宝剑的叛军士兵 突然发现咽喉上重剑 尸体缓缓倒下 噗 一枪刺出 狠狠扎在叛军士兵手臂上 盾牌兵抽出腰刀 朝着叛军士兵顺手一挥 直接把那名受重伤的叛军士兵腰斩 太血腥了 高顺旗下卫队 杀起人来 毫不手软 没有多余动作 力争一刀 一枪 一剑解决问题 不愿意多浪费精力 纯粹是杀人机器 不知疲倦的挥刀 射箭把杀到阵前的一个个叛军士兵斩杀于尽 砰砰砰 盾牌兵受到冲击 散发出一声声巨响 高顺站在高台上 眼睛密切关注着交织在一起的双方 一旦发现问题 马上处理 总体上来说 秦军守得严密 叛军冲撞没起到效果 像是给秦军送人头 送战功似的 秦军战阵承受住叛军冲击 还有效击杀了一个个叛军士兵盾牌兵能及时补位 确保防线不失 评刺 收枪 枪兵做着一次次重复动作 不过 枪兵为了保证体力 刺出石枪后会替换 前排枪兵刺完石枪 会在基层军官命令下后退 后排枪兵在命令下上前一步 一切竟然有续进行 一个时辰后 叛军明镜收兵 听到号角声 进攻的叛军士兵想都不想 转身逃回去 不过呢 想要顺利逃回去 要承受秦军擒弩的射杀 一窝蜂逃走 没有队形 没有组织 更没纪律 谁也不顾谁 只是一位逃跑 运气好的话 能逃出升天 运气不好的 依然会留下生命 妈蛋 有点胜利大逃亡的味道 远方的司马养无奈的摇摇头 带着几名谋士返回中军大战中 大王 秦军非常强大 加上那种升级版擒弩 对我们一军杀伤力太强 一位蛮功 不会取得效果 只会白白损失士兵 得想办法打秦军一个措手不及 让秦军士兵没准备 才能击败秦军 否则 我们一军不会取得胜利 武姓谋士近年道 武先生 有什么好的建议说出来 司马养道 大王 想要取得胜利 我们一军不能在正面战场上 与秦军死拼 得想其他办法 要不晚上派出兵马 偷袭秦军兵营 说不定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武姓谋士道 司马养点点头 确实如此 一位蛮干 不可能消灭秦军 反而让义军损失惨重 得不偿失啊 大家有何建议 策略 司马养问道 一个个头低下 竟然没意见 咱们晚上好好给秦军来一下 最好能一举击退秦军 司马养道 第二百章 陷阱 秦军兵营中 胡亥送给诸位将军的孙子兵法 高顺正在大帐中细细看着 高顺放下书本 走出大帐中 在营中漫步 一边走一边在思考兵书上所讲 看向星空 怎么会如此 要是叛军夜间发起偷袭 可是好机会 来人 高顺道 将军 什么事 传令兵道 传本将军命令 让明 暗哨兵提高警惕 发现异常 马上打出信号 不得松懈 高顺道 遵命 传令兵道 接下来 很多名少 暗哨 纷纷被咬醒 把军令传达下去 一名名少兵警惕起来 幸亏高顺下达军令 否则 秦军真会被司马养旗下叛军偷袭成功 秦军这段时间来 一直是战无不胜 士兵有点松懈了 根本不把叛军士兵荡一回事 数里外 一个暗哨典 一名勤兵揉了揉眼睛 发现数万叛军士兵 翘无声息朝着秦军兵营走过来 一下子 把哨兵吓得不轻 马上咬醒同伴 狗蛋 醒醒 叛军偷袭来了 秦军小声道 狗蛋睁开眼睛 看到数不胜数的叛军 从远方慢慢走过来 脚步很轻巧 刷 一下子 狗蛋彻底醒了 二助 你继续盯着叛军 我马上跑回去报告 狗蛋道 行 小心点 不要让叛军发现 二助道 嗯 刷 狗蛋发挥飞毛腿特长 迅速在丛林中穿梭 片刻时间赶回秦军兵营 报告 发现叛军来偷袭 狗蛋道 什么 偷袭 一名侦察连长惊呼起来 狗蛋 你说的是真的吗 绝对是真的 我们发现后 第一时间从小路跑回来报告 不用多长时间 叛军会杀到 狗蛋道 接下来 消息在第一时间报告到高顺那里 哼 既然叛军要偷袭 咱们就给他们 多准备点好吃的 命令 让营中士兵迅速腾空兵营 躲藏在周围 等待命令行事 特别要把擒弩架好 不要倒石掉链子 高顺道 遵命 传令兵道 刷 一下子 整座擒兵营中动了起来 无数刚刚出下的士兵 被翘无声息叫醒 拿上兵器 一个个走出帐篷 躲藏在周围 擒军素质非常高 不会因为夜晚而大声喧哗 全都小心翼翼进行 不让叛军知道 一路上秦军名哨 暗哨得到命令 不在市井 让叛军士兵安心挺进 双方个半个的 相互不打扰 叛军大队兵马 杀到秦军兵营前 看到几名 秦军鞋靠在大门旁睡觉 一点没发现情况有变 睡得像死猪似的 叛军兴奋啊 迅速派出几名士兵 把大门给打开 兄弟们 给本将军杀进去 这里就是秦军士兵的葬身之地 一名将军吼叫道 杀 轰隆隆 数万叛军士兵 抽出兵器 纷纷朝着秦军兵营中杀进去 一路上势如破竹 所向无敌 没受到任何秦军的阻截 直接杀到中军大将 杀进去 十多名叛军士兵 挑开帐篷门帘 冲杀进去 啊 傻眼了 一下子 集体呆滞 傻了 什么情况 为什么会没人呢 油灯亮着 却不见人影 我们上当了 将军反应过来 大声叫喊起来 撤退 赶快撤退 叛军将军叫喊道 突然 秦军大仗周围献出好多火把 搜搜搜 漫天剑雨射出 纷纷扎在叛军士兵身上 一下子 叛军被打个措手不及 蒙圈 叛军士兵彻底蒙圈 我们不是来偷袭秦军吗 怎么看上去 像是我们进入秦军早设计好的陷阱 上当了 一名叛军士兵叫喊道 啊 一朵朵血花 再绽放 在火光下美不胜收 此时的叛军士兵 全乱了 上司找不到士兵 士兵找不到上司 像一只只无头苍蝇似的 到处乱窜 扑扑扑 一波波箭雨 扎在叛军士兵身体上 一片片叛军士兵倒下 死在血泊中 嗖嗖嗖 一波接一波箭雨 像是永不停止似的 源源不断扎进叛军士兵身上 一支支弩箭 此时发挥到极致 一箭能洞穿数名叛军士兵身体 留下一个个血洞 悲催的叛军士兵 偷击不成十把米 亏死了 亏大发 很多叛军士兵朝着兵营入口出逃跑 刚跑到门口 发现已经被秦军断了退路 一队队枪兵排着整齐有序战阵等着 枪尖上散发出冰冷凛然杀气 投降不杀 放下武器投降 反抗着杀无射 跪下投降 秦冰一声声怒吼 吓得叛军士兵身体颤抖 战战兢兢 伸不出一丝丝反抗 乖乖丢下手中兵器 高举双手 很多乱窜的叛军士兵 被秦冰一一镇压 接受限时 跪下 向秦军投降 一名士兵丢下武器 会有二人 三人 四人 无数人丢下兵器投降 加上叛军士兵太弱了 基本是一群刚刚放下锄头的百姓 这样的士兵那里会有反抗精神 斗志 一队队叛军士兵被接管 押入俘虏营 当然 还是有好多叛军士兵奋起反抗 遗憾的是遭到秦军一一镇压 报告将军 一共俘虏叛军士兵三万六千余人 击杀叛军士兵大约有四千多人 其余逃回去了 传令兵道 逃走的叛军士兵有多少 高顺道 将军 晚上天太暗了 看不很清楚 不过 通过审讯得知 叛军一共出动了四万五千人 按这个算法 大约有数千叛军士兵逃出升天 传令兵道 把叛军士兵手中兵器收脚 这些兵器我军士兵不使用 可是 要拿回去回儒 重新打造兵器 是不错的原料 不要浪费了 高顺道 遵命 传令兵道 叛军大赢 司马养与手下谋士 在大仗中等候胜利的消息 等啊 没等到大军胜利的消息 而等到一些溃散的士兵逃回来 怎么回事 司马养呵斥道 那个 大人 我们中计了 中秦军的诡计了 一名逃回来的士兵道 什么意思 说清楚点 司马养道 看到士兵胆子小 一下子说不清楚 司马养又让其他逃回来的士兵叙说 总算把情况搞清楚了 什么 秦军早有准备 不可能啊 难道是我们情报泄露 还是有秦军间谍 大王 作战方案是零时起 如果没人通报 秦军不可能知道 我们会去偷袭 武姓谋视道 查 给本王好好检查一下 到底是谁与秦军在勾结 本王绝不放过出卖我的人 司马养道 接下来 整个叛军兵营中鸡犬不宁 稍微感觉有疑问的 纷纷被逮捕起来 审讯结果啥也没有 司马养心中气啊 第201章 黄月英实验室 咸阳城 胡亥坐在床上修炼了一夜 帝黄金进入第五层 让修炼速度快了不少 感觉精神上有极大进步 心情大好之下 有了出去走走的想法 吃过中午饭 胡亥独自一人 悄无声息跑出鹅旁宫 在咸阳大街上闲逛起来 胡亥四处走走看看 不时走进一些商铺 询问一下商品价格 总体上来讲 物价平稳 商品丰富 不过呢 看到街面上 依然有很多乞丐石 心中微微一沉 百姓生活还是苦啊 要不是生活所逼 谁愿意沿街起头 胡亥丢出几枚银币 在碗中 进入一家布庄 一匹匹粗布放在柜台上 胡亥用手斧摸下 感觉不是很好 没有后世那种柔软光滑手感 对了 织布机 此时的织布非常简陋 要是黄月英能搞出真妮机出来 绝对会让帝国纺织业进入快车道 貌似真妮机就是利用水能织布 咸阳旁边有卫河 水流非常急 完全可以带动真妮机 提高工作效率 真妮机搞出来 沿卫河建成 嘿嘿 绝对是一道风景线 再说了 利用水能驱动真妮机 不会给环境造成任何破坏 真正的清洁能源 查看下系统商城 拉下面板 一行行的查找 有了 真妮机技术资料 兑换价格十万点国运值 压得 抢人啊 唉 暗中叹了口气 再贵也得兑换 纺织业关系重大 是百姓生活中必须的日用品 一定要确保 这一点没有含糊 走出不了商店 胡亥又闲逛起来 继续了解民情 了解百姓之苦 想要彻底解决百姓之苦 必须让百姓识字 不让大家族 土豪猎身 官吏忽悠 百姓懂得多了 会有想法 会想着如何发家致富 才能努力改善生活 啥也不懂 只会被他人蛊惑 受他人驱使 成为有心人手中的枪 干不应该的事 出了问题 蛊惑之人裸藏起来 百姓成了冤大头 替罪羔羊 这就是现实 看来 国家财政好转 必须推行全民扫盲 只有百姓素质提高了 帝国才可能崛起 复兴 国家才能真正达到国强名副 咦 这不是黄月音实验室吗 去看一下 这小逆子老说 为什么不去看望他 今天没多少事 顺便去看望下 站住 这里是军事重点 外人不得入内 请离开 一名护卫拦下胡亥道 胡亥点点头 目前 黄宫 工坊 黄月音实验室 印刷厂 造纸厂已经被列为 重点保护目标 胡亥掏出金牌 交到卫兵手中 卫兵检查后放行 碰 立正 敬礼 陛下 需要通知黄月音大师吗 卫兵道 不用 你们做得非常好 不论什么人 必须要有通行证 才能放行 胡亥道 遵旨 卫兵道 胡亥收回金牌 朝着实验室走过去 一路上经过三道哨兵查验 胡亥才真正走进黄月音实验室 进入实验室中 看到黄月音正在做实验 胡亥没打扰 悄无声息站在他身边 看着他在弄 淡淡的忧香吸入鼻子中 很好闻 不是自然花香 也非后世那种人造香水 是黄月音身上散发出的体香 看着突凹有致 身材火爆的黄月音 胡亥身体有了反应 压得 西方极品美人啊 双S黄金比例曲线 胡亥看呆了 头水流出来都不知道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 黄月音实验结束了 扭头一看 见是胡亥傻傻看着自己 头水流出来不知 十足的灯徒子模样 黄月音御守在胡亥眼前晃了晃 没反应啊 心中气啊 还有点心血 御守在胡亥腰间狠狠掐了几把 痛得胡亥差点叫出声来 彻底清醒了 也明白刚才失态了 胡亥连忙用衣袖把口水擦干净 陛下 您终于来看人家了 黄月音道 嘿嘿 月音啊 朕也想天天来看你 美女吗 谁不想看啊 可是 你也知道 朕手上事物太多 整天处理不完 这不 今天闲下来 马上跑到你这里来了 胡亥道 哼 黄月音冷哼一声 甜言腻语 虚情假意 难道陛下看到美女都这么讨好吗 妹娘 玩就是这样拿下来的 黄月音猝猝的道 怎么会 朕很老实的 胡亥道 哼 黄月音又冷哼一声 胡亥上前一步 一把抓住黄月音御手 轻轻抚摸起来 很柔软 像摸在丝绸上似的 光滑柔嫩 非常的舒服 黄月音想挣脱 不过 胡亥怎么可能让他脱手呢 胡亥轻轻一用力 把黄月音往怀中拉 碰 看着鲜艳的红唇 胡亥再也忍不住 大嘴巴重重 往上面罩下去 大手在游走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 感觉窒息时 二人才松开 胡亥拦腰一抱 抱着黄月音 往休息室跑 进入休息室 脚板门轻轻一扣 房门关上 咕唧 咕唧 房间内传出 床板响声 二个时辰 黄月音面带笑容 脸上带着韵味 牵着胡亥的手 走出房间 陛下 那个水泥 在实验室弄出来了 我们做了一块榜样出来 三天后 查看结果 黄月音道 厉害啊 貌似水泥配方 寄出资料 没拿给黄月音几天 就搞出样品出来 效率高啊 走吧 咱们去看看 胡亥道 嗯 二人手牵手 到了一房间 看到地面上 有一小块 有水泥制作成的样品 胡亥用手敲了敲 嗯 确实是水泥 标号虽然不算高 不过 三百号水泥标准 还是能达到的 一旦水泥量产 帝国建筑业 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水泥会得到广泛应用 不过呢 依然要高价销售 给有钱人 大家族 土豪猎身 先从他们手中掠夺一番 等差不多的时候 再扩大产量 降价销售 让普通百姓也买得起 宝贝 不错啊 不知量产 要什么时候 胡亥道 陛下 量产可不容易 需要一些重型设备 等刚产量上来后 再安排人手加工 黄月音道 月音 可以先搞个小型水泥场出来 生产出来后 邀请各大家族 有钱人 土豪猎身来参观 向他们介绍具体情况 然后再预定销售 造成一种供不应求的局面 就可以肆无忌惮提高价格 掠夺他们手中的银子 胡亥道 呀的 天下间 那些个大家族 土豪猎身手中太有钱了 必须强点来发展帝国经济 第202章 评判战略 说白了 这也是一种另类的打土豪 分田地 只是手段平和 不会引起动乱 黄月音点点头 好吧 等实验数据出来 评估一下 没什么问题 再考虑建工厂 黄月音道 刷 胡亥又掏出一份资料 是珍妮机的技术资料 月音 镇这里还有份仿制机的技术资料 你好好研究一下 若是能搞出来 这种仿制机 以后就叫月音仿制机 一旦量产 会令帝国仿制液 发生翻天覆地变化 产量提高无数倍 是利用水力驱动 效率非常的高 跨世纪产品 胡亥道 黄月音接过 胡亥递来的技术资料 连忙查看起来 宝贝 不用那么急 以后慢慢看 今天正来看你 好好陪下阵 要不咱们再继续 胡亥道 讨厌 玉手又在胡亥软肉上 狠狠掐了几下 二人手牵手 又回到休息室 胡亥掏出一些小食品 零食 红酒出来 放在桌子上 月音 你这里还有红酒吗 要不我再放点在这里 没事的时候 你可以喝点 胡亥道 哦 陛下 不用了 还有一箱 酒这东西 臣妾不是很喜欢 不如留点饮料呢 黄月音道 好吧 胡亥道 兑换出各种饮料出来 放在房间中 接下来 蒸发 再蒸发 次日 胡亥走出黄月音实验室 回到宫中 咚咚咚 进来 胡亥道 陛下 昨晚到什么地方去了 让臣妾一夜没睡 担心死了 五妹娘道 哦 妹娘 对不起 昨晚正在月音那里 一时忘记 告诉你们了 让你们担心了 胡亥道 陛下 不会有了新欢 忘记就爱吧 五妹娘道 瞎说 朕身边 就你们几人 那里有什么新欢 以后要好好待月音 她是你们的姐妹 胡亥道 希希 早看出来了 那小妮子 一心想着陛下 只是没想到 那么快就在一起了 五妹娘道 会有你快啊 才到朕身边没几天 朕就被你搞定了 这段时间 朕不是天天晚上 与你与我呆待在一起吗 胡亥道 刷 五妹娘 一下子翘脸烟红了起来 妈蛋 天生妹骨 顶不住啊 看到五妹娘的妹态 胡亥又忍不住了 伸出大手 一把将妹娘拉了坐下 面对鲜艳的红唇 胡亥毫不犹豫 陛下 不行 坚决不行 今天臣妾要接见几名大臣 等晚上臣妾再来 五妹娘道 强行把胡亥推开 让胡亥平和一下狂躁的心 好吧 胡亥已经不是昏君 肯定不会大白天在书房中 胡天胡地的乱来 万一有人来找咋办 五妹娘走后 胡亥开始批阅奏折 咚咚咚 进来 胡亥道 见过陛下 贾许道 文和 快坐下 咱俩喝点好茶 胡亥道 这可是兑换出来的极品大红袍 平时胡亥也舍不得兑换出来喝 太贵了 二两一小包 需要一千点国运值 比抢人还贵 陛下 这是什么茶 微臣也是第一次看到 泡出来是喝红色的汤 贾许道 哈哈 文和 这玩意太贵了 这也舍不得喝 怎么说呢 这茶叫极品大红袍产量极低 胡亥解释道 贾许端齐小茶中一口喝光 陛下 微臣感觉不出这茶到底有多好 只是觉得入口更滑润 无色味 有回甜 贾许道 文和 据说这种茶对身体有好处 具体有什么好处 朕也不明白 胡亥道 陛下 对了 韩信第四兵团已经接管了燕地 赃徒一家也来咸阳城的路上 韩信询问 接下来向那个方向出兵 一是对张二用兵 另一个是对韩广用兵 贾许道 胡亥走到地图前 细细查看起来 一旦对韩广用兵 战事不可能迅速结束 还面临东部匈奴人的威胁 加上半岛上的宇宙族 也需要拿下 不能让宇宙国再存在下去 虽然说 宇宙国还未组建 半岛上有数十个部落 不过貌似全是数百 上千人的小部落 对了 史皇帝也打过半岛的主意 貌似半岛上 除了宇宙族占据的地区 另一半确实被征伐下来了 不过呢 天下动乱 那些个地区已经反了 还得重新征伐 文和 你有什么建议 胡亥道 陛下 微臣建议韩信 第四兵团出征韩广部 张二那个地方 交给高顺将军收复 贾许道 哦 文和 高顺旗下大军拿下司马养了吗 胡亥道 陛下 刚刚收到消息 高顺将军已经击败司马养旗下 十五万叛军士兵 此时正朝淮城杀过去 看这种态势 不用多长时间 司马养就会成为阶下囚 贾许道 胡亥点点头 叛军一旦不能联合起来 对上秦军失败 只是时间问题 陛下 高顺将军拿下司马养 通过整顿旗下兵马 会达到十万以上 加上有黄中辅佐 完全有能力单挑张二 贾许道 文和 张二那里 可是有刘邦兵马 驻扎在那里 别的不说 论将军战斗力 刘邦旗下冠英 夏侯英二人可不简单 绝对是顶级将军 加上赵国 素有强兵支撑 不好对付啊 胡亥道 陛下 刘邦旗下 将军在强 难道会强过张寒 彭月二名将军 要知道 这二人 可是屡灵起俘虏的 高顺也好 黄中也罢 他们二人的战斗力 绝对不会弱于屡灵起 在这种情况下 击败张二 不会有问题 关键是怎样拿下城池 这才是重要的 贾许道 胡亥点点头 神将的目前 修为是巅峰战皇境 具有越级挑战能力 可以对抗巅峰战尊敬 胡亥相信 不论冠英 还是夏侯英 他们二人修为 绝对不可能达到战尊敬 很有可能就是战皇境 文和 接着说 胡亥道 陛下 让韩信出兵辽东 彻底解决韩广问题 不给韩广有准备的时间 防止韩广与其弟的三田脚在一起 这样可以打韩广一个措手不及 同时 也为防止东部匈奴人的入侵 拿下韩广 让韩信在东部地区 轻搅一段时间匈奴人 把匈奴部落往北部赶 不让其盘踞在东部 对中原形成威胁 东部轻搅结束 让韩信出兵半岛 解决半岛问题 宇宙族的问题 至于张尔 在高顺大军压迫下 能坚持几天 加上中路蒙田 蒙义将军第二兵团行动 会在短时间内拿下韩城 与储君对峙起来 腾出手来的高顺 拿下张尔 可顺势转战其地 拿下三田 起得收复 最后与储君决战 贾许道 好吧 通知韩信 让他对韩广出兵 速度要快 出手要猛 不要过多担心 胡亥道 遵旨 贾许道 第二百零三章 吃醋了 请功 胡亥 五妹娘 上官晚三人 又在喝酒聊天 妹娘 帝国学校招生情况如何 老师配备好了吗 胡亥道 陛下 难啊 百姓不认同 加上地方大家族 土豪猎身的阻止宣传 报名的人不多 老师也严重缺乏 不过呢 这个问题不太大 儒家来了好多大佬 弟子 这些人可以暂时教学生识字 等自认得差不多时 其他门派大佬会坐不住的 五妹娘道 陛下 既然想全民扫盲 不如制定一个政策出来 百姓家的子女不论男女 到了七岁 必须进学校上学 否则 追究其家长的责任 还可以用增加税收的办法 来迫使百姓子女上学 这样一来 不惧怕那些大家族 土豪猎身蛊惑 上官晚道 陛下 不妥 晚儿妹妹的办法太严格了 一旦推行下去 搞不好会引起百姓造反 毕竟上学是自愿的事 我们不能强迫啊 还是要慢慢做工作 让百姓明白读书的好处 这些年来 读书一直是个诸侯的子弟 才有机会读书 也清楚读书是好事 很多百姓心中是明白的 只是不敢迈出那一步 五妹娘道 陛下 这事其实不用太着急 咱们俊 县上已经建立起了学校 虽然说只有一所 大部分还是搞点分发 简单功法的事 可是 一段时间后 百姓会明白陛下之意 上官婉儿道 看来 还是正太急了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 胡亥道 什么热豆腐 五妹娘 上官婉儿二人脸上 茫然不知所措 不知胡亥到底说的什么东西 陛下 这是你创造出来的新名词吗 五妹娘道 新名词 热豆腐 哦 这个年代 豆腐还未面试呢 胡亥尴尬笑了笑 如何回答啊 妹娘不能说什么新词 豆腐只是一种食品 是用大豆生产出来的 胡亥解释道 不过呢 貌似后世人已经将吃豆腐这个词给贬义了 很多女孩不允许男孩点豆腐吃 陛下 陈妾这段时间发现一个问题 那个吕智时常跑进宫中来找你 你们二人不会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吧 上官婉儿道 呀的 吃醋了 应该是五妹娘 上官婉儿二人吃醋 特意让婉儿说出来 不过想想也是 这段时间 吕智确实来得有点勤 三天二头往宫里跑 明正是来请教百家讲堂的事 可是呢 吕智有必要穿得那么艳丽吗 每次都精心打扮 把最美的地方展现出来 有时候胡亥心中也火热 顶不住啊 特别是那屁股 真TM的大 不愧为是坐江山的 男人吗 没人不喜欢大屁股的 有时候胡亥心中在想 是不是在书房中把他镇压 不过 这个念头很快细了 另一个位面 吕智执掌后宫 刘邦见到 他都惧怕三分 毕竟 吕家对刘邦成事 在钱财上支持非常的大 还有利用吕太公的影响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 刘邦取得天下 吕家功不可没 加上刘邦时常把吕智给丢下 成为储君俘虏 独自一人跑路 吕智心里肯定不爽 当然了 吕智与五妹娘一样 同样在宫中泡了好多男子 婉儿 妹娘 你们这是什么眼神 把朕看成什么了 难道朕在你们心中 就是种马 胡亥道 陛下 我们是给你提个醒 有我们姐妹几个 还不知足 不满足吗 别把一些乱七八糟的女人 搞进宫中来 那样会不安静的 一旦搞进来 不怕后院起火 五妹娘道 呀的 冤枉啊 比豆鹅还冤 妹娘 娃儿 朕是那种见着美人 就走不动的人吗 有你们姐妹几个 朕非常满意 不会在外边乱来的 更不会把品德不好的女人 叫进宫来 这一点请放心 胡亥保证道 陛下 宫中那个许父怎么回事 既不宠幸 也不敢走 到底是什么意思 五妹娘道 许父 阴阳大家 人也长得极美 不过 胡亥很少看见 妹娘 娃儿 许父朕从来没想过要宠幸她 之所以把她留在宫中 担心她在外面乱说话 毕竟 她可是阴阳家 星象方面有很高研究 这样的人 朕情愿养着 也不能让她离开 胡亥道 对了 她一天在宫中干些什么 胡亥道 许父吗 在宫中还算老实 整天待在藏书阁中看书 除了看书 基本没啥事 说起来 她也挺孤独的 也是一个可怜人 上官娃儿道 对了 上次安排她 去看产业园区的风水 图纸都会治好了吗 那是不能耽搁 一定要让她抓紧办 胡亥道 她这几天 貌似在护卫的保护下 每天早出晚归 都到城北一带去查看风水 上官娃儿道 陛下 那个秦夫人 你不会是看上人家了 怎么会让她主持商业司呢 妩媚娘道 不对啊 这二人今晚上貌似醋味很大 陛下 秦夫人千万动不得 她可是先皇赐丰的告命夫人 一旦传出去 影响极坏 上官娃儿道 妈蛋 真把老子当什么人了 不对 他们二人今晚上的话 肯定有内容 是在提醒朕吗 毕竟 以前胡亥人品真的差 担心自己老毛病又犯 呀 貌似自从来到大秦 朕也只是这段时间轻松点 其他时间全在随军啊 应该是这个问题 媚娘 娃儿 你们二人放心吧 朕不会再像原来那样 更不会胡来 分得清楚轻重 知道那些是该干 那些是不能干 胡亥道 五媚娘 上官娃儿二人五媚一笑 心中担忧彻底落下来 呀 的 清国清城 一笑清国 一笑清城 太美了 要不 咱们休息吧 胡亥道 嗯 嗯 二人翘脸赤红起来 加上喝了点酒 脸蛋红透了 像一个熟透了红苹果 陛下 臣妻来帮你宽衣 五媚娘走上前来 御守在 上官娃儿也不示弱 走上来服侍胡亥 胡亥大手在他们身上肆意游走 蒸伐 四日早上 胡亥发现修为晋升了 从原来四阶战宗一晚上晋升到五阶战宗 呀的 爽啊 修为晋升 让胡亥兴奋无比 看着熟睡中的二美人心中又火热起来 蒸伐 再蒸伐 第204章 军魂 胡亥把贾许 张良二位大佬叫来 想商量下士兵教育问题如何推进 既然百姓不认识 胡亥只好从士兵身上开展实施 秦兵作为帝国最忠诚的人 不能让他们只有战斗力 还必须拥有知识 有知识 有想法的士兵 组织在一起 会构成军魂 对 胡亥是要培养出秦帝国的军魂 有军魂的部队 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 才能做到战无不胜 败而不屑 什么是强军 那是一个个胜利累加起来 让士兵心中有极高的战斗欲望 有一股必胜的信心 面对再强大的敌人 士兵心中不会惧怕 文和 紫房先生 今天咱们商量下 如何让秦军士兵读书 十字的问题 胡亥道 张良微微一愣 陛下 没有那个必要吧 士兵的职责就是战斗 实不实字影响不大 张良道 紫房 我们必须让士兵知道 他们是为保护国家 保护百姓 保护他们的家人 不受欺凌 不受奴役 财产不受掠夺 抢劫而战斗 并非是卫阵而战斗 这方面一定要加强宣传 让士兵实字是必须的 以后 帝国村级组织机构 大多数是退役士兵担任 不实则很麻烦 帝国颁布的方针政策 他们要讲给百姓听 不能像以前那样 完全是那些大家族 土豪猎身把持 好的政策 有利于他们的政策张贴出来 对百姓好的政策 视若无睹 这样不太好 国家制定再好的政策 也落不到实处 我们没什么可以依靠的 只有紧紧抓住村级组织机构 把各退役的士兵 推到岗位上去 这些退役士兵 对帝国忠心耿耿 不用担心会出什么问题 现在 全民扫盲的是无法推进 只好在各兵团执行 让士兵识字 懂得道理 胡亥道 陛下 若是在全军中实施 我们会缺乏很多老师 不好找啊 张良道 其实也不难找 兵团中不仅有 普通百姓家的孩子 还有一些属于各门派的弟子 那些人是识字的 至于他们的目的 我们暂时不清楚 不过 咱们不用管目的 先让他们教士兵识字 规定每天必须交一个时辰 并制定出标准出来 贾许道 陛下 各兵团在地方上征兵时 是否可以考虑一下 降低点标准 让他们招收一些识字的读书人 如生入伍呢 张良道 可以啊 让各兵团自行制定相关政策 不过 一定要告诉他们 政兵一定要严格 镇旗下的大秦士兵 一定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 这个是没价钱好奖的 胡亥道 接下来 三人商量出一个方案出来 准备让各兵团执行 陛下 各兵团收到这份资料 估计又要骂娘了 加中了他们手头上的事 贾许微笑道 也不多 只是在平时晚上 多增加一个时辰读书的时间 平时并不影响 胡亥道 陛下 这样一来 不用多长时间 那个缺村级人才的事 会得到根本性改变 张良道 搞明白了胡亥的想法 张良心中惊讶万分 此方 朕也是没有办法 先皇统一天下 完成大一统是天下大事 废除分封制 戴乙俊 宪制 又制定出书同文 车同轨 统一了货币 渡良恒 这是亘古未有的事 在对外作战方面 修筑长城 抵御北方匈奴人 难免出兵讨伐百岳 在如此辉煌的功勋下 为什么各地要造反呢 难道中原地区大一统不好吗 统一天下 慢慢发展 中原地区不用天天争斗 天天死人 中原人捏成一股绳 力往一处使 任何外来蛮夷 想要入侵中原 都会遭到迎头一击 让其有来无回 等到帝国发展到一定时间 可以出兵对外征战 彻底清扫北方 西方匈奴人 将那些疆域 拿入管辖范围 彻底解决编换问题 说白了 是地方上各皇室一役 不想让社会进步 文明推进 想要继续当山大王 让天下时常发生战争 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根本不顾及百姓的感受 只图私利 这个问题必须改变 要想改变 必须让百姓十字 提高全天下百姓文化素质 只有那样 国家才有希望 百姓不容易受有心人蛊惑 不会再成为有心人手中的枪 上次先皇仁慈 没杀多少各地王室一役 可这次 朕也不会大屠杀 只把他们全部集中到咸阳 严密监视起来 不要让他们蛊惑人心即可 所以 全民扫盲是必须的 只是暂时缓一下 等全民扫盲后 秦军士兵会人人识字 全由独树人组成军队 胡亥道 没有办法啊 张良本身也是贵族 也是大户人家出身 也面临家族传承的事 之所以愿意投诚 不是胡亥有多牛逼 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 人家是为家族考虑 针对这种情况 胡亥必须要说明观点 理念 得到张良等人的真心辅佐 目前 别看胡亥属下 有陈平 萧和 张良 利益基 许旺 吕太公 韩信 周伯 彭月 张涵 宽彻等人辅佐 其实呢 他们心中的想法胡亥清楚 不是真心辅佐 是生活所逼 没办法情况下 只好出事 想要让这些人真心辅佐 可不是容易的事 他们代表的是大家族 土豪猎身那一个阶层 胡亥代表的是天下普通百姓 这是二个团体的利益冲突 根本不可能调和 现在天下大乱 胡亥手中也没啥读书人 识字的人 只好勉强取用这些人 一旦百姓识字了 总会涌现出一批韩室出来 到那时 有了大量韩室可替代 干什么事 都不用考虑太多 现在的胡亥 只能忍辱负重 争取获得一些读书人的支持 出来帮助处理问题 有些时候 胡亥必须做出妥协 让步 还有关隆地区的大家族 土豪猎身也必须解决 这个事也非常重要 另一个未免 正是大家族造反 才让国家陷入困境 当然了 皇帝昏庸无道也是一个原因 隋朝阳广杂会灭亡 主要是触犯了关隆集团 大家族 土豪猎身的利益 所以才推出李渊来当皇帝 就算李世民那么伟大 也不敢轻易解决 关隆一代的大家族 土豪猎身 关隆集团一直把持朝政 这是不争的事实 直到一代女帝出现 采取血腥手段 把一个个家族拉出来杀了 才让关隆集团影响力消失 消除了关隆集团对朝政的影响 才让女帝一系列好的方针政策执行下去 带来的结果呢 一代女帝时期 是整个唐帝国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 百姓最富裕的时期 第205章 准备到下口 胡亥坐在卧室中 运转帝皇经 空气中游离的灵气蜂拥而来 进入胡亥体中 不断淬炼经脉 肉体 骨髓 灵魂 血气不断得到进化 生命层次朝着更高方向蜕变 叮咛 宿主 国运只满足系统晋升 请问是否晋升 晋升 我 对于系统晋升 胡亥毫不犹豫选择晋升 只有系统晋升 胡亥才能获得更大的好处 一刻钟 系统晋升结束 宿主 这次晋升系统 给予二个奖励 一个是奖励船务一座 释放出来 放在沿海 沿江地带 另一个奖励 是五维甘战船技术图纸一份 妈蛋 系统太给力了 刚刚组建海军 马上给予造船厂 战船图纸奖励 太及时了 真是及时雨 不过呢 船物要放在长江边 胡亥必须亲自走一趟 选一个好的地方释放出来 唉 胡亥长叹一声 才休息了没几天 马上又要跑出去 命苦啊 对了 看下商城有什么变化 拿下面板 呀的 太人心话了 查找物品时 不再需要一行行细看 只要告诉系统 要查找什么东西 马上会出现 所有能兑换的物品 出现在面板上 真的人心话 貌似有点智能化 爽 爽歪歪 咚咚咚 进来 胡亥道 陛下 臣妾亲手做了点吃的 拿来让陛下品尝一下 看看臣妾手艺如何 五妹娘道 好啊 摆上让正尝一下 胡亥道 五妹娘把饭菜摆在桌子上 胡亥拿起筷子 携了点菜吃下去 妈蛋 太难吃了 胡亥觉得奇怪 五妹娘会做菜 总感觉什么地方不对 看来是第一次做吧 妹娘 真的好吃 谢谢妹娘 胡亥微笑道 胡亥又斜了点塞进口中 再难吃也要吃 这可是五妹娘的心意 不能让她难堪 陛下 好吃就多吃点 五妹娘听到胡亥说好吃 心里也挺高兴的 连忙斜斜菜到胡亥碗中 生怕斜少了 胡亥可就悲催了 呀的 这不是要命吗 妹娘 朕差不多饱了 不用再携菜了 胡亥道 陛下 这怎么行 这可是臣妾一片心意 必须要多吃点 最好能吃光 臣妾才高兴 五妹娘道 活受罪啊 自讨苦吃 妹娘 朕真的吃饱了 吃太多 接下来咱们二人种田的时候 不方便啊 胡亥道 嗯 那好吧 五妹娘携了一点塞进口中 呸 一进入嘴巴中 五妹娘立刻全吐出来 这下全明白了 胡亥表现出很好吃的模样 纯粹是为了讨好她 并非是菜好吃 感动啊 一下子 五妹娘激动万分 下一刻扑到胡亥身上 陛下 对不起 臣妾真不知道如此难吃 臣妾是悄悄地做的 第一次做菜 五妹娘道 胡亥轻轻拍下五妹娘的袖臂 妹娘 咱们是一体的 你能抽出时间给朕做菜 那是你的情意 朕怎么会怪你呢 再说了 谁都有第一次 做不好没关系 时间长了 总会做出味美菜香的菜出来 胡亥道 嗯 五妹娘趁机夸坐在胡亥大腿上 妹娘 朕明天要到下口一趟 有事要与周瑜商量 这是非常重要 家里面劳烦你多操心 帮朕打理好朝政 一切由你做主 若是拿不准的事 可以往后引 胡亥道 啊 陛下 你才待在咸阳城中没几天 为什么又要出去 不能让周瑜来吗 五妹娘道 妹娘 这是只能朕亲自去 周瑜回来也起不到作用 再说 这是朕的职责 胡亥道 陛下 路上你要小心 还是带上孙尚乡级卫队 加上一千倍为军士兵 那样臣妾才放心 让您离开咸阳城 五妹娘道 朕身边留下两千名护卫保护 会不会让人觉得太嚣张了 朕不想搞什么大动作 更不想扰民 胡亥道 陛下 您是皇帝 出门讲点排场 有什么不妥 目的是为了确保陛下安全 五妹娘道 妹娘 可那样会让途中官吏前来迎接 太麻烦 朕不想搞那么大的动静 一切从简吧 胡亥道 陛下 绝对不行 您的安全必须确保不能有失 可以让沿途地方上不用接待 五妹娘道 胡亥摇摇头 通知下去 那不是告诉天下人 胡亥出咸阳城了 到时候 什么杀手全来了 妹娘 不妥 还是不要提前通知 只是让上香出面 朕不会出面 让人搞不清楚情况 胡亥道 希希 陛下 只要您带上孙上香就可以了 有他在 想要玩瘾的根本没机会 五妹娘道 陛下 最好是晚上出发 那样不会惊动有心人 五妹娘补充道 好吧 明晚上出发 胡亥道 陛下 您的手不老实 不要乱摸 五妹娘道 妹娘 咱们老夫老妻了 不过 你每次都有不同的感觉 给朕留下 朕只是检查下 那地方大了没有 胡亥道 讨厌 蒸发 五妹娘非常兴奋 主动迎合 像是一只精力旺盛的母老虎 天亮前 二人才缓缓睡下 白天 胡亥交代一些事 军方上的事由张良处理 假许要跟胡亥一起离开咸阳 正务上 胡亥不用操心 有五妹娘 上官瓦 迪元杰 这三名神相把持 正务上也是胡亥最放心的 紫房先生 军务上的事由你处理 各兵团上报的事 全由你及时给出建议 方案 胡亥道 陛下 这个不妥吧 张良道 胡亥清楚张良担心什么 紫房先生 朕的准则是用人不宜 宜人不用 一旦启用 朕会放心大胆 让其做事 不要有什么顾虑 朕只是离开几个月 不会有什么关系 等到天下平定后 朕还会限制自己的权力 搞出一个什么君主力限制出来 到时候 朕不管什么事 四处走走看看 朕务上 军事上 监察方面 全由你们负责 朕不是一个贪念手中权力的人 知道如何放权 你们要有思想准备 胡亥道 朕汉 张良震惊不已 从来没想过 胡亥会有如此想法 世间有多少人 舍得放下手中权力啊 太难得了 明军啊 陛下 请放心 微臣一定把好官 让军方朝着正确方面不断前进 张良道 洞察之眼 压得 张良忠诚度提高了 从原来不足50% 一下子飙升到70%以上 爽啊 忠诚度进入70% 一般情况下不会再反 除非帝国分崩离析 才会导致便捷 第206章 匈奴人要斩首行动 胡亥出发了 带上贾许 孙上香 及2000名卫队 护卫 悄无声息 使出咸阳城 朝着武官方向而去 但是 咸阳是中原民族最大的独城 上百万人口中 隐藏有好多诸侯的探子 包括匈奴人 也派出大量暗探 进入咸阳城中 对这个事 锦衣卫也没办法 只能监视起来 总不能来人就抓不起来吧 抓了一批 马上会有第二批 第三批进入咸阳 以其抓捕 不如留下来监视 更省事 咸阳城中各方面暗探 看到秦帝国最精锐的被围军 红粉兵团一起出动 这很少见啊 一千被围军士兵 那是胡亥的亲卫 各诸侯全调查清楚了 红粉兵团 可是威力生猛的工兵组成 实力强悍无比 而且全是女孩子组成 二支部队 各方势力都明白重要性 现在二支军队出城 肯定有大人物出城 会是谁呢 难道是胡亥 不应该啊 胡亥回咸阳城 也没待多长时间 怎么会出城呢 行事作风一点不像胡亥 保护谁呢 肯定是胡亥比较重视的人 通过一番排查 得出结论 确实是胡亥又离开咸阳城了 一下子 整个咸阳城热闹了 各方势力纷纷派出信使 送出一封封情报 要知道 此时秦军正与叛军作战 分成好几个地方在大战 一旦落实胡亥动向 会给战士带来改变 各方反王 惧怕胡亥啊 主要是胡亥形势不按规矩 时常凭心情办事 一时新扬 马上会出征 任性啊 什么 胡亥朝武官方向而去 难道是要去与储君决战 得到情报的暗探们 纷纷又送出情报 希望能及时送到各相关人手中 咸阳城平民窟一栋民房中 聚集着十多名身强力壮的黑衣大汉 此时 他们正在研究胡亥路线 这些人 是匈奴潜伏在咸阳城中的人 时间有十多年 已经分不清楚 是中原人 还是蛮夷人 他们的生活习惯全变了 跟中原人没什么差别 曼曼夫长 要想暗杀胡亥那个昏君 必须马上在途中布置 等胡亥返回时 突然间杀出来 打秦冰一个措手不及 趁秦冰混乱时候 一举刺杀胡亥 默克道 莫万夫长 这样出手 我们出手的人 基本无生还 牺牲有点大 曼也道 曼万夫长 只要杀了胡亥 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 必要的牺牲是值得的 默克道 那要出动多少名勇士 曼也道 既然考虑好要出手 本人建议咸阳城中的勇士 全部出动 默克道 莫万夫长 人手不够 咸阳城中 只有二十多名勇士 必须要立刻上报 让汉王再派勇士过来 最好摔数百 上千名勇士 让他们分散潜伏进来 在这个地方聚集 曼也道 立刻报告汉王 马上派出精锐之师 来执行斩首任务 只要斩杀胡亥 一切都值得 默克道 好 我们马上报告汉王 时间还来得及 胡亥到地方上 不是一天二天能返回 会有几个月 曼也道 咸阳城中 送去莫读的书信 第一时间就收到了 诸位看一下 这是咸阳城中送来的情报 胡亥那昏军离开咸阳城 朝武官方向而去 咸阳城中的暗叹建议 派出精锐之师 在半路上 实施斩首行动 莫读道 秦军一举歼灭 莫读带到燕门关的 二十多万铁集 还让燕门关附近 损失好多部落 整个匈奴人 损失高达一百万人以上 莫读对胡亥 是恨之入骨 巴不得包其皮 抽其精 加上西域诸国联军也失败了 损失铁集高达七十万 令莫读愤怒无比 一想起来 胸中怒火中烧 汉王 这个情报准吗 另外 派精锐之师去半路执行斩首行动 成功性有多大 要知道 昏军身边肯定有好多护卫 高手 咱们派去的人 少了不起作用 派出多了 容易暴露目标 搞不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什么也捞不到 还会损兵折将 又贤王道 汉王 又贤王说的没错 大量士兵潜伏进中原 容易暴露无遗 不容易成功 左贤王道 汉王 卑职觉得 只要情报准确 我们可以执行 这是一个机会 一个斩杀胡亥的机会 斩杀胡亥报仇雪恨 会给旗下匈奴铁骑高昂士气 这是值得的 至于潜伏问题 不用太担心 咱们可以分散进行 三 五人一组潜伏进去 还可以让中原人帮忙 他们到我们大草原上赚钱 不应该为我们伟大的匈奴人做点事吗 再说了 好多商人全是那些反王的人马 一名万夫长道 汉王 同意实施斩首行动 卑职愿意带兵马去执行任务 一名万夫长道 莫独没有啃声 眼神看向一名黑衣人 军师 你觉得呢 莫独时道 汉王 想要行动成功 必须派出五百名以上勇士 需要精挑细选 专门派精灵强干出去执行 再说了 失败也无所谓 只不会损失数百上千名兵马 一旦成功了 可就要了秦帝国的老命 现在秦军中好多将军 全是昏军提拔上来的 一旦昏军挂掉 会给秦军严重打击 甚至会造成极大混乱 对匈奴来说是有利的 黑衣人道 这个匈奴人的军师 其实是中原人 在中原范市 逃跑到草原上得到了墨毒重用 包括墨毒杀父夺权 也是这名黑衣人出的计 说实话 了解中原的还是中原人 黑衣人是中原人 太了解中原人的想法 一旦制定计谋成功 可能性大增 再说了 匈奴人是一个野蛮种族 不懂多少谋略 智商也不会太高 不过呢 这话对其他匈奴人是对的 但是 对墨毒这名枭雄 人主可不适宜 墨毒在另一个卫面 可是打出大片江山 统一了北方大草原 甚至包括西域 非常强大 刘邦听到匈奴人会全身颤抖 尽管刘邦手下 有好多高官建议 出兵北方大草原 与草原匈奴人决战 不过呢 由于刘邦被匈奴人 围困在白灯一次 差点成为俘虏 刘邦非常惧怕匈奴人 那些个建议出兵官吏 一个个被刘邦拖下去砍了 谁也不敢向刘邦建议 出兵匈奴 简单点讲 刘邦被匈奴人打怕了 连胆都丢了 很悲哀 刘邦活着的时候 每年要向匈奴人 上交无数的黄金白银 粮食 食盐 美女等大量物资 国家的安危 全交给了女人的肚皮 悲催啊 一直延续到武帝时期 依然要上贡 武帝经过精心准备 提兵出兵匈奴 彻底歼灭匈奴人 男匈奴人投降 北匈奴向西逃窜 一直逃到西方世界 去祸害西方人 就是西方人口中所谓的 东边入侵西边的第一次 不过 男匈奴成了大汉王朝的负担 不如全斩杀了好 男匈奴投降 依然骚扰边境中原百姓 给中原百姓带来了太多的灾难 第207章 多管闲事 再说胡亥 以外休息一夜 次日把贾许 孙上香叫进来开会 上香 你带着大队人马 在后面慢慢走 朕带着文和 鱼姬 加上十多名轻尾先走了 胡亥道 什么 要单跑了 陛下 这个不好吧 不是说好 有本小姐保护您安全 武相 我而可叮嘱过的 孙上香不干了 没事 朕带着文和 鱼姬 坐一辆四轮马车走 化妆一下 谁知道呢 胡亥道 这次出发 胡亥一共带了四辆马车 陛下 本小姐随您走 让鱼姬带兵马 随后慢走 不放心 您路上安全 孙上香道 放心吧 这不是明修战道 暗渡陈仓吗 谁会想得到 朕已经提前离开呢 胡亥道 不是 你觉得陛下这样安全吗 孙上香道 贾许脸上出现无数条黑线 那个 当然不很安全 不过 确实能忽悠人 不会有人想到 陛下早走了 只要孙将军让士兵不泄露 依然按原计划行军 陛下安全还是有保障的 贾许道 好了 这事就这么决定了 朕难得出来一趟 要了解下百姓生活情况 了解下政策执行情况 虽然有渠道可以了解 可是 亲自了解下 心里踏实 胡亥道 陛下 那您 一定要注意安全 有什么事 马上派人来通知 不要逞强 孙上香道 胡亥点点头 接下来 胡亥带着贾许 鱼姬 及十多名亲卫走了 三人坐在马车内 周围有化妆的亲卫负责 不过呢 孙上香还是有动作 悄无声息 派出十多名被围军士兵 在暗中保护 只是胡亥不知道 陛下 这辆马车不错呀 坐在上面 路况再难走 颠簸也不大 贾许道 闻合 抗颠簸只是一方面 最重要的是 防御能力极强 从外面很难攻破 胡亥自豪道 上面有好多配件 不是这个时代能生产出来的 全是花费国运值 从系统中兑换出来 像轴承 轮胎等 从外面看不出来 车的性能 一下子提升了不少 不论安全性 速度方面 均有提升 现在国运值多了 胡亥也兑换点东西 出来奢侈下 改善下生活水准 马车进入蓝田城 胡亥带着贾许 鱼姬下车 在街上慢慢行走 边走边看 不时停下来 询问一下商品价格 文和 百姓生活还是苦啊 胡亥道 秦公子 现在百姓生活已经很好了 比原来好太多 等国家发展了 情况会更好 贾许道 秦公子是胡亥装扮的 为了便于了解情况 突然 前方街道上出现一幕 令胡亥非常生气 三步并二步快速走上去 一名公子哥 带着几名手下 把一名小女孩 及老人围起来 对老人全打脚踢 老头 本公子看上你女儿 是他的福分 你居然敢不答应 是不想活了吗 那名公子哥道 东子 请你放了我们父女俩吧 老头跪下来 流着热泪诉说着 这下胡亥搞清楚了 这名杜姓公子哥 看上这名女孩 想强行带走 老头死活不干 愤怒了 胡亥怒火中烧 光天化日之下 居然有人敢抢抢名女 这不是 把律法荡儿戏吗 碰 一名手下抬脚 一下子 把老头踢飞出去 口中吐着鲜血 杜姓公子 则一把抓住女孩的手 想强行带走 住手 胡亥一声目吼 呦 来一个多管闲事的 还是明小白脸啊 小子 别多管闲事 你不打听下 本公子是什么人 看上的东西 谁敢不给 想插手 小心你狗命 杜姓公子 嚣张道 妈蛋 怎么把人当成东西了 哦 你很嚣张 本公子不知你是何人 可是在光天化日之下 你竟敢肆意强行抢人 可是犯了律法的 不怕衙门来人把你抓不起来 致你强强名女的重罪 胡亥道 杜姓公子 与几名手下大声狂笑起来 看向胡亥的眼神 像看白痴似的 小子 你也不打听打听 在这蓝天城 谁敢不给我杜公子面子 不要说 衙门是否会来人 就算来了 见到本公子 还不是要点头哈腰 听本公子的话 杜姓公子道 哦 意思是 法律对你没用 你凌驾于法律之上 衙门内的人 也不敢追究你责任 还要巴结你 胡亥道 哼 小子 本公子为什么要告诉你 只要知道 这里是本公子地盘 一切本公子说了算 劝你趁早乖乖离开 不要自讨无趣 否则 面临什么样的事情 你懂的 杜姓公子道 要不是看胡亥一身衣服华丽 早让人下手了 呵呵 要是本公子要管闲事呢 胡亥道 给我上 把这名多管闲事的小子 往死里打 出了问题 本公子负责 杜姓公子生气了 直接下令 刷 五名手下掏出木棒 把胡亥包围起来 小子 还敢狂骂 谁让你不长眼 惹到不该惹的人 下辈子做个好人 杜姓公子叫嚣 杜姓公子道 杜姓公子不怕给你家族带来麻烦吗 胡亥道 哼 小子 这里是蓝天城 就算是皇帝来了 也要盘起来 你算什么东西 杜姓公子道 哎 胡亥常常叹了口气 人渣 出手 出手吧 只要你不后悔就好 胡亥淡淡地道 杜公子五名手下 刚挥舞着木棒朝胡亥扑上来 鱼姬担心胡亥有危险 一闪身到了胡亥身边 太美了 鱼姬的美貌一下子 令那五名手下停下动作 杜姓公子眼睛睁得像牛眼珠 死死盯住鱼姬 美人 跟本公子吃香的喝辣的 不要再跟这个废物 他马上要挂掉了 杜公子邀请道 胡亥摇摇头 真是人要作死 无人能救啊 滚 鱼姬怒吼一声 现在的鱼姬 可不是原来那个软弱无能的小女子 她现在是占宗境高手 杜姓公子被呵斥 也不生气 有性格 本公子喜欢 放心 到了府上 本公子会让你品尝到 欲仙欲乐的滋味 给本公子把这小子狠狠地打 注意 这名美人不能伤着 一起带回府上 杜姓公子道 哎 色字头上一把刀 一点不错啊 五名刚停下来的马仔 重新拿起木棒 朝着胡亥扑上来 刷 拔戒朔 剑光亮起 五人的手臂落下了 啊 惨叫声响起 太快了 胡亥手中突然出现轩辕剑 出剑后又消失了 胡亥像是什么事也没做 依然站在原地 只看到地上落下五条手臂 鲜血喷出来 五名手下叫喊起来 杜姓公子 呆滞 傻愣 脑海中一片空白 第208章 严惩不淡 轰隆隆 衙门里面来人了 十多名衙役看到杜公子吃亏了 马上出现在现场 胡亥早发现 衙役在暗中 一直在等待出现的时机 这不是未明办事 是杜家的保护伞 木火中烧 心中气啊 这里可是咸阳周边地区 依然有人敢这样枉法 那其他地方会是什么样呢 胡亥不敢想象 这是镇的江山吗 与胡亥心中所想完全是二回事 杀人了 杀人了 刚刚从呆滞中回过神来 看到牙医赶到了 杜姓公子立刻叫嚷起来 关大人 这人无缘无故杀人 赶快把他抓起来 为我们伸张正义 杜姓公子道 胡亥一脸平静 道打一耙 颠倒是非 非白不分 刷 十多名牙医听了杜公子的话 马上抽出兵器 迎着胡亥缓缓压上来 小子 实际的 乖乖放弃抵抗 跟我们回衙门去接受审判 否则 你懂的 一名牙医头道 哦 你们牙医就是这样办事的 不问是非非白 随意抓捕人 那为什么不抓那杜公子 胡亥道 小子 我们办事要你管吗 明显 是你出手伤人 与杜公子有何关系 牙医头道 哈哈 胡亥气急而笑 你们拿了杜公子多少好处 你们可是保护百姓的专政机构 什么时候变成杜公子的保护伞了 不怕上司知道 是你们包庇歹徒 收受贿赂的重罪吗 胡亥道 哼 小子 你胡说什么啊 我们什么时候接受贿赂 包庇杜公子了 我们只看到 你出手杀人 与杜公子合适 不要废话 乖乖束手就擒 否则就地斩杀 牙医头道 呵呵 天在看 人在座 你们这样执法 不会有好下场的 要知道 正义永远不会缺席 迟早会到来 胡亥道 小子 乖乖跟我们走吧 省得受皮肉之苦 牙医头道 行啊 要本公子跟你们走 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 你们得把这杜姓公子一起带走 还有众多的围观百姓 也带他们去做个证 是非黑白一审全清楚 胡亥道 小子 你是什么人 牙医头发现不对了 胡亥太平静 一点不惧怕牙医 正常人碰到这种情况 早下的惊慌失措 胡亥却平淡 非常平淡 让牙医头心惊 呵呵 本公子是什么人 貌似你没必要知道 不过 你们今天办事的效率 让我大吃一惊了 胡亥道 在胡亥要求下 牙医只要把杜姓公子 及众多百姓 一起带进衙门 交给县令审讯 胡亥也想看一下 蓝田县令如何审讯 不投 到了衙门内 那名美人不能打 他是本公子看中的 知道了吗 杜姓公子边走边告诉牙医头 美人肯定指鱼姬了 没办法 鱼姬太漂亮了 看到的人都会傻呆 要不是鱼姬顶着青纱 你家以真面目出现的话 不知要迷倒多少人 杜公子 放心吧 你家三叔是县令 什么是不全是他一句话 牙医头盗 他们之间的谈话虽然小声 可是在胡亥 鱼姬二名高手面前 一字不漏全听进去 这下胡亥明白了 原来杜姓公子的 三叔是县令 难怪如此嚣张 肆意妄为 有依靠啊 走进县衙门 一些百姓也跟着进来 不进来不行啊 胡亥强烈要求 牙医只好妥协 县令来了 道主位坐下 一脸严肃的 看着胡亥与鱼姬 随后又瞟了一眼 杜姓公子 三叔 要给小侄伸张正义 这小子不分是非 无缘无故 斩了我手下五名家丁手臂 杜公子首先开口道 县令太了解 自己家的这位公子哥 人家怎么可能会无缘无故 绝对又是干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 不过呢 到了公堂上 侄子再不适 也不能治罪 必须包庇下来 碰 金木一拍 把这名肆意伤人的狂徒 压进大牢 择日问斩 以警校游 让歹徒不敢再枉法 县令一声呵斥道 啪啪啪 掌声雷动 胡亥鼓起掌来 平淡看着县令 很好 非常好 今天本公子算是长见识了 原来断案如此简单 这样断案 谁都可当县令 县城啊 胡亥道 建民 见到本官还不跪下磕头认罪 难道想要让本官大行事后吗 县令大声呵斥道 哼 胡亥冷哼一声 贵妮 你配吗 你受得起吗 当官不为名做主 不如回家种红薯 胡亥呵斥道 温和 这里教你处理了 本公子先走了 胡亥说完后 毫不理会衙门内的人 带着鱼姬走出去 贾许掏出一枚金牌 甩到县令桌子上 看好了 这是皇帝赐予的金牌 此案由本公来亲自审讯 你带一边去 贾许道 在出事的第一时间 贾许让十多名轻卫赶来 还让锦衣卫 马上对杜氏一族进行调查 不查不知道 查后吓一跳 杜氏一族 是蓝田城最大的家族 县令是杜族的人 基本算是把车正午 刑部 衙门里的衙役 好多是杜家的人 由家丁 护卫充当 整个蓝田城 由杜家主宰 这些年 死在杜家手中的命案可不少 平时强强名女这种事 司空见惯 谁也不敢管 有好多女孩到了杜府上 莫名其妙失踪 最关键的是杜家 与中原叛乱分子也有联系 时常有叛乱分子进入杜家 贾许把锦衣卫调查出来的情报 给胡亥看 胡亥震惊了 妈蛋 蓝田城距咸阳不远 只有数百里地 算是咸阳周边地区一点不为过 眼皮底下出现这种事 胡亥愤怒无比 文和派人去给上乡 让他带兵马来查抄杜家 一个不要让逃走 有罪的严惩不待 没罪的打入文明学校 对了 那个县令控制好了吗 不要让他传递消息 胡亥道 陛下 放心吧 一切全处理好了 到孙将军的信使 微臣已经安排好了 杜家犯那么大的罪 不会让他们逃走的 贾许道 文和 杜家肯定在城中有好多商铺 这是不要忘记了 一定要全部倾脚干净 胡亥道 陛下 放心 微臣知道如何处理 贾许道 轰隆隆 孙上香接到命令 迅速带着两千名卫队 被围军士兵朝蓝田县扑过来 接管城池 包围杜家 查抄杜家产业 庄园 抓捕杜氏一族所有人员 城中好多家族都不知道出什么事 只发现杜氏一族全部被秦冰抓捕 那名亲爱的女孩 老头 回到家后 秦冰派人送来一些钱粮 让老头有钱治病 老头 女孩 千恩万谢 第209章 又惹事了 蓝田的事处理结束 胡亥带着贾许 鱼姬坐马车朝着清迷爱口官而去 孙上香则等待朝廷派官吏来接管蓝田城 临时驻扎此地 维持城中秩序 清迷爱口这个地方 是新建的城池 经过近一年时间 一些商人也纷纷进入城中 在城里租赁商铺做生意 城中除了一千名勤兵外 其余全是商人 不过呢 总体上来说 城池不算繁华 主要是人口太少了点 没多少人气 出了清迷爱口官 道路非常难走 近年来 经过秦兵不断修建 道路已经比原来好多了 原来才叫难走 十多天后 胡亥一行进入五官 只是简单查看一下 并未在五官停留 胡亥站在五官前 抬头细细观察 真是雄官啊 一夫当官 万夫莫展 穆贵英在五官上留下两千名秦兵 足够抵抗上万名士兵 进攻十多天 不会沦陷 地方太狭窄 进攻一方兵力再多没多少作用 兵力施展不开 对官上行不成威胁 另一个卫面 貌似刘邦从此进入关中地区 五官 宛城并未攻打 由利一击出面说服 二个地方的官力 主动放下武器投降 要不是秦官力投降 刘邦想要顺利拿下宛城 五官 绝对要付出惨重代价 遗憾的是 刘邦由利一击出面 不战而胜 顺利进入关中 比项羽早进入 正是如此 才出现鸿门宴 项羽想敲打一下刘邦 陛下 该走了 贾许道 闻合 还是叫秦公子吧 胡亥道 遵旨 贾许道 坐上马车 摆上酒 零时 胡亥与贾许二人 一路小饮几杯 于姬 你要喝酒吗 胡亥道 陛下 臣妾不喝了 于姬道 于姬 你也叫秦公子 不要叫陛下 咱们单独行动 不要泄露行踪 嗯 没办法 胡亥还是担心会有人来刺杀 在叛军心中 只要胡亥挂掉 秦帝国会处于混乱 毕竟 始皇帝的儿子 女儿 全被赵高给斩杀于静了 只剩下一个胡亥 一旦胡亥挂掉 秦帝国马上会分崩离析 出了五官 道路状况好多了 速度也提上来 进入宛城 胡亥没到过宛城 是第一次来宛城 不过呢 宛城的规模令胡亥震撼 这才是秦帝国时期 宛城就是一座奸城 过去看三国 只发现宛城不容易进攻 是一座奸城 没想到 这个时候 宛城就有如此规模了 数丈高的城墙 结实的城门 城墙上站着秦兵 城门口也有秦兵负责守候 一旦有事 马上关闭城门 来多少兵马 也能阻挡一段时间 进入城中 找了加克站住下 洗漱一番 休息片刻 胡亥带着鱼姬 准备在城中逛一下 了解下民情 考察下百姓生活状况 秦公子 要出去走走 贾许道 温和 你在客栈中休息 我带着鱼姬出去随便逛逛 没什么目的 胡亥道 秦公子 老夫还是跟着吧 贾许道 温和 没啥危险 你留下休息 不用管我们俩人 胡亥道 秦公子 小心点 贾许道 胡亥带着鱼姬走出客栈 沿着街道慢慢走 慢慢看 不时停下来 询问一下商品价格 供应情况 不过呢 待在客栈中 贾许觉得不妥 迅速爬起来 派出化妆好的 被围军士兵 在暗中保护胡亥 贾许自己 又调动 晚城中的锦衣卫 让他们暗中 密切注意情况 发现问题 立刻上报 总感觉心里不踏实 胡亥呢 牵着鱼姬的御手 二人在城中瞎逛 碰上什么好吃的 也会买下来尝一下 哇塞 美人 极品美人 太漂亮了 这名美人是本公子的 谁也不能跟本公子抢 突然 胡亥与鱼姬二人的路 被一伙衣冠楚楚的年轻人 挡了下来 眼神盯着鱼姬 胡亥眉头微皱 三名衣冠楚楚的年轻人 身边各自还带着家丁 护卫之类的仆人 一共有十多人 一名公子主动搭枪 直接无视胡亥的存在 美人 我们认识下 本公子是王家三公子 只要美人跟着本公子 一定是吃香的喝辣的 需要什么 本公子都会买给你 跟着本公子走吧 王公子道 对不起 我们不认识 请不要打扰 我们逛街 鱼姬冷着脸道 接下来 鱼姬紧紧搂住胡亥手臂 告诉他们这些公子 我是有人的 不要妄想 不过呢 三名公子哥 没人介意胡亥 依然视而不见 只对美人感兴趣 眼睛死死盯着看 胡亥没开口说话 心里想起 穿越前另一个未免那些事 那些二世祖 富二代炮妞 不就是这样吗 开着豪车 穿着名牌 与现在的三名公子 和其相似 看来 在任何时候 美人都是最受人欢迎的对象 这位公子 请自重 不要乱摸 否则 别怪小女子不客气了 鱼姬呵斥道 胡亥被惊醒 看到那名王姓公子伸出手 想要抓鱼姬 将他拉到身边 胡亥上前一步 挡在鱼姬面前 几位公子 这是本公子那人 请你们自重 不要做出格的事 否则 大家脸面不好看 胡亥道 胡亥非常给面子了 要知道 此时的胡亥 可是秦帝国皇帝 一句话 可决定人的生死 不过 看这几名公子哥 只是见美烈焰而已 胡亥也不介意 毕竟 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不能因为批大点事 把人家给抓起来吧 小子 知道本公子是什么人吗 你的妻子 本公子看上了 识趣的拿着钱快滚 王姓公子呵斥道 接下来 掏出十多枚铜壁 丢在地上 胡亥脸色黑了 无数黑线 笼罩在额头上 气啊 怒火中烧 不过 胡亥依然把火气 强压下来 不让气爆发 这位公子 本公子说得很明白 这是那人 不是你们想抢就能抢的 本公子小小提醒一下 不要为了好色 给你们的家族 带来灭顶之灾 胡亥阴森森的道 哈哈 王姓公子及另外二名公子个狂笑起来 连身边的下人也大声笑了起来 根本没把胡亥的话当回事 胡亥一脸平静 很好笑吗 胡亥道 小子 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这里是晚城 我们的地盘 你一个外来者嚣张什么 劝你识趣的话 乖乖捡起钱走人 否则会有皮肉之苦 王姓公子道 胡亥淡淡瞟了眼几人 身边的家丁 护卫 没一名高手 最高修为战将境 拽屁啊 怎么 想明抢 想好了 光天化日之下 明目张胆强抢名女 那可是重罪 若是有死伤 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胡亥道 哼 王姓公子冷哼一声 在这晚城 本公子倒要看看 谁敢治本公子的罪 王姓公子道 嚣张 狂妄 胡亥连连摇头 真不想惹事 可是事情老纠缠上来 只好面对现实 世界不像胡亥想的那么美好 上 给本公子把这小子暴打一顿 只要不打死 出什么事 本公子承担 王姓公子下令道 第210章 接见王婉 看着王公子身边家丁 护卫蜂拥而上 贾许派来暗中保护的 被围军士兵 说说说 十多名士兵 瞬间出现在胡亥 鱼姬身前 将二人保护起来 朝着扑上来的家丁 护卫展开攻击 砰砰砰 一下子 扑上来的家丁 护卫全倒在地上 王姓公子身边的 二名公子哥 暗中高呼幸运 没有让身边的人出手 否则 同样悲催 胡亥也微微一愣 心中明白 是贾许安排的 把他们全部带走 给本公子好好查一下 这王姓公子 还有这二人是什么身份 在晚城中 是否犯下什么事 胡亥道 遵命 一名被围军士兵道 胡亥牵着鱼姬手走了 围观百姓 惊讶万分 什么人啊 胆动王家三公子 那可是王家老祖宗的心头肉啊 晚城要出大事了 胡亥心中明白 出了这种事 想要低调逛街 那根本不可能 只好回客栈 陛下 受惊了 贾许道 文和 没事 就是几个二世祖而已 不过 胆在晚城中那么嚣张 给朕好好查一下 胡亥道 遵旨 贾许道 文和 通知孙上乡 带人赶来吧 想私访一下 走走看看 这个愿望不可能了 胡亥道 遵旨 贾许道 胡亥与鱼姬在客栈中休息 贾许则让锦衣卫 迅速调查王家人的情况 陛下 对不起 臣妾又坏了你的事情 鱼姬道 宝贝 这不是你的错 男人吗 见到美人 谁不会有烈焰之心 只是那个王公子过分了点 朕都说明 你是我的内人 毅然纠缠不清 还要动手抢人 这就不对了 胡亥道 陛下 要不臣妾陪你休息 鱼姬红着脸小声道 呵呵 好啊 胡亥道 接下来 大家懂的 一个时辰后 胡亥 鱼姬二人 手牵手走出房间 见到贾许等了好一会 文和 调查出来了 胡亥道 陛下 这个王家三公子 身份有点特殊 他是曾经又丞相王婉的孙子 贾许道 哦 文和 王婉那老顽固还活着 胡亥道 在史皇帝时期 王婉主张分封制 建议史皇帝把儿子分封到各地 驻守地方 不过受到李斯反对 建议实行郡县制 史皇帝接受李斯建议 采用其郡县制 中央集权 并未实行分封制 说实话 分封制是开历史倒车 李斯建议是历史发展的进步 后来一直延续数千年 陛下 宛城太守也是王家的人 不过围观相对还是清廉的 并无多少措 贾许道 另外二名公子哥呢 胡亥道 陛下 那二人就是王三公子的马仔 分班 分别是赵家人 吴家人 这二家是商人 经商也重信誉 没有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贾许道 咚咚咚 胡亥在思考 要怎样惩罚王三公子呢 不能重 也不能随便释放 王婉是原来的右相 影响力有点大 处理不好 会给刚刚安定的局势带来麻烦 温和 你看这样处理 把那王三公子拉到街面上 给予二十边行 其他人全放了 另外 你带着王三公子到王家 带朕去呵斥一番 让他管好孙子 在赶光天化日之下 强强民女之类的事件发生 严惩不歹 若是王家教育不了 朕将其丢到文明学校 去接受读书 学习 改造 成为一个合格子民 胡亥到 陛下 这个处理方式好 也算是对王家人警戒一下 又给予恩惠 想别往往会明白陛下之意 贾许到 温和 这是交给你去处理 胡亥到 遵旨 贾许到 胡亥 鱼姬二人 让人做了点菜 端进房间中 好好吃了点 补充一下体力 鱼姬 陪朕喝点酒 胡亥到 嗯 二人边喝红酒 边说话 交流感情 陛下 臣妾修为 好像又晋升了一个小境界 达到了占宗二阶 鱼姬道 哦 真是二阶占宗境 呀的 体质对于修炼来说 太重要了 陛下 臣妾修为晋升 与陛下分不开 这段时间 天天与陛下纠缠在一起 鱼姬羞涩小声道 咚咚咚 什么事 胡亥道 陛下 王婉大人来了 想见陛下一面 轻卫道 呀的 这不是打扰真的好事吗 二人刚有热度 突然被人打扰 心中真的非常不爽 不过呢 王婉这人特殊 不能视而不见 让他在客厅稍候 朕马上就来 胡亥道 遵旨 轻卫道 胡亥起身 鱼姬迅速帮胡亥洗漱 穿衣 胡亥才缓缓走出房间 进入客厅 草明见过陛下 多谢陛下不杀之恩 王婉道 王大人 坐下吧 咱们也有些时日没见面了 看到你身体依然强壮 朕欣慰 胡亥道 多谢陛下关系 草明一个老头 平时没啥事 种种地 养养花 读点书 王婉道 胡亥心中在想 使皇帝都不采用的建议 老头不会又要向朕建议吧 在实行分封制 那是开历史倒车 怎么能同意呢 陛下 草明在婉城 看到百家讲堂 上序说 秦军连续二次给予凶慕人重创 实在是可喜可贺 王婉道 王大人 您老也看百家讲堂 那杂志 胡亥道 陛下 草明一直在看 办得非常好 还有陛下印刷出来那些书籍 很得名心 王婉道 我呸 什么得名心 是满足你们读书人 书生的爱好吧 对普通老百姓有用吗 全民扫盲还未执行 与百姓有屁关系啊 几名读书人 书生就能代表天下人 拉倒吧 王大人 那您老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胡亥道 陛下 草明胡乱讲了 请陛下饶恕草明胡言之罪 王婉道 说吧 不论王大人说什么 就算出阁的话 朕绝对不会追究责任 胡亥保证道 陛下 百家讲堂办得确实好 有吕太公主持编辑 我们很放心 不过 陛下 怎么能让吕之一名妇人参与进去呢 这样真的不好 妇人从来不能上桌 还有 朝中草明听闻 好多女子出任高位 凌驾于男人头上 这也不符合传统习俗 往往还要说下去 直接被胡亥打断 胡亥越听越气愤 脸上黑线越多 这TM的什么话 老顽固 老僵话 胡亥平和一下心中愤怒之情 王大人 在朕最困难时候 上百万叛军进攻虎捞 晚成 五官投降 在那种情况下 有书生 读书人 有男人出来 为朕纷扰吗 没有 一个都没有 是朕身边的女人带兵作战 抵抗叛军 是那些女人帮助朕处理政务 稳定关中地区 说难听点 是他们为朕抵抗叛军 抵抗匈奴铁骑 治理政务 那个时候 你们这些大佬 在什么地方 现在国家眼看要安稳了 又跳出来说三道四 不觉得可耻吗 在朕面前 你们这些大佬 有什么资格议论这身边的女人 你们配吗 朕不治你们的罪 并不是判你们 而是没必要 历史要发展 文明要进步 这是历史车轮 谁也阻挡不住 胡亥道 气氛一下子凝固起来 谁也不敢再说话 胡亥非常生气 第211章 到达下口 胡亥愤怒之急 喷完王婉 胡亥起身离开 懒得再看王婉一眼 失望 僵化 顽固 不会自我反省 迟早会被历史所抛弃 王婉也蒙圈 难道老夫说错了吗 老夫说的是真心话 是为帝国考虑啊 无奈之下 只好灰溜溜离开客栈 咚咚咚 进来 胡亥道 见过陛下 孙将军率兵马来了 大军驻扎在城外 不知陛下有什么交代 贾许道 文和 咱们走吧 省得留在晚城中生气 往往就是一个淤府的老顽固 不可救药 胡亥道 陛下 现在走吗 贾许道 文和 没事就走吧 胡亥道 遵旨 贾许道 接下来 胡亥一刻不愿意待在晚城 带着鱼姬 贾许及轻卫快速出城 与孙上香会合 末将见过陛下 孙上香道 上香 不要客气 让士兵休息片刻 咱们上路 直接朝下口赶去 路上不停留 胡亥道 遵命 孙上香道 轰隆隆 大军出发了 胡亥带着贾许 鱼姬二人坐在马车上 孙上香及两千队位 被围军士兵 护卫在四周 把胡亥马车围在中间 婉成官吏 听到皇帝来了 纷纷前来见面 等到客栈时 才发现胡亥走了 胡亥离开 让婉成中百姓一轮纷纷 好多百姓也知道了 惩罚王家三公子的人是皇帝 特别是赵 孙二家伤人 心里那个气啊 直接把儿子抓起来 好好教训了一顿 禁止出门 待在家中好好读书 婉成太守是王婉之子 听说老爷子冲撞了胡亥 心中焦急啊 以为胡亥会治罪 跑到客栈来请罪 不过 没见到人 胡亥已经离开婉成了 幸好胡亥那婚君 不追究责任 不过呢 此事也让太守心中疑惑不解 不像婚君胡亥行事作风 难道婚君变性子了 王太守想了好半天 想不出个其所以然 胡亥离开了 婉成发生的事 一概不知 就算知道 胡亥也不会当真 半个月后 胡亥大队人马 到了下口城 周瑜出城三十里地迎接 末将见过陛下 周瑜道 见到周瑜 胡亥心中很高兴 这可是胡亥手下最牛逼的统帅 传说级别统帅 当然 还有一个韩信 不过 此时韩信还未达到另一个位面的高度 恭敬 辛苦了 胡亥道 陛下 末将不辛苦 陛下才辛苦 大老远跑到下口 末将兴奋啊 周瑜道 走吧 咱们进城再续话 胡亥道 遵旨 周瑜道 大队人马进入下口 胡亥 贾许 孙上香 鱼姬等人跟着周瑜进入城主府 陛下 您先起诉下 末将马上安排酒宴 周瑜道 小白脸 本小姐住在什么地方 孙上香道 胡亥摇摇头 孙上香一见到周瑜 就是半嘴 二人像是前世有仇似的 见面就瞅 孙将军 保护陛下安全 可是你的任务 不住在陛下旁边 还能住什么地方 周瑜道 酒宴上 宫敬 困难不少吧 胡亥道 陛下 主要问题是 缺乏船务造船 招聘了好多工匠 正在修建船厂 周瑜道 胡亥心中明白 周瑜缺乏战船 宫敬放心 朕这次来 就是为解决你的问题 给朕说说 到目前为止 招了多少名海军士兵 胡亥道 陛下 一共招聘了五万新兵弹子 不过 训练正在进行 离成军还有十日 周瑜道 宫敬 这是不能急 你现在缺乏战船 想要成军很难 先把士兵身体素质练好 把各种战绩好好训练下 等战船配备时 就可以在水面上训练 那时候 训练效果就出来了 胡亥道 遵旨 周瑜道 好了 今晚咱们好好喝酒 正是等到明天再商量 胡亥道 宴席上胡亥取出好多茅台 红酒出来 加上周瑜 让人从江中摆到好多鱼 晚宴很丰富 君臣同应 气氛很热烈 不过呢 出事了 胡亥次日醒过来时 发现身边有二名女子烫着 睡得正香 好在衣服没脱 胡亥彻底无言了 为什么这个小妮子会跑来房间里睡觉 貌似这是朕的卧室 孙上香什么时候跑进来的 想不起来啊 胡亥亲手亲脚 正准备闪人 省得让孙上香 鱼姬二人醒过来难看 啊 孙上香醒了 看见胡亥刚爬起来 一下子吓醒了 他的叫喊声 把旁边鱼姬也惊醒了 妈蛋 叫那么大声干嘛 哥又没干什么坏事 外人听到可是会怀疑的 胡亥马上扑过去 捂住孙上香的嘴巴 上香 别叫 想让所有人都知道 你睡在正床上吗 胡亥道 陛下 你没对人家做什么吧 孙上香道 呀的 能做什么啊 你衣服穿得好好的 朕就算想做也无法做呀 扑 鱼姬娇笑起来 妹妹 你衣服穿得好好的 昨晚什么事也没发生 貌似我们三人回到房间 又喝了不少酒 估计是咱们三人全喝高了 分不清南北 就这样睡着了 鱼姬道 哦 好像是这样 不过 陛下 人家也与你睡在一起 从今天起 人家就是你的人了 不准反悔啊 孙上香道 呀的 什么事啊 胡亥彻底无言 能说啥呢 一个房间里睡觉 不收下也不成啊 不过呢 对于孙上香 胡亥还是心动的 只是觉得 让他再尝尝身体 怎么会拒绝 明日啊 加上人又长得漂亮 也是九十分以上的美人 谁会拒绝呢 好了 朕收下了 不过 要干那种事 还得等二年 你身体没完全成熟 胡亥道 陛下 人家那里不成熟了 你好好看一下 孙上香纠缠道 头大啊 怎么说不通呢 上香 人的身体要到十八岁 才算完全长成 虽然你从小练武 身体比一般人成熟早 可是 有些地方确实还没完全长好 等你长好了 咱们再进行 可好 好吧 以后 本小姐也可以来一起睡吧 孙上香道 扑 胡亥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 说的什么话 在一起 还让人睡觉吗 不行 朕怕控制不住 对你做出不该做的事 咱们要克制 一定要克制 胡亥道 好吧 孙上香道 胡亥走出去 房间里 鱼姬 孙上香二人又嘻嘻哈哈说笑起来 鱼姬 谢谢你 孙上香道 谢谢 不用 陛下心里其实挺喜欢你的 尽早会收进宫中 只是你太急了点 鱼姬道 胡亥站在房门口 二人间的话全听进去了 呀的 原来是二人合伙呀 不过 朕喜欢 第212章 传物 早饭后 胡亥 贾许 孙上香 鱼姬等人 跟着周瑜到了兵营观看士兵训练情况 士兵在教官指挥下 有板有眼 做着各种动作 小白脸 这就是你旗下士兵 怎么本小姐看着有点弱啊 孙上香道 胡亥摇头苦笑 孙将军 这些是新兵担子 还未成军 战斗力肯定比你手下卫队弱了点 周瑜道 小白脸 貌似你旗下卫队也比不上本小姐红粉兵团啊 孙上香道 郁闷 周瑜真心郁闷无比 出来晚了 手下未对若很正常 但是 只要给时间 周瑜相信 绝对不会比他人差 问题是 这话说不出口啊 再说了 云一鸣女孩子真高低 貌似有失身份 周瑜不说话 知道口头上占不到便宜 多学陛下 惹不起躲起来 不肯生 好了 公姐 带我们去江边查看一下 参观一下造船厂 胡亥道 这种情况 只能是霍兴尼 遵旨 周瑜道 接下来大家跳上战马 跟着周瑜朝江边赶过去 轰隆隆 尘土飞扬 战马狂奔 半个时辰 胡亥一行到了造船厂 好多民工正挖土 填土 平整地面 公警 要想顺利建好船物 还需要好长时间吧 胡亥道 唉 周瑜长叹一声 陛下 这个没更好的办法 劳工已经足够了 再多也施展不开 只会造成窝工 周瑜道 公警 江边水深足够吧 不要船 造好下水出问题 胡亥道 陛下 这个放心 江边的水深有十多米 就算是数千吨船只 也不会出问题 周瑜道 看到胡亥怀疑的眼神 陛下 江边卑职派人下去探查过 具体说 水深有十五米 再大的战船 也不会出现问题 周瑜补充道 胡亥点点头 心里在思考 十五米水深 应该足够了 上万吨的战船 貌似也不会吃水达到十五米 公警 船坞内水面情况全探查过了吗 那个入口水位有多少 胡亥道 陛下 入江口那个地方水深有十米左右 一般战船足够了 周瑜道 公警 那个入江口 还是要派人下去挖掘 必须让水面再深点 还有那水面也不能大意 最好彻底探查下 地方选择不错 能停靠数十艘战船 胡亥道 陛下 这个水面 停靠不止数十艘船只 卑职测算了下 最少能停靠上百艘 周瑜道 公警 那是一些小型船只 若是停靠海船的话 数十艘都成问题 咱们眼界要放远点 不要只想着在长江中航行 以后咱们舰队 一定会进入大海深处 胡亥道 陛下 真的吗 周瑜道 好了 让民工休息 让他们回房间 不要随意走动 朕这次来 就是位船物 胡亥道 周瑜心中迷惑不解 陛下 什么意思 周瑜道 呵呵 执行命令吧 过一下你就明白了 胡亥微笑道 遵旨 周瑜道 接下来 清理地方 把民工全叫停下 赶出码头 你们也出去吧 动静会很大 到时候不要害怕 也不要惊讶 更不要大声叫喊 胡亥道 陛下 有危险吗 让我陪在你身边吧 贾许道 文和 不会有什么危险 只是动静会大点 其他没什么 放心吧 胡亥道 人全部清理出去 胡亥站在场地后方 系统释放吧 轰隆隆 像地震似的 尘土飞扬 像一颗核弹爆炸 声音响彻云霄 远处的人什么也看不清楚 全被灰尘笼罩 连胡亥身影也看不到 片刻后 跃入众人眼眶的是一个巨大的船物 里面有十多条船舶生产线 每个生产线上都有各种生产设备 像什么龙门吊之类的 远方的人呆滞 傻眼 一下子 大家被眼前的景象狠狠震撼 妈蛋 陛下使出什么神仙手段 周瑜道 一个人也回答不了 连平时话较多的孙上香 也被震撼心灵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好半天 大家才回过神来 一窝蜂跑进来 围绕着 胡亥左看右看 你们是什么意思 没见过朕吗 胡亥道 陛下 这是从什么地方召唤出来的 只有神仙才有可能召唤出来 还是那么巨大的船物 周瑜兴奋道 宫警 不是什么神仙手段 只是一点点把戏 原因吗 朕暂时保密 等有机会再告诉你们 胡亥道 陛下 太好了 有了船物 我们马上就能生产战船 省了我们好多时间 周瑜道 宫警 这是船物使用说明书 你拿回去好好研究一下 有些设备 一定要按照说明书操作 千万别乱来 否则会造成人员伤亡 甚至损坏设备 这些设备来得不容易 一定要小心谨慎 胡亥叮嘱道 陛下 放心吧 卑职一直盯着 让工匠完全搞明白 再慢慢操作 绝对不允许出差错 周瑜道 宫警 镇这里还有一份 五维战船的生产图纸 拿着让工匠研究下 看能否生产出来 胡亥道 五维船 那可是明朝时期 才出现的产物 性能绝对超过这个时代 关键是五维战船 排水量达到了2000吨左右 完全可以在深海中航行 据说明朝生产的船只 最大吨位是七维船只 高达6000多吨排水量 海上巨无霸啊 周瑜蒙圈 伸手接过胡亥手中图纸 连忙查看一下 激动啊 陛下 上面讲的米 吨 是什么意思 周瑜道 米是长度单位 吨是重量单位 过后咱们再说 我想办法弄几套长度 重量的工具出来 胡亥道 呀的 史皇帝才统一度梁横 看来又不适应了 马上又得重新制定新的标准 宫警 这地方交给你了 最好派士兵助手 不要让人破坏 我们进城吧 胡亥道 陛下 放心吧 卑职马上派卫队来此地助手 不让外人进来 周瑜道 胡亥点点头 一拨人脸上露出笑容 一起朝城内跑进去 陛下 今晚是个好日子 要不咱们庆贺一下 周瑜道 行啊 让所有官兵一起庆贺吧 不过 留下值日的士兵 不能全和倒了 胡亥道 遵旨 周瑜道 进入城主府 周瑜去处理事务 胡亥回到卧室 让系统帮查找杜梁横各用具 宿主 一万点国运之一套 需要兑换几套 先来十套吧 来人 胡亥道 陛下 什么事 亲卫道 把这十套杜梁横用具 拿了交给周瑜 让他好生使用 有条件可以仿造写出来 胡亥道 遵旨 亲卫道 第213章 海防构想 下口成竹符 胡亥把周瑜 贾许 孙上香 鱼姬等人叫进来 商量下军事方面的事情 公警 你这里光有五万海军士兵可不行 不论是在国内 还是出征海外 必须要让陆军上岸登陆作战 海军官兵虽然有能力应战 可是陆地上比不上陆军士兵 胡亥道 陛下 末将准备训练一段时间 让士兵向卢江等地进发 挤压储军生存空间 周瑜道 新兵弹子必须要经过实战 让他们体验一下战火 心灵上接受洗礼 这没错 朕的意思是在海军士兵的基础上 在征召几个师的海军陆战队 专门用来登陆作战 配合陆军行动 这样一来 有木柜英兵团 加上你手上的海军 可以抑制储军的反扑 甚至可以打破平衡 慢慢收复失地 胡亥道 陛下 意思是要再征召士兵 周瑜道 对 再召几个师的陆战队士兵 不过 在训练上要加强 不能只训练士兵作战技巧 还必须训练士兵水面上作战的适应能力 也就是说 陆战队士兵 其战力比海军士兵还要强 不比陆军步兵差 一种全新的兵种 想一下 一旦陆战队成军 你手中有战船 带着陆战队士兵 对沿海地区进行越岛登陆作战 是否会让那些地区措手不及 他们做梦不会想到吧 周瑜 假许都是高智商人 才一听马上明白 这是一种全新的作战方式 从来没听闻过 跨海作战 跨地区迂回作战 有了这样一支部队 像什么彭城 其地 辽东等地区 随时可以发起攻击 这个时代 最牛逼的谋士 也不可能想出这种作战方式 毕竟受限于水面运输问题 这个时代船只很小 只能在小沟 小河 长江中航行 进入大海 根本不敢想 周瑜高兴啊 脸上露出兴奋神色 正在歪歪中 假许也是眼睛一亮 明白了这种作战方式的实用性 突发性 用于偷袭最好 小白脸 你心里什么啊 孙上香道 没有办法 孙上香就一味打打杀杀 很少动脑子 不是说他脑袋不好用 懒得用 形成习惯 孙将军 你不觉得 刚当陛下说的事 非常重要吗 他会彻底改变目前秦军被动局面 让秦军取得极大的胜算 优势 这是一种能改变战局的作战形式 末将能不兴奋吗 周瑜道 不错 陛下这种作战方式 绝对会让秦军在短时间内打破局势 改变战局 逆转态势 能大大缩短战争进程 原来需要数年的战争 只需要二年可完成 结束混乱 假许道 陛下 这种作战方式可有具体的训练方案 在作战中要注意些什么 周瑜道 妈蛋 你是海军大都督啊 宫警 朕只是脑袋突然灵光一现 并没有具体的方法 一切全靠你们摸索 胡亥道 不过 有一点必须要注意 舰队进入大海中 不论是海军士兵 还是陆战队士兵 可能不太适应大海上的颠簸 容易运船 必须提前让士兵适应 否则 一旦战役展开 到时候会出现无兵可用 再好的作战方案 也成为空谈 胡亥补充道 周瑜马上记录下来 心里虽然疑惑 可是胡亥说的如此慎重 必须要考虑 陛下 还有什么要注意的 周瑜道 唉 胡亥常常叹口气 公警 你想过没有 战船一旦到了大海里 很容易失去方向感 舰队迷失方向 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否则 一切都是瞎扯 不过 这个是正会考虑 尽快让工坊制作出指南针出来 让舰队在大海中不失方向 胡亥道 看到周瑜一脸迷惑 公警 你想象一下 舰队进入大海 四周全是海平面 看不到岸边 没有参照物 如何确定方向 这就需要指南针 按照指南针方向确定方位 大海太大了 广阔无边 一望无际 面积比陆地大太多 危险性也非常高 胡亥解释道 另外 从这里要跨海队辽东 骑地进攻 舰队在海上航行 不是一天 二天 需要十多天 甚至一个月时间 这么长时间在海上航行 补给物资必须跟上 这就需要补给船 补给船专门用来运输补给物资 工部队使用 这里面不只是食物 兵器 还有大量的淡水 否则 士兵无法生活那么长时间 胡亥补充道 既然说出来了 干脆全讲清楚 周瑜则一条条记录在案 留下以后查看 陛下 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周瑜道 哦 注意一下 战船进入大海中 船体会受到海水侵蚀 在生产战船时 也要注意一下 胡亥道 陛下 这个要如何防备呢 周瑜道 胡亥摇摇头 工警 这个问题暂时无法解决 只能是经常检查船只情况 一旦发现问题 马上修理 不能带伤出海 等帝国工匠发明防腐计时 才能彻底解决 胡亥道 海上航行时间长了 士兵身体也会出现问题 肉食可以从海中钓鱼解决 蔬菜 水果 就无法解决 一旦士兵长期吃不上蔬菜 水果 身体会出现问题 因为人体内必须要有维生素 这些东西只能靠蔬菜来补充 蔬菜肯定放不了多长时间 只能考虑水果 据阵所知 南方一带有一种水果 叫什么柠檬 可以长时间筑藏 含有大量维生素 不过吃起来很酸 但是对身体有好处 胡亥道 总之 海上航行非常危险 一定要小心翼翼 千万别大意 向舰队靠岸石 搞不好会碰上什么浅滩 战船一头碰上去 危险就来了 很麻烦 很困难 胡亥道 陛下 这海上航行 有那么多问题需要处理 确实不容易 假许道 文和 大海上的风浪非常大 一旦遇到暴风骤雨 台风等自然灾害 就算咱们能生产出五维战船 也抵抗不住暴风骤雨 台风之类的袭击 目前咱们避免不了 只能靠运检 等阴阳学方面的大佬 能准确预报天气情况时 才可能避开 胡亥道 陛下 听你这么说 海上如此危险 为什么我们还要让船只进入大海呢 孙上乡道 上乡 大海是帝国必须征服的 不只是海洋面积巨大 关键是 海洋里面有好多资源 岛屿 那些岛屿 必须掌控在帝国手中 为帝国有一个防御纵身 我们不进入大海 以后一旦敌人从大海上杀来 帝国如何应对 所以说 我们一定要在海上建立防御阻击线 彻底把敌人阻击在帝国核心区域外 不允许帝国百姓再受战火肆虐 战火放在境外 让其他国家的百姓承受战火吧 胡亥道 激动啊 在座的将军激动万分 第214章 储君备战 彭城 项羽收到胡亥离开咸阳城 朝下口方向赶来 让项羽觉得行动可疑 召集手下文武官吏来开会研究 诸位 刚刚得到消息 经过我们证实 胡亥到了下口一带 不知有什么目的 项羽道 昏君布老师待在咸阳城 跑来长江边上做什么 行动有点诡异 我们要提防一下 不让秦军有机会入侵我们的地盘 龙且道 向将军 懂意带着身边的清兵不知去向 另外还有张涵的弟弟张平 张希等人也消失了 司马兴道 什么 消失了 怎么可能 一下子 项羽 范增等人惊讶万分 司马将军 到底是怎么回事 范增质问道 哎 司马兴长叹一声 范军师 卑职今天早上起来 去找董毅 却不见 询问了下 士兵说 董将军接受将军布置的任务 昨晚夜间就走了 带着清卫 张平等人出了兵营 说是去执行新任务 司马兴道 新任务 项羽一脸蒙圈 什么时候有新任务了 自己怎么不知道 司马将军 有多少人消失 范增道 范军师 董毅带走了身边所有清卫 还有张涵原来的清卫 加上一些精锐之兵 一共数千人 司马兴道 项将军 你派董将军去干什么事 怎么不通知一下我们 可以让我们去执行啊 记不到 项羽摇摇头 本帅未安排什么新任务 这事也不清楚 要不是司马兴说出来 还蒙在鼓里呢 项羽道 哎 范增长叹一声 逃走了 老夫曾听闻 张涵又投降了昏君胡亥 把他派到了虎牢关 待在蒙田将军旗下 张平 张希逃走不奇怪 可是董毅也逃走了 完全意想不到啊 范增道 什么 投奔昏君 不担心昏君治罪吗 他们可是反了秦军 现在胡亥会接受他们 应不道 我们都小看了胡亥的度量 胡亥根本不是什么小度鸡肠的人 是一个能成事 很大度的人 范增道 向将军 范军士 这样看来 我们一军局势不好啊 听闻司马养已经被高顺击败 淮县丢了 司马养带着清卫逃出淮县 正逃向韩城地盘 搞不好会来投奔储君 应不道 是啊 这段时间 秦军连连出兵 不仅拿下了司马养地盘 还把燕帝拿下 逼迫赃途主动投降 听说下一步 韩兴大军要进攻辽东的韩广 另外 高顺拿下司马养 接下来会对张尔动手 一军局势不容乐观啊 应不道 昏军从什么地方找来那么多能打的将军 像什么高顺 穆贵英 周瑜都很能打 那个我们仗前的小兵韩信 怎么到了昏军手中 马上像变了个人似的 一路上披荆斩棘 所向无敌 打得几个王爷丢盔弃甲 主动投降 记不到 不论是项羽 还是范增 对韩信的能力还是了解的 一直压制不让其发展 不给带兵机会 是有意为之 其第三田 各自死守辖区 不论是张尔 韩城求援时 都没给出答复 看样子 三田已经达成一致 联合抵抗秦军 这可不是好现象 一军扭不成一股绳 很容易被秦军一一歼灭 加上我们储军派出钟离妹支援韩城 现在昏军又来 看来是有大动作 我们要考虑下 如何应对秦军的出击 范增道 一下子 大仗中哑雀无声 军师 要不把钟离妹将军抽掉回来 咱们死守处地 否则 凭咱们手上二十多万兵马 有点捉襟见肘 司马兴道 不行 韩城那里面临蒙田大军的威压 一旦抽掉钟离妹将军 韩城不敢应战 到时候 秦军顺利拿下韩城地盘 兵风直指我们处地 到时候如何应对 项羽道 新兵征召得如何 范增道 按向将军命令 我们储军重新征召士兵 一共是三十万名额 到时候 储军共有兵马五十万 不过 征兵并不顺利 很多百姓不愿意当兵 必须采取不正当手段 否则 招不够三十万兵马 应不道 项羽头大 五十万兵马 需要多少钱量 来养 楚地是富裕 可是也承受不住啊 必须加快征兵的速度 我们面对秦军 只能靠数量上牵制秦军 在质量上 我们储军现在赶不上秦军 范增道 原来储军一直是以精兵著称 经过同关一战 老兵损失于尽 只剩下五千骑兵 其余全是新兵弹子 虽然努力训练 可是在质量方面 无法与秦军相比 秦军不仅训练有素 关键是 士兵手上的兵器 铠甲太强大了 根本抵抗不住 向将军 要不抓壮丁吗 司马兴近年道 应不没说话 心中明白 抓壮丁来的士兵 战斗欲望很低 只能打顺风仗 一旦一军失利 马上一窝蜂逃跑 楚地可以实行强制征兵 江东地区不能实行 项羽道 江东可是项羽的大本营 不能祸害江东百姓 一旦在江东执行 项羽名声臭大街 于而 马上下令 让各地城池 拒绝董义兵进入城中 不能让他在沿途城池敲诈勒索 范增建议道 被刘邦干过二次 范增谨慎起来 传令下去 各地看到董义 不仅不给补给 有条件的可以出击 狠狠地打 项羽道 遵命 传令兵道 项将军 想要解除困境 还有一个办法 司马兴道 哦 说出来听下 到底什么办法 项羽道 项将军 范军师 我们储君中不是有死士吗 可以派他们去执行 暗杀昏君的任务 只要昏君挂掉 困境不复存在 昏君没有后人 秦始皇的子女 也被昏君 赵高杀光了 司马兴道 不行 堂堂储君 怎么会行如此龌龊的事 让天下人知道 怎么看待储君 我们储君 必须正大光明 在战场上击败秦君 击败胡亥 不是靠暗中出手 那不是英雄好汉所为 项羽一口拒绝道 司马兴郁闷 啥时候了 还讲什么意见 范增朝着司马兴打了个眼神 告诉司马兴 等下再商量 不要在大仗中说 司马兴微微点下头 不过呢 二人的小动作 鹰部还是看到了 加强淮河防线 绝对不能让秦军突破淮河一线 那是我们储君的红线 一旦淮河防线守不住 我们将面临秦军全面进攻 到那时不好应对 项羽下令道 遵命 将军们纷纷抱拳道 第215章 赵地危险 淮县成竹府 高顺 黄中二人带秦军一举拿下河内地区 将司马养下的弃城而逃 汉军士兵一看司马养逃走了 士气一落千丈 纷纷放下武器 向秦军投降 接管投降叛军士兵 接收城内前库 粮库 随军文官张贴安民告示 稳定秩序 河内各县城 郡府官吏 接受考核 合格地继续出任 不达标地下课 回家种红薯 整个工作有条不稳进行 高帅 咱们喝二杯庆喝下 黄中道 黄将军 杯子不喝酒 不过陛下送来的 那个红酒可以少量饮用点 高顺道 黄中点点头 对于高顺这种习惯 黄中也挺敬佩的 不饮酒 话不多 治军吉言 纯粹是一个职业军人 这种习惯非常难得 高帅 接下来 我们把叛军士兵整顿训练 要对赵地进攻 不知有什么计划 黄中道 高顺取出红酒 拿出二支酒杯 针满酒 推一杯到黄中面前 自己端起一杯 小小瞎了一口 赵地不容易进攻 成高墙后 若是张尔不投降 我们只有强攻一条路 加上赵地一代士兵 血性很强 搞不好张尔会蛊惑人心 士兵一旦血战 勤兵伤亡会惨重 高顺道 黄中点点头 赵地一直很强 特别是在保卫家乡 士兵像吃了兴奋剂似的 一个个不惧死 顽强 非常顽强 高帅 要不咱们奋兵行动 可以让张尔 不能集中兵力 那样一来 可以一一见面 等到赵地其他城池 全部收复 只剩下一座孤城时 到那时再不投降 只好围困 黄中道 黄将军意思是从胡关出兵 吸引张尔兵力 然后再从河内杀出 一路收复赵地城池 高顺道 对 咱们手上有擒弩 不惧怕与赵军野战 攻城战是咱们最困难的 只能奋兵牵制 黄中道 高顺在心中思考 兵力上 整合司马养旗下俘虏 应该可以整顿出数万兵马 整个兵力达到十万以上 留下数万驻守河内 对赵地用兵 可抽调出十万兵马 奋出一半兵马 交给黄中 实行二路夹击 好 整顿好俘虏后 黄将军可以马上带兵马到胡关 从那里出兵 牵制张尔 高顺道 遵命 黄中道 报告 传令兵道 进来 高顺道 报告将军 陛下派人来见将军 传令兵道 带进来 高顺道 见过高将军 黄将军 我是锦衣卫 奉命把陛下书信送给二位将军 黑衣人道 谢谢 高顺接过书信道 杯子走了 黑衣人道 高顺点点头 清楚这些黑衣人是贾许手下的锦衣卫 对陛下忠心耿耿一般不以真面目示人 黄将军 你也看一下 这是陛下来的书信 还有一份图纸 貌似是工程重型武器技术图纸 高顺道 黄中连忙查看起来 高将军 这下太好了 有了这个投石车 在攻打城池时 会大大降低士兵伤亡 黄中道 嗯 我马上让工匠复制图纸 交给黄将军一份 到时候 遇上顽固的城池 让他们好好品尝下投石车威力 高顺道 一个月后 黄中带着四万秦军不齐到了湖关 从湖关杀出去 扑向赵帝一个个城池 高顺在黄中出兵湖关 也迅速带六万秦军不齐跟进 扑向木野 昭歌 一些小县城 看到气势汹汹的秦冰 县令下得小腿发软 加上本来就是秦官吏 纷纷打开城门 向秦冰投降 朝歌成竹府 张尔忧心冲冲 几天来不断接到秦军出兵的消息 兵风指向昭歌 可是呢 秦军一反常态 二路秦军并未直接向昭歌出兵 而是收复昭歌以外的城池 张尔焦急啊 前段时间担心韩信出兵来攻 韩信却提兵进入燕地 以为能缓解一下局势 那小的司马养那个废物 一个月抵抗不住 秦军彻底掌控河内 一下子 赵帝暴露在高顺兵团兵风之下 张尔只好把刘邦 旗下文武官吏叫来 一起商量对策 诸位 秦军对本王赵帝动手了 高顺 黄中二支大军从湖关 怀县出兵 目标昭歌 现在秦军二路出击 让我们不敢轻一份兵 加上在野战方面 秦军有秦母 根本不惧怕野战 只能死守城池一条路 可是 大家明白 再坚固的城池 再严密的防守 都会有漏洞 百密一说的道理 大家清楚 咱们赵帝到了生死危急时刻 大家说下 如何应对秦军 张尔道 张公 不是听闻派人去向四周诸侯求援 各方诸侯什么意思 难道他们不出兵 想坐在一旁看戏 要知道 一旦赵帝沦陷 下一个就轮到他们了 刘邦道 刘公 卑职奉命去向各诸侯求援 遗憾的是 没有一家诸侯愿意出兵来增援 韩城面临秦军蒙田旗下十万兵马压制 无法抽出兵马增援 还要我们出兵求援呢 燕帝投降秦军 其第三天已经联合起来 不再顾其他人的生死 向于储君也面临秦军威压 抽不出兵马增援 让我们死守 等待战局出现转机 再出兵来增援 赵一道 一下子 张二旗下文武官吏后背凉嗖嗖的 刘邦心中也暗叹口气 呀的 看来又要跑路了 问题是 接下来要跑到什么地方呢 其第三天也没保障 一旦高顺 黄中拿下赵帝 韩信拿下辽东 马上会转战其地 韩城的梁帝自身难保 看来还是储君地盘相对安全 秦军想要拿下储君 可不容易 毕竟项羽战力强大 加上这段时间征召的士兵 有足够的兵力 抵抗秦军入侵 唉 刘邦暗叹一声 转了一圈 又得回去依靠储君 刘邦心中不甘啊 不行 一定要趁此机会 从张儿手中多捞点兵马在手上 到时候好闪人 手上有了兵马 到了储君日子也会好点 诸位 咱们是战是和 请诸位发表意见 张儿道 悲催啊 张儿这个诸侯没当几天 马上面临生死 心中真的不甘 大王 赵君不出兵增援其他城池 那些城池中没多少兵马 根本阻挡不了秦军步伐 一名文官道 这不是废话吗 谁不清楚局势 现在问题是 如何应对秦军 大王 卑职建议 先让各地城池死守 消耗一下秦军兵力 然后根据情况决定是战是和 赵义道 大王 那样一来 秦军一旦不接受投降咋办 到时候 您的家人会面临危险 一名文官道 大家心里清楚 秦军已经发出布告 在攻城前不开城门 就不接受投降 城破 各反王灭九族 参与官吏也追究责任 会受到牵连 张儿看到手下文武官吏 纷纷把头低下 已经没胆在与秦军有决战的勇气 同关一战 义军彻底被秦军打得毫无士气 战役 让天下诸侯分崩离析 唉 张儿常常叹了口气 第216章 燕帝脏徒投降 气啊 张儿愤怒无比 手下官吏根本靠不住 这些人只能共富贵 不能共患难 像是全世界都抛弃了自己 张儿感觉很悲催 很无奈 张公 本公一定与昭哥共存亡 只要秦军敢杀来 本公带领旗下兵马 死战到底 刘邦道 张儿听了 心中高兴啊 只有刘邦这个外来户 愿意与秦军死战 其他人毫无战意 被秦军吓破胆了 谢谢刘邦 本王会与秦军死兵到底 胜利后 本王一定不辜负刘邦 张儿道 张公 本公手下兵马不多 胡关一战 只剩下数千兵马 这段时间 虽然征召士兵 可是本公手上没太多钱粮 无法大规模征召士兵 在这个困难时期 望张公给予支持 我们好共同抵抗秦军 刘邦道 妈大 趁火打劫 太无耻了 张儿能当上反王 智商肯定不会低 瞬间就明白刘邦的意图 不是要与秦军死拼 刘邦想趁机多捞点兵权 甚至想把兵权全抓在手中 这怎么可以 刘邦狡猾如虎 不可全信 刘公 目前手上有多少兵马 张儿道 废话 张儿怎么可能不知道刘邦情况 对刘邦这个外来户 张儿一直谨小甚微 随时有人监视刘邦一举一动 张公 本宫旗下只有区区二万兵马不到 不足于抵抗强大的秦军 刘邦道 张儿在考虑 不给点说不过去 也不能多给 给多了是肉包子打狗 有去无回 刘公 本王抽掉一万兵马 暂时借给刘公指挥 到战事结束后 再让士兵回来 这样可好 张儿道 刘邦心中气啊 呀的 老子要帮你拼命 才给一万兵马 太TM的小气吝啬 张儿看到刘邦 脸色不好看 刘公 怎么了 嫌兵力太多了 那本王减少点 给五千士兵好了 毕竟刘公圣仗打得少 老被秦军追着打 信心不足啊 张儿道 特意接刘邦痛楚 各诸侯抽掉出三十万兵马 给刘邦指挥 被昏军打得丢盔卸甲 匆忙逃命 把手下文官丢下 这是已经成了天下诸侯的笑话 虽然回到小沛 可是吕家逃走 老婆给了修书 人却不知所踪 等探到消息时 吕太公 吕智 投靠了胡亥那昏君 天下人议论纷纷 说刘邦老婆与昏君打成一片 昏君胡亥什么人啊 好色 贪婪 昏庸无道 见到美人搅走 不动的人 想想胡亥以前做的事 修建阿旁宫 从天下搜刮美人 让数以千计的美人 住在阿旁宫中 太昏庸了 吕智与胡亥搅和在一起 能干什么好事 天下人全笑刘邦呢 戴了顶超级绿帽子 张公 不嫌多 本宫虽然败给昏君 真要在野战中 与秦军一枪一刀硬干的话 鹿死水手还不知呢 刘邦道 大家投刘邦比试眼神 吹牛不打草稿 胡关之战 七万多兵马 进攻只有区区数千驻守的爱官 为什么不拿下 最后损兵折将 燕帝 韩信大仗中 周伯 赃图 快车等人也在 好了 今天进入燕帝 赃图拾去 不抵抗 向秦军投诚 值得喝一杯 韩信道 这可是陛下赏赐给杯子的好酒 今天拿出来 让诸位也品尝下 这是世间最好的酒 韩信补充道 轻位取出五粮液 又拿出一些玻璃杯出来 让赃图看得眼馋 巴不得战为已有 太漂亮了 以前他们这些反王喝酒时 全用青铜顶 还没等赃图贪婪安定下来 一股浓烈酒香散发出来 飘洒整个房间 赃图不停深吸气 希望多吸点进度中 太香了 韩帅 这是什么佳酿啊 赃图道 呵呵 赃公 这是陛下送给杯子的名酒 叫做五粮液 这种酒非常香醇 入口后醇 杯子也舍不得喝 一直保存着 今天高兴 拿出来 大家一同品尝 韩信道 各自端起酒杯 一口干了 好酒 真是绝世佳念啊 赃图惊呼道 韩帅 这种酒什么地方有出售 我也要采购一些 到了咸阳城 没事喝点酒 赃图道 韩信摇摇头 赃公 让你失望了 这种酒 只有陛下手中有点 据说也不多 我们这些将军 一人分到了几瓶 谁也不会转让 都留下来自己喝 韩信道 可惜了 这么好的酒 为什么不上市呢 赃图道 接下来就是整顿兵马 由于赃图主动投诚 整顿赃图旗下士兵时 容易了许多 尽管燕帝擅长骑兵 不过 韩信还是严格按照 勤兵要求 不合格的燕兵 发给路费 遣散回家 勤军走精兵路线 不要体质弱的士兵 不过呢 总体上来讲 燕帝百姓 士兵身体比其他地方强悍 加上靠近边境地区 很多士兵都会骑战马 一下子 让韩信得到数万骑兵 总兵力达到15万以上 这还不包括留下驻守的军兵 韩帅 卑职想出使辽东 说服韩广 放下武器投降 若是能说服 百姓少受战火蹂躏 快撤道 快先生 劳烦你了 一定要带上士兵保护安全 记住 现在局势对咱们有利 没必要多废话 愿意投诚接受 不愿意 快先生赶快回来 你的安全很重要 比辽东地区重要 这是陛下说的 说你有大财 等天下太平后 让你去主持外交部工作 韩信道 什么 韩帅 陛下记着卑职 真的说过那样的话吗 快撤道 快先生 卑职怎么会乱传旨意 这话确实是陛下 让人告诉卑职 一定要保护好先生安全 韩信道 快撤激动万分 二行热泪落下 是死报答陛下 快撤朝咸阳方向行礼道 报告 传令兵道 进来 韩信道 将军 陛下让人来见将军 传令兵道 请进来吧 韩信道 见过韩将军 这是陛下让我们交给将军的书信 黑衣人道 韩信接过来查看 多谢了兄弟 韩信道 韩将军 书信送到 背纸走了 黑衣人道 卫兵 带本帅送人 韩信道 这些黑衣人身份特殊 韩信可不敢得罪 哈哈 韩信看完书信 放声大笑起来 韩帅 什么是如此好笑 快撤道 快先生 陛下送来一份图纸 一旦打造出来 绝对是工程力气 以后 我们秦军不会惧怕工程战 韩信道 哦 快撤惊讶万分 什么样的力气 会让工程简单 韩帅 那东西叫什么 快撤道 快先生 陛下说叫投石车 可以让士兵朝城墙上投石块 轰杂城墙 威力很生猛 韩信解释道 好啊 有了这个力气 韩广再不投诚 只有死路一条 卑职马上出使辽东 快撤道 快先生 一切以安全为重 韩信道 嗯 快撤带着百多名勤兵出发了 朝着辽东而去 第217章 蒙田军与韩军形成对峙 再说蒙田大军 蒙田带兵马对西部伪匈奴部落 进行一一清剿 彻底解决西部一带伪匈奴人威胁 随后 马不停提率兵马回到虎牢 与爱官上蒙义 张涵二人会合 接下来 蒙田率兵马出征 二兵团出了虎牢 一路横推 碾压梁军 韩城下的位缩在大梁城中 不敢派兵马增援其他城池 被秦军打怕了 一点战胜秦军的行星没有 没了韩城增援 沿途那些个城池 看到秦军杀来 没有选择 纷纷开城门投降 一路上 秦军收复行阳 忠牧 长设 又奋兵对尹川 尹阳 蔡县 汝南等地区 一举把玉州收复 二兵团兵风与一兵团会合 二军形成左右夹击之势 收下地区 蒙田又挥兵杀向梁城 不过呢 正当蒙田要下令攻城时 突发情况出来 储君来了 钟离妹增援韩城 一下子 让梁城内兵马暴涨 达到了二十万以上 关键是 有了钟离妹这位名将 死死守住城池 不与秦军也战 让秦军也难以下手 二军形成对峙 小规模的争斗不停 谁也占不到便宜 大规模战争倒是没发生 韩城兵马 是蒙田二倍以上 蒙田在武器装备方面占优 双方不分高下 势军力敌 中军大仗 蒙田 蒙义 张涵三人正在商量对韩城战事问题 蒙帅 韩城位坐在城中 不与我们野外决战 加上储君中离妹增援而来 不好打呀 张涵道 蒙田 蒙义二兄弟 与张涵还是比较熟悉的 曾经始皇帝时期 蒙氏二兄弟 在燕门关一带 抵抗匈奴人南下 入侵中原 张涵是始皇帝身边 尹卫负责人 都是始皇帝信任的重臣 不过呢 世事难料 张涵走向投降 蒙田 蒙义二兄弟 差点被赵高宰了 要不是胡亥重新执掌朝政 后果不难想象 曾经对胡亥 也是一肚子气的蒙氏二兄弟 通过一年多时间的接触 貌似胡亥也不太差 从而让二兄弟对胡亥忠诚度 也越来越高 现在二兄弟对胡亥忠诚度 已经高达80%以上 特别是蒙田 与胡亥接触时间更长 对胡亥了解也相对多 发现胡亥是一个好君主 大兄 强行进攻 会给秦军造成巨大伤亡 一兵团的穆贵英将军 与储军对质 也抽不出兵来 看来 我们得等到高顺拿下张二 才能抽掉兵马支持 蒙义道 是啊 陛下打仗 一直追求最小损失 取得巨大胜利 不愿意让士兵过多损失 蒙田道 张将军 钟离妹这人性格如何 作战时有什么习惯 擅长什么作战 蒙义道 钟离妹这人打起仗来 一副拼命三郎 看上去粗野 是一个鲁莽之人 其实不然 带兵作战时非常小心 加上上次入侵河东 被高顺狠狠胖揍一顿 让钟离妹不敢再小看秦军 特别是对上蒙将军这种绝世名将 更是小心谨慎 生怕不慎带来极大损失 擅长作战依然与项羽一样 喜欢野战 张涵道 唉 蒙田常常叹口气 现在韩军扭成一团 不好下手啊 蒙田道 我们二兵团运气不好 碰上韩城这个胆小鬼 不敢出战 其他的兵团 基本都取得了战果 只有我们停止不前 蒙义道 二弟 也不能这样说 咱们还是有战果 豫州不是被我们收复了吗 一兵团也遭到同样的事 与储军对峙起来 咱们再等一段时间 看一下梁军粮食 供给情况再定夺 蒙田道 蒙帅 要不我们派出一支部队 迂回到韩城后面 去骚扰韩城后方城池 张涵道 这个事 再等等 看一下韩军有什么打算 一旦抽兵 多了我们危险 少了取不到什么作用 蒙田道 张将军 卑职听陛下说 你写了几封书信送给手下 董义等人 他们会重回帝国吗 蒙义道 卑职的二个弟弟张平 张熙及手下亲卫 肯定会重回帝国 只怕储君监视 不好闪人 董义按道理说 也会重回帝国 不过 卑职不敢打包票 毕竟 人心格肚皮 在这种关键时候 不清楚 对方会如何想 张涵道 张将军 策反那么多人 加起来应该有数千人 这么大的规模 不容易行动 一旦消息泄露 会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 估计不容易逃出储君 他们再寻找机会吧 蒙田道 报告 传令兵道 进来 蒙田道 蒙将军 陛下让人送来一封信 传令兵道 有请信使 蒙田道 见过蒙将军 几位将军 卑职奉命送陛下书信来给蒙帅 黑衣人道 接过书信 谢谢 蒙田道 蒙帅 书信送到 卑职走了 黑衣人道 嗯 蒙田马上查看书信 月看脸上露出淡淡的笑容 他好了 大兄 什么事让你高兴如此 蒙义道 陛下派锦衣卫送来一份图纸 一旦生产出来 咱们工程时会取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蒙田道 然后把书信交给张涵 蒙义二人观看 蒙义 张涵二人也笑了 这下好了 有了这种投石车 对攻打良城时 不用再牺牲太多士兵 不过 效果真有那么好吗 蒙义道 二弟 不要怀疑陛下的话 陛下不是我们能猜多的 既然陛下说 效果绝对会好 等咱们生产出来 现在空地上是射几轮 效果不就明白了 蒙田道 大兄 你这陛下有点盲目相信啊 到底怎么回事 蒙义道 二弟 等以后你与陛下接触多了 会明白 以前我们了解的陛下 与现在完全不一样 估计陛下在隐忍吧 蒙田道 报告 传令兵道 进来 蒙田道 报告将军 远方十里外发现一只储君 数量有数千人 正朝我们兵营杀来 传令兵道 什么 数千人也敢来攻秦军兵营 吃了雄心抱子胆啊 吹号 紧急集合 蒙田道 遵命 传令兵道 滴滴滴 号角响起 秦军中士兵提着长枪 战刀纷纷跑出帐篷 迅速在空地上 排成一队队整齐队形 一张张擎弩推出来 掀开赵一 露出森森寒意 一队队士兵进入作战位置 随时准备出击 半刻钟时间不到 秦军备战结束 这么快的速度 要是让其他诸侯叛军知道 一定会下得不轻 第218章 董毅重回帝国 楚军跑到距秦军进迁步时 发现对方严阵以待 刀枪凌厉 只要进入有效射程 秦奴马上开火 停 董毅一声叫道 张平 举着白旗过去与秦军交涉一下 说我们是来投降的 不是来进攻 董毅道 说实话 董毅心中不踏实 秦军会原谅自己吗 一旦秦军不接受投降 他们这数千人真没地方可去 再说了 看秦军这阵势 根本走不了 数万秦妻虎视眈眈 随时会杀出秦镇 焦急啊 好的 张平道 高举白旗 张平缓缓走向秦军 别开火 我们是来投降的 张平道 张涵看清楚来人时 惊喜无比 蒙帅 来人是张平 吴二爹 让弟兄们不要开火 等问清楚再下令 张涵道 张将军 你走出去与对方交谈下 看一下 对方来这里有何目的 蒙田道 遵命 张涵激动回答道 驾 张涵骑马朝着张平跑过去 二弟 张涵激动无比 一下子跳下战马 大兄 张平惊呼一声 俩兄弟紧紧抱在一起 相互用拳 不停锤打对方胸脯 激动啊 蒙帅 董毅将军带着手下 轻微回归帝国 不是储君来袭 请求允许董将军 带兵马进入兵营 张涵高声道 蒙田听了 心中也惊喜 警戒解除 咱们欢迎燕子回家 蒙田下令道 董毅看到秦军把攻击战阵 变为防守军阵 心中悬而未决的石头 才沉落下来 收起兵器 随本将军 进入秦军兵营 董毅道 数千储君士兵 缓缓走进秦军兵营 再说胡亥 待在下口十多天 带着贾许 孙上香 鱼姬 及卫队 被围军士兵 朝着穆贵英兵团而去 见到穆贵英 屡领起二名美女将军 胡亥挺兴奋的 好长时间 没见二名美人了 中军大仗 贵英 面对储君压力很大吧 胡亥道 陛下 储君在不停增兵 虽然全是新兵担子 可是兵力上 我君与之相比 弱了不少 现在双方形成对峙局面 谁也不敢轻易出击 再等待机会 穆贵英道 胡亥点点头 面对储君主力 加上项羽这名超级boss 不好打 毕竟 项羽身边 不仅有范增那个超一流谋士 还有龙且 鹰部 忌部 向庄等能争贯战之辈 论武力指 龙且 鹰部这二名牛人 修为绝对不低于穆贵英 屡领起二人 加上一个超级boss项羽 硬来的话 巨军吃亏 之所以项羽不敢轻易出兵 担心秦军擒弩 攻兵 就算项羽修为再高 一旦让擒弩瞄准 一起朝着开火 项羽也抵挡不住 贵英 需要朕如何支持吗 胡亥道 陛下 现在双方对峙 这个平衡暂时不用打破 先牵制住储君 不让调离增援 等其他兵团 接面那些诸侯时 战局会出现逆转 再说了 一旦周瑜旗下海军官兵训练结束 形成战斗力 我们二军联合起来 长江彻底被周瑜掌控 储君挡不住 穆贵英道 胡亥点点头 江东可是项羽老曹 大本营 一旦长江受到周瑜封锁 江东受到攻击 储君敢视若无睹 只要储君出动 战机就会出现 贵英 周瑜旗下士兵 还有几个月可成军 可是缺乏战船 一下子无法封锁长江 胡亥道 陛下 周瑜旗下士兵训练结束 一定会拉出来与储君战一番 让士兵渐渐血 接受战火洗礼 那样士兵才能彻底完成蜕变 才能成为精锐之师 有了十万训练有素 虽然是新兵 同样会给储君压力 说不定战机会出现 木贵英道 胡亥点点头 平衡一旦打破 双方就算不想战 也得面对现实 朕这次来 一是帮助周瑜解决造船问题 也是来看看你 好久不见了 怪想念的 带来一些补给物资 确保士兵吃好 保持体力 精力旺盛 胡亥道 刷 木贵英俏脸烟红起来 陛下 那个饮料 红酒之类的东西 带来了吗 那些东西 我们早吃完了 吕灵启道 哈哈 灵启 放心吧 朕这次带来好多 不用担心不够吃 足够你们使用数年 胡亥道 咦 他好了 吕灵启欢呼雀跃 手舞足蹈 胡亥暗叹 一个孩子 陛下 刚刚收到消息 董义带着张平 张西及数千名亲卫 回到蒙田大军中 贾许道 哦 好啊 也算是给储君添点乱 不能让他们扭成一股绳 让范增内方其他人 胡亥道 记忆中 貌似英部也是一个不安分的人 一旦储君有变 会马上另投他人 另一个未免 英部就是投靠了刘邦 极大削弱了储君实力 文和 派人去与英部接触一下 能劝降更好 不成功也无所谓 给范增添点乱 胡亥道 贾许微微一愣 什么意思 英部有投降的意向 不可能吧 英部是项羽嫡系 怎么会有那种想法 陛下 微臣好好策划一下 尽量搞出点动静出来 让范增得知情况 贾许道 胡亥相信 贾许有那个能力 会让范增模模糊糊 拿不定主意 分散其精力 文和 放心大胆策划 不要有什么顾虑 只要能给储君添乱即可 胡亥道 陛下 刚收到消息 霍去病将军 已经把玉门关修建好了 估计输信到了咸阳 贾许道 哦 玉门关 那可是抵挡西域地区草原种族 入侵中原的必经之地 一旦修建完成 可挡千军万马 文和 玉门关修建好 你猜下 霍去病将军 可会出兵到草原上去 骚扰凶毒人 胡亥微笑道 陛下 按道理 霍去病将军 肯定会带秦奇到草原上去猎兽 不过 玉门关没合适的人助手 如果猜测不出错 霍去病将军来信 是向陛下讨要副将 贾许道 哦 胡亥思考下 觉得贾许说得对 文和 有什么想法 胡亥道 陛下 董毅 张平 张希等人回归帝国 可以考虑派 一人到霍去病将军旗下 贾许建议道 文和 觉得派谁去比较合适呢 胡亥道 陛下 微臣觉得派董毅比较合适 让他待在霍去病将军旗下一段时间 好好磨了一番 贾许道 好 朕这就给蒙田写封书信 调董毅到玉门关去任职 让他做霍去病副将 胡亥道 第219章 朕匿迹 咸阳 胡亥回到了咸阳城 这次到长江一带 让胡亥了解了好多民生问题 总体来讲 百姓文化素质必须提高 扫盲工作要尽快制定出方案 在天下执行 数千年来 中原百姓一直受有钱人 大家族 土豪猎身的压榨 欺负 百姓像一只羔羊 默默承受着各种不公平待遇 没人为百姓申冤 没人为百姓伸张正义 碰上再不公平的事 只能忍受 各地方官吏 依然是大家族 土豪猎身 官宦之家把持 这个暂时无减 只有提高全民素质 才会涌现出大量有才华函示出来 到那时才能替代现有官吏 不过那样一来 会触犯到那些官宦之家 大家族 土豪猎身的利益 阻力绝对会很大 不过呢 为了百姓 再大的阻力 胡亥也会实施 帝国是百姓的国家 不是有钱人 大家族 土豪的国家 陛下 儒家现在与帝国合作 他们派来了大量儒生 大佬 到帝国学校传授知识 五妹娘道 哦 妹娘 儒家那批老顽固 不再坚持原则 不再与帝国对着干了 正意想不到啊 胡亥道 陛下 儒家看到帝国学校 狠狠震撼心灵 觉得符合他们教化百姓的宗旨 上官婉道 陛下 微臣觉得 儒家那些老顽固 担心墨家 兵家 法家受到重视 他们儒家边缘化 这才妥协 现在 墨家大量弟子进入帝国工房 也开始在产业园区边缘地带 修建一家加工房 生产产品 供应天下 兵家 法家 一直受到帝国重视 让儒家大佬倍感压力 心中焦急 担心帝国抛弃儒家 妩媚娘道 哼 那些个老顽固 再不知好歹 慢慢只会被边缘化 不过呢 儒家在教化百姓方面 确实有独到之处 咱们不能全部抛弃 要有选择性的继承 儒学也是中原 民族瑰宝 一定要让其传承下去 朕一直讲 学术无好坏之分 有分歧不用怕 可以到百家讲堂上去发表演讲 让大家评判 好的东西 不惧怕争辩 不惧怕辩论 真理也好 道理也罢 要接受实践证明 让百姓接受 朕不会独宠一家之言 会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 好的东西 帝国采纳 会给个门派 各家公平 公正机会竞争 是驴室 马拉出来溜溜 胡亥道 媚娘 农家 咱家的大佬来了吗 胡亥道 暂时没看见 目前来到咸阳的大佬 只有末家 儒家 兵家 法家 纵横家 其他学派还在观望 妩媚娘道 哦 纵横家来了 胡亥惊喜道 陛下 纵横家的利益机 宽车二人被收到旗下 在帝国受到重用 让纵横家觉得机会来了 上官婉道 妈蛋 太现实了 启用利益机 宽车二人 那是因为二人确实有能力 并非帝国要以纵横家为主 媚娘 玩 想办法找到农家的大佬 农家对帝国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帝国以后要大力发展粮食生产 离不开农家的支持 还有好多种植业 也需要农家人的支持 胡亥道 陛下 我们尽量找吧 五媚娘道 哎 胡亥长叹一声 这些门牌大佬 太傲娇了 胡亥执掌朝政后 已经释放出很多信息 加上百家讲堂修建 已经表明态度 还傲娇啥 不过呢 想想史皇帝的做法 有些地方确实严酷了些 在那种情况下 史皇帝并非做错什么 乱世用重点 否则 如何平定天下 咚咚咚 什么事 胡亥道 陛下 黄月英来了 亲卫道 请他进来 胡亥道 妈蛋 来就进来 可别搞得那么拘束 像外人似的 月英快入座 胡亥道 黄月英这小妮子 又漂亮了许多 看上去更加成熟 一种成熟之美 展现无鱼 呀的 太美了 见过陛下 黄月英道 好了 一家人不用那么客气 喝点茶水 解解渴 外面挺热的 胡亥道 陛下 那个真妮姬臣妾研究出来了 试用了下 效率是原来的十多倍以上 黄月英兴奋道 哦 呀的 真妮姬呀 那可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前夕 才出现的东东 影响巨大 震惊 胡亥呆滞 嘴巴大张张 半天合不拢 太震撼了 五妹娘 上官网二人想听天书 不知道真妮姬什么玩意 一脸茫然 妹娘姐 娃儿姐 真妮姬是一种纺织设备 能大大提高织布的效率 不用人力 一种运用水利资源的纺织机械 黄月英解释道 哦 原来是纺织机呀 月英 这种纺织机 以后就叫月英纺织机 马上开足玛丽生产出来 胡亥道 嘻嘻 陛下 本小姐早安排生产了 现在已经生产出数百台了 只等陛下下令建纺织厂 黄月英道 好啊 她好了 以后帝国不会再缺布料了 百姓穿衣问题彻底解决 胡亥道 陛下 真妮姬是出来了 不过 缺乏大量原料 必须要让百姓多种芝麻 黄月英道 哈哈 胡亥兴奋笑起来 不用 朕马上让秦夫人进宫来一趟 让他派商队去草原上收购羊毛 另外 再让百姓种植棉花 等到棉花上市 原料有大把 足够纺织厂使用 胡亥道 下一刻 胡亥查看系统商城 搜索一下 看是否有棉花种子兑换 有啊 来人 胡亥道 陛下 什么事 清卫道 去把秦夫人叫进来 朕有事找他 胡亥道 遵旨 清卫道 陛下 月英 那个什么真妮姬 真的有那么好吗 上官瓦儿怀疑道 瓦儿 月英纺织机 绝对是一种跨世纪的产物 会推动帝国纺织业大发展 到时候 百姓身上衣服 不用自己纺织 花点小钱 就能购买回品质极佳的布匹 胡亥道 瓦儿姐 真妮姬纺织出的布匹 质量与传统布匹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黄月英道 说完后 黄月英走出去 抬进来一匹布 光滑 柔软 用手在上面抚摸 像是抚摸在丝绸上似的 感觉非常舒服 哇塞 好东西啊 五妹娘 上官瓦儿二人惊呼起来 纷纷抚摸黄月英 抬进来的布料 越看越喜欢 月英妹妹 给我鱼瓦儿多来几匹 五妹娘道 没问题 这种布本小姐那里 还有好多 黄月英道 月英妹妹 有其他颜色的吗 上官瓦儿道 黄月英摇摇头 胡亥微微一愣 硬染 对 应该发展硬染液 把布料染成各种颜色 那样一来 销售方面更容易 瓦儿 这个问题正来解决 这里有一份硬染方面的技术资料 可以用在布匹硬染上 胡亥道 把资料交到上官瓦儿手上 第220章 商业布局 胡亥陪着三名极品美人 在喝茶聊天 等候秦夫人到来 报告陛下 秦夫人来了 秦卫道 请秦夫人进来 胡亥道 陛下 我们三姐妹先走了 您接见秦夫人 我们待在这里不方便 五妹娘道 三名极品美人起身离开御书房 呀的 什么不方便 正是那种人吗 虽然说秦夫人是一名极品美女 还是极品中的精品 胡亥也不能乱来 等胡亥回过神来时 三名美人已经出了御书房 总不能又把他们三人叫进来吧 算了 没必要解释 也无法解释清楚 不做亏心事 不拒鬼敲门 臣妾见过陛下 秦夫人道 什么意思 貌似这个称呼不对啊 什么时候成镇的女人了 胡亥想多了 古代貌似见到皇帝 就是这种称呼 秦夫人 不用客气 请坐下说话 胡亥道 下一刻 胡亥看到了不该看到的美丽风景线 一下子眼神呆滞 不会动了 妈蛋 沟壑深不见底 容易让人遐想 太漂亮了 天生媚骨 随意一个眼神 能让男人疯狂 沦陷 加上极美的相貌 不知多少人为之倾倒 胡亥连忙移开眼神 秦夫人 请用茶 胡亥亲手倒了杯茶 推到对方面前桌子上 多谢陛下赐茶 秦夫人道 秦夫人 咱们熟人了 不用那么客气 什么刺不刺的 让朕觉得亏待你似的 胡亥微笑道 秦夫人翘脸一下子烟红起来 像个熟透的苹果 忍不住想咬上几口 陛下 叫臣妾来 不知有何事 秦夫人道 秦夫人 在这里朕要感谢你 这段时间 帝国收入有了极大的好转 这方面全是秦夫人的功劳 不论是帝国商业税收 还是产业收入方面 有了根本性提高 商业对于帝国来说非常重要 不仅能增加帝国税收 还能让产品流通 农 工 商 学 兵 对帝国来说缺一不可 他们同等重要 朕准备提升商业方面的机构 把商业司提升为商业部 是内阁旗下一个部 以后不再隶属于公部 直接化归那个领导 胡亥道 秦夫人听了 一脸震惊 一脸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自古以来 商人受世人歧视 总觉得商人是投机倒把 没创造什么价值 带来的是商人地位低下 不受人待见 多谢陛下 为我们商人这么明 秦夫人道 另外 朕会让敌人节 尽快起草一个律法 就是公平交易法 以后商品交易 必须要遵守交易法上规定 否则要承受律法惩处 在这里 一定要告诉商人 商家 一旦达成协议 双方必须遵守 帝国要建立一个重姓女 严格遵守契约精神的国度 严厉打击 不遵守契约精神 不重信誉的商人 胡亥道 陛下 有了律法 臣妾在运作 操作中会省好多事 有法可依 商人慢慢会习惯 秦夫人道 秦夫人 朕今天找你来 有一件事 要让你安排一下 胡亥道 陛下 有什么事 尽管交代 秦夫人道 秦夫人 是这样 朕想让你派人到大草原上去收购羊毛 羊皮 牛皮 药材等 胡亥道 秦夫人眉头微皱 陛下 草原上匈奴人 据臣妾所知 他们不会把羊毛留下来 一般是丢弃 另外 羊皮 牛皮 也不好操作 再说了 新鲜的羊皮 牛皮 无法铸藏长时间 等商人回到中原时 那些羊皮 牛皮全腐烂了 若是撒上食盐 是可以铸藏 问题是 拿回来没多少作用 单皮章处理不了 一点用处没有 秦夫人道 夫人 朕就是告诉你 让草原种族 现在主要是匈奴人 告诉他们羊毛可卖钱 他们肯定会留下 皮章可以撒上食盐粮干 我们会收购 不过 价格肯定要低 不能太高 拿回中原 朕有办法处理 最后变成皮质产品 胡亥道 惊讶 秦夫人惊讶万分 陛下 不是说笑吧 秦夫人道 夫人 朕怎么会在这种事上说笑 全是真的 不用质疑症的话 真有办法处理 胡亥道 刷 秦夫人脸又赤红起来 秦夫人 你看一下这布匹 产品质量如何 胡亥把一匹布 递到秦夫人面前 让她好好检查一下 秦夫人眼睛一亮 兴奋神色一览无余 原料是一样的 经过黄月音研发出来的纺织机 生产出来的布匹品质得到提升 陛下 这种布匹从什么地方来的 秦夫人道 这是黄月音弄出来的一种纺织机械 叫月音牌纺织机 此种布就是月音机生产出来的 不过 现在缺乏原料 加上纺织厂也未建起来 这是它是生产出的产品 胡亥道 陛下 这种月音牌纺织机 一定不能在市场上出售 技术绝对不能泄露 这么好的机械 只要帝国严格保密 会给帝国带来大量的钱财 缓解财政压力 秦夫人建议道 胡亥摇摇头 独家垄断不是胡亥追求的目标 上好的布匹一定要让普通百姓买得起 技术进步的目的是造福百姓 怎么能成为捞钱的工具 夫人 朕再次谢谢你 感谢你对帝国的忠心 朕也很激动 不过 帝国会修建一个纺织厂 生产出的产品 前期会高价出售 主要是赚有钱人 大家族 土豪猎身手里的钱 等到天下太平后 这种月音牌纺织机 还是要对外销售 只有这种机械大规模使用 才能让布匹价格降下来 百姓才购买得起 当然了 随后帝国会颁布一个法律 技术发明一定要受到保护 不能什么人都可仿造 那样对帝国技术进步不利 一定要让工匠充分发挥优势 发明更多的新技术出来 帝国发展才会越来越好 胡亥严肃道 秦夫人微微一愣 一下子 感觉眼前的年轻皇帝很有魅力 一心为百姓 不像传闻那样不堪 真是好色 贪婪 无能昏君吗 心中疑惑不解 毕竟对胡亥不太了解 上任后就很少见着 这是二人第二次见面 加上胡亥待在咸阳城中时间不多 喜欢到各地走访 了解民情 民生 秦夫人内心深处的春心动了下 第221章 管不住自己 秦夫人 产业园区旁边不是魏河吗 你带人去考察下 把魏河沿岸平整地段圈下来 咱们在那里修建一家纺织厂 愿因排纺织机 不需要人力驱动 全使用水利驱动 规模稍大一些 目前有百多台纺织机 若是可能 咱们在魏河上架起上千台月鹰排纺织机 到时候产量会很大 原料问题 大量需要百姓种植 这事 郑已经给五妹娘说了 内阁会安排 你只要抓好商业方面的操作即可 具体的是 你去找黄月鹰 他会与你说 胡亥道 秦夫人 还有件事 郑一直没告诉你 主要是担心你多疑 想想还是告诉你 这段时间 郑派了些人 在暗中保护你安全 并非是监视你 不要多疑 不过 郑建议 你身边明面上多几名保镖 从皇宫侍卫抽掉 他们全是女孩 待在你身边方便 暗中的护卫就不用撤了 继续让他们 暗中保护你安全 胡亥道 一下子 秦夫人眼眶有点湿润 感动无比 谢谢 多谢陛下的关怀 秦夫人道 秦夫人 不用 你们为朕干活 保护你们的安全 是朕必须尽的职责 胡亥道 报告 秦卫道 进来 胡亥道 陛下 吕智来见 秦卫道 胡亥由于片刻 不知对方来有何意 把吕智请进来吧 胡亥道 陛下 没事的话 臣妾先走了 秦夫人道 嗯 夫人 把这支红酒带回去 晚上没事的时候 可以少饮点 对身体有好处 胡亥道 多谢陛下 秦夫人道 不用谢 以后有什么事 可以来找朕 不要有什么顾虑 朕不是老虎 不会吃人的 胡亥道 陛下 臣妾记住了 秦夫人道 呀的 一回到咸阳 事情会如此之多 一天要见好多人 累啊 苦啊 臣妾见过陛下 吕智行李道 吕智来了 快坐下 先喝口茶 胡亥道 提取茶壶 亲自为吕智倒了杯茶 推到他面前桌子上 谢陛下 吕智道 呀的 美啊 美不胜收 那个屁股太大了 腰又像柳枝似的 盈盈一握 一下子把他那恶娜身材展现出来 这个女人太会打扮了 系统 眼前的女人真的带有天命 宿主 此女确实带有天命 不过是残缺不全的天命格 她的天命已经被人取走了一些 哦 取走了 不就是刘邦取走了吗 难怪刘邦累战累败 却越挫越勇 最后成就霸业 原来是身上有天命 天命这种东西 相信就有 不相信就无 拉回现实 眼睛也从吕智身上移开 吕智 今天找朕 不知有何事 胡亥道 妈大 有点顶不住啊 时影时现 隐隐约约 风景线不时走光一点 有意为之 臣妾来 是问一下 陛下是否愿意接见儒家大佬 他们儒家很想与帝国合作 吕智道 儒家 始皇帝对儒家没什么好感 一直重视兵家 法家 墨家 觉得儒家是玩嘴皮子 尽管儒家不受始皇帝重视 也没对儒家下死手 焚书坑儒的儒 不是真正的儒 只是几名术士 炼丹士 谁让徐福欺骗始皇帝 道什么仙道找仙药 纯粹是骗人鬼话 不会是孔甲那个老顽固吧 胡亥道 孔甲是儒家代表 也是孔子五世子孙 在儒家拥有极高的地位 影响力巨大 破 吕智一声娇笑 陛下 就是儒家大佬孔甲 他找到家父 说是想见一下陛下 吕智道 咚咚咚 胡亥在考虑 见就不见了 朕与他谈不在一起 见面反而会让彼此之间难看 不过 介意他拾去 让孔甲那老顽固 去帝国学校担任院长吧 只要他在学校 好好教书育人 就是对帝国最好的支持 事情做得好 朕不会忘记 他们儒家功劳 会给予奖励 胡亥道 嗯 陛下 臣妾知道了 会告诉孔大儒的 吕智道 吕智 马上要吃晚饭了 陪朕喝点酒 再回去吧 胡亥道 臣妾遵旨 吕智道 酒菜摆上 二人对面坐下 吕智 百家讲堂 最近有什么精英出现没有 胡亥道 陛下 来百家讲堂的 依然是个门派的弟子 大佬级人物 还是没出现 吕智道 呀的 傲娇啊 想想也是如此 有本事的人 确实挺傲娇的 诸葛都要让刘备三顾茅庐 吕上要周王到河边去请 说白了 就是摆架子 不过呢 胡亥身边不缺乏高材 只是缺乏大量官吏 陛下 臣妾敬名一杯 吕智道 碰 二支酒杯轻轻碰一下 酒杯中 红酒一下子干了 吕智 正感谢你 把百家讲堂打理得井井有条 为帝国引进了不少人才 胡亥道 陛下 是臣妾应做的事 吕智道 几杯酒下肚 吕智脑袋有点昏 身体有点飘 刚站起来 眼看要跌倒 胡亥连忙起身 一把搂上去 防止吕智跌倒在地下 力量用的稍大点 一下子吕智扑到怀中 不太真实 温香暖郁 关键是 胡亥手接触的地方不对 呀的 好像是主动投怀送抱 搞得胡亥不知所措 放下吧 他马上会倒下 扶着吧 胡亥真不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纠结呀 陛下 臣妾头昏昏沉沉的 怕是走不掉了 要不臣妾在陛下寝宫住一晚 吕智道 看着吕智那期盼的眼神 鲜艳的红唇 完美无缺的脸蛋 胡亥犹豫了 说不喜欢 那是骗人的鬼话 男人谁不爱美人 特别是熟透了的水蜜桃 太有吸引力了 呀的 难怪老曹喜欢人妾 人妾确实有魅力 算了 先把他扶进寝宫吧 至于会发生什么事 一切看天意 胡亥搀扶着吕智往寝宫 胡亥不知道的是 看上去醉生梦死的吕智 嘴角出现淡淡的音效 一种阴谋得逞 征伐 征战 太阳出来照着屁股 胡亥在吕智服饰下 洗漱好 穿好衣服 走出寝宫 事情已经发生了 胡亥还能说什么 谁让管不住自己 吕智 既然成了朕的女人 朕会好生待你 不过 你也不能干对不起朕的事 胡亥道 另一个未免 吕智可是给刘邦戴了无数顶绿帽子 这种事 一定要避免发生 嗯 吕智应了一声 第222章 张尔投降 唉 胡亥常叹一声 男追女阁坐山 女追男阁层指 去吧 挑选出精英出来 帝国目前非常缺乏郡 限二级的官吏 随着评判进行 官吏会越来越缺乏 胡亥道 嗯 陛下 臣妾走了 吕智道 有时间直接来找朕 晚上无聊时 也可以进来 这是一枚皇宫通行金牌 你拿着 记住 别弄丢了 一旦丢了 会非常麻烦 胡亥道 嗯 呀的 忍不住 胡亥又捏了几把 太TM的性感 吕智面带桃花 翘脸上韵味残留 不过 吕智看上去 比昨天貌似漂亮了不少 看来滋润才是美容计啊 再说 高顺 黄忠 黄忠 黄忠带着四万步骑 马不停提到了胡关 在胡关上 让手下士兵休息二天 出了胡关 一路对着赵帝城池 碾压过去 遇到城池 黄忠让人推出头十车出来 朝着城墙上轰上几轮 然后 派人去劝降 一个个城池上的官吏 看到秦军工程武器太强大 城墙承受不住 狂轰烂炸 无可奈何之下 打开城门 向秦军投降 有了一座城池投降 会有第二座 第三座城池 放下武器投降 像得瘟疫似的 会传染 一下子 赵帝的百姓 看到秦军不像宣传上讲的凶神恶煞 反而是驻扎在城外 不骚扰百姓 短时间内 秦军获得赵帝百姓认可 秦军所到之地 城池纷纷打开城门 欢迎秦军到来 各个县城官吏 也没有好的办法 援军如何抵挡 张儿子通知说是死守 可是不派兵马支援 不是拿他们的城池官吏当炮灰吗 谁也不是傻子 大事还是看得出来的 秦军势如破竹 收复一座座城池 叛军已经自身难保 在这种情况下 谁还会傻乎乎拼命啊 顺大刘 遵天命 在黄中出兵后 高顺也带六万大军出了淮县 朝着昭哥扑过去 一路横推各县城池 随军文官忙得不可开交 速度太快了 文官根本来不及考核就官吏 只能派出一些人辅助 让原来的官吏继续任职 昭哥呢 一个个坏消息传来 让张儿忧心忡忡 各地县城纷纷投降秦军 完全出乎意料 搞得张儿怀疑人生 最令张儿生气的是 刘邦翘无声息闪人离开了 还带着话归刘邦指挥的一万兵马 偷鸡不成十把米 张儿亏大了 把刘邦祖宗十八代狂喷无数遍 也平息不了心中怒意 刘邦这个王八蛋 张儿接到刘邦跑路后 心里愤怒无比 把厅中好多名贵家具砸碎 吓人一个不敢出声 跑得远远的生怕遭殃 刘邦呢 此时已经离开昭歌城 带着三万兵马朝南而逃 一路上依然采取不正当手段 对地方上城池进行敲诈勒索 不给直接打下城池 此时呢 张儿也没精力追杀刘邦 只好把气憋在肚子里 刘邦活得很潇洒 一路上慢腾腾的 到什么城池停下来掠夺一番 把城中钱财拉走 不理会官吏叫嚷 一路像鬼子进村似的 悲催啊 不仅是张儿悲催 与赵帝接壤地区的良帝 其帝同样悲催 也被刘邦掠夺过 一个月后 刘邦回到了小沛 项羽 范增听说刘邦又回来了 一下子又紧张起来 对这个刘邦 范增彻底无言 建议项羽将其斩杀 可是 项羽说是结败兄弟 不好得动手 羽儿 刘邦绝对不能留在小沛 一旦局势出现变化 刘邦会从后面捅刀子 范增道 其实项羽心中也明白 刘邦是什么人 只是限于结败一场 不方便出手而已 加上项羽刚愎自用 很少听进范增的话 亚父 要不把刘邦调到前线来 他手上不是有数万兵马吗 让他来当炮灰 项羽道 羽儿 据老父得到消息 刘邦不仅从张儿手中 骗到大量兵马 还一路上 在沿途征召了不少士兵 仅去一封书信 刘邦很可能不会听命 除非让五千铁骑出面威胁刘邦 才可能让他乖乖听话 服从命令行事 范增道 让龙且带着五千铁骑去请 刘邦胆胆敢不听命令 直接消灭 不给其机会 项羽道 羽儿 刘邦这次犯下逃兵重罪 还拐骗了不少士兵跟着 一定要治其罪 顺便把他手中兵马剥夺 不能让刘邦再掌控兵权 否则还会生出麻烦 范增道 项羽心中也在思考 刘邦确实是个不稳定因素 一定要在战前处理好 项羽点点头 再说张儿 急呀 气呀 想要开启血战 貌似手下士兵斗志不高 士兵没绝死之心 昭革城中是有二十万兵马 问题是战役全无 士气低落 如何对抗秦军 关键是 一年来通过锦衣卫在各地大量宣传 秦帝国各方真政策 好多百姓知道了 那些个政策 绝对是符合百姓利益 像什么税收帝国只收取百分之十 租赁他人土地时 最高租金不得超过百分之十 对百姓太有利了 特别那个 免费分配土地给百姓 以后不允许土地私人买卖 确保了土地不被大家族 土豪猎身 管缓之家侵占 好多百姓听到那些政策 心中欢喜无比 还有那个什么红薯 洋芋 玉米种植 能让产量大大提高 使原来作物的数倍高 一旦归为秦帝国管辖 那些政策会实施下来 张儿手下士兵 绝大部分是百姓家的子弟 明白秦帝国的政策 视为百姓好 在这种情况下 让士兵去抵挡秦军 嘿嘿 那不是断士兵家的生路吗 只有傻子才会与秦军拼命 等秦军拿下昭歌 百姓就会有好日子 张儿手上 可没有那么多的好处给百姓 也不会管百姓的死活 只想自己的前途 二项一比较 谁高谁低 一目了然 一支没有士气 战役的军队 如何对抗士气高昂 战役滔天的秦军士兵 唉 张儿常常叹了口气 知道失败是肯定的 抵抗只有死路一条 面对高顺 黄中二支大军的南北夹击 昭歌城中人心惶惶 抵抗意志薄弱 秦军杀到昭歌城下 数百辆投射车推出来 对着城墙摆好 开火 高顺一声令下 轰隆隆 漫天石块轰砸在城墙下 只有少数砸在城墙上 站在城墙上的张儿微松口气 下一刻 第二轮投射车又开火了 砰砰砰 无数大小不一的石块 全砸在城墙上 一些叛军士兵 遭到灭顶之灾 被砸成肉泥 啊 惨叫声响起 张儿被手下轻卫保护着 朝城墙下退走 不敢再站在城墙上 轰隆隆 秦军骑士只打了五轮 目的是吓唬一下张儿 让他识去点 开城门投降 一鸣举着白旗勤兵走上来 城墙上的张儿 叛军士兵听好了 我们将军不想大屠杀 咱们都是炎黄子孙 要团结合作 一致对外 大草原上的匈奴人 才是我们炎黄子孙的敌人 给你们一个时辰时间 再不知悔改 城破后绝不饶恕 好好考虑一下吧 秦冰道 一下子 城墙上的叛军士兵 纷纷议论起来 这如何对抗啊 秦军说的对 咱们的敌人是匈奴打子 大家是炎黄子孙 为什么要内讧呢 一致对外不好吗 老子不打了 哐了 一兵禀长枪 战刀丢在地上 士兵纷纷涌下城墙 再不理会上次叫嚷 站在街面上的张儿 无奈摇摇头 打开城门 投降吧 张儿道 第223章 韩信要进兵辽东 燕帝韩信中军大仗 快撤出使辽东韩广 已经回来了 到了出兵辽东 收复辽东一带地盘 韩信把快撤 周伯二人叫进大仗中 一起研究作战方案 快先生 说一下韩广情况 韩信道 韩帅 卑职出使辽东 确实见到了韩广 开始时 韩广挺高兴 热情接待卑职 不过二天后 情况发生变化 卑职求见韩广 连续几天都未见到 告诉卑职 韩广没时间 让卑职再等等 这一等就是十多天时间 卑职觉得 其中有问题 就在暗中调查 这一调查 让卑职真调查出新情况 原来韩广接待卑职次日 东部草原上 匈奴人来了 还有一些部落首领 这些外族蛮夷 受到了韩广热情接待 商量如何对抗秦军 得到消息 卑职不敢再停留辽东 悄无声息带着人离开 迂回几次 最终摆脱韩广追兵 不过 为了摆脱韩广追兵 卑职手下清兵 牺牲了数十人 快撤道 哼 周伯愤怒地冷哼一声 韩广这个狗贼 居然勾结草原上的匈奴人 他不知中原民族 与匈奴人是世仇吗 周伯道 韩信走到地图前 细细查看 韩帅 韩广与草原上匈奴人 外衣蛮族相互勾结 我军出征辽东 这战不好打呀 快撤道 快先生 我们现在有兵满十五万多人 其中琴棋高达八万棋 有什么好怕的 周伯道 周将军 韩广与匈奴人 外衣蛮族勾结 一下子 我军面临几个方向的进攻 虽然我军不惧怕 还是不能大意 要知道 陛下给我们的命令 不仅是收复辽东 还要把盘踞在东部地区的匈奴人 蛮衣人全部倾脚干净 要是他们不联合 咱们各个击破 完全没问题 一旦联合起来 对方在兵力上占据优势 要慎重考虑 不能蛮干 快撤道 呵呵 快先生 我军任务并非这些 陛下让我们务必把半岛全部拿下 汉江以北是收复 汉江以南一直没拿下 这次陛下 让我们一定要把汉江以南地区倾脚一番 把半岛拿入帝国管辖区 汉江以南多山 地势险峻 不好征法啊 虽然说 汉江以南地区没有成立国家 可是部落很多 有数十上百个 韩信道 汉江以南地区 说白了 就是后世的宇宙国 这次胡亥给韩信的命令 必须把汉江以南地区拿下 让宇宙国不复存在 关键是 陛下命令有点血腥 说半岛上的部落 东部地区的部落 男的抓捕进文明学校 不服者杀无赦 妇女全部抓捕回帝国 给百姓做老婆 韩信补充道 韩帅 这完全符合陛下一贯形式作风 陛下非常痛恨草原上的野蛮种族 周伯道 周将军 不一样 以前抓捕到伪匈奴人 抓捕进文明学校 一般只要服役五年即可释放 这次命令上说 半岛上的男人 一律不得释放 这也包括东部草原上的野蛮种族 到底什么原因 卑职也搞不清楚 韩信道 韩帅 曾经卑职与陛下闲聊 貌似对那个半岛的人很是仇视 不会是半岛上的人得罪过陛下吧 周伯道 哈哈 韩信 快撤二人笑了起来 周将军 陛下是一国之君 怎么可能凭爱好 喜欢行事 只能说 陛下看得比我们长远 其中必有不为人知的原因 但是 不管怎么说 为中原民族好 快撤道 韩帅 要不给陛下说一下局势 最好让高顺旗下四兵团增援过来 二个军团联合出征 我军伤亡会小好多 等辽东 东部拿下 再转身扑向旗地 解决三田问题 周伯道 韩信摇摇头 不行 平盘不能再拖了 百姓必须尽快解放 一旦抽掉高顺旗下大军 会打乱陛下整体布局 我们只能独自面对 既然陛下如此相信卑职 不能丢脸 让陛下失望 韩信道 韩帅 不好吧 快撤道 快先生 不要交接 想想卑职首次带兵出兵夜门关 一共只有四万兵马不到 面对莫独旗下二十多万匈奴铁机 还有九园 云中 朔方等地聚集的匈奴部落 加起来可有上百万人 在陛下建议下 咱们不是取得了辉煌战绩 难道你们二人忘记了 现在已经是九月底 马上冬天就来了 我们可趁机在冬天发动一系列攻势 歼灭盘踞在东部的匈奴人 其他草原种族 韩信道 对啊 卑职怎么把滑雪仪式忘记了 那可是大杀器 到时候 草原上的种族等死吧 周伯道 韩帅 周将军 雪天大军真能出动 快撤问道 没办法 快撤没经历过 心中持怀疑正常 这个时代 谁敢在雪天出战啊 哈哈 周伯大声笑起来 快先生 不仅是莫读二十万匈奴铁机 被我军歼灭 即说 上百万叛军也是在通关 雪天被秦军慢慢吞噬的 周伯道 我们还是要派出探马 为辽东 东部地区进行侦查 既然情况有变 侦查必不可少 韩信道 快撤 周伯二人点点头 报告 传令兵道 进来 韩信道 韩帅 大战外来了一名黑衣人 说有事要见韩帅 请问韩帅是否接见 传令兵道 哦 黑衣人 对方说是什么人了吗 韩信道 韩帅 黑衣人让我拿这块令牌交韩帅 说韩帅看到 由韩帅决定 传令兵道 韩信接过令牌 快有请 韩信惊呼道 遵命 传令兵道 韩帅 怎么 难道这块令牌很特殊 快撤道 快先生 这是陛下身边的神秘部队 一般不会来见 一旦来 肯定是有事 韩信道 什么 神秘部队 韩帅 不会是陛下身边的黑兵台吧 快撤道 快先生 听陛下说 那个黑兵台不受帝国 不受陛下掌控 这是一支陛下亲自筹建的 叫锦衣卫 隶属于甲羽大人指挥 其他人无法调动 韩信解释道 韩帅 黑兵台听说非常恐怖 一定要给陛下上书 既然不能掌控 务必倾脚 留下来后患无穷 快撤静言道 快先生 这是不用我们操心 陛下正在调查黑兵台的事 会处理好的 韩信道 一名黑衣人走进来 脸上遮蔽着黑布 只留下二只眼睛 见过韩帅 这是我们收到的情报 对韩帅应该有点作用 黑衣人道 韩信接过来 迅速查看 谢谢 韩信道 韩帅 不用谢 只要对韩帅有用即可 卑职走了 黑衣人说完 马上离开 也不与周伯 快撤二人打招呼 感觉很拽 很傲 好了 锦衣卫送来东部情报 对我军来讲太好了 不用再派探马 去调查 明天出征 韩信道 第224章 首战告捷 韩信大军出征了 15万韩军从燕地出发 气势汹汹 杀向辽东地区 周伯带着两万擎 骑在前方 作为前锋必须缝合搭桥 玉山开路 确保中军行军不受影响 秦军光明正大 出击辽东地区 不可能掩盖行踪 再说了 也没必要隐秘 秦军正愁找不到韩广主力 要是韩广敢聚集起来 与秦军做决战 秦军绝对欢迎 一路上 探马送来各种情报 韩信收到各种情报 嘴角微微一笑 想与外衣蛮族联合起来 在决战时 从身后给秦军来一下 想得真美 那些掩盖行踪的草原铁骑 如何能逃出探马的侦查 告诉周伯将军 让他前锋军压一下速度 给韩广 外衣蛮族聚集时间 韩信道 遵命 传令兵道 韩广中军大仗 报告大王 韩信大军杀来了 传令兵道 韩信有多少兵马 韩信道 大王 韩军倾槽而出 十五万兵马全拉出来 赴向我军聚集地杀来 传令兵道 前锋军是谁 韩广道 报告大王 据调查是周伯将军 原来是刘邦旗下将军 后来被秦军俘虏 传令兵道 周伯 韩广知道 曾经与周伯一起共事过 一年多时间 相识的人各奔东西 一军岌岌可危 局势越发危险 事事弄人啊 派兵马去到周伯一下 杀杀秦军威风 记住 最好是利用晚上时间偷袭 韩广道 大王 我军不擅长夜晚偷袭 还是途中埋伏较好 那样伤亡不会太大 传令兵道 哼 韩广冷哼一声 秦军能夜战 我们一军为什么不能夜战 纯粹是将军们说出来骗人的鬼话 韩广呵斥道 遵命 传令兵吓得不轻 匈奴人到了什么地方 还有半岛 东面部落的兵马在什么地方 让他们赶快来聚集 韩广道 报告大王 十万匈奴铁骑已经就位 隐藏在山中 东面 半岛上的兵马 二天后到达 传令兵道 大王 有件事 不知能不能说 传令兵道 什么事 韩广道 大王 东面 半岛上来的兵马 对我辽东地区的百姓 烧杀别抢奸营 什么坏事干净 比土匪还凶 见到妇女就抢 看到钱财就夺 我们军兵不敢管 传令兵小心翼翼道 告诉地方上官吏 让他们忍一下 等击败韩兴大军后 咱们再给补偿 韩广道 传令兵听了翻白眼 自古以来 中原民族与草原上 野蛮种族是世仇 可是大王居然与之联合 那是以虎为谋 可是呢 自己一个小兵 能有什么办法 唉 小兵暗叹一声 在韩广命令下 辽东军出动了 五万辽东部军 埋伏在徐乌山半山腰 将军并未听从韩广命令偷袭 大家知道 韩广不懂兵法 纯粹一个白痴 这个地方是秦军必经之路 要是成功的话 确实能打秦军一个措手不及 不过 辽军忘记了秦军统帅是谁 那是鼎鼎大名的名将韩兴 怎么可能放下如此低级的错误 遗憾的是 此时韩兴名声还不想 未成为世人认可的名将 与蒙田 穆桂英二人有些差距 不论是蒙田 还是穆桂英 二人带领秦军 军打出了一系列令人信服的战绩 当然了 韩兴在燕门关 还是打出了名锤千古的战绩 要知道 那是对战草原匈奴铁骑 以少胜多的战绩 只是这战绩还未广为流传 百姓还不是很清楚 只有个诸侯明白其意义 没有办法 胡亥齐下 能打的将军太多了 再说周伯大军 收到韩兴命令 马上降低行军速度 与中军保持武势力的距离 周伯带着二万秦骑到了徐乌山 想起韩兴叮嘱 说此地险郡 老不好会有埋伏 停 周伯下令让大军停下来 派出探马对徐乌山进行侦查 小心能使万年船 自从跟了韩信 周伯学到不少带兵作战方面经验 平时没少受教 你们去徐乌山脚 射出火箭 若是有埋伏 龙烟一贯 肯定冒出头 周伯道 将军 不怕引起山林大火吗 传令兵道 呵呵 放心吧 山林中潮湿 不会引起森林大火 你们大胆射火箭 周伯道 遵命 下一刻 百多名琴棋朝着徐乌山脚奔跑过去 到了山脚下 纷纷张弓搭箭 朝着丛林中射出一轮轮火箭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琴棋朝着徐乌山脚下 射出无数火箭 一下子 徐乌山脚下 很多地方冒起浓烟 森林中太潮湿 片刻时间 整个徐乌山浓烟滚滚 把徐乌山全部笼罩 可可害 埋伏在半山腰的辽东军士兵 实在受不了浓烟 纷纷咳嗽起来 不论辽东军指挥官如何叫嚷 士兵全听不进去 有的辽东军士兵 实在承受不住浓烟 丢下手中兵器 往山脚下撒腿就跑 一下子 辽东军行踪暴露无遗 周将军 山中真有敌军埋伏 全跑出来了 秦卫道 兄弟们 上马 把这些贵儿子消灭 谁让他们与匈奴人相互勾结 他们是中原罪人 杀无赦 周伯道 搜 周伯一步跳上马背 手中提着战刀 带着二腕擎骑 朝着跑下山的辽东军 扑杀上去 轰隆隆 大地震动 万马奔腾 被催了 辽东军士兵彻底被催 刚刚跑下山 逃出火海 浓烟区 突然看到数不胜数擎军 挥舞着战刀扑杀上来 抵抗 拉倒吧 步兵对抗骑兵 那是拿鸡蛋撞石头 一点胜算没有 想要逃走 二条腿跑得过四条腿吗 想要活命 只有一条路可走 向秦军投降 接下来一幕 令奔杀而来的秦骑兵无言了 一名名辽东军士兵 乖巧跪下 等待秦军接收 一场埋伏 演化为接收俘虏的大胜利 秦军士兵一刀未落下 辽东军也没有办法 加上辽东军士兵 都是出身贫苦百姓 在锦衣卫宣传下 他们也清楚 帝国颁布了好多利民好政策 只要地盘被秦军收复 百姓会享受好政策 几个方面情况累加起来 造成辽东军大投降 秦军呢 斩获五万辽东俘虏 对于秦军来说 绝对是利好消息 韩信中军 什么 不费一兵一族周伯 抓捕了五万俘虏 韩信连忙查看起来 哦 原来是这样 韩广士偷击不成十把米啊 告诉周伯将军 让他等待中军到达 再派人压介俘虏回燕地 韩信道 遵命 传令兵道 第225章 血战 燕帝与辽东接壤地区 韩信大军与辽东联军对峙起来 正面战场上辽东联军高达三十多万步骑 还不算隐藏暗中十万匈奴铁骑 隐藏在暗中匈奴铁骑 才是韩信要注意的 为此 韩信让五百张擎弩摆在前方 擎弩前面是盾牌兵 长枪兵 二侧是擎骑 身后韩信特意留下二万工兵 一万长枪兵 准备用来阻击匈奴铁骑偷袭 对付骑兵 一是骑兵 双方对碰 二是工兵 用工兵射杀 为了对付匈奴铁骑 五百重骑也留下来 加上二万轻骑兵辅助 完全有能力击败 正面战场动用十万步骑 不过呢 在兵力方面 秦军与辽东联军无法比 只能发挥士兵勇猛 武器装备对抗 辽东中军 大王 秦军摆出一个防守战阵 等待咱们去攻打 我们要出击吗 一名将军道 大军聚集在这里 怎么可能不打 我们要趁此机会 联合匈奴人 半岛人 一族击败韩信 一旦有军闪人 凭咱们辽东军 打得过秦军吗 韩广道 既然秦军摆出防守战阵 咱们发动波浪式进攻 击碎秦军战阵 一举击退秦军 出战马 韩广道 遵命 祈雨兵马尚打出祈雨 让辽东军主动出击 一万辽东步兵排着整齐有序的步伐 朝着秦军战阵缓缓压上来 前面是盾排兵 后面跟随着弓兵 长枪兵排在最后 气势汹汹扑杀而来 秦军中军大仗 韩信看到辽东进攻了 命令告诉秦努兵 一旦辽东军进入有效射程 立刻开火 采取三段式射击 韩信道 遵命 传令兵道 下一刻 祈雨兵迅速挥动旗子 把命令传达下去 八百步 六百步 五百步 开火 秦努三段式射击 现场指挥官下令道 搜搜搜 早准备好的秦努 得到命令 第一时间扣动扳机 上千只弩剑 朝着辽东军闪电般扑杀过去 太快了 辽东军才看到 天空中数不胜数的弩剑雨 还不等做出动作 弩剑已经杀到面前 砰砰砰 一面面盾排碎掉 弩剑去势不减 朝着盾排后面的士兵扑杀过去 扑扑扑 啊 惨叫声响起 一名名辽东军士兵身体上出现一个个血动 强劲的弩剑贯穿辽东军士兵 依然朝着后面狠狠扑过去 砰砰砰 辽东军第二排盾排兵 手中好多盾排又碎掉了 有的盾排碎掉 弩剑依然扎进士兵身体上 有的力量消失于尽 弩剑停下来 不过呢 这只是秦军第一轮弩剑 还没等辽东军回过神来 第二轮弩剑与扑来了 扑扑扑 又是一波辽东军士兵倒下 说白了 韩信就是用弩剑消耗辽东军士兵生命 在这种情况下 辽东军没有选择 只能跟着秦军走 秦军弩兵一轮又一轮的射击 无数辽东兵惨死在冲锋路上 就是无法杀到秦军阵前 一万步兵没多长时间消耗掉 韩广又派出五万步兵跟进 想要一举击破秦军防线 不过那是做梦而已 秦军战争有那么好突破的吗 大王 正面进攻太困难 必须派出兵马从二侧进攻 牵扯住秦军正面进攻才顺畅 一名将军静言道 韩广觉得说得对 马上去与半岛 东部蛮族铁骑商量 让他们出动铁骑牵制 开始时 半岛 蛮族不愿意过早出动铁骑 想让辽东军多消耗一下秦军 不过呢 看到秦军中路 那个弩箭威力生猛 辽东军打不开局面 为了大局 只好同意出兵 轰隆隆 秦军二侧各出现一万铁骑 朝着二侧杀奔而来 命令 让二侧攻兵在对方骑兵 进入有效射程内 立刻开火 盾牌兵 长枪兵准备好 一旦有漏网之鱼 给予击杀 确保战阵完美无缺 韩信下令道 遵命 一名传令兵道 齐令兵迅速打出齐宇 通知弓兵 盾牌兵 长枪兵 做好战斗准备 这种大战 韩信身边传令兵会有好多名 担心齐宇兵打出齐宇没看到 传令兵不论是否传达到 都要跑去传达命令 这是确保命令能第一时间传达下去 韩信号称兵先 也就是兵神 再多的士兵也能指挥 而且很少出现失误 可想而知 韩信有多么牛逼 好多指挥官 一旦兵力过多感觉无法掌控 传奇级名将不一样 韩信用兵多多于善 无论有多少兵马 在韩信手中一切有条不紊进行 如同下围骑士的 八百步 六百步 三百步 一百五十步 开火 三段式射击 二侧现场指挥官 马上下达射击命令 勤军二侧各部下六千工兵 听到命令迅速射出一箭 搜搜搜 勤军工兵有效射程是一百二十步 一百五十步距离正合适 刚好射出的剑雨能命中骑兵 一下子 勤军二侧阵地前方 空中遮天蔽日的剑雨 纷纷落在骑兵战阵中 扑扑扑 数百名骑兵倒下 有的骑兵重剑并未死尽 只是掉落马背 不过 被后面战马 瞬间踩成肉泥 满足铁骑冲锋战阵 停顿片刻 后面战马撞在前面倒地的战马尸体上 一下子 整个战场上人仰马翻 混乱之急 啊 嚎叫声响起 嗖嗖嗖 三段式射击 能让剑雨不停顿 天空中随时有剑雨飞奔 战马受伤 无人战马受惊 四处乱窜 把满足铁骑战阵撞得支离破碎 在这种时候 骑士无法驾驭战马 一个个满足人倒下马背 这个时候 马背上啥也没有 什么马鞍 马灯全都没出现 只有擎军中拥有 不过外衣满足还会对上擎骑兵 不清楚情况 嗖嗖嗖 弓兵不停射击 阻击满足铁骑杀到阵前 不过呢 毕竟对方是骑兵 靠弓兵不可能全射死 还是有好多铁骑杀到擎军战阵前 举枪 评刺 命令下达 各枪兵毫不犹豫刺出一枪 破 好不容易杀到擎军战阵前 却遭到擎长枪兵 一个个刺杀落下马背 当然 秦军盾牌兵战线也碎掉好多 可是呢 在枪兵支持下 后面盾牌兵看到战阵崩溃 迅速上前 与其他盾牌兵重新组成战阵 受伤士兵会有人抬下战场 盾牌兵受损严重 不过 在寒性承受范围 秦军战阵依然保持完好无损 评刺 收枪 一次次的刺杀 留下一具具尸体 半个时辰 秦军战阵二侧出击的满足铁骑 消耗光了 此时 双方打出火 看到一万铁骑没了 满足马上又派出一万铁骑出击 朝着秦军战阵杀来 第226章 是死不退 中路正面战场 五万辽东军队形分散开来 朝着秦军阵前扑杀上来 一下子 令秦弩命重率大大下降 通知下面盾牌兵 枪兵 做好出手准备 一旦辽东军扑上来 马上给予击杀 韩信道 遵命 传令兵道 嗖嗖嗖 五百张擒弩 分成三个波刺 依然不停朝着辽东军射击 砰砰砰 辽东军士兵手中盾牌一面面破碎 盾牌后面士兵纷纷重剑 啊 战场惨叫声 盾牌碎裂声 弩剑怒吼声 求救声 声音声 马笑声 响成一片 混合起来 形成战场乐曲 美妙动听 扑扑扑 一个个血动出现 辽东军尽管分散队形 可是一波弩剑雨落下 还是有数十 上百名士兵重剑 经过千辛万苦 辽东军步兵 杀到秦军战阵前 枪兵齐力 挟刺 收枪 刚刚杀到战阵前的辽东军士兵 纷纷中招 身上留下一个个血动 尽管辽东军士兵手持盾牌 不过 秦军枪兵挟刺 瞬间把对方手中盾牌刺天 露出空档 旁边枪兵刺杀 马上命中身侧 凶侧 充分发挥排枪的作用 刺杀效果大大提升 扑扑扑 再次 收枪 秦军枪兵严格按照命令出枪 收枪 不论是否刺杀到敌人 秦军毫不犹豫出枪 吭枪 盾牌兵与辽东兵撞击 阻挡对方前进 为枪兵争取出手机会 正面战场上 双方交织在一起 杀得不可开交 秦军二侧战场 蚂蚁种族出动二万铁击 一下子让秦军感觉压力山大 工兵 三段式射箭 对方铁击进入有效射程 现场军官正下令 雨点般利剑飞向空中 落入铁击战阵中 一鸣鸣骑士倒下 又被铜袍战马践踏 一堆肉泥 不过呢 不论是辽东军还是蚂蚁种族 他们真心很勇敢 明知冲上来会死 依然勇猛杀上来 精神可嘉 韩帅 步兵压力山大 要不让卑职带琴棋冲杀一阵 周伯道 不 你待在后面好生等待 要防止匈奴铁骑 从后面偷袭 这次 咱们不仅是击败辽东军 还要把草原上的铁骑一锅端了 不能让其退走 韩信道 韩帅 仗打成这样 那个匈奴铁骑为什么不见 不会看到咱们勤军勇猛 不敢出战吧 周伯道 好了 周将军回归吧 不用担心 匈奴铁骑一定会出动 他们再等 再等一个机会 韩信道 周伯气哼哼离开 看着铜袍血拼 自己在一旁当观众 这种感觉非常不习惯 辽东中军 大王 攻击强度还不够 我们必须给秦军强大压力 把秦军骑兵调出来 那样 匈奴铁骑才有机会出击 一名谋士建议道 韩广心中气啊 一个时辰多时间 旗下挂掉五万多人 辽东军一共才二十万兵马 半岛 东部蛮族伤亡如何 韩广道 大王 那些一族狡猾如虎 没拿出全力进攻 一次最多投入一万骑兵 效果不大 谋士道 呀的 这些鸟人 那里是来联合作战 倒像是来烧杀掠抢奸营 抢劫钱财 抢劫钱财时勇猛无比 真正决战时 缩手缩脚 韩广孤嘟道 大王 那些野蛮种族不可信 打铁靠本身 咱们与草原人联合 无疑是以虎为谋 谋士道 唉 韩广长 长叹口气 现在已经没办法了 只能一条路走到黑 秦军不会再同意咱们投降 韩广道 大王 其实还有个办法 辽东军可以反杀一族 为自己投降铺垫一下 这样一来 秦军肯定会同意投诚 毕竟 草原民族是中原人的世仇 秦军不会视而不见 谋士建议道 说起来 韩广与草原种族联合 手下很多人均不赞成 却左右不了韩广 流着同样的血 一致对外 是中原人的共识 韩广反其道而行之 就算胜利了 也会受到世人诟病 韩广微微一愣 战局不利 一下子让韩广突见云开 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世人也不会再辱骂自己 名声也能保住 有什么计谋吗 韩广道 大王 悲直觉得 秦军在钓鱼 秦军不仅想留下辽东军 还要把草原上匈奴人 东部野蛮人 半岛人一起留下来 并给予一一歼灭 这才是秦军的作战意图 既然如此 咱们必须配合秦军作战 让东部满足铁骑 半岛人 还有暗中偷袭的匈奴铁骑 全暴露出来 等到他们全出动了 大王马上下令 让旗下士兵调转枪口 迎战草原种族 那样 不仅秦军会大胜 大王旗下 士兵战役也会飙升 毕竟 对战草原人 士兵会很兴奋 谋士道 如何与秦军搭上线呢 韩广道 大王 现在这种情况 无法与秦军联系 再说了 秦军也不会相信 只能用行动告诉秦军 谋士道 韩广心中郁闷 总觉得那里不对 不是很靠谱 先看看吧 要是匈奴铁骑出洞 毅然击败不了秦军 咱们再考虑反水 韩广道 谋士心中狠狠鄙视 无耻 还想捡便宜 以为秦军是傻子 不当激励盾 居然还想看看 哎 暗叹一声 再也不说话 战场中 不论是中路 还是秦军二侧战场 敌对双方都打出火花 一方拼命进攻 秦军极力 最困难是秦军二侧的弓兵 士兵已经拉了三十多次弓 差不多到了身体极限 阵前方堆积起大量尸体 进攻一方尽管是战马 依然不方便出动 杀到尸体前 速度马上下降 骑兵一旦没有速度 不如步兵 这是常识 傻子都明白 告诉二侧弓兵 马上原地休息 吃点食物 补充体力 等会再射击 韩信道 遵命 传令兵兵道 弓兵接到命令 一个个马上坐在地上 迅速掏出主书的羊肉 啃了起来 战场交给盾牌兵 枪兵 评刺 收枪 轰隆隆 草原种族铁骑 虽然没速度 依然源源不断扑上来 撞到盾牌上 一枚眉盾牌裂开 评刺 收枪 幸好有枪兵 一排排枪兵不停刺杀 留下一条条生命 刺出十枪后 后排枪兵迅速上前 战阵不乱 依然是枪兵 不过呢 战斗力不一样 是新生力量 评刺 收枪 一匹匹战马倒在血泊中 一名名草原人跌下马背 成为枪兵枪下轨 战斗非常惨烈 双方互不相让 都想把对方杀死 这就是种族间战争 不死不休 第227章 韩广想投诚 一天战斗结束了 秦军斩杀辽东军近七万人 半岛 东部蛮族铁集三万七左右 秦军伤亡两千多人 战果不错 关键是 秦军有擎武 攻兵 令辽东军 蛮族骑兵 步兵发挥不出优势 韩信安排好兵营值班 回到中军大仗中 报告韩帅 辽东韩广派人来求见 传令兵道 韩信微微一愣 这么晚了 还派人来做什么 难道想投诚 早干嘛去了 把快撤 周伯二人叫来 再把辽东来人领进来 咱们听一下对方说什么 韩信道 遵命 传令兵道 快撤 周伯二人来了 韩帅 这么晚了 有什么事吗 快撤道 辽东韩广派人来 本帅把你们叫来 一起听下 韩广派来的人 到底想说什么 韩信道 这个时候了 韩广还派人来 到底什么意思 周伯道 若是猜测不出错 韩广看到今天战局不利 想重新与韩帅商量投诚一事 快撤道 怎么可能 现在东部草原野蛮种族 半岛 匈奴人兵马聚集在一起 现在才想起来投降 不觉得晚了吗 就算韩广想投降 那些宜蛮族如何办 周伯道 周将军 咱们先听一下韩广来人如何说 然后再考虑怎么应对 不要急吗 韩信道 来人 把韩广派来的人叫进来 韩信道 不大一会儿 一名年轻世子走进来 见过周伟将军 我叫韩风 是韩广身边的人 专门来与周伟将军商谈投诚一事 韩风道 请入座吧 韩信道 韩风 你们不觉得晚了吗 开战前 我到了辽东 劝你们分清行事 投降是最佳选择 可是 你们是怎样处理的 派出大量辽兵追杀我 要不是护卫拼命 老夫这条命都挂掉了 现在二军已经开战 双方死伤惨重 还谈什么投诚 快撤道 哎 韩风长叹一声 快先生 这个情况 是韩王一时被外移蛮族的人 蒙蔽了双眼 做出了不明智选择 看到秦军之强大 完全出乎韩王意料 这才让我重新来谈 投诚一事 韩风道 要知道 韩广勾结匈奴人 半岛人 东部蛮夷人 这些人历来是中原民族势敌 今天一开战 天下人全看清楚韩广嘴脸 一定会受天下人诟病 现在才想起来挽救名声 太晚了 战报我们已经送出去 不用几天 百家讲堂会刊登出来 快撤道 啊 什么 韩风惊呼一声 另外 我们如何知道你们真心投降 不会是想稳住我们 想打一个措手不及吧 快撤质问道 我知道 现在很难说服诸位 毕竟 战事进行中 稍不留意会陷入困境 我们不用你们改变什么 等到把匈奴铁 骑调动出来 让东部蛮族 半岛人出击时 我们辽东军会 立刻转身杀向蛮夷人 我们联合起来 打蛮人 一个措手不及 彻底见面 我们只需要战事结束后 秦军接受韩王投诚 不要把我们当成俘虏看待 韩风道 快撤心终点点头 韩风是吧 这是本帅做不了主 毕竟 韩广已经拒绝了秦军相劝 战事也展开 本帅只能把情况详细向陛下叙说 至于韩广的处置 由陛下决断 当然了 韩广想喜涮罪责 必须在决战中拿出效果出来 不是靠嘴巴说 韩信道 韩帅 真不能让韩王享受投诚待遇 这是韩王的底线 只要你们答应 我们辽东军会 配合秦军 歼灭匈奴铁骑 东部蛮蚁铁骑 半岛上兵马 韩风争取道 韩信摇摇头 韩风 这个很难 一天激战下来 我军死伤两千多人 本来可以避免 可是 韩广顽固不化 联合匈奴人 东部草原种族 半岛人 对抗秦军 这一城市时 韩信道 此时秦军占优 有底气 不惧怕遥东军 对秦军而言 胜利是肯定的 只是牺牲多少士兵而已 韩风一看根本谈不拢 秦军不愿意妥协 最后 韩风只能妥协 与韩信达成口头协议 战事继续进行 到时候看韩广表现 这是韩风争取的 最好条件 毕竟 韩广手上 没什么筹码 不可能让秦军妥协 韩风走了 韩广听到韩风报告 商谈结果 心中非常气愤 连续砸了好多碗筷 三脚顶 一盘好棋 被韩广下成烂棋 贪念惹的祸 贪婪是原罪 在这种情况下 韩广只好捏着鼻子接受 希望在战斗中 让辽东军体现出价值 价值是看辽东军 消灭多少草原 上外遗满族人 次日 战事继续 数十万人的大决战 不可能短时间结束 首先还是由辽东部兵出击 秦军严阵以待 区别在于 秦军二侧出现 东部草原满族铁骑 对于这种情况 秦军早安排好 中路战场 辽东兵并不知道 自己王爷与秦军达成协议 依然朝着秦军扑杀上来 辽东军进入秦军有效射程时 秦军基层军官马上下令 射击 五百张秦军 分成三个波刺 轮流着朝奔跑来的辽东军开火 一支支弩箭闪电射出 撞碎盾牌 贯穿辽东军士兵身体 留下一个个血洞 韩信看着一名名辽东军倒下 心里很不舒服 原本可以避免的死伤 因为韩广贪念 士兵成了炮灰 全是中原民族的子弟啊 可惜了 轰隆隆 秦军战阵二侧 各有一万铁技扑杀上来 蛮蚁种族也学聪明了 不再采取 逆急冲锋战阵 用分散队形扑向秦军战阵 经过昨天实战 秦军盾牌兵 枪兵 工兵越发熟练 辩证更迅速 工兵学会如何保存体力 射击 工兵开火了 漫天剑雨射出 天空黑压压一片 朝着奔跑杀来的铁器撞上去 扑扑扑 效果不是太好 蛮族人采取疏松队形 秦工兵威力极大下降 不过呢 昨晚上 韩兴派士兵到激战之地 挖掘了好多线马坑 坑不大 只够一个马蹄踩进去 砰砰砰 奔跑中马匹跌倒了 马背上蛮族人 一点准备没有 纷纷跌下来 又遭到后面战马践踏 片刻时间 跌下马背的野蛮人 成为肉泥 战场上出现碰碰车 无数战马撞在一起 骑兵队形 一下子崩溃 无人战马到处乱窜 后方野蛮人震惊无比 发生什么事了 一个个万夫长 千夫长莫名其妙 心中迷惑不解 陷马坑 只是秦军布下的一个陷阱 进入秦军战阵一百米范围内 地面上洒满了许多三角钉 对战马来说 绝对是致命伤 半个时辰过去了 草原蛮族人损失数千几 连秦军镇前都撞不进去 野蛮人迷茫了 只好吹响撤退号角 第228章 纺织业起步 咸阳御书房 胡亥与五妹娘 在商量地方官员一事 陛下 我们收复旧地 速度太快了 随军文官根本来不及 对原有官吏进行考核 只好让那些官吏 暂时主持工作 五妹娘道 妹娘 这些事 你们拿主意 不要什么事都问朕 朕也没更好的办法解决 胡亥道 陛下 您就是一个甩手掌柜 什么事也不过问 不怕我们乱来 闹出问题 五妹娘道 胡亥一把将五妹娘 拉到怀中 妹娘 你们会吗 对于你们 朕非常放心 再说了 这江山也是你们的 胡亥调笑道 西西 难怪世人皆传闻 你是昏君 不仅昏 还坏得要命 搞得人家心愿一马 五妹娘道 妹娘 朕这段时间 不断与你们双修 貌似修为 晋升很快 才几个月时间 修为达到战宗七阶 这种速度 说出来会惊掉一地的下巴 胡亥道 陛下 我们也感觉进步 不过 只是修为被封印 看不出来而已 五妹娘道 陛下 对了 由于秦军收复故地太快 刚刚收复下来的地方 我们村籍组织机构 一下子之后 跟不上秦军步伐 好多地区村籍组织机构 也停下来了 五妹娘道 唉 胡亥常常叹口气 这是没办法的事 叛乱必须尽快搞定 不能再拖延 一旦草原上莫独完成草原统一 秦帝国与匈奴莫独之间的决战 避免不了 必须趁此机会 把各地叛乱分子歼灭 等到与莫独决战时 秦军能一心一意对抗 不会有内战分心 妹娘 秦军收复失地步伐不能停下来 要一鼓作气消灭叛军 至于各地官吏 村籍组织机构 只能暂缓一下 等到天下平定 你们再慢慢解决 胡亥道 陛下一旦天下太平 村籍组织机构的事 操作起来阻力非常大 毕竟 抢了那些有钱人大家族 土豪猎身 官宦之家碗里的肉 搞不好又会出叛乱 五妹娘道 胡亥心里非常清楚 趁平乱之机 一旦有人反对 秦冰可以肆意斩杀 那些跳出来的大家族 土豪猎身 一旦天下太平 秦军就不能无所顾忌 要考虑影响问题 头大啊 妹娘 拿出你的沙发果断出来 不要有什么好担心的 这些大家族 土豪猎身 官宦之家 必须要解决 他们是国家的独流 寄生虫 只会考虑自家利益 不会为帝国发展考虑 咱们呢 目标是大力发展经济 提高百姓生活水平 推进文明进程 让帝国复兴 崛起 真正达到国强名副 胡亥道 谢谢 陛下 臣妾怕给您添麻烦 添乱 一旦众多大家族 官宦 土豪猎身联合起来 给您上奏折 谈和臣妾时 陛下如何处理 那些人的势力 影响力 实力 非常巨大 全是各地 原来的皇室一役 陛下到时也会头痛 哈哈 胡亥大手又摸了几下 妹娘放心吧 就算全天下人都反对朕 朕也会护着你 护着身边的人 你们是朕心中真正的嫡系 不是其他人能比的 军方有穆桂英 吕灵起 孙尚湘 于姬 高顺 黄忠 张献 周瑜 霍继病 文官有妹娘 上官瓦 贾许 贾许 敌人杰 扁鹊 黄月鹰 这些人才是朕真正的嫡系心腹 左膀右臂 有你们这些人掌控军权 正武 监察天下 朕不怕有心人跳出来闹事 胡亥道 细细 有陛下这话 臣妾就放心了 五妹娘道 妹娘 放心大胆干 不要有什么顾虑 出问题 朕为你撑腰 还怕什么 胡亥道 细细 遵旨 五妹娘道 二个时辰后 五妹娘面带桃花 一脸喜悦走出御书房 报告 秦卫道 什么事 胡亥道 陛下 秦夫人来了 是否接见 秦卫道 秦夫人 听说秦夫人来了 胡亥眼神中出现一样光芒 刚刚的疲倦一扫而空 精神抖擞 有请秦夫人进来 胡亥道 遵命 秦卫道 臣妾见过陛下 秦夫人弯腰行李道 妈蛋 隐隐约约一道沟壑显现出来 风景太美了 秦夫人 请入座 胡亥收回心思道 谢谢陛下 秦夫人道 秦夫人 那些小衣服穿在身上 感觉如何 是不是比原来抹胸舒服好多 胡亥道 刷 秦夫人撬脸一下子烟红起来 脸蛋发烫 羞得无地自容 要是地下有洞 会立刻钻进去 胡亥太无耻了 送就送吧 说出来干嘛 不是让人难堪吗 谢陛下 那个东西很好 臣妾非常喜欢 秦夫人小声孤独道 呵呵 只要夫人喜欢就好 等过后 朕再为夫人搞几套衣服 到时候 夫人一定会喜欢 胡亥道 呀的 胡亥很卑鄙 又聊人家 陛下 今天臣妾来 是告诉您 纺织厂已经筹建好了 目前有月鹰排纺织机 二百多台 等工房生产出来 会慢慢增加 想请陛下去检查一下 秦夫人道 哦 胡亥稍微思考下 就同意了 天天待在宫中 胡亥也烦了 出去走走也好 算是散心 听说胡亥要出去 孙上香马上带上红粉兵团跟上 一下子 胡亥身边护卫达到两千人 胡亥邀请秦夫人 一起坐车架前往 胡亥这辆四轮马车是特制的 防御能力非常强大 弓箭根本射不穿 胡亥一出城 好多人行动起来 各种信息送出城 特别是草原上派出的杀手 上次没机会出手 这次是机会 不能错过 迅速出城 调动人手 准备袭击胡亥 力争一击必杀 这一切胡亥均不知道 马车里 只有胡亥与秦夫人 气氛一下子暧昧起来 突然 马车颠簸起来 秦夫人没有留意 身体一下子扑过来 正巧进入胡亥怀中 胡亥首付在不该的地方 看着怀中美人 胡亥心愿一马 很想亲一口 不过 那种冲动被胡亥强压下去 秦夫人 小心点 嗯 一个时辰后 到了目的地位河边上 胡亥 秦夫人二人下马车 月入眼眶的是无数的水车 月鹰机 一排排沿河摆放好 看上去很壮观 胡亥被眼前的景象 狠狠震撼 厂房沿河案 一排排 整齐有序 里面是月鹰访之机 水车沿河摆放 秦夫人 现在可以生产了吗 胡亥道 陛下 现在已经完全准备好了 随时可以生产 不过 原料缺乏 不够生产用 秦夫人道 原料问题 到了明年 情况有所改善 我们让好多百姓 种植了上万亩棉花 胡亥道 秦夫人 谢谢 自从你主持商业以来 成绩显著 朕一定要给你奖励 胡亥道 谢谢陛下 秦夫人道 第229章 皇帝有危险 胡亥 秦夫人二人 在场里面参观 对黄月英研发能力 再次彻底震撼 像黄月英这样的牛人 后世绝对是一个大科学家 陛下 刚刚探马来报告 发现大量不明身份的陌生人 纷纷朝着地方聚集 孙上香跑过来报告道 哦 上香 安排被围军士兵 红粉兵团的人在工厂外面布防 不能让人破坏工厂 胡亥道 遵命 孙上香道 胡亥继续听秦夫人介绍情况 陛下 意外事情发生 您还是躲进马车厢中安全 秦夫人道 哈哈 秦夫人 你也太小看朕了 朕也是经历过战事的 并非手无寸铁之人 再说了 士兵为保护朕而战 朕怎么能龟缩起来 当缩头乌龟 朕会站出来 与士兵一起面对困境 胡亥豪气道 秦夫人微微一愣 心中再次震惊无比 呀的 外面传言是真啊 那里是传言中那个胆小如鼠 只会贪念女色 贪婪成性的无能昏君 完全是明君好不好 一下子 秦夫人对胡亥豪感度直线飙升 瞬间暴涨数十点 达到八十点以上 胡亥对工厂里负责人鼓励一番 才带着秦夫人离开 秦夫人 你上马车内坐好 千万别出来 只要待在马车中 非常安全 胡亥道 秦夫人迷惑不解 陛下 您不上车吗 秦夫人道 不 朕站在外面 与士兵同在 胡亥道 陛下 那样太危险 您可是帝国皇帝 任何人都可以死 唯独陛下不能出事 还是进马车中躲避吧 秦夫人静言道 不用 胡亥斩钉截铁 说出二个字 一把拉开车门 请秦夫人进去 陛下 臣妾也不上马车 愿意与您一同面对危险 秦夫人道 胡亥微微一愣 没想到 眼前秦夫人很有血性啊 出乎意料 胡亥摇摇头 继续请秦夫人上车 不允许她莫及 秦夫人被胡亥强行推上马车 才走到指挥中心 上香 情况如何 胡亥道 陛下 黑衣人还在聚集 现在已经聚集了五百多人 修为都不错 孙上香一脸沉重道 哦 能让孙上香感到压力 说明情况真的很危险 要知道 一千名被围军士兵 经过这些年征战 修为有了极大提升 最低修为是出阶战王境 还有一部分达到战宗境 一千名被围军士兵 能碾压上万敌人 另外 红粉兵团 一千名女兵 最低修为战灵境 好多晋升到战王境 这样的两千名士兵 绝对能碾压数万名叛军 上香 敌人修为很高吗 胡亥道 陛下 对方出现几名战王境 战尊境 如果本小姐猜测不出错的话 对方是从草原上潜伏进来的 全是精锐 我军呢 没带重型武器装备 应对起来很困难 孙上香道 秦军战阵外 右贤王 咱们不能再等了 必须马上进攻 再等下去 咸阳城中秦军增援会杀到 一名万夫长道 我们的人到齐了吗 右贤王道 还有百多人正在赶来的路上 需要半个时辰 再等下去 会失去机会 万夫长道 右贤王考虑下 点头同意 咸阳城中 贾许府上 锦衣卫来报告 说陛下带着红粉兵团 被围军士兵到城郊去了 贾许也没当回事 报告 清卫道 进来 贾许道 贾大人 陛下有危险 城郊发现好多黑衣人 貌似像是草原上的人 他们正骑马朝陛下追上去 清卫道 啊 贾许惊呼一声 马上调动人手 增援陛下 另外 让城中兵马迅速聚集 立刻出动增援 贾许下令道 命令传达下去 一下子整个咸阳城中 鸡飞狗跳 秦军在迅速聚集 锦衣卫一个个出城 这么大的事 肯定隐瞒不住 贾许把胡亥有危险的事 写了封书信 派人交到五妹娘手中 城中安全交给张良负责 五妹娘 上官瓦 敌人节 扁鹊等收到消息 那里坐得住 纷纷带着人出城 帝国诸多大佬一动 咸阳城中各地诸侯探子 搞不明白 到底发生什么事 立刻派出人手调查 因为事情发生突然 顾不上保密 那些探子简单问一下 就知道发生了啥事 各诸侯代表心中高兴啊 巴布的胡亥 被匈奴人杀死 现在只好等待 把结果报告回去 再说战场上 轰隆隆 匈奴铁骑出动了 近八百名匈奴铁骑 朝着秦军战阵奔赴杀来 大地震动 如同万马奔腾似的 朝着秦军气势汹汹扑扑杀上来 秦军呢 正前方是由一千名被围军士兵 组成一个个小六花战阵 六花镇之间又组成六花战阵 镇中有镇 镇中套镇 一个巨大的六花战阵 严镇一带 后方是红粉兵团组成的工兵战阵 八百步 六百步 四百步 二百步 射击 孙上香下令道 搜搜搜 一千只火焰剑 朝着奔杀来的匈奴铁骑迎上去 扑扑扑 数十名匈奴铁骑倒下 没死尽的匈奴人跌下马背 被紧紧跟着的战马 瞬间踩成肉泥 死的不能再死了 砰砰砰 数十匹战马倒下 阻拦了匈奴铁骑的道路 一下子 战场上人仰马翻 孙上香早盯上一名匈奴万夫掌 那名匈奴万夫掌仪 进入有效射程 孙上香毫不迟疑出手 搜 二十只元气剑 冒着烈火 朝着匈奴万夫掌身体扑上去 速度快到几点 匈奴万夫掌 感觉有人盯上 抬头一看 发现二十只火焰剑 朝着自己迎上来 吓得不轻 连忙舞动手中弯刀 砰砰砰 忙中出错 二只元气剑狠狠扎在身体上 扑 手臂和右胸口 留下二个巨大血洞 鲜血喷射出来 匈奴万夫掌很强悍 是一名战尊镜超级高手 否则 早被孙上香一剑解决了 刷 孙上香再次张弓搭剑 瞄准 锁定 射击 搜 又是二十只元气剑 朝着那名受伤的匈奴万夫掌扑上去 生死危急时刻 匈奴万夫掌只好放弃战马 一咕噜滚下马背 扑扑 战马遭到射击 命中二剑 缓缓倒下 万夫掌呢 刚刚滚下马背 又要面临战马的践踏 再次滚动身体 滚动中跳起来 躲过一劫 匈奴万夫掌心中彻底震撼了 再露面的话 下一次绝对不会有好果子吃 搜搜搜 红粉兵团第二轮 第三轮元气剑已经射出 又是上百名匈奴铁机倒下 第二百三十章 一举歼灭 呀的 这次潜伏进来的匈奴铁机 实力强悍无比 最低修为占帅静 好多占领 占王静 尽管红粉兵团剑与凶残 依然被扑杀上来的匈奴铁骑 躲过好多击杀 搜搜搜 一支支元气剑 不停朝着匈奴铁机射击 砰砰砰 奔跑中的匈奴铁机 纷纷跌下马背 一下子 匈奴人有点蒙逼 搞不明白发生什么事 胯下战马会脚软 纷纷倒下 一没有陷马坑 二没有半马绳 确实没那二样东西 可是地上有三角钉啊 小小的三角钉 对战马的伤害是致命的 这个时代 只有秦军出现马中三宝 草原上铁骑 还未给战马钉上马铁掌 轰隆隆 战场上 匈奴铁骑相互撞击 不停有战马倒下 用马尸体 为匈奴人蹚开一条血路 好多匈奴铁骑 杀到秦军阵前 不过呢 骑兵的速度散失了 此时的匈奴铁骑 经过弓兵阻击 三角钉阻击 令其马速极大下降 面对这种情况 被围军士兵 朝着扑上来的匈奴人迎上去 六人一个小团体 相互配合 相互掩护 扑向一名名匈奴人 So 弓兵一箭射出 命中匈奴人大腿 盾牌兵顶上前 抽出妖刀 往对方身上一挥 Po 断成二半 一名被围军士兵身体一侧 避开匈奴铁骑正面 挥动腰刀 斩向匈奴人马腿 Po 马腿断了 Po 遭到砍杀的战马 一下子跌倒 背上匈奴人掉落下来 还会站起身来 枪兵一个平次 Po 胸口上出现一个血洞 So 一箭射出 朝着匈奴铁骑扑上去 Po 战马重箭 疼痛让战马跳起老高 把背上匈奴人掀下背 Po 长枪兵一个直刺狠狠扎在对方咽喉 红粉兵团呢 躲在被围军士兵身后 看到有机会会毫不犹豫射出一支元器剑 就算不能射杀对方 也能分散对方精力 给被围军士兵创造条件 二支军队配合默契 毕竟 一直跟在胡亥身边 时间长了 相互间比较了解其作战方式 有了红粉兵团协助 令匈奴人非常不适应 一方面要抵抗被围军士兵击杀 还要时常防备火焰剑射杀 稍不留意会仲裁 匈奴人心中气愤无比 觉得秦军很无耻 被围军士兵不仅有工兵协助 还是一个个团队作战 不玩单打独斗那一套 胡亥重新执掌政权 对军方要求是 不玩单打独斗 一定要进行团体作战 充分发挥战争的威力 将军全是胡亥心腹 嫡系 肯定听话 不会像其他叛军那样 将军不听命令的事时常发声 孙上香呢 他可是专门寻找万副长出手 一个个匈奴人万副长 遭到孙上香击杀 此时孙上香秀为是巅峰战皇境 能对抗巅峰战尊敬 火焰剑威力比原来强大许多 So 孙上香又盯上一名匈奴万副长 迅速射出二十支元器剑 快如闪电扑过去 太快了 眨眼功夫 元器剑杀到面前 根本躲闪不开 匈奴人只好用伤患生命 胡亥站在秦军身后 看着战场情况 不论是被围军士兵 还是红粉兵团 他们看到胡亥并未躲起来 而是与他们在战斗 令秦军士气爆棚 战意滔天 在被围军 红粉兵团二道防线阻击下 匈奴人想杀到胡亥面前 无疑痴人说梦 战斗越来越惨烈 匈奴人战马 被一匹匹击杀 匈奴人也成了步兵 没了战马的匈奴人 不战与秦军相比 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对手 碰上秦军 一个个被砍杀 随着战斗持续 匈奴人在慢慢减少 战场上刀光剑影 鲜血染红了大地 轰隆隆 胡亥抬头一看 呀的 匈奴人还有增援 怎么回事 不过 等到匈奴人杀到时 发现只有百多人 胡亥心中才放下心来 奔跑杀来的匈奴铁骑 遭到铜袍阻挡 马匹速度迅速下降 不得及只好下马作战 半个时辰过去了 原来的八百名匈奴人 已经挂掉五百多人 加上增援来的匈奴人 战场上还剩下四百人左右 搜搜搜 红粉兵团看到有机会 马上射出一箭 致命的一箭 破 没死 不过 身体受到重伤 在与被围军士兵对战 胜算不大 破 一枪刺出 砸在匈奴人大腿上 紧接着 盾牌兵挥出一刀 直接腰斩 秦军缓缓推进 六花战阵彼此配合 滚动上前 不给匈奴人机会 一个巨大六花战阵 像一个黑洞 不断吞噬匈奴人生命 匈奴人震撼了 越战匈奴人越觉得是个阴谋诡计 秦军早有安排 就等匈奴人进入陷阱 看到战场上情况 右贤王心中有了退走的打算 击杀胡亥方案失败 撤退 右贤王当机立断 马上下达撤退命令 不过呢 貌似晚了 外围阵地上 一个个锦衣卫增援道 纷纷扑向一个个匈奴人 关键是 秦军增援源源源不断 紧随着锦衣卫杀来 秦军也赶到了 贾许跑到胡亥身边 陛下 受惊了 这是微臣失误 没调查出 匈奴人会如此大胆 敢潜伏进中原 贾许道 温和 没关系 不过 要好好调查一下 把匈奴人清理 不能让匈奴人 再潜伏在咸阳 胡亥道 遵旨 贾许道 说说说 五妹娘 上官瓦 黄月英 敌人杰 扁鹊等人 听到胡亥有危险 也纷纷赶过来 陛下 您没受伤吧 黄月英道 月英 你看真像受伤的样子吗 胡亥道 老贾 你这个特务头子 怎么一点情报 没收到 让陛下处于危险中 五妹娘道 是啊 老贾 这是你要负责 情报是你主管 一年帝国下播那么多钱 花在什么地方 上官瓦质问道 贾许郁闷 碰上帝国几名女大臣 还与胡亥有说不清楚 倒不明白的关系 如何争辩啊 好了 这是不怪文和 帝国与匈奴人竟然地方太长 匈奴人想要小范围潜伏进来 我们也没什么好的办法控制 胡亥道 咦 怎么还惊动了敌人杰 扁鹊二名大佬啊 胡亥道 此时 敌人杰 扁鹊二人正挥舞着宝剑 朝着匈奴人扑杀进去 秦军增援赶到 剩下二百多名匈奴人 纷纷被秦军围困起来 一个个斩于马下 报告陛下 活捉到匈奴又贤王 还有十多名匈奴万夫长 千夫长 其余全杀了 孙上香跑过来道 上香 辛苦了 胡亥道 第231章 局势大好 胡亥转身 准备进纺织厂去安抚一下员工 秦夫人看到胡亥走来 下了马车 看到秦夫人 五妹娘 上官瓦 黄月英三人一下子 齐齐看向胡亥 你们三人什么眼神 朕是那样的人吗 朕这次是来考察纺织厂 查看一下月英姬的情况 秦夫人是具体负责人 她陪朕来 有什么奇怪的 大家别胡思乱想 胡亥解释道 陛下 真的是这样吗 路上你们二人 没发生点什么事 上官瓦道 妈蛋 想什么呀 以为随便可以来车镇呀 瓦儿 想多了 上香一直跟在身边 问她好了 胡亥道 陛下 车内发生什么事 微臣如何知道 微臣待在外面 啥也不清楚 孙上香道 刷 秦夫人一下子撬脸烟红 羞得无地自容 地下要有洞的话 马上钻进去 呀的 跳进黄何喜不清啊 好了 别开玩笑 秦夫人被你们几人搞得羞涩无边 像的大红苹果似的 胡亥道 呀的 此时的秦夫人 太漂亮了 男人见了 有一种冲动 不对啊 貌似这段时间以来 我好相似了许多 到底是什么原因 怎么对美人毫无抵抗力呢 身体发生什么变化 宿主 不要惊奇 修炼帝黄金 时间一长 欲望会逐渐旺盛 有冲动是正常事 脑海中 响起系统解释声 呀的 原来是修炼帝黄金的原因啊 吓死宝宝了 参观访织场 安抚一下员工 胡亥一行人回咸阳城 一路上 马车里塞满了美人 香烟啊 身体随着马车颠簸 相互间不停的摩擦 搞得胡亥心圆一马 要不是有秦夫人在 不知胡亥会做什么出格式 呀的 错过机会了 车阵呀 从来没品味过 回到咸阳 胡亥心急火燎 带着五妹娘 上官玩 黄月英 三名吉品美人 往寝宫去 次日御书房 胡亥听贾许 张良二人汇报情况 陛下 高顺 黄中率领的第三兵团 拿下赵帝后 从俘虏中挑选出五万多兵马 目前第三兵团一共有不齐十五万人 正朝其地杀过去 张良道 紫房先生 其第三田有什么反应 我们帝国是否派出使者过去相劝 胡亥道 说实话 内战胡亥真不愿意打 死伤再多也是中原人 是留着炎黄血脉的同胞 一旦中原人死伤过大 会给草原人创造条件 能以大军威逼让各地叛军投降 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不会伤到中原实力 陛下 目前暂时没安排使者出使其地 临战时 高顺将军应该会安排 张良道 文和 给高顺去一封书信 告诉他已是压之 先让投射车轰上几轮 震慑一下 再派人到城中劝降 不这儿屈人之兵 才是最高境界 都是中原民族 尽量少死人 胡亥道 遵旨 假许道 张良被胡亥化惊讶万分 从来没想过 胡亥会有如此仁慈的一面 一想不到啊 随着接触增多 张良对胡亥了解越深 发现并非不堪之人 关键是 思想很敏锐 思维方式属于跳跃是那种 很多时候跟不上胡亥节奏 一些全新的观念 理念更是层出不穷 时不时冒出几句 惊世骇俗之言 这是昏君该有的特点吗 胡亥掌权后 一直在慢慢修正 史皇帝定下的方针政策 不像史皇帝时那么残酷 天下之幸啊 此方 韩信大军出征辽东 情况如何 上次来信说 韩广不愿意放下武器投降 胡亥道 陛下 我们刚刚收到消息 韩帅大军正与辽东军决战 韩信大军不仅要面对辽东军 还要应对暗中潜伏下来的匈奴 十万铁集 东部地区的蛮蚁种族半岛等联军 他们总兵力达到四十万人 是韩信旗下兵马近三倍 张良道 唉 好好的中原人不当 为什么要与匈奴人 蛮蚁人搅和在一起呢 我们秦军胜算多大 需要高顺分兵支持吗 胡亥道 陛下放心 韩信兵力上虽然示弱 可是他手中拥有秦母 投石车 马中三宝那些大杀器 只要排兵部阵上不出错 胜利是必须的 这是伤亡多少而已 贾许道 胡亥点点头 从以往韩信将军打的仗来看 伤亡不会很大 对于匈奴铁齐 韩信不会惧怕 韩帅手中可是有五百重旗 听文和讲 重旗一旦出动 天下间无人能对抗 张良道 对了 朕差点把那五百重旗忘记了 有了五百重旗 加上青旗 再多的匈奴铁齐也不拒 胡亥道 韩信手中那五百重旗 是胡亥当时从系统中交换出装备 临时组建的 那些个铠甲 兵器 马中三宝 全是精品 陛下 辽东 东部地区 半岛那些地方 根本不用担心 马上要进入冬天 韩帅不会忘记 冬天是秦军优势 我们可以在雪天出兵 那些草原 种族不能 贾许道 好 辽东战士不用牵挂了 说说其他地方战士情况吧 胡亥道 陛下 蒙田旗下二兵团 正在打造投石车 估计已经差不多了 最近会与韩城旗下梁军决战 张良道 储君钟离妹 还待在梁城 胡亥道 在的 整个梁军全交道中离妹指挥 在兵力上 叛军占优 不过有投石车 我军会有意想不到效果 张良道 告诉蒙将军 收复全境后 提兵与穆贵英兵团一起围歼储君 争取今年内消灭叛军 还百姓一个朗朗乾坤 胡亥道 遵旨 张良道 总体来讲 我们秦军在各地占据优势 平叛只是时间问题 困难的是与储君对质 我们还需要时间 一旦周宇海军训练成军 与穆贵英将军联合起来 消灭储君不是问题 张良道 告诉周宇 海军训练好后 彻底把长江封锁 不要让储君有渡江的可能 胡亥道 遵命 陛下 霍区病将军出动了 他带着三千骑兵 杀向西域一带 玉门关暂时有董毅主持 张良道 嘿嘿 霍区病这只凶狠的猛虎 终于出动了 草原上匈奴人会失衡遍野 尸骨堆成山 去病那里 咱们不用过多理会 朕相信 霍区病在草原上 会取得源源不断胜利 到时候 头痛的是莫毒 胡亥道 第232章 许复兴事 御书房中 胡亥 贾许 张良三人在商谈军事方面的事 子房先生 朕看你好像喜欢饮红酒 喜欢从朕这里拿几瓶回家 这种酒晚上少饮点 对身体确实有益 胡亥道 多谢陛下赏赐 张良道 文和 看啥呀 少不了你的 朕给你准备了几瓶茅台 够你喝一段时间了 胡亥微笑道 谢陛下 贾许道 等天下太平了 朕找个地方 专门酿造高度白酒 低度红酒 再铸藏起来 等到老了 拿出来让大家饮用 胡亥道 陛下 酒需要铸藏吗 张良道 呵呵 子房先生 这你就不懂了 不论是高度酒 还是红酒 生产出来 必须要铸藏些时日 喝起来才醇厚 芳香 新生产出来的酒 里面成分复杂 喝起来有苦 色 酸 冲辣等好多杂味 只有存放时间超过三年以上 那些杂味才会消失 酒也变得醇厚 甘美 芳香 重要的是 对身体有害的杂质除气了 胡亥解释道 陛下 微臣受叫了 张良道 咚咚咚 进来 胡亥道 陛下 吕智大人来了 清卫道 请他进来吧 胡亥道 陛下 微臣告退 假许 张良二人站起身来告别 胡亥微微点点头 二位大佬走出书房 文和先生 陛下与吕智 张良迷惑不解道 紫房先生 此事不可说 请见谅 贾许微笑道 张良微微一愣 陛下不会与吕智勾搭在一起吧 心中疑惑不解 不过 也不当真 那是陛下的私事 想那么多干嘛 御书房 臣妾见过陛下 吕智道 呀的 每次看到吕智那座江山的屁股 胡亥心中会有冲动 那种感觉非常奇怪 好了 先来轻轻火 再谈正事 胡亥道 嗯 一下子 书房中响起 一个时辰后 结束了 陛下 臣妾想再筹办一份报纸 吕智面带桃花道 哦 报纸是肯定要办的 不过 你有经历主持吗 胡亥道 报纸杂志 全是宣传工具啊 这个时代最有效的宣传工具 能主导宣传内容 只要多宣传一些正能量的东西 胡亥持欢迎态度 陛下 臣妾最近又招聘了些人 他们文笔还可以 吕智道 为什么不推荐给妹娘 帝国现在最缺乏官吏 地方上收复了 可是没人主持地方事务 胡亥疑惑不解道 希希 陛下 不是臣妾不推荐 是那些人不适合做官吏 一些人手是女子 还有一些是书呆子 连数算都不会 如何做官吏 吕智道 筹建没问题 不过宣传上一定要注意 多宣传正能量文章 少写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 胡亥道 陛下 放心好了 臣妾一定把好官 不让乱七八糟的东西刊登出来 吕智五妹一笑道 那就好 胡亥道 陛下 那资金方面如何安排 吕智道 你直接找瓦 让他话播给你好了 胡亥道 陛下 您还是给瓦儿妹妹说一声吧 他说 没陛下同意 不能乱花钱 吕智道 嗯 这是我记下了 随后与瓦儿说 胡亥道 陛下 臣妾先走了 吕智道 扭着腰枝 一步一回头离开 等一下 再来一走 胡亥道 张良府上 老爷 许夫小姐来拜访 管家道 请进来吧 张良道 进入咸阳城一年多时间了 一共也就与许夫见过二次面 今天来找 又是何事 见过师兄 许夫行礼道 师妹 坐下喝茶 这茶是陛下赏赐的 味道非常不错 张良道 谢师兄 许夫道 许夫同样是一名绝世美人 一直被胡亥强迫待在宫中 不让他走出咸阳城 不过呢 许夫虽然待在宫中 可是很少见到胡亥面 他整天待在藏书阁中看书 胡亥也不骚扰他 一年多时间 令他心中疑惑不解 开始时 以为胡亥老毛病要犯了 他逃不出魔爪 可是 一年来 胡亥像是忘记他似的 师兄 你觉得陛下是什么样的人 许夫道 张良微微一愣 师妹 你不是一直待在宫中吗 为什么会问这种问题 你天天见陛下 如何不了解呢 张良道 哎 许夫长叹一声 师兄 说了你不相信 师妹只是出进宫中时 与家父见过一面 帝国产业园区选址时 又见过一次 至此之后 从来没见过陛下 一年多时间了 陛下的行事出乎意料 并未强迫我做那种事 也不管我 任由我待在宫中 我无聊 一天就是看看书 再无其他事 许夫道 哦 张良惊讶万分 陛下连吕智都拿下 为什么不碰许夫 许夫不比吕智长得差 甚至还稍剩一分 张良迷茫了 茫然不知所措 师妹 你还不是陛下的女人 张良道 许夫摇摇头 师妹 你是阴阳大家 在星象学方面最有话语权 这段时间星象有什么表象 张良道 师兄 星象方面非常奇怪 出现变异 本来从星象上看 秦帝国会忘国 新帝星现身 完全遮蔽的帝星 可是 自从胡亥掌权后 星象开始出现变化 现在新帝星眼看 要消失了 帝星周围的暗光圈 也淡了许多 看来帝国局势稳定了 许夫道 师妹 意思是星象上 陛下能成就霸业 张良道 不出意外的话 肯定能成就霸业 而且成就不小 比始皇帝也不弱 许夫道 师妹 师兄我与胡亥接触近一年来 发现他并不是原来传闻中的那样 怎么说呢 聪明能干 智商过人 明辨是非 朝廷颁布的政策 确实令百姓受益 可是 对大家族 土豪猎身 有制约作用 在陛下眼中 只有百姓利益 国家利益 什么大家族 土豪猎身 官宦之家 根本不当回事 也不会考虑他们的利益 采取强制手段 把一些不听话的家族 彻底清剿 确实是一代霸主的行事风格 对国家 百姓 确实有好处 不出意外的话 会成为一代圣主 明君 张良道 师兄 听你的话 貌似很敬佩陛下 许夫道 呵呵 师妹 你不也一样吗 不过 师妹要记住 机会是争取来的 一旦错过 后悔莫及 张良道 凭张良超级智商 怎么会不明白 许夫来找的意思 美人谁不喜欢英雄 霸主 圣主 一年下来 通过各种渠道了解 证实 确实让许夫心里 发生了变化 对胡亥充满好奇 刷 一下子 许夫撬脸赤红起来 师兄 他真的是好人吗 许夫道 对百姓来说 对国家来说 绝对是好人 圣人 对大家族 土豪猎身 官宦之家来说 绝对是一个悲哀 恶魔 顺者生存 逆者死无葬身之地 张良道 谢谢师兄给师妹讲解疑惑 许夫站起来行礼道 师妹 师兄我啥也没说啊 选择全在你手中 好好把握吧 张良道 嗯 第233章 韩信一战成名 御书房 敌人节 胡亥二人坐在一起 一边喝酒 一边闲聊 在饮酒中把工作商量 陛下 刚收复地区官吏 问题很大 必须给予惩罚 更换 再让那些人主持地方 会带来难以想象的后果 敌人节道 胡亥头疼 手上缺乏官吏 一下子 培训出来的官吏跟不上 怀映 你也晓得 我们缺乏大量官吏 一时半会无法解决 你有什么好办法 胡亥道 陛下 想要解决问题 必须把原来推荐制 由各大家族推荐 变为科举制 由帝国出题 统一参加考核 合格的录取 不合格的 让其回家继续种红薯 敌人节道 这是随朝阳广实行的制度 一直延续到后世 仍然在使用 后世公务员考试 其实就是科举制 最大的好处 是让朝政从大家族 土豪猎身 官宦之家手中摆脱出来 帝国可以选拔出一些寒门子弟 入朝政 极大削弱了大家族 土豪猎身 官宦之家的权力 这一措施 对帝国发展非常有利 正是由于杨广推行科举制 抢了关中集团手里蛋糕 才导致随朝灭亡 怀因 帝国不是在慢慢履行科举制吗 帝国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 一般派到各地任职 胡亥道 陛下 靠培训 一下子无法满足帝国官吏 缺乏现状 再说了 帝国学校出来的学生 不能一下子担任太重要的职位 他们需要实践 几年后才会成长起来 可是 原水解不了尽可 一些郡太守人选 仍然无法担任 可以考虑 由帝国内阁颁布政策 让天下各门各派的弟子 到咸阳来参加考核 可以暂时解决官吏短缺问题 另外 这样一来 缓解一下帝国与各大家族 土豪猎身 官宦之家的矛盾 敌人劫道 咚咚咚 胡亥手指在敲桌子 心中在考虑得失 来人 胡亥道 陛下 什么事 胡亥道 去把武相给朕叫来 胡亥道 遵旨 亲卫道 华英 你说的不错 规矩由帝国来制定 不用担心太多 是朕走入另一个死胡同 胡亥道 陛下 说的好 不论是那个家族 门派的弟子 全部按照帝国规矩办事 不怕他们乱来 敌人劫道 咱们有监察机构 还不是一套 暗中还有锦衣卫监察 朕不相信 在如此监察下 还有人敢执法犯法 胡亥道 陛下圣明 敌人劫道 怀英 你也学会拍马屁了 这可不是你行事风格 胡亥道 陛下 说真话 您确实圣明 自从微臣跟在陛下身边 一直在观察 陛下听得尽意见 就算是刺耳之言 也能听进去 各种方针政策 以民为主 以国家利益为主 看问题一针见血 想要忽悠陛下可不容易 难道这不是盛名吗 敌人劫道 华英 好了 不吹捧了 朕能走到现在 与你们这些重臣分不开 与跟随朕的将军分不开 不是朕如何牛逼 是你们文武大臣 真的很牛逼 这一点 朕心中明白 胡亥道 见过陛下 五妹娘道 妹娘 坐下吧 胡亥道 接下来 胡亥把敌人杰建议说出来 稍稍犹豫片刻 五妹娘点头同意了 陛下 考核时间定在什么时候呢 五妹娘道 尽快吧 咱们不是缺乏官吏吗 对了 布告弄出来 交给贾许 让他手下锦衣卫 负责在各地张贴出去 那样速度会很快 胡亥道 遵旨 五妹娘道 敌人杰走了 五妹娘可没走 敌人杰才走出书房 她就扑上来 一个时辰 五妹娘心满意足 脸带桃花 走出御书房 呀的 母老虎啊 尽管修为晋升到战宗境 要不是有扁鹊送来的药 真心顶不住 会炸成人干 难怪历代帝王军活不长 原来是身体透支严重 储君忠君大仗 项羽又把旗下文武官吏 叫来开会 最新一期百家讲堂上 刊登了辽东战事介绍 详细叙述了 秦军大胜辽东军 关键是 歼灭东部地区 满蚁种族 半岛宇宙人 北方草原匈奴二十多万铁机 特别是匈奴十万铁机 一直隐藏在暗中 趁韩信旗下与东部 半岛 辽东军战斗激烈时 偷袭韩信军身后 不过呢 遭到韩信粉碎了 大家说下吧 辽东战局出现逆转 秦军获得大胜 以十五万兵马 歼灭四十万联军 其中有二十万是匈奴铁机 东部满蚁铁机 半岛宇宙人 项羽道 刚刚看到报道时 项羽也狠狠震撼心灵 从此 韩信一战成名 名声会响彻云霄 天下无人不知 无人不识 唉 项羽叹了口气 金子在什么地方都会发光 难道项羽 范增二人不清楚韩信能力 一直压制韩信 就是怕韩信势大欺主 将军 这个消息是否属实 刘邦道 消息已经证实 确实是真的 关键时候 韩广反水 调转码头 杀向东部蛮人 半岛宇宙人 从而减轻了秦军压力 才让韩信一举歼灭 那么多外衣铁骑 项羽道 刘邦道 小沛 被龙且带着五千铁骑杀到 刘邦不敢抵抗 只好乖乖听话 好不容易囤积的五万兵马 又被项羽剥夺了兵权 刘邦与夏侯英 冠英 待在储君中 说起来 刘邦最恨的人 肯定是胡亥 大军被胡亥击败 女人转身 扑进胡亥怀中 最气的是 那娘们居然给了刘邦一封修书 令天下人嘲笑 刘邦一声支持 最麻烦的是 韩城面临蒙田大军攻击 一旦韩城抵抗不住 梁帝马上成为秦帝 接下来 蒙田带兵马围过来 形成三方包围 我们储君麻烦就大了 范曾道 心中无比郁闷 大好的形势 才多长时间 局势一下子逆转 义军节节败退 秦军节节胜利 说什么胡亥是婚军 那不是婚人吗 婚军会如此会用人 会大胆用人 看看秦军中 不时冒出来的那些个将军 没有一个是弱者 不仅修为高深莫测 还能带兵作战 全是帅级人才啊 范曾摇摇头 一脸苦笑 第234章 楚军出路何在 对于秦军展开一系列战役 并一一取得胜利 楚军将军心中还是挺佩服的 特别是歼灭匈奴铁骑 狠壮中原人的胆 楚军也是中原人 中原人与草原种族之间是仇 面对外宜蛮族 会热血沸腾 将军 卑职不看好韩成军 据说秦军中有一种重型工程武器 叫什么投尸车 威力很强大 钟离妹将军在梁都 情况不容乐观 建议调回钟离妹将军及兵马 省得损兵折将 龙且道 这段时间 鹰部心里非常郁闷 项羽 范曾二人 对鹰部有了戒心 调向庄来当副手 摆明了不信任 可是呢 事情鹰部解释不清楚啊 自己知道是秦军奸戒 可是 谁让范曾看到呢 鹰部总觉得 是一个阴谋诡计 又拿不出证据 一切全是贾许之计 光明正大派出人与鹰部接触 来人就是吹牛 聊天 也不谈具体的事 这你如何抓人啊 贾许的人找过鹰部几次 暗中又在储君散布谣言 说什么鹰部有一心 一下子 闹得储君全知道 恰巧贾许派来的人 与范曾还莫名其妙 在鹰部大仗中相遇了 搞得范曾 项羽都怀疑鹰部 鹰部 有什么建议吗 项羽道 鹰部心中那个气啊 跳进黄河喜不清啊 敢说吗 将军 卑职负义荣且将军 鹰部道 将军 本宫认为不妥 一旦韩城倒下 我们面临秦军三面何为之事 刘邦道 继续说 项羽道 将军 本宫觉得 应该给予韩城支持 派出兵马增援 阻挡秦军拿下良地 为我军争取时间 本宫闲来没事 愿意带兵马 增援忠李美将军 请将军成全 刘邦道 项羽听了有点心动 哼 范曾冷哼一声 对刘邦来说 一翘屁股 范曾就明白 要放什么屁 怎么可能让刘邦得逞 范曾一直对刘邦不信任 以为刘邦与项羽接触 绝对不怀好意 想利用而已 尽管现在刘邦很落魄 范曾依然不放松监视 警惕 一直派人手暗中行事 现在才派兵马增援 估计兵马不到 梁都沦陷了 还是让钟离妹 带着兵马回来吧 范曾道 亚父 一旦韩城落败 梁地不保 到时候 整个梁地成为秦军地盘 我们储君不利 项羽道 哎 范曾长 长叹口气 我知道 关键是秦军那个投石车 情报一直没得到 突然得到消息 等我们得到消息时 秦军已经制作出来了 若是不出意外 近二天凉都会有大战 此时我们曾元 与穆桂英 周瑜二支秦军的平衡将打破 秦军不会允许我们曾元 一旦出兵曾元 秦军马上会攻击我们储君 这是难解的事 范曾道 另外 据老父得到消息 周瑜正在建造一种 威力非常强大的新式战船 一旦战船修建好 会清理长江 我们储君要做好准备 一旦长江被秦军掌控 情况更糟糕 范曾补充道 项羽头大 局势越来越危险 将军 要不我们储君与秦军接触一下 看看能否达成互不侵犯条约 记不道 本将军也想啊 可是看秦军的动作 根本不想与我们储君谈 他们一定要歼灭我们储君 项羽道 与二 老夫觉得记不的话可行 先派人与秦军接触下 听一下秦军有什么打算 说实话 局势真的非常糟糕 一旦高顺大军拿下其地 解决三田 马上会扑杀上来 到时候咱们储君无法对抗 最好的结局 与秦军商谈 争取一个好的待遇 不过 这是太大了 需要你自己拿主意 范曾无可奈何道 一名超级谋士 怎么可能看不清形势 将军 不能啊 坚决不能投降秦军 我们不是还会败吗 只要坚持 一定会有机会 刘邦大声道 投降一事 刘邦绝对反对 他与胡亥有夺妻之恨 尽管不知道 吕智已经被胡亥拿下 吕氏一族到咸阳投靠秦国 还给了封修书 此事对刘邦是耻辱 不可能与秦军妥协 一定要坚决反抗到底 刘公 吕智休你 貌似与昏军没多大关系 不要将你的私事掺和进来 项庄道 呀的 那胡不开提 那胡 这不是嘲讽人家吗 刘邦非常生气 可是呢 大仗中没人帮说话啊 亚父 派谁去与秦军接触呢 项羽道 这个事 只能是老夫走一趟了 范增道 麻烦亚父了 项羽道 羽儿 关键要谈成什么 独立称王 很难谈得拢 投降秦军应该是先提条件 范增道 亚父 您先去接触一下吧 听听秦军有什么要求 回来咱们再研究 项羽道 仗达到这个时候 项羽再牛逼 也不得不承认 秦军真的非常强大 项羽心中不愿意投降 可是 手下数十万人的姓名 还有江东父老乡亲 不得不考虑啊 项羽挥挥手 让大家散了 很落寂 次日 穆桂英中军大仗中 报告 传令兵道 进来 穆桂英道 将军 帐外来了一名老头 他说是范增 储君军师 想见将军面谈 传令兵道 范增 难道范增要投降 不可能吧 请进来吧 穆桂英道 穆姐姐 范增老头 不会想投降咱们吧 陛下曾经说过 范增很厉害 能力与贾许不相上下 吕灵起道 西西 确实很厉害 本帅查看过范增的一些经历 战果 是一名难得的谋士 投降吗 不可能 最多来接触一下而已 见过穆将军 范增行礼道 范君师 请入座 穆桂英道 多谢穆将军 范增坐下 清兵马上送来上好的茶水 茶室胡亥从系统中兑换出来的 这个时代还未出现 好茶 范增道 范君师 咱们二军是敌对状态 跑到秦军来 不怕项羽疑心里投降吗 穆桂英道 老夫来秦军 得到项帅同意 让老夫与秦军商谈一下 我们二军互不侵犯 维持现在防线 范增道 穆桂英摇摇头 范君师 陛下曾经说过 你是天下间最顶级谋士 不比贾许 张良 陈平差 怎么会说出如此弱智的话 别看本帅与储君对峙 那时本帅不想伤亡过大 再过几个月 周瑜海军成军 蒙田旗下二兵团也拿下良地 到时候 储君拿什么来与秦军决战 想要保全储君 江东百姓 储君只有一条路 无条件投降 穆桂英霸气道 哎 范增叹了口气 第235章 韩城投降 面对强势之急的穆桂英将军 范增头痛 这如何谈啊 文人之间谈 可以讨价还价 面对将军 人家根本不啰嗦 上来就是应当 穆将军 我们楚国可以屈服秦帝国 军队交给秦军接收 整编 楚国必须存在 可以上交秦国粮钱 接受秦国统治 范增道 穆桂英摇摇头 范先生 这是要走老路啊 实行分封制 这是不可能的 帝国不会开到车 无条件投降 陛下会考虑 如何安置楚国官吏 包括军方的将军也一样 其他条件没得谈 要知道 再不投降 一旦我军完成聚集 可以拒绝储君投降 到时候 待遇是二个概念 想别其他地方投降的叛乱分子 帝国都给予了妥善安置 范先生应该听过吧 穆桂英道 范先生 陛下说你是智者 一个天下间最顶级谋士 难道看不清局势吗 陛下雄心很大 大到我们想象不到 天下叛乱平定 陛下会一一实施 像范先生这样的牛人 陛下应该会重用 但是 请不要交情 陛下身边有大把优秀人才 并非离不开某人 这一点请一定要清楚 否则会吃亏 穆桂英道 能不战而屈人之兵 穆桂英肯定愿意 与储君死战下来 秦军会有伤亡 况且 死伤士兵还不会少 才是穆桂英愿意接见范增的目的 范增又叹了口气 憋屈啊 穆将军 要是储君投降 帝国会如何安置项家人 像其他诸侯一样安置吗 范增道 这个要看项家拿出什么样的诚意出来 根据情况安置个人的工作 有些人 肯定只能到咸阳城中养老 这是没价钱可讲 项家最重要的是项羽 对于项羽 陛下很看好 就看项羽是否一心一意投诚帝国 真心投诚 项羽肯定会受到重用 这一点不用质疑 如果想完什么阴谋诡计 结局会很惨 至于项家其他人 好像没什么拿得出台面的人才 不管怎么说 帝国会给予妥善安置 当然了 具体怎么安置 那是陛下的事 本帅无权插手 穆桂英道 胡亥非常欣赏项羽 这是上一世带来的好感 西蜀霸王 谁不喜欢啊 穆桂英与胡亥待在一起时 胡亥讲过好多西蜀霸王的事 穆将军 你说陛下喜欢项羽 看重项羽 到底为什么呀 据老夫得知 秦帝国现在不缺乏名臣 名将 名帅 貌似项羽除了一身勇武外 其他方面有欠缺 范增疑惑不解道 范先生 陛下曾经说过 项羽是不可多得的统帅 特别在骑兵方面很厉害 但是 必须要为他戴上紧箍咒 配备谋士 不能任由他性子来 才能所向无敌 穆桂英道 哎 范增暗叹一声 了解项羽的人 居然是储君口中的昏君 事实弄人啊 项羽的脾气 别人不清楚 范增可是非常明白 正如穆桂英所讲 必须套上紧箍咒 项羽这些年取得的战绩 离不开范增的出谋划策 开始时 项羽确实能听进去 可是随着一个个胜利 项羽也骄傲自大起来 变得听不进逆耳之言 喜欢听好听的马屁话 奉承话 另一个未免 项羽之所以会败给刘邦 问题的关键是 听不进范增逆耳中年 要说范增 在谋略方面 绝对不会若张良多手 比陈平又稍高 加上储君实力 完全有能力碾压刘邦 可是呢 最后说的是项羽 压制人才 不敢大胆启用人才 是项羽最败笔的地方 像什么韩信 横跃 英部 不都是项羽旗下的人吗 那可是汉出三名将啊 最后一个个背叛离开 只剩下项羽一人苦苦支撑 加上范增离开 从此项羽走向没落 刘邦呢 累战累败 累败累战 手下聚集起越来越多的英才 名将 名帅 名相 慢慢的发展壮大起来 在收复人心方面 刘邦确实很厉害 又敢大胆使用人才 让其各尽所能 充分发挥特长 最终成就霸业 回到正题 穆将军 老夫回去汇报 让大家商量一下 再给将军结果 范增道 穆桂英点点头 我们秦军无所谓 选择权在项羽身上 她的决定关系 倒成千上万人的生死 穆桂英道 姐姐 范老头那么厉害 为啥不把她强行留下 一旦范老头留下 项羽军中无人策划 咱们打起来 不是很容易吗 吕灵启道 妹妹 范增是使者 一旦强留下来 会给天下人留下口舌 再说了 现在局势稳定 没必要做那种事 咱们兵力充足 有能力歼灭楚君 穆桂英道 梁城 攻防双方已经准备就绪 就等待命令下达 数百辆投石车架好 对着梁城 蒙田看了下士兵高昂的投石车兵 试射 蒙田道 齐令兵打出其语 轰隆隆 第一轮试射 效果不是很好 很多石块砸在城门前方 少部分砸在城墙上 城墙上站着大量梁军 看到秦军投石车砸出的石块 纷纷大声笑了起来 连站在城墙上的韩城 钟离妹二人也心宽不少 不过呢 城墙上站着的梁军士兵 高兴不了多少时间 秦军第二轮投石车又开火了 轰隆隆 漫天石块 大小不一 纷纷朝着城墙上落下来 啊 石块砸来了 一下子 吓得城墙上梁军慌忙找地方躲避 不过 晚了 石块已经砸下来 砰砰砰 城墙上像地震似的 一些士兵被砸成肉泥 好多乱窜的士兵相互间撞在一起 韩城被手下清兵保护着 迅速跑下城墙 躲得远远的 钟离妹也找地方躲起来 城墙上乱成一团 叫喊声 辱骂声 求救声 声音声 嚎叫声 响成一片 其实呢 投石车看上去威力生猛 真没死几个人 梁军士兵看到死的人非常凄惨 死状太凶残 心生俱异 比起正常攻城 死伤很少 不过呢 城墙上有的地方确实被砸他了 这一点是真的 轰隆隆 又一轮投石车轰出 五轮投石车轰砸后 蒙田让其停下来 然后派个小兵举着白旗到城墙下 城墙上的梁军士兵 韩城等人听好了 刚才只是让你们见识下 秦军重武器威力 否则 不用多长时间 城墙会被砸碎 拾去的话 乖乖开城门投降 否则 一旦城门攻破 我们秦军不接受投降 你们的家人会受到牵连 现在 给你们二个时辰考虑 到时再不投降 我们秦军正式攻城 秦冰说完话 举着白旗转身离开 城墙上很多梁军士兵 纷纷议论起来 钟将军 向将军派人送来书信 一名传令兵 把书信交到钟离妹手中 展开一看 妈蛋 让赶快闪人 钟离妹按探一声 只能执行命令 迅速聚集兵马 带着朝另一个门逃走 不论韩城怎么叫嚷 钟离妹均不理会 韩城心中气啊 这是联军吗 球员十一个也不出兵 好不容易来了只增援 看到秦军强大 马上带着人跑了 韩城欲哭无泪啊 开城门 咱们也投降 另外 让人去把司马养一家抓起来 这人是秦军要活捉的 不能让他跑了 韩城下令道 遵命 传令兵兴奋道 终于不用与秦军拼命了 好多梁军士兵常常松了口气 第236章 唐刀 咸阳成玉书房 胡亥 贾许 张良 萧和 五妹娘 上官瓦 敌人杰等人 正看一柄刀 一柄由黄月英指挥下 打造出来的战刀 其实就是唐刀 黄月英吃透技术资料 又进行适当修改 战刀不算好看 却很实用 刀长1.60米 重量10千克 单刃 不是传统二面刃 祝 帝国杜梁横胡亥重新颁布 与后世一致 主要考虑到精度等问题 御书房中落下好多断刀 断枪 全是由唐刀砍断的 唐刀只留下点印记 陛下 要是这种刀大量打造 配备给秦军士兵 会让秦军战力飙升几个档次 张良道 紫房先生 大量普及不可能 这种刀工艺太复杂 靠手工打造 就算整个工坊开足马力 也打造不出多少出来 再加上钢材等问题 短期内不现实 只能少量生产一些出来 配备一些重点兵种 黄月英道 大量生产不可能 秦军全部配备 咱们财政上支撑不起 这个刀的成本太高 上官瓦儿摇头道 此刀若是在加长 加重 交到重部兵手上 完全有能力对抗匈奴铁骑 贾许道 确实是好刀 萧何道 胡亥脑海中在想 要是这种唐刀 配备给高顺旗下卫队 不知线阵营会牛成啥样 月英 此种刀成本到底有多少 胡亥道 像这一柄刀 各种费用算上 是普通战刀的十倍以上 如果要加长 加重 成本还会更高 具体要测算一下 黄月英道 唉 胡亥暗叹一声 呀的 太贵了 真心玩不起啊 陛下 微臣反对大量生产这种战刀 帝国目前没能力支撑 还是等天下安定 各方面走上正轨 再考虑大量生产 那样一来 帝国财政压力小点 妩媚娘道 陛下 秦军士兵手中的 武器装备已经非常先进了 没必要浪费过多的钱财 萧何道 头大啊 三名丞相都不支持打造 军方不用说 绝对大力支持 怀英 你的意见呢 胡亥道 陛下 既然帝国财政支撑不了 肯定不能大量生产 不过 一旦天下平定 想别北方草原上 墨独也完成统一大业 肯定会与帝国来一场决战 我们不得不防 微臣觉得 可以少量打造点 慢慢囤积起来 到与匈奴人决战时 再拿出来使用 这样的话 帝国财政压力也不会很大 不影响其他项目建设 敌人劫道 胡亥看向五妹娘 上官丸 萧何三人 陛下 关键看 少量到底是多少 我们测算下 帝国财政是否能支撑 上官丸道 阅英 要是把刀的重量 提高到二十千克 长度放大 在不影响工坊生产的情况下 一天能生产出多少 胡亥道 不可能 那不是变相压缩我们工坊经费吗 要是那样的话 一把也打造不出来 黄月英道 妈蛋 又要撕逼了 帝国穷啊 为了经费各部门 天天炒翻天 月英 要是一天生产石饼 二十千克中的刀 不会有影响吧 胡亥道 不行 二十千克中刀刀 生产成本是普通战刀的十五倍以上 工坊经费紧张 黄月英道 五把呢 胡亥道 一天生产五把刀刀 那那个给多少钱 黄月英道 若是一天生产五把 财政勉强能支撑 再多无法支撑 上官丸道 工坊一天生产五把出来 囤积好 帝国与匈奴人决战时间 军方预测在什么时候 胡亥道 陛下 从我们各方面收集到的情报显示 明年匈奴铁骑很可能南下入侵中原 张良道 这还得益于霍区病将军带着三千铁骑 深入草原 不断骚扰匈奴人 否则 匈奴铁骑南下时间会更早 贾许道 冬天要到了 霍区病估计会返回玉门关 告诉韩信 这个冬天看他们四兵团 一定要把生活在东部地区的蚂蚁种族 匈奴人倾脚一遍 最好往北部更深处去赶 胡亥道 遵旨 张良道 陛下 那个狗拉车的事应该可行 韩信等人在燕地辽东一带 找到一些狗狗 派人带到有雪的地方试验了下 确实能拉动车子 贾许道 一下子 御书房中各位大佬震惊 全看着贾许 这怎么可能 狗能拉车 笑话吧 温和 不是狗拉车 看把诸位爱卿惊讶的 那种叫雪橇 不是车 专门在雪地上滑行的一种工具 胡亥解释道 陛下 狗在雪地上 连跑都成问题 如何能拉雪橇呢 萧和道 老萧 那种狗是 生活在寒冷一带 只要雪橇做得好 二只狗 确实能拉动 上百千克 有了这种狗拉雪橇 让秦军 在雪天作战时 省好多事 像抓不到匈奴妇女 可以安全运送回帝国 不用再咔嚓了 胡亥道 散会了 御书房中 只剩下黄月英 一人没走 陛下 人家把安排的事全搞好了 是不是要给点奖励啊 黄月英微笑道 胡亥看向黄月英 真TM的漂亮 火爆到极点的身材 会令人血脉奔章 月英 要什么奖励 胡亥微笑道 陛下 这段时间 人家一直待在实验室 埋头干活 你也不来看人家 好长时间 没与陛下亲热 是不是应该给点补偿 黄月英道 在这里 还是寝宫 胡亥道 希希 在这里方便吗 人家还未体验过书房中滋味 黄月英道 胡亥起身 把书房中门关好 征法 不停地征法 二个时辰 胡亥 黄月英结束了 月英 谢谢你 胡亥道 为什么 月英 你为帝国 研发出那么多新技术出来 不仅增强秦军实力 对百姓也有好处 你功不可没 胡亥道 希希 陛下 既然如此 那就好好爱人家吧 黄月英道 嗯 陛下 你讲的那个蒸汽机 微臣弄了好长时间 效果不太好 要是有资料 就好研究 黄月英道 月英 资料 暂时没有 那个是 前来没事实 你可以考虑下 不用太当真 胡亥道 系统商城中有资料 可是价格太昂贵 胡亥根本买不起 就算一年囤下来的国运点累加 也不够兑换 一百一点国运值 比什么都昂贵 好吧 有时间我再考虑下 不过 那东西 真的是跨世纪的技术 黄月英道 月英 蒸汽机确实是跨世纪的东西 一旦出现 会彻底改变 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胡亥道 嗯 我知道了 黄月英道 第237章 末句子来谈合作 御书房 胡亥 萧和 五妹娘三人在研究农业发展问题 陛下 帝国实际控制区内 好多县 郡纷纷上书 诉说去年高产的洋育 红薯 今年全跨了 母产只有数百千克 百姓纷纷叫苦 一下子 帝国境内粮食出现缺口 萧和道 胡亥眉头微皱 不可能啊 种子是系统兑换出来的 种下去绝对会高产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找到原因了吗 胡亥道 没有 种植上完全按照步骤操作 该师的肥严格进行 地方上有农家的学子看着 稍有问题会马上解决 不应该出问题 萧和道 咚咚咚 胡亥在考虑 到底怎么回事啊 老肖 各地种植下去的洋育 红薯 产量都一样吗 胡亥道 不 一些农户使用线 郡上提供的种子 其产量非常高 比去年还稍高 只有那些去年生产后 捡出来的种子出问题 萧和道 唉 胡亥常常叹口气 老肖 去年朕不是交代 种子只能使用一剂 次年要重新领取新种子 为什么不听呢 事情到底出在什么地方 给朕好好查一下 什么人敢玩乎职手 这是要置百姓于死地 引起帝国混乱 好趁此机会闹事 胡亥道 五妹娘 萧和二人 微微一乐 胡亥说的话 他们是向天下间颁布了 不过他们朝中高官并未当回事 觉得胡亥想趁百姓借种子之机 多从百姓手中敛财 正常情况下 种子全是从生产出来的粮食中挑选出来 次年再种植 陛下 不是为了敛财啊 萧和道 胡亥狠狠瞪了一眼萧和 把朕看成什么人了 朕是那种坑百姓的人吗 不论是洋育 红薯 只能种一剂 次年种植产量会出现问题 帝国目前农家人不多 不为帝国使用 要是农家有人 可以让他们研究种子培育问题 那些种子是脱过毒的 胡亥解释道 陛下 有一个情况 可能是我们疏忽了 地方上报告 说百姓没到县 俊借种子 是有一些地方上的大户 土豪猎身在蛊惑 想借此颠覆帝国基层组织机构 我们并未当真 没把种子的事当回事 看来 百姓是听了有心人蛊惑 才没到各地领种子 妩媚娘道 查 给朕好好查一下 到底是什么人在暗中蛊惑人心 这些人居心险恶 坑了百姓 想引起百姓造反 胡亥道 遵旨 妩媚娘道 报告 亲卫道 进来 胡亥道 陛下 墨家巨子求见 亲卫道 墨爵 这小女子来干什么 貌似墨家与帝国合作不错 不会又出什么问题了吧 请墨巨子进来吧 胡亥道 萧和 五妹娘二人站起来 准备离开 二位爱卿不要走 咱们听一下墨巨子到底想谈什么 胡亥道 遵旨 不待一会儿 亲卫带着墨爵走进书房 草民见过陛下 墨爵行礼道 真漂亮啊 那身材火爆到极点 不过 脸上盖着杀精 墨巨子 坐下吧 胡亥道 亲卫马上送上茶水 此女漂亮是非常漂亮 问题是 一朵带刺玫瑰 秀为高深莫测 达到恐怖的战尊巅峰 巨战圣境 只有一步之遥 有五妹娘在身边 胡亥不用担心安全 五妹娘是巅峰战皇境 可以越级挑战 能对战巅峰战尊敬 这才是胡亥底气 墨巨子 找朕不知有何事 胡亥道 陛下 一年多来 帝国与我们墨家合作算愉快 经过一年多时间合作 彼此之间建立起了信任 我们墨门研究后 可以与帝国建立更紧密的合作 墨巨道 呵呵 墨巨子 不知接下来 要如何合作呢 胡亥道 从帝国情况看 胡亥非常眼馋墨家那些顶级人才 他们全是理工科人才 是帝国最需要的 能把墨家高端人才拿入帝国旗下 对于发展科技绝对有利 我们墨家可以派出大量高端人才到咸阳 一起参与帝国的新技术研究 不过 研究出成果 必须二加共享 墨巨道 这个没问题 不过 研究成果一旦属于敏感技术 必须接受帝国管控 朕不想让一些先进技术流落到国外 让那些蛮蚁种族获得 给帝国带来损失 胡亥道 墨巨眉头微皱 墨巨子 不用太担心 你担心 技术不能变成钱 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新技术会申请专利保护 在国内有一个保护期限 在保护期限内授权他人使用新技术 受益是双方的 帝国考虑的是 技术流出帝国境外 必须要给予保护 胡亥道 这个墨家同意技术专利申请时 著名技术专利是双方共有 墨巨子 墨家人在咸阳食宿 是墨家自理 还是由帝国承担 若是墨家安排不了 帝国可以安置 胡亥道 嘿嘿 时间一长 那些人才还会有多少对墨家忠心耿耿 绝对能拉拢一些高端人才进入旗下 不用 墨家人的食宿问题 由墨家承担 不用帝国花费了 墨巨道 哦 好干脆 直接堵死了 墨巨子 其实你们在机关方面有很高的研究 在合金方面也有建树 为什么不能由帝国与墨家共同出钱研究呢 材料学是一门很深奥的学科 需要大量实验才能出结果 有时候终生也不会有结果 但是 我们必须一步步着手研究 若是 双方能各自拿出这方面的资料相互借鉴 可以少走些弯路 胡亥道 这个事我不能给答复 需要与家中长老商量 毕竟 有些技术是墨家核心 一旦泄露出去 对墨家影响太大 墨绝道 胡亥摇摇头 各门各派技术封锁 给国家带来发展上的困境 行 你们墨家研究后再说 合作事宜 墨巨子可以直接找黄月英 他具体负责公布 胡亥道 陛下 草民先走了 会与黄月英接触 墨绝说完 站起身告辞 胡亥瞟了眼墨绝 呀的 这个女子真漂亮 征服起来很有难度 也有意思 嘿嘿 迟早拿下 现在让她傲娇 萧和 墨绝离开御书房 只剩下胡亥 五妹娘二人 陛下 不会对墨巨子有想法吧 五妹娘道 妹娘 朕有你们几人足够了 那里会有其他想法 朕应付 你们几人都困难 再来几人 不是寻死吗 胡亥道 五妹娘跟着胡亥 走进寝宫 火星撞地球 征伐 寝宫中 响起令人血脉奔章的声音 第238章 曹参来头 胡亥坐在书房中批阅奏折 尽管放手让五妹娘等人打理朝政 一天需要胡亥批的奏折 依然多如牛毛 累啊 必须从这些奏折中解脱出来 整天这样子 估计真活不了多少年 难怪勤奋的君王都活不长 奏折惹的祸 隋朝时期 开国皇帝杨坚 绝对是历史上最勤奋的皇帝 一天到晚 不是批奏折 就是与大臣开会研究工作 连泡妞时间都没有 才会让儿子杨广带到机会 与其妃子私通 当然了 那是传说 是否有其事 因为那段时间的历史记载 真实性有待考察 李二得到皇位 怕受后人诟病 好多真实的历史事件 全被篡改 连史记李二都要查看 修改 李二开了个好头 随后历朝历代皇帝 都有篡改史观记录内容的事发生 历史书对杨广评价 真实性有多大 只能呵呵了 杨坚真的勤奋 活活累死在工作上 杨坚也是一名伟大君王 不仅统一天下 开启了盛事 扯远了 陛下 许父求见 是否接见 轻卫道 许父 一代美人啊 与鱼姬 莫爵并列天下剑四大美人 不过 他来找自己 有何事呢 他被困在宫中 有一年多时间了 请他进来吧 胡亥道 遵旨 轻卫道 名女见过陛下 许父行礼道 呀的 许父弯腰时 胸口一抹雪白走光 深不见底的沟壑 能令人胡思乱想 坐下吧 胡亥道 谢陛下赐座 许父道 轻卫端来茶水 请喝茶 胡亥道 陛下 天气那么冷 不如请名女喝酒吧 听闻陛下有好多美酒 名女想品尝下 许父道 胡亥眉头微皱 情况不对啊 这小妮子什么意思啊 怎么会主动要求饮酒 二人间有那么熟吗 剧本不对 阴谋 肯定有阴谋诡计 小心点啊 许父 不知你想喝高度酒 还是平和一点的红酒 或者是饮料之类东西 胡亥道 陛下 您说的这些东西 名女一样未听过 更谈不上饮用啊 陛下看着办吧 许父道 洞察之眼 许父 自由人 阴阳家 修为巅峰占尊敬 妈蛋 修为那么高啊 不过呢 他眼神很平淡 没淡什么杀气之类的东西 胡亥站起身 取来一瓶红酒 二支玻璃杯 让人送上来一些酒菜 称上酒 胡亥端起一杯 请饮用 胡亥道 许父端起酒杯 一口喝下杯中红酒 陛下 这段时间 我查看了下星象 几年前出现的那颗新地形消失了 许父道 哦 什么时候的事 胡亥道 二天前的晚上 名女亲眼看着消失的 许父道 意思是说 刘邦彻底凉凉了 不可能再有机会称王称霸 是这个意思吗 胡亥道 许父心中一震 再次看向胡亥 他做梦想不到 胡亥居然知道 乱情帝国的主谋是谁 太不可思存 陛下知道 许父道 老子知道个屁 历史记载好不好 算是吧 胡亥道 许父自己倒满酒 端起来又一口喝光 想不到啊 陛下才是深藏不露的高手 有改天换地之能 世间一切均在掌控中 许父道 许父 说笑吧 朕只是一名凡夫俗子 那里是什么高手 更没有改天换地之能 胡亥道 顾多 顾多 许父在不停地灌酒 胡亥眉头微皱 这你有什么意思 许父 听你这个口气 貌似新帝星消失 非常不开心 你很希望秦帝国灭亡吗 能告诉朕 秦帝国与你许父有何仇怨 为什么巴望帝国灭亡 胡亥道 此时许父酒喝得有点高了 毕竟 这是近三十度的酒 不是这个时代几度的酒 修为再高 不用功力排除的话 容易醉倒 不是我不开心 觉得自己心向学方面太肤浅 判断出现错误 心里憋得慌 许父道 屁话 这种话也能忽悠人 真把胡亥当傻子啊 胡亥端起酒杯慢慢品尝 顺便看许父表演 可是呢 出乎胡亥意料 许父一直在埋头喝酒 左一杯右一杯 不断往嘴巴中灌 窃酒消愁 吐动 许父醉倒了 浮在桌子上 什么情况啊 胡亥迷茫了 看着如此美人浮在桌子上 胡亥内心有一丝丝冲动 想要就地正法的龌龊念头 压下心中邪念 胡亥站起身 拦腰抱起许父这个绝世美人 往寝宫而去 把他放在床上 盖上被子 胡亥是有底线的人 尽管喜欢美人 可绝不会趁人之危 就算想征服 也要在对方清醒下进行 胡亥走出寝宫 躺在床上的许父 缓缓睁开眼睛 这是那个好色贪婪的君王吗 为什么不下手呢 许父一下子迷茫了 看来传闻事实 胡亥要是那样的人 绝对不会放过机会 咋会离开呢 嫁给这样的君王 还是不错的 许父想起了师兄张良之言 要主动点 不要等待 机会是靠创造出来的 明白了 原来师兄早了解胡亥 并非是生计所迫 才出来为胡亥干活 胡亥回到御书房 坐下继续批阅走折 陛下 萧和大人来了 带着一个叫什么曹灿的人 想请求陛下见一下曹灿 亲卫道 曹灿 西汉开国功臣 政治家 军事家 萧和死后 接替萧和成为第二任汉朝丞相 也是刘邦的跟班 嫡系 刘邦起兵时 一直跟在身边 默默为刘邦献计献策 刘邦真正嫡系中的嫡系 对了 貌似是曹操先祖 萧和带曹灿来 情有可原 毕竟二人是同事 跟刘邦混前 萧和算是曹灿上司 据锦衣卫送上来的情报显示 好像曹灿离开刘邦一年多时间 离开时并未告诉刘邦 一代名相啊 名气虽然赶不上萧和 却也算是一代名相 聪明人啊 眼看秦帝国要评判结束 马上来咸阳城寻找机会 一旦错过机会 不可能再有机会出现 此时来头 虽然算不得初期元老 可也算是帝国处于危难情况下投奔 以后说起来 还是很傲娇的 把萧和大人 曹灿带进来吧 胡亥道 尊旨 卿卫道 微臣 罪名 见过陛下 萧和 曹灿二人行礼道 二位入座吧 胡亥道 第239章 帝国缺粮 胡亥看看萧和 曹灿二人 心中感慨万端啊 刘邦旗下陈平 萧和 张良 韩信 周伯 立即已经投诚在旗下 再加上一个曹灿 嘿嘿 另一个卫面上 帮刘邦打江山 治理江山的人才 基本到了胡亥手中 刘邦在牛逼 手下没人才 如何与帝国斗 曹灿 你确实有罪 刘邦什么人 你不了解吗 你与老萧都是小配人 是秦帝国老臣 对刘邦那个小力 应该非常了解才对 什么赤龙斩白蛇 纯粹是刘邦七世道明 人为弄出来忽悠你们的事 世上真有龙啊 你们二人见过吗 胡亥道 朕也知道 先帝政策有些太严酷 百姓生活得很苦 这是事实 可是呢 你们想过没有 先帝也是逼不得己 再乱世 不用重点城吗 各地那些诸侯一役 分不清形势 不打压 他们会在各地闹事 对国家是不好的 大一统是趋势 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 必定会出现的结果 任何人也阻挡不住 只会遭到历史车伦碾压 就算先帝不统一天下 也会有其他人 站出来统一天下 这是文明的进步 社会的进步 阻挡的人只是皮肤汗术 起不到什么作用 胡亥道 陛下 草民有罪 请陛下恕罪 曹参跪下连忙认罪 起来吧 这是要是朕心里没想法 那肯定是忽悠谜的 不过 朕有一颗包容之心 能容忍诸位犯下的错 但是 只此一次 下次再犯 严惩不待 朕一直有个想法 把天下英才进那其中 大家齐心协力 共同努力 发挥各自所长 将帝国建成这颗星球上 最强大的国家 让百姓生活的美满 真正做到国强名副 甚至 我们可以向外扩张 继续扩大帝国疆域 建立不朽功勋 胡亥道 陛下 您雄才大略 微臣相信 帝国在陛下领导下 一定会实现宏伟目标 萧和拍马屁道 老萧 少拍马屁 胡亥道 陛下 不是拍马屁 微臣拍的是龙屁 萧和道 呀的 连萧和也学会拍马屁 无言了 好了 曹参的事 老萧你安排一下 把他安排在你农部工作 不是老叫喊着 农部人手不足吗 胡亥道 微臣遵旨 草民多谢陛下之恩 萧和 曹参二人行礼 老萧 还有什么事 胡亥道 陛下 农家的巨子来了 找到微臣 他们想见一下陛下 微臣不敢答应 先来问下 萧和道 农家 极大门派之一 实力强劲 由于先帝做法 与农家关系 倒得很紧张 胡亥掌权后 一直联系不上 现在 胡亥没能力 完全整合各大门派 只能与之合作 在合作基础上 慢慢纳入帝国战旗下 明天下午吧 正抽时间见他们一下 听听他们有什么意见 咱们再商量 胡亥道 遵旨 萧和道 曹参跟着萧和走了 书房中胡亥继续批奏折 咚咚咚 进来 胡亥道 陛下 上官大人来了 亲卫道 请上官大人进来 胡亥道 见过陛下 上官网道 网 快坐下 胡亥道 谢陛下 现在的上官网 像成熟的水蜜桃 太诱人了 近二年多时间的开垦 上官网的美貌彻底绽放 每次看到 会令胡亥心援一马 网 咱们二人好几天没在一起了 朕真的很思念 今晚不要走了 咱俩好好聚一会 胡亥道 臣妾也想念陛下 一切听陛下安排 上官网道 网 不会是想朕才来的吧 胡亥道 谢谢 陛下 帝国财政吃紧啊 帝国大军收复地盘速度太快 收复那些地盘 百姓严重缺乏粮食 必须要给予救济 否则 受战火蹂躏下的百姓 没法活下来 上官网道 胡亥心中明白 可是胡亥也没办法解决 你们有什么想法 胡亥道 陛下 咱们帝国没粮食 可是收复那些地方的大家族 有钱人 土豪猎身手上有啊 上官网道 胡亥眉头微皱 网 你不会是想让朕出面 拿那些大家族 土豪 宦官之家开刀吧 胡亥道 朕要是那样 情况会更糟糕 万不得己情况 不能走那一步 陛下 臣妾大敢要您下达那样的旨意 微臣觉得 我们可以向天下大家族 土豪猎身借粮 老秦故地 河东 南洋这些地方的大家族 对帝国认可程度高 肯定会借给帝国粮食 只是多少而已 刚收复的地盘 情况有点复杂 不过 还是让各地军方出面强行借粮 把数量分配到各大家族 土豪猎身手里 让他们不借也得借 上官网道 胡亥眼睛一亮 想到一个更好的办法 国债 网 那样不好 咱们可以发行一种粮食国债 国债有利息 年利率10% 期限到时 可以让那些大家族 土豪猎身 官宦之家 拿着国债卷到各地兑换粮食 咱们缺粮食 只是暂时性的 只要给一年时间 百姓一旦种上新品种 不论是麦子 玉米 洋芋 红薯 都会获得丰收 只要咱们基层工作做好 一定让百姓到府衙借种子 别嫌贵 那样才能保障高产 胡亥道 上官网眼睛一亮 马上明白如何操作了 扑 上官网扑上来 在胡亥脸上重重 硬了一下 陛下 您太厉害了 上官网道 厉害屁 面对红唇 胡亥真顶不住 立刻大嘴巴硬上去 二人有窒息感觉是松开 晚而 财税部可以考虑半几个钱庄 平时向商人 百姓贷款 收回款时收点利息 解决商人 百姓短时间资金短缺问题 既能帮助商人 百姓解决实际问题 也能促进经济快速发展 不过借贷时 一定要把握住 查看对方信誉问题 另外 吸纳百姓 商人手上闲置资金 向商人到各地买东西 不用拉着大量银子 只需要把钱存入钱庄 由钱庄开出票据到当地钱庄取现即可 商人操作起来非常方便 当然 开出票据要收取一定手续费 一般收取2% 3%就可以了 具体情况 是情况而定 胡亥道 陛下 此相可以让民间资本进入吗 上官瓦道 暂时不允许民间资本进入民间借贷 这是搞不好会让百姓吃亏 等一段时间再考虑民间资本进入问题 胡亥道 陛下 臣妾知道了 上官瓦道 不大一会儿 地下全是衣服 书房中响起了不该有的声音 二个时辰 胡亥 上官瓦 才缓缓走出书房 第240章 高顺兵临吉北 高顺 黄中拿下赵帝 整合张二旗下投降兵马 令三兵团兵力 一下子达到15万人 留下俊兵 配合随军文力 整顿赵帝 高顺 黄中二人 带着旗下15万步旗 朝着旗帝三旗之一 吉北挺进 此时旗帝 三田达成一致 联合起来 对抗秦军入侵 吉北王田安 收到消息 秦军高顺带着大军杀奔而来 迅速派人让齐王 焦东王快派兵马增援 齐王田都接见了田安信使 马上开会研究增援方案 大王 增援吉北王是应该的 不过 咱们也不能把兵马全部带去增援 一旦都城兵力抽空 要是储军杀来 如何对抗 咱们与储军虽然是联盟 可是现在情况特殊 梁都已经被秦军蒙田将军拿下 储军面临巨大压力 若是储军投降秦军 马上能出兵进攻咱们 这事还是有可能发生 毕竟 投降秦军的诸侯很多 谁也不敢保证储军不会投降秦军 一名谋士建议道 大王 咱们也想一下后路 不能陪天安去送死 一旦抵抗不住秦军 咱们如何办 又一名谋士道 一下子文武官吏吵起来 众说纷纭 撕起逼来 田都心中郁闷啊 仗还未打 旗下官吏就吵翻天 这种情况 如何抵挡秦军 田都心里也惧怕 毕竟这次秦军太强势 行动快如雷霆 一个个诸侯 无奈之下投降 纠结啊 田都心中非常纠结 一时间犹豫不决起来 拿不定主意 要如何办 不论文力 武将 貌似对战胜秦军 一点信心没有 世纪低迷 这仗如何打 那你们说怎么办 田都道 大王 卑职建议出兵是肯定的 咱们派五万兵马增援几北 不过 兵马去增援 速度不能快 尽量在路上担个时间 一是看一下 焦东王怎么办 另一方面看一下 极北王能抵抗秦军 多长时间 要是极北王三 五天都抵抗不住 那咱们派出的援军 还是赶快撤退 做好秦军入侵的准备 不要去送菜了 一名田姓谋士道 田都心中一愣 这是去增援吗 怎么感觉 是待在旁边看戏啊 那你们说 要是田安抵抗不住秦军 咱们要怎么应对 田都道 大王 若是真那样 大王做好二种准备 一是死保都城 与秦军死拼到底 二是举起白旗 主动打开城门 向秦军投降 想别大王 也会有个好的安排 田姓谋士道 大王不能有第三条路吗 一名将军道 呵呵 天下大统 大王能逃到什么地方 除非向北逃窜 成为匈奴人的仆人 田姓谋士道 本宫绝对不会与匈奴人相互勾结 不想成为历史书上记载的汉奸 听说胡亥建立耻辱柱是完真的 好多人名字雕刻在耻辱柱上 后人几辈子抬不起头来 田都道 大王 现在局势明朗了 秦军获取胜利是肯定的 在这种时候 确实应该考虑主动投降 一名将军道 是啊 大王要考虑下投降事宜 现在秦军强势 一旦错过机会 不允许投降的话 大王如何处置 好了 先派五万兵马 增援几北王 不过秦军速度一定要慢 若是几北王能抵抗一个月 咱们毫不迟疑去增援 田都道 咚咚咚 大王 秦军派出使者 现在帐外 是否接见 秦卫道 田都微微一愣 请秦军使者进来吧 田都道 一名黑衣人走进大帐中 黑衣人脸上被黑纱遮蔽 看不清楚人长得什么样 来人非常高傲 进来也不行礼 淡淡瞟了一下大帐中的诛人 最后转向田都 田都大人 本人奉命来向你下达最后通牒令 五天内 你可以向天下通告向秦军投降 帝国对你会有妥善安置 若是超过五天不通告天下 秦军不再接受投降 黑衣人说完 马上转身离开 没有多余的话 像是传达胡亥圣旨似的 一下子 整个大帐中 雅雀无声 秦军使者 太强势了 只给五天时间 让田都如何办 田都手下文武官吏 一个不说话 秦军这是逼迫我们做出选择呀 目的是让我们不能出兵增援极北田安 田信谋士道 田都心中明白 如果三田不能齐心协力 单靠一人根本阻挡不住秦军入侵 极北 郊东 七地联合起来 兵力高达六十万以上 尽管新兵多 对秦军稍有威胁 看来 想法很好 联合是痴人说梦话 考虑再三 田都决定三天后向天下通告投降秦军 这是没有选择的事 传承太重要了 一旦灭了传承 永世不得翻身 家族会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郊东都城 田婆大帐中 也聚集了旗下文武官吏 商量出兵增援议事 同样吵翻天 有人建议 一定要同心协力 共同对抗秦军 有人觉得 应该分清形势 做好投降准备 一时之间 田婆也拿不定主意 犹豫不决起来 大王 三天之间 我们郊东夹在中间 不论是极北沦陷 还是齐地沦陷 秦军都可以进攻郊东地区 为了不让秦军入侵郊东地区 一定要出兵增援极北 极北一旦成破 我们郊东也守不住 纯王齿寒的道理 想别大家心里清楚 一名武将大声道 田将军 觉得咱们郊东兵马 打得过秦军吗 别忘记了 上百万联军 由项羽那个大boss指挥作战 秦军灰飞烟灭 只剩下大王带着数百人逃回来 其余兵马全挂掉 这可是教训 就算联合起来 也打不过秦军 想想看 不论是韩信大军 还是高顺大军 一路上攻城夺债 秦军是好惹的吗 一名田信文官反驳道 没办法呀 秦军实力太恐怖 一路横推 碾压个诸侯 司马仰不开城门投降 逃到梁国 结果呢 韩诚一投降 马上把司马仰抓起来 交给秦军处置 胡亥为了震慑其他诸侯 下令把司马仰一族 全部斩首示众 以告诫各地诸侯 司马仰一家挂掉 令个诸侯害怕至极 田婆也不想死 蚂蚁善且偷生 何况是人呢 第241章 拿下三旗之地 唉 田婆长长叹口气 不用增援田安了 三天后向天下官宣 投降秦军 请秦军来接管军队 地方 田婆摇头道 听了田婆的决定 大仗中好多文臣武将 常常松了口气 终于不用与秦军交手了 再说极北田安 派出二波使臣 向田都 田婆二人求援 好多天过去了 援军没等到 秦军却杀到了 心中焦急啊 怎么回事 不是说好了 共同背抗秦军吗 心中迷惑不解 不知发生什么事 田安带着手下文武大臣 走到城墙上 看到秦军大量工程武器 摆成一排排 大王 这是秦军工程重型武器 叫投石车 听说威力非常生猛 城墙怕承受不住 一名将军道 大王 增援为什么还未抖 靠我们一家无法抵抗秦军 要做好城破的准备 将军禁言道 妈蛋 仗还未打 就想着抵抗不住 这仗如何打呀 田安彻底无言了 几天前 田安官邸来了一名黑衣人 说是秦军使者 让田安放下武器投降 不过呢 遭到田安拒绝 田安觉得有交东田婆 其地田都二个方向增援 可以与秦军好好斗一下 问题是 援军到现在没来 反而秦军先杀到 情况有变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田安眉头微皱 城外 高顺看到投石车架好了 瞟了眼对面城墙 开火 连续射五轮 被城墙上叛军士兵 好好震慑下 让他们看清楚形势 高顺道 轰隆隆 数百架投石车骑开火 动静闹得极大 声音响彻云霄 漫天石块 朝着城墙上飞来 不过 落在城墙上的石块不多 大部分砸在城墙前方 哈哈 城墙上叛军士兵大声笑起来 田安心里稍稍松了下 那颗悬而未决的心落下来 第一轮试射 秦冰会根据射击结果 调整射击单元 投石兵纷纷忙碌起来 各辆投石车旁边的红旗手 看准备好 马上举起红旗 让士兵射击 轰隆碰 漫天大小不一的石块 朝着城墙上快速砸上来 城墙上士兵吗 还在大声爆笑 不知道死神将到 城墙上叛军士兵笑容凝固了 傻傻看着无数大小不一石块 铺天盖地砸下来 砰砰砰 有的士兵身体瞬间化为肉泥 有的断手断脚 关键是声势浩大 士兵看到太凶残 啊 一声撕心裂肺惨叫声响起 彻底惊醒城墙上呆之中的士兵 将军 田安下的尿裤子 石块擦着他身体落下来 稍微偏一钉点 田安会成为尸体 护卫反应过来 马上保护着田安 跑下城墙 一时间 城墙上混乱起来 大量士兵在乱窜 乱撞 像无头苍蝇似的 轰隆隆 又一轮石块轰出 准确无误落在城墙上 少部分士兵遭殃 大部分躲过轰杂 其实真正死的人很少 十个人没一人中招 问题是 心理压力巨大 正是恐怖 五轮过后 城墙上留下数十名 叛军士兵尸体 一名秦军士兵 举着白旗 慢慢走向城墙 城墙上叛军士兵 田安等文武官力听好了 刚才只是震慑一下 不算正式开火 一旦正式开火 你们如何抵挡 城墙也承受不住 多长时间轰杂 拾去的话 乖乖开城门投降 这是你们唯一活命的机会 不要为田安那叛乱分子陪葬 我们高将军有好生之德 不愿意多造杀戮 现在 给你们一个时辰考虑 各位要考虑好 一旦超过时间 秦军不会接受投降 会追究参与者的罪责 另外 告诉你们一个消息 不要等交通 齐地援军了 田婆 田都不会再派增援 他们二人已经官宣 向秦军投降 秦冰说完 转身缓缓离开 一下子 城墙上不论士兵 还是将军纷纷议论起来 什么 没增援 田婆 田都官宣向秦军投降 这不骗我们吗 靠我们一家如何抵挡啊 这仗没法打 听说秦帝国政策非常好 全是为百姓考虑 士兵基本是底层百姓家弟子 他们不会管其他 只关心对自家好不好 叮咚 一名士兵丢下手中兵器 有了第一人 会有第二人 第三人丢下兵器 将军也制止不住 毕竟 丢下手中兵器的士兵太多了 法不择重 将军没办法 只好跑下城墙 朝着田安待的地方而去 什么 没员兵 田安听到将军报告 心中气愤无比 把田婆 田都二人的祖宗十八代 狂喷个变 呀的 不是说好攻进退吗 他们二人太无耻 一点消息不送来 背着老夫投降 让老夫独自一人抵挡秦军 木火中烧 大王 我们现在如何办 靠我们一家 独自抵抗秦军 根本挡不住 秦军到城墙下劝降 好多士兵已经丢下兵器 想要继续聚集起来 太难了 将军道 什么 士兵放下武器 田安感觉后背凉嗖嗖的 哎 开城门投降吧 不是本宫不抵抗 是田婆 田都太无耻 本宫奈何不了秦军 田安道 你先去把城门打开 整顿一下士兵 我去更换下 衣服就出来 一起向秦军投降 田安道 遵命 将军道 城外 将军 城门打开了 船令兵道 高顺抬起头 发现城门确实打开了 不过没人走出来投降 难道是士兵打开的 将军 城墙上也竖起白旗了 船令兵叫喊道 一群胆小如鼠的软蛋 耸包也敢造反 真是无言 高顺彻底放心了 三田之地不战而胜 告诉黄将军 马上带兵马进城 掌控四门 城池 不要让有心人逃掉 高顺道 遵命 传令兵道 接下来 高顺接受田安投降 顺利接管城池 投降的士兵 接受秦军整编 随军文力 纷纷走马上任 张贴布告 稳定城中百姓 让士兵巡逻 严厉打击 趁火打劫的犯罪分子 确保城中秩序井然 高顺没在极北耽搁 次日兵分二路 由黄中带着五万步 骑朝焦东赶过去 高顺带着五万步骑 朝骑帝杀去 二人必须最短时间内 控制焦东地区 骑帝 担心会发生意外 毕竟 骑帝与储军接壤 储军与秦军 还在对峙中 极北只留下五万步骑 配合随军文力处理事务 第242章 形势大好 咸阳寝宫 胡亥感觉全身通畅 舒服无比 修为晋升到战宗八阶 晋升一个小境界 原因是从秦夫人身上 获得的好处 当然了 她获得的好处更大 秦夫人是水属性体质 双修后 胡亥体内 也带有一丝水属性元素 不过 首次效果齐佳 以后不会有那么好的效果 看着烫在床上的秦夫人 胡亥体内火热一片 二个时辰 胡亥拉着秦夫人御手走出卧室 秦夫人脸上 带着满意的笑容 陛下 贾许大人来了 秦卫道 要不你回卧室再休息一会 好好养养身上的伤 胡亥道 陛下 臣妾没事 您去忙吧 秦夫人道 好 朕去去就回来 胡亥道 嗯 呀的 终于拿下秦夫人 可不容易啊 胡亥在她身上下了好多时间 功夫才得到她认可 走进御书房 见过陛下 打扰陛下休息了 实在对不起 贾许道 文和 咱们俩人不用那么客气 说吧 有何事发生 胡亥道 陛下 三田拿下来了 贾许道 哦 这么快 貌似高顺三兵团 才到达三棋之地 才多长时间 就拿下了 意想不到啊 文和 怎么会如此之快 胡亥道 陛下 三棋地上 田都 田仆二人 被我们派出锦衣卫去通牒 二人吓得颤抖 按照要求 三天后 向天下官宣投降 几北呢 刚开始 田安还挺硬气的 是死要与我们秦军决战 拒绝了投降 不过 高顺将军杀到 轰了几轮投尸车 那真是挺吓人的 士兵举着白旗到城墙劝降 听说田都 田颇投降后 想都没想马上打开门 高顺三兵团 不费一刀一枪 顺利拿下三棋之地 贾许道 胡亥点点头 说实话 评判其实是打内战 胡亥很不愿意打 大家都是炎黄子孙 有什么好打的 有本事打外衣蛮族 打草原上匈奴人 那才有意义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 胡亥才会对各反王宽宏大量 不追究他们的责任 还给予一定安置 温和 意思是明年 咱们能彻底评判 那些地方上闹事者 会一一收拾 胡亥道 陛下 内乱肯定会结束 不过百岳一带有点困难 聚集在百岳的赵陀大军 如何处理 贾许道 哼 赵陀不是想坐山观虎斗吗 从他不听从帝国命令之时 赵陀已经不是帝国将军 是一个叛徒 一个反叛国家 民族的罪人 没什么好说的 一举镇压 灭赵陀九族 对了 温和 赵陀的族人 全部抓不起来了吗 胡亥道 贾许也微微一愣 一直以来 胡亥都以仁慈 和气 对待叛乱分子 不知为什么 对赵陀会如此严厉 温和 朕知道 你心中迷惑不解 为什么不重新招安赵陀 可是 温和想过没有 赵陀的一系列行为 那是想独立称王 想养贼自重 听风不听轩的事 朕永远不会做 对这种忘记祖宗的逆贼 只有下狠手 不要手下留情 胡亥道 想想另一个卫面 赵陀确实反了秦国 在南越建立了王朝 成为南越的祖宗 给中原帝国 留下一系列麻烦 胡亥不想 把麻烦留给后人 会一一倾脚干净 陛下 赵陀九族人 全部抓不起来了 还有大军中 一些高级将领的家眷 也一一被控制起来 不过 并未亏待他们 只是抓不起来 丢进文明学校改造 假许道 好 等帝国安定 抓捕到赵陀后 再一起算总账 到时候 看他们的表现 若是依然顽固不化 不用说 全部斩首示众 胡亥道 遵旨 假许道 陛下 周瑜海军已经成军 不过缺乏战船 到目前为止 新式五维战船 生产出十艘 另外 还有数十艘老式战船 现在 整个长江被周瑜控制在手中 其他战船 不可能在长江中航行 一旦发现 马上击沉 为此 周瑜还把蜀地的五兵团十万大军运送过江 现在五兵团在张县 陈平带领下 正向五兵地盘征战 进度也不错 一路横扫过去 五兵节节败退 再有几个月 应该能解决五兵 假许道 文和 意思是 蜀南 蜀东 蜀西 蜀北四个地方 张县 陈平只留下五万兵马驻守 胡亥咒眉道 陛下 放心 有陈平在 不会给有心人机会的 五万野战军 加上军兵 足够震慑别有用心的人 假许道 胡亥走到地图前 细细查看起来 文和 贵英 周瑜二人有什么动作 胡亥道 陛下 慕将军 周瑜二人在等二兵团 三兵团 等到二兵团接管梁地 整编部队 三兵团拿下三旗之地 围攻上来 逐渐压缩储君地盘 然后再一起围歼储君 假许道 胡亥点点头 这是总参谋部制定的作战方案 最后与储君决战 到时候 储君有四十万兵马 秦军有高达六十万兵马 甚至还多 一起围剿储君 况且 储君四十万兵马 分布在各地 会被秦军一一吞噬 真正到决战时 不会剩下多少兵马 文和 朕记得范增初始贵英那里 没回应吗 胡亥道 陛下 范增确实看清楚了形势 向向羽建议投降 不过 好像向羽拉不下面子 一直没给答复 贾许道 西楚霸王啊 为啥要那么执着 投奔秦帝国不好吗 以后 朕有大把机会 让你项羽带兵出战 陛下 有个不丧好的消息 我们策反英部一事 有结果了 英部受到项羽 范增猜疑 彻底被剥夺了兵权 成了一个闲人 贾许道 文和 继续让人策反 若有机会让英部返出 对储君是个极大的打击 加上英部带兵作战 确实不错 虽然比不上韩信 可是 算是很有能力的 胡亥道 英部是汉出三名将之一啊 现在只剩下英部没投降 其他彭越 韩信二人已经归顺 英部归顺 三名将齐全 文和 彭越在武兵团表现如何 胡亥道 据锦衣卫报告 还是挺不错的 行动诡异 出人意料 五炳时长 搞不清动态 贾许道 第243章 中原女人不得从事剑业 彭越游击战专家 游击战鼻祖的人物 胡亥很看好 文和 韩信军情况如何 胡亥道 陛下 韩信大军击败联军四十万 歼灭三十五万左右 只有东部蛮族 匈奴铁骑 逃出五万 其余全歼灭 此时 韩信在辽东地区 整边投降的辽东军 贾许道 咚咚咚 手指在轻敲桌子 胡亥在思考 是不是趁此机会 让韩信出兵半岛 彻底解决半岛上的宇宙族 宇宙人非常无耻 后世与漂亮国勾结在一起 对帝国防守造成一定困难 要是宇宙国不存在 中原帝国的防御会好不少 关键是宇宙人 看到什么好 就申请是他们的 真是无言了 文和 让韩信趁下雪还有一段时间 派出兵马进入半岛 把半岛上的宇宙族轻搅干净 难得抓不起来 丢进文明学校 一辈子不能释放 致死待在文明学校 女人吗 照就抓回中原 一是给百姓做老婆 也可以给士兵做老婆 少部分可以拍卖 妓院不是缺少美女吗 从今以后 中原女子不能从事妓院等行业 要是胆敢有商人 让中原人从事妓女 严厉打击 以后从事妓女行业 只允许其他种族女人从事 中原女人必须保护 让内阁出台一个政策 规定其内容 胡亥道 陛下 这个不好实施吧 有些中原女人 是自愿从事建业 我们不方便干涉 贾许道 文和 要不是生活无着落 有那个女人 愿意从事建业 那是走投无路情况下 迫不得己才从事 既然帝国要崛起 复兴 必须保护帝国辖区内女人 她们生活无着落 就帮助她们解决 一段时间 让天下百姓 与帝国共存亡 胡亥道 遵旨 微臣马上给韩信传送陛下旨意 内阁还是陛下自己通知武相 贾许道 另外 给周瑜传信 让他派出战船 到焦东半岛那个地方 选择合适地方修建码头 帝国今后会有好多码头 只要靠海的地方 一定新建大量码头 对了 一旦韩信把半岛拿下 周瑜必须在半岛上新建码头 作为海军前进基地 等韩信把东部地区征下来 可以在海生威那个地方建码头 那是一个两岗 常年不动岗 胡亥站起来 指着地图道 陛下 这是准备渡海作战 想征伐东洋人 贾许道 是啊 徐福骗了先帝 带着五千同男同女 就是跑到东洋人地盘 一定要把徐福抓捕归案 不能让他逍遥法外 还有那些活下来的中原百姓 必须救下来 胡亥道 微臣随后就通知周将军 把陛下意思传达 不过 陛下 修建码头会耗费大量劳动力 天下刚刚安定下来 一下子让百姓修建码头会引起争议 贾许道 文和 朕知道 不过 朕不想动用辖区内百姓干这些事 把秦帝上文明学校里的人送去修建 现在 老秦库地上 交通 水利等设施也修建的差不多了 那些伪匈奴人 要为他们的无知付出代价 告诉个文明学校 不准释放 先用起来 胡亥道 遵旨 陛下 获去兵大军回到了御门关 他不仅深入西域区狩猎 还顺便把沿途的土匪倾搅一遍 出征前 带去三千大汉铁骑 回来时 兵力不减少 反而增加了数千铁骑 那些个土匪 基本是中原人 他们算是生活所迫 才走上土匪道路 霍将军将其收归其下 那些土匪 战斗力不弱 哦 土匪全是马背上拼杀 生活在刀锋上的日子 确实不容易 收服多少土匪 胡亥道 大小不一土匪 听说有数十起 除了战死的 大约有六千多人投城 贾许道 妈大 六千多人 那不是说 一路上土匪有上万人马 对了 或许并抓不到多少羊 他那里肉食 咱们补给不了 得靠他自己想办法 胡亥道 陛下 放心吧 这次霍将军打猎一番 一共带回玉门关 二十多万只羊 还有数千头牛 足够他们吃喝一段时间 贾许道 贾许站起来 走到地图旁边 陛下 霍将军可能想对这个地方动手 贾许道 胡亥一看 呀的 那是后世吐蕃 那个地方不好征伐 地理地貌特殊 搞不好 会有好多士兵不是 文和 告诉霍去兵 想要出征那片地方 必须先让士兵 适应高海拔气候 慢慢让士兵适应 不能一下子出兵 那样由于气候原因 会让秦军非战士损失惨重 高海拔地方 缺乏氧气 人上去 会感觉心闷 气难喘 不能大意 一定要盯住 胡亥道 贾许微微一愣 陛下 为什么气不够船呢 贾许道 文和 这个说起来有点复杂 朕只能告诉你 山越高 氧气也稀少 氧气是人必须要吸入的气体 一旦没氧气 人十多个呼吸 就会死亡 我们平常待在平原 氧气充足 一旦到了海拔高的地方 氧气稀少 一下子适应不下来 需要让身体慢慢适应 吸薄氧气状况下生活 突然一下子进入 身体受不了 胡亥道 陛下 高原反应有什么症状 贾许道 全身乏力 身体软绵绵的 脑袋昏沉沉的 精神状态不好 还会上吐下泻等 胡亥道 陛下 微臣明白了 一定会告诉霍将军 千万小心 让他先带士兵去适应下 贾许道 另外 文和 那片区域征伐非常困难 上面人言稀少 不怎么开话 搞不好会遇到雪山阻隔 要让霍去病 选择好出征时间 不能大意识经周 胡亥道 咚咚咚 陛下 武相来了 秦卫道 请武相进来 胡亥道 陛下 微臣先走了 贾许道 胡亥点点头 与五妹娘他们之间的事 贾许这个特务头子 不可能不晓得 臣妾见过陛下 五妹娘道 妹娘 过来坐这里 胡亥拍拍旁边道 嘻嘻 五妹娘一屁股坐下来 一下子扑到胡亥怀中 胡亥把禁止中原女子 从事下建行业的事 简单说了下 让内阁搞个政策出来 陛下 这是为天下女人考虑啊 政策一出台 不知天下会有多少女人 要给陛下数长生牌 五妹娘道 妹娘 朕还没死 要什么长生牌 胡亥道 第244章 吕志伟兄长要关 叮咛 突然脑海中机械声音响起 宿主 国运值达到系统升级 请问是否晋升 晋升 这二年来 胡亥花费了大量国运值 从系统商城中兑换出大量技术图纸 加上天下间百姓种植需要的各种子种 令系统一直停止不前 到现在才三级 胡亥明白 系统等级越高 胡亥获得好处越多 可是 有些是必须要兑换 叮咛 宿主 系统晋升到四级 奖励宿主 七维战船技术资料一份 水蓝星高清晰地图一份 妈蛋 系统此次太给力了 不论是七维战船 还是水蓝星地图 全是胡亥目前最缺乏的东西 有了七维地图 海军可以朝远洋出征 有了地图 可以在作战中 查看地理地貌 陛下 你咋了 五妹娘道 哈哈 胡亥大声笑起来 宝贝 没事 说完后 兴奋之下 把五妹娘拉入怀中 书房中又有声音响起 二个时辰 胡亥拉着五妹娘御手走出书房 一起朝御食堂而去 吃完饭 胡亥把七维战船图纸 派人送给周瑜 嘿嘿 期待啊 七维战船 那可是正和下西洋时使用的指挥战船 据说排水量高达六千多吨 在这个时候 六千吨排水量 绝对是恐怖级存在 胡亥恢复正常批乐奏折 心中感觉非常难受 咚咚咚 陛下 吕智大人来了 亲卫道 请他进来 胡亥道 这段时间 吕智跑胡亥 这里很勤 很多时候没事 纯粹是来相会 亲热一番 不过呢 吕智这女子技术 真TM的好 当然了 她从胡亥身上 获得太多好处 毕竟 胡亥修为此时比吕智高 胡亥获得好处 相对少了点 见过陛下 吕智道 坐下吧 想喝点什么 胡亥道 陛下 喝点红酒 那样气氛好点 吕智道 陛下 奴家有个兄长 名叫吕泽 想到军队中区锻炼下 陛下给安排下吧 吕智道 吕泽 汉初开国功勋 不算什么名将 在刘邦手下 算是兢兢业业 带兵重归重拒 吕智 吕泽以前是否在刘邦手下 当过将军 胡亥道 嗯 吕智忧心忡忡 生怕胡亥怒火中烧 国家马上要太平了 想要立军功 待在地方上 可能没什么机会 获取军功 只有到边境地区 接下来 帝国会与匈奴人莫独 有一场大决战 如果吕泽不怕死 可以到韩信军中任职 职务吗 要看他能力 勤军晋升 必须要靠军功 这一点你清楚 就算我同意 军方大佬也会反对 胡亥道 韩信四兵团里面 有周伯将军在 吕泽到后 有个认识的人 其他兵团吕泽去了 不一定能混出头 胡亥道 多谢陛下成全 随后我马上告诉大兄 让他以最快速度 赶到韩帅军中 听穷调遣 吕泽道 韩信四兵团 下雪后会有大战 现在应该对半岛出兵了 半岛拿下来 会对东部地区聚集的 外衣蛮族 匈奴人等部落出手 确实有机会建立功勋 胡亥道 能理解 为什么吕泽公 要让吕泽进入秦军 靠吕泽一人恩宠 不能确保家族地位 只有吕泽立下军功 受到胡亥重用 吕氏一族才能发扬光大 对了 吕泽 在这里要讲清楚 吕泽进入军中 有可能会挂掉 这个没人敢担保 胡亥道 陛下 放心吧 秦军中那个 不是把脑袋挂在腰上 想要建立功勋 必须要付出 若是怕死的心没有 去军中干嘛 待在家中养亲服 不是更好 吕泽道 对了 吕泽修位有你高吗 胡亥道 那个 以前臣修位与陛下在一起时 修位比大兄弱 现在跟在陛下身边 修位晋升很快 已经高出大兄不少 吕泽道 嗯 男人修位想要快速晋升 只有一条路 经历生死决战 只有从死人堆里活下来 修位肯定晋升 胡亥道 陛下 放心吧 臣妾晓得 吕泽道 要注意多征召人才 不要整天陷入具体事务中 百家讲堂 迟早要升格 以后会在内阁下 成立一个宣传部门 专门主管宣传 报刊发行 出版等事宜 胡亥道 吕泽眼睛一亮 从胡亥话中 听出不一样味道 吕泽是一个 非常有权力欲望的人 听说有升格 肯定会开心 毕竟百家讲堂 格调小了些 陛下 为什么要升格呢 百家讲堂 不是很好吗 吕泽道 装逼 心里明显高兴 还问一下 不是斗阵完吗 妈蛋 吕泽此女心机真的很深 以后要掌控好 不过呢 胡亥不担心 有五妹娘 上官瓦 狄人杰 这三名牛逼到天的大腕 坐镇内阁 吕志帆不起浪花 五妹娘是赫赫有名的一代女帝 上官瓦 是五妹娘手下秘书长 狄人杰是宰相 随便拉出一人出来 智商不比吕志弱 天下安定后 帝国会有一个高速发展时期 只要不出错 全部按照内阁 制定的各种方针政策执行下去 帝国实力 百姓生活 会得到质的改变 在此期间对于百姓的教育非常重要 宣传部呢 是帝国喉咙 是诱导 引导各种报刊杂志宣传正能量的地方 对帝国来说宣传部非常重要 必须要管理好报刊杂志 让天下百姓与帝国一起齐心协力 共同捏成一股声 力往一处使 因为帝国这辆战车不会停下来 会继续向外扩张 胡亥道 陛下圣明 臣妾会努力寻找人才 绝对不辜负陛下 吕志道 面对吕志 胡亥有点顶不住 越看心里越火热 柳腰肥腾 陛下 您送给人家的小衣服 今天臣妾穿来了 陛下帮臣妾看一下 妈蛋 谁顶得住啊 一下子 书房中火星撞地球 二个时辰 吕志面带桃花 一脸满足地离开御书房 呀的 要不是有扁却时不时送上来的药 胡亥真心抵挡不住 看来必须节制 难怪古代皇帝活不长 原来全是泡妞惹的货 胡亥可不想早挂掉 难得穿越来一次 要好好打遍江山下来 让中原帝国彻底崛起 收回心思 批奏折吧 第245章 收复半岛 半岛 上面是宇宙族生活的地方 汉江以北已经被始皇帝征伐下来 成为帝国疆域 汉江以南依然是宇宙族聚集地方 不过呢 现阶段 半岛上没有国家这个概念 很多宇宙人聚集在一起 成为一个个部落 整个半岛上 有宇宙部落数百上千个 大的部落有数千宇宙人 小的只有数十宇宙人 汉江以北一带 上面始皇帝迁移了一部分中原人 在上面去生活 不过 此地也反了 汉江以北地区 在寒光蛊惑下 出动了五万兵马抵抗秦军 最后一个个歼灭 此时汉江以北地区 基本没什么兵马 关键是汉江以南地区 上面有好多宇宙人 韩信接到胡亥命令 马上下令周伯带着五万兵马 朝着半岛扑杀而去 鸭禄江 阻挡辽东与半岛间的河流 周伯带大军到了鸭禄江 让士兵们伐木 制作木筏 使秦军渡过鸭禄江 周瑜旗下战船 在辽东一带 还未建立基地 几天时间 数百上千木筏制作好 渡江 在当地百姓帮助下 周伯大军花了五天时间 顺利渡过鸭禄江 进入半岛地区 半岛多山 针对这个情况 周伯派出大量探马 对半岛进行侦查 先弄清楚 宇宙部落在什么地方 由于半岛上宇宙人 部落规模非常小 不需要大军一起出击 为此 周伯把四万步兵分成若干谷 根据侦查情况杀上去 一万秦岐沿海边出击 汉江以北地区 本来就是帝国疆域 此次只算是收复故地 加上兵马消耗过大 此时基本空了 很多部落宇宙人死在战场上 不过呢 汉江以北地区 上面有好多中原人 对于这类中原人 秦军不打扰 反而提供帮助 解决他们生活中的问题 有了中原人带路 周伯大军速度很快 面对手拿木头 石块的宇宙人 秦军一点压力都没 整个征伐过程进展神速 说白了 周伯旗下五万秦军 就是抓捕俘虏 宇宙男子丢进文明学校 女人押运回中原 把宇宙人按对待凶奴人一样 不给机会 投降也不成 胡亥的命令 是消灭干净半岛上宇宙人 半个月时间 汉江以北地区收复 周伯大军要渡汉江 没有其他办法 依然继续制作木筏渡江 汉江以南地区 宇宙族各部落 听闻秦军杀来了 一下子惊恐万壮 纷纷派人到周伯军中 愿意投降 面对这种情况 周伯肯定愿意 不过 宇宙人必须离开半岛地区 到中原去生活 渡过汉江 报告周将军 在京城那个地方 我军受到阻击 传令兵道 哦 到底怎么回事 周伯道 将军 那个部落有数千宇宙人 加上地势险距 我军士兵攻不上去 宇宙人从山上掀石块下来 砸死了我们好多士兵 传令兵道 京城 周伯在地图上 查找这个地方 送几辆投尸车 请弩过去 胆敢反抗我们秦军 胆子好大 攻下来 男人全杀了 女人抓起来 周伯道 遵命 传令兵道 另外 告诉弟兄们 不要大意 不论什么时候 一定要小心翼翼行事 否则 吃亏的是我们 周伯叮嘱道 遵命 传令兵道 几天后 京城依然没拿下 什么 投石车 擒弩不起作用 士兵攻不上去 周伯惊讶万分 走 本将军去看一下 到底是什么险官 能阻挡清军 周伯道 等周伯带着清卫杀到京城时 呀的 真心险峻啊 差不多有一千米山路 投石车 擒母 确实不起作用 将军 这地方太险峻了 根本攻不上去 士兵一进攻 宇宙人就往山下掀石块 木头 一名营长报告道 周伯点点头 带着人在四周观察起来 周伯站在一道斜坡上观看 坡度很大 关键是斜坡上全是光滑石头 一般人攀登不上去 三百米 有点困难啊 你们有人爬得上去吗 周伯对着清兵道 将军 我可以试一下 一名清兵道 让人找几根绳子送过来 要是能爬上去 把绳子绑在树上 将另一头放下来 遵命 一名清兵道 不大一会儿 那名清兵带着几根绳子走来 小子 就看你了 要是爬上去 本将军给你几手工 周伯道 遵命 清兵道 这名清兵从小练武 走的是清零路子 背上一根绳子 手里拿着二把匕首 慢慢开始攀爬起来 二把匕首相互替换 一步步往上攀爬 哗啦啦 石块滑落 那名清兵身体往下滑 士兵们紧张无比 不过 好在清兵精力集中 右手上匕首往旁边石头上 狠狠扎进去 阻止身体滑下去 压的 真的好凶险 短短三百米距离 花了清兵一个时辰才爬上去 士兵累得不成样 躺在树林中喘粗气 休息片刻 把绳子绑在树上 将绳子抛下来 周伯清兵纷纷携带着绳子 开始攀爬起来 一个时辰 近百名勤军士兵爬上去 士兵休息一阵 在树林中穿梭 很困难 不仅要爬山 还要砍下阻挡的树枝 百名勤军士兵潜伏在山顶上 等待夜深时 再开始行动 宇宙人很警觉 晚上同样派出人监视山下情况 一旦有勤军偷袭上来 马上丢十块 士兵隐藏在树林中 吃东西补充体力 夜深人静 宇宙人除了放哨的 其他人全睡下了 行动 近百名勤军士兵 像一只只兔子 迅速醒过来 朝着宇宙人阵前摸过去 掃 一名勤军士兵 翘无声吸到了一名宇宙人身前 左手捂住宇宙人的嘴唇 右手匕首 往脖子上轻轻一滑 一道鲜血喷射出来 数十名放哨的宇宙人 做梦不会想到勤军会摸上来 一下子被打得措手不及 半课中 数十名宇宙人挂掉 勤军一名士兵 举起火把 往山下打出信号 周将军 你看 上面有信号 咱们成功了 一名轻卫道 上 不要弄出太大声响 周伯道 一名名勤军士兵 肚子里早憋着一口气 得到命令 迅速朝山顶上 快速冲上去 第246章 狄人阶的监察情况 御书房 狄人阶 胡亥二人对坐着 怀音啊 天气越来越冷了 咱们二人好好喝杯酒 暖挥一下身子 去去寒气 胡亥道 谢陛下恩赐 狄人阶道 让人送来一桌下酒菜 取出一瓶茅台出来 二支酒杯真满酒 怀音 咱们军臣二人干一杯 胡亥道 二支酒杯轻轻碰下 各自喝光杯中酒 陛下 微臣兼任刑部尚书 这不太好 会影响微臣在监察时身子战歪 有失公平 公正 敌人劫道 怀音 朕也晓得 你遇使阁主管 让你又监管刑事宜 确实不妥当 可是 朕手上没有好的人才 只能先监着 等过段时间再说吧 胡亥道 陛下 微臣见老肖手里 来了一名叫曹参的人 能力不错 要不调到刑部任上书吧 敌人劫见一道 胡亥摇摇头 怀音 刑部非常关键 不是信任的人 朕不敢委任啊 曹参原来是刘邦手下谋士 一直忠心耿耿 现在跑来投诚 朕需要考察一段时间 不敢轻易使用 胡亥道 陛下 其实天下即将太平 那些个曾经跟错人 做错事的文臣 也会纷纷投靠 只要掌握好 重用又如何 难道翻天不成 敌人劫道 华英 你说的没错 可是 重要部门的头 朕确实不太相信他们 还是觉得 你们朕放心 刑部是一个专政机构 一旦出问题 会引起百姓恐慌 朕必须小心谨慎 胡亥道 敌人劫不好再说什么 胡亥话已经讲得非常明确 信任 陛下 新收复地盘上 违规的官吏很多 有人是自己贪腐 有的是被叛乱分子逼迫 涉及的官吏太多了 一旦追究责任 会让各地官吏严重缺乏 不好操作呀 敌人劫道 胡亥点点头 还是手上没多余的官吏筑备 要是手上有大量官吏筑备 怎么会容忍那些贪官污吏 肆意横行 压榨百姓 唉 胡亥常常叹了口气 华英 朕知道 可是目前 咱们培养的人才还未成长起来 只能满足县级以下组织机构 郡一级人选 确实严重缺乏 胡亥道 怀英 现在咱们不缺乏县官 村官 御史阁主要监察对象 放在这二级 等培养出人才后 咱们手上有大量人才筑备 再好好收拾郡太守一级贪官 胡亥道 对了 怀英 朕觉得可以大胆启用县令 好好考察下 不行就破格提拔 缓解一下高层官吏紧缺问题 胡亥道 这是拔苗助长啊 搞不好会毁了好多人 陛下 这是微臣整理出来的 各地犯罪嫌疑人的情况 还有一份是微臣建议替代的人选 敌人劫道 胡亥接过来一看 妈蛋 那么多啊 陛下 这只是情节严重的官吏 还有好多人暂时没统计 一旦全部治罪会更多 敌人劫道 对于贪腐问题 胡亥绝不会手软 胡亥提笔批阅同一二字 怀英 这份替代人的名单 你应该拿点五妹娘 让他配合于使歌行事 胡亥道 遵旨 对于敌人节 胡亥绝对相信 批阅时 看都不看 直接提笔写下 同一二字 胡亥心中明白 他依靠 只有召唤出来的神将 名臣可信赖 本土人才暂时不能全信任 正是如此 到现在 朝中还欠缺好多官职 人手 一直没有适当的人配置 苦的是手下嫡系 咚咚咚 陛下 扁阙先生来了 亲卫道 请扁阙先生进来 胡亥道 见过陛下 扁阙道 扁阙先生 快入座 一起喝上几杯 暖和一下身子 胡亥道 谢陛下 扁阙道 三人慢慢喝酒 感觉身体暖洋洋洋的 扁阙先生 这次来找朕 不知何事 胡亥道 陛下 这段时间 炼制出好多丹药出来 全交给军方 不过 我们手上好几重药才紧缺啊 扁阙道 扁阙先生 你放心好了 这段时间 帝国财政不算太紧张 需要什么尽管开口 胡亥道 经过二年多时间发展 帝国确实走向稳定 百姓也能吃饱肚子 只剩下一些刚刚收复的地区 百姓还困难点 其他地方真的不错 陛下 微臣研发出一种 可以提高资质的丹药 需要大量五十年以上人生 还有一些像合手屋等药材 这个丹药炼制出来 对将军的资质提升有好处 扁阙道 哦 这可是好东西啊 胡亥也可以服用 好好提升一下资质 扁阙先生 感谢你 研究出如此好丹药 对帝国来说太重要了 胡亥道 陛下 微臣炼制出来的丹药 分成三种情况 最好的一种不会太多 主要是需要的药材太珍贵 一般的丹药倒是问题不大 扁阙道 扁阙先生 没事 最好的那种 只要够军方顶级将军使用即可 还有一些文臣也可用 不会太多的 胡亥道 扁阙先生 好像周伯征伐下半岛 人参貌似就是在半岛上生长 据周伯报告 他从宇宙族部落 终缴获得好多人参 年限不一 等随后赈给周伯 去封书信 让他把人参之类的药材 送到咸阳 交给先生使用 另外一些药材 让那个给些钱 派人去外面采购好了 胡亥道 感谢陛下 扁阙道 陛下 这是微臣重新搞出来的药 对陛下应该非常适合 先扶下试试看 扁阙道 胡亥接过来稍稍看了下 呀的 好东西啊 这段时间被身边的美人掏空了 身体有点顶不住啊 感谢扁阙先生 胡亥道 陛下 要这种东西尽量少服用 还是要加强锻炼 只有身体强壮才是正道 扁阙道 扁阙先生 放心吧 朕知道轻重 会注意身体情况 一般情况下 不会轻易服药 胡亥道 一碗上一个 胡亥顶得住 加上阴阳功法配合 要是一碗几人 胡亥就顶不住了 当然了 好处是巨大的 毕竟不用说 胡亥修为晋升迅速 离不开双修那种方法 要是没有 修为晋升会非常困难 很缓慢 第247章 飞兵台 胡亥 敌人节 扁阙三人在喝酒聊天 来人 去把贾许给镇叫来 胡亥道 遵旨 清卫道 陛下 你有事 卫臣先走了 敌人节 扁阙二人 站起身告辞 清卫 给淮英 扁阙先生 他们二人多拿几瓶好酒带回去 天气寒了 让他们预寒 秦旗道 多谢陛下恩赐 二人感谢道 不大一会儿 贾许来了 见过陛下 贾许道 文和 快坐下 先喝点酒 暖和下身子 这天气越来越冷了 接下来就看韩信了 胡亥道 陛下 放心吧 韩帅看过雪橇的训练方法 攻防生产的雪橇已经送到四兵团手中 贾许道 文和 看这种天气 辽东地区应该会下雪吧 胡亥道 陛下 刚刚收到消息 说辽东这几天确实下雪了 韩帅正在训练士兵滑雪 一旦训练结束 马上对盘踞在东部地区的外移种族 匈奴人实施轻角 胡亥点点头 陛下 我们收到消息 莫独又派出数万铁骑南下 准备入侵中原地区 贾许道 哦 文和 难道莫独这老家伙准备好了 准备与咱们来一场大决战 胡亥道 头疼啊 秦军正在轻角叛乱 一下子抽不出太多兵力 应对匈奴铁骑 陛下 据微臣与子房先生研究 此次莫独指派出数万铁骑南下 不会与我们决战 目的是骚扰我军 让我军分心 不能全心全意轻角叛乱 真正决战 还是要等到明年 莫独才会准备好 贾许道 文和 匈奴人是中原民族天敌 不能老这样年年打 总是打防御战役 尽管取得胜利 可是 咱们太被动了 咱们评判后 必须抽出兵力出来 主动出击 彻底歼灭匈奴人 那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把匈奴人往西部地区赶 让匈奴人去祸害西方人 胡亥道 陛下 光把匈奴人赶往西域不行 必须要歼灭 匈奴人盘踞在西域 依然会对中原地区构成威胁 贾许道 文和 正讲的西方 不是指西域 西域咱们帝国必须收入囊中 那是一个好地方 不能留给匈奴人占据 必须再往西边赶 赶出西域更远处 胡亥道 贾许站在地图前 点点头 陛下 派那个兵团去解决南下的匈奴铁骑 贾许道 韩信兵团有多少兵马 胡亥道 整顿辽东军后 达到二十万以上步骑 其中骑兵十五万 步兵五万 另外 骑兵中 有五百众骑兵 贾许道 文和 你与子房二人意见呢 胡亥道 陛下 燕门关一带 依然属于四兵团防守 我们建议让韩信出兵 给予匈奴铁骑一个教训 贾许道 不是教训 是一定要全奸 用事实告诉莫独 匈奴铁骑来多少 咱们歼灭多少 胡亥道 遵旨 贾许道 咱们咸阳城中兵力空虚 抽不出太多兵马 按你们研究的 让韩信派骑兵出击 但是 不能影响对东部地区 清剿战役 胡亥道 遵旨 陛下 这次莫独出铁骑南下 有报复的意思在里面 霍将军太狠了 把好多匈奴人部落焚烧于尽 匈奴人损失惨重 微臣与子房商量 莫独应该是出于压力 才出兵南下 可又没准备好 出兵太多 一旦遭受损失 得不偿失 此次出兵 可能应付一下 其他部落的怨气 贾许道 胡亥点点头 莫独是一个枭雄 明知没准备好 肯定不愿意与秦军决战 此时出兵 无宁是宋菜 莫独 牛逼啊 另一个卫面 统一了北方大草原 这个卫面 依然统一了草原诸多匈奴部落 还统一了西部草原 势力比另一个卫面还强大 确实是一名伟大的汉王 伟大的君主 一个令人敬佩的草原英雄 不过呢 这个卫面胡亥来了 不会让匈奴人等到武帝出兵歼灭 秦帝国会出兵征战 彻底解决北方问题 文和 最好建议韩信 带上五百重旗 胡亥道 重旗对抗轻旗 占有极大优势 毕竟 此时旗兵基本是用弓箭简单射击 战术发展还不完善 没有什么突旗兵种 遵旨 贾许道 咚咚咚 陛下 魏辽老太尉大人来了 秦卫道 魏辽 老头来干什么 文和 黑兵台查到消息了吗 胡亥道 陛下 对不起 一直查不到 像是在世间消失似的 带到几名小喽啰 什么也审不出来 贾许道 那咱们就见见魏辽吧 有请魏辽先生进来 胡亥道 遵旨 亲魏道 老臣见过陛下 魏辽行礼道 老太尉 快快请入座 天气越来越冷 喝点酒暖和下身子 胡亥笑容满面道 谢陛下恩赐 魏辽道 胡亥亲自给魏辽真酒 把酒杯推到魏辽面前 老太尉 不知找朕有何事 胡亥道 魏辽端起酒杯 小小瞎了一口美酒 陛下 微臣见两年来 那个黑兵台组织病尉 到咸阳城中来见陛下 不知何故 魏辽道 胡亥微微一愣 难道不是魏老头掌控黑兵台 老太尉 朕也不想藏着捂着 黑兵台的事 朕曾经听闻过 貌似是老太尉掌控 怎么会说出此话呢 胡亥道 魏辽微微一愣 一下子明白好多事 为什么胡亥掌权后 对魏辽不冷不热 像是防范的什么似的 原来是为这个 任何人碰到这种事 心中肯定不舒服 没有把魏辽拿下 已经算是大度 宽容了 唉 魏辽长叹一声 陛下 老臣在先帝活着时就已经退居 一直没关心黑兵台之事 一心一意在写书 魏辽道 胡亥点点头 陛下 黑兵台现在受什么掌管 微臣确实不知道 也没他们的联系方法 你也清楚 黑兵台一直是皇帝 亲自掌控 到底什么原因 不来向陛下效忠 这个微臣不晓得 不过 等到见到熟人时 微臣询问一下情况 魏辽道 胡亥头大 一个神秘组织不受掌控 情况比想象还严重 老太尉 您老应该晓得 黑兵台总部在什么地方吧 胡亥道 原来的总部 微臣晓得 不过 几年不见黑兵台来效忠 估计总部也废除了 魏辽道 陛下 黑兵台总部就在秦岭大山中 微臣愿意带陛下去查看 具体是否在 微臣不敢保证 魏辽道 胡亥摇摇头 这么长时间消失于无形 怎么可能还有人在 陛下 微臣带上人跟老太尉走一趟吧 说不定能从中 找出一些蛛丝马迹 贾许道 好吧 劳烦老太尉走一趟 文和 保护好老太尉安全 查不到也没关系 厌过留生 迟早会冒出来的 胡亥道 遵旨 贾许道 贾许带着锦衣卫 跟随未聊 朝着原来黑兵台总部扑上去 书房中 只剩下胡亥一人 心中无比郁闷 不知黑兵台 到底出什么事 为什么会出现意外情况 第248章 匈奴铁骑南下扣官 辽东 韩信收到军方书信 告诉他有数万匈奴铁骑 南下入侵燕门关一带 让四兵团出兵歼灭 韩信马上走到地图前 心中在思考 数万匈奴铁骑 再过一段时间 东部地区雪天战役 马上要开始 来人 韩信道 韩帅 什么事 传令兵道 把宽车 周伯 吕泽等将军叫来开会 韩信道 遵命 传令兵道 不待一会儿 几名将军纷纷走进韩信中军大帐 诸位 刚刚收到军方命令 匈奴人派出数万铁骑南下 准备入侵 骚扰中原地区 让我们四兵团出兵 一举歼灭 不让匈奴人活着逃出去 韩信道 把军方命令拿出来 让诸位将军纷纷冠阅 韩帅 命令上说 有数万匈奴铁骑 这个情报是否准确 快撤道 快先生 军方有渠道收集情报 这是咱们四兵团无法比拟的 情报肯定准确 这一点本帅敢保证 韩信道 他可知道 贾许手上有一支神秘部队 专门监察天下 收集天下情报 不论军事 民生 科技方面的情报 感觉有新内容 马上收集起来分析研究 韩信怀疑 贾许手上锦衣卫 可能渗透进了草原 几周边地区 可是呢 有些话不能说出来 锦衣卫很神秘 陛下没开口 只是几个兵团司令长官知道 其他人不明白 匈奴人好无耻 看到我们要对东部地区出手 马上来骚扰 有胆量决战一场吗 周伯道 周将军 据本帅得到军方给的情报 北方草原已经被莫读统一了 与帝国决战是迟早的事 这次出兵骚扰 估计不想让帝国好好评乱 给帝国添点乱 韩信道 韩帅 我们秦军有马中三宝 战斗力强过匈奴铁骑 应该可以歼灭来犯之敌 这样一来 抽调兵力不多 不影响东部战役开展 快撤道 韩信点点头 命令 韩信道 刷 诸位将军一下子站起来 胸脯挺直 听从命令 周伯 吕则听令 以周伯为主将 吕则为副将 带一个骑兵师 外加重骑 今天就朝燕门赶过去 一定要全歼来犯匈奴铁骑 这是陛下命令 全歼 明白了吗 韩信道 遵命 周伯 吕则大声答应道 轰隆隆 秦骑兵出动了 大地震动 万马奔腾 燕门关 爱关上只有五千名军兵 收到军方命令 士兵迅速通知外面的百姓 迁移进关中 躲避匈奴铁骑屠刀 一队队军兵跑出燕门关 保护百姓撤离 周围生活的百姓 在秦军士兵保护下 纷纷收起东西 迅速朝燕门关赶来 从到百姓迁入关中后 次日五万匈奴铁骑杀到了 燕门关是边境地区 军兵战斗力也非常强悍 比中原地区军兵强好多 爱关上 韩信走时留下二百张勤母 看到匈奴铁骑杀来 勤奴纷纷掀开步骤 露出兵冷杀器 士兵迅速上舰 随时准备扣动扳机 匈奴人呢 杀到关前 发现燕门关已经有了准备 偷袭不成 只好强攻 问题是 骑兵如何攻城啊 放心吧 匈奴人带着抓捕的中原百姓 随军带来数百名中原百姓 有的负责为战马 有的是工匠 打造云梯落到中原百姓身上 中原百姓没有选择 想要活下来 只能乖乖打造云梯 否则 匈奴人弯刀会落下 一天时间 匈奴人打造出数十架云梯出来 次日 匈奴人进攻了 一个个匈奴人跳下马背 抬着云梯往城墙下冲 城墙上 秦军兵严阵以待 等待上司命令下达 当匈奴人进入秦奴有效射程时 秦奴开火 搜搜搜 二百张秦奴分成三个波刺 分别射出一只只凶残弩剑 迎着冲上来的匈奴人 砰砰砰 一块块盾牌碎掉 盾牌后面 匈奴人身体遭到弩剑洞穿 留下一个个血洞 扑扑扑 漫天弩剑雨 连绵不断地射出 一个个匈奴人倒下 不过呢 城墙上擒弩是老式擒弩 并非升级版擒弩 一次性只能射出一只弩剑 威力小了点 稀疏的剑雨 阻挡不住凶残的匈奴人 不大一会儿 大量匈奴人杀到城墙下 工兵自由射击 嗖嗖嗖 匈奴人付出数百具尸体 终于杀到城墙下 越过擒弩射击范围 马上面临工兵射杀 扑扑扑 又一批匈奴人倒下 啊 城墙下惨叫声响起 滚木 雷石往城墙下砸 燕门关俊兵主观经验丰富 有条不紊指挥士兵抵挡匈奴人 轰隆隆 一根根滚木 雷石朝着城墙下 匈奴人头顶上砸下去 有的匈奴人刚爬上云梯 被一块块石头砸的头破血流 从云梯上掉落下去 有城墙依仗 与没城墙依仗是二回事 秦俊兵站着城墙 不断轰砸匈奴人 收割匈奴人生命 不过 匈奴人太多了 还是有不少匈奴人攀登上城墙 枪兵刺杀 刷 一名名秦俊枪兵 看到匈奴人爬上城墙 迅速一枪枪刺出 有的士兵手持战刀砍上去 战斗很惨烈 燕门关成了双方争夺的重点战场 一个上午 城墙上二百张擎弩 遭到匈奴人破坏数十张 匈奴人也付出惨重代价 中午 匈奴人停止进攻 燕门关上秦俊兵 纷纷吃食物 补充体力 一个上午 匈奴人留下两千多具尸体 秦俊兵吗 有数十人受伤 其中死亡十人不到 下午 匈奴人又发动了更强大攻势 秦奴 射击 嗖嗖嗖 匈奴人很勇敢 一个个跨过秦奴射击范围 跑到城墙下 面临秦俊兵攻兵射击 代价尽管很大 总算杀到城墙下 滚木 放 雷石 砸 轰隆隆 伴随着一名名匈奴人死亡 匈奴人爬上城墙 杀 城墙上 三名 五名秦俊兵 围剿一名匈奴人 没了战马的匈奴人 战斗力有限 一个个匈奴人爬上城墙 被秦俊兵一个个击杀 吭枪 一名万夫长 带头杀上城墙上 看到匈奴万夫长很生猛 秦俊兵马上组成战阵 六人组成战阵扑杀上去 嗖 匈奴万夫长 看到利剑射来 举起手中弯刀挡下来 另一名盾牌兵右手持战刀批出 二名枪兵也刺出避重一枪 剩下一名弓兵又射出一箭 一下子 匈奴万夫长顾头顾不到尾 破 腰上留下一条刀槽 鲜血标射出来 破 一只长枪被挡下 另一只长枪狠狠扎进万夫长腹部 趁此机会 弓兵一箭射出 破 万夫长咽喉上出现一个血洞 眼睛睁得大大的 匈奴 万夫长做梦想不到 会死在几名小兵手中 心中气啊 死不瞑目啊 尸体缓缓倒下 死了 彻底挂掉 第249章 血战燕门关 嗖嗖嗖 燕门关城墙上 秦军兵不断对城墙下匈奴人展开攻击 匈奴人爬上来 枪兵 盾排兵跟进 战士进入交织状态 历经二天激战 城墙上秦母被匈奴人全部摧毁 防守只能靠士兵手中攻剑 尽管匈奴人伤亡惨重 可是 燕门关上秦军兵也困难重重 压力山大 秦军伤亡再增加 第三天 城墙上只剩下三千名秦军兵 而且人人带伤 匈奴人挂掉高达一万人以上 不过呢 匈奴人还有近四万人 兵力上占极大优势 惨烈啊 匈奴人不惧生死 不断冲向城墙下 想要拖住秦军评判速度 必须拿下燕门关 让秦军抽掉大量兵马增援 匈奴人以排山倒海之势 朝着城墙杀上来 秦军兵压力山大 不过 爱官主持人出身被围军士兵 绝对不会妥协 放弃 更不会投降 带领活着的军兵与匈奴人拼命 刀光亮 血花飘 城墙上已经染成血红色 到处是匈奴人 秦军兵身上的鲜血 此时已经分辨不出来 秦军兵非常累 连续击战三天 体内力气慢慢消失 匈奴人则源源不断攻上城墙 局势已到了危急时刻 援军再不到 燕门关将沦陷 城中百姓会遭到匈奴人屠杀 城中百姓看到战事惨烈 纷纷投入到激战 捡起地上战刀 长枪 弓箭 朝着匈奴人扑杀上去 瞬间对战局稍有缓解 周伯带着秦骑兵已经杀到 骑兵士兵体力消耗过大 一下投入战斗会造成极大伤亡 加上 众骑需要时间 周将军 燕门关情况非常危急 再不出手 估计不仅骏兵死尽 连参战的百姓也不会剩下几人 传令兵道 周伯心中纠结啊 皇帝对百姓看得非常重 一旦死伤惨重 自己要倒霉 不能再等了 众骑准备好了吗 周伯道 报告将军 我们刚刚准备好 随时可以出击 请将军下令 众骑兵道 众骑出击 周伯道 遵命 众骑兵道 轰隆隆 五百众骑跑起来 朝着匈奴人中军奔扑上去 大地震动 如万马奔腾 灰尘卷起老高 众骑身上铠甲 在太阳光下闪闪发光 刺得匈奴人眼睛睁不开 众骑兵身后 二万勤骑兵师 分成左右二队 周伯 吕则二人各带一万 朝着匈奴人扑杀上去 匈奴人傻眼了 做梦想不到 秦军增援来得如此之快 这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援军 匈奴人不清楚 秦军早收到匈奴人南下的情报 第一时间下达增援命令 要是燕门关遭到攻击才增援 黄花菜都凉了 撤退回来 快撤退回来 匈奴万副长吼叫道 刚刚攀登上城墙上的匈奴人 突然听到号角声 让赶快撤退 一下子蒙圈了 不过呢 命令下达 必须遵守 尽管城墙上马上要沦陷 可是不能不听啊 城墙上奋战的秦军兵 百姓听到轰隆隆之声 小的增援到了 一下子原本一点力气使不出的士兵 体内涌现出一股新的力量 士兵纷纷扑杀上去 秦军兵反杀向撤退的匈奴人 碰打落水狗 城墙上 士兵百姓高呼声 一浪高过一浪 士气爆棚 战役滔天 纠缠住匈奴人 城墙下 秦军重骑出击 有如天崩地裂 撞上匈奴铁机 一名名匈奴人撞得人仰马翻 纷纷跌下马背 被战马踩成肉泥 披荆斩棘 所向无敌 众骑以秋风扫落叶之势 扑向匈奴铁机 匈奴铁机战阵被冲散 马上遭到紧跟其后的秦棋虐杀 一名名匈奴人挂掉 秦军把心中怒火 全部发泄在匈奴人身上 手中不断挥舞着战刀 长枪 砍向一名名匈奴人 匈奴万夫长拼命叫喊 遗憾的是 此时匈奴人根本顾不上听命令 保命才是主要事 战马乱窜 撞得匈奴铁机越发混乱 周伯带着一万琴棋 扑向左侧匈奴人 吕泽带着一万琴棋扑向右侧 中间留给重棋 三剑齐发 只是琴棋稍后一点 重棋在前面 无断摧毁匈奴铁机战阵 碾压 横退 不错 匈奴铁机面对秦重棋 如同稻草似的 撞上击碎 战场上撞击声纷纷响起 伴随着的是匈奴人一个个倒下 片刻时间 大地染成红色 大量鲜血流出来 让地面上泥泞起来 有的地方鲜血汇集在一起 慢慢形成河流 缓缓移动 真正血流成河 惨 惨不忍睹 这就是战争 何况是二个种族间的战争 不死不休 直到一方全部倒下 没有对与错 好与坏 善与良 只有胜利与失败之分 中原民族与草原匈奴人 有上千年世仇 双方见面就是死战 血战 不会有人妥协 对于匈奴人的凶残 中原人非常明白 一只未不保的狼 城墙上 疲惫不堪的秦俊兵 百姓扶在城墙上 看着秦军骑兵 把一名名匈奴人斩杀 心中无比高兴 众旗已经洞穿了匈奴铁骑战阵 调转码头 重新再离一遍 到了此时 匈奴人明白 战败了 就差那么一丁点时间 燕门关会沦陷 可是 秦军增援杀到了 打得匈奴人闻风丧胆 现在考虑不是击败秦军 是如何活下来 成了匈奴万夫长的头等大势 问题是 逃得拖吗 燕门关地理位置特殊 关前方是一条狭窄的通道 长达十多里地 在秦俊兵追杀下 能有多少逃出生天 匈奴人没有选择 只能杀出一条血路出来 否则 只好去见长生天 指挥官万夫长 拍马带着手下冲过去 周伯看到数千匈奴铁骑要逃 马上带着旗下一万秦旗拦下来 迎着匈奴 万夫长杀上去 中平枪 周伯毫不犹豫 甩出一枪 奔向匈奴人胸口 匈奴万夫长举起弯刀 吭枪 匈奴万夫长很强 与周伯站成平手 要不是周伯占有马中三宝 估计干不过匈奴万夫长 周伯经过那么多战事 修为突飞猛进 一举进入战皇境 实力比原来强了很多 不过呢 匈奴万夫长可是占尊敬 比周伯高出一个大境界 要不是靠着马中三宝 周伯早被匈奴万夫长斩于马下了 周伯手臂三麻 调转马头 周伯又朝着匈奴万夫长扑上去 迎难而上 好在匈奴万夫长无心恋战 只想早点逃出升天 再恋战下去 一旦被秦军包围 只有死路一条 抵挡了几下 匈奴万夫长逃走 周伯拍马追杀上去 轰隆隆 在一万擎骑兵杀戮下 匈奴人死伤惨重 一个个死于刀下 枪下 成为一支之冤魂 周伯击退匈奴万夫长 让旗下士兵战役逃天 士气爆棚 奋勇当先 朝着匈奴人追杀 第250章 赵驼美梦 战争很快结束 周伯 吕泽带着秦奇兵 追杀逃跑的匈奴铁骑 一直追出数十里地 接下来 周伯带着秦奇 对燕门关 云中 九园 朔方等地区聚集的匈奴部落轻搅 一段时间过后 这些地方又有不少匈奴部落聚集起来 必须时常清脚 咸阳御书房 胡亥 贾许 张良三人坐在书房内 慢慢喝着酒 天气太冷了 不喝点酒 受不了 陛下 调查了几天时间 黑兵台原来总不什么没留下 清理得非常干净 贾许道 算了 慢慢调查 以后多注意点 不用太伤心 胡亥道 张良惊讶万分 做梦不会想到 鼎鼎大名的黑兵台不受皇帝 帝国控制 张良震撼无比 陛下 黑兵台是一个极其强大的组织机构 不能大意 听说组织里好多人修为高深莫测 一旦对帝国不怀好意 危害性极大 张良道 胡亥无奈摇摇头 心中当然明白黑兵台之强大 可是有什么办法 子方 这也没什么好办法解决此事 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厌过留生 迟早会暴露无疑 胡亥道 好了 黑兵台的是放一放 咱们商量下局势 胡亥道 陛下 燕门关危情解决了 不过爱官上军兵牺牲了三千多人 百姓也死伤数千人 张良道 唉 胡亥常常叹口气 这是啊 帝国一直以来以防御为主 太被动 老是防范不太好 防御再好 总有漏洞 想要解决问题 帝国必须改变思路 由原来被动为主 转变为主动出击 不能老让匈奴铁骑南下 一味防范 可以考虑出兵大草原 深入到匈奴人地盘上去决战 让匈奴人承受战火 不能再让战火肆虐帝国边境地区 百姓承受不住灾难 胡亥道 修建长城是好事 这事先帝决定 朕不便多说什么 不过 我们必须制定出计划 怎么彻底歼灭匈奴人 把他们往更西地区赶 不要再肆虐中原地区 不打择己 打的话 一定要一鼓作气 打得匈奴人永世不得翻身 让草原充满血腥 胡亥杀气腾腾道 陛下 咱们帝国现在有马中三宝 对战匈奴铁骑时战有优势 匈奴人已经不占优 完全有能力与匈奴人决战 关键是深入大草原 咱们帝军补给会出问题 张良道 子房 文和 不用担心补给问题 到时候 朕随军前往 不把匈奴人消灭 是不罢休 胡亥道 陛下 不妥 与匈奴决战是一个长远的事 不可能短时间内结束 咸阳城中 不能没有陛下坐镇 一旦离开太久 会生出不少事出来 张良相劝道 子房 不用担心 有武相 玩 敌人结坐镇 出不了什么大事 小事他们会处理 军方按这个做计划 不要考虑补给 由镇来操心 胡亥道 遵旨 张良道 对了 高顺 蒙田二支大军到了什么地方 储君围困了吗 胡亥道 陛下 高顺将军整合三田后 朝徐帝进军 与蒙田旗下大军 一起收复楚帝 此时 楚军已经在三个兵团的包围之中 周瑜将军断了楚军退路 对江东一带也全部收复 只有项羽旗下部队 甲许道 告诉贵英 高顺 蒙田 既然楚军不愿意放下武器 全歼吧 朕本来觉得 大家都是中原人 不要内讧 看来 朕太高看项羽 范增二人的智商 胡亥道 甲许 张良二人晓得 胡亥耐心被楚军消耗光了 终于下决心决战了 遵旨 我们马上把旨意通知到个兵团 张良道 胡亥对项羽非常有好感 说实话 真不愿意兵刀相见 可是 帝国拖不起啊 陛下 刚刚接到情报 英部那个家伙跑出来了 跑到蒙田将军那里投降 贾许道 哦 不错 一个好消息啊 朕能获得英部也不错 其他储君中能让朕另眼相看的人 只有项羽 范增 龙且三人 其他不值一提 既然三人不愿意 让其毁灭吧 胡亥道 英部 汉出三名将之一 这下三名将齐聚秦军 就算没了项羽 范增二人 也足够了 另外 告诉将军们 项羽战力非常强悍 不要与项羽单打独斗 特别要叮嘱吕林起那个小妮子 他一贯胆大包天 天不怕地不怕 什么人都敢动 告诉他们 不允许单打独斗 一起上去扁项羽 看他如何应付 这是战争 不是个人表演 让诸位将军记号 胡亥道 哈哈 贾许 张兰二人笑了起来 陛下说得对 战争到结尾了 不能有大的失误 更不能有太大损失 贾许道 陛下 放心吧 微臣会给各兵团下达命令 让他们不搞单打独斗 战争以胜利为准则 在优势情况下 不必弄那些花架子 张良道 陛下 武兵团打到南海城 与兆陀大军对峙起来 陈平来信说 希望陛下去一趟 可以避免秦军内讧 毕竟 兆陀旗下 有近五十万秦军士兵 那些士兵是无辜的 再说了 兆陀并未明目张胆的造反 只是听风不听调 贾许道 你们二人怎么看这事 胡亥道 陛下 兆陀其实是反了 只是帝国在陛下掌权后 评判出乎兆陀意料而已 现在 兆陀犹豫犹豫起来 想回归帝国 心中又担心陛下不放过他 之所以对质起来 就是证明 张良道 子方 你说兆陀要正一个承诺 还必须亲自到达 当着数十万秦士兵的面承诺 胡亥道 陛下 这就是兆陀的心思 绝对不会错 张良道 哼 胡亥冷哼一声 别人不清楚 兆陀是个什么人 胡亥却非常清楚 那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家伙 南越国的老祖宗啊 这样的人 绝对不能留下 咚咚咚 胡亥手指在敲桌子 文和 你的意思呢 胡亥道 陛下 去一趟也没多大关系 陛下身边有微臣 孙尚香 鱼姬 扁鹊 张献几人 兆陀想结识陛下不可能 而我们可以趁此机会 夺了兆陀权 一举解决赵托旗下五十万秦军问题 贾许道 陛下 不可 怎么能让陛下去冒险呢 微臣坚决反对 还是让五兵团动手 直接歼灭好了 张良道 咚咚咚 胡亥没开口 在思考得失 不是胡亥害怕死 是考虑要如何拿下赵托 第251章 赵托兵力多秦军一倍 胡亥考虑再三 下定决心 文和 安排吧 正过几天就出发 到南郡走一趟 看看赵托玩什么鬼把戏 胡亥道 遵旨 贾许道 陛下 微臣还是坚决反对到南郡与赵托见面 为什么赵托不来咸阳城见陛下呢 世上那有君王去见臣子的 赵托反意已是事实 纯粹是找借口 陛下不能冒险 张良道 子房 朕晓得 赵托在玩把戏 觉得朕不敢去见他 吃死了朕 好做战争动员 一旦朕到南郡见赵托 一切阴谋诡计 皆化成为空 说实话 朕很在意赵托手下五十万秦军士兵 他们是帝国的士兵 百战老兵 现在成了赵托与帝国胁迫的筹码 朕不去南郡 五十万帝国士兵会惨遭惨杀 那是帝国的士兵啊 朕相信 五十万士兵中 绝大部分不知赵托阴谋诡计 只有赵托及手下几名将军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 朕必须挽救秦帝国士兵生命 防止相互惨杀 胡亥道 陛下 您去见赵托 实在太危险了 君子不立威强之内 一旦出现万一 以后人人可胁迫陛下 这个口子不能开 张良道 子房 朕知道 你为朕安全考虑 不过 有些事 朕必须站出来 这是朕的责任 胡亥道 陛下 既然如此 微臣跟陛下走一趟 张良道 胡亥摇摇头 子房 朕不能把人全带走 军方要留下人 主持正常工作 万一有什么事 需要人处理 朕带上文和 扁阙 孙上香几人足够了 子房在咸阳 给朕守好家 不要出什么错 胡亥道 子房先生 微臣会安排好的 抽调锦衣卫 提前潜入南郡城中 确保陛下安全 放心吧 贾许道 陛下 千万小心 文和一定要安排好 必须确保陛下安全 帝国可以没有任何人 必须要有陛下 只要陛下在 帝国不会乱 国家才有希望崛起 复兴走向巅峰 张良道 好了 准备一下 三天后秘密出发 胡亥道 遵旨 贾许 张良二人马上离开 就安排一些事情 胡亥坐在书房中 修为目前是战宗九阶 差一级就可以晋升到战皇境 一旦晋升战皇境 旗下神将 神香修为会得到释放 晋升到战尊境 加上越级挑战能力 对战战胜境巅峰 胡亥不晓得赵驼修为是多少 不过 在胡亥记忆中 貌似也就战皇境 五十万勤军的主将 原本不是赵驼 进攻南越石挂掉 才让赵驼晋升为主将 从这点上看 赵驼修为 不应该超过战皇境 当然了 赵驼旗下有好多战将 这一点是真的 具体什么修为揭不清楚 明面上赵驼并未造反 旗下士兵一旦看到胡亥 肯定会欢迎 不会朝胡亥出手 因为赵驼没理由 说服不了秦士兵 胡亥出现在南郡 赵驼一切阴谋诡计全落空 哎 不得不去啊 胡亥怎么可能让赵驼 阴谋诡计得逞 一旦阴谋诡计得逞 赵驼会分离国家 张献 陈平大军没有选择 只能歼灭 呀的 五十万秦军士兵啊 莫名其妙 成为赵驼思域的牺牲品 胡亥不可能眼睁睁看着 秦军士兵死亡 冒再大的险也值得 一旗安排妥当 三天后 胡亥带着贾许 贬阙 孙上香 鱼姬 及一千备围军 一千红粉兵团出发 一路上马不停蹄 日夜赶路 半个月时间 到达下口 进入帝国海军基地大本营 码头上停泊着一百艘战船 啪 欢迎陛下来下口 周瑜敬礼报告道 胡亥道 陛下 已经准备好 随时可以航行 周瑜道 那走吧 咱们到战船上再续话 时间不等人 尽快赶到南郡地区 胡亥道 陛下 已经准备好了午饭 要不吃过午饭再上路 周瑜道 不 咱们上战船吃 从这里到南郡 需要半个多月 我们时间很紧 等解决掉赵驼 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胡亥道 遵旨 周瑜道 周瑜马上安排人 把胡亥随行人员 全部叫上战船 加上周瑜卫队及水手 一共有上万名士兵 胡亥站在船甲板上 看着一名名秦军士兵登上战船 恭敬 一共去多少条战船 胡亥道 陛下 十艘五围战船 加上二艘补给船 一共十二艘 基地里还剩下二十四艘五围战船 足够封锁长江 储君不可能偷渡长江 周瑜道 胡亥点点头 半个时辰 舰队起航 胡亥 周瑜 贾许 扁鹊 孙尚香 瑜姬等人一起进了战船餐厅用餐 大家边吃边聊 恭敬 战船上有多少水手 胡亥道 一共有三百多人 要是赶路的话 可分成三班轮流工作 战船速度能达到七节左右 周瑜道 胡亥惊讶万分 七节 在这个时代已经算是超跑了 七节相当于一小时航行十三千米 在胡亥印象中 能达到五节就不错了 出乎意料 恭敬 这样的话 咱们不用半个月吧 胡亥道 陛下 放心吧 不加速的话 十天时间能达到南郡 若是加速航行 会更快 不过 加速水手体力消耗极大 只能短时间使用 不能正常航行 周瑜道 不用 不用 告诉水手 按正常航行速度即可 不用赶时间 胡亥道 吃过午饭 大家一起到甲板上 孙上香兴奋无比 像个女娃娃似的 站在甲板上又喊又叫 还有身边那群红粉兵团 一下子欢蹦乱跳 胡亥微微一笑 知道 一旦战船进入大海 虽然是靠岸航行 风浪依然非常大 他们大多数女兵会运船 几天后 站船出长江口 进入大海 红粉兵团女孩子 纷纷有反应 一个个上吐下泻 精神萎靡不振 脸色苍白 陛下 前方是琉球岛 也叫弯弯岛 我们会从中间穿插航行 周瑜道 恭敬 现在琉球岛属于帝国领土吧 胡亥道 是的 赵托旗下五十万大军 确实征伐下琉球岛 才朝南郡挺进 现在南越那个地方 一半疆土也拿下了 周瑜道 赵托大军 有多少兵马聚集在南郡 据侦查 赵托为了抵抗帝军进攻 把大部分兵力抽掉回南郡 南越那个地方 只有很少兵马驻扎 贾许道 温和 恭敬 看来赵托真想与帝军死磕啊 胡亥道 陛下 南郡道路状况太差 好多地方有沟渠 部队想要快速推进 基本不可能 贾许道 这段时间 张宪 陈平武兵团准备的如何 胡亥道 现在武兵团拥有二十万步骑 不过 骑兵只有区区一万人 其余是步兵 贾许道 当然了 张宪旗下武兵团士兵 装备上与赵托手下五十万士兵相比 好了几个档次 不论是战刀 长枪 盾牌 弓箭 还是身上铠甲 赵托手下士兵无法比 贾许补充道 胡亥点点头 兵力对比一比二 一名秦军士兵对抗二名赵托军士兵 胡亥相信 在装备上的优势一定会化为胜势 帝军士兵手中 身上装备 于二年前 完全不是一个等级 赵托手下士兵 很多人手里拿着青铜兵器 如何与秦军士兵铁制兵器对碰 期待啊 第252章 到达南郡 张宪武兵团中军大仗 胡亥与张宪 陈平 彭越三人拥抱一下 相互问候 这才走进中军大仗中 张宪 陈平 彭越 你们三人辛苦了 对南面出征 交通状况非常糟糕 困难非常多 你们却克服困难 大军一步步推进到南郡 朕很欣慰 胡亥道 几个兵团出征 最困难的无疑是武兵团 他们面临的交通状况太差了 陛下 不辛苦 为了帝国崛起 复兴 彻底清剿那些叛乱分子 是我们该做的 张宪 对了 吴炳怎样处置 胡亥道 陛下 吴炳拒不投降 在不得已情况下 我们才对恒山城展开进攻 吴炳一家军被抓捕 一直关押在军中 等候陛下旨意 陈平道 诸位对于吴炳处置 有什么看法 胡亥道 陛下 微臣觉得要给予严惩不待 否则 会给其他造反者 觉得帝国太软 假许道 胡亥点点头 秦军开战前给个机会 可是叛乱分子 一直以为秦军不会杀他们 让他们肆意藐视秦军政策 陛下 微臣觉得 文和说得对 必须给予惩罚 不能放过吴炳这种顽固不化分子 从而也是给其他别有用心的人一个警示 帝国说话算话 可不会放过那些顽固不化的人 陈平道 既然如此 下令斩首吧 吴炳家眷全部送进文明学校 接受教育 什么时候认清楚形势 什么时候放人 胡亥道 遵旨 张宪 陈平 彭越三人道 陛下 有个事要上奏下 张宪道 哦 说吧 胡亥道 让陈平先生说吧 张宪道 陛下 我们武兵团消灭吴炳集团后 进入南郡地区 道路非常难走 也容易受到兆头大军埋伏 阻击 可是呢 一路上 我们武兵团并未碰上赵陀旗下秦军士兵 也未与我们激战 赵陀大军一看到武兵团 马上撤退 直到南郡时 才阻挡下武兵团前进路线 正是情况特殊 赵陀让人送来 想见陛下一面 微臣觉得此事奇怪 凭赵陀旗下50万秦军士兵 要是极力阻挡的话 武兵团损失会惨重 可是赵陀军并未采取偷袭 埋伏等策略 陈平道 胡亥眉头微皱 陈平先生到底想说什么 直接说出来 不用遮遮掩掩掩 就算说错 也没什么关系 胡亥道 陈平虽然投诚秦帝国近二年时间 可是一直待在武兵团 与胡亥接触不多 陛下 微臣觉得赵陀大军 与我们武兵团避战 并非是惧怕我们 而另有目的 陈平道 什么目的 胡亥道 陛下 微臣观察 赵陀大军 有重回帝国旗下的可能 所以 才会让陛下来一趟南郡 陈平道 说实话 朕也不想与赵陀大军争斗 赵陀旗下五十万大军 全是我们老秦的子弟兵 朕一直相信 五十万大军中 很多人不知道 赵陀要独立称王 纯粹是赵陀个人的意志 士兵是被胁迫 错不在士兵 在赵陀等高层 朕正是不想让 顾秦子弟兵受到伤害 才跑到南郡来 这要看赵陀如何选择 胡亥道 五十万秦军士兵 对于老秦故地来说 太重要了 这些士兵 是秦帝国的脊梁 他们是跟随先帝 横扫六国的有功之臣 当时先皇横扫六国时 拥有上百万秦军 镇执掌权力后 整个咸阳城中 基本没什么兵力 上百万秦军士兵 五十万呆在燕门关 驻守爱关 防止北部匈奴铁骑 南下入侵中原 五十万秦军士兵 在赵陀手中 听风不听轩 想别这些事 主委心里清楚 在那样情况下 朕带着微弱之兵 与之决战 先后歼灭 入侵关中地区的刘邦 项羽二入大军 要不是老天下雪 加上工坊生产出 升级版秦武 局势依然不明朗 那段困难的日子 才是帝国黑暗时期 不过 总算停过来了 这里有诸位将军 文臣同心协力 共同努力的结果 胡亥道 这些事 作为胡亥心腹 嫡系孙上香 贾许 扁鹊 张献几人是清楚的 他们跟胡亥时间长 经历过好多战役 好了 不谈那些艰苦历程的事 还是说下 咱们准备的如何 胡亥道 陛下 锦衣卫已经有近千名 前附近南郡城中 现在隐藏起来 到时候配合陛下行事 贾许道 啊 张献 陈平 彭月三人 纷纷惊呼起来 他们三人做梦不会想到 胡亥要进南郡城 与赵佗见面 太危险了 陛下 不能进城 让赵佗出城来见面 谈得好就谈 谈不好就打 为什么要求陛下进城呢 张献道 陛下 坚决不能进城中 一旦进入城中 陛下威夷 到时候 武兵团进不了城 不行 坚决不行 陈平道 陛下 末将也不赞成陛下冒险 彭月道 好了 现在不是说进不进城的事 是说下 朕进城后 咱们如何应对 胡亥道 陛下 既然如此 末将愿意陪陛下入城 有我张献在 情况有变时 可以掩护陛下杀出城 张献道 陛下 微臣也愿意跟在陛下身边 保护陛下安全 彭月道 胡亥制止 武兵团不能没有你们三人 朕进城后 你们三人要给予赵佗压力 只有那样 朕才安全 你们三人全走了 谁指挥武兵团 如何给赵佗军压力呢 朕这次只带文和 宫颈 上香 扁鹊先生等人进城 其他人留下来 主持军事行动 胡亥道 陛下 要不从武兵团中 抽掉一些精锐士兵 跟陛下入城 有他们在 我们也放心 陈平道 不用 朕身边的一千被围军士兵 红粉兵团 全是数一数二的精锐之师 加上潜入城中的锦衣卫 足够保护镇的安全 现在是研究一下 具体要如何行事 胡亥道 陛下 进入城中的士兵 不论是被围军 还是红粉兵团 全部交给周瑜将军指挥 微臣 匾鹊先生 孙将军 余姬几人待在陛下身边 具体看情况 贾许道 另外 武兵团在城外 一定要摆开阵势 做好随时攻城的准备 一旦接到命令 不惜一切代价 拿下城门 确保陛下走时 通道畅通无阻 贾许道 接下来 贾许与周瑜 陈平等人 又研究了一些具体步骤 备用方案等 出现什么问题 启用那一套备选方案 行动方案非常详细 甚至时间 地点都有标注 好了 大家休息吧 胡亥到 第253章 胡亥迷惑不解 次日 胡亥带着贾许 周瑜 扁鹊 孙尚香 鱼姬 外加一千倍为军 一千红粉兵团 朝着南郡城门走过去 张宪 陈平 彭月三人也动起来 武兵团二十万勤军 排着整齐有序的战阵 站在远处 等候胡亥命令 数百章升级版秦母 也架起来 严阵以待 一副谈不拢 秦军马上出击的准备 城墙上 赵陀旗下秦军士兵莫名其妙 感觉 今天情况不对劲 城外秦军有动作 一下子 很多城墙上赵陀旗下士兵 不知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秦军要进攻南郡城 恐惧 城墙上赵陀旗下士兵 心中生出恐惧感 为什么会这样 不要惊慌 今天秦帝国的皇帝要来 大家严阵以待即可 一名将军道 看着胡亥与手下兵马 缓缓走进城墙 打开城门 赵陀道 姑接 姑接 蓝郡城大门打开了 胡亥心中微微一愣 貌似情况出乎意料 城门二侧 站着赵陀旗下士兵 威风凛凛 胸脯挺得很高 一动不动站在原地 赵陀带着十多名将军 走出城门 分别朝胡亥行礼 为止 末将 拜见陛下 赵陀道 平身 胡亥道 驾 胡亥倾家战马 骑着战马朝里走 身后跟着贾许 周瑜 孙上香 鱼姬 及两千名士兵 看着站在城门二侧的士兵 感慨万端 这可是真正老秦兵 秦帝国的根基 士兵们 你们辛苦了 朕今天到南郡来看望大家 知道你们很苦 很累 胡亥高声道 陛下辛苦 你们是好样的 是帝国基石 帝国永远不忘记 你们为帝国做出的贡献 胡亥道 朕也一直牢记 南郡有五十万秦军士兵 你们是帝国的英雄 是帝国的傲慢 胡亥大声道 陛下万岁 帝国万岁 赵陛下士兵 纷纷纷高呼起来 声浪一波高过一波 胡亥心中震撼 这支军队士气高昂 是难得的精锐之师 一定要说归帝国旗下 不能让赵陛这个叛徒给祸害了 士兵们辛苦了 老秦人辛苦了 老秦人的脊梁 永远挺立着 不论碰上什么事 绝不会低头 你们是帝国的骄傲 朕为你们感到自豪 感到骄傲 胡亥高声道 心中迷惑不解 为什么赵陀会集合起士兵 任由胡亥检阅呢 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对 想不明白 此时不是想疑惑的时候 是收士兵之心 才是重要的事 陛下万岁 秦军威武 帝国万岁 赵陀旗下士兵彻底放开 一声声吼叫出来 呀的 不像红门烟啊 胡亥心中疑惑不解 不知赵陀心里打什么主意 对于赵陀 胡亥心中非常清楚 南越国的祖宗 不仅不出兵就秦帝国 依然不投降大汉朝 要是赵陀出兵 秦国也不会灭亡 可是呢 现在情况有变 秦帝国并未灭亡 赵陀又耍什么花招 进入南郡城主府 第一时间 一千名被围军士兵 一千红粉兵团士兵 接管防守 进入城主府 里面也没什么刀副手埋伏 这下胡亥更迷茫了 假许 终于二个牛人也迷惑不解 不知赵陀完的那辙 胡亥走上主位坐下 陛下 末将已经让人准备好了饭菜 是否吃点东西 在商量工作上的事 赵陀恭敬道 不用 先谈工作吧 胡亥道 陛下 外末将不出兵评判吗 赵陀道 对 调你旗下五十万秦军 虽然不是正本意 可是赵高拿着正玉玺 应该可以调动 可是 赵高调动不了 你手下秦军 这让我心中迷惑不解 胡亥淡淡道 要知道 赵高不仅要调赵陀旗下五十万秦军 还抽掉了燕门关上五十万边军 遗憾的是 燕门关五十万秦军 葬送在王黎将军手中 成就项羽威名 让项羽一战成名 后来胡亥掌权 知道情况 也懒得再抽掉赵陀手中兵马 因为知道调动不了 哎 赵陀常常叹了口气 陛下 末将有苦衷啊 赵陀道 哦 赵将军 有什么苦衷 说出来让朕听听 胡亥玩味着 刷 赵陀手中献出一卷书 胡亥揭在手中 细细查看起来 妈蛋 到底怎么回事 先皇旨意 始皇帝给了赵陀一份圣旨 不允许他出兵进入中原 要赵陀好好守住南郡地区 就算秦帝国灭亡 也不允许赵陀出兵中原 一下子 胡亥蒙圈 嘴巴张得大大的 半天合不拢 情况出乎意料啊 胡亥把先帝的圣旨 交到贾许手中 让贾许好好看一下 判断真假 陛下 圣旨是真的 确实是先皇的圣旨 贾许道 这下胡亥更迷茫了 一脸茫然不知所措 到底为什么 宁愿秦帝国灭亡 也不允许赵陀出兵评判 一定要守好南郡 令胡亥意想不到 呀的 始皇帝 您玩的那一套啊 赵陀 把事情原原本本说出来 为什么先皇会下这种旨意 朕实在想不明白 胡亥道 陛下 末将给您讲个真实的故事 赵陀道 说吧 胡亥道 在先皇领导下 秦帝国百万大军一扫六国 平定天下 随后先皇在燕门关留下五十万大军 专门用来抵抗北方草原 匈奴铁骑南下入侵中原 并让蒙田将军在燕门关一带修建长城 用来防御匈奴铁骑入侵 确保中原百姓不受匈奴人祸害百姓 南路大军五十万兵马 由王俭将军率领 当时末将 任肖任副职 是王俭将军的副手 南进后 王俭将军一直迟迟不返回 给先皇去了封书信 赵陀道 胡亥没插话 知道南进主要是福建 广东 广西一带地盘 那时秦帝国疆域并不包含三个省份 这一带地方叫百岳族 直到三国时期 百岳族依然存在 还给东吴造成非常大的麻烦 这些是事实 赵陀瞎了口茶水 陛下 王俭将军给先皇的书信 告诉先皇 五十万大军一旦撤退 南郡这个地区马上返了 而南郡这个地方 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不认识气候 还是地理条件 军属上加 先皇得知此事 让王俭大军 继续停留在南郡一带 还从秦帝迁移了 二十万年轻男子到南郡 让他们教会当地人 如何种粮食 如何修建房屋 从秦帝国带来的种植 野炼 医术等各方面知识 赵陀道 胡亥心中掀起惊涛骇浪 穿越以来 胡亥一直没怎么看帝国历史 对秦朝的事了解的不多 一直忙着评判 第254章 千古一帝的格局 胡亥惊讶万分 难怪秦国故帝 没有多于人口 原来是 迁移到南郡一带 这种勇气 不是一般人能拥有的 胡亥此时太敬佩始皇帝了 陛下 先皇为了不让南郡 脱离帝国管辖 把老秦顾地上的百姓 迁移到南郡 目的就是为中原帝国实现统一 不让其四分五裂 以至于让秦顾地百姓 只剩下三成不到 咸阳城无兵可调 可征 赵陀道 胡亥震撼了 史皇帝为了中原帝国统一 无所不用 真是无人能及 为了保障南郡不分离 从此 南郡成为中原版图 太伟大了 陛下 王俭将军坚决执行史皇帝命令 妥善安置迁移来的老秦百姓 彻底融入当地土著人的生活 想整合土著人 让南郡彻底融入中原地区 可是 王俭在这个关键时候 伤病复发 一并不起 最后挂掉 末将与人萧商量 马上把情况上报给史皇帝 史皇帝得到王俭病死的消息 马上从咸阳城跑到南郡来 赵陀泪流满面道 胡亥眼睛红红的 内心深处被深深触动 大智慧 大哥决 史皇帝看着王俭一体 痛苦万分 那种痛苦 无人能理解 史皇帝亲自安葬了王俭将军 依然不让五十万大军撤退 让末将与人萧好好驻扎在南郡一带 确保南郡不分离出去 赵陀道 最后 末将知道秦帝国故地已经无兵可用 咸阳成了一个空城 末将问史皇帝 天下动乱 末将是否可以带兵马进入中原平乱 史皇帝摇摇头 坚决反对 让末将 任萧必须留下来 确保南郡不从中原帝国分离出去 还给了末将一道圣旨 就算秦帝国灭亡 也不允许末将出兵中原平叛 同时 任命任萧为南郡太守 末将主持五十万秦军 铸扎在南郡 确保南郡不分离 赵陀已经哭得不成样 胡亥彻底震撼了 对史皇帝的格局 大局观 敬佩不已 放眼天下 无人有史皇帝这种心胸 史皇帝心中只有天下 只有国家统一 难怪能成为千古一帝 秦史皇才是真正千古一帝 无人能及 就算后世人评价的几名千古一帝 与史皇帝比起来 还是差了不少 想想欧洲地区 正是没有一个强势帝王出现 才出现分裂 以至于四分五裂 要是中原帝国没有秦史皇 同样会四分五裂 那样的中原帝国 还是一个大国吗 宁肯秦朝灭亡 帝国灭亡 也要保证 南郡不从中原分离出去 这才是大格局 大智慧 一下子 胡亥竞节升华了 不再局限于消灭叛乱分子 确保中原不分裂 才是一个帝王应该做的事 有的人说 史皇帝淫乱 那纯粹是胡说八道 秦史皇是中原帝国中 唯一一个没有皇后的帝王 那秦史皇干嘛 不用说 整日在处理国事 太伟大了 大一统是趋势没错 可是 要是没人统一 依然会延续中原四分五裂 在史皇帝眼中 只有国家统一 根本不在乎什么反叛之人 与史皇帝比起来 不论是刘邦 还是项羽 格局太小了 连给史皇帝提鞋子都不配 项羽一心一意 要报仇雪恨 推翻秦朝 可是呢 人家史皇帝根本不介意 只要中原不分裂 达到了目的 要是史皇帝格局小 只要赵托旗下五十万秦军入中原 区区项羽 刘邦和仇不灭 燕门关五十万秦军 由于赵高乱来 剥夺了蒙田兵权 让王黎成为边军主帅 可是呢 王黎比起蒙田来 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的将帅 要是数十万边军由蒙田率领 不会有项羽之大盛 秦朝也不会灭亡 叛乱也成不了气候 哎 胡亥长叹一声 一切事情 胡亥想明白了 为什么叛乱起时 咸阳没兵可出 又调动不了赵托兵马 只好抽掉燕门关边军 以至于让张寒带着数十万囚徒军出征 在那样情况下 各地叛军依然被打得溃不成军 要不是咸阳城中赵高祸害 叛军真的没有丝毫机会取胜 一切全是命中注定 要不是赵高篡改圣旨 处死了扶苏 情况也不会这样糟糕 起码蒙田会主持五十万边军 一旦边军由蒙田主持 南下进入中原平乱 不认项羽有多牛逼 依然挡不住边军 错了 完全错了 使皇帝临死时留下赵高就是个祸害 要是把赵高处死 秦朝不会灭亡 命令告诉穆桂英、蒙田、高顺三位将军 立刻对储君倾断 不惜一切代价 全歼储君 不投降 反抗者杀无赦 胡亥道 这是胡亥第一次下如此狠的命令 听了赵佗之言 胡亥心中难平 遵旨 贾许道 胡亥不想再与储君莫及 必须马上倾断 留给帝国时间不多了 还要与莫独决战 此时的胡亥不再对项羽惋惜 心中只有帝国不会再受情绪左右 不能因为喜欢项羽这个人 一直不与储君决战 那不是一个合格的帝王 此时 胡亥格局变了 眼中只有天下 必须要让中原帝国崛起 复兴 真正做到国强名副 让帝国战旗 插遍整颗星球 赵将军 你们辛苦了 胡亥道 陛下 我们不辛苦 一切为了帝国 为了中原帝国不出现分裂 真正实现天下一统 赵佗道 赵将军 朕问一个不可能出现的问题 能实话告诉朕吗 胡亥道 陛下 请说 末将决不欺骗 隐瞒 一定如实赵说 赵佗道 赵将军 假如国此次来的不是朕 而是项羽 刘邦之类的叛乱分子 也就是说 秦帝国已经灭亡了 有其他叛乱分子率兵马来征讨南郡 将军会如何处置 胡亥道 在胡亥记忆中 另一个未免 赵佗成为南越国的老祖宗 确实独立成王 给后世中原帝国带来好多麻烦 赵佗做梦 不会想到胡亥会问这样的问题 不过呢 赵佗想了想 还是实话实说 陛下 若是那样的话 末将会把南郡交给叛乱分子 让南郡毅然在中原帝国疆域 这是先皇的意思 末将不敢违抗 但是 末将绝对不会向叛乱分子投降 会带着五十万秦军退出南郡 继续向南征伐 在适当地方建立一个国家 帮助中原帝国阻挡来犯的葛蛮一种族 赵佗道 胡亥点点头 这确实是赵佗心中的实话 堂堂秦军 怎么可能会向叛乱分子投降 要不是有史皇帝的旨意 刘邦派出的征伐大军 根本不可能有胜份 历史记载中 汉军挺进南郡 确实未遇到阻挡 在广西与南越边境线上 竖起一块镇南门 这下胡亥明白了 赵佗确实没忘记史皇帝的遗址 一直牢记心中 也确实按照史皇帝的旨意办 胡亥站起来 朝着赵佗等十多名将军 深深鞠躬 你们不愧为帝国战将 老秦人的风格 被你们展现得淋漓尽致 朕心里很高兴 胡亥道 刷 赵佗等十多名将军 一下子全跪下 泪流满面朝胡亥磕头行礼 起来 朕的将军怎么能下跪 跪天跪地跪父母 不得朝任何人下跪 包括朕在内 胡亥道 谢陛下 赵佗道 第255章 南京计划 事情说清楚 双方交谈起来 没有什么隔阂 谈的内容 大家放开心思 胡亥给贾许打了个眼色 让他通知城外武兵团 不要再严阵以待 可以放心了 陛下 末将已经准备好韭菜 先去吃饭吧 赵佗道 好 朕尝尝咱们秦军士兵 吃什么东西 不过说好了 不要特意安排 朕与士兵同吃一锅菜 胡亥道 陛下 这个不好吧 怎么能让陛下与士兵同食 要是让人知道 不把末将狠狠揍一本 赵佗道 胡亥摇摇手 赵将军 朕在吃的方面不讲究 要是做了 倒进士兵食物内 这与士兵一起同吃 有何不可 谁敢上奏 胡亥道 遵旨 赵佗道 一番骚骚坐下来 胡亥与赵佗旗下 秦军士兵 马上消除隔阂 相互间聊起来 胡亥问长问短 询问士兵心中所想 有什么要求 想法等情况 一下子 胡亥与秦军士兵拉近了 全是老秦人 胡亥感觉彼此之间非常亲切 胡亥敬佩啊 对史皇帝更加敬佩 不论外人怎么看史皇帝 但是 老秦人对史皇帝 绝对是忠心耿耿 要知道 这波秦军士兵 待在南郡这个地方好多年 士兵却没有什么怨言 太难得了 这才是付出 大无畏的付出 一切为了帝国 为了老秦后人 生活得更美好 从士兵话中 胡亥眼睛含着热泪 回到咸阳城 一定要制定出一个政策出来 对老秦人进行补偿 那样 胡亥心才会安 从赵佩口中得知 出征时的五十万老秦人 此时只剩下二十多万士兵 其余人挂掉了 买骨他乡啊 足足死了三十万 不到老秦人 比史皇帝 平定天下损失还重 可想而知 南郡有多么困难 从士兵口中 胡亥了解到 赵佩旗下士兵 并非不想回家 是命令不允许 士兵吃得很苦 没什么油水 回到成竹府 张宪 陈平 彭越三位将军也参与 一下子 成竹府做得满满的 赵佩旗诸位将军 你们辛苦了 回到咸阳城 朕会对你们进行嘉奖 胡亥道 多谢陛下 赵佩道 朕考虑了好一阵 决定 把你们二十万秦军士兵 调回咸阳城 帮朕驻守咸阳 作为帝国的禁卫军 胡亥道 赵佩旗十多名将军 泪如雨下 心中感动不已 这是胡亥对这支军队最大的信任 禁卫军干嘛的 那是保护皇帝 都城安全的绝对主力军团 不是皇帝最信任的人 根本不可能担任 多谢陛下恩赐 赵佩又跪下了 赵将军 朕已经说过 朕的手下不能下跪 只跪天跪地跪父母 其他人不能跪 男儿膝下有黄金 不要养成习惯 老秦人就是应该腰身挺直 再大困难也不拒 胡亥道 末将遵旨 赵佩道 陛下 有一些士兵已经在当地结婚 还生下了子女 这些人如何办呢 赵佩道 这个看士兵心愿 想回咸阳城 正持欢迎态度 不想回咸阳 让他们在此地生活吧 不过 在生活上 必须要给予关照 有困难的 一定要帮助解决 不能让朕的兵只为国家 必须要对其负责到底 胡亥道 陛下 末将带士兵感谢 赵佩道 文和 通知内阁 让他们马上派来文力 给朕好好治理南郡 一定要把南郡发展成为中原最好的地区之一 胡亥道 遵旨 贾许道 张宪 陈平 彭月听令 胡亥道 末将 卑职 道 三人站起来大声回答道 从今天起 南郡地区有五兵团接管 胡亥道 遵旨 三人道 不 你们三人没弄清楚朕的意思 朕要你们不断出征 往东 往南出征 一直打到大海 胡亥道 赵佩等十多名将军震惊无比 陛下还要继续扩张疆域 遵旨 三人道 朕知道 你们三人心中迷惑不解 没关系 朕在咸阳的时候 让人重新抄了一份地图 胡亥道 一名轻卫走进来 把整个水栏星球地图挂在墙上 一下子 将军们震惊了 那么大的星球 怎么可能 为啥中原才那么大点 不科学啊 地图上详细标注了中原 南郡等地点位置 还有没征伐的大片江域位置 陛下 外面真还有那么多的地盘 陈平道 老陈 你怀疑朕拿出来的地图 朕告诉你们 这张地图绝对是真的 外面确实有好多地盘 像这里有一个帝国 叫孔雀帝国 再往西式波斯帝国 波斯以西进入欧洲 又有几个强大无比的帝国 像罗马帝国 埃及帝国 希腊帝国 不过呢 最强大的是罗马帝国 那是一个非常牛的帝国 朕不会盲目扩张 只会先把中原帝国周边地区拿下 发展一定时期 再考虑像孔雀等帝国开战 胡亥道 诸位将军细细听胡亥指着地图解说 新朝澎湃 激动万分 陛下 南郡旁边地区 怎么没有著名什么国家呢 陈平道 呵呵 老陈 这些地区基本没建国 只是存在原始部落 情况比南郡还落后 胡亥道 陛下 那如何处置 我们大军不可能停下来安置土著部落 陈平道 朕今天重点讲下这个事 到底帝军要如何安置 首先 这些部落非常落后 不会种植粮食 这是肯定的 他们靠打猎为生 危险性极强 时常受到野兽袭击 也就是说 土著部落生存环境非常困难 时常面临危险 我们呢 针对这个情况 可以拿出粮食出来 分发给土著 让他们获得粮食 肯定愿意听从秦军的话行事 当然 粮食也不能给多 够他们二天吃就好 想要继续获得粮食 必须要为秦军服务 总不能白嫖吧 胡亥道 诸位将军 不要小看这片热带丛林 丛林中隐藏有大量的资源 不仅有好多矿产 还有众多的珍稀陵墓 玉石 调料等 说实话 这片区域就是一个宝藏 帝国一旦收下 再动员 会有好多大家族愿意来开发 帝国只需要制定政策 不用花多少钱 胡亥道 第256章 颠国是中原人筹剑 将军们听得热血沸腾 战衣飙升 一副想大打出手的架势 主公 那些个土著 我们不好用 他们什么也不会 还要花粮食养着 不划算 张宪道 张将军 难道土著没力气 只要是土著 他们有的是力气 让他们修路好了 咱们征伐时 要修建好多道路 况且 南郡也要修建大量道路 怎么会没事干 胡亥道 大军从南 从东征伐 最困难的不是土著 是当地气候 环境条件 热带丛林中 有好多野兽 随时会偷袭人类 稍不留意 士兵会遭到偷袭 这才是最致命的 胡亥道 陛下 说的没错 南郡地区丛林中 也有好多野兽 什么毒蛇 豹子 老虎 野猪 疯子等 稍不注意 会遭到攻击 那些个东西 有的隐藏在丛林中 人根本看不到 突然间冒出来 时常士兵会被打个措手不及 还有一些毒蛇 更是危险至极 赵佗道 扁鹊先生 能否搞出一种 让毒蛇 毒蝎 毒无功惧怕的东西出来 交给出征部队 秦奇道 陛下 这个问题不大 需要几天时间 扁鹊道 花点粮食 能把丛林中土著引出来 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手段 这事 我们会重点实施 请陛下放心 陈平道 也不要急于出兵 先做好各种准备工作 磨刀不误砍柴弓 再派出侦察兵 对要征伐地区 进行详细侦察 彻底把土著部落 在什么地方能搞清楚 丛林中有些什么野兽 情况摸清 再出兵 会减少好多伤亡 对了 要让士兵适应一下 热带雨林气候 我们士兵好多是北方来的 到了南方 必须要一个适应过程 这是一定不能麻痹大意 胡亥道 陈平走到地图前 眼睛盯着思考 一个人也没打扰陈平 过了好一阵 陈平才睁开眼睛 陛下 微臣觉得 可以考虑出兵二路 一路从这里 跨过洪河 沿海岸线 由北往南挺进 到海边 又调转方向 朝西征伐 一直推进到这个大洋 另一路由此向西进发 然后又迂回到这个夜郎国 拿下夜郎国 再往西进 征伐下滇国 再继续朝西杀过去 我们武兵团 有二十多万兵马 其中骑兵一万七 肯定用不上 就算如此 二路大军 不需要那么多兵力 可以留下一半兵马 驻守南郡 确保南郡地区安全 陈平道 胡亥点点头 一路秦军目的 就是后世的南越国 也是赵驼组建的国家 这个地区必须拿下 趁现在 南越地区只有部落 没多少人口 一举拿下 会给后世带来 好多战略上的方便 另一路说白了 就是拿下云南地区 此时叫滇国 夜郎国很小 秦军拿下 不会有什么问题 关键是滇国 这也算是帝国疆域 滇国由楚国将军 征伐下来 后来发现 帝国统一天下 那名将军 只好在滇国那个地方 建立一个小国 那个小国 由于由楚国带去的 众多生产技术 使得滇国发展非常不错 他们已经发展了二十多年 征伐时一定要小心 最好是劝祥 不要轻易动用屠刀 毕竟都是中原人 拿下滇国后 再往西挺进 不会受到多少阻挡 只会有无数的野兽 气候异常 这是对秦军 一个重大考验 时间不限 可以考虑轮换出征 胡亥道 什么 滇国是中原人筹建的 一下子 众多将军震惊 陛下 滇国真是楚国人建立的 赵佗道 不会错 确实由楚国将军所建 时间就是先皇统一天下事发生的 胡亥道 末将从未听先皇说过呀 赵佗道 这是 估计先皇也不是很清楚 正是查阅资料时 从资料中得知 有这么一支军队 胡亥道 翻辟的资料 是后世诸多资料中所得 另一个未面 滇国长达五百年时间 具体是如何消失 没人知道 资料全被诸皇帝旗下 大将军穆将军焚烧于尽 明朝在云南地区 实行的是比鬼子三光政策 还恐怖的大屠杀 不留下一片纸 祖坟被挖 传承断掉 让原本实力强大的大理国 疆域被周围小国纷纷侵占 向后世的南越国一半疆域 泰国北部地区 缅甸北部地区 均是大理国疆域 西双版纳歹族 歹家王子一直存在 每年会有好多泰国歹族人 到版纳磕头见王子 陛下 放心 末将一定征伐下这片地区 为帝国扩大生存空间 防御纵深 张宪道 不仅是防御纵深 关键是 这片地区资源太丰富 此时用不上 以后会用上的 宫警 有什么想法 胡亥道 陛下 五兵团出征 他们的补给仅从陆地 是不能满足需求的 要靠我们海军运送 周虞道 对 这次五兵团出征 离中原地区太远 加上道路情况非常糟糕 必须海军 陆军配合起来行动 才能确保大军征伐 顺利进行下去 胡亥道 陛下 我需要码头 需要大量码头 南郡这个地方 必须新建我们海军码头 周虞道 恭景啊 不仅要在南郡新建码头 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好的两岗 也适合建码头 胡亥道 指的就是后世的北部弯 陛下 我们要在弯弯岛上 也建立一个码头 加上半岛上那几个码头 才能够成帝国防御纵身 周虞道 恭景 海军阵曾经说过 不仅需要水手 还需要海军陆战队 是为夺岛而建立的 你们不仅仅是为陆军运输补给 还要亲自出征 不过呢 朕建议先筹建码头 建好后 先从东阳国开始出征 把徐福那个大骗子抓捕回来 像这些岛屿 巨大无比 以后全靠海军出兵征讨 任务重大 胡亥道 在场的将军 看到如此大的地盘 心中在考虑 一定要出征 为帝国再立新功 陛下 我们愿意出征 为帝国打下更多的地盘 赵驼道 你们不要只看着沿海一带 在陆地上 也有很多地盘需要征讨 只要有精力 朕满足你们要求 胡亥道 谢陛下成全 赵驼道 第257章 走访南郡地区 赵驼旗下 二十多万勤军士兵 愿意返回咸阳城中的 只有十三万不到 其余近七万士兵留在南郡 毕竟 这里边十万勤兵 基本在当地成家立业 尽管胡亥允许士兵 带着妻儿老小回咸阳 不过 好多士兵觉得南郡不错 胡亥不会干涉士兵决定 十三万多勤兵开拔了 秦海留下来 好好逛一下南郡地区 在赵驼等人陪同下 胡亥骑马对南郡各地 进行实地考察 落实一些项目 武兵团 周瑜等人 留在南郡城 考察码头建立的地方 士兵加强适应气候 胡亥深入百姓家中 考察百姓生活情况 呀的 百姓真辛苦啊 关键是交通问题 南郡地区交通太差 到一个县 胡亥会用国运值 兑换出洋芋 玉米种子出来 种植资料一起交给县城 希望能帮到当地百姓 解决他们的苦 至于水稻之类的种子 暂时无法推进 那类粮食作物 种植方面有点复杂 识字的人不多 必须等一段时间才能考虑 赵驼 百姓没吃的 为什么不动员百姓 到河中 沟中 海中捉鱼呢 胡亥道 陛下 我们秦国不习惯吃鱼 南郡这个地方 百姓更不知道如何做呢 赵驼道 要想办法教会百姓 怎样逮鱼 鱼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常吃可以强身健体 还有 要让百姓多养家禽 自己吃不掉 可以出售给秦军 改善秦军士兵伙食 胡亥道 陛下 那样一来 士兵伙食费会大大超标 没那么多钱啊 赵驼道 放心吧 朕接管政权后 对秦军伙食标准 重新做了调整 能保障士兵训练是需要 胡亥道 像这些地方 可以让百姓多栽种桑树 让百姓养残 生产出残碱出售 提高百姓生活水平 震回去后 会让商业部派人到南郡 想办法送些月鹰纺织机过来 鼓励 动员百姓大力养残 南郡这个地方 沟河太多 适合新办纺织厂 关键是厂办起来 要有原料 只能动员百姓 多生产出来 卖给纺织厂 胡亥道 陛下 南郡这个地区非常不错 气候条件良好 很少有冬天 只要留意下海上风暴即可 种植什么作物 都没什么问题 确实是个宝地 就是要花钱治理 还要有负责任的官吏 赵驼道 胡亥点点头 让大家族的子弟到南郡 绝对不可能 不要说这个时代 就算到了唐朝时期 南郡这个地区 都被认为是不毛之地 派来的官吏 很多是饭了时的官吏 唉 胡亥暗中叹了一声 石不我带 必须发展经济 让帝国百姓生活有保障 才能谈得上扩张 连百姓温饱问题解决不了 谈什么扩张 现在帝国最大的困境 是百姓扫盲问题 要向毛祖先时期 来一场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 让百姓识字 素质才会提高 阻力最大的是大家族 土豪猎身 宦官之家 呀 难吧 胡亥深入到百姓家 查看百姓到底吃什么 总体来讲 百姓生活苦 南郡要发展 必须解决交通问题 打通与中原地区的大通道 让更多的人进入南郡 另一个是教育问题 必须要在南郡设置学校 让更多的百姓利用晚上 进入学校扫盲 士林孩子 要动员百姓 送进学校读书 只有解决这二个问题 才能谈得上发展 否则 一切全是空话 假话 胡亥道 陛下 这个是不好办啊 关键我们现在缺乏大量人才 还有那些人才 是否愿意到南郡 贾许道 文和 想个办法出来 一定要加快南郡发展 让其走上快车道 不能拖后腿 胡亥道 陛下 这个要让微臣好好想想 贾许道 嗯 陛下 可以考虑轮换制 派到南郡来的官吏 只需要来三年即可 三年后回中原 可以晋升一级 同时在待遇上 急与优待 在这种情况下 应该有人愿意到南郡任职 贾许道 胡亥点点头 呀的 贾许这颗脑袋 是如何长的 连后世的轮换制都想出来 可以 让咸阳太学里的学生 毕业后首先考虑到南郡任职 三年后 调回中原地区任职 学生道南郡来 有好处 年轻人有冲劲 不受太多束缚 说不定能干出些事出来 胡亥道 文和 此事可以通知内阁 让武相他们好好研究一下 制定出一个可行方案出来 胡亥道 遵旨 贾许道 胡亥带着赵驼 贾许 孙上香 鱼姬等人在南郡转了一个月时间 跑进整个南郡地区 情况胡亥已经了解 赵驼跟在胡亥身边一个月 让他对胡亥重新有了新的认识 了解 对外界传闻 胡亥的诸多谣言 不攻自破 什么胡亥贪恋女色 昏庸无道 脾气暴躁 后美食等传闻 纯粹是瞎胡闹 那有这样的事 陛下 比起先皇来 陛下不弱 赵驼道 赵将军 言过了 朕怎么敢与先皇比 先皇是千古一帝 朕只是在他的基础上发展 不可相提并论 胡亥道 回到南郡城主府 晚上休息时 孙上香这个小妮子 又跑进来 上香 为什么不睡觉 跑来朕这里干嘛 胡亥道 陛下 人家已经十八岁了 可以做那种事了 孙上香红着脸小声道 胡亥摇摇头 上香 朕不是说虚岁 是说的十岁 你现在十岁只有十七岁 再等几个月可好 胡亥道 嘻嘻 陛下 今晚人家陪你睡 不做那事 这样可以吗 孙上香期盼道 唉 好吧 先说好 睡觉后不准乱动 否则 搞不好会惹火烧身 到时候后悔莫及 胡亥道 嗯 咚咚咚 进来 胡亥道 于姬走进来 看到孙上香 一下子感觉有点尴尬 不知如何是好 于姬 今晚上我们三人一起睡 不用担心 咱们什么事也不干 只是纯粹睡觉 胡亥无耻道 嗯 一晚上胡亥最痛苦 看得到 摸得到 就是不能吃 搞得胡亥心浮气躁 久久不能入睡 看到二个美人已经入睡 胡亥翘无声息起来 坐在油灯下看书 第258章 储君投降了 码头上 胡亥带着贾许 扁鹊 孙上香 于姬 赵佗 周瑜 与张献 陈平 彭月三人告别 张献 陈平 彭月 朕把南郡交给你们了 不要辜负朕的期盼 记住 有机会往南 往西给朕征伐 一直打到大海 胡亥道 遵旨 三人恭敬道 有什么需要 可以写信给朕 朕会尽量满足你们的要求 胡亥道 陛下 那个好酒 能不能给杯子送下来 陈平道 扑 胡亥笑起来 把这事忘记了 陈平 这是朕忘记告诉你 好酒镇已经准备好了 在城主府镇住的那个房间中 朕给你们三人 留下数百瓶好酒 喝完了 朕再让人送来 胡亥道 多谢陛下 三人道 另外 朕在仓库中 还留下了好多羊肉 那东西时间放不长 尽快让士兵消耗掉吧 胡亥道 遵旨 三人胸脯挺得老高 胡亥等人登上周瑜指挥战舰 启航 胡亥回到船舱中 叮咛 冰冷的机械声再次响起 好长时间没听到了 大大出乎意料 恭喜宿主 彻底扫清国家叛乱 再次实现天下皈依 系统给予奖励 奖励蒸汽机技术图纸一份 奖励宿主修为晋升一级 宿主修为从原来战宗九阶 晋升为战皇一级 奖励国运值五百万点 系统达到晋升条件 请问宿主 是否晋升系统 晋升 哇 系统晋升完毕 从原来四级晋升为五级 奖励基础科技知识若干 望宿主查收 妈蛋 胡亥还在盟圈中 系统就已经奖励完毕 幸福来得太快了 一点准备没有 不过呢 胡亥喜欢 蒸汽机呀 那是第一次工业革命象征 一旦研发出来 会让帝国科学水平上一个台阶 牛逼呀 蒸汽机出现 比另一个卫面 早了近二千年时间 好宝贝呀 胡亥查看一下 蒸汽机技术资料 又重新好好收起来 这玩意要交给黄月英 咦 商城兑换系统也增加了 能兑换一些科研人才出来 不过 需要的国运值太巨大 呀的 国运值啊 很牛逼人才要上一点国运值 一般的也要数千万点国运值 太昂贵了 兑换不起啊 战舰上贾许、周瑜、孙上香、扁鹊等人突然金光闪烁 修为瞬间晋升到战尊敬 几人脸露笑容 知道胡亥晋升了 他们修为才得到释放 咚咚咚 进来 胡亥到 见过陛下 贾许到 文和 坐下来 咱们二人好好喝一顿 胡亥到 谢陛下 贾许到 胡亥取出一瓶酒出来 给二人针上 陛下 与储君的决战结束了 贾许到 说说吧 胡亥到 是这样的 穆贵英与储君对峙期间 看到贾许离间英部 而且居然成功了 一下子引起穆贵英留意 他马上派人到储君中散布谣言 说龙且 钟离妹 继部与秦军相交甚欢 同时又派人拿着金银财宝到三人的军中 特意让项羽的人看到 开始时 项羽并未在意 可是 次数越来越多 三人也觉得没什么好解释的 项羽开始怀疑了 范增一个智者 明白是秦军搞得离间计 不过 时间一长 次数越来越多 范增也开始怀疑起来 不过 范增没肯生 这是要是闹起来 不论是真假 对储君有极大伤害 只能向项羽提醒下 项羽本来就开始怀疑 有了范增的禁言 一下子引 心病更重了 加上项羽爱财 平时缴获的金银财宝 很少分给手下将军 项羽对三人开始密切关注起来 等到蒙田二兵团 高顺三兵团围歼上来 蒙田接到穆贵英信件 让其手下张涵 英部等人 派出人羽龙且 钟离妹 继部等人见面 目的是离间项羽 与他们三人的关系 一来二去的 事情全被项羽获知 这下好了 项羽慢慢把龙且 钟离妹 继部等人的兵权剥夺 让三人成为闲散人员 三人呢 看到项羽不信任 心情非常不愉快 有时候会聚集在一起喝喝酒 聊夏天 监视的人 把三人间酒后发牢骚的话 一五一十上报给项羽 这下彻底惹怒项羽 将三人关进大牢 整个储君 全由项羽主持 身边只剩下范增 司马兴 刘邦 项庄 项博等人 这些人 除了范增能力出众外 基本全是垃圾 刘邦呢 野心勃勃 随时会反了项羽 也不敢重用 储君形成 如此尴尬局面 项羽把范增 项庄 项博 刘邦 司马兴等人 召进中军大仗中 与大家研究战事 大家都明白了 秦军步步紧迫 我们储君面临极其危险 随时会受到攻击 说下吧 项羽道 走到这一步 项羽心中也非常郁闷 投降吧 还有一线生机 否则会成为秦军碾压对象 秦军三个兵团围上来 咱们储君无路可走 长江被秦军彻底封锁 再说了 江南一带已经被秦军拿下 就算咱们渡过长江 也没生存的地方 范增道 老夫观察了几年 发现自从胡亥掌权后 秦国相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似的 不仅胡亥身边涌现出大量 能争善战的将军 大帅 还有诸多众臣 都是当时高人 范增补充道 将军 本人觉得范君是说的对 咱们储君打不过秦军 干脆投降吧 昏君是一个和善的人 会善待我们储君的 否则 早下令强攻了 不会与我们储君对峙那么长时间 项伯道 项伯什么人 项羽叔叔 一个只会自保的投降派 另一个未免 要不是项伯与刘邦偷偷摸摸 相互勾结 把储君动态泄露给刘邦 储君不会灭亡的如此之快 说简单点 项伯就是储君中的毒瘤 一直在祸害储君 加上又怕死 做出那样的是不奇怪 项伯投降刘邦后 得到刘邦气重 刺性刘性 成为一个闲散的侯爷 日子过得不错 将军 我们还有机会 可以与秦军死战一场 司马兴道 将军 本人与昏君有夺妻之恨 一定与秦军势不两立 决定死战 刘邦道 刘公 貌似昏君并未得罪你 何来夺妻之恨 是吕之休你 与昏君什么事啊 项庄道 将军 储君数十万人 生死全决定将军 要拿鸡蛋碰石头吗 里面还有上万名江东子弟 范增相劝道 纠结啊 项羽心乱如麻 碰 一名传令兵冲进来 将军 秦军进攻了 以排山倒海之势 朝着储君扑杀上来 三个方面 只剩下长江方向 传令兵道 哎 项羽长长叹口气 投降吧 不要做无畏抵抗 项羽道 第259章 与匈奴决战初步计划 听到项羽投降 胡亥常常松了口气 胡亥真不愿意看到项羽战死 那可是胡亥最喜欢的人物 绝对是楚汉时期最强大存在 陛下 后来我们在项羽房间中 看到项羽自尽了 这一情况 范增等人也想不到 贾许道 哎 胡亥常常叹了口气 鼎鼎大名的西蜀霸王 怎么可能投降呢 何别呢 大家均是炎黄子孙 内讧只会让外衣蛮族占便宜 就不能同心协力 一致对外吗 好好安葬项羽 胡亥道 遵旨 贾许道 文和 项羽有子女吗 胡亥道 陛下 据锦衣卫调查 项羽有一名妾室 生下一个女儿 并无儿子 贾许道 把项羽妾女送到咸阳城来 朕要亲自培养 让她成为一名顶天立地的奇女子 胡亥道 遵旨 贾许道 司马兴 刘邦呢 胡亥道 陛下 司马兴想逃走 不过 被我们秦军士兵逮到了 他化装成一名老人 想蒙混过关 刘邦 冠英 夏侯英三人 由于项羽下令投降出乎意料 三人为逃脱 也被一并抓不起来了 贾许道 押送回咸阳城吧 胡亥道 陛下 范增 项庄 项伯等人如何处置 另外在牢房中 还释放了钟离妹 龙浅 既不三人 这如何安置 贾许道 全部带回咸阳 到时候 咱们好好研究一下 有些人可以重用 有些人不能 像项伯这个人 绝对不能重用 纯粹是个小人 一旦国家有问题 马上会反了 胡亥道 遵旨 陛下 秦军如何调动 不能让三个兵团 待在中原吧 贾许道 文和 军方有什么方略 胡亥道 陛下 我们认为 投降的储军士兵太多了 这是储军在中原一带 强召来的百姓 我军只准备在近五十万储军中 挑选出数万兵马 其余全部发给陆费 让他们退役 回乡去 天下太平 秦军没有必要拥有那么多士兵 只要足够与莫独决战即可 贾许道 可以 不过储军士兵回乡 这波士兵不能与秦军正常退役士兵待遇相同 正常退役士兵可以到村上任职 储军士兵对帝国忠诚度不够 不能让其任职 胡亥道 好的 另外 我们觉得三支军团 军方准备留下高顺 黄中的三兵团在中原驻扎 防止中原一带出现叛乱 其余二个军团一起回咸阳城 准备与莫独决战 贾许道 胡亥点点头 高顺 黄中二名将军是系统召唤出来的神将 忠心绝对不会有问题 可以 胡亥道 陛下 内阁现在缺乏官力 连村一级组织机构也缺乏大量官力 不好办啊 贾许道 文和 你说赵佗旗下十三万勤兵到咸阳后 会有多少人继续征战 这个数字不会大吧 胡亥道 陛下 十三万兵马 回到咸阳城 可能会有十万以上士兵选择退役 最多有二万多士兵会选择继续征战 贾许道 这不就得了 退役下来的秦军士兵 马上安排到基层组织机构 让他们去任村长 民兵连长等职务 留下来的 专门组建一个师 驻守咸阳城 胡亥道 陛下 新组建的师主官由谁担任 微臣建议重新选择 不能让原将军出任 贾许道 胡亥点点头 毕竟 这些人与帝国利益一致 可是与胡亥没什么交情 小心点不为过 咚咚咚 琴其手指再亲扣桌子 交给孙上香吧 胡亥道 遵旨 贾许道 文和 韩信兵团有消息传来吗 胡亥道 陛下 韩信兵团经过一个多月的征战 送回大量俘虏的草原种族妇女 大约有数十万人 具体不清楚 现在还在通过各种手段运送 韩信大军已经推进到松花江一带 贾许道 胡亥站起身 走到地图前查看 不过 韩信兵团缴获的那些牛羊 实在太多了 根本无法运送到中原 贾许补充道 胡亥摇摇头 与与熊掌不可能接得 必须要有得失 军方有什么好的主意 胡亥道 说实话 胡亥心中也舍不得 大量的牛羊运送到中原 可以大大提高中原百姓生活水平 陛下 我们军方觉得 不用把俘虏的牛羊斩杀 先留下来 等到天气好转 把存活下来的牛羊再赶回中原 贾许道 胡亥在思考 这样一来 搞不好大量牛羊 会重新落入草原种族人手中 好吧 按军方的决定处理 胡亥道 文和 军方要尽快制定出 与匈奴人莫读的作战方案 不能再等了 实不我待 胡亥道 陛下 军方其实有一个方案 贾许道 哦 让人把周瑜 赵佗 孙上香 扁鹊等人叫来 咱们先听一下 也让他们提点意见 胡亥道 遵旨 贾许道 不待一会儿 几名将军进来了 胡亥给诸位针酒 军方出了一个对匈奴人的作战方案 先让你们听听 有什么不同看法可以提出来 胡亥道 朝贾许点点头 贾许掏出一份地图 挂在墙壁上 根据调查 北方大草原上 莫读已经统一了草原 此时正在调兵遣将 准备与我们秦军来一场大决战 初步估计 决战时间会在年中进行 针对这个情况 西面匈奴人肯定不会放过 一定会让西域诸国 诸部落出兵 进攻玉门关 现在 西域诸国 诸部落 已经沦为匈奴人的走狗 成为一个个伪匈奴人 决战开始时 这些伪匈奴人 纷纷会起兵东进 数量暂时无法确定 不过 最少不会低于数十万铁骑 这一路 我们只能依靠玉门关 获取并将军旗下 近三万秦军士兵死守 我们手上 不会有多余兵力 支援玉门关 另一面莫读会 清代匈奴铁骑南下 入侵中原地区 这次莫读不会轻易出兵 一定会准备好食材出兵 上一次莫读刚刚获得捍卫 想出兵力威 这次莫读不会再犯清兵之错误 估计匈奴铁骑会达到上百万 对我们秦军来说 是一次严峻考验 为了阻击莫读南下 我们抽掉一军团 二军团联合出兵夜门关 二个兵团加起来 兵力达到三十多万 中原留下高顺 黄中三兵团助手 防止有心人搅和 另外 我们秦军会通知韩信四兵团 跨过松花江 向匈奴人老营压上去 让匈奴人不能安心决战 给夜门关创造机会 贾许到 第二百六十章 方案出台 大家听着贾许在地图前讲解 一翻下来 心中震撼无比 上百万匈奴铁骑南下 规模太大了 特别是赵佗 心里真心焦急啊 为帝国安危着急 陛下 只掉二个兵团 三十万兵马 阻挡匈奴上百万铁骑 南下入侵中原地区 赵佗话没说完 其实是怀疑秦军战斗力 真有那么高吗 陛下 卑职认为 方案还需要完善下 最好能把百万匈奴铁骑 引入一个地方歼灭 周瑜道 哦 公警 说出心中想法吧 胡亥道 贾许马上拿出纸余笔 开始记录不同意见 赵佗心中惊讶万分 怎么回事 貌似陛下一点不担心 身边的将军也一脸平静 对百万匈奴铁骑视而不见 陛下 匈奴铁骑那么大的规模南下 肯定会出动前锋 且前锋军会很多 这是战争必然结果 任何一名将军都会采用 我们可以迎上匈奴铁骑前锋军 将其击碎 让匈奴铁骑以为我们秦军上当 而秦军大量兵马 暂时之后 等秦军遭到匈奴人包围后 才迅速迂回上来 一举将其包围 分割 歼灭 周瑜道 胡亥脑海中 突然间涌现出一个战力出来 另一个卫面 貌似刘邦就是追着莫毒旗下前锋军打 一直打到白灯时 遭到包围 要不是陈平献了一击 估计刘邦会成为俘虏 正是因为白灯战役 匈奴人把刘邦好好虐了一次 让刘邦内心中生出恐惧感 从此以后 不敢再与匈奴人决战 以至于年年朝匈奴人上供 献上大量美人 钱财 获得匈奴人 暂时不进攻中原地区 把整个中原安危 全部寄托在女人肚皮上 一直到了武帝时期 才奋起反击 解决匈奴问题 刘邦时期 朝中一旦有人建议 与匈奴人开战 马上会遭到刘邦惩治 杀头 后来 朝中重臣谁也不敢再近年 与匈奴人决战一事 任由匈奴人敲诈勒索 嘿嘿 宫姐 把话全说出来吧 不要捂着藏着 不论什么话 朕不会怪罪你 胡亥道 陛下 幼敌深入最好人选是陛下 而且要大张旗鼓地进行 让匈奴莫读得知 陛下上当受骗了 只要拿下陛下 匈奴人彻底胜利 周瑜道 不行 小白脸 怎么能让陛下冒险呢 安的什么心思啊 孙上香叫嚷起来 上香 干什么呀 这是研究作战方案 怎么怪气宫颈起来 他是为帝国着想 胡亥道 陛下 怎么说呢 周将军此计确实很好 不过 陛下出面太危险了 贾许道 陛下 不能采用啊 赵佗道 胡亥示意一下 让赵佗等人停止相劝 走到地图前 细细查看起来 碰 一拳重重击打在白灯那个地方 闻合呀 朕觉得 宫颈这个建议挺好的 一旦成功 会让百万匈奴铁骑 灰飞烟灭 胡亥道 陛下 卑职不同意 孙上香道 卑职坚决反对 赵佗道 听从陛下旨意 鱼姬道 好了 为了帝国不再受草原 匈奴铁骑南下入侵中原 给百姓造成痛苦 朕的付出是值得的 只要能一举歼灭上百万匈奴铁骑 牺牲朕有何烦呢 朕不下地狱 谁下地狱啊 胡亥大意凛然道 不过 文和 作战方案还要在细节上好好捉摸下 这个方案要详细点 各种情况发生时的预案也要搞出来 不要到时候意外发生时手忙脚乱 胡亥道 遵旨 贾许道 文和 这几天与宫颈交流一下 好好想想 如何完善方案 胡亥道 胡亥挥挥手 房间中 剩下胡亥 余姬 孙尚湘三人 陛下 作战方案出来后 准备带多少兵马在身边 不会又是带两千兵马吧 孙尚湘道 咸阳城中只有二万多兵马 而且好多士兵未经历过战火洗礼 带上那些新兵担子 不妥 不过 赵驼旗下的兵马已经回咸阳城的路上 咱们到咸阳时 十三万勤军士兵应该到了 可以从中好好挑选一下士兵 胡亥摇头道 可是 那些勤兵忠诚度卑职 还是从穆贵英姐姐那里挑选吧 孙尚湘道 这个是不用我们考虑 交给贾许 周云他们二人考虑 咸阳城中还有个张良呢 有那么多的谋士 为什么要正考虑 胡亥道 陛下 真不怕死 孙尚湘道 胡亥用手轻轻抚摸下孙尚湘秀发 傻丫头 谁不怕死 蚂蚁善且偷生 何况是人呢 要相信贾许 周云 张良等人的谋略 他们难道不清楚 那样形式 正非常危险 知道还要说出来 意味着胜利的希望大 胡亥道 嗯 不过 有贾许这只老狐狸 周云这个小白脸 制定出来的方略 绝对不会让陛下冒险的 这一点卑职心里清楚 孙尚湘道 清楚你还纠缠 这不影响士气吗 会给文和 宫警等人造成压力 那样不好 胡亥道 臣妾知道了 孙尚湘道 面对鱼姬 孙尚湘二名绝世美人 鲜艳红唇 胡亥忍不住 滴下大嘴巴 鱼姬一看 马上想逃走 胡亥一把抓住他御守 闹了一阵 三人才安静下来 呀的 倒得胡亥心援一马 蠢蠢欲动 几天后 假许 周云二人 又来找胡亥 坐吧 胡亥道 陛下 沐贵英 蒙田二位将军旗下 大约有步兵十五万人左右 其余是骑兵 微臣与周将军觉得 让一军团 二军团抽调出十万步兵 跟在陛下身边 携带上大量擎弩 引诱匈奴铁集入局 这样一来 陛下身边有十万擎军部族 可以保障陛下安全 加上规模也上去 不会引起莫独怀疑 才能达诱敌目的 假许道 胡亥眉头微皱 文和 光有步兵 很难让莫独相信是秦军主力 就算朕出面 莫独也会生出陷阱的想法 要知道 莫独身边 可是启用了好多中原叛徒 作为军师 对我们秦军的布置会怀疑的 胡亥道 陛下 这个微臣与周将军考虑过了 觉得 只要让步兵骑上战马 可以冒充秦骑兵 咱们不是俘虏了好多战马 完全可以运用上 彻底打消莫独的怀疑 假许道 嗯 十万步兵 朕没意见 不过抽掉那里的兵马 要好好捉摸下 赵驼旗下十三万步兵 会有两万至三万士兵留下 这次一定要带上他们 让他们为国争光 胡亥道 胡亥这是要与这些士兵加深了解 让士兵彻底认可胡亥 毕竟 他们是赵驼的兵 陛下 我清楚了 假许道 作战方案正没意见 回去后与子房再好好商量下 看看有什么地方需要补充 胡亥道 遵旨 假许道 公警赶快修建码头 二年后 海军要出征东阳 一定把徐福抓捕回来 胡亥道 陛下放心 卑职一定牢记 会加快各地码头修建工作 尽早完成出征 周瑜道 胡亥点点头 三人又喝了一番酒 第261章 回到咸阳 咸阳御书房 胡亥回来了 此时已经是三月 气候开始暖和起来 妹娘 昨晚你有点收莽啊 朕差点拜下朕来 胡亥道 五妹娘丢了个媚眼 陛下 臣妾听说穆桂英要回来了 臣妾不趁此机会多索取点 什么时候讨要啊 五妹娘道 好了 说下工作上的是吧 胡亥道 呀的 真心顶不住啊 胡亥心中挺郁闷 身边美人多了 确实不是一件好事 会折瘦好多 要是不注意 不用几年死翘翘 陛下 这几份需要您签署 经过考核 这些人暂时晋升 虽然有点拔苗助长的味道 可是帝国此时只好如此 缺乏大量中高层官吏 五妹娘道 那些大家族 土豪猎身的弟子 依然不愿意出世 胡亥道 出来的很少 老秦故地上的大家族 土豪猎身 宦官之家弟子 倒是出来了好多 其他地方的豪门 基本不让出世 五妹娘道 嘿嘿 胡亥心中冷笑 想看秦帝国笑话 过上二年 位置全满了 想出来只能通过严格考核 现在出世是人才 以后出世是笑话 妹娘 经过近三年时间 咱们培养的人才 应该可以挑重大了吧 胡亥道 确实提拔了一些 不过 还是需要时间磨砺 再有几年时间 咱们帝国 不会再缺乏人才 五妹娘道 妹娘 这次回来的 十三万勤军士兵 估计会有好多士兵要退役 这类士兵 对帝国忠心耿耿 让他们休息一段时间 放到各地 去担任村长 民兵连长 我们必须掌控基层 胡亥道 这个容易 不过 要对退役士兵培训一下 好多士兵连字都不识 让他们补下 五妹娘道 妹娘 天下太平了 全民扫盲一事 什么时候可实施 这可是关系到 帝国全民素质提高 胡亥道 内阁已经制定出一个办法 会在最近开始在 全天下具体实施 不过 依然缺乏老师 五妹娘道 让各级地方官员 晚上抽时间去给百姓讲课 传授百姓知识 还有学校里的学生 要学以致用 不要学成书呆子 让学生下乡 去给百姓传授知识 胡亥道 陛下 那样会影响学校教学 臣妾建议 让临近毕业的学生去 刚刚进入学校 学生算了吧 五妹娘道 可以 胡亥道 咚咚咚 进来 胡亥道 陛下 黄月英来了 亲卫道 请她进来吧 胡亥道 呀的 想起黄月英 涌现出她西式相貌 身材 有一种征服西方美人的成就感 妹娘姐 不地道啊 吃毒食 也不教妹妹 让妹呆在实验室好几天 要不是手下人说起 还不晓得陛下回来了呢 黄月英埋怨道 嘻嘻 月英妹妹 姐以为你知道 是研究方面的事耽误 不好打扰你研究啊 五妹娘道 胡亥摇头苦笑 对于他们吃醋之事 胡亥懒得理会 由他们自己解决 协调 好在他们都很懂事 不会做出乌七八糟的事出来 胡亥倒了杯酒 递给黄月英 月英 辛苦了 这次 朕又给你带回来一些技术资料 其中有争气急的资料 胡亥道 哦 刷 一下子 接过胡亥手中资料 迅速查看起来 陛下 还是你厉害 五妹娘道 黄月英就是一个理工女 各种技术资料 对她吸引力极大 看到新的技术资料 马上投入其中 话又说回来 黄月英真的很牛逼 原来可以这样解决啊 好精灵的想法 太棒了 黄月英自己一个人嘀咕起来 旁边胡亥 五妹娘二人对视一眼 相视而笑 过了好一阵 黄月英才看完技术资料 来 喝点红酒 润下嗓子 胡亥道 陛下 有了这份技术图纸 臣妾能在一个月内 导出蒸汽机的样品出来 黄月英道 不要太辛苦 工作是做不完的 要注意身体 要是身体累垮了 朕会心疼的 胡亥道 月英啊 陛下 对你真是太好了 五妹娘道 妹娘姐 难道对你不好吗 每次陛下回来 都对你给予奖 妹妹羡慕不已 黄月英道 对了 月英 这些农用机械情况如何 胡亥道 帝国缺乏人口 必须要研究出农业机械 帮助百姓种植粮食作物 陛下 农业机械方面 刚刚臣妾看了下 问题不大 有图纸 马上能安排生产 不过 内阁要给予资金支持 黄月英道 月英妹妹 要多少资金尽管开口 一定满足 五妹娘道 依依依 妹娘姐 今天太阳从西边出啊 怎么会如此好说话 平时要点经费 可不容忧 黄月英道 希希 月英 咱们是姐妹 你的工作肯定是要支持的 再困难 也必须抽出资金出来 五妹娘道 帝国经过近三年发展 很多方面走上正轨 特别财政收入方面 比开始时好转了不少 商业有秦夫人运作 为帝国财政 提供大量收入来源 整个帝国蒸蒸日上 一片欣然 繁荣昌盛景象 此时 五妹娘手中并不缺钱 加上各兵团缴获大量金银财宝 一部分收归国有 给帝国财政大大缓解 再说了 生产出农业基线 租借给百姓 一旦百姓粮食收下来 又落得钱粮 帝国非常划算 想想这些年投入的水车 纯粹免费 可是让百姓粮食产量爆棚 帝国获得好处 陛下 百姓吃的问题基本解决 下一步是解决吃的好的问题 解决百姓住的好的问题 五妹娘道 咱们纺织厂大量开工 布匹在市场上的价格如何 胡亥道 市面上 布匹价格持续走低 很多百姓都买得起 逢年过节 百姓会买点布料回去 给孩子穿上新衣服 五妹娘道 胡亥点点头 帝国工业要提速 商业要加快发展 把全民扫盲工作运作好 只有提高百姓文化素质 文明进程才会向前推进 社会才会进步 胡亥道 陛下 能不能不谈工作上的事 我好不容易来一趟 长时间未见面 是不是应该给点补偿 黄月音道 胡亥摇头苦笑 细细 臣妾走了 五妹娘道 妹娘姐 要不咱们一起玩 黄月音道 算了 让给妹妹吧 省的妹妹又数落姐姐不是 五妹娘道 胡亥心中蠢蠢欲动 一把拉住五妹娘 妹娘 一起吧 咱们好久没玩过几人游戏了 胡亥道 唰 下一刻 胡亥拉着五妹娘 黄月音 往寝宫走去 第262章 安排投降人员 寝宫 月音 工坊生产出多少辆军用四轮马车 多少擒弩 胡亥道 陛下 军用四轮马车生产出两千多辆 擒弩大约有1500架 主要是原材料不足 黄月音道 加快生产四轮马车 下一步出征匈奴会深入大草原 好多补给需要运送 胡亥道 嗯 陛下 放心 最近工坊又来了些工匠 很多是墨家弟子 水平不错 黄月音道 咚咚咚 什么事 胡亥道 陛下 贾雪 张良二位大人来了 清卫道 让二人先到御书房烧的 朕马上来 胡亥道 加紧工作 黄月音 五妹娘二名美人 帮胡亥洗漱一番 重新换上干净衣服 胡亥才走出寝宫 见过陛下 贾雪 张良二人道 入座 不用客气 清卫让人送一桌韭菜上来 朕要与二位倾家 好好喝一杯 胡亥道 遵旨 清卫道 陛下 这是我们经过反复考虑 确定下来的 对匈奴作战方案 陛下看一下 贾雪道 嗯 胡亥接到手中 细细看起来 不错 比原来完善了好多 特别在细节方面更加详细 可行性更高 接近实战 可以 这个方案 朕认同 一切事情由军方颁布命令形式 朕也遵从行动 胡亥道 对了 赵佗带回来的十三万士兵 一共有多少人 愿意从事职业军人 胡亥道 陛下 职业军人的是刚刚开始 好多士兵不了解 目前 十三万士兵中 有差不多两万人 其余士兵选择退役回家 张良道 这支军队叫独立师 由孙上香出任师长 这次跟朕一起去引诱匈铁骑 胡亥道 遵旨 张良道 退役的士兵告诉他们 先休息几天 到时候要听从召唤 到各地任村长 民兵连长等职务 可能内阁会对他们进行短暂培训 叮嘱他们好好当官 保持初心 千万别贪腐 胡亥道 遵旨 张良道 另外 御门官可能会遭到伪匈奴铁骑的强攻 咱们要做好准备 多送点四轮马车 擎弩上去 特别是剑支一定要准备充分 这次匈奴人决战 规模会很大 胡亥道 陛下 要不送五百张擎弩 再运送剑支 兵器 粮草等物资 四轮战车不能抽掉太多 韩信将军那里也需要 陛下引诱匈奴莫读也需要 贾许道 四轮军用马车 经过改造 不仅能运送东西 驻扎时 马车与马车间相互链接起来 可以形成一个堡垒 非常方便秦军进入大草原生存 这个阵不做干涉 由军方确定 胡亥道 遵旨 贾许道 二位 赵驼给他安排什么职位呢 胡亥道 陛下 这个微臣不好插手 也不方便建议 一切由陛下乾坤独断 张良道 呀的 老滑头 陛下 微臣觉得可以在大学内 组建一个军事院校 让战场上下来的将军 去培养帝国军事方面人才 贾许道 胡亥眼睛一亮 这是个好办法啊 军校不就是后世走的路子吗 可以 在大学内组建军事学院 确实是一个好办法 不过 赵驼不能这样安置 会让人觉得 郑薄勤少恩 郑准备在内阁之下 新组建一个兵部 由赵驼到兵部认上书 兵部机构也由赵驼组建 郑不会插手 贾许道 陛下 兵部职责是什么 贾许道 兵部是一个政务部门 不插手军方事务 是制定国家安全 领土完整 与其他外国 部落商谈事情的职能部门 向士兵退役的安置 地方后备议训练等 胡亥道 陛下 赵驼手下那十多名将军 如何安置 张良道 愿意继续征战的 可以把他们分配到一兵团 二兵团中去任职 不愿意征战的 全安排到兵部 另外 一旦军事学校筹建好 他们这些退下来的将军 必须抽时间到军校去给学生上课 这是命令 必须服从 不得推辞 胡亥道 陛下 范增 继部 相庄 相伯 钟离妹 鹰部 龙且等储君投降的将领 如何安排 张良道 你们二人有什么好的建议 胡亥道 陛下 这些人都很能打 可以留下来在军方服务 张良道 动动动 胡亥手指轻敲桌子 心中在思考 要如何安置这些人 二兵团将军够多了 有张寒等人在 反而一兵团将军少了些 相伯让那个安排个闲职吧 范增道军方参谋总部 出任作战部负责人 其他人跟朕这次 去迎战匈奴铁机 不是要从一兵团 二兵团 抽掉十万步兵吗 让这些人去任职 可以好好评估下他们的能力 这方面 你们二人比朕清楚 由你们负责安排 朕只是个建议 仅供参考 胡亥道 贾许 张良二人点点头 陛下 刘邦 冠英 夏侯英 司马兴四人又如何安排 张良道 胡亥头有点大 刘邦肯定不能重用 只能给个贤侄 最好让他整天泡妞 在女人肚皮上过日子 冠英 夏侯英二人 可是有名的将军 显摆着有点可惜 应该让他们二人发挥余热 司马兴吗 他对秦军犯有极其严重的过错 虽然说错在赵高 可是司马兴呢 与范增搅和在一起 向储君提供军事情报 令秦军陷入困境 这是不能饶恕的 让他进文明学校待几年 好好接受改造 他的家人就不要惩罚了 胡亥道 遵旨 刘邦这个人呢 确实是一个不安分的人 重用他吗 说实在的 朕真不放心 再说了 刘邦除了会忽悠人 蛊惑人心外 自身没有太多能力 这个人 不能让他与那些反王待在一起 必须分开 否则 不少反王又会受到蛊惑 引起动乱 在咸阳城中 找个院子 让刘邦好好过后半生 冠英 夏侯英二人 听一下他们二人的意见 想在军中效力 振持欢迎态度 不愿意的话 把他们二人 也与刘邦关在一起吧 既然是好基友 就继续当好基友 不过 文和 平时对刘邦驻地 一定要监视 不能掉以轻心 这个人可不简单 胡亥道 遵旨 贾许道 陛下 微臣这次陪陛下出征 刘文和在咸阳城中 主持军方工作 请陛下恩准 张良道 胡亥思考下 好吧 胡亥道 第263章 内阁报告 咸阳皇宫大殿中 今天 胡亥来主持开朝会 对于朝会 胡亥真心没开过几次 主要是太繁琐 加上有五妹娘 上官晚主持内阁 胡亥非常放心 人道得很整齐 五妹娘 上官晚 扁鹊 黄月英 狄仁杰 许旺 许富 萧和 丽义姬 余子柒 吕太公 吕智 公书车 秦夫人 曹参 赵佗 魏辽等人参加 平时 胡亥最多召集人来具体研究下 好了 人到齐了 开会吧 胡亥道 诸位 在陛下领导下 三年来 帝国发生太多事 彻底扭转乾坤 消灭叛乱分子 帝国重新走向大一统 这符合帝国利益 符合天下百姓心愿 也是文明的进步 社会的进步 这是大势所趋 无人能阻挡 也无法撼动 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三年多来 经过大家共同努力 基本解决了百姓吃饭问题 除刚刚评判地区外 其他地区百姓吃饭不会有困难 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短短三年时间 解决百姓吃饭问题 下一步 我们内阁要继续努力 提高百姓生活水平 质量 光让百姓吃饱可不行 按陛下旨意 帝国要建成一个国强名副的国家 屹立于星球之上 帝国土地面积宽广 人口却不多 有太多可开垦的地方 我们必须告诉百姓 要努力生育 增加国家人口 这是国策 人口少土地广 必须要发展机械化作业方式 提高粮食 经济作物产量 满足百姓需要 生产需要 帝国现在筑备的粮食 足够勤军 开展二场大型战役所需 五妹娘道 诸位 经过三年努力发展 帝国经济持续好转 有了存余 不再像三年前 财政上一分钱没有 有了钱 好多项目可以启动 不认识水利工程 公共设施 均可以实施 上官婉道 陛下 诸位 正如五相 上官左相二人所讲 帝国确实走上正轨了 粮食生产上 逐年丰收 解决了百姓吃饭问题 今后天下太平 国家会发展得更好 萧何道 陛下 诸位大人 礼部这几年发展也不错 在校学生达到十万以上 其中大学内有学生二万多人 其余八万是各郡举办的学校 在办学中 困难确实多 阻力很大 大家心中明白 办学其实是抢大家族 土豪猎身 宦官之家弟子的饭碗 不过 在陛下指导下 对于一些敢反对的人 给予惩罚 总算在各郡 办起了学校 下一步 礼部会根据内阁要求 开展全民扫盲 在村一级 新建各种学校 另外 基础功法 基本普及到百姓 成绩显著 许旺道 说到基层组织机构 我在这里要重点提下 咱们帝国基层组织机构 并不健全 好多地方 依然被大家族 土豪猎身 宦官之家的人掌控 这是国家绝对不允许的 必须要改正 今年 我们内阁在这块上 要加大力度 年底完成 村级组织机构建设 刚刚赵佗将军 带回来的十三万勤兵 有大约十一万选择退役 这部分士兵 我们内阁要好好动用起来 让他们到各地出任村长 民兵连长等职务 五妹娘插话道 陛下 诸位大人 商业方面由我负责 经过二年多时间努力 制定出各种商业方面的政策 让商人在经营过程中 有法可益 从而促进了商业的大发展 改善了国家财政 下一步 我们会继续努力 把商业走上良性循环 秦夫人道 陛下 诸位大人 卑职负责帝国宣传 印刷 出版等事宜 在陛下扶持下 百家讲堂 蒸蒸日上 发行量达到十万份 不再需要财政支持 能自给自足 百家讲堂建立 为帝国吸引人才 创造了条件 百家讲堂 目前已经成为天下间最大 最活跃的地方 是个门派 各学说 相互交流的平台 随着教育 越来越深入百姓 寒门世子成长很快 时常有挑战 大家族弟子的人出现 另外 咸阳日报 运作一年来 已经深入明星 成为国家读书人 儒生 书生 各门派必看的报纸 在宣传议论上 我们严格监管 引导 多宣传正能量 使其符合帝国利益 严禁功之 胡言乱语 吕智道 首次参加朝会的赵佗 震撼了 原来帝国发展那么好了 天下百姓 能吃饱肚子 震撼心灵了 论到我们公布 工坊报告了 三年多来 工坊研发出大量农业机械 纺织设备 生产工具 百姓日用工具 还有重要的是 帝国兵器 基本是工坊内生产 研究一体化进行 确保了秦军各个战役的胜利 做出了极大贡献 目前 工坊生产的各种武器装备 足够秦军来一场大型战役 所需兵器 弓箭等 另外 咸阳产业园区 彻底完成建设 已经投入使用 各种产业在园区内 均有立项 生产 园区内有工匠十多万人 其中超级工匠200多人 优秀工匠3万多人 普通工匠近7万人 还有一些学徒 不过呢 随着帝国发展需要 单靠咸阳产业园区 不足以支撑帝国需求 随着专利 商标等法律的颁布 引发了工匠大稿发明创造 专利申请 日益增多 这是可喜的成绩 工部认为 必须要筹建新的产业园区 配合国家发展的需要 这个势在必行 否则 会阻碍产业发展 黄月音道 胡亥点点头 自从黄月音召唤出来 整个帝国科技发展非常迅速 不仅水泥 钢铁冶炼 焦煤冶炼 合金钢 水车 驱缘梨 月音仿制机 勤奴等诸多产业提速 黄月音功不可没 任何人不敢质疑 功部在他带领下 发展确实非常好 新技术天天出现 专利申请天天有人 陛下 刑部工作上有了改进 不过 地方上还有好多问题 需要时间修正 特别是一些地方官吏与大户 土豪猎身相互勾结 给地方上百姓造成很大损失 有好多误判事件发生 一些地方官吏 贪腐情况严重 数量虽然不多 可是此风不能长 一定要及时加以制止 还有一些项目 拖延时间太久 必须要整改 挪用工粮 工款的事 在地方上也很常见 另外 军方估计也有此事 不过 军方微臣不能插手 望陛下跟进 总体上来讲 情况已经有了好转 下一步要加强法律宣传 让百姓懂法 守法 合法经营 不能触犯法律 敌人节道 胡亥一直在记录 记下大家所言的内容 第264章 莫独要出兵了 胡亥看看内阁成员 见其他人没有开口的意思 朕来讲几句 贪腐问题军方正会过问 诸位不要担心 重点讲下各种贪腐事宜 贪腐朕的意见是零容忍 不论什么人 职位有多高 权力有多大 家事有多牛逼 一旦证据确凿 一律严惩不待 不仅把其贪污钱财追讨回来 要让他回家种红薯 勇士不得再入衙门 不仅如此 还要在耻辱柱上雕刻下名字 对世人有警戒作用 当然 这里讲的不仅是受贿 还有行贿人 也应该受到惩罚 没人所要好处 没人行贿 那里会有这些事 所以 行贿 受贿 一起受到惩罚 承受一样的待遇 胡亥道 经过三年调查 好多叛国者 汉奸名字上了耻辱柱 成为天下百姓痛恨之人 百家讲堂 咸阳日报 不断刊登出来 让天下人知道 出卖国家的是什么人 影响力巨大 很多逃到莫独旗下 当狗头军师的中原人 其家族受到严重打击 令那些人泪流满面 正在这里讲 行贿受贿 并非只在官场有这种事 其实很多行业 同样存在这个问题 刚才说的是职务犯罪 还有利益犯罪呢 商人在经营中 也存在犯罪行为 这方面同样要严厉打击 目的是让商人追求契约精神 不要轻易碰红线 否则 天王老子也要承受法律制裁 胡亥道 另外 在这里正要重点说下 对于生产食品类的企业 必须要加以严管 一切以百姓生命为准则 不能加入的一些添加剂 必须遵守执行 一旦违规 没有什么好说的 相关人员必须砍头 上耻辱柱 追讨不义之财 从此 这个家族的人 不得从事食品行业 并留下暗底 当然了 若是帝国以后与其他国家有商品交易 出口食品不含在此类 什么添加剂都可以加入 朕只能确保中原百姓的安全 不会理会他国百姓的死活 到时候 有关部门会另行通知 胡亥道 那个大佬听了 震惊无比 帝国对百姓的食品安全太重视了 这才是一心一意 为百姓着想 刚才黄月音说了 咸阳产业园区已经无法再扩大 加上扩大后生产出来的东西 要运往各地 确实不方便 朕的意思是 产业园区可以修建 但是 不要选择在咸阳周边地区 要考虑基地 优地 中原 江东 蜀地等地方兴建 那样一来 可以拉动当地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 也能拉动一些下游产业跟进 要是帝国有五个 十个产业园区出现 大家想一下 会有什么结果 胡亥道 陛下 产业园区分布在其他地方 面临很多问题 一是工匠不好找 二是没有专人负责容易出问题 上官瓦道 这个问题 关键是工匠 天底下 有手艺的人很多 我们咸阳城不可能全招进来 民间会有好多工匠 只要离家不太远 想别能招聘到何时工匠 管理人员问题 这要看秦夫人操心下 黄月英道 这个管理人问题 应该是吏部 怎么让商部负责 这不妥当 秦夫人摇头道 吏部与商部一起想办法吧 五妹娘道 陛下再开一个产业园区 问题不大 要是一起开几个 估计帝国财政又要出问题 上官瓦道 吕智与墨家沟通下 让墨家再派些弟子出来 配合帝国修建新的产业园区 钱不够就一个个园区兴建 不要想着一口吃个胖子 饭要一口口的吃 胡亥道 遵旨 吕智道 好了 产业园区的事就这么决定了 现在帝国经济必须提速 让那些有钱人的大家族 土豪把闲散资金从农业上转移到工商业方面 不要老盯着土地 那样对国家安定不好 像村籍组织机构 可以让村长百个村子的人集中起来 从某一方面入手 提高百姓收入 让那些土豪 大家族看到有利可图 胡亥道 陛下 我们会认真研究 想想从什么地方入手 不过 今年工作重点 依然是整顿村籍组织机构 五妹娘道 胡亥点点头 回到御书房 陛下 贾许先生来了 亲卫道 请文和进来 胡亥道 见过陛下 贾许道 文和 快入座 是不是草原上有什么消息传来 胡亥道 陛下 确实是草原上传回来一个情报 说 墨独兵马 已经准备好了 前往西域的匈奴使者 回到了墨独身边 估计六月份 匈奴铁骑会南下入侵中原 贾许道 六月份 文和 正想休息会 看来是没机会了 只有消灭墨独南下匈奴铁骑 才有机会 胡亥道 陛下 微臣不在身边 担心陛下安全啊 这段时间想了好多 觉得陛下可以再带上卫留 有了张良 卫留二人在身边 微臣才放心 贾许道 文和 朕知道你的心意 可是微辽岁数那么大 让他跟大军出征 不太好吧 胡亥道 陛下 放心吧 这时是微辽来找微臣 让微臣与陛下说一下 他想跟着出征匈奴 贾许道 既然如此 那让微辽跟着朕一起走吧 胡亥道 陛下 这次莫独聚集的大军数量恐怖 初步侦查 仅北方一个方向上 会有一百二十万铁骑参战 另外从西域收到的情报显示 好多伪匈奴人也会出兵 想报上次一箭之仇 兵力比上次还多 估计也会达到上百万铁骑 贾许道 胡亥听后微微震惊 压力山大啊 一个方面一百多万 而且是铁骑 战斗力强悍无比 文和 把情报送一份给获去病将军 让他好好准备一下 获去病的压力更大 胡亥道 遵旨 贾许道 韩信那里有什么情况 胡亥道 陛下 此时韩信将军聚集在松花江 各种补给物资也已经运达 就等莫独出兵 贾许道 告诉韩信 一定要抓住机会 在莫独大本营好好猎手一番 胡亥道 遵旨 贾许道 呀的 韩信旗下二十万大军等装待发 隐藏在深山老林中 目的就是等待机会出现 嘿嘿 到时候莫独老曹被端掉 莫独还能回去吗 只有往西方世界逃 危害西方人民去 第265章 太学生游行 文和 朕一旦被莫独上百万匈奴铁骑包围 中原一些地区肯定会有人闹事 胡亥道 陛下 这个是微臣考虑过了 会让锦衣卫行动起来 到时候只要跳出来 一一抓捕 彻底解决隐藏在中原的叛国者 匈奴人 对于帝国来说 是一件好事 贾许道 确实是件好事 对了 文和把百万匈奴南下入侵中原的事 还有西域百万铁骑东进的事 告诉吕智 让他主管的百家讲堂 咸阳日报刊登出来 让天下百姓也明白发生什么事 不必藏着捂着 百姓有知情权 胡亥道 遵旨 贾许道 几天后 百家讲堂 咸阳日报 纷纷报告了匈奴莫独 帅百万铁骑南下事宜 皇帝胡亥亲率十万兵马前往燕门关迎战 一旦激起千层浪 沸腾了 整个秦帝国沸腾了 读书人在议论 书生在讨论 百姓在叙说 一下子成为人们饭后议论的焦点 特别听说 胡亥提兵十多万 准备迎接莫独铁骑 想阻击其南下 很多人惊讶 十万人对战 百万铁骑 打得过吗 胡亥不是脑袋进水了吧 还是被门夹了 这种脑残的事也做得出来 那不是白白让士兵死亡吗 一下子 质疑声响起 很多世子 读书人上书给内阁 要求内阁与胡亥好好商量下 不要盲目行动 还有好多世子 读书人 纷纷要求参军 一起上战场 去抵挡莫独铁骑南下 参军的事 被军方拒绝了 内阁呢 五妹娘相没看到似的 五相 太学院的学生要游行 诉说心中不满 轻卫道 告诉刑部维持好秩序 不要妄加干涉 那是他们的权利 但是 若是有人想借机闹事 给本相一一抓捕 好好审下 他们中到底是些什么人 五妹娘道 遵命 秦卫道 咸阳城中 太学院的学生 纷纷走上街头 高呼口号 支持帝国阻击匈奴铁骑南下 刑部人员紧张万分 生怕闹出什么事出来 胡亥呢 此时 胡亥带着十多万大军 已经离开咸阳城 听闻太学生游行 胡亥笑了起来 这是进步啊 文明推进 需要千千万万这样的人 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怎么能打压 只要学生不闹事 帝国持欢迎态度 中军大仗 张良 卫辽 孙上香 于姬 鹰部 龙且 钟离妹 祭部 相庄等人 齐聚一堂 胡亥拿出好酒出来 让大家一起共饮 十多万大军 胡亥全部交给鹰部指挥 一路上诸多事全是鹰部操心 对于鹰部来说 绝对是有生以来 指挥过最大数量的兵力 而且是战力强悍的秦军 一下子 林鹰部像是找到组织似的 留下二行热泪 对胡亥好感度直线飙升 从原来零点好感度 一下子飙升到88点 差一点点达到90点 其他将军被委任后 好感度也纷纷飙升到60点以上 胡亥不希望一下子达到死中 有那么高好感度 胡亥很满意 知足了 不过呢 胡亥身边有一千名被围军士兵 一千名红粉兵团 还有二万多名赵驼旗下的勤兵 鹰部也不安排这些士兵的事 由孙上香具体安排 陛下 太学生游行 向那个诉求 这个先例不制止的话 会让后人纷纷效仿 魏辽道 老太尉大人 朕为什么要制止 学生有想法 只是想表达出来 那是他们的权利 只要人人在法律下 不做出违反法律 法规的是出来 他们就是合法的 一他们没打砸抢 二没有蛊惑人心 三没有闹事 只是纯粹的游行而已 这种事 朕不会禁止 也不会打压 说明什么 说明学生们思想开化了 有想法 有自己观点 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文明进步必须要有的 胡亥道 陛下 不担心失控 张良道 紫房先生 一群赤手空拳的学生 只是游行一下 会失什么空 再说了 咸阳城 可是有二万勤军士兵 虽然战力有点弱 可是对付一群赤手空拳的人 还是绰绰有余 我们就是 要告诉学生们 什么可以干 什么不能碰 文明进程中 流泄是必须的 只有那样 学生才会明白 以后少犯错 胡亥道 看到诸位担心的样子 放心吧 咸阳城中有文和 武相 婉儿 怀音等人在 不会闹出多大动静 胡亥道 陛下 这个酒到底是什么酒 为什么力量如此大 还那么香 怎么制作出来的 记不到 这个朕也说不清楚 只晓得是由粮食酿造的 具体配方 工艺之类的事 暂时不清楚 胡亥道 突然 一名轻卫走进来 把手中纸条交到张良手上 陛下 莫读前锋大军出动了 数量不小啊 足足五万匈奴铁骑 张良道 五万铁骑 按计划行事 胡亥道 陛下 微臣觉得 咱们行动已经让潜伏在中原地区的匈奴人 暗探送出去了 张良道 子房 咱们这次出兵 是浩浩荡荡 明目张胆 一点不隐藏 光明正大 朝燕门关杀去 莫读之道不奇怪 只要咱们行踪暴露 让莫读清楚就好 胡亥道 陛下 咱们行军速度要适当加快一些 最好在预定战场 先消灭匈奴人前锋军 魏辽道 胡亥看向张良 陛下 先消灭匈奴前锋军没问题 不过 要适可而止 追着匈奴人前锋军屁股 顺利进入决战地 张良道 陛下 老臣还是觉得太危险了 咱们十二万兵马 对战匈奴人百万铁骑 一旦被匈奴人包围 咱们能抵抗多少天 援军需要多少天到达 万一援军路上出点事 局势马上逆转 魏辽道 老太尉大人 不用太担心 朕选择了一个地点 那地方叫白灯 一个一守南宫的地方 到时候匈奴人再多 发挥不出兵力上优势 会一个个成为咱们口中菜 胡亥道 魏辽马上拿出地图查看起来 找到白灯那个地方 陛下 这是死路啊 一旦白灯山被匈奴人包围 咱们也无法杀出来啊 魏辽道 老太尉大人 朕为什么要杀出去呢 朕就是要在那里阻击莫毒 多消耗匈奴人 一直等到决战开始 一举歼灭百万匈奴人 胡亥道 太冒险了 魏辽道 老太尉 风险与战果成正比 风险越大 战果越大 想要解决匈奴人问题 这就是一个极加机会 省得咱们杀进大草原上 那些匈奴人也不好找啊 胡亥道 第266章 秦军陷入白灯 胡亥看看在座的将军 有的脸色严峻 有的人淡然 各种各样皆有 诸位将军 你们惧怕被百万匈奴铁骑包围吗 秦其道 陛下 就算包围又如何 真是援军出问题 卑职一定掩护陛下突围 杀出一条血路 应不道 其他将军也纷纷表态 放心 朕不会让你们杀出重围 朕要牵制住墨毒 上百万匈奴铁骑 一举歼灭 要相信蒙田 穆桂英二位大帅 他们不会让朕失望的 会按时到达指定战场 胡亥道 大家确实没必要担心 我们带着上千张擎弩 到了预定地点 会让工匠打造投石车 到时候 匈奴铁骑会遭到毁灭性打击 张良道 擎弩 粮草不挤 全由胡亥带着 这次行事表面上看没带粮草 其实是带了的 白灯那个地方 一千张擎弩摆开 来多少匈奴铁骑 都有来无回 这一点在咸阳就推算过了 一旦二入援军从二侧杀来 就是秦军反击的时候 五月下旬 胡亥带着十二万秦军 进入燕门关 受到燕门关 百姓热烈欢迎 胡亥查看下官上情况 又走访了许多百姓 听取百姓心声 意见 有什么要求等 看到胡亥轻率秦军赶到燕门关 百姓也彻底放心 毕竟 报刊杂志上的内容 燕门关也收到 几天后 收到匈奴前锋军杀来的消息 莫毒前锋军杀来了 咱们要好好招待一下 不要让匈奴人肆意虐杀百姓 胡亥道 陛下 我们要迎上去 不仅阻击匈奴铁骑继续南下 必须将其往白灯方向赶 才能达到预期目的 张良道 胡亥点点头 鹰部将军 下令吧 胡亥道 遵旨 鹰部道 接下来 一个个命令下达 士兵纷纷行动起来 到此时 胡亥也释放出数百张擒弩出来 交给步兵掌管 朝预定地方而去 上香 把镇的黄旗打出来 既然要让莫毒上钩 不要再躲躲闪闪 让匈奴人看得到 胡亥道 遵旨 孙上香道 三天后 秦军中军与匈奴前锋铁骑碰上了 匈奴万夫长看到秦军士兵 一个个跳下马站 迅速排成队列 严阵以待 一下子 有点蒙逼 什么情况 骑兵不是靠速度取胜吗 秦军主将不会是脑子进水吧 瞬间让匈奴铁骑万夫长 心中迷惑不解 也不敢轻易 率铁骑冲阵 生怕上当受骗 从而给秦军有了足够的时间 调整战阵 半炙香时间 匈奴万夫长觉得错失机会 给秦军准备时间太多了 马上下令出击 在匈奴万夫长心中 数万秦军 不骑马作战 反而下马迎敌 纯属弱智行为 轰隆隆 大地震动 万马奔腾 呀的 气势汹汹啊 这才是五万铁骑 要是上百万匈奴铁骑 阵势更是吓人 一千步 八百步 六百步 五百步 当匈奴铁骑 杀进擎弩有效射程范围时 应不下令了 嗖嗖嗖 漫天弩箭于闪电般射出 朝着迎面杀来的匈奴铁骑撞上去 扑扑扑 一名名奔跑中的匈奴铁骑 遭到灭顶之灾 纷纷跌下马背 成为身后战马踩踏的对象 瞬间成为一堆肉迷 无人的战马惊慌失措 朝四周乱窜 把整个匈奴铁骑战阵 撞得支离破碎 后面战马撞到地面上的铜袍战马 又来一次撞击 乱了 匈奴铁骑战阵彻底乱成一团 嗖嗖嗖 擎弩 擎弩依然在开火 啊 战场上惨叫声响起 擎军战阵前方 一百步到五百步 这个区域是死亡禁区 匈奴铁骑进入 无疑是死亡 太凶残了 匈奴万夫长 看到正面攻击不起作用 马上调整战阵 派出二队铁骑 从二侧杀出 胡亥摇摇头 开什么玩笑 二侧同样有擎弩 怎么可能让匈奴人杀到后军 那可是胡亥呆的地方 其宇兵打出命令 二侧战阵退后 掀开步骤 露出一张张凶悍的擎弩 嗖嗖嗖 又是一片奔跑中 匈奴铁骑倒下 偶尔有铁骑杀到秦军阵前 会遭到长枪兵虐杀 秦弩 弓兵二级阻击 很难让匈奴铁骑杀到秦军阵前 剑雨太愁密 就算秦弩没射杀死 也会被弓兵射死 不过呢 匈奴人还是挺勇敢的 一个个不怕死的往前冲 明知是死亡禁区 依然杀来 前赴后继送菜啊 二课中时间过去了 地面上留下上万具匈奴人的尸体 匈奴铁骑连秦军战争面前都杀不进去 不得及 匈奴万夫长下令撤退 问题是有机会撤退吗 秦军趁此机会 早有一支部队迂回到了匈奴铁骑身后 已经封锁了后退之路 鹰部带着秦军朝匈奴铁骑追上去 留下胡亥及孙尚乡旗下中军 上乡 让士兵们挖坑掩埋尸体 胡亥道 遵旨 孙尚乡道 胡亥 张良 魏辽三人坐下来闲聊 不再理会战士 陛下 我们必须要加快步伐 莫独中军 距我们只有二百千米 言误的话 我们道不了白灯 张良道 陛下 为什么一定要选择白灯那个地方 貌似其他地方也不错 魏辽道 胡亥心中微笑 白灯可是刘邦战败之地 刘邦在白灯与莫独签订下耻辱的条款 每年向匈奴人献美人 钱财 粮食 铁器等大量物资 只要匈奴人想南下 随时可以带着铁骑入侵中原 对中原地区抢劫 掠夺一番 胡亥选择白灯 就是要在白灯彻底歼灭匈奴人 貌似有点意义 可是呢 对于未聊的话 胡亥真不好回答 老太尉大人 朕听闻白灯那个地方 地理条件非常糟糕 起码很难激战 路面上有好多颠簸起伏的地方 相对来说 比较适合步兵作战 胡亥道 其实呢 胡亥自己也说不清楚 再说匈奴铁骑 撤退十多千米后 突然看到数万秦军严阵一带 早就等待了 杀过去 匈奴万夫长吼叫道 进入秦弩 有效射程 嗖嗖嗖 秦弩又开火了 悲催的匈奴人 一个个倒在冲锋的路上 留下一地尸体 根本杀不出去 匈奴万夫长此事真正着急了 无可奈何之下 只好带着余下铁骑 从白灯方向逃出去 秦军呢 掩埋尸体 大军继续尾随着匈奴铁骑的屁股 一直在追杀 一副不死不休的架势 秦军虽然是步兵 可是有马中三宝 很多士兵也能跨上战马赶路 追敌不会有问题 不要求杀敌 只要求赶到目的即可 二天后 秦军到达白灯 不再追杀匈奴人 直接在白灯那个地方停下来休整 一下子 令匈奴人莫名其妙 情况迅速上报到莫独手中 查看一下地图 莫独立刻带着上百万铁骑 朝白灯那地方杀过来 还特意让前锋军 一定纠缠住秦军 特别不能让胡亥逃走 秦军呢 挖战壕 修防御阵地 干得热火朝天 不理会扑杀上来的莫独 各自忙自己的活 第267章 莫独的打算 胡亥及旗下十二万秦军 被莫独上百万匈奴铁骑 包围在白灯这个地方 双方形成对峙 匈奴人试探性进攻 每一次攻击 会遭到秦军极力阻击 纷纷败下阵来 留下一地的尸体 整个白灯山四周 被秦军严密掌控 关键地方架起擒弩 投石车等重型武器 加上白灯这个地方 想要杀进去 面临狭窄通道 无利于进攻 利于防守 白灯山顶上 胡亥黄旗飘扬 莫独看到山顶上的黄旗 心里愤怒无比 决定要俘虏秦皇 报一箭之仇 上次莫独刚刚掌权 本来想通过一战来建立威信 却被胡亥带秦军灭杀 损失惨重 二十万匈奴铁机 所剩无几 匈奴人大仗中 秦国狗皇帝 已经被咱们彻底围困 不过 秦军防守严密 不好进攻 要是强攻的话 损失会非常惨重 咱们兵力虽然多 可也不能一味让士兵送死 莫独到 汉王 胡亥那个狗皇帝 被咱们包围在山顶上 一下子无法杀出来 咱们只需要留下少部分兵马 在这里监视 其他兵马继续南下 到中原地区去猎兽 左贤王道 汉王 左贤王说的对 咱们不能待在这里 还是继续南下入侵中原地区 各部落需要掠夺 抢劫 待在这里没多大意思 抢到财富才是关键 右贤王道 左右贤王开口 好多部落纷纷禁言 要带兵马南下 对中原地区进行杀戮 抢劫 莫独心中郁闷啊 这群弱智 逮到秦皇 还愁没有金银财宝吗 真是愚蠢之极 莫独这次 带上百万匈奴铁机南下 是为报仇血恨而来 并不是为抢劫 当然了 抢劫 掠夺 只是顺带的事 只要击败秦军 活捉秦皇 让其签订不平等条约 到时候 年年有进贡 何别要天天打死打活 莫独 看向秦人军师 莫独旗下几名牛逼轰轰的军师 此时已经知道 中原发生的事 他们的家族 遭到毁灭性打击 不仅在村口 竖起耻辱石碑 连累家族的人 也受到惩罚 一辈子抬不起头 汉奸 秦奸 中原奸 莫独军师做梦 不会想到 秦皇如此狠心 不仅持乳碑 还在百家讲堂 咸阳日报上刊登出来 他们几个军师 此时算是真正名扬天下 关键是 几人心中不甘啊 连累族人 心中非常后悔 可是呢 世上没有后悔药 他们几名军师 巴不得包胡亥的骨 抽胡亥的血 汉王 留下兵马驻守这里 准备留下多少铁剂 一旦秦军杀出来 咱们如何对付 要知道 秦军手里那个秦母非常强悍 匈母铁骑对抗得了吗 一名身着黑衣 秦人的狗头军师道 不仅如此 狗皇帝手中的骑兵 同样强悍至极 兵力相等的情况下 匈奴铁骑占不到便宜 甚至会被击溃 就算是二倍以上兵力 也不一定挡得下秦军冲杀 另一名狗头军师道 几名黑衣 秦人军师纷纷反对 他们心中也想活捉胡亥 不平等条约下 再签订一个协约 让其解除对他们家族的惩罚 汉王 匈奴人的目的是 中原的金银财宝 粮食 铁器 茶叶 食盐等物资 想要获得这些物资 其实非常简单 只要俘虏狗皇帝 为了活命 多少金银财宝 茶叶 食盐 粮食 铁器 美人等 还怕得不到吗 就算狗皇帝不同意 签署不平等条约 一旦狗皇帝挂掉 中原就失去主心骨 到时候又会混乱起来 还愁眉地方掠夺 抢劫吗 现在的主要目的是 活捉狗皇帝 又一名黑衣 狗头军师敬言道 汉王 据我们所知 狗皇帝并未有后人 史皇帝的子女 也遭到狗皇帝虐杀 基本死光了 这是一个机会 一举报仇血恨的机会 黑衣狗头军师道 莫独犹豫不决了 心中也想让匈奴铁骑 南下入侵中原地区 可是 心中担心啊 担心 一旦秦军援军杀到 里外结合 留下来的匈奴人 抵挡不住秦军的二面家计 一旦胡亥逃走 匈奴人 可是要面临胡亥的报仇血恨 莫独太了解胡亥 那绝对是一个 有仇必报的人 彼是皇帝还狠的人 更不像过去的中原人 俘虏匈奴人 只会关押上几年 迟早会释放 胡亥不一样 不要俘虏 对于匈奴男人 全部处死 妇女带回中原 送给百姓做老婆 数百个部落的匈奴人 遭到灭顶之灾 所有男人全被斩杀 就算不斩杀 也会让匈奴人做苦力 永远不会释放 这是莫独不能接受的 纠结啊 莫独心中不甘 也很纠结 莫独看向左右二贤王 让他们说话 汉王 军师说的有一定道理 可是咱们不能这样干呆着吧 左贤王道 是啊 汉王 不让兄弟们南下 各部落的铁骑 制止不住啊 右贤王道 各部落头目也纷纷开口 意思只有一个 继续南下入侵中原地区 到花花的中原去掠夺 抢劫 抢花姑娘 抢金银财宝 莫独又看向黑衣军师 汉王 一是可以邀请狗皇帝来商谈 劝他放下武器投降 汉王确保他的生命安全 二是通知潜伏在中原地区的暗谈 趁此机会出来闹事 蛊惑人心 让中原再次乱起来 到时候 不论是南下入侵中原 还是继续围困狗皇帝 军不会造成损失 一名狗头军失道 莫独眼睛一亮 不过呢 莫独依然拿不定主意 毕竟潜伏在中原的匈奴人 一旦暴露无疑 马上会遭到秦军的虐杀 值得吗 那可是数十年 上百年潜伏在中原的暗谈啊 死一人都可惜 汉王 什么时候了 那些暗谈 也养了数十上百年 是到了发挥作用的时候 此时不出面 要等到何时才能站出来 又一名黑衣军失道 汉王 一旦把狗皇帝 及旗下秦军 被百万匈奴铁骑围困 在白登山这一带 消息传播出去 想象一下 中原地区会成什么样 中原地区 狗皇帝刚刚评判下来 暗中还有多少 想造反的人 不要再犹豫不决 应该立刻起事 让暗谈们行动起来 又一名狗头军师相劝道 此时冒顿甚重点点头 好 马上通知中原地区的暗谈 立刻起事 蛊惑人心 让中原地区乱起来 各部落兵马不能乱动 本王明天想办法 与狗皇帝去封书信 让他下山来洽谈投降事宜 冒顿道 一下子 大仗中笑声不断 第268章 彻底解决隐患 胡亥及旗下十二万秦军 被莫独带领的上百万匈奴铁骑 包围在白登山 消息一传出 天下震动 一时间 各地议论声四议 纷纷议论胡亥及秦军的事 各种牛鬼蛇神 纷纷跳出来 胡亥及旗下兵马 被匈奴人包围 此事肯定不是胡亥 传出来的 是莫独让人传播开 目的就是搅乱中原地区 让中原再次陷入混乱 很多年潜伏在中原一带的 诸多匈奴人暗叹 也不再隐瞒 纷纷暴露出来 蛊惑人心 不过呢 好在大秦百姓这几年 得到衙门关照 吃饭问题解决了 百姓并未乱起来 加上各村级组织机构 全是忠心于秦帝国的人掌控 向百姓耐心解释 百姓没有动乱 只是跳出来的匈奴探子 加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蛊惑 特别是河东 宾州 冀州 幽州 辽东等地区 潜伏下来的匈奴探子真不少 咸阳城中也不安定 城中传播出 胡亥马上会被俘虏的假消息 军方 贾许在等待 让那些人在猖狂下 彻底暴露出来 才好收忘 各地警衣卫迅速行动起来 对于隐藏中的匈奴暗探调查清楚 为随后收网做准备 内阁 五妹娘 上官晚 敌人杰等人 收到大量胡亥被匈奴人包围的消息 连内阁也有一些官吏 纷纷向五妹娘 上官晚 敌人杰等人求证 他们几人心中明白 那是军方制定的计划 一切按预计发展 可是呢 他们不能说出来 只好交代手下人 不要妄加评论 好好干好手上事务 其他一句不透露 再说了 五妹娘 上官晚 敌人杰他们 也要看一下 到底有些什么人跳出来 这是一次最好的机会 一举解决帝国内隐患的机会 聪明的人会发现 内阁依然雇我 不闻不问 工作同样不耽误 只是不参与一轮 咸阳城中 一些人要求游行 不过 要求上报到内阁 被拒绝了 不允许学生出校门 学生不出来 市民出来了 不过那个命令 依然有上千人游行示威 甚至还发生了打砸抢事件 锦衣卫毫不留情 对于打砸抢的人 给以一一抓捕 时间后 边境地区 好多地方出现小规模的聚众闹事 已经到了关键时候 贾许看差不多了 该暴露的全出来了 收网吧 同一时间 不同的地方 锦衣卫拿着军方命令 让各地军兵出动 将叛乱分子抓捕 彻底解决了 隐藏在帝国管辖区内的暗探 匈奴人损失惨重 99%以上的间谍 被抓捕归案 混乱瞬间停止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庆幸自己没乱动 现在的帝国 已经不再像原来 各地村籍组织机构 充分发挥作用 别有用心的人 起不到作用 毕竟 那些个村长 确实一心一意 为百姓办事 深得民心 白登 陛下 莫独派人送来邀请 让陛下 下山去与之谈判 传令兵道 胡亥接到手上 呀的 中原间写出来的 匈奴人怎么会识字 陛下 不能答应 搞不好是莫独的阴谋诡计 一旦下山 陛下会陷入困境 应不见一道 本将军也不希望陛下去冒险 就待在山上 等到援军到达 孙上相道 胡亥看向张良 未聊二位大佬 陛下 其实下不下山 没有什么关系 也谈不上什么冒险 只要双方谈好 各退后 腾出一块谈判的地方即可 谈判可以拖延匈奴人 对我军有利 张良道 陛下 老臣同意子房先生之意 魏聊道 呵呵 莫独要谈 咱们就谈吧 鹰部 你负责与对方洽谈 并不治好防御 胡亥道 遵命 鹰部道 陛下 卑职跟在陛下身边 确保陛下安全 鹰部道 不用 大军需要你指挥 怎么能跟镇下山 一旦发生情况 你要及时调动 确保拖出凶奴人 胡亥道 遵命 胡亥道 陛下 下山时 身边确实需要几名将军陪在身边 陛下准备带什么人 魏聊道 胡亥看看旗下将军 一个个踊跃举手 纷纷要求跟着胡亥下山 上香 龙且 钟离妹三人陪阵走一趟 其他将军严阵以待 听从鹰部指挥 胡亥道 现在修为最高的 无疑是孙上香 他是战尊敬 能越级挑战 具有与战胜境巅峰战斗 龙且是战胜境初期 钟离妹是战尊敬巅峰 鹰部将军 一定要布置好 确保陛下安全 不仅要安排擒弩在关键时候阻击 还需要大量工兵 作为补充 绝对不允许陛下出现什么意外 张良叮嘱道 遵命 鹰部道 到此时 楚军将领彻底被胡亥征服 孤身下山只带着龙且 钟离妹二人 大军还是由鹰部指挥 要是有一心 随时可以致胡亥死地 这才是大度 放在项羽身上 他们不敢相信会同意 甚至连项庄此时也兴奋无比 得到胡亥承认 那种喜悦难以说出 三天时间 鹰部亲自布置 确保一丝丝意外不能出现 入口处 直接摆出五百张擎弩 后面还有数万工兵严阵以待 随时等待命令 匈奴大仗 汉王 狗皇帝同意见面 不过 他们提出要让我们伟大的匈奴铁吉 后退数千米 每人身边只能带三名护卫 其他多余人不能靠近 传令兵道 只要狗皇帝愿意下山 说明他已经穷途末路 没有选择 除了投降 还有路吗 末独道 哈哈 帐中好多匈奴部落头目 左贤王 右贤王等大声狂笑起来 笑得如此浪 以为胡亥已经是秋后蚂蚱 不用打仗 就能获得大量中原美人 金银财宝 粮食 食盐 铁器等物品 心里能不兴奋吗 大汉 中原人狡猾多端 还是不要太自信 卑职感觉到 胡亥答应得太快了 其中必有阴谋诡计 一名黑衣人 狗头军湿道 莫独微微一愣 是啊 胡亥貌似答应得快了点 这不像胡亥一贯做法 现在秦军并未缺衣少粮 为什么会答应呢 军师 有何指教 莫独道 大汉 指教谈不上 若狗皇帝真想活路 他肯定会与汉王讨价还价 想方设法占便宜 毕竟 此时秦军战役滔天 士气高昂 确实不是谈判最佳时间 又一名黑衣军师道 汉王 只要记住一条 让狗皇帝无条件投降 否则 一切条件均不答应 黑衣人建议道 嗯 莫独点点头 心中有点小心血 总算要让胡亥这个狗皇帝低头了 以后伟大的匈奴 才是这颗星球上最强大存在 其他族必须臣服 必须上供 莫独脸上露出笑容 第269章 胡亥与莫独对话 三天时间 转眼间过去了 胡亥带着孙上香 龙且 钟离妹三人走出大仗 跨上战马 朝入口处而去 严阵一带的秦军士兵 看着胡亥这个皇帝 朝洽谈的地方 缓缓驶过去 脸上毫无巨色 令士兵们自豪 自家的王不是耸祸 是一个有担当的人 一下子 秦军士兵士气爆棚 战意滔天 陛下威武 帝国万岁 秦军勇武 声浪一浪高过一浪 士兵举着手中兵器高呼 秦军兄弟们 辛苦了 胡亥道 陛下万岁 陛下威武 胡亥身后的龙且 钟离妹二位名将 心中感慨万端 能陪皇帝赴死也值得了 孙上香翘脸 激动得赤红一片 脸颊上出现二朵红云 走出入口处 此时匈奴铁骑已经按照要求 后退数千步 留出空间来让莫独 胡亥二人商谈 胡亥妖挂轩援剑 带着三名绝世战将 走向中间位置 对面 莫独也带着三名万副长 缓缓走向中间位置 秦皇 咱们又见面了 莫独道 胡亥眉头微皱 莫独口气 有点高傲啊 真以为朕是来投降谈判的 做梦吧 莫独 不好好在大草原上待着 又带兵马南下 想入侵中原地区吗 看来 上次给的教训不够重啊 胡亥道 哈哈 莫独大声笑起来 笑得如此嚣张 笑得如此狂妄 一副大局在握的架势 秦皇 上次本王中你阴谋诡计 才会让你小胜一场 现在 天气不会下雪 不知道秦皇还有什么办法 击退百万匈奴铁骑 要是没办法 秦皇可要被俘了 莫独笑着道 哈哈 胡亥也大声笑起来 莫独 要不咱们来比试一下 用同等兵力 看下是秦军厉害 还是草原雄鹰厉害 胡亥微笑道 刷 莫独眉头微皱 心中明白 秦军战斗力比匈奴铁骑强 这一点在几次战役中体现出来 此时的秦军战马配备马中三宝 一下子令秦军士兵战力暴涨 匈奴铁骑干不过 秦皇 本王现有百万铁骑包围着这个山头 眼看就要胜利 为什么要与你诺战呢 莫独道 莫独 意思是草原雄鹰认耸了 胡亥道 秦皇 不要硬撑了 你旗下十多万秦军 已经被本王上百万铁骑彻底包围 莫独道 莫独 这次 朕确实中了你诡计 被引诱到这个地方 就算如此 你能拿朕如何 有本事攻上来 朕会让草原铁骑变成一具具尸体 相信吗 胡亥道 秦皇 秦军追杀本王前锋军 不会携带多少剑制吧 还有粮草补给 貌似秦皇并未带多少粮草 能支撑到什么时候 拾去的话 乖乖投降 本王也不要你命 只要签订一个协议即可 莫独道 哈哈 胡亥大笑起来 内心狠狠鄙视莫独 莫独 觉得朕像个贪生怕死之辈吗 朕手下秦军带的粮草 确实不多 剑制也不多 不过 足够射杀数十万匈奴铁骑 只要莫独你愿意 随时可以进攻 再说了 你带着上百万铁骑南下 补给同样困难重重 一天消耗的粮草 是震的数十倍 咱们比比看 谁先承受不住 胡亥道 秦皇 你的想法太儿戏了 本王只要包围此地 派出铁骑继续南下 入侵中原地区 补给可以从中原掠夺 抢劫 怎么会缺乏补给 你想多了 莫独道 莫独 别做梦啊 朕的边关早准备好 不论燕门关 还是上谷 都布置有大量兵马助手 想去进攻中原 你可以去攻一下试试 一定会让匈奴铁骑 灰飞烟灭 为了抵抗你匈奴铁骑南下 入侵中原 朕在长城上 布置了好多擒弩 想别莫独你品尝过擒弩的凶残 不用朕给你解释吧 胡亥寸步不让道 莫独眉头微皱 心中清楚 胡亥的话是实话 没有忽悠自己 边境地区确实防守严密 匈奴铁骑南下 一点便宜逃不到 一旦中原人有准备 一仗城墙防守 匈奴人拿中原人 没什么好办法 匈奴人最喜欢的是野外决战 秦皇 本王很敬佩你 可是不要做无畏抵抗 真的没什么用 你说的天花乱坠 依然逃不出去 迟早要成为本王手中俘虏 一旦秦皇你俘虏了 中原不会动乱吗 对了 给秦皇报告一声 此时中原地区 已经彻底乱起来了 冒顿道 莫多 别再紫胡说 中原怎么可能出现叛乱 朕才刚刚平定结束 谁敢出头啊 胡亥道 秦皇 不忽悠你 本王已经把你被上百万帖 起包围的事 泄露出去 加上几代匈奴人 潜伏在中原地区 此次为了秦皇你 彻底暴露出来 目的就是让中原地区 出现混乱 冒顿道 莫多 你好卑鄙 胡亥生气道 内心中兴奋无比 呀的 匈奴人潜伏在中原地区的暗探 终于可以彻底解决了 秦皇 不要再做蚂蚁汉术的事 乖乖投降 这是你最好结局 一旦投降晚了 中原乱成一锅粥 到时候又要平叛 莫多 相劝道 莫多 你看镇像怕死的人吗 再说了 投降不是小事 镇旗下将军也不会同意 就算镇同意也没什么用 得与将军们商量 胡亥道 秦皇 这就对了吗 本王可以给时间 让你好好做手下的工作 放弃抵抗投降 矛盾道 胡亥摇摇头 莫多 你当那些将军是孩子 凭你一句话就能解决问题 起码你要拿出点见面礼吧 胡亥道 秦皇 什么意思 让本王拿出钱财 来行贿你手下将军 好像不妥吧 矛盾道 不要你的金银财宝 只需要送上几万只羊即可 先让镇手下将军 感受下你的诚意 胡亥无耻道 什么 让本王献出数万只羊 不可能 矛盾道 哼 胡亥冷哼一声 既然谈不妥 咱们就打吧 胡亥一下子硬起来 莫多心中纠结啊 数万只羊 对于拥有百万铁 其的匈奴人来说 真不算什么 随时可以送来 可是呢 莫多担心被胡亥骗去几万只羊 接下来又不投降 那样可亏打发 秦皇 最多五千只羊 再多不可能 冒盾道 莫多 打发起待啊 五千只羊够干吗 不用了 咱们继续对质吧 看最后 谁承受不住 胡亥道 一万只 冒盾道 最少四万只 胡亥道 一万五千只 冒盾道 四万只 胡亥道 秦皇 本王已经妥协 可是你一点不降价 这个不好吧 冒盾道 好吧 三万只 少了不用再谈了 胡亥道 好 三万只羊 本王明天送过来 请秦皇说话算数 冒盾道 放心 朕一直说话算话 只要收到三万只羊 朕一定好好做手下将军工作 胡亥道 第二百七十章 匈奴铁骑出洞 莫独中军大仗 汉王 狗皇帝怎么说 愿意签下无条件投降书吗 左贤王道 你们想的太简单 怎么可能一见面就投降 胡亥是一个能力极强的帝王 莫独道 接下来 莫独把见面的情况细细介绍下 汉王 狗皇帝不会是要骗咱们的羊吧 三万只羊可不少 一旦狗皇帝反悔 咱们可亏大了 右贤王道 右贤王 就算本王被胡亥骗也说明一个问题 秦军中确实缺乏粮草 莫独道 据我们收集的情报显示 秦军确实没有带多少车辆 也运送不了多少粮草 黑衣人道 汉王 真要送狗皇帝三万只羊 左贤王道 送吧 要是秦军缺乏粮草 凭三万只羊支撑不了几天时间 一旦秦军粮草吃光 就是我们伟大匈奴人的胜利 到时候 带到胡亥 让他签下不平等条约 从此以后 我们每年只需要向中原地区所讨 不用牺牲族人 可好啊 莫独做着美梦道 哈哈 匈奴人大仗中 各部落首领 左右贤王大声狂笑起来 笑得肆无忌惮 汉王 悲直觉得 可以派出铁骑 到中原地盘上掠夺 抢劫一番 缓解下兄弟们的心情 一名部落头道 这个不太好吧 胡亥说 不论是燕门关 还是上古 秦军已经布置好 就等咱们入侵 若胡亥说的是真的 咱们铁骑南下 会遭到秦军截杀 莫独道 汉王 估计是胡亥吓唬咱们伟大的匈奴人 担心咱们南下入侵中原地区 左贤王道 是啊 汉王 中原地区现在乱成一锅粥 秦军那里有精力阻击咱们 右贤王道 一个个匈奴部落首领 纷纷禁言 要带兵南下到中原地区去掠夺 抢劫 莫独看向几名黑衣人 汉王 包围狗皇帝才是大事 重要的是 一旦让狗皇帝逃出 咱们情况很糟糕 一名黑衣人道 莫独心中拿不定主意 一下子犹豫不决起来 汉王 不如这样 让一些部落出兵去燕门关 上谷等地走一趟 若是秦军防守吉言 马上退走 若是秦军抵抗微弱 可以继续南下 入侵中原 去掠夺一番也好 一名黑衣中原人狗投军师道 好 燕门关 上谷二个地方 分别去十万二十万铁集 先去试探一下 莫独道 呼啦 好多匈奴人欢呼起来 次日 秦军士兵收下匈奴人 送来的三万只羊 秦军中军大仗 胡亥与诸位将军 坐在火塘边 一起烤羊肉吃 取出大量酒水出来 与诸位将军吃酒聊天 胡亥咬了一大口烤羊肉 饮下一小口酒 感觉非常爽 子房 韩信那里有什么动静 胡亥道 陛下 韩信旗下二十多万勤军 已经跨过松花江 正朝北部草原深处推进 张良道 子房给韩信下达命令 他旗下大军必须加快速度 这一仗主要是打个时间差 胡亥道 陛下 韩信将军速度不慢 旗下拥有两千辆四轮马车 运送大量兵器补给 少量粮草 步兵野骑战马赶路 现阶段草原上草长得好 不需要携带粮草 对行军有利 估计不用多少天 韩信军能杀到冒毒老曹 张良道 这一仗后 彻底改变咱们帝国 与匈奴人的力量对比 会让匈奴人损失惨重 陛下 御门关获去病将军压力大 张良道 哦 子房 御门关一共杀来多少位匈奴铁骑 胡亥道 刚刚收到情报 据说来了上百万位匈奴铁骑 轮番向御门关进攻 战斗很激烈 张良道 胡亥点点头 霍去病手中只有区区四万多兵马 要抵抗上百万匈奴铁骑进攻 压力山大 不过呢 胡亥相信霍去病 放心吧 霍去病可是一代名将 有御门关作为依仗 伪匈奴铁骑拿不下关爱 胡亥道 子房 给咸阳去封信 让军方把攻防生产出来的擒弩 马上送到御门关 多带一些弩箭 御门关很需要不及 胡亥道 遵旨 张良道 胡亥能想象得出 御门关战役之艰苦 上百万伪匈奴人 绝对会不分昼夜进攻 若是弩箭用光 就必须用人命去填 幸好 大战前 胡亥送去了大量箭支 擒弩 暂时缓解了获取 并缺乏箭支情况 报告陛下 鹰部将军 匈奴铁骑出动了 分成二个方向 朝着燕门关 上古二个方向扑杀过去 传令兵道 胡亥点点头 不论是燕门关 还是上古二帝 君助扎有穆贵英 就看穆贵英 蒙田二位大帅 如何应对了 胡亥道 陛下 穆贵英老臣不了解 上古的蒙田将军 绝对会把冒犯的匈奴铁骑 全吃下 魏辽道 穆贵英大帅也会全吞下 不要说匈奴人 一个方向只出动了 区区二十万铁骑 再多也不够填 张良道 陛下 要不给蒙田将军 穆贵英将军去封信 让他们运作好 不要放跑匈奴铁骑 鹰部道 不用 匈奴人一出动 情报就送出去了 不用咱们担心 胡亥道 锦衣卫已经渗透进匈奴部落中 这次也有锦衣卫士兵 随匈奴铁骑出动 惊讶万分 将军们心中迷惑不解 陛下 难道是黑兵台情报人员 龙且道 不是 黑兵台阵也控制不了 在什么地方都查不出来 是阵其他部队 胡亥道 事实如胡亥所想 匈奴铁骑一出动 锦衣卫就送出情报 到了蒙田 穆桂英二位将军手中 针对这个情况 蒙田 穆桂英二位大帅 立刻派出一只兵马 带着数百张勤母 埋伏在深山老林中 燕门官 上古 做好击杀准备 燕门官 姐 消灭这批匈奴铁骑 咱们是不是应该去围剿 匈奴大部队了 陛下抵挡得住吗 吕灵启道 放心 陛下不会有事 穆桂英道 夜晚 穆桂英派出二万兵马 悄无声息离开燕门官 到数十地的深山老林中埋伏起来 上古也有一支部队离开 进入深山中隐藏起来 一旦匈奴铁骑杀到燕门官 上古 隐藏的勤军 会及时出现在匈奴铁骑后面 彻底阻断匈奴铁骑退路 第271章 抵抗匈奴铁骑进攻 燕门官 穆桂英旗下十五万大军 驻守在爱关上 早收到情报 等待匈奴铁骑杀来 城墙上 数百张勤弩严阵以待 虎视眈眈 只要命令一下 雨点般 母舰会射出 穆大帅 匈奴人杀来了 离关上只有二十多里地 已经进入包围圈 传令兵道 在侦查 有情况及时上报 穆桂英道 遵命 传令兵道 一炷香时间 二十多万匈奴铁骑 杀到燕门官前方 部落首领 派人到城墙下劝降 一名匈奴人 举着白骑骑在马背上 缓缓朝着城墙下走过来 城墙上的秦军听好了 我们首领说 只要你们乖乖打开城门 放下武器 饶恕你们狗命 否则 城门破石 就是而等人头落地的时候 不要妄想做无畏抵抗 没用的 你们秦皇已经被我们伟大的 匈奴铁骑包围在白灯山 现在只有投降份 实去的 赶快打开城门 抵抗者杀无赦 匈奴人道 匈奴打子听好了 不要再次打乱军心 有胆量就进攻 不要废话 若是不敢攻 滚回草原去 中原地区 不是你们野蛮种族 能来的地方 穆贵英道 匈奴人看到说话的 是一名极品美人 心里一阵火热 小娘子 时去赶快投降 我们会好好关照你 让你体验人生乐趣 否则 你懂的 匈奴人狂傲道 这话对穆贵英来说 是一种悔辱 怎么可能忍得下 拿本帅保宫来 让这个打子 剑长生天去 穆贵英道 手下轻卫 马上扛上来保宫 张弓搭剑 瞄准 锁定 放 搜 双方距三百步距离 匈奴人做梦不会想到 穆贵英能射出 如此强悍的剑枝 太快了 如流星似的 朝着匈奴人胸口上 奔射上来 等匈奴人反应过来时 剑枝已经到了胸口 根本没有反应时间 想要躲闪 不可能 破 命中对方胸口上 留下一个血洞 鲜血标射出来 滑向空中 陈抛物线缓缓缓落下 匈奴人眼睛睁得像牛眼珠 到死都不晓得 为什么会挂掉 那么远 不可学啊 眼神空洞 尸体缓缓跌下马背 死不瞑目啊 穆大帅勇武 秦军勇武 穆大帅万岁 帝国万圣 太提士气了 城墙上 秦军士兵手举武器 一声声叫喊出来 声音远远传播出去 一下子 秦军士兵士气飙升 战意滔天 杀意凛然 远方的匈奴部落首领 看到自家士兵遭到灭杀 心里气愤无比 秦军不讲规矩 怎么能杀谈判者 自古以来 二军交锋不杀来时 秦军彻底放下仁义道德 不与伟大的匈奴人讲道理了 首领 秦军无耻 不按规矩出牌 射杀我们伟大匈奴人的使者 此仇一定要报 一名万夫长道 报仇血恨 血洗关爱 不留活口 斩尽杀绝 誓以秦军死战 匈奴人沸腾了 纷纷高举弯刀叫嚷起来 匈奴部落首领笑了 进攻 一声令下 轰隆隆 一万铁机朝着城墙下沙瓣来 穆贵英嘴角微笑 命令 启用一百五十张擒弩 三段式射击 不要轻易暴露实力 让匈奴人好好品尝下 穆贵英道 遵命 传令兵道 迅速把命令传达下去 一千步 八百步 六百步 五百步 当暴树员爆出五百步时 擒弩指挥官大手一挥 开火 嗖嗖嗖 五百只粗壮的弩箭激发出去 飞在空中 朝着奔跑杀来的匈奴铁机迎上去 姐 匈奴人脑袋是不是进水了 以为凭弓箭就能拿下关爱 一想天开吧 吕灵起道 嘻嘻 妹妹 不要拿野蛮人的脑子来与咱们相比 那样 咱们的脑子会受到辱墨 木柜英道 扑扑扑 奔跑中的匈奴铁机倒下一大片 上百名骑士挂掉 到天上去见长生天 啊 惨叫声响起 跌下马背的匈奴人 遭到后面铜袍战马踩踏 一下子化为成一堆肉泥 后面战马扮到前面倒地的战马 一下子 匈奴人开起砰砰车 砰砰砰 一匹匹战马倒下 一鸣鸣匈奴人跌下马背 战场上乱成一锅粥 城墙上擒弩 可不管那么多 依然在不停射击 剑雨连绵不断射出 朝着匈奴人扑上去 漫天剑雨 黑压压一片 不过呢 由于木桂英隐藏擒弦 只启用了三分之一 还是有好多匈奴铁骑 杀到城墙下 弓兵 射击 木桂英道 嗖嗖嗖 又是上千只利剑射出 噗噗噗 倒下一片 悲催的匈奴人 到了此时才发现 手上没有工程武器 只能依靠手中弓箭与秦军对射 嗖嗖嗖 源源不断的剑雨射出 秦军依靠城墙 上面有防护措施 不像匈奴人什么也没有 只能承受秦军弓箭肆虐 一个个匈奴人倒下 杀戮 是国 国得杀戮 一万铁骑 在城墙上火力 没有全开的情况下 抵抗不了多长时间就倒下了 二科中时间 城墙下 已经没了匈奴人 首领 秦军抵抗不算强 只是咱们 没有工程器械 这不好罢 一名万夫常盗 让咱们部落里的中原人赶快打造 利用晚上时间 一定要打造出更多的工程器械 匈奴首领到 遵命 传令兵道 首领 哈王可是说了 让咱们查看一下 夜门关上防守情况 并未让咱们攻城 一名万夫长道 哼 中原人不是说了吗 想在外 军命有所不受 咱们几个部落好不容易出来 怎么能回去 大家想想看 城门一破 有大量美人等着咱们肆虐 大把钱财等着咱们去掠夺 抢劫 你们不心动吗 部落首领道 部落首领的话 令匈奴人马上兴奋 眼睛充血 战役飙升 士气爆棚 传令兵马上把抓不来的 中原工匠集中起来 打造云梯之类的工程器械 一晚上时间 在数十名工匠努力下 打造出数百架云梯 次日 二万匈奴人跳下战马 抬着云梯 朝着城墙下沙坝来 城墙上 穆贵英摇头苦笑 匈奴人真是脑残 没救了 匈奴人进入 勤奴有效射程内 纷纷开火 嗖嗖嗖 这次可没有隐藏 全部勤奴开火了 一次性 数千只弩箭射出 连绵不断 空中永远有弩箭在飞 总有弩箭 扎进匈奴人胸口 扑扑扑 有的弩箭贯穿一人后 去世不减 继续往后面扑上去 又洞穿匈奴人 一见二人 三人洞穿在一起 战场上 一个个人形葫芦出现 第272章 燕门关歼灭 二十万匈奴铁骑 啊 战场上惨叫声响起 一名名匈奴人倒下 有的人并未死尽 再向同袍求助 遗憾的是 在这种情况下 谁也不会出手相助 匈奴人抬着云梯 往城墙下冲 想要跨过擒奴死亡禁区 等匈奴人跑到城墙下时 又要面临工兵的猎杀 不过呢 匈奴人确实很勇敢 不惧生死的往前冲 把云梯搭在城墙上 匈奴人开始攀爬 雷石 滚木 给本帅狠狠地砸 木桂英下令道 轰隆隆 一根根雷木 一块块石头砸下去 有的砸在匈奴人身上 瞬间把匈奴人砸得稀巴烂 有的砸在云梯上 连同云梯一下砸碎 人从云梯上掉下去 重重砸在地面上 偶尔有匈奴人登上城墙 秦军士兵早准备好 长枪 战刀 工兵配合起来 朝着刚爬上城墙上的匈奴扑过去 So 一箭命中匈奴人胸口上 盾牌兵抽出妖刀 一刀劈上去 噗 匈奴人胸口上一个血洞出现 刷 长枪兵又刺出一枪 贯穿匈奴人咽喉 尸体缓缓倒下 燕门关城墙上 秦军兵力充分 对匈奴人攀登上来 瞬间形成局部 以多打扫局面 一个个爬上城墙的匈奴人 纷纷成为秦军士兵 手中刀下鬼 送人头的 对秦军驻守的城墙 造不成压力 只是白白送命 匈奴人中军 部落首领看到手下士兵杀上城墙上 心中一阵兴奋 马上再次派兵马押上去 一次信五万铁骑 轰咙咙 五万匈奴铁骑 朝着城墙下奔跑杀上来 大地震动 万马奔腾 城墙上 秦军弩剑兵不慌不忙 不停朝着奔跑来的匈奴铁骑 射出一支支弩剑鱼 扑扑扑 尽管秦军士兵非常努力阻挡 依然有好多匈奴铁骑杀到城墙下 跳下马背冲向一个个云梯 火油 宝 木贵英道 哗啦啦 一桶桶火油灌下去 火箭 射击 木贵英再次下令 搜搜搜 一支支点着火的利剑 朝着身上淋得一头一脸的匈奴人 飞奔而去 哄 一明明匈奴人身上冒出火焰 一架架云梯点燃大火 瞬间焚烧起来 啊 啊 匈奴人身上着火 朝着四周乱窜 匈奴人铜袍纷纷躲闪 不敢与铜袍接触 惨啊 惨无人道 城墙上秦军士兵 并未停下手中动作 依然用弓箭射杀 让一个个匈奴人丧生 杀到城墙下的匈奴人 一片片倒下 远方匈奴中军 部落首领气得脸色阴沉 战斗开打没多长时间 损失数万名 心中愤怒无比 想要把秦军士兵撕破的念头 一下子 匈奴铁骑士气跌落谷底 脑袋低下 不像刚才那么高 匈奴中军一点办法没有 只能站在远方 看着自家士兵 勇士一个个挂掉 二个钟后 城墙下大火熄灭了 骑兵集合 打开城门 随本帅杀出城去 彻底消灭来犯的匈奴铁骑 穆贵英道 遵命 传令兵道 片刻时间 十万琴骑整整齐齐排好队形 穆贵英 屡领起二人 跨上战马 估计 城门打开了 杀 轰隆隆 秦军杀出城 在穆贵英 屡领起带领下 朝着远方的匈奴铁骑扑杀上去 此时呢 匈奴人中军 很多士兵依然站在马铁旁边 突然看到秦骑兵杀出来 惊呆了 不知何时 一个反应过来的匈奴万副长清醒过来 赶快上战马迎敌 秦军杀来了 叫喊声才把呆之中的匈奴人叫醒 不过呢 晚了 加上匈奴人失败了二阵 士气低落 战役全无 跳上马背的匈奴人 纷纷掉转马头 逃跑 可能吗 不论万副长 部落首领如何叫嚷 好多匈奴人根本听不进去 纷纷拍战马 朝后面逃走 轰隆隆 站在原地叫嚷的匈奴人 遭到穆贵英 屡领起带着秦骑撞上来 手中长枪 斩刀纷纷劈下 一颗颗人头落下 匈奴铁骑没有速度 如何与高速奔跑中的秦骑兵对撞 结果可想而知 匈奴人成为一具具尸体 没有办法情况下 匈奴万副长 部落首领也顾不得损兵折将 拍战马逃走 像瘟疫似的 原本还想对抗的匈奴人 看到一个个铜袍逃走 再不逃走 会成为秦骑兵刀下鬼 想也不想 拍战马就逃 谁不怕死啊 太突然了 秦军杀出城 令匈奴人做梦想不到 一下子被打个措手不及 蒙圈 匈奴人蒙圈了 十万秦骑兵追着十多万匈奴铁骑 秦骑兵可是拥有马中三宝 让战斗力能百分之百发挥出来 匈奴人没有马中三宝 战斗力最多能发挥出七成 甚至更少 加上匈奴人在逃跑 不敢对抗 纯粹成了一面倒的屠杀 破 一名匈奴人胸口中了一枪 留下一个血洞 破 匈奴人脑袋搬家 掉落地上 好多匈奴铁骑 看到秦骑太生猛 纷纷跳下马背 朝秦骑兵投降 遗憾的是 这种情况下 秦军士兵没有选择 举起战刀 长枪一一击杀 总不能因为投降的几名匈奴人 影响秦骑兵出击吧 匈奴人的末日还未到 逃出二十里地 匈奴人看到后路被断 道路中间 数百张秦母沿阵以待 前方数万秦军掌枪兵 长枪凌厉 射击 搜搜搜 三段式射击 效果太好了 好到爆棚 上千支弩箭射出去 洞穿一名名匈奴人身体 好多弩箭贯穿一名匈奴人后 去势不减 继续扑向后面 又洞穿二名 三名匈奴人 太高笑了 一轮弩箭雨 能射杀上千名匈奴人 弩箭雨源源不断射出 中间没有停顿 像机关枪似的 不停地收割匈奴人生命 燕门关这个地方 通道狭窄 不方便骑兵作战 只有数百米宽 令擒弩威力得到极大释放 擒弩前方匈奴人尸体堆成衫 鲜血流出来 形成血合 血流成合 此时 匈奴人悲催了 逃不掉 后面追兵已经杀到 面对一面倒的屠杀 好多匈奴人心生胆怯 投降不杀 丢下武器投降 抵抗者杀无射 投降不杀 擒军士兵一声声高呼 手中却没停下来 依然在出手 把一个个手中有兵器的匈奴人 斩落马下 狂浪 一名匈奴人 丢下手中兵器 二名 三名 无数匈奴人 看到局势已失 只好乖乖放下手中兵器 向秦军投降 秦军开始接管匈奴人 第273章 偷袭匈奴人营地 一切有条不稳进行 匈奴人一个个接受检查 查看身上是否有兵器 把身上力气搜出来 这些事 必须要进行 曾经发生过好多事 就是匈奴投降时 会把匕首之类的力气 隐藏在身体上 趁秦军士兵不留意时 悄无声息斩杀看守士兵 最后逃之夭夭 报告穆大帅 一共俘虏匈奴人13万多 缴获牛羊数万只 兵器若干 传令兵道 把匈奴部落首领 万夫长 千夫长挑选出来 押到僻静处 一一斩杀 其他匈奴丢进文明学校 让他们在文明学校 好好接受管教 为帝国建设出奋力 牛羊送进官上 把牛交给地方官吏 让他们分配给百姓 羊妈 留下部队所需 其他的卖给中原地区的商人吧 兵器等物资保管好 送回咸阳工房重新回炉 木柜英道 遵命 传令兵道 吕灵奇走过来 姐 这仗打得太顺利了 我们秦军士兵数百名伤亡 死亡只有数十人 吕灵奇道 一战歼灭二十万匈奴铁击 这样的伤亡绝对是大胜 小的伤亡 获取最大胜利 谢谢 姐 此战役可以进入教科书案例 成为经典战役 吕灵奇道 妹妹 整个白灯战役是一盘大棋 我们这里只是局部战役 还要看全局情况 木柜英道 姐 想陛下了吧 吕灵奇调笑道 死丫头 别乱说 木柜英道 上古 长城上 蒙田将军旗下士兵隐藏在通道上 三五成群聚集在一起 吹牛打屁 嘀嘀嘀 警笛声响起 一个个刚才还在砍大山的士兵迅速聚集起来 排成一队队战队等候蒙田训话 兄弟们 匈奴铁骑杀来了 咱们好好准备 力争全坚来犯支匈奴铁骑 蒙田道 一张张擒弩掀开步骤 露出杀意 轰隆隆 大地震动 万马奔腾 二十万匈奴铁骑杀到长城下 一名举着白骑 骑着战马的匈奴小兵 缓缓走上来 城墙上的秦军士兵听好了 我们伟大的匈奴人杀来 不要做无谓抵抗 乖乖放下武器投降 还能保住狗命 否则 一旦城墙攻破 所有秦军士兵死无葬身之地 匈奴人吼叫道 野蛮人 滚回去吧 想进攻就来攻吧 不要继续磨叽 否则 本帅送你见长生天 蒙田道 城墙上是蒙田将军吧 难道忘记了 狗皇帝是如何对待将军的 一旦天下太平 将军又面临狗皇帝迫害 还是开城门 投降我们伟大匈奴人 保你吃香的喝辣的 匈奴人叫嚷道 野蛮人 不要在此胡言乱语 你们入侵中原地区 是中原人的敌人 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说的 要是再敢乱言 本帅会射杀你 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蒙田道 大兄 什么时候野蛮匈奴人开始讲道理了 貌似有人传授 难道匈奴铁骑中有叛徒 蒙一道 蒙田点点头 蒙田将军 好好想想 狗皇帝不是好东西 不要为其卖命了 拾去的话 乖乖开城门投降 秦军无法抵挡伟大的匈奴铁骑 将军常年待在边境地区 难道不清楚 实话告诉蒙将军 狗皇帝已经被我们伟大的匈奴铁骑 包围在白灯山 狗皇帝插翅南飞 不用多少天 那个狗皇帝也会乖乖投降 要想清楚 匈奴人道 对于匈奴人的话 蒙田心中清楚 陛下是吸引匈奴人大队铁骑 让其分散兵力 方便秦军一一歼灭 对于胡亥的举动 蒙田是反对的 不过呢 对于胡亥有这种勇气 还是令蒙田 蒙义 张寒等将军敬佩 这才是他们心目中的皇帝 一个敢于担当的帝王 不是整天缩在咸阳城皇宫中的 贪生怕死之辈 至于战力 原来中原骑兵 确实弱于匈奴铁骑 现在不一样了 秦军拥有马中三宝 一下子让士兵在战马上 战斗力得到完全释放 能发挥百分之一百战力 比匈奴铁骑强多了 拿本帅宝宫来 蒙田道 几名秦军抬着宝宫上来 蒙田拿在手中 张弓搭箭 瞄准 锁定 射击 搜 力剑穿破空气 发出尖叫声 朝着正在叫嚷的匈奴人 闪电般扑杀上去 快到极点 等到叫喊的匈奴人发现时 力剑已经到达胸口上 想要躲闪 基本不可能 强行扭动身体 破 胸口处留下一个血洞 一股鲜血喷射出来 滑向空中 在阳光下美轮美奂 匈奴人扶在马背上 调转马头逃回去 蒙大帅万圣 秦军万圣 帝国万岁 蒙大帅勇武 秦军士兵兴奋无比 手拿着兵器 一声声高呼起来 声音响彻云霄 士气爆棚 战役滔天 远方匈奴万副长 部落首领无言 投机不成十把米 反而让秦军士兵战役飙升 适得其反 告诉中原奴才 马上打造工程器械 一晚上必须打造好 否则全拉出去砍了 部落首领道 遵命 传令兵道 匈奴铁骑缓缓后退 报告蒙大帅 匈奴人退走二十里地 在野外驻扎 俘虏的中原工匠 正在打造工程器械 传令兵道 蒙将军 要不咱们晚上去偷袭 给匈奴人好好上一课 匈奴人伐马皮 防守肯定不会严密 加上匈奴人一贯嚣张 没把秦军放在眼里 可以实施 张寒静言道 蒙将军 张将军说得对 匈奴铁骑包围了陛下 以为胜算在握 防守不会太严 蒙异道 好 让兄弟们好好休息 夜间咱们去狩猎 给匈奴人狠狠来一下 蒙田道 遵命 传令兵道 夜蓝人静 月亮隐藏在乌云中 天地一片漆黑 伸手不见五指 太适合偷袭行动了 秦军出动了 马嘴上笼 马腿包裹着 不让其发出声响 秦军十万骑兵 悄无声息走出城门 朝着匈奴兵营驻扎地 慢慢走过去 一路上 匈奴人暗哨 明哨被蒙田手下侦察兵 一一倾脚干净 秦军十万兵 靠近匈奴兵前缘 匈奴人依然没有发现问题 一切静悄悄的 到了此时 出战的秦军将军心中清楚 偷袭成功了 几名秦军士兵 慢慢走上前 对着十多名值日的匈奴士兵 展开一系列暗杀行动 捂住嘴巴 右手匕首往脖子上轻轻一划 一名名值日的匈奴人挂掉 怎么死也不知道 不知见到长生天如何回答 糊涂鬼啊 打开迎债尾砍 杀 蒙田一声令下 轰隆隆 十万秦奇朝着睡梦中的匈奴兵营杀进去 第274章 在兼匈奴二十万铁骑 蒙田 张涵二人各带五万秦奇 朝二个方向杀进匈奴人兵营中 轰隆隆 大地震动 睡梦中的匈奴人惊醒了 长期生活在草原上的匈奴人 睡梦中听到大地震动 马上明白有骑兵杀来 一个个匈奴人连忙爬起来 寻找自己兵器 铠甲 好多匈奴人昨晚上酒吃包了 此时还未醒过来 混乱 整个匈奴人兵营中乱成一锅粥 有的匈奴人刚刚跑出帐篷 看到一柄柄战刀 长枪扑杀上来 此时匈奴人 很多人没弄明白到底是什么事 头脑迷迷糊糊 未完全清醒 扑扑扑 一只只长枪刺进身体 才让匈奴人轻触过来 晚了 一颗颗人头落下 擒骑兵扑杀上来 不停挥舞战刀 长枪 还有一些士兵负责点燃匈奴人帐篷 匈奴人兵营深处 轻卫撞进帐篷 首领 秦人杀来了 清兵叫嚷道 此时匈奴首领 昨晚喝了好多酒 又找来美人 耕耘时间太久 身体疲惫不堪 什么事 昏昏沉沉的匈奴首领道 首领赶快起来 秦人杀来了 再不逃走 马上杀到此 到时候想逃走都难 清兵道 一下子匈奴首领清醒了 一咕噜爬起来 把身边美人一脚踢开 在清兵帮助下 迅速穿好衣服 拿着弯刀走出去 妈蛋 全乱了 在几名清兵搀扶下 匈奴首领刚刚跨上马背 擒骑兵杀到了 来人是张寒 看到匈奴人首领 迅速拍马杀上来 长枪一次 朝着匈奴人胸口 狠狠扎上来 快如闪电 吭枪 匈奴首领连忙用弯刀挡下 手臂震的酸麻 嗖 又一枪刺出 朝着对方咽喉奔赴而来 太快了 手臂酸麻的匈奴首领 根本来不及反应 生死危急时刻 匈奴人强行扭动身体 避开身体重要部位 破 张寒长枪洞穿匈奴人臂膀 留下一个血洞 张寒抽出随身宝刀 一刀挥出 破 一颗脑袋落下 张寒扭头看了下 发现手下士兵 已经把匈奴士兵斩杀于尽 马上带着冲向另一个方向 火光冲天 熊熊燃烧的大火在肆虐 一个个匈奴帐篷被焚烧 火焰升起树杖高 把黑夜照得如同白日似的 啊 到处是匈奴惨叫声 太突然了 好多匈奴万夫长 士兵还在睡梦中 就成为一具具尸体 杀戮 不错 像是单方面杀戮似的 二支勤兵朝着混乱中的匈奴人 展开一次次冲击 把阻挡的匈奴人斩尽杀绝 战场上 匈奴人四处乱窜 兵器不知丢在何处 赤手空拳 如何对抗得了武装道牙的勤骑兵 碰上就是死 匈奴人无心恋战 只想赶快逃出升天 再强的战力 此时能发挥出三成 已经不错了 勤骑兵呢 拥有马中三宝 士气高昂 战役滔天 追着一个个逃跑的匈奴铁骑杀 匈奴人刚聚集起一点兵力 马上会有勤骑兵杀到 一下子战阵被冲散 这战没法打 战斗中 蒙田看到匈奴人战马 迅速带着骑兵冲杀上去 把一名匈奴人斩杀 留下数千名勤骑 守候好匈奴人战马 只要没战马 匈奴人就是带载刀阳 不要说对抗勤骑兵 就算对抗勤步兵 匈奴人也抵挡不住 横推 碾压 催枯拉朽 以秋风扫落叶之势 横扫匈奴人兵营 战场上到处是残枝断壁 鲜血流出来 缓缓集中起来 形成血河 朝着低腰处流动 在火光照射下 阴森森的 一遍遍的羹 一次次洞穿 秦齐兵过后 留下一地残肢断壁 一些没死尽的匈奴人在身影 在求救 此时 谁会出手救啊 匈奴人本来就没人性 自私自利 只会为自己考虑 不会考虑他人 半个时辰 杀戮结束了 一名名活着的匈奴人 成为秦军俘虏 报告蒙大帅 击杀匈奴人 大约三万多人 俘虏达到十万之中 缴获战马十三万匹 有一些逃散的马匹 正在收缴 我军伤亡五千多人 其中死亡八百余人 另外 还缴获牛羊数万只 具体数量 暂时统计不出来 传令兵道 蒙田思考下 大约有数万匈奴铁骑逃走了 告诉张涵将军 让他带着秦旗 继续追杀逃走的匈奴铁骑 配合祖籍士兵 争取全间匈奴人 蒙田道 遵命 传令兵道 轰隆隆 张涵带着五万秦旗兵 跳上马背 朝着匈奴铁骑逃走方向 追杀上去 再说 逃走的数万匈奴铁骑 士气一落千丈 猛拍马屁股 让战马再快一点 怕了 匈奴人胆怯了 被秦军杀破胆 此时 匈奴人心中只想逃走 千万别被俘虏 匈奴人明白 现在的秦帝国 与过去不一样 过去秦帝国俘虏到匈奴人 只要关押一段时间 看到匈奴人只吃不干活 只好释放 所以匈奴人一直觉得中原人仁义 卑鄙无耻的匈奴人 利用中原人的善良 不断入侵中原地区 一旦被俘虏 不用多长时间会释放 谁让中原人善良呢 释放回去的匈奴人 在中原大牢中 发誓永远不再入侵中原 可是呢 匈奴人是一个野蛮种族 从来不讲性欲 眼中只有杀戮 过一段时间 等匈奴人抚平伤口 马上带着人南下入侵中原 如此循环往复 成为中原人的麻烦 自从胡亥上台后 俘虏的匈奴人不释放 不干活不给吃的 还要面临鞭子的抽打 在这种残酷无情的情况下 在死因的匈奴人 也只好低下高傲头颅 乖乖服劳役 永世不得释放匈奴人 这是胡亥命令 虽然遭到中原地区 很多大儒的诟病 说胡亥太凶残 一点仁义道德不讲等等 胡亥视若无睹 不理会那些杂音 方针政策彻底贯彻之行 让匈奴人恐怖了 中原帝国政策改变 令匈奴人感受到杀意 逃走的匈奴铁机 跑出二十多里地时 看到路中间 站着一排排擎军步兵 长枪林立 一张张擎弩 对着匈奴人 散发出冰冷的杀意 一下子 逃跑的匈奴人 后背凉嗖嗖的 匈奴铁机没有选择 攻破擎军战阵 杀出一条血路 只有这样 才可能活下来 杀 数万匈奴铁机 朝着秦军战阵扑杀上来 开火 当匈奴铁机 进入秦奴有效射程区域时 秦奴指挥官下令射击 嗖嗖嗖 三段式射击 凶残的弩剑 迎着匈奴铁 骑奔驰而来 扑扑扑 一名名逃跑中的 匈奴铁骑倒下了 匈奴铁骑前面 战马倒下 被后面紧紧跟着的战马 撞上来 一下子 战场上人仰马翻 此时 匈奴人不讲什么战阵 心中想着杀出重围 想法很美好 现实很骨感 就算偶尔有匈奴铁骑杀 到秦军战阵前 也会遭到长枪兵击杀 一驻相识间 匈奴铁骑依然杀不出重围 而张寒带着五万群骑兵 又从后面杀到 二面夹击 匈奴人彻底崩溃 无可奈何之下 匈奴人选择投降 不投降只有死 收脚俘虏 战马 兵器 一切有条不文展开 杀到上古的二十万凶 奴铁骑全军覆没 燕门关 上古军获得大胜 以少胜多的胜利 第275章 玉门关阻击战 玉门关 嗖嗖嗖 一名名尾匈奴人 倒在血泊中 战斗非常惨烈 半个多月来 上百万尾匈奴铁骑 杀到玉门关 在匈奴人的指挥下 对爱官展开日夜不停的进攻 玉门关上 霍聚病将军手上 只有区区四万多秦军士兵 要防守住玉门关 压力山大啊 幸好 咸阳城开战前 送来大量擒弩 弩箭 弓箭 兵器等 足够支撑一段时间 霍聚病 董毅二名将军轮番值日 指挥城墙上秦军士兵 反击伟凶奴人的进攻 士兵分成若干组 分别阻击 玉门关是霍聚病主持修建的 非常扎实 城高树掌 城墙厚重 足够让士兵站在城墙上阻击 要是玉门关 靠区区四万秦军 根本阻挡不住 上百万伪匈奴铁骑的入侵 嗖嗖嗖 一支支弩箭射出 迎着伪匈奴人身体狠狠扎上去 一名名伪匈奴人倒下 尽管伪匈奴人觉得损失惨重 要求停止进攻 可是 他们没有决定权 一切得听从匈奴人的指挥 说白了 匈奴人就是把伪匈奴人当成炮灰 作为牵制秦军的偏师行动 真正的战场在白灯 玉门关只是次战场 不过呢 激战血腥未十足 伪匈奴人也明白 只要拿下玉门关 秦帝国防线彻底崩溃 到时候可以进入中原地区 任意掠夺 抢劫 奸淫 三光政策 这是野蛮人最爱干的事 与后世的东洋鬼子一个鸟姓 报告霍大帅 西面枪组有异动 貌似正在聚集兵马 想从我军后方偷袭 一名传令兵道 霍聚病眉头微皱 乌露逢雨来 玉门关上兵力本来就不够 现在又有枪族来骚扰 情况不容乐观啊 霍聚病头大 有多少伪匈奴人动乱 霍聚病道 目前 伪匈奴人还在聚集 只有数万铁骑 要是让他们聚集完成 可以会有数十万 传令兵道 不行 坚决不能让伪匈奴人聚集 必须在对方没聚集完成之前 给予歼灭 不能影响玉门关战役 董义将军 马上带着一万骑兵 对聚集的伪匈奴人给打击 彻底破坏匈奴人阴谋诡计 霍聚病道 遵命 董义道 记住 全部杀光 一个不留下 不要留下祸害 不能让伪匈奴再来搅乱 霍聚病道 霍大帅 陛下不是说 对伪匈奴人尽量少杀 以俘虏为主吗 董义道 哎 本帅也不想打开杀戒 可是情况特殊 这些枪族 受到匈奴人蛊惑 认为自己是匈奴人 既然他们要当匈奴人 让他们当好了 咱们不用客气 出问题 有本帅负责向陛下解释 霍聚病道 遵命 一定斩尽杀绝 绝对不给帝国留下后患 不影响御门关战役 董义道 轰隆隆 琴棋出动了 这支琴棋兵 是霍聚病训练的 也是霍聚病 从土匪中征召上来的 这段时间 看着步兵激战 心里郁闷 请求多次参加战斗 全被获取并拒绝了 现在有任务 一下子 士气爆棚 战意滔天 对于这支琴棋 董义到达玉门关后 发现非常强悍 比一般骑兵还精锐 报告董将军 前方有一个伪匈奴人部落 不过年轻人全到另一个部落聚集去了 现在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残 传令兵道 血洗部落 一个活的东西不留下 董义道 轰隆隆 大地震动 万马奔腾 枪人与匈奴人有本质性区别 匈奴人是纯马被种族 靠喂养牛羊 马匹生存 那里有操场 匈奴人会赶着羊群到那里 他们是移动的家 没有一个固定的居住地 枪族可不一样 属于半牧民 有定居的地方 也是以喂养牛羊 马匹生活 只是枪人有固定的地方 上千人的枪人部落 年轻人走了 只剩下老弱病残在部落中 突然看到擒骑兵杀来 一下子傻眼 苍天啊 大地啊 为什么啊 长生天不管我们死活吗 救救我们族人生命吗 擒骑兵速度非常快 几分钟就杀进部落中 对着一群老弱病残 开展血腥的屠杀 太惨烈了 要是胡害在此地 绝对会阻止屠杀 枪族虽然祸害中原地区 可是到了后世 枪族也是中原民族的一份子 兄弟们 不要手软 他们已经变成了伪兄母人 与中原是世仇 给本将军狠狠地杀 董毅道 扑扑扑 一颗颗脑袋落下 不论伪匈奴人如何叫喊 擒骑兵当没听到 依然挥舞着战刀 把一个个伪匈奴人砍死 一注香时间 屠杀结束 简单打扫下战场 出发 擒骑兵继续朝另一个部落扑杀上去 接下来半个月 董毅带着一万擒骑 在伪匈奴人地盘上 展开一系列屠杀 杀得伪匈奴人胆寒 擒骑过后 尸横遍言 惨 惨绝人寰 向老弱并残出手 这是帝国的军队吗 伪匈奴人也不想想 不投降匈奴人 秦帝国会出兵吗 一切权势就由自取 开始时 伪匈奴还与秦骑兵对抗 不过呢 秦骑兵可是拥有马中三宝 能让士兵战斗力全部发挥 而伪匈奴人 光马背 能发挥五成力量不错了 一碰撞 高下立判 纯粹是一面倒的屠杀 刚一接触 伪匈奴铁骑就崩溃 溃不成军 被秦骑兵追着杀 杀得胆战心惊 由于秦骑兵出动急时 彻底破坏匈奴人的阴谋诡计 不能让伪匈奴铁骑聚集 不能对御门官形成偷袭 夹击 确保御门官战役进行 半个月 隆毅带着一万秦骑兵 不知杀了多少个部落 多少名伪匈奴人 历经半个月屠杀 秦骑兵身上杀气更重了 士兵眼神中却战意滔天 士气爆棚 看不出一丝丝的疲惫不堪 秦骑神非常足 一万秦骑兵出征 回来时只损失数百骑 这种战力令人胆寒 关键是秦骑兵拥有马中三宝 对于骑兵来说 马中三宝绝对是一次革命 一次升级骑兵战力的革命 报告获大帅 顺利完成任务 末将带秦骑兵归队 牺牲数百名士兵 董毅道 好 非常好 干得不错 带兄弟们休息吧 好好睡一觉 养足精神 霍去病道 遵命 董毅道 第276章 歼灭一个匈奴部落 嗖嗖嗖 御门关城墙上 秦骑兵连绵不断地射出一支支弩箭 狠狠扎进伪匈奴人身体上 霍去病带四万勤兵 阻挡了伪匈奴人近百次进攻 伪匈奴人每次进攻 留下一具具尸体 御门关太险郡 一夫当关 万夫莫展 关键是 险关前面通道狭窄 再多兵力用不上 除了日夜进攻外 别无他法 伪匈奴人兵力是获取病手下秦军的数十倍 可是进攻时 只能一次性投入数千人 一个月了 秦军抵挡了伪匈奴 一个月日夜不断进攻 不过呢 伪匈奴人也疲乏了 从开始时的一天无数次进攻 死伤惨重外 后面半个月 一天二次三次 最多四次进攻 御门关上秦兵 同样疲惫不堪 好在伪匈奴人放缓进攻 给秦军士兵调整 休整时间 要是一直处于高频率进攻 秦军肯定守不住 人不是刚 不可能日夜高度集中 总有松懈的时候 正所谓百秘一书 伪匈奴大仗 什么 那些部落被秦军清剿干净了 怎么可能 关上守军士兵到底有多少 不是说 只有数万兵马吗 秦军从那里分出来的兵马 去清剿部落 不可学啊 不仅是匈奴人惊讶万分 伪匈奴人也震撼心灵 将军 到底末独汉王围剿狗皇帝如何了 那么长时间 还未解决战斗吗 一个西域小国王道 听说狗皇帝萎缩在白灯山顶上 不利于进攻 汉王只好围困 等到狗皇帝粮草消耗光 再一举歼灭 俘虏秦国狗皇帝 强攻的话 损失惨重 我们也承受不起 匈奴人道 将军 经过一个月激战 我们西域诸国 诸部落 损失了近三十万铁剑 再这样打下去 何时是个头啊 一名部落首领道 将军 我们真的打不下去了 再损失士兵的话 回到部落不好交代啊 又一名部落首领道 一下子 西域诸国 诸部落首领 纷纷开口 到了此时 西域诸国 诸部落彻底明白了 匈奴人就是让他们当炮灰 什么趁机掠夺中原人 纯粹是骗人鬼话 不过呢 西域诸国 诸部落对匈奴人非常惧怕 担心不听话 会遭到匈奴铁骑蹂 对于匈奴人的残酷无情 这些西域人太清楚 不服 直接灭国 灭族 杀起人来 一点不手软 西域诸国 诸部落 完全是被匈奴人杀怕 杀得心惊胆战 杀得毫无战意 汉王来信说了 让我们一定要牵制着秦军 只要再等一段时间 俘虏狗皇帝 爱官上的秦军就会投降 到时候 大家可以进入中原地区 肆意掠夺 抢劫 大家想一下 中原有多少美人 多少金银财宝 粮食等物资 等着咱们去抢 匈奴人忽悠道 将军 汉王那里 不会出现差错吧 一名国王道 哈哈 怎么可能出错 我们是伟大的匈奴人 在伟大汉王带领下 取得一个个胜利 秦国狗皇帝不长了 马上就要向伟大匈奴人臣服 会献上大量美人 金银财宝 食盐 茶叶 铁制品等各种物资 只要俘虏狗皇帝 中原就是我们伟大匈奴人的天下 世上再无人敢违背匈奴人的意志 匈奴人吹牛道 大仗中 西域各诸国 诸部落首领 脸上纷纷露出笑容 觉得美人在眼前 金银财宝等着去拿 愉快啊 一下子 大仗中 众首领眼睛红起来 心中火热一片 梦想马上要实现 战役飙升 士气狂升 早忘记这段时间挂掉的士兵 韩信大军 接到出征命令 韩信带着旗下二十万勤军 跨过松花江 朝北方更远地区横扫过去 一路上披荆斩棘 所向无敌 报告韩帅 前方三十里地 发现一个匈奴人部落 大约有人口二万多人 传令兵道 韩信取出地图 细细查看地理地貌情况 背靠一条河流 四周没什么遮掩 命令 秦骑兵从左右二侧迂回过去 彻底断绝匈奴人的逃走路线 中军正面围杀上去 韩信下令道 遵命 传令兵道 秦军得到命令 一下子加快步伐 二千余辆四轮马车 一辆马车二匹战马 加上运送秦弩马匹 浩浩荡荡杂杀过去 声势浩大 气势磅礴 两炷香时间 秦军杀到匈奴人部落 彻底把部落包围起来 此时 匈奴部落发现秦军杀到 罚乱成一锅粥 不过呢 匈奴人是一个勇敢的民族 尽管面临困境 匈奴人依然选择决战 想杀出包围圈 一队队匈奴铁集组织起来 排成战队 迎着秦军眼中充满愤怒 杀意凛然 匈奴人也迷惑不解 不是我们伟大的匈奴人 入侵中原吗 中原人怎么敢入侵 伟大的匈奴人呢 汉王抽掉兵马南下 怎么会放中原人杀进来呢 不可学啊 匈奴人心中迷惑不解 好多疑惑无人解答 秦军缓缓压上去 一排排的擒弩车 掀开照步 擂出凶器 冰冷的寒意散发出来 这是什么武器 为什么会如此之大 当擒弩车进入有效射程时 秦军擒弩开火了 搜搜搜 三段式射击 数千只弩剑羽 朝着匈奴战队杀上去 太快了 等匈奴人反应过来时 弩剑已经杀到胸口前 扑扑扑 一波剑羽 留下上千名匈奴人的生命 问题是 秦军擒弩采取三段式射击 中间没有停留 一直有弩剑源源不断射出 倒下一批匈奴人 第二波弩剑羽 又杀到 扑扑扑 匈奴人不清楚擒弩的威力 一下子被打得措手不及 身体纷纷重弩剑 留下一个个血洞 啊 惨叫声响起 乱了 匈奴人混乱起来 原本好好的战阵 瞬间七零八落 不少匈奴人在四处乱窜 把战阵撞得支离破碎 搜搜搜 太高笑了 一只弩剑会洞穿二人 三人身体才会停下来 有的弩剑上 穿着好几名匈奴人 战场上 一个个人形葫芦出现 二侧秦军骑兵呢 严阵以待 等待命令出击 几波弩剑雨落下 让匈奴人损失近万人 剩下一些老弱病残 萎缩在帐篷中颤抖 出击 全军出击 韩信下令道 骑令兵打出其语 轰隆隆 二侧秦骑兵出动了 带着杀器 朝着匈奴人帐篷杀上去 秦弩停止射击 中军也提着长枪 斩刀迅速扑上去 倾脚匈奴部落里的人 迟的话 连汤都捞不到 这是一场不对称战争 纯粹是秦军横推 碾压匈奴人 第277章 再灭二个匈奴部落 轰隆隆 秦军骑兵出动 朝着混乱中的匈奴人扑杀上去 马刀挥舞 眷随着一颗颗脑袋落下 扑 脑袋落下 毫无抵抗 一面倒的屠杀 饶命 我是中原人 秦军士兵连忙收回砍出的战刀 那名从刀下活下来的中原百姓 常常叹口气 差点挂掉 幸运啊 从进攻到结束 一共花了两炷香时间 报告含帅 斩杀匈奴人六千多人 俘虏匈奴一万三千多人 其中 有中原人四十多 匈奴妇女一万余人 其余三千多人是匈奴男子 好多老弱病残 请问大帅如何处置 传令兵道 中原人 妇女留下 其余全斩了 韩姓道 遵命 传令兵道 留下一个排士兵 把这些人押送回中原 交给地方官吏处置 韩姓道 遵命 传令兵道 对了 缴获如何 韩姓道 报告含帅 缴获马匹数千匹 牛羊数万只 还有一些皮章 药材之类的杂物 传令兵道 韩姓头大 大军不可能留下来 告诉士兵 尽可能赶回中原 实在不行丢弃算了 韩姓道 遵命 传令兵道 传令兵刚走开 又有传令兵跑过来 报告含帅 在西面 北面各发现一个匈奴人部落 每个部落里有人口上万人 传令兵道 韩姓拿出地图 离此地多远 韩姓道 大约五十里地以内 传令兵道 命令 让吕泽 周伯二人各带一个师骑兵 向那二个部落同时发动攻击 不留活口 韩姓道 遵命 传令兵道 轰隆隆 秦军没有休息 连续发动攻击 不是韩姓不想让骑兵休息 是不能啊 那二个部落 搞不好已经得到消息 不立刻歼灭 会让秦军暴露无疑 虽然不怕暴露 可是能隐瞒时间长点 对大军来说是有利的 周伯带着一个骑兵师 朝着西面杀过去 四十多里地 二客中杀到 还是正常速度 没让骑兵放开跑 此时 匈奴部落已经乱起来 好多匈奴人把东西搬上车 准备逃离此地 不过呢 大地震动 匈奴部落马上组织铁机阻击 迎着擎骑兵撞上来 双方相距150步时 周伯下令射击 搜搜搜 一只只利剑飞出去 朝着匈奴铁机扑上去 扑扑扑 挂掉数百人 三波箭雨 让匈奴人损失近千人 收起弓箭 换上战刀 长枪 轰隆隆 人仰马翻 秦军战马是新款马刀 更符合人体结构 用起来更顺手 威力更生猛 扑扑扑 匈奴人弯刀砍在秦骑兵身上 只留下一道印子 秦兵马刀砍在对方身上 直接挂掉 咔嚓 弯刀碎掉 扑 脑袋落下来 数千匈奴铁机 面对上万秦骑兵 战斗一开始就决定了胜负 不论是兵器 还是装备 全胜匈奴人 这仗无法打 秦骑兵勇往直前 将一名名阻挡的匈奴铁机 砍下马背 送他们去见长生天 啊 惨叫声响起 一刻钟 歼灭数千匈奴铁机 马上朝着逃走的匈奴人追杀上去 扑扑扑 追杀到匈奴人车队面前 挥舞战刀 砍下匈奴人脑袋 杀戮 是国国的杀戮 没错 就是杀戮 韩信大军到北方草原上来 本来就是为杀戮 不是来与匈奴人沟通 谈判 只有不停的杀戮 才会让匈奴人惧怕 胆怯 秦帝国要彻底消除匈奴人这个祸害 必须要让匈奴人付出惨重代价 只有把匈奴人打怕了 打散了 打得心胆俱寒 才有可能坐下来谈判 才能签订到 符合秦帝国利益的协约 趁莫独百万铁机南下 入侵中原之机 一举端了莫独老曹 到时候 莫独只有哭的份 苍天啊 大帝啊 救救你的子民吧 中原人杀来了 他们像恶魔 杀人不眨眼 不论逃跑的是什么人 一一斩杀干净 长生天啊 你在那里 一些匈奴人发出诅咒 数千年来 匈奴人首次受到中原人入侵 平时全是匈奴人南下入侵中原 现在反过来了 恶魔般的中原人 残酷无情地杀来了 匈奴人确实惧怕了 不过呢 秦军士兵可不会同情匈奴人 依然一刀挥出 秦人忍受的太久了 此时朝着匈奴人发泄 把堵塞在心中的怒火发泄 马在奔 刀在挥 血在飙 匈奴人部落带着车马 赶着牛羊 如何逃得出擎骑兵追杀 一个时辰 战斗结束 报告周将军 一共斩杀匈奴人七千多人 俘虏牛羊数万只 还有一些匈奴妇女 传令兵道 记住 陛下说了 中原人不认识女人 男人一定要救回来 不能对他们动粗 周伯道 将军 放心吧 我们知道纪律 中原人不会有冲撞 会给予一定帮助 传令兵道 走吧 赶着牛羊 朝韩帅大军汇集去 周伯道 遵命 传令兵道 再说吕泽 带着一个狮擎骑兵 朝着北面匈奴人部落杀过去 一路上派出探马 对匈奴探子进行清剿 确保擒骑兵师不受影响 报告吕将军 前方十里地就是匈奴人部落 据侦察一共有三万多人 传令兵道 我们行动惊醒匈奴人了吗 吕则道 好像匈奴人没发觉 此时部落里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 依然在放牧 传令兵道 好 骑兵师分成二个部分 从二个方向扑杀上去 一举击碎匈奴人的梦想 吕则道 遵命 传令兵道 轰隆隆 擒骑兵师加快速度 不再压制战马速度 让其狂奔起来 朝着匈奴部落杀进去 大地震动 万马奔腾 啊 秦人杀来了 中原人杀来了 匈奴人一开始没反应过来 毕竟 中原人从来没杀进如此之身 最多在燕门关 上谷附近阻挡一下 迎战 部落长马上下令道 一名名匈奴年轻人 跳上马背 拿着兵器排成战队 准备迎战秦骑兵师 不过呢 给匈奴人准备时间太少了 不足以让匈奴人准备好 匈奴铁骑才刚刚聚集起来 秦骑兵师已经杀到面前 一支支利剑扎进身体 扑扑扑 数十名匈奴铁骑倒下 三轮箭雨过后 秦骑兵师士兵抽出马刀 长枪朝着匈奴铁骑扑上去 轰隆隆 双方战马队撞 秦骑兵师利用马速 把匈奴铁骑撞得七倒八歪 战阵支离破碎 一名名匈奴人跌下马背 杀 扑扑扑 伴随着一颗颗脑袋落下 吭枪 咔嚓 匈奴人弯刀断了 扑 匈奴人胸口出现一个血洞 悲催 秦骑兵师战力太强悍 匈奴人队上 基本抵挡不住 不论是兵器 战马秦骑兵全占优 第278章 白灯山上闲谈 白灯山 秦军中军大仗 莫独送来的三万多只羊 半个月时间 秦军也消耗光了 陛下 莫独派人来 说是要与陛下再次面谈 应不道 没什么好谈的 计划已经展开 就等牧桂英 蒙田二位大帅兵马 从外围上来 张良道 陛下 老臣也不赞成这个时候 去与莫独见面 那样太危险了 陛下不能老处于危险之地 莫独修为很高 咱们救援来不及 让人告诉莫独 说陛下正在与将军们协商 有情况在通报 未聊道 胡亥点点头 现在这个情况 确实没必要与莫独再莫及 陛下 闲着没什么事 要不与匈奴人诺战 多让匈奴万夫长挂掉 龙且道 龙将军 据阵得知 匈奴人中有好多能打的万夫长 他们的实力非常强悍 胡亥道 陛下 不要长他人志气 我们秦军中也有好多超级高手 难道打不过野蛮匈奴人 龙且道 胡亥看向张良 魏辽 鹰部三人 他们才是顶级谋士 大帅 必须要听三人的 陛下 可以适当 让将军们去诺战 打上几场问题不大 不过 出战的将军要小心 鹰部道 行 这是你们将军决定 朕不反对 不过 出战就要拿出权力 不要给匈奴人机会 胡亥道 遵命 龙且道 此方 玉门关有情报来吗 胡亥道 说不担心 那是骗人的鬼话 毕竟 获取兵手中 只有区区四万多兵马 伪匈奴铁骑有上百万 要是没玉门关 根本抵挡不住 呀的 幸运啊 幸好胡亥下令修建玉门关 否则 这次真的有大麻烦 面对二个上百万的匈奴铁骑 伪匈奴铁骑 压力山大 就算集中全国力量 也不一定打得过 陛下 刚刚收到消息 枪族又闹事了 匈奴人派出使者 到枪族部落蛊惑人心 张良道 胡亥走到地图前 细细查看起来 危险啊 一旦枪族部落出动铁骑 攻击霍聚病后方 形成二面夹击 霍聚病抵挡不住 兵力悬殊太大 子房 霍聚病将决 有什么话带回来 胡亥道 霍大帅说 让陛下放心 他会派出秦旗 对枪族部落倾角 不过 会采取屠杀战术 秦旗过后不留下活物 提前给陛下通生气 让陛下不要担心 张良道 陛下 霍聚病大帅 也是没办法 不采取如此狠辣手段 不能平乱 不能缓解局势 魏辽道 哈哈 胡亥大声笑起来 老太尉 朕不是一个迂府之人 就算霍聚病 把伪匈奴人杀光 朕也不会追究责任 在此关键时刻 伪匈奴人 还敢与匈奴人同流合污 秦军绝对不能手软 斩尽杀绝 胡亥道 陛下圣明 张良道 圣明各屁 伪匈奴人确实不该杀 以后会成为中原帝国的种族 可是在中原面临困难时 那些各种族还要作乱 与匈奴人沆瀣一气 想入侵中原地区 到中原来掠夺 抢劫 胡亥坚决不同意 咱们分析下 霍将军会如何处置 胡亥道 陛下 不知霍将军手中四万兵马 是如何配置的 具体有些什么兵种 英部道 霍将军手中有二万步兵 二万勤骑兵 步兵中有弩兵存在 骑兵是最强悍兵种 张良道 陛下 若是这样 假如末将主持御门关战士 会抽掉勤骑兵 清剿枪族部落 一举解决枪族的危害 确保御门关战士安全 英部道 陛下 其实御门关抽掉兵马不用多 一万勤骑兵足够 枪族部落 已经被蒙田将军清剿过一遍 活下来的枪族部落 基本是去中原地区更远的地方 那些地区 生存环境非常恶劣 人口不会太多 出动一万勤骑兵 一定能完成轻剿任务 张良道 胡亥点点头 陛下 不用太担心御门关战士 据老夫知道 咸阳源源不断送去大量弩箭 擒弩 兵器 加上御门关的险骏 一夫当关 万夫莫斩 有能力抵挡伪匈奴铁击进攻 魏辽道 胡亥点点头 御门关战役 一旦抵挡下伪匈奴上百万铁击进攻 会让霍聚病名扬天下 成为军事学院经典战力 好 不谈御门关战士了 谈下其他方面战士情况 胡亥道 陛下 刚刚接到穆贵英 蒙田二位大帅送来的情报 他们二支擎军 已经全歼离开白登山的匈奴铁击 各歼灭了二十多万匈奴铁击 现在莫独旗下铁击 只有六十万出头 张良道 妈蛋 又是经典战役 能进入经典的战力 在座的将军 震撼无比 特别是刚刚加入秦军的储军将军 听到战役情况 一下子纷纷呆滞 傻了 原来秦军战力如此之强悍 陛下 现在穆贵英 蒙田二名大帅 等候出击命令 他们大军再几天时间能包围上来 张良道 胡亥点点头 胡亥也在等待 让匈奴人多消耗下粮草 到时候决战后 一旦莫独战败 嘿嘿 如何逃出秦兵追杀 高顺 黄中二位将军呢 他们在中原驻扎 有什么新情况 胡亥道 陛下 莫独启动潜伏在中原地区的暗谈 在天下间散步 说陛下及旗下兵马 被上百万匈奴铁器围困 确实在中原地区引起轰动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跳出来蛊惑人心 不过 全遭到锦衣卫抓捕 好多地方出动了军兵 中原有高顺 黄中大军驻扎 基本没什么动乱产生 张良道 胡亥彻底放下心来 只要中原不乱 战事不会出问题 一战后 中原与匈奴人之间的战争 从此反转过来 匈奴人得天天防着中原兵马入侵 匈奴人南下入侵中原的日子 一去不复返 不过呢 胡亥可不想饶过匈奴人 决战胜利后 胡亥会带着秦军深入草原 一举把匈奴人赶向西方世界 让匈奴人去祸害西方世界 另一个卫面 貌似北匈奴残余分子 确实往西逃窜 对西方世界造成巨大伤害 对了 西方人口中的黄霍论 貌似匈奴人入侵西方 算是第一次 匈奴人被武帝打败 南匈奴向大汉朝投降 北匈奴逃向西方世界 此次 胡亥只是让匈奴人 提前数十年西逃 不算改变历史 发展趋势 嘿嘿 西方人也好好尝下匈奴人的凶残 丑恶嘴脸 祸害西方人越厉害越好 第279章 龙且斩杀匈奴万副长 诺战 应不与莫独旗下万副长商谈 二军来五场诺战 武打三胜 秦军胜一场获得洋溢万枝 匈奴人胜一场 获得秦军勤奴十章 开始匈奴人不愿意诺战 觉得没那个必要 秦军是龙中鸟 跳不出手掌心 不过呢 听到踩头时 匈奴人心动了 一旦获得秦军中的勤奴 对匈奴人来讲绝对是大杀器 在以后征战中提供火力 秦军中秦奴 莫独心中早想获得 多少人潜伏进中原地区 一直毫无进展 想要进入秦帝国攻防 太难了 攻防防守严密 连苍蝇都飞不进去 胡亥 张良 魏辽 孙上香 于姬站在白灯山入口内观战 具体诺战由英部主持 陛下 不应该答应给秦奴 那可是咱们秦军的宝贝 一旦让匈奴人获得 会削弱咱们实力 魏辽埋怨道 老太尉 朕只答应秦母 并未包括弩剑 就算让莫独获得秦母 对咱们秦军造不成威胁 胡亥道 啊 魏辽傻眼 文字游戏 张良仿佛早明白 一脸镇静 没出现什么表情 胡亥暗暗点点头 张良智慧确实比魏辽高一点点 不愧为智商是满直的牛人 计不出战 骑着战马跑出去 匈奴一名万夫长 也提着弯刀杀出阵 洞察之眼 一 匈奴万夫长修为战尊初期 继部修为只是战皇中期 弱了对方一个大境界 不过呢 继部胯下战马 有马中三宝 能充分发挥战斗力 匈奴万夫长齐光马背 一身战力发挥不出来 继部一枪刺出 朝着对方胸口狠狠扎上去 想要一枪解决战斗 匈奴万夫长毫不示弱 手中弯刀挥出 进风扑面来 迎着继部长枪撞上去 吭枪 二人势均力敌 不分高下 调转马头 又朝着对方扑上去 长枪一抖 六个枪影出现 匈奴万夫长挥动弯刀迎上来 与长枪撞在一起 砰砰砰 很短时间 长枪与弯刀撞击无数次 二马错身而过 旗鼓相当 眨眼间 十多个回合 二人依然不分胜负 二人全力出手 不再留手 依然相持下来 一人击败不了对方 五十回合过去了 陛下 二人对战不会有胜负 最后以平局结束 孙上香道 胡亥点点头 修为上 匈奴万夫长高出继部将军 继部将军之所以能抵挡下来 纯粹是马中三宝 孙上香补充道 是啊 匈奴万夫长一身实力发挥不出来 继部却能完全释放权力 再站下去 不会有结果 毕竟 匈奴万夫长高出继部一个大境界 能站成平手 已经不错了 胡亥道 不出孙上香猜测 二人激战半天 依然不分高下 五百回合后 英部与匈奴人沟通 这一局已平局结束 让二人回阵来 末将让陛下失望了 记不到 季将军 对方高出一个大境界 你能与对方战成平手 朕非常满意 胡亥道 多谢陛下不怪罪 记不到 哈哈 不要有心理负担 胜负兵家常事 何况 纪将军还未输 你有什么罪 胡亥道 龙且出战了 胡亥眉头微皱 不知道鹰部是如何安排的 不过 胡亥没肯生 龙且可是战尊中期修为 在这个世界上 绝对是顶尖牛人 匈奴人派出一名 持狼牙棒的万夫长出战 洞察之眼 哦 匈奴万夫长 巅峰战尊敬 比龙且高出二个小境界修为 不过 胡亥依然看好龙且 龙且长枪一抖 十多个枪影出现 纷纷朝着匈奴万夫长身上血窍 扑杀上去 强 这一枪胡亥感觉出来 非常强悍 匈奴万夫长 若是分辨不出真实枪影 身体马上会遭到贯穿 不过呢 匈奴万夫长同样不简单 久经沙场 不慌不忙挥动狼牙棒 迎着龙且枪尖撞上来 砰 龙且感觉一股力量进入右手臂 瞬间手臂麻木不仁 匈奴万夫长也不好受 一股内境传来 差点让手中狼牙棒跌落手中 碰撞时 狼牙棒与长枪撞击 发出金属声响彻云霄 令好多士兵耳朵短暂失明 声音久久回响 陛下 匈奴万夫长在匈奴人阵中 绝对排名前三人存在 估计只比莫毒稍弱 孙上相道 对方是巅峰战尊敬 龙且是中阶战尊敬 加上战绩 战马情况分析 龙且胜算大一点 胡亥道 嗯 上相 要是你对上 几个回合把对方斩落马下 胡亥道 陛下 臣妾也是巅峰战尊敬 不过 臣妾有越级挑战能力 对上的话 出手对方挂掉 孙上相道 魏辽听了微微一愣 孙将军 貌似以前你修为没那么高吧 怎么会再短时间 提升好多 魏辽迷惑不解道 魏大人 末将一直封印修为 需要的时候才解开 孙上相道 战场中 搜 龙且刺出一枪 快如闪电 太快了 匈奴万夫长挡空了 身上留下一道血槽 刷 龙且配剑出鞘 朝着匈奴万夫长脖子滑过去 生死攸关时刻 匈奴万夫长狼牙棒竖起来 挡下 龙且刺出的剑光 碰 错事而过 匈奴万夫长下出一身冷汗 龙且则越战越勇 右手长枪 左手重剑 朝着匈奴人 发动源源不断的攻击 五十回合过去了 表面上看 二人依然势均力敌 不过呢 胡亥心中明白 匈奴万夫长要败了 破 龙且劈出的重剑 在匈奴万夫长身上留下一道剑槽 鲜血流出来 把衣服染成红色 陛下 匈奴万夫长手中狼牙棒太笨重了 无法阻挡龙且的攻击 龙且胜利再望 张良道 嗯 碰 长枪与狼牙棒撞击 左手重剑从对方夜窝下刺上去 破 一剑贯穿对方夜窝 重剑直插心脏 匈奴万夫长眼睛睁得大大的 做梦也想不到会死在这里 匈奴万夫长对龙且战斗力极其佩服 眼睛缓缓闭上 死了 匈奴万夫长跌下马背 龙将军威武 秦军万岁 帝国万胜 龙将军万胜 秦军士兵一个个高举兵器 高声欢呼起来 战役飙升 士气爆棚 匈奴人呢 雅雀无声 一点声音也没有 低下高傲的脑袋 任由秦军士兵欢呼雀跃 第280章 战场温馨 刷 一名匈奴万夫长提着弯刀杀出阵来 洞察之眼 又是一名二阶战胜出战 弯刀劈出 净风呱起 龙且拍马迎上去 长枪刺出 与弯刀撞在一起 吭枪 声音响彻云霄 二人错马过 匈奴万夫长带着一身怒火 出刀毫不拖泥带水 一刀快四一刀 撞击时掀起一阵阵刀浪 龙且左手中箭 右手长枪 左挡右刺 二人杀得很激烈 令官看着士兵一阵眼花 太快了 好多士兵看不清楚击战的情况 眼花缭乱 只看到弯刀与长枪重箭撞击 陛下 龙且将军的枪法不错 技巧上并不吃亏 不过 龙且已经战过一场 在体力上会吃亏 张良道 上香 准备好 看到龙且有危险时 马上出手救援 胡亥道 陛下 他们是诺战 末将出手不好吧 孙上香道 有什么不好的 只要确保龙将军安全 匈奴人能如何 不同意来进攻啊 胡亥道 遵命 孙上香道 一百回合过去了 龙且体力确实出现问题 有点不知 刷 十多道枪影出现 朝着匈奴人扑上去 快如闪电 匈奴人感觉微微一愣 就是这威愣 要了他的命 扑 一枪贯穿 匈奴咽喉 留下一个血洞 一股鲜血标射出来 尸体缓缓跌下马背 死都不能再死了 刷刷刷 匈奴阵中 杀出五名高手 朝着龙且扑上来 秦军阵中 钟离妹 继部迅速杀出战阵 掩护龙且杀回来 搜搜搜 孙上香出手了 出手就是绝杀 二十四团火焰剑 朝着奔杀上来的 几名匈奴人迎上去 砰砰砰 三名匈奴高手 挡下火焰剑 另外二名 可没有那么好运气 被打了得措手不及 扑破 挡下几剑 还是中了一剑 其中一名匈奴人 手臂上中剑 另一名胸口中剑 龙且抵挡几下 在钟离妹 继部增援下 边战边往秦军一方 战阵退走 刷刷刷 数十名匈奴万夫长 纷纷杀出战阵 一定要把龙且留下来 报仇血恨 秦奴准备射击 掩护几名将军退回来 鹰部下令道 搜搜搜 秦奴开火了 数千只弩剑 朝着奔跑杀来的 匈奴万夫长迎上去 砰砰砰 由于弩剑阻击 让龙且 钟离妹 继部三人 安全退回秦军战阵 轰隆隆 匈奴铁骑进攻了 秦奴 三段是射击 弓兵自由射击 鹰部道 没了龙且 钟离妹 继部影响 秦奴马上发挥出 强悍的战力 杀伤力 一波剑雨落下 有数百名匈奴人倒下 其中好几名万夫长 转大了 扑扑扑 奔跑中的匈奴人 被弩剑射成一串串 形成人形葫芦 孙上香继续射击 他只瞄准万夫长开火 威力生猛无比 每一次射击 会让一名匈奴万夫长挂掉 再牛逼的匈奴万夫长 如何抵挡得下 二十多团火焰剑射杀 而且势大力尘 嗖嗖嗖 工兵也开火了 数万只利剑 迎着扑上来的匈奴人杀过去 扑扑扑 老下上千名匈奴人 胡还看着 心中爽啊 匈奴人送菜来了 送战功来给秦军士兵 战事突发 幸好秦军准备充分 没让匈奴铁骑偷袭得手 让匈奴人付出惨重代价 一炷香时间 匈奴人留下上万具尸体 莫毒只好吹响撤退号角 莫毒 什么意思啊 诺战打不过想完野战 朕看清楚了 你们匈奴人不可信 胡还生气道 莫毒能说什么呢 李亏 只好装逼当缩头乌龟 胡还带着张良 魏辽 孙尚湘 于姬等人离开 留下鹰部等将军 主持战事 陛下 匈奴人貌似不想再等候了 想要一举弓上山来 张良道 莫毒只是试探一下 看一下秦军不防情况 一旦试探出真实情况 会下令进攻 魏辽道 胡还点点头 陛下 一个月了 可以让穆贵英 蒙田二支大军出征 彻底歼灭来犯之匈奴人 张良道 韩兴大军到什么地方了 胡还道 已经深入北部更深草原上 最多二天可以杀到莫毒老曹 一路上 韩兴大军消灭了数十个 上百个匈奴部落 主要是缴获牛羊太多 加上俘虏的匈奴妇人 影响其速度 张良道 给穆贵英 蒙田二位大帅发布命令 让他们立刻迂回到莫毒身侧 配合咱们一起出击 胡还道 遵旨 张良道 魏辽脸上露出笑容 终于可以与匈奴人激战了 作为帝国曾经的军师 很想歼灭匈奴人 只是以前没那个条件 现在有条件 能够欣喜吗 夜深了 胡还大帐中只剩下鱼姬 孙上香二人陪着胡还 陛下 为什么臣妾不能怀上孩子 妾身非常想要个孩子 鱼姬道 胡还微微一愣 孩子不会怀上 是因为胡还控制 余姬 咱们还年轻 为什么想要孩子 再等几年 扫清匈奴人后 再考虑要不好吗 胡还道 陛下 臣妾觉得余姬说得对 陛下必须有一个孩子 让官吏心也安 对于帝国的安定 有好处 老是不要孩子 会让有心人议论 影响帝国安稳 孙上香道 胡还清楚官吏们的想法 万一胡还挂掉 天下又要大乱 上香 觉得正像个短命的人吗 胡还道 陛下 你不是常说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吗 事是没绝对 什么事都会发生 孙上香道 对了 陛下 人家可是够岁数了 是不是应该宠爱人家 给点语录吧 孙上香道 哈哈 跟了胡还三年多时间 胡还一直没拿下 借口就是 孙上香岁数小 现在貌似没借口了 胡还摇头苦笑 要不 胡还无耻道 刷 鱼姬可是知道什么意思 孙上香可不晓得 好啊 孙上香道 咱们三人先喝点红酒 调节下气氛 胡还道 碰 三只酒杯轻轻碰下 接下来 第281章 匈奴人从后山偷袭 白灯山 匈奴莫独不愿意再等下去 其粮草也消耗得差不多 再不对白灯山攻击 胡还会逃出 一旦胡还逃出升天 匈奴人要面对秦军的出击 那肯定是噩梦时的下场 特别莫独得知 入侵中原地区的二路匈奴大军 这么长时间 一点消息没收到 傻子都明白 中原燕门关 上古 确实防守严密 能全歼数十万匈奴铁骑 就算带着六十万铁骑南下 想入侵中原 基本不可能 撤退 莫独心不甘啊 好不容易让胡还中计 围困在白灯山上 放弃实在不甘心 必须要把胡还抓捕 只要逮到胡还 一切事情全解决 签订不平等条约 年年让中原帝国 奉献中原美人 黄金白银 生铁 食盐 茶叶 粮草等各种物资 这个显值得貌 此时的匈奴人像中魔的赌徒 心中只有中原美人 金银财宝等物资 不会考虑失败后下场 轰隆隆 面对匈奴人进攻 秦军在鹰部指挥下 有条不紊的开展抵抗 把杀上的匈奴人歼灭 嗖嗖嗖 一支支弩箭 扑向匈奴人身体 留下一个个血洞 大量匈奴人倒在冲锋路上 不过呢 匈奴人挺勇敢的 不怕死的 一味往山上杀奔而来 想要彻底攻破秦军阻击线 想法很美满 现实很骨感 秦军阻击线 不仅有秦奴那种超级大杀器 还有临时打造出来的 数百辆投石车 二波轰砸下来 能有多少匈奴人 冲过死亡线 就算匈奴人跨过死亡线 还要面临数以万计弓兵的射杀 就算杀过弓箭射杀 杀到秦军阵前 又是长枪兵 盾牌兵的阻击 能跨过几道阻击线的匈奴人 想想也不会多 匈奴莫读不清楚吗 心中非常明白 可是呢 莫读猜测 秦军携带的弩箭不会多 怎么会晓得 秦军中有胡亥这个金手指 要多少弩箭 根本不成问题 粮草 呵呵 全部是问题 几年下来 胡亥积累了大量国运值 可以兑换出大量需要的物品 特别是统一天下 系统奖励封后 国运值奖励了数十万点 胡亥带着张良 魏辽 孙上香 于姬等人走到白灯山入口处观战 陛下 匈奴人疯了 不惜代价强攻 这不是老寿星上吊 寻死吗 孙上香道 孙将军 莫读等不起了 再等下去 匈奴人的粮草也消耗光了 到那时咋办 魏辽道 紫房 穆贵英 蒙田二路大军 什么时候到达指定位置 胡亥道 二天后能按时到达 张良道 来人 胡亥道 陛下 什么事 亲卫道 告诉英部将军 不要担心弩箭 尽管放开射击 咱们手中有大量弩箭 能射出多少 尽管射 目的只有一个 极大射杀匈奴人 有生力量 胡亥道 遵旨 亲卫道 命令传达到英部 令英部 微微一愣 大量弩箭 在什么地方 怎么没看到 不过呢 接触这段时间 英部也发现 陛下有点神秘 很多事时常出乎意料 有了胡亥的旨意 英部放开手脚 不再节省弩箭 让其尽量射击 一下子 秦军弩箭火力生猛 让匈奴人损失惨重 莫毒呢 看到秦军加大射击力度 心中越来越兴奋 只要消耗掉秦军弩箭 到时候秦军就是带载高扬 汉王 咱们伤亡惨重 是不是停止进攻 左贤王道 不 继续加强进攻 本王要看一下 秦军到底有多少弩箭 等到弩箭射光了 你们懂的 莫毒道 匈奴人加大进攻力度 胡亥嘴角微微一笑 匈奴人一波接一波攻上来 冲锋路上堆满了尸体 匈奴人放弃战马 铁骑兵便步兵出击 这是找死的行为 搜搜搜 一支支弩箭 扎进匈奴人身体上 轰隆隆 投石车砸死匈奴人 虽不算多 可是一旦砸中 匈奴人会瞬间化为肉泥 太凄惨 入口地方狭窄 容纳不了多少人进攻 加上进攻中队形稀疏 真没多少人 这就是白登山的地理位置 一守南攻 只有一个进出口 秦军呢 进出口地方 摆上了上千张秦弩 数百辆投石车 后面还有数万工兵 天暗了 匈奴人进攻继续进行 想日夜进攻 问题是 莫独想多了 秦军兵力高达十三万多人 足够鹰部排兵部阵 轮流着让秦军士兵休息 胡亥带着张良 魏辽 孙上香 于姬等人离开 战场指挥交给鹰部主持 再说了 胡亥也不懂 战斗依然进行 胡亥坐在帐篷中看书 夜镜更深 哼 孙上香撞进来 陛下 后山有匈奴人攀登上来 正朝着陛下大仗杀来 请陛下离开 孙上香道 后山 那里人能攀登上来吗 上香 有多少匈奴人攀登上来 胡亥道 具体数量不清楚 不过应该有数十人吧 孙上香道 朕不走 让你手下红粉兵团 被围军士兵不防 咱们等待援兵到来 胡亥道 陛下 这样很危险 孙上香道 不要担心 数十名匈奴人而已 咱们红粉兵团 被围军士兵可不是吃素的 朕就是要吸引匈奴人 最好一举歼灭 不要放走任何一人 胡亥道 陛下 又要荡鱼儿啊 孙上香道 让兄弟姐妹们小心点 能攀登上来的匈奴人 绝对不简单 修为肯定高 胡亥道 知道了 孙上香道 下一刻 孙上香马上组织防守线 把胡亥大仗围得密密麻麻 除非激透 否则对胡亥造不成伤害 未了 张良二人听闻 有匈奴人从后山攀登上来 马上赶到胡亥大仗中 陛下 马上离开 卑职已经派人去通知英部 不一会儿 英部将军的援兵会赶到 张良道 子芳 不要惊慌 咱们当回院吧 胡亥道 射击 三段式 孙上香下令道 搜搜搜搜 数百团火焰朝着扑杀上来的匈奴人迎上去 砰砰砰 只有十多人倒下 其余匈奴人挡下火焰剑 强啊 修为基本都在占宗境以上 还有几人达到战皇 占尊境的超级高手 莫独真舍得 既然舍得 朕就收下吧 搜 二十四团火焰剑朝着一名匈奴万夫长闪电般扑上去 孙上香出手了 砰砰砰 扑扑 二支元气剑洞察一名匈奴万夫长胸口 留下两个血洞 鲜血飙射出来 尸体缓缓倒下 死了 搜搜搜 又一名匈奴万夫长遭到锁定 一旦被孙上香锁定 只能硬扛 躲避是没用的 扑扑扑 又一名匈奴万夫长挂掉 第282章 歼灭偷袭之匈奴人 被围军士兵组成六花战阵 六花镇之间又组成六花战阵 阻断匈奴人的击杀 红粉兵团不停射出一支支元气火焰剑 朝着匈奴人射杀上去 不过呢 杀来的匈奴人 修为很高 红粉兵团射出的一支支元气剑 还是遭到抵挡 老太尉 你们二人好好待在此地 保护好自己 不要乱跑 朕去杀敌 胡亥道 陛下 微臣也是有修为的 杀敌怎么能少了微臣 张良道 不 子房 老太尉 这次偷袭上来的匈奴人 修为极高 不是你们二人能抵抗的 胡亥道 刷 胡亥连续迈出几步 杀到一名匈奴人面前 拔剑士 一道剑光亮起 划过虚空 咔嚓 薛元剑斩断匈奴人 手中弯刀 薛元剑去势不减 依然朝着对方扑杀上去 扑 洞穿匈奴人胸口 留下一个血洞 尸体缓缓倒下 刷 感觉侧面攻击 杀到 胡亥侧步迈开 躲闪对方击杀 刷刷 又是几步迈出 迂回到一名匈奴人身后 拔剑士 一道剑光亮起 撕破虚空 朝着匈奴人身上刺上去 太快了 一瞬间 胡亥刺出数十剑 纷纷刺向匈奴人身体重要部位 现在的胡亥 修为达到战皇境 出剑速度有了极大提升 一瞬间能出剑数十剑 扑 一颗人头落下 吭枪 胡亥后背 遭到匈奴人偷袭 不过 胡亥穿着防护用具 弯刀刺破衣服 并未刺到肉体 刷 胡亥后退一步 再一步迈上前 杀到偷袭匈奴人侧面 一剑甩出 朝着对方夜窝下刺进去 扑 命中心脏 拔出轩辕剑 一股鲜血标射出来 胡亥不与匈奴人硬拼 一击而闪 不论是否剑效 立刻闪人 不给匈奴人机会 有点无耻 胡亥无所谓 无耻就无耻吧 这次战争 不是小孩子过家家 稍不留意会死人的 胡亥可不想成为尸体 胡亥瞟一眼 被围军士兵 彻底挡下匈奴人的进攻 不过呢 秦军配合默契 六花战阵运用自如 相互间完美结合 让战阵发挥更大威力 尽管匈奴人修为高 依然短时间内 攻不破被围军士兵的阻击 暂时形成对峙 红粉兵团呢 充分发挥远程火力优势 不断对着一名匈奴人展开射杀 只要匈奴人稍不留意 必定中招 拔剑术 铿枪 手臂酸麻 薰原剑差点落下 闪 刷 一步迈开 不与那名匈奴人对碰 力量上比对方差好多 硬碰是愚蠢行为 胡亥打得很贼 东一剑 西一剑 令匈奴人逮不到机会 像条蛇似的 在六花战阵中穿梭 当然了 时间一长 胡亥手臂上 还是中了匈奴人几刀 鲜血流出来 染红衣服 轰咚咚 远方秦军增援赶到了 朝着匈奴人 纷纷扑杀上去 不计生死扑上去 现在不是匈奴人 如何杀秦军 是如何逃出升天的问题 有的匈奴人杀出重围 朝后山逃走 想从原路返回 问题是 可能吗 嗖嗖嗖 一波剑雨落下 惊慌失措的匈奴人 只顾着逃跑 忘记了抵挡 瞬间身上中招 噗噗噗 一只只利剑 扎在匈奴人身上 还想逃走 再射 嗖嗖嗖 又是一波剑雨射出 噗噗噗 几名逃跑的匈奴人 一下子被射成马蜂窝 身上扎满利剑 尸体缓缓倒下 死得不甘啊 秦军增援杀到 胡亥停止出手 走到张良 未聊二人身边 看到二人没听劝 依然拔出宝剑 对匈奴人攻击 胡亥点点头 秦 汉 唐时期的文人 可不是手无寸击之人 他们均是上马能杀敌 下马能治国 真正的文武双全 文人软弱 那是到宋朝 由于皇帝重视文人 在黛玉 官职上文官压武将 皇帝怕五人造反 不担心文人造反 宋朝文人非常吃香 尽管如此 宋朝时期的文官 同样很有风骨 仗打不打低 被俘虏死不投降 子房 老太尉 你们二人没受伤吗 胡亥道 陛下 我们二人都没事 陛下 您受伤了 赶快让郎中 来处理一下 张良道 子房 不要担心 只是皮外伤 几天就好了 不影响什么 不用操心了 胡亥道 陛下 您可是帝国的皇帝 怎么能出战呢 一旦受点伤害 如何向天下人交代 魏辽道 胡亥清楚 魏辽是一番好意 老太尉 朕也是有修为的 不比将军们差多少 士兵能战 朕也能战 不要担心 胡亥道 下一刻 英部 龙杰等人 纷纷跑来询问 好了 这没事 这次匈奴人 从后山爬上来 让我们意想不到 看来 咱们还是要多注意一下 派出少部分士兵 监视后山情况 一旦发现问题 立刻上报 就不会造成 今天这个样子 胡亥道 陛下 末将请求处置 是末将安排 欠妥当 英部道 英将军 你有什么错 谁也想不到 匈奴人会从后山爬上来 那里可是悬崖峭壁 正常情况下 根本无人能爬上来 发现问题 咱们补救就好 请什么罪 你们都无罪 好好抵抗匈奴人进攻 二天后 咱们全线出击 胡亥道 遵旨 英部道 今晚上是那位将军主持战事 情况如何 胡亥道 陛下 现在阻击由钟离妹将军主持 战事非常激烈 匈奴人一改往日 拼死往里冲 是必要杀上来 英部道 英将军 匈奴人粮草肯定出问题 他们心不甘 不想灰溜溜离开 好不容易让陛下重击 机会难得 不过呢 一旦蒙田 木贵英二位大帅围杀上来 匈奴人会逃走 咱们也要做好追敌的准备 坚决不让匈奴人逃掉 起码要歼灭大部分 张良道 这一战结束 中原不会再受匈奴人入侵 咱们要彻底解决匈奴人 必须追着匈奴人打 把匈奴人往西方世界赶 让匈奴人去祸害西方世界的人 胡亥道 陛下 放心吧 末将会安排好追杀的计划 白登山地形特殊 战马跑不快 加上外围有木贵英 蒙田二位大帅 匈奴人铁定逃不出升天 英部道 好了 去安排吧 胡亥道 将军们离开 陛下 臣妾准备好了热水 您来洗树下 把身上血洗干净 于姬道 于姬 谢谢 胡亥道 第283章 莫毒纠结 决战日 天不亮 秦军士兵被纷纷叫起来 吃饭 检查装备 趁着夜色 秦军下山了 一张张擎弩推下白登山 摆在平坦之地 二侧是投石车之类的重装备 秦军摆出三个战阵 正前方盾牌兵 长枪兵 长枪林立 杀意凛然 二侧还配备了秦骑兵 不过火力还是放在中路战场 那是决战的主攻方向 秦军行动非常迅速 只是片刻时间就组成战阵 胡亥看着手下秦军士兵 心中胆慨万端 要不是胡亥要求 必须训练士兵速度 彻底改变了士兵 拖泥带水的臭毛病 不可能聚集士兵时 会如此迅速 匈奴人呢 秦军才一出动 匈奴人就发现了 及时上报给莫毒等万副长 部落首领 被手下秦军打扰 心中非常生气 此时莫毒正搂着御室睡觉呢 昨晚上操劳过度 现在全身疲惫不堪 什么 秦军下山了 莫毒惊呼道 一下子 整个人清醒白醒 一咕噜爬起来 马上把左贤王 右贤王等人 还有个部落首领叫起来开会 莫毒道 遵命 秦军道 穿戴好衣甲 帽顿时带着秦卫跑出去 查看一下秦军到底什么情况 秦军下山 让莫毒意想不到 看到秦军确实下山决战 心中不惊慌 反而有点小心奋 这正是匈奴人愿意看到的 野战 匈奴人怕过谁啊 攻击白登山没办法 可是秦军下山 放弃显观依仗 这是找死行为 尽管二路南下的匈奴铁集 不知去向 可是现在围困白登山的铁集 还高达六十万 区区十多万秦军 不够塞牙缝 莫毒又回到中军大帐 一名名万副长 部落首领 左贤王右贤王等人被叫起来 心中恼怒无比 要不是莫毒来人叫 估计这些匈奴人的头目 不会起那么早 匈奴是野蛮人 出兵打仗 依然会带上女人 好方便他们一路上狂欢 放纵 好了 本王告诉你们 秦军下山决战来了 莫毒道 什么 秦军下山了 呆滞 傻愣 包括莫毒手下的狗头汉人军师 也是微微一愣 做梦想不到 秦军会下山决战 呼啦 回过神来的匈奴人 兴奋的大喊大叫 手舞足蹈 好了 大家说下 秦军是否会有什么阴谋诡计 咱们要如何应对 莫毒道 汉王 管秦军有什么阴谋诡计 只要秦人赶下山来 咱们伟大的匈奴铁骑数十万 直接拉开碾压 横推 让秦军品尝下 伟大匈奴铁骑威力 左贤王吼叫道 吼吼吼 大仗中 匈奴人像 发疯似的吼叫起来 战役飙升 士气高昂 爆棚啦 莫毒心中也喜欢 看到手下人士气爆棚 战役滔天 不过呢 莫毒是一名伟大的军王 不会因为手下士气高涨 就一股脑提兵杀上去 看向几名 穿着黑衣服的狗头军师 汉王 秦军行动出乎意料 这个现象有点奇特 我们还是慎重点 不要中了秦军阴谋 一名狗头军师道 汉王 卑职也觉得 秦人有阴谋诡计 不要轻举妄动 搞不好是狗皇帝的阴谋 圈套 又一名狗头军师道 连续二名狗头军师的话 让莫毒从兴奋中平静下来 这些狗头军师 全是中原人 他们了解中原人的想法 作战意图 阴谋诡计 汉王 这是个机会 不要听中原狗瞎胡说 一旦错失机会 咱们咋办 又嫌王道 汉王 不要听中原狗的话 他们这是为狗皇帝说话 好让咱们放弃决战 一名万夫长道 大仗中的黑衣 狗头军师们 老脸难看 不过呢 他们早已经没底线 没人格 没骨气 已经习惯了匈奴人的辱骂 凌辱 说白了 莫毒身边的中原人 狗头军师 全是中原通牒犯 在中原犯下滔天罪行 逃跑出去的 一名名匈奴人高层辱骂 令黑衣狗头军师 不敢再开口 生怕招来杀身之祸 莫毒呢 在心中 狗头军师 就是身边的地条狗 不值得尽忠 狗只有 时常打骂才会听话 等到匈奴人高层 骂完了 莫毒才出声 大家不要让 让军师们说下去 最后有本王决定 不要担心本王会中解 莫毒道 看向狗头军师们 一个不敢出声 每个人必须说出理由 否则 后果你们知道的 莫毒威胁道 狗头军师们 心中苦啊 要是有选择 绝对不会为凶奴人 出谋划策 好好做个中原人 后悔莫及 可是呢 现在没有选择 只能一条路走到黑 汉王 秦军粮草不会太多 一个多月 应该消耗的差不多了 有可能是秦军突围 也有可能是引诱 咱们上当 其中肯定有陷阱 咱们还是要多了解情况 一名狗头军师道 汉王 二支南下入侵燕门关 上古的匈奴铁骑 直到现在没阴性 不觉得可疑吗 又一名狗头军师道 汉王 咱们一定要调查清楚 不要轻易出兵决战 只要围困秦军就好 又一名狗头军师道 汉王 咱们应该派出更多探马 对白灯山周边地区 进行地毯式搜索 不要放过任何地方 有可能秦军早有准备 盲目出兵 会损失惨重 一名狗头军师道 汉王 燕门关 上古情况如何 咱们必须调查清楚 二支匈奴铁骑四十多万人 怎么会毫无音信 狗头军师道 莫读心中疑惑不解 狗头军师集体反对应战 可是 一旦错过机会 胡亥逃出升天 一切全白忙活 心中不甘啊 大家怎么看 莫读道 汉王 咱们伟大的匈奴人 什么时候怕过中原人了 他们想决战 咱们一定不能锁 一名万夫长道 汉王 现在的情况是 不论咱们是否应战 秦军既然下山了 肯定会攻向咱们 不战也得战 总不能放狗皇帝 逃出包围圈吧 那咱们伟大的匈奴人 不是白忙活 左贤王道 汉王 左贤王说的对 咱们伟大的匈奴人 不战也得战 既然秦军逼咱们战 就好好打一战 又贤王道 战 战 战 吼叫声又响起 莫读心中犹豫不决 汉王 不论怎么说 咱们起码要调兵潜将 守护好秦军通向外面的通道 一名万夫长道 莫读纠结啊 三思后 莫读做出决断 要左右二侧兵马 一起聚集在中路 不让秦军逃出包围圈 一定要抓不到秦王 莫读道 遵命 第284章 激战 匈奴人没有第一时间阻击秦军下白登山排兵布阵 而是开会商量 令秦军有足够时间让秦军下山 这绝对是匈奴人犯下的重大错误 要是秦军一下山 匈奴人立刻阻击 不让秦军轻易布好战阵 匈奴人不会损失惨重 遗憾的是 匈奴人错过机会 让秦军布下战阵 秦军也是猜测出 匈奴人希望秦军下山作战 那样匈奴人胜算更大 攻击白登山 令匈奴人损失惨重 加上估算者 匈奴人以为秦军粮草消耗光了 想要突围 才让匈奴放松警惕 没等匈奴人商量好 秦军已经开始缓缓向匈奴人推进了 速度很慢 可是战阵保持完好 一张张秦弩在秦军士兵推动下 缓缓压上去 陛下 咱们秦军基本胜利了 匈奴人错过出手的最佳良机 一旦我军推进到宽敞地方 匈奴人会遭受虐杀 魏辽道 老太尉 咱们不是研究过 匈奴人肯定允许咱们下山 不会制止 匈奴人担心一旦阻击 秦军又退回白登山 那样一来 匈奴人付出更大代价 胡亥道 莫毒大帐 刚刚下达命令 各部落首领 万副长还未起身 突然大帐被人撞开 汉王 秦军出动了 他们正缓缓压上来 传令兵道 貌顿时微微一愣 秦军这是要决战的架势 哈哈 莫毒狂笑起来 看来 秦军粮草真吃光了 不得不突围 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结果 马上阻击 绝对不能让胡亥逃出升天 莫毒道 遵命 传令兵道 大帐中 匈奴部落首领 万副长大声笑起来 以为圣券在卧室的 貌似高兴过早了 走 咱们去观战 看下秦军如何做垂死挣扎 莫毒道 刷 匈奴部落首领 万副长等高层 一起走出中军大帐 到战场去观看秦军突围 不过呢 莫毒等高层到达战场 跃入眼眶的不是秦军混乱 是大量匈奴人遭到射杀 秦军阵型严密 整齐有序 呆滞 傻了 怎么回事 情况不对啊 搜搜搜 一支弩箭扎进匈奴人身体 留下一个个血洞 秦军临时打造的投石车 一块块石头 抛向匈奴人头顶上 凶残的砸下来 轰隆隆 好多匈奴人 被砸得血肉模糊 太惨了 眼看匈奴人抵抗不住 又退走 逃跑的迹象 莫毒马上调来大量匈奴人 一定要阻击秦军 不能让秦军逃出包围圈 问题是 秦军根本没想过要逃走 搜搜搜 上千张擒弩 三段式射击 一次性能射出三千多只凶残的弩箭 空中黑压压一片 刚出山的太阳 被空中弩箭遮蔽 太高效了 一支弩箭洞穿一名匈奴人 二人 三人 直到力量耗尽 才停止下来 战场上一个个人形葫芦出现 在莫毒叫喊声中 一对对匈奴人前赴后继地赌上来 承受秦军一轮轮的射击 不赌不行啊 一旦秦军逃出升天 匈奴人会面临危险遭到秦帝国的出击 从胡亥掌权以来 匈奴人损失惨重 重要的是 胡亥太凶残 根本不留下俘虏 就算留下 必须要干一辈子苦力 为秦帝国建设天砖加瓦 修建各种工艺建筑 一旦中原人独死通往草原上通道 匈奴人会非常悲催 食盐 粮食 茶叶 黄金白银 生铁等物资 必须要中原人提供 匈奴人不会生产 在这种情况下 不能让胡亥逃出生天 陛下 匈奴人怎么回事 有点像不惜代价堵枪眼 张良道 子房 莫毒极了 害怕了 担心朕逃出生天 会给以匈奴人报复 胡亥道 陛下 上百万人的大决战 不是一天二天能奋出胜负 好在咱们东西 二面阻断了 魏辽道 老太尉 微臣认为 决战时间不会太长 一旦匈奴人发现 东西方有秦军严阵以待 他们会朝北方逃走 张良道 北方通道可不好走 搓板路 高低起伏不定 速度上不来 加上我军有阻击 朝北面逃走 基本没活路 若是聪明点 从东面杀出一条血路 还能逃出生天 魏辽道 老太尉 东面可是蒙田十五万大军严阵以待 就算出动数万兵马到北面阻击 依然重兵防守 不好逃脱追杀 胡亥道 西面穆贵英大军 道路更不好 想逃出生天难于登天 除非长生天降临 陛下 为什么莫毒不让匈奴铁击 从二次出击 那样的话 比正面阻挡好不少 张良道 子房 战斗刚开始 此时的莫毒还在蒙圈 等到他清醒过来 匈奴人会死掉很多 不过 只要莫毒恢复清醒 确实是一名难缠的对手 朕有点佩服莫毒 胡亥道 陛下说得不错 能将父亲投曼脑袋砍下 坐上汉王位 不是一个简单枭雄 张良点头道 能在那么短时间内统一北方大草原 加上臣服的西域各国 各部落 实力强大 胡亥感慨万端道 希望这次能一举斩杀莫毒 让草原上继续混乱 魏辽道 老太尉 杀莫毒不如放掉 咱们这次可是要一路横推 碾压 彻底把匈奴人往西方赶 让莫毒带着残渣余孽 去祸害西方人 给帝国争取发展的时间 胡亥道 陛下 要彻底解决匈奴人 必须杀进北方大草原 可是补给一直是中原人短板 魏辽道 老太尉 不要担心 朕这次带着大量粮草 是必将匈奴人赶向西方世界 将匈奴人地盘 纳入中原地盘 在那些地盘上 修建一个个据点 用来歼灭 抵抗游民种族的入侵 胡亥道 嗖嗖嗖 一个时辰不到 匈奴人挂掉数万人马 令莫毒震惊 秦军的实力 杀伤力 让莫毒再次体会道 凶残 残酷无情 射杀匈奴人一点不客气 汉王 这样阻击不行 伤亡太重 必须要改变 让二侧铁机出击 牵制秦军火力 一名狗头军失道 莫毒是一名伟大的萧雄 心一旦平静下来 马上得出狗头军师说的不错 给本王传达命令 让二侧铁机出击 一定要牵制住秦军火力 不能让秦军安心射击 莫毒道 遵命 传令兵道 第285章 匈奴人损失惨重 嗖嗖嗖 秦军弩箭源源不断射出 给匈奴人造成巨大伤害 一个个倒在血泊中 陛下 匈奴铁机出洞了 从二侧发起攻击 张良道 胡亥点点头 应不呢 作为秦军中主帅 看到匈奴铁机从二侧出洞 迅速下达命令 让二侧加强防守 齐宇兵打出一个个命令 鹰部将军 二侧我们秦军 已经撒上好多三角钉 加上布置有秦弩 盾牌兵 长枪兵严阵以待 诸位将军回话说 让鹰部将军放心 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传令兵道 鹰部点点头 轰隆隆 二侧各有数万匈奴铁机扑杀上来 气势汹汹 匈奴铁机进入秦弩有效射程 基层指挥官下达射击命令 嗖嗖嗖 奔跑中的匈奴铁机 看到秦军掀开步骤 露出大杀器秦弩 心中凉嗖嗖的 匈奴人惧怕呀 对于秦弩的威力了解越多 心中越害怕 扑扑扑 每等匈奴人想好应对之策 弩箭已经杀到胸口前 一个个匈奴人中箭 有的匈奴战马重箭 在战场中到处乱窜 有的倒在血泊中彻底挂掉 阻挡后面铁骑前进步伐 一时间战场上人仰马翻 混乱无比 胡亥嘴角微微一笑 碰碰车 啊 二侧战场上响起惨叫声 撕心裂肺的叫声 听得活着的匈奴人胆战心惊 全身颤抖 关键是挂掉的匈奴人 身体伤口太恐怖 鲜血标射出来 看上去惨不忍睹 不过呢 匈奴人挺勇敢的 依然拍马 杀向秦军战阵 只是代价有点高 砰砰砰 奔跑中匈奴铁骑莫名其妙跌倒 一个个匈奴人跌下马背 又是一波碰碰车 心中疑惑不解 什么情况 跌倒爬起来的匈奴人一头雾水 搞不明白 为什么走得好好的战马会跌倒 马身上没中箭 自己也没中箭 迷惑不解 啊 秦人卑鄙无耻 他们在路上撒上三角钉 三角钉对战马来说 绝对是致命的伤害 匈奴人战马可墨马中三宝 不像秦军中战马 马掌上定有马掌铁 对战马伤害不大 搜搜搜 秦军可不管匈奴人如何想 如何骂 弩剑依然在开火 把杀上来的匈奴铁骑射杀 乱 乱做一团 悲催的匈奴人 完全是送人头来 不过呢 匈奴铁骑太多了 一次性出动数万骑 再多的秦母也无法彻底阻截 还是有大量匈奴铁骑 跨过勤奴射击区 可是呢 秦军还有工兵 工兵指挥官 看到匈奴人进入工兵射击范围 马上下令开火 搜搜搜 数千只利剑射出 朝扑杀上来的匈奴人迎上去 扑扑扑 工兵一波箭语后 剩下的匈奴人少了好多 只有少部分匈奴铁骑 杀到秦军战争前 轰隆隆 秦军战争长枪林立 杀到秦军战争前的匈奴铁骑 撞在盾牌上 不过 战马身上扎着几只长枪 盾牌兵阵形崩溃 后排盾牌兵迅速举着盾牌上前 确保战线完好无损 受伤士兵会有人抬走 一切有条不稳展开 就算有匈奴铁骑杀到战前 也不能冲散秦军战争 除非大量匈奴铁骑杀上来 秦军战争才会崩溃 这种情况可能吗 秦奴 弓兵可不是吃素的 能逃出秦弩 弓兵射杀 已经万幸 再冲破秦军枪阵 那要多少兵马 陛下 赵驼旗下士兵不错 张良道 子房 赵驼带回来的秦军 基本是百战老兵 也基本是老秦故地的子弟兵 他们从出生之日起 接受秦国方针政策洗礼 心中只有报效国家 民族 真正的勇士 胡亥道 匈奴中军 莫独看到 一名匈奴人 惨死在秦军弓箭下 弩箭下 长枪下 心中愤慨无比 可是呢 想要获取胜利 必须要付出 特别对上秦军这种强悍的对手 有时候莫独都觉得束手无策 哎 莫独叹口气 让铁骑继续出击 不要给秦军调整时间 莫独道 汉王 咱们损失惨重 这样打下去 得不偿失啊 左贤王道 要阻止秦军突围 要想俘虏胡亥 咱们匈奴才会获得好处 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莫独道 左贤王堵上嘴巴 汉王 损失确实大了点 咱们能否想个更好的办法出来 既牵制秦军 又损失不大 右贤王道 右贤王 有什么好办法 莫独道 卑职没有 可是汉王身边 有那么多的狗头军师 让他们想办法 否则杀无赦 右贤王道 几名黑衣中原人 一下子感觉后背凉嗖嗖的 中原间的下场就是这样 有用时匈奴人听 没用时诸狗不如 任人宰割 悲催啊 莫独冰冷眼神看过来 几名狗头军师头大 这如何想办法 要是有办法 不早说了 汉王 在此关键时候 损失一点兵马是值得的 想要获取胜利果实 那又不复出 想要不损兵折将 可以停止阻击 愿由秦军安全突围 胡害那狗皇帝逃走 一名狗头军师道 汉王 现在不是争论的时候 要一鼓作气 挡下秦军反扑 只要再阻挡几日 到时候 秦军粮草消耗光 就是伟大匈奴人胜利的时候 不要犹豫 纠缠些小事 又一名狗头军师道 没办法 此时几名狗头军师 只好抱团取暖 才有可能躲过杀身之祸 平日里 几名狗头军师 虽然相互争宠 私逼 可是在这个时候 大家目的一致 汉王 一旦秦军突围成功 狗皇帝逃出升天 接下来 绝对会对匈奴人实施报复 要知道 现在天下太平 叛乱已经被狗皇帝镇压 完全可以出兵大草原 又一名狗头军师道 莫读心中明白 一旦天下太平 胡亥这个浴血帝王 肯定会出兵草原 给匈奴人毁灭性打击 太了解胡亥性格了 绝对是一个枭雄 一个胆大包天的家伙 况且 胡亥执掌权力 整个秦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 不仅百姓生活稳定 关键是 秦军战力越来越强悍 匈奴人碰上 再无心理优势 以前秦军依仗城墙阻击匈奴人 现在 秦军有能力在野外与匈奴人决战 短短几年 战争发生质变 特别秦军手中兵器 绝对兜出匈奴人很多 这次是个机会 一旦错失机会 匈奴人的好日子彻底结束 就算想与秦国商谈和平 胡亥不一定会同意 莫读想不明白 到底什么原因 让秦帝国发生质变 军力暴涨 实力提升 正如胡亥说的 在同等兵力下 秦齐完全有能力碾压 横推匈奴铁齐 诸位部落首领 左贤王 右贤王 这次好不容易让胡亥重计 一头扑进咱们伏击圈 若是不能留下胡亥 你们想过 以后咱们伟大匈奴人的困境吗 会面临秦军疯狂报复 咱们铁齐在秦齐面前 一点优势没有 想别大家心里都清楚 只有逮到胡亥 让他签订不平等条约 咱们匈奴才有机会 才能从秦人手里获得升铁 获得擒弩 获得弓箭 兵器 食盐 茶叶等必需品 就算胡亥不出兵 只要封锁边境关卡 咱们匈奴人吃什么 喝什么 只能活活等死 现在 大家说吧 是想俘虏胡亥 还是让其逃出升天 大家一起做决定 莫独道 一伙匈奴首领 高层可不是弱智的人 他们能判断出好坏 心中明白莫独说的对 第286章 冒独老曹被端了 莫独一番话 让部落首领 万副长等高层一下子 感觉出只要胡亥逃出 伟大的匈奴人面临险境 特别是莫独讲的 一旦胡亥关闭边境地区 不对匈奴人开放 匈奴人需要的生铁 食盐 茶叶 布料等物资 无地方可购买 匈奴人是野蛮种族 他们不会生产 只会掠夺 抢劫 事情真发生 匈奴人会走向衰退 一下子 匈奴高层达成一致 必须留下胡亥 争取获得好的收益 战役飙升 士气高昂 莫独看到 心中高兴啊 接下来 二侧又派出大量铁骑杀上去 不给秦军有调整的时间 想要激夸秦军意志 轰隆隆 匈奴铁骑又出动了 这个结果是胡亥想要的 只有消灭大量匈奴人有生力量 接下来的反击才会大胜 陛下 一切按咱们的预计 匈奴人不甘失败 又出动了大量铁骑 这次更凶猛 未聊到 胡亥点点头 莫独露出穷凶极恶嘴脸 这样更好 在野战中多消灭些匈奴人 给接下来的战斗 减少点麻烦 胡亥道 作为秦军指挥官 应不压力山大 搜搜搜 秦弩源源不断射出一支支弩箭 狠狠扎进匈奴人身体上 留下一个个血洞 画面很血腥 这就是战争 种族间的战争 不死不休的战争 只有一方倒下 彻底丧失战斗力 战斗才会停下来 数千年来 中原种族一直被匈奴人压着打 现在 秦军有能力反击 秦军士兵战役飙升 士气爆棚 纷纷激发出血性 不论是弩兵 还是弓兵 一轮轮射杀 让匈奴人倒在血泊中 心中兴奋无比 将军同样高兴 这可是对外作战 不是内战 轰隆隆 数百辆投射车开火 好多大小不一的石块 劈头盖脸砸下来 一个个匈奴人化为肉泥 少部分石块砸下来 依然在滚动 吓得匈奴铁骑死死逮住缰绳 让战马停下 搜搜搜 躲过石块轰杂 又要面临弩箭射杀 冲锋的匈奴人感觉黑暗来临 不过呢 在千副长 万副长叫嚷下 匈奴铁骑必须冲杀上去 后退会遭到上司斩杀 前进 后退都是死 只好努力朝前冲杀上去 啊 惨叫声响彻云霄 一些没完全挂掉的匈奴人 开口向铜袍求救 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 谁会出手救 搞不好 救援的人会牵扯进去 成为一个个尸体 视而不见 秦军左侧 迎战的 士元赵驼旗下士兵 他们战役旺盛 士气爆棚 一枪枪刺出 把杀到阵前匈奴铁骑击杀 百战老兵啊 出手时 不会多用一分力 随时保持体力 有足够的体力 应付意外事情出现 破 一枪命中战马 另一只长枪跟进 把跌下马背的匈奴人刺死 配合默契 搜搜搜 工兵一轮轮射击 一鸣鸣跨过 擎弩射程的匈奴人 又遭到工兵射击 悲催啊 尽管有匈奴铁骑 撞到秦军阵前 瞬间把盾牌兵撞飞 战阵瞬间破掉 可是呢 秦军补卫非常迅速 眨眼功夫 秦军战阵完好无损 撞上来的匈奴铁骑 立刻遭到几名秦军士兵联合出手 没几下彻底挂掉 这就是现状 按照秦军预定结果发展 陛下 中午饭做好了 士兵如何进食 未聊到 先让休息的士兵吃 等吃好后 再轮换战斗的士兵 必须让士兵补充体力 确保体力不下降 胡亥道 接下来 一个个白馒头 送到士兵手中 秦军士兵 取下挂在腰间的水壶 一口馒头一口水 迅速把馒头吃下肚 换战 这可是一个技术活 搞不好会让战争崩溃 给匈奴人机会 幸好秦军士兵训练过无数次 换战并未出意外 一切有条不稳进行 消耗战 看谁先抵挡不住 匈奴人一心一意 要逮住胡亥 消灭秦军 胡亥要拖住匈奴人 消化大量匈奴人 双方都不妥协 杀得天昏地暗 日月无光 左侧木桂英大仗 报告大帅 发现一对匈奴人探马 传令兵道 从什么地方出现的 为什么我们侦察兵没发现 让其跑到中军来了 木桂英道 大帅 是从北方来的 我们侦察兵 一直只注意激战的匈奴人 并未关注北方来人 传令兵道 告诉侦察兵 立刻出手 不要让逃走 可能的话 活住二人留下审讯 木桂英道 遵命 传令兵道 姐 你说会是什么地方来的匈奴人 吕灵启道 妹妹 你说呢 木桂英道 若是卑职猜测不出错的话 应该是莫独老曹逃出的人来报信 告诉莫独老曹遭到秦军入侵 吕灵启道 木桂英点点头 一个多月时间了 韩信旗下大军就算爬 也应该到冒独老曹 不出错的话 冒独老曹已经灰飞烟灭 不存在世间了 木桂英道 姐姐 既然如此 为什么让士兵留下火口呢 吕灵启道 好妹妹 这只是咱们俩人猜测 一切需要证据支持 活着匈奴人是想证实下而已 木桂英道 姐 陛下只带着十多万兵马 抵挡的柱墨 独旗下六十多万铁骑进攻吗 吕灵启道 放心吧 陛下送来了白灯山的地理地貌 那个地方非常有特点 搓板路 不利于骑兵进攻 今天秦军才下山 刚刚与匈奴人接战 咱们安心等几天 木桂英道 战况肯定激烈 吕灵启道 陛下这次 可是带了上千张勤母 目的就是拖住 莫独旗下匈奴人铁骑 等到双方皮时 咱们与蒙田将军 二支胜利军出现 一举歼灭匈奴铁骑 想象一下 莫独损失上百万铁骑 情况会如何 加上老曹又被韩信端掉 只好往西逃窜 木桂英道 报告 传令兵道 进来 木桂英道 报告大帅 匈奴人已经全奸 活捉了二人 经审讯 匈奴人是跑来给莫独报信的 莫独老曹 已经被韩信大军捣毁 此时正在向四周出击 传令兵道 把活捉那二名匈奴人杀了吧 木桂英道 遵命 传令兵道 木桂英心里高兴啊 只要全奸战场上的匈奴铁骑 就算莫独逃出升天有何用 一个没多少兵马的枭雄 到时候 秦军再向北地出兵 扫荡一番 匈奴人只能往西方逃 才有可能活下来 把情报上报陛下 木桂英道 遵命 传令兵道 第287章 匈奴人的灾难 转眼间 双方激战三天过去了 匈奴留下十多万具尸体 秦军也有一万多人的伤亡 其中挂掉三千多人 双方互不相让 死死守住各自地盘 秦军要往外突围 匈奴人则不允许 不论多大代价 死死把秦军阻挡在白灯山下 战局陷入对峙 激战非常惨烈 匈奴人势必留下胡亥 不惜损兵折将 极力阻挡秦军突围 这个情况 是胡亥愿意看到的 秦军可以更大的消灭 匈奴人有生力量 战斗依然在持续 莫读中军大仗 损失惨重 让匈奴各部落 左贤王 右贤王等人脸上呈现阴霾 心中非常气愤 可是呢 大家都清楚局势 不能留下胡亥那个狗皇帝 死那么多人 算是白死了 战斗达到现在 挂掉的人太多了 就算匈奴人想善罢甘休 秦军不愿意啊 双方形成对峙 交着状态 匈奴人一旦撤走 损失会更巨大 面临秦军追杀 那才是痛打落水狗 砰 一名匈奴首领撞进来 汉王 我们部落遭到秦军屠杀 现在部落一个人不剩下 一定要为我们报仇血恨啊 首领道 莫读惊讶万分 双方在此激战 从什么地方出现的秦军 居然杀进北方大草原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数千年来 只有匈奴人南下入侵中原地区 中原人从未入侵过匈奴人地盘 到底怎么回事 你们部落那里 如何会出现秦军 是谁指挥的兵马 莫读道 汉王 听杀出来的人报告 秦军战旗上有一个韩字 战斗非常生命 秦军对部落里的人全部屠杀 只留下俘虏的年轻妇人 牛羊也被扫荡一空 带不走的牛羊 秦军全部斩杀 不留下一丁点 首领道 韩字 秦军中可有韩信将军 莫读道 汉王 忘记了 韩信就是那个在燕门关 击败咱们伟大匈奴的秦军将军 一名万夫长道 呀的 韩信大军不是待在东部地区吗 怎么会深入北方大草原 冒毒蒙圈 匈奴人明白 之所以中原人不敢进攻匈奴人 主要是中原人无法解决粮草补给 一旦解决粮草补给 匈奴人噩梦来了 想要进攻匈奴人 必须深入大草原 杀到北海一带 可是 那里距中原数千里地 出征兵马少了 会遭到匈奴人的毁灭性打击 去多了 无几成大问题 数十万大军 那需要多少人运送粮草啊 五帝时期 集中全国之力对匈奴人开战 虽然胜利了 可是国家也打得穷困潦倒 一些大儒才会说出 穷兵独武 其实 那是值得的 不论付出多大代价 必须要把匈奴人歼灭 只有歼灭匈奴人 才会让中原有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 穷兵独武 那是失败者的借口 胜利者永远不会说 胜利者说 穷兵独武 绝对是忽有失败者 韩信带去多少兵马 莫独道 以莫独的认知 韩信能带一万兵马 深入北方大草原 已经是极限 这么点兵马 莫独不用担心 汉王 逃回来的人说 黑压压一片 具体有多少不清楚 至少有十万以上 首领道 什么 十万兵马以上 怎么可能 根本不可能 也不科学 韩信出动那么多兵马 如何不解 这个数字有水分吧 莫独道 打死莫独不会相信 韩信敢带十万兵马进攻匈奴人 完全是天方夜谭 莫独那里会晓得 为了深入大草原 胡亥发明了四轮马车 一次性能拉上蹲东西 加上 秦军不缺乏战马 缴获太多 有足够的马匹拉车 韩信带去三千五百多辆马车 一千辆用来拉秦弩 弩箭 弓箭 兵器外 其余二千多辆马车 全是拉粮草 加上夏天出征 不用担心马匹的喂养 大草原上有大量青草 可供马匹食用 另外 韩信大军一路横推过去 把沿途匈奴部落斩杀于尽 缴获众多牛羊作为补给 不可能 韩信的补给如何解决 告诉本王韩信大军 不需要吃东西吗 莫独道 哄 又一名部落首领撞进来 汉王 不好了 我们部落遭到秦军毁灭性打击 部落里的东西焚烧于尽 牛羊遭到掠夺 抢劫 族人遭到屠杀 富人被俘虏 什么也不剩下了 首领道 莫独心中一惊 连续二个部落 遭到韩信偷袭 在莫独心中 觉得韩信带兵马不会太多 胜利是匈奴部落松懈 让韩信偷袭成功 什么人干的 莫独道 来人说 秦军战旗上有一个韩字 首领道 又是韩信 莫独把韩信恨死 想逮到韩信包骑皮 抽骑金 五马分尸 韩信军有多少兵马 莫独道 来人说有数万兵马 全是铁骑 战力非常强大 他们过后不留下一个活物 首领道 尸横遍野 大仗中 匈奴高层想象得出来 他们就时常在中原地区 搬烧杀裂抢的事情 报应来了 秦军不是号称仁义吗 为什么会干斩尽杀绝的事 这不像秦军干的事啊 一名万夫常道 哎 以前的秦军 中原人确实很仁义 不会乱杀无辜 自从胡亥这个狗皇帝主政以来 全变了 只要看到咱们伟大的匈奴人 一定是斩尽杀绝 绝对不留守 又嫌王道 汉王 咱们必须向胡亥那个狗皇帝提出抗议 抗议秦军乱杀无辜 必须让狗皇帝下令制止 一名部落首领道 莫读狠狠鄙视 抗议有效的话 还要弯刀干嘛 说白了 秦人 中原人 是报复性的屠杀 谁让咱们匈奴人 以前干那么多惨绝人寰的事 汉王 此事必须向胡亥这个狗皇帝提出抗议 不论是否有效 我们伟大的匈奴人 不能这样白白死了 要让胡亥这个狗皇帝 给个交代 中原人爱面子 一般不乱杀平民 一旦杀戮过重 中原文人会议论纷纷 胡亥狗皇帝还是要面子的 一旦让中原人知道 胡亥残酷无情 是一个冷血的帝王 情况也不会好 左贤王道 莫读看向黑衣狗头军师 汉王 中原人一直以仁爱自居 杀福不吉利 成为共识 韩信此举 估计没得到狗皇帝命令 是私自行为 确实可以向胡亥狗皇帝提出抗议 狗头军师道 汉王 中原人讲究的是礼让 不轻易杀戮 更不允许杀俘虏 这种大规模的屠杀 是君王最忌讳之事 又一名黑衣狗头军师道 第288章 莫读收到王廷沦陷 莫读点点头 心中想着如何与胡亥沟通 突然大仗又被人撞进来了 汉王 王廷来人了 轻卫道 让他进来 莫读道 心中疑惑不解 王廷为什么会派人来 莫非王廷出什么事 不应该啊 王廷留下五万精锐铁机 足够守护王廷安全 还是有部落造反 也不可能 各部落的精锐士兵 全被争掉 剩下一些老弱病残 能干什么事 会是什么事呢 轻卫带着一名满身是血的匈奴人走进来 汉王 王廷没了 来人道 呆滞 傻了 大仗中 匈奴部落首脑 左贤王 右贤王 包括末读在内 脑海中一片空白 荡机了 好一会 莫独才清醒过来 说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为什么好好的王廷会没了 莫独立声呵斥道 汉王 王廷遭到情人 中原人攻击 战旗上有个韩字 十多万情军骑兵 强悍无比 实力比我们伟大的匈奴铁机还强大 根本抵抗不住情人的攻击 加上情军中有那种恐怖之极的情母 尽管我们组织了男女老幼顽强抵挡 依然挡不住情人的进攻 一个个同袍 族人被杀死 凡是男人 全部被斩尽杀绝 只剩下年轻妇女活着 可是呢 妇女遭到情人蹂躏 还要为情人烤羊肉 服侍情人 中原人 成为一个个奴隶 王廷中二十多万人 只有数千人朝更北逃跑出去 目前 秦人 中原人 驻扎在王廷 派兵马 清脚周围的匈奴部落 一个个匈奴部落 惨遭屠杀 秦人 中原人 不留俘虏 全部斩草除根 他们连孩子都不放过 整个草原上 血雨腥风 尸横遍野 来人叙述道 大仗中 匈奴高层眼睛红了 莫毒气得全身颤抖 汉王 咱们撤退吧 一名万夫长道 汉王 这是秦人的阴谋诡计 咱们赶快撤退吧 一名部落首领道 汉王 赶快做决定 这纯粹是狗皇帝的阴谋诡计 故意留在白灯山 吸引咱们伟大匈奴人 暗中派出大军入侵咱们老曹 太卑鄙无耻了 左贤王道 平静下来的莫毒 心中在思考 局势逆转 要怎样才能度过困境呢 好了 不要吵了 你们想过没有 咱们灰溜溜的撤退 到大草原上落的什么好 咱们部落没了 王庭没了 等待咱们的是什么后果 想过吗 秦军会轻易放咱们走 胡害一个枭雄 肯定不会让咱们伟大的匈奴铁骑 轻轻松松走掉 莫毒道 汉王 那咱们如何办 又贤王道 莫毒冰冷的眼神 看向几名狗头军师 毫不留情地散发出杀意 一下子 令狗头军师后背凉嗖嗖的 汉王 这是秦军的声东击西之际 胡害狗皇帝亲自当诱饵 吸引汉王兵马围剿 狗皇帝呢 派出韩信大军挺进 一路横扫 不过 小人迷惑不解的是 韩信的粮食补给如何解决的 按刚刚来人说 韩信带十多万秦军 补给可是一个天文数字 一名狗头军师道 中原狗不要废话 现在说那些有屁用 韩信拿下王庭 缴获数十万只牛羊 还愁什么补给 又嫌王呵斥道 几名大仗中的中原黑衣人清楚 这次可能是万劫不复 死无葬身之地 悲催啊 早知道如此 乖乖在中原伏法多好 起码能保住性命 汉王 既然王庭已经被韩信大军拿下 各部落也出问题 数十万大军撤退 会遭到秦军的追杀 到时候诸位都忙着逃走 谁来阻挡秦军追杀 另外 一旦消息泄露出去 伟大的匈奴勇士士气一落千丈 还会有如此战力吗 另一名狗头军师道 说下去 莫独道 既然回去也捞不到好处 撤退也会遭到毁灭性打击 那伟大的匈奴铁骑 为什么不想办法活捉胡害狗皇帝 只要让其签订下不平等条约 可以从中原人身上获得 否则就算伟大的匈奴人逃出生天 一旦狗皇帝关闭边关 伟大的匈奴人怎么办 狗头军师道 莫独心中微动 现在事情已经出了 说什么有屁用 关键是解决眼前困难 最好的办法肯定是俘虏胡害 问题是 不容易啊 一旦不及时撤退 搞不好数十万匈奴铁骑 会落得个灰飞烟灭的下场 纠结啊 汉王 伟大的匈奴人只有背水一战 否则要接受衰落灭亡的现实 狗头军师道 汉王与秦军激战好多天 每一天秦军会射出海量的弩箭 箭支 想象一下 狗皇帝能带多少弩箭 立件来 粮草呢 秦军粮草肯定出问题 否则也不会急于突围 这是个机会 也有危险 需要汉王做出正确决策 另一名狗头军师道 莫独也清楚局势 这是赌博 独胜了 匈奴人大转 赌书了 匈奴人灰飞烟灭 关系到匈奴人的生死 不好决断 大家说说 把心中想法讲出来 一起研究 莫独道 大仗中全是匈奴人高层 站在云端的人 没有一人是弱智 智商绝对狗 汉王 我觉得中原狗说的不错 咱们现在已经没退路 王庭没了 部落没了 族人没了 在这种情况下 只能与秦军拼命 活捉狗皇帝 咱们伟大的匈奴人 才有起死回生的余地 左贤王道 汉王 可是一旦失败 咱们伟大的匈奴 会面临更加大的困难 生存环境会更糟糕 本人觉得 先与狗皇帝讲和 让秦军松懈 咱们匈奴人出其不意闪人 一名部落首领道 有不少匈奴高层点头 汉王 刚才说得很清楚 就算咱们逃出去 吃什么 喝什么 不可能带着牛羊跑路吧 没牛羊 咱们能逃出多远 还要面临秦军追杀 那才是死路一条 万劫不复 一名万夫长道 汉王不论撤退 还是与秦军决死战 还是要与狗皇帝接触下 最好达成几天停战 又嫌王道 莫独摇摇头 想得太好了 胡亥可不是想见就能见面的 特别现在 这种局面下 换作谁不是痛打落水狗 既然大家意见统一 那咱们就与秦军死战到底 至于与胡亥见面 可以把本王话传播出去 由胡亥决定 莫独道 没有选择 不过呢 莫独总感觉有地方没想通 到底什么地方 一下子想不出来 总之感觉不是很好 第289章 秦军总攻开始 莫独刚刚下达 不惜一切代价 进攻秦军 活捉胡亥的命令 突然 大仗又被人撞进来 汉王 不好了 咱们东面出现秦军 正快速向咱们大军 气势汹汹压上来 一名传令兵道 什么 东面出现秦军 怎么可能 难道是上古增援上来的秦军 想救胡亥 逃出包围圈 那咱们进攻上古的二十多万铁骑到什么地方去了 东面有多少秦军 莫独道 汉王 数不胜数的秦军骑兵 正朝咱们杀来 初步估计 最少有数十万骑兵 传令兵道 怎么可能 不可学啊 秦军加起来也不会有数十万骑兵 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数十万骑兵 看清楚 秦军有数十万骑兵 这可能吗 咱们伟大的匈奴人 是马背民族 从小生活在马背上 攻马贤熟 随时拉出来就能成军 中原人不一样 他们训练一支骑兵 需要太多的时间 不是短时间能训练出来的 如何来的数十万骑兵 莫独质疑道 不能说莫独说的不正确 只是莫独的无知 如何会理解 马中三宝对骑兵的重要性 原本大仗中一连苦逼的匈奴高层 听了莫独之言 眼睛一亮 绝对是错误情报 常常松了口气 报信的匈奴小兵 此时在那么多高层面前 那里有胆量争辩 只好乖乖闭上嘴巴 碰 大仗又被撞开了 汉王 不好了 咱们西面出现大量秦旗兵 正朝咱们中军位置杀上来 撞进来的传令兵道 什么 西面也出现秦军 不可能啊 以前为什么一点信息没收到 大仗中匈奴人高层 瞬间脸色巨变 有多少秦旗杀来 莫独道 心中震撼无比 可是莫独依然表面平静 要是连莫独都惊慌起来 这仗还打个屁 莫独不愧为是一代枭雄 把人心掌握得很好 慌乱之心不露痕迹掩盖下去 汉王 我们具体不清楚 只看到数不胜数的秦旗兵 正朝咱们扑杀上来 如果不出错的话 应该有数十万秦旗兵规模 传令兵道 啥 又是数十万秦旗 这可能吗 秦军到底有多少旗兵 一下子 大仗中纷纷议论起来 脸色吓得不轻 一个个出现惊恐万状的神色 汉王 咱们赶快逃吧 秦人是完为三缺一 特意留下北面 让咱们逃跑 一旦四面封死 秦军也担心我们伟大的匈奴铁骑 与之死战 那样秦军损失惨重 又嫌王道 汉王 趁现在秦军还会合围上来 咱们逃吧 一旦秦军封死北面 咱们伟大的匈奴人麻烦 一名万夫长道 不要惊慌 事情没弄清楚 逃什么 能逃到什么地方 一旦乱起来 只会成为秦军口中屠杀的羔羊 莫独呵斥道 立刻派出探马 对北面进行侦查 再派二支铁骑 分别去阻击秦军增援 这是秦军增援白登山的援兵 想救胡亥逃出升天 你们慌什么 成何体统 莫独命令道 遵命 一名传令兵道 莫独走到地图前 又查看起来 汉王 北面道路非常难走 是搓板路 咱们伟大的匈奴铁骑跑不快 容易被秦军追杀上来 左贤王道 不用左贤王说 大仗中的部落首领 万副长 谁不清楚 北面路况很糟糕 一般情况下 匈奴人不会走正北面 进入白登山地区 报告汉王 北面没有秦军骑兵 传令兵道 现在大家商量下 是与秦军决死战 还是趁秦骑兵没合为时 一举逃走 莫独道 汉王 咱们那么多牛羊如何办 不戴上 逃出去也没吃的 戴上的话 咱们逃不出秦骑兵追杀 又嫌王道 莫独纠结啊 心中焦急万分 莫独看向几名狗头军师 汉王 趁现在秦军没合为 一旦北面口子被秦骑兵堵死 伟大的匈奴铁骑 逃无可逃 狗头军师道 汉王 情况紧急 还戴什么牛羊 想都不要想 一旦戴上 数十万伟大的匈奴铁骑 会成为秦军手中的菜 舍得 有舍才有德 舍不得 最后什么也捞不到 又一名狗头军师道 莫独犹豫了 逃出去 数十万匈奴铁骑吃什么 喝什么 没有补给 不用秦军追着打 几天就灰飞烟灭 汉王 赶快下决断 再不决断 秦骑兵就杀上来了 一名万夫长道 汉王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失败乃成功之母 以后咱们发展起来 再抱一件之恨 不要纠结一时的得失 输赢 又一名狗头军师道 汉王 留下一部分铁骑 阻击秦军 其余兵马 从北面逃走 左贤王道 谁留下来阻击秦军 只要活着回来 本王重重有赏 莫独道 大仗中哑雀无声 一个也不开口 傻子都明白 阻击的人基本判死刑 活得机会为零 右贤王 你不留下来阻击秦军 只需要阻击二个时辰 你们就可以撤退 莫独下令道 右贤王脸色苍白 额头上出现无数黑线 心中气愤无比 可是不敢反驳 一旦惹恼莫独 右贤王相信 绝对会白刀子进 红刀子出 莫独实力强悍 打不过呀 右贤王只好忍气吞声 接下莫独的阻击任务 接下来 匈奴人大仗中 一下子乱起来 纷纷带着铁骑 往北面逃走 秦军中军 主公 匈奴人有异动 阻击时发现不那么顽强了 还有匈奴中军 好像乱起来 张良道 主公 匈奴人收到蒙田 穆贵英二位大帅骑兵杀上来 很有可能收到北方消息 想趁此机会逃出升天 魏狩道 呵呵 现在才想起来逃走 莫独不觉得晚了吗 北面表面看 没什么勤兵 可是 在数百里外 有好几道埋伏 就等着匈奴人 倦马皮石出手 北面是绝路 胡亥道 命令 告诉英部将军 总攻开始了 让他加强进攻 不惜代价 攻破匈奴人阻击 秦棋道 遵命 秦卫道 敌敌敌 冲锋号角响起 秦军发起全军出击 气势汹汹 朝着匈奴人扑杀上去 轰隆隆 英部旗下 秦棋出动了 大地震动 万马奔腾 第二百九十章 匈奴铁骑 溃步成军 面对秦军排山倒海般的攻击 匈奴人防线瞬间崩溃 纷纷往后逃走 战役全无 心中只想着如何逃跑 如何保住性命的匈奴人 根本抵挡不住秦军进攻 这才是秦军最强攻击 这几天只能算是与匈奴人玩耍 英部 龙浅 钟离位 继部等人 纷纷带着秦军 朝着匈奴人扑杀上去 战刀挥舞 一颗颗人头落地 啊 惨叫声响起 嗖嗖嗖 红粉兵团 被围军士兵 在孙上香带领下 朝着崩溃的匈奴人 展开射击 扑扑扑 一片匈奴人倒下 右贤王一看 秦军发动了全面进攻 匈奴人抵挡不住 再不逃走 要沦为俘虏 稍加犹豫 右贤王带着轻卫 转身逃走 早把莫独要求阻击二个时辰的事 丢到九霄云外 右贤王一逃 立刻影响正在抵抗秦军的匈奴人 一个个万夫长见右贤王逃走 毫不迟疑 转身逃跑 一炷香时间 匈奴人溃不成军 纷纷逃向北方草原 痛打落水狗 秦军不会放过这样好的机会 拍马朝着匈奴人追杀而去 匈奴人只顾着逃跑 那里会转身阻击秦军 给秦军在跑动中射杀匈奴人的机会 一旦被秦军追上 马刀一挥 长枪一次 破 一个个匈奴人落下马背 西方 木柜 阴兵团 遭到匈奴铁器阻挡 开始时抵抗得非常强悍 双方打得惨烈 不过呢 匈奴人发现 忠军已经开始逃走 再不逃走 要成为秦军俘虏 或者惨死 一下子 原本战役高昂的匈奴人 瞬间士气一落千丈 万夫长大人 好像忠军撤退了 为什么不通知咱们 千夫长道 万夫长心中也郁闷 汉王带着大队人马闪人 只留下他们阻击秦军 一种被丢弃 抛弃的感觉 闪吧 万夫长道 轰咙咙 匈奴铁机一撤 阻击战阵瞬间告破 一名名秦骑兵 朝着逃跑的匈奴人追杀 好多匈奴铁机 一下子无法掉转马头 等到秦军骑兵杀上来时 想逃走失去机会 无可奈何之下 只好跳下马背投降 投降可以有一线生机 抵抗纯粹是寻死 有了一个匈奴人投降 会有第二个 第三个 甚至若干个匈奴人投降 像瘟疫似的 传染性极快 一下子大量匈奴人放弃抵抗 向秦军投降 吕领起带着秦骑兵 手中方天画戟不断挥舞 一个磕磕人头落下 像一只狮子 凶猛的女暴龙 在她的刺激下 秦军士兵血性激发出来 战役飙升 士气高昂 杀意凛然 气势凶凶 匈奴人溃不成军 刀在挥 血在飘 半个时辰不到 原本对峙的双方 演变成一面倒的屠杀 东面战场 蒙田带着蒙义 张寒 张平等将军 朝着抵挡上来的匈奴铁机迎上去 以秋风扫落叶之势 横推 碾压匈奴铁机 特别是匈奴人 看到中军闪人 阻击战线 瞬间告破 秦军骑兵 纷纷拍马扑杀上去 追着匈奴人的屁股猛攻 猛打 单方面屠杀 说起来 匈奴人在兵力上 占不到多少便宜 原本六十多万铁机 经过一个多月的击杀 匈奴人挂掉 差不多十五万人 剩下四十五万铁机 秦军呢 白登山上十三万兵马 牺牲不是很多 主要是依靠秦弩 攻兵射杀 损失不大 加上穆桂英 蒙田二支军团 秦军总兵力达到了四十多万 与匈奴人兵力相差不多 何况 秦齐拥有马中三宝 战力飙升几个档次 加上匈奴人战役全无 士气低落 如何抵挡得住 秦军冲锋陷阵 这个时代的骑兵 很多属于轻骑兵 战斗依靠手中弓箭 随身弯刀用处不大 秦军呢 拥有马中三宝 士兵手上不仅有弓箭 还能充分发挥 马刀的效率 能突能射 匈奴轻骑兵碰上 完全抵挡不住 胡亥没出手 站在原地 与张良 魏辽二人在观战 陛下 我们彻底胜利了 魏辽道 关键要看能带到多少匈奴人 斩杀多少匈奴人 一旦不能全歼 会给下一步作战 带来困难 胡亥道 陛下 放心 咱们三路出击 北面还有三道阻击 匈奴人 不会有多少逃出升天 张良道 陛下 就算匈奴人逃出去 也成不了气候 牛羊全被咱们搅货 他们吃什么 魏辽道 呵呵 老太尉 匈奴人可以载马啊 胡亥道 战场上 到处是投降不杀 跪下投降 好多匈奴人看失败 不可避免 乖乖跳下战马 举起手 朝秦军士兵投降 接管俘虏的事 交给步兵 秦骑兵可是追着匈奴铁骑屁股 一味猛杀 猛追 墨独带着手下 数十万铁骑 往北一路溃不成军 好多士兵被秦军追上 不是被秦军杀死 就是向秦军投降 等到墨独逃出百里地时 跨下战马 疲乏无力 搓板路 战马最消耗体力 汉王 咱们伟大的匈奴人 损失惨重啊 只有二十多万铁骑跟上来 其余损失于尽 左贤王道 放心 这个筹本 王迟早会向胡害狗 皇帝讨回来 让中原人付出惨重代价 莫独狂言道 轰隆隆 跑得好好的战马 一下子倒下了 怎么回事 跨下战马虽然疲乏 可也不至于如此不堪 汉王 地面上有无数多的陷马坑 三脚钉 咱们战马踩上就遭殃 一名万夫长道 地面上陷马坑 洞非常小 只够一条马腿踩进去 也不是很深 可是效果特好 牵着马走 冒顿道 地面上陷马坑太多了 数不胜数 匈奴人刚下马背 搜搜搜 洛尔边从林中 射出一支支利剑出来 狠狠扎在匈奴人身上 扑扑扑 一片倒下 轰隆隆 后面追杀的擒骑兵杀道 看到乱成一团的匈奴人 毫不迟疑扑上去 投降不杀 跪下投降 抵抗者杀无射 秦军士兵一声怒吼 让匈奴人吓得身体颤抖 搜搜搜 工兵不断射箭 看到拒步投降者 立刻射击 扑扑扑 在强大火力扫射下 匈奴人没有选择 只好投降 一道阻击 令莫毒丢掉十万铁机 只带着一半逃向北部 收缴十万俘虏 可是需要时间 跳一下 秦军士兵吼叫道 匈奴人不清楚 怎么回事 只好乖乖听话 纵身跳起来 一旦发现 匈奴人身上有伤 秦军士兵 毫不留情挥出一刀 直接斩杀 秦军不需要伤兵 没有那么多钱 来给伤兵治疗伤势 只能送他们剑肠升天 第291章 秦军歼灭百万匈奴铁机 追杀溃逃的匈奴铁机 整个战斗持续了二天时间才结束 秦军三个军团 在鹰部 穆贵鹰 蒙田三名大帅 亲自带领下 痛打落水狗 追着匈奴人屁股猛冲 猛打 不给匈奴人半点机会 白灯山脚下 秦军中军大仗 胡亥下令让伙头军做好饭菜 摆上酒 等候秦军士兵回来 回来的秦军士兵 把压界的俘虏交给步兵接管 走进食堂吃饭 士兵们太饿了 穆贵鹰回来了 胡亥看到 他脸上疲乏的神色 心疼无比 贵鹰 辛苦了 快去吃饭 有什么事 饭后再说 胡亥道 嗯 胡亥一直站在营寨口 等候一个个将军 士兵回来 与每名将军雄抱 跟在胡亥身边的张良 未聊二位大佬 也被胡亥这一番操作 深深感动 历代帝王中 有几名能做到 胡亥一直站在营寨口 欢迎秦军士兵归来 给鼓励 安慰的话 最后一波秦军士兵 押接着俘虏回来 胡亥才走进中军大仗 开始吃饭 子方 战国统计出来了吧 胡亥道 陛下 经过二天日夜不断的追杀 共歼灭匈奴铁骑十四万余人 俘虏匈奴人近三十万 只有数万人逃脱追杀 不过 逃出的数万匈奴人 很多进入深山老林中 活下来的机会不大 主要是莫独带着数千兵马逃脱 张良道 我军伤亡有多少 胡亥道 一共伤亡三万多人 其中挂掉 重伤者有二万余人 其余是轻伤 几天就痊愈 张良道 士兵的尸体一定要收起来 全部火化 把他们的骨灰带走 放在烈士陵园 让后人祭奠 对于军猎鼠 一定要好好照顾 该给的抚恤金不能少 一定要到位 若有人敢喝士兵血 朕让他尸骨无存 退役的士兵 交给那个培训 让他们到各地村中 去担任官职 咱们不是缺乏基层官吏吗 胡亥道 遵命 张良道 抚恤金由各兵团 负责送达家眷手中 士兵的同袍不会乱来 省得让其他人插手 胡亥道 遵命 张良道 陛下 缴获方面 战马近三十万匹 其中 完好无损的战马 有二十万匹 兵器无数 牛羊缴获数十万只 还有一些皮章 帐篷 草药之类的东西 张良道 这些东西 全部带回中原地区 兵器交到工坊重新演练 牛羊交给那个处理 胡亥道 陛下 在匈奴人迎寨中 还释放了上万名中原人 他们是这些年来 遭到匈奴人抢劫 一起带回匈奴部落 这次随匈奴人行军 主要负责照看马匹 给匈奴人做饭等杂事 另外还俘虏一些匈奴妇人 其中有一人是莫读的王后于世 如何安排 张良道 解救出来的中原人 一律释放 发给路费 让他们回家好好生活 若想要牛羊 可以分点给他们 匈奴人妇女吗 看下将军们 是否有意纳妾 不行就带回中原 拍卖出去 这些匈奴妇人 身份显贵 一定会拍到很好的价码 胡亥道 陛下 匈奴于世不留下自用吗 将军们说 专门留下来 送给陛下享用的 张良道 胡亥摇摇手 不用 真不用 让给将军们吧 胡亥道 好了 咱们接下来 商量下如何干净 歼灭匈奴人 彻底解决中原百姓之患 胡亥道 张良站起来指着地图 诸位将军 韩信率领旗下 十五万秦旗 出松花江 朝着莫读老曹挺进 刚刚收到消息 莫读老曹已经摧毁 只有数万兵马 逃向北海一带 不过呢 匈奴人莫读逃走了 草原上 还有大量匈奴部落 一旦我们停止进攻 过上几年 匈奴人又会南下入侵中原 这次按陛下意思 趁莫读战败之机 出兵大草原 将一个个匈奴部落 倾脚干净 不让莫读有机会死而复生 我们从这里杀进去 韩信待在莫读老曹 不断对周围匈奴部落出击 等我们会事后 再带兵马朝北海进攻 一定把匈奴歼灭 张良道 陛下 出兵我们不会有意见 关键是补给上 咱们中原人一直解决不了 应不道 陛下 只要解决补给 出兵绝对是正确选择 彻底将匈奴人消灭 是中原多少年来的愿望 蒙田道 补给问题 不用各位将军考虑 朕来解决此事 你们只要横推 碾压过去 把草原上匈奴部落 一一清剿干净 不要有遗漏 胡亥道 陛下 你已经出来三个多月 不回咸阳不好吧 匈奴人 把咱们围困在白灯山上 莫读派人到中原散步 这个消息已经传遍天下 若是陛下长期不在咸阳城露面 会让有心人跳出来 对政局稳定不利 陛下不能随行 未聊道 呀的 胡亥也不想北征 问题是不去不成啊 秦军补给靠胡亥 要带那么多的粮草 兵器 除了胡亥释放空间外 无法解决秦军补给问题 陛下 出征的事交给我们将军负责 陛下回嫌阳城稳住局势 帝国好不容易稳定下来 不能再出现动乱 蒙田道 一个个将军纷纷相劝 好了 朕必须随军出征 否则 如何解决不解 不趁此机会解决匈奴问题 朕心不甘 胡亥道 陛下 臣妾随你出征 穆贵英道 胡亥摇摇头 贵英 正如老太尉说的 咸阳城中确实有一些不和的声音 特别是投降的那些反王 心怀不轨 你带着一兵团 驻扎咸阳 给朕看好天下 咸阳城中基本没兵马 只有数千新兵担子 中原一带有高顺 黄中驻守 朕放心 可是 咸阳必须有人驻守 押接着俘虏 牛羊回去 好好休息一段时间 你与林起 有好几年没休息了吧 胡亥道 陛下 穆贵英还要争 被胡亥抬手制止 全军休息三天 三天后出征 英部大军在左面扫荡 蒙田旗下大军在右侧扫荡 胡亥道 遵命 紫房随阵出征 老太尉岁数大了 随穆贵英将军回咸阳城吧 胡亥道 陛下 老臣身体很好 不用休息 微臣跟着陛下出征 魏辽道 老太尉 坚决不行 到了北海一带 气温极低 你的身体承受不住 胡亥道 接下来三天 秦军士兵休息 胡亥呢 整日与穆贵英纠缠在一起 好好补偿这些年来 亏欠他的 第292章 玉门关大胜 玉门关 战斗非常惨烈 每天要抵抗伪匈奴铁击进攻 秦军士兵身心疲惫不堪 依然在坚持 霍聚病旗下四万多兵马 经过二个多月的战斗 此时已经牺牲一万多人 伪匈奴人损失更惨重 足足数十万伪匈奴人挂掉 留下一具具尸体 每天战斗结束 霍聚病要安排士兵到城外清理尸体 嗖嗖嗖 弩箭在不停射击 阻击伪匈奴人的进攻 扑扑扑 一鸣鸣进攻路上的伪匈奴人倒下 玉门关上 弩箭之消耗极大 加上不停的射击 擎弩也坏了好多张 好在咸阳城 一直不停往玉门关运送弩箭 擎弩 兵器 确保玉门关不失 尽管伪匈奴兵力是擎军数十倍 擎军依靠城墙 将伪匈奴挡在玉门关外 霍大帅 白登山战役有结果了 传令兵到 霍聚病这段时间 压力山大 身心疲惫不堪 巴不得白登山战役结果早出 一把抢过传令兵手中情报 歼灭匈奴铁集上百万骑 莫毒带着数千骑溃头 哈哈 霍聚病兴奋地流下热泪 大声狂笑起来 太不容易了 最终抵挡住伪匈奴人的进攻 兄弟们 陛下在白登山取得大胜 一共歼灭匈奴铁集上百万 其中杀死匈奴人近七十万 俘虏匈奴人近三十万 莫毒那个王八带着数千骑逃窜 我们秦军胜利了 霍聚病大声怒吼道 帝国万岁 秦军万胜 陛下万岁 秦军万岁 一下子 玉门关上秦军士气爆棚 战役滔天 给予进攻中的伪匈奴严厉打击 进攻中的伪匈奴人 心中感觉情况不好 玉门关上秦军士兵士气 战役突然飙升 伪匈奴撤退了 伪匈奴人中军大仗 二个月连续作战 伪匈奴人损失惨重 兵马从原来上百万铁骑 下降为数十万 损兵折降近一半 就是说 有近五十万伪匈奴人 倒在玉门关城墙下 损失惨重啊 要不是有匈奴人监察 西域诸国 诸部落的伪匈奴人 早闪人离开了 谁会傻傻进攻 问题是 有匈奴人强压着 一个个国王 部落首领不敢不听从 否则会遭到灭族 匈奴人的残酷无情 西域的伪匈奴人太了解 不听话 杀 杀到乖乖听话为止 西域诸国 诸部落被匈奴人杀怕了 杀得血流成河 杀得尸横遍野 不论男女老幼 一律不放过 使者大人 秦军士兵 为什么会如此兴奋 高呼帝国万岁 秦军万圣 到底发生什么事 有汉王消息吗 一名西域国王 小心翼翼倒 汉王大军正包围狗皇帝 狗皇帝身边只有 区区十多万兵马 汉王旗下上百万铁骑 一直在等待狗皇帝 粮草消耗光 再给秦军最后一击 彻底解决狗皇帝 使者道 大仗中西域诸国王 部落首领 心中不相信使者的话 可是没有证据 一个个低头狂冠马尿 大家不要垂头丧气 胜利属于我们伟大的匈奴人 狗皇帝只是各龙中鸟 逃不出百万匈奴铁骑的包围圈 只要解决狗皇帝 中原大量美人 黄金白银 食盐 茶叶 兵器等 全是我们的 到时候 你们一个个赚的盆满钵满 关键是 只要活着狗皇帝 可以逼迫签订下不平等条约 咱们天天从中原人身上 撕块肉下来 这是多么荣光的事 你们应该感到高兴 有幸参与 伟大的战役 匈奴使者道 低头喝闷酒的伟匈奴人 心中狠狠鄙视 每天都是这种不沾边的话 早听厌倦了 一点实实在在的消息没有 只知道进攻 再进攻 什么时候 是个头啊 使者大人 那秦军士兵 欢呼什么事啊 一名部落首领 再次问道 可能是获取并发神经病 说出什么话 忽悠士兵吧 目的就是提升士气 战役 希望士兵 努力抵抗我们的进攻 咱们再坚持几天 肯定会有消息传来 匈奴使者道 哼 一名伪匈奴士兵撞进来 在一名国王耳边 小声咕嘟几句 什么 汉王上百万匈奴铁 其灰飞烟灭 秦军胜利了 不可能吧 怎么可能呢 狗皇帝身边 不是只有十多万兵马吗 一下子 那名国王眼神呆滞 傻愣 嘴巴大张着 半天和不拢 也说不出话 好半天才缓缓清醒过来 使者大人 刚刚传令兵进来报告 说是得到秦军士兵 高声议论 说汉王战败了 上百万伟大的匈奴铁 其溃不成军 彻底被狗皇帝歼 天面俘虏 说什么汉王 带着数千兵马逃出秦军追杀 其他兵马全没了 秦军士兵为这个消息欢呼雀跃 西域一名国王道 啊 战败了 怎么可能 汉王手下不是有上百万凶悍的铁骑吗 狗皇帝身边只有十多万兵马 如何会打得过汉王 不可学啊 这个消息肯定是假的 是为扰乱军心 秦军特意释放出来的 目的是让我们退兵 匈奴使者撕心裂肺 怒吼道 打死使者都不会相信这个消息是真的 没道理啊 十多万被包围的秦军 如何歼灭上百万凶悍的匈奴铁骑 好多大帐中的万夫长 首领 我王集体呆滞 傻傻看着使者大人 等待他说话 大家不要听信谣言 这绝对是秦军特意泄露出来 让咱们信以为真 你们想想 这可能吗 狗皇帝身边只有十多万兵马 如何歼灭上百万伟大的匈奴铁骑 这是秦军的阴谋诡计 千万不要相信 咱们依然对爱官进攻 不要给秦军休息 调整的时间 二个月都进攻了 再松懈下来 会给秦军调整的时间 咱们二个月进攻算是白忙活 挂掉那么多士兵 不是白死了吗 匈奴使者继续忽悠道 不过呢 貌似效果不太好 没什么说服力 哄 大仗又被撞开了 这次撞进来的是匈奴人 使者身边的传令兵 大人 这是刚刚收到的消息 传令兵道 匈奴使者接过来 迅速查看起来 随着查看 使者脸色苍白 手在颤抖 不可能 如何会输呢 不科学啊 匈奴使者拿到消息 依然不相信 情报是真实的 以为是情报有误 嘴巴吼叫 这下大仗中 其他人全明白了 匈奴人输了 连裤衩都输掉了 上百万伟大的匈奴铁骑 只有莫毒带着数千骑逃走 其他匈奴人不是挂掉 就是被俘虏 轰隆隆 晴天霹雳 回过神来的西域诸国 诸部落 纷纷起身跑出大仗中 毫不犹豫 带着手下兵马闪人 迅速逃离玉门关 这个伤心之地 恐怖之地 死亡之地 一秒钟不愿意待 第293章 普天同庆 卖爆 卖爆 秦军歼灭匈奴铁骑上百万 玉门关大胜 击退伪匈奴铁骑上百万 消灭五十多万铁骑 卖爆 快来买报纸了 重大消息 秦军胜利了 百家讲堂 咸阳日报上 纷纷在头版 刊载出秦军消灭匈奴铁骑的消息 暴同叫喊声响起 打破街道上行人的目光 一个个读书人 书生停下脚步 掏出钱来购买 咸阳日报 百家讲堂 第一时间翻阅起来 连吃早餐都忘记 好 太好了 我们秦军终于大胜了 一名名读书人 书生边看边叫喊起来 这段时间 咸阳城太压抑 被各种消息充斥着 令百姓们忧心忡忡 百姓刚刚能吃饱肚子 一切军事胡害掌权后发生的事 突然 各种不好消息传出 太学院学生 同样是忧心忡忡 他们中很多 寒苦出身的学生 要不是胡害坚持大力举办学校 新教育 他们不可能上学 无数学生 百姓涌上街头 游行欢迎秦军胜利 秦军万圣 帝国万岁 陛下万岁 秦军威武 声浪一浪高过一浪 不论是学生 还是百姓发自内心高呼 内阁借于这种情况 休整三天 让天下百姓同庆 皇宫中 五妹娘 上官瓦 黄月英 狄人杰 贾许 扁鹊 吕志 秦夫人 萧和 曹参 许富 许旺 范增 赵佗 丽时齐 于子七 吕太公 公输车等重臣聚集在一起 他们心中也兴奋 这么多年 中原一直被凶无人压着打 虽然时常发生战斗 中原人也取得胜利 可是呢 从来没有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 两个方向 一共歼灭凶无人 一百五十万人 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胜利 百姓听闻欢欣鼓舞 特别五妹娘 上官瓦 黄月英 吕志 秦夫人几人 他们与胡亥有说不清的关系 这段时间说不交集 那是骗人的鬼话 胡亥亲自去设陷阱 引诱莫毒上钩 这要多大的勇气 胆略 方案制定出来 胡亥毫不犹豫地执行 这是胡亥对贾许的绝对信任 一旦出现差错 可要遭到俘虏 面临死亡威胁 胡亥却没有含糊 一力承担下来 帝国高层知道情况 百姓 学生可不清楚情况 为了保证计划 顺利完成 内阁肯定不能事先泄露天机 得等到战役有结果 说压力山大的人 绝对是贾许 毕竟 方案出自贾许之手 一旦出现失误 贾许可要面临 很多人的质问 大生历史 贾许整个人倒下 这段时间 贾许一直在担心 再好的计谋 也有意外事情发生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这是任何一个 谋士惧怕的东西 读书人 学生 百姓得知胡亥 亲自冒险 去当诱饵 引诱莫读上钩 为了消灭匈奴铁骑 胡亥不顾自身安危 冒险行事 这是在咸阳日报 百家讲堂 刊登出来 一下子 让胡亥在百姓心中地位 再次拉高 百姓需要这样有能力 敢担当的皇帝 为了中原百姓的和平 安稳去冒险 昨天晚上刚接到消息 五妹娘 上官瓦 黄月英 秦夫人 吕志等几名美人 聚集一起 喝酒庆贺了一番 普天同庆三天 各地原本紧张的气氛 随着秦军取得胜利 一个个别有用心的人 缩回去 天下各地张灯结彩 百姓自发走上街 庆贺秦军胜利 锣鼓喧天 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 军兵忙碌起来 维持秩序 确保庆贺顺利进行 不要发生打架斗殴事件 就连文明学校里的人 也放假休息 好多匈奴人 在文明学校中 听到秦军歼灭 上百万匈奴铁骑 一下子目笨口呆 不敢相信是真的 最恼火的是刘邦 加上手下冠英 夏侯英 他们三人关押在一起 免费供给吃住 除了不能离开咸阳城外 基本不干涉 他们的行动自由 三人听到消息 心中气愤难平 原本胡亥想给冠英 夏侯英二人一个机会 遗憾的是 他们二人 愿意与刘邦共患难 胡亥不抢求 满足他们二人要求 此时的帝国 缺冠英 夏侯英没有任何影响 胡亥手下 有大把能争善战之辈 刘公 狗皇帝又胜利了 冠英道 是啊 玉门关 遭到上百万伪凶奴铁骑进攻 居然让霍聚病 给抵挡下来 最令人遗憾的是狗皇帝 我们原来以为是狗皇帝重击 一头撞进莫毒伏击圈 原来这一切 全是狗皇帝的阴谋诡 以为玉门关 白登山两个方向 各有上百万铁骑 狗皇帝一定抵挡不住 天下一定会乱起来 咱们还有机会 现在看来 我们想太多了 白白空欢喜一场 夏侯英道 三人喝着闷酒 心中五味杂权 唉 刘邦长叹一声 狗皇帝运气太好了 明明要亡国的大好时机 赵高慧突然遭到击杀 让狗皇帝重新掌权 一切军事狗皇帝掌权后 慢慢解除困境 不甘啊 刘邦道 刘公 不是听吕太公讲 你是那颗地心吗 现在那颗地心如何 还有什么机会 管英道 现在一切都不知道 本宫去拜访吕太公 对方不愿意见 刘邦道 刘公 我听人说 吕志与狗皇帝走得很近 他们两个狗男女之间 有龌龊事发生 夏侯英道 说起来刘邦心中 怒火节节攀升 想把吕志 胡害碎尸万段 这事 是刘邦一声之耻 不说那对狗男女 刘邦道 刘公 咱们今后怎么办呢 冠英道 等 等一个机会 先逃出咸阳 再到其他地方闹事 一定不能让狗皇帝心安 刘邦道 刘公 一旦咱们逃跑 再被抓捕归案 那狗皇帝 绝对不会再放咱们生路 一定会斩尽杀绝 刘公要考虑清楚 夏侯英道 死有何惜 总被天天 关在这个笼子里墙吧 刘邦道 说实话 冠英 夏侯英二人 现在心中 有点后悔莫及 没有答应胡害招服 现在沦落为囚徒 想要让胡害再来招聘 那绝对不可能的事 他们二人 是刘邦的跟班 胡害肯定不会轻易释放 至于刘邦 想都不要想 项羽自尽了 只剩下一个刘邦 胡害怎么可能会释放 当初天下混乱 主要就是项羽 刘邦二人带头 也只有二人兵马众多 第294章 收服土著 南郡 武兵团聚集地 经过几个月的气候适应性训练 士兵基本适应炎热气候条件下作战 按照作战方案 武兵团分成二线作战 一线由彭越带数万兵马 从GX进入滇东地区 对夜郎国进行征服 然后朝滇国挺进 将其纳入帝国管辖 另一路线由张线带兵马沿海岸线向南挺进 解决九针 日南二个地区的土著 把后市的南越彻底拿下 这段时间 南郡道路有了好转 到了武兵团出征时候 先说张线这一路兵马 张线 陈平二人带着数万秦军士兵 向九针那个地方杀过去 一路上遇到土著部落 这个时代的九针地区 土著还处于原始状态 没什么国家概念 只有一些部落 手里兵器 基本是木质 石头 还有一些粗糙的弓箭 不过 箭之上沾有毒物 一旦秦军士兵中招 短时间内会挂掉 幸好 扁鹊先生来南郡时 制作了好多防止毒的药品 不仅有针对毒蛇的药 还有针对各种蜈蚣 蟹蚁 马蜂等动物的药品 若不是胡亥出现 这个地区应该是 赵驼征伐下来的地盘 建立国家 成为南越国祖宗 现在吗 由张线来征服吧 so 突然从林中冒出一支利剑 狠狠扎在一名秦军士兵胸口上 幸好土著射出的剑威力弱 没穿透胸口上铠甲 大家小心 有土著偷袭 一名基层官吏吼叫道 说说说 一下子前锋军士兵迅速趴下 对着剑制来的方向查看 寻找出手的土著 哼 找到你了 so 秦军士兵毫不犹豫 一箭射出 poo 命中土著人胸口 留下一个血洞 说说说 几名秦军士兵迅速扑上去 将土著按在地上 军中郎中帮助治疗 总算逮到一个活的 这段时间 秦军士兵一直遭到土著偷袭 一个活的土著没捉到 全部被射杀 审讯 随军会讲土著化的百姓参与 一边询问土著 百姓一边翻译 通过审讯 得知前方二十里地 有一个部落 人口近千人 情况马上报告到张县 陈平二人 南军到九镇的路太难走了 四周到处是密林 气候炎热 还要面临密林中许多毒蛇 蜈蚣 蚂蚁 黄蜂等的袭击 什么 那个土著部落中 有二头战相 几天来 秦军同样碰上野相 士兵拼命射击 一点作用不起 也像皮糙弱厚 弓箭根本伤不了野相 张将军 让士兵多准备点易燃物 带上打火用的东西 一旦看到战相出击 马上点火阻挡 陈平道 张县点点头 这是胡亥临走时 告诉二人的方法 一个营的兵力派出去 秦军没啥偷袭的土著 带上他 一起往土著部落杀过去 有了土著人带路 一路上土著哨兵 被一一制服或者击杀 很顺畅到了土著部落 下一刻 土著部落被秦军士兵包围起来 翻译与土著二人 大声用土著语叫喊 让土著放下武器 接受秦军的俘虏 秦军不会伤害土著 到了秦军中 有吃的 穿的 不用担心生活上问题 搜 突然一只利剑射来 目标就是喊话的土著 一名秦军士兵 迅速将土著扑倒 躲过一劫 秦军怒火中烧 营长下令开火 搜搜搜 弓箭手射出一只凶残的利剑 数十名土著 倒在血泊中 几轮箭雨过后 地上倒下好多土著尸体 这下土著吓得不轻 根本不敢再出手 纷纷躲藏起来 轰隆隆 大地震动 二只战相出现了 朝着秦军士兵扑上来 点火 营长下令 轰 一团团烈火点燃 战相吓得不轻 调转方向 朝着土著的地方撞进去 一下子 土著部落里 响起惨叫声 士兵嘴角上出现微笑 秦军士兵一步步压迫上去 将一个个土著抓不起来 半个小时 战斗结束 俘虏土著六百多人 刚才战斗中 射杀土著三百多人 还缴获有一些物资 通过土著 翻译与俘虏的土著交流 沟通 土著明白是秦军来了 只要归顺秦军 他们土著部落里的人 不用担心吃饭 穿衣等问题 只需要听从秦军的话 干点苦力 帮秦军修修路 砍砍路二边的陵墓 其他的事 不用土著人干 土著人一听 兴奋啊 这个时代的土著 在密林中生活非常辛苦 随时面临死亡威胁 不仅吃的 穿得无法保障 生命也得不到保障 三天二头饿肚子 只有逮到大型猎物时 才能保食一顿 其他天最多能采摘点野果冲击 这个时期的土著 并没有后世南越人 狡猾奸诈 十足的白眼狼 卑鄙无耻 胡亥相信 只要文化入侵 让土著今后必须说中原话 不能讲土著语 不用多少年 土著一定会被中原人同化 让土著人成为一个个中原人 以成为中原人自豪 当然了 不是白白给土著吃的 穿的 必须要干活 为秦军干活 才能取得食物 说白了 另一种类型的文明学校 针对秦军的做法 土著欢天喜地 坚决服从秦军命令 安排干什么 马上很卖力的干 对于土著来说 干点力气活 就能吃饱 穿好 这是世间最好的事 谁不愿意啊 除非脑袋进水 或者被门夹了 接下来事情就简单多了 给土著发衣服 让他们穿在身上 又给他们分发粮食 粮食不会发多 一天一发 杜绝土著逃走 土著身上穿着新衣服 一个个吃得饱饱的 陈平此时出动了 他告诉土著 让他们分别到其他土著部落 告诉各个土著部落 秦军来解救他们 让他们有好的生活 秦军不是来杀土著的 只要归顺秦军 土著会吃饱 穿好 要知道 这些土著部落 一年也没多少 才能吃饱 穿就不用说了 就是树叶 瘦皮之类的东西 其实就是一块遮羞布 身上除了遮羞布 什么也没有 听了陈平的话 土著非常乐意 为秦军办事 一个个争先恐后的报名参加 对于这种事 秦军肯定是持欢迎态度 来投降的土著部落越多 秦军士兵伤亡会减少很多 有了大量土著来投诚 可以让土著修路 搭桥 打通南郡到九镇 日南的公路 秦军缺什么 强劳动力啊 有了土著投诚 陈平 张献二人 笑得嘴都合不拢 秦军缓慢推进 一路上接收土著部落投诚 不愿意来投诚的 秦军毫不迟疑地 派兵马扑杀上去 将其斩尽杀绝 一个俘虏不留下 秦军只需要听话的土著 不需要土著 与秦军讲价钱 开什么玩笑 武装倒崖的秦军 对土著开战 那是降维打压 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对手 卑贱的土著还敢与秦军讨价还价 那不是坐在山顶上 硬钢以卵击石 第295章 拿下九珍 张献 陈平二人带着秦军 朝着九珍那地方 慢慢扫荡过去 一路上速度想快也无法 路况太糟糕 只有靠俘虏的土著人 帮忙修路 好在 大多数土著部落知道 秦军不是入侵 是来解救他们的 非常欢迎 极少数不愿意臣服的土著部落 直接消灭 南越这个地方可不简单 想想后世的高如鸡 漂亮国 在这个地方打十多年的战 最后损失惨重 承受不住巨大伤亡 只好灰溜溜撤退 没有赵佗阻挡 不论是九珍 还是日南 都不可能抵挡得住秦军高危打压 阻挡 只会加速灭亡 要是逃入密林中躲藏起来 秦军暂时没办法清酒 只能以后有机会再说 陈先生 这些土著很听话 陛下怎么会说 此地土著很凶残 狡猾无比 张献道 这个老夫也不清楚 不过呢 既然陛下说了 咱们还是小心点 不要吃亏 陈平道 二人那里会晓得 胡亥是根据后世判断 对于现在情况一点不知道 而且 后世这个地方上的人 貌似是赵佗带来的秦国大军 也算是中原人 特别是南越北部 很大一部分是中原人 秦军给点粮食 衣服 土著尽力的干活 比中原人还听话 令二人意想不到 这个地方 天气太炎热 张献道 陛下 早就提醒过 说此地气候潮热 不是当地人不好待 一定要适应气候 陈平道 要不是陛下阻止 咱们不让士兵适应气候 会非战时损失很惨重 张献道 报告张将军 陈先生 我军队对顽固不化的土著部落轻角 遇到一群战相 给我们造成极大麻烦 传令兵道 不是告诉兄弟们 出征时 一定要做好准备 带上易燃物 点火阻挡战相攻击吗 张献道 张将军 听说那群战相是野相 一看到火光就乱窜 有的士兵一时逃不了 被野相撞飞 死了十多名 受伤上百人 传令兵道 派军中郎中 士兵增援 一定要救下活着的士兵 不能放他们不管 张献道 遵命 传令兵道 张帅 看来陛下说的没错 这个地方不简单 也像很多 就算士兵准备后 也会遭到袭击 必须告诉士兵 眼睛睁大点 耳朵竖起来 不要大意识经周 陈平道 张献点点头 一连串命令下达 令原本松松垮垮的 秦军士兵迅速打起精神 二个月后 秦军到达九镇那个地方 这里有个超级土著部落 人口达到数千人 不论秦军如何相劝 坚决不臣服 秦军没有办法 只好采取强硬措施 准备一举歼灭 该土著部落 这是一个相对平坦的地方 秦军包围起来 缓缓压上去 轰隆隆 土著出动战相 压的 上百头战相 朝着秦军外围震的冲撞上来 点火 哄 一堆堆大火点燃 刚冲到火堆旁边 战相扭头就逃 朝着土著部落内横冲直撞 一下子 土著部落里惨叫声响起 啊 有的土著朝外面跑出来 遭到秦军士兵弓箭手射杀 嗖嗖嗖 一支支利剑 扎进土著身体上 出现一个个血洞 扑扑扑 靠近不了秦军士兵 瞬间倒下一片 周围秦军士兵 看到土著部落里 人仰马翻 很多土著被战相 撞得东倒西歪 叫喊声响成一片 那种场景令人看了心寒 土著逃无可逃 四处乱窜 嗖嗖嗖 十多名秦军士兵倒在血泊中 什么 身后有土著偷袭 秦军被打得措手不及 箭头上沾满毒药的利剑 扎在身上 只需要一刻钟 士兵会面临死亡 阻击 一名营长叫嚷道 说说说 数百名秦军士兵迅速调转方向 朝着射箭的土著扑杀上去 嗖 一名土著挂掉 扑 秦军士兵手中战刀一挥 土著脑袋落下 指挥作战的张献愤怒了 好多外围阵地遭到土著偷袭 一下子秦军乱起来 好在秦军士兵训练有素 混乱只为车片刻时间 在基层观力的叫喊声中 秦军开始有组织的还击 将偷袭杀来的土著 一个个杀死 不过呢 这一波偷袭 让秦军士兵损失数百人 没办法 土著熟悉地形 容易逃出升天 秦军士外来人 对地理地貌不熟悉 追杀上去 没追几步 失去土著踪迹 给本帅杀 一个不留 张献下达屠杀命令 除了遭到战相撞死的土著 数千名土著惨遭屠杀 惨 惨绝人寰 这就是战争 何况是种族间战争 只有一方倒下 彻底挂掉 战事才会结果 没有对与错 没有正义与邪恶 只有胜负 文明需要进行 血腥少不了 社会要进步 必须付出代价 想想西方世界的帝国 那一个个帝国手上 不是沾满鲜血 沾满杀戮 帝国是建在他国死亡的基础上 牛牛称霸世界数百年 犯下庆竹难输的罪行 谁去伸张正义啊 历史是胜利者书写 漂亮国收割世界的韭菜 有意见又怎么了 谁让漂亮国实力强大 是世界老大 不听话 派出大兵入侵 把人家地盘打得稀巴烂 难民无数 惨死成千上万 漂亮国会关心他国人民的死活吗 像罗马帝国 孔雀帝国 同样充满杀戮 灭掉一个个国家 抢劫 掠夺他国财富 赤国国的抢劫 这就是帝国 充满血腥味 文明要推进 这个阵痛是必须的 这个未灭吗 让秦帝国来开启文明进程 社会进步 让中原人在这颗星球上崛起 复兴 由于遭到偷袭 张献下令 让旗下士兵 对周围地区进行地毯式搜查 把隐藏起来的土著抓捕 击杀 不留下后患 吃一欠 掌一掷 秦军士兵 看到数百名同袍挂掉 不敢再大意 就算睡觉时 也小心谨慎 半个月时间 清脚土著数百人 一一将其斩草出根 秦军停在九镇这个地方 让土著继续修建道路 修通往日南那个地方的道路 当然 秦军士兵并未闲着 依然派出多路士兵 劝服地方土著部落臣服 有土著带路 土著做翻译 进展非常不错 武兵团已经俘虏了十万土著人 有了十万人修路 进展也快了不少 分段是实施 至于十万土著有多少人会活活累死 秦军不会关心 第296章 夜郎国投降 再说 彭越那一路秦军 彭越大军从南郡出发 经过JX进入夜郎国 其实 也不能说是夜郎国境 这些地方基本算是无主之地 偶尔会碰到一些土著部落 不过呢 彭越对于这一带的土著部落 没有下达屠杀命令 以俘虏为主 教育为辅 胡亥告诉彭越 这些地方的土著 最后会同化成中原民族 算是中原种族一家人 对于土著的偷袭 士兵身上准备扁鹊先生的解毒药 只要救治及时 一般不会挂掉 彭将军 前方十多里地 发现一个土著部落 传令兵道 土著部落里 有多少人 彭越道 大约数百人 传令兵道 彭越头大 一路上不仅道路难走 基本没什么路 需要士兵边走边砍陵墓 好在俘虏一些土著 秦军发给粮食 衣服给土著 让土著帮忙修建公路 这个时期的土著 是真正的土著 身上没什么衣服 关键部位有片瘦皮 作为遮羞布 其他地方那里会有衣服 吃的除了打猎 采摘野果外 只能饿肚子 农耕文明 还未进入这些地区 谈不上什么国家 连部落里的人也很少 最多就是数百人 正常情况下 数十人 十多人 部落一大 不容易解决吃的问题 秦军最大的困难 就是道路 对于土著 经过一段时间的友好交往 秦军获得了土著人的好感 可信度上升 太难了 秦军必须修道路 才能前进 好在几年下来 帝国粮食充足 补给不会出现问题 由秦军士兵自己输送 要运送粮食补给 道路必须通四轮马车 四轮马车是秦军中标配 要是使用原来的二轮马车 拉的东西实在太少了 不够运输人员消耗 一个营的士兵得到命令 迅速朝着那个土著部落扑过去 土著部落被秦军包围起来 派土著去跟土著部落沟通 经过沟通 土著不相信 秦军会给粮食 衣服 对于土著来说 有粮食 衣服 比什么都好 土著部落首领 来到秦军中军大帐 告诉他 只要土著部落 臣服秦帝国 并发下誓言 他们需要的粮食 衣服 我们秦军会免费提供 不过 目前不能让土著部落 到中原生活 需要为秦军修建公路 等战争结束了 可以让他们到中原生活 彭越道 叽叽喳喳 翻译跟上 部落里除了大人 还有好多孩子 他们也需要粮食 秦军会给孩子食物吗 首领叽叽喳喳道 翻译 秦军可以提供粮食 衣服 不过 大人必须要干活 才能获得物资 小孩子不在内 可以免费给孩子食物 衣服 一切要听秦军命令行事 不能乱来 彭越道 叽叽喳喳 如何相信秦军不会反悔 一旦公路修通 将他们杀害 首领叽叽喳喳道 翻译 我们秦军是蒋姓宇的帝君 不会干那种 卑鄙无耻之事 只要臣服秦国 你们部落就是帝国子民 怎么会向子民下手 彭越道 叽叽喳喳 土著首领点点头 与彭越机长成事 就这样 一个个土著部落 成为秦军土建工程队 帮忙秦军修建公路 队伍越来越大 土著人口也随着前进增长 粮食消耗 也一天比一天巨大 给秦军压力山大 不过呢 秦军依然咬牙挺住 不断从南郡运送来大量粮食 衣服 满足秦军消耗 秦军太难了 士兵不仅要防止土著偷袭 还要小心提防山林中的野兽 特别是蚂蚁 毒蝎 蜈蜈 毒蛇等小动物 对秦军危害性极大 大型野兽反而不算什么 不论是猛虎 豺狼 豹子等大型动物 一见到秦军人多势众 马上逃走 当然了 秦军不仅是修公路 还对四周聚集的土著一一征服 让其臣服帝国 不过 好像这个时期 隐藏在山中的土著部落 不算太多 彭越也搞不清楚 一个部落与一个部落说出的话不一样 只有部分相同 连笔带话 总算能猜测出对方话里意思 说实话 彭越不清楚 为什么陛下 要对这些拉屎不升区的地区感兴趣 胡亥告诉彭越 这些地区隐藏好多矿产资源 现在我们用不上 但是 数百上千年后 绝对是宝贝 咱们这次征法 说白了 不仅是版图扩大 主要是为后人留下丰厚资源 当然了 通过这次出兵 让秦军素质大大提升 成为一名名优秀的山地兵 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行军 终于到达叶郎国外围地区 报告彭将军 在走上百里路 就是叶郎国 前方地势平坦 我军只需要二天时间 能赶到叶郎国城墙下 传令兵道 加快前进 彭越道 听说到叶郎国 秦军士兵兴奋无比 一个个像吃了兴奋技士的 士气高涨 战意飙升 二天后 秦军到达叶郎国城墙下 彭越大失所望 与想象中的城池根本搭不上边 看上去就像是中原地区的一个村镇 只是村子稍大点而已 城墙用木头围起来 呀的 彭越有骂人的冲动 这也叫国 整个叶郎国 占地面积一万多亩 有人口一万人不到 叶郎国的百姓 身上没什么衣服 依然是用树叶 瘦皮 遮蔽住身体关键部位 看不到布匹 叶郎国士兵 手中拿着一根根木棍 石块 像样点的铜兵器也非常少 只有极少数人手中持有 彭越摇头苦笑 这是将为打压呀 回过神来的彭越 下令派出土著进城中 去与叶郎国王好好谈下 我要试图抵抗 几名土著走进叶郎国 国王看到土著身上 穿着光亮的衣服 心中羡慕无比 这些土著国王认识 还打过交道 清楚他们部落的情况 才多长时间 摇身一变 成为秦军姓氏 叶郎国王与土著沟通好一阵 只要臣服秦军 秦军真会攻击我们大量吃的 穿的 不会是想忽悠我们叶郎国吧 叶郎国王道 叶郎国王大人 你觉得秦军有必要忽悠你吗 只要秦军愿意 随时让叶郎国灰飞烟灭 难道凭你们手中这些烧火棍 抵挡得住秦军的进攻 土著道 看到没有 秦军士兵刀枪伶俐 锋利无比 你们手中的兵器 碰上就断了 土著补充道 叶郎国王要把手下大臣叫来 一起研究 最后 叶郎国承认打不过秦军 只好乖乖向秦军投降 成为秦帝国一分子 木砍找开 欢迎秦军进入城内 第297章 跨海出征 帝国水师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准备 帝国水师拥有五维战船数十艘 各种冲锋艇无数 水师官兵也训练成军 不仅掌控长江 还把近海彻底掌控 黄月英经过多次测试 生产出指南针出来 交到周瑜手上 令其兴奋无比 周瑜一直在等待指南针 战船在大海中航行 面对一望无际的海洋 没有指南针 无法判断航线 指南针对于航海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设备 有了指南针 才能确保队伍的安全 在没有指南针之前 周瑜只能带着战船 对大陆近海沿线进行征伐 不敢伸入大海 不过呢 收获挺不错 近海岛屿全被纳入帝国管辖 什么宜州岛 弯弯岛 珠牙州岛 海南岛等近海大量岛屿 基本被周瑜拿下 现在有了指南针 周瑜准备带着水师 向东阳四岛进行征伐 完成胡亥的旨意 一定要抓捕徐福归案 徐福从始皇帝身上 骗取战船 大量同男同女 水军士兵 各种工匠数千人 上万人的中原百姓 被徐福私心带出海 说直白点 徐福是东阳人的祖宗 一点不为过 东阳四岛上的土著 还处于原始社会形态 根本不知道国家的概念 生活靠打猎 采摘野果冲击 什么农业生产 农业 艺术 手工业 基本没有出现 岛上还是一片空白 徐福带着中原人 留落东阳四岛 才让岛上有了农业生产技术 有了种子 有了艺术 徐福本身是一名术士 又是一名郎中 农业技术得到发展 各种技术 开始在东阳四岛上普及 让东阳四岛 慢慢走向封建王朝 才有了国家概念 不过呢 胡亥出现了 不会给徐福太多的时间发展 要趁着东阳四岛 没形成国家概念时 一举灭掉 彻底解决中原人的祸害 后世东阳四岛 对中原危害极大 差点被东阳人奴役 掠夺中原大量黄金白银 文物古丸 占据中原矿山 抢劫中原资源 奴役中原人民 甚至还发生南京大屠杀事件 对于这样的种族 胡亥绝对不会放过 一定要加以惩罚 把徐福抓捕回来受审 从另一个方面讲 东阳四岛是徐福发现的 属于中原岛屿 周瑜带着战船出征了 船队浩浩荡荡 朝着东阳四岛扑过去 战船上水兵 经过一年半的适应性训练 已经适应了深海的狂风暴雨 报告周帅 前方数十里外 发现有一股龙卷风袭来 船队必须调整方向 避开龙卷风 船令兵道 给各战船发出命令 让其规避龙卷风 要是有战船与船队失去联系 调整方向朝东阳四岛出发 在东阳四岛海面上再会合 周瑜道 遵命 船令兵道 战船上其与兵打出命令 一搜搜战船迅速调整方向 避开龙卷风袭击 哗啦啦 龙卷风袭击伴随着倾盆大雨落下 一下子能视度大大下降 只能看出数十米远 五围战船是人力驱动 此时船舱内水手拼命用力 与自然相抵抗 想要逃出龙卷风区域 龙卷风速度太快 船队不论如何努力 还是被龙卷风外援扫中 船队中 战船发出鸡鸡响声 像是随时要散架似的 恐怖 非常恐怖 船上士兵惊恐万壮 周瑜一个个命令下达 七语兵顶着狂风暴雨 将命令一条条条发出 两炸箱时间 足足两炸箱时间 秦军水师与暴风骤雨对抗 船舱中水手疲惫不堪 龙卷风过后 船舱中一鸣鸣水手 根本动荡不了 体力消耗过大 透支 周瑜下令船队缓慢前行 就地休息 报告周大帅 一共有十艘战船失去联系 二十艘战船受到一定损伤 不影响航行 不过 甲板有一部分士兵掉入大海中 此时生死不明 船令兵到 周瑜点点头 深海处确实太危险 尽管胡亥已经打过招呼 依然让周瑜心生后怕 派出战船 搜索落水的士兵 周瑜道 遵命 船令兵道 战船朝四周搜索 一旦发现士兵马上救援 又是一个时生过去了 报告周大帅 就其落水士兵三百余人 其余数十名士兵不知下落 是否还要寻找 船令兵道 继续寻找 尽量找到落水士兵 将其一一就上船 周瑜道 遵命 船令兵道 周瑜心中郁闷 魏战出现损失 令周瑜心中充满怒火 接下来二个时辰 又搜索到十多名落水士兵 其他已经彻底无望 就算不死 已飘远了 出发 目标东洋四岛 周瑜道 遵命 船令兵道 队伍继续航行 第二天 又碰上狂风暴雨 给舰队带来极大困难 风大浪高 战船承受巨大压力 出征舰队艰苦奋斗 克服一个个困难 度过一个个危险 周大帅 一艘五围战船漏水 工匠查看一下 暂时无法修复 除非在船场 船令兵道 让船上官兵迅速转移 不要再留在战船上 周瑜道 接下来 接应船上水手 士兵损坏的战船只好抛弃 秦军士兵刚刚转移完 轰隆隆 那艘五围战船沉入海底 一个巨大的漩涡出现 有二名水手被卷进去 瞬间不见身影 死了 好多士兵留下热泪 把牺牲的士兵水手登记好 等回中原后 一定记住要给家眷抚恤金 周瑜道 遵命 船令兵道 报告周大帅 发现四艘战船 好像是我们失联的战船 不过只有四艘 船令兵道 打出旗语 让对方报告情况 迅速与舰队会合 周瑜道 遵命 不大一会儿 四艘五围战船靠近 与舰队打出旗语 相互问候平安 让四艘战船报告损失情况 周瑜道 遵命 船令兵道 报告周大帅 四艘战船 一共损失十九名士兵 还有清商士兵 不影响航行 船令兵道 周瑜点点头 此次出海 让周瑜明白 胡亥所讲的 大海非常危险 不准备好 会损失惨重 让各战船向目标挺进 不要掉队 周瑜道 遵命 旗语兵迅速打出命令 一艘艘战船 朝着东阳四岛扑过去 十多天 舰队前方出现一个小黑点 越靠近黑点越大 一下子 士兵们兴奋无比 命令 各战船做好攻击准备 发现敌人直接开火 不要与之莫计 周瑜道 遵命 船令兵道 第二百九十八章 水师杀到窝岛 周大帅 我们失联的战船 他们正缓缓从东面驶来 船令兵道 给战船打旗语 让他们迅速归队 周瑜道 遵命 船令兵道 越靠近窝岛 越能看清楚陆地的情况 一 东阳人也有船只 周大帅 东阳人的战船 与原秦帝国生产的老式战船 一模一样 这里有问题 船令兵道 周瑜心中明白 徐福带着大量中原工匠 到东阳四头 虽然没几年时间 还是生产出战船出来 周瑜惊讶万分 不对 好像是从原秦帝国出发的 徐福舰队 留存下来的船只 并非是新打造的 命令 让战船出击 一定要把东阳人的船只击沉 不要留下一片木屑 周瑜道 遵命 船令兵道 此时 数百艘小木船 正朝着秦军水师主力战舰 迎面快速驶过来 其宇兵打出命令 哄 秦军水师战船迅速迎上去 五围战船上的拍玉 狠狠朝东阳人小船只拍下去 碰 小船只成 受不出巨大的力量 一下子被砸的大洞出来 海水涌进船舱中 秦军水师战船不停下 依然朝着小船只撞上去 哄 小船被撞得支离破碎 化成一片片木屑飘落在海中 很多东阳人落入大海 拼命往陆地上滑水 搜搜搜 一支支要命的弓箭 准确无误扎在海中的东阳人身体 片刻时间 海水中冒出一股股鲜血 这是不对称的战争 降维打击 高维打击低维 纯粹不成正比 秦军水师五维战船排水量高达上千吨 东阳人的小木船排水量只有数十吨 如何对抗 秦军战船上有拍玉 投石车 擒弩 还有士兵手中优秀的弓箭 就算撞击 东阳人也不成 轰隆隆 一条条东阳人小木船化成木线 大量东阳士兵在海水中挣扎 还要面临秦军士兵手中弓箭射击 能逃出升天的太少 两株箱时间 迎上来的上百条小木船在海面上消失 化成为一片片木线 就落水的东阳人 先在战船上审讯一番 周瑜道 遵命 传令兵道 派出战船对岛屿四周进行巡逻 发现船只一律击沉 不给东阳人有机会逃出升天 周瑜道 遵命 传令兵道 一个个东阳土著 被秦军水师救上来 马上面临审讯 周将军 俘虏中有一些是中原人 传令兵道 哦 中原人怎么会到窝岛 不可能吧 他们既然是中原人 如何来到窝岛 周瑜道 周将军 据俘虏说 他们是受始皇帝命令 送徐服到海外仙岛 寻找灵药的水兵 传令兵道 把所有中原人一个个叫进来 本都都要亲自审讯 周瑜道 遵命 出发时的上万人 只剩下十不存一 登上窝岛 遭到岛屿上野蛮土著的攻击 他们一打猎 采摘野果为生 身上挂着树叶 瘦皮 紧紧一块遮羞布 其他地方暴露出来 后来在徐服组织下 中原人抵抗野蛮土著的攻击 将其一一斩杀 俘虏了好多土著 现在岛屿上中原人 只剩下数百人 其余不是挂掉 就是被土著俘虏 土著人残酷无情 他们把中原人 当成二只脚的羊 把俘虏的中原人 活活烤吃掉 要是中原女子 不仅要承受凌辱 一旦土著没吃的 就把女人烤了吃掉 几年来 通过不停的调查 其他岛屿上 还是有中原人 不过处境都不好 战船有一部分 是从中原带出来的 还有一部分 是在岛屿上打造的 落水的东洋人 基本是臣服徐福的土著 徐福利用自己手上医术 为土著治病 换取土著猎物 慢慢获得土著友谊 现在窝岛上 一共有人口数万人 完全臣服徐福 周瑜了解清楚情况 心中感慨万端 徐福为了活命 撒下弥天大谎 为始皇帝寻找仙药 纯粹是为一以私利 害得上万名中原百姓 惨死一乡 从俘虏中原人口中得知 到了此时 徐福依然没有 向中原百姓 讲清楚情况 一直欺骗百姓 是受使皇帝之命 可耻 难怪胡亥一定要抓捕徐福 原来徐福真是个大骗子 为了一以私利 害死太多中原百姓 中原人 好生对待 其余土著不用那么好 让他们干苦力 换取食物 不听话者 杀无赦 周瑜道 遵命 传令兵道 战船靠岸 船上士兵注意观察 一旦发现有野蛮土著人攻击 不要留守 周瑜道 遵命 其余兵打出命令 码头太小 根本停靠不了五维战船 士兵放下小船 坐上小船 朝着陆地上扑过去 小船中的勤军水师士兵 一个个手持弓箭 密切注意岸上情况 一旦有动静 马上射击 五维战船上的勤武 投石车也严阵以待 确保登岸士兵的安全 提供火力支援 不过呢 土著可能吓唬到了 海水中变成血红色 血腥味十足 恐怖至极 勤军陆战队士兵登上岸 迅速往前推进 抢占一个个制高点 掩护其他士兵上岸 陆地上土著呢 隔着老远在观看 码头太小 登陆花费大量时间 二个时辰才登陆一千余人 岸上有一千名勤军士兵 情况得到好转 不用太担心土著偷袭 攻击 凭上岸的士兵 可以抵抗住土著的攻击 徐浮也得到消息 听说勤军水师杀到 一下子令徐浮哑口无言 傻愣得好半天 别人不明白 徐浮自己非常清楚 自己干的那些事 一旦被秦军抓捕回帝国 肯定会受到史皇帝严惩 咋办呢 抵抗 别开玩笑了 那什么与秦军士兵抵抗 纯粹是老寿星上吊 寻死 不行 必须找个理由 再骗史皇帝 思考半天 徐浮才起身 带着人朝码头上赶过来 第二百九十九章 戳穿徐浮鬼话 徐浮来了 来拜访秦军水师周瑜 消息传到周瑜指挥舰 令周瑜微微一愣 把徐浮带到战舰上来 周瑜到 一个钟后 传令兵带着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 进入船舱中 身上衣服破烂 还穿着瘦皮衣 身高一点七零米左右 白发苍苍 已经摔老了许多 没有在咸阳城市的风流样 此时的徐浮已经进入老年 可能是精力多了 脸上呈现出苍苍感 不过呢 周瑜从徐浮身上感觉出 对方绝对是一名超级高手 修为达到战尊中期 哄 周瑜释放出气势 朝着徐浮扑面而来 压得徐浮很难受 下马威 瞬间 周瑜收回气势 徐浮明白 这是对方给他的下马威 只要他敢乱动 能一举灭杀 对于周瑜的修为 徐浮也惊讶万分 徐浮在窝岛 除了修炼 基本不干什么事 这几年下来 修为大涨 从原来战皇境 一举突破到战尊境 原本以为 这样的修为在秦帝国 也算是顶级存在 不用担心安全问题 错了 徐浮大错特错 他的修为在周瑜面前 不值得一提 周瑜不仅修为高深莫测 加上越级挑战能力 可以对抗巅峰战胜竟修为的人 你就是徐浮 周瑜道 是 草民受使皇帝之命 带人到海外寻找仙草 炼制长生不老药 徐浮依然忽悠道 哈哈 周瑜大声笑起来 狠狠鄙视徐浮 到了现在还在忽悠 要不是胡亥说清楚 世上没有什么长生不老药 真会被忽悠道 灵草找到了吗 周瑜道 将军 灵草不好找啊 整个窝岛草民已经查看 依然没发现 还需要时间 徐浮胡扯道 徐浮啊 陛下说得不错 你就是一个大骗子 满口胡言乱语 没有一句是实话 什么炼制长生不老药 你们术师炼制的是毒药 不仅不能让人长生 还能让服药的人中毒 史皇帝就是服用你们术师炼制的仙丹 才会五十岁就挂掉 若是不服用你们术师炼制的毒丹 怎么会轻易挂掉 世上根本没有长生不老药 想要长生 只有通过锻炼 不断打过身体极限 让身体生命层次不断提高 才能达到活更长的性命 什么仙丹 纯粹是胡说八道 徐福 你知罪吗 周瑜呵斥道 咕咚 徐福吓得不轻 一下子跪下 朝着周瑜磕头 嘴巴里叫嚷着饶命之类的话 你的生死 本帅做不了主 要由陛下决定 能否活下来 得看你如何表现 周瑜道 出征前 胡亥给周瑜讲 从另一个方面说 徐福发现窝岛 就是炎黄四岛 对帝国是有贡献的 若是徐福表现好 带着秦军对炎黄四岛进行征伐 减少秦军士兵伤亡 确实可以考虑 留下徐福一条狗命 后世 窝岛上发现一座大墓 规模非常大 比故宫还大 窝人年年祭拜 一直延续了数千年 不过呢 当坟墓打开后 窝人愤怒了 他们祭拜上千年的坟墓 打开后经过鉴定 发现不是窝人祖先 是中原人 气啊 木火中烧 胡亥猜测 可能是徐福的坟墓 毕竟 徐福可是窝岛文化传承者 从中原带到窝岛 很多种植技术 医学 大量工匠 促使窝岛发展 使得窝岛文明推进 社会进步 这样一个牛人 肯定会受到窝岛祖先的重视 要是没有徐福 窝岛的进化 还需要数百上千年 不会发展那么快 从这点上讲 徐福就是窝人的老祖宗 像赵佗是南岳老祖宗似的 不用质疑 遗憾的是 胡亥出现了 不允许窝岛继续发展 彻底打断了窝岛发展阶段 会从市面上抹除 胡亥给周瑜的命令是 对窝岛上的人斩草除根 不留下后患 不给子孙后代留下麻烦 窝人太坏 一个卑鄙无耻的种族 周瑜的话 让徐福看到了希望 可以不死的机会 将军 史皇帝真归天了 徐福道 归天好多年了 你欺骗史皇帝 带着船队离开中原 没二年就挂掉了 周瑜道 不过呢 陛下说 就算不追究 你欺骗史皇帝之欺君之罪 你本身也有重罪加深 由于你胡说八道 带着中原上万人 跨海离开中原 让上万人中原百姓 死伤惨重 这是不可饶恕的 由于你的自私 害得那么多百姓 客死他乡 难道不是 你造成了吗 周瑜道 将军 草民认罪 草民为恕罪 愿意带着秦军 被炎黄四岛进行征战 消灭岛上土著人 徐福道 说吧 现在中原人活着的 还有多少人 周瑜道 不到三百人 徐福道 唉 周瑜常常叹口气 十年不到时间 带出来上万中原人 只剩下数百人 感慨万端啊 把臣服你的土著集中起来 秦军需要他们修路 搭桥 为秦军出征创造条件 周瑜道 遵命 徐福道 对了 听陛下说 岛上黄金 白银矿铸藏量丰富 这个岛屿上有黄金 白银矿吗 周瑜道 窝岛在后世是一个资源贫乏岛屿 其实 那是被窝人挖光了 窝岛上并不缺乏资源矿 另一个未免 唐宋时期 貌似窝人到中原来 喜欢带上大量黄金 白银上贡 况且 黄金 白银与铜的比值非常低 好多中原人 运送铜币到窝岛上 被换成黄金 白银 据说窝岛上黄金 白银非常多 只是缺乏铜矿 将军 这个岛屿上 确实发现了黄金 白银矿 有好几个 只是这个地方冶炼水平差 不会冶炼 一直以原矿使用 像狗头金之类的金矿 有好多 当地土著不知道 时常捡来与我们兑换 或者用来支付看病费用 徐福道 把你手中获得的狗头金 全部上交 谁让你给中原百姓 造成如此大的伤亡 算是赎罪吧 周瑜道 徐福此时 那敢违抗 只好乖乖听话 想要活命 还需要靠周瑜 在胡亥面前多说好话 否则 等待徐福的是死路一条 等徐福把获得的狗头金拿来 周瑜惊讶万分 呀的 怕有数墩狗头金 关键是金含量非常高 达到80%含金量以上 差不多算是赤金一类 嘿嘿 有了这些狗头金 此次出征 费用基本赚回来了 第三百章 战争残酷无情 秦军士兵登上岸 有了徐福这个本地通 周瑜把臣服徐福的土著集中起来 让土著修建码头 秦军呢 只需要付出一丁点食物 免费劳动力呀 为了获得秦军食物 窝岛土著非常卖力 秦军根据土著干活多少发放食物 对于好吃懒做的土著 秦军会毫不犹豫砍下脑袋 连续斩杀十多名土著 吓得土著不敢再讨价还价 只能乖乖听话 服从命令 趁此时间 周瑜派出好多侦察兵 对窝岛上情况进行侦察 有了徐福这个带路党 秦军侦察兵有地放食 十多天后 码头扩大 侦察兵也得到确切情报 准备对聚集在窝岛上的一个大部落出兵 臣服徐福的土著有一万多人 岛上还有一个土著部落 与徐福部落不对眼 土著修建好码头 又修建道路 周瑜不急于出兵 先让土著修建道路 战船呢 利用这段时间 对炎黄四岛转了一圈 还在一些小岛屿上 竖起起一块块石碑 秦帝国石碑 小岛归帝国所有 周将军 修建道路的土著受到攻击 好多土著挂掉 其余的跑光了 徐福道 周瑜脸色一沉 还剩下多少土著 周瑜道 四千多人 徐福道 另外一个部落的土著偷袭 他们把人当成二只脚的羊 抓回去烤着吃 徐福补充道 呀的 真是野蛮人 道路修到什么地方了 周瑜道 距离那个土著部落 还有数十多里地的地方 徐福道 既然如此 那就出兵吧 周瑜道 命令传达下去 一名名秦军士兵迅速行动起来 周瑜带着五千秦军士兵气势汹汹 杀向土著部落 身边跟着徐福等狗腿子 道路太难走 大军速度快不起来 秦军一出动 土著部落马上收到消息 不过 土著并未逃走 想与秦军决战 土著有数万人 手上拿着各种木棒 实质利刃 还有从修路土著手中抢到的锄头 周瑜看到土著手中的武器 摇头苦笑 将为打压呀 不要说土著只有四万多人 就算再多些 有何用呢 缓缓压上去 周瑜下达命令道 秦军士兵排着整齐有序的战阵 朝着土著方向慢慢压上去 轰隆隆 数万土著看到秦军压上来 马上一窝蜂迎着秦军士兵扑杀上来 勇敢啊 一个个不惧怕生死 无敌冲锋 有用吗 弓冰 三段式射箭 周瑜到 搜搜搜 上千只利剑狠狠扎进土著人身体 瞬间土著先血标射出来 滑向空中 太高效了 剑无虚发 一鸣鸣奔跑中的土著倒在血泊中 搜搜搜 一轮轮剑雨射出 把冲锋中的土著阻挡在前方百步距离 软短的百步距离 成为土著噩梦般存在 土著太多了 数万土著一起跑向秦军 不论弓兵射杀如何有效 依然有好多土著 杀到秦军战争前 秦军战争前 一排排长枪兵 评刺 收枪 再次 一切有条不稳进行 土著杀到秦军士兵面前 被一只只长枪贯穿 好多土著致死不明白 秦人的戾气 为什么如此锋利 一扎一个洞 他们的兵器可没那能力 不能怪谁 只能怪土著太原始 拿着最原始的兵器 与武装倒崖的秦军对抗 纯粹寻死 这就是将为打压 无论土著如何勇敢 生猛 军成为秦军刀下鬼 二炷香时间 土著挂掉上万人 这下在笨拙的土著心中明白 但不过秦人 不是一个层次的战斗 哄 土著溃不成军 朝着后方逃窜 秦军依然不紧不慢跟上去 弓兵用手中弓箭 不停射杀土著 长枪兵用长枪刺死土著 接下来一面倒的屠杀 好多土著嘴巴里叫嚷着 秦军士兵听不懂的言语 不过呢 秦军士兵不会手下留情 依然用手中战刀 长枪砍向土著身体 不留下活口 报告周大帅 斩杀土著三万余人 其余上万名土著逃进深山老林 暂时无法跟进 传令兵道 打扫战场 野蛮尸体 周瑜道 遵命 传令兵道 逃进深山老林中的土著 让周瑜头大 让士兵进山 不可能那样伤亡惨重 会受到土著偷袭 不进入 要如何歼灭土著呢 纠结啊 徐福 逃进山中的土著 如何消灭 周瑜道 将军 不用理会 只需要守好下山的路 土著逃进深山老林中 没有吃的 不用几天会下山 来寻找食物 到那时再出手击杀 徐福道 山中不是有野兽 野果吗 周瑜道 将军 土著手无寸铁 如何猎兽野兽 野果更是稀少 根本不够那么多土著食用 徐福道 速度太慢了 没有更好的办法 只能留下部分秦军士兵助手 把下山的土著一一歼灭 其余秦军转移战场 对其他地方进行清剿 周瑜留下二千士兵 其余三千人分成三组 在徐福手下人带领下 对其他地方清剿 呀的 有奸臣真心好啊 接下来 一个个土著部落遭到毁灭性打击 周大帅 土著下山来了 传令兵道 哦 周瑜走出去 一个个土著高举双手 缓缓向秦军走过来 主动投降 秦军马上给投降的土著好吃的 让他们吃饱喝足 让他们到山中去说服其余土著 这一招很有效 几天后 逃进深山老林中的土著 纷纷走下山 向秦军投降 秦军不可能养那么多土著 粮食也不够消耗啊 周瑜下令 让土著挖坑 一个个巨大无比的坑出现 然后 把一个个土著推进坑中 活埋 不错 就是活埋 非常残忍 想想三十万南京百姓 是如何死的 大家就不会觉得残忍了 为了中原子孙后代 不受窝人入侵 这样做是值得的 我不下地狱 谁下地狱 周瑜只留下数千臣服徐服的土著 其他抓不到的土著 一律活埋 不留下后患 数百年后 中原一些考古工作者 在炎黄四岛上 发现好多坑埋 通过考古 明白这里经历过战斗 这些人是活埋的 一时间 很多中原百姓震惊了 我们是礼仪之邦 怎么可能会干活埋人的事情 绝对不可能 诸多百姓质问考古人员 一时间 整个帝国炒翻天 第301章 苦逼的莫独 再说莫独 白登山决战失败 带着数万匈奴铁骑杀出重围 朝着北方大草原逃走 问题是 莫独溃不成军 没有不给跟上 士兵要恶肚子 逃出勤军追杀 此时莫独及旗下兵马 不论是战马 还是士兵 已经疲惫不堪 到了身体极限 看到一条河流 凶奴人纷纷奔过去 跳下战马 把头亲入水中 想大喝一顿 莫独明知不妥 可是 在这种情况下 莫独没有制止 任由士兵下马喝水 莫独自己嗓子也冒火 清兵打起水 送到莫独手中 莫独一屁股坐在草坪上 大口大口灌着水 轰隆隆 意外发生了 隐藏在树里外的丛林中的 勤军骑兵杀出来 朝着下马喝水的莫独 残兵败将扑过来 一下子 正在河里喝水的匈奴人 吓傻眼 呆滞 傻了 赶快上马 莫独一声怒吼道 惊慌失措的匈奴人 连忙站起来 寻找自己的战马 兵器 瞬间乱成一团 轰隆隆 秦骑兵可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朝着混乱中的匈奴人扑杀上来 秦骑兵是由张平带领 他带着五千骑兵 一直埋伏在此 等待匈奴人到来 看到匈奴人下马喝水 心中爽翻天 等匈奴人全部下马 纷纷跳进小河中喝水时 张平带着五千骑兵杀出 砰砰砰 距离太近 只有数里地 对于骑兵来说 只是片刻时间就能杀到 此时的匈奴人乱作一团 相互间找不到战马 找不到兵器 有的匈奴人看到秦骑兵杀来 不管是谁的马匹 立刻跳上马背 朝着外逃走 很多匈奴人手上没有兵器 弓箭 赤手空拳跳上马背逃走 不理会同袍叫嚷 莫独此时也顾不得手下士兵 带着轻卫跳上战马就逃 秦骑兵杀来的速度太快 大部分匈奴人还在寻找战马 兵器呢 张平旗下五千秦骑兵 以意待劳 体力爆棚 战役滔天 士气高昂 面对如此强悍的秦骑 疲惫不堪的匈奴人 如何抵抗得住 扑扑扑 一颗颗匈奴人脑袋掉落下来 无可奈何之下 好多匈奴人放弃逃走 乖乖向秦骑兵投降 单方面屠杀 匈奴人被秦军杀破胆 大量秦骑兵撞伞匈奴人 留下少部分士兵 看守匈奴俘虏 其余的士兵 朝着莫独逃走方向追杀 悲催的莫独 心中怒火中烧 破 莫独忍不住一口老血吐出来 身体一扭 眼看要掉下马背 幸好旁边轻微接住 保护着莫独逃走 不知逃了多长时间 只知道胯下战马 再也跑不动了 清醒过来的莫独 看见逃出来的手下 只剩下一千多人 其余士兵不是遭到屠杀 就是投降 没不及 莫独下令图战马 喝马血 吃马肉 一千多名匈奴铁骑 等莫独彻底摆脱秦骑兵追杀后 只剩下数百骑 有的活活累死 有的饿死 几天后 莫独带着数百骑 碰上一个匈奴人部落 部落里的匈奴人 惊讶万分 怎么可能 我们伟大的匈奴人 怎么能败呢 中原人 不是一直被我们伟大的匈奴人 压着蹂躏呢 不可学啊 莫独等人 在部落里吃饱喝足 在部落里征召年轻人 一个个年轻人被争掉 莫独告诉部落里的人 赶快往北迁移 搞不好会碰到擎骑兵 有了不及 士兵 莫独战役又冒起来 继续往北走 不过呢 莫独不敢回老曹 担心 回去受到韩信大军围剿 只好避开老曹 向更远方逃窜 张平呢 击杀匈奴人六千多人 俘虏匈奴人二万余人 缴获战马两万五千余匹 弓箭 箭之无数 押着俘虏 缓缓往回走 胡亥呢 穆贵英带着十五万大军 押运着三十万俘虏 赶着上百万只牛羊 朝着燕门官而来 胡亥带着二个兵团 向草原上杀过去 把大军交给蒙田将军指挥 胡亥带着张良 在后军跟着 近二十万轻骑兵 蒙田分成三组 从三个方向一路横扫过去 把草原上的匈奴部落 一一倾脚 胡亥参加远征 说白了 就是提供粮草补给 战士不用胡亥考虑 全部由蒙田决定 在绝对实力面前 一个个匈奴部落遭到屠杀 男子斩杀 匈奴妇女俘虏 一路上也解救出大量中原百姓 大草原上血流成河 尸横遍野 夜间 草原上群狼出洞 对着死掉的匈奴人尸体死肯 很多匈奴部落想不明白 为什么一贯懦弱的中原人 会如此勇猛 战斗力会爆表 擎骑兵 确切地说 应该叫凸骑兵 擎骑兵已经脱离了擎骑兵的概念 不只是使用弓箭射杀 还能用战刀 长枪冲阵 这是匈奴人做不到的 此时的匈奴人 虽然是铁骑 可是攻击手段单一 只能用手中弓箭进行射杀 二军近身肉搏时 匈奴人占不到一丁点便宜 反而成为擎骑兵手中的菜 其实战争从开始就注定结果 拥有马中三宝的擎骑兵 对战匈奴铁骑 一种降维打击 横推 碾压 陛下 这次出征歼灭匈奴人 解决帝国后患 给匈奴人的教训够重的 张良道 匈奴人说直接点 不是一个种族 一种统称 所有草原种族的统称 不过呢 莫独统一大草原 所有草原种族统一叫匈奴人 子方 这数千年来 咱们中原百姓 一直承受匈奴人的掠夺 抢劫 中原成了匈奴人的后花园 他们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这样的事 一去不复返了 胡亥道 微臣毕生之年 有幸参与这场大战 可以引以为荣 张良道 报告陛下 远方发现大量狼群 估计有数万只 正朝咱们驻扎的地方杀来 一名亲卫道 胡亥微微一愣 狼群 让兄弟们在银寨四周立起火把 将狼群阻挡在银寨外 告诉士兵们不要惊慌 狼怕火 只要天一亮 狼群会逃走 胡亥道 遵旨 花国运职兑换出大量毅燃物出来 交给士兵去点燃火把 胡亥 张良二人走出去 看到外围聚集着数以千计 万计的狼群 死死围在秦军营地外 呀的 恐怖啊 刷 有的狼仕途冲进来 马上遭到秦冰弓箭手射杀 一支支利剑扎进狼身上 让士兵出去抓些狼尸体进来 咱们今晚上烤狼肉吃 胡亥道 遵命 亲卫道 第302章 一夜驻槟城 胡亥 张良伟跟秦军身后 向北方大草原更深处挺进 一路上把匈奴部落倾脚 三路大军横扫过去 一个个匈奴部落歼灭 到了莫独老曹 与韩信大军会合时 已经进入十一月份 进入冬季 韩将军 情况如何 胡亥道 报告陛下 卑职对莫独大本营周边 数百里地范围内 倾脚了一遍 好多匈奴部落 听到秦军杀来 刚开始不相信 随着一个个匈奴部落消灭 匈奴人震惊了 他们做梦不会想到 一贯懦弱的秦人 中原人会如此强悍 加上莫独战败溃逃的消息传来 另一些匈奴部落 带着族人 迁移到更北面 韩信道 陛下 目前有点麻烦 咱们好多士兵 衣服穿着不多 天气寒冷 好多士兵承受不住 这段时间 生病的士兵很多 加上几个兵团会合 靠莫独老曹这个地方 安置不了那么多的士兵 韩信道 韩将军 不要担心 朕这次带来的棉衣 马上让士兵换上棉袄 生病的士兵 让郎中给予治疗 至于莫独地方小的事 由朕来解决 让士兵们到河里打水 一层涂雷起来 灌水 这么冷的天气 水马上会结成冰 咱们修建冰城 确保士兵有党寒的地方 胡亥道 什么 冰城 可能吗 不仅是韩信持怀疑态度 大仗中好多将军都持怀疑 这怎么可能 建一座冰城 同样需要时间 不要用质疑的眼神看朕 你们觉得 朕会骗诸位吗 一夜之间 就能修建好一座冰城出来 胡亥道 啥 一夜时间 修建一座冰城 根本不可能 时代局限了人们的想法 好了 韩将军 先把棉衣发给士兵穿上 再多加些火堆 让士兵好好烤火 胡亥道 花国运职 不仅兑换出衣服 还兑换出大量易燃物 水桶出来 方便士兵操作 对于胡亥 张良及将军们 已经无言了 不知东西从什么地方来 只晓得 一段时间 胡亥会让人到帐篷中取东西 韩将军 这段时间 一共缴获到多少牛羊 胡亥道 陛下 经过几个月浴血奋战 共歼灭大小匈奴部落上百个 一共歼灭匈奴男子二百多万 缴获牛羊 近千万只 正在草原上放 由俘虏的匈奴妇女负责照看 还有一些帐篷 皮章 草药之类的东西 韩姓道 俘虏到多少匈奴妇女 胡亥道 陛下 我们算了下 一共俘虏年轻匈奴妇女近百万 其他的挂到了 韩姓道 士兵出征时间太长了 等兵城修建好后 让士兵放松下 把那些俘虏的匈奴妇女 分配给士兵吧 胡亥道 遵命 韩姓道 陛下 这个不好吧 张良道 子房先生 朕晓得不好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 一是士兵长久出征 憋得太久了 搞不好会出问题 闹出一些不好的事 以其这样 不如稍加松绑 另外 北部草原虽然歼灭了匈奴人 可是时间一长 还会有其他草原种族游牧到这些地方 咱们帝国要留下士兵助手 几年轮换回中原 士兵留下来 得为他们找老婆不是吗 有了士兵 一旦匈奴妇女生出孩子 就算是带有中原血统 可以很好守护这片土地 否则 如何掌控这片土地 胡亥道 张良也在思考 确实没有更好的办法解决问题 只好点头同意 胡亥啃了一块羊肉 看看天色暗了 好了 吃饱喝足 咱们去修建冰城 胡亥道 大家一起走出大帐 士兵已经把水打在桶中 不过 片刻时间就结成冰 根本倒不出水来 鹰部 安排一些士兵专门敲河里的冰 让士兵方便打水 胡亥道 遵命 鹰部道 韩将军 地方丈人好了吧 胡亥道 陛下 方圆十里地范围 已经划好线 就等陛下一声命令 韩信道 让士兵研划好的线挖掘 堆起土 然后再把桶中的水灌盖到堆上 填一层土灌一层水 一直往上加高 胡亥道 遵命 韩信道 先从北面城墙开始 士兵在指挥下 纷纷开始挖土堆起来 随后提水的士兵 把水倒在泥土上 片刻时间 土堆上结成冰 士兵又把挖好的土堆上去 再灌水 又结冰 奇迹出现了 一段城墙出现 让诸位将军 士兵眼睛睁得像牛眼珠似的 不敢相信眼前的事 修建速度之快 呆滞 傻了 看到出效果 士兵干劲更大了 陛下 如何想到此法铸成 张良道 此方 这只是一种常识 气温下降到零度以下 水会结冰 这个地方 晚上温度极低 水灌上去 瞬间化为一层冰 胡亥道 陛下 有了这个铸成方法 我们可以在冬季行动起来 对一个个匈奴部落展开猎杀 韩信道 对 韩将军说的不错 咱们朝更深北部挺进 一晚上住一座城出来 方便接下来猎兽 胡亥道 陛下 要是下雪怎么办 咱们士兵不会滑雪啊 英不道 滑雪很简单 不用几天就学会了 滑雪板阵已经准备好了 一旦下雪 让士兵学习 胡亥道 胡亥带着诸位将军转一圈 查看一下铸成的情况 带着孙上乡 鱼姬进入中军大战中 陛下 咱们要打到什么地方 孙上乡道 秦齐取出地图 指着一个地方 咱们要打到北海 这是一个巨大的淡水湖泊 咱们要掌控 把囤积在那里的匈奴人歼面 胡亥道 陛下 是不是想逮住墨独啊 孙上乡道 胡亥摇摇头 不用 咱们只要把墨独往西方驱逐 等到拿下北海等地区 让霍去兵将军 带着骑兵到西域去狩猎 不让墨独有生存的地方 只能不断往西逃窜 从而达到咱们的战略目的 胡亥道 陛下 不怕墨独在西方站住脚跟 随后又带兵马 杀到咱们底盘上来 孙上乡道 上乡 西方世界可不容易倒下 那里有孔雀帝国 希腊帝国 埃及帝国 罗马帝国 实力都非常强悍 朕就是让墨独去与那些帝国打 到时候 咱们去捡便宜 胡亥道 第303章 匈奴人灭亡 胡亥带兵马 与韩信大军会合 解决了秦军士兵预寒 补给等问题 修建兵城 让士兵有抵御风寒的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 秦军留下足够多的士兵 驻守老曹 看守俘虏的匈奴妇女 其他士兵 继续向北海一带推进 秦军士兵身上有预寒衣服 让秦军士兵士气高昂 战役飙升 朝着大草原搜索 一旦发现匈奴部落 会给予一一屠杀 抓捕匈奴妇女 自从胡亥道后 军纪松绑 让秦军士兵兴奋无比 一到晚上 帐篷中 士兵身体得到释放 心情愉快 战斗力也强大了不少 搜索匈奴部落高效好多 看着秦军一夜筑起城池 匈奴人恐怖之急 吓得纷纷往更北部地区逃窜 北海莫独大帐中 莫独一边在匈奴部落里抽掉兵马 一边朝北海方向逃跑 到了北海 重新建立一个大仗 此时莫独身边只有清兵 加上忠心等等的万夫掌 其他什么左贤王 右贤王等全挂掉 汉王 秦军追杀上来了 据我们大仗 还有五百多里地 传令兵道 莫独听了 木火中烧 那么冷的天气 秦人 中原人如何抵抗寒冷 莫独道 汉王 秦军能一夜住一座城池 秦军士兵全部进入城池中 抵御寒风 传令兵道 什么 一夜住一座城池 不可能 修建一座城池 需要大量工匠 劳力 材料 秦军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秦军怎么可能一夜修建一座城池 这完全是屁话 你们相信这种事吗 莫独呵斥道 汉王 我们也不相信 可是来报信的士兵 说是亲眼所见 不会有假 传令兵道 莫独心中气啊 大草原上匈奴人遭到秦军猎杀 一个个部落消失 剩下的匈奴人越来越少 迁移到北海一带来的匈奴人 实不足一 此时聚集在北海地区的匈奴人 只有区区二十多万 加上囤积在这里生活的匈奴人 也不会有多少 关键是气候太冷 不方便出兵 可是呢 秦军依依不舍 一直追着匈奴人 杀得匈奴人胆战心惊 见到秦军就逃跑 放心 秦军到不了这里 本王查看了下 这几天会下雪 一旦下雪 秦军如何抵抗 莫独道 汉王 秦军可以在雪上飞跑 咱们跑不了 不好吧 一名万夫长道 秦军长途奔袭 不可能带太多东西 像帐篷之类的物资如何携带 到时候冻死秦军 莫独道 说实话 莫独心中也没谱 惧怕秦军真的杀来 一旦杀来 如何应对 秋杰啊 密切监视秦军一举一动 随时来报告 莫独道 遵命 传令兵道 次日下雪了 莫独心安不少 秦军中军大仗 胡亥取出大量滑雪板出来 分发给秦军士兵 让会滑雪的老兵 教诲士兵滑雪 秦军晚上在冰城中过夜 白天学滑雪 一缓十天时间过去了 秦军士兵一个个在雪地里飞快滑雪 出征 秦军五十里地修建一座冰城 慢慢向北海推进 雪天也无法阻挡其步伐 一个个匈奴部落遭到灭杀 汉王 秦军又杀上来了 据咱们只有区区二百里地 不用几天会杀到这里 传令兵道 什么 秦军如何抵御寒冷的天气 莫独道 汉王 秦军会施展法术 一夜间确实能修建一座城池 这次是我亲眼所见 传令兵道 呆滞 傻了 莫独心中气愤无比 秦军这是不给匈奴人活络啊 二天后 秦军确实杀来了 把一个个匈奴部落灭杀 留下一地尸体 莫独看着一路上的兵城 心中搞不懂秦军如何做到的 去怕了 莫独带着手下匈奴铁骑往西面逃走 不过呢 莫独大军无法携带牛羊 雪天行军非常困难 加上饥饿 一天天士兵非战损失惨重 秦军呢 不急于追杀莫独 把北海一带囤积的匈奴部落轻搅一遍 以北海为大本营向四周出征 莫独带着十多万匈奴铁骑逃走 胡亥不担心 等莫独逃出生天 剩下的匈奴铁骑不会太多 能有二万人活下来 已经算长生天保佑了 确实如此 当莫独逃入西域一带时 旗下匈奴士兵只剩下区区一万人不到 铁骑变成步兵 一个个狼狈不堪 战马已经屠宰吃掉了 不过呢 莫独是一带枭雄 一万人也能生存下去 一边让草原上的部落臣服 一边向西逃窜 胡亥让手下秦军士兵 不断对周围地区出兵 清剿北海一带的匈奴部落 几个月时间 趁着下雪机会 给匈奴部落致命打击 下雪天 匈奴人逃无可逃 只能成为秦军俘虏 遗憾的是 秦军不需要男性俘虏 只要匈奴妇女 牛羊 其他东西一一焚烧 开春了 冰城慢慢融化 秦军把俘虏的匈奴妇女 集中到北海 分配给士兵 秦军放松几天 让士兵好好放松下 天气一天天好转 胡亥在北海修建一座城池 解救出来的数万名中原工匠 干劲十足 没用多少天 一座城池出现在北海 通过询问诸位将军 谁愿意留下来 驻守北海城 张平首先举手 好 张平留下来 待满二年 换回中原 以后将军们轮流到北海看守 胡亥道 留下足够多的粮食 弓箭 擒弩 战马 还有匈奴妇女 骑马一名士兵分配到一人 当然了 秦军不仅在北海修建城池 在其他地方也修建 留下驻守的士兵 秦军撤退了 带着大圣返回 押运着大量牛羊 匈奴妇女 慢慢向燕门关走回去 消息传到咸阳 百家讲堂 咸阳日报 纷纷刊登消息 卖报 秦军大姐 卖报 帝军大圣 不少吃早点的读书人 世子 学生 纷纷掏出钱买一张报纸 查看秦军大圣的消息 咸阳城中 百姓自发走出家门 庆祝秦军彻底歼灭凶无人 内阁商量下 放假三天 普天同庆 太学院学生申请游行 内阁毫不犹豫同意 整个咸阳城欢天喜地 百姓庆贺 天下各地同庆 百家讲堂 咸阳日报 详细介绍秦军一路作战的事迹 让百姓高兴 当百姓看到胡亥清征时 一个个高呼万岁 胡亥地位再一次得到提升 天下百姓彻底认可胡亥这个帝王 第304章 蒸汽机 历经一年半时间 秦军彻底消灭北方大草原上匈无人 解决中原数千年之患 胡亥带着凯旋之师回到咸阳 出征将军 士兵接受百姓热烈欢迎 胡亥没随军入城 把这份荣耀留给士兵 将军 帝君万岁 帝国万岁 秦军万圣 秦军威武 声浪一浪高过一浪 百姓在欢呼 学生在高呼 不由而同地叫喊起来 秦军士兵踏着整齐有序的步伐 在街面上行走 士兵脸上出现笑容 世人注目的感觉 让一名名士兵挺起胸脯 街面上众多女孩 小媳妇春心荡漾 胡亥呢 提前几天 翘无声息回到咸阳 与五妹娘 上官瓦 黄月英 吕智 秦夫人等聚集在一起 解决相思之苦 几天后 胡亥精神饱满地走出寝宫 见过陛下 贾许 敌人杰 扁鹊 穆桂英等人行礼道 诸位爱卿 请入座 胡亥道 谢陛下 文和 怎么看上去 你比平时销售了不少 怎么回事 胡亥道 陛下 只要陛下没事 微臣身体随时会好起来 贾许道 扁鹊先生 给文和开副药 让他好好补下 今后还有好多事需要你们操心 不能倒下 胡亥道 遵旨 扁鹊道 今天 咱们君臣只喝酒 不谈公事 胡亥道 这些人是胡亥召唤出来的 绝对忠心耿耿 胡亥的真正核心嫡系 不像本地人士 胡亥不敢全信 君臣放开喝 一个个全喝高了 胡亥让人搀扶在宫里休息 自己则带着穆桂英进寝宫 陛下 微臣手下十五万兵马 加上原贤阳城中二万兵马 白登山战役结束后 微臣抽掉十万兵马到御门关 交给霍区并将军指挥 让霍将军组建六兵团 对吐蕃 西域等地征伐 穆桂英道 桂英 你办得很好 霍区并将军经历过御门关激战 手上确实兵力薄弱 胡亥道 陛下 半年前 霍区并将军已经解放了吐蕃地区 把高山上的百姓解放出来 穆桂英道 哦 不错 霍区并没让朕失望 确实是一把好手 真正的名帅 胡亥道 目前 霍将军带着大军对西域诸国 诸部落进行征讨 谁让他们与匈奴人狼狈为奸 穆桂英道 战事如何 胡亥道 很顺利 目前已经拿下大片西域地盘 最多三年时间 霍区并将军可拿下大碗 小碗与孔雀帝国形成对峙 穆桂英道 粮草不及怎么办 胡亥道 陛下 粮食不及我们无法解决 由霍区并将军自己解决 穆桂英道 霍区并如何解决 胡亥道 西域 在西域地区掠夺 凡是不愿意臣服的国家 部落 会遭到霍将军大军肆意抢劫 穆桂英道 桂英 那可是十万大军 靠掠夺 抢劫肯定不能彻底解决 咱们要派人修建公路 通往西域的通道 一定要打开 那样 获居并将军 才不会有危险 胡亥道 陛下 一年前 内阁就抽调文明学校的成员 到御门关 修建通往西域之路 黄月英搞出水泥等建筑材料 让修建道路也容易了许多 就算在沙漠上也能修建 穆桂英道 嗯 抽调文明学校的成员 那中原一带的水利工程 公共设施 黄河道改建工程 停顿下来了 胡亥道 没有停下来 周瑜出兵炎黄四岛 把徐服抓捕归案 还送来数十万炎黄四岛上的土著 全部被丢进文明学校 帮助帝国修建各种工程 整个情况惺惺向荣 穆桂英道 徐服 周瑜逮到了 陛下 周瑜来信说 徐服非常配合海军行动 让士兵少了不少伤亡 穆桂英道 徐服在什么地方 胡亥道 在大牢中 穆桂英道 告诉下去 让牢狱不要亏待徐服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 徐服对帝国是有贡献的 胡亥道 炎黄四岛已经拿下 不会再成为中原民族的后患 徐服的犯罪行为 可以看成是发现了炎黄四岛 炎黄四岛一直是帝国岛屿 以后法理上说得过去 征法 二人刚起来 看到黄月英跑来了 月英坐下 咱们好好聊聊 胡亥道 陛下 蒸汽机一年前已经弄出来了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不断修正 现在蒸汽机功率有大的提升 完全可以运用到战船上使用 黄月英道 呀的 蒸汽机呀 提前二千年面试 只要秦帝国不出现昏君 中原肯定成为世界老大 想想牛牛 首先发明蒸汽机 从而让牛牛崛起 惩罚世界三百多年时间 当然了 牛牛人口太少 只能走殖民道路 秦帝国不缺乏人口 肯定要走大一桶 把那些还未发现的岛屿拿下 再把南大陆 东大陆拿下 至于那个南米洲 可以考虑慢慢同化 蒸汽机出现 马上会进入热兵器时代 淘汰冷兵器时代 热武器会成为战争的主宰 陛下 发什么代啊 黄月英道 哦 月英 你立了大功 蒸汽机的发明 是一项跨世纪的创造 会让文明推进一大步 彻底改变人们生活 对国家方方面面 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胡亥道 陛下 不就是蒸汽机吗 有你说的那么重要吗 微臣认为 不就是解决的动力问题 让各种机械 由蒸汽机驱动 不过呢 蒸汽机对战船确实有利 不再需要人力驱动 我们师生产了一艘战船 用来驱动五维战船 一点问题没有 只需要二台锅炉 就可以解决问题 黄月英道 不 月英 你不懂 蒸汽机是一种跨世纪的发明 不仅是解决动力问题 一旦蒸汽机普及到各方面 会加速经加工机械的快速发展 使得一些原来不敢想象的产品出现 特别是在军方 会彻底改变作战模式 方式 战争模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胡亥道 陛下 军方有些什么变化 穆桂英道 会让冷兵器慢慢淘汰 进入热兵器时代 胡亥道 黄月英 穆桂英二人听得一脸蒙圈 第305章 蒸蒸日上 刷 胡亥手上出现几份图纸 用国运值兑换出来的 几份机床 钻床 洗床等 月英 有了蒸汽机 可以研究这些加工用各种机床 会大大提高工作 胡亥道 黄月英接到手中 细细查看起来 哇塞 好东西啊 陛下 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 否则 现在早研究出来了 黄月英道 胡亥摇摇头 要不是蒸汽机研究出来 这些图纸需要海量国运点 胡亥那有能力兑换 蒸汽机出现 让很多系统商城中 物品兑换比下降数十倍 月英 这些机械全是由蒸汽机驱动 提前拿出来 研究出来也没什么用 胡亥道 月英 光有图纸不成的 必须在材料方面有新的突破 才能满足需要 胡亥补充道 细细 陛下 在材料方面 我们工坊取得了不少成绩 公车书 余子七二人 总结袁大秦 合金方面技术 又搞出了几种弹性 硬度更强大的材料 目前还在进一步研究 黄月英道 秦国时期 在合金方面 确实有独到研究 像一些铜锡合金 铜锂合金 铜钳铅合金等方面 绝对是走在世界前列 月英 不要只是研究铜合金 要研究铁合金 用铁与其他物质合链 看一下能得出什么材料 胡亥道 材料方面 由公输车 余子七二人负责 他们会弄的 不用担心 黄月英道 现在钢铁产量达到多少 胡亥道 体现一个国家强大的标准 是钢铁量 煤炭量 粮食产量等重点指标 年产钢铁二十万吨 其中粗铁五万吨 主要生产百姓生活日常用品 粗钢十万吨 高品质钢材五万吨 黄月英道 胡亥暗中长探一生 产量太低了 不过呢 短短五年时间 钢材从无到有 一举生产出二十万吨钢铁 确实是值得庆幸的事 不要期盼太大 需要一个过程 才能慢慢让产量暴涨上来 不错 还要加大钢铁厂的建设 再多建些钢铁厂 满足百姓 军方所需 胡亥道 陛下 钢铁厂一直在修建 现在松江那个地方 建起一个产业园区 方圆十公里范围 带动了当地百姓种菜积极性 青岛产业园 已经开始修建 到今年底会建成 黄岳英道 工匠怎么解决 胡亥道 向天下招聘 通过考核确定工匠等级 每一年在职工匠有一次考核 极大调动工匠积极性 黄岳英道 胡亥点点头 手段不错 咚咚咚 进来 胡亥道 五妹娘 上官玩 秦夫人 吕志几人也来了 坐吧 既然大家都来了 咱们好好聚下 聊些工作上的事 胡亥道 呀的 一回宫 身边美人貌似有点多 在这里 朕要感谢你们 帮朕管理帝国 让其蒸蒸日上 发展得很好 朕很满意 胡亥道 陛下 目前帝国粮食生产出来 已经吃不完了 我们现在也头痛 不知如何解决 五妹娘道 妹娘 有二个办法 可解决粮食生产过剩问题 一是把酿酒技术放开 可以让百姓酿酒 对外出售 二是引导百姓 发展牛 羊 家畜的产业 特别是饲养牛 羊产业 一定要重视 大量饲养牛羊 可以获得牛奶 养奶 让百姓也能喝上奶制品 这对于全民素质提升有好处 一定要推进 胡亥道 不过 内阁要制定严格到极致的方针政策出来 不允许在食品中 掺杂其他一些元素 特别是有毒元素 一些商人觉得 参加可以提高保持期 帝国不需要那样的食品 必须确保百姓生活品不出问题 一旦发现 没收非法所得 丢进文明学校 并在耻辱柱上刻下姓名 向天下公示 这一点必须严控 食品安全要重视 相关部门要定期 不定期进行检查 杜绝不良食品进入市场 危害百姓健康 胡亥道 陛下 我们完善一个食品安全法 最近会公布出来 五妹娘道 记住 食品安全不仅关系到百姓的生死 还关系到后代的发育 咱们一定要高度重视 谁敢包庇 以同罪论处 胡亥道 明白了 五妹娘道 帝国全民扫盲 发展的如何 胡亥道 已经实施了一年多时间 现在完成三成以上百姓的扫盲工作 其他地方正在推进 五妹娘道 我们标准是什么 胡亥道 会书写三千个常用字 算是扫盲成功 其他不常用的字 百姓短时间内学不会 五妹娘道 三千个常用字 确实差不多够了 能读报 看报 看书 会写简单的文章 不错 你们干得真不错 扫盲是一项兼具工作 居然让三成百姓识字 太不容易了 胡亥道 陛下 接下来可不好展开 工作阻力极大 百姓不认可 觉得仲田要懂什么字 五妹娘道 扫盲好的地区 主要是老秦旧地的百姓 积极性比较高 也上心学习 老秦旧地周边地区也不错 其他地方不太好 抵制太大 五妹娘道 尽量多做工作 告诉百姓 现在不学习 以后好多产业进不了 想要致富 必须读书 胡亥道 村级组织机构完成了吧 胡亥道 全部更换一遍 老官吏经过考核 不合格的 一律让其回家种红薯 重新换上毕业的学生 村级组织机构 由于退役军人加入 使得进展迅速 现在村级机构 已经配备齐全 五妹娘道 告诉怀音 一定要对官吏加强监察 一旦发现问题马上解决 不要让腐败分子有生存空间 胡亥道 这个事 敌人节很静心 一年要查出好多官吏 还有商业犯罪等事 五妹娘道 陛下 炎黄四岛拿下来 岛屿上土著不是遭到杀 就是俘虏 俘虏已经送回来 进入文明学校 不过 四个岛上没有人 也不是好事 我们想动员百姓 歉意到炎黄四岛上去生活 五妹娘道 胡亥摇摇头 妹娘 不要天真 百姓不会愿意的 除非正下旨意 这种旨意 朕不会下 咱们完全可以 组建几个农业公司 种植业 养植业 林业等公司 从帝国手中 租用炎黄四岛上的土地 派公司人员去岛上种植 一年去一段时间 就可以解决炎黄四岛上 无人的情况 不过 炎黄四岛上 必须驻扎部队 确保上岛上工作人的安全 对了 炎黄四岛上 貌似有黄金 白银矿 周瑜发现没有 胡亥道 第306章 监察天下 陛下 炎黄四岛已经派出专家去勘探 发现了银矿 金矿已经在开采 还有好多地方没勘探清楚 需要一段时间 妩媚娘道 胡亥微微点头 看来传说是真的 炎黄四岛确实有黄金白银 只是被人开采光了 陛下 现在帝国财政已经好转 手上有钱 可以开展好多大项目推进 上官瓦道 要开展什么项目 由内阁决定 只告诉朕一声即可 要像这二年一样 你们主持 不要什么事都问 胡亥道 对了 百家门派有什么反应 他们愿意出来任职吗 胡亥道 陛下 一年半前 我们秦军在御门关 夜门关二个方向上 取得决定性胜利 消息一传出来 令天下百姓欢欣鼓舞 各百家门派 也开始重视起来 派出大佬纷纷到咸阳 想与帝国达成合作 门下弟子也愿意出事 现在情况一切很好 不过 他们都想见陛下一面谈些事 吕智道 现在才想起来合作 不觉得晚了点吗 不过呢 胡亥心中明白 百家门派有好多杰出的人才 不能浪费 能同心协力建设帝国 胡亥是持欢迎态度的 这个事情 让内阁处理 朕就不见他们了 胡亥道 陛下 这个不太好吧 那些要求见面的人 全是个百家门派的掌门人 吕智道 没什么不好 以前是阵要见他们 他们拿捏着阵 不愿意相见 现在情况逆转 咱们没必要给脸色 愿意就来与内阁谈 不愿意拉倒 帝国并非缺他们不可 胡亥道 经过几年发展 各地建立起大量学校 培养出好多寒门弟子 都已经纷纷走上岗位 国家现在不缺乏地方管理人才 有大把愿意到地方上当官吏的寒门子弟 过去胡亥求他们 那是因为各百家门派中拥有好多优秀人才 国家缺乏人才 在那种情况下 胡亥只好委屈求全 可是呢 各大门派傲娇 不愿意与帝国合作 不愿意派门下弟子出事 想看胡亥笑话 现在 困难时期已度过 胡亥为什么要给他们面子 秦夫人 商业上操作顺利吧 胡亥道 陛下 现在帝国咸阳 松江二个产业园区 青岛园区正在兴建 经过几年发展 公平交易法 专利 商标等法出台 极大调动了工匠们积极性 商人也闻到味道 各地好多家族组建商会 从事商业行为 国家商业税收一年比一年高 不用几年 工商税收比重 将与农业税持平 不过 在经营中 也出现一些问题 产品质量不好 烂于充数的产品较多 百姓只看价格低 购买回去才发现 用不了几天全坏了 秦夫人道 胡亥头大 这是一个标准问题 不能说商人生产的东西 是假冒伪劣 因为国家 还没产品质量标准 这个是 想要杜绝 帝国必须制定出 各种产品的标准出来 让商家按标准执行 一旦商人销售的产品 不符合标准 才有法可疑 另外要告诉百姓 不要图便宜 好货不便宜 便宜没好货的思想 胡亥道 陛下 产品标准由谁负责 内阁对这方面可不懂 妩媚娘道 月英的公布负责吧 抽掉人手 逐渐完善各产品质量标准 这个事必须要做 胡亥道 遵命 黄月英道 叮咛 突然 胡亥脑海中响起叮咛声 好长时间没响起过 胡亥有点期盼 宿主 国运值达到系统晋升 请问是否晋升 晋升 片刻时间 晋升结束 叮咛 奖励宿主单发步枪技术图纸一份 国运值五千万点 开放系统商城等级 胡亥拉下面板 查看一下 呀的 很多技术资料已经开放 只需要花费少量国运值 就能兑换出来 胡亥脸上出现笑容 月英 这是一份技术图纸 以后军方武器是这种样子 胡亥道 黄月英接到手中 希希 陛下 有这份图纸 微臣一个月内搞出样品 黄月英道 胡亥点点头 有了大量图纸 胡亥相信 秦帝国能在短时间内崛起 复兴 到时候带着兵马去与孔雀人干一家 对了 还有罗马帝国 此时的罗马帝国应该是最强大的时期 不知默独带着匈奴残余分子到西方世界 会给西方人民带来些什么痛苦 默独 希望你不要让朕失望 一定好好蹂躏西方人民 美人来了 胡亥只好交工粮 几天时间过去了 胡亥终于开始办正事 陛下 贾许先生来了 清卫道 请文和先生进来 胡亥道 遵命 清卫道 文和 快快坐下 咱们不用那么客气 一起喝上几杯 咱们慢慢聊 胡亥道 遵旨 贾许道 文和 匈奴人虽然击败了 可是大草原上还是有一些草原种族 必须时常派出骑兵 对其进行清剿 不能让其发展壮大 又给中原百姓带来苦难 胡亥道 陛下 近年来 穆桂英也经常派出骑兵 对打下来的地区进行清剿 不过 草原太大了 若是不开发 依然不好管理 贾许道 胡亥点点头 这个事 这与内阁商量了下 步行就组建几个公司 专门从事畜牧业生产 派工作人员到大草原上去饲养牛羊 为中原提供牛羊肉 羊毛 牛奶 羊奶等产品 咱们中原百姓的肉食太单调 不仅需要家禽 还需要牛羊内等食物 才会让中原人体质得到提升 胡亥道 文和 现在锦衣卫发展的如何 胡亥道 陛下 锦衣卫已经发展有三万多人 除少部分进入西域外 绝大部分在中原 监视百官 监视天下 贾许道 文和 要提前让锦衣卫 潜伏进西方世界 搜集情报 等国家发展一段时间 咱们要出兵 对西方一带进行征伐 胡亥道 陛下 孔雀帝国锦衣卫 已经潜伏进去 情报也陆续送回来 我们也了解一些情况 贾许道 文和 不够 不仅要让锦衣卫 潜伏进孔雀帝国 还要让人潜伏进埃及 希腊 罗马等帝国 这四个帝国 目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 必须征伐 胡亥道 遵旨 贾许道 第307章 释放徐服 贾许是胡亥最信任的军事高参 胡亥手下的特务头子 很多事 胡亥不便出面 军事贾许暗中出手 没办法 国家大了 什么事都会发生 什么人也会出现 文和 这几年辛苦你了 胡亥道 陛下 这是微臣应该做的 贾许道 几名投降的反王 这二年来 有什么动静 胡亥道 大的动静没有 只是在陛下被莫毒围困在白灯山时 消息一传出来 有几人活跃起来 不过 在咱们监视下 还是不敢出头 反倒是刘邦三人 一直在寻找机会逃走 陛下 要不咱们设个局 让刘邦三人往里钻 只要犯事 咱们可以明目张胆斩杀之 以绝后患 胡亥考虑下 觉得没那个必要 刘邦三人已经是龙中鸟 让他们好好待在咸阳城中 度过晚年即可 难道还能翻起浪花 文和 不用 让兄弟们监视好 只要不出咸阳城 随便他们三人干什么 胡亥道 遵旨 贾许道 文和 匈奴彻底消灭 现在大军回来 咱们应该如何封赏呢 石封是肯定不行的 只能须封 享受荣耀 待遇 提高身份 一旦石封 不用多少年 中原又会进入乱战 这是朕不愿意看见的事 或者把封地 放在中原核心区域外 朕一直下不了决心 胡亥道 陛下 大一统这个基本国策不能动 必须确保中原地区高度集中 统一 现在内阁制定的方针政策 很得民心 只要再坚持些年 百姓也适应了天下归一的大好形势 想要有人提出来 会有很多人反对 还是虚风吧 假许道 想想另一个未面 欧洲地区 有点像此时的中原地区 没有强势人物统一 造成国家伶俐 语言不统一 政策不一致 杜梁恒也各不相同 乱成一片 欧洲诸国伶俐 才让漂亮国能制约 要是有一个统一的欧洲 漂亮国再牛逼 也制约不了欧洲 难怪希特勒一定要统一欧洲 确实是有远见 牛牛称霸世界数百年 也未统一欧洲 不得不说 是牛牛的战略错误 那个时期 若是牛牛想统一 绝对有能力 在欧洲完成大一统 文和 陪朕到牢里走一趟 胡亥道 贾许微微一愣 牢里看谁啊 陛下 要去看徐福 贾许道 是啊 徐福这个老家伙逮到了 怎么说也要见一见 尽管徐福欺骗了始皇帝 可是 徐福发现了炎黄四岛 对咱们帝国来说 确实是有功的 以后历史书上 可以自豪地说 炎黄四岛是咱们发现的 这是法理上的事 现在人们不重视 影响不大 谁知以后会有什么人 提出不同意见呢 胡亥道 二人跳上马车坐下 文和 以后蒸伐下来的地盘 咱们是要实行殖民地政策 还是直接占据 胡亥道 陛下 您说的是五兵团 六兵团 现在正在蒸伐的地盘 贾许道 对 以后不止这些地盘 还会有好多 胡亥道 陛下 咱们帝国发展很快 人口增长近几年 一直处于高位 目前 帝国有人口近五千万人 不用几年 会突破一亿人口 若是这样发展下去 人口会越来越多 田地需求量会越发大 不要看北方大草原上 此时百姓不愿意去 等过上十年 二十年 会有大量百姓 愿意到大草原上生活 像获取病将决 张宪将军率领的五兵团 六兵团 他们现在蒸伐的地盘 只要道路修好 不愁美百姓迁移过去 魏臣觉得 咱们不宜采用殖民主义政策 还是以实际占据为主 确实拿在手中 好好治理地方 才是最稳妥的办法 贾许道 人口 胡亥点点头 像牛牛一样 实行殖民地政策 确实与中原情况不同 牛牛之所以不强占 是因为牛牛本身人口太少 并非牛牛不愿意占据 文和 要是内阁出台一个 鼓励生育的政策 只要出生的孩子 全部发给各种费用 人口会在短时间内暴涨吗 胡亥道 肯定会增长 不过 不会太明显 贾许道 陛下 到监狱了 轻卫道 胡亥 贾许二人走下马车 朝里面去 见过陛下 一路上 狱卒纷纷行礼打招呼 胡亥一一点头回应 到了关押徐福的牢房 看到徐福睡大觉 根本不像坐牢的样子 反而是享受似的 白发苍苍 此时 徐福岁数也大了 不过呢 眼前的老头可不简单 折腾起来 让人惊叹 特别能忽悠 死的能说成是活的 徐福 陛下来了 不赶快跪下谢罪 贾许呵斥道 狂浪 老头把门打开 让人搬来一个坐的马灯 罪人徐福 见过陛下 徐福跪下磕头道 依 徐福修为不错呀 战尊巅峰修为 徐福 你可知罪 秦其道 罪臣知罪 欺骗了先皇 说什么海外有灵药 可以炼制长生不老药 纯粹是忽悠先皇的 徐福道 哼 胡亥一声冷哼 徐福 你不仅欺骗史皇帝 从史皇帝手中 骗到上万名中原百姓 随你出海 让百姓惨死大海中 这是犯下杀人重罪 还有 你们数世炼制的丹药 史皇帝服用后 加速的史皇帝去世的时间 与谋杀有何区别 这是杀君之重罪 胡亥道 咚咚咚 徐福在磕头 陛下 饶恕罪臣一条狗命 罪臣愿意为陛下做牛做马 绝对不敢反抗 一切听陛下的 徐福道 算了 朕不是先皇 人死不能复生 以后不要再忽悠人 能办就说能办 不能办老实回答 不用瞎胡扯 朕饶你一条命 专门为你搞个实验室 邀请一些术士回来 帮朕炼制一些物品 记住 这是非常隐秘 不得向外泄露天机 一旦朕发现 你们之间有人泄露出去 全部斩尽杀绝 胡亥道 在胡亥印象中 貌似火药是由术士发明出来的 他们炼制丹药 在不支的情况下 炼制出火药 蒸汽机发明出来 让胡亥商城中有火药配方 不过 需要人实地操作 还要不断总结经验 研发出威力更大的火药出来 商城中的火药配方 是最原始的火药 威力有点小 胡亥想拥有威力更生猛的火药 只能靠术士研究 徐福就是一个不错的人选 谢陛下活命之恩 徐福道 以后好好办事 千万别忽悠朕 否则 你懂的 胡亥道 说完后 胡亥 假许二人离开大牢 第308章 大结尾 大秦历23年 秦始皇称帝时算起 胡亥击杀赵高 重新掌权十年时间 平定叛乱 天下重新归大一统 歼灭匈奴 把匈奴残余分子 赶往西方世界 胡亥回军 帝国发展五年时间 历经十年发展时间 秦帝国 经济起的飞跃式发展 各项政策 法则逐渐完善 全民扫盲 起得显著成绩 各村及组织建立起学校 百姓家孩子可以 免费上学 大量人才涌现出来 帝国交通网络 四通八达 俘虏大量匈奴人 东洋人等 为帝国建设起到重要作用 彻底改善帝国交通状况 农村水利设施 一一完善 粮食产量年年增长 各种工商业迅速发展 极大丰富了市场 为了解决黄河水患问题 胡亥下令抽调文明学校成员 从黄河经过宾州的弯道处 重新开挖河道 直插东部地区 进入大海 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 在数十万文明学校成员努力下 足足修了三年才完成 随后 又对老黄潭道进行疏通 彻底解决黄河沿岸水患问题 秦帝国的征伐 在大秦历二十四年时 再一次开启了 陆地上由霍聚病将军主持 海面上由周瑜将军主持 二陆大军杀向孔雀帝国 孔雀帝国此时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帝国 不过 在秦军强大的打击下 加上优秀战船跟进 对孔雀帝国恒河沿岸实施轰击 歼灭孔雀帝国有生力量 陆地上 霍聚病将军带着二十多万大军 拿下大渊 小碗国彻底打开通往孔雀国的通道 大军一路披荆斩棘 霍聚病大军不及有问题 尽管道路修得不错 可是距离太远了 只好采取旧地补给 掠夺当地国家的粮食 不愿意投降的全部抢光 烧光 投降的愿意臣服秦帝国 只需要给大军点补给 不会遭到灭国 历经三年时间 顺利拿下孔雀帝国 将其臣服下脚下 拿下孔雀帝国 秦帝国可是赚大了 从孔雀帝国仓库中 秦军缴获大量黄金 足足有数百吨之巨 帝国没有将孔雀 拿拿归帝国执管 采取殖民的方式 孔雀人太能生了 帝国承受不起孔雀人的增长 加上孔雀帝国的百姓太懒 胡亥看不起孔雀人 采取殖民方式 每年从孔雀人手中获得点钱财 地方治理依然同孔雀人自己治理 甚至严禁孔雀人进入秦帝国管辖区内 休息几年后 帝国又对西方亚出兵 把黑色黄金之地拿在手中 西亚拿到手 对秦帝国来说具有战略意义 不用担心民任后数十年 帝国缺乏石油的事 大秦历史十五年 帝国大军对罗马出击 历经十年 彻底打败罗马帝国 秦帝国货币成为世界货币 拿着秦币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国家购买东西 不存在什么兑换之类的事 秦币就是硬通货 从此水澜心上出现一个强大的帝国 带着世界各族人民继续推动文明进程 祝 秦亲们成绩不好 这个文只好太贤 实在对不起 请诸位见谅